北安侯府庶女李清堂八岁时在京中香火最旺的灵法寺求得一英元千 千言凤凰飞天瑟瑟和鸣 十六岁时她嫁入国公府成为国公府世子的贵妾 不过半年便香消玉云死在一场大雪过后 还没过完头七的清堂看着疼爱自己的孙姨娘拉着李清丸的手 脸上有着她从未见过的灿烂笑容 娘的好乖乖李清堂已经死了 这天下再也没有人可以挡你的路了 她笑得癫狂 娇好的面容变得扭曲 咬牙切齿 慕书云她区区一个伤女竟压了我一辈子 亏她平日还自诩聪慧 可怎么连谁是自己的女儿都分不清楚 这都是她的报应 我儿才是这侯府嫡女 这凤凰命也只能是我儿的 孙姨娘看向身侧的人 素美的脸上有着掩盖不住的野心与欲望 以温婉贤淑名满京城的北安侯嫡女 即将成为二皇子妃的李清丸 面上带着温和的笑 孙姨娘慎言小心隔墙有耳 说吧 她从富丽堂皇的马车走出 一脸哀气地来到灵堂前 上了三炷香 她眼中先是无辜 然后开始变得极恨与怨毒 小声难难 妹妹别怪我 调换我们的是孙姨娘 你走到今天 也是怪你投错了胎 还生了张狐妹子的脸 下辈子就生得平凡些 去个山野农户家里吧 李清堂看着自己 那素来柔弱温柔的娘亲 如今这番癫狂 疯魔般的样子 看着向来温婉的李清丸 如此恶毒的诅咒 想起过去的一切 只觉得天旋地转 或是因为不解 不愤与不甘 李清堂迟迟没有离去 她看着自己的亲娘 北安侯夫人穆书云 被孙姨娘和李清丸害死 孙姨娘被扶为侯府夫人 李清丸继承了穆书云的全部嫁妆 还得了外祖穆家的支持 她的外祖一家 为了扶持二皇子登基 而李清堂和穆家的坟头草 已经二尺来高 活了十六年 连只蚂蚁都不敢猜死的李清堂 此时的愤怒与不甘 仿佛可以凝出实质的火焰 她好恨啊 如果能重来一世 如果能重来一世 她绝对要报仇 三月的江南 春雨落在青砖带瓦之上 滴滴答答 一声一声连成串 带着凉意的风 打着旋从房檐下穿过 穿堂风带着雨丝 顺着窗户缝 争先恐后地往屋子里钻 青涩床漫之下的小人 长着一张巴掌大的瓜子脸 肌肤白如雪 银如玉 两弯四处飞足的嫦娥眉下 是蜜如鸭语般的黑结 那红如鹰般的匠唇微张 背齿轻起 发出一声挠人的嗯 李清堂感觉 她每一节骨缝里 仿佛都有只蚂蚁在撕咬 又疼又冷 冷得她整个身子 恨不得缩成一个球 她迷迷糊糊地转身 一不小心打翻了床边的茶盏 茶盏掉落在地 哐当 声音惊到了外间的丫鬟 很快一个 约莫十五六岁的丫鬟 便拿着绣了一半的帕子 跑了进来 小姐 您没事吧 李清堂闻声睁眼 见到面前的人后一愣 这是从小 陪她到大的丫鬟婉青 后来为救她失了身子 自意而死 婉青看到李清堂 一副呆愣的模样 连忙伸手去摸她的额头 发现没有继续发烧后 才松了口气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小姐您又烧起来了 李清堂目不转睛地盯着婉青 伸手摸了摸她的脸 温温热热地 婉青 怎么了小姐 婉青弯下腰 把茶盏的碎片小心拾起 等她收拾完后 发现李清堂还在盯着她 小姐 您总盯着我看什么 是我脸上有脏东西吗 说着 她伸手摸了摸 李清堂摇了摇头 紧紧拉着婉青的手 婉青的手很暖和 暖得她想哭 婉青看到李清堂那双漂亮的桃花眼里 呼得盛满了泪水 心疼坏了 小姐 怎地哭了起来 婉青 我好冷啊 李清堂把脸埋在婉青的怀中 不管不顾地哭了起来 婉青见自家小姐说冷 连忙把被子拿起裹住了李清堂 今儿是有些冷 我再去帮你拿床被子来 李清堂拉住婉青不让走 哭得鼻尖眼尾全是红 像是灼灼桃花 便是个姑娘家看着 也忍不住吞口水 李清堂用甜甜地带着哭声的小甜嗓叫道 婉青 我在呢 小姐 婉青 我在 李清堂叫了好几遍 才确定眼下的一切是真的 她真的回来了 婉青 我在呢 小姐 婉青又一次应道 笑着看向李清堂 又帮她紧了紧被子 觉得自家小姐今天格外的黏人 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今儿是春分了 一早侯府就来了信 说在过段时日 会派人来接您回去 准备集机礼 婉青笑着道 孙姨娘也来信了 我这就给您拿来 李清堂一听 脸色顿时暗了下来 回京参加集机礼 所以 如今已经是慶元十八年春了 婉青就死在了 慶元十八年的春天 小姐 我颠着这包袱有些重量 您快打开看看 是不是姨娘 给您寄好东西了 婉青很快就拿着一个包袱 小跑着过来 李清堂打开包袱 里面是一封信 两套京城最实行的新衣服 一只金钗 一对金香玉耳坠 和五百两的银跳 孙姨娘在信里 先是对李清堂这么多年 孤身在外表示了心疼 然后诉说自己这些年在府中的不义 最后说 他把积攒的银子和新打的首饰 托人带了过来 让他好好打扮打扮自己 在回京前务必给府中的老太君 侯爷和夫人带些礼物 以表达孝心 听说夫人最爱和苏州城 王室茶楼的七色果茶 务必记得买些带回 上一世的李清堂 在收到这封信后 既感动又开心 兴高采烈地穿着新衣服 准备回府的礼物 结果遭了贼人的惦记 那群贼人不光劫财还要劫色 婉青拼死把他护住 让他逃跑 他跑了 可婉青却没了 最后他是去官府认得诗 武座说是字役 那时他只以为是自己运气不好 但现在他明白了 这包袱里装的是孙姨娘 送他去黄泉路的买命钱 孙姨娘就是故意给他这金钗 划符和银票 把他当成一个行走的活靶子 吸引强盗的注意 好要了他的命 前世 在经历这番惨事 又亲眼见到 从小到大陪在自己身边的婉青 如此惨死的模样 本就胆小单纯的李青堂 变得更加内向 且容易受惊吓 结果在回京的路上 又碰到了流寇作乱 害得他 差点再次命丧黄泉 这接二连三的变故 吓得没见过什么风浪的李青堂 三魂几乎没了两破 回家后 他就抱着孙姨娘 哭诉心里的苦楚 孙姨娘只告诉他说 这有爱女子生育 不让他跟别人说 让他在家中佛堂敬养 说佛祖可以庇佑他 不再受灾祸 于是回京后的李青堂 天天呆坐佛堂中 唯唯诺诺 一惊一诈 这番胆小切诺的模样 非常不得父亲和老太君的喜欢 也趁得李青鸾更加优秀 婉青用手 摸着鹅黄色的飞花段白褶裙 眼睛笑成一条线 小姐 这裙子真好看 您穿上一定像个小仙女 不对 您比仙女还好看 我伺候您 换上瞧瞧 不了 李青堂收回思绪摇了摇头 把东西收好 明日随我去市集 听到要去市集婉青眼睛亮了起来 随后又按了下去 钱妈妈会让我们去吗 李青堂被送到江南悬音馆的时候刚十岁 陪着她的 只有比她大一岁的婉青和孙姨娘 派来照顾她的钱妈妈 前世李青堂一直以为钱妈妈是来照顾她的 对她看管严厉 不许她随意出关 都是为了她的安全着想 在清晚离去后 她身边唯一可依靠的 只有一个钱妈妈 她对钱妈妈百般的信任 以至于把她自己推向了深渊 可惜她现在才明白 钱妈妈根本不是来照顾她 而是孙姨娘派来监视她的 即便已经远离了京城 但孙姨娘依然不放心 怕她挡了李青鸾的青云路 李青堂想起这些 只觉心里恨得紧 眼睛又红了起来 会的 你只要告诉她是孙姨娘 让我去采买带回京城的礼物 她会同意我们出去的 好 那我正好可以把这段时间 绣的帕子拿去卖了 还有小姐您的书画 婉青说着 便兴高采烈地去收拾起东西 要带去城里的东西 第二一早 李青堂便带着婉青出了惯 钱妈妈已经得到了孙姨娘的通知 自然是痛快放行 只嘱咐了句 小姐买完东西 记得早点回来 晚了路上不安全 给夫人的果茶可别忘了 记得了 李青堂穿着孙姨娘送的 鹅黄色飞花缎白褶裙 晚了一个简单的发际 上面粘着金钗 走起路来裙摆 随着若柳般纤细柔软的腰肢 轻轻摇摆 胸口像揣着两只白兔 把衣服撑得满满胀胀 更显妖枝恶挪 李青堂没有化妆 但那双水光烈焰的桃花眼 已然胜过这世上所有的胭脂 钱妈妈看着李青堂离去的背影 收起脸上的笑 对着她的背影 狠狠脆了一口 满眼都是刻薄极恨 真是个狐媚子 也不知是哪家的小妖精赚了事 生得这般浪荡不检点 上了马车 李青堂就取下金钗 放在了匣子里 脱下外衣 里面是一身素白的男袍 小姐 您这能成吗 婉青用布条 帮李青堂压住饱满的身材 但李青堂实在发育得好 婉青也设不得太用力 毕竟她家小姐这身子娇弱得很 平日稍微磕碰 或是用力戳一下 都会红半天 这要是勒狠了 怕不是会肿起来 就这样吧 李青堂觉得 再紧些 他可能就呼吸不了了 待二人换好衣服 变身成为俊秀的少年郎后 婉青驾驶马车 来到苏州城 行 公子 我们先去哪 自然是去起真格 李青堂昨个想了整整一日 该如何复仇 他前世不是被关在侯府后院 就是居在冠里 侯夫人是个宽容的 冠里的师父们 也都算慈爱 没学过勾心斗角 他觉得自己不是个聪明人 也没多大能力 他只知道自己空口无凭地说 孙姨娘调换了他和李青鸾 是不会有人相信的 所以 他需要找一个可以帮助他的人 他想来想去 想到了一个人 他的表哥 穆家最聪明的孩子 穆正初 苏州乃是江南最繁华的府城 商铺伶俐 画仿在运河中游荡 彩断飘斩 乡风阵阵 走街串巷的小贩交卖声 不绝于耳 难来北往的商人 络绎不绝 珍珍是江南加利地 威仪带绿水 调地起猪楼衣 当初李青堂年纪小得了 那句真言后 直接给了身边的孙姨娘 孙姨娘看了一眼便夺了去 告诉他 乖孩子 这签不好 咱们再摇一次 回去后 李青堂就生了一场大病 林法司的大师 说他命中有劫 为了保住性命 最好远离京城 找一清静处静修 等过了十五岁劫难过去 方可回京 平安顺遂度过一生 本来孙姨娘本想让李青堂 立即动身 回他的老家吉安县 但被侯夫人目书云否了 八岁的孩子并还没好 怎可去那么远地方 且等等 这一等就等了两年 期间 李青堂又出了几次意外 孙姨娘哭得声泪俱下 求侯爷把李青堂送回自己的老家 那西北的风沙 即便弄不死李青堂 也会搓摸着他那细嫩的皮肉 怎地也不会好过 但穆书云又否了 孙姨娘家中既已无人 便是送回吉安 也没人照顾 还是去我的老家苏州吧 那更养人 李青堂想到过去种种 只觉得心中情绪复杂 眼眶又不自觉红了起来 哪怕不知道李青堂 才是自己的女儿 可依然救了李青堂这么多次 这辈子 他绝对要保住穆书云的命 公子 那有卖唐人的 你不是最喜欢吃唐人了吗 我去给你买 婉青看着街边卖唐人的小摊 说着就要过去 李青堂吸了吸鼻子 拉住了婉青 我们先去做正事 他有想过 要不要直接去幕府自爆家门 可同样的道理 他口说无凭 谁又会信他 难不成要说自己是重生回来的 那怕不是要被当作妖怪给烧了去 而且他还怕打草惊蛇 一旦被孙姨娘 发现他知道了真相 他怕是不能活着离开苏州 想来想去 李青堂决定 先接触一下这个聪慧的表哥 和他交个朋友 穆家作为江南的第一富商 丝绸 茶叶 瓷器 包括严都有涉猎 其中 丝绸生意做得最大 起真格就是穆家的产业 在各大城市都有分号 其中苏州城的市主店 李青堂想着 或许会在那遇到穆正初 苏州的起真格 坐落在最繁华的大街中心地段 三层高的楼 雕兰画住 来来往往的客人络绎不绝 李青堂二人刚走到门口 就有小二迎上来 二位客官里面请 不知二位想买些什么 我们是来替家中妹妹卖绣品的 劳烦叫掌柜的出来 好的 二位这边请 很快一个约莫三四十岁的女子 便来到了二人面前 对方只看了二人一眼 便明嘴笑着道 我是起真格专收绣品的管事 听说二位公子要来卖绣品 对 李青堂见到来的是个女人 心下有点失望 但又一想 这么大的绣方 也的确不能让少东家 事事亲力亲为 于是李青堂让婉青 拿出了她之前闲来无事 为北安侯秀的几身袍子 她这十几年来不是被关在家里 就是被关在罐里 能做的是不多 刺绣就是其中一件 藏蓝色的绫罗底色上 绣着一幅青山绿水艳阳图 用金线和银线勾勒出山体 用乱针手法勾勒出山水的走势 还有她自创的挑针给山体增加了立体感 山后若隐若现的艳阳 从金色到橘色再到橘红色 过度的没有丝毫痕迹 仿佛浑然一体 周边的仙鹤也是活灵活现 女管室仔细端向着这幅绣品 仔细对着阳光又看了看 在阳光不同的角度照射下 还反不出一样的光彩 女管室心下有些吃惊 瞧着这两位姑娘年岁不大 没想到能有这般能力 看完这件 女管室又看了看另一件衣服 无一例外 不管从配色 花样 还是技法上都没得挑剔 是难得的佳品 不知二位想卖个什么价格 我这我妹妹这几幅绣品单是 用料就不菲 这位管室做得了主吗 李清堂试探着问道 女管室笑了 千两银子以下 我都做得了主 这三件衣服的秀样不错 但底料只能说一般 两百两一件 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女管室往下压了压架 李清堂摇了摇头 我手中还有很多秀样 我想加起来的价格 不会低于千两 不如把邵东家叫来 我们细细商议 他没忘记自己的墓地 是件墓证出 女管室看着面前 这位女扮男装的漂亮小姑娘 心下暗叹 怕不是他家小公子 又在外沾染了什么情债 邵东家平日不会来这 这点小事也不用劳烦他 李清堂又试了事 最终也没能见到墓证出 但两身衣服却卖了出去 一共卖了五百两银子 作为侯府受宠的姨娘 辛辛苦苦攒了这么多年的银子 竟然和她卖了两件衣服的价格一样 她上辈子是怎么觉得 孙姨娘对她好的 所以说她是个蠢的 离开起真格 婉清揣着银跳很是兴奋 小姐 您真厉害 随便绣了两件衣服 就卖了那么多银子 咱们又多了一笔银子 可以多买些礼物回去 老爷 夫人感受到小姐您的孝心 一定会给您选个好婆家 李清堂神色缺缺 敬孝心 好婆家 她那爹和老太君都是偏心的 孙姨娘一心只想她死 她便是把金山银山堆在他们面前 也没什么用 心疼这些人 活该她倒霉一辈子 时候不早了 咱们去吃点东西吧 李清堂抬眼看向斜对面的酒楼 就去那吧 晚清之前来苏州城的时候 就听过这家酒楼 除了贵没什么其他毛病 本想劝李清堂换一家 但想到 他们刚赚了这么多银子 一会卖了书画 又是一笔银子 他家小姐又大病出狱 吃点好的也是应该 店小二热情地把二人迎上了二楼 运气不错 还得了个靠窗的位置 点了四道招牌菜 糖醋和藕 金斩玉兔 桂花鱼条和金丝烧满 最后还点了一壶五花茶 李清堂叹气 还有什么法子 能见到穆正初表哥呢 嘿 你听说了吗 金元外家的二姑娘 其实是正房太太出的 出生的时候 被那姨娘给掉了个 其实大姑娘才是庶出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了 我舅舅可是金元外的管家 说是这段时间 家里都闹翻了 李清堂一听 瞬间来了精神 把身子测了过去 仔细听了起来 这都过了十多年 怎么才发现 那二姑娘和程熙王元外家的大公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对眼了 背着家里偷偷交往了一段时日 前两日 王家大公子上门提亲 结果那姨娘却死活不肯 那程熙王家 不是金元外夫人的娘家吗 对啊 王大公子家里有钱 仪表堂堂 去岁还考上了秀才 那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好女婿 可那姨娘就是不同意 非说已经给二姑娘相看了人家 也是个读书人 虽然家底一般 但家是轻贵 嫁过去会享福的 就是不同意二姑娘嫁给王大公子 然后呢 那王大公子 自是不想轻易放手 就调查了一番 发现那个秀才都二十三岁 已经结过一次婚了 原配妻子 因为早产死了 家里有个刻薄的老娘 和两个十六了还没嫁出去的小姑子 街坊邻居都说 这一家子不是什么好东西 第一任妻子 就是被那刻薄老娘欺负得很了才早产 早产了 也不舍得找大夫 活生生流干血死的 李清堂听得眉头皱了起来 那男人继续说 王大公子就在想 这家人的情况也不是什么秘密 哪有做娘的 会把自己的亲生女儿 往这种火坑里推 然后他就开始打听 最终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这几天 金夫人哭的眼睛都要瞎了 马上就要嫁给支县家的二公子 做正台娘子了 后来生生被金夫人给搅黄了 幸好这俩人交往的时候 没让那姨娘知道 不然估计早就被搅黄了 也不会发现这等身世之谜 两人后面又说了很多 李清堂听得若有所思 眼睛发亮 他本来还在愁 就算靠着出色的刺绣 能得到穆正初的高看 交上朋友 可又该怎么 让他为自己出谋划策 拆穿孙姨娘的诡计 拯救他娘亲和穆家 现在想来 他真是笨得可以 他最大优点不是重生 不是他出色的画工和刺绣功底 而是他这张脸啊 如果不是他这张脸 他前世又怎会落个那种下场 想通了这一点 李清堂整个人又先活了起来 婉清 婉清 你说 我好看吗 当然好看 婉清吃了一块桂花鱼条 幸福地眯起了眼睛 平日在罐里只能吃斋 这口 婚心他可想了好久 这天下就找不出 比我家姑娘还好看的人 您比那画本子里的小仙女还好看 是吧 李清堂小声给自己鼓了鼓劲 我是很好看的 所以 他那幕表哥会喜欢的吧 李清堂正思索 要不要一会 就去幕府拜访的时候 殿小二清脆的声音响起 穆公子吃好了 欢迎穆公子下次光临 李清堂闻声抬眼望去 只见一个身着月白长袍的俊美男子 站在不远处 举手投足间 都充斥着一股子风华绝代 他脑中忽然就冒出一首诗 《鸡石如玉》 烈松如翠 狼艳独绝 事无其二 二 婉清 我们走 小公子 你不吃了 婉清看着没动两口的饭菜 实在舍不得 但那边李清堂已经追了出去 他跺了跺脚 往嘴里猛塞了三个烧卖后 连忙追了过去 穿着暗青色衣服的冷面男子 看到跟来的李清堂 对俊美的男人道 公子 您身后跟了个小尾巴 苏怀木神色如常地走着 早就发现了 要甩掉吗 不用 看看他想作甚 在酒楼的时候 苏怀木就已经注意到了 这个女扮男装的小家伙 不知道是哪家的千金小姐跑出来玩 以为穿了身男装 便可以装作男子 也不知道遮掩一下身材 我看 那小姑娘 应该就是 被咱们公子的美色所吸引了 这段时间遇到的可太多了 穿着淡青色衣服的随从笑着道 毕竟咱家公子美貌无双 安静 听到苏怀木的话 两人默默闭上了嘴 安静地跟在身后 慢悠悠地在街上闲逛 公子 您这是在干嘛呢 婉清被李清堂这番鬼碎的模样 搞得有些摸不清头脑 说表哥 李清堂装作把玩着扇子 用目光瞟着苏怀木的方向 压低了声音道 我记得你没有表哥啊 婉清仔细思索了一番 孙姨娘的母家不是已经没了吗 所以 她才被老太君收养了 是迪母家的表哥 李清堂见苏怀木一动 连忙跟上 李清堂没见过穆正初 只是从李清鸾和二皇子的对话中知道 这个穆正初不仅脑子聪慧 生得也十分俊朗 还得了御安郡主的青睐 若不是二皇子下手下的快 真让穆正初娶了御安郡主 那穆家还真不好随意处理 既然是穆家表哥 那就直接上去打招呼好了 为何要这样 婉清表示不理解 我这不是还不确定吗 这九楼就在起正阁的对面 殿小二叫他穆公子 他人长得还好看 李清堂刚听完隔壁桌的对话 一时心急就跟了出来 苏怀木走到幕府门口 发现身后的小尾巴还在跟着 正转身准备掉头的时候 那小尾巴突然冲了过来 李清堂看到苏怀木来到幕府门口 正打算进去 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又想起那俩人的对话 要不是偷偷地交往 没被乃姨娘发现 他狠了狠心连忙冲了过去 等等 苏怀木看向李清堂 在警惕的同时也带了几分好奇 暂时停下了脚步 表哥 是我 李清堂的身子鼓弱 快跑了这几步就喘得不行 苏怀木看着面前少女 因为跑动而剧烈起伏的胸脯 飞红的脸颊 还有那笔脸颊还红上三分的阴唇 他把目光微微移走 这位公子 怕不是认错人了 冷面小丝往前了一步 刚好站在了苏怀木和李清堂的中间 李清堂但凡有一点出格动作 他就能立马出手制服 李清堂听到小丝的话 以为是自己这身打扮 让对方误会了性别 努力平稳气息 伸手拔出头顶的发簪 一头乌黑如墨 顺滑如愁的绣发瞬间散落 发丝随风飞扬 几缕墨发被风吹着 掠过苏怀木的手 苏怀木形容不出这种感觉 酥酥麻麻 惹人心乱 我是李清堂 面前的少女目光灼灼地看着他 一寸秋波 千壶明珠绝未多 李清堂 李清堂从没觉得自己的名字这么好听过 苏怀木的声音像是从雨后竹林吹过的风 卷过青草 又飞向无垠的旷野 说不出的好听 李清堂养着小脸 阴唇微起 嗯 我是李清堂 也算是你的表妹 她是有个表妹 但那表妹从不会叫她表哥 只会叫她的名字 而且她那表妹 长得可没有眼前这位出色 见苏怀木还没反应 李清堂觉得她可能是没听家里说过 解释道 我是北安侯府家的大姑娘 侯夫人是我嫡母 苏怀木这一下反应了过来 原来这个小姑娘 是把她当做了牧家少爷 北安侯夫人好像的确姓牧 据说是江南富商之女 当年红装十里 嫁入侯府 你认苏怀木的小四刚想说认错人了 就被苏怀木打断 换个地方聊 不管苏怀木还是李清堂模样都很招眼 尤其李清堂还把头发散了下来 本就巴掌大的小脸 在这一头浓密秀发的硬衬下 显得格外小巧 配着那满含秋水的桃花眼 额外惹人联系 她向来对这种主动上门的女人不假颜色 但她不得不承认 她对眼前这个表妹产生了些兴趣 李清堂眼神中清澈的愚蠢 不像作假 若是那几个人派来的 也不至于编一个北安侯府家小姐 这种一下子就可以被识破的身份 见到苏怀木认下了她 李清堂脸上露出点点喜色 她这算是向复仇迈出了第一步吧 苏怀木就近找了一间茶楼 沐青 沐燕 你俩在门外候着 苏怀木对身边两个小丝吩咐 冷面的沐青看了一眼李清堂 虽心有犹豫 但还是走了出去 沐燕紧随其后 眼神中隐隐有八卦之色 婉青 你也先出去吧 李清堂见表哥都让小丝出去了 他便也让婉青跟着离开 当屋子里只剩下两人后 李清堂迟来的害羞了起来 过不了多久 侯府就会派人来接他回京 留给他的时间实在不多了 所以 他才这般急迫 苏怀木见李清堂低着脑袋 耳间泛红 玉偶般白皙嫩滑的手指 紧张地交叠在一起 觉得有些好笑 刚刚还当街拦路 现在竟又害羞了起来 喝杯茶吧 苏怀木伸手倒了一杯茶 递到了李清堂面前 苏怀木的手指 又长又直像苍净的竹子 衣袖轻浮间有一股好闻的香味 李清堂拿起茶杯 温热的茶水暖了他冰凉的指尖 他的人也微微放松了下来 甜甜笑道 谢谢 表哥 婉清已经帮李清堂 重新束好了头发 雌娃娃般精致的小脸 毫无遮挡地 映入苏怀木的眼 多情的桃花眼 配着小梨窝 妩媚与清纯 烈酒和淡茶 勾人又动魄 而比这些 更让人心神荡漾的是那句表哥 春日杨柳微风 夏日梅子清茶 秋日枫阳正好 冬日红炉煮酒 让人无法拒绝 你知道我是谁 你是正出表哥呀 李清堂想着 要靠这个表哥帮他复仇 连忙捡得好话道 我小的时候 听清鸾妹妹说过 她说她 有个表哥特别聪明 长得还好看 说有机会要介绍我认识 苏怀木没有否认 给自己也斟了一杯茶 表妹找我有何事 就 李清堂大脑飞速思考 因为有些心虚眼睛 不自觉地眨着 我刚得了信 侯府快要接我回去了 我想给母亲带些礼物 但多年未见 也不知母亲喜欢什么 舅舅想着来问问表哥 就这样 阿李清堂身体坐直了些 继续想理由 还还想着 要感谢表哥一家 这些年对我的照顾 多亏了你们 我在玄音观 这些年过得还算舒心 嗯 苏怀木点了点头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李清堂双手捧着茶杯 指甲微微用力抠着杯壁 他上辈子 几乎没怎么接触过男人 十岁前在侯府后院 十岁后就待在玄音观 这两处都少有陌生男子 回京后 也是待在后院 直到吉吉里那日 被前妈妈陷害落水后 被国公府世子当众救起 失了名声 只能被迫嫁给了国公府世子为妾 入府后 他也根本没有 和世子爷发生什么 就被下了毒 缠绵病态 不过半年就没了 人人都说他是个狐媚子 可他从未勾引过任何人 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勾引男人 李清堂觉得 他真是太不争气了 机会都放到眼前了 还抓不住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吗 看到李清堂忽然红了的眼眶 和双眼中盛满的委屈与难过 苏怀木拿茶杯的手微微顿住 他好像也没说什么重话吧 所以 你就是想感谢我 让我帮你问问 书云姑姑 喜欢什么礼物是吗 苏怀木一口一个书云姑姑 丝毫没把自己当作外人 嗯 李清堂抬起头 轻咬住下嘴唇 他真的不想哭 但他就是 控制不住自己 他努力憋住眼泪 但还是留下了几滴 苏怀木脑中想起一句诗 玉蓉寂末泪栏杆 梨花一枝春 他低头装作铝袖子 缓住心神 再次抬头 神色淡然如旧 好 带我回去打听一下再告诉你 听到苏怀木答应了下来 李清堂立马笑了起来 又是那股甜甜的带着哭声的小奶鹰 谢谢表哥 苏怀木隐于衣袖内的手 紧紧握住了拳 北安后家这大姑娘 真真是 真真是个小妖精啊 别哭了 苏怀木把自己的手帕递了过去 丑 李清堂接过帕子擦了擦眼泪 有些委屈 表哥 你眼睛莫不是有问题吧 此话怎讲 苏怀木拿起茶杯 准备喝口茶压压 没有人说过我丑 他们只会说我是个狐媚子 可苏怀木这口茶 差点呛死自己 用衣袖眼珠咳嗽 你知道这不是个好词吧 李清堂点头 露出一个笑 表哥 我是有点笨 但是我不傻 我知道 他们这是骂我呢 知道是骂你还笑得出来 这分明是又笨又傻 你知道就好 李清堂把眼泪擦干 我回去会把帕子洗好 下次见面再还你 苏怀木本想说不用还了 但听到下次见面几个字 还是点了头 好 收不早了 我得回玄英贯了 表哥我下次该什么时候来找你 苏怀木想了一下 两日后四时 还在这间茶楼见吧 好 李清堂起身给苏怀木行了一礼 那我先谢过表哥了 小事而已 无需客气 那我走了 表哥 苏怀木看着李清堂婀娜离去的背影 忍不住提醒 你一个女孩子 莫要轻信他人 懂吗 我知道的 除了表哥 我谁都不信 李清堂知道 穆家是好人 即便还不知道 他的真实身份 穆正初也不会害他 苏怀木摇头 真是又傻又笨 穆燕 去打听一下 北安后夫人穆书云 喜欢什么东西 两人也给我答复 是 穆青 打听一下这位北安后二小姐 出了茶楼 李清堂脚步轻快 和婉青一起去卖了字画 又买了些东西就往回走 在快到冠里的时候 李清堂又套上了 初来时的鹅黄色裙子 他伪装成男子 是怕再遇到 上辈子劫色的事 再换回去 是怕钱妈妈心疑 两人刚走到自己的小院 钱妈妈就文声出了门 礼物都买好了 还没呢 姨娘只给了五百两银子 我寻思着得仔细点花 金盖打探了一下行情 买了些妈妈爱吃的小点心 李清堂从婉青手里 拿过一包糕点递了过去 这是马迹的核桃酥 我和婉青排了好久的队才买到呢 还有这批布 正好给妈妈做身衣服 回侯府的时候 好穿 李清堂故意卖好 他虽然不太懂得 怎么勾引一个男人 但上一世 他对讨好别人 还是很擅长的 虽然领情的人很少 但不妨碍他熟能生巧 算你有心 钱妈妈笑着收下 还不忘主妇 姨娘的嘱托可别忘了 记得去王室茶楼 给夫人买七色果茶 你可马上十五 是大姑娘了 回京后还指望着夫人 给你选门好清是呢 所以这给夫人的礼 可千万不能忘 我晓得的 李清堂乖巧硬下 回了房 李清堂收起笑 只觉得后辈有些发凉 他出门的时候 钱妈妈就提过茶的事 刚刚钱妈妈又提醒他 要去王室茶楼买七色果茶 而上辈子 钱妈妈也特意提醒过这件事 但他当时 怕果茶放的时间长了 会不好喝 所以是等到快回京的时候 才买的 而正是买完七色果茶 回关的那一日 他被歹人跟踪 婉青为了救他失了性命 因为这件事 他还在心里怨恨过穆书云 如果不是因为他 喜欢喝七色果茶 那他也不会 专为买着茶出去一次 他不出去 就不会遇到歹人 那婉青也就不会没了 现在想来 或许金差华福不是关键 那王室茶楼 和七色果茶才是关键 这一切搞不好 都是孙姨娘故意安排的 若他死了 孙姨娘可以用 他是为了给穆书云买茶才死的 让侯爷把他的死 算在穆书云的头上 若他没死 也会因为受了惊吓 他在孙姨娘的挑拨下 而怨恨自己的亲娘 不论生死 他都被算得一清二楚 李青堂对前路有些害怕 但想到自己 有那么聪明的表哥做后盾 多了几分安心 这次 他一定会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接下来的两日 李青堂如往常一般 早晨和师父们一起诵经 然后帮忙做斋饭 打理灌里的花草 然后回自己的小院里抄书 临近五时 钱妈妈走进来 姑娘 该做午膳了 李青堂低沫写着经书 头发因为碍事 被他用发簪高高挽起 露出修长白皙的脖梗 知道了妈妈 等我抄完这一点的 钱妈妈见李青堂低着头 没有遮掩自己不悦的表情 姑娘可快着点 别饿坏了身子 李青堂一字一话地写着 手腕急稳 没有因为说话有丝毫动摇 嗯 就快了 刚来灌里的时候 三人是跟着灌里的师父一起吃 后来这灌里的日子 实在太无聊 整日吃斋也没有胃口 李青堂就自己琢磨着做些花样 既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 也是为了讨好钱妈妈 于是就养成了钱妈妈这习惯 虽说他是树出 但也是堂堂侯府小姐 整日给一个下人做饭 还要看脸色 传出去 真是会笑掉人的大牙 但李青堂从小受孙姨娘的教育 就是要隐忍 要逆来顺受 要扶低做小 因为他是树出 只有这样才会得到大家的喜欢 于是 他从小就下意识地讨好身边的人 眼下还不是和钱妈妈闹掰的时候 在得到可以扳倒孙姨娘的证据前 他不能让人瞧出端倪 放下写好的书 李青堂来到小厨房 婉青帮忙烧火洗菜 李青堂把要用的食材细细准备好 做了一道红烧素丸子 一道兰花豆干 然后做了个军箍汤 每道菜都分了两个盘子 一份让婉青送到钱妈妈的房间 剩下一份两人一起吃 妈妈 我来送午膳了 婉青端着餐食来到钱妈妈房门口 来了 钱妈妈闻声连忙擦了擦嘴 守在衣服上摸了摸 才起身去开门 今天怎么擦两道菜 钱妈妈看后皱起眉头 有些不悦 婉青闻着屋内传来的肉味 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小姐这大病出于胃口不好 吃不下那么多东西 这马上又要回侯府了 小姐还想省些银子给夫人 姨娘买礼物 妈妈要是觉得吃不饱 可以去摘堂再吃点 算了 你回去吧 钱妈妈接过饭菜 回府的礼物可得上点心 这几日你们多出去转转 一定要挑好的买 知道了 那没别的事 我就先回去了 小姐还等着我们 婉青回去后脸拉得老长 钱妈妈又在屋里偷吃烧鸡了 我都闻到胃了 明明自己天天偷吃 还天天要小姐给她做饭 谁家小姐给个婆子做饭 婉青越说越觉得生气 小姐 您太放动她了 李清堂加起一块用豆腐做的素丸子 沾上油亮的红烧汁 一口下去露出一个满足的笑 反正我们也得吃 不差她一口 那 那也不对 婉青别着嘴 她就是欺负您年纪小 离家远 等着这次回府 我定要向姨娘告状 李清堂又加起一块豆干 姨娘不会管的 怎么可能 姨娘最疼小姐了 怎么会不管小姐 李清堂把嘴里的豆干咽下 看向婉青 你真觉得姨娘疼我 婉青不知道李清堂为什么会这么问 回忆着过去院子里吓人的话 可是院子里的吓人都说 姨娘疼小姐 说当初小姐生病 姨娘哭得都晕过去了 躺在床上两天两夜才睁眼 自从听说您明里待节后 她就天天为您烧香祈福 还有小的时候您身子弱 姨娘怕课业繁重累坏了身子 特意求老爷 让你不用去家学 亲自在后院教您 李清堂听着晚清 一踪踪一件件的回忆 孙姨娘对她的好 她当时也觉得 这些是为她好 可现在仔细回忆起来 只觉得自己傻 原本我生病 父亲关心的是我 可姨娘哭晕了 父亲就转去关心了姨娘 反而责怪其我 都是因为我才让姨娘晕倒的 李清堂放下筷子 神色奄奄 北安侯府家学的先生 是有名的大儒 不少高门贵户的公子小姐 都在府中读书 李清鸾从小和这群人 在一起长大 在京中贵族圈中 混出了才女的名声 也为此不少王公贵子 败在她的石榴裙下 而她被日日聚在小院中 跟着孙姨娘学 女界 内训 女论语 女范节路 不然就是 让她看经书佛典 琴棋书画 都只让她学了几日 就像侯爷和夫人 推托她身体不好 资质愚钝 不学那些费心神的 只教了她刺绣 她被孙姨娘培养得 碌碌无为 而李清鸾在 沐书云的被培养下 成为了人人称赞的 侯府明珠 婉清看到自家小姐 神情突然难过了起来 想要安慰 却一时又不知该如何安稳 因为李清堂这一说 她也觉得这事情 似乎不太对劲 可她是九岁才被买入侯府 没一年 就跟着李清堂来了这江南 她也不知那孙姨娘 对小姐到底好是不好 对了 还有穆家表哥呢 虽然她那小四看着很凶 但她瞧着就很善良 有个成语叫什么什么来着 嗯 婉清一拍脑门 千千公子 温润如玉 想到表哥 李清堂重新收拾好心情 一会吃完饭 我们做点桃花酥 明天见表哥给她带去 她之前听孙姨娘 对李清鸾说过 要想抓住男人的心 首先要抓住男人的胃 所以李清鸾有事没事 就给二皇子 和对那些对她有用的 爱慕对象送吃食 她不会饮食谈情 但做吃食是有一手的 她要用这段时间 先抓住她正出表哥的胃 让她表哥爱上她的手艺 对她欲罢不能 第二天 李清鸾带着婉清出门 还是把男装套在了女装里面 上了马车再换下 这次她学聪明了一些 她把腰上也缠了几圈布 这样就不会显得胸部太大 她比约定的时间 早了一些到达茶楼 没过多久 就看到了正出表哥 带着小丝走来 穆表哥 这 她坐在二楼雅间的窗边 伸出脑袋 对下面的苏怀木招手 苏怀木抬头一看 就见一个娇俏的人 眼眸弯弯地望着她 明明隔着一层楼 但她却好像能清楚看到 少女眼眸中倒映着的 她的身影 表妹 苏怀木上了楼 让穆燕和穆青在外面等着 李清堂也让婉清去买些吃食针线再回来 表妹比约定时间来得早了些 苏怀木给李清堂倒了一杯茶 求表哥帮忙 总不好 让表哥等我 李清堂双手端着茶杯 微微低头 不太敢看苏怀木 经得苏怀木穿了一身水绿色的长袍 身姿挺拔 面若桃李 不愧是被郡主看上的男人 真真好看极了 苏怀木看李清堂红透的耳尖 评了口茶 表妹为何总做男装打扮 因为我太好看了 怕被歹人看到 起了不该有的心思 李清堂解释 我这是在保护自己 他其实也想穿女装勾引穆正初 但又怕遇到剑色奇异的坏人 也怕穆正初 以为他有什么奇怪的癖好 所以才认真地解释 苏怀木笑了 发自内心地笑了 李清堂不知道苏怀木为什么笑 我难道不好看吗 苏怀木活了这么多年 从没有人会这么直接地问他这种问题 这北安侯府的二小姐 比传闻中可大胆 有趣太多了 李清堂见苏怀木迟迟迟没有回答 摸了摸自己的脸 难道表哥不喜欢他这种长相 上次见面的时候也是 表哥自始至终 也没露出对他样貌感兴趣的模样 如果表哥真的不喜欢他这种类型 那他的主意是不是打错了 见李清堂露出沮丧的表情 苏怀木轻声道 你很好看 李清堂文言展露笑脸 表哥你也好看 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人 听着李清堂这极其直大胆的赞叹 苏怀木直接被水枪的咳了起来 脸颊都咳嗽的红了起来 李清堂连忙去帮苏怀木拍背 表哥 你没事吧 苏怀木下意识避开 男女瘦瘦不轻 可我们是兄妹啊 李清堂道 他们可是轻的表兄妹 李清鸾可以和外男拉拉扯扯 他帮自己轻表哥拍拍背有什么问题 我们只是表兄妹 还是那种没有血缘关系 不太正经的表兄妹 表兄妹也是兄妹啊 你对和风兄也这般亲密吗 苏怀木缓过气问道 北安侯府还有一位嫡出的大公子 李清堂摇头 我没见过几次和风哥哥 小的时候 孙姨娘不让他与嫡出的兄弟姐妹过多接触 也没让他上家学 所以 他只在逢年过节的家宴上 见过李和风几次 他离府的时候 李和风也去了北京历练 到死他都没有再见过李和风一次 苏怀木看李清堂突然落寞起来的神色 想起查来的资料 在心底叹了口气 罢了 你上次问我的问题 我帮你问到了 真的 李清堂激动问道 母亲喜欢什么 书云姑姑很喜欢海棠花 出阁前喜欢打马球 看花灯 听说他还特别喜欢酒 尤其是春风楼的百果香 苏怀木 想到木宴查到的资料 出阁前他很潇洒 很会享受生活 李清堂听着苏怀木的话 嘴角露出一个笑 他可以想象到 他娘亲当年飒爽的模样 作为江南第一富商的大小姐 拥有穿不完的绫罗起段 吃不了的珍修美味 和无拘无束的快乐 真是可惜嫁给了他父亲 还有吗 李清堂追问 家里人只说 书云姑姑喜欢鲜花鲜果 比起带金银珠宝 更喜欢鲜花点萃 李清堂带着几分深意 小心翼翼地问道 母亲不喜欢喝王室茶楼的 七色果茶吗 苏怀木想了一下 木宴给的消息 那应该是出嫁之后的事吧 入京后 听说姑姑就不怎么喝酒了 王室的七色果茶是 苏州贵女们最爱的茶 煮后果味浓郁 喜欢鲜果的人 自是会喜欢 得到表哥的回答 李清堂确认了自己的想法 这七色果茶 应该是穆书云喜欢的 若是不喜欢孙姨娘 也无法把她遇害的事 污到穆书云的身上 那么她到底要不要去买这个茶呢 不去她可能会躲过一劫 但很可能错失一个 抓到孙姨娘把柄的机会 去的话 只有她和婉清两个人 无法应付危险 而且 她现在 也不能确定 真的就是茶的问题 李清堂带眉微醋 陷入沉思 苏怀木静静看着李清堂 轻轻转动手上的御班纸 木青给她的关于李清堂的资料 少得可怜 北安侯府的庶长女 比嫡女李清鸾 早出生了一个时辰 自小体弱多病 胆小懦弱 据传林法四大师说 其命中待劫 须远离京城避祸 于是被送来了江南 在悬音灌注了五年 其生母孙冷雪 是北安侯府老太君母家的姑娘 北安侯远房表妹 十四岁 因为父母双亡 投奔了北安侯府老太君 后被纳为妾氏 比其北安侯府嫡女李清鸾 可以写上半本书厚度的过往 李清堂就像是个 毫无存在感的透明人 但凡提起北安侯府的女儿人们 脑中只有李清鸾一个 根本不知道 还有个庶长女的存在 他早些年见过李清鸾几次 只能说中上之姿 像极了宫中那些女人 自视甚高 却又无聊至极 都是戴着面具的假人 和他那能力一般 却觉得自己才华横溢的北安侯父亲 可以说一模一样 但是没想到 这寂寂无名的庶长女 却有意思的景 和资料中的性格大相径庭 有点意思 表哥 我想雇几个护卫 你知道哪里可以雇吗 要伸手特别棒 最好能以一敌似的那种 李清堂思索了一下 茶楼他还是得去 他得证实这件事和孙姨娘有关 把这把柄握在自己手里 他需要几个帮手 你来江南 侯府没给你配护卫吗 苏怀木感到奇怪 开始是有护卫的 一年前被钱妈妈抓到 想偷窥我 李清堂有些不好意思 把沐浴两字引去 然后就被撵了出去 姨娘和钱妈妈觉得我大了 身边有外男不好 而且我基本待在罐中不出门 于是就没有再找护卫 苏怀木回忆起来才发现 撵走护卫这件事 或许也是他们早就预谋好的 当初那个护卫一直否认 可钱妈妈就是咬定了不松口 还在她卧房窗户外 发现了那护卫的钱袋 侯夫人和侯爷也就这么默认了 苏怀木问 即便发生了这种事 但侯府完全可以派其他人 或者女护卫来 怎会让侯府千金 独自在外身边 只有一个连武功都不会的小丫鬟 虽说苏州富饶治安不错 玄英冠也在府城近郊 可这太不应该 便是不受宠 也不该到这个地步 李清堂摇头 姨娘说 这对我名声不好 不让我对外人说 侯夫人和侯爷都不知道 回起过去的这些事 李清堂后几两骨都在冒寒气 他们难道早就在谋划着这一天 不让你与外人说 你还同我说 苏怀木看着李清堂的脸色 从说到偷窥时的有些害羞 再到后面瞬间的惨白 似是受了什么冲击一样 若有所思 看来这侯府的水不浅啊 你是表哥 不是外人 苏怀木想起孙姨娘 对李清堂说过女追男格曾杀 那些贵家公子 见惯了端着的世家贵女 偶尔的主动和小情绪流露 才能吸引起他们的兴趣 苏怀木笑了 眼前这丫头 是真蠢还是装蠢 清堂表妹 我姓穆不姓孙 按道理 我这儿八经的表妹是李清鸾 我姑姑是侯府嫡母 而你姨娘是侯府宠妾 听闻我姑姑和你姨娘关系并不好 可你 却同我这个没见过几面的嫡母家哥哥 这般掏心挖肺 不觉得找错了对象吗 李清堂愣住 自从她知道自己 才是穆书云的亲生女儿后 又看到李清鸾对穆家做的一切 下意识 就把穆家这个外族家 和自己画在了一个战线 可这只是她单方面的认为 她以为凭借自己的外表 就可以勾引到穆家表哥 让表哥喜欢上她 上门提亲 帮她发掘真相 可现在她是孙姨娘的女儿 是穆正出姑姑情敌的女儿 在她心里 李清鸾才是她的亲表妹 那么聪明的人 怎么会被她这区区美色吸引 又怎么会为了这美色 而求取仇人的女儿 而且现在想想 她这想法似乎还很卑劣 竟要靠欺骗自己表哥的感情复仇 当表哥知道 她是在利用她的时候 会很失望 很难受的吧 对不起 穆公子 是我唐突了 李清鸾露出一个苦笑 眼中有泪水引起 宁而不落 这是上次穆公子借我的手帕 我洗净了 李清鸾从怀里 拿出一个被包裹着的帕子 递了过去 然后把手边 用油纸包裹好的桃花酥 推了过去 这是我自己做的桃花酥 感谢穆公子 帮我打听了母亲的喜好 就不打扰公子了 李清鸾起身行李 努力扬起一个笑脸 但在行李弯腰时 眼泪因为低头 而控制不住地流了下去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 又哭 她怎么又哭了 美人笑得梨花带雨 可怜又迷人 苏怀木只觉心头 仿佛有蚂蚁走过 又痒又疼 她不过是 提出了一个合理的疑问 语气也算轻柔 怎地一下子就哭了起来 连表哥都不叫了 女孩子的心思 怎么这么难猜 苏怀木拿起桌上的帕子 一块绣着不同其他姑娘的花花草草 鸳鸯蝴蝶 而是一片彩色的云 彩云帕子里 放着一块叠得四四方方的月白色手帕 是他上次借给李清堂的那一块 洗得很干净 叠得很平整 上面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苏怀木看了一眼放到一边 又拿起那块绣着彩云的帕子 帕子反面的一角 还用铜底色线 绣了一朵海棠花 不仔细瞧 都瞧不出来 一股好闻的味道 顺着帕子 往苏怀木的鼻子里钻 像混合了蜂蜜与鲜花的牛乳 被滴落在清晨的露水中 甜滋滋 奶乎乎 却又不腻 只想让人一直闻下去 想起李清堂那娇艳欲滴的模样 单凭那张脸 便是个男子 也会让人心生歹意 尤其是哭起来的模样 只想让人 把他狠狠按在怀里欺负才好 果然如他所说般 像个狐媚子 罢了 既是因为他才哭了 发生了什么 就见自家公子走了出来 公子 咱们去哪 找李姑娘 木燕文言 用胳膊肘捅了一下木青 挑了挑眉 露出一个你看把的表情 李清堂跑出茶楼 找了一个没人的巷子 努力想把眼泪憋回去 可越努力 眼泪流得越厉害 他不想哭的 但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忍不住 都重生一次了 怎么还只知道哭哭啼啼 你可真是没用啊 这是谁家小公子哭得这么可怜 让哥哥好生心疼啊 一个猥琐的男生 从身后传来 李清堂连忙擦干眼泪 警戒转身 只见一个穿着绫罗绸缎 生得肥头大耳的油腻男人 站在巷子口 眼神下流地盯着他 再看到他正脸后 更是惊得张开了嘴 嘖嘖嘖 这是什么天仙下了凡 苏州城里 何时有了这般标志的人 李清堂看着男人 不怀好意的目光 还有他身边那两个 凶神恶煞的小丝 紧张地握住了拳头 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 大胆 你是什么人 敢这么和本公子说话 虽然李清堂已经压低了声音 但他天生的小甜嗓 怎么压也不会像男人那般低沉 顶多像个没变声的孩子 哟哟哟 美人生气了 怎么生气都这么好看 男人舔着嘴唇 上下打量着李清堂 哭得这么伤心的累了吧 哥哥请你吃酒如何 不必了 我的小四和表哥就在附近 他们马上就来找我了 李清堂一边说着 一边把手慢慢一向腰带 那里有他藏的辣椒粉 表哥 男人一边搓手 一边向李清堂靠近 三个人有隐隐围住李清堂之事 不如叫你表哥一起来 你这么好看 你表哥也不会差吧 这里是个死胡同 只有前面的一个出口 李清堂咬了咬嘴唇 保持镇定 我表哥比我还好看 你想请我喝酒也行 我刚好有些渴了 但我要喝春风楼的白果香 男人听到李清堂这么说 小小的眼睛闪过一丝脚侠 美人喜欢白果香 好啊 那咱们就去春风楼喝白果香 那你带路吧 李清堂装作真的想去喝酒 但你真的会请我喝吗 我听说春风楼的白果香 可贵着呢 美人 你在苏州城打听打听 这城里就没有我朱大少买不起的东西 别说区区白果香 便是天上的月亮 你若想要 我也可以帮你摘下来 朱群紧紧盯着李清堂的脸 被肥肉挤得只剩一条缝的眼睛里 是无法掩饰的欲望 李清堂努力压下心中的恶心 面带微笑地往前走 那你可别骗我 走吧 他家的招牌菜我也想尝尝 朱群给两个小丝一个眼神 两人连忙一前一后封住李清堂的路 前面那个道 我在前面给您带路 好 李清堂看三人围住自己 只能装作不在意 目光四处打亮 看着能不能找到一条逃跑的路 前世的经验告诉他 这种时候靠武力挣扎 只会伤了自己 让这群小人得意 不如顺从后再找机会 苏怀木顺着茶馆小二指的方向 一路寻过来 发现了被朱群胁迫着的李清堂 苏怀木看着李清堂 红肿着眼睛 被三人半包围在中间 脸颊白得几乎没有血色 眼尾和鼻尖却是哭过留下的飞红 身边那个胖子 一个劲地往李清堂身边靠 一双小眼睛 都恨不得扒在他的身上不下来 苏怀木看着朱群那笔猪蹄 还要油腻三分的手 鬼鬼祟祟地往李清堂的腰上靠 好看的单凤眼 迷成危险的弧度 李清堂手里紧紧握着辣椒粉 他看着前面即将路过的巷口 强忍着害怕和恶心 问 还有多久才能到啊 我有些累了 快了 就快了 朱群一直侧身看着李清堂 美人要是累了 我可以背你过去 此时刚好走到巷口 李清堂停下脚步 好啊 那你背我吧 他用眼神示意朱群蹲下 朱群被李清堂带水的毛子一看 骨头都酥了 连忙背对着李清堂 蹲下肥胖的身躯 美人上来吧 李清堂往前走了一步 先一脚踹倒了朱群 同时把辣椒粉 撒到了离他近一些的那个小丝脸上 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巷子里跑去 哎哟 朱群本就蹲得不稳 李清堂一脚不重 但还是把他踹飞在地 他狼狈地坐在地上喊道 快去给老子追 一个小丝捂着眼睛痛叫 另一个刚想来扶朱群起身的小丝 连忙追了出去 去帮他 苏怀木对木轻道 木轻很快就消失在视野里 苏怀木走到还在地上没爬起的朱群身侧 眼皮都没搭了一下 精准地踩在了朱群那只刚才要碰李清堂的手上 惨叫声响起 苏怀木只当那只手是块绊脚的石头 没有一丝停留地离开 好像朱群完全不存在一般 你是不是眼睛瞎 给爷我站住 朱群捂着手在地上惨叫 见到苏怀木无视他 他看向还在一旁捂着眼睛惨叫的小丝 叫什么叫 你他妈的赶紧去给我追人 我不想再看到这三个人出现在苏州城 苏怀木面无表情 语气声望 公子 那个胖子 好像是苏州之府的小舅子 木燕道 呵 苏怀木轻蔑冷笑 有这样的小舅子 这知府也不会是个好东西 一起处理了 木燕硬下 但随后又小心翼翼问道 你想处理到什么程度 用我们的人亲自动手吗 这么点小事用不上 他不是来了吗 他最喜欢管这七男霸女的不平事了 苏怀木眼神中闪过一丝嘲弄 是 李清堂几乎是拼了命地往前跑 脑中只有不能被追上这一个念头 哎 哪家小兔崽子跑这么快 赶着去投胎啊 李清堂跑得太急 把一个提着菜篮的大姐撞了一个猎切 引来大姐的破口大骂 抱歉 李清堂一边跑一边 转头道歉 然后他就撞到了人 突然的撞击 让他整个身子失去平衡 往后倒去 小心 就在李清堂要摔倒之际 一只手抓住了李清堂的手腕 把他拽了回来 因为惯性 李清堂直接栽进了那人的怀里 磕得他脑门都红了一块 发出一声轻轻的痛哼 李清堂喘着粗气 他从来没有这么跑过 缠好的树胸都松动了 胸膛剧烈的起伏 整个脸惨白一片 好像随时会因为呼吸不过来 而直接晕过去 你没事吧 李清堂发现自己 正以一个很亲密的姿势 在一个男人的怀里后 连忙退开 低头行礼 抱歉 冲撞了公子 穿着青袍的男子 容貌清俊 声音温润 无事 公子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没 李清堂看着面前的清俊男人 和他身后那四个护卫 生怕又招惹到什么人 连忙摇头 家里急事 多谢公子 说吧就越过几人 继续往前跑 男人看着李清堂离去的背影 右手手指抹撒了一下 世上竟有比他三弟还好看的人 有点意思 李清堂一口气回到茶楼 这才敢停下 发现对方似乎没有追来 微微松了口气 这时晚清拿着买好的东西 回来找李清堂 公子 您怎么喘得这么厉害 脸怎么还这么白 是哪又不舒服了吗 没事 我们回关 李清堂此时一刻也不敢停留 哦 好 这一路里清堂都有些忐忑 知道平安回到冠里 才长舒一口气 今天东西都买齐了吗 钱妈妈 看两人这么早就平安回来 脸色不太好 发现婉清手里只有 挤小包东西的时候 脸色更沉了一些 让你们出去 是采买回府孝敬长辈的物件 不是让你俩出去玩的 妈妈 今天我差点被人欺负了 不等婉清说话 李清堂先一步哭着扑进钱妈妈的怀里 妈妈 等侯府派来接我的侍卫来苏州后 我再去买礼物吧 不想再出去了 钱妈妈听后一愣 难道他们今天去买茶了 可是不应该啊 买了茶怎么会活着回来 发生什么了 为了节省时间进城后 我让婉清去买针线 自己去买果茶 结果在去王室茶楼的路上 遇到了一个顽固 她非要请我去吃酒 幸好我跑得快 钱妈妈 我害怕极了 城里太危险了 我再也不去了 李清堂哭着诉苦 钱妈妈一听眉头皱起 就知道这小蹄子长得招摇 最能惹事 人家要请你吃酒 那是对你表达善意啊 有什么可害怕的 钱妈妈安慰道 人不能呛过水 就不喝水了吧 没事的没事的 下次进城 别和婉清分开就好 那回府的礼物可不能不买啊 回去后会叫人说你不孝顺的 可是妈妈我怕 那人看我的眼神 好像要吃了我似的 李清堂抬起哭得可怜兮兮的小脸 看向钱妈妈 等接我的护卫 来了再去买礼物吧 钱妈妈就见不得李清堂 这副勾人的模样 但面上还是一副对她好的样子 不成啊姑娘 侯府的人接到你就得返城 不然可赶不上积极里了 那可是姑娘家最重要的日子 苏州可是府城 知府大人治下严厉 府城里安全得很 不会有事的 今天那只是个意外 而且你不也没受伤吗 李清堂看钱妈妈这个态度 感觉她的猜测可能都是真的 那妈妈陪我一起去吧 妈妈见多识广 也能帮我挑挑 钱妈妈这可不能答应 一旦那些恶棍 把她也给误伤了 该怎么办 而且日后侯府若是追究起来 只有她一个平安无事地活下来 她要怎么解释 这这不成的 咱们这个小院子 对有人守着啊 这罐里天天人来人往的 要是丢了东西怎么办 丢我老婆子几个物件无所谓 要是姑娘的东西丢了怎么办 尤其那些贴身的 这要是被有心人拿出去 那姑娘 你的名节可就没了 还有 还有一旦侯府派人来了 咱们也得有个人照应啊 别找不到人在急了 钱妈妈到 那让婉轻留下 李清堂开始耍无赖 妈妈不陪我 我就不出去 她在蠢从钱妈妈的话 和态度中也明白 这些劫色肯定不是意外 一定是孙姨娘安排的 钱妈妈就是帮手 不成啊 我老婆子可不会赶车 钱妈妈见李清堂铁了心 不想出去 又想一个理由 这样吧 其他东西 我们可以在回去的路上买 但夫人喜欢的七色果茶 只有苏州有 咱直接乘马车到茶楼买个茶就回来 这肯定不会出现问题 妈妈 为什么非要买那果茶 夫人喜欢的东西那么多 我在回去的路上 买些别的不成吗 那怎么成 这可是夫人最爱喝的茶 这悬阴罐 还是夫人帮找的地方 你也知道 姨娘在侯府这些年 如履薄冰 为了姑娘你的前程 那可是日日浮小做低 可你在苏州待了这么多年 明知道夫人喜欢什么 却偏偏不送 那夫人肯定不会开心 以为姑娘 你不把她放在眼里 那姨娘这些年的努力 就都白费了 以后你们母女二人 在府中的日子 肯定不会好过 钱妈妈转移话题 像从前一样 拿孙姨娘和李清堂 未来的幸福来威胁 还边说边掉眼泪 一副都是 为她着想的模样 李清堂看着钱妈妈 这般胡说八道 说掉眼泪就掉眼泪的演技 只觉得自己前世 真是瞎了眼 钱妈妈以为李清堂 这下应该会乖乖听话 结果没想到李清堂 直接甩了脾气 既非买不可 那就妈妈和婉青一起去吧 谁买不是买 那可不成 钱妈妈一听 立马拒绝 那是心意问题 李清堂嘟嘴 夫人又不知道是谁买的 难道钱妈妈 还会特意在夫人面前 说是你替我买的吗 这我自然不会说的 钱妈妈在想 还有什么理由 可以让李清堂去买 李清堂见钱妈妈 这番为难的模样 哭着道 那茶楼里 难道有什么洪水猛兽 人去了会死了不成 妈妈怎的连这点小事 都不愿意帮我 钱妈妈听到李清堂这么问 心虚的厉害 声音都尖利了几分 胡说八道 什么死不死的 那就一个普通的茶楼而已 李清堂见钱妈妈这副反应 已经百分百确定 自己的猜想 继续生气道 这茶我就不买了 要是夫人为了这个生我的气 那我就实话实说 我堂堂侯府家的小姐 竟连个护卫都没有 光天化日之下 在苏州城里 被地痞流氓欺负 我孤身在外这么多年 除了最开始带来的那五百两 侯府竟是一两银子都不给 丫鬟每月还有月利银子呢 就算离得远不方便 那一年总得给一次吧 可什么都没有 我还得自己超书赚钱 我要让父亲给我评评理 到底夫人该不该为一包子果茶 生我的气 李清堂说着说着 就委屈地哭了起来 上辈子 前妈妈把侯府每年给他的银子都摊了下来 说是穆书云 为了不让他和孙姨娘好过故意不给的 只每年他生辰时 会拿出五十两银子和吉皮锦段 说是孙姨娘给他的生辰礼物 其实孙姨娘除了最后 这只金钗和五百两的买命钱 什么都没给过他 在回来的马车上李清堂想了很多 勾引表哥的那条路 大概是走不通了 金盖 他也算是靠自己脱离了险境 他有着重生的先机 只要把会遇到的麻烦总结出来 提前做好准备 就像那包辣椒面一样 当遇到危险时 他自己也能有化险为夷的机会 他上辈子那么惨 无非是信了不该信的人 少了为自己争取的勇气 如今他不会再相信这些人 只剩勇气 他只要再多一点勇气就够了 钱妈妈一听李清堂要去向侯爷告状 想起这些年自己摊的银子 连忙阻拦 不可 你这样告状 只会让侯夫人更记恨你们母女俩 姑娘竟然害怕 那下次去采买的时候 我和婉清陪姑娘一起去救世了 不是还要留人看院子吗 我们多上几道所 早去早回救世了 钱妈妈没办法 只能自己找拨 但也下了必须要让李清堂死的心 那好吧 李清堂有些委屈地收起哭 回到自己的房间 李清堂擦干眼泪 平复了心情 婉清和上门跑到李清堂面前 仔细打量了一番 小姐 你没有哪受伤吧 金盖怎么被欺负了 怎么受欺负 不告诉我呢 你不是和木家表哥在一起吗 难道是他欺负你了 我这就去找他 给你报仇 李清堂握住婉清的手 我没事 我那是故意试探钱妈妈呢 李清堂不想让婉清担忧 试探 听到我说受欺负了 你会紧张 会关心我 会想替我报仇 可你看钱妈妈呢 婉清是李清堂现在唯一可信之人 有些是不能瞒着她 得让她也看清这些人的面目 婉清想起刚刚钱妈妈的模样 一脸气愤 我就说她不是个好的 等回府后 我定要向姨娘 婉清说一半 突然想起李清堂之前说的话 似乎也不是传闻中那么疼爱小姐 回去后 我们就去找侯爷 小姐您这么好 侯爷肯定会喜欢您 向着您的 婉清说着 便抱着李清堂哭了起来 她说 这话也是没底气的 因为她刚去侯府 就听下人们说了 侯爷不太喜欢李清堂这个女儿 好像是什么名格相克 李清堂离府的时候 侯爷都没有露一面 只有侯夫人出来相送 还给了小姐一小袋金叶子压身 多亏了这袋金叶子 他们在苏州这些年 生活得还算不错 婉清别哭 我现在能信的只有你 你一定要坚强 会好的 一切都会好的 李清堂给婉清古镜的同时 也是在给自己加油 她可以的 只是靠自己 也可以复仇的 嗯 婉清擦了擦眼泪点头 我坚强 以后 我会好好保护小姐 先做晚餐吧 李清堂道 我之前酿的酒还有吧 有的 都拿出来 你去山下村子买点肉 再买点烈酒 今晚我们吃个大餐 晚上李清堂做了 军菇鸡肉锅 酸萝卜烧鸭 都是钱妈妈爱吃的 还有四道下酒的小菜 做好一粥菜肴 李清堂看向婉清 去叫钱妈妈来吃饭吧 婉清点了点头 钱妈妈看着这么一桌子 色香味俱全的菜肴 其中还有两道肉菜 觉得有些奇怪 姑娘这是 妈妈 我白日受了惊吓 我想着得给自己压压惊 今天你们陪我一起喝酒 不醉不许回屋 李清堂说着 拿起酒壶给三人斟满 李清堂这手饭菜 做得比起春风楼的大厨 也不遑多让 早酒好菜配着婉清从冠里小师傅们那听来的趣闻 三人吃吃喝喝不时传来笑声 在李清堂和婉清特意的照顾下 钱妈妈喝了不少酒 眼神不仅迷离起来 话也多了起来 李清堂冲婉清点了点头 婉清把原本李清堂酿的酒 换成了山下买的烈酒 李清堂一边说向钱妈妈诉说自己这些年的委屈 诉说他对孙姨娘的想念 一边和钱妈妈碰杯 酒一杯接一杯下肚 很快 钱妈妈就醉死了过去 妈妈 别睡啊 起来继续喝 我还没喝尽兴呢 李清堂拉着钱妈妈的胳膊摇晃 见没有反应后和婉清对视一眼 两人立马从醉酒变得清醒了起来 早前喝的酒都被袖子遮掩着倒掉了 后面喝的都是水 李清堂从钱妈妈身上搜出钥匙 然后进入钱妈妈的房间开始翻找 钱妈妈在苏州没有认识的人 又总是把自己房间看得很紧 这些年炭的银子肯定都被藏在了房间里 李清堂一顿翻找 终于在床下找到了一个卡在床板里的油纸包 打开一看里面是整整1500两银票 他直接放进怀中 重新锁好门把钥匙原封不动地放了回去 婉清用凉水泼了钱妈妈一脸 给他弄醒 妈妈 快帮我把小姐扶回屋子 钱妈妈被这凉水一击稍微清醒了一些 一睁眼就看到趴在桌子上醉得不省人事的李清堂 婉清一服喝多了没什么力气的模样 妈妈 我自己扶不动 钱妈妈迷迷糊糊地起来 又坐了回去 摇了摇头 直接趴在了桌子上睡了过去 婉清把李清堂扶回房间后 问道 小姐还用把他送回屋吗 李清堂摇头 别管他 就让他在那睡一晚 窗户门都别关 最好明日受凉发热下不来床 婉清听了李清堂的话 把厨房的窗户都打了开 第二天一早 院子里传来尖叫 钱妈妈被惊醒 迷迷糊糊起来 只觉得头重脚轻 浑身没劲 好不容易才扶着墙走出了厨房 一出去就看到了神色惊恐的婉清 出大事了妈妈 怎么了 钱妈妈捂着脑袋又疼又晕 小姐毁容了 什么 钱妈妈一听又惊又喜 毁容了 昨个不是还好好的吗 是啊 昨个还好好的 结果喝完酒早上起来就毁容了 婉清拉着钱妈妈往屋子里走 妈妈您快来看看 现在该怎么办 钱妈妈一进屋 就听到李清堂的哭声妈妈 救我 她定眼一看 李清堂原本白嫩细腻的 像鸡蛋青一样的小脸上 布满了红色的斑点 密密麻麻 可不至极 不仅起了疹子 本来鹅蛋大的小脸 非常明显地肿了起来 整个戴了一圈 这这是怎么了 钱妈妈被这画面吓得一个机灵 宿醉又清醒了几分 不知道啊 晚清急地直跺脚 小姐睡前还好好的 一醒来就这样了 妈妈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这 这可能只是 昨晚酒喝得太多病酒了 许是缓一会就好了 钱妈妈本想说 赶紧下山找大夫 可是转念一想 毁容是件好事啊 孙姨娘之所以执意要把李清堂送出京 还不是因为她从小长得就格外出众 于是又改了口 没事 之前我也见过这样的 静养两天就好了 妈妈 我的脸好疼啊 李清堂一边哭着 一边朝钱妈妈扑来 劈头散发满脸红斑 钱妈妈下意识想躲 但身子一软 就摔在了地上 钱妈妈这是怎么了 晚清连忙蹲下查看 哎呀 钱妈妈你额头怎么这么烫 不会是我昨个在村子里买的鸡鸭有问题吧 怎么一个两个都生了病 怪不得卖那么便宜 不成 我得找他们算账去 钱妈妈摸了一下自己的额头 发现果然烫得很 浑身无力 心底涌出恐惧 快去找大夫 找大夫 晚清在心里白了钱妈妈一眼 小姐生病就静养 她生病就找大夫 真真是不要脸又黑心肝的老钱婆 好 我先扶你回床上躺着 然后就去找大夫 晚清费了大力气 才把钱妈妈从地上扶起 快点 我也要去 我好难受 李清堂捧着自己红肿的脸 哭喊着 在晚清把发了高热的钱妈妈送回屋子时 李清堂把藏在嘴里的棉球吐了出来 脸上的红斑没擦 只是扎起头发 换了身男装 出门前戴上了帷帽 把刚得的银票揣进了怀里 等晚清一回来 两人就出了惯 又是男装 又毁了容 她就不幸 还能有人骚扰她 李清堂和晚清 刚从玄英罐出来 一个人影就跟着消失 公子 下边传来消息 李姑娘去了泰安镖行 苏怀木昨日见李清堂遇险 派了人跟着把她送回了罐中 标刑 苏怀木手里拿着书 嘴角上扬了一下 这小丫头好像也没有那么蠢 还知道去标行顾护卫 挑几个好的给她 苏怀木吩咐 说完后思索了一下又道 把习宿叫来 你想的办法把习宿送给她 木燕一惊 啊 习宿可是这批安慰里最优秀的 不是要送到宣王那里吗 苏怀木放下书 轻飘飘地看了一眼木燕 你在叫我做事 小的不敢 木燕连忙跪地请罪 去办吧 是 木燕乖巧退出房门 到门口的时候 见到了木清 又嘴见招训了吧 木燕瞪了一眼木清 就你知道的多 太安标行内 标头看向李清堂 公子什么时候 运送什么东西 到什么地方 我想雇佣几个身手好的 三日后护送两个人 从苏州城到城外的悬阴观 从苏州城到悬阴观 来回不过一个时辰 都是官路安全的很 但既然雇主要求 又得了主家的吩咐 他自食硬下 想要几个标诗 李清堂想起 上一世是四个人围堵他和婉清 人少了怕制服不住 人多了 又怕被发现对方不敢动手 六个吧 要那种身手好 还擅长隐蔽行踪的 价格不是问题 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吗 我想与那六人面谈 好 标头点了点头 挑出了六个人 李清堂把自己的要求 和他们说了一遍 确认没有问题 签了汽书 付了三十两的定金 拿了标局 给的对牌后 两人出了门 小姐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去要铺 光靠标堂也不行 她还是得自己也备点东西 两人没走几步 只见一个年轻女子 跌跌撞撞地跑来 身后还跟着几个 拿着棍棒的男人 女子在距离李清堂 还有五六米的距离时 腿软摔倒 几个男人立马把她围住 还敢跑 你娘已经把你卖给百花楼了 你就认命吧 那不是我娘 我娘已经死了 继母也是娘 你要是不想 回去也行 你娘卖了你二十两银子 你可以拿钱来赎 女子从地上爬起 猛地要向墙上撞 别 女子决绝的模样 看得李清堂心 一下一紧 忍不住发出了呼声 幸好那几个男人 眼疾手快地拦了下来 我没有钱 我就是死也不会 出卖自己的身子 女人喊道 我轻轻白白地来 也要轻轻白白地走 说着 拿起路边一块石头 就要往脑袋上砸 被领头的男人 一脚踢开 你的命现在可由不得你 老实跟我们回去 还能少遭点罪 领头的男人 对身后几个打手道 捆起来带回去 小姐 她好可怜 婉青看着女人 被五花大绑起来 别过眼睛 有些不忍看 等等 李清堂挣扎了一下 喊出了口 我出二十两买下她 领头男人 看向李清堂两人 确定吗 确定 李清堂看了眼婉青 示意她去付钱 拿到银子 对方痛快地松开了女人 算你命好 遇到了好心人 等等 卖身器呢 李清堂追问 领头的没收到什么卖身器 不着痕迹地 瞅了瞅项子口的木燕 木燕给了个手势 男人道 随我们去百花楼拿吧 几人来到百花楼 这还是李清堂两室为人 第一次来清楼 还没进门 就闻到了阵阵相风 小公子 你在外面等着吧 我自己进去 婉青站在门口小声 对李清堂道 我要是一刻钟还没出来 您就去报官救我 两位公子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们这可是 做正经营生的地方 可不会干那违法乱计的事 门口穿着暗红色裙子的中年女人 摇着扇子走过来 已经派人去拿卖身器了 你们就在这等着吧 李清堂以为对方 怎么不得做地起价 额他一笔再给卖身器 没想到 不过片刻卖身器 就送到了李清堂的手中 一点刁难都没有 这和李清堂想的清楼不一样 难道百花楼真是个正经地方 拿到卖身器 李清堂带着两人去了一家酒楼 挑了个雅间 他看了眼卖身器 然后看向面前站的笔直的女子 你叫习素 嗯 先坐下吃饭吧 李清堂招呼习素 在他对面坐下 顺便摘下了帷帽 布满了红疹子的脸 一下子暴露出来 李清堂观察了习素的表情 见到他这一脸红疹子 没有丝毫害怕或是厌恶 比婉清还淡定几分 你不觉得可怕 李清堂有些好奇 习素摇头 我小时候 家乡闹过水灾后 又来了瘟疫 得了瘟的人 浑身没有一块好肉 什么样的惨状都见过 姑娘底子美 便是画上这般的妆 也是好看的 你也是不容易 李清堂先是被想到那幅惨状 打了个冷战 然后反应过来 你怎知道我是画的 逃难的时候 我救了一个游医 他教了我些医术 我能活下来 也多亏了学的这身医术 习素按照苏怀木的交代 把自己会医的事 告诉了李清堂 姑娘画功不错 远看的确很真实 但近看还是能看出些端倪 李清堂只是通过习素 想起了上辈子的自己 原本只是觉得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给自己寄些善缘 但现在 他真的想把习素招揽过来 你还会些什么 学过一点拳脚 习素道 逃难时为了保护自己 跟村子里退伍的屠户学了几招 李清堂眼睛又亮了几分 习素 你愿意跟着我吗 小姐在危难之际 救了习素一命 习素无以为报 愿追随小姐左右 任凭小姐差事 习素说着便跪了下来 李清堂连忙道 你先听我说 我马上就要回京城了 回京之后的路会很难 你跟着我 或许会有危险 但我会努力保护你的 或许一辈子都不会回到苏州 见不到自己的父母 这样你还愿意吗 习素从李清堂的眼中 读到了期待 犹豫和一丝害怕 习素很久没有看到这种 一眼就可以看到眼底的人 我娘亲早就去世了 父亲去岁冬月也去世 继母为了给继地娶妻 把我卖给了青楼 小雨在苏州已经无依无靠 求小姐收留 习素说着 留下泪 给李清堂重重磕了一个头 李清堂连忙把人扶起 拍着手被安抚 你也是个可怜的姑娘 我没什么大能力 但想来 让你 李清堂说着 又看向婉清 让你们两个小丫头 过上好日子 还是可以的 小姐 婉清别着嘴 你才是最不容易的那一个 习素看着李清堂 那双洁白如玉的手 毫无嫌恶地覆盖在她那双 混满泥土污渍的手上 生起一股莫名的感觉 才刚认识 听了几句话 就这般信任 还不得他家公子会担心 这北安侯大小姐会被人骗 不过 也幸亏这位小姐单纯好骗 才能这般简单地接近 获取信任 好了都别哭了 我们先吃饭 吃完饭给习素买两身衣服 然后再去药铺 李清堂招呼两人坐下 慕燕看着三人吃得喜笑颜开 转身离开 公子 习素已经送去 李姑娘看起来很开心 苏怀木把手里的药一饮而尽 侯解鼓动 苦涩在口中蔓延 他看了一眼桌上的桃花酥 想起昨日李清堂哭唧唧的模样 拿起了一块 慕燕刚想说 这糕点已经一天了 是不是要换一下 结果就看到苏怀木 把桃花酥放入了口中 酥而不甘地外皮下 甜而不腻的内馅 淡淡的桃花 混合着一丝奶香传入鼻中 把汤药的苦涩全部延去 苏怀木不喜甜食 因为太甜 会让人发腻 不够甜 又无法遮盖苦涩 但这个桃花酥 不仅外形做得无比精致 每一丝花蕊都画得十分细致 而且香气味道都无可挑剔 放在白色的瓷盘上 就像是一朵在雪地 偏然盛开的桃花 桃之夭夭 灼灼其滑 知子于归 遗其世家 没想到这小丫头 看着不太聪明 手还挺巧 苏怀木把一整块桃花酥 都吃了下去 还有些意犹未尽地 拿起第二块 木叶默默低下头眼下 眼底的惊讶 真是太阳打戏便出来了 小时候都不爱吃糖的公子 竟然连吃了两块桃花酥 也不知道 是因为这桃花酥真的好吃 还是因为 做着桃花酥的人 他在待不了太久 事情要尽快安排上 苏怀木吃完桃花酥尽了净手 公子放心 已经安排好了 木叶恭敬答道 朱群一家 至少是个流放 但苏州知府 和江尚书 私下有来往 怕已经是 归顺了大皇子锐王一派 恐怕不容易倒 没事 不容易倒就帮他助助力 苏怀嘴角 带着讥笑 道不到啊 那俩哥哥都少不了记恨彼此一笔 他们不开心 我就很开心 是 木叶退下 两个小四进来 收拾药碗和更换茶具 一个小四刚把手 放到装有桃花酥的盘子上 苏怀木就开口道 别动那碟 小四下了一个机灵 连忙松开手 拿着其他两碟糕点 和药碗麻利的离开 虽然他们 每日都会准备糕点 但主子 向来不吃 通常放到 晚上他们就会收起来 这还是他们主子 第一次主动留下一碟子糕点 回头他得告诉膳房 以后得偿坐着桃花酥 有了银子李清堂 买起东西来 也不客气 买完了他要的东西后 特意去春风楼 买了几坛子白果香 临走的时候 婉清一拍脑门子 咱们还没给钱妈妈请大夫呢 李清堂毛子 一转看向习素 素素 你有那种 能让人变虚弱 但又不会死的药吗 有室友 不知道姑娘要干嘛 婉清听后 以为李清堂 要给自己喝 连忙劝阻 小姐 咱都已经毁容了 这要是给钱妈妈喝的 李清堂道 趁她这次生病的把握机会 制造一个可以拿捏她的方式 孙姨娘之所以敢派钱妈妈来 是因为钱妈妈的家人 在京中都是靠着孙姨娘吃饭的 得让钱妈妈看看 是自己的命比较重要 还是孙姨娘比较重要 三人带着一个大夫回了罐中 钱妈妈躺在床上 嘴唇干裂 哀哀哀哀哀地叫着 看到婉清和李清堂回来后 就是披头盖眼的一顿骂 你个小蹄子 是要我死啊 找个大夫找了这么久 这一点事都办不好 要你有什么用 钱妈妈看似好像在骂婉清 其实连着李清堂一起骂 习宿看到一个奴仆感 这般辱骂主子 觉得这位北安后树长女的处境 可能比他想的还要艰难一些 而李清堂听到钱妈妈还能骂人 心里倒是松了口气 他还怕钱妈妈 要是病得太厉害 不能陪他进城该怎么办 大夫看完钱妈妈后 坐下一边写方子一边道 只是普通的风寒 我开几副药吃上两三天就好了 这几日要饮食清淡 不能吃昏腥油腻的东西 那我家小姐呢 婉清着急问道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小姐这大夫露出难色 这是起了风疹 具体原因可能是因为酒 也可能是因为吃了不合一的食物 老夫只能开几副药 这段时间尽量简单饮食 千万不能脑 那会留疤吗 习宿问 这个不好说啊 大夫一脸为难 这疹子起得又急又多 你家小姐皮肤这般白皙 怕是 怕是会留下些印子 不 我不要留印子 我不能毁容 大夫你再想想办法 求求你了 李清堂哭着哀求 大夫摇了摇头 把药方交给习宿起身离开 婉清抱着李清堂安慰 小姐别怕 等我们回京就好了 让侯爷给您请御医 御医那么厉害 一定不会让您毁容的 钱妈妈听着大夫的话 看着李清堂哭得这般凄惨 嘴角上扬 看来这次是真毁了容 该 让这小蹄子请吃酒 害他得了风寒 这小剑蹄子毁了容 看他 还用什么勾引男人 钱妈妈的男人出轨了一个美艳的寡妇 她的儿子 也是因为和侯府一个漂亮婢女 偷情被侯夫人打了板子 竹出了府 因为这顿板子 他儿子还薄了腿 自此他就讨厌李清堂这种长相美艳 又光会装柔弱的小剑人 也记恨上了侯夫人 所以与孙姨娘一拍即合 李清堂哭了半天才好不容易止住眼泪 打着哭嗝道 钱妈妈 这是习素 经过上街看他被人欺负 我就买了下来 有什么是你 可以喊他 习素唯唯诺诺的 给钱妈妈行了个礼 钱妈妈好 钱妈妈瞥了一眼习素 长相平平 站姿色缩 看着也是个窝囊的 便没放在心上 该演的戏都演完了 三人回到房间 忙了一天 李清堂有些乏 婉清做了晚饭 习素熬了药 吃完饭婉清伺候李清堂洗漱 习素看着钱妈妈喝完药 洗完婉蝶进门 帮婉清一起给李清堂 用装着香和炭火的空心球 裹着棉布烘头发 洗掉了疹子的李清堂 静静地坐在镜子前 烛光打在脸上 整个人美对好像在发光 习素这下子 算是彻底明白 他家公子让他看紧 保护好李清堂的原因了 这般自容 比百花楼里 号称江南第一花魁的 朱华姑娘也剩三分 他家公子 怕不是铁树开花了 李清堂的头发又黑又密 每次烘干都要许久 等得他 眼睛都发直了 才将将烘好 接下来的两日 李清堂闭门不出 不时哭哭啼啼 钱妈妈吃了药 第二日就不再发热 只是身子有些疲软 看着婉清和习素的愁容 听着李清堂日夜不停地提哭 给孙姨娘去了一封信 告诉了这个好消息 写完信钱妈妈神情愉悦 想到马上就能拿着 一大笔钱安度后半生 褶子都笑开了花 他弯腰 伸手去拿藏在床板下的银票 结果怎么找都没找到 钱妈妈心下一个咯噔 怎么回事 他的银票呢 这几日他 几乎没有离开过院子 每次离开 顶多是去灌里的摘堂 来回不过一刻钟 他都会锁门 要是他一直不离身 这银票怎么就没了 钱妈妈急得在房间里 东翻西找 哪哪都没有 他仔细思索 难道是那日醉酒 他想来想去 只能是醉酒的那碗 他喝得太多 完全没有记忆 难道是李清堂 那个小贱蹄子干的 可他不该知道 自己有银子的事 钱妈妈急得直跺脚 那可是一千五百两银子 他可以带着儿子 回村里买一大片凉田 和丫鬟婆子伺候自己 做个土财主啊 你们是不是有人 私自去过我的房间 钱妈妈冲出来质问 婉清和习宿都 一脸茫然地摇头 钱妈妈气冲冲地 往婉清的屋子走 闯进去后 就是一顿番找 钱妈妈你干嘛 我屋子里丢东西了 我来找找 你丢东西来我这找什么 你什么意思你 婉清拉住 钱妈妈的胳膊质问 这几日只有你进过我屋子 谁知道是不是 你这个眼皮子浅的 小丫头起了贪心 钱妈妈一把扯开婉清 继续搜找 房间里没找到钱妈妈 又要搜身 两人拉扯时 李清堂出了门 一大早地吵什么吵 本就烦心 你们这一吵 更让人头疼了 小姐 您给拼拼理 钱妈妈自己丢了东西 非说是我偷的 搜了我的房间 不说还要搜身 哪有这么欺负人的 钱妈妈 你丢了什么 是我这几年 辛辛苦苦积攒的银子 钱妈妈目光灼灼地 顶着婉清 好像婉清 多少银子 以前妈妈刚说完一个字 突然咽下 她无法解释 自己哪来的一千多两银子 一百多两 一百多两 李清堂露出一个不解的表情 妈妈不是说来这之后 侯府没给过银子吗 当年我从府中 带出来的五百两 你不是说早就花完了吗 这些年 只有我生辰姨娘给的 那几十两银子 支撑我们的花费 你是怎么攒了一百多两 钱妈妈没想到 李清堂竟然突然有了脑子 还会算起银钱了 这是我积攒了一辈子 用来养老的银子 妈妈在府中的阅历是二两 一年就是二十四两 加上主子打点 各种赏赐 就算一年四十两银子 听说你相公和儿子 都是靠你养着 李府前 我还借了你二十两银子 给你儿子治腿 你因为感激我 才随我一起出府来这寻冠 当时连二十两都没有 如今竟攒下了一百多两 面对李清堂的质问 钱妈妈有些慌 我平日也会接些活计 还有 还有 我不是会赌些小钱 这一来二去就积攒了些 钱妈妈 你别骗我了 我什么都知道 钱妈妈被李清堂这句话 吓得一机灵 什么都知道 她是知道自己 贪没了一千五百两银子的事 还是知道 要除掉她的事 看着钱妈妈 一脸惨白的模样 李清堂在心底冷笑了一声 然后放缓了语气 我知道 我带出府的那五百两 没有都花完 这些天我进城买东西 了解了物价 这一百多两 是你从那五百两里卖下的吧 钱妈妈听后 心底长出一口气 转头一副可怜样 小姐我不是故意的 正如你说的 我也有一家好几口子要养啊 我那儿子薄了脚 到现在都没娶上媳妇 我就是一时被猪油蒙了心 想要多攒点银子 给儿子娶个媳妇 我也能少操点心 把更多心思 用在照顾小姐身上 钱妈妈说着说着 就哭了起来 李清堂觉得 上辈子也不能全怪她 这钱妈妈演技的确不错 我没怪你 你和婉青都别吵了 我们在这相互扶持五年 不是一家人胜死一家人 别为了这点小事伤了感情 等回侯府 我会让人把这五年的阅历不给你 眼下我毁容了 最重要的就是 早点回京城 找御医 李清堂道 妈妈 我们明天就去买果茶吧 我这就给侯府送信 早点起程回府 我不想我的脸溜霸 钱妈妈此时还有什么可不答应的 只能点头 也好 等钱妈妈离去后 看着钱妈妈 吃了这个哑巴亏的李清堂 和婉青相识一笑 终于出了口气 习素不知道具体情况 但看李清堂和婉青的表情可以猜到 今天的事 是他们俩算计好的 看来这李姑娘 也没他们公子想象中那么傻嘛 第二天 李清堂带着面纱走出房门 出门前他对婉青道 一会还要买东西 马车坐不下这么多人 婉青你留下看院子 我们三个去 婉青知道 今天应该会发生些什么 小姐 带上我吧 我可以和习素一起坐外面赶车 李清堂握着婉青的手 乖 这里需要你 听话等我们回来 婉青想起李清堂交给他的任务 点了点头 嗯 你们一切小心 经得李清堂穿的 还是那身鹅黄色的裙子 带着孙姨娘给的金钗 只是脸上多了一块面纱 进了成几人直接驾车 来到王室茶楼 茶楼里的人不少 李清堂仔细看了一圈 没有看到上市围堵他的那四个人 不会是他判断错了吧 李清堂没注意 但坐在茶楼正对面 九楼二层的苏怀木注意到 在李清堂进门后 茶楼门口招呼客人的小二 就消失了 苏怀木在知道李清堂约了标诗 在今日护送两人 从苏州城到玄音观的时候 就产生了好奇 在听到下面人说完李清堂的要求后 更加疑惑 不管发生什么 都一定要抓活的 不能放跑任何人 他好像知道自己会遇到危险 但既然知道 为什么还要以身涉险呢 今早起床后 苏怀木总是有股说说不出的 心慌的感觉 虽然有习宿 还有六个功夫不错的标诗 但他还是选择亲自来看看 买完茶后前妈妈道 都进城了 眼下时候还早 我们去别的地方多逛逛 多买些苏州特产 回去后给大家都分一分 好让所有人都知道 咱大姑娘回来了 都听妈妈的 街上人多不方便驾车 习宿你就在这看马车吧 我和小姐买完东西 就让他们送到这来 前妈妈道 这习宿看向李清堂 上辈子他和晚清买完茶 也去了其他地方买东西 是在出城后才遭到围堵的 刚刚在茶楼里 没有看到那四个人 难道茶楼没有问题 而是后面去的什么 其他地方有问题 不管怎么说 城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城外他已经埋伏了人 不入虎穴掩得虎子 既然已经决定将计就计 那也不差这一点了 习宿你就在这等着吧 我们逛逛就回来 好的小姐 李清堂一直小心着 但前妈妈并没有带他 去什么奇怪或者偏僻的地方 都是接上一些生意不错的铺子 什么胭脂水粉 手帕扇子 零食糕点 百件玩具 逛了半天 前妈妈指着街边一家酒楼 小姐 我们进去歇一歇吧 老婆子实在走不动了 李清堂也累了 点了点头 好 进去点了一壶茶 两碟糕点 喝了茶 歇了脚 前妈妈道 喝了这些茶 回去路长 我去如个策 咱们就往回走吧 好 李清堂也有点想去 也不想前妈妈离开视线 一起吧 顺着小二指引来到酒楼后堂 前妈妈露出一个阴险的笑 她已经有些迫不及待地 想看这个小贱蹄子去死了 前妈妈隐藏住内心喜意 惊讶地看向李清堂的肩膀紧张道 姑娘 千万别动 你这肩膀上有个毛虫 你别动 我给你把虫子弹开 李清堂一听有毛虫 立马整个身子僵直住 完全不敢动 她可怕虫子尤其是毛虫 小的时候 她被侯夫人带着 参加一个游园会 几个熊孩子 把她逼在墙角 用毛虫扔她 吓得她发了三天的高热 从此不敢再去参加 金钟的那些活动 前妈妈一点点靠近李清堂 装作伸手要去弹虫子 然而却一把拔下了 李清堂头顶的金钗 在李清堂惊讶的同时 一张帕子捂住了李清堂的口鼻 她奋力挣扎 但根本不是男人的随后 很快就在迷药的作用下 失去了意识 在她闭眼的最后 是前妈妈面目可憎的笑脸 不对啊 这事情和前世发展的不一样 他们怎么赶在城里就动手 难道众活一世 还是改变不了结局吗 虽然李清堂戴着面纱 但这柔弱无骨的身子 已经完全勾起了男人的性质 前妈妈嘱咐 做得干净点 是城后这个金钗 就是你们的了 放心 男人拿来一个藤筐 刚刚把李清堂放进去 准备运出城做掉的时候 一道白色身影映入视野 放下他 你是谁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不然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看到突然冒出的苏怀木 前妈妈和绑架的男人 都有些慌 他们明明已经 派人守住了进出口 哼 苏怀木冷笑一声 男人只见一道残影掠过 然后一双手 就扼住了他的喉咙 苏怀木明明看起来软弱无力 但却可以单手把他整个提起 他拼命地挣扎 但是无济于事 只能恳求 饶饶命男人艰难地吐出两个字 苏怀木想起李清堂之前的要求 留活口 于是松开手 像丢弃垃圾一样 把男人随手扔下 然后拿出手帕 仔细地擦了擦手 厌恶地看了一眼死于一样 趴在地上的男人 和已经吓到尿裤子的前妈妈 绑起来 安静地带走 苏怀木话音落下 就有不知道从哪出来的暗卫 把摊在地上的两人带走 公子 李姑娘怎么出脸 沐燕看了眼 在竹筐里昏迷的李清堂问道 先带回府中吧 沐燕又道 直接抬筐 苏怀木看着又脏又粗糙的竹筐 想起李清堂那身娇嫩的皮肤 弯腰把昏迷的李清堂拦腰抱起 让习宿去府中 是 习宿为李清堂清洗一番换了衣服 跪到苏怀木面前 属下办事不利 没有照看好李姑娘 请主子责罚 若是往常 该罚你三十遍 苏怀木坐着 面无表情 但如今就免了 再有下次 双倍惩罚 谢主子 习宿微松一口气 他怎么样 只是中了迷药 大夫已给了要说无大碍 一会就能行 习宿答道 你去看看 沐清他们审得如何 是 习宿离开 苏怀木来到床边 李清堂双目紧闭 眉头猥琐 似乎做了什么噩梦 轻轻呢喃 别过来 别过来 苏怀木看李清堂嘴巴张合 额肩冷汗直流 他靠近 想听他到底在说什么 李清堂梦见了上辈子 他和婉清被人围堵 男人的力气很大 饿着他的双臂 另一个男人舔着干裂的嘴唇 带着吟笑 对着他的胸膛 伸出黑乎乎的脏手 不不要 李清堂刷得睁开眼睛 眸中满是惊恐 苏怀木没想到李清堂会突然睁眼 四目相对 他微微愣住 想到此时两人间有些暧昧的距离 他正要起身 却被一把抱住 娇若芙蓉的软香美人 紧紧抱住了他 身子像是被一股温泉水涌住 不敢也不想动腾半分 表哥 我好害怕 在被人捂住嘴的那一刻 李清堂真的害怕极了 他好怕重蹈伤被子的覆辙 他明明已经准备好了一切 为什么事情发展的 却偏离了诡计 不怕 已经没事了 苏怀木声音有些僵硬 他活了十八年 还是第一次和女生这么亲密的接触 李清堂哭了一会才缓住心神 苏怀木连忙松开 一边擦泪 一边往后移了移 低头带着哭音 对不起表哥 不是对不起木公子 我刚才太害怕了 脑子有点不清楚了 身体一下被松开 苏怀木有一股说不出的感觉 空落落的 上次我与你说的话 并无责怪之意 你还是可以叫我表哥 真的吗 李清堂抬头 眼眶中还有未落的泪 两津津津的 嗯 苏怀木起身背对着李清堂 那几个绑架你的人 已经被抓住关起来了 你想要怎么处理 他们都可以 真的吗 李清堂一刻也不想等 立马从床上爬起来 我现在就去 结果刚下地 就腿一软摔在了地上 苏怀木听到摔倒声连忙回头 把李清堂抱回了床上 迷药还没完全失效 你还得休息一下 李清堂恨不得直接飞过去问他们 拿到他们和孙姨娘勾结的证据 把孙姨娘和李清阮拉下马 我没事 我可以走 李清堂又要下地 结果一起来 又因为腿软坐了回去 他们跑不了的 我已经让木青去审了 不要急于这一时 身体最重要 苏怀木道 李清堂点了点头 是他有点心急了 对了表哥 习素和婉青还在等我 还有城外标行的人 你能帮我通知一声他们一声吗 好 我这就派人去 谢谢表哥 李清堂定了定心 这时才发现自己的衣服被换了 随后心底又紧了起来 你救我的时候 我 我不会是 不会是已经被人抓去轻薄了吧 我刚好 也在那个酒楼吃饭 你去后堂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跟着你 我就跟着一起去了 你刚被迷倒的时候我就出来了 衣服是因为摔倒有些脏了 才让府中婢女给你换的 听到苏怀木这么说 李清堂松了口气 表哥果然是我的福星 你先歇着 我去处理些事情 门口有婢女候着 有事可以喊他们 苏怀木觉得这屋里 有点热找了个理由先离开 苏怀木刚到书房喝下两杯茶 木青就来回禀 问出什么了 那四人先是说看李清堂很有钱的模样 想绑架他讹点银子 属下用了点手段 他们改口说是收了李姑娘身边那个钱妈妈的银子 说是要把李姑娘带去郊外 先木青顿了一下 觉得那个词 自家公子可能不会爱听 于是改成 带到郊外伪装遇到山匪处理掉 木青没说 但苏怀木也知道 是先奸后杀 他表情一下子阴沉起来 手里的空茶杯发出细响 最终化为一地碎片 还有呢 属下们分别审了四个绑匪 他们口径一致都说先收了五十两银子 事成后 李姑娘头上的金钗是尾款 木青道 至于钱妈妈那边 她咬死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不认识那些绑匪 她是被无辜牵连的 苏怀木冷哼一声 茶楼那个小儿带回来了吗 已经带回来了 木燕正在审 接着审 苏怀木道 死不了就行 是 等一下 苏怀木似乎想起来了什么 也有外伤 这几个人对李清堂似乎很重要 他肯定有自己要问的问题 吓到他就不好了 休息了一会 李清堂觉得身子恢复了力气 戴上面纱 便起身去找苏怀木 两人先是一起来到 关押四个绑匪的地方 李清堂一进去 就看到四个绑匪 脸上湿漉漉的 神色惊恐 见到李清堂后 立马哀求 姑娘我们错了 我们也是受奸人教唆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眼下你也没受什么伤 就饶了我们吧 这些人拷问的手法太可怕了 比那苏州关押里的牢头还凶 还可怕一万倍 李清堂现在看到这四人的模样 还会忍不住想起前世的惨状 想到婉清的惨死 他就控制不住地浑身发抖 苏怀木见到李清堂抖得这么厉害 给木清使了一个眼色 木清立马道 主子没问话 哪有你们说话的份 我们出去吧 这些人的口供已经拿到了 苏怀木见李清堂 整个脸都白了起来 不 李清堂紧紧握住拳头 他们怎么说 木清又重复了一遍 李清堂又问 你们确定只是钱妈妈一人指使 这反正定金是那个钱妈妈给的 也是他让我们在茶楼外等着 小的绝对没有撒谎 李清堂也想到了 从这四人口中 可能得不到关于孙姨娘的消息 但他还有一点非常的好奇 你们为什么会在城里动手 既然要伪装土匪 为什么不在城外 我们本是想在城外动手的 但今个城外都是官兵 好像在搜查一个逃犯 实在不方便动手 于是临时改在了城内 一个绑匪解释 逃犯 李清堂眉头微皱 他上辈子没听说过 这段时间苏州府出了什么逃犯 听说是知府的小舅子 前几日得罪了贵人被抓 然后又发现了一堆恶行 可能要被问斩 于是就逃出了城 另一个连忙补充 牧卿听后 微不可查地看了一眼苏怀牧 他们设计朱群冲撞了宣王 然后又搜罗了一堆朱群恶行 和苏州知府贪污受贿包庇 七舅的证据递了上去 宣王本要开刀 但顾忌了一下苏州知府身后的人 想小城大界 苏怀牧就让人特意制造出 苏州知府放走猪群的模样 毕宣王为了自己的脸面和名声 必须对他们动手 原来是这样 李清堂得到了答案 神情奄奄 他的重生是不是带来了改变 会不会前世那些事情 会以一种新的 他预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出现 要去看看钱妈妈吗 苏怀牧听到 是因为他这些绑匪 才临时改变了计划 莫名有些心虚 他若今日没有跟着去 李清堂怕真会被他们算计得手 嗯 钱妈妈一看到李清堂就哭着扑过来 小姐 我冤啊 这件事和我无关 你快让他们放了我啊 木燕一脚 把钱妈妈肥胖的身躯踢开 让你动了吗 李清堂看着狼狈不堪的钱妈妈 想起钱是他对自己做下的种种 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是谁让你这么做的 小姐 我 我做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 那些打人是从哪钻出来的 我刚要呼救这群人就出现了 小姐 我真是无辜的 钱妈妈哭天喊地 一个卑贱下人 是谁允许 你在主子面前自称我的 木燕怒喝 钱妈妈身子一抖 连忙道 老奴 老奴真的冤枉啊 钱妈妈默不觉得我是个傻子 李清堂看向钱妈妈 是孙姨娘让你做的吧 钱妈妈身子一个机灵 心下大惊 连忙跪地摇头 姑娘我老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老奴真的不知道 今天的事是怎么发生的啊 老奴对你真的是一片忠心啊 钱妈妈 事到如今 你就别再演了 李清堂目光冰冷 他们四个已经招了 还拿出了你 付给他们的定金 他他们那是老奴 老奴跟小姐这么多年 那可是把您当做亲生女儿再疼啊 李清堂笑了 亲生女儿 你也配 这时审问茶楼小二的护卫 把得到的字条和信件递了上来 苏怀木打开一看 里面是钱妈妈给的李清堂的画像 和身高体量 还以后 一张簪子的图样 第一封是让他们看到图上的女子就动手 第二张字条上约定了动手的时间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李清堂看完信件后 双手冰冷 钱妈妈 我自问对你不薄 你为何要这般对我 钱妈妈一看 知道脱身无望 但还想挣扎 那是被人冤枉的 老奴没有写过这些 老奴没有理由害姑娘的呀 你没有做过 为何那些人都指认你 李清堂道 你竟然没有理由害我 那就是说 你也是被其他人指使的 指使你的人是谁 钱妈妈看着李清堂的眼睛 感觉那双眼睛好像看透了一切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 他儿子和相公还在孙姨娘的手里 他不能说 没有人指使老奴 老奴是被冤枉的 我们可以回京城 让侯爷和夫人来评评理 钱妈妈觉得 只要回京城 他手里有孙姨娘的把柄 孙姨娘会保住他的 让父亲和母亲评理是吧 那不如你先说说 你床下那一千五百两银子 是怎么回事 不是说侯府这五年都没给过银子吗 那这些银子是从哪来的 果然是你干的 钱妈妈为了这消失的一千五百两银子 急得这几日都没吃下饭 没睡好觉 但说完后就后悔了 她的这么多银子 还想谋害侯府千金 按照家规是会被涨毙的 李清堂笑道 你这么想回侯府 不会觉得真有人能保下你吧 钱妈妈沉默了下来 后背开始发浪 她仔细思索了一会道 姑娘 老奴想和你单独谈谈 表哥 能麻烦你们先出去吗 李清堂也想和钱妈妈单独聊聊 好 苏怀木给沐燕使了一个眼色 沐燕让人把钱妈妈手脚都绑了起来 这才退了出去 你想和我说什么 李清堂坐在椅子上 看向钱妈妈 我知道一个对小姐非常重要的秘密 只要小姐把今天的事 当作无事发生 让我把一千五百两银子还给我 回到京城后 我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你 钱妈妈以为自己胜券在握 与其中多了几分自信和从容 我保证 这个秘密的价值 远远超过一千五百两 李清堂笑了 死到临头了 还不忘记那一千五百两银子 孙姨娘知道 你这么吃里爬歪吗 钱妈妈听到李清堂的话 心底一惊 你在说什么 我不明白 你的秘密 不就是孙姨娘调换了我和李清鸾 其实我才是北安侯府嫡叔的小姐 李清鸾才是那个输出的 你 钱妈妈半是惊讶 半是恐惧地看向李清堂 好容易才说出一句 你你怎么知道的 这倒是要谢谢妈妈你了 李清堂找了个理由 我也没想到 妈妈酒后会说那么多话 我说什么 该说的 不该说的 你都说了 李清堂 比如孙姨娘调换了我和李清鸾 比如让你找人杀我 不不可能 钱妈妈声音止不住地颤抖 你现在还想为孙姨娘遮掩 做她的替死鬼吗 李清堂加重了语气 我 钱妈妈不想承认现实 一个劲的摇头 不会的 她会救我的 救你 现在所有证据都指向你 不管是把你带回侯府 还是送进官府 你都难逃一死 你有孙姨娘指示你的证据吗 李清堂问道 你觉得孙姨娘会为了救你 而让自己身陷险境吗 她握住了你的儿子和相公 不就是为了在这种时候 让你心甘情愿为她顶罪 为她去死吗 钱妈妈如雷劈般呆坐地上 小姐 小姐您救救老奴 老奴全是被她逼的啊 老奴真的不想伤害小姐 您放过我这一次吧 我以后绝对对您忠心耿耿 那你愿意帮我指证她吗 李清堂问 钱妈妈想起了自己的儿子 开始犹豫 李清堂冷笑 你最近没感觉自己浑身无力 经常出嘘汗吗 钱妈妈一听 眸光一闪 想到了一个脱身的法子 你你对我下毒了 李清堂没有否认 解药只有我有 我可以放过你 甚至可以给你一笔钱 让你带儿子和相公逍遥快活去 但你要做到让我满意 老奴有孙姨娘这些年给我的书信 只要小姐能信守承诺 老奴愿指证孙姨娘 好 你先写一份认罪书 我会留着这些证人和证词 还会去官府备案 一旦你没有做到 后果你知道的 李清堂道 小姐放心 老奴现在就写 钱妈妈连忙道 李清堂拿着钱妈妈的认罪书离开屋子 表哥 今日多谢你 举手之劳 苏怀木道 那几个人 你打算怎么处理 宋官的话 他们会怎么样 李清堂问 案率打五十大板 关押十年 苏怀木道 李清堂想起晚清上辈子的惨状 恨不得他们现在就去死 但眼下除了宋官也没有更好的方法 而且被关在狱中也好找些 一旦钱妈妈反口 还能找来人证 那还劳烦表哥 派几个人 帮我把他们一起送官 这点小事 我让木清去做就好了 今日你受了惊吓 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苏怀木可不想这么轻易放过这几人 那就谢谢表哥了 改日我请你吃饭 李清堂笑着道 好 我让人送你们回去 李清堂没拒绝 谢谢表哥 钱妈妈依旧是双手被绑的状态 被送上了马车 回到罐中 晚清扑进李清堂的怀里 在得知今天发生的事情后 差点没忍住 冲过去给钱妈妈打一顿 先别气 留着他还有用 让你找的东西找到了吗 对不起小姐 我他房里翻了好几遍 就差掀开房顶了 但真的没找到那些书信 晚清十分自责 没事 李清堂安慰了一下晚清 然后去找了钱妈妈 去把书信拿来吧 我得确定 这书信是真的才能保你 好好好 老奴这就去 钱妈妈慌不迭地回到卧房 从柜子下的一块地砖里 拿出了几封信 被包裹着的信 小姐 都在这了 李清堂接过信看了一遍 眉头微皱 钱妈妈是在他眼皮子底下拿出来的 今日事发突然 藏的地方还这么隐蔽 应该做不得假 但这自己并不是孙姨娘的 她前世回侯府之后 就在孙姨娘的劝说 下去了家里的佛堂抄经 孙姨娘为了表现对她的爱 也偶尔会去陪她一起抄 她见过孙姨娘的字 甚至因为太贤还模仿过 这里的书信 绝不是孙姨娘的字 不愧是能生出李清堂这样女儿的人 孙姨娘的手段和心思 的确缜密 就算事情败露 钱妈妈拿出这些信件指证她 她也可以反手 说是钱妈妈在污蔑她 这样看来 钱妈妈这个棋子 似乎没什么用了 李清堂收好信件 钱妈妈还有什么其他证据吗 这钱妈妈想了想摇头 除了这几封信和银子 孙姨娘再没给过我什么东西 好 有这几封信也够了 钱妈妈金盖也受累了 早点休息吧 李清堂拿着信往外走 刚走出房门又回头道 你参与了当年调换的事吗 钱妈妈连忙摇头 十五年前我只是一个管柴火的 连内院都进不去 但我听说 夫人和孙姨娘 并不是在府中生下二位小姐 而是在秋阳山 秋阳山 对 那时皇帝去秋阳山围猎 带了很多王侯大臣 夫人和孙姨娘 也陪着侯爷一起去了 回府的时候就有了二位小姐 我知晓了 李清堂走出门后对习宿道 把门和窗户都锁好 在回京前不能让她和任何外人接触 是 小姐 钱妈妈坐在房中 脸上原本谄媚的表情 随着关上的门而变得猙獰 连续几日的身子不适 加上丢了银子 她有怀疑 是不是李清堂几人做的 她偷偷找大夫看过 大夫说 她没有中毒 只是吃了几种香冲的药 停药就没事了 拿了她辛辛苦苦攒了这么多年的银子 握着她这么大的把柄 还想用中毒来骗她 哼 想得也太简单了 这次没杀得了她 算她命大 她得想办法联系孙姨娘 绝不能让她活着回到京城 钱妈妈想了想 不能说自己暴露的事 更不能提李清堂已经知道那个秘密 那样她也活不了 她只能说 那些人因为意外失守 没能除掉李清堂 需要另找办法 小姐 我们真的就这么放过钱妈妈了 婉清越想越觉得后怕 越想越觉得生气 她最该万死 我知道她最该万死 但她要死得有价值才行 李清堂妈撒着手里的书信 在想 还有什么办法能让孙姨娘露出狐狸尾巴 婉清把孙子兵法 与三十六计 拿来 小姐 您怎么开始研究起这个了 婉清觉得 自家小姐从前些日子大病过后 就变得有点不太一样 佛经什么的都看腻了 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 李清堂翻开一页细细看来 晚上看书伤眼睛 我再替您多点击盏灯 嗯 李清堂一边看 一边在纸上记下几句 深夜的烛火印着小小的人 树叶沙沙 风影婆娑 在李清堂离开后 苏怀木又仔细审了一遍那四人 尤其问的是 他们原本打算在哪伏机李清堂 得到的答案 和李清堂让彪尸埋伏的地方几乎一致 从李清堂让彪行的人 特意在城外等候的时候 他就觉得好奇 为什么要这么做 而今天在发生这么多事之后 他更加好奇了 李清堂的行为和态度来看 他似乎早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若不是因为猪群的事 今天的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中 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最后钱妈妈和他说了什么 让他会放过这个罪魁祸首 他到底是真的蠢 还是装的蠢 他是真的把他误认为目证出 还是以此为借口 故意接近自己 苏怀木好久没遇到过 这么有意思的事情了 李清堂第二日 换好男装 带着面纱 让习宿在家看着钱妈妈 和婉清一起出了门 他还得去给彪行结尾款 顺便请表哥吃个饭 彪行还挺仗义 因为事情没办成没有收他尾款 甚至还退了一半的定金 这家彪行还很良心吗 婉清拿着银子 笑眯眯地离开 小姐 我们接下来去哪 去逛一逛 给穆家买些礼物吧 李清堂想了想 昨日他和表哥分开后 也没约过时间再见 想要感谢 他也不知从何下手 眼下他已经不打算 利用表哥来复仇了 那也没必要再与穆家 隐藏自己的身份了 改日他就以侯府大小姐的身份 登门道谢 昨天他看了半夜的书 觉得打草惊蛇这一季颇为不错 眼下已经过了15年 往事难查 只能从现在下手 要想让隐藏完美的孙姨娘 和李清兰露出破绽 只能激一激他们 顺便也让穆家人 对他留个好印象 最好能种下点怀疑的种子 不需要很明显 日后他与李清兰必有争斗 那时 他们只要能产生一丝丝怀疑变好 露得越少 他们就会越好奇 好奇就会主动帮忙查 这也是他在书中学的 书中自有黄金屋 的确有道理 李清堂并不愚笨 只是经历的太少 又一直处于被人洗脑的状态 以后他会努力 变成一个聪明人 李清堂不知道穆家人会喜欢什么 虽然他手里有点银子 但穆家是江南巨富 想要靠贵重礼物吸引好感并不现实 还是得靠巧思 李清堂去逛了起真格 决定买点针线和布料 亲自做一些绣品 挑选布料的时候 几个女客在一起聊天 声音不小 听说了吗 苏州要变天了 发生什么了 苏州知府小舅子 城中有名的恶霸猪群 冲撞了贵人被抓起来 往日那些气男霸女的事 都被捅了出来 苏州知府怕小舅子被问斩 偷偷放跑了 结果昨晚又被抓回来了 都得遭殃 活该 朱家那就是一群混蛋 尤其朱群 苏州城多少姑娘小子 被他祸害了 之前老孙家的姑娘 就是逛街时被他抢颅走 说什么要请人家 去春风楼喝百果香 结果把人家姑娘给遭见了 最后生生把人逼死 的确该死 听说今天还要游街市众吗 一会我就去拿点臭鸡蛋 砸死这个不要脸的 对 我也把家里剩的菜叶子拿来 也不知道那贵人是谁 替苏州城老百姓 出了这么大的害 希望他长命百岁 李清堂听着几人的话 想起那天那个恶心的胖子 也说自己姓朱 这会是同一个人吗 雅间中的清俊男子 听到外面的议论声微微一笑 指着一件蓝色的外袍 这件衣服 绣得有些意思 文言一旁勾搂着身子老奴立马到 奴才伺候主子更衣 换完后 男人看着镜中面露满意之色 不错 李清堂挑了几块小儿精的布料 和几种比较贵重的绣线 就这点东西 便花了几十两银子 公子那不是您绣的吗 没想到穿起来还挺好看 婉清指着那青山绿水艳阳图 李清堂顺着婉清的手指望去 那衣服上的绣品 却是他绣的 只是被移到了一件质地明显 更好的袍子上 李清堂正要收回目光目光 那人却抬眼望来 四目相对 李清堂有些尴尬 男人一笑连忙转过头 主子 身旁的奴才见男人停下脚步 顺着目光望去轻声道 需要奴才把人叫来吗 不必 先去处理正事 李清堂买完针线 又去买了几张好的画纸和表矿 往日舍不得买的颜料也买了些 这一下又花去摆两银子 他买的还不算顶顶好的 就已经花了这么多 这钱可是真不够用啊 尤其他还想追查秋阳山的事 在京城打点关系 需要花的钱肯定很多 他手里这点银子真是不够看 李清堂正觉得头疼时 自画房的掌柜追了出来 公子留步 李清堂转头 掌柜的有何事 请问公子可认识贱迷居士 李清堂微微醋眉 不认识如何 认识又如何 掌柜的对李清堂深深做了异议 公子可否借一步说话 李清堂见对方态度十分不错 这些年 他的字画都是在这卖的 合作还算愉快 便点了头 可以 他李清堂被掌柜的迎进了雅间 还让伙计上了一壶好茶 在夏运华斋掌柜勾华清 今日冒昧拦下公子 还请公子海涵 不知掌柜如何知晓 我认识那贱迷居士 李清堂有些好奇 他来运华斋的次数不多 甚至可以说 几乎没来过 在夏主要是对这位姑娘有印象 沟华清看了眼婉清道 借迷居士的话 每次都是由这位姑娘带来 从不多言语 也没留下过联系方式 金盖听到小二这位姑娘 陪着一位气度不凡的公子来了 在夏便急忙从家中赶来 若有唐突 还请公子见谅 绑匪的事情已经解决 金盖婉清出门 便没有换男装 至于他是觉得 男装方便 也更安全些 借迷居士是李清堂给自己起的字 他的画作上 多用这个署名 没有摸清对方来意 他也不便自报身份 不知沟掌柜找借迷居士何事 借迷居士的画作 辉红绚丽 绘法细腻高超 平日我不在店中 店里小二不长眼 只给了这位姑娘寻常收嫁 已被我狠狠责骂了一番 沟某一直苦苦寻找居士的影踪 想对先生当面表示歉意 但苦于没有机会 沟华清十分诚恳道 公子如此风华 想来与居士关系匪浅 我今日先以茶代酒 敬公子一杯 以示歉意 李清堂没有动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道 这掌柜这般热情 肯定有所图谋 掌柜有什么事 不妨直说 李清堂知道沟华清话里的意思 顺着话道 我和贱迷居士的确关系匪浅 甚至可以说 轻如一家 沟华清眸光闪动 又殷勤了几分 沟某久仰贱迷居士风采 做梦都想见上一面 更重要的是想赔礼道歉 居士这些年 一共卖了六幅画作 沟华清说着 拿出一个木匣递了过去 这里是给居士拿六幅画的分成 李清堂看了眼木匣没有动 但婉清却是好奇地拿了打开 在看到里面一小落面值一百两的银票后 有点小惊讶 连忙低头递到了李清堂面前 李清堂瞟了一眼 这里肯定得一千五百两银子多 但并没有任何动作 沟华清一直在注意李清堂的表情 发现他毫无动摇后继续道 这里是在下按照市面的寄卖比例 准备的三千两银子 还望公子可以帮忙引荐借谜居士 也好让在下亲自把这银子交给居士 李清堂平日最常做的银上是抄书 一般都是卖句书四 因为李清堂自写得好 抄的还多是市面流通比较少的书 所以一本有二两银子 画是李清堂的爱好 所以不是着急用钱的时候 他不会卖画 他的画先是自学 来到悬音棍后 一位游历的老者 见他颇有天赋 便指点了他一段时间 漫长时光的一种方式 他没想过自己的话 竟然会卖出这么高的价格 伙计 快把前两日贱谜居士的星座拿来 店里传来一个嘹亮的男生 一个带着佩刀的大汉走入店中 抱歉 贱谜居士的话 昨个儿就已经被人买走了 店里伙计连忙道歉 碰 柜台传来一声巨响 男子壮如红中的声音 传入众人耳中 当日我明明约好两日后来买 你们怎么说话不算话 这店里伙计一脸为难 您稍等 我问问 勾华清也听到了外面传来的声音 面色变了变 请公子稍作休息 在下先失陪一下 公子 好多钱啊 晚清见勾华清离开后 连忙拿着银票数了起来 他们怎这么黑心肝 当时一幅画就给三十两 现在竟然一下子给了三千两 李清堂虽然面上不显 但内心也是有些惊讶的 他前辈子可没遇到这件事 也不知道自己的话这么受欢迎 当然 也可能是前辈子 他并没有亲自来过这间自画方的原因 外面一阵吵闹 李清堂没细听 但他听到了一个名字画佛 画佛的话千金难买 咱可没听说还有提前定下这回事 李清堂上辈子回京后 听过这个名字 当时他刚回到京城 因为连番刺激足不出户 这时穆书云曾约他出过一次门 说是永家公主得了画佛的一幅观众声 请大家前去赏玩踏春 当时李清堂没有去 后来听说 李清鸾为这画做了一首诗 夺了满堂彩 得了永家公主的青睐 这个画佛说的 该不会就是他吧 可他不记得自己画过观众声这幅画 李清堂思绪间 勾华清回到雅间 明显额间多了几次汗 抱歉抱歉 惊扰了公子 无妨 李清堂开口 在下知道 能做出此般绘画的戒密居士 定是为对佛法深有研究 并颇有阅历的先生智者 先生大德或许对银钱无益 但先生的话却值千金 恳请公子代为通传一声 勾华清说的十分恳歉 我师父身居简出 潜心修佛不问俗事 向来是不见外客的 李清堂有些为难 在下只有一盒灰州石井流采末 还请公子代为转交居士 只当在下一点小心翼 勾华清说着 让人递上一个锦盒 李清堂打开眼睛一亮 勾华清见状连忙道 劳烦公子代劳 在下这还有一套胡笔赠予公子 希望公子不要嫌弃 勾掌柜有心了 我会代为转告的 成与不成 明日我都会派人传信 李清堂说吧 起身离去 婉清连忙拿着采末和胡笔跟着出来 在下就再次等候公子的好消息了 出了门 婉清就敲咪咪问道 小姐 为什么不说 你就是戒谜居士啊 你觉得他会信吗 白得了上好的采末和毛笔 李清堂心情愉悦 说话的语调也轻快了些 为何不信 婉清问 他若不信你 可以当场给他画一个呀 傻丫头 那样画就不值钱了 李清堂道 一幅画想要值钱 除了画本身 人也很重要 一个十五岁丫头画的画 只值三十两 但一个隐士高人画的 却可值万金 前国崇尚佛教之风 起于皇室 当今太后尤为推崇 李清堂之所以能嫁给二皇子为正妻 据说也是因为 敬献了一幅画佛的画 得了太后的欢心 这才挤掉了原本皇帝 看好的兵部尚书之女 等等 李清堂那画 莫不是从他这偷去的 自从经历了两次死里逃生后 李清堂就没有再画过画 很多画在遇到流寇的时候 被毁 带回京城的只剩一副而已 回京后不过太久就是吉吉里 他在吉吉里那日被推入水 然后不足一月 就嫁给了国公府世子 时间仓促 他又因落水生病 所有东西全是孙姨娘准备的 入了国公府后 他就缠绵病榻 根本没有点过自己的嫁状有什么 只是听丫鬟说李清鸾得到了画佛真迹 讨了太后欢心 被赐婚于二皇子 也就是宣王为正妻 看到李清堂突然停下 婉清叫了几声 见眉反应后 轻轻用手戳了一下 小姐您突然发什么呆呢 没事 李清堂摇头 突然想起一点事而已 婉清点了点头 身后几个大娘 踢着菜篮子匆匆走过 走得太快 还撞了婉清一下 喂 撞人不道歉啊 婉清捂着胳膊喊道 几个大娘根本没大理婉清 而越来越多的人 都开始往大娘去的方向走去 快点快点 游街已经开始了 别急 我再捡两块石头 小姐 是不是那个恶霸开始游街了 婉清一听也不顾生气 拉着李清堂也往前凑 我们也去看看 街道两旁已经围满了百姓 一辆球车从街口缓缓驶来 路边虽有牙翼拦着 但架不住民众情绪激动 输取你个混蛋 活该 下地狱吧 你个畜生不如的狗东西 伴随着咒骂的 还有漫天纷飞的菜叶子 和臭鸡蛋 随着马车一点点靠近 周围的人群越来越激动 李清堂感觉自己像汹涌浪潮里的一叶小粥 被挤得飘飘摇摇 就在他差点被人群推倒在地的时候 一只手扶住了他 小心 李清堂转头 苏怀木那张俊美非凡的脸 映入他的眼中 表哥 怎么来这么危险的地方 苏怀木皱眉 语气有些严厉 你可知在此处摔倒的后果 李清堂刚刚涌起的喜悦消散 刚刚带着惊喜的语调 瞬间掉了下来 对不起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苏怀木想起之前他不过一句话 就让李清堂哭着跑开 差点被眼前这个混蛋欺负 开口解释 我只是他想说担心你 但又觉得说这个有些肉麻 于是改口道 我只是想告诉你 凡是要量力而行 不要因为看得热闹 而让自己受伤 得不偿失 我知道的 李清堂对着苏怀木一笑 谢谢表哥关心 李清堂虽然戴着面纱 但苏怀木丹从一双眼睛 也能看出李清堂此时 笑容艳艳的模样 热闹看够了吗 看够了 我带你离开 苏怀木很讨厌这种人挤人的地方 空气里这股弥漫的臭味 更是熏的人要死 看够了 那走吧 苏怀木本来是 拉着李清堂的手腕 但人实在多 他只能揽过李清堂的肩膀 把他护在怀里 小姐 小姐等等我 婉青手里 拿着满满的东西 拼命往外挤 突然一双手提起了他的衣服后领 把他拎出了人群 回到茶楼 苏怀木嫌弃地看了一眼自己 他只觉得自己的衣服上 好像也全是臭鸡蛋 李清堂有些不好意思 今日又劳烦表哥了 苏怀木坐下 拿出手帕擦了擦手 指着窗外道 看热闹的地方有很多 以后记得选择聪明点的地方 李清堂看着一身狼狈猪裙 哀嚎着远去 甜甜一笑 谢谢表哥 我记下了 对了 那四人已经被关进监狱了 我又找了些他们的罪证 不被撮摸死 也会老死在里面 苏怀木把手帕叠好放下 拿起茶杯 装作不经意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 钱妈妈勾结了他们四人 会在城外对你动手 当然是提前知道了呀 李清堂道 我早就觉得钱妈妈不对劲 往常她都不让我出门的 但最近总是 劝我出来买果茶 很是奇怪 于是我和婉青灌了她一顿酒 把她的话给骗了出来 她为何突然要害你 自然是因为我要回京了 她怕我把她探银子的事告诉侯爷 那可是一千五百两银子 这番说辞 是李清堂想好用来回京与侯府说的 原来是这样 苏怀木似乎接受了这个解释 随口道 不过那钱妈妈画工倒是不错 人像和金钗画的 还算还原 李清堂听后一愣 那两幅画 那两幅画不可能是钱妈妈画的 尤其那金钗 表哥 那两幅画还在吗 李清堂问 已经被送去官府了 但眼下已经结案 你若想要我可以帮你拿回来 那就谢谢表哥了 李清堂说完解释道 我只是怕自己的画像流落在外不好 这个表妹多虑了 那画像不如你好看 苏怀木道 两张画水平技法都很一般 大街上随便找个会画画的 都能画得出来 不过这画纸却不错 若我没看错是 京城贵女喜欢的花莲纸 价格不菲 李清堂默默在心里记下 由衷夸道 表哥你真厉害 知道这么多 还好 只是去过的地方多了些 所以知道的也就多了些 真好 李清堂露出羡慕的神情 我小时候几乎没离开过侯府 连京城都没好好逛过 什么花莲纸 我都没听过 被送来这里后 我也几乎没有离开过寻音馆 如今又快走了 我连这苏州城 也没好好游玩过 李清堂说着说着 声音低了下来 我只在书里 见过外面的世界 所以 他靠着书本里的文字 和脑海中的 描画出一个又一个 他想象出的美好 起立的世界 生如戒子 心藏须弥 是他的字号 佛云 微小的戒子 也能容纳巨大的须弥山 即便出身卑微 也向往海阔天空 苏怀木看着李清堂 无比落寞的神色 想起他那不过半张纸的人生过往 看着面前灵动而耀眼的少女 心中生出一股说不出的感觉 疑惑 不忍又或是为明珠蒙尘 而感到联系 你想去哪玩 嗯 李清堂抬头 一时没有理解苏怀木的意思 你想去哪玩 我带你 李清堂一听 眼睛亮了起来 真的吗 我看起来像是会说谎的人 苏怀木挑眉问 不是 当然不是 李清堂连忙摇头 表哥是男子汉大丈夫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苏怀木但笑一声 把头转向窗外 不知道看到了什么 又转过头 把身子靠到了椅背上 脸便被藏在了窗户后 李清堂没发现苏怀木的变化 他摘下面纱喝着茶 探出脑袋 又看了看猪群的惨样 想着表哥要带他游苏州 心情大好 笑得十分明媚 像春日之头盛放鲜花 俏丽若三春之桃 倾诉若九秋之局 这是苏怀霄见李清堂的第一感觉 在起真格时 他就觉得那双眼睛有些熟悉 眼下看 的确就是 那日在巷中与他相撞的少年 全府你看 苏怀霄用手指了一下李清堂的方向 你说世上会有这般好看的男吗 苏怀霄身边面白唇红的老奴顺着望去 回主子 世上的确有好看的男子 比如您那位弟弟 但这位的确是个姑娘 苏怀霄手指轻轻妈撒 似乎又想起那日的柔软 打听一下 是 苏怀霄没想到 会在这遇到他二哥 你不是要请我吃饭腰 我刚好有些饿了 我们走吧 说着就起身往外走 嗯 李清堂看着刚上没多久的茶 又看了看已经起身的苏怀霄 有些疑惑 但还是跟着起身 表哥想吃什么 都可以 那我请你去春风楼喝酒吧 尝尝那白果香 李清堂虽然买了些 但那是要带回去给母亲的 他还没尝过 好 今日李清堂心情十分不错 请起客来也十分大方 点了满满一桌子菜 还招呼起婉青 穆燕和穆青 坐下一起吃啊 婉青倒是没有顾及直接坐下 但穆燕和穆青 却没有动 他们可不敢 和主子同席 婉青见穆青二人都没动 又站了起来 小姐你们吃吧 我我不饿 你们三个再开一桌吧 我也请 李清堂笑着道 我有钱 你们大胆吃 谢谢小姐 雅间内只剩下他们二人 李清堂拿起酒杯 先给苏怀木倒了一杯 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满满的果香在鼻尖散开 他与苏怀木碰了一杯 然后自顾自地饮了下去 这白果香闻着香甜 入口也是甜的 但进入胃中 却有些辣 李清堂微微眯起眼睛 哈了口气 毛子亮晶晶的 不愧是母亲喜好的酒 好喝 有那么好喝 苏怀木见李清堂这副模样 拿起酒杯也喝了一口 这不是他第一次喝白果香 但的确觉得比以往更甜了些 也不知是为何 李清堂夹起一块鱼肉 入口柔软清香 这个也好吃 李清堂胃口不大 每道菜夹了几口就饱了 但还有些不想放快 眼睛巴巴地看着红烧肉 最后还是忍不住夹了一块 喝了不少酒的李清堂 双颊烟红 眼波炼焰 红色的酱汁挂在唇间亮晶晶 苏怀木一开目光 喝了口酒 表哥你尝尝这个 好好吃 李清堂吃下软烂香浓的红烧肉 眼睛瞪得圆圆地 夹起一块 伸到了苏怀木嘴边 苏怀木因为常年服药 平日不太吃油腻的东西 更不会碰别人用过的筷子 但眼下他迟疑了 真的好吃 你信我 苏怀木到底是不忍辜负李清堂眼中的期待 张开了嘴 因为白果香实在诱人 他喝了好几杯 眼下脑子已经有些发晕 有种飘飘欲燃的感觉 他胳膊处在桌子上 用手背支撑着脑袋 直直地看着苏怀木 苏怀木被他看得都有些不自然了 问道 我脸上有东西 弯弯的月牙 表哥 你真好看 像画本子里的神仙似的 他一边说着 一边用手在空中勾勒着苏怀木的样子 那妙色深如来 大概就是你这般模样吧 据说念句南无妙色深如来 就会生得像天神一样好看 苏怀木听后轻笑了一声 你还信佛 李清堂点了点头 又喝了一杯酒 当然信我 佛祖定是见我上辈子修行刻苦 于是这辈子联系我 让我遇到了表哥 你的确是在灌里待的时间太长 该出来多走走了 哪有什么转世来上 李清堂小脸皱了起来 义正言辞 有的 嗯 好 有 苏怀木摇了摇头 低头浅笑敷衍三连 却没想到 手腕被一下子抓住 李清堂起身 紧紧握着苏怀木的手 表哥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 你都一定要相信我 好吗 李清堂距离他不过咫尺 眼角鼻尖全是飞红 酒气果香混着少女呼吸间喷洒的热气 仿佛世间醉烈的情药 苏怀木自诩在男女之事上算的君子 但此刻 他亦有些把持不住 或许是这酒后劲太大了 好 苏怀木转过头 不管何时 我都信你 李清堂听后傻笑了一声 然后就倒了下去 苏怀木连忙起身扶住软的 仿佛要化成一滩春水的李清堂 看着已经醉得不省人似的李清堂 苏怀木摇了摇头 傻不傻 这点酒量 还敢在外男面前喝这么多酒 明知道自己长得好看 还这般大胆 他到底是有多信任自己这个表哥 苏怀木不放心 婉青一个人 带着醉得不省人似的李清堂回去 便亲自护送 你家小姐经常喝酒吗 苏怀木问道 婉青摇头 只有开心的时候会喝上几杯 大概也就生辰和除夕这两日会喝上一杯 这是小姐第一次喝这么多酒 她总是不开心 婉青想了想摇了摇头 又点了点头 冠里的日子平淡 开心的时候不多 不开心的时候也不多 苏怀木默然 她出来这里不过十岁 带着一个几乎同龄 看着也不甚聪明的小丫头 和一个心怀不轨的老嬷嬷 在远离亲人的地方独自生活 陪伴她的 只有青灯古佛 和江南挥不掉的潮湿 到了地方 苏怀木看着趴在婉青身上 睡得香甜的李清堂 小姐 醒醒 我们到了 婉青亲身换道 李清堂错了醋眉 又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 一点没有要起来的意思 苏怀木见状 拦腰抱起了李清堂 带路 他都说了 他们是表兄妹 表哥把醉得不省人事的表妹 送回家 有问题吗 婉青一愣 对上苏怀木那漆黑冰冷的眸子 默默打了个寒颤 连忙带路 此时太阳已经落山 天色昏暗 灌里的游客早已离去 这一路倒是没遇到什么人 进了院子 习速连忙迎上来 帮忙铺窗点灯 在苏怀木把人放回床上 就离开了卧房 婉青给倒了茶水 小院简陋 公子担待 苏怀木这才打量了一下这间院子 一间正房 两个侧房配一个厨房 院子里只有一棵梅树 是整洁 正房被隔出两间 里间是李青堂的卧房 外面是书房 还有一个袖架 除了桌上有几朵野花点缀 墙上挂了一幅字外 没有任何额外装饰 堂堂侯府千金的居处 竟还比不过寻常富贵人家的小姐 不 应该说怕是连王侯府中 大丫鬟的住处都不如 在习速来之前 竟然连丫鬟都只有一个 这是得不得宠到什么地步 苏怀木越想 脸色越阴沉 丢下一句 好好照顾你家小姐 就发现一个细手男人 往李青堂的院子去 没走正门 而是绕到了西侧 跟上看看 是 没过多久 木青把男人滴溜到了苏怀木面前 公子饶命 公子饶命 天可见的 小人什么坏事都没做呀 木燕一脚让男人跪下 没做坏事 那你鬼鬼祟祟 去趴人家窗户下干什么 小的是给冠礼送香的 这院子里的前婆子 让我每次送香的时候来找她 帮她把信送到驿站 男人见苏怀木几人凶神恶煞的模样 连忙道 你们要是不信 可以找钱婆子和我对证 信呢 男人连忙从怀里掏出一封信 递了过去 木燕接过后 打开递给了苏怀木 苏怀木看了一眼 脸色阴沉的 可以递出莫来 这信是送到什么地方 给谁 送到京城的秀华楼 给一个叫王石的 男人一字不敢隐瞒 全说了出来 一共送了几封 这几个月 几乎每月都有 但之前半年 可能才一次 男人回忆了一下道 除了网易战送 还送过其他地方吗 有时也会送城里 前两天 他让我给王石茶楼 一个叫刘三柱的 送了一封信 你有看过那些信吗 男人连忙摇头 没有 我一个字都没看过 主要是 我也不是字 回信也是你送吗 是的 苏怀木让木燕 给了那人一定银子 今天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 以后 你该来还是来 不管是送的信 还是拿到的回信 一拿到信 就立马送到泰安标行 一封信一两银子 男人捧着银子连忙硬下 谢公子 谢公子 小的绝对一句话 都不会多说 我会派人盯着你的 你敢多做一点事 就等着全家一起 下地狱吧 小的不敢 小的不敢 离了玄音观 苏怀木的脸依旧铁黑 木青和木燕 用眼神交锋了一阵后 木燕开口问道 公子 这封信该怎么办 找人把信送到绣华楼 然后盯着那个王石 看这封信 最后到底去了呢 苏怀木冷声道 把这个信前的 绣华楼 和那个王石调查清楚 是 前妈妈背后到底是谁 李青棠又到底爱了谁的眼 竟这么想让她死 那这件事 还要告诉李姑娘吗 先不用 告诉她 也只会让她徒生忧愁 这些事她会解决 留个暗卫在这守着 是 这一叫李青棠睡得很深 一叫醒来天已大亮 婉青已经熬好了粥 在炉子上热着 吃过早饭 李青棠换了一身淡绿色的男装 加高了鞋底 缠出了腰肢 带着一幅画 和婉青下了衫 等我今日再去买两个人 回来看院子 李青棠出门前对习素解释 你放心 我会给你带好吃的回来 婉青也道 习素笑着道 姑娘快去吧 路上注意安全 等二人消射身影 习素对着房顶看了一眼 然后继续默默做事 沟华青一晚上都没睡好觉 做梦都在祈祷 今日能见到戒谜居士 戒谜居士最开始 来寄卖的话 是一幅观音像 八十两银子 卖给了苏州一个富商 后面的两幅 也都是佛像 每幅都卖了百两银子 但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 他就让小二看到 戒谜居士的话 就按三十两一幅的价格收购 没有再管 直到去年年末 突然有人从京城来找 点名要戒谜居士的话 愿意出千两银子 当时为了过年 李青棠刚好让婉青卖了一幅 经过一番拉扯 卖了一千二百两银子 卖后 他就后悔了 因为听说他之前三百两 卖出戒谜居士的一幅画 如今在京中 已经是三千两的价格 而戒谜居士 也被京中文人称呼为 画佛 除了因为所有画作 都是佛教题材 笔下的佛陀 充满灵气与佛性 完美还原 归立梦幻的佛教世界 同时 画佛也是一种尊称 他想尽了办法 想找到戒谜居士 但毫无线索 直到上一次 李青棠和婉青进城 但当时店里人多 伙计又是新来的 还是按照三十两给了银子 等他文生赶来时 二人早就没了踪影 而那幅画 也以三千两的价格 被苏州之府买去 这一次 这一次他 一定得见到这位大师 沟华青一大早 就站在店门口交集等待 直到太阳升了 老高 他终于看到婉青 和李青棠的身影 但无论如何 也没看到第三个人的影子 心下有些失望 但还是异常热情地 把两人迎进门 公子辛苦 快请里面请 快给公子 七上一壶雨前龙井 承蒙沟掌柜盛情邀请 我师父让我替他 感谢您送的墨 但我师父他老人家 喜欢清静 如今他正在山中静修 不便见客 李青棠见 沟华青表情有些僵硬 继续道 师父作画是有感而发 他愿意分享自己的所悟给众生 并不为钱财和名利 居士境界高远 非我等常人能比 沟华青一听这话立马道 沟某并非想以银钱玷污居士清明 只是这银子 本就该归居士所有 沟某只是想将银子归还于居士 为佛祖天灯 师父已将凡事全权交于我 此番下山师父 还让我带了一幅画 是卖是赠 都由我说了算 沟华青一听 立马激动了起来 看到沟华青激动的样子 李青棠并没有让婉青 直接把画拿出来 沟华青听到李青棠这么说 以为他是想拿桥 想要他故意讨好多出些银子 于是反问 那公子何意 沟华青已经在心里琢磨 李青棠会开架多少 而他又该怎么杀架 我一把师父的话带给掌柜 眼下收不走 我还有诸多钥匙不便多留 就先行到辞了 说着就带着婉青准备离开 绝口不提那三千两银子的事 利落地出了雅间 沟华青已经在心里想出了一个价位 但没想到李青棠走得这么干脆 好像真的不为钱财 他连忙追了出去喊道 公子留步 李青棠嘴角微微一勾 但很快便眼去 掌柜的还有何事 不知在下可有幸一观居士大作 沟华青道 李青棠见此时店内不少客人 便点了头 婉青打开来吧 是 婉青说着就拿出画轴 沟华青连忙道 还请公子一步雅间 不便 我还要去紫云阁 给你看一眼便走 李青棠直接示意婉青 打开了画轴 画卷一开 所有人都围了过来 这 这是戒谜居士的画 没想到 我竟能亲眼看到戒谜居士的画 这笔是 这颜色 气势 果然非同凡响 快看 这山中还有人 我的天 这么小的人 竟然也能画得这般细腻 不知这幅画名为何 此画名为 七重金山 李青棠说完 是一婉青和尚 别啊 再让我们看看 抱歉 我急着去紫云阁 大家若是想细看 可以去哪 李青棠说完 便带着婉青往外走 紫云阁和运化斋 都是苏州城里 数一数二买卖自画的地方 两家谁也不服谁 李青棠进城后 先去紫云阁探了口风后 才来到这里 沟华青连忙拦住 公子留步 掌柜的还有何事 沟华青连忙 把装有银票的木匣 塞进了李青棠的手中 李青棠看了眼沟华青 书中说的 欲银还剧 欲擒故纵 果然有效 敢问公子这幅画卖吗 我愿出二千两银子 你开什么玩笑 二千两也说得出口 我出三千两 你们知道 现在京城里借迷居士 一幅画卖多少银子吗 三千两 已经是去年的价格了 看到李青棠 露出感兴趣的模样 沟华青连忙道 公子可否借一步说话 沟华青目光灼灼 这幅画 不管体量还是难度 都比之前要高出一个层次 价值不可估量 而且比起银钱这幅画 带来的机遇更加重要 这可是 他能与豪门贵族交往的引路贴啊 李青棠这次没有拒绝 沟掌柜有话请说 不知居士这幅画 可否在此寄卖 可我已经答应紫云格的掌柜了 李青棠露出为难的神色 我可以不收寄卖费 沟华青道 紫云格的管事也说不收寄卖费 还承诺至少卖出这个数 李青棠伸手比了一个数字 沟华青在心里安骂紫云格的掌柜 在我这我可以保证在这个基础上 高出两百两 李青棠低眉道 我和师父 不日便要离开苏州继续云游 师父他最新书画 不理俗事 对于吃穿都无甚要求 但作为他的徒弟 我总是要多为他想想 这画质颜料 吃喝拉撒 处处都要银子 师父他老人家 一年也就画个三 四幅作品 还经常直接送给路过的庙宇 要不就舍不得往外拿 李青棠说着叹了口气 师父这次想往西域去 据说那边的佛教文化 与中原大为不同 这路途遥远 依着师父他那身子和年岁我都怕 李青棠没有说完 但沟华青已经懂了 沟某怨出五千两 他一边说着 一边观察李青棠的神色 见他毫无反应后 又加了点 五千五百两说过此话 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沟掌柜此番心意道 叫我不好拒绝 沟华青一听 连忙让人去取银票 临走时沟华青问道 不知公子名讳 李青棠想了下道 我叫沟青棠 爱慕的沟 青棠调挺月中归一 的青棠 沟公子慢走 沟华青感觉自己 整个飘着 离开运化斋的 走出了好远才小声道 小姐 我们这就 赚了八千五百两银子 是啊 李青棠也没想到 钱会来得这么容易 您那还有好多幅画呢 要是都卖了 咱们不得有好几万两银子了 沟华青一想 惊讶的嘴巴里 都能塞下一颗鸡蛋 李青棠轻轻敲了一下婉青的头 物以细为贵 太多就不值钱了 小姐真聪明 走了 去找表哥 李青棠来到约好的地方 苏怀木已经在了 他连忙跑过去 对不起表哥 我来晚了 无事 声音温润中透着清冷 像一块钢潭水里捞出的暖玉 苏怀木今日穿了深浅云色的袍子 阳光穿过梨花洒在他的身上 精致的眉眼仿佛发着盈盈的光 好看极了 李青棠的目光 不自觉地就被吸引住 苏怀木见李青棠直勾勾地盯着他 有些不自然地摸了摸脸 我脸上沾东西了 李青棠摇头 露出一个无比灿烂的笑 表哥你太好看了 我没忍住 便看入了迷 苏怀木听着这话 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跳漏了一排 你 我怎么了 李青棠已经摘下了面纱 带着疑惑看着苏怀木 你个未出格的女孩子家 不该对男子说这种话 以后莫要再说了 我心里有数的 李青棠乖巧受教 我这些话 也只是同表哥说而已 只同我 对啊 只同你 苏怀木看着李青棠 那灿若桃里的认真模样 感觉胸口有什么东西 好像要跳了出来 表哥 你是生病了吗 嗯 李青棠歪着脑袋 又凑近了一点 你的脸怎么红了 木叶默默转过脸 低头咬住嘴唇 生怕自己笑出来 今天的日头有点大 你想去哪玩 我想先去买几个护卫 买护卫 嗯 经过上次的事 我觉得身边还是得有几个护卫 我们几个女眷 总归是不太安全 李青棠道 你的确是该买几个护卫 我刚巧认识一家不错的武行 可以带你去看看 苏怀木本桓在想 这次要用什么法子 把人送到身边去 没想到他自己主动提了出来 那就先谢过表哥了 两人并肩 不紧不慢地走着 晚清三人在几步后跟着 此时的苏州草长应飞 繁花近放正是人间好春光 一阵风吹过梨花 打着悬落在李青棠的发肩 别动 张买的面人 停下脚步一脸纯针看向苏怀木 怎么了 苏怀木伸手把飘落在 李青棠发肩的梨花取下 放到了李青棠的面前 花落了 李青棠看着苏怀木手心的梨花 凑过去轻轻吹出一口气 梨花从手心飞出 又随飘向远方 又飞了 李青棠把目光从纷飞的梨花上收回 抬头望向苏怀木 苏怀木收回手 只见妈撒着掌心 李青棠吹出的那阵风 像一束闪电 从掌心蔓延到全身 惦得他整个人酥酥麻麻 让他甚至不敢低头看李青棠的脸 但哪怕不看 光从李青棠的声音中 就能想象出他此时的美好 花落了 又飞了 苏怀木浅笑了一下 李青棠挑选了两个护卫 是对兄弟俩 哥哥林峰二十岁 弟弟林宇十七岁 身手了得 价格也不便宜 两个人要一百五十两银子 能买七个半的习宿 和十九个晚清 苏怀木见李青棠一脸肉疼的样子 想起他手里那好不容易得来的 可怜兮兮的一千五百两银子 掏出了一张银票 想要帮他付款 不行 这是我的人 给我来 李青棠义正言辞的拒绝 立马让婉清掏银子 我有钱 他现在有钱 有底气 嗯 你有钱 苏怀木道 那不如再多买几个 他给李青棠精挑戏选了十个人 其中不乏人高马大 看起来就不好惹的 但李青棠选了里面 看着最柔弱的两个 李青棠摇了摇头 不用了 冰柜再进步再多 是吗 可我看着他俩 并如其他几人瞧着健壮 李青棠就是故意选这种其貌不扬 甚至看起来有点单薄的 这样回京后 才不会引起某些人的戒心 但他俩是这里 长得最好看的 苏怀木听后 脸色有些微变 语气中带了点 他自己都没察觉出来的酸味 人家挑护味 都是看身手 你倒看起了脸 李青棠没听出苏怀木的话外音 直到 他们日后要日日跟着我 总是要看着顺眼些才好啊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吗 刚才李青棠还信誓旦旦地说 只会对他说你真好看这种话 这才过了多久 就对着两个心脉的户卫说好看 心底里莫名生出一股火气 没想到表妹这么爱美 那不如表哥带你去清风馆看她好了 苏怀木不自觉地阴阳怪气了起来 清风馆 李青棠产生了兴趣 好啊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苏怀木被气得一时 不知该说什么好 看到李青棠那充满好奇和渴望的欣喜眼神 想起他几乎没有出过门 火气又散去 你知道清风馆是什么地方吗 你就要去 不知道啊 但我姓表哥的 夜有清风花有鹿衣 这清风馆听起来就是个很不错的地方 李青棠没有察觉苏怀木的不对劲 声音里还满是轻快和期待 苏怀木听着我姓表哥这几个字 看着李青棠那不安适适的眼 心里那股火消了几分 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那不是个好地方 嗯 李青棠产生了好奇 那是什么地方 小孩子别问那么多 我不小了 我马上就唧唧 可以嫁人了 李青棠反驳 那清风馆到底是什么地方 你只要记得 那不是女孩子该去的地方就行了 李青棠闻言有些不满 小声嘟囔 为何这世上男人哪里都去的 女人却这不能进 那不能去 苏怀木听李青棠这般误解 你见谁家女孩子进清楼 可清楼里本就全是女子 你 苏怀木第一次发现 李青棠竟然会对人 而且对起来还挺气人 可那都是风尘女子 你一个好姑娘 怎么能去那种地方 谁说进那种地方的 就不是好姑娘了 是他们自己想沦落风尘吗 还不是被这世道 被你们这些男人逼的 李青棠想起 上辈子唯一能被称作朋友的人 就是被顽固看中设计欺辱后 被逐出家门 流落风尘 比他死得还早些 苏怀木没想到李青棠这小奶猫 也会伸爪子 这番言辞下来 倒显得是他不对了 我只是想说 那清风馆不是好地方 你莫要被人哄骗了去 再吃了亏 可明明是你说 要带我去清风馆的 李青棠有点委屈 明明是他先提的 结果还凶他 苏怀木一时无语 他那只是气头上随口一说 谁知道小姑娘还当真了 木青和木燕都低着头 又想听 又怕事后被公子清算 呼吸都轻了几分 这好像还是他们家公子 第一次吵架 吵不过别人 林峰 林雨我们走 李青棠也上了左近 他非要看看 那清风馆是什么地方 你要去哪 回旋阴贯 李青棠说完就拉着婉青走 林峰和林雨看了一眼苏怀木 连忙跟上李青棠的脚步 木燕和木青对视了一眼后 又老老实实低着头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这还是第一次 有人赶着腰给他甩脸色 苏怀木说不出什么感觉 就觉得有一股邪火在身体里乱窜 不发泄一下 好像会疯掉 木青 木燕 和我打一架 出了门 婉青小声问道 小姐 您没事吧 我没事 李青棠看向林峰和林雨 你们知道清风馆在哪吗 两人对视一眼 想起苏怀木交代以后 要全全听李青棠的吩咐 实话实说 知道 走 我们瞧瞧去 半个时辰后 林雨悄悄找到了木燕 被苏怀木做得浑身疼的木燕 一听林雨带来的消息 吓得是胳膊不疼 腿也能跑了 公子不好了 苏怀木刚坐下喘云了气 就看到木燕疯瘋活活跑了进来 怎么了 李姑娘去清风馆了 玩得正开怀 什么 苏怀木刚消的气又生了起来 木燕看苏怀木的反应 庆幸 他只把话说了一半 公子 您要不要去看看 我看什么看 他爱去什么地方 关我什么事 我又不是他表哥 是 木燕听后退下 苏怀木深吸一口气 伺候换衣 他刚刚和木燕 木轻两人对打出了一身的汗 总不能以这副模样 去找李青棠 当苏怀木到清风馆后 就见李青棠 郑含笑看着台上弹琴的南清官 身边还有一个给侦查的 他把自己辛苦培养了那么多年的优秀暗卫 几乎白送给了他 他可倒好 把自己气得半死后 还来这秦楼厨馆里 逍遥快活 公子尝尝这个 这可是我们清风馆有名的绿罗苏 一个长相十分清秀的少年 拿起一块糕点 送到了李青棠嘴边 李青棠正想用手接过来的时候 糕点突然消失 他回头一看只见苏怀木正黑着脸站在旁边 而那个清秀的少年 已经被木轻滴流到了一边 表哥 你怎么来了 怎么 这清风馆只有你去的 我就去不得了 苏怀木恨得牙痒痒 表哥你来得正好 快坐下和我一起听 李青棠拉着苏怀木的衣袖 这硬心情弹得可真好听 我从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曲儿 苏怀木冷哼一声 这才来了多一回 连人叫什么名字都知道了 李青棠沉迷于情乐中 没太注意听 表哥你说什么 我说你玩得挺开心啊 李青棠笑得十分灿烂 主要是表哥你推荐的地方好 这个热闹 可比那日游街的热闹好看多了 苏怀木听到这更生气了 他为了给李青棠出气 花费了那么多力气 如今这小丫头竟然觉得这南极弹琴唱曲 更有意思 表哥你尝尝这个绿螺苏 李青棠右手拿着一块糕点自己吃 左手又拿起一块伸到苏怀木的面前 真的好吃 苏怀木简直要被气得没脾气了 好吃你就多吃点 李青棠见苏怀木不接 直接塞到了他的嘴边 表哥我错了 你尝尝真的很好吃 你哪错了 听到李青棠认错 苏怀木结果糕点尝了一口 的确不错 但是赶不上李青棠做的桃花酥 我刚刚不该那么说你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但因为突然想起了一些不好的回忆 所以有些情绪激动 表哥你别介意 苏怀木更气了 刚才我的话也有问题 错不在你 但我不是在气刚才的事 那你在气什么 李青棠说完后 恍然大悟 你是在气我自己来了 清风馆这种好地方 没有带上你 对不起表哥 我错了 今天我请客 你想听什么曲随便点 听说这还有个叫齐悦的 说他冒比潘安 能歌善舞 等会我们一起瞧瞧 李青棠 苏怀木实在忍不住 甩袖离去 表哥 李青棠见苏怀木这般生气 有些摸不到头脑 婉青小声道 公子 你要不要去看看 李青棠追了出去 表哥 你怎么了 哼 我怎么了 苏怀木冷笑一声 别叫我表哥 我可没你这么大胆的表妹 秦妻书画乃雅人似好 我来这听情挺查 有什么问题 李青棠问道 那文人雅克 不也以榴莲烟花之地为喜好 以与秦怀花魁交往为荣吗 朝廷官员 都能娶花魁娘子为妻 同样都是清官人 同样都是秦妻书画 诗词歌赋 我怎么连看看都不成 那你怎么不去百花楼 百花楼的花魁柳福桑 乃江南第一名记 厌绝天下 诗词歌赋无疑不通 比这老十字的硬心 齐悦可强了不是一心半点 苏怀木被李青棠这番歪理邪说 给带跑了偏 真的吗 李青棠闻言产生了兴趣 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表哥 你带我去看看花魁娘子呗 你 苏怀木越来越看不懂 这个北安侯府的庶长女了 她从未见过魏畜格的高门贵女 能面不改色地说出这种话 那可是青楼 我知道 我没去过你就带我瞧瞧呗 我听着你好像对这些地方很熟的样子 李青棠拉着苏怀木的袖子祈求 你说过 要带我游苏州的 我不熟 好好 不熟不熟 但你带我去一次 不就熟了吗 李青棠继续哀求 表哥 我请客还不成吗 我看起来像是差银子的人 苏怀木简直要被气笑了 沐燕和沐青觉得 今天太阳一定是从西边升起来了 这个李姑娘真有本事 句句戳心 短短一日 让他家公子失态了 比过去十八年加起来还多 我知道表哥有钱 但表哥都带我去见花魁娘子了 我总不能还让表哥掏银子吧 我什么时候说 要到你去见花魁娘子了 李青棠对着苏怀木一笑 求求了 看着李青棠那无辜又可怜的眼神 苏怀木可耻地心软了 他本以为这里家姑娘 是个胆小柔弱的小白兔 没想到真是个小狐狸 他倒是看走眼了 算了 若是不带他去 搞不好他自己会自己偷跑去 去看女人 也比看这些男人强 不管怎么说 百花楼也是他的地盘 总是要更安全些 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 苏怀木甩开李青棠的手 往前走去 就知道表哥最好了 李青棠赶紧追上 到了百花楼 那日 跟李青棠说百花楼 是做正经生意的老宝 把几人迎进了门 送去了二楼的雅间 雅间打开窗户 就可以看到一楼舞台的歌舞表演 比起清风馆 这里的确别有风味 不知二位公子想点些什么 秦妈妈没想到 主家会突然到访身边 还跟了之前那位小娘子 以为有什么要紧事要吩咐 于是亲自来伺候 我想听花魁娘子柳扶桑弹琴 李青棠满怀期待地开口 这秦妈妈余光望向苏怀木 柳姑娘若是有空就叫来吧 唉 我这就去把扶桑叫来 没过多久 一个身着龟红色织金衣裳 满头朱翠的美人 抱着琵琶缓缓走路 方姿立志更妖娆 秋水精神锐雪标 凤木半弯藏琥珀 朱唇一火点樱桃 落来玉笋欠纤细 行步金连步步骄 李青棠正正地看着面前的美人 一时间嘴巴都忘记何起 苏怀木见李青棠这番模样 好气又好笑 柳扶桑听主子 带了一位女扮男装的小公子 来找他弹琴的时候 是有些疑惑的 等看到这位小公子后 他一下子就明白了 巧笑倩熙 美目叛熙 身着男装 卫尸粉黛 依旧倾国之色 扶桑见过二位公子 柳扶桑迎迎一拜 身若黄黎 听得李青棠心神荡漾 表哥成不起我 姑娘果然厌绝天下 李青棠活了两辈子 也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人 柳扶桑眼嘴一笑 眼波流转间满是风情 谢郎君夸赞 不知小郎君想听什么曲儿 李青棠看吃了 姐姐弹什么 我都喜欢 苏怀木扶了扶额 有点没眼看 柳扶桑先先玉手一拨弄 清脆玉耳的琴声 便自指尖流淌而出 李青棠看得如痴如醉 心到这琵琶弹得 可比那自诩经中 第一琵琶的李青完好太多了 一曲终了 李青棠还觉得意犹未尽 姐姐 你这琵琶弹得真好 谢小郎君夸赞 姐姐累了吧 快来吃茶 李青棠招呼柳扶桑 坐到他的身边 殷勤地端茶倒水 姐姐 刚刚那曲子叫什么 梅花饮 姐姐 你用的什么香膏 怎的如此好闻 这是我自己做的玉兰香 小郎君若是喜欢我可以送你一瓶 柳扶桑拿起一个橘子 拨开递到了李青棠的手边 李青棠接过后放入口中 姐姐包的橘子都比其他处的甜了些 柳扶桑嫣然一笑 小郎君的嘴可真甜 跟抹了蜜似的 苏怀木见李青棠自从看到柳扶桑后 连个眼神都没瞟过他 心里莫名有些不是滋味 一言不发地默默喝茶 柳扶桑感觉到了自家主子身上 因为受到无视而传来的低气压 把话题引了过去 小郎君身边这位公子是 这是我表哥 李青棠道 是他说柳姑娘厌绝天下 诗词歌赋无一不通 所以我才求他来带我见识一番 这一见果然不同凡响 姑娘果然跟仙女似的 柳扶桑见自家主子 听到李青棠这番话后 越发黑起来的脸色 大抵猜到了事情的经过 小郎君才生得像个小神仙 若小郎君是个女子 怕是情怀十里春色 都比不过郎君回眸一笑 李青棠第一次被人这么夸 有些不好意思 我哪里有柳姑娘好看 柳扶桑拈起手指 轻轻遮嘴一笑 好久没见过这般单纯可爱的小娘子了 李青棠看着柳扶桑 这举手投足兼万般风情的模样 心动了 姐姐 你还收徒吗 我交学费的 苏怀木皱眉 别胡闹 我哪有胡闹 刘姐姐这一态风姿 我瞧着比那些贵女 不知强了多少 我学学怎么了 李青棠说 她是狐狸精 那么害怕 她勾引李青棠 从小培养出的那些入木之兵 李青棠既如此害怕 那她便更要学 她在精中 没有任何势力根基 想要扳倒李青棠 总得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你若想学一太礼仪 我可以给你找从宫中出来的嬷嬷 苏怀木道 柳姑娘这么忙 哪有空教你 我可以花钱包下刘姐姐 李青棠想起 自己刚转的八千五百两银子 底气很足 我有钱 你那千百两银子 只够买下柳姑娘一页 你一页能学到什么 表哥知道得这么清楚呢 我 苏怀木一口气噎住 我也是听说 柳扶桑看着自家竹子被 一个小姑娘对得哑口无言 觉得有意思极了 小郎君想学些什么 我想学怎么当花葵娘子 让所有人都喜欢我 这句话一出口 别说苏怀木了 连婉青都被惊得直接开口 小姐 您说什么胡话呢 您可是侯府千金 当什么花葵娘子啊 要是被侯爷知道 不得扒了小姐您的皮啊 婉青说完后 见屋内安静下来 自觉说错了话 一下子闭上了嘴巴 然后又磕磕绊绊的爪布 公公子 您这可不成 您 男子汉大丈夫 可不能学这个柳扶桑拿着手 怕眼嘴笑起 不摇撞击 发出好听的叮当声 我进门第一眼就看出 这是位国色天香的小美人了 小娘子日后若要扮男装 可千万戴上面纱 身段可以隐藏 但这脸可难 我这么明显吗 李青棠摸了摸自己的脸 她今日出门 还特意化浓了眉毛 姑娘已经做得很好了 若是寻常人打眼一看 可能只觉得是个俊秀的小儿郎 可扶桑做这一行 见人无数 像姑娘这般好看的女孩 已经世间少有 更何况男孩 那姐姐愿意教我吗 李青棠满脸期待地看向柳扶桑 我一定会好好学的 那你想学什么 我想学唱歌 跳舞 弹琴 想学如何做个真正的狐妹子 李青棠 苏怀木一把拍向桌子 怒急 你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 李青棠被这一拍吓了一跳 眨着那双寒情默默的桃花眼 弱弱点了点头 我知道 苏怀木表情冰冷 哼 北安侯可真是养了个好女儿 表哥 你是在阴阳怪气我吗 真是难为你还听了出来 你是真不懂 还是装不懂 没有好人家的姑娘 会想学这个 苏怀木怀疑他真的看走眼了 他是怎么会觉得这丫头单纯 我知道 李青棠看向苏怀木 但我有这么做的理由 只是现在不能告诉你 牧正初再聪明再有钱 也不过是一件商骨 北安侯府不是金家 李青鸾也不是一般富贵人家的小姐 便是没有牧家做后盾 他背后还有侯府老太君 有宣王 有从小到大围着他转的世家公子 光靠权势便能压死牧家 经过朱群的事 他发现 之前是他把一切都想简单了 既不能说 那就别说了 苏怀木冷着脸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苏怀木冷着脸闷头往前走 牧青和牧燕许久未见他家公子 这么走心地生气 一句话也不敢说 只能默默跟着 一直走到回府里 苏怀木才停下脚步 他没跟来 谁没跟来 牧燕在心里思索了一下 反应过来 心道 您走这么快 哪个姑娘家能跟上 但心里想是心里想 他可不敢说出来 苏怀木冷笑 好啊 他可真是好样的 才说往我是什么妙色深如来 拉我的袖子 说我好看 结果转头 就去了清风馆 这还不够 竟还要找柳夫桑学做什么 做什么 苏怀木越说越气 他一个姑娘家 怎么连什么是礼仪廉耻都不知道 北安侯到底是怎么教女儿的 北安侯 好像真没教过这个女儿 牧燕若若道 那北安侯夫人 还有她姨娘也没教过吗 她十岁 就出来自己生活了 牧燕又道 苏怀木深吸一口气 那佛族总该教她了吧 她住在冠里吃斋念佛这么多年 色即是空不懂吗 以色是人 终不能长久 清风馆和百花楼 都是宁先提起来的 苏怀木猛地转头看向牧燕 眸光如刀 似在凌迟 牧燕立马跪下 是属下失言 请公子责罚 苏怀木看向在一旁没说话的牧青 你也觉得是我的错 属下不敢 牧青道 属下只是觉得公子 您是不是喜欢李姑娘 苏怀木笑了 我喜欢她 我可是她表哥 可您不是她表哥 她只是北安侯府一个庶女 除了一张脸 还看得过去外 毫无优点 我怎么可能喜欢这种女人 苏怀木疯狂否认 您既不是她表哥 也不喜欢她 那您为何要生气 牧青一本正经地反问 我苏怀木无言 我哪有生气 你俩话真多 去借堂苏怀木的话音未落 一个暗卫突然来禀 主子 杨州送来急报 苏怀木接过 看完后 脸色瞬间变冷 去杨州 百花楼中 柳福桑没想到他家主子 还有这么气急败坏的一幕 对面前这个小姑娘更好奇了 你不去向你表哥解释一下 李青棠看着苏怀木夺门而出 心里一揪 但还是摇头 日后表哥会明白的 刘姐姐我是真心想学的 你就教教我吧 柳福桑笑了 侧身看向李青棠 小娘子也听到了我一夜之千金 小娘子买得起几页 我我可以用话顶吗 李青棠手里这点银子 一共买不了几碗 他还是太穷了 什么话 借谜居士的话 柳福桑听后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 借谜居士的话 如今难求得很 你从哪能得来 我是他徒弟 哦 柳福桑上下打量了一下李青棠 当真 不信你可以去运化斋问沟掌柜 我今早还卖了他一幅画 我可以教你 但你得告诉我 到底为什么要学 柳福桑看着李青棠语气轻柔 别撒谎 我可不教小骗子 婉青 你去买点好吃的 然后在马车上等我 小杰婉青生怕李青棠 真学了些不该学的东西 连你也不听我的话了 婉青扣着手 不情不愿地离开 等婉青离开 李青棠看向柳福桑 第一次说出自己的心声 我要回京复仇 柳福桑倒茶的手一顿 复仇 对 因为我生了一张狐妹子的脸 我姨娘怕我会阻碍 她亲生女儿的青云路 所以把我扔来了苏州 但她还不满足 一心想我死在苏州 幸好表哥救了我 李青棠道 她越怕什么 我就越要成为什么 柳福桑是百花楼的花魁 和她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们本是不该有交集的人 这些话说 与她也没什么 而且看着柳福桑 就好像看到她那个朋友 忍不住就会生出一股清静之意 柳福桑把茶杯放到李青棠的面前 那你为何不直接把这事告诉你表哥 让他帮你 李青棠摇头 原水解不了尽可 我不日就将回京 在苏州 这地界表哥或许能护一护我 可京城遍地是家贵族 全是鸭人 不是木家可以抗衡的 我不想连累表哥 李青棠望向柳福桑 我在京中既无人脉 也无根基 除了略懂书画 会点女工 毫无长处 我最大的优势 怕只有这张脸 但我不会用它 求姐姐教我 柳福桑伸手 烟红的单扣 轻轻抚过李青棠白滑细腻的脸庞 眼中不再只是好奇和玩味 多了几分真意 傻丫头 不会用才是最好的使用方式 这是什么意思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那些士族公子 看惯了高门贵女 从小调教出来的端庄静美 你这种未经雕琢自然生长的 反而更加的吸引人 不然 他那位向来对女人不假词色 敬而远之的主子 怎么会冒充起人家表哥 那话里话外全是酸味 明显是对这个小姑娘动了心 真的吗 当然 柳福桑看着李青棠这张脸 露出几分担忧 女人好看是件好事 但如你这般 便不好说了 他当初要不是遇到苏怀木 恐怕现在孟婆汤都喝了几碗 北安侯府他知道的 一个落魄的侯府 在京中不上不下 若是自小精心培养出的嫡女 飞上枝头不是男士 但李青棠是个庶女 这般自容的庶女 都是家族的牺牲品 大概率就是 送入手握大权的王公贵族府里 做个侍却 而在那般高府深院中 这样的美貌 只会是索命的毒药 求姐姐教我 李青棠站起来 给柳福桑郑重地行了一个礼 若我能大仇得报 便是散尽家产 也会帮姐姐赎身 赎身就不必了 但那贱迷居士的话 倒是别忘了 柳福桑从怀里拿出一块玉佩 每日四时 你来这找我 从后门进 谢谢柳姐姐 李青棠仔细把玉佩放入怀里 现在我们来聊聊你那表哥吧 你那表哥看着英俊不凡 对你也甚是关心 你们两个不会是柳福桑 露出一个十分微妙的笑容 柳姐姐 你可别胡说 我们俩可是表兄妹 清清白白 接下来的几日 李青棠没有再见过苏怀木 每日不是去百花楼和柳福桑学习 就是在准备给牧家的礼物 他中间派凌峰去找过苏怀木 但听说苏怀木去了外地 表哥这次是彻底恼了他了吧 李青棠想起那日苏怀木走实的模样 一出神 绣花针刺破了手指 李青棠发出一声痛哼 一滴血落在云水色的绸缎上 红得眨眼 坏了 李青棠看着已经绣了一大半的群山涂上 这抹眨眼的红 眉头锁了起来 也不顾手指的疼痛 连忙拿了块宣纸 可些已经渗进了绣线中 他这番用的都是贵重的颈段和丝线 不能重洗 李青棠负气似的 把绣品扔掉一边 看着手指开始掉眼泪 也不知道是为了这绣品 还是因为什么 掉了会眼泪 想起柳福桑教他的 女人的眼泪 用在关键的地方是珍珠 用在不值钱的地方可就是杀力 除了让自己难受 没有任何作用 所用东西都是物以细为贵 李青棠擦单眼泪 吸了吸手指 用帕子擦净 然后重新拿起 把沾了血的地方 小心地擦拭过后 在印子上绣上了一株海棠花 今日是十五 北安侯府每月十五会 全家在一起用晚膳 晚膳过后 坐在正位身着紫檀色 丝缕花段裙的侯夫人穆淑云 在侍女的服饰下 擦了擦凝枝仙长的手 手指上那船丝红宝石戒指 在烛光下溢溢发光 孙姨娘留步 穿着一身珍珠白的娇弱女子停下脚步 先寒情默默地看了一眼北安侯 才带着几分惬意的面向沐淑云 妾室最近一直都在院中抄写佛经 安分守己 不知夫人找妾有何事 沐淑云身边的陪嫁默默袁妈妈 不着痕迹地瞪了一眼孙姨娘 夫人只是让她留个步 竟也能整这么一出柔弱可怜的模样 搞得好像夫人要对她做些什么一样 经个儿我收到了苏州的信 孙姨娘听到苏州这二字 心里既是紧张又期待 难道是李清堂死了的消息传回来了 可不对啊 若她死了 府里怎么也不该是这般反应 钱妈妈的回信要先通过绣花楼再传过来 比直达侯府的信要慢上一两日 所以她还得到苏州的消息 清堂她来信了 她过得如何 孙姨娘没等沐淑云说完就焦急地追问 一副爱女情深的模样 她说离京多年 甚是想念府中亲人 前些日子还遇到节路的 幸好得了沐家人相助 有惊无险 经此事后想早点回京 沐淑云简单说了一下信中内容 孙姨娘一听李清堂没死 压下心里的恨 泪流满面 我那命苦的女儿啊 老天不开眼 怎会让她遇到这种事 这这若是被人知道了 清堂的清白可怎么办啊 沐淑云皱眉 孙姨娘是不是没听仔细 清堂无事 那火贼人刚出现 就被我那折制服了 孙姨娘抹着眼泪 扶着胸口 是我刚刚听到节路的就慌了神 一心担心我那女儿 没有听听夫人后面的话 袁妈妈见孙姨娘这副 惺惺作态的模样 开口道 姨娘说话还是仔细着点 大姑娘可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刚刚那话 要是被不知情的人听了去 让外人真以为大姑娘出了事 那大姑娘 可要被你害得 在冠里住一辈子了 孙姨娘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流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过于担心 一时听错了而已 侯爷 夫人 这世上没有人会比我更心疼 更想清堂好的了 冷血也是爱女心切 没必要揪着这点小事不放 北安侯李固看着自己的爱妾 哭得这般可怜 心生不忍 开口帮话 既然孙姨娘这般想念清堂 那明日我就安排人去苏州接她回来 清堂的接风宴 就由孙姨娘来安排吧 想来她的口味你最了解 穆书云不想跟他们 在这浪费时间 我乏了 扶我回房吧 孙冷血啜泣着抖动着瘦弱的肩膀 李固心疼地走过去 揽住她的肩膀 别哭了 塔儿马上就要回来了 放心 我会派府中最好的护卫护送她回来 绝不会让她再受惊吓 孙姨娘心里不舒服得很 这小剑蹄子真是命打 这都没死 穆家 真是哪哪都给她添乱 钱妈妈 怎么这点事都办不好 不 侯爷 孙姨娘红着眼睛看向李固 从京城到苏州传封信都要五日 不如直接麻烦夫人托穆家 从苏州雇佣标队 护送唐儿回来 我听到唐儿在苏州过得苦 我真是一日都等不了了 孙姨娘说着 就扑进李固的怀里哭了起来 你说的有道理 一会我就和书云说 孙姨娘抬眸看向李固 虽然已经三十多岁 但她保养得十分得宜 眉眼中还留着几分少女的娇羞 三郎 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雪儿此话怎讲 李固被这一声三郎叫的魂 都飘了起来 都是因为我没了娘家 没有本事 才让唐儿孤身在外这么多年 遇到这么多危险 现在想想都觉得可怕 若唐儿真有个三长两短 那我 孙冷雪泪眼婆娑地 抱住李固的腰 那我便只有你了 雪儿别怕 我一直都在 夫人 侯爷又被孙姨娘给勾引到一兰院去了 穆书云的丫鬟春河生气道 亏她还自诩 出身书香门第 可还不是用那下三滥的手段 随她去吧 穆书云起身 镜子躺到床上 熄灯吧 当所有礼物都准备好 李清堂让婉清给穆家递了帖子 很快就得了回应 小姐 我们直接回冠里吗 从百花楼出来 婉清问 眼下她有护卫 身边猪群服了法 她也不去运化斋 便没有再做男装打扮 只是带着面纱 去那吃个饭再回去吧 李清堂指着不远处的飞红居 她就是在那初见目正初 而自上一次百花楼的不欢而散 已经有五日没联系过 每次派人去找都是不在 她该是真的恼了自己 只希望登幕府的时候 可以向她好好解释吧 林语留在冠里看院子和钱妈妈 剩下三人都被李清堂带了出来 林峰在楼下看马车 婉清和习宿陪李清堂用餐 李清堂故意点多了一些 也好打包给林峰 林语尝尝 婉清看着一桌子菜 咽了咽口水 上次点的菜都没怎么吃 可给她心疼坏了 这次可是要细细品味一番 小姐 这个好好吃 你快尝尝 穆公子 您来了 快里边请 您最喜欢的那个雅间 一直给您空着呢 李清堂一听穆公子 以为是苏怀木 连忙起身走出了屏风 可出去后并没有苏怀木的影子 垫小二弯腰迎着一个陌生的年轻男子 那男子也生得枝栏玉树 但却不是他的表哥 不过 看着倒是有些眼熟 习素见李清堂突然跑出来 立即就跟了过来 小姐 您认识那位公子 李清堂摇头 我听姓木 我以为是表哥来了呢 习素眉头一跳 天下姓木的可太多了 先回去吃饭吧 菜凉了就不好吃了 李清堂点了点头 回到屏风后 穆正初总觉得 背后有道视线 好像在看自己 一回头 却只看到一抹浅浅的绿 打包好饭菜 几人准备返程 习素走到凌峰身边小声道 公子还没回来吗 姑娘刚刚看到穆公子了 后日要去幕府拜访 姑娘还特意给他表哥准备了礼物 我今晚给公子传信 李清堂屋里的灯火熄灭 凌峰走到后山吹了哨 一只黑白相见的海东青 从天空俯冲下来 稳稳落在了凌峰面前 片刻后就消失在天际 公子 黑羽带来了凌峰的信 木燕说着 把字条递给了苏怀木 苏怀木坐在桌前 左手持笔 脸色有些苍白 他借过信看了一眼 回苏州 可您的伤还没痊愈 这点小伤不碍事 背马 公子 您胳膊伤了不便骑马 还是坐马车吧 现在出发 天飞前可以到苏州的 木燕劝道 您若是把好不容易愈合的伤口再撕裂了 恐怕更耽误事 背车吧 木燕你先回去 拿我明铁送去木家 再让人明日约木正出出府 苏怀木道 万不可有失 是 木燕这一听 也不用他猜了 肯定是李小姐那边出了问题 怕不是要装作人家表哥的事要穿帮 想到马上要去木家 可以见到自己上辈子 从未见过的外祖一家 李清堂辗转反侧了一晚 小姐 你金盖怎么起得这么早 婉青本是来叫李清堂起床的 没想到一进屋 李清堂已经起来了 床上还放了好几套衣服 婉青 你说 我今日穿哪件衣服好 小姐您生得好 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婉青把水盆放下 小姐 您先洗漱 然后让习素帮您编头发 我再给您选衣服 也好 李清堂还未急急 习素给他输了一个垂云记 一边输一边感叹 小姐这头发真好 又黑又亮 李清堂往日几乎不化妆 头发也只是简单用红绳树起点缀 只有偶尔出门才会带一朵珠花 所以李清堂几乎没有什么首饰 选来选去 最后在双季两侧 带了之前逛街时 买的一对带着细长彩断的桃花样流苏头饰 习素给李清堂描了眉 又浅浅上了些胭脂 在额间点了花店 一个活色生香的小仙女 便仿佛从画中跳了出来 小姐 您都化了桃花妆 那就穿这件海棠色的裙子吧 婉清拿起孙姨娘 给她寄来的另一条裙子 这料子不错 披薄也好看 您穿上去 一定美极了 为了送她上路 孙姨娘这两套衣服 准备的的确不错 那就这套吧 收拾好 李清堂还是带着婉清 习素和林峰一同前往 上马车前 李清堂看到开得正好的桃花 想起苏怀木告诉她 穆书云喜欢鲜花妆点发饰 习素帮我摘几夺好看的插头发上 好 随着马车越来越靠近幕府 李清堂感觉自己的心都要跳了出来 习素见李清堂 整个身体几乎僵直地坐着问道 小姐 您是哪里不舒服吗 李清堂摇了摇头 我只是有点紧张 他说着 有捋了捋自己的头发 我看起来还好吗 小姐 你看起来好极了 等会木家人看到 肯定会喜欢上您 恨不得把您给当成亲外圣女 婉清笑着道 李夜轻呼了口气 她可以的 马车在幕府门口停下 已经有人为美妇人 带着下人在门口等候 李清堂刚从马车上下来 美妇人就迎了上来 李大姑娘真是顶兵好看 我刚乍眼一看 还以为是什么仙子下烦了呢 女人的声音很明亮 说起话来都带着一股子爽利劲 这夸奖听着很浮夸 但从她嘴里说出来 却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李清堂有些害羞 笑着失了一礼 谢夫人夸奖 叫夫人就生疏了 若大姑娘不嫌弃 可以同青鸾一样 叫我救母就好 女人拉着李清堂的胳膊 往府里走 你刚来苏州的时候 我见过你一次 你当时才这么高点 这几年不见 可是成大姑娘了 木章是边说着 边伸手比量了一下 当年李清堂的高度 拉着李清堂的手 一直说到了正堂 大姑娘快坐 从玄音灌过来 也得大半个时辰吧 用过早膳没 我还点你准备了点茶水和点心 你尝尝和不合胃口 谢舅母 我用过早饭的 李清堂笑得很乖 好孩子 家里老太爷和老太太 每年都会去普陀山住半个月 这次带着你那表姐和表妹一起去了 你舅舅去前几日去挥州忙生意 如今这家里只剩孤苦伶仃一个我 幸好今日大姑娘上门 不然我一个人可无聊死了 木章是三言两句 就把家里人的去向解释清楚 最后这一句 恰好缓解了李清堂的尴尬 木家人不是故意躲着她 而是事出有因 木家是欢迎她来的 是清堂造访的太过突然 舅母不怪我这么多年才上门道谢 还如此热情待我 清堂实在愧疚 大姑娘哪里的话 我们木家人丁不算兴旺 你舅舅整日天南海北地走 你那表哥 也是早早就接手了家里的生意 忙得脚不沾地 这些年 也没能好好照顾过姑娘 木章是说着 露出恰到好处的愧疚之色 然后紧接着就转了话题 今儿是好日子 咱不说过去那些事 姑娘先尝尝这杏仁高 这可是宫中玉厨配方 李清堂文言拿起一块 仔细品尝 眼睛亮了起来 好吃 木章是看着李清堂笑眼弯弯的模样 也笑了起来 好吃也不能吃太多 中午我还给姑娘准备了大餐 木章是和李清堂聊了回家常 李清堂道 我不日即将返京 想着走之前无论如何 也得来感谢一下 当年多亏了母亲的庇护我 才能来到苏州这样的好地方 这虽然不比京城繁华 冠里的生活也冷清 但这五年我过得很快乐 很安心 好孩子 你受苦了 李清堂听到你受苦了这句话 终究是没忍住 红了眼眶 旧母 木章是轻轻握住李清堂的手 他女儿上次去普陀山住了半个月 回来后瘦了一大圈 抱着他哭了一晚上 说再也不要去了 想李清堂当年出来苏州的时候才十岁 还是一个孩子 要不是前两日李清堂送来拜帖 他差点都忘记 还有这么一个人 不管怎么说 李清堂也是侯府千金 便是什么命格不厚 需要避惑 也不至于把这么如花似玉的女儿 独自送到千里之外吧 这要是他 他可舍不得 这么一想 木章是就更加联系起李清堂 大人们之间的勾心斗角 何至于把无辜的孩子牵扯进来 好孩子 别哭了 这么漂亮的小脸哭花了可怎么办 木章是说着 把手腕上的白玉镯摘了下来 戴在了李清堂的手上 这是舅妈给你的见面礼 别哭了 这太贵重了 我受不起 这玉镯通体洁白无瑕 看着就价值不菲 有什么受不起的 不过是些小玩意 舅母这多的事 木章是笑着道 李清堂擦了擦眼泪 我也准备了一些礼物 比不上舅母的贵重 但也希望舅母不要嫌弃 晚清 习素 把礼物拿上来 李清堂先把话拿了过来 这是给木老夫人的 是我自己花的不值什么钱 但在棺中也沾了不少香火 木章是接过话打开后 接连赞叹 大姑娘这菩萨画得也太好了 别说老太太了 我这个不幸福的人看了 都喜欢得不得了 李清堂笑得有些害羞 这本佛经是给木老太爷的 是冠里珍藏的孤本 我求了很久才抄来的 供奉了七七四九日香火 这本是他给侯府老太君 他祖母准备的礼物 但重生回来后 他觉得不值得 这是我自己绣的团扇和荷包 想着给旧父 旧母和府里的姐姐妹妹们 李清堂道 绣得不好 希望旧母不要嫌弃 大姑娘你可太谦虚了 你这手字写得比你那正出表哥 还要好上几分 你那几个姐姐妹妹的字 跟你这一笔 完全就是狗爬 穆章士简单翻看了几页佛经 每一页都工工整整 每一个字都写得十分认真 书页轻轻翻动 香火气在鼻尖流转 转头又看向绣品 他拿起一个绣着松鹤的团扇 惊讶得合不拢嘴 大姑娘这技法 比起宫中上一局的女官 也不遑多让 穆家本就是做丝绸生意起家的 穆家绣房的刺绣 在江南称第二 没人敢称第一 李清堂这刺绣 便是在穆家的绣房里 也没几个能赶得上 刺绣也是需要天赋的 同一个花样 不同的人绣出来 也是天差地别 若李清堂不是侯府千金 他说什么 也会把人留在穆家 舅母喜欢就好 李清堂瞧着穆章士的表情 觉得这里应该送的没问题 希望能给穆家人留一个好印象 穆章士正看着绣品挪不开眼 一个小丫鬟走来 耳语了两声 穆章士看向李清堂 大姑娘 我去处理点事情 一会就回来 我让穆章先带你在府里转转 我们穆家的园子 在苏州可是数一数二的 你可得好好瞧瞧 穆章 带姑娘好好转转 尤其那望水亭 大姑娘肯定会喜欢 舅母先去忙吧 李清堂笑着道 我还没好好逛过这江南园林呢 等等定是要好好转一圈的 穆章士笑意盈盈地离开 转头正色 看向小丝 那位贵客到哪了 已经被吴总管带去花厅了 苏怀木坐在花厅 幕府的管事恭敬道 请公子稍等片刻 我家老爷出了远门 今日府中只有夫人 不巧早上表小姐到访 耽搁了片刻 无妨 本就是 我有求在先 苏怀木笑得十分儒雅 一分特别好说话的样子 没过多久 穆章士就赶了过来 贵客到访有失远迎 还望见谅 夫人如此客气 倒叫泽安有些惶恐了 苏怀木道 泽安此番厚着脸皮上门 是想一窥一居先生怀亭柳旭的真迹 吴管家 快去把怀亭柳旭 拿来给公子赏完 穆章士吩咐道 很快吴管家便把字帖带了上来 苏怀木跟穆章士到了线 又道 听闻今日家中来了客人 夫人不用管我 穆章士拭绝地告退 走后嘱咐了吴管家 这是郑国公家的小公子 你千万小心照顾着 不是什么大事都顺着他 夫人放心 穆章士在心里叹气 穆正出这小子 金盖跑哪去了 这爷俩整日就知道往外跑 整日留他一个女子 应付着诸多事 李清堂在梧童的带领下 逛起了院子 穆家不愧是江南首富 这府中园林的面积 能有北安侯府两三个大 满园花木 亭台楼阁 粉墙青瓦 树干翠竹 窗友画卷 琳琅满目 骑士真容 假山错落 一弯青池系井里 垂柳绕岸心河绿 狼桥蜿蜒通幽处 风洞书连井诱活 李清堂看着面前的景色 想着这里就是 他母亲长大的地方 看得更仔细了一些 正在他逛的腿 有些酸了的时候 从区境通幽处 走出是一片不大不小的湖 湖里有个亭子 姑娘 前面就是望水亭了 上面已经让人备了茶点 您去那些些吧 嗯 李清堂走进亭中 回望走过的路 又是一幅别样的风光美景 小姐 您是有点冷吗 习宿问道 李清堂微微点头 这四面环水 却是有些清凉 我去给姑娘拿件披风 梧桐见状道 在梧桐离去后 婉清这才激动道 小姐 你快敲这湖中的井里好好看 李清堂闻言 侧身坐到美人靠上 把糕点捏碎投入湖中 成群结队的井里 便向他聚了过来 李清堂露出一个灿烂的笑 直接晃了苏怀木的眼 吴管家 湖边风大 我家公子身子弱 能否借一件披风 木燕见到亭中的李清堂后 又听到了自家公子的咳嗽声 非常有眼力的开口 好 请公子稍等 老奴这就去拿 在苏怀木走到湖边的时候 习素就已经看到了 此番见周围已经没有外人 他轻轻戳了一下李清堂 小姐 木公子在哪 李清堂闻言抬头 看到了湖对面的苏怀木 隔着一汪水 两人遥遥相望 这是苏怀木第一次 这儿八经的见到 打扮过的李清堂 有美一人 清阳惋惜 现后相遇 是我怨惜 表哥 你怎么在这儿 苏怀木笑了 这话不是我该问你吗 你来怎么来了 来了 为何不提前告诉我 李清堂想起这是幕府 他又问了蠢问题 马上要回京了 今日算是来辞行 我找过你 但你 你不是出门了吗 昨晚回来了 木院说 后面几日 李清堂都有让林峰来找过他 但当时 他们在扬州 简单的对话过后 两人陷入沉默 同时想起 那日在百花楼的不欢而散 那个 其实 两人同时开口 表哥你先说吧 李清堂低下头 我那日话有点重 你别往心里去 我只是觉得 那种地方不太适合你 你若是想学琴棋书画 我可以找其他人叫你 我知道表哥是在担心我 我以后不会再去花楼了 嗯 苏怀木点了点头 把目光移到远处的园林风景 他觉得自己今天似乎有点奇怪 总觉得心口不舒服 对了 李清堂从袖子拿出一个荷包 我给家里的姐姐妹妹们都送了礼物 这是给你的 苏怀木接过 手指从那抹艳丽的海棠花上扶过 你秀的 嗯 李清堂点了点头 希望表哥不要嫌弃 苏怀木觉得心口更加难受 心脏跳得仿佛要出来一般 我会好好保存的 苏怀木把荷包放入怀中 想了想 把腰间一块玉佩解了下来 这个给你 李清堂看着那通体 如松柏般碧绿的玉佩摇了摇头 我那荷包不值钱的 表哥不必给我回礼 苏怀木拉起李清堂的手 把玉佩放进了她的手心 只是我想送给你的礼物而已 回京后遇到麻烦 可以拿着她去水云间 会有人帮你的 在苏怀木手指 触碰到她手心的时候 她只觉得一阵酥麻 慌不迭地握住拳头 收回了手 谢谢表哥 木青给了苏怀木一个眼神 苏怀木道 我还有事 你好好在这玩 嗯 李清堂点了点头 表哥你去忙吧 苏怀木离开后不久 梧桐就带着披风回来 李清堂坐在亭中手里 握着那块玉佩 心思有些飘远 为了会景理 李清堂被请去用午膳 满满一桌子菜 木章是挨个为她讲解 不知不觉间 李清堂就吃撑了 木章是又带着她 去小花园转了一圈 两人逛了一半 遇到一位双病花白的老夫人 木章是连忙迎上去 刘嬷嬷 您怎么自己出来了 这要是摔倒可得了 我看今日天气好 吃过饭边想出来晒晒太阳 晚秋去帮我搬椅子了 刘嬷嬷笑得慈眉善目 在越过木章是 看到李清堂的时候 她一正 二姑娘 李清堂回头看了一眼 没见她身后有人 木章是以为刘嬷嬷 把李清堂认作了李清鸾笑着道 这不是二姑娘 是北安后府的大姑娘 刘嬷嬷用有些浑浊的眼睛 看向李清堂 喃喃道 真像啊 但无人注意 此时晚秋带着椅子回来 木章是又嘱咐了几句 好好照顾后 便带着李清堂离开 在李清堂走后 刘嬷嬷还望着李清堂的背影 一直喃喃道 真是太像了 像什么 晚秋伺候刘嬷嬷坐下 又给她披了件斗篷 像二姑娘 晚秋想了想家府里的二姑娘的模样 我觉得不像石云小姐啊 木石云是木章师的二女儿 也就是府里的二姑娘 刘嬷嬷摇了摇头 我说的是小姐 刘嬷嬷口中的小姐 就是木树云的祖母 李清堂的外曾祖母 出嫁前在家中排行老二 小姐年轻的时候 可是被称为扬州第一美人 若不是木老爷不要脸的 天天追在小姐身后 小姐可差点嫁进宫中做娘娘呢 刘嬷嬷回忆起过去 嘴角带着笑 不过小姐眼光还是好的 木老爷没有负她 晚秋想起李清堂的模样 笑着道 怪不得咱家公子和小姐们 都生得这么好看 原来是这个原因 可不是 刘嬷嬷带着点骄傲 当年追小姐的人 可以从扬州一直排到京城 还得转两个弯 这李姑娘跟小姐有八分像了 希望她 也能有小姐那般好运 嫁个好郎君 李清堂想着 刘嬷嬷刚刚看她的眼神 有些好奇问道 舅母 刚那位是 那是你母亲祖母的陪嫁 也是老太爷的奶娘 是咱这府里的老寿星 木章是给李清鸾 简单介绍了一下 那可真是高手 可不是吗 木章是有些羡慕 希望我敢明也能活这个岁数 会的 舅母会长命百岁的 哈哈 大姑娘这小嘴可真甜 木章是爽朗一笑 拉着李清堂 把府里好看的地方 都转了一遍 才让人带着一车礼物 让把李清堂送回了玄音观 回去后 林雨把下午送来的一封信 递给了李清堂 小姐 京中给您的信 李清堂接过后 连忙打开 小姐 信里说什么了 是侯府要派人来接我们回去吗 婉清问道 李清堂点了点头 嗯 信中说 为了快点接我们回去 会直接从苏州找人 护送我们回京 就这一两日便可以启程 真的吗 婉清有些不敢相信 我们真的要回京了 是啊 开心吗 婉清先是笑 随后又露出一个纠结的表情 我也不知道 其实在苏州这段日子挺好的 冠里的师傅们 人都很善良 城里的小贩们 也都很热情 小姐 我们一定要回去吗 李清堂太阳卧山的方向 眸中倒映着火一样的晚霞 回到京城 我们过得可能还没有在这里好 可能会遇到很多危险和麻烦 但我们必须回去 李清鸾 你准备好失去一切了吗 公子那个玄音观 送香的人来送信了 木艳道 大夫正在给苏怀木换药 虽然已经过了好多天 但这伤疤依然争鸣 可以想象当时这伤有多神 念给我听 是 木艳打开信封 公子 里面只有一句话知道了 会处理 风从窗户吹进屋子 烛火忽明忽暗 映在苏怀木的脸上 殷勤莫测 跟踪到这封信 最后进了谁的手中吗 先是送到了秀华楼 一个管室的手中 但这个管室并不叫王石 不过这个管室 随后又把信 转交给了一个 拨腿的男人 那个男人叫王石 是李小姐身边 那个前婆子的儿子 木艳把打探的信息 回禀给苏怀木 但至于王石 把信或者信里的信息 给谁 就不太清楚了 他接触的人很复杂 秀华楼呢 秀华楼是北安侯府 夫人穆书云的 陪家铺子 木艳道 难道是侯夫人 想对李大姑娘不利 大夫把黑绿色的药膏 用纱布盖在伤口 苏怀木眉头微皱 不会 再查 那日李清堂 一定是和钱妈妈 达成了什么交易 最终才没有把钱妈妈 交给官府 李清堂应该知道 幕后之人是谁 若是侯夫人 他就不该如此信任 他这位木家表哥 而且 他今日还去了幕府辞行 准备了那么用心的礼物 他应该不至于会笨到 把敌人当朋友 把这封信还回去吧 是 钱妈妈收到孙姨娘的回信后 通过窗户缝 看向李清堂那张脸 露出恶毒的笑容 就趁着最后的日子 再快活几天吧 留在苏州的最后一天 李清堂去见了钱妈妈 明日就要 启程回京了 妈妈可别忘记答应我的事 放心吧姑娘 老奴一定会帮姑娘执政的 钱妈妈信誓旦旦的保证 我信妈妈 李清堂温柔地笑着 我今日进城 买些路上的吃食 妈妈也在点点自己的行李 可别落下什么 谢姑娘提醒 今日进城 李清堂只带了林峰一人 剩下的都留在了冠礼收拾行忙 我让你安排的事 都安排妥了吗 姑娘放心 人已经准备好了 会装作北上的行人 和我们一起出发 林峰道 李清堂文言点了点头 今天他是特意来和柳姑娘告别的 要走了 柳福桑正坐在案前调香 头也没抬 嗯 李清堂点头 明日就出发 该教你的我都教了 还来干嘛 柳福桑侧美抬眸看了眼李清堂 不会是爱上我 舍得不走了 大概是吧 李清堂笑着把酒瓶拿了过来 这是我酿的酒 都送给你了 你酿的酒好喝吗 柳福桑放问 你一会尝尝就知道了 李清堂道 我在做吃食酒水方面 还是有一手的 柳福桑笑了笑 把调好的香膏递给了李清堂 给你的 好好放着别丢了 放心吧 刘姐姐给我的东西 我一定好好保存 李清堂问了一下 像是有薄荷 清香中还点着醒脑 这个可以提升醒脑 需要食涂在鼻下和双面 谢谢刘姐姐 李清堂笑着把东西放好 以后我会给你写信的 可别了 柳福桑挥手表示拒绝 我可没那个功夫给你回信 而且一个侯府千金 整日往青楼送信 你还要不要名声了 李清堂想起 上辈子他就是被名声所累 嫁给一个陌生人不得善终 他叹了口气 为何只有女人需要在意名声呢 柳福桑低头拨弄着指甲 面无表情 你有空想 这些有的没的 不如想象你以后的路吧 我可不想没过几个月 就听到你的噩耗 不会的 我这次不再是一个人了 你这话怪怪的 什么叫这次不再是一个人 我的意思是 我不是像你学了很多吗 李清堂努力找不 我得早点回去 等我回京后会偷偷给你写信的 柳福桑没说话 但是点了点头 柳姐姐你要好好保重 等我下次回苏州的时候 我给你戴京城最好看的裙子 最漂亮的首饰 还有最好喝的酒 好 你快走吧 别妨碍我做生意 那我走了 柳姐姐 李清堂眼睛又有些红 虽然他和柳福桑认识的时间不长 但就是有一种 好像相识已久的感觉 这大概就叫知己 嗯 路上小心 柳福桑装作不在意道 见李清堂即将要走出门 他还是没忍住开口 你那表哥比你想象中有本事 李清堂不懂柳福桑说这句话的深意 只是点头 嗯 我知道证出表哥是个有本事的 你在城中若有麻烦可以找他 就提我名字 他该是会给我几分面子的 你快走吧 傻丫头 柳福桑又想气又想笑 他意思 你若在京城遇到麻烦和危险 可以找苏怀木求助 但他又不能直说 毕竟他家主人目前看来非常热衷于做人家表哥 第二日 李清堂早起上了早课 拜别了师父们便向京城出发 这是木家给找的标行 前妈妈和习宿坐在林峰驾驶的马车上 李清堂和婉青坐在林宇驾驶的马车上 标行的人看着两车行李和礼物 他们的东西不多 人也不多 走得关路 除了林峰和林宇外 还有十个剑兽的标师 上辈子侯府不过派了六个护卫来 回京的时间也比之前提前了很多 想来应该再遇不到那队流口 从队伍从苏州出发 一路都行进得非常顺利 在距离京城还有三天路程的时候 因为天气不好 他们提前塑在一个小镇中 夜晚李清堂叫来了林峰和习宿 明月就动手吧 事成之后就把人关起来 可以受伤可以残疾 但是不能死 明白 第二日队伍行进一半 关路似乎被昨晚暴雨带来的泥石流烟了 无法同行 最终决定绕路 在绕路走了半晌后 一遍突生 一对蒙面人突然冲了出来 提刀就砍 两方人马打得异常激烈 刀刀都是奔着杀人去的 这可不像李清堂安排的那样 只是演绎出戏 敌人攻势很猛 不宜分散保护 把他带到小姐那看着 林峰见这群人并不是他事先准备好的那批人 连忙对车厢内的习宿道 好 习宿把钱妈妈扔进了李清堂的马车里 钱妈妈听着外面的声音 努力压制内心的狂喜 这应该就是孙姨娘安排的后手了 等那个小剑蹄子死了 他就自由了 再也不必被他像看烦人一样看着了 钱妈妈自以为把自己的心态想法掩藏得很好 可惜李清堂已经不是过去的他了 柳扶桑这段时间教他最多的不是弹琴唱曲 更不是如何吸引男人 而是怎么识人 如何看一个人的表情 如何分辨一个人对你是敌室友 钱妈妈眼中那掩饰不住的得意 和看向他时的那股蔑视 已经出卖了他 是你 钱妈妈露出一副茫然又害怕的模样 小姐在说什么 老奴听不明白 李清堂冷笑了一声 外面的那些人是他派来的吧 钱妈妈还在装傻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觉得他会放过你这个 知道他所有龌龊事的人 李清堂看着钱妈妈 只有我们都死在这 他才能高枕无忧 钱妈妈听后冷汗流了出来 没错 孙姨娘的确是那种人 但他此刻不想承认 我不知道 你不用懂 但你现在最好祈祷 我们都能平安无事 不然在匪徒的刀砍向你之前 我会先杀了你 李清堂戴着面纱 钱妈妈看不到他的表情 但能看到他眸中的冰冷 没想到前辈子两次死里逃生 都是他们所为 真好啊 钱妈妈看着李清堂 自从那日茶楼失败 不 是从他发现丢了银子那日起 这李清堂似乎就变了 人怎么能在短短时间内 变化这么大 莫不是被什么脏东西上了身 钱妈妈想着打了一个寒战 十个标诗 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 林峰和林宇 更是以一笛时 对方虽然人数 比他们多了一倍 但却始终没能靠近马车 这时突然有一个黑衣人 从后面抱起 冲到了李清堂所在的马车 一箭刺进马车 剑剑距离李清堂的胸膛 只有一拳 小心 习素不知 从哪掏出一个匕首 挑开了剑 婉清 护好小姐 婉清从恐惧中回过神 立马挡在了李清堂面前 紧紧抱住了她 小姐别怕 婉清保护你 钱妈妈被扔进车厢里 一直是半趴着的状态 而刚刚那一件 是贴着她的头发过去的 盘好的发际 因为那一件而碎裂 她狼狈地瘫软在车厢里 失了劲 过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哭着拉住李清堂的脚 姑娘 这一切都是孙姨娘做的 跟老奴无关啊 姑娘一定要叫老奴一命 老奴以后为姑娘当牛做马 看着钱妈妈哭得鼻涕一把 眼泪一把 李清堂只觉得虚伪与恶心 踢开了钱妈妈的手 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在这里 这不像一般匪徒 林峰对林雨道 找机会先带小姐走 好 林雨说着 撤回马车 小姐坐稳 我带你们先走 我没开口 你们千万不要出来 林雨说着 驾着马车突围 见李清堂要跑 黑衣人立马追了上来 林峰几人把匪徒拦住 但马车没跑多久 又被逼停 另一批黑衣人突然冒出 就在林雨要招架不住的时候 又一群蒙面人冲了出来 和黑衣人打了起来 李清堂只能听到外面的打斗声 他很担心林雨想要出去帮忙 但想起林雨之前的话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给林雨添乱 在黑衣人发现打不过对方的时候 领头的黑衣人拿出一个飞镖 射向了拉车的马 马受伤吃痛开始狂奔了起来 李清堂在马车里被颠得差点摔出去 连忙扶住窗户 小姐 这是怎么了 婉青紧紧抱着李清堂 前妈妈缩在了马车一角 嘴里不知道在胡言乱语什么 李清堂努力稳住身体往车厢外走 应该是马受惊了 他刚刚听到了马吃痛的嘶鸣声 我们得想办法让马车停下来 这里交给我们 你快去追马车 穆青对林雨道 得到两封信 又知道李清堂要在标形的护卫下回京后 苏怀木就让穆青带着一队人 一直在身后跟着 以防发生意外 是 李清堂晃晃悠悠 好不容易走车厢外 马车跑得飞快 小路又多坑洼 颠得厉害 李清堂趴在马架上 努力抓住缰绳 嘘 但他力气不够 马还是跑得飞快 小姐 我来帮你 婉青也爬出来 两人一起 但收效甚微 眼看着前面就是一个急转弯 以这个速度 不管是转过了弯 还是直接冲进未知而茂密的丛林 都不会有好下场 难道重活一次 他会死于坠马 不 他不甘心 李清堂狠狠拉住缰绳 娇嫩的掌心被绳索勒破 流出鲜红的血 他咬紧了牙齿 努力从马车上站了起来 双臂紧紧缠住缰绳 整个身子向后仰去 婉青 抱紧我 喻 李清堂用尽了所有力气 和婉青两个人的重量 终于在即将冲进丛林前 勒住了狂奔的马 李清堂虽然以浑身脱力 但还是赶紧爬下了马车 并让婉青把钱妈妈也带了下来 他怕这个马再次发狂 小姐 您的手 婉青看着李清堂鲜血淋漓的双手 眼泪直接飙了出来 连忙拿出手帕 给李清堂包扎 这不安全 我们先走 李清堂看了一眼 还在地上瑟瑟发抖的钱妈妈 不想死就跟上 小姐 小姐扶我一把 我我腿软 李清堂看了一眼 弯腰要去扶 就在这时 钱妈妈突然掏出一把小刀 对着李清堂的脖子而来 钱妈妈从未如此迫切地想活着 她不想也不能死 既然孙姨娘要杀她 那她就不能回京 她得逃跑 她还有把柄在李清堂手里 她必须趁乱杀了李清堂 然后逃跑 小心 伴着马的思鸣 一个熟悉的男生 传入李清堂的耳朵 李清堂抬眸 一匹白马奔驰而来 俊美的男人像神仙一样 从马背上飞了起来 宝剑出鞘 荧光一闪 轻巧地落在她的身前 啊 凄厉的惨叫响彻天地 林中的飞鸟被惊起 飞向远方 我的手 我的手 钱妈妈看着自己光秃秃的手腕 感觉自己的眼睛被一片血色覆盖 一下子晕了过去 婉清只觉得眼前突然一片红 脸上热热的 然后一只手就落在她的面前 她愣了三秒才反应过来 也发出了尖叫 李清堂想探出脑袋 看发生了什么 却被苏怀木一把按进怀里 挡住了眼睛 没事了 苏怀木穿着白色的袍子 此时这白袍后面 像一片开得正好的梅林 红得似火 表哥 李清堂感受着面前这温热的 带着心跳的胸膛 终于确定这一切不是梦 他伸手搂住苏怀木 眼泪终于忍不住地落了下来 表哥 别害怕 我在 李清堂哭着点了点头 随后又想起了什么 连忙擦干眼泪道 这时林玉也赶了过来 李清堂连忙道 不能让钱妈妈死 给他止血 苏怀木从怀里拿出一个瓷瓶扔了过去 是 在苏怀木的帮助下 很快黑衣人就被制服 留了三个活口 剩下的全部歼灭 他们这边死了两个镖尸 重伤三个 剩下也都受了轻伤 林峰 林玉和习宿也受了些皮外伤 最近的山长县城 距离着不到一个时辰 不如我们先去那修整吧 木青道 苏怀木看了一眼 被五花大绑的三个黑衣人给了木青一个眼神 你带人守在这 木燕快马去城里报关 林峰 林玉 你们去统计一下我们这边的情况 让伤员坐马车先进城 李清堂道 看看那些黑衣人身上有没有凭证 还有看好钱妈妈 别让她跑了 也别让她死了 安排好一切 李清堂才松了口气 伸手擦了一下汗 发出一声痛哼 这才发觉自己的双手火辣辣的疼 小姐 你这手可怎么办 晚清看着李清堂那血肉模糊的手 心疼坏了 苏怀木看着李清堂那双白嫩的手这般模样 眸光阴沉 你先随我进城诊治 说着他一个哨子 白马便走到了他的身边 他揽住李清堂的腰 一个用力便带着他飞上了马背 李清堂还没反应过来 马就已经奔跑了起来 李清堂的身子随着马的颠簸有些晃荡 但他的手却不知该往哪里放 别乱动 苏怀木的声音紧贴着他的耳边响起 又酥又妈 还很痒 李清堂不自觉地歪了歪身子 差点掉下去 被苏怀木一把抱住了腰 说了 别乱动 李清堂用蚊子般的细语 轻轻嗚了一声 再也不敢动了 苏怀木一只手护着李清堂 另一只手拉着缰绳 白马在小路上飞驰 李清堂一动不敢动 苏怀木几乎把他整个拢在了怀里 他身上那股冷冽的香味 一个劲地往李清堂的鼻子里钻 手掌的热量 透过衣衫传到他的身上 苏怀木第一次见到女扮男装的李清堂时 就知道他的腰很细 但没想过会这么细 他一手便能握住 好像稍微一用力就会断掉 到县城的距离 说近不禁说远不远 对于马上的两人 既短暂又漫长 到了县城 苏怀木立马带李清堂去了医馆 这才发现 除了掌心 双臂也全是青紫色的勒痕 在雪白的肌肤上显得触目惊心 大夫为李清堂清洗伤口 李清堂疼的身子一颤一颤 脸都苍白了几分 让开 我来 苏怀木挤走大夫自己上手 苏怀木清洗得非常仔细且小心 呼 他一边吹气一边道 疼就告诉我 李清堂点了点头 他看着苏怀木低头认真上药的脸 想到刚刚要不是他即使出现 自己可能已经死了 表哥 你真好 苏怀木一个失神 稍用力了些 撕 李清堂深吸了一口气 对不起 我再轻一点 等上好药 包扎完毕 晚清几人也顺利进城 苏怀木直接包下了一间客栈 把这边所有事打点妥贴才到 你们在这休息一会 我去府衙处理一下 那些黑衣人的事 我和你一起吧 李清堂道 那些人毕竟是对着他来的 不用 苏怀木把人送回房间 你就这等着 我一会就回来 李清堂想了想 连忙从怀里掏出一块令牌递了过去 拿这个去吧 我毕竟是侯府的小姐 看在这个面子上 想来这支线会更重视一些 好 苏怀木接过令牌 转头看向习宿 好好照顾你家小姐 随着苏怀木的转身 李清堂才注意到 他背后有一大片血迹 你受伤了 不是我的险 李清堂想起那道白光 和钱妈妈的惨叫 大概知道这些是怎么来的了 要不要换身衣服再去 不必 这样正好 山长县县令 正准备和爱切一起出游 突然牙抑又急匆匆来禀 大人 又有人来找 不见 不见 县令大手一挥 没看见我正要和三娘 去城外踏青吗 别什么阿猫阿狗 找我都同传 县令话音刚落 一道声音响起 你说谁阿猫阿狗 你是从哪冒出来的 这里是府衙后堂 谁允许你随意出入的 县令怒道 来人 把他给我压下去 苏怀木身边跟着一个侍卫 手中的刀拔出小半截 冷声看向周围的牙抑 谁敢动我家公子 几个本要上前的牙抑 被这气势所振 一时不敢上前 苏怀木慢条思理地走路花厅 眼中带着冷力 居高临下地 看着山长县县令 你的志下不利 辖区内发生匪徒 截路杀人这等害人事件 你这个县令不赶紧调查 竟还想着出去游玩 我县令没见过 这般狂傲的人 敬上他的县衙来质问他 这时县令身边一个貌美女子 悄悄拉了一下县令的袖子 小声提醒 他穿的是上等赎紧 这可是贡品 只有皇族宗士 和那些得盛兴的王公大臣们 才有的穿 得到爱切的提醒 山长县县令到嘴边的话 立马咽了下去 瞬间换上一副恭敬的面孔 在下长山县县令复合 不知公子高姓大名 刚当是下官失言 我刚当说的 去城外就是为了这件事 我倒看看 是光天化日 赶在天子脚下行凶作恶 他这个妾室 之前是上一局的公女 早年皇帝大赦天下 被放出了宫 他说的一定没错 这人得罪不起 我是谁不重要 苏怀木有些玩味地看向复合 不愧是官场老油条 这变脸的速度可真快 但今日被刺杀的是谁 你可知晓 这复合看了眼牙役 牙役摇了摇头 这个下官还未来得及询问 苏怀木冷哼一声 被刺杀的可是北安侯府的千金 二复合一听 冷汗立马冒了出来 到底是哪来的胆大妄为之徒 竟敢刺杀侯府千金 复合先怒斥 然后小心翼翼问道 那侯府千金没没事吧 可以有事 也可以没事 苏怀木把玩着御班纸 我只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后 若是得不到那群黑衣人的来历 和幕后主使的信息 我保证弹劾你无能的折子 会出现在狱前 而且你还得自己去向北安侯解释 为什么他女儿差点死在了山长县 说吧他便起身离开 后背鲜艳的血迹 印在县令的眼中 刺眼得很 不知道三日后 下官该去何处禀报 县令颤着声问道 苏怀木把李清堂给他的令牌 扔给了县令 三日后 带着令牌来云集客栈 县令双手牢牢握着令牌 再看到上面北安侯几个字后 腿一软 这这一大早他 眼皮就开始跳 他就知道今天没有好事 但也没想到是这么大 到底是哪群杀千刀的 非要在他的地界搞这么一出 快把县城 县尉 武座 还有刚刚去了县场的牙医 都给我叫来 复合只是一个七平小县令 北安侯随便一根手指 都能弹掉他的乌纱帽 苏怀木离开后 李清堂先去看了钱妈妈 确定他死不了后 让林峰把他关到了刚满下的房子里 李清堂独自进了屋子 捏了一下钱妈妈断掉的手 好奇又关心地问道 疼吗 妈妈 小姐 小姐你饶了我吧 我已经吃到苦头了 您看我这手 我这手已经没了 钱妈妈虚弱无力地哀求 钱妈妈 我对你那么好 你为什么要杀我呢 李清堂问道 你看你明明很听孙姨娘的话 可她却想要你死 你还不知道吧 你手里 那些所谓孙姨娘给你的信 都是假的 她从头到尾都是在骗你的 她从来就没想 让你活下去 不不可能 钱妈妈疯狂摇头 不可能是假的 怎么会是假的呢 钱妈妈 这世上只有我对你好 你为孙姨娘担惊截虑 但她只想让你死 你男人吃你的 用你的 还背着你养外事 你儿子自己在京城吃香喝辣地 帮孙姨娘对付你 丝毫不管你的死活 只有我呀 是我这些年一直保护你 养着你 你一日三餐都是我做的 只有我不想让你死 哪怕你一次次犯错 想置我于死地 但我还是一次次地宽恕了你 甚至还替你治病 李清堂指了指钱妈妈断掉的手 若不是我的话 你现在恐怕早就流干了血 死在了荒山野岭 而没了你的拖累 你的男人就可以和外事双宿双飞 你的儿子就可以拿着孙姨娘的钱 找几个美娇娘过更加逍遥快活的日子了 钱妈妈跪在地上哭着的T4横流 小姐 小姐是我错了 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 我怕你带我回京后 我会被孙姨娘杀死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以后给您当牛做马 钱妈妈 你如今只有我了 但我身边却有很多能用的人 你又老又丑 现在还没了一只手 可晚清 习俗他们每一个都比你年轻 比你有能力 我为什么要用你 李清堂反问 我 我知道很多事情的 小时候您最喜欢的那只猫 不是自己掉进井里 而是被二小姐扔进去的 她说她讨厌那猫的眼睛 钱妈妈这次是真的怕了 她迫切地想 证明自己有用 李清堂听后握了握拳 但面上还有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 这些我都不感兴趣 算了 看在主仆一场的勤奋上 你就在这待着吧 祈求孙姨娘不会再派人来杀你灭口 不 钱妈妈疯狂摇头 我还知道 二小姐一边勾搭文姓猴柿子 一边还和李不尚书的小儿子 不清不楚 这些李清堂也知道 他们都是在猴府上过课的 自小就和李清堂一起长大 钱妈妈你就好好再这样的吧 我有空会来看你的 李清堂出门后 让人把所有窗户封死 石屋内一片漆黑 门板下开个洞 每日只从洞中给他送药和一顿饭 不许和他说话 要保证水滴不断 李清堂吩咐 是 这是 他在一本书上看到的 要想让一个人彻底对你沉浮 被你掌控 首先要摧毁他的心智 让他觉得 你是这世上他唯一的依靠 然后 李清堂又研究了一下 最快可以摧毁一个人心智的方法 从逼问犯人的刑罚中 他摸索出了一点头绪 刚好用钱妈妈试试 回到客栈 习宿已经统计好了伤员 十个标识死了两个 重伤了三个 剩下都是轻伤 李清堂给去世的两个标识 每人五十两的抚恤盈 受重伤的给了二十两 轻伤的也每人给了五两 我付了一个月的房钱 你们就在这休养吧 等身体恢复的差不多 直接从这回苏州吧 李清堂对标识道 这一路辛苦你们了 标头有些不好意思收这个钱 他们行标本就是脑袋 别在裤腰上的行当 一趟死几个人 不说司空见惯 但也是正常的 本来这趟标的标费就很高了 他们让雇主受了伤 也没送达目的地 那些刺客严格上还不是他们解决的 他们也属于被保护的那一方 结果这小姐还给了这么多银子 小姐严重了 拿人钱财替人办事 是我们没有保护好小姐 还让小姐受了伤 标头十分愧疚 这银子我不好收 拿着吧 我只是些皮外伤 你们好好休息吧 每日的饭菜和汤药 会有人送来 那标头迟疑了一下 想了想手下的兄弟 有了标费和这银子 买上几块地 或者一个小铺子 也够他们的家人 这辈子一事无忧了 谢谢小姐 谢谢小姐 回到房间 婉清把晚餐端了进来 小姐 我们是不是得写信回侯府 让老爷多派点人来接您 李清堂双手被包扎得像两个粽子 连勺子都不好拿 不能写 李清堂道 孙姨娘想着她与死地的心太强烈了 她虽想抓孙姨娘的把柄 可她不想这静静路再有波澜 她不想再有人死了 婉清拿起筷子 小姐 我喂你吧 好 婉清一边喂饭一边问 为什么不能写 您受了这么大惊吓 差点就香消玉养了 不得让侯爷知道好心疼你吗 不成 李清堂摇头 这是牧家给找的标形 孙姨娘还是想用老一套的手法 既要她死 又要脏木疏云一手 既然 那么想要她死 那她就死好了 婉清 明天你去找钱妈妈 让她把和孙姨娘通信的方式说出来 再让她写一封信告诉孙姨娘 说我重伤不致死了 李清堂道 告诉她 只要她表现得好 我会考虑让她为我做牛做马 是 小姐 对了 我表哥回来了吗 李清堂想起那批黑衣人 还有三个活口 光凭钱妈妈 一个人的话 孙姨娘可能不会信 若那边也传信 孙姨娘就不得不信了 牧公子还没回来 李清堂点了点头 等他回来叫我 苏怀木给完县令压力 就去了关押三个黑衣人的地方 牧卿已经在考打逼问了 但对方并没有说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只说 他们是拿人钱财替人办事 不知道雇佣的是谁 也不知道刺杀的是谁 苏怀木把问题重复 问了一遍 突然道 你们是西北人 三人明显一愣 我去过西北 那边的羊肉很好吃 就是风沙太大 尤其阳西关 小半年都黄沙碧日 那边的首边将士 真的苦啊 苏怀木这看似毫无关系的话 却让那三人 神色有了明显变化 你们不知道雇主是谁 那事成后 你们怎么联系 总该知道吧 苏怀木问 我知道 你们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所以我不为难你们 只要你们 说出联系方式 我不仅会放了你们 还会给你们一笔银子 反正都是拿钱做生意 不如让我当你们的雇主 如何 看几人没有反应 苏怀木又道 把他们三个分开关 第一个开口的 给一百两银子 和一匹马放他走 第二个开口的 给一两银子 打断一条腿放走 第三个开口的 杀了 苏怀木说完后头 也不回地走了 苏怀木刚离开 就有人招了 公子 真的要放他们走吗 木青问 放 派人跟着 苏怀木道 多派几个分开盯着 这次我们或许会掉到意想不到的大鱼 第三个真杀吗 先留着 对了 那第一个开口的人 还拿出了一封信 说是雇主给的 木青把一个染着血的信递了过去 苏怀木看了一眼 眉头皱起 把信收了起来 苏怀木回到客栈夜已经深了 他发现李清堂的房间还亮着灯 正在疑惑 要不要敲门的时候 门打开了 表哥 你回来了 李清堂似乎已经准备入睡 头发披散着 白色的中衣外 披着一件藕合色的外衣 不湿粉带 而颜色如朝霞硬血衣 柔柔轻慢 妩媚鲜弱 怎么还没睡 苏怀木把目光从李清堂脸上一开 我在等表哥 李清堂到 等我 苏怀木不自觉吞了一口口水 嗯 李清堂打开房门 表哥 进来说 李清堂给苏怀木倒了一杯茶 表哥 府衙那边怎么说看 审出什么了吗 我把你的令牌给限令了 要他们三日内给结果 苏怀木道 那几个绑匪也审了 看着李清堂期待的目光 苏怀木直接把结果说了出来 他们只说是收人钱财替人消灾 不知道雇主是谁 但是联络方式我要到了 果然还是表哥厉害 李清堂听后又道 清堂想求表哥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我想装死 嗯 苏怀木好奇看向李清堂 装死 对 我想知道 是谁这么想让我死 装死炸他一下 希望表哥帮我 李清堂无法直说 但他可以引苏怀木 一步步发现真相 你想让我怎么帮 传信回去就说 刺了我腹部一箭 刺杀成功 李清堂道 今晚我会营造出 我重伤的假象 让县令知晓 但暂时不能让他传入京中 苏怀木一下就知道 李清堂要做什么了 只让犯人知道 他的死了的消息 这样 他回到京城后就可以知道 是谁想要害他 好 我帮你 苏怀木应下 他倒要看看这小狐狸 到底能做到哪种程度 谢谢表哥 李清堂露出一个甜甜的笑 那就麻烦表哥去帮我喊人了 山长县令复和 因为苏怀木给下的通牒 一晚上都没怎么睡 红着眼睛起床后 就听到近身服侍的小司来宾 说昨晚侯府千金伤势加重 怕是要不行了 什么 复和跌坐在椅子上 你说什么 侯府那位千金 怕是要不行了 天要亡我呀 复和仰天长叹 快 快把城里所有的大夫都带过去 随行的有大夫 昨夜他们已经叫开了城内的医馆 买了很多草药 听说 现在正在满城 找百年老餐调命呢 百年老餐复和念叨着 我记得我们库房有 快送去 是 复和双手抱拳祈求 万不能让人死在这啊 大人 我们要不要通知侯府 管家问道 你疯了 复和道 我们现在是想着 怎么才能不把事情让侯府知道 你快去把库里那些珍贵的药材 都送去客栈 只要人不死在这怎么都好说 是 当婉青带着光出现在钱妈妈面前时 钱妈妈立马扑了过来 小姐呢 我要见小姐 我知道很多副里下人的因此 我都告诉小姐 小姐知道那些有什么用 婉青嫌弃地往后退了两步 小姐给了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如果你干得好 小姐会考虑来见你 什么事 钱妈妈的眼睛无比炽热 这屋子里没有光 连个鸟鸣都没有 只有水滴不断掉落的声音 一直一直在耳边回荡 她分不清昼夜 度日如年 小姐要知道 你和孙姨娘联系的方式 还要你写封信告诉孙姨娘 小姐重伤不治 已经死了 我写 我这就写 得到了联络方式 婉青拿着信头 也不回地离开了屋子 房间又重新归于黑暗 只有水滴声 滴答滴答地伴着她 钱妈妈缩在床的一角 楠楠道 小姐 小姐救我 秀华楼 李清堂听到后冷哼一声 好样的 这孙姨娘当真心机深沉 真是每一步都算到了 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秀华楼是穆书云的陪嫁铺子 信是被秀华楼的长室收下 一旦事发 倒霉的也是穆书云 两封信一前一后送了出去 孙姨娘这几日在府中有些心神不宁 算来 应该已经差不多到时候 怎么还没有消息 这次不会又出什么意外吧 就在这时 她的陪嫁嬷嬷 赵嬷嬷把信带了过来 看到上面说刺杀成功 孙姨娘因为激动而用力过猛 杏纸都被她揉碎 她直接把碎裂的杏纸 用蜡烛点燃 看她消失得干干净净 今天我胃口好 让小厨房晚上 给我夹到羊肉羹 孙姨娘露出一个笑 她得趁着噩耗还没传来时 好好补充一下体力 毕竟哭丧还是需要点体力的 李清堂没有在山长县久留 她走之前 见了钱妈妈一面 维米的钱妈妈 在看到李清堂的那一刻 仿佛看到了生的希望 滔滔不绝地 把所有知道的事都说了个干净 李清堂摸了摸钱妈妈的头 像是摸一条小狗一样 然后拿出她最爱的烧鸡 你的故事讲得我很爱听 这是给你的奖励 钱妈妈不知道多久没有吃过肉了 抱着烧鸡疯狂感谢李清堂 谢谢小姐 谢谢小姐 你看你受伤这么严重 只有我记得你 会来看你 还给你带好吃的 你可庆幸着 有我这么一位好主子吧 小姐说的是 这世上只有小姐是真心对老奴好 钱妈妈哭着道 让老奴在小姐身边 伺候吧 妈妈被孙姨娘害得 受了这么大的伤 身体不好 还是先好好在这养着吧 等你身体养好了 我就带你回京 帮你报仇 李清堂道 我会让孙姨娘 因为伤害你而付出代价 钱妈妈哭得鼻涕眼泪混为一团 小姐 我过去糊涂啊 我糊涂啊 乖 别哭了 好好在这待着 我会经常让人给你带好吃的 李清堂说完 便离开去了府衙 一是向县令道别 二也是为了借两个衙医用 县令自然答应 那群黑衣人的身份 到现在都没查出来 他很怕侯爷在狱前参他一本 所以对李清堂 几乎是有求必应 表哥 你不同我一起进京吗 不了 我要去梁州办事 已经耽搁了几日 眼下距京城只有三日 有牙医护送下来 不会再有事 京畿附近各家眼目众多 他不能再同李清堂他们一起走了 那表哥路上小心 李清堂道 等你哪日来京城了 一定要来找我 我请你吃好吃的 好 苏怀木把那封从黑衣人 那得到的信拿了出来 这是从黑衣人身上搜出来的 我没有给别人看过 你看看有没有用 他这两天调查了一下这封信 对比了一下字迹 发现这是侯夫人 穆书云的字迹 所以没有妄动 李清堂接过信 深深看了一眼苏怀木 谢谢表哥 快出发吧 路上小心 李清堂登上马车 对苏怀木挥了挥手 再见 表哥 苏怀木一袭轻衣站在树下 挥了挥手 没有说话 注视着马车消失在路的尽头 你知道要去梁州办什么事吗 穆卿小声问穆燕 说你笨你还真笨 公子那只是借口 要是公子陪李小姐一起进京 那身份不就暴露了 穆燕道 身份暴露 还怎么做人家表哥呀 走了 苏怀木冷清的声音响起 两人连忙闭上嘴 骑马跟上 公子 这不是去京城的路 穆燕看着方向问道 说了 去梁州 哈 真去梁州啊 穆燕惊了 穆卿看了一眼穆燕 挑了下眉 李清堂拆开了信 这信中字字没有说身份 但又句句表示 血信的人是穆书云 孙冷血 孙冷血 好名字 越靠近京城 路上的马车和行人就越多 他们的马车在其中毫不显眼 甚至有些寒酸 小姐 您在想什么呢 这么出神 婉清问道 没什么 他在想 该如何出现在众人面前 婉清有件事要交代你 李清堂想了想看向婉清 这件事很重要 什么事啊 小姐 李清堂把要做的事情 和那封信一起给了婉清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我知道 婉清十分认真地点了点头 小姐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做的 我相信你可以 距离京城只有不到半日入城时 李清堂停了下来 没有即刻进城回府 而是在城外休整了两天 第三天一早 他让凌宇和婉清进了城 两人入城后并没有直接进侯府 再去了一趟不防后 婉清才拿着令牌 直接拜见了穆书云 姨娘 守门的婆子来报 说一个自称是婉清的小姑娘 拿着大小姐的令牌 去找了夫人 赵嬷嬷道 看门的婆子说婉清瞧着很狼狈 哭得眼睛都肿了 孙姨娘一听 这莫不是回京报丧了 等人出来了 把她带过来 孙姨娘等了很久 也不见婉清过来 让身边大丫鬟春桃去打听了一下 奴婢听说婉清已经离开了 侯夫人还命管事 带着几个护卫 跟她一起走的 还有呢 再没了 春桃摇头 临近傍晚 孙姨娘院子里的下人嘀咕道 我刚才买回来 看见后门送进来一车白布 明天就是侯爷的生辰 怎么经个儿有人 往家里送白布 这么晦气的东西 白布 孙姨娘一听 眼睛亮了 你没看错 真的是一车白布 肯定没看错 而且听说 好像还不止一车 孙姨娘忍住内心的喜意 她忍了这么多年 终于把这个李清堂 这个小狐狸精给处理掉了 但那小狐狸精的尸体被抬回来 她非要把这口锅 扣在穆树云的脑子上 是她找的标杭 现在出了事 那些黑衣人身上 还有穆树云的亲笔性 她便是有巴掌嘴 也脱不了干系 第二天一早 春桃看着孙姨娘那黑眼圈道 姨娘 您昨个儿没睡好吗 今天是侯爷生辰 咱们穿哪套衣服 今个儿春桃 一定把您打扮得 比夫人还好看 孙姨娘昨晚几乎没睡 因为想到 今天是侯爷生辰 在这种日子里 李清堂的尸体被运回来 那得多晦气啊 她随便挑拨几句 不仅穆树云得完蛋 那小狐狸精 怕是死了 都没处买骨 今日要回侯府 李清堂特意换了 深海棠红色的裙子 带了几朵相呼应的珠花 和一个同色系的面纱 毕竟她现在 还是个毁了容的人 这一路她都戴着面纱 除了婉青 习素和林家兄弟俩外 谁都不知道 她究竟是什么模样 习素用一种树皮的枝叶 涂抹在了李清堂的脸上 造成了红肿的模样 但只要用水洗净 在涂上要高几个时辰 就会消失 同时为了避免穿帮 习素还给李清堂腹部 做了一道假伤疤 易容 如何以假乱真 是暗卫的必备技能之一 习素在这方面 是个中好手 昨日晚清 带着侯府的人回来时 已是深夜 是以双方并没有见面 这是真管家时隔五年 第一次见这位大小姐 她不着痕迹地 打量了一下这位大小姐 虽然身上 没有任何贵重的饰品 但穿着的倒还算得宜 这神情和仪态 也没有那股小家子气 甚至比李府前 看着还要大气一些 或许是常年住在冠里 吃斋念佛 身上还有着一股 说不出的气语 夫人让老奴来接小姐回府 小姐这一路受苦了 这一路的确很苦 差点就回不到京城 李清堂道 不过幸好得父亲母亲 和祖母的保佑 九死一生的局面 被我闯了出来 这还要多谢山长县县令 多亏县令大人 给了百年老餐 和不少珍贵药材 才就回了我这条命 李清堂说着 眼眶微微发红 婉清在一边默默流泪 哭诉 若不是有标形的人 拼死相护 小姐又负大命大 遇到了路过的好心人相助 怕真是会死于 那伙贼人的刀下 那么长的刀啊 刺进了小姐的身体 血流了一地 大夫都说就不活了 其实小姐 若不是为了保护 那些给老爷夫人的礼物 也不会挨那么一刀 习素在一边 红着眼睛补充道 我家小姐这些年的心血 和藏的银子 全花在了这礼物上 这一路都小心翼翼地保护着 在那种生死关头都没松手 你们两个都别哭了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今天可是父亲的生辰 等会回府后 可不万许提这些不好的事 再扰了父亲和祖母的性质 李清堂先洋装斥责了两人一番 然后看向真管家 抱歉地笑了笑 劳房管家一路奔波来这里接我 这马车一坏 实在是没了进程的工具 而我这身子骨又不争气 不能骑马颠簸 伺候您本就是我的职责 真管家昨个儿已经见到了那辆马车 实在是破旧的 有些不像样子 幸好是坏了 要是坐那种寒酸的马车回府 被熟视的人家看到 还指不定要被怎么笑话 眼下时候还早 真管家先同我一起吃个早饭 再进程吧 李清堂说起话来 声音又轻又柔 让人无法拒绝 这不太妥 小姐是主子 而我是奴才 主子和奴才 怎么能同转时 抱歉 李清堂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罐中没有这些讲究 这样我再让人给几位 准备一桌同样的饭食 李清堂说完看向晚清 我记得真管家似乎不喜洛苏 茄子 你让人把这道酱茄子换一下 真管家没想到 李清堂竟然连这个都知道 既吃惊又有些感动 吃饭的时候 李清堂故意让林峰和林宇 与真管家和那几个侍卫做一桌 真管家看着不算丰厚 甚至可以说 有些简单的早餐问道 小姐平日就吃这些 罐中生活轻苦 这已经比平日丰盛很多了 林峰道 小姐不挑吃喝的 钱妈妈怎么不在 你们是小姐后来买的 我记得走的时候 并未见过你们二人 那些侯府护卫 都在匪徒刀下死了 真管家打探道 钱妈妈受了伤不方便移动 被小姐留在了县城养伤 等过段时间伤好了再接她 林峰道 小姐没有护卫啊 此次护送小姐回京的 只有镖形的镖尸 也多亏了他们小姐才得救 那些镖尸死得死 伤得伤 小姐心疼他们 把手里剩下的银子都给了他们 让他们留在山长县养伤 只问县令借了俩牙医 一路护送了过来 什么 真管家感觉自己的耳朵不好使了 侯府护卫呢 我听说好像是犯了错 被钱妈妈打发走了 反正我们被小姐救下的时候 小姐身边只有两个小丫鬟 和一个钱妈妈 林峰说完林语接着道 就是因为没有护卫 小姐在准备回京礼物的时候 还被截了路 幸好被路过的穆家公子救了 这真管家一听 怎会如此 钱妈妈 怎么敢如此大胆遣散护卫 钱妈妈哪有这个胆子 据说是姨娘手啃了 林语小声道 但具体的也不清楚 反正小姐心思单纯 一心扑在佛法上 不是抄经 就是为侯府的主子们祈福 不太在意这些小事 真管家默默把这些都记在心中 吃过饭 收拾好行囊 李清堂带着习宿和婉青 坐上侯府的马车 小姐这马车真大 真舒服 婉青坐进去后 东摸摸西看看 这是垫子上铺的 是狐狸毛吧 好软啊 这靠枕也好舒服 这这竟然还有小炉子可以煮茶 好了 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习宿小声道 对着车厢外挪了弩嘴 外面还有人呢 林峰和真管家一起坐在外面 小姐伤口刚愈合 不能颠簸 走得慢管家别介意 小姐的身体最重要 李清堂故意让林峰走得慢 是要卡着李顾下职的时间进程 因为身体柔弱的原因 真管家让马车直接从脚门 驶入侯府后院 直接拉进了经医院门口才停下 婉清和习宿扶着李清堂下了马车 就看到一个华美的妇人站在院中 李清堂想了很多种和穆书云相见的场景 但在见到的那一刻 她什么也想不起来 只觉得眼眶发酸 胸口发热 母亲 她想不起那些规矩如何 抱着穆书云就大哭了起来 哭前世的不幸 哭此时的喜悦 婉清 习宿也跟着大哭起来 好孩子 别哭了 快来见见你父亲 穆书云对这个庶女说 有多深的感情是假的 但想着她这些年在外孤苦无依 又差点死在路上 心就柔软了几分 李清堂擦了擦泪 点了点头 对了 快让人去把孙姨娘请来 婉清你去吧 李清堂道 姨娘肯定很担心我 嗯 当春桃来报说真管家回来 还让人抬着一个像棺材一样的东西 进入经医院的时候里 孙姨娘就已经开始做准备了 没过多久婉清就来了 哭得眼睛都肿了 姨娘 小姐回来了 您去看看吧 婉清的声音中满是悲痛 还不忘提醒 您见了后 可别太伤心 孙姨娘一听心下大喜 差点没远住笑出来 连忙收拾了一番 往经医院赶去 一边走一边开始酝酿情绪 等走到经医院的门口 她就立马放声哭了起来 清堂 我的清堂 是娘的无能 才害你死得这么惨 清堂 我的清堂啊 孙姨娘穿的一身素色衣裙 只简单带了两个根珍珠簪 哭得梨花带雨 我见油帘 不愧是要想翘 一声笑啊 孙姨娘已经花听就看到了 地上放着一块长方形的箱子 上面还盖着块布 她直接扑过去 哭得更加凄厉 到底是谁害了我的堂儿 说着 她抬头看向穆书云 夫人 我是信您的 这才安心 让您找人护送堂儿进京 可我的堂儿怎么会 怎么会 孙姨娘捂着胸口 哭得悲惨极了 我当初说要送堂儿回我祖籍 夫人非要让堂儿去 人生地不熟的苏州 先是差点被劫裁害命 如今又又死在了回京的路上 侯爷 侯爷 你一定为妾身做主啊 孙姨娘为这出戏眼酝酿了许久 演得那叫个生情并茂 孙姨娘今天是侯爷生辰 这大喜的日子 你在胡说些什么 穆书云美目中带着怒意 我胡说 孙姨娘看向穆书云 夫人 您恨我可以对着我来 可堂儿是无辜的 我这些年谨小慎微 安分守己 堂儿自小聪慧 我怕她争了卵儿的风头 连家学都没让她去上过几日 可怜我这堂儿 十岁就被送去灌脸 明明生在侯府 却未曾享受过一天 侯府千金的好日子 是我 是我这个做娘的不争气啊 孙姨娘说着 捶了捶自己的胸口 看着孙姨娘哭得这般可怜 李顾是有些心疼的 但她说的 这都是什么 她怎么听不明白了呢 冷雪 你别说了 不 我就要说 金盖 我就算是死在 这也要为我 为我堂儿争个公道 孙姨娘看向李顾 侯爷 我们自小一起长大 雪儿是什么性子 您还不知道吗 这些年来 我从未敢和夫人 争过任何东西 虽然心痛 但为了您的安危 还是把堂儿送了出去 可没想到那日一别 竟从此天涯两隔 到底是谁刺杀了我的堂儿 侯爷 您一定要替妾身 和堂儿讨个明白 孙姨娘情绪 已经酝酿到顶点 戏正眼到高潮的时候 一个俏丽的声音 从后堂走了出来 姨娘 您在说什么呢 李青堂一脸茫然 您怎么知道 有人刺杀女儿 又是谁告诉您 女儿死了 她算计着时间 故意失手打翻了茶杯 然后去换了衣服 等着孙姨娘戏眼的差不多了 才走了出来 孙姨娘看着活生生 出现在她面前的李青堂 大脑一片空白 脱口出 不可能 李青堂已经死了 你是哪里冒出来的妖魔鬼怪 李青堂一副惊讶到 不敢置信的模样 眼眶瞬间红了起来 引起惊异的泪 姨娘 您在说什么呢 我是您的堂儿啊 姨娘和父亲的 英荣笑貌 我这五年来 未曾有一日忘记 您每次来信 都说记挂我 李青堂这一出 整得有些不会了 待愣了一会才到 那这棺材里的是什么 姨娘 机遇是父亲生辰 您穿一身白就算了 怎么还能说这么灰气的话 李青堂焦急地剁了剁脚 哪有什么棺材 这是我父亲准备的生辰礼 李故本来没觉得 孙姨娘这一身有什么问题 因为孙姨娘平日也爱这么穿 但听李青堂这么一说 眉头立马皱了起来 孙姨娘 谁告诉你 有人刺杀青堂了 谁又说青堂死了 穆书云冷冷看着孙冷雪 连我都认得出这是青堂 你怎么连自己女儿都认不出 屋子里哑雀无声 这是孙姨娘从未想过的画面 不可能的 不管是那刺客 还是前妈妈 都说李青堂死了 府中不是还买了白布吗 但孙姨娘反应得很快 是是婉青说的 婉青那语气 那神态 意思分明就是说 李青堂的尸体被拉了回来 让他见了后别太伤心 侯爷夫人明见 奴婢可没说过 这么大逆不到的话 婉青连忙跪下道 小姐回来了 让姨娘见到后 别太伤心而已 依然怨上上下下可都听到了 分明就是你这丫鬟不怀好心误导我 你让我别伤心 堂儿都回来了 我这个做娘的 为何要伤心 自然是因为小姐毁了容 又受了那么重的伤 您可是小姐的亲娘 当娘的见到女儿受了这般苦 自然是会伤心难过的 小姐考虑到 今天是侯爷的生辰 怕您太难过 影响侯爷和夫人的心情 所以奴婢才让提醒了您一句 婉青委屈道 您在院子里的时候 看着还挺开心的 谁想到您会以为小姐死了 婉青说完 李青堂立马跪下 父亲 母亲 是青堂不对 姨娘只是太过担心 我以至于失了分寸和仪态 青堂能顺利回到京城 多亏了母亲 请得标行拼死相护 能死里逃生 更是因为父亲负责的庇护 求父亲母亲 看在女儿大难不死的份上 饶了姨娘这一次吧 她她也只是担心我 柳福桑告诉她 对付后宅女人 最好的方法 就是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后院生存法则就是 先机 谁先站住了先机 谁先站住了道德的制高点 谁就能更胜一筹 所以孙姨娘还未见人 就先哭了起来 而李青堂 则要在孙姨娘反应过来前 先把这罪过 给她牢牢扣上 青堂快起来 你伤害未遇 别撑到了伤口 穆书云连忙扶起李青堂 李青堂哭着摇头 我伤势小 但父亲责怪姨娘是大 虽然姨娘已经记不得女儿的英容 还说女儿是妖魔鬼怪 但那都是因为姨娘不知道 为何认为女儿已经死了 悲痛下才说出的话 当不得真的 父亲可千万不要为此生气 李青堂说完 拉着孙姨娘道 姨娘 快给侯爷和夫人道歉啊 小的时候 每次不是她犯的错 可孙姨娘总是会先一步 替她承认错误 让她道歉 替李青鸾背了很多锅 李顾黑着个脸 她好好一个生辰 女儿回来懂事乖巧 结果爱妾穿着一身 白袍来哭丧 真真会气急了 青堂你先起来 这件事与你无关 李顾开口 让人扶起了李青堂 李青堂看李顾的脸色就知道 她生气了 北安侯府祖上是靠军功封侯 传到李顾 这已经是第四代了 侯府从李青堂的祖父 那一代就开始落寞 李顾这个人 没什么大本事 自小又被老太太给宠坏了 吃不了苦 于是弃武从文 靠着七家的钱财 给自己铺了个宗正寺少卿的 从四品观 整日无所事事 主打一个吃喝玩乐 人说不上坏 但庸碌而自私 没受过苦的娇娇公子 总是以自己为中心 在她生辰 做出这般晦气的事 孙姨娘今日必会受罚 冷选 这件事是你错了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来质问当家主母 好好的日子待笑哭丧 罚你去祠堂跪上一天 好好在院子里待上两个月 反省反省 孙姨娘脸色刷得一白 她明白 之前筹谋的一切都白费了 眼下她只能视若认错 是妾的错 是妾一时被这消息 刺激地失了分寸 还以为 以为堂儿真的没了 孙姨娘跪在地上 身子微侧 双手伏地 低谋无声流泪 侯爷罚的是 妾这就去祠堂抄金 为侯爷 夫人祈福赔罪 清堂 你有把自己遇刺受伤的消息 提前通知孙姨娘吗 穆书云问 李清堂摇头 并未说过 遇刺时一片混乱 等我从鬼门关闯出来后 怕父亲母亲和姨娘担心 我便连侯府都没知会 又怎会独独通知姨娘 若不是马车坏了 我也不会让晚清进府求助 孙姨娘 我也只是昨个才知道 清堂遇刺的事 我连猴也都没来得及告诉 穆书云冷眼看着孙冷雪 我很好奇 你是怎么知道 清堂在回京路上遇刺的消息 又是怎么认为 他已经没了 清堂是山长县的牙医护送回来的 他们调查时得知 刺客在刺杀后 给幕后主使发了一个消息 孙姨娘听到这里冷汗 瞬间从额头冒出 不行 不能再让穆书云继续说下去了 孙姨娘直接晕了过去 李清堂见状 连忙过去查看 拍打着孙姨娘的脸 焦急道 姨娘 姨娘 你这是怎么了 快醒醒啊 孙姨娘藏在袖子里的手 紧紧握住拳 这小剑蹄子 下手倒是重 李清堂哭着哭着 也因为悲伤过去 扶着胸口倒了下去 快把大小姐扶到后堂 把大夫请来 穆书云连忙吩咐吓人 所有人都忙活着李清堂 孙姨娘在地上趴了很久 才被人抬回了一栏院 大夫急匆匆地赶来 先给李顾和穆书云行了礼 这才给李清堂诊脉 诊脉时才发现 李清堂隐藏在水袖下的手 还包着纱布 清堂的手怎么也受伤了 穆书云问 婉青忍着哭意 马被刺客惊了 小姐为了勒住发狂的马 受的伤 这已经好了很多 前几日连水杯都拿不住 清堂怎么还自己赶马 标尸呢 护卫呢 我当年不是派了好几个护卫给他吗 李顾问 刺客比标识人数多了一倍 缠斗的时候 刺客放冷剑金了马 小姐的护卫 一年前就被钱妈妈遣走了 说是得了孙姨娘的授意 婉青哽咽 什么 李顾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冷血赶走了清堂的护卫 婉青哽咽着点头 钱妈妈说 那护卫基于小姐美貌 然后孙姨娘就让钱妈妈把人赶走了 小姐整日在罐中 几乎不出门 没有什么危险 便不想让侯爷和夫人 为这点小事操心 所以没有提过 放肆 大胆 李顾胸口气的剧烈起伏 他虽然对这个女儿 没什么太多印象 但这毕竟是他亲生的女儿 堂堂侯府千金出门在外 竟然连个护卫都没有 传出去都丢人 这孙姨娘 怎么敢私自做这番决定 幸好堂儿福大命大 穆书云听后也甚是无语 他实在不理解 你说得对 李顾缓了口气 看向大夫 堂儿怎么样了 小姐气须血亏 刚刚一时着急 急火攻心 需要温补静养 大夫道 手上的伤 只要外涂药膏便好 你再帮我家大姑娘看看脸 穆书云 看看有没有法子质 大夫先开面纱看了看 李顾也跟着 看了一眼 见到那白皙的脸上 红肿的包 皱了皱眉 转过头 小姐应该是被什么刺激害了血 找不到原因的话 不太好治疗 我可以开一些 清热解毒的草药外敷试试 那就有劳大夫了 穆书云对身边大丫鬟道 没清 你跟着大夫去抓药 是 没清离开不久 丫鬟就来禀告说 大房和三房的人来了 穆书云指的前去迎客 李清堂一直听着外界的动静 在听到李顾也要离开的时候 他悠悠醒了过来 软软地叫了声 爹爹 柳福桑说 娇生惯养出来的世家少爷 大多以自我为中心 喜欢别人的崇拜 吃软不吃硬 他们大多心智不坚 极易被人三言两语蛊惑 他们不会同情流离失所的难民 但一定会感动于娇若美人 对他们的鳄鱼奉承 李顾在侯府中有三个女儿 一个儿子 嫡子李和风早早去了边关 常年不在身边 李清堂也被送去了江南 身边只有二女儿李清鸾 和三女儿李清年 李清鸾作为京中有名的才女 是她的骄傲 但过于早熟 面对她也完全是一副大家闺秀 名门淑女的模样 至于三女儿是树出 性格内敛 与她不甚亲近 见面都是叫她父亲 李顾感觉已有数年没听过 女儿叫她爹爹了 李顾出门的脚步一顿 回到了床前 唐儿醒了 李清堂用那双湿漉漉的桃花眼 看着李顾 轻声问 爹爹 我这是怎么了 你刚刚晕倒了 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现在感觉特别好 李清堂笑了 眼睛弯成星月的模样 便是隔着一层面纱 也能感受到 她此刻的嘴角 一定是向上的 这些年每次生病的时候 我都会想到爹爹 想如果爹爹在身边就好了 果然有爹爹在身边 伤口都不痛了 你个傻丫头 李顾摸了摸李清堂的头 我又不是什么灵丹妙药 哪有这个功效 有的 李清堂认真道 冠里的师父说 爱是世间最好的良药 爹爹 你就是我最好的良药 李顾看着清堂满眼的如沐之情 笑了起来 以后身体不舒服 不要自己硬挺着 一定要告诉爹爹知道了吗 李清堂眼含泪水 爹点了点头 爹爹 我在冰死的时候 听到脑海中有一个声音问我 问我这一生有遗憾吗 我的遗憾有很多 没有踏过春 没有参加过灯会 没穿过像妹妹那般华丽的裙子 可我最遗憾的 还是没能再见爹爹一面 我好想 好想 好想再见您一面 可能是这个愿望太强烈 所以 佛祖给了我机会 让我能回到京城 回到您的身边 爹爹 您比我想象中还要高大威猛 我现在真的死而无憾了 李顾被李清堂这段话说的心头热血翻涌 好女儿 这些年你受苦了 以后爹爹会保护你的 李清堂笑了 但笑意不达眼底 上辈子他可比现在惨多了 但李顾可从未说过这般暖心的话 柳福桑说的对 会哭的孩子有奶喝 李清堂擦了擦眼泪 不成 今日是爹爹的生辰 堂儿不可以哭 刚当姨娘的失态 没能让爹爹看到女儿 为您准备的礼物 现在堂儿就拿给您看 你身子不好 就躺着吧 李顾对身边的随从吩咐到 把小姐准备的礼物拿过来 说实话 李顾也很好奇 那么大的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 其实这大小 真的和棺材挺像的 李清堂是故意的 他打定主意 撞死后 就在山长县 让人做了一个木箱子 大木箱子里 又分了许多小隔断 每一个里面都有一个礼物 冠礼的日子清闲 我每想起爹爹一次 就会给爹爹准备一份礼物 攒着攒着 就这么多的了 李清堂先从一个小隔断里 拿出一支毛笔 这是我闲来无视自己做的毛笔 可能做得不太好 希望爹爹不要嫌浅 李顾看着这一箱子的礼物 新潮再次起伏 这是我在冠礼 过第一个除夕时 给您捡的窗花 前年苏州的冬天 很冷我受凉病了半远 我怕爹爹也着凉 于是就做了复呼吸 这是我用第一次抄书 赚的银子买的折扇 这是小贩那最好看的扇子 李清堂选了几件礼物 把编造好的故事 讲给李顾听 果然把李顾感动的眼眶都红了 他又道 女儿没见过什么世面 今日得见侯府的马车 都是瞄着金粉的 很是惶恐 罐中生活轻苦 女儿没能力给爹爹买贵重的礼物 只有这些不值钱的玩意儿 希望爹爹不要嫌弃女儿的心意 你这礼物爹很喜欢 这是爹爹这些年 收到最好的礼物 李顾拿着呼吸 觉得心里暖乎乎的 这就是小棉袄吗 李清堂给婉清使了一个眼神 婉清立马道 每年只有小姐生辰孙姨娘 才会寄来五十两银子 小姐连给自己买根簪子都舍不得 但每次见到好东西 却都想买给您 李顾一听 眉头皱了起来 怎么会 孙姨娘经常对她说 怕李清堂在那边过得不好 要给她带这个 带那个 她还为此还赏了很多东西 怎么会一年只有五十两银子 五十两只是李清兰一个月的利盈 爹爹 您别听婉清瞎说 冠里的一时住行夫人 都安排穆家 帮我打理得好好的 不用我操心花银子 而且我礼府的时候 夫人还给我偷偷塞了一包金叶子 每年夫人也会让穆家给我送一份年礼 我自写得不错 抄一本书 能卖二两银子 比那些秀才还厉害呢 李清堂带着几分骄傲道 爹爹 这些年除了不能在您和母亲面前尽孝 我都挺好的 李顾眼含热泪正要开口 门口传来一个月儿的女声 父亲 听说姐姐回来了 一个身着粉色长短针绣扁金线长裙 满头朱翠的秀美少女 逆着落日的余晖走了进来 是卵儿回来了 李顾连忙调整情绪 擦干泪水 起身招呼 今日诗会如何 甚有意思 女儿做了首诗 得了满堂彩 李清鸾说着 拿出一块玉佩 这是赢得的彩头 刚好给父亲做生辰礼 不愧是爹最得意的女儿 卵儿这份礼物 爹爹很喜欢 李顾笑着道 李清鸾看了一眼地上的木盒子 父亲 你是去逛庙会了吗 怎么买了这么多小玩意 李清鸾说着 拿起一个香囊 这香囊看着还不错 父亲能送给女儿吗 晚清看着李清鸾 拿起李清堂给李顾秀的香囊 急得真想 上手给抢过来 刚想开口说话 却见李清堂对他摇了摇头 李顾自是没有犹豫的同意 卵儿喜欢就拿去吧 晚清听李顾这么痛快 就把李清堂送他的生辰礼物 随意送给了李清鸾 气得眼睛都红了 李清堂起身 一手扶着习宿 一手捂着胸口 娇弱地走过去笑着道 妹妹能喜欢这个香囊 真是太好了 我给妹妹也秀了一个 本来还怕妹妹嫌弃 如今倒是放心了 李清鸾看着面前的李清堂 心里突兀地生出一股危机感 他知道李清堂毁容了 但李清堂露在面纱外面的这双眉眼 真真是让人讨厌 姐姐有心了 只要是姐姐送到 妹妹什么都喜欢 李清鸾笑着 在看到李清堂身上这身衣服后 笑容僵硬了一下 姐姐这衣服真好看 李清堂笑了 是吧 我也是第一次 穿这么好看的裙子 这还要感谢母亲 是她送我的 刚刚她裙子被茶水湿了 穆书云就让人给了她一套新的裙子 虽然胸部紧了些 和针线都是一等一的 想来最初是给李清鸾准备的 李清鸾咬着后槽牙 她早就看上了这皮料子 特意求了穆书云做了衣服 就等着在永家公主的游园会上 大放异彩 这衣服怎么会出现在李清堂的身上 这可是浮光颈坐的裙子 是我求了好久 母亲才给我做的 李清鸾笑着道 姐姐穿着的确好看极了 啊李清堂先是惊讶 然后露出惶恐之色 对不起 我不知道这是妹妹的衣服 我刚穿没多久 这就给妹妹换下来 婉清快帮我拿一套衣服出来 李清鸾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谁要你穿你穿过的衣服 不必了 姐姐喜欢送给姐姐就好了 李清堂摇了摇头 很快便换上了自己的衣服 一条淡蓝色的素螺裙 头上原本的珠花 因为换了裙子和颜色不搭 也摘了下来 站在满身起螺珠翠的李清鸾身边 对比得甚是惨烈 李故想起李清堂之前说的话 卵儿不差那一件衣服 你就留着吧 李清堂摇头 姨娘说我是输出的 又是姐姐 何该把好东西都让给妹妹 这般金贵的裙子 还是妹妹留着穿吧 姨娘不爱让我出门抛头露面 这么好看的裙子 给我就浪费了 别听你姨娘胡说 李故怒道 你也是我女儿 是侯府千金 什么金贵的东西 都是的 明月就让你母亲 给你多做几身衣服 也多添点首饰 谢谢父亲 李清堂满脸如目地看着李故 这神态让李故很是受用 柳福桑告诉他 有事不争就是一种争 退一步往往获得的更多 好了 宴席要开了 塔尔你身子不好 李故把到嘴边的毁了容 给吞了回去 就别去折腾了 好好写着 我让人把饭菜送到你的房里 他虽有担心李清堂的身子 但更多的是怕李清堂 离经这么多年忘了规矩 尤其要吃饭 免不了得掀开面纱 他可不想在其他几方面前惹笑话 谢父亲体恤 李清堂行个了礼 脚步微晃 习速连忙搀扶住 文姓找个娇子把大小姐送回去 李故吩咐身边的随从 文姓文言问道 老爷 把大小姐送到哪 府中的小姐公子们 到十二岁就有自己的小院子 但因为李清堂十岁就离开了 这么多年一直未回来 便一直没有分配过院子 这 那就先送回一兰院吧 一兰院的下人 见到李清堂回来 都有些诧异 赵嬷嬷连忙道 姑娘稍等 您这回来的突然 房间还未来得及收拾 无碍 李清堂笑着道 就我之前住的房间便好 你们忙去 我记得路 李清堂直接带着人过去 却发现 他那房间灰都落了好厚一层 怕是自他离开后 都没人进来打扫过 一进去都呛得慌 李清堂咳嗽得 整个人差点又晕过去 文姓见正模样 连忙又去回禀 李故一听眉头紧锁 木树云道 先让清堂去客院住几日 明天我让人把望春轩收拾出来 给清堂住吧 也只能如此了 孙姨娘装晕装了半晌才悠悠醒来 然后就听说 李清堂已经住进了客院 他狠狠地在院子里发了一顿脾气 该死的 该死的 怎么就失败了 那群刺客 难道真的被抓住了 他们不会供出了自己吧 还有那个前妈妈 是他来信说 李清堂死了的 难道他背叛自己了 可他儿子还在自己手里 全家都靠着他吃饭呢 刺客那边 他并没有留下什么 指向自己的线索 留的信 还是伪造木树云的自己 可他该怎么解释 今天发的一切呢 孙姨娘想着想着 又气了起来 都怪李清堂那个小剑蹄子 他如果死了 哪有那么多事 李清堂坐在浴桶内 婉清和习素在一旁伺候 小姐这皮肤真好 跟刚出锅的豆腐似的 婉清一边帮李清堂擦背 一边夸赞 我金盖 瞅见那侯夫人 真是鼎鼎漂亮 我还以为 那名洞京城的二小姐得 长得多好看 这一看那二小姐长得也不过如此 根本与咱姑娘比不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觉得这二小姐 长得比起夫人 更像孙姨娘一些 习素替李清堂梳着头发道 李清堂笑了笑 这侯府不比玄音贯 小心隔墙有耳 这种话以后可要少说 奴婢晓得的 婉清神色暗了下来 小姐 这只来了半天 可这半天发生的是一出接一出 我感觉这副里人的新颜子 比那脸藕都多 以后我们可怎么办 怕什么 你今日演得很好啊 李清堂其实也有些忐忑 但他不能表现出来 兵来将荡 水来土演 真的是前妈妈和孙姨娘 要害你吗 婉清道 我不明白 姨娘可是您的亲生母亲啊 她怎么能这样对您 这世上一子而食 卖女求荣那是多得去了 她应该是有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吧 李清堂拨弄着 玉桶里的玫瑰花瓣 总会一天 我们会得到这个答案的 这一觉李清堂睡得并不踏实 他又梦到前世的悲惨记忆 醒来拾出了一身冷汗 洗漱过后 李清堂去了金医院 给穆书云请安 身子有好些吗 穆书云问 回母亲 好多了 那就好 用早膳了吗 清堂寻思给母亲请晚安 再用早膳 那就过来一起吧 穆书云招呼李清堂坐下 你父亲上朝未归 你二妹妹还未起 你有什么想吃的吗 我让小厨房给你加几道 回母亲 清堂不挑食 这些已经很丰盛了 梅清 去炖一碗血烟来 穆书云道 难怪 你去库房 把刚到的布料都拿来 一会让大姑娘挑一挑 穆书云三两句话 就把屋里的丫鬟都打发了出去 李清堂见状也道 习素 晚清你俩 去把我给夫人准备的礼物拿来 是 随着丫鬟们的离去 屋中只剩下李清堂和穆书云 母亲有话想同我说 那封信是你让婉清给我的 还故意让我不要提前透露你回来的消息 穆书云开门见山 李清堂起身行礼 是我做的 望母亲宽恕 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坐下边吃边说 穆书云道 我想知道 为什么你会把这封信偷偷交给我 你难道不该给官府 或者侯爷吗 清堂虽愚笨 但还分得清究竟是谁真心对我好 李清堂道 当年多亏了母亲 才能在府中多待了两年 也是多亏了母亲才能去苏州 这些年 有母亲给的银子和穆家的照顾 我过得倒是比之前在侯府 还自由快乐了些 之前在苏州郁劫时 还是穆家郑书表哥救了我 若没有郑书表哥 我早就死在苏州了 所以我不信母亲会派人来刺杀我 是郑书那孩子救了你 嗯 李清堂点头 标行也是母亲托穆家为我找的 那些标诗为救我死伤一片 所以我觉得 是有人想把我的死算在您的头上 我在看到这封信后 便没有上交抚押 李清堂继续道 我只是一个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庶女 从未得罪过任何人 想来想去 同时要害我们两个的 只能是这侯府里的人 于是就想炸一下 或许能找到凶手 那你有结果了吗 李清堂摇了摇头 左个儿以为我死了的 只有孙姨娘 但 但不可能是她 穆书云在看到那封信的时候 就蹦出过孙冷雪的脸 但的确也不太可能是她 为了陷害她 而杀掉自己的亲女儿 怎么想都有些太离谱了 这件事你就不要想了 交给官府就好 穆书云安慰道 我已经派人去打扫望春轩了 再委屈 你在客院住几日 不委屈的 这已经比我之前住过的 所有地方都要好了 李清堂看着穆书云 只觉得内心有丝丝暖流 虽然现在还变相认 但他相信那一天不会远 吃过饭 你记得去给你祖母请个安 穆书云提醒道 是 母亲 对了 后天永家公主举办了一个游园会 你那两个妹妹都会去 你也一起吧 穆书云说完 又怕李清堂因为脸的害了血 而有压力 若是你不愿去 也没关系 我愿意的 我还从未参加过什么游园会呢 李清堂声音中带着几分欣喜 这次 他可不会让李清团再出风头了 现做衣服是来不及了 明日我带你去出门去买一些 顺便再挑挑手势 你这正是好年纪 该多打扮打扮 穆书云也带着笑一道 也聪明多了 这倒是个好变化 两人说完话 梅清和兰归陆续回来 穆书云见李清堂对着几匹不都很喜欢的样子 便都让人送了过去 这时 婉清和习宿也大包小眷地走了过来 后院除了管家 几个管事和侯爷的贴身随从外 其他男性都在外院伺候 得到召唤才能进来 所以 林峰和林宇都留在了外院等着 婉清抱着酒坛子还未进门 穆书云就闻到了一股子熟悉的香味 这是春风楼的白果香 你怎么知道 我爱喝这个 穆书云已经好久没有喝过这个酒了 嫁入侯府的 第一年她 还会小酌几杯 但如今不是年节她滴酒不沾 便是年节也只喝一两杯 毕竟喝酒误实 这是我给您做的骑马服 李清堂又拿出一套衣服 也不知道尺寸和不合适 若是不合适 我再给您改 穆书云看着袖口那一圈海棠花 笑了 你有心了 母亲喜欢就好 我很喜欢 穆书云笑着提醒 好孩子 眼下你祖母该是送完金了 你此时去刚刚好 若是去晚了 老太太免不了又要怪罪 那清堂先去拜见祖母 离开金医院 李清堂脸上带着笑 忍不住伸手摸了摸头上的御差 这是出门前 穆书云替她戴上的 小姐 你好像很喜欢夫人 有这么明显 嗯 习素点头 对我好的人 我自然是喜欢的 李清堂道 一会儿要见祖母 你们两个就老是跟在我身后 恭敬着险 千万别多说话 她那个祖母 可不像李姑那般好糊弄 走到安宁堂门口 李清堂又挣了正一关 才挺着腰杆走了进去 孙女清堂拜见祖母 祖母安康 李清堂进去 恭恭敬敬敬行了一个礼 老太太身着坐在红木椅上 穿着暗紫色织锦刺绣对鸟纹裙 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上 带着十二件祖母绿翡翠首饰 手里碾的是小叶子坛雕刻的佛珠 面无波澜 语气平缓 起来吧 谢祖母 老太太看了眼李清堂的脸 大夫看过了 嗯 大夫已经给孙女开了药 涂抹一段时间 或许会好 李清堂微微低着头 恭敬回道 老太太点了点头 距离极机里不远了 可不要出差错 孙女明白 李清堂知道老太太的意思 她祖母也是世家出来的贵女 最是讲规矩 讲脸面 把侯府的脸面和荣耀 看得比什么都重 老太太之所以偏心李清鸾 正是因为李清鸾在京中 想有财女圣名 给她 给侯府长脸 靠着这圣名 又吸引了许多世家公子 日后嫁入高门 可以光耀家门 重振侯府荣光 想要夺得老太太喜欢 首先要懂规矩 第二要有价值 祖母 这些是孙女 为您抄的祈福佛经 李清堂让婉清把东西递上 请了罐中住持开过光 还在店中 想了七七四十九日的香火 老太太听后 脸上微微有了些笑意 让身边的嬷嬷 把佛经拿了过来 翻看几页后 声音柔和了不少 你有心了 祖母喜欢便好 这些年 清堂不能在祖母面前敬笑 便只能用这种方式 为祖母祈福 听说你回来遇到节路的 还受了伤 怎么样了 得了这份李老太太很受用 便多关心了几分 多得祖母庇护 这才化险为夷 李清堂道 你这丫头 嘴倒是甜 不 是真的 李清堂抬头看向老太太 原本孙女还在寒山四位祖母 求了一个平安符 若不是那平安符拦了一道 让那刀刺短了一截 便是大罗神仙 也就不活孙女了 李清堂说着 声音中带了些哽咽 佛祖定是看到了 孙女为祖母祈福的成心 这才在关键时候护了孙女 若没有祖母 孙女怕是就真的回不来了 好孩子 你受苦了 李清堂知道老太太痴迷佛法 这番马屁 果然拍到了她的心坎里 李清堂摇头 孙女不苦 只要祖母和父亲 都能健康长寿 咱们侯府能兴旺昌盛 别说只是超经祈福 只要能为侯府好 便是珍贵依佛门孙女 也是愿意的 好丫头走近线 祖母让祖母好好瞧瞧你 老太太拉住李清堂的手 你这眼睛和你父亲真相 李故也有一双多情的桃花眼 当年也算是京城里数得上的俊桥公子 不然光屏幕书云一人 也生不出李清堂这般滋容的女儿 我听说祖母年轻时 是名满京城的贵女 才华横溢 滋容无双 李清堂带着崇敬道 父亲是继承了您的好地方 然后又被我捡了便宜 老太太笑了 你这丫头倒是比小时候活泼了不少 这样很好 老太太说完 看向身边的嬷嬷 周嬷嬷去把我那套火珊瑚首饰拿出来 是 李清堂刚起床洗漱完就收到消息 李清堂一早先是去找了慕书云 得了不少赏赐 然后又去了老太太的宁安堂 到现在都没出来 书话 我们也去宁安堂 可是 您还没用早膳呢 小厨房做了您最爱的杏仁膏 把杏仁膏带上 一起去宁安堂 李清堂还没走进屋子 就听到了老太太的笑声 一进门就看到李清堂坐在老太太的身边 两人有说有笑 他心里顿时就不是滋味起来 恨恨地揉了揉帕子 然后露出一个灿烂的笑脸 祖母 清堂来给您请安了 娃儿来了 快坐 祖母 我给您带来杏仁膏 我一早上起来做得可辛苦了 还热着呢 您快尝尝 李清鸾把杏仁膏双手奉上 老太太拿起一块 吃了一口点了点头 不错 卵儿的手艺又有进步了 祖母和姐姐刚刚在聊什么呢 我在门口就听到笑声了 快说来让我也乐了 没什么 就是和祖母讲了些在苏州听说的趣闻 李清堂道 妹妹这杏仁膏做得真好看 比那铺子里卖得桥着还精巧许多 大姑娘您在埋态谁呢 竟拿我家小姐做的东西 和外面那些粗鄙人比较 说话开口 说话 你怎么说话呢 快给大姐姐道歉 李清鸾瞪了一眼书画 姐姐这是在夸我做得好 大姐姐可不是外面那种 会阴阳怪气别人的讨人厌 你别在这下激动 李清堂连忙起身 对不起 是我说错话了 我只是没见过这么精致的点心 姐姐哪里的话 是书画不懂事 李清鸾看向书画 给姐姐道歉 再长嘴时下 大小姐 是奴婢错了 请名长嘴 书画跪到李清堂面前 李清堂心里冷笑 不愧是能做皇后的女人 这是三言两语 就要给她打造个持强凌弱的形象吗 虽然是书画曲解误会我的话在先 但不过是一点小事而已 何至于惩罚呢 李清堂一副不理解的模样 连忙伸手去扶书画 快起来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我不怪你 但你可得记着 以后在主子面前 不要随意开口插话 好在这里没外人 不然会让人说 咱们侯府没规矩 周嬷嬷 把书画戴下去 长嘴二十下 老太太目光锐利地看向书画 是 书画连忙磕头求饶 这周嬷嬷下手可狠 这二十下下去 最起码肿半个月 李清堂心里既恨又诧异 李清堂这家伙 几年不见 怎么口舌淋漓了这么多 祖母 这是一点小事 二十下有点太多了吧 卵 祖母知道你心善 但无规矩不方圆 唐儿说得对 主子说话 哪有他一个奴婢插嘴的份 老太太道 你不必替他求饶 是 李清堂面带愧意地看向李清堂 是妹妹管教下人不利 李清堂连忙伸手拦住要行礼的李清堂 咱们自家姐妹 何须如此见外 不过是一个说错话的丫鬟 何至于妹妹 你替他道歉 唐儿说的是 卵儿你是侯府嫡女 身份尊贵 便是心善 也不能落了身份 替一个丫鬟求情 几个巴掌也不打死她 老太太开口道 好了 清堂刚回京城 对京中诸多事都不太熟 卵儿你以后要多带你姐姐出去逛逛 多和你那些小姐妹熟悉熟悉才好 李清堂感觉像吃了个苍蝇一样恶心 但又不好发作 只能笑着应下 是 祖母 两人离开时 李清堂身后跟着的婉青和习宿手里 拿着老太太赏赐的物件 李清堂身后跟着一个脸 仿佛肿成猪头的书画 和一个低着头 提着识和不敢说话的抒情 李清堂看着书画那张脸 有些不忍道 我那有大夫给开的活血话语的药膏 很好用的 我一会让人给书画送一点吧 不必姐姐操心了 我自己的丫鬟 我自己会管好的 李清堂皮笑肉不笑 李清堂只当听不出他话里的不愿 那姐姐就先回去吃药了 说着便俯着胸口 带着习宿和婉青往自己的院子走 李清堂恨恨地看着李清堂的背影 这个家伙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真是诵经拜佛时间长了 被佛祖点话 突然脑子开窍了 等三人回到院子里 婉青才长出一口气 老夫人的气场可真厉害 刚刚都要吓死我了 别说婉青了 她刚刚也差点乱了 幸好她死皮赖脸地拜了柳福桑为师 也幸好对方没使出什么更高深的手段 不成 她还是得想办法多学点 把东西放好 我们去看看孙姨娘 李清堂道 毕竟是她的生母 她今日去看了母亲和祖母 若不去看她 准会被她拿住画饼 李清堂来一兰院 赵嬷嬷看到她后 似笑非笑 二姑娘可终于来了 李清堂扶着胸口 柔弱道 我姨娘怎么样了 昨个见她晕过去 我担心急了 也跟着晕了过去 不知姨娘醒了没 姨娘要睡下了 估摸着一会就醒了 二姑娘先在这等等吧 赵嬷嬷说完就要走 嬷嬷留步 李清堂喊住赵嬷嬷 二姑娘有何事吩咐 嬷嬷跟了姨娘多少年了 自小姐十岁便跟在身边 也有二十三年了 那嬷嬷嬷也是看着我出生的吧 自然 二姑娘也算是我一手拉扯大的 赵嬷嬷道 李清堂笑得天真无邪 所以嬷嬷也是去过秋阳山的人吧 赵嬷嬷听到秋阳山三个字 身子不自觉一僵 姑娘为何突然问这个 没什么 只是好奇而已 听说那里风光特别好 这个季节山上开满了各色各样的花 好看得像仙境一样 李清堂问道 嬷嬷见过吗 真有那么好看吗 都十多年前的事了 我这么大岁数 怎么得记得住赵嬷嬷心里有鬼 说话终究是有些虚 不过姑娘怎么知道 你是在秋阳山出生的 我不该知道吗 李清堂反问 我和青鸷妹妹都不是在秋阳山出生的吗 这难道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吗 自然不是 赵嬷嬷连忙否认 想来姨娘也该醒了 我进去看看 替姑娘通传一声 好的 嬷嬷 李清堂眼睛笑着 但藏在面纱下的嘴角并未动 所以赵嬷嬷也知道当年的事 很快赵嬷嬷就出来请李清堂进去 屋子里是一股子浓郁的药味 李清堂也经常喝药 但单是喝个药 不会有这么大味道 孙姨娘怕不是把药直接当熏香点了 才弄出这么大味 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有病似的 姨娘 您身体怎么样 没事吧 李清堂一进屋 就焦急地来到床前 直接坐在了床边 握住了孙姨娘的左手 姨娘 你可不知道 我昨天都要吓死了 孙姨娘努力露出慈哀的笑 孩子 你没事吧 快让娘看看你的脸 说着 便用右手直接揭开了李清堂的面纱 我的天啊 我可怜的孩子 你这脸 这脸怎么会这样 孙姨娘近距离看到李清堂那半张起满红疙瘩的脸 一脸惊讶 怎么好好的 会动成这个样子 这以后可怎么办 李清堂抹着眼泪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地了 大夫开了那么些药膏都不见好 姨娘 我以后可怎么办 确定了李清堂是真的毁容了 孙姨娘心气稍微顺了点 虽然没杀得了她 但这张脸 想来翻不出什么风浪 这个模样 注定嫁不了什么好人 用她给轮儿做垫脚石倒是不错 我可怜的堂儿 娘本就没什么本事 昨个又惹了侯爷和夫人的不悦 日后怕事处境更加困难 怕事帮不了你什么 但娘会努力求侯爷 给你指一个好亲似的 孙姨娘把李清堂揽入怀中 李清堂觉得恶心 捂着胸口剧烈咳嗽了起来 小姐 小姐你没事吧 婉青连忙过来帮李清堂拍背 我没事 可能累到了 休息一会变好了 李清堂有气无力道 堂儿你受伤 未遇就别总出来走动了 侯夫人和你祖母 不会因此怪罪你的 孙姨娘一副慈母模样 婉青 快扶小姐回屋休息 是 那姨娘 我明日再来看你 不急的 你先把身子养好了 孙姨娘道 赵嬷嬷 你把我珍藏的那颗灵芝 给堂儿带走 让堂儿补补身子 回到自己的院子里 李清堂对习诉道 前妈妈不是说了几个府中嘴 醉把不住门 还有几个讨厌孙姨娘的婆子吗 把孙姨娘已经醒了 气色不错 并无大爱的消息传给他们 是 孙姨娘想借着晕倒 逃避昨日的种种问题 想通过时间 让李姑先消气 再主动认错 大事化小 做梦 不能通过这个机会 彻底扳倒孙姨娘 也要扒下她一层屁 很快穆书云就听到 孙姨娘已经苏醒 并无大爱的消息 直接让人把孙姨娘 传唤了过来 身边还特意背了一个大夫 穆书云端坐在椅子上 评了口茶 看都没看一眼孙冷雪 淡淡道 给你个机会解释 妾不知要解释什么 孙姨娘站在花厅中间 柔柔弱弱 好似一阵风 就能被吹走的模样 除了那刺客 给幕后主使说过 堂儿死了的事 这天下没人知道这件事 你是怎么笃定 堂儿死了 墨书云放下茶杯 把目光投向孙冷雪 那眼神冷锐至极 莫不是 你才是那幕后主使 孙冷雪连忙跪倒在地 夫人 您不能这么冤枉切身啊 堂儿可是妾身的亲生女儿 是我十月怀胎 拼了命才生下的宝贝啊 她可是我的命根子 我怎么可能伤害她 孙冷雪哭的那叫一个可怜 但今日李固不在 没人联系 那你要如何解释你 昨日的所作所为 妾身指示 只是听婉青那么说后 太过担心堂儿 进屋没看到堂儿 只见到屋里放了个棺材 这才误以为堂儿没了 孙姨娘把自己想了 一晚上的借口说了出来 这时李青堂扶着老太太 走了进来 连忙道 姨娘 那是我给父亲准备的生辰礼 上面可盖着是红布 宁可别再提那晦气的东西了 不吉利 用过午膳 李青堂就去宁安堂 陪老太太诵经 昨个老太太就听说了这出闹剧 大喜的日子 闹了这么一出 还有府衙的人在 老太太十分不悦 但昨个其他两房人都在 她不好发作 刚送完经厅 下面人说侯夫人在沈孙姨娘 便过来看看 母亲 您来了 穆书云见到老太太过来 连忙起身行礼 把人迎到了主位 书云 你继续吧 老太太坐下后 盘着佛珠没什么表情 我就听听 孙冷雪见到老太太来 心里暗骂了一句 面上柔弱道 姑母 您要为冷雪做主啊 我怎么会害自己的亲生女儿 孙冷雪是老太太 远嫁西北的树妹的女儿 当年试了双亲后 就来投奔了老太太 老太太出嫁前 和树妹的关系还算不错 心疼孙冷雪一个孤女 可怜无一就把她留在身边养着 切真的只是因为听了传言 一时心急 才会做出那般失态的行为 孙姨娘道 姑母 您可一定要信我呀 李清堂见状 也连忙跟着跪了下来 哀求道 我觉得 姨娘应该不会是害我的人 把我害死了 对她有什么好处呢 我相信 姨娘只是听到了 夫人院里传出的风言风语 误以为我受刺身亡 所以才穿了一身白衣 去为我求公道 穆书云听到李清堂的话 后问道 说吧 谁告诉你 清堂遇到刺杀的 你又是怎么提前 就换上了一身白衣 跑来侯爷面前 指责我这个当家主母的 孙姨娘握了握拳 老太太来了 她那些虎脚蛮缠的法子 都不好用了 只能从两害中选一亲 妾身错了 是妾身前个儿听说晚清回府了 然后又急匆匆地 带着真管家和护卫出了城 神色慌张 妾身以为清堂出了什么事 就打听了一下 听下人们说 府里买了好几车白布 妾一番打听 这才得知 唐儿回京路上遇刺了 昨个又见真管家 拉着那么大一个木盒子回来 就误以为 孙姨娘说着 又哭了起来 是妾的不对 妾不该胡乱打听 随意猜测 全凭老太太和夫人发落 孙姨娘 你仅凭着自己的胡乱猜测 便赶在侯爷生辰穿一身丧服 哭天喊地 指着当家主母谋害庶女 院子里那么多吓人 这要传了出去 咱们侯府 可会成为全京城的笑话 袁嬷嬷道 大姑娘遇到刺杀的消息 夫人连我都没告诉 孙姨娘这手伸的道是长 连这都能打探得到 怪不得侯爷每次来你 不是病了就是晕了 总能把人给拐走 这是夫人的经医院吗 怕不是你孙姨娘的经医院吧 妾 妾冤枉啊 孙冷血想再次晕倒 但府里的大夫就站在一边 这件事 是妾做得不对 要打要罚 全凭夫人处置 孙姨娘你污蔑主母 扰乱腹记 败坏家风 按家法 便是修妾 也是可以的 木树云冷冷道 但念在大姑娘的面子上 便罚你石板去京郊的庄子 反思赎罪吧 木树云说完后 看向老太太 母亲 您看如何 姑母 冷血真的知道错了 冷血也是爱女心切啊 孙冷血可怜巴巴地看向老太太 石板子下去她可受不住啊 祖母 母亲 姨娘的确做错了事 侯府规矩不可乱 清堂不敢替她求饶 但姨娘身子弱 清堂愿意替姨娘挨着石板子 李清堂直接替孙姨娘 应下了这个惩罚 孙姨娘瞪了眼李清堂 堂儿 你身体也不好 怎么能让你替我嘴上说得好 实际恨得要死 没事多什么嘴 把板子换成超金吧 老太太开口道 把心惊每日超上十遍 她本以为这个外甥女是个省心的 她好好养着 本想给她找个老实本分的人嫁了 也算是对得起早去的树美 可没想到 她竟然看上了自己的儿子 本来娶了个商女做正妻 她就不愿 结果辛苦养大的外甥女 还占了贵妾的位置 正妻是商女 还有这么一个贵妾在 有用人家的女儿 没一个愿意嫁进来 想想她就怄气 但幸好这穆树云是个懂事的 用银子好歹给她儿子 铺出了一个四品观 还生了芬儿和卵儿两个争气的孙辈 这些年 她前心修佛 后宅平静 她便不再管这些俗事 可昨日那闹得实在过分 孙姨娘竟指责穆树云谋害庶女 这要传出去可得了 卵儿正是一亲的时候 一瓶卵儿在京中的才学和名声 嫁入高门指日可待 若此时传出这种丑闻 免不了受影响 让府里的人都把嘴给避牢了 谁敢出去乱说话 统统发卖了 老太太对穆树云吩咐道 是 谢祖母 母亲体谅 李清堂行了大礼 然后还拉扯了孙姨娘的袖子 小声道 姨娘 祖母免了你的板子 快谢谢啊 孙姨娘咬着后槽牙 谢老太太 谢夫人 回宁安堂吧 老太太起身离开 穆树云直接命人把孙姨娘送去庄子 姨娘您别担心 我会经常去看您的 您有什么需要的 可千万告诉我 我定会想办法给您送过去 李清堂拉着孙姨娘的手 红着眼睛 我会好好表现 然后求父亲和祖母早日宽恕您 您放心吧 孙姨娘气得身子都在打战 送去庄子 还不说回来的时间 他这次是真的要被气晕过去 可今日侯爷不在家 穆树云可不会怜香惜玉 直接把人放入马车送走 李清鸾从外面一回来 就听到孙姨娘被送去庄子的事 什么 孙姨娘污蔑夫人 被罚去了庄子反思 眼下夫人正在清理院子里的人 书话道 拔出了好多孙姨娘的眼线 袁嬷嬷已经叫来了人牙子 都要发卖了出去 李清鸾神色不明地坐在桌前 昨日的是他也听说了 孙姨娘的确有些太心急了 父亲呢 侯爷今日上朝后 还未回来 那老夫人怎么说 这件事也老夫人同意的 李清鸾听后不再言语 算了 去庄子待着也好 如今李清堂回来了 比过去看着聪明了不少 也省得孙姨娘露出什么马脚 演完这出大戏 李清堂回到自己的屋子 婉清问道 小姐 我总觉得怪怪的 哪里怪了 李清堂问 您和孙姨娘的都怪怪的 婉清道 比起母女 更像是像是什么 嗯 婉清想了想措辞 关系不好的 亲切 小姐 您让我做的那些事 是不是就是为了让孙姨娘犯错啊 你竟然瞧出来了 李清堂露出惊讶的表情 小姐我不理解 为什么啊 婉清问 你们不是母女吗 习宿也很好奇 回京的每一步 李清堂似乎都有计划 针对的目标也很明显 但他从未说过理由 以后你们就知道了 婉清对他忠心耿耿 但是心思单纯 藏不住是 他怕婉清被人三言两语 就套出话来 让孙姨娘到很容易 但让李清鸾 倒却不容易 这两日 他已经充分明白了 李清鸾作为北安侯府的嫡女 名满京都 老太太指望着他 飞上枝头变凤凰 带着侯府飞升 李固也对他青睐有加 如珠四宝地捧着 他对于侯府 有着极大的价值 不管是老太太 还是侯爷 都不会轻易放弃他 现在 如果拆穿孙姨娘的话 为了保全侯府和李清鸾的名声 老太太顶多是 无声无息地让孙姨娘病死 然后把他记在穆树云的名下 成为侯府嫡女 根本伤害不了李清鸾分侯 李清鸾还是可以嫁给二皇子宣王 享受荣华富贵 而老太太和李固 也肯定会让穆家帮衬二皇子 到头来倒霉的还是穆家 依照李清鸾的性子 等宣王登基的时候 就是他和穆家的死期 这不是李清堂想看到的 他现在要做的 是一步步取代李清鸾在侯府 在老太太和李固心中的地位 他要让李清鸾没有价值 让庶女成为压死他最后一根稻草 先让孙姨娘离开 他在府中就有更多的活动空间 如今他是毁容状态 李清鸾还不把放在眼里 等他的脸恢复 李清鸾肯定坐不住 没有孙姨娘在 他便只能自己动手 他动手就会给李清堂 抓住他把柄的机会 晚上李固回来听说 是老太太也同意把孙姨娘送到庄子 便没有再过问 在府中用过碗扇 便又跑去游船 李固和孙冷雪也算是青梅竹马 两人许过山盟海誓 可李固还是在江南游历的时候 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穆书云 倾倒于穆书云的角色和穆家的财富 但这又怎样呢 取了红玫瑰 却依然忘不了白月光 取了穆书云没几个月 就把孙冷雪迎做了贵妾 在穆书云生李和风的时候 又把原来的通房丫鬟纳了 生下了三姑娘李清年 若不是老太太是个严厉的 孙冷雪又是个有手段的 这些年 李固还不知道会拿多少妾室回来 作为情场浪荡子李固很不爱 但他最爱的永远是他自己 李清堂觉得那些长得好看 出身也好的男人大多和李固一个德行 刘姐姐也说过 这世上最不能信的就是男人 尤其是位高权重和面容俊朗的男人 李清堂不知道怎么的 突然就想起了他表哥 他表哥长得那么好看 出身也好 对人还温柔 他不会也是那种 见义思迁 喜心厌旧的男人吧 姑娘 你想什么那么出神 习宿拿来温水 给李清堂擦脸 没什么 明天穿孙姨娘给我的那件鹅黄色的裙子吧 毕竟要和穆书云出门 也不好穿得太寒酸 老太太给的火珊瑚首饰太贵重 她不好轻易带出去 只带了孙姨娘给的金钗 和几朵黄色的绢花 当李清堂来到马场边 发现李清鸾也在 正清热地挽着穆书云的胳膊 姐姐你来了 见过母亲 李清堂先给穆书云行了礼 然后笑着看向李清鸾 妹妹好 原来准备的衣服给了姐姐 我也缺一套去参加游园会的衣服 于是便求着母亲戴上我 姐姐 你不会介意吧 怎么会 师妹妹不要介意我跟着擦好 好了 上车吧 我们先去看看衣服 再去挑选挑选首饰 穆书云招呼两人上车 车子缓缓驶出侯府 走入京城最繁华的街道 姐姐还没有好好逛过京城吧 觉得这里同苏州如何 李清鸾见李清堂 一直透过车窗看着外面 心里暗笑 李清堂是个土包子 苏州也很繁华 但和京城是不一样的繁华 这里看着的更威严尊贵些 苏州怎么能和京城比 这里是前国国都 天子脚下 不管是商铺还是开商铺的人 自然都要比其他地方更金贵些 李清鸾若有所指 李清堂不以为意 笑了笑 但我更喜欢苏州 唐儿为何喜欢苏州 穆书云突然开口 可能是周济的肉火勺太香 春风楼的酒太醇 太湖边啄啄的海棠花太过夺目 起码在万花丛中 欢笑而过的姑娘太过鲜活 所以让人难以忘记吧 李清堂说着 还想起了一个人 有些怅然 穆书云听着嘴角 不自觉扬起一个弧度 眉眼也温柔了起来 仿佛想起了少女时的自己 仙衣怒马 无拘无束 李清鸾看到穆书云 这般柔和慈爱的眼神 狠狠地紧了紧拳头 原来姐姐喜欢海棠花 可惜明日永家公主府上 都是牡丹花 金钟高门 春赏牡丹秋赏菊 冬日落雪观腊梅 姐姐日后要在京城生活 还是得多看看这种 雍容大气些的花 也好 和其他贵女有些聊头 李清鸾虽没直说 但话里话外的意思 就是说李清堂小家子气 李清堂笑了笑 妹妹说的是 穆书云嘴角的笑淡了些 似乎想到什么不好的回忆 淡淡说了句 花乃分什么高低贵贱 李清鸾没想到穆书云 会突然开口为李清堂说话 有些委屈 正想说话 马车外传来小丝的声音 夫人 小姐 绣花楼到了 晚清和习宿在下面 搀扶着李清堂下马车 李清堂抬头 看着这三层高的辉煌楼阁 这里就是绣花楼 前妈妈就是把信送来了这个地方 李清鸾看李清堂 一脸羡慕地看着绣花楼 带着几分若有肆无的骄傲 姐姐你一会看到什么 喜欢的就随便拿 这不太好吧 没事 这是母亲的铺子 但已经交给我打理了 妹妹送姐姐几件衣服 算不了什么 李清鸾居高临下地 看着殷勤的掌柜 王掌柜 把店里新来的衣服 都拿给我姐姐瞧瞧 是 小姐 李清堂听后 心底一冷 看来李清鸾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份了 和孙姨娘沆瀣一气 掌柜地把几人迎进了雅间里 端上了点心茶水 然后让人把衣服一件件拿上来 唐儿 你看看喜欢哪件 都去试试 穆书云笑着道 姐姐不是喜欢海棠吗 这条海棠红的裙子 我瞧着很适合姐姐 李清鸾拿起一条裙子道 这是用幻花紧做的 姐姐穿上肯定很漂亮 李清堂换完后走出来 穆书云眼前一亮 好看 李清鸾上下打量了一番李清堂 这裙子完全贴合了她的曲线 明明同样的年纪 怎么她发育的要比自己好这么多 纵使心里不悦 但她还是笑着道 真好看 真适合姐姐 姐姐 你再试试这套 说着 又拿起一条淡紫色的裙子 离开绣花楼的时候 婉清和习素手里满是衣服 而李清鸾只选了一套 鸾儿怎么不多选几件 穆书云问 我的衣服已经够多了 主要是多给姐姐选几套 看着姐姐开心 我就开心 李清堂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让母亲和妹妹破费了 卖手势的翠玉轩就在绣花楼的斜对面 便没有乘马车 直接步行了过去 几人刚走到翠玉轩 就见不远处驶来一辆华丽的马车 李清鸾的脚步一顿 娘 姐姐 你们先上楼 我好像有东西落在绣花楼了 我去取一下 让书华去给你 取就好了 穆书云道 也可能是吊在路上 反正也近 我自己找找 李清鸾道 你们先逛着 李清堂给习宿使了一个眼神 习宿点了点头 掌柜的热情招呼 两人上了楼 各色各样的首饰送了进来 堂儿 看看喜欢什么 李清堂拿起一根马脑银钗 这个挺好看的 穆书云指着一套赤金马脑留苏首饰 这一套试试 李清堂拉了拉穆书云的袖子 小声道 母亲这会不会太贵重了 穆书云拍了拍李清堂的手 你昨日送的礼物 我很喜欢 这算是母亲给你的回礼 那都是我自己做的 不值钱的 李清堂道 你的心意是无价的 乖 快去试试 李清堂没有再推辞 试了这一套后 穆书云又让李清堂 试了一套玲珑点萃的香珠银饰 又挑了不少耳饰和手镯 通通包了起来 这时李清鸾才双颊飞红地回来 妹妹怎去了这么长时间 东西找到了吗 李清堂问 东西掉得偏僻 找起来费了点时间 李清鸾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 换言道 姐姐选得怎么样了 母亲给我选了好多 甚至好看 妹妹也快来挑一挑 李清堂拉着李清鸾的手 挑选起首饰 看了 默默回来习素一眼 转头看向穆书云 母亲 我想去给三妹妹挑个礼物可以吗 穆书云听后点了点头 你有心了 去吧 看到喜欢的都拿过来 谢母亲 李清堂带着习素和婉庆离开 见周围无人后 习素压低声音道 二小姐刚刚去见了一个年轻男子 那男子被掌柜请去了后堂 看着十分恭敬 恐怕来头不小 习素知道那是谁 但他不能直说 李清堂若有所思 能让李清鸾特意找理由去见的年轻男人 见完还双颊飞红的年轻男人 李清堂脑中冒出了一个名字 二皇子 宣王 苏怀霄 李清堂思绪有些起伏 比起侯府老太太和李顾 苏怀霄或许才是李清鸾最大的仪仗 老太太和李顾看中李清鸾 何尝不是因为宣王妃这个可以让侯府重回荣耀巅峰的头衔 李清堂低头慢走 郑郑出神 他该怎么做呢 要截胡吗 可他并不喜欢苏怀霄 甚至有些憎恶 若没有他 前世穆家的下场不会那么凄惨 李清堂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中 不想让李清鸾嫁给苏怀霄做王妃 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拆穿她的身份 一个庶女不可能成为皇子正妃 可是以李清鸾现在和苏怀霄的关系 还有老太太和李顾的偏心 就算拆穿李清鸾是庶女 但老太太和李顾 为了让李清鸾成为王妃 肯定会立保李清鸾的嫡女之位 甚至有可能为了让她和穆书云闭嘴 而直接灭口 一个王妃和未来可能会成为皇后的机会 可比一个商女出身的侯妇人 和没有任何靠山的庶女重要得多 说起来嫡女和庶女的差距 不就在于两人谁嫁得更好吗 除非他能找到一个比苏怀霄更加为尊贵的男人 可这样的人天下有几个 他又该去哪里找 李清堂思索着要如何破局 并没有注意到周围的情况 也没听到习素的提醒 等习素伸手拉他 过神时两三步之外正站着一个俊秀的男子 他连忙收回已经迈出一半的脚步 刷的转身往反方向走 因为转得急身子还晃了一下 幸好被习素稳稳扶住 苏怀霄早早就注意到了李清堂 虽然李清堂戴着面纱只露出一双眼睛 但这眼睛却十分明亮 好似星辰有着一股吸人眼球的神秘力量 只一眼就让人难以忘记 他果然是个女孩 他在苏州城里查了一圈也没查到结果的人 没想到在京城遇到 这难道就是所谓的缘分 姑娘留步 李清堂想要装作没听到 但苏怀霄的侍卫已经拦住了他的去路 小姐 婉青看着侍卫凶神恶煞的模样 往前走了一步 和习素一左一右挡住了李清堂 李清堂转身看向苏怀霄 这位公子 如果小女有地方冲撞到你 那小女再次道歉 苏怀霄冷着声音浅退了侍卫 是我的手下无礼 冲撞了小姐 我回去定会罚她 倒也不必 公子若无事 小女的母亲和妹妹还在等我 就先倒退了 李清堂低头施了一个礼 想要离开 小姐不必紧张 我只是想问 我们是不是在苏州见过 李清堂闻言看了眼苏怀霄 然后飞快一开眼神 似乎是有点眼熟 但她想不起来 倒是婉青似乎想起了什么 小声提醒 这好像是那位在起真阁 买了宁绣品的公子 李清堂这才想起 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但那么凭空一眼 怎么能算见过呢 眼下李清鸾也在这里 她可不能给李清鸾提供编造闲话的机会 公子恐怕认错了 李清鸾一直留着人 在外留意二皇子苏怀霄的动向 在看到苏怀霄和李清堂说话后 立马去通病 李清鸾急忙寻个理由出来 就见到李清堂和苏怀霄 在一起亲密交谈的模样 书画 让人把他面杀丢摘了 李清鸾看着苏怀霄和李清堂 站在一起的模样 只觉得刺眼得很 恨不得直接上去撕了李清堂 果然是个不安分的 刚回京城才几日 什么模样也敢肖想苏怀霄这等天之骄子 李清堂不想与苏怀霄继续拉扯 转身就要走 这时一个端着茶的小丝突然被绊 手里的茶水对着李清堂飞来 小姐小心 习宿伸手去挡 但还是不少茶水泼到了李清堂的身上 湿了她的面纱 怎么这么不小心 李清鸾快步走来 一脸关切 姐姐 你没事吧 哎呀都湿了 说着 她掀开了李清堂的面纱 用手帕帮李清堂擦着脸 这么热的水 没事吧 快给姐姐把这湿了的面纱解下来 姐姐这脸本就不能碰水 李清鸾对书画说完又看向婉清 快去绣花楼再取块面纱来 小姐 婉清见周围这么多人 看着李清堂那半张起着红枕的脸 急得都快哭了 柳福桑告诉她 保持镇定式对局的基本条件 让她把诵佛超精实的心如止水 带到日常生活中 李清堂已经从一瞬的慌乱中镇定了下来 从容不迫地看向婉清 去吧 挑个好看的 婉清跺了跺脚 但还是听话地连忙跑去绣花楼 姐姐 你还好吗 李清鸾假装关心 我挺好的 李清堂十分淡定地笑了笑 先看向被压制的店小二 我没事 放了他吧 然后 他走到苏怀霄的面前 淡定地行了一礼 抱歉 让公子健笑了 我们的确见过 然后李清堂低着头 用只有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道 那件衣服 是我绣的 说把他行了一礼 然后带着习宿回到了雅间 在水泼了他一脸 李清鸾又急匆匆地来掀开他面纱 还故意把他的脸暴露在苏怀霄面前时 他一下子就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是谁了 也明白李清鸾在害怕 他怕苏怀霄对自己产生兴趣 所以想让自己在苏怀霄面前露出丑态 既然他这么怕 那李清堂就成全他 李清鸾没想到 李清堂都这副模样了 还能如此淡定 他不是该抱头哭着仓皇而逃吗 怎么还有脸 有胆子 去找苏怀霄说话 苏怀霄看着李清堂淡然离去的背影 久未回神 他的确在李清堂面纱被接下的那一瞬 有些惊讶 但他见过李清堂的脸 是哪怕在万花盛开的花丛中 也会一眼就被吸引的程度 是见过就忘不掉的美 殿下 李清鸾见苏怀霄还在愣神 以为是被李清堂那张脸吓到了 殿下您没事吧 苏怀霄回过神 没事 刚刚那位是你姐姐 嗯 李清鸾点了点头 我姐姐自小因为些个人问题 被送去了苏州静养 刚回京 不懂京中规矩 如果我姐姐冲撞到殿下了 我替他给殿下道歉 李清鸾说着 柔柔的行了一礼 他的脸是怎么了 李清鸾叹了口气 姐姐的脸害了选 看了许多大夫 也没找到治疗的方式 以后怕是李清鸾说着 用手帕轻轻擦拭眼角 大夫说 可能一辈子都得这样了 可怜见得这么严重 苏怀霄皱眉 那么美的一张脸 若是就这么毁了 真的是太可惜了 嗯 李清鸾点头 殿下我得去看看 姐姐了 姐姐第一次出门 就遇到这个事 得多难过呀 苏怀霄点了点头 带着随从坐上马车离开 让府里的太医 去北安侯府 给大小姐瞧瞧 苏怀霄吩咐 殿下这事恐怕不太合适吧 我与北安侯二小姐有交情 今日撞见她 因为姐姐受伤难过流泪 所以送去个太医 哪里不合适 苏怀霄问 奴才明白了 穆书云看见李清堂面纱没了 头发还湿了一块 连忙起身 这是怎的了 没事 不小心被泼了点茶水 面纱湿了 婉青去绣花楼帮我拿新的了 李清堂淡笑着道 母亲别担心 也别责怪那伙计 我没事的 快坐下让我瞧瞧 穆书云拉着李清堂坐下 那茶热不热 烫没烫到 有点温热 但不烫 没事的 李清堂笑着安慰穆书云 然后小心问道 母亲不嫌弃我这张脸吗 女儿的毁了容 做母亲的心疼 还来不及怎会嫌弃 穆书云道 李清堂觉得胸口发热 可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都叫了我母亲 又怎么不是我的女儿 穆书云道 等过几日 我让你父亲去求太医给你看看 只是害了血 很快就会好的 别担心 谢谢母亲 李清堂鼻头发酸 姐姐 你刚刚和轩王说什么了 我看他脸色可不好 李清堂一进屋子就开口道 你若是得罪了他 便是父亲也保不住你啊 谁是轩王 李清堂一脸茫然地问道 你不知道 你还和他说话 李清堂不敢置信 姐姐 这里不比苏州 一块匾额掉下 可能就砸到好几个皇亲国旗 你这么随便搭话 冲撞了贵人 可是会惹出乱子的 李清堂一脸惶恐 我不知道他是轩王啊 我没有和他搭话 是他先叫住了我 说看我眼说 我只说他认错人了不要走 谁想都会被人泼了茶 这也不要紧 我赶紧回来了便是 可妹妹突然跑过来 直接摘下了我的面纱 我怕这副模样吓到他 才道了个歉 我真的没乱说话 李清堂害怕地红着眼眶 看向沐书云 母亲我真不知道 那人是轩王 当时所有人都可以作证 我真的没有主动搭话 若若轩王殿下 真的因为我的脸被吓到 那女儿愿意立承担责罚 李清堂说着 就对着沐书云跪下 沐书云连忙把李清堂扶起 不要害怕 轩王殿下最是宽容大度 不会因为这点小事 就怪罪于你 更何况 你并未做错事 谢母亲 鸾儿 你明知道你姐姐害了血 怎么还摘下了她的面纱 楼下这么多人 要是传出去什么瞎话 那你姐姐的名声可就受损了 沐书云看向李清堂 虽带着几分责怪 但语气并不重 李清堂没想到 沐书云会为了李清堂而责怪她 李清堂才回来几天 她就心严子直接骗了过去 娘 我也是担心姐姐 我怕那茶烫到姐姐 那岂不是伤上加伤 所以才心急想去擦 我也是擦完后才发现 轩王也在 李清堂一脸委屈 我已经同轩王解释过了 轩王说了 不会追究姐姐 我刚刚那只是想提醒一下姐姐 以后出门要多注意言行而已 别招惹了无端的麻烦而已 母亲 我知道妹妹是好心 您别因为我责怪她 她只是太过担心我的脸了 李清堂说着 拉着李清文的手 妹妹 我最近每日都在涂药 大夫开的药效果不错 我感觉最近这脸已经好很多了 想来用不了多久就能恢复 你别担心 别自责 他们便是传我毁了容 又如何 等我恢复好了 出去转一圈 这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你刚刚能那么冲过来保护我 我真的很感动 李清兰咬着牙笑道 姐姐知道我的心意就好 感动 这李清堂是真傻还是装傻 沐书云见姐妹二人 没有因此产生隔阂 面色也柔和了下来 看到你们姐妹的感情能这么好 我就放心了 以后还是要你们 姐妹间相互扶持 嗯 我会好好和妹妹相处的 妹妹美名扬京城 想来有妹妹的帮助 我很快就能适应金钟的环境 李清堂亲热地拉住李清兰的手 眼睛弯弯 笑得十分好看 李清兰只觉得这个 笑扎眼得很 在要离开翠玉轩的时候 掌柜出来道歉 小的管事不利 让伙计冲撞了小姐 这是给小姐的陪礼 望小姐海寒 李清堂看着掌柜手中那根金钗一愣 注意到李清堂的目光 掌柜的连忙道 这钗本是一对 当时府中贵人来买了一只 还剩下一只 一直放到了现在 原来就是为了等小姐来 掌柜奉承道 是孙姨娘来买的 李清堂没忍住问出口 这 这小人也不知 但是个坐带有侯府印记 马车而来的美妇人 李清堂没有再多问 想着等私下 让林峰带着孙姨娘的画像来 回到府中没多久 穆书云身边的丫鬟兰桂来禀 让她去正院 她去了后发现 穆书云正在和一个白须老者聊天 见李清堂来后 穆书云道 清堂 这是徐太医 是宣王派来给你一脸的 见过徐太医 李清堂失礼 大小姐请坐 徐太医给李清堂号了脉 然后开口道 劳烦小姐把面纱摘下 李清堂摘下面纱 徐太医仔细端向了一回道 小姐这选 似乎不是因为吃错东西 应是被什么东西刺激了外表 不知小姐每日都在涂些什么 不愧是太医 一下子就找到了原因 也没什么特别的 就普通的养颜膏 李清堂道 这几日涂了点药膏 感觉比前几日好了些 小姐不如这半月 先什么都不涂 每日只用温水洗漱 然后涂上这药膏 半月后 老夫会再来看一次 若还未消退 再则良方 谢谢徐太医 麻烦您了 李清堂起身 又给徐太医行了一礼 小姐不必如此客气 我也只是奉命行事 徐太医笑着道 老夫就不打扰各位 先行告退了 真管家快送徐太医回府 穆书云吩咐 等人离开后 穆书云笑着看向李清堂 徐太医可是看这种病的好手 后宫娘娘都爱找他呢 你这脸一定能治好 嗯 李清堂笑着点头 谢谢母亲帮我求来徐太医 穆书云摇头 徐太医是宣王派来的 李清堂有些惊讶 宣王 对 穆书云道 应是因为翠玉轩的事 没想到宣王人这么好 希望以后能有机会感谢他 李清堂回到自己的院子后 正兴高采烈的是新买的首饰 他一想到 很快全京城都会知道 李清堂是个满脸红枕的丑女后 嘴角就忍不住往上扬 你看我戴这个好看吗 李清堂摆一个不摇 插入发际问道 好看 小姐您国色天香 怎么样都好看 抒情夸赞道 李清堂对这种夸赞很受用 但这时书画急匆匆跑了进来 小姐 不好了 怎么了 李清鸾拨弄着不摇 微微醋眉 宣王派了太医来给大小姐看脸了 什么 李清鸾一下子站了起来 怀骁哥哥 怎么会让太医来给李清堂看病 他们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 小姐您别激动 抒情连忙安抚 宣王殿下一向温和宽厚 乐善好施 路边乞丐都会赏银子 不过是让太医给瞧眼病而已 或许是看在侯爷和您的面子上呢 李清鸾想了想 觉得抒情说的有道理 但他还是放心不下 正打算去看看的时候 匣子走了进来 小姐 宣王殿下托人送来的 李清鸾一听 连忙接过匣子 里面是一只上好的胡鼻 宣王还托人给您传了口信 说会帮您治好大小姐的病 让您不要担心 小姐 我就说嘛 宣王肯定是看在您的面子上 才派人来的 书情笑着道 殿下可真关心您 李清鸾听后 脸上露出一抹羞涩的表情 我得想想给怀骁哥哥 送点什么回礼才好 李清堂拿着药 刚回到自己的院子 就看到门口有一道歉里的身影 见到她后 立马走来行了一礼 青年见过大姐姐 大姐姐安好 李清堂看着面前 恭敬低顺的温婉少女 连忙伸手去扶 三妹妹来得正是时候 快随我进来 早就该来拜见姐姐的 但听闻姐姐前两日身体不好 便没有打扰 今日才来拜访 望姐姐不要见怪 李清延的目光 一直是微微低着 看着人的嘴而不是眼睛 这是常年伏地做小的表现 自家姐妹说什么怪不怪的 李清堂看向婉青 泡一壶我从苏州带回的茶 习宿 把我给三妹妹和李姨娘的礼物拿来 李清延的母亲 是老太太给李顾的通房丫鬟 名为瑞锦赐给李顾暖床后 赐信了李 姐姐 这使不得 该是妹妹送你礼物的 李清延说着 从丫鬟手里取出一个荷包 这是给我自己绣的 妹妹这没什么好东西 希望姐姐不要嫌弃 怎么会嫌弃 我这也没什么好东西 李清堂把准备好的苏州特产 递给了李清延 我在苏州日子过得也不好 只能给妹妹带些个小物件 图个新鲜 希望妹妹不要嫌弃 不会 我没去过苏州 通过姐姐这些礼物 能了解不少苏州的风情 倒是有趣 李清延面上带着人畜无害的笑 听说姐姐今日和母亲 二姐姐一起出门了 觉得京城可还好 京城的确繁华 李清堂又拿出一个匣子 母亲见我没什么像样的首饰 便带我去选了几个 我想着 妹妹今日没来 便给妹妹带了份小礼物 李清延打开 里面是一个点脆的蝴蝶簪 她嘴角带笑 但还是微微低着眼睛 让姐姐破废了 妹妹喜欢就好 时候不早了 妹妹就不打扰姐姐休息了 若姐姐不嫌弃 明日早些时候 妹妹再来拜访姐姐 带姐姐游一游咱们侯府这园子 明日恐怕不成 李清堂道 明日母亲要带我去参加游园会 若妹妹有空的话 后日如何 李清延藏在袖子里的守微景 眼睛又低了几分 更让人看不清神色 那妹妹后日再来找姐姐 李清堂嘴上的笑收了起来 你们觉得我这个三妹妹如何 婉清先开口 奴婢觉得挺好的呀 看着守规矩又老实 习素 你觉得呢 奴婢不好说 屋子里没有外人 李清堂摘下面纱和饰品 以一个舒服的姿势 扮握在美人榻上 支着脑袋看向习素 哪里不好说 奴婢没读过几日书 用词可能会有些粗鄙 没事 这里没外人 你说吧 三小姐看起来的确很老实 但有一句话叫咬人的狗 不叫三小姐给我一种 不是很舒服的感觉 李清堂听后笑了一下 轻轻转了转播 我们回府 这是第三日吗 是 婉清走到李清堂身边 帮他捏肩 这才三日 我感觉比在苏州三年都累 李清堂叹了口气 婉清 习素 你们说我能在这侯府里生存下去吗 婉清歪着脑袋 我看侯爷和夫人都很喜欢您啊 老太太虽然看着严厉 但对您瞧着也还温和 二小姐虽做事有些鲁莽冲动 但也送了您不少衣服 待您也算亲热 这三小姐瞧着也是个安分的 那荷包针脚很密 是用心绣了的 李清堂道 我买的那些荷包 手帕不也绣得很不错吗 除了给老太太的经书 给慕书云的礼物 和那个被李清兰拿走的荷包 剩下的都是 他在街上随便买的 小姐你的意思 这是买的 李清堂摇头 我的意思是 这后宅中的人 你们谁也不要轻易相信 他两辈子对这个李清延 都没有什么具体的印象 只记得小时候 李清延像个影子一样 跟在李清延的身后 等他回府后 他也没见过李清延几次 李清延比他似乎更没有存在感 明明这个人处处都在 却又好像哪也没有 可就这么一个 看着平平无奇 十几年来存在感的透明人 却成为了苏怀霄的妾 上辈子李清堂过了头七后 只能听到周围的声音 却看不到景象 能去的范围也十分有限 他听说李清延 嫁给了苏怀霄为良妾 在苏怀霄登基后 被封为了九瓶之首 郑二品的昭姨娘娘 李清延作为北安侯府唯一的嫡女 自小在所有人的宠爱下 精尊玉贵地长大 她有身份 有名声 有金钱 唯一可能对她有阻碍的自己 还被送去了苏州 然后早早逝逝 她顺风顺水地长大 所有的丑陋事 都有孙姨娘在做 她不需要手段 就可以拥有一切 所以李清延很好被看透 可李清延不一样 她比起李清堂还不如 至少孙姨娘是老太太的外甥女 是光患人家的女儿 是被娶进门的贵戒 可李姨娘丫鬟出身 便是穆书云随意发卖了 老太太和李顾 恐怕都不会问一句的贱戒 就像习宿说的 会咬人的狗不叫 比起一声顺遂的李清延 这位从底层摸爬滚打出来 翻身成为招姨娘娘的三妹妹 怕是更不好对付 只希望她这个三妹妹 不要插手她和李清延之间的恩怨才好 小姐 您这位大姐姐 瞧着还不错 给您带了这么多礼物 说起话来 也不像二小姐那般高高在上 看起来是个好相处的 李清延身边的丫鬟红桃 抱着李清堂给的礼物道 出了李清堂的院子 李清延才抬起头 平视着前方 她也有一双和李顾相似的桃花眼 她看着天边像要烧起来的晚霞 大姐姐很漂亮 嗯 红桃没搞懂李清延 这突然一句话的意思 大小姐毁容了不是吗 李清延笑了 用微不可闻的声音 自语了一句 最好是 一个李清延 已经让她很费心思了 她可不想再多一个对手 对了 让你交代凌峰的事 你交代了吗 李清堂看向习素 已经告诉了 约莫着明天就有答案了 李清堂点了点头 帮我研磨 我要写信 李清堂先提笔给柳福桑写了一封信 告诉他自己已经到了京城 还把侯府目前的情况 和他自己的分析和忧虑都写了上去 整个厚厚一打 写完给柳福桑的信后 李清堂想了想 又拿出一张纸 在上面写下了一行字 郑出表哥 我已安全到京 一切安好 误念 李清堂写到这里顿住 这样会不会显得太过生疏 于是 他把纸揉成一团 重新提笔 婉清打着哈欠 小姐您还不睡吗 明天还要和夫人一起去游园会呢 这就睡了 李清堂写下最后一笔 吹干了墨水 叠好放进了信封 又封上了火漆 习素 明天你让林雨把这两封信寄出去 一封给柳福桑 一封寄去幕府给郑出表哥 好的 小姐 习素应下 第二天一早 习素正在给李清堂收拾打扮的时候 一个小丫鬟突然来了 大小姐 夫人让我给您送双配衣服的鞋 好 替我谢谢母亲 婉清接过鞋子 小姐这双红底金丝穿珠袖鞋 若是配上那条石榴红的裙子 再加上老夫人给的那套火山湖首饰 肯定美极了 李清堂笑了笑 好 那就穿那套吧 鞋送去了吗 李清鸾一边挑着首饰 一边问道 已经送去了 想必大小姐会穿那套石榴红的裙子 李清鸾拿起一根赤金孔雀尾马脑流苏 笑了起来 这个好看 今日就戴这个了 李清堂穿着那身海棠红的 幻花景叶的洒花裙 但头上却没有戴那套火山湖饰品 而是戴着昨日新买的那套海棠珠钗 当李清堂出现在前院的时候 所有人都一正 包括李清鸾 府中所有人都知道 大小姐毁了容 那些没见过李清堂的下人 都以为她是什么洪水猛兽般的丑陋长相 没想到真人会这么 他们无法形容 李清堂虽然戴着面纱 可他们就是觉得 李清堂和丑没有任何关系 觉得那青纱下 不是起了红枕的可不面容 而是一张足以清成的容颜 李清鸾笑着夸了句 姐姐今日真漂亮 然后就带着两个丫鬟上了马车 因为路途远 今日准备了三辆马车 主子带着贴身丫鬟 各自做一辆 林宇负责赶李清堂的马车 信你送出去了吗 李清堂上车后 还不忘问林宇 小姐放心 一大早 我就送去驿站了 小姐 没有炉子啊 垫子也不是毛皮的 婉清进去后 看着小了不少的车厢问道 这已经比我们进京的马车 要好很多了 你就知足吧 李清堂轻轻敲了一下 婉清的脑袋 马车也是有规制的 哦 婉清揉了揉脑袋 李清堂掀开窗帘一角 李清鸾就是在这次的游园会上 得到了永家公主的青睐 甚至还邀请了永家公主 来参加她的集集礼 亲自为她带赞 一时风光无二 这次她可不会让李清鸾 轻易得到这一切 李清鸾坐在马车上吃着果子 一想到李清堂马上就要倒霉 她就忍不住想笑 永家公主的女儿 玉安郡主日前得了一匹十六红的云锦 做了衣裙 准备在这次游园会上穿 玉安郡主向来刁蛮霸道 最讨厌别人和她穿一个颜色的衣服 上次查会李布侍郎家女儿 和她穿了同一色的衣服 被她直接泼了一身茶 哭着跑了 今日 她倒要看李清堂怎么出丑 马车行驶了半个多时辰 来到了永家公主的别院 前面已经停了很多辆马车 都是来参加游园会的夫人小姐 李清堂往外看了一眼 带了备用的衣服吗 带了 婉清点头 拿出来 我要换衣服 啊 婉清愣了 好端端的 怎么突然要换衣服 您的衣服准备了 但首饰没准备啊 这打扮了一早上呢 换了多可惜啊 换 李清堂发现 这么多贵女 穿着各种鲜嫩颜色的衣服 独独少了红色 她突然想起 前世听到的一件小事 或许传言的另有隐情 但今日很重要 她不能为这点小事冒险 习俗见李清堂坚持 立马拿出备用的衣服 凌羽看好马车 小姐要换衣裳 穆书云和李清团下了马车 发现李清堂还没下来 这时凌羽走来 大小姐救急复发 婉清正在给她按穴位 大小姐让小的来向夫人禀告 让您二位先进去 她在马车里缓一下 穆书云听后关切 严重吗 若是太难受 不用用撑着 可以先回府休息 让大夫去瞧瞧 大小姐说 只是老毛病 缓一会就好了 让二位不用担心 大姐姐对自己的身体肯定有数 她都说没事了 母亲就不要担心了 咱们先进去吧 总在这站的也不太好 李清团可不想让李清堂回去 她可还等着看好戏呢 梅清你在这候着 一会陪大小姐一起进去 是 为了避免突发意外 世家贵女外出时 一般都会在马车上备套衣服 李清堂也特意 让习宿准备了一套 换上了一套天水闭色的 夜地飞鸟苗花长裙 好在她今日带着的是 海棠花样式的珍珠钗 主体是珍珠白 只有花心一点红色 和这身衣服 倒也不算为何 李清团一进后院 就看到了一身红衣的玉安郡主 正在和几个贵女一起投胡 她走过去参与其中 找了个最好的观赏位置 她已经迫不及待 想看到接下来的画面了 你今日怎么回事 感觉心不在焉的 这都投到哪去了 这样下去 我们可要输了 和李清团一组投胡的七霞县主 不越道 李清团连忙回神 抱歉 我是在担心我那姐姐 她怎么还没过来 不会是迷路了吧 姐姐 七霞县主有些疑惑 你什么时候还有姐姐了 你不是只有一个哥哥吗 是我树姐 早年被送去了苏州静养 刚接回来 李清团道 她第一次参加这种场合 我怕她出什么意外 树姐呀 七霞县主一听 有些不屑地转过头 就是那个毁了容的 郑微博的嫡女 好奇地探过头 听说因为太丑 还吓到了宣王殿下 这 这是哪传的胡话 我姐姐虽然毁了容 但并没有那么丑 也没吓到宣王殿下 李清团解释 我那姐姐是在冠里长大的 一会要是出了什么笑话 你们可不许笑她 不过一个庶女 至于你这般维护吗 七霞县主吃笑了一声 孙姨娘是这儿八经的官家小姐 是被父亲吓了 聘取进门上的祖谱的 我母亲又很疼爱她 她与我亲姐姐 没什么区别 李清团解释 我那姐姐人很好的 你们会喜欢她的 你呀你 不知这厚宅险恶 嫡数有别 可别对那群庶女太好 不然她们会分不清 自己的身份 妄想一步登天 七霞县主冷笑了一声 七霞县主是 宫颈郡王的女儿 宫颈郡王除了正妃 还有两个侧妃 好几个贵妾 和一群贱妾 生下了十几个兄弟姐妹 那两个侧妃的女儿 处处和她争 所以她是最憎恶数女的 李清团也是知道这一点 所以才故意这么说 李清团换好衣服 下了马车 梅清见到李清团 忽然换了身衣服 有些惊讶 但也没说什么 都怪我马活 弄脏了小姐的衣服 让梅清姑娘久等了 习诉道歉 没事 姑娘身子无大爱就好 永家公主是当今 圣上一母同胞的妹妹 荣宠极深 这别院占地极大 可谓凋梁化住 穷楼玉宇 看得婉清一愣一愣 李清团虽然也很想 好好看看这园林风景 但还是乖乖地 在公主府丫鬟的带领下 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 李清团等啊 等 都快等得不耐烦了 终于看到了李清团的身影 但见到李清团换了衣服后 眉头一下猝了起来 手中的剑又头歪了 怎么回事 李清团不是穿的红色衣服吗 怎么换了 随着李清团的头歪 约安郡主拍手大笑 好啊 我赢了 清团 你今天怎么回事 七霞县主气得跺脚 抱歉 我看到我姐姐来了 一时分了身 李清团一进花园 就看到了那个满头朱翠 红裙飞扬的御安郡主 她前世没有参加这个游园会 也没亲眼见过这个御安郡主 不过外界一直都传 这个郡主很是刁蛮跋扈 讨厌的是很多 其中有一件就是 不喜欢别人同她撞衫 这院中这么多是家小姐 蓝的 黄的 紫的 什么颜色都有撞的 独独没有人与御安郡主撞色 李清团怕是早就打听了 所以昨日才特意 跟去给她选了条红色裙子 今早的那些 恐怕不是沐淑云送来的 而是她送来的 就是为了让她穿这条红裙子 想让她当众被御安郡主发落丢脸 对一个毁了容的庶女 还这般算计 不知道该说她聪明还是愚蠢 李清堂先去见沐淑云 在她的带领下 认了一遍园中的贵妇们 李清堂规规矩矩地行礼 一一回答 然后就安静乖巧地 站在沐淑云的身后 听说你家大姑娘的脸伤了 徐太医已经看过了 没什么大事 养几天就好了 沐淑云笑着回答 然后拍了拍李清堂的手 去找你妹妹玩吧 永家公主这园子大得很 让卵儿带你转转 嗯 李清堂恭敬地行了一礼 然后从亭子里退了出来 姐姐 你终于来了 怎的还换了套衣服 李清兰走过来问道 不小心被点心弄脏了一块 于是就换了件 李清堂说着露出遗憾的表情 我这第一次出门 实在太紧张了 真是可惜了那件衣服 还有这一早上的装扮 李清兰没想到 李清堂还带了备用的衣服 肯定又是沐淑云告诉他的 脏了就脏了吧 我带你认识一下我的朋友们 李清兰拉着李清堂来到了人前 这就是我的数捷李清堂 和我同日出生 刚从苏州回到京城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游园会以后 还请大家多多照拂 院中很大 贵女们分了很多小圈子 李清兰混的这个小圈子 算是其中最高级的一个 全是名门嫡女 都是娇养着长大的 一般的嫡女都入不了他们的眼 更别说李清堂一个庶女 哎呀 别废话了 赶紧开始第二局 七侠县主正脸都没看李清堂一眼 直接招呼道 还是刚当的分组 我就不信我今天赢不了 本郡主 我今日百发百中 你拿什么赢我 月安郡主笑着摘下手上的赤金蝉丝双扣镯 我拿这个当这一局的彩头 你呢 七侠县主摘下腰间的紫玉藤花玉佩 我拿这个 好 月安郡主拿起箭矢正要头的时候 郑威伯府的嫡女宋乐枝连忙道 可是荣如刚刚被叫走了 我们这边少一个人啊 这不是有一个吗 七侠县主用手指了指李清堂 眼中带着些许不屑 她能行吗 宋乐枝有些怀疑 怎么 荣如走了 你们害怕了 七侠县主道 若是害怕 你们可以认输啊 有什么可害怕的 本郡主闭着眼睛也能赢 月安郡主看了眼李清堂 救你了 你过来 一队三个人 每人八根箭矢 加在一起得分高的队伍获胜 头中虎口得一分 头中虎尔得两分 八只权重得五分 漂亮 随着李清堂最后一根箭矢投入虎口 八只权重 七侠县主笑得开怀 拿起那只赤金蝉丝双扣镯 这局我赢了 这镯子我就不客气了 月安郡主这边 只剩下李清堂这最后一根箭矢 便是李清堂也权重了 总分还是差对面两分 更何况他开始还空了一箭 少得意 月安郡主不服气 把另一只手上的翡翠镯子也摘了下来 我们单独再来一局 郡主稍等 输赢还未定论 李清堂拿起箭矢走到壶前 李清堂虽没太玩过头壶 但在惯例这里 几年他没少投过签子 把擦洗干净的签纹扔进签筒里 让枯燥的工作稍微有点乐趣 头壶最重要的就是 手要纹 眼要准 这也是李清堂最擅长的地方 前面几头已经让他找到了手感 最后这一头他还是有点把握 你能行吗 月安郡主一脸的不信任 这么多人看着 姐姐还是不要逞能了吧 这个比赛已经吸引了周围不少贵女的围观 李清堂道 姐姐第一次玩输了也是正常的 反正还有一头 试试呗 李清堂拿着看向月安郡主和宋乐枝 我投了 投吧 一个镯子而已 我说得起 月安郡主一副已经看开的模样 无所未到 七侠县主看着李清堂露出一个不懈的笑 自讨没趣 李清堂没有被外人影响 抬起仙仙玉手瞄准胡尔 屏住了呼吸 当风静下的那一瞬间 把手里的剑矢投了出去 月安郡主看都没看 他们只有一种方式赢得比赛 就是李清堂以以干的方式 投中胡尔得十分 但这多半要靠运气 毕竟他认识的人当中 能靠实力投出以干的 只有他那个妖孽一样的表哥 一个人长得好看 脾气却死臭的家伙 中了 没想到这里大姑娘投胡这么厉害 周围围观的贵女一轮纷纷 月安郡主转头看向投胡 只见右侧胡尔鞋插着一根剑矢 哇 清堂你也太厉害了吧 这可是十分啊 宋乐之拉着李清堂的胳膊 激动极了 你第一次玩 怎么就这么厉害 李清堂笑着道 也还好吧 之前有玩过类似的 七侠县主看着那根剑矢 气得狠狠瞪了李清堂一眼 这人走得什么狗屎运 这也能投中 月安郡主看着七侠县主憋气的模样 笑得开怀 拿起那块玉佩 在七侠县主的面前 仔细端向了一番后 这玉佩看着也不过如此吗 画链 你不要太过分 这就过分了 更过分的 还在后面呢 月安郡主说着 把那块紫玉藤花玉佩 扔给了身后的丫鬟 赏你了 谢郡主赏赐 月安郡主的丫鬟接过玉佩 脆声声地应道 你 七侠县主被骑得跺脚离开 周围的贵女们也都拾去地散开 李清鸾看了眼李清堂 称怪道 姐姐 你说 你硬要出什么风头啊 怎么 就许你出风头赢我 不许别人出风头赢你 月安郡主看了眼李清鸾 非得本郡主 输了你才高兴吗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李清鸾连忙解释 我只是怕姐姐 因此得罪了七侠县主 得罪就得罪了呗 难不成你们北安侯府 还指望着他七侠赏饭吃 月安郡主说着 走到李清堂的身边 伸手揽住了李清堂的肩膀 以后我带你玩 李清堂转头看向月安郡主 好看的眼睛 笑成月牙的形状 谢谢郡主 传言果然不可信 月安郡主 果然如他想的那般 李清鸾见李清堂 得了月安郡主的赏识 努力保持着得体的微笑 郡主说的是 姐姐 我们已经出来很久了 回母亲那看看吧 李清堂点了点头 郑玉同李清鸾走的时候 却被月安郡主拦住 我和你姐姐还有事要聊 你自己去吧 月安郡主说着 就拉着李清堂的手走了 留下李清鸾呆愣在原地 他深深看了一眼李清堂的背影 恨恨地咬了咬嘴唇 然后去找了被弃走的七侠县主 郡主找我何事 这个给你 月安郡主 把那只赤金蝉丝双扣镯 塞到了李清堂的手里 刚刚能赢多亏你 这个送你了 李清堂没有客气 直接笑着收下 谢谢郡主 我从没有过这般好看的镯子 看到李清堂这么痛快的收下 月安郡主倒是有些惊讶了 你正常不是该推辞一下的吗 我如果推辞了 你要真不给我了 可怎么办 我可是冒着得罪七侠县主 和自家妹妹的风险 好容易才赢了比赛 李清堂把镯子戴在了自己的手上 然后伸到了月安郡主的面前 好看吗 我堂堂郡主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送出去的礼 那就是泼出去的水 从没有收回来的道理 月安郡主道 不过 你你倒是和你那妹妹 还有那些人 有点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 这金钟贵女分为三种类型 一种是讨好我的 一种是讨厌我的 还有一种是面上讨好我心里 却讨厌我的 但我瞧着你都不太像 月安郡主道 还是你刚来京城 没听过我的威名 所以才敢这般放肆与我说话 七侠就是讨厌她的那种 处处想和她争 所以赢了七侠之后 她非常开心 我听过的 他们都说你刁蛮任性 可我从不听传言 我只信自己看到的 李清堂笑着道 我觉得 你是今日整个园子里 最真实 最好看的那一个 你 李清堂这直白的话 把月安郡主突然给整不会了 你这嘴倒是比你那妹妹还会说 也不知道有几分真假 我自小在罐中长大 吃斋念佛 也算半个出家人 佛不打狂语 我不会骗人 李清堂一本正经道 这些年 我观眼观心 也算小有所成 郡主您真的很好看 也比这世上绝大多数人都要善良得多 月安郡主第一次被人这么直接且真诚地夸赞 脸颊不自觉红了起来 轻咳了一声 那个 你既然收了我的镯子 那你就得帮我个忙 什么忙 教我投壶吧 那一根是怎么投出来的 有没有什么诀窍 月安郡主追问 你要是教会了我 以后我保你在京城横着走 等他学好了 他非得 在他那表哥面前露一手 把之前书的东西都引回来 好 李清堂伸出手 那我们击掌为事 郡主可不许哄我 都说了本郡主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皇帝舅舅最疼的就是我了 你只要不干那被灭九族的事 我都能保你不死 李清堂入京后第一次笑得这么开怀 他看着面前这红衣飞扬的女子 心想 这就是追的他表哥上天下地无门 差点成为他表嫂的女人 只可惜了 这般鲜活生动又敢爱敢恨的姑娘 最后却客死在了异国他乡 李清堂听着月安郡主骄傲地说着皇帝舅 最疼的就是我了心里有症抽痛 皇帝的确宠爱这个外甥女 甚至还封了他为安定公主 不过这封赏 却是为了让他去北魏和亲 为了幽济十六州的太平 这个自出生就没有受过罪的天之娇女 一反传闻中的刁蛮任性 不哭不闹地离开生长了一辈子的繁华京城 去了寄寥荒芜的北境 红颜枯骨永远埋葬在幽济十六州的黄沙之下 李清堂觉得 愿意为家国百姓奉献生命的女子 不会如传闻中那般刁蛮无礼 不过是他高贵的出身惹了旁人的艳羡 众人因嫉妒而生出谣言 就如他的美貌一般 错的从来就不是他们 你在想什么呢 玉安郡主见李清堂突然对着他发起愣 伸手在他面前晃了晃 没什么 郡主太好看了 我一时看愣了神 李清堂开玩笑道 玉安郡主神色严肃看向李清堂 我看错了 你果然也是想逃好我的那类人 是啊 李清堂点头 我是想逃好你 想让你庇护我 但我夸你好看也是真心的 我说了佛不打狂语 算了 不和你计较这些 玉安郡主耳间有些红 你和李清堂同日出生 那我比你大几个月 你以后可以叫我灵儿姐姐 灵儿姐姐 李清堂的声音又软又甜 不是故意加出来的 而是本身就这样 听着让人心都柔了 话链挥了挥手 好了 叫我投胡吧 嗯 约莫过了小半个时辰 下人来寻两人 郡主 赏话会开始了 公主让奴才请郡主过去 还有北安后夫人 让奴才转告李大姑娘 家中有事她先回去 让她和二姑娘 在这好好玩 知道了 画链揉了揉胳膊 你不是信佛吗 母亲近日得了一幅画佛的画 今天这游园会 就是她为了炫耀这幅画而办的 一会你就跟着我 我让你近距离看看 谢谢链姐姐 李清堂笑着应下 当李清堂到的时候 画已经挂了出来 为了好多人 大家都在感叹和夸赞 也不知道是夸赞这画 还是在夸赞永家郡主 这画中的佛陀和景象都栩栩如生 连动物的眼睛都画得炯炯有神 可见画者功力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这笔触之细腻 真是前所未见 画佛的画少留于世 听闻这经中只有太后那有一幅 公主能得此画 必是佛缘身后之人 谢公主今日愿将此画展出 也让我等见了世面 画佛的画 果然名不虚传啊 今日的品画会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这边还被了笔墨指研 诸位若是有感而发的 可自行取用 永家公主笑着道 画被挂在了花园空地的正中间 中间用屏风简单隔开 区分了男兵和女兵 大家听得到彼此声音 却不会直接见到面 华莲儿拉着李清堂的手凑到前面 你瞧瞧 画得是不是可好了 李清鸾见不过一会功夫 玉安郡主就和李清堂的关系这么好 恨得牙根都开始痒痒 明明是李清堂得罪了七侠县主 李清堂却近了玉安郡主的眼 他把李清堂介绍给七侠等人 是冲着让李清堂受到排挤而来的 结果没想到会变成这种结果 这是李清堂年前让婉清去卖的 没想到静兜兜转转地来到了永家公主的手里 成为了李清鸾的登天梯 李清堂道 的确画得不错 婉清没忍住偷笑了一下 很快大家围绕着这幅画开始了讨论 李清堂被画链拉到凉棚下吃沙点 尝尝这个海棠糕 全京城就没有比我家更好吃的了 李清堂拿起一块面纱掀起一脚咬了一口 眼睛亮了起来 好吃 画链看了眼面纱底下一傻而过的脸 好奇问到你这脸怎么了 大家都在传你面容可不 我瞧着好像没那么严重啊 没什么 就是害了血 昨个涂了徐太医给的药 效果不错 很快就能恢复 就这么点小事啊 听他们说的 我还以为你这脸这辈子都好不了了 所以我不信传言 我只信自己看到的 你说的对 两人聊得正欢 突然爆发了一阵掌声 好啊 文姓后世子这首诗做得好啊 确实不错 把这话描写得会声会色 惭愧惭愧 主要是贱谜居士画得好 我不过是一样画葫芦罢了 文姓后世子谦虚道 世子谦虚了 把那块灰燕送给世子当彩头 永家公主听着别人夸这话 心情十分愉悦 谢公主赏 见文姓后世子得了赏 众人更加踊跃了起来 画链不感兴趣 继续拉着李清堂摇苏州的去文 这时很多和李清鸾玩得好的贵女 开始怂恿李清鸾 清鸾你是我们这边文采最好的了 你快坐一手 不能让他们给咱比了下去 对呀清鸾 我看你刚刚说的 那句就很好 在众人的追捧下 李清鸾在心里又默背了一遍 自己为今日准备了许久的诗 开口道 清鸾久仰见谜居士大名就已 今日观此真迹有感而发附诗一首 清鸾文采有限 望朱军不要笑话 李小姐哪里的话 这句话可不就是佛陀观望世间百态 众生像 不愧是京城第一才女啊 文信侯士子第一个拍手叫好 所有人都开始附和 生生把李清鸾夸成了文曲心下凡 这只是小女仓促之作 许多用词还有待推敲 实在当不得诸位这诸多夸奖 听到李清鸾这番话 画铃翻了个白眼 你这妹妹惯会惺惺作态 李清堂笑了一声 摇了摇头 这一下被七侠县主抓住 我看李家大小姐 似乎对这首饰不太满意啊 苏刘月 你是不是耳朵不好使啊 清堂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了 画铃直呼七侠县主全名 为李清堂撑腰 她是没说话 可她的笑分明 就是没看上清鸾做的这首诗 那说明这李家大姑娘 怕是对贱谜居士的这幅画 有什么更好的见解 不妨说出来给大家听听 也让我们见识见识 七侠县主苏刘月 看向身边的贵女们 你们说是不是 她不好硬刚画铃 还不好给一个述出的卑贱玩意儿 找点麻烦吗 周围的贵女们互相看了一眼 都默不作声 谁也不想得罪 姐姐若是有更好的见解 可以说出来 没关系的 赏话会本来就是 大家一起交流的吗 李清鸾笑着道 似乎是在解围 但却侧面认同了苏刘月的话 把李清堂给架了起来 让她不得不发表见解 她就不信了 李清堂连家学都没上过的人 还能做出比她准备了 这么长时间还好的诗 之前没能让她出丑 她如今倒是自己送上门了 李清堂还在想要怎么 拆李清鸾的台 结果这苏刘月 就刚好给她递了的榔头 李清鸾什么时候还有个姐姐 是啊 没听说北安侯府 还有个大小姐啊 有啊 是个述出 说是从小被送到乡下养了五年 刚回京 一个乡下出来的 能有什么见解 听说那大姑娘还毁了容 长得可吓人了 一个没读过书的丑女 竟敢嘲讽自己的妹妹 真是粗鄙不堪 北安侯怎么有这种女儿 李二小姐真是可怜 有这么一个善度的姐姐 女眷这边因为有有 话链在 没人敢说话 但屏风另一侧的议论声 却络绎不绝地传了过来 话链气得直接起身 推翻了屏风 让本郡主看看 是哪些个长蛇妇 在这背后里 说人坏话 林二 不得无礼 永家郡主道 母亲 是他们无礼在先 清堂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做 就被他们说得这般不堪 一群这样的人 还敢看佛像 怕不是要被佛祖 打入跋舌地狱 省得让你们再造口验 话链一番话 对得一众世家公子 面红耳赤 林二 永家公主深深看了眼华链 意思 你快给我住口 谢链姐姐为我说话 既然七侠县主和妹妹 非要听我对这幅画的见解 那我就浅显地说一说吧 李清堂起身 走到众人面前 李清堂身材高挑 腰脂柔软纤细 随便走走都摇曳风姿 他声音婉转悠扬 带着江南水乡的软糯清甜 让人一听便心神荡漾 仅凭着身姿和声音 便是蒙着半张脸 也让人心驰神往 画链一脸担忧地看着李清堂 小声问道 你行吗 李清堂给了他一个 你放心的表情 然后从容地走到了画前 地藏经言 众生是揽众一而成 逐进而生 而众音就是色 受 想 行 实着五音 揽着五一而成的身体 逐进而生 由这种因缘境界而生出来的 就叫众生 李清堂不慌不忙 娓娓道来 所以观众生说的 并不是观看这世间的众生百态 这幅画描绘的 也与佛教里的观众生没什么关系 钱国虽然崇尚佛教 世家贵族为了迎合皇室的喜好 也喜欢烧香拜佛 但他们多求的是因缘官徒 只求佛 却别并了解佛 你怎么知道 这戒谜居士画的 就是佛经呢 有李清堂的雍顿者反驳 李清堂笑了 头上的朱钗 在阳光的照射下意义发光 却不比 他此时眼睛的明亮 他画的若不是佛 那你们为何称他为画佛 那人自讨了个没趣 但又有其他人追问 那你说 这幅画画的是什么 不过是佛陀一梦罢了 李清堂道 啊 说了半天 最后就解释为梦 苏刘月嘲讽道 那我还说 这画的就是京城吗 你若非这么认为 那也可以 画这种东西 本就见仁见智 妹妹觉得 这是观众生 那就是观众生 你觉得这是京城 那就是京城 李清堂道 凡所有相 皆属虚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易如电 应坐如是观 所以区区一个佛陀一梦 也只是你自己的观点 文姓侯世子 冷笑一声 李清堂摇了摇头 正如诸位公子所说 我自小被送走在冠中长大 是个粗鄙 又没读过书的丑女 哪能想到什么佛陀一梦 只是这几个字 已经被戒谜居士写在了话中 我只是一样 照葫芦说出来罢了 什么 众人一听 纷纷把目光投向那幅画 这画上并未看见任何字啊 姐姐 你不要为了一点义气 胡说八道啊 李清堂开口道 本来李清堂说完这话 和观众生没有任何关系时 他心里是慌的 生怕他真的知道什么 没想到 他静止编出了一个佛陀一梦 李清堂走到桌前 用梵文写下了佛陀一梦四个字 然后放到了画的旁边 这不是很明显吗 这幅画里 出处处都写着这四个字 李清堂不喜欢在画上提字 但喜欢把字用梵文藏在画里 因为梵文写起来就很像画符 可以装饰隐藏在任何地方 永家公主文言 也从亭子里走到了画前 仔细对比了一番 这真的是 苏刘岳见状冷哼一声 谁知道你是不是胡乱写的 现场这么多饱读诗书的公子们 难道连个识范文的都没有 李清堂露出惊讶的表情 漂亮的桃花眼里 写满了不可置信 刚刚他们那般诋毁李清堂 自然不想承认 他们不如李清堂 但他们的确没有一个认识范文的 画里儿看到李清堂 把那群公子割兑的哑口无言 笑着来到画前 清堂 你快给我指指拿写的呢 李清堂细细把画里 每一处写有范文的地方都指了出来 并结合画面解释了意思 所有人都被李清堂的讲解所吸引 无自觉地越凑越近 眼神和思绪 都随着李清堂的话语 和御手指的方向而走 一番讲解下来 所有人心悦成福 我竟不知 这画中还藏了这般深意 永家公主听完 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 笑着拉过李清堂的手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 竟然如此精通佛法 平日看得多 自然也就懂得多了些 殿下不嫌弃 臣女话多变好 李清堂低眉顺眼 恭敬回画 堂儿你不用谦虚 你真厉害竟然还懂得范文 不愧是我的朋友 画铃儿毫不遮掩地夸赞 然后仰着下巴看向苏刘月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苏刘月瞪了一眼李清堂 转过头不说话 原来这幅画里 竟有这么多佛理 我竟一个都未发现 一个清秀的男子 对着李清堂浅浅一拜 今日得李大姑娘赐教了 不愧是画佛呀 这么一幅画里 竟然蕴藏了这么深的含义 佛陀一梦三千世 大梦初醒一场空 李大姑娘赏画的功力确实高 听着众人对李清堂的夸赞 李清堂面上温和端庄的表情 差点都要绷不住 他在得知这次活动后 就开始精心准备的诗 竟然就这么简单 被李清堂区区一个佛陀一梦 给盖了过去 这个贱谜居士 没事在画里加什么范文 那李清堂又怎么会使的 姐姐真厉害 还认识范文 李清堂言不由衷地夸赞 我送给祖母的经书 就是用范文抄写的 祖母就放在小佛堂内 这么多日了 妹妹竟不知道吗 李清堂一脸无辜地问道 李清堂在心里 骂了李清堂一万次 她这几日太忙 根本没有去看过老太太 哪知道什么经书的事 但她如果说不知道 那不就是承认她这么多天 没有去看过自己的祖母 她可不想被扣上不孝的帽子 原来那是姐姐抄的呀 李清堂露出一个惊讶的表情 随后自责道 都怪我没问清楚 若早知道姐姐懂范文 便早让姐姐给大家讲讲 也省得我们在这瞎说 扭曲了这话的意思 是啊 你既然看得懂 为何不早说 莫不是就想看我们的笑话 不就是卖弄你会些范文吗 先前嘲讽过李清堂 然后被李清堂回击到 说不出话的几个世家公子 开口指责 赏话本就是千人千相 李清堂面对指责 不卑不亢 我说了 你们说的都对 你们觉得 这是京城景象 这边就是京城景象 你们觉得 这是众生 这边就是众生 我说的只是 戒谜居士的想法 不是世间众生的想法 若万事万物 都只有一种解释 那这赏话会意义何在 你说是戒谜居士的想法 就是戒谜居士的想法 说的好像你认识一样 苏刘月道 说到底这一切 也不过是你自己的想法罢了 李清堂笑了 他可真是太喜欢苏刘月了 说来也巧 我还真认识 听到李清堂这么说 所有人都看向他 连沉迷赏话的永家郡主 都回过了神 拉着李清堂的手热切道 你认识戒谜居士 李清堂点头 戒谜居士正是家师 不可能 李清鸾直接失态叫出了声 怎么可能 孙姨娘不是说 李清堂在苏州 整日窝在冠里 连门都不出 怎么可能认识 什么戒谜居士 李清堂看向李清鸾 妹妹如此斩钉截铁 是不信姐姐吗 我说的是不可能吧 李清鸾在一瞬的僵硬后 露出一个温婉的笑 没听说过 戒谜居士有什么弟子 甚至他本人 也没什么人见过 妹妹是怕姐姐 被什么贼人给骗了 师父画这幅画的时候 我就在现场 李清堂指着画中 一个站在菩提树下 祈愿的拇指大小的人像 这是我 你说是你就是你 这写了你名字不成 苏刘岳不信 我还说 这个是我呢 他随意指了 一个画中的人物等 这上面的确写了我的名字 李清堂指着画中 人物手里的许愿牌 画帘连忙凑过去 我的天 这小牌子上 真的有一个堂子 其他人也陆续过去查看 发现那牌子上 的确清楚 写了个红豆粒大小的堂子 清堂你 竟然是画服的弟子 画帘瞪大眼睛 看着李清堂 所有人看李清堂的目光都变了 戒谜居士 作为近几年最受追捧的画家 画作流逝极少 也从未有人见过其真容 这就越发显得神秘莫测 一个侯府的庶女 不值得被人关注和讨好 但被太后娘娘 都夸赞过的戒谜居士的弟子 却值得被讨好 若能在太后受诞前 得一副真迹献上 必能讨得太后娘娘的欢心 李清堂拽在手里的帕子 都变了形 李清堂凭什么能成为 戒谜居士的徒弟 孙姨娘怎么连这么重要的事 都不告诉她 害得她出了这么大一个仇 姐姐怎么不早说 你是戒谜居士的弟子 你从未问过我呀 李清堂一脸坦然 你也从没告诉过 今日是个赏画会 我也不知道 你们口中的画佛 就是戒谜居士 我刚从苏州回京 对京中事物全然不知 今日若因无知 而无意惹了诸位 望诸位见谅 李清堂说着 行了个礼 好孩子 你哪有什么错 永家郡主拉着李清堂 来 再跟我说说 苏刘月觉得 今日处处不顺 生了一肚子气 眼下李清堂 正被永家公主拉着说话 她只能对着李清堂阴阳怪气 你这个竖姐 可比我家那些厉害多了 我看以后可有你受的 说吧 她带着丫鬟离开 今天她就多遇来这一趟 赏话会结束 永家公主和御安郡主 把李清堂留下 李清堂一个人乘车先行回府 回府后 她就哭了起来 这边永家公主留了李清堂 吃了晚饭 才让派了公主府的护卫 把人送了回去 一回去 她就看到了面色黑沉的李顾和老太太 女儿见过祖母 父亲 李清堂乖巧行礼 正想让婉清 把手里的东西盛上来的时候 李顾声色威严道 还不快跪下 你还有脸回来 你妹妹好心带你去永家公主的游园会 结果你却这么害她 你毁了自己妹妹的名声 对你有什么好处 莫不是以为没了你妹妹 那宣王就会看上你 我怎么会有你这种心思歹毒的女儿 李清堂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她一脸惶恐地跪在地上 女儿愚钝 不明白父亲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做了什么好事你 自己不知道吗 女儿确实不知 还请父亲明言 好啊 你连自己错在哪都不知道 李顾怒道 你当众羞辱自己妹妹 害她落水而不管 只顾自己享乐 在外面玩到这个时辰才回来 也不知道通知家里医生 你的规矩都学到哪里去了 你毁了自己妹妹的名声 对你有什么好处 女儿惶恐 女儿从未羞辱过青鸾妹妹 更不知道什么落水的事 女儿也没有在外享乐 而是李清堂话未说完 李清鸾就被扶着走了进来 一脸病容 用手帕捂着嘴 不住咳嗽 父亲不要怪姐姐 是我自己不小心落了水 和姐姐没关系 玩儿 你怎么起来了 你还发着热闹 快回去好好休息 李固关切道 我不想姐姐 因为我被父亲责罚 今天是我的错 是我在投壶技术和佛理造诣上 不如姐姐 这才惹了七侠县主的不悦 和众人的笑话 是我自己因为羞愧 而不小心失足落水 和姐姐没关系的 父亲千万不要怪罪姐姐 李清鸾一头青丝 披散在身后 整个人娇弱的 仿佛一阵风就可以吹走 红着眼睛为李清堂求情 玩儿 你不用为他说话 李固安慰了一下李清鸾 转头看向李清堂 第一次出门就惹出这么多麻烦 你现在赶紧向你妹妹道歉 然后去祠堂跪上三日 现在满京城都在传你毁了容 面目可憎 以后你就 老是在家里待着 不要再出门丢人了 李清堂诚惶惶惶的 给李清鸾道歉 对不起妹妹 我也是怕约安郡主输了比赛 会怪罪抢了他风头的你 所以才试了试 没想到运气好头重了已干 我真不是故意的 若不是七侠县主和妹妹 让我评那话 我真的没想参与的 回来的晚是约安郡主说 已经派人通知侯府了 我才在公主府用的晚膳 若知那小厮没有通禀祖母和父亲 我定是会回绝永家公主和郡主的邀请 李清堂带着哭声 磕了一个头 望祖母 父亲和妹妹 看在我从小离家 刚回京城 没学过什么规矩的份上 原谅我这次 我一定好好在祠堂反省 你说是永家公主留了你用晚膳 一直没说话的老太太 突然开口 嗯 李清堂抹了抹眼泪 老太太和李姑若有所思 李清阮有些心虚 玉安郡主是派人告诉她了 但她没和李姑说 她实在咽不下今日这口气 于是便伪装落水 回来便告了李清堂一状 李清阮怕李姑询问 连忙剧烈咳嗽了起来 虚弱地扶着鹅 我有些晕 书华快扶小姐回房休息 李姑连忙吩咐 李清堂这时也道 父亲 女儿知错 女儿这就去贵祠堂 以后也不会再出门了 但劳烦父亲派人去公主府通知郡主一声 女儿明日不能赴约了 请郡主恕罪 不过是一点小事 既然堂儿都已经道了歉 轮儿也不追究 就都快回去歇着吧 李姑还没开口 老太太先开了口 还不快扶你们小姐回院子休息 名个儿不是还要出门吗 婉清和习宿连忙把李清堂扶起 李清堂起来低头恭敬地行了一礼 谢祖母体恤 婉清和习宿扶着李清堂回到院子 婉清一帮帮李清堂拆发室 一边嘟着嘴 我原以为老爷还是关心小姐的 没想到他这新言子都偏到天上去了 郡主明明让二小姐的小四通知侯爷了 肯定是二小姐没让说的 还有那些臭男人 把咱们小姐骂成那个样子 二小姐都不出来说一句 现在在老爷面前倒是求起情来了 我们小姐根本什么都没错 好在老太太是个奖礼的 小姐这身子这么弱 要真被罚去贵祠堂 可怎么办 习宿摇了摇头 老太太若真是讲理 就该把那没有传话的小厮 叫来好好审问责罚一顿 就该问清今日发生的事情真相 而不是在接受了咱们小姐的道歉后 直接做个合适老 让真正做错事的二小姐全身而退 婉清一听 发现好像的确是这么回事 怎么这样 小姐 您不该认错的 您明明没有做错什么 李清堂摇了摇头 我做没做错对他们而言 没有区别 为什么没区别 错就是错 没错就是没错呀 婉清不明白 拥有权力 才有正义 李清堂摘下耳环 现在的我在侯府是没有正义的 婉清委屈地红起了眼睛 可真就这么算了呀 明早你去告诉郡主 说我这几日有事出不了府 不能叫他投胡了 李清堂道 他若问你什么事 你就如现在这般就好了 对了夫人呢 李清堂问 他提前离宴又没回府 是发生什么了 好像是庄子出了什么事 去处理还没回来 习宿道 让林峰查的是怎么样了 李清堂想起那枚金钗的事问道 已经拿着孙姨娘的画像证实了 就是孙姨娘去买的金钗 习宿道 好极了 前妈妈那边一定要让人照顾好 千万不能让他死了 隔几日开门给他送点好吃的 说是我让的 告诉他 只要他乖乖地养好伤 我就就会去接他来京城 李清堂道 习宿点头 小姐放心 吩咐完这一切 李清堂看了眼窗外的月亮 挺了一天的脊背松了下来 终于又过了一天啊 他真的好累啊 第二天一早 李清堂就在小厨房里 做了一份蝴蝶酥 让婉清在约定时间送给画铃 然后 他梳洗一番 穿了身浅青色的普通裙子 卫尸粉袋 只插了根玉钗 就去了祠堂跪了下来 李清鸾正吃着燕窝 听说李清堂一大早就去跪了祠堂 嘴角勾了勾 左个儿不是很得意吗 一个庶女还妄想抢她的风筒 活该 想起昨日李清堂说的佛经 李清鸾去给老太太请安 这时下人来禀 玉安郡主来了 郡主突然到访 有失远迎 因为穆书云去了庄子没回来 所以只能老太太出来迎客 快给郡主上茶 茶无所谓 清堂呢 画铃问 大小姐呢 老太太问身边的丫鬟 丫鬟小声低语 听说一早就去跪了祠堂 老太太微微皱眉 快去把大小姐请来 然后对画铃道 郡主稍等 塔儿一会就道 画铃嗡了一声 转头看到李清鸾在 好看得眉头皱起 听说你昨日在公主府落了水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 李清鸾没想到画铃会突然造访 更没想到他一开口 就会问这件事 只是一桩小事 不用紧扰郡主 小事 画铃冷笑了一声 这怎么能是小事呢 堂堂侯府小姐 在公主府落了水 那不得好好查查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免得再传出个公主府 仗势气人的谣言 怎么会 这事与公主府无关 是清鸾自己没注意看路 不小心脚滑了而已 脚滑肯定是地不干净 说出来在哪段路脚滑了 我回去就让人清理休整 免得再误伤了旁人 画铃追问 可别说你不记得了 就算你不记得了 你身边那些个下人 也该记得吧 画铃说着 用手指了一下李清鸾身边的书画 我昨日见你跟在李二姑娘的身边 说吧 你家姑娘在哪摔的 书画小心翼翼地 看了一眼李清鸾 连忙跪地道 请郡主恕罪 我这丫鬟是第一次进公主府 不识路 说不出来也是情有可原 望郡主恕罪 李清鸾找补道 哦 不识我公主府的路 那回自己家的路 和自己家主子 总该认识吧 画铃道 我昨个儿留青堂吃饭 让你的小厮知会侯爷和老夫人 那小厮是迷路了 没回侯府不认识侯爷和老夫 还是把本郡主的话 荡耳旁风了 见画铃生气 李清鸾心虚 昨晚就什么明白了的老太太 出来打圆场 老生会好好调查给郡主一个交代 本公主性子急 等不了 现在就调查吧 画铃端起茶杯抿了口 老太太见画铃这个态度 知道今日的事 不给个答案不成了 把昨日去公主府的小厮叫来 很快一个经兽的男人 就被压了上来 画铃身边的桂嬷嬷 声色俱立 贺问 为什么没把郡主交代的话 转告给侯爷和老夫人 奴才 奴才 男人突然被带过来 只在路上听老太太房里的管家婆子 说了一嘴 只要他把错都自己担着 就给他二十两银子 奴才昨个家里有急事 一时着急回家 就忘了这回事 请郡主恕罪 画铃看都没看这个男人一眼 鬼嬷嬷继续道 忘了 你忘了知会老夫人和侯爷 害得李大姑娘含冤受罚 还害了我家郡主的名声 一句道歉就完事了 男人一听慌了神 连忙看了眼李清鸾 但李清鸾背过了头 然后他又看向老夫人 见老夫人身后的管家婆子 给了个安心的眼神后 立即求饶道 奴才错了 郡主大人有大量 实在是家中老母病急 奴才过于着急 这才无了事 奴才真的知错了 念在你初次犯错 又事出有因 就罚你半年阅历 下去吧 老太太开口 慢着 贵嬷嬷拦住男人 侯府仁慈 对这种奴才小成大戒 但公主府不能这么算了 哪怕是天塌下来了 也不是一个奴才 灭世皇权的理由 听到灭世皇权 这么大一个罪名 男人腿都软了 李清鸾和老太太 也是心底一惊 那不知郡主何意 老夫人问 这毕竟是侯府的奴才 这种七主卑主 面世皇权的奴才 诛他九族 都是应该的 但看在老太太和 北安侯府的面子上 就罚个仗毙吧 步步至于吧 李清鸾弱弱道 只是忘了见小事而已 小事 贵嬷嬷作为宫里 出来的管教嬷嬷 气势非同一般 她一眼看向李清鸾 李清鸾立马低下了头 李二姑娘 好歹也是京中 这么点规矩都不懂 我们郡主可是 永家公主唯一的女儿 圣上的亲外生女 三皇子锦王的嫡亲表妹 便是宫里的奴才 也不敢欺骗我们郡主 可北安侯府的奴才 却敢把我们郡主 不放在眼里 杨凤因为 李二姑娘精海敢说 这只是件小事 这要让公主和圣上知道 贵嬷嬷化未说全 但大家也都明白这意思了 郡主息怒 老太太连忙道 这奴才犯了这般大错 侯府不好偏袒 就交由郡主全权处置 既然老夫人这么说了 那我便也不客气了 华林直接对护卫吩咐 乱棍打死 郡主饶命 郡主饶命 男人连滚带爬的 来到华林身边求饶道 是二小姐 是二小姐不让我说的 二小姐也没落水 只是让奴才拿了盆水泼湿的 李清伦一听立马急了 你休要胡说八道 郡主信奴才 不是奴才不想说 是二小姐不让奴才说 老太太对府中吓人喝道 还愣着干嘛 快把这胡言乱语的刁奴 拖出去杖壁 就在场面一片混乱时 李清堂来了 规矩行礼 见过祖母 见过郡主 大小姐 大小姐救救奴才 真的是二小姐让奴才 不要告诉侯爷和老夫人 您被公主和郡主留下吃晚饭的事 奴才真的不想死啊 李清堂一脸茫然又惶恐 清堂说到底 你才是这件事最大的苦主 你说吧 这个不听话的刁奴 该如何处理 话连开口 错不在他 我不怪他 索性我也没收到什么实质伤害 就罚他两个月的月前放了他吧 李清堂道 既然清堂都开口了 那就饶你一次吧 再有下次 谁都救不了你 话连冷声道 谢郡主 谢郡主 错了 你该谢的不是我 男人立马会议 谢大小姐 谢大小姐 男人磕的头都流血了 李清堂连忙让人把他扶下去 还吩咐晚清去给他涂药 老太太的脸色不太好 人已乏了 郡主觉得可还满意 不太满意 老太太脸色又黑了几分 郡主还想在北安侯府如何 他要提醒华连 虽然他贵为郡主 但这里是北安侯府 差不多就得了 但华连可不是那种 差不多就得了的人 既然错的是李清鸾 老夫人不罚他吗 华连问 清堂什么都没做错就被罚 李清鸾陷害姐姐 造谣在公主府落水 就什么事都没有 这就是北安侯府的规矩吗 离儿姐姐 李清堂小声换了身华连 对他摇了摇头 祖母心疼我身子未愈 并未罚我 是我自觉愧疚 李清堂道 昨个赏话若不是我 该得公主赏的 该是妹妹才对 妹妹为此 老我也是应该 本来就是他和那七侠逼你去轮化的 想踩着你出风头 这你都看不出来吗 你还替他求情 华连不客气道 我 我没有 李清鸾哭着道 清鸾若是什么地方得罪了郡主 这便向郡主道歉 但请郡主 不要这般误会清鸾 清鸾你此举的确有失体统 罚你禁闭一月 把心经超上百遍 老太太说完看向华连 老身这身子骨不行了 实在不能再陪郡主闲聊了 说罢便起身 堂儿就由你来接待郡主吧 是 祖母 祖母 李清鸾哭着想解释 但被老太太一个眼神扫过去 就收回了华 恨恨瞪了一眼李清堂 然后哭着回了自己的院子 所有人都走了 李清堂给华连行了一礼 今日谢谢郡主为我出头 华连嘟着嘴 我替你出头 你却做好人 这个也原谅 那个也原谅 我错了 我请凌儿姐姐吃饭 吃大餐 李清堂拉着华连的手道 你说去哪吃 咱就去哪吃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不客气了 华连道 我今个就大吃你一顿 去水云间 水云间 李清堂记得这里 表哥说有什么事可以去呢 嗯 你可多带点银子 那可是京城最贵的酒楼 华连笑着道 姐姐放心 我有钱 李清堂卖话得来的银子 几乎没动过 李清言看着李清堂 和御安郡主携手离开 神色惠明 他这看起来 有些鱼的大姐姐 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 这二人逗起来想来 会很有意思吧 御安郡主的马车 很大 也更加豪华 这一路是畅通无阻的 来到水云间门口 刚到门口 小二就殷勤地迎了上来 把人带去了二层的雅间 姐姐点吧 我第一次来 不知道有什么好吃的 好 华连也没客气 点了好几道招牌菜 再来湖醉春风 点完后 华连也似乎觉得有点不妥 你能喝酒吗 李清堂点头 能啊 为什么不能 你不说自己是半个佛门弟子吗 怎么又吃肉又喝酒的 有句话说得好 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流 李清堂道 我又没真的出家 自然是什么都吃的 很快饭菜喝酒就被端上 李清堂给自己和华连也都针上 然后举杯 这杯是谢姐姐 今日为我出头 李清堂仰头喝完 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这杯是向姐姐道歉 说着又一饮而尽 向我道什么歉 我是故意让婉清去找你的 李清堂觉得自己有些卑鄙 他能感觉出 华连是真心想与他交朋友的 但他却存着利用华连的心 我知道啊 华连把酒一眼下 我就是知道 你让婉清来找我的目的 所以才去给你出头的呀 啊 这下换到李清堂愣住了 本来因为愧疚 已经饮满泪水的眼睛 一眨不敢眨地看着华连 华连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我不说了以后会罩着你 让你在京城横着走吗 遇到委屈 来找我不是很应该的吗 华连说着 加起一块烧肉 我说过我身边有三种人 一种是七侠那种摆明了讨厌我的 还有一种是李清鸾那样 面上对我客气 但心里极其讨厌我的 比起七侠 我更不喜欢李清鸾 七侠虽然讨人厌了点 但他蠢了 和他吵架还挺有意思的 但李清鸾这种假善良的人 是真的讨厌 从小大处处就显着他厉害了 也不知道 那些男人的眼睛是瞎了还是怎么的 竟都能被他给搞得五迷三道 李清鸾晃着脑袋 我也想不明白 你不是喝多了吧 华连见李清鸾 眼神有些迷离 李清鸾摇了摇头 没有 只是有些热 说着 他伸手准备摘掉面纱 姐姐不要嫌弃我的脸 不会的 一点疹子而已 华连不以为意 但当李清鸾摘下面纱的那一刻 他还是惊了 你你 华连指着李清鸾的脸 有些磕 李清鸾摸了摸自己的脸 怎么了 是我的脸太吓人了吗 那我再戴上 不是 华连摇了摇头 因为喝了酒里清鸾的脸红了起来 今天他只涂了浅浅的一点药汁 所以只起了一小片淡淡的红疹 而这红疹 因为红起来的脸而变得不明显 那是怎么了 你长得怎么这么好看 华连凑近仔细瞧了瞧 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人之一 和我姑母不相上下 姑母 就是华贵妃 在看见你之前我一直以为 我姑母是这世上最好看的人 我姑母当时可被称为 前国第一美人 可惜我姑母生的是个儿子 若是生了个女儿 肯定得美得跟天仙似的 就像你这样 华连夸道 难道生到儿子就不好看了吗 李清堂笑着问 虽然我那表哥长得也好看 但脾气太臭了 比我姑母脾气还臭 京城中最不讨人喜欢的就是他了 他也是 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烦的人 华连越说越生气 小拳头都握了起来 正在马车上的苏怀木 狠狠打了两个喷嚏 公子明没事吧 木燕连忙倒了一杯热茶 不会着凉了吧 要不要喝杯茶暖暖 不必 苏怀木摆手 打开刚从京城送来的信 信封上写着表哥倾起四个字 苏怀木看着这四个字 就仿佛看到了李清堂 行云流水若云四烟 看似婉转轻柔内里 却暗藏着一股金钩铁化 他指尖轻轻抹撒过 轻声低语 字写得倒是好看 苏怀木打开风口的火漆 从里面拿出信纸 正出表哥 见字如面 我已经到京城了 母亲送了我许多衣服首饰 府里的饭菜也不错 京城很繁华 明日母亲 要带我和妹妹 一起去参加 永家公主的游园会 我很紧张 这京城实在太大了 雕梁玉柱下满是皇亲国妻 我心里很害怕 是不是很没出息 信很短 但苏怀木看了很长时间 他脑中 冒出李清堂那张巴掌大的小脸 大大的眼中饮满了泪水 好像一碰就要化掉 拉着他的衣袖 声音像是炭火 煮到刚融化的血 温温热 又软又轻地对他说 表哥 我怕 只是这么一想 他的心都酥了 回京 苏怀木沉声道 啊 沐燕看向苏怀木 可事情不是还没做完吗 剩下这点小事你 留下处理即可 苏怀木把信纸叠好放回信封 然后又妥贴地塞进了怀中 背马 即刻启程 沐燕很好奇 京城到底送来了什么要紧的 是能让他家公子这么着急回去 难道是 那位要不成了 还是殿下那几位哥哥出事了 沐燕不知道这一切 只是因为李清堂的三个子 很害怕 水云间里 李清堂听着画链说着 他那个讨人厌的锦王表哥 李清堂在记忆中 思索他听说过的三皇子锦王 这位三皇子 锦王是化贵妃的儿子 皇后幼子夭折地走 所以这三皇子一出生 就是宫中身份最贵重的皇子 母亲是贵妃 外祖父是郑国公 舅舅是票继大将军 还娶了皇帝的亲妹妹 永家公主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这位锦王娘胎里被伤到 所以自小身体就弱 但这就更得皇帝的宠爱 赐的王府 都是最大最豪华的 因为自小身子弱 所以皇帝心疼他 不用他像其他皇子那般 日日上课学武 被骄养成了一个 精中谁都惹不起的浑世魔王 这位三皇子 身子烧好些后 最大的爱好 就是游山玩水 所以李清堂从未见过他 听到的消息也很少 只在宣王登基的时候 听人说 这位三皇子 死在了幽济十六周 有人说他是病死的 有人说他想去就遇安郡主 总之是死了 李清堂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莫名觉得 这位三皇子很可怜 你怎么还哭了起来 华林儿说着说着 一转头 发现李清堂突然哭了 吓了一跳 我哭了吗 李清堂摸了摸眼睛 发现的确有泪水 傻笑了一声 真哭了哀 华林儿无语 你是不是不会喝酒 李清堂先下意识点了一下头 然后赶紧摇头 目光坚定地看着华林儿 我超能喝 说着 他直接打开了包间的门 小二 再来一壶醉春风 苏怀霄只觉耳边一阵急风吹过 他往旁撤了一步 躲开了门扇突如其来的攻击 一转头就看见李清堂半眯着眼睛 豪气一挥手 水袖从他的鼻尖划过 留下一道浅浅的香风 华林儿见李清堂这番喝醉的了模样 连忙去拉 结果就看到苏怀霄站在门口 怀霄表哥 好久不见林儿 苏怀霄收回看向李清堂的目光 带着温和的笑与华林儿打招呼 华林儿把示意守在门口的丫鬟 把李清堂扶回去 你不是去江南巡查了吗 这么快就回来了 快吗 苏怀霄用余光瞥了一眼歪头傻笑的李清堂 开玩笑道 我已经出去俩月了 林儿你 未免有点太不关心我这个表哥了吧 华林儿挠着头笑了一下 那改日请你吃饭 择日不如撞日 反正我今日也只一人 一人吃饭喝酒 难免孤寂 不如就和你拼个捉吧 可今日是清堂妹妹请客 华林儿道 那就我来请吧 苏怀霄笑着道 表妹不会连请吃饭的机会都不给表哥吧 华林儿看向李清堂 你愿意吗 李清堂双手撑着下巴 笑着点了点头 我都听你的 苏怀霄看着李清堂 喉咙不觉一紧 他第一眼看到李清堂 就知道觉得 这会是个撩人的小妖精 果然是媚骨天成 明明没做什么 却让人忍不住浮想联翩 那日翠玉轩一别后 他一直在思索李清堂最后那句话那件衣服 是他绣的这句话的意思 买一件衣服 他想了很久 终于想到他在苏州 起真阁买的那件 说来他那日 在起真阁 也遇到了李清堂 从小巷里的初遇 到起真阁 再到游街时的茶楼 回京后的翠玉轩偶遇 以及现在 他们已经有五次的偶然相遇 这大概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吧 李大小姐答应了 表妹不会拒绝吧 苏怀霄看向华林儿 今天我可还带了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啊 华林儿问 海边带回来的九孔螺干衣 不管煲汤 还是清炒 都特别鲜美 苏怀霄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 华林儿一听说 有新奇的吃食 立马来了兴趣 而苏怀霄 也就是看中了这一点 才故意说的 表妹不介绍一下吗 入座后 苏怀霄看了眼李清堂后 就看向华林儿 你不是知道 她是李大姑娘吗 华林儿道 怎么还用我介绍 虽然我和李大小姐 在翠玉轩见过一次 但那次算是偶遇 当时情况有些复杂 痴人嘴短 华林儿轻轻捅了 捅有些迷蒙的李清堂 这是我苏怀霄 我的二表哥 宣王殿下 因着华林儿的母亲 是皇帝的亲妹妹 所以这几个皇子 都算是她的表哥 只不过三皇子 因为是化贵妃生的 所以更亲近一些 也只有叫苏怀木的时候 才会只说表哥 这是李清堂 北安侯府大小姐 不仅投壶非常厉害 还精通佛法 是戒谜居士的弟子 我的好姐妹 以后这京城地界 我罩着她 华林儿介绍其李清堂 明显更亲近几分 苏怀霄听到戒谜居士 四个字后 看向李清堂的目光 微亮了几分 李清堂有点晕 但还没到醉的程度 在看到苏怀霄的时候 九亿就稍微醒了一些 那日在翠玉轩 她和苏怀霄搭话 某种程度上 也是因为李清团逼的 事后她又想了想 觉得不该那么冲动 以她的本事 就是在和柳福桑学上的十年 也不是一位心思深沉的皇子的对手 而且 就算她用美人计 拆散了李清团和苏怀霄 但一旦苏怀霄要娶她呢 那穆家不还是会被牵连 而且 她才不喜欢什么皇子呢 侯府的后宅 就已经这般复杂了 若她真嫁入王府 不管是妻是妾 日子定会比现在 还要难上百倍 李清堂默默坐在一边低头喝茶 思绪翻飞 鸭语般长长的睫毛 扑闪扑闪着 白皙修长的手捧着 白底青刺的茶杯 刚煮好的茶冒着热气 白色的水雾 在她面前飘起生腾 苏怀霄用余光 一直关注着李清堂 白雾朦胧下 十分的美艳上 又多上了三分仙气 李姑娘的脸 看来恢复得不错 李清堂啊了一声回过神 嗯 徐太医给的要很好用 想来没几日就该大好了 这还要多谢宣王殿下 李清堂说着 行了个礼 李姑娘不用多礼 只是举手之劳罢了 苏怀霄道 看到清堂姑娘的脸 恢复得这般好 我就放心了 华怜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传言果然不可信 外界都在说 那日清堂丑的 把你都吓到了 没想到你还找了徐太医 倒是有点怜香惜玉呢 林儿姐姐 殿下是看在我二妹妹的份上 才帮我找的太医 李清堂连忙解释道 没想到二表哥 你和李清堂关系还挺好 华怜吃了口菜 与其中带了点盐鱼 只是参与了几场施会 所以有了交集罢了 苏怀霄风轻云淡道 又吃了一会 华怜儿捂着肚子 我出去一趟 当华怜儿走后 屋内只剩下李清堂 苏怀霄 还有伺候着的晚清和习宿 喝了不少茶和热汤 李清堂的酒意消散了不少 他同共也就喝了三杯酒 上头快 散得也快 此时脸色已经从熟透的樱桃 变成了白中带粉的水蜜桃 不知李大姑娘还记不记得 这是我们第几次相遇 苏怀霄抿了口酒 看向李清堂 啊 李清堂思索了一下 起真格一次 翠玉轩一次 这一次 他微微低头 小心翼翼道 三次 苏怀霄笑着摇了摇头 这是我们第五次相遇 第五次 李清堂完全想不起来 他们有见过这么多次 第一次是在苏州的巷子里 好像身后有什么怪物 在追似的 你急慌慌地跑着 撞进了我的怀里 苏怀霄道 那时你还穿着一身男装 可还记得 被这么一说 李清堂一下想了起来 原来是殿下 抱歉 那日我太过慌张没有注意 冲撞了殿下 实在抱歉 怎的那么慌张 难不成真有怪物在追你 李清堂摇了摇头 是城中一个恶霸 苏怀霄一听 眉头皱起 光天化日之下 在苏州城中繁华之地 当众敢对官家小姐行恶 那人好大的胆子 你没报官吗 李清堂摇了摇头 那人是苏州之府的小舅子 强龙不压地头蛇 何况我只是个空有其名的侯府庶女而已 不过那个坏蛋 已经被绳之以法了 也算恶有恶报 感谢那位 为民除害的贵人 哈哈大笑了起来 李清堂一脸猛 这件事有那么好笑吗 苏怀霄见李清堂 一副迷茫小白兔的模样 收回笑 不知李姑娘想怎么感谢我 嗯 李清堂更茫然了 我就是你口中那位 为民除害的贵人 李清堂瞪大了眼睛 第一次直视了苏怀霄的脸 是你处这猪群 看着李清堂从迷茫的小白兔 变成震惊的小白兔 苏怀霄觉得有意思极了 一个人身上 怎么能同时拥有天真和妩媚 就像你说的 七行罢是恶贯满盈 罪有应得 李清堂没想到 帮他报仇的会是苏怀霄 这感觉太奇怪了 仇人未来的相公 却帮他除掉了一个 欺负过他的仇人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李清堂如果不表示一下 恐怕不太好 清堂以茶代酒 敬殿下一杯 谢殿下为民除害 一句以茶代酒 就感谢了吗 苏怀霄道 你可知我 为了除掉这个猪群 费了多大力气 得罪了多少人 李清堂心里有些慌 这个苏怀霄 不是要讹他吧 不知道宣王殿下 想让小女如何感谢 苏怀霄看李清堂 这一脸如灵大敌的模样 再次笑了起来 怕什么 我又不会吃了你这个人 顶多也就是吃你炖饭吧 听到苏怀霄这么说 李清堂松了口气 今日这顿 我请殿下 苏怀霄摇头 这可不成 今日说好事我请 就得是我请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李清堂内心默默感慨 他们皇室中人 都喜欢说一言四马难追吗 华联也是这样 那就改日 殿下有空的时候 我再请殿下 那就后日吧 我掐指一算 后日是个喝酒的好日子 啊 李清堂没想到 苏怀霄真的会硬下 还直接定了时间 怎么 李姑娘反悔了 小女不敢 那就后日午时 还在这水云间 习素低着头 心里一紧 他家公子 不知什么时候 才能处理完梁州的事 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家公子要是再不回来 这精心呵护的白菜 好像要被诸拱了 一言为定 苏怀霄拿起酒杯 撞了一下李清堂的茶杯 慈悲撞击发出清脆的声响 苏怀霄把酒一饮而尽 好酒 这是华联如厕归来 你们聊什么呢 李清堂正想实话实说 苏怀霄却开口 没什么 评价了一下菜肴而已 说着他看向华联 表妹要不要再来份点心 好啊 一份不够 得多来几份 华联毫不客气 好不容易逮住一个冤大头 那不能轻易放过 清堂你想吃什么点心 他家点心做的也很好吃 我都行 听你的 李清堂不解苏怀霄 为什么要隐藏刚才的对话 这时苏怀霄对他做了一个口刑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李清堂连忙低下头喝茶 庄总没看到 苏怀霄见状 嘴角勾起一个淡笑 李姑娘 茶杯已经空了 李清堂闻言才反应过来 连忙把茶杯放下 我 我肚子也不太舒服 然后急匆匆出了门 他在回京前 把要面对所有人的性格 都与柳福桑分析了一遍 然后找出了与之对应和相处的状态 该怎么理故相处 该怎么讨劳太太的欢心 要如何对付孙姨娘和李清兰 甚至连侯府中一些管事的性格喜好 他都打探了一遍 但对于苏怀霄 李清堂从未设想过 能与他有这般相处的机会 也没想过他会和苏怀霄 有过这些渊源 更没想过 这传闻中 谦谦如玉的君子 竟还有喜欢捉弄人的一面 哟 这是谁家小娘子 怎么一个人在这发呆呢 李清堂站在包间 不远处平复心情 思索该如何应对苏怀霄的时候 一个油腻又有些熟悉的男生 从身旁传来 李清堂转头看到说话的男人后 整个人犹如被雷劈中 呆愣着不敢动 眼前这个身着灵断的男人 正是前世他的丈夫 郑国公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儿子 皇后的弟弟 郑世兄 小娘子怎能如此惊讶 莫不是被公子我的迷人风姿所倾倒了 郑世兄这话一出 身边跟着的几个男人也都笑了起来 习宿往前一步挡住李清堂 这是北安侯府的小姐 休得放肆 北安侯府 郑世兄似乎喝了不少酒 身上带着浓厚的酒气 脚步也有些晃荡 思索了一下道 哦 想起来了 那个娶了个伤女的破落侯府是吧 你晚亲戚的想要理论 被李清堂一把抓住 我们走 三人要走 但对方明显不放 围住了他们的去路 别走啊 北安侯府的大小姐李清阑我认识 但你瞅着可有点面生 北安侯什么时候 有这么好看的女儿了 我听说李清鸾 还有个树出的妹妹 莫不就是你 你们在干什么呢 一声娇和 华林儿走了出来 郑世兄你好大的胆子 光天化日之下 你就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调戏我的人 是不是上次被我揍得还不够重 华林儿 郑世兄看到华林儿眉头皱起 怎么打都有你 哼 华林儿冷哼一声 是我今日出门没看皇帝 才遇到了你这个倒霉玩意 给你三个数 带着你这群狗腿子赶紧滚 不然姑奶奶今天让你爬着出去 说着 华林儿就甩出一条鞭子 小爷我还怕你 郑世兄往前了一步 身边的人都默默不语 永家公主唯一的掌上明珠 和国葬唯一的儿子 这俩都是金钟无法无天 招惹不起的存在 掌柜的 咱们不用去阻拦吗 站在楼下的小二 看向掌柜的弱弱问道 不用 他们打不起来 就算打起来了 打坏了什么 让他们召价赔偿就成 掌柜的似乎对这种事已经习以为常了 看了一眼就继续算账 两方人马对峙 眼看就要动手的时候 苏怀萧走了出来 这是怎么了 宣王殿下 跟在郑世兄身边的几个世家公子 见到苏怀萧后立马行礼 郑世兄见到苏怀萧后有些惊讶 但也没行礼 只是打了招呼 二皇子也在啊 李姑娘是我的客人 不知郑世子找他有何事 苏怀萧面带着淡淡微笑问道 原来这是怀萧你的客人啊 既是你的客人 那我就给你的面子 郑世兄带着不怀好意的笑 看了眼李青棠 李姑娘 下次见面 可得与我好好喝一杯啊 走吧 咱去逍遥阁快活快活去 郑世兄一挥手 带着一群人离开 我呸 是个死不要脸的玩意 我抽死他 华怜听到这话 拿起鞭子就要冲过去 被丫鬟拦住 郡主 您忘了上次揍了他 可被罚禁足半个月呢 二表哥 他这番模样你也能忍 华怜道 就算郑国公不管 皇后娘娘怎也不管管他 进出来败坏国公府名声 别气了 我回去会向母后禀告的 苏怀霄还是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 但那一直挂在脸上的笑 已经没了 李青棠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郑世兄 一想起上辈子 他就恶心极了 虽然二人没有夫妻之时 但只是 看到他那模样 他就恶心得很 不同于猪群 是外表就生得让人反感 这郑世兄长得人模狗样 灵魂却恶臭至极 小姐你没事吧 脸怎么这么摆 晚清见李青棠刚还红着的脸 如今却一片惨白的模样 着急到 就是被吓到了 李青棠开口 我没想到天子脚下 也会有这种人 华怜儿气鼓鼓 我回去一定要向太后娘娘告状 我就不信 太后娘娘还能惯着她 怜儿姐姐我没事 不用为了我这么做 李青棠不想给华怜儿惹 不必要的麻烦 他以后躲着点郑世兄就是了 郑世兄不可能堵到他家里吧 我就是看不惯他 仗着身份胡作非为 京城多少好人家的姑娘 都被他祸害了 下次再呗 我给逮住 我非揍的 他连他娘都认不出来 李青棠好顿安抚华怜儿 华怜儿才消了点气 被这个畜生搞得没心情了 我瞧着你 脸色也不太好 先送你回家吧 嗯 李青棠点了点头 苏怀潇道 刚好顺路 我送你们吧 在下楼的时候 苏怀潇经过李青棠的时 小声道 又欠了我一次 李青棠看着苏怀潇的背影 好看得眉头皱起 这苏怀潇 不是真的要讹他吧 回府的马车上 李青棠道 怜儿姐姐 你后日有空吗 后日 话怜儿想了一下 后日我要进宫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今日是宣王请的课 我寻思 哪日再请你一次 这感情好啊 不如哪日你给我坐一顿呗 你不是说 你手艺特别好吗 我的手艺肯定没有 水云间大厨的好 你若不嫌弃 什么时候有空 都可以来侯府找我 那成 宣王和御安郡主的马车 骑骑在北安侯府门前停下 李青棠走下马车 和话林儿道别 苏怀潇也掀开车窗挥了挥手 李青棠刚回到自己的院子 那边李青鸾已经开始发飙 你说什么 怀潇哥哥 把那个贱人给送了回来 不可能 他和怀潇哥哥才见过一次而已 怀潇哥哥怎么可能送他 李青鸾摇头 你一定是看错了 奴婢的确看到了宣王殿下的马车 停在侯府门口 不过大小姐 是从御安郡主的马车上下来的 或许是宣王殿下 送御安郡主回府 路过了侯府 这倒是有可能 李青鸾默认了这个答案 恨恨地搅着帕子 这李青棠到底是给华林儿下了什么迷啊 能让华林儿来帮他出头 这个华林儿也真是的 怎地和一个毁了容的庶女玩到一起去 也不怕掉了身份 父亲和母亲呢 还没回来吗 李青鸾问 老爷下之后 与有人去游湖了 夫人去了庄子还未回 母亲去庄子干嘛 这个不清楚 丫鬟摇了摇头 但听说去的是孙姨娘住的那个庄子 李青鸾听后微微醋眉 等母亲和父亲回来了 记得喊我 是 李顾下之后 直接和同僚去了林影湖游船 众人一边听着四竹声 一边喝酒饮诗 李顾做了首诗后 得到了众人的夸赞 侯爷这诗做得确实好啊 真是有欺负必有其女 听闻令爱昨个 在永家公主的游园会上 做了首观众声 甚妙啊 李顾听此 笑得更加开怀了些 我家青鸾在诗词上 却是有些天赋 说到游园会 我也听说了 大家开始都以为 那话叫观众声 后来才知道 画佛已经把画的名字 用梵文写在了里面 叫佛陀一梦 不仅如此 那画里还藏了很多梵文 都别有深意 听说画佛侍卫得到高僧 行踪飘渺 精通梵文 也只有这样的人 才能画出那般充满 佛法韵味的话吧 是啊 若不是有画佛的弟子亲自讲解 我等凡人 怕怎么也发现不了 这画中深意吧 画佛的画出事甚少 也不知有没有机会 能亲眼见见 李固感叹 这时文姓侯文元舟 从船舱外走了进来 仲荣兄这话说的 有点过于谦虚了 若连你都看不到 戒谜居士的话 我等可就更看不到了 仲荣是李固的字 元舟兄来了 快坐 李固连忙起身相迎 此话怎讲 若不是我知道仲荣兄的性情 真的会以为你在逗我 文姓侯道 恋爱就是戒谜居士的弟子 你若想赏话 那不是亲而一举吗 李固愣了 亲完什么时候 成了戒谜居士的弟子 他没听说过啊 若伦儿真的是戒谜居士的弟子 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他的呀 不会是搞错了吧 怎么可能 我家超儿佐个回去就说了 那戒谜居士 还把恋爱画在了画中了 文姓侯道 仲荣兄真是生了个好女儿啊 李固笑着谦虚 哪里哪里 恋爱既是画佛的弟子 那该是能得到画佛的话吧 有人激动到 不知我等能否亲眼瞧瞧 这我不确定啊 李固犹豫了 他到现在也想不明白 如何理清卵士 如何成为戒谜居士弟子的 仲荣兄就不要谦虚了 画佛神龙剑手不剑尾 这些年来 令爱可是第一个 与其有联系的人 画佛既能让令爱入化 想来赠与其一两幅画 也是有可能的 文姓侯道 到时候还请仲荣兄 一定拿出来 给我等见识见识 是啊 一定要让我们见识见识 在一群人的恭维下 李固很快就飘飘然的 找不到北了 在李固游船坐落的时候 穆书云乘着马车回了府 此时天色已黑 穆书云颠补了一路 有些疲惫 夫人 奴婢这就让厨房给您备膳 穆书云点了点头 简单一点即可 是 刚吩咐下去没多久 又有下人来禀告 夫人 大小姐来了 穆书云揉了揉眉心 让她进来吧 清堂拜见母亲 李清堂行礼 起来吧 这么晚来找我有事 就是来看看 母亲回眉回府 还做了点汤 寻思若母亲回来了 就带给您尝一尝 李清堂到 唐儿有心了 穆书云想着 孙姨娘在庄子上 要死要活的模样 再看看面前乖巧的李清堂 觉得有些割脸 母亲要尝尝吗 李清堂带着期待 我的厨艺还不错 那就尝尝吧 李清堂听到穆书云愿意喝 脸上立马露出了欣喜的表情 从石河里小心地拿出词中 穆书云在李清堂的满眼期待中 喝了一口 这是罢费汤 嗯 李清堂点头 味道怎么样 穆书云没想到李清堂会做这道菜 这是苏州菜 是他在家时就爱喝的 很好 我好久没喝到这么地道的罢费汤 李清堂见穆书云喜欢 松了口气 那日他去幕府做客 桌上就有这道汤 他很喜欢 穆章是 说穆书云也很喜欢这道菜 于是 他特意学了一下 母亲喜欢就好 我很喜欢 唐儿有心了 在马车上颠簸了半日 喝上这么一口热乎乎的汤着时 让人身心舒畅 穆书云喝完汤 见李清堂欲言又止的模样 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那女人就直说了 李清堂把昨个在公主府发生的事 回府后发生的事 和今天上午 话铃来府中问罪李清堂的事 都如是说了出来 对不起母亲 是我害了清堂妹妹受罚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 穆书云叹了口气 是轮儿做错事在先 你无需自责 谢母亲 李清堂没想到 在老太太和李固 都偏心李清鸾的情况下 穆书云会相信她 轮儿这些年被我宠得过头了 但她本质不坏的 穆书云道 这件事让你受委屈了 我替轮儿向你道歉 李清堂摇头 我不怪妹妹 好孩子 穆书云摸了摸李清堂的头发 你的脸如何了 徐太医的要很有效 估计再有几日就可以大好了 那真是太好了 穆书云笑着道 到时候母亲给你半个接风宴 谢母亲 但还有一事 唐儿想和您说 什么事 李清堂看向婉清 婉清你到门外守着 穆书云也让梅清出去 屋里只剩下他们二人 说吧 女儿怀疑孙姨娘想杀了女儿 你说什么 穆书云以为自己出现什么幻觉 女儿觉得孙姨娘想杀了女儿 李清堂道 当初我来信说 在苏州遇刺并未提经过 但其实 那些凶手说是钱妈妈指使的 而钱妈妈说是因为一时鬼迷心窍 怕我把她贪莫约历的事 告诉侯爷 因为这事情太过冲击 穆书云有一种似梦非梦的感觉 钱妈妈因为贪莫了银子 便找人刺杀你 对 苏州知府那边都有案底 我也有钱妈妈的口供 那几个犯人 还在关在苏州府大牢里 母亲若不幸 可以派人去查实 李清堂道 那你为何刚回来石妹说 因为李清堂露出为难的神色 似乎有些难于开口 这里没有外人 你说吧 本来女儿以为这件事已经结束了 毕竟凶手已经被抓了 钱妈妈也认罪了 我想着把人带回金让母亲名处理 但没想到路上又遇到刺杀 可能是因为我救了钱妈妈一命 所以 她向我袒露了真相 什么真相 穆书云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心里就有个猜测了 她说是孙姨娘让她这么做的 李清堂道 我听后其实是不信的 孙姨娘是我的亲娘 她怎么会想着杀我 还让人用那种 先知殃后杀的残忍方式 李清堂说着 红起了眼眶 所以我开始是不信的 我不相信一个母亲 会对亲生女儿做这种事 可后来发生的这一桩桩一件件 让我不得不开始怀疑 尤其那日 我们去翠玉轩 掌柜的为了赔礼 送了我一只和我头上戴的 一模一样的金钗 她说 我头上原本那只 就是在他们店里买的 后来我就让人 拿着孙姨娘的画像 去找了掌柜的 掌柜的确认 就是孙姨娘买了那只金钗 还问她要了一张钗子的花样 李清堂道 而在苏州城 想刺杀我的那群人手里 就拿着这个金钗的图样 还有我的一张画像 说 这只金钗是 取我性命后的尾款 金钗是孙姨娘亲自买的 花样也是 孙姨娘要来的 前妈妈也说是 孙姨娘指使她的 虽然我不理解 也不想相信 但眼下所有证据 都摆在了我的面前 母亲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姨娘为什么要这么做 穆书云听完久久未能言 她一直知道 孙姨娘是个有心机手段的 但从未想她会这般心狠手辣 甚至到取人性命的地步 而且 那人还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别说李清堂不理解了 她该是疼爱你的呀 穆书云想起种种过往 每逢节日她总会伤感 提起李清堂 这些年 据说也没少给李清堂寄东西 侯爷因为心疼她 没有女儿陪在身边 也赏赐了她不少东西 难道这一切都只是 她用来争宠的手段 我本也这么以为 姨娘每年会在我生辰 给我寄五十两银子 我本以为这已经很多了 可回了进城才知道 妹妹一个月的阅历就是五十两 我回京前 她说 她在府中艰难 结一缩时 才给我省出了五百两银票 和那根金钗 让我好好打扮自己 多买些特产 尤其是您最爱的 王室茶楼的七色果茶 可我在买七色果茶后 就被人袭击 那人说 他们约好了 在王室茶楼等我 回府后我才知道 她这些年其实过得不错 屋子里一块地毯 都上百两银子 我的房间落了厚厚一层灰 这么多年 根本无人打扫过 李清堂哭着 看向穆书云 我想起了小时候那次大病 那是她第一次带我据油湖 她不让我和别人说落了水 因为这样以后 父亲就不会让她 再带我出来玩了 我记得那时初春夜里冷得很 我的炭火只够烧前半夜 每天都被冻醒 所以病总是不好 她哭着 跟我说她只是个妾 而我只是个庶女 奋力里的炭火只有那么多 没有办法 只能忍着 这时穆书云不敢置信 自己听到了什么 当年李清堂的那场大病 竟然是这么来的 正是因为那场病 李故才决定 把李清堂送出去养的 而且就算是庶女 奋力里的炭火也是足的 她未曾恪扣过任何 孙姨娘又是个得宠的下人们 更不可能魅下 李清堂怎么会每日被冻醒 母亲 你说 她是真的爱我吗 穆书云实在说不出口 她爱你这三个字 因为她再清楚不过 孙冷雪这些年过的是 什么样滋润的日子 所以 她做梦也想不到 李清堂会有这般过往 更想不到 会有做母亲的 会对亲生女儿这般无情 穆书云只能帮李清堂擦眼泪 母亲我不明白 为什么姨娘不想让我活着 为什么她要几次三番地置我于死地 我真的不明白 穆书云轻拍着李清堂的背 她也不理解 孙姨娘为什么要这么做 穆书云想起那封信 难道孙冷雪 是想把李清堂的死灾 脏在她的身上 用这种方式 让她失去侯府夫人的位置 然后孙冷雪好替而代之 就为了一个侯府夫人的位置 就要自己亲生女儿的命 这未免有些太离谱了 也太荒谬了 别说孙冷雪 能不能真的栽赃成功 就算成功了 她被李故给修了 可孙冷雪也不一定就能成为侯夫人 唐儿你不要太难过 事情真相到底如何还未可知 这件事就交给母亲来查 穆书云安慰道 你有什么事都可以来找我 你计较我一生母亲 我便不会放你不管 李清堂看着穆书云关切慈爱的目光 胸口像被一块大石堵住 又酸又胀 她好想直接扑进穆书云的怀里 喊她一声娘亲 可眼下还没到这个时候 眼下说出来 别说穆书云会不会信 就算信了也没用 毕竟李清鸾是她精心 养护了15年的女儿 再没有看清李清鸾的嘴脸 没有暴露李清鸾自始至终 也是知情人之前 穆书云恐怕会因为 这养育之恩而心软 谢谢母亲 李清堂擦了擦眼泪 对了母亲 我问了前妈妈 她说她每次联系孙姨娘 都是把信寄到绣花楼 我本以为绣花楼是姨娘的铺子 可回京后才发现 是宁给妹妹的嫁妆铺子 穆书云听后一愣 送到绣花楼 嗯 前妈妈说 本来她一直是把信 直接寄回侯府的 但这两年 孙姨娘让她把信寄到绣花楼 然后会有管事的 把信交给她儿子王石 王石再把信交给孙姨娘 李清堂道 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孙姨娘敢 让人把信送到绣花楼 那可是清鸾妹妹的铺子 她就不怕被发现吗 穆书云也不理解 这几日发生的事实在太多 她需要点时间礼仪 这件事我会调查的 时候不早了 塔尔你早点休息吧 望春轩约母这两日就能收拾好 你可以准备搬过去了 谢谢母亲 李清堂离开后 穆书云叫来了负责管理 她嫁妆的大丫鬟竹箱 绣花楼这两年换过管事吗 绣花楼 竹箱思索了一下 自宁把铺子交给小姐打理后 确实换过一批 查一查那些新换的人来历 穆书云道 低调进行 是 夫人 第二日早晨 李清堂先去给老太太请安 本以为老太太可能会因 昨天的事生气而不待见她 但没想到老太太这态度堪称和蔼 堂而来了 孙女给祖母请安 祖母万福 李清堂乖巧行礼 快起吧 你来得正是时候 一起用早膳吧 谢祖母 昨个是郡主和宣王把你送回来的 嗯 李清堂给老太太成了一碗粥 昨个和郡主去了水云间 碰巧遇到了宣王 便一起吃了顿饭 宣王送郡主回府 因为顺路便把孙女一起送了回来 老太太神色平静无波 玉安郡主性子活泼 不拘小节 但她毕竟是皇亲贵胄 与她相处时要懂得分寸 孙女明白 李清堂道 虽郡主带孙女如亲妹妹 但孙女还是会始终铭记自己的身份 不会渐远 老太太点了点头 嗯 你心里有数就好 陪老太太用了早膳 还抄了汇精 李清堂才离开 回去的路上遇到了她的三妹妹李清言 姐姐这是刚从祖母那出来 李清言问 是呢 妹妹这是 李清堂看了眼李清言手里的篮子问 打算去采点花妆试一下 李清言道 姐姐要一起吗 本来昨个便该带姐姐参观这侯府园林 只是昨日姐姐似乎有事出门了 不知姐姐现在可有空 经李清言这么一说 李清堂才想起 好像的确有过这么一件事 抱歉 昨个有点事 我现在有空 就劳烦妹妹了 那我们就先去金医院旁边的吧 那是府里最大的花园 一年四季都有盛开的花 平日举办宴会 也都在那个花园 李清言建议道 好 都听妹妹的 李清堂没有反对 两人一路走一路聊 这桃树开得不错 我去折几只带回去 李清言只墙边一棵桃树道 好 李清鸾也跟着走了过去 两人刚折下一只桃花 就听到一阵带着哭音的抱怨 娘 你就是偏心她 随后就看到李清鸾眼眶红着 从院子里跑了出来 二姐姐好 李清言连忙行礼 李清鸾显然没想到 会再看见这二人 尤其是李清堂 看着就让人来气 你是故意在这想看我笑话的吧 李清堂一脸茫然 妹妹此话怎讲 我只是陪三妹妹来着采花而已 院子那么大 那么多地方的花不采 偏偏来金医院的墙外采 还说不是故意的 李清鸾哭着道 我都被你给害成这个样子了 你还不肯放过我 和母亲告状不说 还来看我笑话 大姐姐 你怎么能这么坏啊 此时院子里不少下人正在打扫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里 恨不得直接把耳朵贴过来 李清堂十分无措 也哭了起来 妹妹哪里的话 我何时害过你 我也从未和母亲告过什么状 我在这只是因为三妹妹带我过来的 妹妹你就算不喜欢我 也不能这般污蔑我啊 李清鸾没想到李清堂这些年不见 口齿变得这般凌厉 姐姐如今有郡主撑腰 自然说什么是什么 我自是有百般委屈 又能如何 说着便哭着跑走 留下一群看热闹的丫鬟婆子 丫鬟婆子们不知道事情原委 光看到此处 自然是会以为李清堂在仗势欺人 于是李清堂直接哭晕了过去 习素和婉清连忙扶住 习素还喊道 快来人啊 二小姐把大小姐气晕了 李故昨晚酒喝多 直接睡在了画坊上 回家沐浴梳洗 刚换了身衣服 就听见门房来报 说是宗正四卿王李清大人来访 宗正四卿是他的顶头上司 难不成是因为今日他无故没去当职 所以来问罪了 不应该啊 他们那是个清贤弟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是上下里外都默认的 王李清他自己都不常去 而且 今日本就是休暮日啊 李故出来迎接 王大人 有失远迎 有失远迎啊 侯爷说我今日冒昧来访啊 大人此话就见外了 我们何分彼此啊 不知大人今日造成所为何事 李故把人迎进厅里 命人端来了上好的茶水 说来也是惭愧 王李清笑着吕须 这不是听闻 恋爱是借谜居士的弟子 所以就想来拜访一下 马上就是家母六十大寿 家母一直非常推崇借谜居士的话 自从在太后那见过一次 便念念不忘 所以我这才舔着脸登门拜访 看看是不是有机会 能求得一幅画 王李清话音刚落 门房又来禀告 侯爷 周大人来了 哪个周大人 李故问 金赵颖周岸周大人 李故看向身边的随从 你快去把人请来 王大人也在啊 周某来的时机 是不是不太适合 哪里的话 王李清起身行了礼 不知周大人找侯爷何事 需不需要王某回避 金赵颖是从三品握有十权的官 从品级上来说 比王李清和李故都要高 而且 这周岸还是周昭荣的父亲 二公主的外祖自然要客气些 不用不用 周某只是听闻侯爷的爱女 是贱谜居士的弟子 所以特来拜访 想看是否可以让另爱引荐一下 大人们哪里的话 我这就让小女过来 李故说着吩咐下人 快把二小姐叫来 下人们很快来到李清丸的 玉瑶轩通禀 李清丸正因为刚刚在 金医院发生的事而生气 他在永家公主的游园会上 丢了那么大脸 还落了水 甚至因为李清堂而被玉安郡主追上门来羞辱 被罚了禁足 可穆书云竟然不心疼他 还说是他做错了 他给穆书云做了这么多年的好女儿 为了他这么那么脸面 结果李清堂一回来 他的新年子就骗到天上去了 小姐 侯爷派人来请 让您去正厅说 有要事 书画进屋禀告 李清丸气鼓鼓地坐在椅子上 手边是打翻的茶杯 去不了 告诉父亲 我因为李清堂而被禁足了 离不开这玉瑶轩 这合适吗 书琪有些迟疑 怎么不合适啊 李清堂道 我这句话 有哪个字说错了吗 若不是李清堂 我怎么会被祖母禁足 又怎会被母亲责骂 是 很快小思就来把李清堂的话 带给了李顾 李顾一听 脸色就阴沉了下来 这清堂怎么回事 怎么一回来禁惹事 清堂前日才因着他落了水 怎么金盖又因为他被禁了足 告诉大小姐 我解了他的禁足 让他过来 李顾压低声音道 很快小思又一脸为难地回来 二小姐说 这是祖母亲自下令 让他禁足一个月 他若私自出来 肯定会再惹大小姐不痛快 大小姐若再去郡主那告状 那他恐怕不光是被禁足了 李清堂呢 让他去给轮儿道歉 然后亲自把人带过来 小思低着头 说话有些吞吐 可是大小姐被二小姐气到了 刚叫来大夫来看 李顾满脸 写着你好像 在和我开玩笑的模样 他不过昨个儿一个日不在 这府里是怎么回事 夫人呢 夫人刚刚出门去铺子了 侯爷 是不是今日不方便啊 周岸见李顾表情不太好道 若是不方便 我们可以改日再来 是的 是的 王李清也道 就在这时 门房再来通病 李布郎中将大人来访 李布郎中是郑吴品官 但江承平不光是李布郎中 还是吏部尚书之子 吏部可是六部之首 那是怠慢不得的 快有请 听到江承平也来了 王李清和周岸对视了一眼 看来他们想抢占先机的想法 要落空了 连江家都派人来了 金盖儿他必须得让李清和出来见人 官宣了几句 李顾让人端上好茶好点心 然后吩咐真管家 去让大小姐向轮儿道歉 然后把轮儿带过来 快点 是 真管家掀了李清堂的院子 大小姐如何 为了要刚醒过来 习速道 既醒了 那就劳烦大小姐 随奴才去玉瑶院 给二小姐道个歉吧 真管家还算客气道 为什么要给二小姐道歉 金盖明明是二小姐 无故冤枉我们小姐 这才给我们小姐气晕了 三小姐也可以作证 婉清道 可这是侯爷要求的 真管家道 奴才也只是奉命办事 还望大小姐不要为难 侯爷那边着急着呢 那也婉清正要说话 李清堂开口道 算了 扶我起来吧 可是 您没做错啊 婉清嘟着嘴不服气 父亲既说我错了 那我便是错了 李清堂在习速的搀扶下走了出来 走吧 去玉瑶院 李清堂听到李清堂来向他道歉 嘴角勾起了笑 果然还是父亲更疼他先 他调整了一下情绪 露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姐姐 你怎么来了 是因为早上的事吗 早上 是我太过激动 可能一时无心说了些不好听的话 姐姐可别怪我 我怎么会怪你 我知道你是无意的 父亲让我来道歉 如果妹妹觉得气消了 那就快随真管家去前院吧 父亲找你找得急 肯定是有什么大事 不要耽误了才好 李清堂见李清堂 只是浅浅行了一礼 就算道歉 心里有些不得进 李清堂回来这才几日 他就受了那么多的委屈 岂是这一个轻飘飘的道歉 可以解决的 二小姐 前院来了很多贵客想见您 您若消了气 就快些随奴才过去吧 不要让侯爷和各位贵客久等 真管家道 李清堂一听 感觉机会来了 李清堂让他在公主府 那么多人面前丢脸 那他精个儿 就要李清堂也在这贵人面前丢丢脸 好 那姐姐 陪我一起去吧 这就不必了吧 李清堂不知道前院发生了什么 并不想参合进去 姐姐不愿意 难道是在生我的气 李清堂拉住李清堂的手问道 父亲突然找我 我心里也没底得紧 姐姐就不能陪陪我吗 我怎会生你的气 我只是身子不大舒服罢了 没事 你身子这么弱 刚好让父亲给你求个太医瞧瞧 李清堂不由分说地 拿起李清堂的手 走吧 走到正厅附近 李清堂停下脚步 我这副模样不方便见客 再加上父亲只叫了你一人 我便送你到这吧 那怎么成 一会还得让父亲给你求个太医呢 李清堂不一 那不然我就在这等你吧 等你们结束了 我再过去 李清堂看了看天上十分明媚的太阳 也好 那姐姐就在这等我 我会尽快的 好 李清堂笑着硬下 婉清等着李清堂离去的背影 小姐 她都这样对您了 您怎么还装得没事人一样放纵着她 不然呢 李清堂叹了口气 她要演好人 我若不陪她演下去 演得比她更像好人 那我就成坏人了 嗯 婉清不理解 小姐您本来就是好人啊 为何要演 这侯府大渊就是一出戏 台下是好是坏不重要 重要的是 台上你看起来像好人还是像坏人 李清堂道 人们不会关心 挖掘你究竟是怎样的人 他们只相信自己看到的和听说的 李姑见李清鸾来了 笑着给众人介绍 三人有些疑惑 借谜居室的弟子 竟然是李清鸾 可如果是李清鸾 为何这李姑不早点说出来 莫非是 近日才拜的事 他们只听是北安侯府的大小姐 他们印象中 北安侯的大小姐 却是李清鸾 既然李姑让李清鸾来了 当爹的 总不会认错女儿 那应该就是李清鸾了 李清鸾大放得体地 拜见了几位大人 小女清鸾拜见诸位大人 小女因身子 不是来迟了 请诸位见谅 哪里的话 是我们这些叔叔 突然登门打扰了你 王李清 作为专管宗室事务的长官 天天和黄世仁打交道 那场面话说的是 一溜一溜 几个都是官场的老油条 一来一回便聊了起来 李姑见这几位大人 都对自己女儿这么夸赞 也是有些飘了 而李清鸾听着几位大人 对自己的夸赞 也很是欢喜 尤其看到李清堂 还在阳光下站着 心情就更美好了些 可是这话 怎么越听感觉越不对劲 小姐 虽然早上您是装晕的 可您这么待着 也不是个事啊 婉清道 咱不如先回去吧 瞧瞧他们聊得这么开心 想来也没小姐您什么事 李清堂看了眼屋内 没事 晒晒太阳 对身体也好 屋内几位大人 觉得寒暄的差不多 夸的也差不多了 开始切入正题 贤侄女的才名 我们这些书版 也是早有耳闻的 怪不得贱谜居士 能选中你做弟子 随着王李清这句话的说出 李清鸾面上的笑 一下子僵硬了起来 刚刚听到的赞扬有多开心 现在听起来就有多刺耳 若是一早就说 他们认错人或许还好 可现在已经聊到这了 他要怎么开口说 他父亲也是的 怎么也不说清楚 到底为何 是啊 贤侄女能有此番机遇 真是让人羡慕 不知可否帮忙引荐尊师 周暗事事开口 我等实在仰慕啊 这李清鸾现在有种 骑虎难下的感觉 面对父亲和众位大人 期待的目光 他实在开不了口否认 若他否认 那可就是纯给李清堂做嫁衣 眼下若他先承认 等事后可以让父亲 对李清堂施压 到时候让贱谜居士 再把他收入门是一样的 没道理李清堂 能被贱谜居士看中 他不能 他可是北安侯嫡女 师从明家 采明满京城 没道理比不过一个 没上过几日学的庶女 家师如今不在京中 恐怕难以相见 李清鸾面露愧色 那不知大师如今身在何处 我们可以去请 江城平道 这李清鸾搅了脚手里的帕子 额间冒出些许冷汗 师父他喜欢云游四海 眼下我也不知他在哪 这样见几人露出有些失望的神色 李顾连忙道 卵儿 你平日是怎么和你师父联系的 额 李清鸾有些慌乱 这时门房又来通禀 说是新科探花廊 大理寺少卿之子顾子谦来访 李清鸾松了口气 赶紧思索该如何应对 顾子谦在小四的带领下走来 远远就看到了李清堂 在下顾子谦拜见李大姑娘 李清堂正在想要不要走的时候 一个男人进入他的眼帘 他瞧着对方有些眼熟 正是那日在游园会上没有对他口出恶言 反而夸赞了他的那位公子 故公子有礼 李清堂弯腰低头回了一礼 本来没觉得如何 可这一低头再一抬头 就觉得脑袋有些晕 小姐您没事吧 习宿连忙扶住李清堂 没事 就是头有点晕 习宿想起李清堂昨夜屋里的灯火 一直亮到了丑时 金盖一大早去给老太太请安 然后又被三姑娘拉去采花 怕是没休息好 您昨个就没睡好 又因为二小姐的原因 在这太阳下待了这么长时间 大病出预科怎么 经得起这份折腾 习宿故意道 说着还给婉清使了一个眼色 婉清先是没明白 后来见习宿又用眼神 指了指屋里的李清堂 里面反应了过来 这二小姐也真是的 凭着自己敌女的身份观 是会搓磨咱家小姐 游园会上明明是她让小姐 去评论那话的 结果现在又怪小姐 抢了她的风头 别这么说妹妹 是我不好李清堂话 还没说完就晕了过去 顾子谦下意识 伸手想去服 但发觉这样不太好 毕竟男女瘦瘦不清 于是伸出去又收了回来 婉清和习宿扶住了李清堂 说了声抱歉后 便带着李清堂离开 此时起了风 风扬起李清堂的头发和面纱 露出少女半张完美的脸庞 安静甜美 宛如画中仙子 顾子谦看得出了神 还是在小思的提醒下才回过神 然后暗暗骂了自己一句 有失斯文 下官顾子谦拜见侯爷 拜见诸位大人 顾子谦进入正厅后 规矩行礼 然后道 今日冒昧到访本是想拜见府上大小姐 想托起引荐尊师戒谜居士 可眼下大小姐身子不适 下官不好叨扰诸位大人 便改日再来拜访 屋内除了李清堂外的所有人面面相去 哈 大小姐 李清堂不是侯府大小姐吗 她不是好好在这站着吗 李顾也一脸茫然 大小姐 李清堂才是戒谜居士的弟子 不对啊 顾贤侄是不是找错人了 李顾道 你找的该是我的二女儿清堂吧 顾子千尖定道 下官找的就是大小姐李清堂 那日游园会 尚我亲眼见过李大小姐论话 文才斐然 风华过人 刚刚在门口 还打了招呼 不会认错 李清堂回京没几日 北安侯府也没正式对外宣布过 在座的这几位 也都不是关注后宅八卦的人 自然不知道 李顾还有个颂养 在外这么多年的大女儿 贤侄的意思 是李清堂才 是戒谜居士的弟子 周安道 顾子千不知周安 为何会这么闻 是 那日参加过游园会的人都知道的 李二小姐也知道的 三人瞬间表情就变了 李清堂恨不得找个地方直接钻进去 但还是强撑着 装着一脸茫然和无辜 李兄 没想到你竟然还藏着一个女儿呢 哈哈 王李清开着玩笑缓解尴尬 但这声音明显有些僵硬 相比于王李清还能笑得出来 周安和江成平的脸色就不太好了 他们特意跑来一趟 还说了这么多好话 结果却连人都错了 也不是藏着 就是我这大女儿 自小身体不好 所以就被送出去敬养 刚回京没几日 还未来得及细问 李顾也发现 事情不太对了 连忙找不 江成平看向李清鸾的表情不太好 侯也不知道 这李二姑娘也不知道吗 他们不是一起去参加的游园会吗 李清鸾此时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这顾子千怎么也来凑热闹了 清鸾并不知父亲和各位书白 叫我来此时因为这件事 若是早知道了 定会让姐姐来的 李清鸾露出一脸惶恐的模样 既然不是你 那你刚刚为何要承认 周岸也觉得有些被戏耍了的感觉 李清鸾慌乱极了 信口胡说道 因为 因为我仰慕贱谜居士 所以姐姐答应过我说 会让贱谜居士也收我为徒 这样 李顾连忙道 你姐姐果然疼爱你 卵儿你快去看看 你姐姐怎么样了 是 父亲 李清鸾得了台阶 连忙往下走 那清鸾便先告退了 李清鸾走后 李顾露出歉意的笑 今日都是我的疏忽 让各位大人见笑了 我家大女儿身子弱 等她身子恢复了 我一定大办宴席 邀请诸位大人 届时还望各位大人赏脸 往李清鸾开口打圆场 那是自然 说起来 我可真是羡慕李兄啊 生了两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李顾好容易把人客气送走 后背出了一身的汗 带人走后 转头就发起了火 怎么府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你们都不知道 这真管家道 大小姐没说过 二小姐也没说过 夫人这两日去庄子处理事情 也没说过 夫人去庄子干嘛 好像是孙姨娘出了些问题 冷血怎么了 李顾听到孙冷血的名字语气 稍微缓和了点 具体的是小的不知 得问夫人 李顾觉得头疼极了 这才两日而已 怎么就发生了这么多事 清堂又是怎么回事 好像是在太阳下站太久 晕倒了 她既然身子不好 就老是在房里歇着 为什么还要在太阳下站着 是二小姐让大小姐陪她过来 真管家如实道 李顾气得头发晕 把这两日的事都同我说一说 真管家把玉安郡主上门的事 宣王和玉安郡主 一起把李清堂送回来的事 还有李清鸾和李清堂 今早在花园里发生的事 都说了出来 李顾听完 觉得头更晕了 老爷 您要去看看大小姐吗 真管家问 走吧 去看看 李顾想起 那晚他对李清堂的问责 稍微有一丢丢的愧疚 但想到李清堂 竟然隐瞒这么重要的事 让他今日出了这么大的笑话 他又有些气愤 但想了想又算了 李清堂如今既是戒谜居士的弟子 又得到永家公主的青睐 还能让玉安郡主为其撑腰 倒也算有些出息 李清鸾听说李顾直接去看了李清堂 又是发了好大一股子气 这个李清堂回来的第二日 就把孙姨娘给送到了庄子上 紧接着就勾搭上了玉安郡主 如今更是以戒谜居士弟子的名头 引来了众人的追捧和夸赞 甚至和二皇子还不清不楚 自李清堂回京 还不到七天时间 这侯府好像就要变了天 这李清堂果然生来就是客他的 孙姨娘怎么搞的 竟能让他活着回来 另一边李顾去看李清堂 先是嘘寒问暖了几句 然后就提到正事 问他 为何那么重要的事都不告诉他 害得他在同僚面前出丑 李清堂只能解释 我来金钱也不知道 师父竟有这般名气 二妹妹也没告诉过 我那游园会还会赏话的环节 从公主府回来 女儿本想告诉父亲的 但父亲因为妹妹落水的事 正责怪女儿 李清堂话 还没说完 李顾自觉有些心虚 便摸了摸鼻子 过去的事便让他过去吧 你这院子里伺候的人 未免有些太少了 我一会让管事的 给你派些人来 谢谢爹爹 李清堂柔柔道 这声爹爹让李顾心神一挡 你好好休息 有什么需要的 随时与我说 嗯 送走李顾 李清堂脸上的笑淡了下来 让林语去宣王府递个帖子 说我病了 明日不能复约 改日再约吧 若对方问我怎么了 你知道该怎么说吧 是 习速听到 李清堂部和苏怀萧吃饭 松了口大气 华林儿 明天要进宫 不能陪他 他也不方便 与宣王单独见面 现在正好有理由 推辞了 李顾的命令一下 傍晚负责后院的管事攀婆子 就带着一群丫鬟和婆子过来 大小姐 按照府中惯例 你有两个一等丫鬟 两个二等丫鬟 四个三等丫鬟 和四个粗食婆子 还有两个长随和两个护卫 长随和护卫会 由真管家带给您挑选 李清堂点了点头 这些都是府里精挑 细选出来的丫鬟和婆子 小姐您挑挑 李清堂 见来了十个丫鬟和六个婆子 能选的余地 其实并不大 但他也无所谓 问询了一番后 他挑了四个粗食婆子 和四个三等丫鬟 这两个 就做二等丫鬟吧 李清堂指了两个 穿着明显比其他人 高出一头的丫鬟道 被点到的两个丫鬟 互相看了一眼 又看向潘婆子 小姐 这两位之前都是府里的一等丫鬟 潘婆子提醒道 所以呢 李清堂反问 这 这要他们做二等丫鬟 不太好吧 那就算了 李清堂又指了两个 那就选他们俩吧 潘婆子一看李清堂 指了两个来充数的丫鬟 连忙道 这俩人愚笨 恐怕不合适 做二等丫鬟 那潘妈妈是什么意思 李清堂笑着问道 我选这两个 你觉得委屈了他们 我换了两个 你又觉得他们纯笨不配 你记着他们纯笨 却还带到我面前 这是在糊弄我吗 奴婢不敢 潘婆子连忙道歉 我院里已经有两个大丫鬟了 要想留下的 只能做二等丫鬟 愿意就留下 不愿意就离开 李清堂看向他最开始点名的 那两个穿得不错的丫鬟 选吧 其中一个犹豫了一下没有动作 但另一个却开了口 奴婢白纸 愿意留下来 伺候大小姐 好 李清堂留下白纸 又点了一个刚刚被潘婆子 说蠢笨的丫鬟 剩下一个就你了 那丫鬟没想到 会有这般好事将在他身上 慌不迭地磕头谢恩 戴潘婆子带着其他人走后 李清堂直接让这些人散开 习俗小声问道 小姐 您知道白纸是孙姨娘的人 为何还要留下她 孙姨娘已经不在府里了 你说 能让她来的是谁 李清堂问 是二小姐 李清堂点头 孙姨娘的人 竟替李清鸾做事 害自己的亲女儿 便是偏心掩如我父亲那般 也该觉得不对了吧 奴婢明白了 习俗道 一会把那个二等丫鬟叫过来 李清堂道 很快那个丫鬟走进屋子 给李清堂磕了一个头 拜见小姐 起来吧 你也是家生子吗 之前是做什么的 李清堂问 是 奴婢父亲是侯府喂马的 之前在膳房 女孩站起来低着头 声音脆脆地带着些颤抖 她原本只是一个膳房里 一个烧火丫鬟 来着纯粹是凑数的 没想到会被选上 还一下子成为了二等丫鬟 她现在还有种做梦的感觉 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名二压 说完她低下头 觉得这名字 似乎太过卑贱 有些不好意思 你以后就叫善慧吧 李清堂道 希望你能一直善良聪慧 拥有美好 谢小姐赐名 善慧又跪下 给李清堂磕了一个 善慧以后 一定为小姐当牛做马 以后不用 动不动就下跪 李清堂道 你寄之前在善房工作 那以后 我院中的厨房 就交给你打理了 吃得很重要 你一定要替我把好官 小姐放心 奴婢一定 好好为您做事 你以后与白纸住一屋 她本是一等丫鬟 难免会有些心高气傲 若你受了委屈 不必忍让 仅可以告诉我 李清堂柔声道 今儿不用你干活 去收拾收拾东西 明日再来吧 谢小姐 李清堂说着 又让婉清 拿出一个荷包递了过去 去买点好吃的庆祝一下吧 谢小姐 白纸见尚会 兴高采烈地从正房出来 以为李清堂 也会叫她进去问话 但没想到迟迟没有动静 好像根本当她不存在一样 没过一会 林峰来报 说已经把信传给了宣王府 还带回了一颗人参 说是宣王送来给李清堂补身体的 白纸在门口听了个时辰时 转头就悄悄去了玉瑶萱 告诉了李清堂 什么 怀霄哥哥 竟然给他送人参 他们什么时候 关系这么好了 李清堂气急 不成他得做点什么了 给我准备笔墨 此时穆书云 刚回到府中 听到了今日发生的事 连忙吩咐甄管家 快准备四份礼送去各府 但愿这四位 没有把今日的事说出去 不然这轮儿的名声 怕是保不住了 他在心里祈求希望 还来得及 等甄管家回禀 说四家都收下了礼物 并表示感谢后 穆书云才松了口气 轮儿怎么会做出 这般蠢事 说把他看着面前 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礼顾 声音中带着些责怪 你也是 怎么也不问清楚点 就把轮儿叫了过去 他们也没说是谁 咱们家三个女儿 就数青鸾最优秀 我肯定第一时间 想到的就是她 李姑夹起一片鸭腿 本来这些事 就该你这个主母问清楚的 也不知你 天天在忙些什么 搞得我今日 也很没面子 李姑 她们 也是你的女儿 穆书云怒道 你但凡把用在 吃喝玩乐上的心思 稍愤出一点 给家里几个孩子 也不至于会发生这种事 我没怪你 天天出去抛头露面 你还敢怪起我来 李姑一听怒了 大丈夫行于天地间 怎能被家常离短所困 相夫教子 本就是你们女人该做的事 你自己没做好 反而责怪起我来 你但凡有点能耐 不用我赚钱 养着偌大的侯府 我也不至于 天天忙成这个样子 穆书云道 你知道 你昨晚在画坊上 花了多少银子吗 你男子汉大丈夫 那你有骨气 就别花我赚的银子啊 你 李姑气脸红脖子粗 但穆书云说的 又都是事实 憋了很久 她憋出一句 粗笔伤父 粗笔伤父 然后拂袖而去 夫人您这是何苦呢 袁嬷嬷一脸心疼 您明知侯爷 最忌讳这个 您还非要抽她心窝子 穆书云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觉得胸口 像坠了一个大石头 堵得生疼 李姑离开没多久 没轻苦着脸进来 夫人 侯爷出府了 看着方向 该是去了柳岸巷 穆书云说不上是苦笑 还是嘲笑了一声 孙冷雪若是知道 她在庄子里要死要活 李姑却在温柔乡里享乐 指不定气成什么样子 穆书云看着满桌子菜肴没有胃口 你们拿下去分了吧 夫人您不吃点吗 梅琴有些担忧 夫人最近一日比一日销售 看得人都心疼 穆书云摇头 没胃口 不然我让厨房做点苏州菜 穆书云想起 昨晚李清堂送来的罢费汤 让厨房做碗罢费汤吧 是 等汤的时候 竹香走了进来 夫人 绣花楼从掌柜到店小二的信息都在这了 竹香把手里一落纸放了下来 穆书云看在看字就觉得头疼 你查完后 发现有不对的地方吗 新来的帐房似乎有点问题 竹香道 说是姓赵明文斌 但我查了户籍后发现 他其实姓孙 叫孙文正 姓孙 穆书云皱眉 是哪里人士 户籍写的是宿州人士 竹香道 但很多年前就来了京城 宿州 穆书云思索了一下 若我没记错孙冷雪 是宿州吉安人吧 梅琴点头 是的 孙姨娘的父亲 曾任吉安县令 宿州人还姓孙 穆书云喃喃道 派人盯着他 仔细查查他和孙姨娘 有没有关系 很快厨房端上了罢费汤 穆书云尝了一口 就放下了勺子 味道不对 伺候我梳洗吧 这一晚穆书云没有睡好 他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他梦到了秋阳山 梦到了他生产的那一夜 就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梦 突然醒了 穆书云捂着胸口 发现自己出了一脑门的汗 胸口有种空落落的感觉 李清堂这两天什么都没做 不是在屋子里看书 就是诵经 直到玉安郡主来找他 听说你身子不舒服 怎样了 多亏了灵儿姐姐的关心 身体已经好的 差不多了 李清堂笑着道 不光身体好的差不多了 我这脸也好的差不多了 约莫再有两天就可以痊愈了 母亲答应我等我脸痊愈了 就给我开个接风宴 到时候 你可以一定要来 白纸端着茶水进来 听到李清堂的 与玉安郡主的对话 你放心吧 我肯定懒 华林儿说着 把脸凑近 仔细瞅了瞅李清堂 然后叹了口气 灵儿姐姐突然叹什么气 华林儿忍不住伸手 摸了摸李清堂的脸 真可惜 我要是个男人就好了 李清堂疑惑 为什么要做男人 这样我就可以把你娶回家了 华林儿道 娶这么的大美人回家 全京城的男人 不都得嫉妒死我了 李清堂听后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白纸这两天 一直没得李清堂的召见 甚至连李清堂真面貌都没见过 他得了李清堂的嘱托 要盯着李清堂的一举一动 尤其要关注李清堂的脸 有没有恢复 好不容易进屋一次 他心一横 把本应放在外间 让婉清端进去的茶水 直接拿进了李间 小姐 茶来了 谁让你进来的 婉清见白纸进来 训斥道 对不起 我之前每次都是 递到主子手里 一时忘记了 请小姐责罚 白纸说着 抬头看向李清堂 这一看他就呆愣了 下不为例 出去吧 李清堂挥了挥手 婉清看白纸还呆愣着 赤道 还呆愣着干嘛 赶紧出去 真是蠢笨 白纸慌不迭地退了出去 不是说李清堂丑陋至极吗 可那张脸 完全与丑沾不上边 脸上虽然还有很淡的红痕 但完全影响不了他的美 那是一种他形容不出来 但是让他会忍不住极度的美 不成 他得赶紧告诉二小姐 习素看着白纸 偷偷溜出了院子 也跟了上去 果然是禁了玉瑶轩 你说李清堂的脸恢复了 李清鸾问道 是 奴婢刚刚亲眼见到 大小姐的脸上 只剩几个淡淡的红痕 再有一两天 估计就能全好了 白纸道 大小姐还说 夫人要给他半截封宴 到时候玉安郡主也会来 李清鸾有些好奇 又带着些忌惮 他怎么样 白纸反应过来 大小姐看起来比沈小姐 还要好看 比沈年燕还好看 李清鸾眉头皱起 有些不敢相信 白纸点头 怎么可能 李清鸾慌乱地眨着眼睛 一股无名地 恐惧迈上心头 他脑中 只有一个念头 不成 绝对不能让李清堂的脸恢复 白纸心情 有些忐忑地离开玉瑶轩 刚出门 就看到了 习宿和袁妈妈 吓了一跳 因为心虚下 意思转头 就想逃 但被习宿直接叫住 白纸 你不再望 春轩伺候小姐 怎么跑这来了 白纸僵硬地转过身子 我来给人送点东西 你在玉瑶轩 还有熟人 习宿问 我和书华姐姐关系不错 我给她送了点 自己做的点信 白纸低着头 不敢看习宿和袁妈妈 她觉得自己 可能要完蛋了 但没想到习宿 并没有继续追问 只是点了点头 送完了东西 就赶紧回去吧 说完就和袁妈妈离开 白纸见习宿 丝毫没有怀疑的模样 安心了几分 摸了摸怀里的玉琢子 尝了一口气 李清堂陪华链 练了回头壶 又亲自下厨 给她做了两道菜 一起用过午膳后 才把人送走 送走了华铃 李清堂便换了身衣服 带着婉清和习宿 去了金医院 这次她没带面纱 还特意在花园里 转了一圈 见了不少人 这就是大小姐吗 不是说毁容了吗 我瞧着脸上 除了几个红点子 也没什么呀 太医出手 还能治不好啊 那太医 还是宣王派来的 不止呢 宣王前几日 还送大小姐回府了吗 可宣王不是和二小姐那个吗 大小姐这模样 别说宣王了 谁看了不心动 一路上议论纷纷 李清堂淡定自若地来到金医院 穆书云见到 李清堂后也是 微微一愣 一种熟悉的感觉 扑面而来 清堂拜见母亲 快过来让母亲看看 这脸是好了 穆书云把人叫到跟前 嗯 估计再图个一两天 就能痊愈了 李清堂笑着道 母亲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见人了 母亲这就下帖子 给你办一场热闹的接风宴 让京城都知道 咱们侯府 还有一位这么标志的大姑娘 穆书云笑着说完后 又道 这几日你病着 我便没让人跟你说 很多人 想通过你见戒谜居士 咱们虽是侯府 但如今 只有你父亲一人 在京做官 很多人何事不是我们能拒绝的 你明白吗 母亲说的我都明白 我师父如今 去了西域游学 若是他不主动联系我 便是我也找不到他 但他们所图的 不过就是话而已 李清堂道 当时说出身份后 我心里便有数的 你心里有数就好 既然李清堂心里有数 穆书云便也不再多说什么 母亲看着很疲惫 是没休息好吗 李清堂有些担忧 感觉您比前两日 又轻瘦了些 自从那日吵架后 李顾便没有回过侯府 一直塑在柳岸巷里 养着的外事呢 他这几日都没睡好 倒也不是因为李顾的事 而是这几日的事实 在太多 而他又总在 做同一个梦 绝睡不好 吃也没有胃口 这便瘦了下来 没事 天气渐热 胃口便差了些 穆书云道 你马上就要急急了 也到了疫情的时候 这些年你不在京中 也不好帮你张了 眼下你这脸已经恢复了 便多出去走走看看 若遇到有心仪的 可以说与我 我会帮你参考 谢谢母亲 我刚回府 还想多在母亲身边静静笑 不着急嫁人 不着急也得先相看着 一辈子的大事 总得挑个称心如意的 让你欢喜的 李清堂不知怎么听到这 脑中突然冒出了苏怀木的脸 他连忙摇头 不成不成 那可是他表哥呀 京郊别院 苏怀木坐在桌前 烛火晃荡 硬的人影也跟着飘忽 几个身着黑衣的暗卫 几乎要与阴影融为一体 还有吗 启禀殿下 这段时间京城内发生的大事 基本就这些 为首的暗卫道 退下吧 苏怀木话音落下 几人就迅速消失在黑夜中 苏怀木看着手里 一小落字条 一张张烧了得干净 轮到北安侯府的时候 他停了下来 孙冷雪 因为污蔑侯夫人 残害庶女 被送去了庄子里 李清堂这一路做的事 他非常清楚 但李清堂 做这些事的原因 他一直未想清楚 现在他似乎明白了 李顾诗词 写得狗屁不通 后宅倒是精彩 苏怀木冷着脸 盯紧了这个孙冷雪 是 黑暗中一个声音映下 李清堂 躺在床上看着书 习宿走来语了两句 李清堂点了点头 都说 早晨的花露烹茶好 明早陪我一起去 采点花露 给祖母烹茶吧 好的小姐 第二日一早 李清堂带着习宿 和婉清 一起去采花露 只留膳会一人 在小厨房准备早膳 正房无人 门也未锁 白纸悄悄溜了进去 他出门的时候 被膳会 和两个三等丫鬟 撞了个阵阵 你怎么从小姐屋子里出来 我白纸有些慌乱 我路过这 听到里面有声响 想着小姐 他们都出门了 怕里面进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就看了一眼 是吗 当然是了 这有什么好骗你的 白纸耿着脖子道 那你快来帮我干点活 上会说着 直接拉住白纸的手 小姐要吃香银芽 要把肉 塞到这豆芽里 那些婆子 手太粗干不了 你来帮帮我 白纸被拽着去色豆芽 没过多久李清堂 就带着习宿和婉清回来 白纸心里一紧 心慌得厉害 有种大事不好的感觉 你不是很擅长刺绣吗 怎么这点小事 都做不好 上会看着白纸 一根豆芽都没色好到 你手抖个什么劲啊 我昨个没睡好 有点难受 我先回个屋 白纸想着身上 还没处理的药包 总觉得不安稳 这可不成 小姐中午就要吃的 我一个人可做不完 上会拦住白纸 我发现你今天慌得很 你不会是 做了什么亏心事吧 怎么可能 白纸立马反驳 就在这食物内 响起了一声尖叫 然后就是习宿 和婉清交集的呼叫声 快来人叫大夫 我 我去叫 白纸一听心更慌了 怎么发作得这么快 不是说会慢慢奏效的吗 不用你 上会 看向另一个小丫鬟 你去叫 然后 他看向白纸道 他腿脚利索些 你去找夫人 就说 有人要谋害小姐 婉清出来 指了一个小丫鬟 然后看向院内众人 把院子封了 谁也不许出去 所有人都在这站着 白纸听后 当下腿就软了 扶着桌子才站稳 我 我去个茅厕 不成 婉清姐姐说了 要所有人都在院子里站着 上会道 可我要憋不住了呀 白纸想着自己腰带里 剩下的那般包要 慌得很 那也不成 婉清姐姐这番模样 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 你要是突然离开 这不就说明自己心里有鬼吗 上会牢牢盯着白纸 我瞧你 金个儿反常的厉害 你不会是 做了什么坏事吧 怎么可能 我一早 口渴喝了好多水 这才憋得慌 白纸找不到 眼睛在四处瞟着 想要寻找一个 可以扔东西的地方 很快大夫和夫人都赶了过来 甚至老太太也过来了 金个儿是初一 慕书云和老太太一起送金 听到李清堂在府中 被谋害两人 便一起过来了 怎么了这是 慕书云一进门看到院内 站了一堆奴仆问道 大小姐呢 她怎么样了 李清堂院子里的动静 第一时间就传到了李清堂的耳朵里 她可是下了猛药 李清堂这次的脸绝无 可能恢复 看她以后还怎么勾引怀肖哥哥 夫人 小姐小姐涂脸的药 被人动了手脚 涂完后 火辣辣的疼 直接鼓起了水泡 婉清哭着道 慕书云和老太太 一听脸色都变了 着急忙慌地走进屋子 祖母 母亲 李清堂脸上还带着水渍 哭红了眼睛 老太太 仔细端向了李清堂的脸一番 发现 没有如婉清说的那般 只是稍微红肿了一小点 微微松了口气 怎么回事 今早清堂去采花路 想给祖母烹茶 回来后 打算涂药 习宿早晨采花路的时候 不知胳膊碰了哪种花的花蕊 也有点害花血 我就让习宿涂了徐太医给的那瓶药 她涂完后 正要给我上药时 胳膊突然疼了起来 然后就红中起了水泡 李清堂说着 又哭了起来 我这脸 只沾了一点 便又红了起来 这时大夫匆匆赶来 李清堂让他先给习宿看 这时老太太和穆书云才 看到习宿的手 小臂上 有一片密密麻麻的红中水泡 看着就渗得慌 这要是 直接涂在李清堂的脸上 那可真是彻底完了 刚刚还松了一口气的老太太 和穆书云 脸色立马黑了起来 大夫这是怎么了 大夫看了看习宿的手 又观察并闻了闻药膏 这药膏里被掺了东西 姑娘这胳膊 怕是要留疤 那唐儿这脸呢 老太太连忙问 小姐这脸用得量极少 又及时冲洗了 问题不大 昨晚睡前还涂了药 都好好的 不过出去一趟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婉清哭着道 小姐要是如以往那般 直接涂了脸 婉清没说完 但大家都明白 那她这辈子就完了 祖母 母亲 你们一定要为唐儿做主啊 李清堂的脸几乎恢复了 哭得我见犹怜 放心 这件事 母亲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慕书云黑着脸来到屋外 院子里 所有人都在了吗 婉清点了点头 都在这了 经个谁进过小姐的屋子 所有人面面相去 没人敢说话 此时善会开口 白纸今早 进过小姐的屋子 白纸立马慌了 我 我没有 我们三个 都看到你从小姐屋子里出来 你还说你没有 善会道 其他两个丫鬟 也点了头 奴婢 只是听里面有声响 就在门口 查看了一眼而已 没有进去 白纸连忙解释 真的不是奴婢做的 我只问谁 经过小姐的屋子 你为何说不是你做的 慕书云目光如炬 看得白纸一个机灵 连忙跪地 奴婢 奴婢只是觉得肯定是发生了什么 所以才这么说的 白纸跪在地上身子 忍不住发抖 夫人 白纸从昨晚开始就慌慌张张的 一直心不在焉 善会道 昨个半夜还鬼鬼祟祟出了房间 今早从小姐屋子里出来 也是一脸心虚的模样 肯定有问题 你胡说 白纸道 你冤枉我 除了婉清和习素 我们这些人中 只有你最常出入小姐的屋子 给我搜 慕书云不想听扯皮 直接让她的丫鬟 进了白纸和善会的屋子 仔仔细细地搜 搜了一圈 只找出些胭脂水粉 大夫看过摇了摇头 白纸见状 松了口气 哭着道 夫人明见 奴婢冤枉啊 搜身 慕书云不以为动 邪窍子里都不要放过 一听到要搜身 白纸彻底慌了起来 慕书云见状 指着白纸 就从她开始 不白纸下意识想躲 但这一躲 就把她完全暴露了出来 很快就从她的腰带里 搜出一小包药粉 大夫看过后肯定道 就是这一米粉 白纸 小姐对你不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婉轻怒道 到底是谁指使你的 把小姐的一辈子 都毁了对你有什么好处 奴婢 不知道这是何物 奴婢是被冤枉的 夫人明见 白纸哭着磕头道 奴婢也不知身上 为何会有这个药 肯定是有人陷害奴婢 荒谬 慕书云怒道 人证 物证都在 你还敢狡辩 你若再不说实话 直接乱棍打死 不 我说 我说 白纸一听乱棍打死连忙道 奴婢只是心里气 不过大小姐 让我从一等丫鬟变成二等丫鬟 所以一时鬼迷心窍 求夫人饶我一命 就因为这 你便要谋害主子 慕书云不敢置信 奴婢真只是一时 鬼迷心窍了 奴婢知错了 求夫人饶我一命吧 白纸哭着祈求 她的生气 在二小姐手里 只要不死 二小姐会保住她的 会保住她的 一米粉可贵得很 你一个丫鬟 怎买得起 李清堂走了出来 我当然已经说了 你若不愿留下可以走 是你自己选择留下的 可如今 又因为这个要害我 你自己觉得这合理吗 白纸看到李清堂的脸完好无损 先是一惊 然后连哭着恳求 奴婢真的是 鬼迷心窍了 小姐 小姐您脸 既然没事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就算看在孙姨娘的份上 孙姨娘 是啊 奴婢曾是孙姨娘院子里的 求小姐看在孙姨娘的份 上饶我这一次吧 就在这时 沐书云身边 一个丫鬟拿着一个匣子出来 夫人 在白纸的床下 搜到了这个 沐书云一打开里面 是一只色泽不错的玉镯子 这可不是你一个丫鬟 能买得起的 说吧没来的 这这是之前 主子赏我的 白纸吞吞吐吐 哪个主子 孙孙姨娘 白纸磕巴 李清堂怒道 姨娘这么多年 都没给过我这样好的镯子 竟会给你一个丫鬟 你骗谁呢 母亲 这丫鬟满嘴谎话 还诬陷我姨娘 我瞧着 不如就乱棍打死算了 李清堂哭着道 真是孙姨娘给的 不信 不信 可以找孙姨娘对证 白纸想尽办法的拖延时间 照理说 这么大动静 李清堂该知道了 为何还不过来救她 奴婢见过这镯子 这时 一个小丫鬟突然道 这是二小姐的 此话一出 整个院子都安静了下来 胡胡说八道 白纸慌了 奴婢之前在二小姐 那扫过两个月的院子 见二小姐带过 小丫鬟怯声声道 昨天奴婢看见白纸 从玉瑶宣出来 这时习宿走了出来 袁妈妈也看到了 当时白纸说是 给书画送东西 但她神色很是慌张 经得她先是给大小姐下药 然后又有了二小姐的镯子 不如我们就叫书画 和二小姐来问问吧 看看这镯子是怎么来的 穆书云和老太太一听到这事 和李清鸾 似乎还有关系 脸色都沉了下来 祖母 母亲 清堂差点这辈子 就毁了 你们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约安郡主还约了小姐 今日去看马球 结果遇到这种事 若经个不是 恰好奴婢先用了药 小姐的脸就彻底毁了 这辈子也就完了 习宿跪地道 求老夫人和夫人 替小姐做主 让二小姐和书画过来 穆书云 李清鸾听到穆书云让她过去 眼皮一跳 莫不是白指她出了问题 但她来到院子 就看到院中间站了一地人 穆书云和老太太坐在门口 李清堂不见身影 但白指跪在地上 哭得T四横流 额尖红肿 她心下一个咯噔 但还是说目不斜视地走了过去 清鸾拜见祖母 母亲 不知母亲叫我来有何事 卵儿 你看看这镯子是不是你的 穆书云问 李清鸾想否认 但看眼下这模样 怕是白指得逞后被抓住了 这镯子不少人见她戴过 若不承认 难免遭话语 于是点头一脸疑惑问道 是我的呀 但怎么会在这儿 这是在白指那搜到的 穆书云看向白指 所以 你不仅残害大小姐 还偷到二小姐的财务是吗 不 不是的 白指听李清鸾这话 就是想抛弃她 让她顶罪 但眼下李清堂脸没回 她还有的活路 可要是二小姐知道 李清堂脸没回 肯定不会放过她 再加上偷窃财务这一条 怕是要完 这是二小姐给我的 你刚刚说是孙姨娘给的 现在又说是二小姐给的 你这奴婢 怎么满嘴谎话 真是二小姐给的 这镯子的确是孙姨娘的 但她后来送给二小姐了 白指道 奴婢在孙姨娘和二小姐 那都做过活 都见过这镯子 所以才因为慌望而说错了 二小姐为何要给你这镯子 穆书云问 因为 因为白指看向李清鸾 正由于要怎么说的时候 李清鸾立即道 母亲 她撒谎 我这镯子已经丢了好几日了 我还找呢 没想到会在这奴婢手里 李清鸾道 白指你好大的胆子 敢残害姐姐的脸 还偷我的镯子 母亲这等雕奴 就该直接拉出去发卖了 还留她再次多什么话 李清鸾情绪也是有些激动 没发觉自己说错了话 但老太太和穆书云的表情 却是变了 这时李清堂从屋里走了出来 刚才听到穆书云让李清鸾来 她故意装作情绪激动 脚步不稳 被扶回了屋子 妹妹怎么知道 她要害的是我的脸 我记得 刚刚可没人说过吧 李清堂扶着婉青走出 李清鸾看着李清堂 没有什么损伤的脸 神色一僵 我女院子里闹了这么大动静 一早就传了出去 谁不知道啊 李清鸾慌张解释 并在心里暗骂 李清堂的脸 怎么一点是没有 这小件蹄子 这么些年 怎么也没长长残 一出事 我就令人封了院子 妹妹从哪得的消息 李清堂问 妹妹既然得了消息 又为何等母亲 叫人喊你了才来 妹妹不是向来很关心我的吗 怎的这时却不上心了 面对李清堂咄咄逼人的提问 李清鸾有些慌乱 但又很快镇定了下来 我是在来的路上才听说的 李清鸾露出一副受伤的模样 姐姐 为何这么凶我 白纸 谋害主子的证据确凿 如今二妹妹还说你偷窃财物 你如今是必死无疑 李清堂看向白纸 但你若说出实话 你到底为什么谋害我 这要是从哪来的 解释清楚 我可以既往不救 你还是我院子里的二等丫鬟 你偷窃的事 我也帮你解决 我也是不清楚 那我就就不了你了 你只有三个数的时间 三 二 奴婢没有偷盗 这镯子是二小姐给奴婢的 也是二小姐给奴婢的 二小姐说 只要奴婢把这药粉 放到凝土脸的药膏里 还会给奴婢二十两银子 白纸一股脑道 大小姐 奴婢真的不想害你啊 是二小姐威胁奴婢的 奴婢的卖身器在二小姐那 这话一出 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老太太看了眼身边的周嬷� 周嬷嬷明白了过来 立即让人守住了院门 把一些无关的人全部放置到偏房 下令封口 胡说八道 李清乱哭着 看项目疏云 母亲 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丫鬟 实在不知她为何会污蔑我 您可要给我做主啊 当初 就是二小姐 让奴婢来往春轩的 要奴婢 把大小姐的一举一动都告诉她 因为奴婢 从一等丫鬟 变成了二等丫鬟 二小姐 还给了奴婢十两银子 做补偿 白纸道 那银子就在奴婢的枕头里藏着 好你个贱奴 竟空口污蔑主子 还不拖出去乱棍打死 书话喝道 妹妹好规矩 一个奴婢 都可以在主子面前大呼小叫了 李清堂笑着道 姐姐 妹妹不知哪里得罪了你 竟然你这般污蔑 李清乱哭着道 母亲 姐姐明明好端端的 站着却说我害她 这丫鬟不仅偷了女儿的镯子 还这般诋毁女儿 女儿好冤啊 穆书云从感情上 是不想承认这件事 与李清鸾有关 但眼下种种证据 都指向了李清鸾 在想到 她最近查到的是 你有何证 据说是鸾儿指使 穆书云问 奴婢昨个 去遇遥轩 就是告诉二小姐 大小姐的脸 已经恢复的是 这个玉镯子 就是二小姐那事给的 奴婢出来的时候 就遇到了习宿和袁嬷嬷 你们该是记得的 白纸道 昨晚奴婢出去找书画拿药的时候 善会也是看到的 请夫人明见 奴婢昨个都没出过府 怎么可能凭空有这个药啊 查查昨日后院谁出府了 穆书云吩咐道 李清鸾心里一个咯噔 很快就有人来报 说昨个下午 除了老夫人院子 和夫人院子 都有人出去 大小姐院子里 没人出去 但二小姐院子里的书画出了府 奴婢 奴婢 只是给小姐买了些糕点而已 书画解释 那铺子的老板 可以给我作证 门房的 也该看到 我是拿着点心回来的 这时有个小四跑来说 有事禀告 穆书云让袁妈妈过去 袁妈妈听后 脸色贴黑地回来 俯身在穆书云 和老太太的中间 安寿堂的人 送来了府里的牌子 说是昨个来买药的姑娘落下了 还说一米粉的用量 一定要很小心 万不可用多了 穆书云本来还存了些侥幸 但这句话 无疑是直接给定了 老太太转动佛珠的手 停了下来 神色不明地 看了眼里清卵 微微闭眼又睁开 在周末末耳边 说了两句 然后看向书画 书画你可认罪 书画扑的一声 跪在地上 奴婢奴婢不知何罪 还想狡辩 安寿堂的人来了 要把他叫来和你对质吗 书画色索在地 奴婢奴婢 你欺瞒主子 偷到财物 与白纸串联一通 残害堂儿 事到如今证据确凿 还要抵赖呢 老太太声音不疾不徐 一句话便把罪定在了书画身上 李清卵抬头看向老太太 想说话 却被一个眼神就瞪了回去 周嬷嬷把这二人都拖下去发卖了 是 周嬷嬷直接带着婆子 把人压了起来 书画还想求救 但周嬷嬷直接附在他耳边道 你认下还有的活 不然只能连带你家人一起死 书画听后 整个人贪婪在地 看向老太太那面 吴波兰的脸哭着道 是我干的 我只是见不得大小姐 处处针对二小姐 所以才想给大小姐一点教训 我对不起二小姐 把人拖下去吧 老太太道 既然事情已经真相大白 那今儿的事就完了 莫要让我再听到什么疯言疯语 不然都给断婆子送去 老太太发了话 众人低下头 婉清拉着李清堂的胳膊 眼神里全是老太太 怎么能这样偏心这一句话 我乏了 走吧 老太太说完 起身带人回了自己的院子 穆书云看着老太太离去 转头看向还在哭的李清鸾 和神色淡淡的李清堂 神色复杂 今日的事已经很明显了 不管是书画还是白纸 都是李清鸾的人 所做的事也是受李清鸾的指示 他不理解 从小到大 他的乖乖女 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卵 给你姐姐道歉 穆书云看向还在哭哭啼啼的李清鸾道 李清鸾想顶嘴 但看着面色铁黑的穆书云 委屈巴巴道 姐姐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书画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是我管树下人不利 都怪我 习诉着刘巴的胳膊 和我差点就毁了的脸 只知妹妹一句道歉是吗 那姐姐想让我如何 不然我也把自己的脸刮花了 陪你可还成 李清鸾哭着道 妹妹怎么会这么想我 李清堂说着 拿起随身的润肤膏 递到了李清鸾面前 妹妹这脸哭得好生可怜 快擦点吧 见李清堂来真的 李清鸾躲到穆书云的身后 母亲 救我 穆书云见了习诉的伤口 因为羞愧是一句话 也说不出口 妹妹怕什么 李清堂先是疑惑 随后又恍然大悟 哦 你以为这是被白纸下了要的那罐是吗 李清堂说着 用手指挖出一块抹在了手背上 春天风大皮肤一干 这不过是普通的润肤膏罢了 妹妹无辜的什么都不知情 却又什么都知道 可真厉害 李清堂笑着道 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李清鸾有些心虚 不敢看李清堂 没什么 只是觉得 妹妹对下人好大方 一个大丫鬟 都能随便拿出几十两银子 我在苏州那几年 孙姨娘一年才给我五十两 可却送给妹妹这般好的玉琢 我真的很好奇 为何姨娘对你 比对我要大方这么多 甚至连她的丫鬟 都能听你丫鬟的话来害我 之前李清鸾是故意装可怜 装害怕 但现在 她是真的怕了 李清堂为什么会这么说 她不会知道了什么吧 想到这里 李清鸾是真的怕了 没有像之前那样装晕 而是真的晕了过去 没请找人 把二小姐扶回去 等人醒了 就送去祠堂柜上三日 不得令不许出玉瑶轩的门 再扣一年的阅历 穆书云道 既出不了门 那手里的铺子 也就先交回来 由竹箱打理 李清鸾身边 剩下的书棋 和书情对视一眼 默默低头 待所有人都离开后 穆书云看向李清堂 我替卵儿向你道歉 是我没有教育好她 母亲对不起你 李清堂摇了摇头 母亲无需如此自责 索性我也没什么大事 我只是不理解姨娘 为何总对我说她 在府中艰难 可却能送妹妹 那么多贵重的首饰 李清堂谋中含着热泪 银儿不掉 因为我是庶女 所以便是亲生母亲 也要把好的都留给敌女吗 三妹妹也是这样吗 穆书云不知为何 见到李清堂这般模样 只觉得心里难受极了 此事是母亲对不起你 母亲会补偿你的 谢母亲 等所有人都离开 晚亲气得不行 小姐 这一切明明就是二小姐做的 可老太太 却一点都没罚她 就用一个丫鬟抵罪 她毕竟是明动京城的侯府敌女 还有很大的用处 李清堂其实早有预料这个结果 今天这一切 她并不是真的冲搬到李清堂去的 而是为了铺垫 她和孙姨娘间非比寻常的关系 也让老夫人和穆书云知道 李清堂并没有想象中 那么纯真善良 习宿你的胳膊没事吧 李清堂问道 惊得害你受苦了 没事 只是看着严重而已 习宿道 这一点也不苦 为了补偿你 今天我亲自下厨 李清堂道 想吃什么 小姐做什么 我都喜欢 李清堂笑了起来 穆书云回到金医院 神色慧暗 青鸾和孙姨娘关系很好吗 这 梅清和兰桂对视一眼 表示不太清楚 去查一查 这些年 孙姨娘都送过青鸾石吗 穆书云想起绣花楼那 隐藏了姓名的孙文正 还有这年 那些不对的丈母 准备马车 我们去烫庄子 是 李固在外流连了几日 终于回府 坐下喝了口茶问道 夫人呢 夫人刚刚让人准备了马车 好像是要出门 真管家答道 又要出门 李固不悦 他出去这两日 穆书云 连派人来 问个信都没有 对他不闻不问 如今竟又要出门 他倒是好心情 真管家听说了后院的事 虽然不知道 具体发生了什么 但是从李清鸾被禁足罚贵祠堂 书画和白纸 又被老太太发卖去了窑子 就知道今日这事 肯定不小 李清鸾 可是从小到大 就没被罚过 李固想喝了口茶 大小姐 这两日身体怎么样 因着李清堂的这个 借迷居士弟子的身份 让他最近在朝中 算得上春风得意 不少平日没什么来往的大人 最近上下朝 都会和他打招呼 作为一个懂事的人 他该主动开个聚会 让李清堂出来见见了 这几日 大小姐一直没出过府 昨个玉安郡主来看过大小姐 该是恢复得差不多了 但今早大夫 又急匆匆地来了 真管家回扁 李固一听放下茶杯 我去唐儿那看看 李固一进门 李清堂就哭着扑进了 李固的怀里 爹爹 女儿差点就再也见不到您了 怎么了这是 李固拍着李清堂的后背安慰道 谁欺负你了 说出来 爹爹为你做主 李清堂看向李固 一张宛如雕刻出的精美小脸上 满是委屈 这还是李固时隔五年 第一次看到李清堂的脸 先是震惊于这个大女儿的美貌 然后又有些自豪 不愧是她的女儿 长得真是如她年轻时一般好看 见到这么好看的女儿 哭得这般可怜 李固的心又软了几分 金根儿二妹妹的贴身 大丫鬟书画 只使白纸在宣王给女儿 涂脸的药里面下毒 若不是女儿福大命大 如今这张脸 怕是已经血肉模糊 恨不得死了才能解脱 李清堂声音如悲弃的黄梨 婉转爱怨间更显动人 再配上这么一张标致的脸 就更加让人心疼 怎会发生这种事情 来人啊 把那俩个丫鬟带过来 祖母已经做主把人发卖了 李清堂抽气着道 书画拿着二妹妹的镯子 收买白纸 还让白纸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书画说 是因为我抢了二妹妹的风头 所以要替二妹妹教训我 爹爹 女儿不是故意想抢二妹妹风头的 女儿好害怕 李姑被李清堂这副可怜样感到心疼 安抚道 不怕不怕 爹爹在你身边 清卵呢 爹爹你不要怪二妹妹 母亲已经罚了二妹妹 我也不怪她 毕竟这一切都是书画指使的 二妹妹也是无辜受累 爹爹可千万不要再责罚二妹妹了 李清堂细声细语 爹爹在外忙碌养家 已经很辛苦了 女儿不想 因为这种事 再劳爹爹费心 也不想让二妹妹再误会我 李清堂这句爹爹在外忙碌养家 已经很辛苦了 完全拍到了李姑的心坎里 柳福桑说 没什么本事 却心比天高的阮饭男 最喜欢别人夸他们强 越示弱 越崇拜 他们便会越开心 越得意 到时候你说 什么都是对的 我的堂儿受苦了呀 你自小就懂事体贴 阮儿能有你这种好姐姐 真是她的福姐 李姑道 时间太久 李姑根本不记得五年前的李清堂 是什么的性格 只把如今的她带入过去 印象中便全是美好 毕竟一个漂亮聪慧 还能替她长脸的女儿 谁会不爱呢 李姑表演了一场爱女情深 而李清堂也十分顺利地 给李清栏上好了眼药 在一顿妇女情深后 李清堂又得到了李姑送来的一堆礼物 李清年的丫鬟雪景 把打听到的话转述了出来 李清延刚沾了墨的毛笔一顿 墨汁低落 在宣纸上 好带一个黑点子 一个人竟然会接连书给大姐姐 侯府明珠 金钟才女 则 她把纸揉成一团 重新铺开一张 鼻走龙蛇写下一个人 慕书云乘着一辆普通的马车 来到京郊庄子的附近 先让身边的小厮去 和看门的打好招呼 又叫来了两个 在庄子上管事的婆子 嘱咐了一番 两个婆子听后点了点头 夫人放心 我们一定会做好的 说吧转身离开 听说了吗 侯府发生大事了 一个婆子道 什么大事啊 快说来听听 另一个婆子问 两人一边说着 一边望了眼不远处的赵嬷嬷 这可是密闻 你偷偷听完 可千万不要说出去 管事婆子道 放心放心 肯定不说 我一年到头 也离不开这庄子 能和谁说啊 你知道侯府大小姐回来了吗 就是咱们这那位的姑娘 前些日子 从苏州回来了 好像听说了 这就是那个大小姐 不是 听说这个大小姐 特别好看 所以引起了二小姐的嫉妒 二小姐就让丫鬟 毁了大小姐的脸 真的假的 听话婆子 一脸不敢置信的模样 当然是真的 二小姐的大丫鬟书画 还有一个叫白纸的 都被老太太给说话的管事婆子 做了个手滑脖子的动作 那那大小姐 真的被毁容了呀 可不是 这二小姐下手 可狠哪 管事婆子 会声会色地讲着 声音不大不小 刚刚好 被赵嬷嬷听到 不过二小姐 也被夫人罚了 罚得还不轻吗 这是 你可千万别往外说 这要说 出去二小姐的名声 可就没了 咱也吃不了兜着走 放心吧 我又不傻 两人说完后 赵嬷嬷连忙回房 把偷听到的话 告诉了孙姨娘 什么 婉儿因为毁了李清堂的脸 被罚了 孙姨娘听后 立马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怎么样罚得重不重 婉儿没有受伤吧 这个他们没说 赵嬷嬷道 但听那意思 怕是罚得不轻 孙姨娘听后 心疼不已 表情也阴致起来 该死的 连自己的女儿 都罚得这么重 慕书云可真够狠心的 姨娘 咱们是不是得 想办法回去了 这样下去 可不是办法 赵嬷嬷道 试得想想法子了 孙姨娘沉谋 心里把慕书云 和李清堂 骂了一万遍 尤其是李清堂 这个死丫头一回来 就搞出这么多事 当时就该直接 把她掐死在墙堡里才对 终究是她心软了些 早早就被慕书云安排 藏在窗户下偷听的小丝 很快便回来禀告 把赵嬷嬷和孙冷雪的话 一字一句传达 没有丝毫偏差 慕书云听后 眸子彻底沉了下来 孙姨娘在听到 自己的亲生女儿 被毁了容后的第一反应 竟然不是担心李清堂 反而是在担心 她和没有关系的李清堂 有没有受伤 关心李清堂 被罚得重不重 有意思 真是有意思极了 慕书云得到了答案后 便带着人 又悄悄从庄子离开 离开前 她对着自己的心腹嘱咐道 盯紧了孙姨娘她们的一举一动 有什么风吹草动 都要第一时间向我报告 是 夫人 回城的路上 慕书云一直在想 这些年发生的点点滴滴 而李清堂也在想 今天老太太会简单用书画 给李清堂做替罪羊 无非因为 她还是不够重要 即便老太太明知道 这一切都是李清堂做的 即便她差一点就毁容 但她还是选择保住了李清堂 只是贱迷居士的弟子 和玉安郡主的朋友 还是不够 在老太太眼中 女子最终也是最重要的使命 就是嫁人 而一个孙女最大的价值 就是嫁给一个位高权重 能巩固侯府荣耀的夫婿 比起拥有那么多爱慕者的李清堂 李清堂很显然不够重要 不管是贱迷居士的弟子 还是玉安郡主的朋友 都只是一时而已 最终能让一个家族 繁衍昌盛的 还是子孙 李清堂坐在镜子前 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 她的确有个大杀器 可这张脸是个双刃剑 可能是她登天的踢 也可能是她入地狱的刀 苏怀牧回了京城 却没有回王府 而是住在了别院里 暗卫正给她回避消息 经个北安侯府 发卖了两个丫鬟 其中一个是李清堂的贴身大丫鬟 侯夫人在这之后 去了关着孙姨娘的庄子 但没有见孙姨娘 不一会就离开庄子回了府 走的时候脸色不好 知道了 下去吧 苏怀牧坐在桌前 铺开一张白纸 提笔写下一封信 自己十分潇洒好看 但写了一遍觉得不好 烧掉 又一遍还是不好 烧掉 一遍又一遍 好不容易才把一封信写好 明天一早 送去北安侯府 给李大小见 是 李清堂这一夜睡得并不踏实 梦里博杂 有上辈子的事 也有这几日的事 一觉醒来 只觉得万分疲惫 小姐 您看着很憔悴 晚清见李清堂 一副病奄奄的模样道 用不用找大夫来给您瞧瞧 不用 只是没睡好而已 李清堂摇了摇头 习宿呢 他的胳膊怎么样了 小姐我没事 习宿拿着新斋的花 从门外走入 我去采花的时候 刚好遇到林语 说有您的信 我就给您带了过来 信 李清堂思索了一下 难道是柳福桑给他回信了 可按这个时间 应该不够回信的 那是山长县的来信 也不对啊 那不该写他名字的 李清堂接过信 上面写着李清堂亲戚 李清堂打开信封 最上面一行 只写着四个字 见字如面 你的来信我也收到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应该已经来到了京城 给你带了些梁州特产 若你有空 可来柳岸向东边第二栋 挂着红灯笼的釜底寻我 洛款写着两个字 表哥 李清堂看着短短一行的信 嘴角不自觉扬了起来 表哥来京城了 真的 那真是太好了 习宿装作很惊喜的样子 我们收拾收拾 先去给夫人和老太太请安 李清堂瞬间来了些精神 李清堂经个好好打扮了一下 穿的是烟霞银螺云雾削长裙 带着玲珑银丝不摇 画了娇丽的妆容 我的天啊 小姐您早该这么打扮呢 晚清看着李清堂 激动极了 这时尚会带着早膳进来 看到李清堂时 手里的粥差点没掉下去 他知道自家小姐是极美的 不然二小姐也不会让白纸来下药谋害小姐 不失粉带时便已经是倾国倾城 这打扮起来 简直可以做那画本子里的祸国妖姬了 对 对不起小姐 善会发现自己失态 连忙道歉 把早膳放好 不要紧张 我知道我好看 李清堂收到性心情好 说话也轻快了很多 经个我要出门 院子就交给你了 我回来会给你带好吃的 小姐放心 奴婢一定会守好院子 善会信誓旦旦的保证 李清堂先去给老太太请安 老太太见到李清堂后 眸光微亮 开口道 女孩子的确是要多打扮打扮 你这样很好 是祖母 昨个儿的事 你不会怪祖母吧 老太太主动提起昨天 怎么会 孙女知道 祖母是为了孙女考虑 李清堂微微低着头 温柔又恭敬 二妹妹是嫡女 是咱们侯府的门面 若她德行有亏 目不遵长 残害长姐的事传出去 会影响咱们整个侯府的声誉 不仅对她自己相亲友爱 还会连带着我和三妹妹 都抬不起头做人 祖母为了保护孙女和侯府声誉的 苦心孙女都明白 孙女昨个 受了惊吓 确实有些乖儿妹妹的 但经过这一晚孙女 已经想通了 我们是姐妹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只有我们相互扶持 咱们侯府才会越来越好 所以 孙女会全当昨日的事没发生过 虽不知妹妹为何会如此针对我 但我日后会努力修复 我与妹妹之间的关系 做一个好姐姐 李清堂说着 眼睛微红 看向老太太 这些年 孙女不能在您面前尽孝 但以后 孙女会好好表现 让所有人提到北安侯府 都会竖起大拇指 说您教导有方 教出的姑娘 一个比一个懂规矩 老太太听后 有些欣慰地点了点头 你能理解祖母的用心 能这么想很好 唯有宽容大度 才能庄严菩提 李清堂道 好孩子 老太太脸上 带了些笑对身边的周默默道 去把那套红宝石头面拿来 老太太把头面送给了李清堂 为了侯府的名声委屈了你 这幅头面是我的嫁妆 如今年纪大了 不好带这种太贤良的 你正是好时候 多带着她和玉安郡主出去玩 谢谢祖母 祖母您真好 李清堂看着老太太 笑意盈盈 告别了老太太 她又去拜见了穆书云 大小姐 夫人身体不太舒服 还未起 您改日再来请安吧 兰桂恭敬道 母亲没事吧 有没有叫大夫 大夫来看过了 说是太过操劳 思虑过重 没什么大事 小姐不要担心 李清堂点了点头 那我改日再来给母亲请安 离开禁医院 李清堂坐着马车前往柳岸巷 找到了苏怀木的府邸 林峰去叩门 很快便有管家来把他迎了进去 李小姐请稍候 我这就去通知公子 嗯 李清堂点了点头 喝茶等了一会后 管家来禀 公子一会就回来 不如我让人带着李小姐 在府里转一转 不用了 管家去忙吧 我就在这院子里 自己转转等表哥便好 那好 小姐有什么吩咐 可随时使唤府里的下人 好 管家退下 李清堂又做了会觉得 有些无聊便起身在院子里转了两圈 院子里有一棵开得正好的樱花树 李清堂走了过去 风吹起 粉色的花瓣飘落 李清堂伸出手想要接住 但总是落空 厄娜拔香服酒壶 唯有春风独自服 一 李清堂放弃接花瓣 点起脚尖 准备摘下一朵 可这棵樱花树很高 他垫着脚 距离花枝也差那么一点 他正打算跳起来摘的时候 身后突然伸出 一只羞长如玉的手 从他的耳侧 伸向了他瞳孔中映照着的那朵樱花 一股清冷的香气 在他的鼻尖打转 表哥 苏怀木没想到 信刚送过去没多久 李清堂就来了 他刚出门就得到消息 然后又急匆匆地赶回来 本来为了行事方便 他穿了一身非常普通的墨色衣袍 他觉得这样不妥 又匆匆换了一件 才赶来见李清堂 他一走到院门口 就看到李清堂站在樱花树下 纷飞的樱花 像翩然起舞的蝴蝶营绕着他 而他则像是误入凡尘的花仙子 樱花娇嫩明艳 却不及他颜色的万分之一 他点七脚 不摇晃动 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荧光 水袖滑落 露出鲜鲜手腕 如玉如捉 他努力地点七脚尖 一上一下 发育良好的小白兔 跟着他的脚尖一起颤动 可那银润粉嫩的指尖 却总是差了那花一寸 见他气得摇起了唇 苏怀木猴杰鼓动 终究是没忍住走了过去 表哥 女孩转头看向他 发丝随着他的转动 从他的胸口划过 即便隔着几层衣服 但他好像还是能感觉出 那股坚韧的柔软 像一瞬间 有无数蚂蚁自他的胸口爬过 又酥又骂 女孩仰着头 眸子里亮晶晶地 倒映着他的身影 他清楚地看到 他眼中的自己 那是一副 他从没见过的模样 他好像 表哥 李青棠见苏怀木没有反应 伸手在他面前晃了晃 苏怀木回过神 收拢理智 不着痕迹地往后退了一步 然后把手里的花递了过去 给你 谢谢表哥 李青棠接过花 露出一个灿烂的笑 别动 苏怀木道 怎么了 你头上有东西 啊 李青棠一下子僵住 不会是虫子吧 苏怀木伸手从李青棠的头发里 摘下一片花瓣 不是 是花 李青棠长舒一口气 身子也跟着放松了下来 拍着胸口 还好还好 有那么怕虫子吗 苏怀木见李青棠如释重负 笑着问道 李青棠点头 苏怀木见状也不再打趣他 气氛突然有些尴尬了起来 两人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李青棠转着手里的花 想了想在原地转了一圈 表哥你看我 这套衣服好看吗 李青棠转起来 裙摆上的银线闪动 整个人偏然欲仙 好看 这是为了见你我特意换上的 这条裙子可贵了 还有我这何田玉的镯子 也可贵了 说着 李青棠伸出手在苏怀木面前晃了晃 白的耀眼 让苏怀木不得不转移眼神 李青棠带着点小自豪道 这些都是我这段日子 努力讨好祖母和父亲赚来的 我厉害吧 这些小玩意 就让你开心到这个模样 怎么能是小玩意呢 我之前辛苦抄一本书 财了两银子 我得抄上百本书 才能买到这样的镯子 李青棠看着苏怀木 表哥你有钱 不懂我这种穷人的快乐 苏怀木看着李青棠 李青棠那开心骄傲的模样 有些心疼 他是侯府千金 生下来就 何该拥有这些 可偏偏过了那么多苦日子 要费尽心力的讨好 才能得到 那本就该是他的东西 这个给你 苏怀木拿出一块令牌递了过去 这是什么 李青棠伸手接过 这是永乐钱庄的对牌 拿着这个牌子 去任意一家永乐钱庄 都可以取不超过十万两的银子 李青棠刚接过令牌 又连忙塞回了苏怀木的手中 表哥 你这是干嘛 没什么 就想让你也感受一下 有钱人的快乐 苏怀木道 我现在已经很有钱了 已经懂得有钱人的快乐了 李青棠道 表哥这令牌 你快拿好 这么贵重的东西 可千万要放好 这对我而言不算什么 你可以放心拿去 不成 李青棠收起笑脸 十分严肃道 表哥 你不能这么随便 就拿出这么一大笔银子来 要是被有心人知道 会出大问题的 想到上辈子 牧家的钱 都被李青丸坑走 他义正言辞道 我只是你的表妹 以后我要是成亲了 便是别人家的媳妇了 牧家的银钱 一定要握在牧家人的手里 万不可被人框了去 便是我也不成 嗯 知道了 苏怀木把令牌放回怀中 表情有些说不出的不痛快 表哥 不是给我带了梁州特产吗 在哪呢 我瞧瞧 苏怀木让人把准备好的东西 拿了上来 李青棠瞧着很是喜欢 谢谢表哥 梁州靠北 不管首饰 还是衣物刺绣 比起江南的金智 和京城的华贵 带着些许粗犷 又是另一种美 苏怀木见李青棠 似乎对梁州很感兴趣 便说了很多当地的风土人情 真好 我也想去梁州瞧瞧 李青棠听苏怀木说起梁州的景色 心生向往 表哥我真羡慕你 羡慕我什么 自然是羡慕 你能到处走啊 能领略到世间那么多美景多好啊 李青棠是真的羡慕 如果还能有来生 我想做个男人试试 骑马仗剑 潇洒走天涯 苏怀木笑了 你想骑马走去哪 李青棠想了想 我想去幽济十六州 听说那有连绵起伏的青山 还有一望无际的湖泊 戈壁滩的荒漠 落日美帝像一幅画 苏怀木看着李青棠向往的神色 眼眸深处暗淡了几分 他也想去看这些美景 只可惜 如今的幽济十六州 不属于他们前国 你会骑马吗 李青棠的畅想被打破 我我现在是不会 但以后可不好说 吃了午膳 李青棠见识后不早准备离开 谢谢表哥今日的款待 今天是我自入京后 最轻松快乐的一天 我会在京城待一段时间 你随时可以来找我 那真是太好了 李青棠笑着离开 带着晚清 习宿几人又上街买了些点心 想起木树云身体不好 他又去药铺买了些做药膳的药材 才往侯府走 回去的路上遇到了两辆马车相撞 堵成一团 林峰道 小姐不如我们换条路回府吧 这看起来要堵好久呢 李青棠聊起车帘看了一眼 的确是被堵得有些水泄不通的样子 那就换一条吧 李青棠不知道自己这个决定 给他躲开了多大一个麻烦 又带来了多大一个麻烦 林峰调转了码头 换了一条路 顺利地带着李青棠回到侯府 习宿 晚清和林宇三人 双手满满地往往春轩走去 在路过玉瑶轩的时候 看到了被舒淇和舒晴 搀扶着的李青棠 李青棠一醒来 就被袁嬷嬷看着带去了祠堂 跪了整整一天 他感觉这膝盖都不是他的了 他在祠堂罚贵受苦 李青棠却打扮得花枝招展出门逛街 还买了这么多东西 该死 真是该死 妹妹你还好吗 李青棠走上前关心道 你少在这假人假意 李青棠瞪了眼李青棠 总有一天 我会拆穿你的虚伪面孔 李青棠露出一个疑惑的表情 妹妹这话说错了吧 做错事的是你 该被拆穿虚伪面孔的 也该是你吧 我怎么了 李青棠最得力的大丫鬟被发卖 他被禁足御姚轩还要跪三日祠堂 他晕倒后 父亲母亲和祖母都没来看过他 这一切让李青棠本就憋了一肚子的气 如今再看到李青棠这张完美无暇的脸 愤怒和嫉妒根本无法掩饰 我就算犯了 错不过是被禁足而已 我还是北安侯府唯一的嫡女 便是嫁给皇子做皇妃也使得 而你再怎么蹦打也不过一个庶女 跳得再还不过也就是给人做妾的下场 而你以后的孩子 也会像你一样 永远只是个卑贱的庶女 李青棠眨着无辜的眼睛看着李青棠 奄然一笑 贴近李青棠的耳朵 轻声道 妹妹 我们究竟谁才是庶女啊 说完他不管李青棠 整个人仿佛被雷劈众的模样 带着婉青 习宿和淋雨头也不回地离开 李青棠在原地呆愣了很久才回过神 不敢置信地转头看向李青棠远去的背影 眼中充斥着恐惧 震惊和愤怒 他刚刚是不是听错了 李青棠刚刚说的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知道了什么 不可能不可能的啊 他怎么会知道呢 李青棠小时候受了那么多欺辱 十岁时就被送去了苏州 这么多年 在那只有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婉青和钱妈妈陪着 他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的身世 可李青棠若是不知道 刚刚又怎么会说出那么一句话 小姐 您没事吧 舒奇见李青棠脸色惨白 眼中满是惊恐的模样关切道 我没事 李青棠回过神 他得赶紧问孙姨娘是不是他那边出了问题 回到望春轩 李青棠把买的点心分给了善会和院子里的下人 然后去了厨房准备给慕书云做点药膳和苏州菜 小姐您刚刚和二小姐说什么了 我看他脸刷一下就白了 婉青好奇问道 我说他长得丑 李青棠开玩笑道 婉青点了点头 跟小姐比起来 他的确是丑 李青棠笑了起来 帮我把这个切了 嗯 因为白纸被发卖了 望春轩里少了一个二等丫鬟 李青棠直接从三等丫鬟里提了一个 就是那日去找大夫还指正那镯子是李青棠的那个小丫鬟 以后你就叫善雅 李青棠说着 也让婉青递过去了一个荷包 恭喜你升迁 谢谢小姐 小姐真是观世音菩萨在世 善雅脸圆圆的看起很喜庆 说起话来倒也甜 李青棠让习宿调查过了 这个善雅 是为了救弟弟自己卖身禁服的 刚禁服三个月 没有根基 想着穆书云最近胃口不好 李青棠坐了到参林州 健脾一气 还能调节胃口不佳 他将人参 茯苹和生姜水煎好 用药汁熬粥 再加些调味料 然后又坐了到烟肚仙 临近晚膳时 他来到了精医院 走近后发现李青棠正往外走 眼睛红着 似乎刚哭过的样子 见到他后 李青棠规矩地行了一礼 见过的大姐姐 三妹妹好 妹妹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 李青棠抹了抹眼睛 低着头 指甲狠狠掐在掌心 妹妹还有事 就不打扰姐姐 先行告退了 那妹妹慢走 送别李青棠 李青棠看着李青棠的背影 总觉得刚刚有一瞬的不舒服 像被毒蛇盯上的感觉 走出去了很久 李青棠转头看向李青棠的方向 眼神中是 毫不掩饰的嫉恨 咬着牙恨恨低语 都怪你 若不是李青棠他 怎么会受这无妄之灾 又怎会白得这一顿羞辱 李青棠走进屋子 穆淑云没有像往日那般 装发精致奇整地端坐在上位 只是穿着一身十分素雅的衣裳 支着脑袋 斜坐在太湿以上 脸色不太好 棠儿见过母亲 李青棠行礼 穆淑云抬了抬手 起吧 今日有何事 听说母亲身体不适 胃口欠佳 女儿做了碗餐灵粥 还有烟肚仙 李青棠把食物从食盒中端出 食物的香味飘进穆淑云的鼻中 他经得胃口不佳 没有吃什么东西 又处理了不少事 闻着这烟肚仙的香味 的确有了些恶的感觉 糖儿有心了 这是女儿应该做的 李青棠见穆淑云这般虚弱的模样 有些心疼 一口热乎乎的汤下去 穆淑云感觉身子也暖和了一些 开口道 你与那郑国公世子认识 李青棠想起郑士雄那张脸 身子不自觉的一颤 也不算认识 只是前几日与郡主和宣王在水云间吃饭时 遇到过一次 穆淑云点了点头 他看着李青棠那张已经恢复的脸 有些欣慰 又有些担忧 以后出门多带些护卫 天气渐暖 你这脸又刚好 为了避免再害选 出门还是多带带帷帽吧 好 李青棠乖巧点头 穆淑云又喝了两口粥 突然开口问道 糖儿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啊 李青棠没想到 穆淑云会问他这个问题 前辈子他的心思都在刺绣 绘画 抄金 和如何讨好别人 如何活下去 没想过他喜欢什么 这辈子他一心想着要复仇 要保护穆淑云和穆家 他只考虑过什么样的男人对他有用 但没想过他喜欢什么样的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 李青棠摇头 穆淑云不是老太太 他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撒谎 我只是没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非要说 那就是聪明又好看 就像郑出表哥一样吧 穆淑云没想到李青棠会提到穆郑出 你和郑出看起来关系不错 李青棠连忙解释 就是之前在苏州 表哥救过我还帮助我很多 所以很是感谢 穆淑云笑了笑 郑出是个好孩子 聪明能干 比你大了三岁 听说还未定亲 你若对他有意母亲 倒是可以帮你 李青棠疯狂摇头 不成不成 他可说表哥 律法上规定 我们是不能结亲的 若他真的是孙姨娘的女儿 那与穆郑出还有可能 可他是穆淑云的女儿 那可是他亲表哥 前国明文规定 三代内的血清是不能结亲的 穆淑云听到李青棠这话 拿勺子的手一顿 把你刚刚的话再说一遍 他是我表哥 律法上规定 我们是不能结亲的 李青棠一时没反应过来 又重复了一遍 穆淑云放下勺子 他看向李青棠 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遍 李青棠有些不知所措 他说错什么了吗 等等 他好像的确说错了什么 你和郑出 哪里有血缘关系 穆淑云盯着李青棠的眼睛 声音缓慢却十分坚定 在苏州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我面对穆淑云的目光 李青棠是一句谎话都说不出来 若我说实话 母亲会信我吗 你说 穆淑云道 李青棠看向身后的习宿和婉青 你们出去等我 穆淑云也让屋内的丫鬟都退了出去 没清 难怪 你俩在门口守着 任何人不许靠近 是 夫人 屋内只剩下李青棠与穆淑云两人 说吧 你不管说什么我都不会怪你 也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穆淑云放柔了声音 他脑中突然又想起那个梦 让他日思夜想 夜不能寐的梦 我在苏州被刺杀的那次 钱妈妈为了不让我给他送入官府保住性命 告诉我了一个秘密 李青棠不能说出重生这种惊世骇俗的话 只能用其他方式说出真相 秘密 对 李青棠本来想着 先揭开李青棠和孙姨娘的真面目 让穆淑云对李青棠一点点失望 他再一点点努力替代李青棠的位置 等他拿到孙姨娘和李青棠便无可变的证据 再让一切水稻渠成的曝光在众人面前 让李青棠和孙姨娘彻底翻不了身 但现在证据还不足 他也还没撼动李青棠在老太太心中的地位 便是拆穿了 以现在的情况 李青棠大概率还是会记在穆树云的名下 还是侯府的嫡女 还是有机会嫁入王府 耀武扬威 精心教导了15年仇人的女儿 如今真相大白 可为了侯府生育 还是要继续养着 这得多难受 只是想想他都觉得像吃了一坨蛆一样的恶心 李青棠本不想穆树云遭遇这种痛苦 但如今他只能说出来 母亲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穆树云心里有一个呼之欲出的答案 他点了点头 说吧 前妈妈说 15年前在秋阳山孙姨娘调换了我和李青棠 穆树云饶势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还是眼前一黑 身子一晃 差点晕了过去 母亲 母亲你没事吧 李青棠连忙揽住穆树云的肩膀 我去给您叫大夫吧 我没事 穆树云忍着胸口的疼痛 拿住了李青棠的胳膊 你有证据吗 我有钱妈妈的供词 钱妈妈也可以站出来指证 翠玉轩的掌柜可以证实 凶徒手里的金钗图样是孙姨娘要走的 钱妈妈存了和孙姨娘来往的书信 但那书信不是孙姨娘亲自写的 所以没法直接证明什么 我在查询秋阳山的事 想试着找找当年的吻婆 但过去的时间太久 还没有头绪 李青棠有些黯然道 那你为何不早与我说 因为这些证据都是可以被否认的证据 我想等找到可以切实证明这一切的证据 再告诉您 李青棠低着头 有些不敢看穆树云的表情 他很忐忑 他怕穆树云不相信他的话 也怕穆树云接受不了 自己才是他亲生女儿的事实 也是这时他才想到另一种结果 如果穆树云就是很喜欢李青棠 哪怕李青棠不是他亲生女儿 他也愿意养育呢 傻孩子 傻孩子 穆树云拉着李青棠的胳膊 只觉胸口胀得厉害 喉咙也是一片心田 你先回去 容我想想 是 李青棠刚离开 穆树云一口血就吐了出来 李青棠十分忐忑地回到望春轩 穆树云会信他吗 如果不信的话 他该怎么办 他还要继续查下去吗 李青棠根本睡不着 坐在蒲团上送了半碗的惊 小姐您没事吧 晚清看李青棠这副憔悴的模样 心疼坏了 我让上会再给您盾个燕窝吧 我没事 先伺候我梳洗吧 金哥和郡主约好了的 还是照例去请了安 老太太知道 李青棠今日要和玉安郡主出去 点了点头 嘱咐了去路上小心 马车行驶到公主府 华林儿听说李青棠来了 欢快地迎了出去 唐儿你来了 李青棠摘下帽帽递给婉清 凌儿姐姐 这是哪来的小仙女 华林儿见李青棠的脸全都恢复了 还化了妆 拉着她的手夸赞 这是来看神仙姐姐的小仙女啊 李青棠笑着道 你不仅人美 说话也好听 来神仙姐姐 今儿给你看得个好玩的 华林儿说着 拉着李青棠来到花园 李青棠一进去 就被一只浑身雪白的狮子猫吸引住了 好可爱的猫啊 它叫雪团 我刚得的 好看吧 华林儿骄傲道 嗯 好看 李青棠小心翼翼地伸出手 见雪团没有抗拒 这才摸了上去 雪团竟然不反抗 看来它也是随我 见到美人就走不动路 华林儿开玩笑道 李青棠摸着雪团柔软的毛发心都要化了 凌儿姐姐 它好软啊 这是只小母猫 我还托人找了志工的 等他们下了崽子 我送你一只 谢谢林儿姐姐 这点小事客气什么 华林儿说完关切道 对了 你昨个没事吧 郑世雄他有没有欺负你 啊 我昨个没见到郑世子 你没见到郑世雄 华林儿也愣了 昨天他拦的不是你的马车吗 没有啊 昨天我去见了表哥 逛街买了东西 马车好好的 没被撞啊 李青棠有些茫然 昨个东安街上郑世雄的马车 突然从小巷子里冲出来 撞上北安侯府的马车 还来说是北安侯府的马车撞了他 拉扯了好长一回 听说还冲进马车里 华林儿道 东安街 李青棠想起 昨个回府 因为路被堵住 而临时换了一条路的情况 昨个回府 因为东安街堵了 我就换了一条路 说到这李青棠想起 昨个在经医院 看见哭红了眼睛的李青年 他莫不是撞了我三妹妹吧 昨个府里除了我出了门 只能是三妹妹了 李青鸾被禁足 穆书云生病没出门 老太太向来不出府 而且身份不一样 马车的规格也不一样 若是根据马车把人认错 那只能是李青年了 你三妹妹 华林儿想了一下 没想起来 怪不得他们说 郑士雄最后恼羞成怒 还让你三妹妹赔一千两银子 这个家伙 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 老天爷怎么不长长眼 把这个狗玩意给收回去 竟出来祸害人 李青棠恍然明白了过来 怪不得昨天穆书云让他出门 多带些护卫 还要戴威猫 也怪不得昨个他看到李青年时 有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 怕不是因为这事 已经被他三妹妹给记恨上了 这个郑士雄 竟敢大妄为到这个地步 当街就敢做这种事 这天子脚下偌大的京城 怎地就没个人能管管他 华林儿斗着血团 声音中带中浓重的野鱼 他是郑国公老年得子 又是府里唯一的男丁 皇后的弟弟 自然是被宠得无法无天 连我那二表哥 都不能把他怎么样 郑国公可是把他这个独子 看得比眼珠子还紧 那真是捧在手里怕摔了 放在嘴里怕化了 就算是雷把郑士雄给劈了 那老郑头 都得质问老天爷几句 叹其不公 李青堂低垂了眼眸 就算这辈子 他没有在落水被救 可郑士雄若就是看上了他 那他该怎么才能逃脱 郑士雄的魔爪 你别担心 我会罩着你 他敢动你 我就上国公府 打断他的狗腿 华林儿看出了李青堂的担忧安慰道 就算我管不了他 还有我母亲 对了 我上次进宫还提起了你 太后娘娘对你很感兴趣 还想见你呢 华林儿道 下次进宫我把你也带上 在太后面前挂了脸 我就不信郑士雄 还敢那么肆无忌惮 李儿姐姐 你对我也太好了 李青堂拉住华林儿的手 我该怎么报答你才好 你对我最好的报答 就是教诲我 乙甘下次春日宴我必要赢他 华林儿目光灼灼 春日宴 李青堂有些疑惑 春日宴和头湖有什么关系 每年春日宴上 会有各种各样的比赛 琴棋书画骑射 还有头湖比赛什么的 光是头湖 就分好几个组别 拿了头鸣 可是会得赏赐的 华林儿道 我每次都输给我那该死的表哥 气死我了 对了 今年你一定要和我组队 到时候 我们一定可以拿下女子组头鸣 听起来好像很有意思的样子 李青堂从没参加过春日宴 那可不是 华林儿道 之前你不在京城 你不知道 你那妹妹和沈念烟 每次都会大出风头 可招人讨厌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练吧 李青堂与画林儿练头湖的时候 穆书云接到了庄子上传来的消息 李青鸣派人去了庄子找孙姨娘 昨晚李青堂离开后 他就在回忆15年前 他生产之夜的事 那一夜风雨交加 先是孙姨娘生产 然后他就突然发动了 是早产 万分凶险 好在袁嬷嬷求来了御医 但生产后 他就历节晕了过去 醒来身边就有一个女婴 袁嬷嬷 青鸣出生后 离开过你的视线吗 穆书云问 这 袁嬷嬷想了想 那日 您和孙姨娘同时发动 院子里兵荒马乱 又下着大雨 您生下孩子后 见母女平安 我便把孩子交给了 您当时的大丫鬟翠嬷 然后去送了宋太医 不过一刻功夫便回来了 之后孩子便没离开过我的视线 我记得翠嬷当初 嫁给了一个秀才 还能联系得上她吗 穆书云回忆道 翠嬷出嫁后不久听说 就会跟着那秀才回了老家 嬷嬷道 去找 用穆家的人低调些 务必要把人找到 好的 夫人 穆书云侧躺在贵妃榻上 眸子里是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 她没想到孙冷雪的胆子竟然这么大 竟敢上演离毛换太子这一出 但也只有这种方法可以解释 为什么孙冷雪非要除掉李清堂 还要把这事栽赃给她 夫人 兰儿来了 梅清道 让她进来 兰儿见过夫人 丫鬟兰儿给穆书云请安 你去兰儿那也有些日子了吧 回夫人 兰儿已经伺候二小姐四年了 兰儿本来是金医院的三等丫鬟 前几年有个二等丫鬟犯了错 被赶出府 穆书云就把她院子里最老实敦厚的兰儿送了过去 我问你些事 你要如实回答 兰儿点了点头 夫人请问 兰儿和孙姨娘的关系如何 平日有来往吗 兰儿想了想 说不上好 也说不上不好 平日没怎么见过孙姨娘去小姐院子 小姐也不会去孙姨娘的院子 不过逢年过节孙姨娘都会给小姐送一份礼 但小姐也没说对孙姨娘多热闹 只是比起和李姨娘的关系 是稍好一些 还有吗 不过孙姨娘身边的赵嬷嬷 倒是和舒嬷姐姐关系不错 好像认了干亲 经常往来 兰儿道 穆书云心里一个咯噔 她原是抱了侥幸心理的 想着 或许李清鸾并不知道这些事 她也是被蒙在鼓里的 但现在看来 自始至终被蒙在鼓里的 只有她一个 穆书云只觉得心疼得厉害 后几辆里生起一股彻骨的寒意 她竟然养了孙冷血的女儿十五年 而她可怜的唐儿 却被撮磨成这般模样 九死一生地回到京城 还差点被李清鸾给毁了容 夫人 夫人 您没事吧 兰桂一进门 发现穆书云捂着胸口 脸色惨白 连忙放下手里的东西跑过去 我这就给您叫大夫 穆书云握着兰桂的手 给我准备马车 我要出门 夫人 您都这样了 不如改日再出门吧 兰桂担忧道 穆书云摇头 挣扎着站了起来 但却腿软地差点摔倒 幸好有兰桂扶着 夫人 您这样真的不能出门啊 您要做什么 奴婢替您做 穆书云半躺在兰桂的怀里 拿我的牌子 去起真格找穆掌柜 让他把店里最好的布都带过来 就说我要给大姑娘和二姑娘 准备集集里用 是 夫人 很快穆掌柜就带着一车布 来到了金医院 穆盛 见过大小间 穆盛是穆家的家生子 被次姓穆 同穆书云一起长大 随着穆书云一起来到京城 从起真格的管事 升到掌柜 负责穆家在京中所有的丝绸生意 绣花楼就是从起真格分出去的 此处没外人 你与我不用多理 穆书云见到故人声音柔和了很多 他只留下袁嬷嬷 把梅清和兰桂都打发了出去 穆盛我同你就不说客气话了 我有点事 需要你帮我 小姐一句话 穆盛万死不辞 穆书云吩咐了穆盛很多事 虽然没有明说 但穆盛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 心中仿佛烧起了一把火 小姐 我定会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侯府的人我都不放心 只能拜托你 这件事不能让家里知道 我不想他们忧心 好 小姐说什么就是什么 穆书云露出一个笑 谢谢你 阿盛 穆盛觉得这句阿盛 他得有近二十年没有听过了 这是我应该的 大小姐 李清堂回府后 就被穆书云请了过去 穆书云一把抱住了李清堂 一言不发地流着泪 母亲您这是怎么了 李清堂有些慌乱 您是哪里不舒服吗 我去给您叫大夫 穆书云摇了摇头 眼含热泪地看着李清堂 把他从头到脚 都细细地打量了几遍 眼泪像绝地河流 堂儿你会怪我吗 女儿为什么要怪您 师娘没有看好你 没有照顾好你 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 那么多苦 穆书云一想起李清堂 刚回来时手心的伤 还有那胸口的一剑 他就觉得心抽抽地疼 李清堂听穆书云这么说 眼泪也瞬间落了下来 穆书云这话 就是信了他的话 认了他的身份 我怎么会怪您 如果不是您一直保护我 我八岁就会被送去西北 多亏了 您和穆家的照顾 我才能平安地回到京城 回到您的身边 你受苦了 我的孩儿 穆书云紧紧抱住李清堂 眼泪湿透了李清堂的肩膀 李清堂也在流泪 他想了很多个 和穆书云相认的场景 这是其中最平淡的一种 但却被他魂牵梦绕了好久 好久 娘亲 李清堂声音很轻 带着乌叶 毛人又揪心 母女俩抱着哭了很久 直到袁嬷嬷来禀说 侯爷回来了 两人才分开 穆书云那双好看的眼睛 已经哭肿了起来 擦着泪道 他回来就回来呗 侯爷去了老太太那 老太太让人请您来过去 一起用餐 告诉他们 我身体不舒服 去不了 穆书云此时只想和李清堂在一起 谁也不想见 袁嬷嬷看着穆书云和李清堂 哭得如此可怜 他眼睛也红了起来 自责又愧疚 是 我这就去回话 若是问我怎么了 就说被二小姐气得吐了些 穆书云道 是 袁嬷嬷离开后 穆书云拉着李清堂的手 堂儿 娘会查清十五年前发生的事 会让一切归位的 娘 对于我们而言 自是不能接受孙姨娘和李清兰的所作所为 但对于父亲和祖母来说 我和李清兰都是他们的女儿 对于他们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两个谁更有价值罢了 穆书云听后愣了一下 然后沉默了下来 的确是这样 李清兰毕竟是他精心培养了十五年的女儿 样样在精中都拔尖 世家贵族的夫人早早就向他透露了异想 尤其近两年来 叹他口风的特别多 文姓后夫人更是动不动就约他烧香拜佛 为的就是李清兰 文姓后府世代三英 是一等侯爵府 世袭罔替 不像他们北安侯府 三代之后 也就是等李和风接任的时候 就会降为伯爵府 再之后 每成席一次都会低一级爵位 除非有重大功绩 或者能败将封项 又或者得到皇室恩赐 才能继续延续侯府的门眉 李和风自小去边关的目的 就是为了得军功 而老太太这么看重李清兰 也是为了博一个机会 带李清兰嫁入高门 甚至皇室 得到一个恩赐的机会 那你想怎么做 穆书云问 我会变得比他更有价值 让祖母和父亲 必须放弃李清兰 唐儿 这会是一条很辛苦的路 娘只想你以后的日子 都平安快乐 穆书云心疼道 娘 世间是有因果报应的 他们的所作所为 会付出代价的 李清兰认真道 如果老天爷不惩罚他们 他就自己动手 苏州穆家 穆家老爷子和老太太 带着孙女 终于礼服归来 一家子团聚时 穆章是想起 之前李清兰带来的礼物 连忙让人给拿了出来 母亲 这是北安侯府那个在玄音观的女儿 离开苏州时 送您的礼物 穆章是把那幅佛像拿了出来 当时你们都不在家 我就先收了起来 养在玄音观的女儿 老太太思索了一下 一时没想起来 这时白发苍苍的刘嬷嬷 突然开了口 是长得像二姑娘的那位 长得像狮鱼 穆老太太问 刘嬷嬷摇头 这时穆老爷子 想起了刘嬷嬷口中的二姑娘是谁 嬷嬷说的是 应该是我母亲 他出嫁前排行第二 刘嬷嬷点了点头 笑得一脸慈祥 对 那姑娘像集了二姑娘年轻的时候 真好看 我记得北安侯府送来玄音观的是 树出的大女儿李清堂 不是书云姑姑的女儿李清团 李清堂怎么会长得像曾祖母呢 嬷嬷会不会记错了 穆政初一边搭话 一边打开话轴 穆老太爷十岁的时候 母亲就去世了 他父亲后来娶了一个续贤 算算已经过了四十多年了 连他父亲都死了快十年 他自己都记不太亲母亲的脸 更别说穆书云和穆政初这两辈人了 他们压根就没见过 刘嬷嬷嘟闹了句 就是像二小姐 但此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观音像吸引了过去 没有注意 这观音像看着好生眼熟 有点像 有点像戒谜居士的话 穆政初的父亲 也是穆书云的亲哥哥 穆家如今的当家人穆成文道 这话的笔触 画面的色彩和感觉 真的很像 但是没有印章 这话画得好啊 穆老太太看后很是喜欢 比他重金求来 挂在佛堂里的那个观音像 更有佛光 唐姐说这是他自己画的 还找高僧开过光的 穆章是笑着道 唐姐很有心 说这些年多亏咱们家照顾 给大家都准备了礼 人长得好看 说话也好听 昨个还来信了 说平安到了京城 咱书姐和侯爷身子都不错 还让咱们有空去京城玩呢 穆章是想着 这李清堂倒是比李清鸾更贴心些 逢年过节 穆家可没少往侯府送东西 送给李清鸾的东西尤其多 可哪得到过什么回礼 这些年连信都没收到过几封 卵儿马上要集集了吧 我们也好多年没去京城看不说了 穆老太爷道 给书云去一封信 说我们会参加卵儿的集集里 顺便在京城待一段时间 祖父 我们都能去吗 穆士云激动道 我还没去过京城呢 当然不是 你爹还得留在苏州这边主持家业 这次就我和你祖母 带着你哥哥去京城 你已经到一清的年纪了 就留在家里 好好相看人家 穆士云一听嘟起了嘴 可我想去嘛 我还没去过京城呢 你没去过的地方多着呢 穆章是看了一眼穆士云 老是在家待着 穆士云别着嘴 坐在一边生闷气 京城侯府 穆书云接到了庄子的来报 说着孙姨娘派人往外送了封信 信已经被截住了 说着下人把信递了过去 穆书云看了一眼 冷笑一声 这边李清鸾刚派人去找孙冷雪 孙冷雪就开始给李姑写信 卖惨卖情怀 想回侯府 李清鸾跪完了三天祠堂 整个膝盖肿的都下不了地 只能在床上躺着 他总是能想起 那日李清堂在他耳边说的话 害得他几日都没睡好觉 他提笔写了两封信 让人悄悄送了出去 一封去了闻信后府 一封送去了宣王府 凌峰跟着送信人 截下了那封送往宣王府的信 小姐 这是二小姐送给宣王的信 李清堂打开信 在一番伤春悲秋后 说他身子不适 恐怕无法在春日宴上相见 望怀霄哥哥见谅 然后还留了一首情诗 李清堂把信又递给了凌峰 不动声色地传出去 是 今天他打扮得很庄重 因为华林儿要带他进宫 去见太后娘娘 听说这个消息后 老太太亲自教了他进宫的规矩 还送了他一对玉镯 穆书云让起真阁送来了 一条月白色的云林锦长裙外 照了剑用金丝 混绣着海棠花样的铜底色纱衣 带着一套漏雕金的首饰 不摇上长长的流苏 随着裙摆上摇曳的海棠花 一起晃动 你不要害怕 跟着我就好了 太后娘娘很和善的 华林儿拉着李清堂的手道 嗯 李清堂乖巧地点了点头 紧跟在华林儿的身边 目不斜视 这可是他的机会 若能得了太后的青睐 那他在老太太心中的地位 便会高一分 到了太后的寿康宫 正巧赶上了华贵妃 请完安要离开 林儿见过贵妃娘娘 华林儿见到华贵妃 轻快地行了一个礼 臣女见过贵妃娘娘 李清堂见状也连忙跟着行礼 起来吧 李清堂听着华贵妃 黄铃鸟般悦耳的声音 起了身子 他很好奇 华林儿口中 那个大美人的模样 但想起祖母的教会 没得到贵人的话不能抬头 于是他还是目光低垂 只看着华贵妃那双 镶嵌了东珠的绣鞋 又来找太后娘娘了 嗯 华林儿点头 贵妃娘娘 您金盖又好看了些 你个小嘴倒是甜 没事了去我那坐坐 只要您不嫌我闹 我天天过去 华林儿笑着道 华贵妃无嘴笑着 看向华林儿身边的李清堂 这是谁家姑娘 看着面生 这是北安侯府大小姐李清堂 我的好妹妹 华林儿介绍道 华贵妃看向李清堂 抬起头 我瞅瞅 李清堂文言抬起头 抬头映入眼帘 是一张绝美的脸 如玉润泽 如光明丽 怪不得可以宠冠后宫 真真是一只浓艳露宁香 云与乌山网断肠 华贵妃看到的李清堂眼中 无法掩饰的惊叹 你个丫头 直勾勾地盯着本宫做慎 李清堂连忙低头行礼 臣女听玉安郡主提起过您的美名 今日一见 发现您比臣女想象中还好看 一时震惊失态 望贵妃娘娘恕罪 起来吧 怪不得是林儿的朋友 你这嘴倒是和她一般跟抹了蜜似的 华贵妃从手上摘下一个赤金红宝石镯子 让宫女递到了李清堂的面前 这是本宫的见面礼 收着吧 谢贵妃娘娘赏 玉安郡主 太后娘娘宣宁和李大小姐进去 绍安宫的管事公共宣道 进去吧 华贵妃上了教年 一群人浩浩荡荡离开 我这姑母最喜欢别人夸她好看 华铃儿小声道 尤其是长得好看的人夸她 李清堂忘了眼花贵妃的背影 总觉得这花贵妃看着有些眼熟 但又想不太起来 她也没有细想 眼下面见太后才是最重要的 还没进门 李清堂就闻到了一股 她非常熟悉的檀香味 李清堂进门后 规规矩矩给太后行了一个大礼 起吧 等到太后的手啃后 李清堂起身 双手交叠在身前 微微低眼 寒暄几句过后 太后进入正题看向李清堂 听说你是戒谜居士的徒弟 哀家 恰巧新得了一幅她的话 你来帮哀家看看 很快便有宫女把话拿了上来 李清堂看着面前的话 一时不知该如何开口 这可是她攀附太后的好机会 可若一开口就点出这是个假话 太后会不会迁怒于她 似乎看出了李清堂的纠结 太后柔声道 有什么就说什么 无须遮掩 清堂 是这话有什么不对吗 话脸也问 没事 你就直说好了 外祖母不会因为这件事责怪你的 见状李清堂开口 这幅佛像不论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一幅好画 只是李清堂顿了一下 只是这幅画不是我师父画的而已 画脸瞪大了眼睛 这不是戒谜居士的画 便是画佛像 我师父也会把佛像的范文融汇在画里 但这幅画没有 李清堂道 这画里的佛像梳罗发型 左手持药弧 我想画的应该是要视琉璃光如来的佛像 我师父也画过一幅要师佛的画像 但我师父画要师佛 习惯把佛像右手画于愿印 而不是这幅画上的事无为意 李清堂解释道 师父说 要师佛医治众生病源 愿除一切众生病 令身心得安乐 求要师佛者 多是为了求自己与家人 亲友的身体康健 与愿印表示 佛菩萨能使众生所祈求志愿都能实现 比起事无为应的 令众生心安要更合适一些 太后听后轻轻点头 把这幅画撤下去吧 是 你年纪轻轻 没想到对佛法倒是通透 太后看向李清堂 你是如何与戒谜居士相识的 大概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李清堂道 我十岁被姨娘送去了玄音观 我师父当时 正云游到玄音观参学借宿 一日下了早课 他发现我在本子上画菩萨 便指点了我一番 此后又指点了几次 他见我颇有佛缘 又听闻我一个人孤苦无依 便收了我为徒 我师父是个云游僧人 在没什么可教我之后 他便孤身一人 继续云游去了西域 他说 那边的佛教文化与中原不同 他想趁着还能走动的时候去看看 他说世界很大 人的一生不能只留在原地 李清堂的确有这么个师父 除了这个师父 不叫戒谜居士外 没有任何谎言 太后转着佛珠 你师父定是未得到高僧 李清堂笑着点了点头 我也这么觉得 但他总是摇头 说佛海无涯 当不起得到二子 李清堂与太后聊佛法聊的入迷 话里儿无聊地打着哈欠 外祖母 我饿了 你呀 就是嘴馋 太后笑着看向华铃 然后看向自己的大宫女 传膳吧 华铃拉着李清堂的胳膊 你还没吃过御膳吧 寿康宫的小厨房 手艺可好了 李清堂尝了 不愧是御厨 味道的确是好 用过午膳 太后要小气 华铃带着李清鸾准备离开 走之前 太后让人送了李清堂 一根鸾鸟咸宝石金类似莲花簪 听说你快急急了 拿着吧 谢太后娘娘 李清堂抱着金簪 离开寿康宫的时候 还有些宛若梦中的感觉 不过是赏了你一根金簪而已 怎么好像傻了一样 华铃推了推李清堂 你若喜欢 我再送你一根更好看的 那不一样的 李清堂道 这是太后娘娘赏给我吉吉的 有太后娘娘赏赐的簪子 那愿意替我带簪的夫人就多了 你不知道 金钟很是攀比这个的 给你带簪的人 身份地位越高 就越有面子 相应的轻视 也会更好说一些 没想到你一个信佛的 也会攀比这些 灵儿姐姐 我又没有真的出家 人活在世 总要被这些俗世纷扰的 我这种不受宠的庶女 要想让自己活得好一点 就要努力争取一些够得到的东西 李清堂坦然道 你可不知道 我为这次进宫准备了多久 姐姐瞧瞧我这手心 都失了 华铃儿一出生就 不费吹灰之力地拥有一切 她原是对那些贵女 为了一点小东西 就斗得头破血流感到不解 甚至有点不迟 但现在却有些明白了 你倒是诚实 但以后这种话可别说出来 让别人听到了 会认为你心机深沉的 可这里又没有别人 只有姐姐你啊 李清堂笑着道 你真是 华铃儿看着李清堂那张笑脸 严狗属性又涌了上来 你这么说 就不怕我觉得 你势力而讨厌你 不和你好了 这世上势力的人多了 但像我这么直白的 可没几个 华铃儿见李清堂 说的这么骄傲的模样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你倒是实诚 会吃亏的 这一点你不如你那妹妹 你得嘴上说着 不要不要 但行动上该要的一个 不能放过 得到后还得说 哎呀我其实不想要的 这样他们 才会觉得 你清新脱俗 善良单纯 不识人间烟火 才会追着 对你摇尾巴 懂吗 李清堂点了点头 姐姐说的是 我都记下了 回去定向妹妹 好好请教请教 两人相视 笑了出来 什么是这么好笑 能说给我听听吗 两人笑得正开心的时候 一个声音从身后响起 两人同时回头 看到了不远处的苏怀霄 二表哥 臣女见过宣王殿下 李清堂规矩地行了一礼 李小姐不必多礼 苏怀霄道 她刚刚其实已经在远处 看了很久盛装打扮的李清堂 聘聘鸟鸟 艳若逃离 但此番走近 只觉更加动人 你进宫给皇后娘娘请安吗 嗯 苏怀霄点头 你们这是去了寿康宫 对 太后娘娘让我带清堂妹妹进宫赏话 那真是巧了 苏怀霄笑了一下看向李清堂 对了 听说李小姐前些日子身体抱恙 眼下可是大好了 托王爷的福 已然好了 还要多谢王爷的人生 眼看着要上马车了 苏怀霄道 对了 李小姐欠我的那顿饭 不知何时有空 李清堂没想到 苏怀霄会突然提起这顿饭 画链一惑看着李清堂 饭 你什么时候签的饭了 就 就那天 殿下不是帮了我吗 李清堂拉着画链的手 不如就明天吧 明天中午 我请链和殿下一起在水云间吃饭如何 好啊 我明天反正没事 二表哥你呢 沐槀霄点了点头 好 回府后 李清堂先去拜见了老太太 说得了太后娘娘的赏赐 老太太笑得点了点头 好孩子 能得到太后赏赐 是你的福分 你要好好珍惜 孙女明白的 离开老太太的院子 临风来报 那封信已经传出去了 听到李清堂进宫见了太后 还得了赏赐 沐书云吩咐厨房 做了十分丰盛的一餐 李故也早早回了家 除了被禁足的李清堂 所有人都在聚在了一起 把妹妹也叫来一起吧 大家都在 独缺了她总是不好的 李清堂开口 只是出来吃一顿饭而已 不碍事的 想到李清堂做的事 沐书云的脸就冷了下来 但眼下李清延和李姨娘也在 总归是不好发作的 老太太叹了口气 罢了 叫她来吧 李清堂的腿还疼着 听说李清堂进宫得了太后的赏 本就气不打一出来 现在还要她参加李清堂的庆功宴 这未免有些欺人太甚了 我不去 我才不要看李清堂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模样 可老太太都开口了 夫人和侯爷都在 这可是个解了您禁足的好时机 您卖卖惨 再给大小姐赔个礼 她总不好再追着您不放 舒奇建议道 李清堂想了想 似乎也是这个道理 给我打扮的虚弱点 当李清堂穿着一身白衣 并奄奄地被两个丫鬟扶进来的时候 屋子里安静了一瞬 穆书云皱眉看向舒奇和舒晴 你们两个怎么伺候小姐的 这么喜气的日子 竟给小姐打扮得像扶桑似的 是想咒老太太 还是咒我啊 老太太健壮 脸色也黑了一些 舒奇和舒晴一听 连忙请罪 李清堂没想到她一进门 就被穆书云给扣了这么的大帽子 有些慌乱 连忙解释 不是的母亲 是女儿身子不舒服 没有心理打扮 都是女儿的错 不要怪她们 说着 还捂着胸口咳了起来 若是以前穆书云见到 定会心疼 但想起她这段日子查到的一切 只觉得心寒 你们两个丫头 小姐身子不舒服 竟然不找大夫好好瞧瞧 出来也不知给小姐披个披风 你们就是这么伺候主子的 舒奇和舒晴没想到一进屋子 就被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 是李清堂自己要穿这样的 为了显得柔弱赢得恋爱 但怎么事情发展得不太对呢 你们两个 莫不是因为二妹妹挨罚了 就开始怠慢她吧 李清堂开口 似是替李清鸾鸣不平 二妹妹对你们那么好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她 祖母 父亲 母亲 你们可得为妹妹做主 就将为二等丫鬟吧 再有下次直接发卖 穆舒云冷冷道 好了 轮儿坐过来吃饭吧 母亲 李清鸾还想求情 李清堂道 妹妹 姐姐知道你心善 但无规矩不方圆 他们今天敢亲待你 名个儿就敢对祖母 对父亲不敬 母亲这般小城大戒 也是对他们好 唐儿说的是 卵儿快坐下吧 老太太开口 李清鸾见状 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能呕着一口气 坐到位置上 李清言低头 眼神中充满了 看好戏的模样 马上就要急急里了 我之前已经请了 文姓后夫人 来替清鸾带簪 本来正愁着 该请谁来给唐儿带簪 眼下唐儿得了 太后赏赐的金簪 估计很快就会有人 主动上门来了 穆书云笑着道 今儿下午 就有不少人家递来的帖子 想约唐儿去参加聚会 经召尹周大人的夫人 邀请我参加 他小女儿的集集里 我打算带唐儿 一起去看看 老太太点头 唐儿也到了一青的年纪 是该多出去看看 唐儿集集里的衣服 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前些日子 让起真格送来了一批料子 已经让秀娘开始做了 穆书云道 李清鸾听着恨恨的 但面上还得装出 一副开心的模样 真是恭喜姐姐了 能得到太后娘娘的赏赐 不像我连太后娘娘的面 都没见过 每日只能在玉瑶轩 抄抄经书为祖母祈福 妹妹是觉得 替祖母抄经不好吗 李清堂问 我之前在冠礼 日日都在祖母 父亲和母亲抄经送佛 五年来一日 未曾断过 也正是我这五年来 持之以恒的努力 才换来了太后娘娘的青睐 李清言用手帕擦嘴 眼珠微扬的嘴角 他这二姐姐 今天是要栽在大姐姐的手里了 替祖母抄经祈福 自然是好的 妹妹也只是 羡慕姐姐 能见到太后娘娘而已 姐姐怎的能这么想妹妹 李清言说着 眼睛就红了起来 而他还未来得及眼起来 礼顾得随从匆匆来禀 侯爷 江府送来了一封信 江府人还捎了句话给夫人 什么话 穆书云问 小四有些迟疑 吞吞吐吐不敢说 穆书云见状就知道 肯定是什么不好的事 他怕与李清堂有关 看了一眼李清堂 见李清堂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 他道 这里没外人 你说吧 江府人说 夫人还是要把女儿勘劳了些才好 莫要带坏了其他好姑娘 小四的声音越说越小 但在场的各位 还是听了个清楚 老太太的脸立马黑了起来 穆书云拿起那封信展了开来 李清兰在见到这封信的时候 心里就一凸一凸的 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 穆书云看完信的内容后 饶氏已经不把李清兰当作亲女儿了 但还是气得够呛 这传出去要侯府其他的姑娘怎么做人 她把信递给了李顾和老太太 指着李清兰的鼻子 手气的直哆嗦 婉儿 你怎么能做出这么不知廉耻的事 母亲请大儒 教你读书十字 是为了让你明里一致廉耻 不是让你写情诗勾引男人的 这是要是传出去 让唐儿和炎儿怎么做人 你还怎么谈一门好亲事 李顾和老太太看完信 也是一下子黑了脸 李顾看了眼李清兰 婉儿 你真是让父亲太失望了 李清兰接过信看了一眼就别开了头 连忙把信和了起来 妹妹 你这李清兰欲言又止 只是摇头 李清兰如被雷劈 僵硬在原地 穆书云说着 看向书琪和书琴 你们两个不仅清待小姐 还敢纵容小姐 做出这等这等事 二小姐被禁足于玉瑶轩 大家都知道 怎么可能送出这种信 肯定是这两个奴婢干的 穆书云道 来人啊 把这两个丫头发卖到断婆子那去 为了李清兰的名誉 也得给这李清兰找个遮羞布 一听到要卖到断婆子那 两个丫鬟下的直接摊在地上 断婆子那的女子 都是要卖到窑子里的 还不如直接死了去 夫人饶命啊 二小姐 舅舅奴婢 舅舅奴婢啊 李清兰刚想开口 李清兰道 不是他们教唆的 那是妹妹你主动要写这种情诗 让人私下送给宣王的 妹妹 她明明派了最得力的小丝 叮嘱她一定要送到宣王的贴身小丝手里 之前从未出过错 这次怎么会落到江家人的手里 现在信已经被看过 话也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再毁掉自己名声和放弃两个丫鬟间 她能选择什么呢 当然是自己的名声 母亲 这几日我身子不好 连院子都没出过 女儿虽与宣王殿下有些情谊 但绝对没做过任何语举的事 女儿也不知道 这信是从哪来的 请母亲为女儿做主啊 把这两个丫鬟拉下去发卖了 穆书云道 对外就说被主 二小姐 二小姐救救我们 您不能这样啊 书琴哭着道 书琦呆愣在地 她想起昨个听到的书画的消息 说书画被断婆子 卖到了北外城的窑子 那里可是京中建民的聚集地 在那的都是些下九流的混子 听说书画已经不成样子了 想死却又被救了回来 夫人明见 这是二小姐自己写的 是二小姐让前三交给宣王的小丝顺平 和奴婢无关 小姐让前三给宣王送过很多信 夫人若是不信 可以让前三来作证 书琦哭着道 你修的胡说 妹妹可是咱们侯府的脸面 她有什么理由 做出这种给侯府蒙羞的事 李清堂斥责道 真的 二小姐是因为嫉妒您 自从您回来之后 二小姐就处处打听您院子里的事 知道宣王给您送了人身后 气得半宿都没睡着 她说您是个狐媚子 怕您把宣王殿下给勾引走了 所以想毁了您的脸 那天尽力隐藏的事 如今被书琦说了出来 李清鸾这下脸是真的白了 你说胡说 书琦我平日对你不薄 你怎可如此诬蔑我 祖母 母亲 女儿是什么样的人 您最清楚了 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我可是侯府嫡女 我为什么要嫉妒一个庶女 奴婢也觉得奇怪 您明明是侯府嫡女 为何却要听一个姨娘的话 孙姨娘是大小姐的娘亲 您怎么总偷偷和她来往 书琦见从李清鸾那边下手无望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其他人身上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只想为自己求得一线生机 你胡说八道 李清鸾这下子更加慌了 母亲 这丫鬟口不择言 胡说八道 你们愣着干嘛 还不快把人绑了送出去 让她说 穆书云看向书琦 你有证据吗 有 孙姨娘过年时 穿的那身衣上的料子 就是大小姐送的 我和书琦亲眼看到书华姐姐 把两匹极好的段子 交到了赵嬷嬷手里 和孙姨娘穿的那身一模一样 肯定是绣花楼的 只要把掌柜弟找来 定会查清 还有孙姨娘这些年 也给小姐送了很多东西 不比夫人给您的手 我瞧着孙姨娘也没给二小姐 三小姐这么多东西 也不知道 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关系 你胡说 李清鸾真的是有些慌了 我和孙姨娘能有什么关系 无非是她竟我是嫡女 而我可怜她女儿不在身边 所以多关心几分罢了 前脚书华被发卖 后脚您就派人去找了孙姨娘 这又是为何 书琪问 您遇到是不找夫人求情 去找孙姨娘做甚 原来是这么回事 穆书云拿出那封孙冷血给李姑的信 庄子上的管事不久前给我送来一封信 说是庄子上有人鬼鬼祟祟送出来的 我打开一看 是孙姨娘写给侯爷的 穆书云让袁嬷嬷把信拿了出来 穆书云看了一眼 递给了老太太 母亲您看看 穆书云看向李清鸾 眼中满是失望 话中有话道 你这信写得到和孙姨娘的如出一辙 你说你孙姨娘没有来往 那你们这默契 可真是浑然天成 甚至比我这个做娘的 还要心灵相通显 老太太看了眼信 脸色又黑了一些 李顾接过信 看到上面的内容 老脸一红把信折了起来 孙姨娘李府前还和二小姐见面了 说了好长一段时间的话 舒琪又到 李清堂惊讶到 姨娘走之前都没见过我 怎么会去找二妹妹 舒琪在舒琪的眼色下 也反应了过来 我还见过孙姨娘抱着二小姐哭 他们之间绝对有问题 请老爷 夫人明见 我和舒琪真的是无辜的 婉儿 你这边派人去找完孙姨娘 那边孙姨娘就给侯爷写信说想回来 又与孙姨娘密会 你对此有何要解释的 穆树云问道 娘发现 越来越不了解你了 母亲 不是这样的 真的不是这样的 李清鸾哭着抱着穆树云的腿 女儿真的只是同情孙姨娘而已 李姨娘还有三妹妹陪着 孙姨娘这些年却孤苦无依 女儿见孙姨娘 总未想念大姐姐而流泪 所以便与她亲近了些 我让人去庄子上找的 也不是孙姨娘 是赵嬷嬷 李清鸾想到了借口 书画是赵嬷嬷的义女 我只是想把书画的事告诉她而已 李清堂挑了挑眉 这李清鸾脑子转得倒还挺快 眼下没有实质性证据指明 李清鸾和孙姨娘的关系 但只要在李顾和老太太心里 留一个疑惑的种子就够了 妹妹到底和我姨娘是什么关系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封信的内容要是传了出去 妹妹的名声和侯府的声誉该怎么办 李清堂把话又拉回了信上 婉儿 你说 你和宣王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太太冷声道 李清鸾哭得梨花待遇 孙女和宣王殿下的确互生情愫 但我们是清清白白的 只是偶有书信来往而已 你们互生情愫 穆书云露出疑惑的神情 他怎么没发现 你们何时生的情 两年前的春日宴 宣王殿下救了我 那时三妹妹也在场 李清鸾道 自那之后 我与宣王殿下便有些来往 老太太看向李清延 眼儿你说 李清延低眉顺眼恭敬道 两年前春日宴我与二姐姐 遇到了一条毒蛇 是宣王殿下斩了那蛇 我听约安郡主 他们说你与文姓侯柿子 从小青梅竹马 柿子爷处处维护妹妹 没想到 妹妹竟与宣王殿下两情相悦 怪不得妹妹男日和我说 你就算犯了错 也不过是被禁足而已 作为北安侯府唯一的嫡女 便是嫁给皇子做皇妃也使得 而我再怎么蹦打 也只是一个庶女 只能给人做妾 而我以后的孩子 也会像我一样 永远只是个卑贱的庶女 李清堂低着头有些哽咽 原来竟是这样的 李清堂 你胡说八道 李清鸾不顾形象 指着李清堂怒道 李清堂下的一个色缩 眼泪猝不及防地落了下来 我 我没有 那日舒琪 舒晴 还有婉清他们都听到了的 是 二小姐的确这么说过 奴婢可以作证 舒琪连忙道 沐书云捂着胸口 指着李清鸾 气得手都在哆嗦 你你真是我的女儿吗 我怎么会有你这种女儿 娘 不是的 李清鸾慌了 哭着想去抱沐书云的胳膊 你住口 我没有你这种 恶毒又不知廉耻的女儿 沐书云一把甩开李清鸾 老太太和李姑的脸 也黑得跟能滴出墨一样 看向李清鸾的眼中 满是失望之色 然而 你太让父亲失望了 清堂是你姐姐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她 你那些书都学到哪里去了 父亲 不是的 父亲 李清鸾哭着摇头 是他们故意陷害女儿 女儿这十五年来 一直在你们眼皮子下面长大 女儿是什么样的人 父亲还不知道吗 我真的没有做过这些事 是他们串联一起 故意设计女儿的 李清鸾见眼下这番景象 对他十分不利 他咬牙下了狠心 既然父亲 母亲都不相信女儿 那女儿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就以死是清白 说着 他就起身往桌子上撞去 李清言见撞在心底冷哼一声 旁边就是柱子 要死直接撞啊 偏偏要往那么远的桌子上撞 李清言虽然心里 恨不得李清鸾真的去死 但眼下还不是时候 他连忙拦住 二姐姐 你可别做傻事 父亲 母亲 不管那封信 到底是不是二妹妹让人送的 但眼下舒奇 舒情判主是肯定的 他们说的话不能尽兴 眼下最重要的 就是想办法 保住二姐姐和侯府的名声 若二姐姐真的死了 那不就证实了传言吗 李清言道 依女儿所见 我们必须一口咬定 这信不是二姐姐写的 我们对此事全部知情 可这字迹做不得假 卵儿参加了很多诗会 她的字迹 大家都认识 老太太开口 可以说 有人嫉妒二姐姐和宣王的情谊 于是给了这两个丫鬟好处 这俩丫鬟便偷了二姐姐的诗 并模仿了二姐姐的字迹 伪造了一封给宣王的情书 然后还故意送错 以此来抹黑二妹妹的名声 李清言道 让这个两个丫鬟 写下认罪状 再按加法处置 这事情也就算了 老太太想了想 觉得可行 爷儿这主意不错 就这么办吧 让这俩丫鬟写下认罪状 然后加法处置 今日之事 关系到在座每一位的前途 大家的嘴都给我手牢了 是 老夫人 舒奇和舒琴一听 立马慌了 老太太饶命 老太太饶命啊 李清堂看了眼李清言 不愧是能做朝姨娘娘的人 李清鸾在他面前 真就是个弟弟 不 或者说 他在李清言面前 也不太够看 李清鸾在撞桌子 喂碎的时候 就已经装晕了过去 他默默听着李清言的话 心里松了一口气 经过这一出闹剧 这顿饭也没了心情 大家各自回到各自的院子 小姐 按照加法舒琴和舒琴 会怎么样 学景问李清言 会死 李清言道 因为只是有死人 才不会说漏嘴 啊 学景吓了一跳 可他俩也没做错什么呀 这也太可怜了吧 他俩当然错了 他们跟错了主子 主子犯蠢 他们不拦着 所以只能替主子去死了 李清言道 学景你不该替他们感到可怜的 你该开心的 为 为什么啊 学景不太理解 因为他们之前不是总仗着自己是敌女院子里的丫鬟 而看不起你吗 现在他们没了 也算是替你出气了呀 李清言道 是这样吗 学景有些疑惑 可那是两条命啊 学景 在侯府 在京城 在这个世上 低贱的人命是不值钱的 李清言看着天上的月亮 面无表情道 想要不随便给人当替罪羊 想要活得比比别人好 你就要努力地往上爬 当你走到别人无法再随意欺辱你的时候 你才能算个人 知道了吗 学景从没见过李清言这般模样 有些害怕 但还是点了点头 奴婢明白了 李清堂回到院子对习宿道 把他们两个送走吧 今晚就让人把他们送回老家 不要再回来了 他只想毁了李清鸾在老太太 李顾和京城那些人中的完美形象 并不想为此徒增血债 书琦和书琴到底也没做出什么 伤天害理 需要付出生命的事 上辈子他被算计出世的时候 没人想着怎么该护住他的名声 眼下倒是都跳了出来 为了李清鸾一个人的名声 几乎付出了四个丫鬟的命 而即便这样 李清鸾还是那个李清鸾 李清堂心里生出一股很复杂的感觉 挫败 自责 反思 明天我们去领法寺吧 李清堂道 小姐 明天中午不是要去水云间和郡主一起吃饭腰 婉清道 李清堂这才想起来 今天出宫时和宣王约好的饭 那就去黄绝寺吧 黄绝寺在城内是皇家寺庙 但平日李经中勋贵和吴平以上大臣的七眷子女都可以去 第二日一早 李清堂先去了黄绝寺 先上了一炷香 又和师父们送了慧金 小姐 来都来了 我们求个签吧 婉清道 听说今日是住持方丈给解签说 还给有缘人看相呢 李清堂觉得 求签不如多抄金 上辈子抽中签的 明明是他 但最后成为凤凰的 不还是李清鸾吗 但他拗不过婉清 还是求了一根 第四十六签 他把签递给了方丈 方丈找到对应的签文 慈悲地看向李清堂 施主想问什么 我也不知该问什么 李清堂想问的很多 但什么都问不出口 住持方丈就随意说说吧 面容和蔼的老和尚放下签文 青云金得路 黄都得一回 施主抽了之上上签 蛟龙得雨 谋忘碎心 日出扶桑万处名 贵人急性是皆亨 求财谋忘皆如意 光明无处不亨通 方丈道 施主应是经过一番苦难 但如今万事亨通 所求所谋 皆有贵人相助 错乱的终会拨正 该属于你的都会来 小姐 这签真好 婉卿一听乐的 拉着李清堂的胳膊笑道 老天爷这是终于开眼了 施主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只要不是大奸大恶之事 都会成的 谢助之方丈 李清堂行了个礼 捐了香火钱后 离开了黄爵寺 助持方丈看着李清堂的背影 拿起了那支签 那签后面还有半句 鸾鸟九天回 涅槃然八荒 这是个上上签 也是个下下签 鸾鸟涅槃险象叠生 成则奉鸣九霄万人养 败则一捧黄土一捧灰 身旁的约莫五六岁的小沙迷问 师父 为何您只说了上半句 求签只是求个心安罢了 方丈笑着道 静信签不如无签 签纹只是此时此刻的天时人和 但人无时无刻不再变换 小沙迷思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小姐 你想做什么都会成的 您要对自己有自信 晚清鼓励道 现在老天爷都站在你这一面吗 李清堂笑了笑 你说得对 小姐 那是不是沐燕 晚清指着不远处的男人 他在这那穆少爷 是不是也在附近啊 李清堂望去 果然看到了 沐燕站在一家店门口 我们过去打个招呼吧 眼下还没到约定的时间 还可以再逛一回 李大小姐 沐燕见到李清堂来 连忙行礼 沐燕 你是和我表哥一起来的吗 李清堂问 阿沐燕没想到 会在这遇到李清堂 他不着痕迹地往屋子里瞥了一眼 放大了音量 啊对 我是和我家公子一起来的 李小姐是来上香的吗 在内见的苏怀木听到声音 让面前的人退下 起身整理了一下衣物 然后走了出来 表哥 李清堂见到苏怀木 露出一个笑脸 表哥 你来买说啊 苏怀木点了点头 嗯 你是爱黄爵四上香 嗯 还求个签 婉清没忍住插话 我家小姐求的可是个上上签 主持方丈说 我家小姐什么清云 什么得一回的 反正是万事亨通 不管做什么都有贵人相助 姻缘 运势哪哪都好 李清堂轻轻捅了一下婉清 小声道 就你话多 好话有什么不能说的 婉清笑着道 苏怀木见李清堂心情这般好 他的心情也不自觉好了起来 那就恭喜表妹了 恭喜什么呀 你听婉清胡说八道 一个签文哪能当真 李清堂有些不好意思 怎么不能当真啊 小姐如今可是得了太后娘娘的青睐 约安郡主更是把您当做亲姐妹似的 还有那宣王殿下 我看那宣王殿下心生情愫的 可不是二小姐 该是小姐您才对 不然怎么非要约您吃饭 李清堂连忙捂住婉清的嘴 你别乱说话 左肛二妹妹的事 你是忘了吗 婉清吐了吐舌头 小声道 这里不是没外人吗 再说 我说的本来也是事实啊 搞不好签文里说的贵人 就是宣王殿下呢 苏怀木听到宣王二字的时候 脸色立马黑了下来 他已经得了习俗的传话 所以今天才特意来到这里 表妹喜欢宣王 他自己都没注意到 自己话里那一股子酸味 李清堂连忙摇头 怎么可能 我怎么敢喜欢宣王殿下 他可是中公嫡子 身份贵重 知蓝玉树 我哪里配得上 他只是皇后的养子罢了 苏怀木声音中带着些许不屑 李清堂连忙对苏怀木 比了一个虚的动作 把苏怀木又往书铺里面拉了拉 表哥 这种话可不能随便说 要让外人听到 再致你个大不敬之罪 这里不是没有外人吗 苏怀木把刚刚婉清的话说了一遍 难道你会告发我 怎么可能 李清堂道 你可是我亲表哥 你若被诸九族 我也跑不了 苏怀木看着李清堂 你说什么 我说你是我亲表哥呀 李清堂不想再对苏怀木遮掩了 反正他已经和穆书云相认了 穆书云也接受了他 穆书云都接受了 穆家人不可能不接受他 苏怀木虽然已经猜到了李清堂的身份 但没想到 他会在这种场合 这么简单随意地说出来 看到苏怀木没反应 李清堂以为苏怀木 是怪他之前隐瞒身份的事 他连忙解释 表哥你别生气 我不是故意想瞒你的 我只是怕你们 和母亲不能接受我才是 他亲生女儿的这件事 但如今 母亲已经接受我了 我便也不想再瞒着表哥 但我后来想明白了 我觉得那样是不对的 所以我没有那么做 表哥你不会因此生气 恼了我吧 李清堂越说越没底气 声音越来越小 他突然有点后悔 刚刚的嘴快 你当初想怎么利用我 苏怀木有些好奇 李清堂这个单纯的脑子 能想出什么鬼点子 事情都过去了 表哥 你能不问了吗 李清堂实在有些羞愉说出口 他当初是怎么就听信了那个事 还想照着做 苏怀木露出一副受伤的模样 语气也冷淡了几分 故意到 原来我在表妹心中 竟这般不重要 连问一问的资格都没有了 不是的 李清堂摇头 挣扎了许久后 弱弱开口 如果我说了实话 表哥可以不生气吗 可以 只要你说实话 我不生气 那好 李清堂呼出一口气 似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才把当初在酒楼里听到的 金元外家二姑娘 和王元外家大公子的是说了一遍 我当时脑子肯定是晕了 才想学这个鬼主意 表哥 你可千万别生气 李清堂可怜巴巴地看着苏怀木 原来 你是打着色诱我的主意 才接近我的 李清堂实在羞愧 根本不敢抬头看苏怀木 我知道我错了 以后不会了 你想怎么色诱我 表哥你别问了 我当时真的是脑子一下子发晕 犯了蠢 李清堂捂着脸 我我一会还约了月安郡主吃饭 我先走了 说着 拉起婉青的手就要走 苏怀木见 李清堂脸都红了 也不再逗他 好 我不问了 听到苏怀木说不问了 李清堂停下脚步 所以表哥是不怪我了是吗 嗯 只是以后再有事 一定要和我说 不要再做这种蠢事了 苏怀木没忍住 用食指关节 轻敲了一下李清堂的脑子 你是怎么想的 竟想着色诱 你知道这对你这样 一个女孩子有多危险吗 如果遇到的不是她 而是坏人呢 这后果可怎么得了 我知道错了 但我正是因为知道 表哥你是证人君子 所以才会这么做的啊 李清堂揉着脑袋 我那时的确是什么都不懂 但现在我和刘姐姐学了很多 我已经不会再做那种低级的事了 李清堂一提到 和柳扶桑学习这事 苏怀木又是一阵星际 你和他又学什么了 也没什么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漂亮女人的生存之道 李清堂道 刘姐姐真的很厉害 只可惜跟着她的时间太短了 也不知还有没有机会 能和她再见 你对她的感情倒是深 我对舅母的感情也深啊 可惜上次 没见到外祖母 李清堂稍有遗憾 也不知她的外祖母和外祖父 会不会喜欢她 说到这里 苏怀木开始有些小心虚 李清堂看了眼的沙漏 脑子一转 看向苏怀木道 表哥我约了约安俊一起吃饭 俊主人很不错 长得可爱性格也好 表哥你要一起吗 苏怀木有一瞬间 都觉得他耳朵出现问题了 华莲的性格好 是李清堂的感知出现了问题 还是华莲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 华莲的性格要是好 天下就没有性格不好的人了 我一会还有事要处理 不太方便 哦 李清堂有些小遗憾 他很好奇他表哥 到底和御安郡主 是如何出相识的 可惜了 那我就先走了 不能让宣王和郡主等我 李清堂对苏怀木挥了挥手 表哥再见 苏怀木眉头一皱 苏怀消 李清堂的马车远去 沐燕道 公子 我听习素说 二殿下对李姑娘 似乎有点意思 你说什么 看到苏怀木一下黑了的脸 沐燕连忙低头 语气也沉稳了些 习素说 宣王之前与小姐和御安郡主在水云间吃饭时 趁着郡主出门 与李小姐说了不少话 听起来 两人在苏州似乎就有多次交集 而宣王殿下对李小姐一直记忆犹新 今日的饭局还是宣王主动提起的 沐燕说完都不敢抬头 便是没有看他也能想象到苏怀木的脸有多黑 因为他已经可以感觉到头顶散发的冷气了 你为何不早说 我昨晚就想和您说 但您处理公务没空 让我等着 沐燕说得小心翼翼 头又往下低了三分 苏怀木闭眼后又睁开 去水云间 是 李清堂刚到水云间 发现苏怀霄已经在了 而御安郡主还未到 见过宣王殿下 李清堂客气而又疏离地行了一礼 李小姐无需多礼 苏怀霄道 请坐 谢 殿下 你见到我很紧张 苏怀霄见李清堂绷着背 低着眼 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问道 李清堂倒也没装作不紧张的模样 而是直接点头 是有点紧张 他昨个晚上想了一晚 今早在寺庙里诵经的时候也在想 他接下来该怎么做 老太太和李固 昨个儿那么简单地放过李清兰 除了为了维护侯府的脸面 最大原因无非就是知道 李清兰和宣王互有情愫 觉得这是个机会 李清兰眼下 在李固和老太太 心里的形象已经不再完美 如果他再把他最后的依靠 有权有势的男人撬走 那他就可以抛出最后的诱饵了 苏怀霄笑了 你承认的倒是够直接 李清堂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您是王爷 又和清兰妹妹是李清堂说道 这觉得不对 把话咽了下去 重新道 我没有什么和男子单独相处的经验 自然是紧张的 柳福桑虽没教他 怎么和苏怀霄相处 但他说了 位高权重的男人 总是喜欢女人单纯无邪的模样 没有男人可以抵挡一个美丽的笨蛋 苏怀霄拿起茶杯 闻了一下茶的香味 我说过 我与你二妹妹只是略有交情而已 可清兰妹妹说 你们是互生情愫的呀 李清堂疑惑又无辜地看向苏怀霄 我二妹妹不可能骗我的 就算骗我 也不可能骗祖母和父亲的 苏怀霄刚放进嘴里的茶 差点呛到自己 他用帕子捂住嘴 倾咳了两声 身后的小丝连忙上前帮助顺杯 殿下 您没事吧 李清堂连忙起身关切 我没事 苏怀霄挥了挥手 顺平了气息 李小姐怕是听错了吧 是吗 李清堂露出自我怀疑的表情 这时华怜儿走了进来 热情地打了招呼 你们都到了呀 随后 他看到李清堂一脸无措的模样 看向苏怀霄 二表哥 你是不是欺负清堂了 李清堂连解释 灵儿姐姐 殿下没有欺负我 是我好像说错话了 你说什么了 舅舅我以为殿下和我二妹妹那个 李清堂越说声音越小 但好像错了 华怜儿眼神中 带着无法掩饰的好奇和激动 他看向苏怀霄 二表哥现在外面 都在传你和李清堂有一腿 呃 不是不是 是那个 互生情愫 真的假的 苏怀霄眉头皱了起来 你这又是从哪厅来的 我早上听我娘说的 李清堂给你的情书 不知怎么的 被江家三姑娘捡到了 江家三姑娘嘴最大了 都传开了 华怜儿道 二表哥 你的眼光可真一般 李清堂长得可比我们谭儿差多了 你喜欢他 不如喜欢我们谭儿 坐在案间里的苏怀木 脸色十分难看 如果华怜儿不是他亲表妹 他一定要把这丫头给毒雅了 苏怀霄一愣 心 他和李清堂的确有过书信来往 但大多都是李清堂给他写的 他一直很注意避嫌 并没有回过纸面的 大多是让人带的口信 怎么可能会有信 被江家三小姐捡到 我没有收过李家二小姐的信 苏怀霄道 这其中应该是有什么误会吧 二妹妹说 几年前的春日宴殿下救了她 然后你们两情相悦 李清堂十分惊讶 之前殿下不也是 在看二妹妹的面子上 才让徐太医给我看了病吗 竟不是这样吗 当时那种情况 换做任何人都会出手相助的 我和李二小姐是有些交情 但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罢了 苏怀霄道 这其中大概是有什么误会吧 画李二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所以该不会是李清丸单相思吧 怎么会 我二妹妹那么多人喜欢 才不会做这样的事呢 李清堂连忙解释 若她不是单相思 那封信怎么回事 将三姑娘可确定了 那自己就是李清丸的 画链道 那情师的风格 也和她历来的风格也差不多 那是有人陷害我二妹妹 李清堂慌张道 是她身边的丫鬟被人买通了 估计捏造我二妹妹的笔记 就是嫉妒我二妹妹 想毁了我二妹妹的名声 那俩丫鬟都已经被祖母处置了 画链看李清堂 一副看傻子的模样 这话你也信 我当然信了 我二妹妹是侯府嫡女 名满京城 那么多青年才俊爱慕她 比如那文姓猴的柿子 就自小与我二妹妹青梅竹马 她怎么可能 一边给宣王殿下写情诗 一边又与柿子搅在一起 李清堂话语中 满是马脚的解释道 我二妹妹 可不是那种水性洋花的女人 好好 她不是 她不是 画链而见李清堂说的脸都红了 她对你又不好 你那么维护她大麻 她是我妹妹 做姐姐的 自是要多包容妹妹一些 而且 清丸妹妹可是侯府的脸面 她的名声要是损了 李清堂低着头 姐妹间本就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的 呸 她自己不要脸关你什么事 若这世上 没有一个长眼睛的好男人 那以后我养你 画链而揽过李清堂的肩膀 你就在我郡主府住一辈子 李清堂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铃儿姐姐你快点菜 冲你这一句话 你这顿给我吃穷了 我都乐意 你说的呀 画链一听 立马换来店小二 水云间的招牌菜和特色菜 被点了一个遍 晚清听着 都有些心疼李清堂的荷包 但李清堂倒是不以为意 还加了不少饮品 唐儿郑微博举办了的马球比赛 你参加吗 画链问道 以你的准头打马球 应该也很准的吧 链儿姐姐你 是不是忘记我不会骑马了 哦 对 那真是太可惜了 画链道 改名 我非得教会你骑马 我那刚好有一匹小马 非常温顺 正适合你这种新手 等会我让人送到你府上 苏怀笑道 不成不成 李清堂连忙摇头 这让人知道会说闲话的 上次那刻人参 已经让二妹妹不开心了 她最近本就因为 被罚而心情不好 若再被她知道 殿下又送了我一匹马 那我就更说不清了 李清堂解释完 又觉得好像说得哪里不对 连忙找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二妹妹平日对我挺好的 我的意思是 是侯府有马 不用劳烦殿下 李清堂急的眼睛都红了 求助似的看向画链儿 链儿姐姐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这番查理 查气的话 若是换个人说出来 都会觉得很刻意 但李清堂说出来 却不会让人觉得是故意的 只会让人觉得 他是真的没想那么多 画链儿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你看你急的 李清堂又不在这不会吃了你 他本来就是个小心眼的人 自己敢做还怕人说 不是的 宣王殿下 您信我 我二妹妹真的很好的 李清堂看向苏怀霄 漂亮的桃花眼里 满是清澈的愚蠢 不 应该说是清澈的天真 案件里的苏怀木 冷无语极了 没发现这小狐狸 演技竟然这么好 他开始思索 自己之前有没有被他这演技给迷惑过 苏怀笑笑了笑 嗯 你不用解释了 我信你 那匹马我让人送过去的时候 会说是你买的 这样如何 你就收下吧 你请他吃饭 他回赠一匹马 这不是很合理吗 画链儿倒说完 贴近李清堂的耳朵 不要白不要 李清堂被画链儿逗笑 那就谢谢殿下了 饭吃得差不多 李清堂让婉青去结账 婉青一去 掌柜的说他们的账 已经被结过了 谁结的 婉青疑惑 难道是宣王提前让人来结了 说是李小姐的婉哥 婉青听后恍然大悟 松了口气 原来是穆家公子 回府的马车上婉青 把这件事告诉了李清堂 李清堂有些惊喜 婉哥不是说有事吗 怎么还去给我结账了 可能是路过吧 婉青猜测 这顿饭肯定不便宜 又让婉哥破费了 婉哥帮偶那么多忙 我是不是得请婉哥也吃个饭 可以直接让穆公子来侯府啊 穆公子进京 怕是还没见过咱们夫人呢 婉青道 李清堂点头 你说的有道理 回府后 李清堂直接去见了穆书云 但听下人说文姓侯夫人来了 穆书云正在接待 李清鸾和李清延也在 李清堂听后也走了进去 穆书云见到李清堂回来 本来已经有些要维持不下去的表情 生动了起来 堂儿回来了 快来拜见你新伯母 清堂见过新伯母 李清堂规矩地给文姓侯夫人行了一礼 这就是你那大女儿吧 长得可真好看 文姓侯夫人亲热地招呼李清堂过去 仔细看了看 后头上拔下一根碧玉钗 初次见面 没准备什么 这个送就当是伯母的见面礼 李清堂看了眼穆书云 穆书云点了点头 李清堂把钗子收了起来 谢谢伯母 哎哟 你家这带截儿不光长得好看 声音也甜 听你母亲说 你刚刚从玉安郡主和宣王吃饭去了 文姓侯夫人自然地把话题引了过去 李清堂点头 嗯 文姓侯夫人亲热地拉着李清堂的胳膊 我也是许久没见到玉安那丫头了 她最近可还好 郡主挺好的 还约了我去挣微博的马球比赛呢 李清堂笑着道 只可惜我不会骑马 文姓侯夫人听后 笑得又热情了几分 骑马这东西很容易学的 骑上小马走上几圈也就会了 对了 我家刚好有一匹小马鞠 等回去我就让人送来 谢谢伯母的好意 但宣王殿下已经送了我一匹小马 李清堂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道 李清堂听后身子一僵 脸上的笑差点没绷住 李清延看着倒是神色如常 但藏在袖子里的手已经握成了拳头 文姓侯夫人本来还想着 该如何才能引到宣王 没想到李清堂自己提了出来 宣王送的马定是好的 没想到堂儿和宣王还有交情 说不上交情 都是托了郡主和二妹妹的福 宣王殿下才对我稍有照福 李清堂解释道 文姓侯夫人听到这句话 装作随口一问 听说卵儿和宣王交情匪浅 看来这是真的 李清延连忙否认 我和殿下只是点头之交罢了 是吗 文姓侯夫人笑着道 可我听着好像不是这样 文姓侯世子一直在催促他上门提亲 他看着李清延长大 对李清延也是满意的 所以早早就探了穆书云的口风 得到回应后 本想着等李清延急急后 就带着媒婆正式上门提亲 可他最近听到了很多疯言疯语 尤其昨个听到了李清延和宣王 竟然暧昧不清的消息 于是今儿个就连忙登门拜访 想探探口风 北安侯府真的攀上高枝了 那他也好早为儿子找退路 也免得被人当作冤大头来笑话 穆书云不想替李清延遮掩 装作没听到 低头喝茶 李清延只得硬着头皮道 都是谣传罢了 这段日子 我一直在府里抄经拜佛 听到那传言也十分震惊 后来一查 是我那两丫鬟背着我说了别人的好处 李清延说着 就红着眼睛哭了起来 竟有这种刁奴 文姓侯夫人说得很严厉 但表情却淡淡的 能做一副主母的 可都是人精 对后宅的弯弯绕绕 可是再清楚不过 这种理由 只能是说给外人看的 实际上如何可不好说 他可不想自己的儿子 娶一个心思不在他身上的女人 我也没想到我对他们这么好 他们竟也会背叛我 李清延双眼含泪 可怜兮兮 祖母已经发落了那两个丫鬟 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二姐姐这次 也真是无望之灾 李清延见文姓侯夫人 明显不太相信的模样 开口道 那两个丫鬟交代了 说是二姐姐急急里在即 引了某些人的嫉恨 许了重金 要他们污蔑二姐姐 就是不知道 那人的目的是为了宣王殿下 还是为了世子爷 李清延杜撰出一个第三者 说得有声有色 又把话头引向宣王和文姓侯世子 暗示是有爱慕宣王和文姓侯世子的贵女 怕李清延 急急后这二人之中的一个上门提亲 所以 先下手毁掉李清延的名声 这样一说 文姓侯夫人就信了很多 这也的确是京中那些贵女能干出的事 李清堂看着李清延 李清延比他还小一岁 竟然能有这般心智 比他和李清延都要强 亲者自清 宣王殿下都说了 他和二妹妹只是略有交情 他从没收过二妹妹任何的书信 更对二妹妹没有任何特殊感觉 根本不知道什么情势的事 李清堂道 月安郡主当时也在场的 若宣王殿下和我二妹妹真的有情 怎么可能在我和郡主 还有那么多下人的面前 说出这种话 李清堂看向李清延 眼中是满满的联系之色 二妹妹真可怜 平白遭了这一出无妄之灾 但我已经帮你解释了 宣王和郡主都知道这不是你的错 李清堂说完后 穆书云开口道 宣王殿下都亲口澄清了和清延的关系 那可是忠公嫡子 惊口欲言 做不了嫁的 穆书云看向李清延 笑得很温柔 宣王殿下和清延之前 没有任何男女关系 之后更不可能有 不然 这不就是在打自己的脸吗 李清延如坠冰哭 僵硬的连个表情都做不出来 怎么可能 怀孝哥哥 怎么可能会说出这种话 李清延捅了同李清延 小声提醒道 姐姐 笑啊 是啊 我和殿下清清白白 都是谣传罢了 李清延努力挤出笑脸 每一个字都是 捏着大腿说出来的 文姓侯夫人这一下是彻底信了 吐出一口气 现在这谣言 真是越来越离谱了 也不知是谁做出这等丧良心的事 是啊 京中谁不知道二妹妹和世子爷青梅竹马 狼才女貌 竟恶意编造这种谣言 李清延一脸气愤的 替李清延鸣不平 都知道我们北安侯府的老太太 是最讲规矩的 二妹妹自小就得老太太的宠爱 是被老太太亲自教育长大的 怎会做出这种 毫无规矩又恬不知耻的事 说完她看向李清延 是吧 妹妹 李清延指甲都快嵌入掌心 咬着牙才说出两个字 是啊 李清延笑得很快乐 眼下二皇子的路 已经被堵死了 老太太便是冲着自己的名声 也不可能再坐着 让李清延嫁给苏怀潇的美梦了 确定了李清延和二皇子之间没有事 文姓侯夫人心情也好了几分 看向牧书云 我要举办个赏话会 想邀请北安侯府的姑娘们 成不成 自然是成的 心结姐都开口了 我肯定是答应的 牧书云笑着道 牧书云和文姓侯夫人落着家常 李清延气定神闲地喝着茶 李清延却如坐针毡 他不信 他不信怀潇哥哥会说那种话 肯定是李清延胡说八道的 牧书云去送文姓侯夫人 李清延看着李清延那张笑脸 气得直接冲了上去 你胡说八道 我胡说什么了 李清延一脸纯真的看向李清延 妹妹还是想想 该怎么向祖母和父亲解释吧 说着他向李清延走近了一步 靠在他耳边道 你说你和宣王两情相悦 祖母才保了你 可如今竟是你自己自作多情 李清延身子微不可查地抖了起来 他看到不远处走来的李固 一下子哭了出来 大姐姐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 李清延先是一愣 随后很快反应了过来 往前一步靠近了李清延 一脸错愕 妹妹 你在说什么 然后一声尖叫 整个人踉跄地后退几步 倒在地上 妹妹 妹妹你为何要推我 李清延哭着道 我刚刚说那些话 可是为了替你解释啊 你不领我的情就算了 为何还要这样度 小姐 小姐你没事吧 婉青连忙去扶李清延 二小姐 你也太过分了 亲个儿小姐 还在宣王和郡主面前 替你好顿解释 说你也是被人诬陷的 您不领情就算了 怎么还能推小姐呢 婉青道 李清延没想到李清堂 会突然来这么一出 你 你明明是自己摔的 你们这又是怎么了 李固一进来 就见到这一幕 眉头皱了起来 李清堂被婉青扶起 哭着对李固行礼 女儿给父亲请安 父亲 姐姐污蔑我推他 李清延哭着道 你要为我做主啊 父亲 是堂儿不好 是堂儿惹了妹妹不悦 摔倒 是我自己活该 李清堂委屈地擦了擦眼泪 认下错 我这就给妹妹道歉 李清堂 你不要脸 李清延记忆中的李清堂 就是个耸包窝囊费 被人欺负了 连告状都告不明白的那种 怎地五年不见 竟会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连这种厚颜无耻的招数 都开始用了 小时候李清延 没少做这种恶人先告状的事 每次受委屈 受苦的 都是李清堂 但这次他不会了 然后躲了一下 卵儿 你怎么和姐姐说话的 李故今天本就因为那封信的 失禁了不少议论 心情不好 眼下更是觉得糟心 父亲别为这点小事生气 卵儿妹妹这样 也只是因为心情不好 我不怪她 李清堂为李故顺气 扶着她坐下 父亲 你别听李清堂胡说八道 我根本没有推她 是她自己摔倒的 李清延 简直要被气崩溃了 自从李清堂回府 她就诸事不顺 处处倒霉 三个大丫鬟全没了不说 现在竟然连宣王也被这个小贱人 给搅和没了 当初就该让孙姨娘 直接杀了李清堂 而不是为了替换一个什么 老十字的命格 非要等李清堂长大 眼下他和宣王之间 几乎没了可能 就算有了凤凰命 又如何 他还能嫁给谁 大皇子锐王已经娶妻 连侧妃都有了两个 四皇子才五岁 只剩下一个三皇子锦王 可他连锦王的面都没见过几次 而且这个锦王身子不好 注定无法继承大统 所有的筹谋在这一刻都崩塌了 李清鸾根本无法保持冷静 你住口 李故第一次见自己这位大女儿 如此适宜的模样 他看着站在一边低头不语的李清延 眼儿你说 到底怎么回事 李清延一脸茫然 女儿看父亲回来了 正起身要去赢 然后就这样了 女儿也不知发生了什么 李清鸾和李清堂两个他 谁也不想帮 也不想被扯进他们的争斗中 最好他们两个都完蛋 李清堂抽气道 父亲不要生气 女儿没事 二妹妹还小不懂事 父亲当了一天直累了吧 女儿从水云间带回一壶好酒 你用晚膳的时候可以尝尝 宣王殿下和约安郡主都说 那酒好喝呢 听到李清堂这番话 李故的火气稍微平了一点 这是真管家牵着一匹小马走来 给侯爷和诸位小姐请安 大小剑 当当有人给您送来一匹马 哦 对 李清堂擦了擦眼泪 露出一个笑脸 父亲 这是宣王殿下 知道女儿不会骑马 特意送给女儿这匹小马 说方便练习 李清鸾看到这匹马 彻底绷不住了 他的怀霄哥哥 竟然真的给李清堂送了一匹马 难道李清堂说的都是真的 难道怀霄哥哥 真的说了 与他没有任何情验 不可能的 他不信 肯定是李清堂这个小剑人 勾引了他的怀霄哥哥 李清堂 你不要脸 竟然连妹妹的男人都抢 你住口 李故没想到 自己引以为豪的女儿 会说出这种话 眼睛都瞪大了一圈 这时穆书云刚好送完文姓侯夫人 回到院子 一进门就听到这句话 他立马黑了脸 李清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你还觉得自己不够丢人现眼吗 父亲 母亲 姐姐才回来几天啊 你们就这么偏心他 你们都不爱我了 李清堂这次是真的哭了出来 你们既然都不爱我 那我不如出家做姑子去 说吧 李清堂哭着跑了出去 这孩子 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 穆书云道 也不知道到底是像了谁 李故也生气 还不是像你 都是给你惯出来的 穆书云冷笑了一声 那可未必 更可能是像你 像你和孙冷雪一样 自私自利 狂妄自大 李故闻言气着看向穆书云 你 穆书云淡淡回看李故 我 李故看着穆书云的眼睛 到嘴边的重话 到底是又咽了回去 我今晚还有事 不回来了 说吧转身离开 母亲 姨娘这几日身体不好 女儿也先告退了 李清言对穆书云行礼后告退 所有人都离开后 穆书云和李清堂进了屋 穆书云让人守在外面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 我好得很 李清堂笑着道 娘 我刚刚在文姓侯夫人那 演得不错吧 穆书云拉着李清堂的手 笑着点了点头 嗯 刚刚在父亲面前 我也是故意摔倒的 就是想恶心李清鸾来着 李清堂道 娘 你会觉得我很坏吗 怎么会 我的堂儿是天下最好的孩子 穆书云抚摸着李清堂的脸 是我这个做娘的不争气 不然也不会让你吃这么多苦 娘马上就能得到孙姨娘调换孩子的证据了 在你及鸡礼之前 娘定要让你恢复嫡女身份 李清堂问道 是翠梅找到了吗 对 已经找到了 很快就可以带来京城 穆书云道 你放心好了 李清堂想起了还被关着的钱妈妈 山长县的人传来消息 钱妈妈现在已经被她洗脑成功了 即便不上锁 也会乖乖待在屋子里 天天问李清堂 什么时候能来看她 眼下已经到时候 该让钱妈妈 发挥最后的作用了 娘 把孙姨娘放回来吧 李清堂道 为何 眼下李清堂已经被逼到了绝路 孙姨娘肯定会为她做些什么 只要她动手 我们就有证据 到时候再加上翠梅和钱妈妈的证词 他们无论如何也翻不了身 李清堂道 好 就依你所言 李清堂哭着跑回自己的院子 等了很久 却发现没有一个人追来安慰她 气得她摔了一地的东西 还割破了自己的手 书画 李清堂喊道 李清堂见没反应 又喊了书琪和书琴 整个屋子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叫你们呢 我手受伤了 你们赶紧来给我包扎 给我叫大夫 院子里的下人们 听着李清堂的喊叫 默默低头 安静地做手里的事 他们可不想上去出眉头 李清堂见半天没人来 想起书画 书琪 书琴三人如今都被发卖了 孙姨娘没了 三个大丫鬟也没了 她身边竟无一人可用 穆书云刚刚竟然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说她丢人谢眼 这么多年 她在穆书云面前静直静笑 对其如同亲母 可穆书云呢 因为李清堂先是罚自己贵祠堂 又罚她禁足 连她的铺子都被收了回去 如今李清堂勾引她的怀骁哥哥 她不骂李清堂 那个小狐狸精 竟然说她丢人现眼 果然不是轻生的 这感情怎么都养不慎 这世上最疼她的 果然还是孙姨娘 李清言回到院子 李姨娘正在绣花 见到李清言笑着招呼 爷儿回来了 闻信后夫人没发现什么不对吧 没发现 昨晚的事已经搪塞过去了 李姨娘拍了拍胸口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 那就好 若你二姐姐出了事 你以后的婚事就更不好说了 眼下你大姐姐得了太后的青睐 未来定能说个好亲家 你二姐姐嫁给闻信后世子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 两个姐姐注意在前 冲着他们你 也会嫁个不错的 你与他们多多交好 以后夫家 看在你那两个姐姐的面子上 也会遵你敬你的 嗯 我晓得的 李清言面无表情的点头 我先回房间了 好 你好好消息 李清言回到房间 雪景给李清言端上茶点 小姐您怎么看着不太开心 我挺开心的 眼下李清鸾已经和宣王没有可能了 他应该是高兴的 可这个李清堂和宣王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这个大姐姐 看着人畜无害 但比李清鸾可要难对付得多 如果李清堂真的和宣王真的产生了情愫 那可难处理 李清鸾如果那次 把他这大姐姐的脸给毁了就好了 真是可惜啊 穆书云让庄子里的人 放松了对孙姨娘的约束 还把李清鸾与二皇子的事 依照上次的法子传了过去 孙姨娘一听 差点晕了过去 怎么会这样 他可怜的鸾儿 不成不成 他必须回去 之前给李故写的信毫无回应 孙姨娘想了想提笔给李清堂写信 侯府后院有一个李和风的练武场 因为他不在府中 所以这便空了下来 李清堂便在这练习骑马 林峰牵着那匹小马 带着李清堂围着练武场绕 走了两圈 让李清堂和马熟悉了后 林峰便守在马的旁边 放李清堂一个人慢慢走 李清堂有点紧张 但这匹小马的确很温顺 骑了两圈 李清堂下来休息 婉清地上茶 宣王殿下送的这小马真不错 是啊 李清堂轻轻抚摸着马踪 脸上带着笑 如果是匹白色的就更好了 那就更配小姐了 婉清笑着道 这匹已经很好了 马的颜色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温和听话 李清堂拿起一个胡萝卜 递到小马的嘴边 乖乖 快吃 苏怀木听说苏怀霄给了李清堂一匹马 李清堂还很喜爱后 脸色立马变了 我记得从西域进了一匹马 选个最好的送来 是 还有 我不想看到和苏怀霄有关的任何东西 出现在李清堂的身边 苏怀木道 是 母亲领命退了下去 第二日李清堂正打算去练马的时候 习俗来禀告 小姐 那马生病了 今日怕是练不了了 昨个还好端端的 怎么今儿就生病了 李清堂疑惑 这奴婢也不知一早上就开始拉肚子 或许是换了地方 水土不服 习俗道 小姐若想练马 不如我们再去马市买一匹 肯定是二小姐搞的鬼 他听说宣王给咱们小姐 送马后都要极度死了 他就是见不得咱们小姐好 婉清气鼓鼓道 小姐咱们去找夫人 侯爷平里去 你有证据吗 李清堂问 婉清一顿 就算没证据 可除了他 谁还能干出这种缺德事 习俗低着头不言语 刚练完舞的苏怀牧 连打了两个喷嚏 公子 您没事吧 木燕见苏怀牧打喷嚏 连忙问道 没事 苏怀牧摇了摇头 马送来了吗 送来了 苏怀牧点了点头 李清堂让人去找了会衣马的过来 林峰带人来的时候 还带来了一封信 李清堂看着信封上的无碍亲戚 在心底翻了个白眼 这个时候想起他了 李清堂打开信封 里面孙姨娘洋洋洒洒 写了好几页的纸 先是一个劲地解释他 这段时间为何没有联系自己 然后又说他这些年的不义 字里话间还给木书云上了不少眼药 最后开始诉说 这些年对他的想念和愧疚 字里行间处处都透露这四个字 我想回复 李清堂和上信 他得再去刺激刺激李清团 让李清团掀开这个口 李清堂带着一群小丫鬟 来到了玉瑶轩 妹妹 姐姐来看你了 李清堂笑着进入院子 李清团刚刚又发了一顿脾气 然而带着几个三等丫鬟 正在屋里收拾 谁让你进来的 李清团看见李清堂气 就不打一出来 话说的也不客气 妹妹怎么一大早火气就这么大 又有谁惹了妹妹不开心 李清堂柔声细语问道 姐姐这是一大早 特意赶来看我笑话的吗 怎么会呢 我只是担心 妹妹真的出家做姑子 所以来瞧瞧 李清堂道 妹妹你也别怪父亲和母亲没来瞧你 实在是左哥儿你太失态了 父亲被你气得直接离了府 现在都没回来 李清堂你少得意了 李清团指李清堂的脸咬牙切齿 你以为没有我 你就能和怀肖哥哥在一起吗 嫡树有别 凭你一个庶女的身份 便是给怀肖哥哥做妾 都不够格 李清堂笑了 是啊 一个庶女怎么可能嫁给王爷呢 嫡树有别 萧妹妹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 李清团听到这句话 想起之前李清堂在他耳边的那句话 表情一僵 再看到李清堂这个笑 只觉得心头发慌 你什么意思 我没有意思啊 李清团道 看到妹妹还好好地待在院子里 没有要出家的打算 那姐姐就放心了 早晨前妈妈来了一封信 说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 还说有重要的事要告诉我 我这就回去给她去个信 让她尽快进京 姐姐就不在这打扰妹妹的好兴致 先走了 李清团腿一软 差点摔倒 被兰儿扶着坐下 小姐 您没事吧 李清团挥手 你们都退下 李清团思绪很乱 已经两次了 李清团说 这种似是而非的话 已经两次了 还有钱妈妈 钱妈妈不会背叛孙姨娘了吧 不成 他必须得把这件事告诉孙姨娘 李清团现在肯定没有证据 所以才一直按那不发 不能让钱妈妈回到京城 一定不能让钱妈妈回到京城 可眼下他身边已经没有能用的人了 或者说他不敢轻易用身边的人 毕竟书七和书情临死了 还反咬了他一大口 差点就暴露了他和孙姨娘的关系 想来想去 他只能联系秀华的帐房赵文斌 那是孙姨娘的堂弟 肯定不会背叛他 李清团离开玉瑶轩 就去了金医院 他把刚刚在玉瑶轩发生的事 都说了一遍 我想 李清团肯定会让人 把这件事告诉孙姨娘的 经过书期和书情的事 我想他 应该不会在幸福中那些人 这么重要的事情 他很可能会亲自传信 母亲不如解了他的禁足 给他点自由 既方便他 也方便我们抓把柄 沐书云点了点头 好 还有一件事 想请母亲帮忙 李清团道 什么事 我想让您派几个侯府侍卫 去山长县 把钱妈妈接回来 李清团道 按照孙姨娘的手段 她不会让钱妈妈 活着回来的 我们可以 趁此拿了她的把柄 沐书云点头 好 我一会就去找老太太 说这件事 光是我们知道不成 李清团笑着 挽住沐书云的胳膊 还是母亲想得周到 听说宣王送你的马生病了 沐书云问道 嗯 李清团点头 我已经找了人来看 不知怎样了 看到李清团那副担心的模样 沐书云有些担忧 堂儿 你和娘说实话 你对那宣王 不会也有什么别的感情吧 怎么可能 我疯了不成 李清团言辞否认 娘 我便是终生不嫁 也可不能喜欢宣王 那就好 沐书云松了口气 拉着李清团的手 堂儿 说实话 娘并不希望你嫁入什么 高门大户振兴门媚 娘只希望你能找个人品周正 真正对你好的读书人 哪怕一无所有 也无所谓 娘的这些嫁妆 足够你富贵荣华几辈子 咱没必要受那些委屈 娘李清团 把头搭在沐书云的肩膀上 女儿也是这么想的 女儿可不想 再过这种尔虞我诈的生活了 回京后的每一天 我都睡得不安稳 满心满眼都是算计 生怕有哪一步踏错 除了在表哥府中的那小段时间外 他几乎无时无刻都要警戒着 沐书云心疼地揽住李清团的肩膀 红了眼睛 是娘对不起你 当时娘亲太天真了 让你受了那么多年的委屈 娘你别哭 错的是那黑心肝的孙冷血 我们没错的 李清团安慰道 善良从来就不是一种错 沐家是江南首富 作为沐家大小姐 沐书云自小就是如公主般 被娇宠着长大的 沐家的男人 或许都遗传了沐书云祖父的痴情 所以后宅向来干净 这么多带下来 虽人丁不算茂盛 但家族和沐团结 在家根本不搞 那套尔虞我扎的事 本来沐老爷子是打算给沐书云昭叙的 可没想到会碰上李固这个变故 宗正寺的府衙里 李固的同僚兼好友 宗正寺的另一位少卿静忠 见他这么早就来了 笑着问道 侯爷这是又和夫人吵架了 没有 李固要面子地否认 和我你还见外 你说你当初爱他爱成那个样子 怎么现在天天和人家吵架 李固叹了口气 当时年少 见惯了京中这些高门贵女的京师含蓄 一看见 他那红衣怒玛的鲜活模样 我就感觉 佛祖用尖制在我脑袋上敲了一下 满心满眼 就只能装得下他 他就是打我骂我 我都觉得 那是一种情趣 一日不见 我就茶不思饭不想 说到这里 李固又叹了一口气 可谁能想到 都快二十年了 他还是那副臭脾气 这谁能受得了 清完这段时期 也不怎样学了他的那臭脾气 认识你这么多年 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说 你那宝贝闺女不好的话 静忠笑着道 儿女都是父母的债啊 李固感叹 不过我那大女儿 倒是很不错 长得 有我年轻时的风采 性格像她姨娘一样 温柔懂事 你家这大姑娘一亲了吗 静忠问 我这有一个不错的人选 你说的是哪家公子 我家明达呀 静忠道 你见过的 去岁刚中了局 虽然是数出的 但书读的可比我那大儿子好 竟是极地是早晚的事 众容兄意下如何啊 李固的确见过 静忠的这个小儿子 的确是一表堂堂 学父五车 虽说是数出 但他家堂儿也是数出 静家也是世袭网替的伯爵府 虽然静明达继承不了爵位 但他人有出息 只要不分家 那也是伯爵府的人 静家知根知底 堂儿嫁过去 也不用担心受欺负 他觉得挺好 明达是个好的 带我回去同夫人说说 李固道 这种事 咱男人不好出面 还是得让他们女的来 静忠听到这 笑着道 我夫人这几日 在家无聊得很 我让她改名 去你府中走动走动 欢迎知智啊 苏怀牧一早上 就觉得心神不宁 他换来牧青 他今个要做什么 公子说的是 牧青一时没反应过来 苏怀牧看向牧青 露出一个 你不要明知顾问的表情 你说呢 牧青思索了一下 宫中今日没有消息传入 宫中那几位和贵妃娘娘 应该都没有什么 特别的事要做 牧燕在一边 都有些听不下去了 无奈摇头 小声提醒 侯府 牧青听后道 文姓侯府那边也没动静 牧燕无语看天 苏怀牧深深看了牧青 转向牧燕 你说 李小姐本是要骑马的 但马已经被林峰放倒了 牧燕道 苏怀牧点了点头 之前要你们查的是如何了 牧青刚想问 是哪 话刚说出两个字 就被牧燕捅了一下腰 牧燕给了他一个 你可住口吧的表情 然后回禀 已经到寻到了老家 很快就会有结果 只要活着 把人就是抬 也要给我抬到京城 是 牧书云让梅青准备了许多糕点 然后来到了玉瑶萱 鸾儿 母亲来看你了 牧书云努力装出 往日的慈爱模样 李青鸾连忙把 写了一半的信哲戚 塞进了花盆 您怎么来了 他负气道 怎么 我还不能来看看自己的女儿 牧书云 已经不再自称娘了 您罚我禁逼这么多日子 这还是第一次来呢 昨个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骂我 偏心着大姐姐 李青鸾憋着嘴 有些阴阳怪气 女儿都快以为大姐姐 才是你女儿呢 牧书云听着这句话 差点没绷住 心底冷笑了一声 你当中犯了这么大的错 我若不处罚你 如何服众 牧书云道 傻孩子 只有我先开口了 你祖母和父亲 才不好多说什么 我对你心狠 他们才会对你心软 我也知道 你最近受委屈了 那晚若不是 你那情书的事 我早就提见你禁足的事了 好在文姓后夫人 来邀你们参加赏花会 我打算趁着这个机会 解了你的禁足 你最近可要好好表现 有什么事记得和母亲说 你急机里在即 万不可再做这些蠢事了 李清鸾点了点头 他本来还在疑神疑鬼 以为牧书云 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竟然这么多天不来看他 现在看来 或许是他多想了 放下心 李清鸾委屈了起来 娘 我和宣王真的是两情相悦 宣王殿下不可能那么说的 一定是大姐姐做了什么 牧书云忍着想要 删李清鸾一巴掌的冲动 你有证据吗 宣王他可曾给过你什么 李清鸾从怀里掏出一块玉佩 这个就是宣王给我的 牧书云接过玉佩瞧了瞧 这看起来只是一块普通的玉佩 李清鸾一听这话 脸又答答了下来 母亲你是不信我吗 当然不是 牧书云道 我自是信你的 可只有我信没有用 若宣王不想承认 你又当如何 李清鸾一愣 不会的 宣王不是那种人 你寄给他写了信 他难道就没有回信吗 牧书云问 李清鸾想了想 发现好像真的没有 每次都是口信和一些小物件 而那些小物件 除了他和书画 书情 书齐 他们知道是宣王送的 并无他人知晓 现在甚至连书画他们也没了 如果 如果李清堂说的是真的 如果宣王真的说 与他没有什么交情 牧书云见李清鸾这副表情就知道 李清鸾手里 肯定没有与宣王互生好感的确切证据 对此牧书云只想说一句 活该 娘 女儿虽没有宣王的亲笔性 但她的随从和书画 他们都知道的呀 李清鸾拉着牧书云的手 娘 您可要为我做主 牧书云拍了拍李清鸾的手 然而 宣王既然已经放出这种话了 即便你们过去有些情义 但也都结束了 不是母亲想打击你 而是宣王并不是一个好归宿 牧书云道 你父亲只是一个从四品的贤侄 对宣王无任何助力 依我们的门楣 是够不上人家的 若是苦苦巴着 最后受伤的只会是你 牧书云这是联想到自己后 难得真心地劝了劝李清鸾 女儿知道了 女儿会记着母亲的教导 李清鸾嘴上说得好 心里却不这么想 看到李清鸾似乎并不领情的模样 牧书云也不想多说 我会再让人给你送些丫鬟 你挑一挑 谢谢娘 李清鸾神色一动 娘 我想自己去挑几个顺眼的丫鬟 行吗 行啊 只是一等丫鬟 还是要从府里挑几个 新来的 毕竟不懂我们府中的规矩 牧书云道 在院子里待了这么多天 也是该出去走走了 那我下午就出去选几个丫鬟 李清鸾提前给自己出门打好铺垫 去吧 牧书云起身 我去你祖母那请个安 顺便把解了你禁足的事 也和她说说 那女儿陪母亲一起过去 也好 牧书云忍着恶心 被李清鸾挽着胳膊 一路来到老太太的门前 先说了解去李清鸾禁足的事 老太太虽然表情不太好 但并没有反对 然而 你是北安侯府的嫡女 你要有嫡女的样子 万不可再做出此等事 是 孙女已经知错 以后不会再犯了 李清鸾乖巧认错 这件事说完 牧书云道 母亲 还有件事 我想同听说 什么事 说吧 之前唐儿 在苏州遇刺 与前婆子有关 现在前婆子伤好了 我打算派侯府侍卫接她回京 前婆子说 愿意供出刺杀的主谋 李清鸾听到这句话 手一抖 还冒着热气的茶水 便洒了出来 啊 她痛呼一声连忙松手 茶杯摔在地上 发出四分五裂的碎裂声 茶水溅落 湿了李清鸾的裙子 怎么了这是 牧书云道 快带小姐下去量量手 再换身衣服 是 兰儿连忙扶着 还带愣着的李清鸾下去 牧书云是故意在 老太太面前这么说的 她就想看看李清鸾的反应 见李清鸾这副模样 她就知道 唐儿在苏州遇刺的事 李清鸾早已知晓 心底又冷了一分 卵儿这丫头怎么了这是 我说前婆子的事 她紧张的什么劲 牧书云故意道 卵儿最近的确有些不成样子 既然已经与宣王没可能了 便要好好与世子相处 老太太撵着佛珠道 唐儿的事 你也上点心 她虽不是 你亲生的 但毕竟叫你一生母亲 多带她出去 见见各府的夫人 如今唐儿得了太后娘娘的青睐 这青事 也可以往上够一够了 母亲放心 唐儿的事 我会上心的 嗯 老太太点头 那个前婆子 就让卫天挑几个人 去把她带回来吧 好 那我这就去安排 牧书云把该说的话都说完 带着丫鬟 直接去找了侯府的护卫队队长卫天 让她选了一队人 即刻便向山长县出发 同时 让牧圣也找了一队牧家的护卫跟着 莱儿给李青鸾被烫过的手 用凉水冲洗 小姐 您感觉怎么样 李青鸾脑子里 一直回荡着牧书云刚刚的话 根本听不到其他声音 莱儿见状 只能继续默默地冲洗 钱妈妈知道太多他们的秘密了 绝对不能让钱妈妈回到京城 她得赶紧把这件事告诉孙姨娘 让她找人 把钱妈妈在路上解决 李青鸾眸中露出寒光 手也不自觉收紧 不小心碰到刚刚被烫过的地方 疼得她发出一声痛呼 你怎么伺候的 你弄疼我了 李青棠抽出烫伤的手 用另一只手 直接甩了莱儿一个巴掌 莱儿摸着脸跌落在地 一脸茫然 李青鸾看也不看莱儿一眼 随便点了两个在门口打扫的丫鬟 你们俩跟我出门 是 两个三个丫鬟 瑟瑟地跟在了李青鸾的身后 代李青鸾走后 院子里原来的另一个二等丫鬟 红柳过去扶起了莱儿 没事吧 莱儿捂着红肿的脸摇了摇头 红柳看着莱儿红肿的脸上 还有一道血色的划痕 皱了皱眉 二小姐真是越来越喜怒无常了 谁说不是呢 红柳拿出药膏给莱儿涂脸 书画 书琪 书琴 他们跟着二小姐多少年了 尤其是书画 那是自小就跟在小姐身边的 结果就那么样被发卖了 二小姐连情都没求一下 红柳有些唏嘘 二小姐作为侯府唯一的嫡女 受尽宠爱 往常虽私下性子有些骄纵 但也算大方 玉瑶轩是府里所有丫鬟 都梦寐以求的地方 我当初还是花了好大的银子 才进来的 红柳说着叹了口气 可谁能想到 如今会变成这样 如今是哪样了 莱儿问 如今院子里人心惶惶 生怕下一个被拉出去 顶罪的就是自己 真没想到 咱二小姐看着和善 竟是个严罗心肠 绿枝这两日 一直往攀婆子那跑 就是想换个主子 他说 他这几日都是做梦里 都是舒气和舒情 被打得血肉模糊的惨样 整日睡不着 红柳道 我本以为三个大丫鬟没了 怎么说 也该轮到咱们生了吧 没想到二小姐宁愿去买新人 也不用我们 咱们一会也去找攀婆子说说吧 哪有那么好换呢 莱儿摇头 我们若是粗食丫鬟找攀婆子 或许还有用 可如今 除非是二小姐主动把咱们撵走 又或者老太太 夫人把咱们逃走 不然 咱们是离不开这玉瑶轩的 我也知道笑渺茫 可总得试试吧 我可不想不明不白地被卖出去 红柳叹气 我真怕二小姐在做出什么事 让老太太把咱们一个院子 都给封了口 快呸呸呸 别说这么灰气的话 莱儿连忙道 二小姐马上急急 急后文姓后府 定然会来下聘的 没两年 二小姐就该出嫁了 亲都定了 还能怎么样 就两年时间而已 小心这点也就过去了 红柳听后点了点头 莱儿姐姐说的是 好了 以后这样的话 可千万不能再说了 让二小姐听到 你可就得吃不了多着走了 莱儿提醒 姐姐放心 我不会乱说的 穆书云听到李青鸾 迫不及待地出了府 冷笑一声 去把侯爷叫去绣华楼 就说 左个儿是我错了 我打算给他做身衣服赔礼 顺便再邀他一起用午膳 李顾正和静忠 商讨着 中午去乃用膳 这时 侯府的小思 把穆书云的话 转达给了李顾 静忠一听笑着打趣 侯爷真是好福气啊 你去忙吧 我们改日再约 李顾也没想到 穆书云竟还有主动 低头服软的时候 这真是太阳打西便出来了 面对穆书云难得的低头 李顾自视坐着马车 去了绣华楼 马车停在后门 小思带着李顾进了雅间 李顾看到 穆书云后清了清嗓子 你找我呀 穆书云站在挂着布料的架子前 闻声回头 你来了 李顾已经许久 没有在家之外的地方 见到穆书云 穆书云今日穿着 一件暗紫色的裙子 刚刚飞红色的绸缎 挡在穆书云的身前 让他有一瞬间的恍神 好像自李清澜出生后 他就没再见过穆书云 穿鲜亮的浅色衣服 愣什么呢 穆书云见李顾没说话 叫了一声 都是才到的料子 过来挑个喜欢的 一会让人给你量身才衣 李顾走进穆书云 一边心不在焉地挑着料子 一边问 怎么突然想着 给我做衣服 卵儿和唐儿的几几礼 不是要到了吗 穆书云透过窗户缝隙 注视着大唐 随口回着李顾的话 自李清澜出府 穆书云就一直派人跟着 但他并没有出城 若他不亲自去找孙姨娘 那经过前面这几日发生的事 他一定会找个最能让他安心 不会出卖他的人 穆书云想来想去 这绣华楼的帐房赵文斌 应该说是孙文正 最可能是李清澜选择的目标 穆书云已经吩咐了店里的人 不要说他在店里 也只空下了他隔壁的房间 过了一会 李清澜果然来了 还带了几个好像刚买来的丫鬟 李清澜看向店里的伙计 我刚买了几个丫鬟 要给他们做几套衣服 顺便把账房叫来 我查查账 好的 小姐 您这边请 伙计带着李清澜 来了穆书云隔壁的屋子 没多久 孙文正就带着一个账本走了进来 见过小姐 我看账的时候不喜欢身边有人 是 穆书云估摸着时间 要不要去厅里再瞧瞧 有些新衣服样子 李固点了点头 好啊 两人走出门 穆书云看到在走廊里聊天的两个丫鬟 问道 你们怎么在这 回夫人 我们陪二小姐来查账 两个丫鬟没想到 会在这遇到穆书云和李固 连忙行李 穆书云看向身边的李固 咱们去看她玩吧 也好 房间内李清澜正红着眼睛 对孙文正说 这件事就拜托叔叔了的时候 门被打开 李清澜被吓了一跳 刚回头想骂人 结果就看到了穆书云和李固的脸 吓得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穆书云直接开口问 然儿你有什么事 需要拜托照账房 没妙啊 李清澜摇头 母亲是不是听错了 穆书云看向李固 你也听到了吧 李固点了点头 他的确是听到 拜托了三个字 李清澜慌急了 这时孙文正开口 小姐 是拜托我好好打理这绣花楼的账目 李清澜听后 连忙点头附和 对 我就是拜托这个 这不是他应该做的吗 若是做这么点事 都需要主家亲自拜托才能做好 那不如换一个 穆书云道 婉儿心善可不是用在这种地方的 而且 你这怎么还哭了 你母亲说的没错 李固道 你是主子 她是奴仆 这本就是她分内之事 是 女儿明白了 李清澜连忙认错 然后岔开话题 父亲和母亲怎么来这了 你马上要急急理了 我和你父亲也得坐身心衣裳 正好今日无事便来看看 穆书云道 我和你父亲一会 还打算去水云间用午膳 你要一起吗 不了 我这就打算回府 刚买了几个丫鬟 得回去好好教教他们规矩 李清澜现在心虚得很 可不敢同穆书云与李固一道 也好 回去路上小心点 穆书云慈爱地笑了笑 待李清澜离开后 穆书云脸色严肃了起来 看向李固 你不觉得 鸾儿和那张姓赵的帐房 有点怪怪的吗 李固点头 是有点 你那帐房是不是欺负鸾儿了 我瞧着鸾儿 眼睛都红了 那可不是我的帐房 那帐房是鸾儿自己找的 穆书云说完后 似乎想到了什么 拉着李固的手道 你说 鸾儿不会是 李固都不记得 有多久没被穆书云拉过手了 那双手依然柔软光滑 带着一股淡淡的香味 他一时有点心神荡漾 我说那帐房是鸾儿自己找的 查账完全可以让人 把账本拿回府里慢慢看 怎么还亲自过来 还与那帐房先生 单独处于一室 连个丫鬟都不待在身边 而且因着他之前 纵容书画毁谈而连的事 我分明已经把这铺子收回来了 他经个儿来查的是什么账 李固一听也觉得奇怪 那你的意思是 鸾儿不会被这个帐房 下了什么股 看对眼了吧 穆书云说着身子一软 李固连忙扶住 不可能 那帐房的岁数 看着和我都差不多大了 鸾儿身边那么多青年才俊 怎么可能喜欢这种 穆书云依偎在李固的怀里 可 可若不是这样 要怎么解释今天的事 前两日 竹香还和我说 绣花楼的账目有些问题 之前那么多年 绣花楼的账目毫无问题 换了个帐房 怎么就出现问题了 而鸾儿还对这问题视而不见 若鸾儿不是这个帐房有点什么 怎么可能纵容他 贪磨这么多银子 李固文言也皱起了眉头 我会派人查查这个帐房 穆书云听到李固这么说 趁热打铁 你现在就找个人 跟着那姓赵的帐房 看看鸾儿到底拜托了他什么事 查查他身家欺儿 若他真是骗了鸾儿感情 我穆书云说着哭了出来 李固这么多年 第一次见穆书云哭 他一时有些无措 好好好 我就派人跟着 文成 你小心跟着那帐房 李固吩咐自己的随从侍卫 是 见状穆书云止住眼泪 泄喉眼 你我夫妻 鸾儿又是我们的女儿 这种客气话 穆书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他精盖儿 把李固叫来的目的已经达到 甚至有些超出预料 眼泪 果然是女人最好的武器 我饿了 我们吃饭去吧 穆书云从李固怀里出来 留下一句话 就镜子往外走去 李固还没从穆书云 难得一见的眼泪中走出来 还留恋于怀里的温存 但穆书云已经走远 夫人 等等我 李固连忙追上 穆书云又加快了些脚步 李清堂今天先去了公主府 叫化链投壶 化链又提到马球比赛的事 李清堂决定再去买笔小马 离开公主府 正准备去马市 刚好路过柳岸巷 李清堂让人转了马头 来到了苏怀木的门前 他刚到门口 大门就被打开 门后 一个带着长长围帽的男人走了出来 身后还跟着木青和木燕 李清堂从马车下来 带着几分疑惑 表哥 本打算出门的苏怀木 又带着李清堂回到府里 表哥 你为何戴着帽帽 李清堂还是第一次见苏怀木戴这个 莫不是脸受了伤 苏怀木摘下帽帽 这几日柳絮太多 我一碰柳絮便会咳嗽 找大夫看过了吗 看过 但没法子 只能尽量避免接触 苏怀木道 你金盖怎么想着来找我了 刚好路过 所以来看看 顺便告诉你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苏怀木问 祖母已经派侍卫 去山长县接钱妈妈了 李清堂笑着道 很快一切就可以恢复正轨 再也不用天天这么累的算计了 那真是要恭喜你了 苏怀木露出一个笑 那这之后 你想做什么呢 嗯 李清堂思索 他好像没有什么想法 之后 无非就是嫁人呗 苏怀木手一顿 装作忙着李衣服 似是无心般问道 你有心仪的人了 李清堂摇头 没有 苏怀木拿起茶杯 又问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嗯 李清堂想了想 首先长得得好看 最好可以聪明些 最重要的是 我希望他是个普通人 普通人 对 李清堂十分肯定道 我不想再过侯府里的这种日子了 我只希望未来的每一天 都是平安快乐的 李清堂看向苏怀木 表哥 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京城 来之后的每一天 我都提心吊胆 没有过一个安生教 苏怀木看着李清堂 那双亮晶晶的毛子 只觉得心里像被堵住了什么东西 我想着 让母亲或许可以在苏州 给我找护好人家 有木家 在苏州给我做后盾 我也不至于被人欺负去 李清堂没注意到 苏怀木越来越冷的脸 畅想着未来 到时候 我也开一家卖书画的小店 我还要在院子里 做一个好大的鞦韆 上面 要开满花的那种 鞦韆的对面 最好是一个湖 湖上要有成片的荷花 夏天做荷叶鸡 秋天就去挖 李清堂越说越来近 对了 我的书房也要在湖边 窗户下要种满海棠花 要有一张很大的书桌 旁边的柜子里 放满了摄影 灰墨 轩笔和成心堂纸 李清堂就是想想 那个画面都觉得美妙 嘴角上扬 到时候 他坐在窗前 我描摸着他的眉眼 身后就是湖光山色 李清堂畅想完 看向苏怀木 表哥 这是不是很棒 一个普通人 买得起院子里带壶的宅子 买得起一柜子的摄宴 灰墨 轩笔和成心堂纸 苏怀木给李清堂 泼了一大盆冷水 李清堂别了别嘴 他买不起我买呗 我有钱 你有多少钱 苏怀木问 你知道那么大一个宅子 一年的养户 要多少钱吗 再多也不过千两银子罢了 李清堂是很有底气的 他一幅画 就能卖出三千两银子呢 一年卖一幅 怎么也够了 你这和养的小白脸 有什么区别 我 我有钱 我就乐意养小白脸 李清堂资出小犬牙 表哥 你难道不想我过上 这种惬意的生活吗 他当然想 但他不想 那个人是别人 可他又注定成为不了普通人 对了 听说你想学骑马 我正刚好有一匹马 苏怀木插开话题 木燕去把马牵来 很快木燕就把马牵了过来 李清堂一眼就被吸引住了 这匹马不是白色 也不是棕色 而是一种淡金色 在阳光的照耀下 仿佛在发着光 李清堂迫不及待地迎了出去 这是我见过最好看的马 这是从西域来的大渊马 也就是传说中的汉邪宝马 木燕道 是我家公子特意给您寻来的 李清堂一听 眼睛都亮了起来 这就是汉邪宝马 对啊 木燕为了替自己主子拉好感 用力吹嘘 这汉邪宝马 不仅长得俊秀 奔跑速度极快 耐力也很强 是世上最好的马 价值千斤呢 李清堂用手轻轻抚摸着马毛 眼中满是赞叹 真好看 想骑吗 苏怀木问 李清堂用力点头 想 这匹马比之前宣王送他的那匹 要高大一些 李清堂扶着苏怀木才上了马 我牵着你走几圈 好 今日的风刚好 不急不徐 吹着两人的衣角飘扬 清堂 我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 我只是说如果 如果我不是你的表哥 你觉得我怎么样 你怎么可能不是我表哥 难不成你也被人调话了 李清堂笑着道 他可是在幕府里 亲眼见了苏怀木的 所以 我只是说如果 苏怀木再次强调 如果你不是我表哥 那你为何总帮我 李清堂反问 因为 那可能是因为被你色诱了吧 苏怀木这句话 惊到了李清堂 他一个尸神 差点松开缰绳 从马上摔下来 表哥 你你别这种开玩笑 李清堂突然觉得 脸颊热了起来 苏怀木怕李清堂真的摔下来 不再追问 好 不开了 远处的木宴 看着给李清堂牵马的苏怀木 对身边的木轻道 这是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见公子给人牵马 看着这幅画面 你有没有想起一个成语 没有 木轻面无表情道 木燕摇了摇头 你这个鱼木脑袋 当初公子是怎么跳你 在他身边的 木轻挺了挺胸膛 语气中带着几分骄傲 因为我武功高还听话 木燕对此无法反驳 李清堂在熟悉了马之后 自己又骑着走了两圈 下来后 额头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婉清连忙用手帕给他擦汗 习素也递上了茶 小姐 你骑在那金马上 跟小神仙似的 你和那马好像一起发光 婉清手舞足蹈道 你以后骑着这马 去和郡主打马球 大家肯定都会羡慕您 习素也道 大冤马在京中是很少见的 公子对您真是上了心的 李清堂摸着马 眼中满是喜欢 但语气却有些怅然 是啊 但可惜他太名贵了 我也只能在这里骑一起 这以后就是你的马了 你想骑到哪都成 苏怀木道 李清堂摇头 不成 我不能要这匹马 我护不住他 宣王不过送了他一匹寻常的马 都被人吓了药 他要是带着这匹马回去 还不一定会发生什么 动物不比人 便是受了伤和委屈 也不会说话 李清堂看了眼时辰 今日谢谢表哥了 能骑过这样的好马 我已经很满足了 改日我再送你一匹 这匹马就养在这个宅子里 你可以随时来骑 苏怀木理解李清堂的想法 谢谢表哥 李清堂道 对了 表哥你来京城 还没见过我娘吧 你改日有空可以来府中坐坐 我娘肯定很想见你 木燕木清和习宿同时低下头 啊这好 我会去的 苏怀木道 那我先回府了 嗯 路上小心 晚上李顾的小厮文成来回禀 因为经个木书云难得的温柔和没拒绝 李顾留宿在了金医院 那帐房干嘛去了 李顾坐在太师椅上看着一本游记 木书云坐在一旁调安神香 那帐房在离开绣花楼后 去了城外的庄子 什么庄子 李顾问 文成低了低头 是孙姨娘在的那个庄子 李顾的目光从书一到了文成脸上 他去那干嘛 文成脑子又往下滴了些 天色有些暗 小的怕被发现也没敢跟太近 只看到那帐房见了一个女子 说了一些话 一个女子 木书云看向文成 细说说 是个什么样的女子 文成吞了口口水 他觉得自己 好像撞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 一个笑似孙姨娘的女子 是就是 哪来的什么笑似 木书云冷声道 那帐房见了孙姨娘 两人说了大概一刻钟的话 期间孙姨娘差点摔倒 那帐房扶了一把 文成把看到的圆圆本本说了出来 李顾听后脸都黑了 你下去吧 继续盯着那个帐房 是 文成连忙退出去 卵儿拜托了 那帐房什么事 那帐房竟然大晚上的 去找了孙姨娘 木书云道 这孙姨娘也是不知避讳 怎的大晚上和陌生男人见面 还拉拉扯扯的 像什么样子 李顾把书扔到桌子上 脸色黑的仿佛锅底 木书云见了 在心底冷笑 不过听文成那话 估计他们早就该认识 也不知孙姨娘 到底给轮儿下了什么迷魂药 竟能让轮儿把她的人 招进我的绣花楼里 我粗粗看了便账本 自这个赵账房来之后 得有上千两的银子对不上 这其中或许有什么误会吧 冷血不是这种人啊 李顾下意识 替孙冷血辩解 木书云眸子又冷了几分 嗯 对他不是这种人 我有件事没和你说 你那冷血刚去庄子 就寻死密活说管事的轻薄他 我查证后发现 是他给管事的下了药 为了他和你的名声 我把这事给按了下来 把那管事的调去了其他地方 我生怕他在做出什么 毁了自己清白的事 我把庄子里所有男人都赶了出去 不许他们进入内宅 搁在别家里 一个妾室污蔑主母 还和管事私混 我便是一根白绫 直接了结了他 官府和宗族都不能奈我何 可我想着 那是你的青梅竹马 也算是老太太的外甥女 还是唐儿的姨娘 我便饶了她 可她若是想带坏我的卵儿 这我绝不能同意 穆书云历声道 卵儿马上急急 文姓后夫人已经向我透露了意思 急急后就要来下聘了 可卵儿最近诸多反常 怕不是都和你的冷血有关 定是你那冷血故意挑拨 让卵儿做出那么多蠢事 差点毁了自己的名声 她是不是以为我的卵儿倒下了 她的堂儿就能够得上那些好轻视了 李姑想到李清鸾最近做的那些事 的确很离谱 难道真的是孙冷血交唆的 也是 穆书云总不可能让自己的女儿做这么蠢的事 卵儿又一向大放得体 如果不是被人叫唆 难道会自己干这些既蠢又恶毒的事 是信自己青梅竹马的爱妾 还是自己最疼爱的出色女儿 李姑纠结了 穆书云见李姑眉头紧锁的模样 在心里翻了一个白眼 我先睡了 李姑坐在太世以上思索了半天 让文姓找了几个可靠的人 连夜去了庄子监视孙冷血 孙冷血在听到孙文正的传话后 心全乱了 前婆子估计已经背叛了他 把事都告诉了李青棠 所以李青棠回来后才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不过从李青鸾的话 和李青棠回府后的表现来看 李青棠并没有别的证据证明这件事 所以他一直没有和其他人说 所以现在只要除掉前婆子就好了 这样李青棠唯一的证据都没了 其实就算有前婆子的口述又如何 前婆子也没有实际证据证明 李青棠不是他的女儿 他给前婆子的信都是让赵嬷嬷写的 收信地址还是绣花楼 苏州的刺客都是前婆子联系的 而那些路上截杀的刺客也没见过他 怎么样也不会和他有关系的 孙冷雪一边安慰自己 一边暗骂前婆子这个叛徒 当初前婆子来信说刺杀成功 他起初也觉得自己不太对 但前婆子在信里说 自己的手在刺杀中受了伤 因为各种暗号都对得上 他就信了 现在看来 只怕那个时候前婆子就已经叛变了 他必须除掉前婆子 便是没证据 也不能让他把话说出来 免得惹来猜忌 再让穆书云查出什么就不好了 侯府的侍卫已经出发了 虽然已经让自己的堂弟 去找人截杀前婆子了 但他还是觉得不放心 上次就被李清堂给活着回来了 这次他得做两手准备 前妈妈接到李清堂的信后 麻木的脸上出现狂热的神情 小姐终于要来接我了 还求了侯府的侍卫来保护我 小姐果然心里一直装着老奴 说着前妈妈还流下了热泪 这次回去 我定揭开孙姨娘那个小贱人的脸皮 让所有人都瞧瞧 那是个什么黑心肝的脏东西 好好给小姐出口气 第二日 李清堂照例先去给穆书云和老太太请安 然后再用早膳 早膳过后 林峰牵着一匹雪白的马走了进来 小姐 这是穆公子给您的马 李清堂见到这匹马 笑得合不拢嘴 一会我们就去骑骑试试 李清堂换了一身水红色的旗服 牵着白马来到李和峰的练舞场 今日李故休目 难得的没有出门玩乐 用过早膳便在院子里溜达了起来 想起即将到来的春日宴 李故兴致大发 决定去练舞场练练骑舍 当他走进练舞场的时候 就听到了一声清脆悦耳的架 他走入练舞场 就看见一个红衣少女 骑着一匹白马 绕着舞场奔跑 李清堂熟悉了马之后 就忍不住想要马跑起来 虽然跑得不快 但这种自己驾着马奔跑的感觉 还是他人生第一次体会 他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自由 这时他看到了舞场边的李故 他兴奋地挥了挥手 跌跌 阳光逆着李清堂照来 距离有些远 让他的身影不甚清楚 但李故却想起了那年的江南 当时的穆书云也是一匹白马 一身红衣 笑容艳艳地撞入他的眼中 随着李清堂的走近 李故记忆的钟脸开始重叠 那一年他刚十八 被母亲催婚催得头疼 为了不再相看 他便偷偷跟着父亲下了江南 仅由太湖时 他看到了仙衣怒马的穆书云 也是这个季节 风雨阳光都刚刚好 白马上的穆书云明媚张扬 那真是芙蓉如面 见之忘俗 年少的艾如炽热的火 焚得他头脑发热 不管不顾的 就这么追着他三个月 最终把人娶回了家 爹爹 您在想什么呢 李清堂起码来到李故的面前 在习素的搀扶下 下了马 李故这才回过神 没什么 你和你娘很像 他们都说 我长得像爹爹你年轻的时候 还是第一次听有人说 我长得像孙姨娘 李故下意识想说 像的不是孙冷雪 而是穆书云 然后才发觉 好像哪里不太对 李清堂怎么可能像穆书云呢 李故揉了揉眼睛 他应该是被这红衣 和白马所迷惑了 他再次看向李清堂 别说这堂儿 还真的有点他年轻时候的样子 尤其这双多情的桃花眼 当时穆书云 就是被这双眼睛迷住的 你是长得很像为父 李故道 李清堂笑着道 都说女儿向父亲有福气 看来女儿会是个有福气的 李故听后笑了起来 嗯 我的堂儿都得到了太后的赏赐 可不是个有福的吗 李清堂笑得开怀 主要是父亲生的好 李故被李清堂奉承得很是满意 听说李清堂要和御安郡主打马球 主动交起了他骑马 李清堂听到李故 在练武场 亲自教李清堂骑马时 抄了一半的心惊 被墨汁染黑 他气得揉成一团 这个小贱蹄子 李故都没教过他骑马 既然教李清堂骑马 跟我去练武场 李清堂起身 说完后转念一想 去准备点银子 日头这么大 父亲该是会渴的 李清堂上掩着争宠的戏马 慕书云去了铺子查账 慕生带着一个穿着粗布衣 双鬓已经生出白发的憔悴女子 来到慕书云面前 大小贱 您要的带到了 慕书云看着面前这个 看着比他还要苍老许多的女子 试探着问道 脆眉 女人一听到这个名字 就哭了起来 小姐 小姐是奴婢啊 好好的哭什么 奴婢这些年过得苦啊 脆眉坐在地上 嚎啕大哭地讲述着 她这些年的遭遇 怎么会如此 你出价时 我还给了你一百两的天桩 你那夫君还是读书人 怎么会过得这么艰难 开始是好的 可后来因为屡事不中她 便染上了酗酒的毛病 之后又染上了毒瘾 您给的那些银子 和我这些年积攒的家业 没几年 就被她挥霍一空 后来因为没钱还债 被人砍了一只手 便再也读不了书 也写不了字 我只能每日出去做工 养活一家几口 脆眉一边说一边哭 小姐 脆眉这些年好苦啊 穆书云听后 眉头皱了起来 当初我就不同意 你嫁给她 那人面相就不是个好的 我错了 我当时也是被她 甜言蜜语哄骗了 脆眉哭着认错 我有件事要问你 你要如实回答 看在你我主仆 一场的份上 我会帮你合理 也可以让你在穆家的铺子里 做活养活自己 穆书云道 小姐您问 脆眉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脆眉一听 眼睛亮了起来 连忙道 十五年前秋阳山 我生孩子的那一夜 那孩子出生后 有没有离开过你的视线 穆书云看着脆眉问道 脆眉听到秋阳山三个字 就有些慌 但很快稳住了心神 没有 真的没有 穆书云问 过了这么多年 你连思索都不用思索 脆眉一梗 做出思考的样子 奴婢仔细回忆了一下 那一夜 袁嬷嬷把孩子交给我后 我一直看着 中间有人说 您出了事 让我赶紧去找侯爷 我怕你有什么好歹 就连忙出去了 但后来觉得 不能放小姐姐一个人在屋子里 就又很快就回来了 你回去后 有发现什么不对的吗 穆书云问 没有 你撒谎 穆书云眸子冷了下来 所以是你换了我的孩子 穆盛 把他给我押入顺天府 穆书云大手一挥 脆眉连忙磕头认错 小姐我错了 我错了 我如果说实话 您能饶了我吗 这件事真的与我无关 你说 这次你但凡有一个字撒谎 你该知道后果的 奴婢不敢 奴婢不敢 脆眉眶眶地磕着头 那天我刚出门没多久 就遇到了脆桃 因着不放心小小姐 我便让她去找侯爷 自己又回到了屋子里 我一回屋子 就发现孙姨娘院里的赵婆子在门口 我刚想问她在干嘛 她就跑走了 我担心小小姐 便也没去追她 直接进了屋子 小小姐还乖乖地躺在床上 只是强保有些凌乱 我打开仔细检查了一圈 没看出小小姐身上有什么伤 这时小小姐醒了再哭闹 我哄了她一会 她就睡着了 没多久 袁妈妈就回来了 我离开前后 才不到一盏茶时间 我怕袁嬷嬷骂我 便没有说 脆眉哭着道 小姐 孩子真不是我患的 真的与我没有关系 那你刚刚为何要隐瞒 因为那赵婆子 给了我五十两银子 让我不要说见过她 脆眉道 那赵婆子解释说 她没有伤害小小姐 只是想看看 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罢了 然后你就信了 沐淑云冷眼 这个自己这个曾经的大丫鬟 你可是从沐家就跟着我的 竟然为了区区五十两银子 就背叛我 奴婢错了 奴婢没想到 赵婆子会做出这种事 奴婢知错了 奴婢这些年 已经得到报应了 邱小姐饶了奴婢这一次吧 奴婢愿意为小姐作证 邱小姐 看在奴婢伺候了小姐 那么多年的份上 给奴婢一个赎罪的机会 翠眉科的脑袋框响 给你一个机会 这几日 你就好好住在这里 若你表现得好 等事情了 我依然会帮你和离 谢小姐 谢小姐 自从大日 在绣花楼撞到沐淑云和李固后 李青鸾一直乖乖在府里 不是给老太太抄金 在李固和沐淑云面前卖好 就是在院子里看书 见到李青堂 也是客客气气 做了糕点 还会特意让人送到望春轩 好像一切又回到了之前的模样 她还是那个知书达理的李青鸾 经个是十五 是一家人在一起吃晚饭的日子 吃完饭后 穆书云道 明天就是文姓侯夫人办的赏花会 你们姐妹三个一起去吧 母亲 金盖郡主说明日要带我进宫 说是太后娘娘想见我 女儿恐怕参加不了明日的赏花会了 李青堂道 李青鸾厅后面上带着笑 放在桌下的手 已经狠狠搅在了一起 既如此 你明日就随郡主进宫吗 穆书云道 宫里规矩多 你得谨慎这些 万不能冲撞的贵人 老夫人叮嘱 孙女明白 第二日 李青堂随玉安郡主进了宫 太后娘娘又得了一幅心话 但不是戒谜居士的 李青堂从自己的观点品鉴了一番 又和太后娘娘聊了一会佛法心得后 画链闹着无聊 听说御花园里心移栽了几株特别名贵的花草 于是吵着要去看 太后娘娘经不住画链的撒娇 让身边的大宫女带着两人去了御花园 画链轻车熟路的 一边走一边 给李青堂介绍着御花园的各种景观 李青堂是个非常捧场的听客 灵儿姐姐也太厉害了 这都知道 那是 也不看到我是谁 画链很是骄傲 李青堂也是第一次见这么多名贵的花草树木 虽然他已经见过牧家在苏州的园林 但这宫里的御花园的确非同凡响 处处都彰显着皇室的风范 一株牡丹都要好几个人伺候着 真真是比人还金贵 两人走着走着 就听到一阵浅浅的哭声 然后就看到一个粉雕玉珠的女娃娃 站在假山边流眼泪 那不是玉儿吗 花链见状快步走了过去 玉儿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 你的丫鬟呢 怎得好好的还哭了起来 是谁欺负你了 苏六玉看到花链后 委屈巴巴地扑进了花链的怀里 链儿表姐 我衣服破了 好端端的衣服怎么还破了 花链看着哭的眼泪鼻涕 一起往下流的小女娃 有些手足无措 我和她们玩捉迷藏 我藏这个假山里 结果衣服被刮破了 这可是我最喜欢的衣服 苏六玉抽着鼻子 这是我读书读得好 父皇赏我的料子 我才穿了一次 那就让你父皇再赏你一次呗 不嘛不嘛 我就要这个嘛 就要这个嘛 苏六玉跺着脚 哭得脸都红了 李青棠看了眼花铺的裙子 蹲下身子 拿出手帕 替苏六玉擦眼泪 殿下喜欢蝴蝶吗 苏六玉点了点头 喜欢 那臣女在这衣服上 给殿下绣几只蝴蝶可好 保证绣完这裙子跟新的一样 真的吗 苏六玉渐渐止住了眼泪 当然是真的 臣女信佛 不骗人的 不信你问你的铃表姐 苏六玉看向华铃 华铃又看向李青棠 见李青棠给了他个放心的眼神后 他才拍着胸脯开口 当然 这可是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从不骗人 那那你绣吧 很快就有人把东西准备好 华铃这还是第一次见李青棠刺绣 小声问 你还会这个 李青棠穿好线点了点头 我的绣迹不比 我的画迹差 苏六玉的裙子上绣的是芙蓉花样 李青棠在划破的地方 又绣了一个花枝 并加上了两只栩栩如生的蝴蝶 哇 苏六玉看着上面的蝴蝶 偏然欲飞的蝴蝶发出惊叹 真好看 就像真的一样 李青棠收好最后一针 笑着看向苏六玉 殿下要不要站在阳光下试试 站在阳光下 会有不一样吗 苏六玉歪着脑袋问 李青棠卖了个关子 殿下试试就知道了 苏六玉换上裙子 来到阳光下转了几圈 裙摆飞扬 那蝴蝶的翅膀 好像也跟着在扇动 殿下 那蝴蝶好像活过来了 苏六玉的大丫鬟惊呼 真的吗 苏六玉低头 真的 真的 那蝴蝶好像真的在花上起舞 画铃也觉得不可思议 他拉着李青棠的手 糖儿你是怎么做到的 只是加了些金丝银线和珠子而已 李青棠道 有光泽金丝银线和珠子 有规律地混在绣线里 在阳光下 随着裙摆的转动 就会有这种效果 不是什么值得惊叹的技术 就这还不惊叹 画铃一副看怪物的样子 看着李青棠 我看宫里的绣娘 都没你这种技术 你也太厉害了 你简直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厉害的 画铃给李青棠 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李青棠有些不好意思 刺绣和绘画其实差不多 我只是把一些绘画里的技法 加在刺绣中 论技术 我肯定是比不上宫里的绣娘 只能说是多了些巧思罢了 苏柳玉高兴地 再跑了好几圈才 气喘吁吁地回来 姐姐你好厉害 你叫什么啊 臣女李青棠 青棠 苏柳玉笑起来 你这名字和女人一样好听 谢殿下夸奖 婉月 把我最喜欢的那个花骨 拿给这位青棠姐姐 是 殿下 青棠姐姐 这可是我最喜欢的花骨 我可是忍痛隔暗 苏柳玉露出心疼的表情 姐姐 月儿不仅喜欢蝴蝶 还喜欢喜鹊呢 看到苏柳玉这副可爱的样子 李青棠笑着道 那下次进宫 姐姐给你带个 绣着喜鹊的帕子可好 一言为定 苏柳玉听后 立马伸出小手 我们拉钩 好 李青棠伸出自己的小指钩 在苏柳玉的小指上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从宫里出来的这一路上 花铃的表情不太好 李青棠问道 姐姐怎么看起来不太开心 花铃嘟着嘴 真是难为你 还能看出来我不开心 听这话 姐姐是因为我才不开心的 李青棠侧着头 看着花铃的脸 我想着 也没做什么惹姐姐不开心的事 难道是因为玉儿 花铃哼了一声 你倒是一点不见外 刚认识多久啊 就一口一个月了 李青棠见花铃 这副有些吃味的模样 故意道 原来姐姐这是嫉妒了 我嫉妒 花铃被戳中心事 突然放大了音量 我有什么可嫉妒的 我还能吃一个八岁小丫头的醋 哦 我本来怕姐姐觉得我厚四薄笔 还想着问姐姐 喜欢什么 也送姐姐一条帕子 现在看来 该是不用啊 不成 你必须送我 还得送我一个 比玉儿更好的 李青棠笑了起来 打趣道 姐姐不是不吃八岁小丫头的醋吗 好啊李青棠 你现在都敢戏弄我了 李青棠拉住花铃的胳膊 轻轻摇晃 好姐姐 我错了 你就饶了我这次吧 饶你也成 但你得给我秀个好的 得比给玉儿的更好 花铃道 好 你说什么都好 谁让你是我最好的玉儿姐姐呢 你呀 可得谢谢你娘 给你生了这么张好看脸 一般人这么撒娇我 可是不会原谅的 天气渐热 我给姐姐绣一把团扇吧 就绣血团怎么样 成吧 李青棠一回来 就发现 家中喜气洋洋 所有人都在花厅里 围着一盆牡丹花观赏 李青棠一见李青棠回来 笑着开口 姐姐回来了 快来瞧瞧 这可是难得一见的筋骨春情 的确好看 李青棠看后评驾道 这是二姐姐在赏花会上 斗诗迎回来的 李青棠开口道 二姐姐今日可是大放光彩 估计这会儿 二姐姐那几首诗怕诗 已经传遍京城了 哪有 不过是几首平常的诗作而已 能夺魁 主要是大家给面子罢了 李青棠谦虚道 李青棠见穆书云坐在椅子上 神色淡淡 于是开口 既然大家都在 刚好可以尝尝太后娘娘赏我的糕点 李青棠看向婉青 拿出来给大家分分 中午用膳的时候 太后娘娘见我喜欢这栗子糕 便让膳房又给我做了份 我一人也吃不了这么咸 大家都一起尝尝吧 李青棠招呼道 太后娘娘还让人带着 我在御花园转了一圈 这御花园果然非同凡响 金丝灌顶 锦杖芙蓉开的 那叫个花团锦簇 真真是好看极了 那琉璃花市里 还种着金花牡丹 据说娇贵得很 光是打理她的太监 就有十数个 十二个时辰 都有人精心呵护着 金花牡丹确实少见 看来太后娘娘很喜欢糖 穆书云露出笑脸 这要是多亏了 灵儿姐姐的福 李青棠道 对了 我今日还看见二公主了 真真是可爱极了 还叫我青棠姐姐 说我名字好听呢 哦 你还见到二公主了 老太太开口 嗯 逛御花园的时候偶遇了 二公主还赏了 我她最喜欢的花骨呢 李青棠笑着道 二公主还让我经常进宫 找她玩呢 李青鸾看着李青棠三言两语 就把话题和属于她的风采都转走 好容易才稳住了心态 那真是恭喜姐姐了 二公主作为圣上最小的女儿 很是受宠 姐姐可是要小心这点伺候 李青棠笑了 妹妹这话可不该对我说 公主身边伺候的人数不胜数 哪里用得上我 好了 今日你们都辛苦了 早点回各自院子里休息吧 老太太起身离开 老太太离开后 穆书云也离开 这两人都离开了 李青鸾也没什么继续演的必要 倒是我小瞧了你拍马屁的功夫 你小瞧的 等着吧 钱妈妈没几日就要回来了 李青棠语气轻松 妹妹 你好好珍惜现在的日子吧 李青鸾神色没有之前的慌张 反而有了几分看戏的模样 姐姐说的这是什么话 钱妈妈回不回来 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有什么珍惜不珍惜的 李青棠听这话知道 估计孙姨娘已经派人去了 她等着可就是这个 那就到时候看吧 李青棠道 我累了 先回院子了 李青岩听着这二人的话 心下皱眉 她这两位姐姐似乎有点奇怪 她们好像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 而这个秘密似乎还很大 大到可以撼动李青鸾的位置 回到院子 李青鸾一反刚才的自信 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孙姨娘应该可以解决的 调钱妈妈的吧 李青棠那副自信满满的模样 让她有些动摇 她得再去问问孙文正 还得想办法让孙姨娘赶紧回来 眼下府里没有能用的人 这让她心里很是没底 而且有孙姨娘在 一个孝子还可以押住李青棠 李青鸾故意在老太太和李姑卖好 然后有意无意提起孙姨娘的种种好 以换回老太太和李姑 对孙姨娘的怜惜之情 然而把李青鸾的一举一动 都告诉了穆书云 棠儿 你想如何 穆书云问 那就让她回来吧 李青棠道 接下来的 也必须要孙姨娘在现场 才好演得起来 第二天 李青棠去老太太院子里请安 李青鸾也在并且带着一碗莲子羹 之前听孙姨娘说过 您喜欢这个 于是我特意做了一碗 味道肯定是没有姨娘做得好 还望祖母不要嫌弃 老太太品了一口 味道不错 卵儿有心了 妹妹竟还喝过姨娘做的莲子羹 真好 我都没喝过呢 李青棠道 祖母 最近姨娘给女儿写了很多信 她说 她想我了 孙女马上就要急急了 这是女儿家一生重要的时刻之一 祖母 我想让姨娘回来 参加我的急急礼 您看成吗 老太太撵着佛珠 缓缓道 此事我说了不算 你去问你母亲吧 如果她同意了 我自然不会反对 老太太这么说了 李青棠便故意找了个李青棠和李顾 都在的时候 说了想接孙姨娘回来的事 穆书云并没有松口 李青棠见李青棠主动开口了 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便也开口 姐姐这也是出于一片孝心 既然孙姨娘已经认识到错误了 马上又是姐姐急急的日子 女儿家一辈子可就这一次 就当是看在姐姐的面子上 让孙姨娘先回来吧 你倒是替她说话 穆书云看了眼李青棠 似有不满 李青棠见状连忙笑道 我只是心疼姐姐罢了 求父亲 母亲 看在女儿离家五年的不义份上 让姨娘暂回吧 姨娘在庄子里也是撕过 不如让她先回家庙撕过 等级机里过了 再有母亲发落 李青棠恳求道 穆书云叹了口气 那就看在你的面子上 让她先回家庙里撕过吧 谢母亲 李青棠满眼的感激 叩谢穆书云 李青棠在心底冷笑一声 骂李青棠是个傻子 父亲 我昨日收拾行囊的时候 找到了一幅 师父早些年送我的话 不如您 下次休幕的时候 咱们也办个赏话会 李青棠提议 李姑一听 立马激动了起来 好啊 好啊 唐儿 那话呢 父亲若想看 那我让人送来 不必 我同你一起回去 李姑道 这天马上要下雨了 让大师的话临到雨 可就不好了 李姑赏完话 回到金医院 脸上带着笑 嘴里不住念叨 好话 真是好话 穆书云已在贵妃榻上 不着痕迹地白了一眼李姑 你回来得正好 文成来了 把那个账房的资料 和最近几日的动向都带来了 说吧 李姑坐下喝了口茶 看向文成 文成把手里调查到的资料 递了过去 侯爷 您还是自己看吧 他怕说出来后 李姑接受不了 再把气发在他的头上 李姑拿出一看 脸色立马黑了下来 这个叫赵文斌的账房 真名叫孙文正 是冷血的堂帝 李姑一看这个关系松了口气 原来是堂帝 他之前还真怀疑过 孙冷血是不是给他戴绿帽子了 穆书云见李姑那模样 就知道他心里想的什么 拿过信息看了一遍 这个孙文正 既是孙姨娘的堂帝 为何要隐姓埋名 来到绣花楼 还和卵儿不清不楚的 难道有什么见不得人事 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孤身一人 被穆书云这么一说 李姑表情又严肃了起来 穆书云又翻看着孙文正这几日的行程 见完孙姨娘 他就去了二道巷 卵儿昨个 怎么又去见他了 二道巷是哪 有什么问题吗 李姑有些不解 文成答道 二道巷是北外城的暗巷 据说里面竟是些见不得人的声音 李姑皱眉 他去那干什么了 那里太复杂 小的面生 近去容易被发现 所以 只敢守在巷子外 文成道 去二道巷 肯定不是为了什么好事 这个孙文正肯定有问题 穆书云道 只是我想不明白 卵儿为何 非要雇佣这个孙文正当账房 还对着孙文正贪末银子的事视而不见 莫不是 穆书云深吸一口气 带着惊恐地看向李姑 二郎 那孙文正长得周正 三十了还未娶妻 不会是对咱们卵儿 不可能 李姑摇头 咱们卵儿怎么可能看上区区一个账房 文姓侯世子 和李部尚书的小儿子哪个 不比那孙文正好一千倍 一万倍 咱卵儿是瞎了眼 会看上这么老东西吗 但 但那人若是使了什么下座手段呢 穆书云道 这才几日啊 卵儿就私下与这账房建了两次 之前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两人还不一定建了多少次呢 最近卵儿还有意无意地提起孙姨娘 刚刚你也看到了 卵儿之前还要毁了唐儿的脸 可眼下竟然帮着唐儿为孙姨娘求情 这一件件事 难道不奇怪吗 这些事细想起来 的确很奇怪 可可李青鸾 怎么会不喜欢那些青年才俊 而喜欢一个都快能做他父亲的人 会不会有什么其他原因 除了这个原因 你还能想到 神妖卵儿这么帮孙姨娘的原因 他堂堂一个嫡女 有什么理由去巴结讨好一个姨娘 穆书云道 搞不好就是这孙冷雪 故意把这人安排到卵儿身边 冷雪不是这种人啊 穆书云冷笑一声 他不是这种人 所以 卵儿是自己喜欢上孙文正那个老男人的 卵儿可能和孙文正 不是我们想的那种关系 不是那种关系 那他们为何屡屡私下单独见面 卵儿上次不是说了 查账吗 孤男寡女连的丫鬟都不带着 哭哭啼啼的查账 穆书云道 那日你也不是没看到 那张本子在桌上就没打开 李故实在想不出 什么解释的理由了 不如把卵儿叫来问问吧 那日我们都撞破了 卵儿都没说实话 你觉得他现在会说 穆书云道 他还是个孩子不懂事 我们得从大人下手 我明天就派人把孙姨娘接回来 若孙姨娘坦然承认了 这孙文正是他堂弟 那或许还有的解释 若孙姨娘不认 那其中肯定有大问题 他们要真实联手算计 我和卵儿穆书云看向李故 若你到时候还偏袒你的爱妾 就别怪我不客气 不会 不会 不会的 李故被穆书云这个锋利的眼神 看得有些发毛 卵儿可是我的女儿 我也是想她好的 最好是 若因为你的偏袒 让卵儿被那老男人哄骗去 让他不能嫁进文姓侯府 那你就自己去给卵儿找新的亲事吧 不会 不会 我这就派人把那孙文正给绑了去 李故道 你若现在绑了 那孙姨娘肯定打死不会承认的 那你要怎么证明 你的爱妾是无辜的 李故一想 也是这个道理 那我再挑几个人看着那账房 你也再挑几个丫鬟看着轮 成吧 穆书云点头 对了 说到亲事 你给唐儿有物色合适的人选吗 李故问道 怎么 你有人选 你觉得静忠的小儿子如何 穆书云想了一下静忠的小儿子 是那个去岁中举的 对 就是他那小儿子静明达 虽然是树初 但与我们唐儿一样都是良切初的 李故道 重要的是 功成伯府家风优良 静忠又与我交好 这静明达十八岁就中了举 仪表人品都是一等一的 虽然日后继承不了爵位 但明达的学识 加上伯爵府的助力 未来官徒肯定一路亨通 待明年近世吉地 拉塔儿嫁过去 就是官太太 有咱的看护 还有郡主给她撑腰 定能在伯爵府过的书心 李故说完 发现穆书云看她的眼神 有些不一般 怎么了 我哪里说错了 没有 穆书云摇头 就是感觉你 难得办了件正事 穆书云这几日 也在给李清堂 打探各家士林的笛子 他看得上眼的 几乎都定清了 剩下的或多或少 都有点他不满意的地方 我 李故被穆书云这句话 顶得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那你什么时候 约着镜中的夫人 去庙里拜拜吧 嗯 晓得了 穆书云印象 这个静明达 他也的确听人说起过 除了不是笛子外 找不出什么毛病 一些人家 甚至有把笛女 介绍过去的打算 笛数虽然非常重要 但能力前途也很重要 十八岁就终举 便是中不了近世 也是可以做官的了 伯爵府的公子 便是以举人身份入仕途 那也会比很多 寒门出身的近世强得多 穆书云已经深刻体会 过了高价的痛苦 他不希望李清堂如他一样 他只希望李清堂 这一生可以快乐 孙姨娘见穆书云派人来接他回府 既开心又有些担忧 敢问管家夫人 为何突然要接我回府 自然是大小节为您求情了 真管家道 姨娘这是生了个好女儿 竟然是李清堂 替他求的情 虽然他给李清堂写了很多信 但如果李清堂已经知道了真相 那他不管写了多少信 李清堂应该都不会 替他说话的 难道前婆子没有背叛他 还是说 刺杀又失败了 前婆子已经回到京城了 不可能 时间上怕是来不及 而且 若真是前婆子回来说出实话了 那也不该是真管家 来这么客气地接他回去 孙姨娘满是疑惑地上了马车 思索了一路 傍晚时分 孙姨娘回到了侯府 直接从脚门 被送进了府内最偏远的家庙 这里的家庙 不是供奉祖先的地方 而是真的供奉佛像的院子 因为太后上佛 所以经中薰贵家里 大多都会建一个 里面放几尊佛像 家中有法事的时候 会请僧人来此做法 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置 夫人看在大小姐的面子上 才让你回来 姨娘就先在家庙里 好好反思吧 一日三餐 都会有人给你送来的 袁嬷嬷说完就带着人离开 还不忘把院门落上锁 孙姨娘恶狠狠地 看着和尚的大门 连侯府都回来了 区区一个家庙 还关得住她 小姐 孙姨娘回来了 习宿道 已经被关进了家庙 李清堂放下针线 收拾一下 我们去瞧瞧 小姐 您还去看她 婉青有些不乐意 那个黑心肝的玩意 哪值得您去看 是我求情让她回来的 总得让大家都知道吧 李清堂道 随便找点什么带着 显得我们心意满满 是 婉青虽不乐意 但还是点了头 李清团带了不少丫鬟 一路专挑人多的地方走 善雅见到个人 都要说上一句 李清堂有孝心的好话 就这么来到了家庙前 看门的婆子 看到了李清堂后 立马行礼 然后打开了门 李清堂一进去就哭了出来 姨娘 您受苦了 女儿好想您啊 孙姨娘被李清堂这一出 整得有些措手不及 姨娘 您不知道我为了让您回来 付出了多少努力 您看着这气色还不错 想来在庄子的生活挺如意的 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李清堂故意站在院子里说 本来正打算装病的孙姨娘 听到李清堂这话 表情立马不好了 但还是瞬间就哭了出来 我的堂儿 娘给你写了那么多封信 你一封都没回 娘还以为你不要娘了 姨娘 您慎言 您只能自称小娘 李清堂强调道 女儿好不容易才求来的恩典 您可不要再胡言乱语给丢了去 快把我给姨娘准备的东西拿出来 李清堂根本不看孙冷雪的脸 直接回头看向晚清吩咐道 同时给习宿使了一个眼神 习宿把门关上 隔绝了门外的视线 姨娘你能回来 二妹妹也出了不少力 你可得好好珍惜这次机会 好好对着佛祖忏悔 早日求的母亲的原谅 才算不辜负我和二妹妹的心意啊 李清堂笑得人畜无害 当时 是我太过担心你 所以才说错话 以后都不会了 孙姨娘还在眼 我自然是知晓的 毕竟哪有娘亲会派着自己女儿死的呢 李清堂笑着道 可只有我信不成啊 得祖母 父亲 母亲也信才行啊 不过姨娘也别担心 人在昨天再看 李清堂拉着孙孙姨娘的手 十分温柔 姨娘 你这些年对我的好 总有一天 所有人都会看到的 是 孙姨娘笑容僵硬地应付 她总感觉李清堂好像话里有话 时候也不早了 你能来看姨娘 姨娘很是感动 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也好 李清堂点头 刚好母亲要叫我看账 二妹妹之前闯祸 母亲便把绣花楼给收了回来 金个儿要看的 就是绣花楼的账 那么大哥铺子账本一定很厚 估摸着 这两天都不能来看您了 听到要看绣花楼的账本 孙冷雪的表情 有一瞬的慌张 那你快去吧 好好学本事最重要 您说的是 二妹妹最近不知做了什么 惹了母亲的猜疑 母亲还说 这要往她那送两个嬷�看着 我瞧着二妹妹最近也不太像话 您是不知她干了多少坏事 是该派人管教管教了 孙冷雪一听 脸色拉了下来 那是侯府嫡出的女儿 你再歪万不可再这么说了 我晓得的 李清堂笑着道 您这我看只有郑嬷嬷和春桃两个人 怕是不太够用 等过两天 钱妈妈回来了 我就求母亲让她来这伺候你 这么多年没见 钱妈妈肯定也很想你 李清堂离开后 孙冷雪看着李清堂的背影 目光冰冷如毒蛇般 如果不是为了换命格 她早就把这个小狐狸精给解决了 这小狐狸精也真是福大命大 竟然能躲过这么多捡 眼下 她这惺惺作态的模样 肯定是知道了什么 那钱婆子 竟然真的背叛了她 她就不怕她 把她儿子给做了吗 还有绣花楼的账 如果被查出账有问题 那孙文正的身份 恐怕会暴露 到时候就不好解释了 她得通知孙文正赶紧离开 离开前 得把钱婆子的儿子王氏给解决了 可她该怎么通知孙文正吗 这侯府不比庄子 这院门被锁 连春桃和郑嬷嬷都不好出去 他们的婆子 肯定是穆书云的人 也不好收买 此时能帮她把话传出去的 似乎只有轮儿了 而且这件事 她也得提前和轮儿打好招呼 不能把轮儿掺和进去 在孙姨娘想着 要如何通知李清鸾这件事的时候 李清鸾也在想 该如何见孙姨娘 问问钱妈妈的事 一日没有确定钱妈妈死 她就一日不安心 小姐 您怎么还主动提起绣花楼的事 您就不怕孙姨娘提前做准备 婉清担忧道 就是让她提前做准备啊 现在父亲和母亲的人 都在看着她和那孙文正 他们要是不动要怎么抓把柄 婉清一听 露出一个崇拜的表情 小姐 您真厉害 还好吧 主要是有名师指点 李清堂已经收到了柳福桑的回信 信里柳福桑又教了她许多 她如今已经可以把柳福桑教她的 和她看的孙子兵法结合在一起了 晚上李顾和穆书云正要就寝的时候 丫鬟来禀 说李清鸾去了家庙 鸾儿这大晚上去找孙姨娘 是为何 或许是路过 李顾道 现在都什么时辰了 她能路过家庙那地方 穆书云美目里发着怒气看着李顾 我就说是孙冷雪她蛊惑鸾儿吧 你还不信 说着她起身拉起李顾 和我一起看看去 夫人 我明日还要上朝呢 好 你不去 到时候 我把你那爱妾直接赶了出去 你可别回来怨我 穆书云说着便冲了出去 梅清拿着披风赶紧追上 李顾见状连忙跟了上去 依穆书云的脾气 是真有可能把冷雪给撵出去的 穆书云走到家庙门口的时候 看到了只带着一个小丫鬟的李清鸾 正要离开 李清鸾一转头 就看到了穆书云和李顾 吓了得差点没晕过去 母亲 父亲 你们怎么在这 穆书云冷冷盯着李清鸾 这话该是我们问你吧 你为何大晚上一个人在这 我只是晚上实在睡不着 想来福堂送会经 没想到孙姨娘会在这 所以正打算回去 李清鸾笑着道 父亲母亲也是来送经的吗 是你父亲想孙姨娘了 所以我陪他来看看 穆书云道 夜深露浓的就带一个丫鬟来家庙 你这孩子心也太大了 快回去吧 是 李清鸾见穆书云没有怀疑 松了一口气 但刚走两步又被穆书云叫住 不过软儿 昨个我可是当里面说的 今月要接孙姨娘回家庙的 你怎么忘得这么快 李清鸾整个人僵住 我只是李清鸾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紧张得冷汗直冒 这时家庙里突然传来惊呼 不好了 走水了 走水了 直接庙中冒出黑烟 李固连忙道 快 快去救火 随着家庙走水 众人忙着救火 无法顾及李清鸾 李清鸾长舒一口气 连忙回到自己的院子 因为火救的及时 只烧坏了孙冷雪居住的偏殿 孙冷雪也因为吸入了烟尘 还烧伤了脚 而晕了过去 被李固抱回了依兰院 李清鸾听了昨晚的事 冷笑了一声 果然够狠了 竟然直接点火烧自己 为了给李清鸾解围他 倒是豁得出去 不过倒是被他闯了出来 但是无所谓了 手里的证据已经足够了 有翠梅和钱妈妈的口供 还有孙冷雪刺杀他和钱妈妈的罪证 等钱妈妈回来 把他儿子王石叫上 王石可以证明 孙文正和孙冷雪的关系 也可以证明 钱妈妈和孙冷雪 的确有互通信件 只等三日后的赏话会了 很快 很快他就可以完成复仇了 孙冷雪晕了一天一夜 才悠悠转醒 然后就一脸病容地去跪了佛堂 说他犯了错 夫人不原谅他 他无法安心养病 结果又晕了过去 李固直接免了他的禁足 让他回了依兰院 好好养病 穆书云冷笑一声 没有再搭理过李固 一心筹备着即将到来的赏话会 李清堂为了感谢苏怀目送他的白马 特意做了一盒子点心 来了柳安相 你今天看起来心情不错 是吗 李清堂把点心一样一样拿出来 有这么明显吗 你那嘴角就没下来过 苏怀目见李清堂眉头舒展 神采飞扬 心情也不自觉好了些 前妈妈预计明个就能进京了 后天父亲和娘亲 都邀了很多人来府聚会赏话 表哥要不要一起来 李清堂带着期待问道 后天我有一个重要的声音要谈 恐怕不能过去 苏怀目道 你是想在那日拆穿吗 嗯 李清堂点头 那日文心后夫人和世子也会来 我想 文心后夫人 应该不能接受一个庶女 给自己做媳妇吧 那你就不怕她看上你 怎么可能 就算她看上我 她儿子也看不上我啊 从小到大 文心后世子都讨厌我 李清堂想起小时候的事 但凡和李清鸾有交情的人都讨厌我 苏怀目看到李清堂笑着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心抽疼了起来 以后不会了 我小时候会在意这些 但现在不会了 我现在已经有朋友了 李清堂笑着道 灵儿姐姐并没有因为我的出身嫌弃我 我还有婉青 习宿 扶桑姐姐 这些已经足够了 最重要的是 还有你 李清堂笑着看向苏怀目 苏怀目心头一颤 最重要的是 有她 这是什么意思 我 对 李清堂十分坚定地点了点头 还有你 娘亲 外祖母父 外祖母 舅舅 舅母我这辈子有你们就够了 苏怀目提到嗓子眼的心 在听到李清堂这句话后 又落了回去 对了 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苏怀目稳住心神开口道 什么礼物 还没到 等到了 我会让人直接送到你的府上 这么神秘 是什么啊 是一个人 人 李清堂露出一个古怪的表情 表哥 你不会是上次之后 给我物色了一个小白脸吧 苏怀目差点没被自己的口水呛到 你的脑子里 到底在想些什么 李清堂刚想反驳 母亲急匆匆赶来 公子 北面急报 我有些生意上的急事要处理 表妹你有什么需要 就找管家 表哥你去忙吧 不用管我 苏怀目走后 李清堂去骑了会辉影 辉影是李清堂给那匹汉鞋宝马起的名字 骑完马苏怀目还没有要回来的迹象 李清堂便先回了府 没想到在回府的路上遇到了宣王的小厮 拦住了马车 李大小姐请留步 我叫王爷有请一续 啊 李清堂一愣 是宣王殿下吗 是 小姐请这边来 李清堂并不想去 不知殿下找臣女何事 臣女的母亲还在家中等候 恐有不便 我家殿下说 不会耽误小姐太多时间 让小姐务必来一趟 小四加重了语气 小姐请不要担心 我家殿下就在这查射二楼 李清堂看了一眼近在直屎的查射 犹豫了一下 林雨你回去告诉父亲和母亲 我在这与宣王说点事 稍晚点回去 你们几个陪我过去吧 李清堂把能带的人都带了过去 苏怀潇看到李清堂满是戒备的进门 笑了 不要紧张 只是请你吃杯茶而已 不知殿下何故请小女吃茶 李清堂有些忐忑 苏怀潇不是知道他利用了他 所以来秋后算账吧 没什么 只是觉得 今日天气不错 正适合与你喝茶 苏怀潇举起茶杯 请 苏怀潇都喝了 李清堂也不好不动 于是拿起杯子 浅浅抿了一口 算了 不逗你了 苏怀潇见李清堂 仿佛如灵大敌的模样笑了一下 郑柿子在前头堵你呢 啊 李清堂吓得差点把茶杯打翻 不信你可以派你的小四去看看 李清堂是信的 因为苏怀潇没必要说这种谎话 所以殿下是特意在此处等我 也不能说是特意 只是我恰好路过了柿子 听到了他的话 又刚好想喝个茶 结果没想到遇到了你 苏怀潇笑着道 所以这大概是缘分吧 习宿低着头 暗暗翻了个白眼 呸 谢谢殿下 李清堂最近忙着 李清鸾和孙冷雪的事 差点忘记了 还有郑士雄这个家伙 上次的事没有厚文 他又进宫得了太后的赏赐 他还以为这就算完了 没想到这郑士雄还敢来 不必谢我 他能有今日这般胡作非为 与我母后的放纵也有关系 苏怀潇摇头 我也只能护你这些罢了 殿下能出言提醒已经足够了 这茶就由清堂请吧 茶就不必请了 不过我听说 侯府要办赏花卉 我这等了几日 也未收到请帖 不如李小姐请我看花去吧 殿下若想赏花 我直接派人把花送到府上便是 殿下不必亲自来一趟 怎么 你们侯府不欢迎我 李清堂连忙摇头 当然不是 只是那日人多眼杂 怕怠慢殿下 无妨 我只是去看花的 又不是去享乐的 哪来的怠慢之说 苏怀潇道 清堂妹妹如此推辞 是北安侯府不欢迎我吗 小女不敢 既然殿下想来 那我现在就回家 让人给殿下府中送个帖子 李清堂顺势起身 郑世子还在前面守着 你要怎么回去 这距离侯府不过两条街 我穿小路走回去 只怕你还走到侯府大门 就被他拦住了 苏怀潇道 这次他可是在你回府的 每一条路上都派了人 啊 李清堂没想到 郑世雄竟然做得这么绝 小姐 奴婢可以驾驶马车 帮您吸引走世子的注意力 您与婉青 可以直接从后门进府 习素道 他连你三妹妹 都敢肆无忌惮地羞辱 一个小丫鬟 如果落在他手里 你想 他会怎么做 这 李清堂想到上辈子的种种 他脸色发白 握着习素的手 不成 不能这么做 你们坐我的马车回去吧 他不敢动我的马车 苏怀潇道 这这不太合适 我可以去公主府找灵儿 让灵儿姐姐送我回去 李清堂突然想到 可是你现在去公主府 也会经过那条街 李大小姐不要多想 我只是 借你我的马车而已 我这茶还没喝完 还不想离开 苏怀潇举起茶杯道 那就谢谢宣王殿下了 李清堂几人 坐上宣王的马车 果然在回府的路上 遇到了郑世兄 李清堂刚从外面回来 正要进门的时候 看到了宣王的马车 往这边驶来 他心中暗暗期待 或许宣王是要来侯府的 当看到马车 真的在侯府门口停下的时候 李清堂的一颗心 都要跳了出来 他连忙整理衣服 收拾自己的发际 然后看向身边的丫鬟 我看着如何 小姐美极了 李清堂听后 遮着腰板 走到台阶下 马车缓缓停下 车帘打开 李清堂已经换上了 最柔美的笑容 在殿下两个字 即将要出口的时候 李清堂从马车里露出了头 怎么是你 李清堂的笑 一下子猙獰了起来 李清堂被李清堂这张脸 吓了一跳 妹妹 你吓死我了 你为什么会从宣王的马车上下来 李清堂没有搭理李清堂 在习宿的搀扶下下了马车 对马夫道 喂 李清堂见李清堂没有搭理 他镜子王府里走 他连忙追上想拉李清堂的隔壁 但被习宿挡住 你站住 李清堂喊道 李清堂停下脚步 他本不想在这关头多声势 但是李清堂先找上来的 我的马车坏了 正好遇到了宣王殿下 殿下不仅请我喝茶 还派人把我送回来 你说他对我这么好 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 不可能 李清堂被李清堂这句话 直接激得炸了毛 宣王怎么可能 喜欢你一个卑贱的庶女 李清堂奄然一笑 妹妹 还是反思反思自己吧 为何宣王宁肯喜欢一个庶女 也看不上你 他贴在李清狼耳朵边 小声道 抢了我的身份 还得不到男人的心 姐姐 你这是太没用了 这句话 李清堂是直接挑明了 他已经知道真相 他不演了 不远处的李清延 见到两人这剑拔弩张的模样 停下了脚步 他那大姐姐说了什么 竟能让他那向来端庄的二姐姐 失了分寸 虽然他一直都知道 他那二姐姐所谓的端庄 贤淑 只是伪装的好 但自从他大姐姐回来 他这个二姐姐 就像中了鞋一样的针对大姐姐 连这么多年的伪装都揭开了 李清延到底为什么那么忌惮李清堂啊 难道真的只是因为 那张脸 李清堂没有在搭理李清延 带着人去了精医院 把刚刚与宣王相遇的是说了出来 穆书云听后 派真管家把勤帖送到了宣王府上 养了几日后 孙冷血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但他还是装得很虚弱 每日还要装模作样地强撑着 给穆书云和老太太请安 每日都要哭上几声 为自己过去的措施忏悔 穆书云乐得看他演戏 反正过了明日 他就跳不起来了 孙冷血在外演了一圈戏 回到依兰院 春桃把熬好的冰糖燕窝递了上来 孙冷血搅动着燕窝 总觉得哪里不太得近看 心里慌慌的 难道是前婆子 那又失手了 他这边没得到消息 侯府派出去的侍卫也没消息 这种没消息 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孙冷血的忐忑 一直持续到赵嬷嬷回来 春桃 你去把我买回来的东西 归制归制 再盯着他们 把给姨娘的补品盾上 赵嬷嬷一回来 就直走了春桃 带春桃走远 周围无人后 他连忙关上门 姨娘我看到翠梅了 翠梅 孙冷血一下子没想起 这人是谁 是穆书云之前的丫鬟 邱阳山的那个 赵嬷嬷小声提醒 他 孙冷血一下子想了起来 他不是嫁人了吗 我们还给了他一笔银子 看着他跟着那秀才回了老家 对 他回来了 你确定那是他吗 孙冷血问 都过去十多年了 我刚开始在 街上看到也不确定 后来跟了他一路 肯定是他 他这么回来京城 孙冷血心惊 慕书云知道吗 我没敢和他搭话 我跟了他一路没见他 和什么人有接触 我见他进了客栈 就连忙回来了 姨娘 我们该怎么办 他住在什么客栈 孙冷血问 八方云急 八方云急 孙冷血一听 唰的一下站了起来 心下大叫不好 那是慕书云的嫁妆铺子 您别急 他或许只是 进京办事 然后住在了 那客栈呢 哪有这要巧 孙冷血不幸是个巧合 李清堂知道 难保他不会告诉慕书云 孙冷血思索一下 依他今天看老太太和李姑的反应 他们肯定还不知道 那就还来得及 去找文正 让他打探清楚 翠梅为何入京 然后把他送走 他若不走 那就直接处理了 孙冷血道 是 赵嬷嬷正打算去通知孙文正 孙姨娘又道 不 如果翠梅已经和慕书云说了 就收买他 让他反水 他这个人最是贪 是 小心点 慕书云不可能不派人看着他 别被发现了 姨娘放心 晚膳前习素负在李清堂耳边 小声雨了一番 李清堂眸光闪动 点了点头 好声安置 这一晚侯府的灯火彻夜未眠 第二日一大早 全府的人就忙碌了起来 这在打扫打扫 这在放两盆花 一会都机灵着点 炉子上的热水不能断 李姑吃了早膳 精神抖擞地换上新衣 带上玉佩香囊和班纸 也我今儿个看着不错吧 侯爷经个红光满面 定是会有好事发生 文姓熟练地拍着马屁 今天宣王也会来 还是主动问唐儿要的请帖 这搞不好啊 李姑做起了美梦 虽然清卵没了可能 但他还有清堂啊 清堂完全发扬了他的优点 全京城 不全钱国 估计也找不出几个 比他家清堂更好看的女子了 爱美之心人皆有知 宣王毕竟也是个男人嘛 李清堂今日穿了一身 红衣戴上了那套红宝石头面 细细化了妆 让本就精致的五官更加明念张扬了起来 而李清堂还是走一贯的清新脱俗才女路线 穿了一身月白色的裙子 头上戴着的也是清新典雅的白玉琉璃 宾客门陆续到来 李姑招待男兵穆书云招待女兵 小辈们在花园自己玩 长辈们则聚在一起喝茶聊天 李清堂正在和婉清 习宿交代今天的事宜 他还没出院门 华林儿就已经风风火火地闯进了望春轩来 没过多久 又有人直接来望春轩找他 清堂姐姐 李清堂一回头 只见苏刘玉站在不远处 身边跟了不少丫鬟嬷嬷 还有一个有些眼生的小姐 殿下 您怎么来了 我来瞧瞧我的喜鹊怎么样了 苏刘玉扑到李清堂身边 姐姐 你上次给我绣的蝴蝶真好看 他们都羡慕死我了 周从涵见过郡主 苏刘玉身边的女子给华林儿行了一礼 没想到你也会出门参加这种机会 华林儿道 本是不想来的 但母亲非要我来 说不来就不许我再去衙门 周从涵叹气 李清堂听到名字反应过来 这是周安最小的女儿 周昭蓉的小妹 也是一位难得的骑女子 已经十八了还未婚配 一心泡在金赵尹衙门的那些奇案里 听说还会验尸 所以 即便她家事好 长得也不错 但就是没人敢上门提亲 如果说经中有比李清堂在贵女圈 还不受待见的 可能就是眼前这位周小姐了 但李清堂却很崇拜这位周小姐 会破案 会验尸 多厉害 李清堂和周从涵打了招呼 然后让婉清把绣好的帕子拿了过来 殿下可还喜欢 苏柳玉拿着手帕来到太阳下 发现也会闪光后笑了起来 喜欢 喜欢 清堂姐姐真厉害 李清堂笑了笑 殿下喜欢就好 集会就要开始了 不若殿下随我去看看 马上精彩的就要来了 她可不想错过 李清堂让婉清先带着苏柳玉几人去玩 她先去给穆书云和各位夫人请安 清堂见过母亲 见过各位夫人 堂儿来了 穆书云热情招呼 今日穆书云也穿了一件暗红色的华服 两人都不约而同地画了花垫 连唇枝的颜色都相近 穆书云亲热地拉起李清堂的手 这是我女儿清堂 是贱迷居士的弟子 今天的画就是居士为堂儿画的 夫人 您这女儿长得可真好看 跟仙女似的 这眉眼真有您年轻时的样子 一位年轻的妇人夸赞 她身边另一位妇人连忙道 侯夫人 我这妹妹之前随夫家在外地做官 刚回京没多久 您别见怪 年轻妇人有些不解 她好像没说错什么 身边另一个妇人小声道 这不是侯夫人的嫡女 那年轻妇人一正 看了看李清堂 又看看了穆书云 这不是亲母女 这有什么好见怪的 堂儿本就好看 穆书云和李清堂 今日特意穿了同色系的衣服 还化了类似的妆容 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 他们长得像 穆书云笑得更加开怀 我家堂儿不仅长得好 佛法也是相当精通 连太后娘娘都夸赞了 真是羡慕夫人有这么好的女儿 在场的除了文姓后夫人外 并没有人见过李清堂的模样 之前都在说李清堂毁了容 丑陋不堪 没想到全是谣言 这要是丑陋 那这世上就没有好看的人了 而且 这李清堂和穆书云 真是有点像 李清堂在这听了一圈赞美后 化链在不远处挥手叫道 快来 穆书云见状拍了拍李清堂的手 堂儿 你去和郡主玩吧 那 女儿先告退 李清堂一出去 化链儿就拉住他的手 快来投壶 宫里的嬷嬷怕苏柳豫被冲撞 于是几人在小亭子里玩投壶 三人各位为主 苏柳豫在一旁吃果子喊加油 化链儿本以为 自己就算赢不过李清堂 也能赢个周从涵吧 但没想到 周从涵的投壶竟然也很厉害 不完了不完了 化链儿把箭矢一扔开始耍赖 咱们去看话吧 走吧 走吧 李清堂看着时间 前妈妈差不多也该来了 好 看话去吧 众人已经赏了一会 见李清堂来后 立马投来目光 唐儿 你给大家说说 李姑笑容满面道 他好久没被人这么奉承过了 心情甚好 说话的声音都爽朗了几分 那清堂就现丑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李清堂 周围的一切嘈杂都停了下来 李清鸾努力保持笑脸 不想露出极恨的表情 但下一刻他感觉 世界都要崩塌了 夫人 请夫人给老奴做主啊 前妈妈哭着扑倒在地 身后还跟着几个挂了彩的侯府侍卫 前妈妈这声泪俱下的一句话 直接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前妈妈那额头 还伸着血的绷带 和少了一只的手 带给众人太多震撼 尤其是女眷 议论声一下就响了起来 你这是怎么了 穆书云问道 孙姨娘买凶杀人 想灭老奴的口啊 前妈妈声嘶力竭道 请侯爷和夫人 为老奴和这些侯府示威做主啊 李故听到孙姨娘买凶杀人 这几个字后 觉得又可笑又愤怒 冷血胆子 最是小连只蚂蚁都不敢踩 怎么可能买凶杀人 太离谱 实在太离谱了 这是哪里来的疯婆子 竟敢闯进侯府胡说八道 快把人拉下去 前妈妈一听 连忙喊道 孙姨娘不仅离谋唤太子 还意图杀害大小剑 如今怕老奴说出真相 遂买凶杀人 郑国公府的人 可以为老奴作证啊 是他们把老奴 从刺客手里救下的 郑国公府 众人听到这个名头一惊 甚至连李清堂也惊了 郑国公府 可谓是前国的守护神 一门三江 守了北京二十年安稳 手握四十万重兵 皇帝甚至许了郑国公 可不摘配刀入宫镜 若说郑士雄有不敢欺负的 郑国公府的人给作证 随意把人拖走打发 倒是不成了 李清鸾看到前妈妈的时候 就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如今听到前妈妈 在大庭广众之下 把这话说出来 差点没直接晕过去 小姐 你没事吧 兰儿连忙扶住脚软的李清鸾 华林一听前妈妈这话 再看向李清鸾 从震惊变成嘲讽 李清鸾你 就是那个狸猫吧 华林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看向李清鸾 这时苏怀骁也刚好走了过来 李清鸾指甲都捏断了 努力保持从容镇定 硬撑着道 我 我猜不是什么狸猫 我从没在侯府见过这个人 莫不是哪里来的骗子吧 众人眼神交汇 此处无言胜有言 想看好戏的眼光 在空气中各种碰撞 买凶杀人 灭口 狸猫换太子 每一个词都劲爆的 让人血脉喷张 每一个词 都是今天的八卦 家中有些琐事 惊扰了诸位 府中略备了些薄酒和菜肴 望诸位见谅海寒 我与侯爷先失陪片刻 穆书云落落大方道 真管家 把精灵十一春抬上来 请诸位贵客品尝 精灵十一春是什么 苏刘渝问道 周从涵道 精灵十一春是酒 一杯酒一两斤 千斤买醉不复毁 穆书云用酒安抚了众人 带着前妈妈来到了不远处的屋子 大家虽然有好奇 但几杯千斤酒下肚 便一个个忘乎所以 毕竟这精灵十一春 可是当世上最烈的酒 文姓侯夫人有些坐不住了 当当那个婆子说的话什么意思 之前开口说话的年轻妇人 与身边的妇人小声道 我就说 我的眼睛没问题吧 那位大小姐 就是比那二小姐 长得更像侯夫人 没想到侯夫里 也能有这样的事 嘖嘖嘖 文姓侯夫人听着这话面色不渝 难道李清堂是嫡出 李清鸾才是那个树出 如果这是真的 那她回去可是得好好和侯爷说说 堂堂文姓侯府 不可能要一个树出的丫头 做世子夫人 即便是她家 娼儿喜欢也不成 进医院内 钱妈妈和侯府的受伤侍卫 跪了一地 穆书云 李顾和老太太 坐在太师椅上 李清堂和李清鸾站在身侧 等了一会后 孙姨娘在春桃的搀扶下 也走了过来 看着人已到齐 穆书云开口道 人都到了 钱婆子你说吧 若有一句谎言 便是账毙 钱妈妈连忙表忠心 老奴绝不会说一个字的谎话 大小姐在苏州 和在回京路上遇刺的事 全是孙姨娘做的 老奴这有孙姨娘这些年 与老奴暗中往来的书信 可以作证 钱妈妈说着 把那些信送了上去 苏州的那次刺杀失败 大小姐心善饶了老奴一命 但孙姨娘握着我儿的性命 老奴实在没法子 只能如实告诉孙姨娘 没想到 孙姨娘竟在回京的路上 又派了刺客 钱妈妈举起自己那少了一只的手 老奴这手 就是被那群刺客砍掉的呀 钱妈妈恶狠狠地看向孙姨娘 孙姨娘她竟是想过和柴桥 她怕老奴回京后说出真相 于是想把老奴和大小姐一起杀了 钱妈妈这几句话一出 李姑和老太太 都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 孙冷学早就知道 今日李清堂会有动作 早已做了准备 柔弱地看向李姑 老太太 侯爷 你们是最了解妾身的 妾身平日里胆子小的 连蚂蚁都不敢踩 怎么敢杀人啊 再说 这钱婆子之前 可是夫人手下的人 妾身哪里来的本事 直使得动她 侯爷 空口污蔑妾身 您可一定要为妾身做主啊 孙冷学说着 眼泪就掉了下来 李姑心一下就软了 是啊 冷学不可能杀人的 连京城都没离开过几次 怎么可能认识 什么刺客呢 而且这信的笔迹 可不是妾身的 是这婆子在污蔑妾身 孙冷学哭得柔弱凄惨 看向穆书云 夫人 您平日里不喜妾身也就罢了 可也不能这么污蔑妾身啊 清堂可是妾身怀胎十月 好容易才生下的 那是妾身的命根子 妾身怎么可能想害她呢 呸 前妈妈对着孙冷学催了一口 你怀胎十月生下的 明明是李清鸾 你这个毒妇 嫉妒侯爷娶了夫人为正妻 于是调换了两位小姐 你知道 老奴因为夫人打断了老奴儿子的腿 而记恨夫人 所以 你让我陪大小姐去苏州 为的就是看着大小姐 错磨大小姐 在必要时 再帮你出了大小姐 前妈妈悔恨道 当初是我瞎了眼 听了你的蛊惑 我对不起大小姐 对不起夫人啊 你胡说八道 孙冷学捂着胸口道 你有证据吗 你挑这么好的日子 空口陷害 我让侯府沦为众人笑柄 到底是谁指使的 我是没有你 调换两位小姐的证据 但你刺杀大小姐和我的证据 我有 前妈妈道 侯府的侍卫都可以作证 那些刺客 已经被镇国公府的人生情了 他们已经招了 孙冷学身子微微发颤 但很快就镇定下来 他哭着跪下 夫人 您若是对妾身荡日的无心误会 还心存不满 大可以罚我跪祠堂 用不到用这种方式来污蔑妾身 前妈妈是您的人 这侍卫也都是您派去的 他们自然会想着你说话的 侍卫是老太太发话 让魏天亲自挑选带去的 你这话的意思是 老太太和魏天都被我收满了 我们三个一起污蔑你 穆书云冷声道 孙冷学没想到 人是老太太派去的 正想着该怎么解释的时候 穆书云又道 这心的字迹 虽不是你的 但我瞧着也是面熟 不如让赵嬷嬷来写两句吧 孙姨娘听后身子一颤 赵嬷嬷的孙子身子不爽力 我许了她嫁 一早便出府了 是吗 穆书云道 来人啊 去赵嬷嬷的房里 找 孙冷雪现在嬷嬷祈祷 房间里不要有什么不该出现的东西 然后哭得梨花带雨 侯爷 我好晕啊 你可知污蔑主子是什么罪 李顾看孙冷雪哭得这么可怜 怒道 你这一切的指证 都是基于孙姨娘调换了孩子的基础上才成立的 那你可有证据证明 孙姨娘调换了孩子 老太太开口 钱妈妈有些慌乱 她捕捉痕迹地看了一眼李青棠 这 我有 李青棠站了出来 我开始听钱妈妈说是孙姨娘要杀我的时候 我也是也不信的 于是我故意让钱妈妈和刺客一起给幕后之人去信 说我被刺杀成功了 想揪出派出刺客的凶手 我回来那日 大家都看到了 只有孙姨娘以为我死了 穿着一身丧服进门就哭嚎 指责 是母亲杀了我 敢问 如果女儿突然传来噩耗 大家第一时间不该是先确认尸体 再询问凶手吗 可姨娘连我的脸都没见到 就指正母亲 这难道不奇怪吗 李青棠道 李姑和老太太面色沉了下来 这的确是有些奇怪 可这件事实在太大了 他们也不能因几句话和猜测 就信了李青棠 但我还是对孙姨娘抱有了希望 可后来我发现 孙姨娘五年来 一位哭诉自己 在府中的生活不易 只在回来前 给了女儿五百两银子 和一根金钗 让女儿给父亲祖母和母亲买礼物 可我回府后才发现 父亲很是疼爱姨娘 母亲也从未苛待姨娘 姨娘屋子里 一个花瓶都上百两 吃的是血液 喝的是雨前龙井 可我的房间五年来 竟没人收拾打理过 灰尘之下 是与一兰院格格不入的寒酸 李青棠说着也红了眼睛 孙姨娘怕事 从来就没想过 我会活着回来 我又想去过去 她看似对我好 使得伤害我的举动 我不得不信前妈妈说的话 所以我派人查了十五年前的秋阳山 我找到了母亲当时的丫鬟翠梅 她说 她那日见到赵嬷嬷抱着一个孩子来过屋子 后来赵嬷嬷还给了她封口费 李青棠一听心底大惊 身子忍不住颤抖了起来 她小心看向孙姨娘 只见孙姨娘神色坦然 唐儿 我辛辛苦苦养了你这么多年 你竟然如此想我 还帮着外人来污蔑我 我真的好难过 孙姨娘哭着道 好 既然你找到了人 那就让她来当面对质 我孙冷雪深正不怕影子显 把人带来 翠梅被带了进来 她头都不敢抬 直接跪在地上磕了两个头 奴婢翠梅见过侯爷 夫人 抬起头来 老太太开口 翠梅抬起头 眼神中有些心虚 是翠梅 老太太身边的周嬷嬷仔细看了一回 确认道 说吧 你都知道些什么 老太太道 翠梅看了眼穆书云 又看了眼孙姨娘 闭上眼睛 在心里对穆书云说了句对不起 十五年前那晚 夫人和姨娘一起生产 当日夫人难产 便叫来了太医 孩子生下后 我一直在身边寸步为离 袁嬷嬷送完太医后 孩子就一直有袁嬷嬷看着 其中并未察觉有什么不对 听到翠梅这话 穆书云只觉得 胸口仿佛有团伙似的 你说谎 你当时分明不是这么说的 李清堂不敢置信地看向翠梅 翠梅不知为何说话的是李清堂 而不是穆书云 但不管是谁 反正她收了银子 只要按照约好的说便是了 奴婢是夫人的丫鬟 夫人待我不薄 我不能说谎骗她 李清堂就是夫人的女儿 翠梅说完后 孙冷雪在心里暗笑 还想和她斗 那日孙文正许了她八百两银子 她就把所有事都说了出来 还答应 今日会帮他们做伪证 眼下唯一能证明换孩子没了 她倒要看看 对方拿什么说事 证明不了调换了孩子 那她杀害李清堂的动机就不成立 堂儿 姨娘知道自己没本事 作为输出的女儿 你受了太多委屈 你不想认姨娘 姨娘是可以理解的 但你不该贪图 那不属于你的位置 孙冷雪红着眼睛看向李清堂 堂儿 你先设计我 然后又在这样的日子里 让前婆子闹事 在那么多人面前 捏造这等害人听闻的丑闻 你这要将我 将你二妹妹 将侯府上下置于何地啊 你怎么会能想出这么恶毒的法子 来毁你二妹妹的名声 我听说你二妹妹曾对你做了些错事 但她已经知错 道歉 也受了惩罚 你为何还要这么害她 我以为把你送去冠礼 是修身养性 没想到竟让你变得这般恶毒 又心机深沉 孙冷雪捂着胸口哭道 都是我的错呀 是我没教好你 才把你变成这个样子 见状李清阑也趁机哭着站出来指责道 姐姐 你怎么能这样 身为嫡女 又不是我的错 你便是嫉妒我 也不该在这么多人面前 让前婆子诬陷我 以后我可怎么见人啊 若大家听了风言风语 真以为我不是母亲的女儿 那那我这辈子 可就被你毁了 以后哪还有人家会要我 祖母 父亲 你们可一定要给女儿做主啊 李清阑哭着扑进老太太的怀里 穆书云被翠眉和孙冷雪母女俩气的 真想直接拿把刀把这三个狼心狗肺的混蛋玩意 全都给杀了 可汤儿说了 让他经个一定要沉住气 他不求助 就不要开口 汤儿 我真的对你很失望 李顾看着李清堂 我原以为你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没想到你心思经这么很多 侯府先年可有亏待过你 可你既然不满足 还想抢玩儿的嫡女之位 甚至构造出这么恶毒的事 我受了两次刺杀是真的 苏州知府和山长县都有官府备案 我当初的伤和前妈妈断掉的手总是做不了价的 那些死去的刺客和镖尸总是做不了价的 穆家的表哥 救我也是做不了价的 李清堂看向李顾 父亲觉得女儿有这么大能力 能够造出这么多事吗 李顾迟疑了 但这些事也不是孙冷雪能做出来的呀 姨娘还记得这只金钗吧 李清堂从头上拔下那只金钗 这是你这么多年送我最贵重的礼物 我收到的时候可欢喜了 我以为你是爱我的 我自是爱你的 这钗子也是我为你精挑细选的 孙冷雪道 我虽给不了你和卵儿一样的生活享受 但我也在努力给你提供我能给你的一切 清堂 你快向你祖母和父亲认错 我会求他们不要罚你罚得太重 姐姐 只要你好好向父亲 祖母和外面那些宾客道歉 解释清楚刚刚的一切 我可以原谅你的 李清阮也硬喝着 宣王可是来了 他就不信宣王知道李清堂是这样的人后 还被他勾引 李清堂笑了 姨娘叫我清堂 却叫你卵儿 话里话外一句 没向着我这个亲女儿 全是向着你 你们俩一唱一和的 逼我认错道歉 可我和错之友 李清堂把金钗递给了穆书云面前 刚刚孙姨娘已经承认 这是他亲自挑选送我的 在苏州的刺客身上 搜到了这金钗和我的画样 他们说这是雇主给的 要他们按照画样寻人 这金钗就是他们的尾款 我有他们亲自画鸭和官府盖章的供词 李清堂道 孙冷雪连忙道 金钗是我选的 但这画样与我无关 而且我这么多年未见你 我怎知你的模样 你说巧不巧 二妹妹在翠玉轩故意摘下我面纱 想让二皇子看到我毁容的丑态时 掌柜的认出了这只金钗 他记得很清楚 是你买走了这只金钗 还要走了这金钗的画样 李清堂道 那就让掌柜的来看看 刺客身上带着的画样 是不是你拿走的吧 一个画样能证明什么 那金钗也不是只有我买过 那画样也可能不止一个 怎么就能证明那刺客身上的 是我给的 孙姨娘买金钗的时候 没想那么多 因为当时她压根不绝的李清堂能回来 就算能回来 京城那么多首饰店 李清堂怎么就能找到翠玉轩 又怎么可能刚刚好被老板认出 可就这么不可能的事 竟然真的发生了 姐姐 眼下重要的是向宾客解释澄清 这等小事 日后再追究也来得及 李清堂替孙姨娘解围道 妹妹是觉得 我的生死是小事 李清堂看着李清堂 眸光冰冷 还是看你姨娘的丑事要被曝光 忍不住想替你的姨娘解围 你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和孙姨娘 没有任何关系 李清堂被李清堂看得发毛 我可是母亲的女儿 是侯府的嫡女 你没有证据 休要胡说 证据是吧 李清堂对习宿道 把王太医请上来 王太医 除了袁嬷嬷和穆书云之外的 所有人都一脸茫然 王太医是谁 很快一个白发老者 被一个青年搀扶着走了进来 老朽王安 见过侯爷 一听到这个名字 李固有了印象 这是当年的太医院院证 医术高超 但多年前就已经回乡养老了 没想到会被李清堂给找来 王大人免礼 快请坐 见过王大人 当年若不是您出手相助 恐怕我早已一时两面 穆书云起身给王太医行礼 夫人严重了 老朽只是尽了一个医者的本分罢了 王安客气道 老朽此番入京 是送我这孙子入太医院 恰听闻侯爷在寻老朽 此番邀约 不知所为何事 这次等丑闻 李固有些难以开口 穆书云却是不怕 直接问道 劳烦大人亿一亿 当初您 接生我那女儿时 她身上可有什么胎记 或是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这 王安想了想 因着恋爱是早产 出生后气息微弱 我检查了一番 还湿了两针 恋爱出生时就一片血白 身上并无什么明显胎记 李清鸾听后 舒了一口气 王安仔细思索了一下 哎 不过恋爱胸口正中间 有一个小小的红痣 当时我还以为是失真后出了血 擦了擦后发现是科痣 李清鸾听后 下意识捂住胸口 既如此 那就查一查吧 穆书云道 袁嬷嬷 周嬷嬷 你们一起去看看 李清鸾紧紧捂着胸口 娘 那种地方岂是能随便看的 而且 而且 这人是李清堂找来的 谁知道他是不是花钱收买了对方 王安身边的年轻男子 一听 脸色立马沉了下来 这位姑娘请慎言 我们王家世代姓灵 上知天子下知孤同 不问身份不问经营 凭的是一颗玄乎救世的心 你们若不信我祖父的话 为何要把人请来此处 难道只是为了羞辱吗 小狼君莫生气 穆书云连忙致歉 他冷色 看向李清鸾 还不快给王大人道歉 李清鸾心有不甘 他说的本就是实话 这人是李清堂找来的 那肯定是要向着李清堂的 谁知道他是不是故意说的 对不起 姑娘既不甘愿 倒也不必勉强 王安的孙子王高卓冷声道 莫不是真以为一个侯府 便能让我祖父亲身前来吧 若不是看在郑国公府的面子 谁愿意 汤你们这趟浑水 清鸾 道歉 老太太一听到郑国公府几个字 立一声道 李清鸾眼泪流了出来 规矩地行了一个礼 王大人 对不起 小女刚刚不是有心的 妹妹反应这么大 甚至开始胡说八道 莫不是心虚了 李清堂道 我一个连自己亲娘都不疼爱的庶女 哪来的本事和银钱收买人 好了 周嬷嬷 袁嬷嬷 你俩去看 老太太发话 然后看向王太一 真是让大人见笑了 不知令政可好 未出阁时 我与令政也算有几分交情 劳劳太君记挂 我那夫人还算康健 外面闲聊 内室里气氛却很紧张 李清鸾牢牢护着胸口不敢撒手 只想着 有什么办法可以糊弄过去 外面的孙姨娘也在发愁 他万万没想到 李清堂能找来王太一 这老家伙 好多年前就已经告老还乡了 怎么还活着 怎么还活着来了京城 这又和镇国功夫有什么关系 李清鸾趁着两个嬷嬷检查李清堂的时候 偷偷拔下簪子 往胸口刺去 但却被李清堂抓了个正正 妹妹 你在做什么 李清鸾连忙把簪子藏起 但还是被袁嬷嬷一下握住了手腕 二小姐 您不会是想先赐一个红质吧 说着他就伸手扒开了李清鸾的衣服 见李清鸾如此模样 周嬷嬷心里也有了猜测 帮着袁嬷嬷一起 你们放开我 你们怎么敢对我动手 我可是侯府敌女 李清鸾剧烈挣扎 声音隐隐传来出来 孙姨娘暗叫不好 过去了这么多年 大人或许记忆有差错呢 你这话什么意思 王高卓皱眉看向孙冷雪 随后恍然大悟 哦 我明白了 今日你们请我祖父来 还问这等问题 该是有人鱼目混珠了吧 王高卓说完 看向李固 侯爷 夫人请恕在下直言 王高卓做了一衣 根本不需要查验 刚刚那位姑娘 和这位姨娘的言语和态度 不是已经说明一切了吗 若他们问心无愧 何须如此推诿 不敢查验 其实不用王高卓说 李固和老太太心里也有数了 只是他们是在不愿相信 慕书云摊坐在椅子上 双眼星红地看着孙冷雪 好你个毒妇 竟能做出如此丧尽天良的事 孙冷雪摇头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侯爷 姨母 你们要信我啊 此时袁嬉嬉和周嬉嬉也出来了 禀侯爷 夫人 二小姐胸口没有红痣 但大小姐胸口却有一颗 而且 二小姐刚才还试图用簪子 刺一颗红痣 我不是 我没有 李清鸾冲到慕书云面前 母亲 您信我 我才是您的女儿 我在您身边养了十五年啊 一颗痣能说明什么呢 那么小一颗痣 可能长大后就没了呢 既是如此 你为何心虚 为何还想自己刺上一颗 慕书云一把推开李清鸾 你怕是早就知道了真相 怪不得自孙冷雪被罚后 你处处为他求情 他一回来 你就大半夜跑去家庙见他 慕书云露出恍然大悟的模样 看向孙冷雪 那晚的火 怕是你为了替你这好女儿解为故意点的吧 侯爷 母亲 这贱妾做出如此恶毒之事 欺满我们这么多年 依我看 该是直接打死 不是的 这件事不是我做的 翠眉都说了 那晚孩子 没离开过视线的 那晚我也生产 虚弱至极 哪来的本事和力气做这种事 不能因为外人的一句话 就把这么大的帽子 扣在我的头上 孙冷雪哭着道 而且也有可能是夫人房里的人 或者其他什么人故意使坏 这件事和妾身无关 妾身什么都不知道 夫人 赵嬷嬷回来了 把人带上来 赵嬷嬷一脸惊恐地走进屋子 只看了一眼地上的孙姨娘 就赶紧收回了视线 老奴参见老太太 侯爷 夫人 赵嬷嬷 你快说 十五年前我生产的时候 虚弱得根本下不来地 怎么可能调换两个孩子呢 孙冷雪急切地看向赵嬷嬷 而且生产之事 也不是我能决定的 我怎么可能会知道 夫人也会在那一夜发动呢 赵嬷嬷 你最好实话实说 李清堂看向赵嬷嬷 眼下王太医已经证实了 我与李清卵的身份 你若说实话 还能从轻发落 但你若是执迷不悔 那后果你可要想好 李清堂声音不重 但每一个字 在赵嬷嬷听起来 都仿佛嬷嬷一般 赵嬷嬷连忙跪下 老奴断不敢说谎 一定实话实说 赵嬷嬷是孙冷雪的奶嬷嬷 相当于她的第二个娘亲 谁都可能背叛她 但赵嬷嬷不可能背叛她 所以 孙冷雪很是自信 翠梅和赵嬷嬷都是她的人 想靠这个扳倒塌 做梦 赵嬷嬷一直低着头 身子在微微发抖 当年是老奴受了孙姨娘的命令 调换了大小姐和二小姐的 在袁嬷嬷离开后 老奴特意让人支开了翠梅 然后趁着空隙换了两个孩子 但是老奴没想到 翠梅会中途突然回来 老奴换完孩子出门时 与翠梅直面相遇 老奴只能把孩子藏在怀里 借口说 是来看看夫人诞下的是公子还是小姐 看看孩子是否康健 后来为了封口 孙姨娘让老奴给了翠梅50两银子 孙冷雪怎么也没想到 赵嬷嬷会被刺她 震惊了一会 才生死力竭道 你胡说 我平日对你不薄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姨娘 事到如今已经瞒不住了 您何必再苦苦挣扎 赵嬷嬷红了眼睛 她也不想背叛孙姨娘 毕竟这是她看着长大的孩子 可她没有办法 她实在没有办法呀 她儿媳来信说她孙子病了 她急匆匆赶回去 没想到她儿子 儿媳和小孙子都被人绑了起来 若她不说实话 那她儿子一家三口 都会没命啊的 和孙冷雪比起来 当然是自己的亲儿子 和亲孙子更重要一些 这不能怪她 真的不能怪她 来人 封了孙姨娘的嘴 穆书云沉声道 赵嬷嬷 你继续说 一个字都不许给我落下 袁嬷嬷和梅青 立马上前按住了孙姨娘的胳膊 用帕子塞进了孙姨娘的嘴 姨娘自从来侯府投奔老夫人后 就把成为侯夫人 作为人生目标 可她没想到 侯爷最终会娶了夫人为妻 她不甘心为妾 所以在知道夫人也怀孕后 就想了这么个主意 夫人早产 也是因为姨娘在餐食里 掺了催生的药 孙姨娘听到这里 恨不得去撕了赵嬷嬷的嘴 她疯狂挣扎 梅青被她一把推开 习速见状连忙上去帮忙 把孙姨娘重新按下 赵嬷嬷继续道 后来孙姨娘怕翠梅 把那碗的事说出口 就找了个落魄的读书人 让她去勾引翠梅 然后让那秀才 带着翠梅回了老家 孙姨娘还给了那二人 一大笔银子 翠梅 你怎么说 穆书云看乡跪在一边 想努力减少存在感的翠梅 翠梅身子一震 整个人都趴在了地上 夫人明见 是昨个 有个男人来威胁我 不让我说实话 那男人凶神恶煞的 还给奴婢下了药 奴婢是为了活命 才撒了谎 请侯爷 夫人给奴婢做主啊 奴婢上有老下有小 实在是不想死啊 所以 赵嬷嬷说的都是真的 你那晚看到她了 李顾问 对 那晚奴婢的确看到赵嬷嬷了 事后也收了银子 但奴婢真没想到 赵嬷嬷那日是去干那种事啊 奴婢虽看到赵嬷嬷鼓囊囊的 但不知道 那是个孩子啊 那孩子不哭不闹 奴婢真是没想到啊 翠梅哭着道 奴婢知错了 奴婢真的知错了 求夫人 侯爷帮帮奴婢吧 奴婢真的不想死啊 本来孙姨娘是想用钱收买翠梅的 但又怕不保险 于是又让孙文正给翠梅下了毒 打算双管齐下 但她万万没想到 赵嬷嬷会背叛她 王高卓来到翠梅身边 耗了脉 的确是中了毒 但这毒可以解 真的 奴婢真的不是想背叛您 奴婢真的是害怕啊 翠梅指着孙冷雪道 肯定是她指使的人 那男人肯定与这个毒妇有关系 赵嬷嬷 昨个你 急匆匆地回来 又出去 是见了谁 穆淑嬷问道 我在街上看到了翠梅 于是便禀告了孙姨娘 孙姨娘就让我去找了她的堂弟孙文正 让孙文正去解决翠梅 赵嬷嬷抖着身子如实道 一听到孙文正的名字 李故心下一景 穆淑嬷看了眼李故问 这个孙文正如今在哪 孙姨娘让我转告孙文正 做完这件事情后 就立马离开京城 短期内都不要回来 孙姨娘被捂着嘴 但目光似乎要杀人似的 看着赵嬷� 她为何要这个堂弟离开 穆淑嬷又问 赵嬷嬷不敢抬头 因为 因为孙姨娘迟迟没等到刺客 传来刺杀前婆子成功的消息 而刺客又是这个孙文正联系的 姨娘怕事情有变 所以让她离开 还有就是 就是什么 李故问 大小姐说 夫人最近在查绣花楼的账 孙文正就是绣花楼的账房赵文斌 孙姨娘怕孙文正贪磨银子的是被查出来 于是让她赶紧离开 孙冷学眼睛都快瞪了出来 嘴里乌乌压压 疯狂扭动身子 但习俗按着她胳膊上的穴位 她的胳膊动弹不了 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赵嬷嬷 把一切说出来 目自欲裂 而李清兰的目光已经开始涣散了 心里全是完了 完了 目疏云气的胸口剧烈起伏 这世上怎么有你这种毒妇 李故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她不敢相信 孙冷雪这么柔弱一个人 会做出这些匪夷所思的事 可赵嬷嬷是她的奶娘 跟了她一辈子 不可能凭空污蔑她 你说 李故看向孙冷雪 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袁嬷嬷健壮 不情不愿地 把孙冷雪嘴里的手帕拿了出来 侯有冤枉啊 赵嬷嬷 我把你当亲生母亲一样看待 你怎么能这么污蔑我 孙冷雪声泪俱下 为自己殊死一搏 你说 你是不是收了谁的银子 所以才来故意诬陷我 我明白了 那孩子是换的 所以你才和前婆子沆瀉一通 还找了人要杀青唐 亏我刚才还想替你遮掩 那和前婆子的书信上 分明就是你的字解 孙冷雪见赵嬷嬷背叛 索性她就把一切都推到赵嬷嬷的头上 她不仁就不能怪自己无意 侯爷 姨母 你们信我 我也是被这恶奴欺骗了呀 孙冷雪哭得凄惨 我也是受害者呀 什么孙文正 什么赵文斌的 我都不知道 不认识的 沐淑云冷笑了一声 看看向李故 你瞧瞧你这好表妹 说了些什么 李故脸色惨黑 之前她还和沐淑云俩人说了 如果孙冷雪不承认孙文正与她的关系 那她就是一定心虚有问题 这下可好 孙冷雪果然否认了 李故无法形容自己此时的心情 你不认识孙文正 沐淑云冷笑 她若不是堂弟 那怕不是你的亲夫 不然 你为何要半夜在庄子撕毁她 我 我没有 孙冷雪疑惑又心虚 他们怎么会连这件事都知道 你没有 那是文成亲眼看到的 沐淑云立声道 孙冷雪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孙冷雪心一横 反正孙文正也跑了 没有对证 她就咬死不认 把锅扣在赵嬷嬷身上 反正大部分事都是赵嬷嬷出面的 姨母 侯爷 妾真的是无辜的 孙冷雪哭得凄惨 这些事都是赵嬷嬷做的 与妾无关 那文成肯定是看错了 庄子都是夫人的人 我怎么可能偷偷溜出去见外男啊 侯爷 我们自小在一起 这二十年来的朝夕相处 您还不知道 冷雪是什么样的人吗 侯爷 他们都可以不信切身 污蔑切身 但您不能不信啊 侯爷 老太太面无表情 李故想起 过去二十年来的种种温存 有些动摇 呸 前妈妈对着孙冷雪吐了口吐沫 你我来往的所有信件 都是我儿子从你堂地那拿来后 交给你的 你捏着我儿子的命 让我搓磨 杀害大小姐 还想把大小姐的死物 陷在夫人的身上 你这毒妇手上 沾了那么多人面 还有脸在这哭 赵某某本是对背叛孙冷雪 还有些愧疚的 但看到孙冷雪 直接把所有罪责 都推到她的身上 她的心是彻底冷了 作为侯爷青梅竹马的爱妾 她做了这些事还有的活 可若是她背了这个锅 那她必死无疑 想到自己的儿子一家三口的命 还捏在李清堂小丝的手里 既然孙冷雪无情 也别怪她无疑 赵某某很下心道 老奴知道孙文正几个藏身的地方 只要把那孙文正找来 谁是谁非就清楚了 赵某某立马说了几个地方 穆书云听后 立即派人去找 但这石门突然打开 周恩领着几个 穿着金赵府衣服的补块 把一个绑成粽子的男人压了进来 这群人身后还跟着文成 文成跪地道 回禀侯爷 我一直跟着这帐房 今早发现他 鬼鬼祟祟的想跑路 正想把他绑下 没想到金赵府衣服衣服的补块 先动了手 小的见过侯爷 镇国公府的小公子 昨个带着几个刺客来衙门报案 说是路上遇到侯府的人被刺杀 他们顺手救下 那群刺客说是二道项有人花钱 让他们去刺杀一个姓钱的婆子 我们查过去后发现 这人就是雇主 但在审问时 他又说他只是个跑腿的 雇主另有其人 为了不劳烦侯府的贵人们 亲自去衙门 小的们就直接把人带过来指证了 手下的牙医把事情说清楚后 周安抱拳道 实在是唐突了 我也是正巧看到手下的人来府 金盖毕竟是好日子 本想拦着弹询问后发现 这不仅是关大案 还有关镇国公府的面子 那小公子被刺客伤了手 要求尽快破案 所以才不得不把人带来 望侯爷见谅 周大人哪里的话 办案自然是重要的 李姑笑容有些僵硬 闭目养神很久的老太太 终于睁开了眼睛 那眼中是说不出来的冷意 在看到孙文正的那一刻 孙冷雪知道完蛋了 李清鸾也直接腿软的差点摔倒 幸好兰儿扶住了他 说吧 是谁指使你买凶杀人 周安问孙文正 孙文正一脸惨白 目光在屋内环视了一圈 孙冷雪在孙文正被压进来的时候 就已经慌了 在接触到孙文正的目光后 更是慌不迭地开口 这人是谁 我不认识 他还什么都没说呢 你就这么着急否认 目书晕道 这是什么 此地无银三百两 周安见状指着孙冷雪问道 是他指使你做的吗 但孙文正一脸死白 根本没有看孙冷雪一眼 只是点了点了头 你胡说八道 孙冷雪怒道 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你们都在胡说八道 别挣扎了 他们都知道了 孙文正目光涣散 那刺客手里有你的玉佩 你没法狡辩的 这天下玉佩多的事 怎么就是我的 孙冷雪抵死不认 那是侯爷送你的定情玉佩 便是你否认 侯爷也认的 唐姐 你就认了吧 你逃不了的 孙文正在知道 得罪的人是谁后 便心如死灰 不想挣扎了 你们一个个都串通好了 来陷害我 孙冷雪不想承认 事情已经败露 那玉佩分明是赵嬷嬷偷走的 跟我没有关系 赵嬷嬷看着激进痴狂的孙冷雪道 姨娘 别挣扎了 这些年来 你做的错事已经够多了 收手吧 孙冷雪 事到如今铁正如山 你竟还不知悔改 木书云冷冷道 还是体面些跟衙门的人走吧 或许侯爷还能看在往日的情面上 保你一命 我没有错 为什么要悔改 孙冷雪知道 这次是彻底完了 心中那根弦崩开 整个人不管不顾 直接站了起来喊道 侯夫人的位置 本来就该是我的 我是正经观患人家的小姐 与侯爷青梅竹马 而你木书云是个什么东西 你不过是个商女 因着有几分颜色 有几个臭钱 便想着骑在我的头上 作威作福 你根本不配 你不是有几个 臭钱了不起吗 那你就养我的女儿吧 我女儿与王公贵子 谈天说地的时候 你那卑贱的女儿 只能在寺庙里吃康宴菜 孙冷雪笑着道 你抢了我的位置 那就由你的女儿 来弥补我的女儿 母债女偿天经地义 疯了 真是疯了 李姑没想到 那个向来柔弱温婉的姨娘 竟然会做出这种事 做完后还不知悔改 大放厥词 你住口 我为什么要住口 李姑 你对得起我吗 你分明说了 要娶我为正妻 我们立下那么多山盟海事 结果呢 你去了趟江南 就带回来这么一个小贱人 孙冷雪面目猙獰 来人 把她给拖下去 老太太终于开口发话 但孙冷雪此时已经痴狂 力气大的惊人 即便你们知道了又如何 我告诉你们命 已经改完了 什么都无所谓了 因为我的女儿 才会是那一飞冲天的凤凰 到时候 你们都得匍负在她的脚下 哈哈哈哈 孙冷雪大笑 笑得T四横流 明明一切好好的 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中 可怎么突然就都变了呢 你说什么命 穆书云皱眉问道 孙冷雪得意地看向穆书云 你还记得七年前 我们去灵法寺求了签吗 穆书云想了一下 确实有这件事 那天你女儿求了只上上签 孙冷雪笑得痴狂 凤凰飞天 瑟瑟和鸣 她一个商户的女儿 凭什么抽中这样好的签 这凤凰命 必是我的轮儿啊 屋内众人听后 面面相去 周安自觉不能再听下去了 什么龙啊 凤啊 这种事搞不好 会惹来大麻烦的 于是开口道 既然凶手已经找到 那我们就先把人带回了 侯爷放心 只要这位姨娘配合 不会受苦的 非要带回去吗 老太太此时开口 伤的是我侯府的人 这也算是我侯府的家事 周安笑着道 可报案的是镇国公府的小公子 他也是苦主 若小公子愿意撤案 那这就是您的家事 金兆尹自是不会多管闲事 是这么个道理 可他们哪有这个面子 让国公府的人撤案 大人饮酒不便 这距离马车还有一段距离 不如让老身准备两顶软轿送送大人 老太太起身 望大人能领下老身这遭新意 那就谢过老太君了 周安自然明白这老太太 是想让侯府留点颜面 周嬷嬷 你找几个人抬着轿子 给大人和这个罪妇 安静地送出去 老太太吩咐 是 见状王太医也起声道辞 临出门前 孙姨娘还在风啸着喊道 没用的 没用的 命格已改 我的卵儿 如今才是那凤凰命啊 穆书云 你败给我了 你还是败给我了 穆书云没有搭理孙冷血 连忙让袁嬷嬷去送王太医 并嘱咐了几句 那些受伤的侍卫也被领下去 屋子里没有外人了 穆书云才 看向赵嬷嬷 那千文是怎么回事 赵嬷嬷此时完全没有侥幸的心理 只想着 把所有事都交代清楚 希望看在她态度好的份上 求一条活路 换完小姐后 孙姨娘本想着直接闷死大小姐 可又觉得 让她活着与自己女儿做对比 更有意思 更解气 所以便把大小姐留了下来 听到赵嬷嬷这话 穆书云差点没气晕过去 大小姐其实很聪明 但孙姨娘怕她抢了二小姐的风头 所以就把她聚在院子里 不许出去 后来抽了那个签之后 孙姨娘就想着 如何才能颠倒两人的命格 于是就找人做了法 做法啊 李顾听的眉头都皱了起来 做什么法 就是把大小姐和二小姐的命格互换 让二小姐成为那只凤凰 施法的倒是说 想要彻底改变两人的命格 要此消彼长 要源源不断地吸收一方的运倒 吸收的时间越长越好 如果一方能彻底消失 是最好的 赵嬷嬷说着 低下头 因着大小姐越长越好看 孙姨娘不放心 便想着把她送出去 于是故意编排了大小姐与老爷命格相冲 还又故意给大小姐制造意外 让她体弱多病 好似这惊中不适合她生存 穆书云听得头晕目眩 直接跌坐在椅子上 夫人 你没事吧 梅青担忧问道 我没事 你继续说 穆书云盯着赵嬷嬷 紧紧咬着后草牙 姨娘怕中途出岔子 又怕牵连自己 所以找了虽是您手下 但却记恨您的前婆子 去陪大小姐 为的就是压榨和监视 不让大小姐有机会出头 在听说大小姐越发漂亮后 姨娘怕大小姐回京徒增事端 见这边二小姐 已经与宣王殿下有了情愫 想着这时间也够长了 于是就决定下手除掉大小姐 大小姐的侍卫 是孙姨娘让撤掉的 苏州 山长县和后来刺杀前妈妈的刺客 也都是孙姨娘做的 赵嬷嬷道 老奴不该放纵姨娘一错再错 老奴如今已经知错了 求夫人饶了老奴一命 老奴愿意为夫人当牛做马啊 赵嬷嬷哭着磕头 所以 李青鸾她一直都知道自己的身世是吗 沐淑嬷又问 对 赵嬷嬷点头 姨娘怕二小姐和她离心 发达了之后不认她 所以这些年一直对二小姐特别好 八岁那年 在决定换二人命格的时候 就告诉了二小姐 是啊 二小姐知道后 就格外欺负大小姐 前妈妈义愤填膺地开口道 大小姐最爱的那只猫 就是被二小姐亲手扔进井里的 那么小的时候 就把她姨娘的恶毒 学了个十成十 她知道大小姐怕毛虫 特意带着大小姐去春游 然后教唆人用毛虫吓唬大小姐 前妈妈把这些年 李清鸾对李清堂做的事 一股脑说了出来 每说一见 穆淑嬷的脸就白一分 每说一见 李顾和老太太的脸 就黑一分 李顾 你现在就给我开祠堂 我要把李清鸾和孙冷雪 这两个毒妇 从祖谱 名谍上除了 穆淑嬷拍着桌子道 李清鸾听到这话 脑子一片浑浊 但她又突然想起 刚刚见到苏怀潇的脸 不成 她不能就这么完蛋 事情都是孙冷雪做的 和她有什么关系 她当时只是个婴儿 她也不想被换 她也是受害人啊 母亲 父亲 祖母 这件事和孙女无关啊 孙女也是受害人啊 孙女当初只是个婴儿 没法子反抗的呀 李清鸾在地上跪着一路 爬到李顾脚下 父亲 女儿是无辜的呀 女儿根本不知道 孙姨娘做了那么多坏事 前妈妈说的那么多事 女儿根本不知道 什么毛虫 什么猫 女儿最是怕猫的 光是看见就会发抖 怎么可能亲手把猫扔进井里呢 她是怕猫 但就是扔完那猫之后 她日日做噩梦 所以才开始怕的 你不知情 你不知情 你撕毁那孙文正 还雇佣她做绣花楼的账房 摊没了好几千两的银子 牧书于怒道 我如猪如宝地把你养大 你就这么对我 真是个狼心狗肺的玩意 不 不是的母亲 我也没想到 孙文正是那样的人 我也是被他们骗了呀 母亲 我是吃您奶水 被您一手拉扯大的呀 您怎么不信我呢 李青鸾哭得凄惨 但牧书云却越听心越凉 越听越恨自己当初的天真和愚蠢 你住口 我不是你母亲 牧书云一脚踢开 爬过来要求情的李青鸾 李青鸾趴在地上 红着眼睛 看着完全没有反应的牧书云 李顾和老太太 她咬了咬牙 从地上爬了起来 你们不相信我 不想原谅我可以 但你们可要想清楚 如果你们不保下我 要怎么保全侯府的脸面 你们别忘了 我如今可是凤凰命 李青鸾的眼中透露着一丝疯狂 她仰着下巴 看向屋内的众人 话音中带着几分不知哪来的傲气 事情已经这样了 我做了北安侯府十五年的嫡女 名满京城 谁见了我都要夸一句 文姓侯世子 与我青梅竹马 非我不娶 宣王殿下与我也有情愫 虽然之前有些误会 但已经解除了 李青鸾拿出手帕抹了抹眼泪 不管我是做了王妃 还是世子夫人 终究是能延续咱们侯府荣耀的 而且这凤凰命 已经是我的了 眼下圣上只有四个儿子 四皇子如今太小 三皇子锦王 又体弱多病 大皇子锐王那才学平平 众皇子中 只有二皇子宣王 不仅能力出众 人品贵重 而且还是忠公嫡子 我若是能嫁给宣王 未来是有机会 可以母依天下的 李青鸾露出自己的野心 别说侯府了 以后我们这可就是李国功夫了 李青鸾这画饼的功夫的确不错 而且 也的确画到了李顾和老太太的心里 李青鸾见状开口 上次情书的风波 可才过去没多久呢 姐姐莫不是忘记了 听到这次儿姐姐二字 李青鸾面色有一瞬的猙獰 我已经问过宣王殿下了 怀潇哥哥说了 那只是为了保全 我名声之举 还送了我这个镯子作为弥补 李青鸾说着 抬起手露出一个白玉镯 是吗 李青鸾看了一眼 我怎么记得 这镯子在翠玉轩见过 李青鸾神色一僵 但很快恢复如常 是翠玉轩的 但怀潇哥哥见我喜欢 便买了送我 宣王殿下如今也在府中 不如问问吧 李青鸾道 你与宣王殿下的事 我们都不知晓 宣王也从未承认过 姐姐总得让父亲和祖母 心里有个底吧 别你这边王妃没坐上 那边还得罪了文姓侯府 文姓侯夫人要是知道 你把世子爷 当那池子里的鱼养着 不光清洁不成 还得结仇吧 李青鸾见状 握紧了拳头冷笑 妹妹 你以为我好不了 你就能好吗 李青鸾威胁道 是整个侯府 人家也不会笑话我 笑话的是 看不出自己孩子的母亲 和分不清好坏的父亲与祖母 而且养了你这么多年的 是孙姨娘 被一个这么恶毒的女人养了15年 妹妹 你又能是个什么好东西 李青鸾露出奸诈得意的笑 你 你跟聂处 沐淑云听到李青鸾这番威胁 气得身子都在抖 我好生养了你这么多年 你竟然威胁我们 母亲 不是我想威胁你们 是你们在逼我 李青鸾心红着眼睛道 我叫了你15年的母亲 为你挣了那么多脸面 你如今知道我不是亲生的了 转头就要把我除名 是你先对我不仁的 今天发生的一切都在挑战李固的底线 他指着李青鸾的鼻子 手都在发抖 我怎么会生出你这种女儿 李青鸾看着李固 与其柔了一些 父亲 女儿也只是想为侯府做些贡献 想让侯府繁荣昌盛下去而已 这有错吗 我就算不是母亲生的 但我也是您的亲生女儿啊 我也是想您 想祖母 想我们整个侯府好的呀 李青鸾想明白了 现在找慕书云是没用的 但李固和老太太 依然是他的亲父亲 和亲祖母 只要他有足够的价值 那他依然可以是侯府的嫡女 过着过去风光的日子 就算慕书云再气也没办法 这个家里说的算 到底不是慕书云 更不是李青棠 看到李固和老太太动摇了 慕书云气得气血上涌 直接晕了过去 娘 李青棠连忙上前 快叫大夫 快叫大夫 快把夫人扶去休息 再把大夫找来 老太太道 至于李青鸾先关进祠堂 对外就说 夫人生病 大小姐和二小姐在伺候 说完老太太看向李固 你去前面招呼宾客 就说前婆子遇袭后受了刺激 脑子有些不太清楚 刚刚经兆尹的人来 就是把刺客带来 让前婆子和侯府侍卫指认的 所有的人把你们的嘴 都给我闭紧了 老太太的目光 在屋内环视了一圈 让我在外听到一句瞎话 就拔了你们的舌头 穆书云第二日下午才醒来 李青鸾没忍住哭了出来 娘 你终于醒了 吓死我了 穆书云虚弱地握住李青鸾的手 安抚道 堂儿乖 娘没事 那两个人怎么样了 李青鸾不想说出来 刺激穆书云 穆书云见李青鸾不说话 就明白了 其实从孙冷雪说出凤凰命的时候 穆书云就知道 怕是不能把李青鸾给除了 看到穆书云憔悴的面孔 李青鸾握紧他的手 穆书云没想到李青鸾会问他这个话 他愣住了 他爱李鸾吗 他应该是爱过的 不然不会 也不会不远千里来到京城嫁给他 在生理和风之前 他应该都是爱李鸾的 他那时觉得自己嫁对了 满京城也找不出几个比李鸾还好看的儿郎 老太太虽然规矩多 但不算刻薄 不会没事找事地故意刁难他 他是过了一段舒心日子的 只是没想到 后来会冒出了个孙冷雪 他本以为李鸾就是要那一个普通的妾室 他虽然心里有点不乐意 但作为侯爷三妻四妾也是必然 可他没想到 这孙冷雪竟是李鸾青梅竹马的表妹 他一开始就在骗他 或许从那一刻起 他对李鸾就没有爱了 从穆书云的表情 李青棠就知道答案了 他用力握住穆书云的手 娘 你不如和他合离吧 合离 穆书云没想到 李青棠会说出这种惊天的话 对 李青棠非常认真的点头 娘 你若是合离 我肯定跟你走 我们一起回苏州 过骑马喝酒 自由自在的日子 以后我养着你 唐儿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 眼下孙姨娘已经被抓 只要郑国公府不松口 依法他至少也是个流放 不可能再回侯府 您和离后 老太太和李顾 愿意李青棠当嫡女 那就让她当着去 反正和咱们没关系 咱们就回苏州过咱们的好日子 李青棠道 唐儿 你真的愿意放弃侯府嫡女的身份吗 侯府嫡女有什么好的 我可不稀按这个 我觉得这侯府 可比不上沐家在江南的宅子 我就想娘亲开心 健康 别的我什么都不想 李青棠握着沐淑云的手 眼中都是心疼 可唐儿 和离可不是那么好离的 我若和离了 你怎么办 沐淑云温柔地看着李青棠 没有哪个和离的女人 能带走孩子的 那 那您现在就在苏州 给我找门亲事 我直接嫁过去 然后您和离 那侯府也管不了我们 李青棠觉得 这个主意甚好 娘 我觉得真的成 傻孩子 那你哥哥呢 沐淑云道 我若走了 你父亲定会另娶 到时候若生下的男孩 他该如何 李青棠愣住 他忘记他 还有哥哥的事了 我这些年亏对你 也亏对你哥哥 你祖母心里最大的 就是侯府的容光和脸面 你父亲耳根子软 也容易拎不清 一心只想着风花雪月 沐淑云叹息着道 发生了这些事 你祖母不会在这个风口浪尖 允许我和离的 就算和离成功了 你父亲那看人的水平 指不定找来个什么东西 到时候 你哥的日子不会好的 沐淑云摸着李青棠的脸 棠儿 娘这辈子已经知足了 你和你哥哥都很好 很优秀 眼下没了孙冷血 这侯府也没什么 可让我心烦的事了 我只要为你和你哥哥 找两份好亲事 看着你们结婚生子 也就够了 不管怎么样 这侯府终究是 比木府来的气派些 娘是侯夫人 身上带着告命 娘在侯府活着一天 这世上大部分人 便不敢随意欺辱你 你嫁出去后的日子 也会好过些 沐淑云太知道 一个好出身 对于女人的重要了 落魄的官府小姐 也是比那富商家的小姐 高上一头 她已经吃够了这种苦 不能让李青棠 再吃这种苦 娘 我只想嫁个老实人 简简单单的过一辈子 李青棠道 您可以不用这么辛苦 为我打算 沐淑云摇头 这哪是辛苦 能为你谋算 娘开心着呢 李青棠在祠堂里待了两天 没有人来看过她 她呆坐在蒲团上 完全没有之前 威胁众人时的威风模样 她也在担心 如果李固他们 没接受这个威胁 她该怎么办 她不想做庶女 更不想给人为妾 她可是李青棠 她是凤凰命 是要母仪天下的人 她不可以倒在这里 不可以 歇了两天 沐淑云能下床了 金赵尹衙门 也派人来通知 说孙冷雪都招了 事情就和赵嬷嬷说的几乎一样 李固看着沐淑云的脸色 小心翼翼道 周大人说 这件事说大也大 说小也能小 他虽然买凶杀人 但是并未杀死人 如果郑国公府撤案 那这些事 就算是我们府中事 我们可以内里解决 如果郑国公府不撤案 案率流放两千里 沐淑云面无表情 侯爷这话什么意思 孙冷雪做了这么多恶毒的事 你还想大事化小 不是 当然不是 只是若郑国公府不撤案 流放两千里 那那这传出去 也太不好听了 会毁了咱们侯府的名声 李固道 沐淑云冷笑了一下 你现在就把他修了 对外说早就修了不就完了 他都不是侯府的人了 有什么可丢脸面的 是这个道理 但那不是有爱唐儿的名声吗 毕竟对外那还是唐儿的姨娘 这你就不必多虑了 我改名就下帖子 告诉诸位 唐儿才是我女儿 沐淑云道 不成 那你把轮儿置于何处 他以后还怎么出去见人啊 李固下意识反对 沐淑云气得一口血 差点又涌上来 李固 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 李青鸾和孙冷雪 骗了我们这么多年 还几次三番想要杀了唐儿 你不心疼唐儿也就算了 你竟然还向着李青鸾 你还配为人妇吗 李固自知李亏 但面对沐淑云这种指责 还是不太舒服 我自是会补偿唐儿的 但卵儿也是我女儿啊 而且 他那日说的也对 若咱们不把这件事压下来 那最后受伤害的 还是唐儿啊 而且卵儿怎么说 也是我的女儿 和唐儿是姐妹 卵儿日后嫁得好 那对唐儿也是有意啊 便是看在你我的面子上 也会照顾唐儿的 李固道 你说是吧 哼 沐淑云冷笑 李青鸾之前 差点就毁了唐儿的脸 他不杀唐儿 都算唐儿命大 你觉得他会照顾唐儿 话也不是这么说 姐妹间就算关系不好 终究是家事 可在外人看来 他们就是一家人 唐儿以后的夫家 自然也会因为卵儿嫁得好 而高看唐儿也 李固道 如今 唐儿要是成为嫡女 这青世自然也是 要往上再购一购 若卵儿嫁入文姓侯世子 甚至宣王 那唐儿便是嫁给 郑国公家的小公子 也是使得的呀 果然还是被那凤凰命所吸引了 宣王是皇后养子 郑国公府是化贵妃的母家 一山不容二虎 你那脑子 是怎么能想出这种馊主意 穆淑云毫不留情地嘲讽 千文这玩意 本就是看个热闹 还什么幻名 这种东西 你也能信 您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 李姑道 就算没有宣王 那不还有文姓侯世子吗 如果能求得恩宠 那咱们芬儿也不必在边关 那受苦了 继承的可还是侯爵位啊 你就算不为唐儿想 你也为芬儿想想 他上次回来 都是一年前了 提到李和风 穆淑云心一抽 见到穆淑云表情有所缓和 李姑又道 只要把轮儿还放在自己名下 我立即开祠堂 把唐儿寄到你的名下 还会出了孙冷血的名 立马给他修了 穆淑云听到这 心底冷笑 原来最开始的目的 就是要继续把李清鸾 留在他的名下 要保住这个嫡女身份 好让这凤凰命 把侯府的荣耀 发扬光大 甚至还威胁他 李姑这话外之意不就是 如果不让轮儿 继续记在他名下 那唐儿也别想恢复 嫡女身份吗 真真是好算计啊 让我考虑一下 那夫人你好好考虑 我这就去联系组里长老 李姑道 这种事可托不得 不然外界好议论了 李清堂带着给穆淑云的补品 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李姑与穆淑云的这番对话 心下就凉了几分 等李姑离开后 李清堂走了进来 红着眼睛 娘 傻孩子哭什么 穆淑云把李清堂拉到身边 娘早就想到会这样了 她的心怎么可以偏那么远 追明逐利是人的本性 对于她而言 你和李清鸾都是她的女儿 没有不同 你别难过 你在娘这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 穆淑云安抚道 李清堂摇头 我不难过 我只是替娘 你不值得 娘早就看开了 所以你以后 找男人 一定要擦亮眼睛 比起高价 娘是希望你可以找个人品学识好 家是简单的书香门店 有侯府坐靠山 他们便不敢不善待你 李清堂本来也是这么想的 但她现在转变了想法 她要彻底夺了李清鸾这些姻缘 她不要让穆淑云这般委屈求全 原先是她想得浅了 以为宣王都那么说了 便可以断了李姑和老太太的念想 可如今看来 便是有那么微小的一点子 飞上枝头的希望 李姑和老太太都不会放过 那就看看她和李清鸾 谁飞得更高吧 唐儿 你想什么呢 穆淑云见李清堂愣神 柔声问道 没什么 娘你 尝尝我给你炖的汤 对了 我接到你祖母的信了 他们要来参加你的鸡鸡礼 穆淑云露出一个笑脸 真的吗 李清堂十分惊喜 那真是太好了 我还没见过他们呢 上次去府里拜访的时候 只有舅母和表哥在家 这次你就能见到了 只是我回心里还没说这件事 我打算等他们过来后再说 不然怕他们着急 路上再出问题 穆淑云道 娘做得对 等外祖父他们来了后 咱也别说那些不好的 再惹他们难过 嗯 都挺有檀儿的 穆淑云笑着喝了口汤 我檀儿这手艺真不错 比你娘我可强多了 刚好我手里有间酒楼 以后就交给你打脸 你的刺绣也好 那绣花楼也交给你 我会让竹香先带着你 等你上手了 娘就把那些铺子都交给你 我自己能赚钱的 你能赚钱 也得学着管这些 这以后都是你的嫁妆铺子 以后管家也是这样的 穆淑云道 娘当年十里红装嫁进了侯府 等你出嫁那日 这些定是少不了的 李清堂心里暖暖的 这就是被爱的感觉吗 李清堂去的时候 只带了一个石盒 从金玉院回到望春轩时 身后跟了好几个丫鬟婆子 手里满满都是穆淑云 给她的首饰百件 李清堂走后 梅清问道 夫人 您真的还要留二小姐 不是清团小姐吗 李清团和李清堂的身份一变 那长幼嫡数都变了 一时还不好改口 人可以留 但东西就算了 穆淑云冷下脸 一会让人 把玉瑶萱里的东西 都给我搬回来 只要是我送去的一件 都不要留 是 梅清清脆地硬下 带着一群丫鬟婆子 直接去了玉瑶萱 李故和老太太听了这事 但也只当作没听见 此时是委屈了穆淑云 也是该让她发发火 把府里的事情处理得差不多 李清堂才想起来 还得去给表哥道个谢 如果不是 他把王太一找来 那真的是不好说 但表哥之前有事突然离京 也不知眼下回来没 李清堂做了两篮子的典型和秘件 打算去看一眼 如果不在 他就看他回忆 李清堂的运气还是好的 他去的时候 苏怀木在府中 而且王太一的孙子 王高卓也在 王公子 您怎么在这 王高卓失了一礼 见过李小姐 我是来给殿王高卓 差点把殿下两字说出口 我与公子有些交情 此番入京便来瞧瞧 怪不得你愿来帮我 又是托了表哥的福 李清堂笑着道 之前在府里事情 多没来得及好好感谢你 正巧在这碰到你 我这做了些点心 王公子你尝尝 王高卓看了眼苏怀木 非常懂事地拒绝 多谢李小姐的好意 但我今日还有事 这就要走了 您的心意我领了 这就要走啊 李清堂有些遗憾 下次王公子您得空了 我再请您吃饭 啊 好 王高卓点头 那我先告辞了 王高卓走后 李清堂随口一问 表哥 你怎么认识的王公子啊 走南闯北的多了 认识的人也就多了些 苏怀木道 你带了什么好东西来 是我做的点心和秘简 李清堂道 这次多亏了表哥 事情都解决了 你现在可以松口气了 苏怀木已经听王高卓 说了那日的事 孙冷雪被抓有 正国功夫的面子 在孙冷雪不可能被放出来 李清堂把糕点秘简摆了一桌 面上的笑容淡了几分 这只是翻过了第一道山而已 接下来还有山等着我呢 什么山 苏怀木拿起一块绿豆糕 糕体绵密细腻 奶香与豆香混合得恰到好处 甜而不腻 孙姨娘没了 但李清鸾还在 李清堂对苏怀木没有隐藏 叹了口气 父亲和祖母还是舍不得这位嫡女 舍不得她能带点侯府的利益 李清堂看向苏怀木 表哥 我想让宣王和文姓侯世子喜欢上我 我想把李清堂所有的群下之臣 都占为己有 我想要他 没有任何价值的被侯府遗弃 让我娘不必受这恶心罪 在听到要让宣王和文姓侯世子 都喜欢我的时候 苏怀木差点被嘴里的绿豆糕给噎着 他连忙拿起茶杯 好容易把嘴里的点心咽了下去 表哥 你帮帮我 李清堂带着祈求的目光 看向苏怀木 我该怎么做 才能最快地把他们抢过来 你 苏怀木看着李清堂 神色十分复杂 你喜欢宣王 不 李清堂摇头 那你喜欢文姓侯世子 李清堂还是摇头 你既然不喜欢 又为何要抢他们 只是为了对付李清鸾 苏怀木看着李清堂 神色严肃 为了一个李清鸾 你连自己的终身大事都可以放弃吗 我不是为了李清鸾 我是为了我娘 李清堂道 我不想看着他被恶性 而且 李清堂憋着嘴 低头扣着手指 而且我就是不想李清鸾好 我不想看着他 套着侯府嫡女的名头加入高门 然后在我和娘亲的面前 耀武扬威 我想让他一辈子羡慕嫡妒我 活着生不如死 李清堂说完后 看向苏怀木 神色有些羞愧 表哥 我这种想法 不是太坏了 苏怀木不知为何 很想伸手去摸李清堂的头 但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 没有 你一点都不坏 李清鸾和孙冷雪 做了那么多坏事 便是死上一万次都应该 只是你既然不喜欢他们 又何必要强迫自己 那我还能怎么做 李清堂问 在父亲和祖母眼中 我与李清鸾的重要程度 全看着我俩的婚事高低 我若不能在这压他一头 我和我娘 得受他一辈子气 苏怀木小心地开口提醒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或许可以找一个 比宣王更有权势地位的男人 李清堂思索起来 然后恍然大悟 你是说圣上 苏怀木听后 差点没被自己口水呛到 可圣上比我父亲还大 而且最近没听说要才选 还有我之前进宫时 见过华贵妃 贵妃娘娘国色天香 我便是进了宫 也不一定可以得到圣上的宠爱 圣上有四个儿子 苏怀木忍不住提醒 我知道啊 可四皇子还小 大皇子已经娶妻生子了 我总不可能去给他做妾吧 李清堂道 而且非要选一个皇子的话 比起都没见过的大皇子和三皇子 还不如选二皇子搏一搏 我瞧着他 对我似乎也不是全无兴趣 苏怀木听到这脸色黑了起来 之前在苏州他就帮过我 那猪群还是他杀的 回京后 他也帮我解过尾 前几日那郑士雄赌我 还多亏了 他借马车送我回府 李清堂回忆着道 我若能以宣王妃为筹码 应该可以让父亲和祖母 把李清鸾从我娘的名下除了 只要他不是嫡女了 文姓侯府自然也不会娶他为正妻 是吧 苏怀木实在没忍住 除了宣王妃 你就没想过做锦王妃 李清堂还真没想过 我又没见过锦王 而且他还是个短命的三个字 被李清堂吞了下去 他是个什么 苏怀木见李清堂把话吞了下去 连忙追问 他他不是身体不好吗 李清堂有点心虚 他还经常爱出门游山玩水 他出门我一个人在家 多无聊啊 就这样 锦王是灵儿姐姐的表哥 我若做他表嫂 他恐怕不会乐意 李清堂想了想又道 那宣王也是灵儿的表哥呀 那不一样 李清堂道 总之 我还是觉得宣王更好一点 未来是宣王被封太子 到时候 他还有机会劝劝宣王 这样 华灵儿也许就不用和亲了 苏怀木听到这句话 脸色已经不能用黑的表达了 他感觉好像有一坛子醋被打翻 酸得他脑人都在疼 你真这么觉得 那么就这么做吧 随你 李清堂没发觉苏怀木的不愿 还以为他支持自己 笑了起来 对了 外祖母他们来信了说 要来参加我的集集礼 到时候也会来的吧 表哥 应该会的 骑了会灰影后 李清堂回府 这次他坐的是个普通的马车 没有侯府的标识 十分寒酸 就怕再被正式雄赌 平安回府后 李清堂发现 李顾正在望春轩等着他 父亲 您怎么来了 父亲来看看你 顺便给你带了些东西 李顾挥了挥手 下人们抬着东西 鱼贯而入 这些年来委屈你了 这都是父亲给你准备的礼物 李顾道 这是前朝的花瓶 这是东海的珍珠 还有这鼠井 你裁的做衣服 肯定好看 介绍完礼物 李顾又拿出个小匣子 塞进了李清堂的怀里 这是为父的私房钱 如今给你做梯机银子 你可千万不要和你和娘说 李清堂接过匣子 露出一个甜甜的笑 谢谢父亲 你我父女 何须严险 这些本就是父亲该做的 李顾十分慈祥地 拍了拍李清堂的肩膀 堂儿这院子 住得可还舒服 若觉得小了 微妇这就让人 把玉瑶萱倒出来给你 玉瑶萱可是青鸺姐姐住的地方 给我合适吗 李清堂故意问 怎么不合适 你是嫡女 这府中 你想住哪里都可以 李顾义正言辞道 你便是想要天上的月亮 微妇都会帮你摘下来 看着李顾如此热情的模样 李清堂心下疑惑 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怕不是又发生什么 他不知道的事情了吧 这望春轩挺好的 我挺喜欢的 李清堂道 父亲的心意我已经看到了 这些东西我都很喜欢 我还是第一次 见到赎井呢 一会我就裁了做裙子 参加春日宴的时候穿 李清堂说着 就再仔细观赏起那些礼物来 李顾看李清堂这开心的模样 料想的是时候了 于是搓着手 亲了下嗓子 开口道 堂儿啊 你看孙姨娘毕竟养了你那么多年 在狱中这么待着 总是影响咱们府中生育 你说 先把她接回来如何 李清堂心道 果然如此 他就说 李顾怎么会突然对她这么好 若仅仅 是为了补偿过去的亏欠 那应该早就来了 怎么会等了几日才上门来 爹爹 这件事找女儿似乎没用嘛 女儿在经兆府衙门 那又说的不算 便是我想让人家放 人家也不会听我的呀 李清堂笑着 但这笑并不达眼底 李顾笑着道 郑国公府的小公子说了 若唐儿你愿意 他们可以撤案 李顾说完 带着期待看向李清堂 李清堂放下手里的珍珠 脸上也没了笑意 所以父亲送我这些物件 并不是为了补偿 我过去受的苦 而是为了给孙冷雪求情 不是 当然不是 李顾连忙道 这些就是弥补你受的苦 只是孙姨娘这是 说到底是咱们自家的事 我们可以关起门来自己解决 没必要让外人看笑话 这总归是要影响 你和咱们侯府生育的 那不知父亲想怎么处理孙姨娘 为父已经写好修书了 会直接把她修了 送回宿州 李顾道 不会爱你和你娘的眼 那李清堂呢 李清堂问 他会随孙冷雪一起回宿州吗 清堂是侯府的血脉 自然是要留下的 李顾道 但堂儿你放心 便是他记在你母亲名下 但他也不可能约到你前面去 你才是府里唯一的嫡女 李清堂笑了 李顾以为李清堂这是同意了 我就知道 堂儿心底最是善良 会懂父亲的难处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郑国公府 爹爹 您还记得我小时候是什么样的吗 李清堂突然问道 李顾一愣 他仔细回忆 但着实没什么印象 只觉得这个女儿孱弱 胆小又愚笨 但他不能这么说 你小的时候就很乖 不哭不闹的 只有这些 呃 李顾思索片刻 还有就是 你总是爱生病 给你找了好多大夫呢 说到这里 李顾又开始打感情牌 当初孙姨娘为了照顾你 把自己都熬病了 也是不容易 有次你失足落水 给他吓得都晕了过去 之后还大病了几日呢 李清堂问道 爹爹不想知道 我是怎么落水的吗 不是因为踩到石头脚滑 摔下去的吗 李顾隐约记得 好像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然不是 李清堂笑着摇头 看着李顾的眼睛 我是被孙冷雪推进水里的 他想淹死我 可惜被哥哥救了起来 李顾一梗 李清堂继续道 他推我下水后 看着我在水中挣扎 若不是因为和风哥哥 提前下雪路过 我可能就直接死在那湖里了 后来他晕倒你们 所有人都担心他 我发着高烧 可屋子里 连个给倒水的丫鬟都没有 爹爹 李清堂收敛了笑 小的时候我不懂 我也以为我的生病 受伤都是意外和偶然 可在我知道这一切后 我才明白这是为什么 孙冷雪真是爱我爱的 恨不得我死了 这其中应该有什么误会吧 李顾还妄想解释 什么误会 李清堂问 爹爹您自己信吗 人家都说 爱一个女人 自然会连带着他的孩子一起爱护 孙冷雪是您的爱妾 您对他的宠爱 甚至超过我的母亲 可我小时候 过得连三妹妹都不如 李清堂冷眼看着李顾 您现在为一个 从我出生开始 就想杀了我的女人 为一个戳磨了 我十五年的女人求情 爹爹 若您是我 您会放过他吗 李顾看着李清堂 一片冰冷的毛子 后背突然发出凉意 愣是一句话 也说不出口 李清堂见状笑了 谢谢爹爹的礼物 我很喜欢 爹爹还有别的是吗 没没有 李顾摇头 那我也不多留爹爹了 李清堂给李顾行了一个礼 我名个儿还约了郡主出游 得早点休息 李顾杀鱼而归 李清堂看着这些东西 全然没了刚才的笑意 都收起来吧 一封修书 送回宿州 想这样简单地放过孙冷雪 做梦 对 他这辈子是没死成 可上辈子呢 可那些为了保护他而死去的标诗呢 是啊 他是付了不菲的鸭镖钱 鸭镖也本就是脑袋别在裤腰上的活计 可如果不是孙冷雪 他们也不会死 他不会原谅孙冷雪的 绝对不会 李顾离开望春轩 想了想 又去精医院 找了穆书云 你就劝劝唐儿吧 李顾道 若真被定了罪 那张贴出去丢人的 可是咱们全府啊 我怎么劝唐儿 穆书云冷笑 我都恨不得杀了他 他换了我的女儿 还几次三番想杀了我的女儿 你还让我劝唐儿放过他 李顾 你听听你这是人说的话吗 我知道这是对不起你们 可这也是为了咱们侯府的脸面啊 我都说了我会羞了他 会把他送回苏州 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他 李顾道 我都这样了 你还想怎么样 哼 穆书云冷冷看向李顾 你知道吗 我特别后悔 如果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当年我绝对会把你 直接扔进太湖里 看都不会看你一眼 你 李顾被穆书云呛得 说不出话来 憋了半天才到 我也后悔着呢 说着 他甩着袖子 离开了金玉院 金赵府衙门进了狱中看到了孙冷雪 此时的孙冷雪 已经没有往日的柔软娇美 头发毛草 眼神无光 衣服脏乱 还带着血迹 在看到李青棠后 孙冷雪才有了些反应 你个小贱人 我当初就该直接杀了你 李青棠笑得很是开怀 可惜呀 你现在后悔 也来不及了 人哪 最怕的就是 既要又要 你当初换了我和李青鸾的时候 就该杀了我 以绝后患 可你却要留下我的命 便要看着我受苦 以此来安慰你那颗 极度我母亲 极度的快要发狂的心 你给我闭嘴 我不 李青棠声音中 带着一丝嘲弄 你还不该计想杀我 又想把这事嫁祸给我母亲 结果两头都空 让我不仅发现了你的阴谋 还反杀了你和李青鸾 怎么样 被你一直觉得蠢笨的我 算计到这种地步 开心吗 李青棠 我要杀了你 孙冷雪把手从木栏缝中伸出 想要抓住李青棠 可总是差那么一点 气得他眼睛心红 孙冷雪 你想知道你是怎么拜的吗 我没有拜 我不会失败 孙冷雪看着李青棠 露出激进癫狂的笑 你现在得意有什么用 你的命已经被换走了 我家卵儿早晚会一飞冲天 到时候 你只能跪在他的脚下 仰望他 是吗 李青棠露出有些疑惑的表情 可我前几日又去抽了一千 蛟龙得羽 魔望碎心 住持说我有贵人相助 不管想做什么都能成 我不知道这贵人是郡主 是宣王殿下 还是太后娘娘 随着李青棠的话 孙冷雪的表情一点点变得僵硬 总之 我不想李青棠嫁得好 他就不可能嫁得好 李青棠笑着道 我和母亲若是不同意 他连侯府的嫡女之位都保不住 一个庶女 他能嫁给谁 我母亲就是要他嫁给个屠夫 他都不得不从 李青棠 孙冷雪怒吼 李青棠做了个噤声的动作 姨娘 这可不是侯府 周围可到处都有人呢 你这么激动 喊这么大声 若鸣满京城的才女李青棠的生物 是个锒铛入狱的杀人犯的事 被狱族们传出去 你说你那宝贝女儿 还有人敢要吗 我要杀了你 孙冷雪紧紧握着栏杆 满是污渍的脏手上 保养得宜的指甲断了好几根 杀我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离开这大牢 多亏了你啊 我如今还认识了郑国公府的公子 这贵人真是越来越多 李青棠笑着道 我之前不信什么签文的 但眼下我倒是信了 青云金得路 黄都得一回 自我回京后 每一步都有贵人相助 每一步都顺顺利利 甚至有意外之喜 瞧瞧 你如今按照我的计划 被下了狱 父亲已经写好修书 你如今至少是流放两千里 你这娇弱的身子 别说两千里 几百里都够呛马 一个保养得宜 还没有依仗的娇妹妇人 你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吗 孙冷雪身子不自觉地发抖 他知道 他当然知道 那些牙医不会放过他 他怕是出了京城 就会被蛇辱致死 李青棠 你恶毒至极 不得好死 孙冷雪恶狠狠地诅咒道 我恶毒 李青棠听着这话 感觉像是听到了 什么了不得的笑话 跟你比起 我这难道不算善良吗 其实 从你给我送那五百两银票 和金钗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问题 钱妈妈被我关最后套出了话 我知道你会在苏州对我动手 所以我早早就做好了准备 回京后的每一步 都是我想好的 从装死回京诈你 再到把你送回庄子 都是我算计好的 李青棠 为的就是把你送走后 对付李青鸾 你 我就是利用你看不起我 自以为你已经掌握了 一切的这种心态 钱妈妈背叛你的时候 什么都说了 府里的婆子管是谁的人 什么样的性格 我早就知道了 所以我也知道 白纸是你留给李青鸾的人 所以我留下了他 哦对了 什么毁容也是假的 是我画出来的 只是为了降低 你和李青鸾的防备 我故意 让白纸发现我容貌恢复 他迫不及待地告诉了李青鸾 而李青鸾 就如我预料的那样动了手 他的每一步 都在我的算计中 书画落在一管的牌子 也是我让人故意扔下的 李青鸾看着孙冷雪气得 要发狂的模样 细声细语 那情书的事 也是我做的 我故意让人 把送往宣王府的情书 给截了胡 我就是要他身败名恋 断了嫁给宣王的梦 李青鸾 你个毒妇 你个毒妇 孙冷雪双眼心红 这哪里毒了 李青鸾一脸纯真的 看向孙冷雪 我是故意让李青鸾知道 钱妈妈要回来揭发你的事 所以他才着急忙慌地 去找了那孙文正 结果被父亲和母亲 装了个正着 你不知道吧 父亲派文成和文姓 盯着你很久了 你做的那些事他都知道 他们早就知道 孙文正和你的关系了 所以你千不该 万不该当时否认 你与他的关系 还有啊 我是特意求情让你回来的 这场花会 也是我故意提起的 也是我让钱妈妈 挑那个时候当众拆穿的 哦对了 我知道你派孙文正 去接触了翠眉 但我没阻拦 我也只是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这些年你和李清丸做的恶事 全都说了出来 祖母直接就把李清丸 给锁尽加辞 到现在 祖母和父亲问都没问一句 若不是我想着 给他送点吃食和水 他怕不是已经 渴死在祠堂了 李清堂 你到底想如何 我想如何 李清堂看向孙冷雪 凭劲坚定道 我想让你死 你做梦 我做梦 李清堂露出一个 你什么都不懂的表情 我这是在给你机会 你该是感激我的 什么机会 一个羞辱我 要我死的机会吗 父亲的修书已经写好 已经召集了宗族长辈 不日就要开祠堂把你除名 李清丸也要变成庶女 昨个父亲还给了我一堆珍贵的物件 说是要补偿我 还说 如果我想遇姚轩也可以导给我 说我以后才是府中唯一的嫡女 你该是最了解我父亲和祖母的 他们一向是以侯府的利益为重 我如今得了太后的亲眼 玉安郡主视我如亲姐妹 永家公主还要替我带簪 金钟权贵都想得我师父一张画 最重要的 是我身后 还有沐家破天的财富 李清堂看着孙冷雪 一点点暗淡下去的目光 一字一句 最重要的 是我这张你和李清丸都忌惮的脸蛋 我也不瞒你说 在苏州的时候 宣王殿下就救了我一次 并对我念念不忘 回京后还多次助我 李清堂看着孙冷雪 甚至连王太医都是他帮我找来的 孙冷雪下意识反驳 不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 论样貌 满京城也找不出第二个比我好看的吧 你当初把我送走 不就是 害怕我这张脸吗 可是怎么办 你的害怕成真了 孙冷雪像突然被抽走了力气似的 呆坐在地上 是了 哪有男人会能抵挡这种美貌 当年李姑步也是去了趟江南 就放弃了他们那么多年的情谊 娶了穆书云那个小贱人回来 男人都是一样的 再多的旧情也敌不过那一张皮囊 不会的 不会的 孙冷雪自欺欺人般的自言自语 不妨告诉你 我同镇国公府也是有些关系的 李清堂见孙冷雪的防线 已经溃败加大的力度 我击李清鸾去联系你 就是为了逼你去对钱妈妈动手 这样 我才好抓住你的把柄 让镇国公府的人去报案 如今除了我之外 谁也就不了你 你伤了镇国公府的小公子 就是圣上都不会放过你 李清堂 而因为你 镇国公府 估计已经记恨上了李清鸾了呢 你到底想怎样 孙冷雪声音中 已经少了最开始的那骨子愤怒 我说了呀 我想你死 李清堂目光冰冷地看着孙冷雪 你若畏罪自尽在这狱里 我便放李清鸾一马 我可以求情留着他敌女的身份 再给他一个翻盘的机会 你以为我会信你 可你现在除了信我 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李清堂道 如今修书还没送来 你死在狱里还能体面些 还算是侯府的姨娘 还有人给你收尸 父亲和祖母 为了保护侯府的名誉 还可以给你编一个 突发恶极病逝的名头 也奈当作是你和李清鸾的遮羞布 可如果你被判了流放 这公文一招贴出去 那全天下都知道 李清鸾的娘 是个十恶不赦的毒妇 别说那些高门大户了 但凡是个正经人家 谁敢去李清鸾 李清堂看着孙冷雪问道 姨娘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你不是巴不得轮儿的名声被坏吗 是啊 我和母亲都恨不得你被流放 受尽羞辱后被折磨至死 可我又舍不得看爹爹着急上火 李清堂说着叹了口气 作个父亲来求我了 你和他这么多年的情谊 到底是没白费 你自己在狱中自尽这个主意 是父亲提的 想给最后的体面 也是保你和李清鸾的名声 李清堂道 我虽不愿 但他给的实在太多了 我经个儿和你说这么多 也是希望你能做个明白鬼上路 但你若不愿意 我也不会再废口舌 只能助你流放途中一路平安 李清堂笑了笑 李清鸾如今被关在祠堂里 我想他此时最大的心愿 应该和父亲是一样的吧 他是你的女儿 你最该了解他的脾性 好了 你自己想吧 最晚明天父亲就会开祠堂 郑国公的小公子要求诉结案 也就是明后天就该张贴告示了 李清堂看着面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女人 我是不希望你死的 因为我已经打点好了 你会和那群你收买的刺客 一起流放到冰天雪地的宁谷塔 我还特意给了带队的牙役头子五十两银子 让他好好关照你 李清堂对习宿了一个眼色 习宿把手里的包袱递了过去 这是我为你准备的新衣装 收拾得干净漂亮些 发挥你那长处 搞不好会让些牙役心软 放你活着过去 你可千万要长命百岁 好好地享受享受那北地刺骨的寒风 说罢李清堂就带着习宿头也不会地离开 孙冷雪呆愣在原地 看着面前的包袱里露出的桃红色纱裙 打了一个寒战 小姐 那孙姨娘真的会自尽吗 婉轻问 会的 李清堂面上再也没有刚刚在牢里的那种从容和淡定 她快步走到墙壁 手扶着墙一顿甘藕 小姐你没事吧 李清堂摇了摇头 我没事 就是有点恶心 你早上吃的东西不干净吗 婉轻帮两天顺着杯 我只是觉得 我变成了我讨厌的那种人 李清堂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逼孙冷雪自尽 他说了那么多事 就是为了一点点击溃孙冷雪的心理防线 然后告诉他 要他死的是李故 孙冷雪肯定会怀疑他说的真假 所以他又说自己不希望他死 给他描绘了流放的可怕 孙冷雪的面前只有两条路 一条路是李故和李清堂期望的 一条路是李清堂和穆书云期望的 孙冷雪会选哪条路 已经十分明了了 孙冷雪呆坐在阴暗潮湿的牢狱中 耳边不时传来鞭打声和犯人的哀嚎 孙冷雪抱着那件衣服 想着李清堂刚刚的话 是李故要他死 李故为了侯府的名声要休他 还要让他死 他十四岁时来到侯府 在见李故的第一眼 他就不可自拔地爱上了李故 他从未见过那般好看的男儿 李故就像一道光 照亮了他失去双亲后的所有阴霾 他们谈天说地 他们风花雪月 他以为可以和李故一辈子在一起 可前一秒还和他山盟海誓的人 下一秒就娶了另一个女人 李清堂是他的女儿 李清堂是什么样性格的人 他自然知道 李清堂那个小贱人说的没错 李清堂此时是会希望他死 呵 呵呵 哈哈哈哈 孙冷雪坐在地上 从冷笑到癫狂的大笑 他这一辈子最爱的人到最后 竟都想让他死 唯一不想让他死的 只有李清堂和穆书云 可他们图的是他生不如死 孙冷雪回忆他这一生 笑了哭 哭了笑 他想过很多种自己的未来 他还做了一个梦 梦中他的亲丸嫁给宣王 最终成为皇后 而他也成为侯夫人 穆书云 李清堂 这两个狐狸精和那个李和风 统统都去见了阎罗 她是精中最风光的夫人 谁见了都要奉承两句 可他没想到 梦中的一切都是反的 他孤零零地在这暗无天日的大牢里 而他可选的只有一条路 唐儿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穆书云见李清堂一脸惨白 担心他身体不舒服 快找大夫来 娘 我没事 就是有点累 李清堂连忙阻止了穆书云找大夫 把头靠在了穆书云的肩膀上 这是出去玩累了 嗯 李清堂小声嗡了一下 穆书云摸了摸李清堂的头发 多出去玩玩也好 我在城郊有个温泉桩子 改名你可以去玩玩 谢谢娘 李清堂露出一个甜甜的笑脸 晚膳时衙门传来消息 孙冷雪在狱中自尽 李清堂顿了一下 神色如常地继续用膳 这些都是孙冷雪应有的报应 他要杀自己的时候 从未犹豫愧疚过 自己又何必如此 孙冷雪的死讯传来后 穆书云和李顾也有一瞬地呆住 死了 你确定吗 李顾追问来禀告的小丝 确定 抚牙的人来问 这尸体要怎么处理 如果咱们不要 他们就带去乱葬港埋了 毕竟是跟了自己二十多年的女人 李顾到底是不忍心 让真管家去把人给拉回来吧 等等 穆书云开口叫住 李顾看向穆书云 你不会连收个尸体都要阻拦吧 你怎么能冷血至此 穆书云看了眼李顾 无悲无喜 现在还无人知道 你爱妾入狱的事 真管家一去那明日 全京城都知道你的爱妾谋害敌女后 畏罪自杀 李顾一梗 娜娜也不能让人把尸体 扔去乱葬港啊 所以你要派个脸生的 去用个普通马车把人拉走 不能直接回府 穆书云道 你不是在柳暗巷有个宅子吗 就先送那去吧 一听到柳暗巷 李顾又是一梗 这真怎么行 这怎么不行 穆书云问 你若觉得不行 你就让真管家 派你的马车去大牢接人 然后从侯府正门把棺材抬进来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对那爱妾用情至深 深道 为了他可以毁了侯府的满门清誉 李顾被穆书云对得脸红了起来 你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怎么能说话这么难听 这就叫说话难听了 穆书云冷笑了一下 我还有更难听的没说出口呢 李顾气的拂袖而去 到底是按照穆书云的话去做了 但没有把人送到柳暗巷 而是直接去了城外的庄子 柳暗巷里他养的鸽鸡 胆子可小 受不了这个惊吓 穆书云听后 突然为孙冷雪感到了一丝悲哀 真是人死茶凉 为了这样一个烂情的男人 害人害己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不得善终 不过这也只是一丝 孙冷雪死了 倒是让她很痛快 只是这不太像是她的性格 她怎么会一声不响就自尽呢 哪怕是流放她 也有活下来的可能 老太太在知道孙冷雪自尽后 把漱口的水土进潭鱼 她最后倒是做了件聪明事 周嬷嬷地上帕子 老太太擦了她嘴角 这事先按下 对外就说 孙冷雪在庄子里染病 过两天就说她重病不遇 病逝了 那尸体找个好地方埋了吧 找个庙给她立个牌子 也算对她仁至义尽了 是 周嬷嬷应下 孙冷雪撞墙自尽前 写了一封血书给李固 上面说尽了她这些年对李固的爱 对做了这些事的悔 为了侯府的名声 她愿意自行了断 只求她好好照顾李清鸾 孙冷雪是了解李固的 一封信写的是生情并茂 最终李固把李清鸾从祠堂放了出来 李清鸾也一改那日的癫狂 看起来老实又无害 在见到整个玉瑶瑄都快被搬空之后 没有任何不满 反而去向老太太 李固和穆树云道歉 说那日是她错了 她已经开始悔过了 李清鸾去给老太太请安的时候 李清鸾也在 妹妹 姐姐错了 在祠堂这几日 我一直在想 该怎么才能弥补和姨娘的过失 李清鸾一身素衣 柔弱可怜道 我想着命既然能换过来 自然也是能换回去的 我愿意配合妹妹 把这凤凰命再还给你 李清鸾没有说话 李清鸾红着眼睛 妹妹不愿原谅我 也是应该的 我金个儿起 不会再见宣王殿下了 殿下送我的那些东西 我也会都还回去 妹妹若是喜欢殿下 我也可以帮妹妹牵线 李清鸾微微低头 姐姐没什么本事 只能以此来弥补妹妹一二 姐姐哪里的话 我不信命 能被人偷了抢了的东西 终归是不重要的 李清堂笑着道 姐姐喜欢就留着吧 毕竟这是姨娘用命给你换的 实不相瞒 我与宣王在苏州市就相识了 宣王殿下还多次约我吃饭 替我解围 之前没说 是怕姐姐伤心 既然你已经放下宣王了 那妹妹便也不顾及 这姐姐的心情避嫌了 李清堂的话里话外全是在说 你那些老实子的弥补 他不稀罕 那不知姐姐要怎么做 妹妹才肯原谅我 李清鸾强忍着内心的不爽 宣王怎么会在苏州 与李清堂相识 苏州 怎么又是苏州 若姐姐真的悔过了 那就自请归位吧 族里已经定下开祠堂的日子了 妹妹到时 就主动把自己的名字 添到以病逝的孙姨娘名下吧 李清堂露出一副同情的神色 孙姨娘为你算计筹谋了一辈子 为了你的名声 甚至豁出去了命 你总不会让他死后 名下连的孩子都没有吧 李清鸾一梗 脸上的柔弱 差点没装下去 他默默深吸一口气 狠狠凝了自己大腿一把 若这样 妹妹可以消气 我这就求父亲 见李清堂没有再搭理他 李清鸾眼泪刷得流下 老太太开口 软儿已经知错 堂儿你也不必太苛求 犯错的是孙冷雪 她已经付出代价了 李清堂乖巧地看着老太太 祖母 孙女来这后 可什么也没说 这段日子以来 也从没想过 要姐姐弥补什么 大家都是姐妹 我受点委屈也不碍事 可姐姐一开口就是她错了 追着问我要什么补偿 李清堂也委屈地红了眼眶 祖母 孙女从小受孙姨娘的搓磨 十岁就在冠里独自生活 不懂这后宅的弯弯绕绕 若是哪里做错了 希望祖母不要怪孙女 孙女日后会好好学的 请晚你下去吧 老太太道 李清鸾咬住嘴唇 是 那孙女先退下了 李清鸾走出院子后 眼神就变得很利起来 李清堂这个小贱人 头齿竟变得这么凌厉 还倒打了他一耙 不成 他最近这么努力 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嫡女之位 这个李清堂一开口 就要废了他 真是歹毒 李清堂在老太太的院子里 待了半赏才出来 出来时 手里拿着一堆赏赐 但李清堂的表情却不算好 老太太已经打定主意 要保李清鸾了 从家里下手是没法子了 那只能从外界来了 就算李清鸾仍顶着嫡女的名头 但一个有名无实的嫡女 又有什么用吗 李清堂换上华服 坐着马车 带着两排侍卫 去了公主府 唐儿 你终于来了 华林儿见到李清堂 戴满朱翠的模样 拉着他的手 你就该这么打扮 瞧瞧你现在有多好看 那我以后就这么打扮 李清堂笑着硬下 对了 那日怎么回事 华林儿把李清堂 拉进自己的房里 把众人平退 满眼好奇地问道 外面有的传那孙姨娘 换了你和李清鸾 有的传是 孙姨娘身边的赵嬷嬷 对你母亲心怀不满 所以换了你俩 还有传孙姨娘是畏罪自杀的 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呀 为了保全侯府名声 最后老太太吩咐的是 赵嬷嬷出于私心 调换了两位小姐 其他人都不知情 姐姐想听真的还是假的 李清堂问 当然是真的了 不然我能问你吗 华林儿 殷切地看着李清堂 真的就是孙姨娘嫉妒我娘 于是让赵嬷嬷换了我和李清鸾 事情暴露后 孙姨娘便畏罪自杀了 李清堂如实道 华林儿瞪大了眼睛 他虽然问了这件事 但没想到李清堂 会回答得这么干脆 你不怕我说出去啊 不怕呀 做错事的又不是我 我有什么可怕的 李清堂坦然道 再说这等事也不算太离奇吧 哪个高门大院 没有什么龌龊事 只是大家都瞒着而已 你这话说得到也是 你知道那里王府吗 就圣上的小皇叔 他那小妾成群 但除了王妃生了一个儿子外 其余全是女儿 但后来发现 那儿子也不是他的 啊 李清堂惊讶 说那王妃看了很多大夫 都说身体没问题 大夫就说 有的人就是生不出儿子 有的人也就是生不出女儿 这都是要看天意 于是 王妃为了巩固权力继承爵位 就借了个种 结果那孩子长大后 既不像王妃 也不像李王 那好事的侧妃就借此挑拨 李王就生了疑 没想到那孩子真不是他的 那结果呢 为了皇室的脸面这件事 必须得饮下来啊 后来那世子喝醉酒 意外溺死在湖中 王妃悲愤欲绝 去了皇爵寺待发修行 华林儿说着 靠近李清堂 压低了生意 我和你说 李王现在天天求神问药的 就想在死前给自己留个种 找了算命的 特意找了那些与他八字相合的黄花大闺女 但没用 现在已经魔证了 专挑那些生过男孩的寡妇去 那生出来了吗 华林儿摇了摇头 生了四个全是女娲 现在府里还有两个怀着孕的 我瞧着这两个要是没戏 那就彻底没戏了 怎么说 那李王都五十岁了 这几年不知道是不是耕耘过度 瘦得都快脱象了 上次公演我见他 他都得人扶着走了 就这还能生 生出来的 可不一定是谁的呢 李清堂听后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你笑什么啊 没什么 就是觉得 姐姐真是懂得多 这耕耘过度形容的倒是生动 好啊 你还敢严予起我了 华林儿洋装生气 你那马练得怎么样了 哪天和我去郊外跑跑 好啊 我表哥送了我一匹可好看的小白马 李清堂道 我娘还在郊外给了我个温泉桩子 骑完马 咱们还可以去泡温泉 你表哥 对 李清堂想起 眼前这位有可能成为他未来的表嫂 开口就夸 我表哥长得可好看了 而且人还聪明 特别厉害 我觉得这世上 找不出比他更好的男子了 有多好看 能比我那表哥还好看 华林儿有些怀疑 虽然我没见过景王殿下 但我觉着我那表哥 肯定不会输 李清堂想起苏怀木的脸 十分自信地用力点头 若我是个女子 我肯定会爱上她 华林儿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你本来就是女子啊 不是 李清堂连忙解释道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不是她的表妹 我肯定会爱上她 真这么优秀 华林儿来了兴趣 当然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等有机会 我把我表哥介绍给你认识 你一定会喜欢她的 李清堂信心满满 那我可期待着了 哦 对了 李清堂突然拍了下脑门 你这一惊一乍的 吓死我了 华林儿李清堂吓了一跳 怎么了 我经过来是感谢姐姐的 还给你带了礼呢 刚刚听你这密文听的 差点就忘了 李清堂说着 让习宿把盒子递上 上次不是说 要给你绣一把扇子吗 绣好了 真的 快让我看看 华林儿连忙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把欠了珍珠的团扇 真好看 这也太像血团了 说着 他连忙来到窗前 对着阳光转了转 真的会发光 华林儿惊喜到 说着一把抱住李清堂 唐儿妹妹 你真的太厉害了 不过试点雕虫小技把了 比不得姐姐为我做的 嗯 华林儿有一身的疑惑 我最近好像没为你做什么呀 李清堂也疑惑了 不是你让郑国公府小公子帮我的吗 啊 华林儿一脸茫然 没有啊 我小堂哥最近都不在京城 我也没联系过他 不是你 那是谁啊 我再不认识什么人 和郑国公府有关啊 李清堂也茫然了 他想了这么多日子 觉得对方只能是 看在华林儿的面子帮他 可是我小堂哥出门了 我都好几个月没见过他了 华林儿道 我小堂哥那个人 倒是极恶如仇 或许他就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那 或许吧 李清堂还是觉得疑惑 若救人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那后来帮他撑腰的事 又是怎么回事 或许是他回京后 听说了咱俩关系 所以就替你出头了呗 华林儿笑着道 嗨 这点小事不用放在心上 你说我们哪日 去骑马泡温泉好 明日家中有事不成 我还得让人提前 把桩子打扫一下 三日后如何 好啊 华林儿激动硬下 硬下后又小声道 唐儿 你那表哥 我从你这回去 就让人约我表哥去 华林儿拍了拍 李清堂的肩膀 好妹妹 回府后 李清堂让林语去问 苏怀木有没有空 想约他一起骑马 怕苏怀木有压力 故意没提话链 也同去的事 苏怀木听到李清堂 邀约他出去骑马 自然是一口硬下 小姐 林语传话来 说那日木公子有空 习素道 好 让人通知桩子 好好收拾一下 李清堂也没去过 那个桩子 也带着些期待 经医院里 李顾与穆书云 又吵了起来 冷血他都死了 他死后 只有这一个祈求 你连这个都不能满足吗 李顾道 婉儿怎么说 也是你养了15年的女儿 记在你名下怎么了 孙冷血是死了 可他名字还在家谱里 穆书云道 满京城除了北安侯府 谁家一个妾室能进家谱 当初因为娶了穆书云 而背弃了和孙冷血的约定 后来孙冷血又救了李顾一命 为了弥补孙冷血 便把他寄入了家谱 是我违背了和他的约定在先 我自然是要弥补他的 李顾道 违背了和他的约定 那我呢 穆书云看着李顾 眼眶有些发红 你当初求取我的时候 说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 你可没说你还有个青梅竹马的表妹 可我已经把正妻之位给你了 我这些年 一共才有两个妾室而已 瑞锦那还是母亲塞掉我的通房丫头 当时那还是因为你和冷血都怀孕了 我才收下的 金钟勋贵哪个不是妻妾成群 我这已经很好了 是啊 你是只有两个妾室 人家妻妾成群 好歹喜欢的是梁家女子 可你呢 穆书云冷眼看着他 你在外面养了多少歌姬舞姬青楼妓子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被戳中痛处 李固跳了脚 他们也是梁家姑娘 不过是被迫入了封城 我也不过是与他们谈天说地而已 那都是带着欣赏态度的 自古哪个风流才子 没有几个红颜知己 哪有你想的那么龌龊 穆书云冷笑了一声 孙冷血死了 所以他换了我的孩子 错没了唐儿十五年 还几次三番想杀掉唐儿 害死那么多人的事 便都可以接过了是吗 可唐儿如今不是好好的吗 李固吼道 冷血已经为错误付出代价了 是我精心养大的女儿 本就不是他想被换的 而且他如今也知错了 处处忍让 日日都在为你和唐儿抄惊 你还要怎么样 他既然不想被换 为何不主动说出来 穆书云冷冷问道 如果不想被换 为什么要针对唐儿 甚至想毁了唐儿的脸 为什么通风报信 害怕前婆子回来说出真相 为什么提到凤凰病时那么骄傲 七年了 七年来他有无数次机会 可以说出真相 可他没有 这李固一时无语 但他大手一挥 斩钉截铁 我才是这侯府的主人 你若想让唐儿记在你名下 你就必须让轮儿也在你名下 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凤凰命 尽值得 你连你那少有的风度都不要了 我这是为了整个侯府 轮儿就算嫁不了宣王 也可以嫁给文姓后世子 再不计也能找个三品官的嫡子 他马上就急急了 左右不过一年就可以出嫁了 到时候也不会再爱你的眼 而因此得意的还不是你的份 李固道 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的分吗 我分自己有本事 用不着卖自己的妹妹求荣 穆书云道 所以你别用你那思想去给芬儿做主 你 李固被气得差点没绝过去 穆书云那话什么意思 这是在说他卖女求荣吗 穆书云没等李固开口便道 你想要把李清丸记在名下也可以 但孙冷雪必须被除名 他虽记在我名下 但所有待遇 一律按照庶女的来 出嫁时与青年一样 至于孙冷雪 给他留了什么我不管 李固思索了一番 穆书云能点头 他已经算是目的达到了 嫁装什么的他可以补 可以 但你对外不能乱说 换孩子的事 就是赵嬷嬷自己做的 好 但唐儿以后的亲事 得由我做主 李固想了想 穆书云是李清堂亲生母亲 肯定会给李清堂找个好的 现在李清堂与玉安郡主关系好 还得了太后青睐 再加上穆家的钱财 别说那郑国公府 真的有可能 那小公子还特意为了李清堂出头 一个女儿嫁给宣王 一个女儿嫁给郑国公府 不管最后如何 他们北安侯府 都是稳赚不赔的那个呀 李固算盘打得啪啪响 行 那你可抓紧时间 唐儿也马上急急了 这段时间 你好好给他物色物色 眼光可是适当高一高 我看着那华家 小儿子挺不错的 但若不成 也是可以看看别的 千万不要给唐儿拖成老姑娘 那就不值 不好找了 李固满脑子都是 他的如意算盘 差点说错话 他清了下嗓子作为掩饰 然后拂袖离去 穆书云冷笑了一声 他从李固的表情里 就看出他打的是什么 如意算盘了 真以为天下的好事 都能被他占了 步子漫那么大 也不怕摔了 谁不知道宣王好 谁不知道 郑国公府的小公子好 全京城 不全全国 多少人都在巴巴望着呢 敢肖想这两位的个个 都比他们北安侯府有权势 他是怎么敢想的 到了这个层次 结晶代表的就是结盟 那可是一场 要付上身家幸运的豪赌 一个侯府里就这么多危机 他可不要李清堂 被拉入那夺嫡的斗争中 再多的荣华富贵 都比不过平安喜乐 直到开完宗祠 录完家谱 在确定自己 依然还是侯府的嫡女后 李清堂终于舒了口气 不枉他累这么多日 眼下父亲和祖母 是看他有用 所以才留着他 但宣王那边 他有想办法联系宣王 但经过之前的事 他身边已经没有可用之人了 玉瑶轩也几乎被搬空 身边这些丫鬟 婆子也不像之前那样 对他百般恭敬 孙姨娘只给他留了两个铺子 都不是什么特别赚钱的银盛 倒是有一些首饰 可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货色 根本比不上 慕书云之前送他的 李清鸾看着如今 空空荡荡的玉瑶轩 把慕书云和李清鸾 恨得在心里骂了一万遍 明明那么有钱 至于连这么一点东西 都不留给他吗 留那么多金银首饰 放在库里落灰 是打算死后带下去的吗 李清鸾恨恨地想着 他此时特别想同之前那样 找个奴婢发顿火 可想到自己 如今的处境 李清鸾自己生闷气的时候 李清鸾来了 妹妹也是来看我笑话的 李清鸾没好气 他过去也没少欺负李清鸾 如今这李清鸾 怕也是为了落井下石而来的 姐姐怎么会这么想我 李清鸾把自己做的糕点 拿了出来 比起李清堂 我自然是与大姐姐 你更亲近些 也更希望你好 李清鸾看了眼和之前一样 依旧低眉顺眼的李清鸾 心里稍微放松了一些 此话当真 当然是真的 李清鸾点心递到李清鸾手里 姐姐尝尝 这是你喜欢的杏仁酥 李清鸾接过杏仁酥吃了一口 你这手艺倒是不错 妹妹不像姐姐 能吟诗作画 弹琴作对 妹妹只有这刺绣和厨艺 还勉强拿得出手 姐姐若能喜欢是最好的 李清鸾浅笑着 若是姐姐喜欢 妹妹以后就经常给姐姐做 你不该带着点心去找李清堂吗 你如今讨好我没用的 我如今的境地还不如你 李清鸾道 姐姐 你这话可就含妹妹的心了 我与那李清堂 也就是名义上的姐妹 可根本没与她相处过多少日子 可咱们姐妹俩十多年 我自小就跟在你的身后 这府里除了我姨娘外 我唯一亲近的人 便是姐姐了 李清延露出伤感的表情 我真真是心疼姐姐 母亲和李清堂 怎么可以这样对你 李清延见李清鸾稍有异动 继续道 真是没想到 那李清堂看着单纯 心思那么深沉恶毒 他明明什么都知道却不说 非挑着那样的日子 让人当众揭露 李清延说着红了眼眶 这让我们以后可怎么做人 见到李清延在这抱怨李清堂 李清延渐渐放下心房 一起数落了起来 他还会管我们 人家如今是嫡女 还有郡主撑腰 被太后赐簪 还有个画佛师傅 名声正望 我们不过是他上位的踏脚石罢了 我真没想到 二姐姐会是这样的人 你想不到的事 还多着呢 李清延终于找到同路人 可以发泄了 他甚至还臭不要脸的 勾引宣王殿下 啊 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 父亲和祖母都不管管吗 李清延装作十分惊讶 和李清延一唱一和 如今 他在太后娘娘面前的脸 父亲和祖母 自然是向着他的 可怜的 只有咱们俩罢了 李清延又是一顿指责李清堂 把他里里外外给骂了一个遍 李清延自然是跟着附和 一会子下来 两人的关系又拉近了不少 姐姐如今还是嫡女 还是明满京城的才女 李清堂就算如今得意 可他在京城 毕竟没有什么根基 比不得姐姐在众位夫人和公子中的贤名 李清延道 而且姐姐 你与宣王殿下多年的情谊 岂是李清堂他 轻易可以撼动的 但李清堂生了一张狐妹子的脸 如今他又成了嫡女 难保殿下不会对他心动 李清延提到这就生气 这段时间 为了显示自己的乖巧 他都没有出过府 也不知道这段时间 李清堂有没有再去勾引宣王 姐姐 你觉宣王是那种肤浅的普通男人吗 李清延突然问 当然不是 殿下他学父舞车 人品高洁 怎么能把他和那些臭男人化为一体 李清延道 那就是了 所以宣王殿下 又会仅仅因为一张脸 就舍弃这么多年的情谊 李清延道 我愿意帮姐姐 从玉瑶轩出来 学景不解 小姐 往日那大小姐也没少欺负您 如今您怎么还要帮她 您之前告诉我想活得好的审视多事 那您不该去找二小姐吗 如今望春轩可是府中最热闹的地方了 李清延脸上没有刚才的软弱柔顺 你懂什么 大姐姐 她如今孤立无援 正是雪中送炭 拉拢她的好时候 可大小姐如今 也没什么值得拉拢的地方了 学景还是不理解 往日玉瑶轩多气派啊 可现在瞧着 和咱的院子也没什么区别 可她还有好亲事 还有认识那么多世家公子 父亲和祖母留着她 不也是为了这些吗 李清延目光中满是算计 她姨娘没用 所以她只能自己争取 经过李清延这件事后 她更加明白 嫡树虽然有别 但只要能嫁个好男人 嫁得比嫡女更好 那在父亲和祖母的眼里 庶女就比嫡女更有用 她命不好 没投生到一个好肚子里 那就只能自己挣了 她又不比李清堂和李清延差什么 他们能得到的 她也一定可以 不 她要比他们过得更好 因为要骑马 所以李清堂穿的是一身旗服 头发也被利落地挽起 穆树云派了两辆马车 两个婆子还有八个护卫跟着 但还是觉得不放心 我把魏天也派给你吧 你们两个女生去郊外 我总是不放心 娘 我还带了习宿 婉清 还有林峰他们呢 林峰的身手很好的 而且 郡主那边肯定也带了不少人 而且 我们只是在近郊骑马 顺便去庄子上泡的温泉 离京城那么近不会有事的 穆树云知道 但想起李清堂之前 经历的刺杀 她就害怕 我还是再拍几个护卫吧 李清堂见状也不阻拦 只是笑着说 娘对我真好 苏怀木为了今日特意收拾了一下 满心欢喜地在城门口等着李清堂 可李清堂没看见 她先看见了华林儿 华林儿骑着马 兴高采烈地带着一群人来到南城门口 为了今日 出游她想了两日 她真是太好奇 李清堂口中的那个表哥有多好看了 华林儿爱美人 是京城里人尽皆知的事 如今她已经要十六了 可清世却迟迟没有定下 京中那些高门子弟 不是不敢娶华林儿 就是华林儿看不上 因着那些高门子弟 都被华林儿挑了一遍 没有一个看上的 现在家里有好看狼的人家 都在琢磨着 要不要送去 若能得了郡主的青睐 那一家子也算是非生了 华林儿对此也不忌讳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 凭什么男子可以喜欢貌美的女子 女子就不能喜欢美貌的男子 这不公平 她娘都说了 只要她喜欢 什么样的男子都要得 直早就对李清堂的那个表哥感兴趣了 李清堂这么好看 穆书云也那么好看 她那表哥肯定也不差 所以 华林儿今日也是好生打扮了一番才来的 等她到了城门口 发现李清堂还没来 也没看到那表哥 是还没来吗 她喃喃自语 苏怀目躲在马车里 见到华林儿后眉头一皱 她怎么来了 看样子应该是李小姐约的 穆燕道 公子 不然咱们就和李小姐坦白了吧 李小姐性格那么好 该是不会怪您的 她今日本是存了这个打算的 可没想到华林儿也在 华林儿的性格 她是了解的 这丫头再准会坏事 派人和她说一声 说我今日有事 不能陪她骑马了 苏怀目吩咐道 是 她正要离开 李清堂也坐着马车赶来 刚好堵住了她的去路 那好像是穆公子的马车 婉清道 李清堂见状 让人停下了马车 穆燕见到李清堂后 也停下了马车 表哥 你这是要去哪 穆燕看了眼苏怀目 转过头 苏怀目神色从容 生意上突然有点事 今日恐怕不能陪你 去骑马了 改日我请你吃饭 当作补偿 啊 李清堂的失望之色 一览无余 是很重要的事 非得今日做吗 她为了今日出游 可准备了不少 吃的喝的 就准备了一个马车 苏怀目不想让李清堂失望 但此时宫里那些人 还不知道她已经回京 她若是被华林儿 和她身边那些人见到了 那事情可就大了 偷偷回京 身边没有王府的下人 隐姓埋名身边 装成小似的暗卫 这若是被有心人知道了 那就是大麻烦 嗯 很重要 所以抱歉了 那好吧 李清堂虽然有些失落 但还是笑着道 那表哥你去忙吧 嗯 你好好玩 苏怀目的话音刚落 一个清脆的女生 便想了起来 堂儿 你在和谁说话呢 李清堂回头看向华林儿 我在和我表哥说话呢 你表哥 文言华林儿 快步走了过来 苏怀目立马把面具戴上 华林儿一探脑袋 看到的就是一个 铜色的面具 吓了一跳 这就是你表哥 李清堂回头看到苏怀目 突然戴上面具 也吓了一跳 表哥你 我今日脸上起了疹子 怕吓到郡主 苏怀目压低了声音解释 李清堂有点茫然 可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 但苏怀目都这么说了 肯定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 那他也不好拆台 只得顺着话 哦 对 我表哥今天身子不舒服 铺子里又有事 没法和我们一起 骑马了 华林儿有些失望 又好奇地看了看 对方低着眼睛 但睫毛倒是很长 身形瞧着也不错 苏怀目见话铃还看 捂着胸口咳嗽了两声 李清堂拉着话铃道 林儿姐姐 我下次再带你 认识我这表哥 我金盖准备了好多点心和银子 咱们走吧 成 李清堂和话铃离开后 苏怀目回到府底 木燕看着自家主子 这不太美好的脸色 开口道 殿下 您出来也有些日子了 府中传来消息 娘娘和陛下 已经问您何时归金了 外面的事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 您不若就回来吧 也好 苏怀目点了点头 让那边的人开始动吧 是 出了城 李清堂从马车出来骑上了马 他和话铃在前面骑着马追逐 身边跟着好几个带刀的侍卫 两人骑马奔跑了一会后 放慢速度 沿着小路慢走 李清堂微微喘着粗气 笑得开怀 我第一次骑马跑那么快 真有意思 你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这就有意思了 华铃也笑着 我听说幽州有一马平川的草原 那骑马奔跑起来才叫畅快 等有机会 我一定要去那骑一次马 看着华铃那不安事事 清亮又满是朝气的眼神 李清堂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 也不知道 前世他和亲路过幽州的时候 有没有完成这个心愿 这辈子 他一定不能再让华铃踏上老路 要影响皇帝的决定很难 但他可以努力把华铃给嫁出去 皇帝总不可能让一个已婚的郡主去和亲吧 华铃一转头 就看到李清堂目光火热地看着他 我脸上有东西吗 没有 李清堂笑着摇了摇头 我只是觉得 姐姐你这么好 一个什么样的男子才能配得上你 那肯定得长得好看 还得和我一样聪明 华铃骄傲地扬起下巴 只是可惜 京中没有一个我能看上眼的 京中这么多公子 一个都不成 李清堂问 虽然他有心撮合华铃和穆正初 但上辈子他俩就没成 刚刚他表哥突然戴上面具还装病 想来也是因为华铃的原因 如果华铃和他表哥就是不成 那他也得有点备选方案 绝不能让华铃再拖到那个地步 倒是有几个还不错的 华铃思索了一下 李清堂眼睛亮了 那他们是差在哪里 假是 长相都还可以 华铃脑中想了一下那几人 但就是太主动了 上杆子不是买卖啊 李清堂没想到 会是这个理由 主动不好 主动也不是不好 只是我不喜欢 华铃道 男人还是得矜持点 李清堂看着华铃这一本正经的模样 没忍住笑了出来 姐姐 矜持这个词是用来形容男人的吗 不是吗 华铃疑惑 这词还分形容男人和女人 也不是 只是大家都习惯要求 女孩子要矜持一些罢了 李清堂想了想到 哼 本郡主才不管呢 反正本郡主就是不喜欢太主动的 太过寡淡 一眼就看穿 没劲 李清堂在想 上辈子华铃那么喜欢他表哥 不会就是因为他表哥很矜持吧 李清堂仔细回忆了一下 他与苏怀木的过往点滴 他那表哥的确是有些矜持 也的确让人一眼看不穿 走 我们比比 谁先跑到那块石头 华铃提起鞭子 指着远处一块大石头 说着 他就挥动鞭子 扬长而去 李清堂见状连忙跟上 两人一前一后赶到 华铃笑着挥着鞭子 转头看向李清堂 哈哈 我赢了 李清堂刚想说 姐姐你怎么可以先跑 就见临终不远处 有人拉弓射了过来 李清堂连忙喊道 小心 说着加快马挡到了华铃身前 华铃还愣着神呢 就看见一根箭矢破空而来 李清堂已经闭上眼睛 做好受伤的准备了 但没想到 箭矢并未射到他 只是落在了他身后的一棵树上 听到李清堂的喊声 护卫已经冲了过来 瞬间就围住了二人 掏刀戒备了起来 林峰连忙来查看 小姐您没事吧 我没事 李清堂下了马 拍着胸脯 林儿姐姐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 倒是你 你刚刚不要命我 要是那箭针射过来了 你怎么办 华铃既感动又担忧 红了眼睛 你是不是傻呀 我身边那么多侍卫 怎么会拦不住一根箭 你要是被射中了 那我要怎么向侯府交代啊 好姐姐你别哭啊 我这不是没事吗 李清堂连忙安抚 别哭了 华铃吸了吸鼻子 谁哭了 我可没哭 说着他一脸怒气的 转头看向身边的护卫 谁人射的箭 很快一个侍卫 就压着一个颤颤巍巍 穿着粗麻布衣裳 背着一把弓的男人上前 郡主殿下 就是他射的箭 男人听到郡主两个字腿 直接软的摊在了地上 然后连忙磕头解释 殿下饶命啊 我不是要射您 是小的刚买的女奴跑了 我这是要射那女奴啊 郡主殿下明察 小的真的不是要射您啊 误会 这都是误会啊 就是给小人一万个胆子 小人也不敢拿刺杀您啊 那箭也只是威慑 没杀伤力的 您瞧瞧 这箭头都是盾的呀 我呸 画链一鞭子 直接抽在那男人背上 你说射女奴 就是射女奴啊 那女奴呢 而且 就算这箭头是盾的 但若打中人也会受伤 我这妹妹 可金贵得很 小的错了 小的错了 男人被抽得直接冒了血 但还是坚持跪着磕头道歉 但这真的都是误会啊 小的根本没看到您二位 这箭也没射到二位身上 求殿下给小人一条生路吧 小人上有老 下有小啊 李清堂见到男人哭得凄惨 那箭也属实是盾的 身上也没什么其他力气 看着穿着打扮 也不像是什么刺客 姐姐放了他吧 那箭也没伤到我 可他吓到我了 还影响了我的好心情 那姐姐不是也抽了他一鞭子吗 就算了吧 我们去泡温泉吧 我带了好多点心果子 咱们可以一边泡一边吃 李清堂劝道 画链儿嫌弃地看了眼 已经吓尿出来的男人 今天算你运气好 男人刚要磕头道谢 林宇带着一个浑身灰扑扑 头发里还夹杂着不少树叶 看着十分狼狈的女子走了过来 郡主殿下 小姐 刚刚在草丛里发现一个女子 男人见状连忙道 郡主殿下 这就是我那逃跑的女奴 我刚刚就是要抓她 那女子听到男人叫对方郡主 眼中立马有了光彩 郡主殿下请为名女做主啊 名女是苏州人士 此番是进京寻青 但没曾想到 中途遇到贼人 不仅钱财被抢了去 那贼人还贩卖良民 你们可千万别被这男人给骗了 她和那火贼人就是一起的 女子哭着道 我好容易才从她手里逃了出来 那火贼人还卖了不少良民 求殿下救救名女 救救那些无辜的人 殿下 休要听这女奴胡说 她可是我花了十两银子买来的 那是有生气的 男人连忙解释 呸 女人对着男人脆了一口 十两银子都买不了公奶奶一只鞋 郡主大人 请您一定要为小女做主啊 你说你是苏州人 李青堂问 我恰好在苏州住过一段时间 你是苏州那家的小姐 我是穆士云刚想爆出自己的名号 可以想到她这番遭遇 要是传出去 那自己名声肯定没了 自己的没了就没了 就怕还会丢了侯府里 书云姑姑和她那堂姐的脸 本就是偷跑出来的 还闯了这么大的祸 再丢了侯府的脸 那她怕不是真的以死谢罪了 我姓王排行第三 家里是开茶楼的 穆士云道 您在苏州住过 应该听过七色果茶吧 穆士云在心里说了声抱歉 但王家只有一个 已经出嫁的大姑娘 想来不会影响什么名声 眼下对方也不会去查证 等她进了京城 找到穆家人再补救 也来得及 李青堂点头 王室茶楼的七色果茶 她当然知道 但她不知道 王家有没有小姐 不过面前 这女子虽然狼狈 但这衣服 的确是上好的绸缎 说话清楚大方 这气度 看着倒是像富贵人家的小姐 别听她胡说八道 她哪是什么苏州人 她就是京城人士 男人狡辩 见状李青堂说了一句苏州话 穆士云听后 立马用苏州话回答 李青堂看向那个男人 你说这是你的女奴 可你穿得粗不麻衣 你这女奴却穿着绫罗绸缎 我家丫鬟的手还有些紧 你这女奴的手 却细腻的紧 男人有些慌张 华莲见状 又是一鞭子抽了过去 你竟然敢骗本郡主 你信不信我诛你九族 男人听后连忙磕头 小的错了 小的错了 这是小人刚买来的媳妇 花了整整十两银子啊 呸 谁是你媳妇 你分明就和那伙贼人认识 一股奶奶的姿色 要是卖到红楼里 怎么也得卖个百两银子 怎地就被你十两银子买了 你们连官府都没去 生气都没有 郡主大人 您就是在世青天大老爷 您可一定要为民女做主 拯救那些无辜的少女 为民除害啊 穆士云这顿马屁 也算是拍到了华莲的心坎上 好你个贼人 光天化日 买卖良家妇女 还意图刺杀本郡主 来人啊 把他给我扣下 几个侍卫 直接把男人按在了地上 郡主 您想怎么处置 说了要诛他九族 把他家人都给我找出来 郡主 郡主饶命啊 小的知错了 小的真的知错了 男人连忙求饶 我说 我什么都说 画铃看向男人 好 你供出一个凶手 我放你一个家人 说一个字的谎 就剁一根手指 手指不够 就割耳朵 割鼻子 还不够 就把那子孙根也给断了 男人一听 整个身子都软了 要不是被侍卫拘着 整个人都该趴软在地上 郡主大人 我们那一行人 还有好几个女子 都被抓了去 您可一定要救救她吗 牧师云哭着道 你放心 本郡主定会为你伸渊昭雪 画铃拍着胸脯道 殿下 咱们还是直接 把人送去官府吧 画铃的贴身侍女 月子小声道 您忘了 公主殿下上次还说 让您少管闲事 这哪里是闲事了 而且她刚刚还用建设我们 画铃道 这是我自己的事 那不若咱们 把人带回京兆府衙门 让衙门的人查 您在一旁监督着 月子提议 那多没劲 画铃好久没遇到 有意思的事了 今天出门真是出对了 我就要自己查 月子心下着急 上次他家主子 要做青天大老爷的时候 直接打断了 户部侍郎儿子的腿 最后还是公主亲自道歉 加上圣上调和才平息的 但至今 户部都对北京的军饷 多有苛刻 自那之后 公主就下令 不许画铃儿多管闲事 月子把求助的目光 看向李清堂 李清堂走到画铃儿身边 铃儿姐姐 我好容易才出来玩一次 他们把人找来 还需要点时间 不如我们先去庄子 边泡温泉边等吧 我那庄子离这里也不远 也成 画铃儿点头 把人压着带过去 经过此事也不起马了 画铃儿和李清堂 带着月子 坐在郡主的马车里 晚清 习素和牧师云 坐在了李清堂的马车里 这距离庄子有小半个时辰的路程 庄子里的管家 早就接到了消息 侯府也派了管事 来看着收拾好了府邸 一大早就在门口等着了 见到马车后 立马迎了上来 李清堂看着浑身泥泞 还跑掉了一只鞋的牧师云 对管事的婆子道 带王姑娘去洗洗 再给他准备一套新衣裳 是 谢谢小姐 李清堂带着画铃儿 在庄子管家的带领下 参观了一圈 李清堂发现 这庄子里 修建的是苏氏园林 一看就是费了大功夫的 你这庄子建的真不错 这园子建的真好看 和京城的不太一样 画铃儿道 这是苏氏园林 的确与这边的风格不太一样 好看 画铃儿夸赞 参观了一圈 两人回到主院 在主院的后面 有一个露天的温泉 温泉上搭了个很大的亭子 亭子有沙漫围着 两人穿着蟹泡进温热的池子 周围放满了点心果子 留了四个贴身丫鬟在里面伺候 剩下的都在亭子外守着 还特意叫了几个月宫 在外面淡去 画铃儿舒服地躺在池子里 瞇着眼睛 一张嘴月子 就把切好的水果 放进她的口中 妹妹你这庄子上的温泉真不错 姐姐喜欢的话可以常来啊 李清堂用手轻轻摆弄着池子里的花瓣 抓了一把 扔到了华铃儿的身上 嬉笑了起来 哎呦 你还敢泼我 画铃儿睁开眼睛开始反击 两人嘻嘻哈哈地玩闹了起来 月子和婉清几人 在边上也被溅了很多水 小姐 小姐别泼了 婉清护着手里的点心 点心都湿了 两人玩到累了 重新并排坐下 习素和月子帮两人梳理头发 我这是第一次和人一起泡温泉 比自己泡有意思多了 华铃儿笑着道 我也是 我上一次泡温泉 是七岁还是八岁的时候 在另一处侯府的温泉庄子里 李清堂回忆了一下 有点想不起来了 我只记得当时好像有小贼入府 什么贼人那么大胆敢闯侯府的庄子 不知道 但听说好像没丢什么东西 人也没抓住 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李清堂话音刚落 就发现华铃儿在直勾勾地盯着他的胸 他连忙捂住转了转身子 姐姐 你看什么呢 华铃儿低头看了看自己 嘟着嘴 唐儿为什么你的这么大 李清堂因为害羞没说话 华铃儿一脸委屈 我明明比你大一岁 怎么比你小这么多 姐姐 这大也不好 走路都颠得慌 夏天还热得慌 李清堂抱怨 做衣服都更废料子些 华铃儿还是很羡慕 我看话本子了 本子里说了 男人都喜欢这里大的 月子一听 真想伸手捂住自家主子的嘴 这话是能随便说的吗 李清堂一听 脸刷一下红了起来 姐姐 你说什么呢 往日你穿着衣服没觉得 看下看起来 你这真是 华铃儿话 还没说完就被李清堂捂住了嘴 姐姐 你快别说了 休死个人了 华铃儿笑着 好好好 我不说了 不说了 这时外面的丫鬟来报 说那男的都招了 不知何时天阴了下来 乌云密布 闪电亮起 震耳的雷声筐的 在耳边震响 李清堂被吓得打了一个哆嗦 小姐 我们回房吧 晚清见状连忙道 李清堂点头 他自小就怕打雷 因为有一次差点被雷劈 虽然现在知道 那是孙姨娘搞的鬼 但他还是害怕 华铃儿见状也起身 两人裹着披风回到了屋内 换好了新衣裳 此时外面的天空阴沉至极 照亮整片天空 痘大的雨滴 砸在砖瓦地表 涟漪阵阵 每当雷响一声 李清堂的拳头 就会不自觉地握紧 跪在地上伤痕累累的男人 把自己知道的事全说了出来 那火人之中 有一个是小的同村好友 但他好多年前就去参居没了阴性 这番真的只是偶然遇见 我瞧着那姑娘好看 我这么大岁数也没媳妇 就想着 买来给自己当媳妇 他就一丝一丝收了我十两银子 其他的事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可以对天发誓 华林儿听后看向李清堂 你说 这人该怎么处理 啊 李清堂回神 我觉得 还是送到官府比较好 那有户籍信息 只要去查一下 就知道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了 只是今日语这么大 此时回京怕是不安全 不如等于小了 或停了再回去吧 华林儿看了眼外面的天 点了点头 觉得也是 把他关好 李清堂看向一个侯府侍卫 你回京通知侯府和公主府 说我们等于停了再回 是 路上小心线 若实在不好走 就回来吧 母亲看这天气想来 应该也知道 我们会再次留宿 李清堂道 小姐放心 这点语不算什么 哎对了 顺便去京兆府衙们 把这件事递上去 让他们明个来把人带走 顺便赶快解救那些无辜女子 李清堂道 侍卫们把男人绑成了个粽子 扔进了柴房 这时牧师云拿着一小落纸走了进来 见过郡主 见过李小姐 这是小女刚刚化的劫匪的人像 希望对查案能有帮助 收拾完的牧师云露出了白净的脸 是个美人 怪不得刚刚能说出一姑奶奶的姿色 要是卖到红楼里 怎么也得卖个白两银子 李清堂让习素把话拿过来 习素接过后 表情有一瞬的难以言语 但很快就恢复正常 李清堂接过话 放到桌子上 准备和画铃儿一起看 两人抬眼望去 李清堂皱眉 画铃儿直接就拿起一张画 一脸诧异地看向牧师云 你这画的是人 牧师云十分认真地点了点头 对 这个就是为首的那个人 这是人 华铃儿指着画 又贴近仔细瞅了瞅 这哪里有人的样子 牧师云指着画 这是九糟鼻 这是大浓眉 这是很厚的嘴 这是脸上的雾子 这是脖子上的疤 那人的特征我全画出来了 你们就照这个找 肯定很快就能找到 看着牧师云如此真诚的模样 华铃儿都不知说什么好了 你 你家中没给你请过浇花花的先生吗 请过 牧师云点头 但那老先生说他能力有限 不配教我 画铃儿露出一个原来如此 果真如此的表情 那先生说得对 你这水平真是不配 牧师云想反驳 可想到对方是郡主 到嘴边的画又咽了下去 我画的可能一般 但我记性很好的 但凡再被我见到 我保证一眼就能认出他们来 李清堂翻了翻剩下的图 不得不说 虽然画得不像人 但每一张都很有特色 或许姑娘你可以口述 我来画 画铃儿一听 眸子一亮 啊对 塔儿你画画得极好 你来画 帮我准备笔墨纸验 李清堂看向习宿 很快东西就被铺好 李清堂坐在中间 画铃儿和牧师云 一左一右坐在两边 围首的那个个子很高 比我高了得有两个头 牧师云比量着道 他眉毛很浓 还离得很近 鼻子特别大 右边脸颊 大概这个位置 有个黑色的屋子 下巴有道疤 直接沿着脖子下去 李清堂按照牧师云说的 画了一道疤 整个画完后 牧师云拍着手 对对对 就这个样子 一模一样 李小姐真是太厉害了 画铃儿看着图 皱眉 这人长得真丑 牧师云听后深有感触 的确是特别丑 不仅丑 身上还有一股子山位 山位 对 又山又丑 牧师云道 那群人都这样 有几个说话 还有点西北口音 你怎么知道 那是西北口音 画铃儿问 名女家是做生意的 天南海北的人都见过 牧师云道 家里还雇佣过宿州人 这口音 我不会听错的 牧师云把他记着的 都说了出来 画铃儿的话 本就很多了 牧师云话更多 他俩一唱一和 倒是让李清堂 没有那么害怕打雷了 画完这些人像 李清堂胳膊都酸了 画铃儿也有些困了 管家已经收拾好了屋子 但画铃儿 要和李清堂一起睡 于是两人 便睡在了一起 于仿佛没有止境般下着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这雷雨声 李清堂总是莫名觉得心慌 辗转反侧地睡不着 你怎么还不睡 画铃儿睡得迷迷 呼呼问道 我没事 就可能是晚上水喝多了 姐姐 你先睡着 李清堂道 好 你别太晚 画铃儿半闭着眼睛 又翻了个身子 李清堂起身 在首夜的习宿 见到李清堂出来 连忙问道 小姐是渴了吗 不是 就是睡不着 李清堂摇摇头坐到桌边 我为您点个安神香吧 习宿道 李清堂点了点头 也好 此时庄子的侧门外 几道身影出现 砰 砰 砰 谁啊 门房问道 我 去侯府送信的那个 门房听后开了一个门缝 对方把牌子递了进来 门房看过后 才把门打开 结果一开门 发现门后 还有四五个人 公主府不放心 所以连夜又派了几个人过来 那护卫道 说着对方拿出一块令牌 门房也不认识公主府的令牌 但刚刚侯府的令牌是真的 衣服也对 于是便放人进去了 一行六个人穿的都是黑色的衣服 带着斗笠 大雨哗啦哗啦 盖着几人的脚步 这园子很大 我们该怎么确定人在哪 分散着 一个时辰后 在马车集合 若被发现直接动手 若惊动了护卫 尽量拖时间给其他人制造机会 必要使伪装刺杀御安郡主 转移注意力 若被请那该怎么做 你们是知道的 开始行动 是 牧师云躺在床上 也有些睡不着 他后悔一个人偷跑出来了 在家里待着 其实除了无聊 也没什么不好 何苦出来遭这一痛子醉 他也就是运气好 被那个男人看上 又幸运地遇到了郡主 他不敢想 剩下那些人现在怎么样 尤其那个女子 只希望他还活着 还能来得及救 牧师云想着 又把怀里的东西抱紧了线 很快 习宿就拿来了安神香 此时雷声已停 只剩雨声 李清堂坐在桌前 默念着心惊时忽然一顿 王小姐是住在隔壁院子吗 习宿一边点香一边道 是的 我看他晚上那模样 似乎也有点害怕 如果他还没睡的话 就派个丫鬟或者婆子 去陪他吧 李清堂吩咐道 我总觉得他有点眼熟 小姐是在苏州见过 李清堂摇头 应该没有 但就觉得很熟 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姐 遭了这么一难 也不容易 习宿点完相应下 好 奴婢这就去吩咐 牧师云在床上躺了一会 有了尿意 为了让李清堂 画出逼真的人像 他说了很多话 所以也喝了很多水 想了想他从床上爬了起来 他刚小姐完 刚要走出官房 发现突然他屋内的蜡烛 突然灭了 他脚步一顿 明明点的是辛辣 怎么这么快就烧完了 他疑惑着 突然发现房门被打开 一个黑色的身影走了进来 他连忙捂住自己的嘴巴 缩在了门后 什么情况 牧师云在想 该怎么逃跑的时候 突然门口传来声响 看着灯灭了 王姑娘怕是已经睡下了 习宿带着个在外守夜的婆子 来了牧师云的房间外 既已睡下 那就不要打扰了 你明早再来伺候吧 是 两人说完就要走 牧师云急得响喊 但又怕这一喊 既暴露了自己 又害了他们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要不要直接冲出去 牧师云在犹豫挣扎的时候 闯进屋里的男人 也停下了动作 看来他找对地方了 等了一会 直到外面完全没有声音后 他才开始动 他走到床前 发现床上的被子是打开着 但床上无人 他用手摸了摸上面 还有温度 他回头把目光瞄准了 亮着微光官房 他手里握着短刀 一步步逼近 牧师云紧紧捂着嘴巴 他感觉自己要完了 男人的手马上就要 够到官房的门 此时窗外突然传来火光 房门被刷得打开 好几个侍卫 举着火把冲了进来 火光一下照亮了屋子 大胆贼人 黑衣男人见状 下意识就想翻身出窗 但想到牧师云可能在屋子里 发了狠 对着官室门一脚踹下 突然打开的门 让牧师云没忍住尖叫了起来 男人见到牧师云后 提起刀就刺了过来 林峰在男人踹门的时候 拿起了旁边侍卫的刀 直接甩了出去 在男人要刺牧师云的前一刻 那刀先看中了男人的肩膀 男人吃痛 手中的刀落地 剑状发了狠 想用另一只手掐死牧师云 牧师云反应了过来 连忙往后撤 很快林峰就带人 把黑衣男人制服 但男人疯狂挣扎 王小姐 你没事吧 习素问 反应了好久才回过神 我我没事 没事就好 牧师云哭着抱住习素 他刚刚真的都要绝望了 谢谢你 要是没有你我就死定了 你怎么发现的 习素刚才要走的时候 发觉房门前有一个新鲜的水脚印 且不说他们来这一路 都有长廊连着 就说这脚印大小 就明显是个男子 而且屋里的蜡烛灭了 牧师云既然害怕 怎么可能吹了蜡烛睡觉呢 所以他立即找人来了 李清堂正打算回那间休息 突然门口传来打斗声 李清堂想去看 首页的月子连忙到 小姐留步 请小姐帮忙照看郡主 奴婢去看看 好 李清堂连忙回到里间 华莲睡得很香 李清堂摇了摇 林儿姐姐快醒醒 华莲翻了个身 没睁眼 我在睡会 李清堂没办法 只能把他拽起来 别睡了 好像有刺客 华莲这才清醒了一点 睡眼惺忪的 看向李清堂 刺客 嗯 外面已经打起来了 不知什么情况 你先起来把衣服穿上吧 李清堂说着去拿衣服 华莲在李清堂 给他套衣服的时候 才彻底反应了过来 你当当说有刺客 对 刺客 华莲这下彻底清醒了 我鞭子呢 你先把衣服穿好 外面有侍卫 应该没什么事 但如果真的有事 咱们也好撤 李清堂到 好 华莲点头 月子跑了回来 外面有几个黑衣人 正在和侍卫打斗 郡主 李小姐 你们在屋里待着 千万不要出去 发现李清堂这面 也发生打斗后 习宿立马带人回头 那个被捕的刺客 还在挣扎 直接被凌峰敲晕 刺客对着 李清堂和华莲的院子 发起猛攻 但不管是侯府 还是公主府派来的护卫 伸手都不错 更不要说 还有凌峰和凌鱼两个在 对方很快就落入下风 想要撤退 但最终四个人 全部被擒 并选择自禁 藏着的那人 在见到失败后 偷偷溜走 殿下 一共五个刺客 四个扶珠 一个被捕 有一个穿的是 侯府侍卫的衣服 身上还有令牌 公主府的侍卫道 不过侯府的侍卫查验了 那令牌是之前 去侯府报信的侍卫所有 想来那侍卫 该是以欲不测 这边凌峰也道 小姐 生情的那个刺客 已经被我卸了下巴 嘴里的毒药也被除了 如今还晕着 李清堂听完又问 王小姐怎么样 受了惊吓 但没有受伤 习宿道 把那人带过来 弄行审问 很快 一个男人就被压了上来 怕人流血流死 先给肩膀上绑了绷带 止住了血 一盆凉水泼下去 男人睁开了眼睛 凌峰把男人卸掉的下巴 又按了回去 别做没用的挣扎 你嘴里的毒 已经被拿走了 乖乖说实话 不然让你生不如死 谁派你来的 你今晚来这的目的是什么 李清堂问 我今晚是来刺杀郡主的 男人恶狠狠地 看向李清堂道 华林儿刚想问为什么要刺杀她时 李清堂拦住 先一步开口 你为什么要刺杀我 这就得问你自己 你得罪了谁 为什么人家非要杀你 男人带着些讽刺道 李清堂挑眉 这男人看得很眼熟 正是穆士云描述的那伙节路的凶徒之一 根据穆士云的描述 李清堂感觉那种亡命之徒 根本不可能见过华林儿这种贵女 而且 这时间点也太巧了 所以炸了一下 对方果然根本不知道 谁是郡主 本郡主能得罪谁 大将军你来刺杀我 你不怕我爹娘报复你 不怕我告诉皇帝舅舅 让他面你九族 男人沉默应对 李清堂继续道 你们一共才五个人 就想刺杀本郡主 未免有些不自量力了吧 你们是不是来这有别的目的 男人还是沉默 这时一个侍卫走进来 禀告郡主又发现一名刺客 被刺伤后逃走 正在追捕 知道了 你退下吧 话帘开口 跪在地上的男人一愣 李清堂看向他 你连郡主长什么模样 都不知道 却口口声声说是 刺杀郡主 说吧 你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男人继续沉默 李清堂见状又道 是为了被我们 抓起来的那个男人吧 男人还是没有反应 林峰道 小姐 这种死事 不会轻易开口 让小的们动行吧 李清堂想了想 不 把他的伤治好 然后同我们一起 风光地回京 不是逃走了一个吗 想办法让男人 知道他背住了 郡主许了他荣华富贵 对方就投靠我们了 林峰一听立马应下 小姐聪慧 小的这就去办 刺客一听 脸色立马变了 华林儿也知道 李清堂话中的意思了 看向刺客 你说你那主子 会不会派人来杀你 你能为了他死 就说明落到他手里 后会更惨吧 不用威胁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刺客闭了眼睛 杀了我吧 华林儿气得拿着鞭子 就是一顿抽 李清堂看抽得差不多了 连忙拦住 姐姐别打了 留着他的命 我觉得会有用 伤得太重 咱们治他还得废药 华林儿一听也是 把人看好 明天把这俩人都 送去京兆府衙门 不 直接送去刑部 本郡主要 诛他们酒足 李清堂一直注视着男人 带人走后 李清堂皱眉 今晚那事很蹊跷 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 华林儿点头 一脸严肃 是 这人想杀我 却不认识我 谁这么蠢 等我回京后 我定要把这件事 告诉皇帝舅舅 让他为我做主 李清堂看了眼华林儿 没忍住笑了 我感觉他说刺杀你 只是一个借口罢了 借口 他是在王小姐的房里 被抓的 而他是第一个被抓的 李清堂道 我觉得 或许他们找的 就是王小姐 这时牧师云敲门来寻 他一进门就跪下道歉 名语对不起 郡主和李小姐 嗯 两人被这一跪 搞得有些猛 什么意思 这场刺杀 可能是针对我的 牧师云看了眼屋子 我可以单独 和两位说吗 习素看了眼 李清堂摇了摇头 李清堂看着牧师云 那双诚恳的眼睛 又看了看华林儿 你们都到屋外守着 华林儿下令 几人有些不愿 但还是退了出去 我们就在门口 您一出声 我们就进来 习素道 人都出去后 华林儿看向牧师云 你说吧 我怀疑 他们是对着我来的 牧师云道 刚刚刺杀我的那个 我见过 我刚刚又看了眼其他人 他们就是 那群截路的绑匪 只是领头的那个不在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 我想着 或许是和这个有关 牧师云 把一直藏在怀里的东西 拿了出来 我是跟着彪队一起入的京 走到灵州的时候 一个妇人 也跟着彪队一起进京 她也是独自一个人 我就经常与她搭话 一起吃饭 一来二去也就熟了 她也是要进京投亲妻 然后就遇到了截路的 当时那女子 就把她头上的木簪给了我 让我如果有机会逃走 务必把这个木簪交给水云间的掌柜 牧师云道 李清堂接过那根木簪 就是一根普普通通的雕花桃木簪 你觉得他们 是因为这个才来杀你的 牧师云点头 我觉得 或许和那女子有关 那对女子 是被领头的那个带走的 我们是被其他人压着发卖的 我当时只觉得 可能因为领头的看上了那个女人 所以把她单独拉走 现在想想 我觉得那女人 应该是认识那伙人 知道自己跑不掉 所以一见到 就立马把簪子给了我 牧师云分析道 那群人会不会就是为了这根簪子 所以才揭露的 因为 在那女人身上没找到后 所以又来找我 我一个大门不出二门 不卖的商户小姐 怎么可能被人这般刺杀 我想着 只能是这种原因了 牧师云道 此番是我连累了郡主和李小姐 等我到了京城 找到家人 定会补偿报答 话连拿过簪子 也摆弄了一番 没发现什么不对的 这玩意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难道是 打开什么宝藏的钥匙 李清堂看向牧师云 你确定是水云间的掌柜 牧师云点头 我确定 李清堂记得当时 他要从苏州回京城的时候 他表哥似乎也对他说过 他在京城 如果有什么事 可以去找水云间的掌柜 别跪着了 快起来吧 李清堂让牧师云起来 你也是无辜的 这一路你也受苦了 牧师云又愧疚又心酸 眼泪止不住掉了下来 我后悔死了 我就不该乘一时一气自己跑出来 我真的太后悔了 我想家 想我娘 想我哥 想我养的小王八 李清堂本来是有些心疼的 但听到后面 又忍不住有点想笑 而话铃是彻底没绷住 直接笑了出来 小王八 哪有人养王八呀 还有你哭得好丑啊 鼻涕泡都出来了 牧师云一听 哭得更厉害了 习俗听着里面 传来的笑声和哭声 眉头皱起 这什么情况 好了 你俩别笑也别哭了 现在的问题是 这东西和那些人该怎么办 李清堂问 那群人知道 咱们救了王姑娘 也知道咱们带了很多护卫 可他们还是铤而走险的来了 并且还不想让人知道 他们的真正目的 这说明 这个簪子很重要 那就交给行不呗 话铃道 不成 牧师云和李清堂同时道 为什么不成 话铃问 那些刺客我无所谓 但这个簪子 必须得送到水云间 这是我对他的承诺 我不能辜负他的信任 牧师云道 这群人能找到我 那丽娘怕是已经遇了不测 那这就是他的遗愿 我一定得帮他办到 话铃听完牧师云的解释 又看向李清堂 你又觉得 为何不成 我总觉得 事情没这么简单 李清堂道 我刚刚注意到 说到他被煮的时候 他是害怕 紧张的 可后来提到 把他送到刑部 他身子反而放松了下来 你们想 偷一根不值钱的木簪 是什么罪名 刺杀郡主 又是什么罪名 他们宁肯死 也不透露这根木簪 那这里绝对藏着一个 十分重要的秘密 李清堂一脸严肃地分析 这个秘密牵扯到的 甚至可以重要过郡主 李清堂说着 有一个更可怕的想法 你们说 对方会不会把我们都灭口 啊 牧师云和华铃 同时看向李清堂 谁敢灭我的口 华铃掐着腰道 我可是郡主 我娘是圣上的亲妹妹 我爹是大将军 我祖父可是郑国公 你说 你听那里面有人是西北口音 那你知道那个丽娘是哪里人吗 李清堂问 牧师云想了一下 他好像说过 他是永州人 永州也属于西北 但更偏袭一点 那群人可能是一路从西北追过来的 追了这么长一路 宁愿自尽都不说幕后主使 在刑部里可能还有关系 这得什么人才能培养出这样的死事 我觉得 我们现在最好装不知道 李清堂道 如果这件事真的牵扯过多 对方指不定为了保命 做出什么鱼死网破的事 咱们还是不要冒险的好 所以你的意思是 华铃问 现在开始你就当从来没见过这个簪子 也不知道什么丽娘 李清堂对牧师云道说完后 又看向华铃儿 今晚的事就是有人要刺杀你 回京城后 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受了刺杀 要追查问责 反正就按照你往日的风格来 总之什么劫匪 救人的事 我们提都不要提 牧师云点了点头 那这簪子还送吗 李清堂想了想 可以送 但你不能送 华铃儿点了点头 但还是好奇 你们说这个簪子里到底 有什么秘密啊 我真的好好奇啊 姐姐 好奇害死吗 你还是别好奇了吧 李清堂劝道 华铃儿还是不死心一顿古道 各种工具上手 最后也不知道 碰到了什么簪子被打开 里面掉出了一张字条 三人面面相去 华铃儿捡起字条 我们要看吗 我觉得不要吧 牧师云已经被吓到了 而且 对方是郡主和高门大小姐 他只是个平民 他不想再惹麻烦了 华铃儿这么问着 但手已经不自觉地打开了纸条 牧师云连忙闭眼 我什么都没看到 我什么都不知道 华铃儿打开 紧张又忐忑 可打开后傻眼了 这上面什么都没有啊 啊 文言牧师云也放下手 三人一同望了过去 果真是什么都没有的一张白纸 就这至于这么大洞干戈吗 华铃儿翻了个白眼 李清堂接过字条看了看后 重新塞回了牧簪中 看也看了 姐姐现在该死心了吧 总之 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个牧簪就当作是我们三个人的秘密 大家 谁也不许说出去 还有那丽娘的事 好吧 三人拉了钩 天快要亮时雨停了 众人带着五具尸体 和那个花石两银子 买了牧师云的男人 准备回京 刚出去没多久 就遇到了另一队人 月子道 郡主 那好像是镇国公府的马车 华铃儿掀开车帘望了望 那好像 是我小唐哥的马车 快去叫他 华铃儿注意到这边的时候 华星火也注意了他们 停下了马车 林二 你这一大早的 怎么在这 华铃儿一听 立马就委屈了起来 小唐哥 你得替我做主啊 昨个有人刺杀我 什么 华星火一听 立马紧张了起来 怎么回事 你有没有受伤 查到是谁干的了吗 倒是没受伤 不过也没查到是谁干的 还没等我问呢 一个个就全自杀了 华铃儿怒道 小唐哥 你一会陪我去盗状 我一定要抓出来 是谁那么大的胆子 敢刺杀我 好 我陪你去 小唐哥你不知道 昨个有六个刺客呢 死了五个 还有一个逃跑了 听到逃跑一个 华星火一愣 昨晚他倒是抓到一个 形迹可疑的男子 把昨天抓住的那个戴上来 很快就有人压着一个 脸色惨白的男人过来 是他吗 华星火问 华铃儿也不知道 连忙让人叫来了穆士云 你看看是他吗 穆士云点头 就是他 小唐哥 这就是逃跑的那个人 你可以替我做主 华铃儿道 我要带着这家伙 进宫去见皇帝舅舅 让皇帝舅舅灭他九族 那刺客听到要进宫见皇帝 显然有些慌了 用最后的力气想求死 可惜他被捆得紧紧的 把人看好 华星火吩咐 是 两队人同行进城 首先带着尸体 一起去了京兆府衙门 先说了拦路抢劫和买卖人口的事 然后又说了刺杀的事 刺杀郡主这种大事 公主府派了个侍卫 留下童木士云一起做笔录后 华铃儿又带着华星火 和李清堂一起去了大理寺 华铃儿让人把尸体摆在大厅内 昨个夜里 有人刺杀本郡主 和北安侯府的嫡女 幸亏本郡主伸手好 这才反杀了这伙贼人 华铃儿道 也幸亏我堂个路过 把逃跑的贼人也抓住了 我要你们三日内给我个交代 要是不能让我满意 我就要进宫告狱状 华铃儿说着 举起自己包着纱布的手 昨晚的情形相当严峻 本郡主都受伤了 差点就流血流死了 大理寺卿连忙出来安抚 这伙贼人真是胆大包天 竟然行刺郡主 下官一定好好查 会尽快给郡主一个交代 只是这三日 会不会有些太短了 三日还短 那你要多久 让本郡主等到死吗 华铃儿道 我从小到大 可没受过这么重的伤 母亲和外祖母知道 该心疼死我了 三天 三天下官会给郡主一个答复 大理寺卿一听 华铃儿连太后都搬出来了 怎么敢不答应 他就说 经个眼皮子一直跳 肯定没什么好事 但也没想到 会接到这么一个棘手的案子 好 那我就等大人的好消息了 华铃儿说完 带着人扛起三个尸体就要走 大理寺卿连忙问 郡主 您这尸体不留下调查吗 那不是给你留个两具尸体 还留了个活的吗 华铃儿用下巴 指了指地上那三个人 我这三具尸体 要送到刑部去 我祖父说了 鸡蛋不能放进同一个篮子里 你们若是能力不行 三天给不了我答案 还有刑部呢 说着公主府的下人 就带着剩下三具尸体 去了刑部 这一圈走下来 半个京城都知道 华铃儿昨天遇刺了 终于把三个衙门都走完 李清堂在刑部门口 看着华铃儿和华星火 上次的事 还多亏了华公子 这次也多亏有公子相助 择日不如撞日 眼看着也快五十了 我请你们去水云间吃饭吧 华星火想说不用了 但华铃儿一口硬下 好啊 我这一路也饿了 是得吃顿大餐补充一下体力 走吧小堂哥 咱们一起去 三人一起来到水云间 要了一个雅间 点了许多好菜 华铃儿见华星火和李清堂 都有些拘谨 清了清嗓子 小堂哥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李清堂 北安侯府的嫡女 那个李清鸾是纠战雀巢的 也是我的好妹妹 头壶特别厉害 化工特别好 刺绣也厉害 关键是人长得好看 堂儿 这是我小堂哥华星火 能闻能舞 是京中不少贵女的梦中情郎 铃儿 华星火瞪了一眼华铃儿 你别乱说 我怎么乱说了 本来就是啊 华铃儿道 不少贵女都旁敲侧击 向我打听你呢 那什么京城第一美人 我听着好像还对你有情呢 你别胡说 再毁了人家沈小姐的名声 哟 我还以为你 双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呢 没想到你还知道 京城第一美人是谁啊 华铃儿开玩笑道 莫不是真的对那沈念言有意思 用我帮你去谈谈 沈姑娘的口风吗 还是让大伯母去吧 她为你的亲事可是忧愁呢 这要是知道你心有所属 肯定很是欢喜 明敢就能去沈府帮你谈 你可别胡说八道了 沈小姐喜欢的是怀木 华铃儿是真怕华铃儿跟他母亲胡说 直接没忍住说了出来 说完后 他就后悔了 还偷偷看了眼李清堂 他竟然喜欢怀木表哥 华铃儿张大了眼睛 也不是 哎呀 你别那么好奇了好吗 华铃儿知道自己这个堂妹的性格 连忙道 小祖宗 别问了 好好吃饭行吗 不行 这我哪吃得下去 沈念言竟然喜欢我表哥 这件事 我表哥知道吗 华铃儿又问 他若不知道 我会知道吗 华铃儿无奈 沈小姐只是欣赏锦王殿下的风采罢了 你可千万别出去瞎说 你表哥马上就回京了 若被他知道 你在传他的瞎话 到时候 他若收拾你 我可拦不住 华铃儿别了别嘴 知道了 知道了 你惯会用他压我 贵妃娘娘那么好一人 怎么就生出了苏怀木这个尖酸刻薄又讨厌的家伙 华铃儿用筷子戳着碗里的饭 他生下来就是为了克我的 看到华铃儿气鼓鼓的模样 李清堂给他蒸了一杯茶 姐姐尝尝这茶说是新作的果子茶 华铃儿尝了一口 不错 但不比咱们泡温泉时那个果茶好喝 那就是苏州的七色果茶 就是王姑娘家卖的那种 李清堂笑着道 哦 那茶是他家的 嗯 他家的茶楼在苏州很有名 苏州的小姐们都喜欢他家的果茶 那改名 我也让人给我带一些回来 我那还有 等会回去 我就让人给你送去 李清堂道 那感情好 华铃儿看着李清堂 眼中带着脚侠的光 唐儿妹妹若是能把那绿豆糕也给我点就好了 这俩在一起特别配 好 核桃酥要不要也来点 要要要 华铃儿疯狂点头 那唐子梅子也好 都给你送去 华铃儿拉住李清堂的手 这天下怎么会有你这么完美的人 说着 他看向华星火 小唐哥 你觉得唐儿妹妹怎么样 我觉得 他嫁到咱们家是极好的 你觉得呢 可可 嗨嗨华星火差点没给自己呛死 你少乱点鸳鸯谱 他可是 他可是什么 华铃儿好奇 李清堂也有些好奇 看向华星火 华星火擦了擦嘴 他他不是被你认做妹妹了吗 若同我在一起 那不是乱了辈分 没关系啊 我愿意 他给我当小唐嫂 华铃儿道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他出嫁后 我吃不到美味的糕点了 华星火此时真的想捂住华铃儿的嘴 这里可是水云间啊 是苏怀木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说这种话 要是传到苏怀木的耳朵里 他怕不是要被情杀 你若还想要一个活着的小唐哥 就把嘴闭上 为什么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好好吃你的饭 华星火把一个鸡腿 放到华铃儿的碗里 赶紧吃吧你 李清堂看着这兄妹俩的相处方式 很是羡慕 他和家里的姊妹 从没有这么放松地相处过 不过他还有表哥 他和表哥在一起的时候 倒是可以放松 见俩人还在斗嘴 华星火被华铃儿搞得快无语了 李清堂端起茶杯解围道 当日多亏公子出手相助 还帮忙报官 帮了我大忙 我以茶代酒 敬公子一杯 李小姐客气了 举手之劳罢了 听说公子还因此受了伤 哦 那伤和铃儿 这伤差不多 华星火笑着道 我故意装样子弄伤的 不然那群人不会用心茶 李清堂听后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 你是铃儿的好妹妹 自然也算是我妹妹 这点小事不用放在心上 华星火道 其实应该是他谢谢李清堂 不是李清堂 他哪来的机会 让苏怀木欠他人情 以后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仅可以开口 我若能做到 定会帮你 华星火热情道 每帮李清堂一笔 他都可以往苏怀木身上寄一笔 真不错 华怜儿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心里暗暗道 他小堂哥对李清堂 肯定有有意思 不然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对他都没这么承诺过 吃得差不多了 李清堂和华怜儿对视一眼 华怜儿拽下一根头发 放进了汤里 然后中气十足地喊道 小二呢 把你们掌柜的给我叫来 这菜里怎么还加料呢 小二见华怜儿发火 连忙去喊了掌柜 听说是御安郡主在菜里吃出东西了 叹了口气 他已经听说 一大早 郡主就带着几具尸体 把经兆府 大理寺和刑部都走了一遍 说是遭了刺杀 现在火气肯定很大 掌柜陪笑进了雅间 你就是这的掌柜 华怜儿问 是 小的就是这的掌柜 你瞧瞧 这汤里是什么 华怜儿指着那根头发 这掌柜的看那碗 都要见了底的汤中飘着的头发 有些一言难尽 这小郡主是故意来找茬了 是店里的疏忽 这样 这顿饭免单 就当是小的 给郡主的赔罪如何 不如何 本郡主是那种吃霸王餐的人吗 华怜儿掐着腰道 我叫你来 只是给你提个醒 也就是本郡主脾气好 善良又大度 若换了个人 指不定得闹什么样呢 对对对 郡主大度 掌柜的连忙低头负荷 那我让人再给您 上一份这个汤 您看如何 成吧 掌柜的正要推出去 李清堂道 掌柜的 你东西落下了 掌柜的看到地上的木簪一愣 这不 这就是你落下的 我都看到了 从你袖子里掉下来的 李清堂道 掌柜的见状 拿起木簪放入袖中 哦对 这是我给店内买的 多谢小姐提醒 掌柜的推出去后 就数落了小二一顿 你怎么干活的 那头发 是不是你掉进去的 小的 小的没有啊 店小二委屈 还敢顶嘴 那到菜前 从你工钱里扣 楼里几个人不动声色地转过头 画星火开始对画铃儿和李清堂 这莫名其妙的举动 有些不解 但他也没问 就看着二人演戏 直到离开水云间 在回府的马车上画星火才道 昨天铃儿他们发生了什么 郡主和李小姐一起骑马 中途救了一个女子 然后又去泡了温泉 因为下雨就流速在了侯府的温泉山庄 之后郡主就遇刺了 画星火成瘾 查查那个被救的女子什么来临 是 李清堂一回府 穆书云就迎了出来 听说你遇刺了 没受伤吧 没有 刺客连屋子都没进来 就被擒住了 李清堂安抚道 我连惊吓都没受到 那就好 那就好 穆书云松了口气 以后出门得再多带些人 尤其出城 那群刺客 真是好大的胆子 娘你别气了 小心再气坏身子 李清堂扶着穆书云的手 把他带回了房内 这时李固气冲冲地进了门 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穆书云淡淡看了眼李固 最先楼怎么回事 李固问道 最先楼不是挺好的吗 穆书云装作听不懂 李固看了眼李清堂 堂儿 你先出去 我有话要同你母亲说 堂儿又不是外人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穆书云道 你是想说 最先楼为什么收你饭钱吗 那吃饭花钱 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可那是最先楼 李清堂在这 李固到底是没好意思说得太直接 但穆书云可不惯这个臭毛病 他也是想明白了 往日他还念着些与李固的旧情 但经过这次的事 他是彻底放下了 是啊 最先楼 京城里数得上名号的酒楼 我的嫁妆 穆书云道 这些年 你在那吃喝拿的没有 也有大几千两了 看在我们夫妻的情分上 那些银子我就不问你讨了 以后去吃饭 记得给钱 别因为百十两银子的事 再被人告到官府 怪丢脸的 你 李固没想到 穆书云当着李清堂的面 就这么把话摊开了 不过几千两银子而已 我一会就让人送来 对了 友情提醒你一下 不光是最先楼 什么绣花楼 玲珑阁 墨香坊以后都盖不设账 侯爷若是去了 记得带好银子 李固听后气地拂袖而去 李清堂带着笑看向穆书云 娘 你这样不怕父亲生气 我怕他什么 穆书云道 如今你已经上了家谱 他还有什么可拿捏我的 娘如今 是看开了 以后侯府是侯府的 我是我的 穆书云道 他有本事就休了我 不然他就忍着 孙冷雪已经死了 就剩一个李清堂 他既在我名乡的婚事 便绕不过我 想嫁给宣王 嫁给文姓后世子 穆书云冷笑 他真以为对方看上的 是他的人和财名 咱们侯府如今只有你父亲在朝为官 你大伯和小叔 还赶不上你爹 唯一好听的就是 这侯府的名头 和老太太的出身 穆书云道 可老太太 又能活几年呢 侯府马上就要变伯爵府了 传了不几代 宣王那等人 未来是要争那个位置的 那种男人 是不会因为爱而娶一个女子的 穆书云拉着李清堂的手 与众心肠 他们看中的 无非是穆家钱财 和穆家这些年资助的 那些成财了的学子 李清堂又何尝不知道呢 前辈子宣王 就是用穆家这泼天的财富 登上了皇位 你要我知道的 咱们侯府几斤几两 我心里有数 我没有那非上之头 变凤凰的念想 我只想我身边的人都能平安 你能这么想娘就放心了 娘就怕你为了给李清堂争气 而对那宣王 也产生些什么想法 李清堂有些心虚 他的确因为不想让李清堂好 而产生过这种想法 娘 我不会了 嗯 娘会给你好好挑一门亲事 穆书云拉着李清堂的手道 娘和你哥哥 绝不会为了什么侯府的前途 而把你当作利益的筹码 穆书云压低声音 这侯府早晚你是哥哥的 有我俩在 便是你爹和祖母也不能逼你 娘 李清堂心里暖暖的 鼻子却发酸 穆书云揽着李清堂 娘如今是看开了 我如今有一个漂亮的女儿 一个优秀的儿子 身上有着告命 住着京中最好地段的大宅子 后宅清静 手里还有大把的银钱 没事还能给你父亲找找不痛快 我这真是太痛快了 李清堂见穆书云没有之前的尾米 看着甚至比他刚回府时 还精神了些 他也突然放松了下来 这一放松 他就觉得有些困了 毕竟昨晚几乎一晚没睡 这大半天都在奔走 虽然是坐着马车 但脑子里盘算的是太多 还是累得慌 见李清堂打哈欠 穆书云连忙道 好了好了 快回去休息吧 李清堂点了点头 回到望春勋的路上 李清堂遇到了李清延 见过二姐姐 李清延给李清堂行了个礼 姐姐 去庄子上玩得可好 还成吧 李清堂语气不冷不热 客气中又带着点疏离 妹妹都没去过庄子玩 姐姐带给我讲讲吗 李清延有些局促 又带着点期待 让人觉得单纯又可怜 改日吧 金盖我有些累了 一听到李清堂说累了 李清延连忙低头道歉 是妹妹的错 不小心耽误姐姐休息了 李清堂看了眼李清延 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 带着人离开 回到院子后 晚清一边替李清堂宽衣 一边小声道 小姐 我觉得这三小姐怪怪的 李清堂又打了个哈欠 以后离她远着点 她上辈子和这个李清延 没有什么恩怨瓜葛 这辈子目前看来也是如此 李清延要是自己 有本事上清云 她不会拦着 只要她不来故意找她麻烦 李清堂这一觉 连晚饭都没吃 直接睡到了第二天 在她睡的这段时间 暗流涌动 主子 根据下面人的禀报 玉安郡主和北安侯府的小姐 似乎并没有发觉什么不对 那个逃走的女子 在金兆府的笔录奴才也看过了 只是说 遇到劫匪抢夺财物 还贩卖良民 其他的什么也没有 想来那东西 或许并不在那姑娘的身上 那个姑娘也没有交上任何证据 只给了几幅画像 是胡三他们 再就是买了那姑娘的猎户也查了 身上没有那东西 问她 也什么都不知道 那个丽娘还没有交代吗 一个有些沙哑的男人 沉声问道 没有 她什么也没说 说什么都不知道 和她有过接触的人 我们都查了 没有发现 你确定那个逃走的女人不知道 那玉安郡主和李家那位小姐也不知道 基本可以确定 他们一早去了金兆府 大理寺 刑部 只提了刺杀的事 后来李小姐请了郡主和华公子 去水云间吃饭 中途没有见过别人 郡主 因为这次刺杀发了好大的火 那些刺客全是服毒自尽的 说明没有经过拷打 被秦后就死了 活着逃跑 被华公子抓住的那个 今晚就会死在大理寺的牢房里 尾巴收拾得干净点 别被人追查过来 男人玩着手里的金香玉班纸 把那个逃跑的女人抓起来 审一审 是 离开了金兆府 牧师云有些迷茫 这是他第一次来京城 对这里人生地不熟 眼下他的东西还都丢了 直接去侯府 就算不被人当作骗子给撵出去 也会给人一种 像是穷亲戚来投奔的感觉 何况祖母和母亲都再三告诉他 姑姑再侯府不义 侯府的老太君是高门贵女 最是讲究 不要轻易去麻烦人家 给姑姑添麻烦 想来想去 所以牧师云决定先去穆家在京城的铺子 等他祖父祖母和哥哥来了后 再同他们一起去侯府拜见 公主府的侍卫 把人送去了启真阁后才离开 牧师云看到穆圣后 直接哭了出来 圣叔 穆圣听到小二说 穆家来人找他 他还以为是穆圣云派人来了 结果一出来 看到的就是哭得惨兮兮的牧师云 二小姐 你怎么来京城 牧圣又往后看了看 怎么救你自己 老太爷他们呢 牧师云一肚子委屈想说 但到嘴边又说不出来 只是哭 穆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安抚住穆圣云 晚上穆圣云不敢自己住客栈 穆家在京城的宅子刚打扫好 于是穆圣把人带回了柳岸巷的宅子里 就是苏怀木隔壁的那一家 眼下府里有些婆子小厮在打扫 穆圣从最先居给穆圣云叫了一桌子好菜 穆圣云好几日没吃到像样的东西了 虽然昨个李小姐给他准备的饭食很好 但到底不是自家 他也不好意思大吃特吃 穆圣说 今晚能把院子和屋里的灯都点着吗 我怕黑 穆圣云道 门口窗口都给我准备几个婆子 好 穆圣云吃饱了 在丫鬟伺候下洗漱后就躺在了床上 屋里的蜡烛不能断 要一直亮着 穆圣云闭眼前还不忘嘱咐 小姐放心 全是奴婢会一直看着 嗯嗯 穆圣云点头 对了 那个罗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晚上要是出了什么事 你记得敲罗喊 那奴婢虽然疑惑 但也没多问 富贵人家的主子多少都有点怪癖 这已经算好的了 是 奴婢都记下了 穆圣云见状才睡了下来 但手里还是握着一把匕首 李小姐和他说 如果这个簪子真的很重要 或许会有人会跟着他 让他小心 不要独自去偏僻的地方 虽然这是自己的家里 但毕竟这宅子 毕竟不是苏州的老宅 虽然没有那么多护卫和下人 那群人都敢夜里刺杀郡主 搞不好就能进来 牧师云在胡思乱想中睡了过去 你隔壁 那户处近人了 华星火问道 嗯 我还以为以你的性子 会把那房子也买下 华星火给自己倒了杯水 都买了 反而让人怀疑 这样就很好 看你这样 你是知道那户人家是谁 华星火发觉 苏怀木话中 带着一丝说不明的 名为开心的情绪 你废话有点多 哎呦呦 这个时候 觉得我废话多了 当初也不知是谁 让我特意赶去山长县 我以为多的是 结果就是为了救一个婆子 华星火阴阳怪气 这么关心你自己去啊 让我去干嘛 你真的很吵 苏怀木揉了揉耳朵 有事说事 华星火问 隔壁到底住的谁 你不说 那我自己去敲门拜访了 华星火说着就要去 那是牧家的宅子 华星火已经离开凳子的屁股 又坐了回去 牧家 李姑娘的外祖家 嗯 哇 华星火露出一个惊讶的笑 真是没想到 咱们号称冷血无情的锦王殿下 竟然会为一个姑娘 做到如此地步 连房子都买到人家隔壁了 不过 你这一边喜欢人家 一边去装人家表哥 一边为人家保驾护航 一边又隐藏身份 我属实没有看懂 华星火道 你为人家做那么多事 人家却不知道 要是被别人截了 胡渴怎么办 苏怀木低头煮着茶 没言语 华星火又道 上次我帮他的事 人家还以为 我是看在灵儿的面子上 你这样不行的 苏怀木抬头看了眼华星火 你来这难道 只是为了说这些废话 那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不是 我是想问那个木簪 华星火道 灵儿和李小姐 特意搞了这一出 把簪子给了水云间的掌柜 什么情况 提到那个木簪 苏怀木放下了手里的茶盏 拿起帕子擦了擦手 两年前宁无成被破 还记得吗 记得 明威将军因为守城不利 被满门抄斩 三族内南流放 女冲记 华星火说完后 毛子突然亮起 他凑近压低声音 难道明威将军是被陷害的 华星火拍阿而起 但也不忘压低声音 我就知道 他那么中意的人 怎么可能做出投敌叛国的事 我说什么了 苏怀木看了眼华星火 你怎的还这般沉不住气 我还沉不住气 我要是沉不住气 金个儿我就把你的身份 告诉李姑娘了 华星火道 别就别卖关子了 我这大晚上 可就为了这是专程过来的 这件事你不能知道 苏怀木道 至少现在还不能知道 对你不好 还有 你没事少来这里 我们俩的关系 不能这么亲密 苏怀木道 若被人发现 对你我都不好 我们是表兄弟 你同林儿可以亲近 为何同我不成 华星火道 咱俩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 林儿是女的 是永家公主的妹妹 是皇族 你是男的 是功高盖主的镇国功夫小柿子 是臣子 你我可以在面上来往 但深夜 你会这种要不得 华星火知道苏怀木说的 都是有道理的 但他还是忍不住想抱怨 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是一伙的 咱又何必这么避嫌 就算我和你装不熟 那我也不可能同那苏怀钱 和苏怀霄走到一起啊 苏怀木嘴角微钩 带着几分玩弄与嘲讽 世人怎么想不重要 圣上这么觉得就够了 华星火正要说什么 一个暗卫突然出现 主子 发现两个黑衣人潜入了隔壁 隔壁今晚似乎住进了一位小姐 嗯 苏怀木问 什么小姐 好像是沐家二小姐 暗卫回答 苏怀木看向华星火 到你英雄救美的时候了 我 不然是我 苏怀木反问 那是你喜欢的姑娘的外加 又不是我的 我能以什么理由大晚上出现在这 华星火无语 这点小事 也要我来想吗 苏怀木道 从花街到镇国公府 刚好会路过这 华星火 深深看了眼苏怀木 你真是为了女人 连兄弟脸面都不要了 沐燕拿壶酒来 泼到小柿子身上 苏怀木吩咐 沐燕很快就拿了一瓶酒 看着华星火犹豫地递了过去 公子不然 您自己来 我真是上辈子欠了你 这辈子才成了你表弟 华星火接过酒喝了一口 又往身上撒了一点 然后悄悄离开 苏怀木点了几个人 去伪装他的随从 牧师云做梦都是在逃跑 他在梦里跑着跑着 突然感觉脚下一空 突然踏空的感觉 让他醒了过来 牧师云蹭一下 从床上坐起 看到屋内的蜡烛都还亮着 松了口气 他有点渴了 既然都醒了 他就起来喝了茶 结果发现茶是凉的 首夜的丫鬟已经睡着了 牧师云后悔了 他溜出来的时候 该把他的柳絮一起带出来的 喝了凉茶 牧师云肚子就疼了起来 他捂着肚子 正打算去官房 也不知是因为肚子太冷 还是因为一股不好的预感 而汗毛竖起 他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什么东西坠地的声音 下一秒门就被破开 牧师云下意识 就拿起了桌子上的锣 黑衣人进门的一瞬间 就听到了一声震天的锣声 救命啊 哐哐哐 牧师云没命地敲打着铜锣 对方在进入这宅子的时候 就愣住了 老在府中似乎没什么武艺高强的人存在 虽然整个宅子灯火辉煌 但他们还是顺利地来到了 牧师云所在的院子 进了院子 看到几乎每个窗口都有人守着 他们又是一愣 几步就是一个人 虽然那些婆子们都在打瞌睡 但他们接到的命令 是悄悄把人带走 好不容易把所有人都放倒 没想到一进门就是这副情形 为什么牧师云这个时间没睡 为什么他房里有铜锣 这些他们都没有时间思索 只是下意识要把人抓回去 但没想到 在他们去抓的时候 身后突然来了一个人 喊着大胆贼人 小姐 你快去求助 这里交给我 牧师云正以为自己要完蛋的时候 见到府中护卫赶来 激动的眼泪差点流下来 趁着三人打斗的时候 连忙冲出了屋子 一边跑一边敲锣 大喊 杀人了 救命啊 很快府里没被撂倒的那些人 就赶了过来 二人见状转身就要跑 但身后 那护卫跟得紧 他们好不容易才甩开 可下一秒 就被一群人用刀围住 哪里来的贼人 竟敢行刺我家公子 两人没想到 那护卫的功夫那么好 被追得有些狼狈 根本没发现 这里还有一群人 一群黑衣人站在阴影里 比他们还像刺客 谁 谁要杀我 化行火摇摇晃晃 从墙边走了出来 看到面前的两个刺客后 你们好大的胆子 把他们俩给我绑起来 送到大理寺 这京城天子脚下 竟有人敢当街 行刺郑国功夫的人 化行火脚步虚浮 身上散发着浓浓的酒气 两个刺客见到化行火后 知道自己完蛋了 穆施云带人追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那两个刺客 绑着被几个护卫压着 前面是早晨见过的 那位镇国功夫的公子 化行火见到穆施云时 一下就认了出来 这就是化铃和李清堂 救下的那个女孩 不过她记得这姑娘姓王啊 刚刚不是说 隔壁是穆家的府邸 住进来的是穆家二小姐吗 穆盛见到化行火 连忙行礼 晓得穆盛见过华公子 刚刚这两个刺客入府 想要行刺我家小姐 幸而被公子擒住 小的代表穆家 万分感谢公子出手相助 这群贼人可真是大胆 先是刺杀穆小姐 随后又想刺杀本公子 真是罪该万死 化行火带着酒气 脚步有些晃荡 我一会就把他们扔到大理寺 定要让大理寺好好审一审 给小姐和本公子一个交代 那小的就谢过公子了 改日定会登门道谢 穆盛听出化行火的意思 准备带着穆施云回去 穆施云往回走了两步 想了想又连忙追了上去 华公子请留步 你找本公子有诗 那个穆施云有些难以启齿 能借一步说话吗 化行火饶有兴趣 往旁边走了两步 穆小姐有什么话想同我说 那个 我不是故意要骗您和郡主 还有那里小姐的 穆施云低着头 心虚的厉害 只是 只是当时我情急之下才说谎的 我本是打算私下和郡主解释的 但就还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穆施云越说声音越小 越说头低的越深 您理解的吧 化行火挑了下眉 大带吧 不瞒您说 我是从家中偷跑出来进京的 我爹娘他们要是知道我偷跑出来 还经历了这些 怕是得难过死 我也免不了挨揍 更重要的是传出去 怕是会让人笑话我姑姑和表姐 所以我才没敢说自己的真名 忘公子能帮我保密 我事后定会好好解释的 化行火目光带着些探究 没忍住问道 你不认识李小姐 穆施云没看懂化行火的表情 但实话实说道 我第一次来京中 怎会认识那般好看又金贵的小姐 化行火神色复杂且精彩 我不会告诉别人这件事 但你自求多福吧 化行火说罢 留下一个满头雾水的穆施云 带着两个刺客离去 自求多福是什么意思 穆施云突然觉得背后一凉 莫不是郡主知道后 不会因为他说谎而追究 完蛋了 完蛋了 穆圣见穆施云面色惊恐地站在原地不动 担忧道 二小姐 您没事吧 刺客已经被抓住了 您是安全的 圣叔 约安郡主的脾气好吗 穆施云问 玉安郡主是京中出了名的暴脾气 除了宫里那几位没有谁治得了他 便是公主怕也没有这位郡主 活得肆意受宠 穆圣道 穆施云听后心中 全是完了 完了 这下死定了 这一晚上 穆施云都没睡 脑子里全是化行火和穆圣的话 第二天 他顶着一个黑眼圈 拿着一个包袱走出门 穆圣吓了一跳 小姐 您这是要做什么 我打算今天就回苏州 京城太危险了 穆施云以为的京城是繁华迷远眼的 但没想到这繁华背后 竟全是杀鸡 天子脚下都敢有人夜中行刺 这地方 他真是待不下去了 老爷他们已经出发了 夫人来信说 若是在京城见到你 一定要留下你 郑出少爷已经追着你来了 估摸着今日不到明月也该到了 若您想回去 不若等少爷来了一起 听到自己哥哥要来 穆施云先是有些惊喜 但随后又色缩了起来 圣叔 我现在见到我哥 会被打死吧 穆圣笑了笑 大少爷最是守礼法 不会干这种违律法的事 顶多按家法处理你 穆施云一听 眼神里瞬间无光 圣叔 给我雇个京城最贵的标队 我要回苏州 我现在就回 穆施云闹着回苏州的时候 突然有人来访 我家公子让我来 指挥穆小姐一声 昨个那俩刺客已经扶诸了 让小姐不必担心 谢谢 穆施云说完 来通敏的小四就要告辞 他连忙道 等一下 穆施云随便找了一块布 把书房里那套钢板上的笔 木和燕台打包 直接塞进了那小四怀里 这个转交给你家公子 感谢他帮我 化心火看着那奇貌不扬的包裹 不以为意 打开后发现 这一堆什么乱七八糟的 然后他拿起了燕台 一入手就觉得不太一样 仔细端向了一下 发现 这乃摄宴中的精品 价值千两银子的龙尾燕 然后他连忙放下燕台 又拿起了墨 闻了闻 这是号称一两黄金 一两墨的极品灰墨 他拿起那被压飞了 一小醋毛的笔一看 哇 紫檀漏雕的狐笔 这里面的每一样 都是难得的真品 可就这么随意 被扔在一个包袱里 化心火看着那狐笔有些心疼 这可都是银子啊 是银子啊 少爷 这要怎么处理 华府的管家问 把这些都给我好好找盒子装着 放在库房里 周大人不是马上要生辰了吗 这个末到时候 就给他当受理吧 管家一听连忙应响 太好了 夫人最近还在愁 今年要送的礼 比往年多了好几个 这下麻烦解决了 化心火看着刚到手 还没捂热的宝贝 有些心疼 别看他是郑国公府的小公子 说出去特别唬人 但他真的很穷 府里的银子 大部分都用于贴补北境的军费粮草 再就是给那些郑王士兵的抚恤金 按道理 这些银子都该是朝廷给的 可圣上忌惮郑国公府 银子和粮草 总是拖延或者缺少 没办法 只能他们自己往离补 侯府中 李清堂睡了一个好觉 神清气爽 先去陪老夫人送经 结果又遇到了李清鸾 李清鸾也是聪明 自从没了孙冷血后 他就开始对老夫人献殷勤 送完经 李清堂也没与李清鸾有什么对话 去了金医院和穆书云吃早饭 马上就是春日宴了 裙子娘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你一会试试 若是哪里不合适 我这就让他们改 穆书云道 你吉吉里要穿的裙子 也快做好了 你外祖父他们也快来了 到时候 一定给你个盛大的吉吉里 谢谢娘 上辈的吉吉里开始前 他落了水 然后被郑士雄救起 本就身子孱弱 落水后就发了热 整个吉吉里上 只有李清鸾一人大放异彩 根本没人记得他 只有事后 穆书云帮他带了簪 上次受了惊 娘一会准备去庙里拜拜 给你求个平安符 穆书云道 我昨晚还后怕着 今儿我得再给你买点护卫 你这才俩大丫鬟太少了 我再给你添俩 把竹箱给你 刚好叫你打理铺子 以后随你出嫁 可以给你管理嫁妆 我房里的梅清也很好 他也跟了我很多年 最是贴心 娘 我有晚清和习宿够用的 梅清和竹箱 可是您的左膀右臂 我可舍不得把他们带走 李清堂笑着道 以后若遇到何欣义的 我自会来禀告您 那梅清我留着 竹箱给你 你和他学学礼账 把铺子里的是多了解了解 那些未来 可都是你的底气 好 我会好好和竹箱姐姐学的 李清堂笑着道 吃过早饭 李清堂试了春日宴的衣服 胸口放了两指 腰身又缩了一指 试完衣服 李清堂就同目书云 出发去黄绝寺 在路过大理寺的时候 正巧看到了公主府的车架 堂儿 话链挥手 李清堂也挥了挥手 下了马车 铃儿姐姐你怎么在这 我娘要带我去灵法寺除晦气 顺便来看看 案件审理的如何 你呢 我娘也是要带我去寺里 求个平安福 那也是巧了 咱们刚好可以一起 于是两架车马 一起去了灵法寺 永家公主 昨个就约了主持做法 于是进去后 话链去去晦气 李清堂随穆书云 去求平安福 求完平安福 穆书云又求了几个签 李清堂自己在寺里 溜达了起来 李清堂上次来这 还是他八岁那年 他从来没有逛过这里 这一次倒是可以好好看看 灵法寺不愧是京城附近 香火最旺的寺庙 处处都是檀香味 好容易来一次这灵法寺 你们俩 想的话也去拜拜 求两个签 这里的签都说准 李清堂对习宿和婉清道 银子不是在你俩那吗 你俩拿去天香火前 谢谢小姐 婉清笑着应下 习宿道 我没什么要求的 我陪小姐转转 我听说寺里 有一棵百年的菩提树 咱们去看看吧 李清堂道 好 两人按着小沙米的指路 慢慢往菩提树走去 快要走到的时候 突然看到 树下有两个熟悉的身影 画链好容易 从那无聊的法式中逃出来 正打算去找李清堂完 可没想到半路遇到了他表哥 你怎么在这 我怎么不能在这 苏怀木也没想到 自己正要离开的时候 会遇到画链 你不是出去玩了吗 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早刚回来 正好录林法寺 想着太后娘娘 喜欢这里住吃调制的坟香 便来讨一些 苏怀木道 我记得你一向不幸福 你怎么会在此 还不是前两日遭遇了一场刺杀 娘觉得太晦气 便带我来这里出出晦气 华链说着拉住苏怀木的胳膊 一脸委屈地撒娇 表哥 你可得替我做主 那金兆福 大理寺和刑部 现在还没找到幕后主使呢 李清堂远远看着画链儿 对苏怀木撒娇的这一幕 心情有股说不上的滋味 他们难道是在寺里相遇的 可看他们的样子 似乎有些熟人 难道早就在他不知道的时候 已经认识了 这样也好 自己相遇 总归是要比他介绍来的 更容易生情 两人男才女貌倒是般配 华链儿虽说脾气有些大 但人善良也单纯 有颗狭义之心 他觉得和苏怀木 还是很般配的 可为什么他觉得 心里有点不舒服呢 听说今天孙公子也来寺里了 快陪我去菩提树下等 他们都说 两人若同时 在菩提树下许愿 会心想事成 爱情美满 一个小姐带着丫鬟 从李清堂李清堂身边走过 表哥 我写个符牌 你帮我挂到最上面的枝子 华链儿指着树枝道 苏怀木伸手敲了一下他的脑袋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李清堂看着树下 亲密互动的二人 调转了方向 我手帕好像掉了 回去找找吧 习素跟在李清堂的身后 并未看到树下的苏怀木和华链儿 真以为李清堂的帕子掉了 连忙帮忙寻找 算了 没了就没了 左右块帕子而已 去看看母亲那边好没好吧 我有些累了 李清堂道 好的 小姐 穆书云见李清堂回来 怎么没多转转 没找郡主啊 我瞧着郡主与人相谈甚欢 便没有打扰 李清堂笑着道 那一会陪我去给公主的道个谢 穆书云道 她能答应来给你带簪 这份情咱得记着 嗯 李清堂点头 臣妇见过公主 穆书云给永家公主行了一礼 夫人多礼了 永家公主虚服了穆书云一把 她都听华链儿说过了 这次出行遇险 每次都是李清堂挡在前面 本就对李清堂很有好感的她 眼下更是亲近了几分 所以面对穆书云的态度 也更亲近了些 侯夫人这是怎么保养的 感觉你这些年来 好像都没变过似的 永家公主拉着穆书云的手 我瞧着你比上次宫宴上 还年轻几分呢 穆书云笑着道 可能是因为心态好了 所以就显得年轻些 永家公主自然是知道 侯府发生了什么 有些感慨 不愧是见过世面的 就是比京中那些贵妇人想得开 我哪算见过世面 可我听说 你小时候也是走南闯过北大 永家公主道 的确是随父亲去过一些地方 但那时年岁太小 也记不太清了 穆书云回忆了一下 露出一个笑 永家公主点头 我初次见清堂的时候 就在想她姨娘得是什么清澄的模样 才能生出这般好看的孩子 现在这么仔细瞧瞧你 我算是明白了 可惜我没有儿子 不然我定是要把堂儿讨来当儿媳妇的 穆书云看着和华林儿 在一起嬉闹的李清堂 露出一个温柔的笑 我也很欣慰 堂儿能在经历这么多苦后 还长得这么好 林儿很少在我面前提到谁 也没有谁能让她这般为之说好话的 希望他们俩的友情能长久些 永家公主看着不远处的二人 语重心长 堂儿 你最近有在练头虎吧 马上就是春日宴了 咱可不能输 还有明个马球赛 你可得来为我加油 嗯 李清堂点头 姐姐想吃什么 明个我给你做 华林儿嘿嘿一笑 打马球很累的 什么蜜豆酥啊 芙蓉糕啊 我都想吃 妹妹多给带点 华林儿说着 拉起李清堂胳膊 轻轻摇了摇 好 再给你带个解渴的果子饮 你真好 华林儿搂住李清堂 埋头蹭了蹭 然后小声道 堂儿你可真软 林儿姐姐 李清堂羞红了脸 华林儿哈哈大笑 回城的路上 因为华林儿 想和李清堂坐一辆马车 所以 穆书云就和永家公主坐了一辆 两人说起那日遇刺的后续 华林儿道 对了 我那小堂哥 昨晚喝酒回府的路上 遇到了两个黑衣人 那俩黑衣人 说他们 是去医护人家偷窃未能得手 不小心撞到了我小堂哥 否认是刺杀 但是从那两人的牙齿里发现了 只有死士才会有的毒药 而这毒药 和那碗刺杀我们的毒药 似乎是同一种 然后呢 李清堂连忙问 问出什么了吗 没有 两个人都死了 华林儿道 这么快 李清堂惊讶 华林儿点头 线索又都断了 李清堂想了想 那也未必 怎么说 他们不是说偷东西吗 他们要偷什么 李清堂道 我觉得 偷东西 只是他们的借口吧 真正目的 不该是杀我小堂哥吗 华林儿道 那可是死士 谁家死士干偷东西的活啊 可谁家死士 敢就两个人在京城里 刺杀郑国公府的小公子 华林儿一听 觉得好像是这个道理 大理寺已经在查了 给了他们那么多尸体和信息 若还差不出头绪 我非得去皇帝救救那道上一撞 对方能在大理寺里杀人 肯定很厉害 不过如今那东西 咱们也交出去了 只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就好了 对方应该会顾及咱们的身份 只是不知道那王小姐怎么样 对方会不会找他的麻烦 那王小姐看着挺机灵的 应该不会出什么事才对 华林儿道 回去我就让我小堂哥 去催他们办案 李清堂点了点头 回到京城后 两人回到各自的马车上 李清堂和穆书云 直接回了侯府 华林儿再回公主府的路上 看到路边有卖艺的 来了兴趣 娘 你先回去 我逛逛自己回去 那你小心着点 永家公主嘱托 知道了 华林儿一边说着 一边跳下了马车 丫鬟和护卫们连忙跟上 华林儿看了一眼 身后呼啦啦一队的人 月子跟着我 剩下的都走 你们一堆人过去 别把人在下跑了 可 哦吼 华林儿插腰 我的话 你们都敢不听了 是 华林儿带着月子挤入人群 看着杂耍拍手叫好 月子 啥 月子一摸 发现荷包没了 小姐 荷包没了 这是一个贼没鼠眼的男人 匆匆往人群外挤 华林儿大喝 小贼 你给姑奶奶我站住 男人听到声音加快了脚步 华林儿在身后紧追不舍 但没想到那男人有同伙 在人群中伸出搅拌了华林儿 华林儿被绊得一个亮枪 对着地面摔了过去 月子张大了 嘴巴努力伸手去够 心里全是完蛋了完蛋了 华林儿已经想着 这摔倒后 他一定要把这狗贼祖宗十八代 都给挖出来 在华林儿即将与大帝亲密接触之前 突然一只手扶住了他的胳膊 他因为这个拉的力量 往男人的怀里倒去 但在倒入怀里之前 另一只手却扶住了他另一个胳膊 让他稳稳地站在了 距离男人一臂之隔的地方 华林儿还没反应过来 那男人就直接离开 他连忙跟着男人的身影转头 只见男人拿起了路边一根竹竿 对着逃跑逃跑的贼人扔了过去 正中贼人的后背 贼人一个踉枪就摔在了地上 男人直接过去 把贼人一脚踩住 然后拽开了那贼人竖发的发绳 把贼人的手反竖在背后 然后从他怀里翻找出一个荷包 这是姑娘你的吗 华林儿呆呆地看着 没反应 月子连忙点头 是 是我们的 男人把荷包扔给月子 这人需要我帮你们送去官府吗 那些被遣散的护卫 一直远远跟着华林儿 在华林儿去追贼人的时候 他们连忙赶过来 但他们人到了 这贼人也被抓住了 公主府的护卫正想上前把人带走 却被华林儿一个眼神喝住 他捋了捋自己的衣服 然后走到男人面前 那就劳烦公子陪我走一趟了 无碍 男人拎起贼人 吹了个哨 一辆马跑到了男人身边 男人一手牵马 一手压着贼人 金兆府是这个方向吧 他也好多年没来过京城了 有些记不太轻了 月子刚想出声提醒方向错了 但此时华林儿点了点头 十分确定地开口 嗯 就是这个方向 月子到嘴边的话 又咽了下去 那贼人不老实 总想逃跑 但男人从马背上的包袱里 拿出一根马鞭 把那贼人绑得死死的 华林儿见男人一手拉着贼人 一手还得牵马 关心道 用不用我帮你牵马 没事 幻风很乖 牵他不费力 既然不费力 那就我来吧 你这样怪辛苦的 看着自家郡主 如此温柔体贴的模样 月子只觉得 金盖太阳 是不是从西边生的 千马不是女孩子该做的事 我自己来就行 男人还是拒绝 目光从未看过华林儿一眼 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 华林儿偷笑了一下 又偷偷看了眼身边的男人 然后又连忙转回了目光 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 走了一会后 男人停下脚步 这感觉不太对 啊 有吗 华林儿装作不清楚的样子 我很少出门的 也不太清楚金兆府在哪 不是这条路吗 月子看着自家郡主 这娇滴滴的模样 有种仿佛在做梦的感觉 他跟了郡主这么多年 从未见过郡主这般小女生的模样 男人拦住了一个路过的行人 冒昧打扰 敢问阁下金兆府 该如何走 金兆府啊 你们走反了 往回走 第三个路口 左拐一直走到头就能看到了 谢谢 华林儿 微微瞪了眼那个直路的行人 转头往回走 男人一直沉默不语 直视前方 华林儿卷着衣角想着 该如何搭话 今日多亏了公子出手相助 还不知公子大名 我姓慕 慕什么 华林儿问 郑出 慕郑出 华林儿在心里默念了一遍 是个好名字 和他的人一样正派 原来是慕公子 华林儿继续问 慕公子不是京城人 嗯 那公子是哪里人 苏州 苏州啊 苏州是个好地方 我有个好妹妹 在苏州住了很多年 嗯 华林儿见慕郑出 一直不虚不淡的 眼睛一转 身子一歪 哎呀 小姐怎么了 月子见华林儿 连忙上前去扶 我脚好像崴了 走不了了 华林儿说着用余光 挑向慕郑出 慕郑出 看了眼华林儿 敢骑马吗 华林儿点头 嗯 我会骑马 那贼人目光犹疑 想趁着慕郑出 扶华林儿上马的时候逃跑 但慕郑出 直接把男人放倒 用脚踩住 然后扶住马 华林儿见慕郑出 没有上手要扶他上马的意思 装作上不去 看着慕郑出可怜兮兮道 我腿没力气 慕郑出见状 道了句冒犯了 然后轻轻拖着华林儿的腰 一个用力 就把他送上了马背 全程很快 慕郑出把人送上去后 就又领起了贼人 华林儿坐在马上 看着慕郑出给他牵马的模样 嘴角忍不住上扬 他今天这门真是出对了 慕郑出长得高 走得也快 很快就看到了经兆府的大门 门口的牙翼 看到骑在马上的华林儿 吓得立马就要跪下请安 华林儿 立马给他们了使了眼神 不许他们说话 慕郑出把小偷交给牙翼 简单说了下经过 然后看向华林儿 姑娘 我还有事 告辞了 哎 别走啊 华林儿想去拦慕郑出 跑了两步 又想起自己崴脚 停了下来 为了感谢你 我请你吃饭吧 举手之劳 无须挂齿 慕郑出头也未回 牵着马走出了府衙 那你住在哪呀 我改名上门道谢 华林儿喊道 但慕郑出已经走离了视线 华林儿指着一个牙翼 快追上去 看看他住呢 是 牙翼说着就追了出去 华林儿又提醒道 小心着点 别吓到人家 经召少隐小心地 站在华林儿身后 若若问道 殿下 这个小贼 您想怎么处理 那小贼知道 华林儿是大名鼎鼎的 玉安郡主后 整个人都傻了 他觉得自己 可能命不久已了 哭得鼻涕眼泪一大把 郡主殿下 您大人有大量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了 您饶我一命吧 华林儿笑着 看向地上的小贼 经个你运气好 本郡主心情不错 把人放了吧 经召少隐 还以为自己耳朵幻听了 玉安郡主 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 这几日 为了那劫匪和刺客的事 天天派人来施压 衙门里为了追查那伙人 解救那些被卖的人 费了好大的力气 府里牙医都不剩几个了 刚看到这小贼 他们都有些 替这小贼感到倒霉 怎么就撞到枪口上了 可没想到 郡主竟然说直接放了 郡主当真要放 追究他们的责任 他可偷了您的银子 华林想了想 那就按照律法走吧 这人毕竟是 牧正出辛苦抓来的 若是就这么放走 倒是白费了他的辛苦 小贼听到只是按律法走 松了一口气 连忙给华林磕头 谢郡主 谢郡主 华林道 一会知道那位公子 住在哪里后 记得去公主府禀告 殿下放心 一定会第一时间去通知您 嗯 华林满意地带着月子 离开了金兆府衙 华林一路欢心雀悦地 回到公主府 月子你就在门口等着 若有人来通知 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是 华林一路跳着 回了自己的院子 路过的下人们窃窃私语 殿下今日怎么这么高兴 今日殿下不是和公主 一起去庙中了吗 保不齐事 抽中了什么零钱 太好了 殿下心情一好就爱赏赐 这几日 咱得多去殿下眼前转一转 可咱们殿下心情起伏得可快着呢 别这一秒还是好的 等我们凑过去的时候又坏了 那可完蛋了 你说的也是 华林儿兴高采烈地回到院中 李清堂回去后 却有些说不出的失落 做点心的时候 还心不在焉地烫了手 给婉清心疼坏了 小姐 您别弄了 放着我来吧 李清堂被扶着坐到一边 脑中 全是苏怀木和华林儿 在菩提树下亲密互动的模样 他觉得自己很奇怪 他明明是希望他们两个人走到一起的 可为何他们两个真的走到一起后 他又觉得有些说不上的难受呢 小姐 你是不开心吗 婉清见李清堂低垂着眼眸 不时还发出叹气声 有些担忧 没有 李清堂摇了摇头 我挺开心的 那糕点里多放点糖 林儿姐姐喜欢甜的 李清堂强迫自己 不要再想那些有的没的 可晚上睡觉时 还是辗转反侧地睡不着 他脑中突然回忆起 与苏怀木初见识 他当时脑中冒出的诗 如今每次见到 也依然会想起 饥食如玉 猎松如翠 狼艳独绝 事无其二 表哥救了他一次又一次 每当他需要帮助时 他总是会出现 每当他需要安慰时 身边也是他 他闭上眼睛 摇了摇头 李清堂 你清醒一点 他是你表哥 你们之间只是亲情罢了 你不过是上辈子 没有体验过亲情的滋味 所以才会这样 李清堂一晚上没睡好 第二天看着就憔悴了些 习俗劝他 要不要多睡一会 但他摇头 马球场在城外 过去 还要不少时间 晚了就来不及了 伺候我舒喜吧 李清堂带着人刚出门 李清鸾和李清延 也准备乘着马车出门 他们看着李清堂那豪华的马车 和那一长队的侍卫 一个面露极恨 一个神色深沉 二姐姐如今的确是不同凡响 李清延笑着道 李清延冷笑道 是啊 这出行的牌面 看着比郡主还要大一些 穆书云果然是个偏心的 他当年可没有这个排场 叶二姐姐如今和郡主的关系 郡主想来是不介意的 永家公主都要给二姐姐亲自带赞呢 李清延道 听说母亲让启真格的人 做了好几身衣裳 用于二姐姐的吉吉礼 用的都是 我只听说过的好料子 真是让人羡慕 李清延翻了个白眼 羡慕的话 你去求李清堂 他或许会赏你两件 李清延说着 摔袖上了马车 李清延连忙跟上 姐姐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替你不值而已 这些缘都该是你的 李清延握了握拳 脸上一反在老太太面前时的 乖巧顺从 满是恨意 李清延见状继续道 姐姐也不用生气 她这风光 也不过是一时的 等姐姐嫁入王府 成为王妃 别说二姐姐 就是父亲 母亲和祖母 都得捧着您 到时候 这侯府里什么不是姐姐你的 李清延想到 最近和宣王的关系又有些缓 僵硬的身子微微放松了一些 那些糕点送去 宣王真的喜欢吗 当然了 殿下还夸了姐姐手艺好呢 李清延道 真的 其实宣王收下后 直接就赏给了小丝 但他不能这么说 依我看 宣王殿下对姐姐是有情的 经个马球赛搞不好 宣王也会去 姐姐若是不幸 到时候 姐姐可以亲自问宣王殿下啊 殿下也会去今日的马球赛 李清延一听 立马精神了起来 我也是听人说的 不过锐王殿下都参加 那宣王殿下想来 应该也是会来吧 李清延随口应付 他觉得 宣王该是不会参加这种活动 只是那这个来 搪塞李清延 李清堂到的时候 华林儿已经到了 他招呼李清堂去他的棚子 马球场边建了很多看台 上面搭着不少棚子 越靠近中心的棚子里 坐的人的身份越高 华林儿的棚子 就在最中心那个大棚子的旁边 面积也不小 里面有官房 还有个隔出来的换衣间 姐姐昨晚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吗 为何今日看着红光焕发的 灵丹妙药没有 但倒是有一件十分开心的事 华林儿想起目正出 嘴角忍不住上扬 李清堂看着华林儿这般模样 想起昨个四里的事 好奇中又带着紧张和犹豫 姐姐莫不是红蓝心动吗 华林儿轻轻拍了一下李清堂 不亏是堂儿妹妹 就是聪明 我昨个好像遇到自己命中注定的相公 华林儿说这话的时候 眼睛亮晶晶的好看极了 可李清堂却有骨子莫名的难过 是谁啊 华林儿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 等我打完这场球再告诉你 那个人你也认识 我也认识 李清堂男男 他在经中能算得上认识的男子不多 不是华林儿表哥 就是他堂哥 昨天遇到 他也认识 还有华林儿看他的眼神 李清堂脑中只能想到一个人 他表哥 他脑中冒出的 就是昨日他们在寺庙中菩提树下的景象 他表哥还摸了华林儿的头 也是 华林儿最喜欢好看的人 他表哥是他见过最好看的人了 华林儿会对他一见钟情 真是太正常了 马球场上打得十分激烈 华林儿带着球突破了七霞县主的围堵 刷地打进了球门 华林儿挥着球杆庆祝 尤其对着李清堂挥了挥手 李清堂给他比了个大拇指 喊道 郡主真厉害 李清鸾和李清岩坐在七霞县主的棚子里 眼睛并没有注意场上的比赛 而是在找轩王的身影 你不是说他会来吗 李清鸾小声道 我也只是听说 李清言道 虽然殿下没来 但文姓后世子来了 姐姐瞧 还在看你呢 李清鸾迎上文姓后世子的目光 对他露出一个温柔的笑 他虽不喜欢文姓后世子 但文姓后世子的确是个很好的备选和后路 再没嫁给轩王之前 这条路还不能放 文和昌见李清鸾对他笑 脸上的笑容更灿烂 打起球来也更起劲 一副阴爱打了鸡血的模样 殿下 您忙了好几日 今日有马球赛 不然去放松一下 顺平小心地提议 苏怀潇揉了揉眉心 马球赛铃儿会去吧 是的 郡主今日还要上场呢 苏怀潇 画铃儿去了 他应该也会去的吧 自上次在北安侯府那匆匆一瞥 已经好长日子没见过他了 听说他最近可是发生了很多事情 那就去看看吧 你们快看 那是宣王的马车 宣王殿下来了 我还以为宣王殿下 今日不会来呢 一群女子在看台上 一边唧唧喳喳地看着马车的方向 一边收拾着自己的仪表 都想着给宣王留下一个好印象 李清鸾和李清妍也听到议论声 李清鸾眸子一亮 连忙整理仪表 李清妍笑着道 姐姐的便是不梳妆 也比那些雍之俗粉好看得多 殿下见到姐姐定是欢喜的 李清鸾听后 嘴角微微上扬 是了 论姿色惊中 这些贵女中没几个人是他的对手 李清鸾走出棚子 来到马车附近 等宣王下马车后 他就走了过去 清鸾见过殿下 无需多脸 苏怀骁客气又疏离 李清鸾起身 殿下今日也要上场吗 只是来看看 苏怀骁微笑着道 小姐们看到李清鸾竟敢上前 去和苏怀骁搭话 纷纷露出不爽的表情 他还真以为自己 还是侯府的敌小姐 哪来的脸啊 对啊 我要是他我都没脸出门 就是 不过是纠战雀巢的玩意罢了 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吗 还敢往殿下身边凑 可我听说 他还是记载侯夫人名下啊 记载名下又如何 还不是姨娘生的 到底是不如亲生的 听到众人的议论 李清鸾表情有些僵硬 心里恨不得冲上去撕烂他们的嘴 可面上还是装作什么事 都没有和苏怀骁搭着话 李清岩就静静站在一边微微低头 但一直注意着苏怀骁的表情 李清岩来到刚刚说话 那位小姐的面前 不卑不亢 所谓英雄不问出处 为人的磊落和能力更加重要 比起出身更加重要 各位小姐 这在背后非一他人之举 可不是什么敌女作风 李清岩的发言惹来了宣王的侧目 李清鸾见李清岩这么维护他 心里也有些感动 他真是没想到 平日唯唯诺诺的李清岩会为他出头 妹妹 不用为我争辩 这些闲言碎语 我并不在乎 李清岩道 这件事从始至终 我也是被害者 我坦坦荡荡 无愧于心 周围也有一些公子 听到李清岩这段发言 都忍不住想为李清岩鼓掌 好一个有气节的女子 苏怀骁也多看了眼李清岩 那几个刚刚小声议论的贵女 在众人的指点下红了脸 转身跑开 李清岩这么做 并不是为了李清岩 而是为了宣王 宣王在听到 既在名下又如何 还不是姨娘声的 到底是不如轻声的时 表情明显有些变化 李清岩在确定 那几个议论的小姐 不过是普通关怀人家的小姐 门第没有北安侯府高后 才决定开口 苏怀骁的母妃出身低微 在其病逝后 因为皇后的嫡子夭折 又伤了身子 无法再孕 所以苏怀骁才能记到皇后的名下 苏怀骁记到皇后名下时 年纪已经不小了 虽然过了这么多年 人们提起她都是皇后嫡子 但她对自己的来历 向来记得清楚 这些年来 有些人也一直在提醒她 她到底只是个养子 这个小插曲很快过去 举办马球会的夫人迎了出来 她没想到宣王会突然来 可看她的棚子里都坐满了人 她提议 把自己的棚子清理干净 让给宣王 但苏怀骁主动开口 不用那么麻烦 反正铃儿要打球 我在铃儿的棚子就好 听到苏怀骁要去画铃儿的棚子 想到李清堂也在那个棚子 李清岩的表情不太好 但也没法子阻拦 李清堂眼睛看着马球比赛 但心却不在这里 以至于苏怀骁进来的第一时间 她都没有发现 婉清和习素 见到苏怀骁刚要行礼 却被她制止 苏怀骁看着双手支着下巴 坐着发呆的李清堂 莫名产生了一股子 想要捉弄的心思 她走到李清堂身后 拍了一下李清堂的左肩 然后站到了右边 李清堂往左回头没看到人 结果右边传来一声轻壳 她又往右一转头 结果看到了苏怀骁 苏怀骁看着李清堂 突然瞪圆的眼睛 和微张的红唇 像一只瘦了惊的小兔子 笑了起来 我有这么可怕 李清堂连忙站起来行了一个礼 见郭宣王殿下 你与我无需多礼 习素听到这句话 低头在心中暗骂 不要脸 又来勾引我家小姐 李清堂听到苏怀骁这话 连忙摇头 不成的 礼不能废 没想到 还是个小古板 苏怀骁坐下 我来得晚了 没位置 便与林儿合用一个棚子 李小姐不会介意吧 怎么会 李清堂连忙到 那臣女就不打扰殿下了 说着她就要离开 习素心里松了口气 李小姐留步 苏怀骁叫住李清堂 若小姐厌烦我 那该离开的是我 我本就是来接坐的 苏怀骁起身 是我惊扰了小姐 不是的 李清堂哪敢让苏怀骁走啊 我和我这丫鬟 性子都比较活泼 怕吵到殿下 打扰殿下官塞的哑去 我爱的 我平日门惯了 就喜欢热闹些 苏怀骁道 这里的点心 是李小姐做的 嗯 李清堂点了点头 苏怀骁拿起一块 林儿说得不错 你这手艺确实好 不比宫中的点心差 殿下喜欢就多吃点 李清堂没走 但也没坐回去 站在原地有些僵硬 苏怀骁看李清堂还站在原地 李小姐还是坐下吧 不然林儿一会回来 会以为我欺负你呢 李清堂只好回去坐下 不过坐到了距离 苏怀骁最远的地方 习素给殿下侦查 是 习素来到两人中间 给苏怀骁倒了一杯茶 殿下请用茶 习素的位置 刚好卡在两人中间 阻挡了苏怀骁看李清堂的视线 没多久上半场就结束 华怀骁鼓鼓地走过来 看到苏怀骁在这问道 二表哥 你怎来了 我不能来 华怀骁接过月子递来的帕子 擦了擦汗 你当然可以来 只是你怎么来我的棚子了 没位置了 所以我来你这蹭一蹭 表妹这是不愿意 那倒不是 就是没想到你那么忙的人 会来参加马球会 华怀道 科举在即 你竟然有空 忙里偷闲 来看看表妹的风姿 苏怀骁道 哪有什么风姿 莫不是来看我笑话 华怀嘟着嘴 七侠这家伙 在哪找了的那么厉害的 姐姐别气 喝口水 李清堂递过去一个杯子 特意给你做的梅子饮 华怀结过喝了一口 眼神亮了起来 一口气全干了下去 好喝 再来一杯 晚清连忙接过杯子 又倒了一杯 苏怀骁见状 开口 李小姐有些厚此薄笔了吧 给灵儿就是特制的梅子饮 给我就是普通的茶水 李清堂刚想解释 那不是普通的茶水 而是雨前龙井 但华怜先一步开口 唐儿是我妹妹 自然是要向着我的 华怜道 那有好东西 肯定也是先紧着我的 那不如 我也叫李小姐一声 唐儿妹妹 苏怀骁嘴唇清起 眼光越过习素看向李清堂 唐儿妹妹 可否也赏我一杯梅子饮 习素心里哀叹 他家主子呢 快来看看啊 这有个人再臭不要脸 想勾引小姐 陈女丹不起殿下这声妹妹 殿下若是想喝 说一声便是 李清堂看向婉清 给宣王殿下也倒一杯 苏怀骁见李清堂这副声 怕和他有什么瓜葛的模样 与李清堂判若两人 觉得好笑 这小丫头之前还利用他的口 断了李清堂的美梦 他本以为 或许这小丫头 对他也有些想法 就如同那些贵女们一般 可经过上次在侯府的事 他觉得 他或许只是单纯被这个小丫头给利用了 若换作别人 他应该会生气 但是李清堂 他不仅不觉得生气 甚至还觉得更有意思了一些 本以为他 只是一只好看又一岁的花瓶 但现在看来 分明是一只有些小聪明 还会咬人的小兔子 原本他想的 或许可以许他一个侧妃之位 但如今 他摇身一变侯府嫡女 有穆家的泼添财富做后盾 不管长相还是性格 都很合他的心意 便是许个王妃也使得了 苏怀骁想着 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梅子饮 酸甜中 还带着一丝清凉 果真好喝 唐儿妹妹这梅子饮却是不错 比我之前喝过的都好 殿下若是喜欢 名盖我就让人把方子给您送去 李清堂道 便是一样的方子 但不同人做出来的味道 还是不一样的 苏怀骁道 只希望以后若我馋了 去侯府讨这银子时 唐儿妹妹不要拒绝才好 这 李清堂有些迟疑 他可不希望苏怀骁去侯府找他 表哥 唐儿可不是你府上的厨子 可没那责任给你做银子 华怜儿护独自道 你可别想和我抢唐儿妹妹 她做的好吃的都是给我的 我什么时候说要和你抢唐儿妹妹了 我只是想喝个银子而已 凌儿 你也太小气了吧 我小气你第一天知道啊 华怜儿理直气壮 以后唐儿就是我亲妹妹 你找她先找我 华怜儿说着 转头看向李清堂 唐儿 以后谁欺负你 比你做不喜欢的事了 你都来告诉我 她可是要做李清堂表嫂的人 这可是得好好表现一下 苏怀潇无奈地笑了笑 那她以后成亲也得经过你的首肯 华怜儿想了想 那可不好说 但我总是有资格过问的 她比唐儿大 成亲肯定得是在她前面吧 作为表嫂关心一下自家妹子的婚姻大事 总是合情合理的 苏怀潇觉得好笑 什么资格 那你就别问了 反正有资格 华怜儿说着 拉住李清堂的手 好妹妹 你之前与我说的那位穆家表哥 还未定亲吧 李清堂想了想 和苏怀木接触的这段日子 似乎没听说她定了亲事 假之上辈子知道 她那表哥至死都没成亲 于是点了点头 应该没有 耶 华怜儿激动地握住拳头 真的呀 嗯 华怜儿一听 嘴角差点脸到耳后跟 李清堂一看华怜儿这个表情 就知道 她之前想的没错 华怜儿的确是对她表哥一见钟情了 好妹妹 来日把你表哥约出来 一起骑马啊 啊 骑马啊 对 明的没什么事 约上你表哥 咱们一起去骑马吧 华怜儿目光灼灼地看着李清堂 李清堂不自觉扯着衣角 这我得问问我表哥有没有空 也是 华怜儿点头 那明天没空的话 后天也行 我最近什么时候都有空 随时都可以 我记得了 好妹妹 你可千万不能忘 那我一会回去 就问表哥有没有时间 华怜儿文言搂住李清堂 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妹 苏怀潇听到华怜儿这番话 装作不经意问道 你这是看上人家表哥了 不成吗 华怜儿反问 苏怀潇笑了笑 只要你喜欢 有什么不成呢 苏怀潇拿起杯子低头饮茶 神色沉了下来 华怜儿喜欢穆正初 这可不是一件好事 原本华贵妃是圣上 用来拉拢和牵制郑国公府的棋子 但华贵妃诞下了苏怀目 这份牵制就变成了威胁 所以圣上给永家公主 和郑国公的小儿子赐婚 让永家公主成为另一枚 牵制郑国公府的棋子 永家公主是皇帝的亲妹妹 是留着前国皇室血液的人 她生下的还是个没有任何威胁的女孩 所以皇帝和太后都对华怜儿异常宠爱 因为华怜儿是比永家公主更好用的棋子 她是郑国公唯一的孙女 但又自小在宫中长大 比起远在边关的父亲和祖父 对宫中的太后和皇帝更加亲近 永家公主成亲后一直住在公主府 华怜儿也是住在公主府 看着与郑国公府不甚亲密 苏怀目这些年一直游山玩水 似乎对皇位没有想法 但这些事谁又说得准呢 华怜儿毕竟姓华 对苏怀目又一向比对她亲近 穆政初毫无疑问未来会接手穆家 如果华怜儿嫁给了穆政初 那即便她娶了李清堂做正妃 但穆家的财富又有多少能归于她的口袋 穆家这些年资助的寒门学子 还能为她所用吗 如果华怜儿嫁给了穆政初 那她就不是穆家唯一的选择了 或许穆家在外人看来只是一个商骨 比不得那些高门贵女听着有用 但走到她这一步才发现 钱财实在太过重要 皇后和郑家能在官场 朝廷给她助力 但是钱财上终归是差了瑞王和锦王许多 她亲娘只是个普通的宫女 侥幸被宠幸而有了她 皇后虽没有嫡子 但有长公主还有外孙 郑国公府里有郑师兄 他们的银子不会完全花在她的身上 就算她不娶李清堂 华怜儿与穆政初 也不是一个对她有利的组合 谁不知道郑国公府穷 就算华怜儿是向着宫里的 但她毕竟姓华 谁知道会不会私下 让穆家给郑国公府银子 壮大了郑北军 那就是在撞打苏怀木 这太危险了 郡主 下半场快开始了 但王小姐扭了脚 恐怕不能上场了 咱们少一个人 华怜儿的丫鬟 月清来柄 怎么都这个时候才来说 华怜儿一听 皱起眉 王小姐也是刚刚才扭伤的 月清道 好像是和七霞县主 发生了点小争执 苏刘月 华怜儿怒道 肯定是她使得坏 月子开口道 王小姐马球打得很好 咱们这时 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像她这样的了 华怜儿听后 拿着马球棍 就要去找苏刘月 月子连忙劝道 郡主 当务之急 还是得先把人数凑齐 马上就开始了 上哪找人啊 华怜儿转头看了眼苏刘月 苏刘月还得意地笑了笑 气得她撸起袖子 就想去打架 姐姐 别生气了 李清堂劝道 这时裁判来问 郡主 您这边少一位 这下半场是放弃还是 放什么气 我华怜儿的字典里 就没有放弃说 华怜儿说完 转头看向李清堂 唐儿你上 啊 李清堂一愣 可是我不会啊 她从来没打过马球 没事 你就上去跑着玩就行了 华怜儿道 姑奶奶少一个人 也能赢她 这时苏怀潇看向华怜儿 需要我帮忙吗 华怜儿看向苏怀潇 你不是向来不参加这种活动吗 是 但你是我表妹 我总不能看着你受委屈 苏怀潇道 华怜儿虽然有些感激 但还有些怀疑 表哥 你会打马球吗 他从没见过苏怀潇打马球 我马球的水平 可能比不上你堂哥 但跟这群人比比 还是可以的 苏怀潇起身 表妹不妨信我一次 好 下半场比赛很快开始 李清堂拿着球棍有些紧张 苏怀潇骑着马走过来 别害怕 你一会远远跟着就好 若求到你那 就传给我 嗯 好 李清堂僵硬地点了点头 那不是宣王殿下吗 真的是宣王殿下 殿下怎么上场了 宣王殿下竟然还会打马球吗 宣王殿下骑马的样子 好帅啊 宣王殿下身后的 那个女子是谁啊 看着有些面声 那是北安侯府的嫡女李清堂 和玉安郡主的关系很好 听说还是画佛的徒弟 北安侯府的嫡女 不是李清丸吗 我见过 不长这样啊 你没听说吗 李清堂和李清丸出生时 被一个记恨侯夫人的婆子给调换了 其实李清堂 才是侯夫人的亲生女儿 我前几日陪母亲回娘家了 没想到错过这么精彩的事 不过这位后府小姐生的可真好看 好看吗 也就那样吧 台下议论纷纷 不过李清堂听不到 他紧张地吞着口水 哨声一响 他就听话地躲得远远地跟着 画铃儿的身后 只见画铃儿一个传球 苏怀霄牢牢接住 然后一连突破两人 把球稳稳打入了球门 好球 画铃儿激动喊道 接下来苏怀霄又连进三球 不仅追平了上半场落后的比分 还反超了一分 台下欢呼声震耳 没想到宣王打马球都这么厉害 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子 能得到宣王殿下的亲爱 哎呀 你这也不行啊 画铃儿看着七霞县主 得意地笑了起来 苏刘月恨恨地看了一眼画铃儿 你别太得意 比赛还没结束呢 七霞县主苏刘月 跟几个人一发雨后 再次发球 也不知是不是李清堂的错觉 李清堂觉得 苏刘月看他的眼神不太友好 总感觉要有点不好的是要发生 李清堂的预感到底是成真了 之前他一直都游离于人群外 但这次苏刘月那队的人 拿了球后 就往李清堂的方向跑 李清堂瞬间就从边缘变成了中心 被裹挟着不得不奔跑起来 李清堂只能牢牢拽住缰绳 因为持球的人一直牢牢贴着李清堂 所以 画铃儿和苏怀霄都不好下手 被对方又打了回来 接下来李清堂一直被对方的人围在中间 一个球对着李清堂的直飞而来 就在李清堂身边的苏刘月 见状嘴角勾出一笑 挥动着球杆对着李清堂的脸而来 看台上的李清堂和李清延眼睛同时亮了起来 都在期待着 希望苏刘月打下去 狠狠地打下去 打破他那张该死的脸 习素见状拿起一颗石子 用袖子遮着 正要射出去 打开苏刘月的手 但这时轩王突然加速冲了过来 他的身形与苏刘月的重叠起来 让习素无法出手 李清堂看着飞来的球 感受着耳边球杆呼啸而来的风 他一下狠心 松开缰绳 直接往后仰了下去 整个人躺在了马背上 看着就要打中李清堂码头的球 被苏怀销拦住 苏刘月的球杆 也从李清堂身子的正上空 带着破空声狠狠挥过 华林儿连忙冲到李清堂身边 唐儿你没事吧 李清堂后背起了一身冷汗 我没 没事 苏刘月 你眼睛瞎了吗 你是打球还是打人 有你那么回单的吗 华林儿骑着马 来到苏刘月面前 指着他的鼻子质问 华林儿 球场上球和棍子都不长眼 是他自己不会玩硬凑上来碍事 再说他又没受伤 你着什么急 苏刘月翻了个白眼 玩不起就别玩 你华林儿举着杆子 就想揍上去 被周围的人连忙拦住 郡主使不得 华林儿如起袖子 敢欺负他妹妹 唐儿 你下去休息 看看谁玩不起 林儿姐姐 我没事 你别生气 别再受了伤 华林儿护着他 他很感动 但这比赛瞬息万变 他真怕华林儿因此受伤 唐儿你下去 不用管 华林儿道 今天姑奶奶要教教她 怎么怎么做人 习苏联盟把李清堂带了下来 小姐 您没事吧 我没事 但我怕林儿受伤 李清堂手心里全是汉 焦急地看着赛场 他们还少一个人呢 比赛很快继续 华林儿谁也不管 就对着苏刘月来 华林儿你有病吧 苏刘月瞪着华林儿 球都没过来 你会什么感 我眼花了不行啊 李清堂站在场边 看着华林儿轻笑了一声 他不知道 自己为何会因华林儿 和表哥在一起 而生出一股子郁闷之意 既然华林儿喜欢 那他就帮他争取 接下苏刘月队的人拿到球 要传给苏刘月 苏刘月正想着接球 突然发展一个球杆对他挥来 吓得他连忙捂住脸尖叫 所有人都看向他 华林儿皱眉 苏刘月你是球打不过 就想着用声音吓唬人了吗 苏刘月看着拿着球杆 停在他面前的 一脸疑惑的苏怀骁 他摸了摸自己的脸 一瞬脸红了起来 本王只是要接球 县主何以如此惊讶 我苏刘月耿住 华林儿用苏刘月之前的话嘲讽道 苏刘月 球场上球和棍子都不长眼 宣王只是要截球 你在这瞎叫唤什么 莫不是想一次 来吸引我二表哥的注意 我才没有 苏刘月脸和脖子一起红了起来 最终这场球赛 由华林儿赢了下来 李清堂站在场边激动的鼓掌 华林儿从马上翻下 结果李清堂递来的帕子 一边擦汗 一边得意地看向苏刘月 苏刘月气得直跺脚 桃儿妹妹 我也算帮你出气了 你怎腰连的帕子都不愿递我 苏怀霄也下马 走到李清堂身边 玩笑道 我我以为您的随从会给您准备 我今天是为了林儿临时上场的 什么都没准备 苏怀霄看向李清堂 桃儿妹妹 不能把对林儿的照顾 也分我一点吗 李清堂面对苏怀霄 这直接的问题 有些堂皇 华林儿把月子给他准备的帕子 塞到了苏怀木的手里 哎呀 不就一个帕子吗 用这个 走走走 我渴死了 华林儿拉着李清堂往棚子去 快给我倒点那梅子饮 李清堂回头 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眼苏怀霄 他却是该感谢苏怀霄 若不是他拦住那个球 马若是被惊了 那他可能就得坠马 李清团看着苏怀霄 与李清堂说话的模样 还有苏怀霄那嘴角的笑 觉得十分扎眼 不光李清团 李清延也握紧了拳头 李清堂不会真的和宣王有了情愫吧 宣王最近忙着电视的事 竟然会有空来看马球 还参加了马球比赛 他听说宣王除了皇家为例外 几乎不会参加这种要骑马争斗的活动 可他不仅参加了 甚至还替李清堂出头 李清团那个傻子 或许看不出刚刚发生的这些事 但李清延知道 苏怀霄刚刚那一干 就是为了替李清堂出气 因为从比赛开始 苏怀霄就一直在帮李清堂解围 还帮李清堂挡下了 那眼看着就要击中马头的一球 刚刚那对着苏刘月辉的一干 也完全没有道理 分明就是故意吓唬苏刘月的 李清堂他何德何能 凭什么能让苏怀霄对他另眼相看 还处处维护 而他那又是什么做法 落花无情而流水有益吗 凭什么 李清堂本不过同他一样 都只是个庶女而已 当年看着 甚至还不如他 可凭什么他如今一回来 什么都有了 甚至还一跃成为嫡女 他被李清延压了那么多年 如今又蹦出一个嫡女 如今整个侯府中 只剩下他一个庶女 凭什么 这世道凭什么如此不公 李清延的目光 随着苏怀霄望向李清堂的笑脸 变得愈加深沉 原本他以为通过李清延 可以搭上苏怀霄 可如今看来 苏怀霄似乎对李清堂更感兴趣 如今李清延重判清离 没有依靠 方便他的接近和摆弄 但李清堂对他一直淡淡的 他也对李清堂 没有那么深的了解 他这个二姐姐 明明看着人畜无害 可是细细一想 他回京这才多久 李清延 孙姨娘 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 而他不仅成了玉安郡主的闺蜜 镇国公府的小公爷 也替他撑腰 如今连宣王似乎都喜欢上了他 不成 他不能放任李清堂这样下去 如果是李清堂嫁给了苏怀霄 那他就没有机会了 姐姐 我看宣王似乎对二姐姐不一般 竟然会为了二姐姐 当仲下七侠县主的面子 李清延开口 似是替李清延打抱不平道 二姐姐明知道您和宣王的关系 怎么还能这么做 李清延恨恨地看了一眼李清堂的方向 这个小贱人 没多久 苏刘月就气鼓鼓地回来 李清延连忙安抚苏刘月 你没事吧 刚刚可吓死我了 苏刘月气得把球棍狠狠摔在地上 画链那个讨厌鬼 是怎么把宣王忽悠上场的 我看宣王可能不是因为玉安郡主 而是因为我那妹妹 李清延叹了口气 我那妹妹背着我与宣王 私下有些来往 宣王殿下 或许是因为我那妹妹才上的场 苏刘月冷笑一声 你那妹妹倒是个厉害的 一边巴结着画链 一边还能不忘勾引宣王 我那妹妹没上过几日学 这么多年 又都是一个人在苏州生活 也不知都学了些什么 此次回来 倒是和小时候不太一样了 李清延故意点着 苏刘月想起 自己刚刚因为苏怀霄那一棍子 而吓得尖叫 被人看笑话的模样 气就不打一出来 长得就是一副狐媚子的模样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还敢笑笑宣王殿下 就他也配 李清延听到苏刘月这句话 心里也有些不舒服 苏刘月说 李清堂的身份不配 那他身份 如今还不如李清堂 苏刘月这难道也是 再暗指他也不配吗 回到棚子里 李清堂让婉清 给苏怀霄和画铃儿 都倒上了梅子饮 他有些庆幸 幸好他带得多 不然怕是不够分的 他儿妹妹 上次去府中观画未能尽兴 不知何时方便再次去观赏 苏怀霄问道 真是不巧 那幅画 已经被母亲赠予了永家公主 您若是想看 恐怕得去公主府了 李清堂抱歉道 即使如此那便算了 下次令师再有什么话做传来 请唐儿妹妹 务必要通知我一声 苏怀霄看向李清堂 带着一股略有深意的笑 我对贱谜居士的话 很是喜爱呢 李清堂被这一笑看得有些毛 殿下还是叫我李姑娘吧 您这声唐儿妹妹臣女 实在担不起 苏怀霄见李清堂 这副惶恐的模样 轻笑了一声 看来是本王有些唐突了 李姑娘不要在意 我只是很羡慕 灵儿有你这么一个 心灵手巧的妹妹而已 二表哥 你羡慕可以 你可以另找一个 但不能抢我的呀 画链道 唐儿只能是我一个人的妹妹 好好 不和你抢 我今日可是帮你赢了比赛 你一句感谢的话 都没有也就算了 还责怪起我来了 苏怀霄摇了摇头 我真是委屈啊 我那乃是责怪 只是陈述了一下 我内心的想法罢了 画链道 我这棚子也见你了 这梅子饮和糕点也分你了 这还不算感谢啊 苏怀霄无奈地笑了笑 好好好 是感谢 是感谢 又做了一会 宣王的手下来饼 苏怀霄起身 我还有事 就不陪两位妹妹 继续看比赛了 表哥你有事 就快去忙吧 画链吃着核桃 目光一直追随着场上的球赛 李青棠起身行了礼 臣女工送殿下 虽然当不成妹妹 但李姑娘也不必如此多礼 梅子饮很好喝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喝 苏怀霄说完 还深深看了一眼李青棠 李青棠连忙低下头 苏怀霄嘴角的笑更深 这李青棠真是越看越可爱 他本打算这次科举的 差事办得漂亮些 然后让父皇给他赐婚 只是昨个皇后召见了他 有意让郑国公的小侄女 嫁给他为王妃 郑国公这一房里 没有合适的女子 他们便把主意 打到郑家其他几房中 皇后昨日那话 说的是看他的意思 但实际就是一种威胁 如果他想要皇后 和郑国公府的势力支持 那就得娶郑家的女儿 总是要差一些 郑家只有国公爷这一脉 还算有点出息 其他几房并没有什么突出的人 郑国公这个小侄女的父亲 郑国公的弟弟 不过是一个无品官 娶了这么一个女子为郑妻 那就很难再娶到一个 比这郑家姑娘出身高的侧妃了 毕竟哪个高门 愿意让嫡女给人做妾 他愿意去李青棠 除了因为牧家的钱 和资助的那些寒门子弟 也听说那李和风 在边关发展的不错 颇有些他曾祖父的风采 马上就要升正六品的招五校尉 前途无量 更重要的是 他对这李青棠的确动了点心思 那般的美人 若不是他的 未免太可惜了 苏怀萧走了 李青棠终于松了口气 坐姿也放松了很多 见苏怀萧走了 话链连忙拉住李青棠的手 唐儿 你果真没骗我 你那表哥长得真真是好看极了 我一见他魂都要飞走了 你快和我说说 你那表哥喜欢吃什么 喜欢喝什么 平时爱玩什么 他有没有说过 喜欢什么样的女子 李青棠以为话链儿在专心看球赛呢 没想到会突然抓住他 问他这么一长串的问题 我那表哥喜欢吃 李青棠开始回忆 他和苏怀木见了这么多次 其中也一起吃了不少的饭 可他怎么对苏怀木喜欢吃什么 一点印象都没有 似乎每次都是他在点菜 他表哥好像什么都吃 但又好像没有什么爱吃的 爱玩什么吗 他也没见苏怀木玩过什么 至于喜欢什么样的女子 他好像也没听说过 这么一看 他似乎对这个表哥一点都不了解 可怎么会呢 他感觉他们明明很亲近的 可怎么 他竟对他的喜好一点都不了解 华链儿还眼巴巴地看着李青棠 但李青棠只能抱歉地对他笑一笑 我也不知道我表哥喜欢什么 他好像只是很爱干净 李青棠想着 他总是喜欢擦手 那他喜欢什么颜色呢 华链儿问 他经常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你总该知道吧 李青棠回忆了一下 月白色 反正就是比较浅的颜色 华链儿又问了些问题 李青棠是一个也答不出来 对不起 链儿 我好像真的不了解我的表哥 见李青棠这副自责的模样 华链儿连忙道 不是你的错 你本身和他也没认识多长时间 不知道也是正常的 我也不了解 我那些表哥 瑞王刚又生了个儿子 可我连那孩子叫什么都不知道呢 我今天回去就帮你打听 还有约骑马的事 我也会很快就问 好妹妹 没白疼你 回府要上马车的时候 李青棠就注意到 许多人看他的眼神不太对劲 其中几个充满了敌意 李青棠料想 是因为宣王的原因 林宇回去的时候 你去柳安巷看表哥哪日有空 我想约他去郊外骑马 是 习素找到机会 和林宇说了句 约安俊对真的目证出一见钟情了 林宇立马领悟意思 到了柳安巷 苏怀木不在 他把话转达给了柳安巷里的管家 让管家务必要把这件事转告殿下 苏怀木回京后 就去了宫中 给皇帝 太后和皇后请了安 送了礼物 说了些在外游玩小半年来的见闻后 又带着一堆赏赐 去了华贵妃的卫阳宫里 华贵妃侧躺在贵妃踏上扇着扇子 见到苏怀木后冷笑了一声 哟 你还知道回来见本宫呢 贵妃娘娘说的这是什么话 贵妃娘娘 华贵妃放下扇子 美眸瞪圆 好啊 真事大不由娘 出去小半年回来 竟然叫我贵妃娘娘 不是您先自称本宫的吗 苏怀木反问 你 华贵妃被业 你回京进步提前通知为娘 还最后一个来看为娘 你不觉得你很过分吗 不管按照长幼还是尊卑 我不都该先见父皇 太后和皇后才能见你吗 华贵妃听后捂着胸口 美眸瞬间红了起来 好啊 你个小兔崽子 你这是嫌弃 你娘我地位不够尊贵是吧 那你就留在凤一宫 给郑家叔做儿子去 还来我这未央工作审 母妃若是非要赶我走 那我就不在这扰母妃的眼 这就离开 苏怀木说着就起身要走 气得华贵妃直接从贵妃踏上起身 委屈道 刘盈 花瓶 你们快瞧瞧 而大欺母了 刘盈和花瓶相试后微微一笑 每次二皇子远行后回京 他们娘娘总会演这么一出 殿下 您就别逗娘娘了 娘娘这些日子可是想您呢 您瞧瞧娘娘 是不是比您离开时瘦了一拳 华贵妃配合着刘盈的话 抬了抬下巴 洗了洗腮 苏怀木无奈 这么大的年纪了 竟还这般幼稚 我幼稚 华贵妃被气笑了 随后觉得不对 瞪着苏怀木 你说 谁年纪大 我脸上一根褶子都没有 你哪看得出我年纪大了 你娘 我厌绝京城的时候 你还没出声呢 对 我的确没出声 苏怀木对此表示肯定 你华贵妃没想到 被自己的话给绊住了 你娘我现在也是厌绝京城 那号称京中第一美人的沈念烟 我在宫宴上见过的 看着可比我年轻时差远了 沐儿 娘和你说 挑媳妇 还是得挑娘这种名艳大气的 这才美得长久 那什么清纯可人都是一时的 岁数一大 哪还剩什么清纯 只剩褶子了 华贵妃洋洋得意道 你瞧瞧书妃 年轻时就走那清纯脱俗的路子 现在扑二金粉 也比不上你娘 我卸了妆好看 苏怀木这次倒是没有反驳 她想到了李清堂 母妃说得对 华贵妃已经想好 如果苏怀木再反驳她 她要怎么回击了 结果苏怀木竟然同意她的观点了 这一下 把她整不会了 苏怀木见华贵妃 不再故意找她斗嘴了 让人把准备的礼物抬了上来 这些都是给你的礼物 你可以去打听打听 你的礼物是最多的 华贵妃见到两口大箱子 兴奋地走过去翻了起来 有没有给我带杂书啊 上次的都看完了 没意思得紧 你天天看那些杂书 父皇他知道吗 知道啊 她还特意让人给我寻了一些话本子呢 可她寻来的那些话 本子都没意思 全是情啊 哎呀 一个套路 华贵妃声音刚落 一个浑厚的男生想起 爱妃这是又在背后说真的坏话了吗 随着话声 屋内人纷纷跪地行礼 儿臣拜见父皇 免礼 都起来吧 华贵妃嘟着嘴 我哪有说陛下的坏话 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 您知道我爱看那些妖呀 怪呀的 可您偏偏给我看 什么书生进京赶口 被贵女看上 抛弃元妻这种老掉牙的画本子 一点意思没有用 剑心的苏英竟笑着道 你那小胆子 看完那鬼怪的本子 就不敢睡觉 大半夜的派人去喊震 梦里都怕得发抖 还天天跟嚷着要看 华贵妃听后 扯了扯剑心弟的袖子 小声道 在沐儿面前给我留点面子 苏怀木转过头 装作什么都没听到 剑心弟笑了起来 好好好 朕不说了 陛下怎么突然想着 来我这了 华贵妃问道 这几日您不是一有空 就去照美人的吗 剑心弟看着 华贵妃吃醋的模样 笑容又深了一些 正处理完公务 想着此时 沐儿应该在你这 便来看看 刚好可以一起吃顿晚膳 吃晚膳的时候 三人聊着聊着 就聊到了苏怀木的亲事上 沐儿也到了要成家的年纪 不知道沐儿 觉得沈相的孙女如何 华贵妃一听 就撂下了筷子 不成 您说了 沐儿的婚事由我做主 我最讨厌沈相了 天天说我媚主 我看他就是嫉妒 当年您看上我 没看上他女儿 华贵妃气鼓鼓道 这个老匹夫 天天干涉后宫之事不说 如今竟还把主意 打到我的身上 怎么的 这是看您实在 被我魅惑得厉害 迫害不了我 所以改着想害我默默 剑心弟道 你怎么能说沈相是老匹夫呢 他可为国操劳了半辈子 你这话要是传出去 可又要惹人非议了 剑心弟话是带着点责怪的 但表情却是愉悦而开心的 非议就非议 我还怕他了 华贵妃甩起脸子 不成就是不成 我不喜欢那家人 穆儿就是出家当和尚 都不可能娶他沈家的女人 剑心弟嘴角带着笑 继续道 可那沈相的孙女沈念燕 可被称作金中第一美人 你不是说 要当你儿媳妇的人 一定要漂亮吗 是啊 但我可不觉得 那沈念燕有多好看 沈相的老匹夫 长得就一般 他孙女再好看 底子也在那 华贵妃说着 还翻了个白眼 人长得好看 翻起白眼来 都别有风味 那你说说你主意谁 剑心弟笑着问道 我好久也没出过宫 这宫里也好久没开过宴 我倒是不知道 哪家姑娘好看 华贵妃道 陛下 不若您早朝的时候 让金中八瓶以上官员 家有侍领女儿的 都交服画像 华贵妃说着 眼睛亮了起来 兴致勃勃道 刚好我最近闲得厉害 我一个个戏桥 定能从中挑一个 最好看的给咱墨 咱家墨儿这般好看 再找一个同样好看的女子 那生下的女娃娃 不得和我一样好看 剑心弟看着自己的爱妃 还是如年轻时一样 脑中只装着漂亮二子 笑得开怀 人家选妻 都选家世和人品 挑那贤良淑德的 你倒好只看外表 家世在高高地过咱墨儿吗 华贵妃道 再说墨儿又不继承皇位 不需要贤良淑德的皇后 找一个漂亮又爱玩的最好了 两人一起游山玩水去 给我带回来天南海北的珍宝 胡说八道 剑心弟宠溺地瞪了眼华贵妃 墨儿是朕的儿子 是这乾国的皇子 怎能天天想着游山玩水 华贵妃一听 眼睛红了起来 咱们墨儿自小就体弱多病 太医开始都说她活不过五岁 之后又说活不过十岁 我当时就向佛祖许愿了 我不求咱墨儿有多大能耐 我只希望她健康快乐 华贵妃拉着苏怀木的手 眉眸中含着泪 是母妃对不起你 没能保护好你 才让奸人害了你 苏怀木也十分配合 母妃不要这么说 若没有您和父皇 我也没办法来这个世界 如果不是您与父皇 我也没法子活到这么大 说到底 还是我赚了 华贵妃听后 直接扑进了剑心帝的怀里 哭着道 锦郎 你答应我 墨儿就算娶个平民女子 只要她喜欢您 都不能拒绝 剑心帝叹气 可墨儿毕竟是皇子 也不能娶一个出身太低的 若外人知道了 会以为朕不宠她这个儿子 华贵妃嘟嘴 不管 我反正就要挑个漂亮可人的 那沈老匹夫 想把孙女嫁给我儿子 我活着是不可能了 父皇 儿子现在每活一天 都像是偷来的 如今这病情 虽算控制了下来 但总归亏损的太多 指不定哪天就耗尽了 苏怀木说着 有些落寞 因为儿臣身子不好的原因 无法像哥哥们那样 替父皇分忧 这些年儿臣也很是愧疚 但儿臣也有私心 苏怀木低下头 我想着哥哥们身体都康健着 能长久陪着父皇 但我搞不好 哪日一个风寒就再起不来了 所以只想着 趁活着的时候多走走多看看 苏怀木眼眶也有些红 父皇 您这么疼爱我 但我却只想着自己游山玩水 您会怪我吗 傻孩子 父皇怎么会怪你 剑心帝看着苏怀木 心里是有些愧疚的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是要多进宫来陪陪你母妃 你母妃最是容易寂寞 苏怀木看了眼花贵妃 笑着道 父皇 恕怀木直言 比起我 可能母妃更想要您来 花贵妃瞪了一眼苏怀木 你这孩子 乱说什么呢 剑心帝笑了起来 好 那父皇以后多来 亲事的话题说到这算是结束了 三人吃了一顿其乐融融的晚膳 扶阳宫中江淑妃听说剑心帝处理完政务 就去了卫阳宫 不仅用了完膳 直到现在还没离开 估计今晚就要宿在卫阳宫了 气得他摔了一盏茶 他之前送去了亲手做的甜汤 剑心帝明明说了 晚上会来他这 怎么又被那华之谣给勾了去 娘娘别生气 今日三皇子回来 陛下定是要去卫阳宫同三殿下用膳的 这个苏怀木 什么时候回来不好 偏要今日 江淑妃气得不行 圣上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来过他这里了 他好容易才找到这个机会 没想到苏怀木还进宫了 他们母子俩真是天生来克我的 江淑妃恨恨到 明明那么多儿子 却偏偏只疼那一个 娘娘可千万要慎言啊 江淑妃不愤 我又没说错 宠那么一个病秧子 有什么用 用过晚膳 苏怀木就打算离宫 不妨爱他们的二人世界 我去送送墓 华贵妃有些不舍 母妃 我已经长大了 不会走丢 您就在这陪父皇吧 你母妃无非是想多看看你 就让他送送你吧 建新帝开口道 也好 离开店内 苏怀木和华贵妃脸上 同时没了那么多丰富的感情 你可别犯傻 我那些话 也不全是说给你父皇听的 华贵妃道 我只求你健康快乐 母亲放心 儿子明白的 苏怀木帮华贵妃紧了一下披风 回去吧 别让父皇久等 没事尝进宫来看看 好 苏怀木修长的身躯 被宫灯映照在长长的旱道里 面无表情地缓步在宫道中 每过一段时间苏英镜都会试探一次 这宫中哪有一点真实 开始 为了拉拢郑国公的支持 还是皇子的苏英镜积极拉拢 热烈追求华之谣 本是许了王妃之位 但在听说 皇帝有些忌惮郑国公府的时候 他又转头 娶了深得皇帝器重的郑氏嫡女 在郑氏登上皇位后 才迫不及待地 以贵妃之位迎娶了华之谣 郑国公府本是不愿意 让女儿嫁入皇室 但只有把华之谣嫁过去 才能减少皇帝的猜忌 然而娶了华家的女儿 似乎还不够 苏英镜又把嫡妹永家公主 许给了郑国公的小儿子 亲上家亲 苏英镜一边需要华家 一边又顾忌华家 即便是娶了华之谣 又把自己妹妹嫁到了郑国公府 但他还是不安心 他不想让华之谣生下孩子 可他又贪恋美色 到底是让华之谣怀上了 他曾下过药 想拿掉华之谣肚里的孩子 或许是苏怀牧命大 或许是华之谣身体底子好 苏怀牧成功降生 但因为那要自小体弱 不过这也成为 他能活着长大的原因 苏怀牧走出皇宫 才舒了一口气 锦王府的随从们 立马扶苏怀牧上马车 华丽的马车 缓缓驶向这京中最华丽的宅邸 殿下您回来了 锦王府的管事 是自小伺候他的公公 嗯 殿下要用晚膳吗 在宫中已经用过了 苏怀牧道 锦伯无需操劳 早点歇息吧 等老奴伺候殿下梳洗后 再歇 好 梳洗过后 苏怀牧坐在房中桌前 翻看着书 牧雁从阴影中出来 回到王府 牧卿和牧雁又恢复了暗卫的身份 在暗地里替苏怀牧做事 殿下 下午凌羽来报 说李小姐问您哪日有空 想邀约您骑马 牧雁道 凌羽还说 牧公子来京了 郡主似乎对牧公子一见钟情 苏怀牧微微醋眉 灵儿喜欢牧正出 对 习宿那边也传来消息说 宣王似乎对李小姐有意思 今日在马球场上 还为李小姐出了头 为李小姐出头 苏怀牧皱眉 他又被人欺负了 受伤了吗 之前听说郑士雄围堵他 他让郑士雄在喝花酒的时候摔了腿 估计现在还没养好 这才过了多久 他怎么又被人欺负了 听说是七霞县主在打马球的时候 还差点挥杆打中李小姐的脸 不过好在李小姐反应快 躲了过去 牧艳道 苏怀牧脸色沉了下来 苏怀骁做了什么 也是同样的方式 吓唬了一下七霞县主 说是球棍无眼 一心想着接球没注意到 苏怀牧冷笑了一声 就这也叫出头 殿下 牧艳多嘴 宣王虽然做得少 但毕竟是用自己名头做的 李小姐是看在眼里的 如今牧少爷已经进京 牧家小姐也在京中 您的身份早晚会穿帮 那时候 可他总是没等到好的机会 本来上次出去骑马的时候 他就想说了 可没想到 话铃儿在 把人单独约到水云间 就说 我有事找 苏怀牧想了想到 是 还有昨个在球场上谁欺负他了 给我列的单子 至于那苏刘月 我觉得 他是时候换个马车了 是 牧艳应下 明天就让县主换个马车 侯府中习宿接到林宇的回禀后 连忙向李清堂禀告 小姐 林宇来禀说 牧公子约您明日在水云间见 有事要同您说 什么事没说吗 没有 但应该是很重要的事 说要单独和您说 习宿强调了一下单独两个字 我知晓了 第二日李清堂请婉安回来 遇到了李清言 李清言手里拿着一篮子的花 见过二姐姐 姐姐这是 刚从祖母那回来吗 嗯 李清堂点了点头 妹妹又去采花了 是啊 这花开得真不错 放在花瓶里 也能给屋子里增一些颜色 姐姐要不要拿一些 李清言说完 似乎想起了什么 抱歉 姐姐屋子本就亮堂得很 该是用不上这种花的 妹妹哪里的花 你若愿意割爱 那我便拿几只 刚好有个花瓶空着 姐姐随便挑 李清言连忙把花篮递到李清堂面前 李清堂随意拿了几朵 我这些就够了 谢谢三妹妹 李清言连忙摆手 自姐姐回府后 我都没有什么能为姐姐做的 姐姐能喜欢这些花 真是太好了 那名盖我还给姐姐送 不必这么麻烦 你有这份心意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李清堂道 不麻烦的 反正我每日也是 要来园子里收入水的 顺路的是 李清言笑着道 不给李清堂拒绝的机会 姐姐想来一会还有事 我就不打扰姐姐了 李清堂歪着脑袋 看着李清言离开的背影 他这个三妹妹 这又是搞的哪一出 想到要去见苏怀目 李清堂莫名有些忐忑 他要和自己说什么重要的事呢 难道是要和他说话灵儿的事 想到这 李清堂的心情又复杂了起来 完全看着李清堂愁眉不展的模样问 小姐 您是有什么烦心事吗 婉清 假设你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然后你这个特别好的朋友 有一天喜欢上了你另一个 李清堂顿了一下 另一个也算是特别好的朋友吧 这时候 你会怎么办 婉清想了想到 那不是挺好的吗 是啊 是挺好的呀 可他为什么就是觉得心里不太舒服 这种感觉真是奇怪 他从来没经历过 苏怀目在去往水云间的时候 也一直在思索 他该怎么开口 才能让李清堂接受呢 如果李清堂生气了 他又该怎么去哄 他其实昨晚就开始想了 但一直没想出太好的方法 在他愁出间 马车行驶到了水云间 车子停稳 吓人们掀开帘子 苏怀目缓步而下 他正要进门 身后传来一个十分讨厌的声音 这不是三弟吗 三弟什么时候回的京城 怎么也不提前和哥哥说一声 哥哥好给你半个接风呀 苏怀目转身看了眼 比上次见又胖了一圈的锐王 大哥 三弟你这许久不见又潇洒了许多 这个子似乎也长到了些 锐王苏怀前走到苏怀目身边 亲热地打着招呼 今日相遇也是有缘 哥哥请你吃饭 大哥无需破费 苏怀目以此婉拒 但苏怀前显然没有领会苏怀目的意思 或者说他知道 但他装作不理解 三弟这话说的就太见外了 你我兄弟之间哪须如此客气 苏怀目正想直接开口拒绝 苏怀前先一步道 三弟莫不是看不起大哥 觉得大哥连一顿饭都请不起 好 那今日弟弟就不客气了 苏怀目应了下来 转头对一直跟在他身边的小太监目想道 跟掌柜的说 我们定的雅间取消吧 是 苏怀目今日特意让人看住了华林 省得他再来打扰 甚至还问了苏怀孝今日的行踪 确定他们都不会来打扰 但没想到冒出来一个苏怀前 若不是怕李清堂去柳安巷的宅子 会遇到真的木正处和木诗云 他也不会把地方定在这水云间 真是倒霉 既然苏怀前要请他吃饭 苏怀目也就不客气了 他坏了自己的好事 那他敲苏怀前一顿不算什么吧 苏怀目把水云间最贵的东西都点了一遍 苏怀前见苏怀目这么不客气 心里也是有点抽疼 这水云间的饭菜可不便宜 这一顿下来怕不是得上百两银子 苏怀目慢条思理地吃着菜 喝着茶 苏怀前不说 他便也不说话 苏怀前看着苏怀目优雅地吃着喝着 心里有些嫉妒 同样一个爹怎么苏怀目就生得这么好看 果然这母亲的容貌也很重要 可他母妃年轻时听说也很好看 但再怎么好看也好看不过话贵妃 苏怀前摇了摇头 算了 好看也不能当饭吃 三弟这次出游感觉如何 苏怀前搭话道 这次去江南感受了一下江南风光 那气候合宜的确是个适合生养的地方 我那可病在那都好了些 苏怀目道 大哥有机会倒是可以去看看 我倒是想 可我不同你和二弟还未成亲 我这一家老小都在京中 总是不好随处走的 苏怀前叹了口气 我是真羡慕三弟你啊 可以到处游玩 父皇和贵妃娘娘又对你宠爱有加 我倒是羡慕大哥 有个健康的身体 还子孙满堂 苏怀目道 不像我活一天 少一天 呸呸呸 三弟说的什么会气话 苏怀前端起酒 来 咱兄弟俩喝一杯 以后可不许再说这样的话了 嗯 苏怀目拿起酒杯 大哥知道我身体不好 我就以茶代酒了 自然 苏怀前面上笑嘻嘻 内心却在疯狂吐槽 你不能喝酒 你还点这么贵的酒 三弟这次去江南好几个月 有什么趣闻吗 苏怀前问 苏怀目装作思索了一下 也没什么特别的 只是江南的美人倒是不少 是吗 苏怀前听到美人二字兴致高了些 都说江南盛产美女 三弟此番可有结识什么红颜之急 大哥置我身子弱 对那男女之事也不热衷 所以并不算了解 苏怀目道 大哥若是感兴趣 有时间可以去江南亲自感受一下 苏怀前摇了摇头 你那小侄子刚出生 我这三五年是不好离京的 只能听三弟你说说外面的乐子了 说到这苏怀前顿了一下 对了 二弟也奉父皇之命去了江南一带 你们可有见面 我听说二哥来了 但是刚好错过 苏怀目道 不过听说二哥在苏州干了件大事 在百姓中声望极高 哦 苏怀前装作不清楚 一般问道 什么大事 好像是为民除害 苏怀目道 听说是斩了苏州知府的小舅子 那小舅子欺压百姓 还掳掠良家女子 手上沾着人命 苏州府的百姓 碍于知府的威压 敢怒不敢言 此番二哥把这朱家连根拔起 倒是做了一桩好事 苏怀前在心底冷笑 好事 对他苏怀霄的确是好事 苏州乃江南富庶之地 苏州知府是他的人 而朱家则是帮苏州知府拢财的人 也是他的钱袋子 可这个钱袋子 就这么被苏怀霄给搞没了 连带着苏州知府都下了台 眼下他和苏怀霄都为着 把谁送去那块地方 而明争暗动 苏怀前为此生了好大一顿闷气 他这个二弟 这些年事越发出息了 把手伸的也是越来越长了 二弟向来爱成恶阳善 苏怀前这句话 说得颇有些咬牙切齿的味道 可不是 听说苏州百姓 还给他送了个什么百姣衣 苏怀木继续道 不少学子都写文赞扬 我当时在扬州都听得清清楚楚 二哥可真真是出了好大一个风头 苏怀前冷笑 是啊 如今咱们兄弟三人 就属二弟最是风光 自江南回来又得了父皇重用 连今年的科举 都让他参与了进来 二哥有能力 自然是要多劳一些的 苏怀木笑着道 苏怀前见苏怀木不接话 又给自己倒了杯酒 继续道 说来二弟 他的运气倒是好 原本只是一个公毙生的 可偏着皇后娘娘的嫡子没了 他那母妃也没了 苏怀前把杯中酒饮下 其实论起出身 三弟你才是咱们兄弟中最尊贵的 外祖父是赫赫威名的郑国公 母妃是宠冠六宫的贵妃娘娘 父皇从小就对你宠爱有加 可没想着到头来 竟被这么个捡来的中宫嫡子 给压了一头 苏怀前说着摇了摇头 大哥真是替你不值啊 苏怀木浅笑 继续平静地吃菜 我的身体我知道 能活着已经是万幸了 这辈子也只图个享乐罢了 唉 苏怀前叹气 似是关心 又似是替苏怀木忧愁 三弟 你这身子当真没办法治好吗 但凡你身子好一点 那东宫之位三弟 定是手到擒来啊 大哥这种话 还是莫要乱说 我连上书房都没去过 哪有那本事 我只希望 以后大哥和二哥 能多照服 照服我这个地点 苏怀木苦笑道 当然我若活不到那个时候就算了 三弟不要说这些丧气话 苏怀前给苏怀木 倒上一杯茶 来来来喝茶 谢谢大哥 苏怀木接过茶 苏怀前一边喝酒 一边默默注意观察苏怀木 几番试探下来 看来他这三弟 的确没有那种想法 或者说 目前没有那种想法 眼下苏怀霄风头正胜 他若奈把苏怀木 拉到自己的阵营 那他的胜算可就大多了 或者说 就算拉拢不过来 也不能让苏怀木 倒到苏怀霄的阵营中 苏怀霄那个人 惯会拉拢人心 苏怀木太知道 苏怀前今天这顿饭的意图了 他不会参与这两人的争斗 但可以默默帮他们 给彼此增加点麻烦 苏怀前一边给苏怀木 加菜 一边聊小时候的事 并默默分化苏怀霄 与他们的关系 咱们兄弟几人中 我也只同你关系清静些 四弟太小 二弟自小孤僻 又是功臂所生 到底和我们不太一样 苏怀前滔滔不绝地说着 苏怀木只是静静听着 偶尔回答两句 无关痛痒的话 李清堂按照约定时间 来到水云间 雅间中不见苏怀木 只看到了沐焰 李小姐 我家公子突然有事 实在脱不开身 让我来此处等着小姐 好跟小姐说抱歉 沐焰道 李清堂听到苏怀木有事 不知道为何 竟微微松了口气 没事 你可知表哥今日有何事 要与我说 李清堂两手微微交错用力 这这小的也不太清楚 李清堂咬了下嘴唇 什么方面的也不知道吗 这沐焰知道 但是他不好说啊 看到沐焰有些为难的模样 李清堂又问 事情是和玉安郡主有关吗 沐焰想 这件事如果说的话 倒是和玉安郡主也有些关系 若不是郡主喜欢上了沐正初 怕身份暴露 也不至于坦白的这么仓促 有点吧 李清堂心脏有一瞬间的收缩 好像一根弦断开 不自觉露出一个 仿佛缓解尴尬的笑 好 我知道了 既然表哥今日有事 那我就先走了 改日再约吧 李清堂说完就带着人离开 脚步有些漂浮 上了马车后 婉清叫了李清堂好几声 但李清堂却没有反应 他只能上手轻轻晃了晃李清堂的胳膊 小姐 啊 李清堂回过神 怎么了 就是想问您是要直接回府吗 婉清看向李清堂有些好奇道 小姐您今日怎么有点魂不守舍的感觉 我有吗 李清堂反问 有啊 您这一大早起来就怪怪的 婉清道 您是有什么心事吗 没有啊 李清堂摇头 他也觉得自己有些奇怪 但又不明白这种奇怪的感觉到底是为何 又该怎么解决 他现在特别需要柳福桑 可是柳福桑如今原水解不了尽渴 小姐 那我们回府吗 婉清问 李清堂想了想 不 京中有什么有名的清官吗 习素一听 立马警觉了起来 小姐 您想干嘛 我想听听曲儿 李清堂道 这 习素小心道 这不太好吧 此处不比苏州 若是被传出对小姐您的名声 恐怕有损 婉清也跟着点头 习素说得对 要是被大小姐知道了 肯定又会拿这个说事 指不定怎么在外面毁您的名声 那就没什么女子 能去的 玩乐的地方吗 李清堂问 小姐若是想听曲儿 其实可以请几个 乐宫来家中演奏 习素道 可她也不是单纯想听曲啊 算了 去绣花楼看看吧 李清堂摆了白手 马车转向往绣花楼驶去 就在快走到绣花楼的时候 马车突然停了下来 习素掀开帘子问 发生什么了 林语道 前面好像发生什么意外 路被堵住了 李清堂听后 心中一紧 不会又是郑士雄在堵路吧 不是 好像是前面有一辆马车突然翻了 林语望了望 估计还得赌一会 李清堂听后松了口气 此处语句绣花楼不远 你们陪我走过去吧 是 李清堂戴上帷帽 带着习素 晚清和护卫徒步往绣花楼走去 此处是通往绣花楼的必经路 距离绣花楼只剩几百米 走了一小段 就听到一阵怒喝声传来 看什么看 这是你们能看的热闹吗 都赶紧离开 赶紧走 谁在逗留小心 刀见无眼 一群穿着统一服装的护卫 挥着手里的刀驱赶围观的群众 小姐小心 侯府的护卫们 怕李清堂被人群冲撞 把他护在了中间 这本就是商业闹街 人本来就很多 这护卫的粗鲁驱赶 让本就因为翻车而拥堵的街道 更加混乱 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 被挤得东摇西晃 眼看着就要摔倒 去 帮他一下 是 一个护卫过去 把妇人从拥挤的人群中拉出来 谢谢小姐 谢谢小姐 那妇人连忙道谢 没事 小姐 不然我们先回马车上等着吧 这人太多了 习素皱眉道 李清堂点了点头 也好 李清堂几人刚走回马车边 前面便传来哭喊声 别挤了别挤了 死人了 死人了 伴随着喊声 人潮更加拥挤 习素连忙把李清堂扶上马车 小姐快上车 李清堂的马车后面这一阵功夫 又续上了好几辆马车 根本无法掉转车头 不少人不知道这发生了什么 或是听到了这里有热闹 便都赶过来看 要往里进的 想往外走的 一时堵得死死的 李清堂见状 把那对母子也接上了车 那夫人有些惊魂未定 谢谢小姐出手相助 举手之劳罢了 你可知 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听的是什么郡王府的马车翻了 里面坐着的贵人摔了 动静挺大的 那位贵人发了好大的脾气 周围的人就来凑热闹 然后郡王府的护卫们就开始赶人 那夫人心有余悸道 那郡王府的护卫们凶得很 走慢一步都要被打的 晚清掀开马车帘 发现这条路上的人越来越多 挤得都快走不动了 侯府的护卫们 忽在马车周围也被挤得有些摇晃 李清堂心头突突地跳 小姐这人也太多了吧 晚清惊呼 李清堂想到 马上又是科举 又是春日宴 这条是京中最繁华的大街 今日街上还有杂耍班子表演 本就人潮密集 这样下去 怕是要出问题 林峰有没有别的路 我们砌马走 李清堂先开马车连问 小姐眼下要离开这条路 只能进商铺 看商铺有没有后门可以离开 林峰道 那就这么办 李清堂当即就下了决定 把马拴好 万不能让他被惊了后伤人 是 晚清和习宿 把马车里的东西快速收拾好 护卫们把李清堂挤人护在中间 虽然马车距离那输铺子 只有不足十米 但护卫们也是费了点力气 才给李清堂挤出一条路 那店家看街上的人越来越多 正准备要关门的时候 林峰一个剑步 一把抵住了门框 进入铺子后 李清堂的围帽都差点被挤掉 掌柜的看李清堂身边 跟着那么多丫鬟护卫 只能笑脸相迎 待人都进来后 他连忙让小二把门给关上 这位小姐 你要买些什么吗 掌柜的 请问店中可有后门 李清堂问 掌柜的摇了摇头 这条街上 除了那几家大店有后门 剩下的都是单面的 因为这背面也是商铺 那恐怕要借用掌柜这铺子待会了 李清堂说着 看了眼习宿 习宿掏出一定银子递了过去 掌柜的本来还有些紧张忧愁的脸 在见到这银子后 立马换上了一副笑脸 小姐快请坐 我这就给小姐上茶 铺子里还有三个书生打扮的年轻公子 也是因为人太多 而被困在此处 无法离开 透过窗纱 隐隐看到外面密密麻麻的人影 虽然门窗已关 但嘈杂的声音 还是一直往屋子里传 这么多人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啊 一个年轻书生 眉头皱着 有些不安 真不好说 有一年的扬州灯会人很多 就发生了意外 急死了不少人 另一个书生硬喝 完了 崇光兄不知走到哪里了 这个时间还没到 莫不是被堵在了路上 听到这话 三人脸色都变了 这崇光兄本就体弱 这么多人若是挤出个好歹客怎么办 他身边应有小四跟着 许是不会出什么事吧 可这么多人 一个小四管什么用 说话人用眼神看了看李清堂这边 压低了声音道 那位小姐身边跟着那么多护卫 可还不是被困在了这里 你们别太担心 这种情况 官府应该很快会派牙医来维持秩序的 而且 这两边这么多铺子 仲光兄那么聪明一个人 想来见情况不对 应该会找个铺子待着 李清堂听着几人的话 也有些忧心 他看向身边的护卫 你们谁的功夫好 有信心离开这 几人互相看了看 他们的功夫其实都不差 但这种情况 可不是功夫好就能离开的 此时临风道 我可以爬上屋顶 从屋顶离开 好 你拿我令牌去求助 李清堂想了想 先去经兆俯弱 那就去李清堂正思索 如果经兆俯不成的话 该怎么办 这时外面又是一阵惨叫 和马的思鸣 马受惊了 才死人了 快跑啊 有人大喊 外面一辆马车的 马被拥挤的人不知戳通了哪里 发了狂 刷的抬起蹄子就踏了下去 驾车的马夫都被甩了下去 若是不成就去找郡主 让郡主不管是找郑国公府 还是什么宣王 总之得快点疏散人群 李清堂道 咱们这里都堵成了这个模样 估计绣花楼那边也差不多 若是能过去 绣花楼是通着两条街的 让他们开后门 让百姓撤离 是 临风领命 对了 八方云集客栈也在这条路上 让他们把门也打开 李清堂道 习宿有些担忧道 小姐 这么多人一旦冲进店里 若是做了些不好的事 该怎么办 是啊 若有歹人趁机闹事 那可怎么办 晚清一响也是 那铺子里的东西 可贵着呢 东西再贵 也比不上人命之前 李清堂道 让人把能收的东西都收一收 店里的伙计拦一条路出来 告诉他们时候 都给二两银子的赏 李清堂这次出来出来 临风 临雨 还带了六个护卫 领头的护卫周剑道 不如我也带一个人 跟着临兄弟过去吧 我们是侯府侍卫 还带着刀 总归是有威慑里的 也好 李清堂点头 临风你带四个护卫走 一家铺子留两个 那小姐身边只剩两个人 会不会有点少了 周剑有些迟疑 没事 还有临雨呢 再说我又不出去 李清堂道 只要你们快点把这人群疏散 我这也没什么危险 周剑想了想 只了四个人 你们跟着临兄弟去 我留下照看小姐 论清宫 这几个护卫 没法子轻易穿越人群离开 但是爬个房顶还是可以的 借着窗框 临风先轻巧地跃上房顶 上去后 又拉了四人一把 若是临风自己 他分分钟就可以离开这里 但是身边还跟了四个人 只能同他们一起 听到这街上的绣花楼 和八方云集 都是李清堂的产业 掌柜连忙拿出好茶 后来听到李清堂 还是侯府的小姐 听着和郡主还很熟络 甚至与镇国公府和宣王都认识 掌柜的连忙把压箱底 一直舍不得喝的那好茶拿了出来 那几位书生 在听到李清堂是侯府小姐 家产颇风 眼睛就忍不住地往这边瞟 小姐请用茶 掌柜殷勤勤地把茶端了上来 这是上好的黄山毛峰 掌柜的不必如何客气 哪里的话 小店也没什么好招待小姐的 只希望这茶能入小姐的口 多谢掌柜 习宿接过茶先闻了闻 然后才递给了李清堂 李清堂品了一口 这茶很好 听到李清堂喜欢 掌柜的松了口气 不知这店里的书我可以看吗 当然 小姐请随意去看 另一边凌峰仙 把人送去了两家铺子 正要去京兆府的时候 遇到了从水云间里离开的苏怀木 苏怀木刚坐上马车准备回府 只见凌峰行色匆匆的前行 苏怀木看了眼凌峰 很快便有一个侍卫追了上去 没过多久就回来传话 说是宫颈郡王府的马车 在张台阶翻了 七侠县主摔伤后 大发雷霆 把街给堵死了 那条街上 今日刚好有杂耍表演 本就人多 现在整个街道水泄不通 说是已经急死了人 李小姐让凌峰去京兆府衙找人 说 若是不成 就去公主府找郡主帮忙 看看 是找郑国公府 还是宣王出面 那李小姐怎样了 苏怀木听到这心理意境 连忙追问 车夫道 李小姐在一家书舍中 林宇和习宿都在 没有大碍 他从水云间回侯府 怎么会经过张台阶 苏怀木皱眉 林峰说 李小姐是要去绣华楼 结果在路上就被堵住了 此处 离南城近所近一些 去传我的令 让他们立即派进军 来来疏通道路 苏怀木道 还有让林峰不要去什么 京兆府衙门了 也别去什么公主府了 让他赶紧回去保护李小姐 你直接让王府的护卫 先封住林静的两条街 所有人只能出 不能进 是 书舍里李清堂挑了一本游记 为了方便看书 他摘下了帷帽 摘下的瞬间 那个在听说李清堂 是侯府小姐时 就一直注意着 这边的书生 便瞪大了眼睛 这这莫不是仙女下凡了 枉费他读了 那么多圣贤书 可如今竟找不到一句话 能来形容眼前的女子美貌 独矿氏以绣裙 表青城之艳色衣 习素注意到那人的视线 往前一步 挡住了李清堂的身影 那惊鸿一瞥 让他久久才回神 然后自觉唐突 连忙转过头 李清堂看着书 也不知道林峰有没有走出去 有没有把话带出去 外面嘈杂的声音越来越大 街上的人 似乎已经贴到了门口 别挤了 别挤了 门口传来各种喊叫声 还有人拍门 店家开个门吧 门外的吵闹声越来越大 李清堂放下手里的书 一个穿着青衫的书声道 掌柜的 不然就开门放几个人进来吧 我瞧着外面确实人太多了 掌柜的 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 咱们就开个门吧 刚刚那个偷看李清堂的书声也硬喝 还说了点大道理 似乎不开门 就是在杀人 整得掌柜的脸色不太好 周剑怕掌柜的听了这几个书声的话 一时热血上挠打开门 开口道 不能开门 门口已经挤满了人 此时如果开门 他们会一窝蜂地涌进来 到时候 这屋子里会和屋子外一样 外面的人还能想办法爬到高处 屋子里的人可就只能等死了 周剑这话一出 那几个书声的脸色变了变 掌柜的更是连忙硬核 他显然想象到了那幅画面 如果人全挤进来了 那他这一屋子书可怎么办 这位大人说得对 这门不能开 说着 掌柜的还让小二移过去了一个架子 挡住了门 偷看李清堂的书声被反驳后 似乎觉得面子有些过不去 再看到李清堂一副担心和不忍的模样 再次开口 这位小姐觉得呢 我们真的就要看外面的人被活活急死吗 这也太过残忍了些 掌柜的听后 特别怕李清堂心软 毕竟李清堂可是侯府小姐 还带了这么多人 若他真的开口 让人把门打开 那他肯定不敢反对 但这铺子 可是他一家老小的饭碗啊 李清堂望向那个书声 公子有仁义之心是好的 但这铺子不是我的 我也是仰仗掌柜的心善才得以再次喘息 公子还是问掌柜的吧 书社掌柜的听到李清堂这话 松了口气 这位小姐倒是个明白人 李清堂的声音轻轻的 柔柔的 但却像是给了他一个无形的巴掌 几位公子也不用过于担心 我已经令人去求援了 估计用不了多久 官府就会来人救援的 李清堂安抚众人道 晚清把那蜜饯拿给大家分一分 吃些甜的也能放松些 得了李清堂的话 嘴里又有了糖分 大家心里也稍微安稳了些 但门口的人似乎越来越多 已经可以看到有人紧贴着门 外面的语气也暴躁起来 快开门 再不开门就要砸门了 掌柜的看着已经有些变形的门 急得直跺脚 这可如何是好 若对方真的破门而入怎么办 外面的人听着 这店里的人已经满了 你们若是一窝蜂进来 只会挤得比现在更厉害 更喘不上气 林雨喊道 金赵府衙已经派人来疏散了 很快就好了 但外面的人根本不听 还是一个劲地往前挤 别骗人了 你们也被困在着 怎么知道金赵府衙有没有派人 尹门的架子已经开始移动 伙计连忙过去顶住 林峰回到铺子 发现人更多了 他已经没办法再回去了 只能站在房顶帮忙拦着 不让人往里冲 锦王殿下已经带人封锁住了街道 只能出 不能进 靖军已经来了 人群已经在慢慢往外走了 很快大家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林峰喊道 锦王 李清堂听到这个名字微愣 是华林口中那个表哥吧 所以 华林没找郑国公府和宣王 而是找了锦王 可华林 不是说他这位表哥 在外面游玩 还未归吗 苏怀木气了马车 带着人直接骑马往张台阶赶去 刚走了一半 就看到了密密麻麻的人群 还在往里进 在此拦路 不许任何人进入这条街 苏怀木直接下令 是 殿下 木翔见苏怀木还往里去 连忙去拦 殿下不能再往里走了 您要是也被困在里面 可怎么办 我必须进去 苏怀木满眼焦急 都怪他 若不是他爽了约 李清堂就不会去绣花楼 也不会遇到这种危险 木翔见拦不住苏怀木 只能派护卫跟上 一定要把殿下看紧了 可万万不能有闪失啊 听到这边出了事 又有苏怀木的命令 南城的禁卫军立马出动 苏怀木见到拥挤的人群 想到李清堂还在里面 下意识就想直接用轻弓飞过去 但被木翔一把抓住 压低了声音提醒道 殿下 使不得呀 这是京城 苏怀木一愣 是了 这是京城 无数双眼睛盯着他 他会捂的事 不能被人知道 殿下 您可以去隔壁街 有些铺子是通着的 木翔道 再不计 还可以用梯子 苏怀木立即转身 走 南城禁锁的人 很快便赶来 在看到王府的人后 立马接替了他们的位置 并按照苏怀木的吩咐 派人 把附近的几条街 都控制了起来 只许出 不许静 并静止看热闹 然后派人从两端 开始疏散人群 然后又找了几家前后 通着两条街的铺子 让他们打开前后门 帮助疏通人群 静军会帮忙守着 防止人群在殿中破坏 苏怀木登上房顶后 就循着李清堂 所在的书舍走去 见到街中间 有几匹背脊发狂的马 去 把马制服 实在不成就杀了 别让他们再伤人 是 几个王府的护卫 便飞身下去 一跃到了马上 控制住了发狂的马 大家都不要再急了 你们现在都乖乖站在原地不要紧 很快就可以离开 王府的护卫高声呼喊 但这呼声根本没用 此时王府的护卫也赶来了 每个人身上都拿着弓箭 苏怀木让所有人登上房顶 所有人 站在原地不要动 横冲乱撞折死 所有王府侍卫 按照苏怀木的吩咐 一起喝道 街上的人群看着房顶 突然冒出一排手持弓箭的人 再听着这话 终于是停止了互相推荡 原本书舍的门 已经岌岌可危了 但带着弓箭侍卫的出现 让下面的人群 一下子安静了起来 李清堂也听到了外面的声音 听威武的贺声 听着不像是金兆府的牙役 或许是锦王府的人 见到外面的人不再撞门了 掌柜的和那三个书生 都松了一口气 晚清见状没忍住吐槽 之前不是还想着开门放人进来吗 怎的刚刚看着 比我们小姐还紧张 刚才第一个开口说话的那个 穿着青衫的书生 有些羞愧 抱拳道 是王某所思太浅 一直偷看李清堂的那个书生 却不想承认自己有错 小声道 若我们主动开门 对方该是不会如此蛮横的 晚清听到了 似乎还想反驳 但李清堂摇了摇头 这种萍水相逢的人 没有结论的是 讲不出什么道理的 在弓箭手的威慑 和禁卫军的疏散下 街上的人终于渐渐散去 从窗户上也看不到那拥挤的人影 周见把窗户打开一个缝隙 见街上有人 但已经不再拥挤了 这才放心把窗户整个打开 林峰此时也从房沿上下来 人已经疏散得差不多了 经兆府衙的人也来善后了 咱们的马车还在 但是有些凌乱 我这就回去再赶一辆车来 刚刚不少人上了他们的马车避难 虽然里面本就没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 但如今 那马车连门帘和窗帘都没了 挂在前面的灯笼 也不知被谁摘了去 幸好那马被拴得紧 这边还不是最拥挤的地方 所以还算好 好 李清堂点了点头 我们去绣华楼等你 外面既也安全了 也不好老在这里打扰别人 他也得去看看绣华楼那边怎么样 有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见李清堂打算离开 那个之前就一直在偷看李清堂的学子 眼睛一转 上前做了一衣 在下江南学子孟元 不知小姐可否留个名 带来日高中后孟元定会登门道谢 习宿看了眼孟元 心道 这乃来的二傻子 算盘珠子 打得十万八千里外都听到了 李清堂戴上帷帽 我没有做什么 要谢就谢锦王殿下吧 说吧 他就带着几人离开了书舍 小姐慢走 掌柜的连忙把人送了出去 这时他也看到了街上的惨状 对面那家卖纸铺子的门已经掉了 老板坐在门口大哭着 整个店铺狼藉一片 他心下松了口气 今日多亏有这位小姐在啊 不然若这几个书生 那不要命的热血 涌上来真把门给打开 估计下场比对面好不了什么 想到这里 他看向店里几人的表情 就不太好了 几位公子也早点离开吧 今日本店不营业了 今日多谢店家收留 穿着青衫的王姓公子做了一衣 挑了一本书后 放下了一块银子 见这位王公子 做事还算进退 掌柜的表情也稍微客气了些 几位公子请慢走 孟元离开后 还对李清堂抱有幻想 不若我们也去绣花楼看看吧 那位小姐救了我们 我们总归是要感谢一下的 可那位小姐的意思 已经很明显了 三人中一直为说过话的书生开口道 人家并不缺我们的感激 还是不要去打扰人家为好 孟元听到那书生的话 立马反驳 思源兄 你这话就不对了 不能因为人家不缺 我们就装作不知道 做人最起码要知恩图报 乔思源看了眼孟元 那孟兄去吧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告辞 王兄你看他 孟元被乔思源这态度给气到了 对着王周廷抱怨道 若不是因为你 谁愿意带他 孟兄莫要生气 思源有大财 只是不善交际吧 王周廷劝道 我陪你去看看吧 一直站在屋顶看着的苏怀木 见到李清堂平安无事后 才放下心 离开了屋顶 锦王殿下请留步 苏怀木刚准备上马 一个声音从他的身后传来 苏怀木一回头 就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沈念燕 沈小姐有事 苏怀木戴着一个银白色雕花的半脸面具 只是看着苏怀木露出的半张脸 沈念燕就忍不住红了脸 今日之日多谢殿下 若不是殿下及时搭救 念燕恐怕还被困着 刚刚真真是可怕极了 沈小姐不必谢本王 本王此举本也不是为了你 苏怀木冷冷说完 便潇洒上马头也不回地离开 看到沈念燕落寞的表情 沈念燕身边的大丫鬟采云开口道 小姐 天下男人何其多 您何苦只看着这一个 沈念燕痴痴看着苏怀木的背影 世上男人很多 可他只有一个 可所有人都是一个呀 采云道 可他不一样 沈念燕难难道 自他第一次在宫中 见到苏怀木起他的一颗心 就被全全地吸引了过去 这世上竟有这般经验的人 采云看着自家小姐这般模样 在心底叹了口气 经中那么多王公子弟 可他家小姐 怎么偏偏就看上了这一个 这最不可能的一个 乔思源自书舍离开后 路过此处 恰好看到这一幕 那就是锦王殿下吗 他只是自语 但身边路过的一个妇人 却热情给了他回应 对 那就是锦王殿下 乔思源没想到有人会回话 先愣了一下 随后又问了句 他为何戴着面具 那妇人听后笑了起来 还不是因为长得太好看 嗯 你是进京赶讨的学子吧 那妇人见乔思源疑惑 解释道 锦王殿下 可是贵妃娘娘的儿子 贵妃娘娘当年厌绝京都 那锦王殿下 也生得跟神仙似的 因为太好看了 上街时 被一群一群的姑娘追着 围着 自那之后 锦王殿下就戴面具试人了 那妇人见乔思源 长得周正帅气继续道 因着锦王殿下 京中还实行起一阵子面具疯呢 原来如此 乔思源听后 对夫人道谢 谢谢大娘姐姨 公子哪里的话 不知公子家是何处 今年多大 可有娶妻 妇人一连三问 乔思源听后快步离开 不敢继续搭话 那妇人追着喊道 我家大姑娘今年十六 模样周正还赐得一手好秀 公子 随我回家看看吧 乔思源听后 脚步更快了些 好容易才躲开了妇人的追击 她正以着一棵树喘息的时候 耳边传来一个女声 是乔公子吗 乔思源听到有人叫她 差点又要跑 这几日 她已经被不少家里 有失灵女儿的大娘追过 都快有心理阴影了 她还没来得及跑呢 一个歪着的脑袋就凑了过来 果然是你 乔思源看着面前 突然出现的脸一正 差点以为自己在做梦 她藏在袖子里的手 狠狠捏了一下自己的腿 二小姐 慕师云笑着 看向乔思源 指着她歪了的发迹 你这是怎么了 头发都跑乱了 乔思源耳朵刷得红了起来 连忙平稳气息 飞快整理了一下仪表 刚刚遇到张台街那边 发生了点意外 张台街 慕师云思索了一下 那是呢 见慕师云有些茫然 乔思源解释 距离起真阁有两条街 有一家有名的首饰铺子 翠玉轩的那条街 慕师云恍然大悟 随后又紧张了起来 那边发生了什么 严重吗 我大哥 今日好像去了呢 见到慕师云紧张 乔思源连忙解释 事情已经解决了 慕公子伸手了得 想来不会有事的 文言慕师云拍了拍胸脯 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 那就好 二小姐怎么会来京城 我姑姑的女儿 也就是我那侯府的表姐 马上要吉吉了 我祖父母进京 来参加我那表姐的吉吉里 慕师云隐藏了自己 是偷溜来京的这一段 原来如此 那改日 我该去府上拜回慕老先生 不急 我祖父母还没到京城呢 我和我大哥先来的 慕师云道 你考试准备得怎么样了 此番可有信心 学子中卧虎藏龙 不乏经验才觉之辈 我也只能尽力而为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你可是苏州第一才子 书院的先生 都说你有状元之才 我觉得 你肯定能高中 慕师云信誓旦旦 就算不是状元那也是炭花 我和你说 一般人还当不了炭花狼呢 必须得好看的才成 乔思源听着慕师云的话 耳朵红得更厉害了些 慕师云见乔思源不说话 觉得可能是他这番话 给乔思源太大压力了 于是又笑着道 其实就算中不了也没事 你才十九岁 未来机会多着呢 就算不考了 也可以去问贺书院当先生 你若想当山长 我也是可以给你争取的 总之出路多着呢 你千万别紧张 就当是来京城玩玩 顺便考个试 慕师云宽慰道 乔思源看着面前的少女 露出一个少有的笑脸 谢二小姐 思源定不会辜负二小姐的期待 至少给你捧一个炭花回来 慕师云摆了摆手 装作严肃道 怎么能叫给我 那是给你自己和你娘 乔思源点了点头 嗯 二小姐说的是 你住在青云院吗 慕师云问 对 慕师云点了点头 我和大哥就住在柳岸巷第一家 我们估计会在京中住上一段时日 你若得空 可以来坐坐 好 那我先走了 未来的状元郎 慕师云笑着对乔思源挥了挥手 乔思源也不自觉地伸出手回应 等看不到慕师云的背影了 乔思源才收回目光 他默默握紧了拳头 此番他必要高中 另一边李清堂心情有些沉重 再往绣花楼走的 这短短百米 他就看到了好几具尸体 走着走着 习速就会捂住他的眼睛 有几具尸体 实在被踩他的不成样子 走到绣花楼 除了门掉了下来 地面有些凌乱 其他的倒是还好 小姐 绣花楼的掌柜的 见到李清堂连忙迎上来 小姐您没事吧 我没事 店里还好吗 按照您的吩咐 一楼这值钱的都收了起来 用桌椅围了一条路 侯府的侍卫 和店里的护卫伙拦着 倒是没出什么乱子 掌柜的道 只是有位公子伤了脚 躲避时伤了脚 所以就暂且把人留下休养了 李清堂点了点头 大家没受伤就好 宁重光忍着痛起身 给李清堂行了礼 在下宁重光 见过小姐 今日多谢小姐救命之恩 李清堂 看像坐在角落中的白衣男子 你就是重光 宁重光听到对方喊自己的名字 威愣了一下 虽然面前的女子还戴着帷帽 但他也可以确定 自己并不认识这位小姐 在下宁重光 遇到了你的朋友 他们提到了你 是周婷他们吗 宁重光听到李清堂的话有些激动 他本来还在担心 他们几个会不会有事 听到李清堂这么说 看来他们应该是安全的 我只知道 其中一位姓王 还有个姓孟 对对对 就是他们 宁重光听后激动点头 受伤的脚一个不小心用力 疼得他又跌坐了回去 公子还是不要乱动了 你那三位朋友很好 没有受伤 李清堂见宁重光 这站着都费劲的模样 需要去府中通知你的家人来接你吗 李清堂见宁重光穿戴不错 应是大家公子 于是开口道问道 宁重光看了他自己肿胀的脚 脸微红了起来 有些不好意思道 此番静静赶考 我只带了一个小丝 刚才我与小丝被人群挤散了 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公子若是不嫌弃 我这马车帘子被人扯了 我可以让人送公子先回住处 李清堂道 或许你那小丝 已经回去等你了 那就多谢小姐了 在下宁重光 以后小姐若有需要 宁某定不会推辞 宁重光给李清堂行了一礼 宁公子客气了 举手之劳罢了 我在这就祝宁公子金榜提名了 借姑娘急言 李清堂指了一个护卫 你去送宁公子吧 若是路过医馆 就先给公子治疗脚吧 是 宁重光坐着马车 看着街上的惨状十分担忧 他的小丝不会出事吧 苏怀木离开沈年烟之后 没有直接回府 也往秀华楼的方向去 那是谁 苏怀木见到宁重光与李清堂 似乎聊得不错问道 那是辉州宁家的嫡子 是江南学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也是此次科举状元的热门人选 牧祥道 宁家 苏怀木知道 那是辉州旺族 百年书香门第 前朝开国时有 两位丞相都姓宁 这宁重光不会对李清堂 也有什么想法吧 不然他与李清堂说话 为什么会脸红 锦王殿下 苏怀木驻马观望的时候 身后的铺子里 走出来一群人 为首的正是七侠县主苏刘月 苏怀木看着好端端站着的苏刘月 面若冰霜 苏刘月见到却是苏怀木后 脸上露出惊喜的神情 殿下怎滴在此 殿下 难道刚刚也被困住了吗 婉青往门外随意一看 就看到了苏刘月 他扯了扯李清堂的袖子 指着外面 小姐 那不是七侠县主吗 李清堂抬眼望去 见到苏刘月站在一匹马前 姿态 是他从未见过的温顺婉约 不是说他马车翻了吗 我还以为人伤得很重 才搞出这么大阵仗 可这不是好端端地站着吗 婉青有些气愤 若不是 因为那翻到的马车 又怎会发生这种事 要不是他家小姐反应得快 今日的事可不敢想 苏怀木并不想搭理苏刘月 转身就要走 苏刘月见苏怀木要走 连忙喊道 锦王殿下 这声音不小 婉青也听到了 小姐 那就是锦王殿下 今日可多亏了他 李清堂也有些好奇 华联这位表哥 于是走到门口 只见一个面带银色面具的男子 骑在一匹浑身漆黑的骏马上 他身上穿着一身月白色的流光颈袍子 在阳光的照耀下 整个人好像都发着光 白衣黑马 极致的视觉冲击 李强头脑中 不自觉就冒出一句诗 当时年少春山薄 骑马蚁邪乔 满楼红袖招 虽然他都没看清这位锦王殿下的脸 但只凭着身姿 便可以想到 那面具下的脸 定是极为惊人的 凌儿姐姐说的果然没错 他这位锦王表哥 的确与他的郑出表哥有得一拼 苏怀木注意到李清堂走到了门口 也注意到 他好像在看自己 他怕被李清堂认出 但心中又隐隐带了些期待 他会喜欢 不是穆郑出 而是苏怀木的自己吗 于是他格外挺直了腰背 像一只想要求偶的大公鸡 努力展示着自己的俊美 在路过李清堂身边的时候 他还偷偷看了一眼李清堂 似乎想从他的表情上 看出点什么 小姐 刚刚锦王殿下 是不是在看你啊 李清堂没有注意苏怀木的眼神 他的目光都在苏怀木的腰间 是他刚刚看错了吗 锦王殿下腰上的那个香囊 怎么看着有些眼熟呢 怎么那么像他之前送给表哥的 但不可能啊 他表哥与锦王殿下并不相识 也不可能把自己送他的东西 再转送别人 应该是他看错了吧 荷包 香囊这些东西都大差不差 有相似的也是正常 苏六月目光 追着苏怀木的身影一动 他也见到了李清堂 李清堂这日 为了见表哥 也是打扮了一番 当苏怀木骑马走过李清堂时 苏六月的目光 一下子就看到了李清堂 李清堂今日也穿了深月白色 围底的飞鸟苗花长裙 乍眼一看 两人倒是有骨子说不上的般配 这让苏六月很是不悦 小姐 那县主好像在瞪您 婉清小声道 李清堂摇摇看了眼苏六月 苏六月见状 眼睛瞪得更大 但李清堂就好像没看到一般 转身回了铺子里 他挑了几块料子后 林峰赶着新马车来接李清堂 回去的路上会路过八方云集客栈 李清堂想着 既然都路过去 便也去看看情况 这些铺子 如今都被穆书云放到了他的名下 今日做出决定的是他 他自然要多关注一下 路过客栈的时候停一下 是 林宇驾着马车 在快到客栈的时候 林宇看到门口站着一位身着蓝衣的公子 正在与客栈的掌柜说话 那掌柜对那位公子明显十分客气且恭敬 一直微微拱着身子 表情中也满是尊敬 当那位蓝衣公子转身露出脸的时候 林宇差点就直接乐停了马车 那蓝衣公子不是别人 正是穆家大公子穆正初 李清堂真正的表哥 林宇连忙降低了马车的速度 在心里不断地祈祷对方 可以快些离开 千万不能让两人撞上 那样可就穿帮了 今日 还要多谢大少爷帮忙 不然怕是真的会出乱子 客栈的掌柜 现在想起刚才的情况 还觉得有些后怕 今日事发的有些突然 幸好穆正初在此 他见事情不对 第一时间就关了门 疏散了客栈中的吃饭的客人 并通知了住店的客人 让他们都回屋子关好门窗 等到人开始拥挤之后 侯府的侍卫赶来 说了李清堂的意思后 他就派人用桌椅 把前后门之间连了起来 规划出一条路 让客栈的伙计和护卫守在两边 让侯府的两个持刀侍卫 站在门口守着 一点一点地往里放人 虽有波折 但到底是没出什么意外 后来进军来了 就更加顺利了 李清堂记得 从绣花楼到八方云集的 这段路并不长 以他的速度 便是步行也就一刻钟的时间 可经个怎么走了这么久还没到 李清堂掀开马车的窗帘 看了眼窗外 这里距八方云集已经非常近了 但这马车行驶的速度 竟还比不上他步行的速度 他放下窗帘 看向坐在靠近马车门边的习宿 问林宇他们 为什么走得这么慢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好的 小姐 习宿应下后 掀开车帘看向林宇 小声问 马车怎么行驶的这么慢 林宇指了指八方云集门口 用口行道 目正处在哪 习宿心下一紧 开口道 慢点也成 稳着就行 怎么回事 李清堂问 哦 习宿脑筋翻转 这匹马蹄子受了伤 走得快会跛脚 林宇他们怕颠倒小姐宁 习宿编了一个理由 李清堂倒是没怀疑这句话的真假 只是道 既然提子受了伤 怎么不换匹马拉车 啊 那个 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 再从侯府去绣花楼的路上 被接上几岁的那些碎片给伤了 习宿解释道 李清堂点了点头 林宇拉车了很长时间 终于等到目正处离开 这才驾车 驶到了八方云集客站的门口 小姐 到了 林宇长舒一口气 习宿和婉清 扶着李清堂下马 掌柜的见到李清堂 连忙过来行李迎接 小姐您来了 掌柜的无需多礼 我来 就是问问客栈如何了 店里的人有没有受伤 店里一切都好 没有任何人受伤 掌柜的笑着道 李清堂听后松了一口气 没人受伤就好 掌柜的辛苦了 掌柜的连忙摆手 小得不辛苦 有穆少爷在 还有小姐您派来的侯府侍卫 一切顺利得很 李清堂听到掌柜的话 顿住 穆少爷 林宇 林峰和习宿 心中都暗叫不好 是啊 事情发生的时候 郑出少爷刚好在这 他早早就发现不对 遣散并安置好了客栈内的客人 掌柜说着 有几分庆幸 表哥怎么会在这 李清堂不解 他不是今日有事吗 郑出少爷 是去起真格后 顺道来这里吃饭 结果不巧 遇上这件事 便留下来帮忙了 掌柜的道 郑出少爷刚走 就跟您一前一后 您没见到吗 李清堂听着更疑惑了 他表哥 爽了他的约 只是为了去起真格 去完起真格后 甚至有时间来这里吃饭 但却不打算见他 郑出表哥有问起我吗 李清堂试探性地问道 掌柜的被这一问 搞得有些摸不清头脑 但还是实话实说 好像是没听到 郑出少爷有提起小姐您 李清堂眼神中难掩失落 他觉得自己的心情很复杂 他把侯府 侍卫派了过来 那他表哥该是知道 他也被困在了书舍中 可竟连一句关心 都没有吗 习宿见李清堂这副表情 知道事情不太妙 连忙结束了这个话题 小姐 既然客栈也安然无恙 不然我们就先回侯府吧 夫人知道 这里发生的事情 一定会很担心您的 我们还是先回去报平安吧 李清堂点了点头 也是 那就回去了吧 小姐慢走 掌柜的把李清堂 又恭敬地送了出去 回去的路上 李清堂肉眼可见地低沉了下来 习宿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和解释 那七侠县主我看也没受什么伤 怎的还闹成那般模样 若不是他拦在路中间 又让世卫暴力感人 也不会发生这种事 习宿只得岔开话题 让李清堂不再想刚才的事 是啊 那七侠县主 刚刚还瞪咱们家小姐呢 提到苏刘月 婉清也一份填膺道 我瞧着他 就是嫉妒咱们小姐 所以才处处针对 肯定是的 习宿连忙附和 七侠县主刚刚那模样 分明就是要搭话锦王殿下 但锦王殿下却没搭理他 又见锦王殿下 对咱们小姐亲眼有加 便愤愤不平 婉清疯狂点头 刚想开口硬喝 李清堂却严肃道 锦王殿下精罪欲贵 岂能看上我 以后这种话不要再说了 若让外人听去 不仅会笑 我们不自量力 说北安侯府痴心妄想 对锦王殿下的声誉也不好 是 婉清硬下 但心中又有些不服气 我不觉得 小姐你哪都好 别说配一个锦王 若是陛下年轻个几十岁 您就是做中公娘娘 也是使得的 李清堂用手指 打了一下婉清的脑袋 我的好婉清 你可别胡说八道了 这种话若是传出去 搞不好会要命的 可这里不是没外人吗 婉清低着头 带着几分委屈 我就是觉得 小姐是天下最好的女子 也就是世上没有神仙 不然依小姐的样貌 便是嫁给仙君 也是使得的 李清堂听着婉清这话 无语地摇了摇头 你倒是会做梦 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 婉清小声嘟囔 习宿看着李清堂 小心道 奴婢觉得婉清说的也没错 您是侯府这儿八经的嫡小姐 做王妃有何使不得 在侯府生活已经很艰难了 王府那等地方不适合我 李清堂淡淡道 我只希望未来能简单安稳 如果能回到苏州就更好了 我并不喜欢京城 张台阶的事 很快就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你说死了多少人 死了六个 还伤了不少人 经兆府引周安低着头 向剑心帝苏盈敬回报 剑心帝听到这件事后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怎么回事 既是科举之月 又逢春日宴临近 街上的人本就多 周安铺垫了一下 然后才继续到 又发生了些意外 所以人就发生了这等事故 意外 剑心帝看向周安 什么意外 具体原因还在查证 不过因为意外死了六个百姓 这等小事 还用你特意敬见 剑心帝有些不悦 他已经与赵美人约好了 没想到就因着这么点事 周安的后背 已经冒出了汗 本是不该因为这等小事 打扰陛下 但死的六个人中 有一位是 进京赶考的学子 还有 还有一位是 是什么 剑心帝见周安 这番墨迹的模样 眉头皱起 是北辽使臣团的人 周安说完头就低了下去 什么 剑心帝扶在椅子上的手收紧 北辽这次派来使臣 本就不怀好意 如今还有人死在了这 那接下来的谈判 怕是会更加艰难 想都不用想 对面一定会狮子大开口 往年人多的时候 那张台阶没发生这种事情 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剑心帝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重视起了这件事 周安见见心帝要发火的模样 擦了擦 额角冒出的汗 事情刚刚发生 臣还没来得及问具体原因 因着这死者的身份特殊 臣才急着来禀报殿下 不过今日的 世锦王殿下应该知道不少 周安连忙道 今日之事 还多亏了锦王殿下 是锦王殿下 及时发现了事情不对 所以叫来了 禁军和侯府的侍卫 又及时疏散了人群 不然今日的石后果 恐怕会更严重 是穆尔帮了忙 对 今日多亏了锦王殿下 今日 京城发生这么大的事 他难逃择罚 但他需要一个人 顶在前面帮他缓一口 于是周安把 苏怀木拉了出来 并大肆夸赞了一番 剑心帝想了想 对身边的太监道 去把锦王叫来 是 苏怀木见到李清堂毫发无损 便从张台接回了锦王府 那苏刘月的马车 是你们弄的吗 苏怀木一会去 就叫来了暗卫 神色十分阴沉 回殿下 并非我们动手 暗卫道 宫颈郡王府的侍卫 推到了一个小贩 那小贩备楼里的东西 撒了一地垫在了马车轮子下 然后马车就翻了 苏怀木想来 今日的事 也不该是他的人做的 首先 他们不会选择 在这种地方下手 而且 若是他的暗卫出手 刚才苏刘月 怎么可能看着 毫发无伤的模样 先不用对他动手了 苏怀木吩咐道 他已经得到消息了 今天死人的人中 有一个是北辽使臣团的人 这件事不会善了的 苏怀木让暗卫退下 沐翔便带着一位 宫中的太监进来 殿下 圣上有请 苏怀木已经可以想到 苏盈进找他是为何事 但他还是要装作 不太清楚的样子 父皇找我所为何事 禀殿下 圣上是想找殿下了解一下 刚才张台阶发生的事 苏怀木点了点头 等我换个衣服 苏怀木坐着马车进攻 苏怀木到的时候 殿内还有几位大臣 和苏怀霄 儿臣参见父皇 剑星帝挥了挥手 示意苏怀木起身 他直接问道 莫 周大人说 今日张台阶的事 多亏了你叫来进军和王府侍卫 才没发生更大的乱子 莫 你今日的事做得很好 不过 你是怎么知道 那边出事的 儿臣惭愧 这是说来 也不是儿臣最先发现的 儿臣 只是恰好遇到了侯府派出去 求助的人 帮着跑了个腿 苏怀木道 哦 剑星帝问 侯府 对 苏怀木点头 今日我与大哥在水云间吃饭 吃完饭出来后 就遇到了北安侯府的小厮 他急匆匆跑 差点撞到我 我就随口一问 他说 他要去公主府找玉安郡主 有急事求助 我一听是找林儿 便问了一嘴 那北安侯府的小厮就说了 张台阶发生了意外 人群堵在一起发生踩踏 他家小姐让他爬房顶逃了出来 让他先去京兆府 再去公主府 找人求助 苏怀木基本上说的实话 我听着那小厮的意思 觉着那失态该是很严重 想到此处 是南城禁卫军的管辖地 那离境所也不远 便派人去通知了禁军和京兆府衙 然后又把王府的侍卫叫去帮忙 此番多亏锦王殿下指挥得当 若不是殿下亲自带着王府的弓箭手 威慑住了骚乱的人群 今日恐怕会死更多的人 禁军的统领道 苏怀木连忙摆手 我那只是做做样子罢了 真正还是靠着诸位进军 见心帝听后点头 听说事后你第一时间进了现场 算不得第一时间吧 只是怕府里那些侍卫 失手伤了百姓 便跟着约束一下他们 那莫可知 今日之事是如何发生的吗 这苏怀木露出一个为难的表情 我到的时候 张台街上已经堵得水泄不通 而臣也不知 这人群怎么会都挤在此处 但莫 你但说无妨 混乱的最中心 有一辆横在路中间倒着的马车 苏怀木道 那周围还有很多血迹 我听百姓说 好像是宫颈郡王府的马车翻了 那马车和郡王府的侍卫拦住了路 于是身后跟着的马车都被堵住 七侠县主坐在马车中受了些惊吓 于是发了一顿火 郡王府的侍卫 怕县主丢面子 于是持刀驱赶周围的百姓 前面的百姓往后躲 后面的百姓不知发生了什么往前走 于是所有人就挤在了一起 听到这事 是由宫颈郡王府引起的 周围几个大臣都默默闭上嘴 低下头 其实这件事周暗也了解到了 但是他不能说 宫颈郡王和七侠县主都姓苏 都是皇室中人 这可不是他们这些外姓臣子可以参合的 苏怀骁见到苏怀木直言不讳 直接点出了宫颈郡王和七侠县主 看着苏怀木的眼神有些晦暗不明 这苏怀木是真的不懂 还是真的不在乎 宫颈郡王的父亲宫亲王 是剑星帝的大哥 也是剑星能在一众兄弟中脱颖而出 成为皇帝的重要支持者 宫颈郡王死后 圣上看着宫颈郡王的面子 对这个宫颈郡王一向宽容 这宫颈郡王也是个会来世的 十分擅长拍马屁 所以这书之间关系不错 以至于苏六月出生没多久就被封为县主 宫颈郡王本人 虽是个没什么实权的宗室 但宫颈郡王是有一批旧友的 而且 这宫颈郡王在剑星帝的心中 到底还有几分面子的 如今东宫之位还空着 得罪这么一位郡王 总归是对自己没好处的 剑星帝听到这件事 是由宫颈郡王府引发的 表情有些晦暗不明 此时周恩开口道 陛下 以微臣之见 当下重要的 不是追究到底是谁引发的 而是咱们要怎么向北辽的使臣交代 苏怀霄此时也开口附和 周大人说得对 事情已经发生 无法更改 我们只能尽量把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剑星帝看向苏怀霄 那霄儿 你有什么主意 那位死去的学子 儿臣可以亲自为他写一个复文 给他母亲一个九品告命 想来足够安抚京中各路学子 苏怀霄道 剑星帝听后点头 周恩见到立马附和 宣王殿下这主意好 那位学子 听说是个有名的大孝子 有宣王殿下写的复文 可以看出 陛下对这些学子的重视 那学子的家人 想来也会满意 那就这么办吧 剑星帝同意 不过复文 还是随便找个汉林写吧 一个没有关身的学子而已 怎可让皇子给他写复文 苏怀霄见状 连忙道 父皇 还是让儿臣来吧 您让儿臣协理礼部 组织这次科举 眼下学子出世 儿臣总归是有责任的 苏怀露在心底冷笑了一声 打得一手好算盘 不就是想趁机在学子心中 留个好印象 以获得声望和支持吗 哼 想白捡便宜 还装模作样 二哥这是本就是个意外 朝廷组织科举考试 的确是要保护考试期间 学子的安全 可现在考试还未开始 这天下因为意外而去世的学子 一日不知有多少 难道都是二哥 是礼部 是咱们朝廷的责任吗 苏怀木一副为苏怀削好的模样 二哥 我知道你是心善 但外面那些不知道的人 见二哥你轻发复文 还封赏告命 只会觉得 是二哥你 造成了这场惨剧 这是因为心里愧疚而补偿 苏怀木带着些打抱不平的口气 二哥 你好端端在家中做 怎能替那宫颈郡王府背这个锅 见心帝听到苏怀木的话 觉得十分有道理 而且 这死的可不止那一个学子 还有其他人 只给那一个学子发复文给封赏 那让其他百姓怎么想 尤其是那北辽人 皇子请发复文 还得告命 若我是北辽人 肯定觉得 这是就是钱伯皇室的错 一个学子你给这些 我死了一个使臣 要你天子道歉 割地赔款不过分吧 苏怀木这话说完 屋内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尤其是见心帝 苏怀霄只想着 这是个在学子中长声望的机会 并未想到其他 即便现在觉得 苏怀木说的有道理 但他也不能就这么承认 那不就显得 他刚刚提的这个主意 十分愚蠢吗 三帝会不会有点威严耸听 苏怀木无所谓的耸了一下间 或许吧 我不像二哥 早早就跟在父皇身边学习政务 我只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说 一下感觉罢了 该怎么办 还是得父皇 二哥和各位大人拿主意 剑心帝看了眼苏怀霄 眼神中带着些微微的失望 学子的是稍后再说 眼下先说 那北辽人怎么处理吧 剑心帝发话道 苏怀霄看到了剑心帝眼中 那一闪而过的不愉快了 他想从这件事上 发挥发挥作用 但这件事的确不好办 他一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这件事 既然是宫颈郡王府造成的 那不如 就让郡王府来解决 有人提议 今日之事 也不全是郡王府的问题吧 若不是因为那个杂耍班子 那街上也不会有那么多人 另一个大臣道 不如就把那杂耍班子的人抓起来 交给那些北辽人处理 咱们已经把罪魁祸首都交给他们了 他们还有什么道理找事 其他人听到后 都点头附和 一个郡王府和几个杂耍艺人 该怎么选 大家心里都明白 众人商讨了起来 总之这件事 不能和皇室沾上任何关系 最后苏怀霄提议 把那个杂耍班子抓起来 所有的财产当作补偿发放给受害家属 人就交给北辽人处理 剑心帝对这个商讨结果还算满意 不管怎么说 事情是原上了 也撇干净了 苏怀木在心底 又是一声冷笑 剑心帝看向苏怀木 莫 你从普通人的角度看 这个处理方式如何 若是一个不明真相的普通人视角 我觉得二哥这个主意挺好的 只是七侠县主做的事 被太多人看到了 我听说 其中有一个人 是被宫颈郡王府的护卫 用刀杀死的 苏怀木道 不知道那么多人的嘴 有没有办法堵得住 不然一旦被那些北辽人知道 肯定会用这个做突破口的 这 有这回事吗 剑心帝看向禁军统领 禁军统领点头 确实有一具尸体 是被刀砍伤的 众人面面相觑 这可怎么办 难道真的 要把七侠县主也交出去 那就把那个郡王府的侍卫 也交出去如何 周恩提议 县主并没有要伤人 是那个 护卫自己误伤了百姓 郡王府已经处理了那名侍卫 剑心帝看向苏怀木 木儿你看呢 我觉得 只要百姓信 只要北辽人信 那这些主意都挺好的 苏怀木这句话说完 屋内又安静了下来 就算百姓信了 那些学子也不会信 那北辽人就更不会信 或者说 就算信 他们也会装作不幸 把柄都递到手里了 哪有这么轻易放掉的道理 一时间 屋内又安静了下来 片刻后 一只位发声的沈丞相开口道 不知三皇子殿下 有什么想法 苏怀木其实并不想 管这件事 若不是因为李清堂被困在那 他不会亲自上阵 一件事也是做 两件事也是做 虽然他不想参与朝廷之事 但此时 毕竟与北辽人有关 他不能对此熟视无睹 那个北辽人 身边没有跟着其他人吧 苏怀木问 进军统领想了想 我们去到的时候 只有那一个尸体趴在地上 周围的人都匆匆离去 并不像与那人认识 那现在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人知道 今日之事中 死了个北辽使臣团里的人吗 苏怀木又问 屋内的人一正 好像的确没有 现在那北辽使臣团还没找来 估计他们还不知道这件事 那这个人 为什么就一定是死在了这次事件中了 苏怀木问 一个长着两条腿的大男人 想去哪里都可以啊 他有很多种可以发生意外的方式 自己做死 还能赖别人吗 众人恍然大悟 对啊 周恩拍了下脑门 随后又道 可如果北辽的人知道 那人就是去了张台阶呢 知道去了又如何 还能凭空从驿馆 直接飞到张台阶吗 就不能中途做了些别的事 又或者已经早早离开了 苏怀木反问 三皇子殿下说的没错 我们不知道 也不认识什么北辽使团的人 有人附和 剑心地一想 的确是这么个道理 今日只死了五个人 至于那个北辽人 给他想个意外死亡的方式 做得干净些 这件事周恩你来做 是 看到剑心地采用了苏怀木的法子 苏怀霄看向苏怀木 目光中带了几分警惕 他这个三弟 一向不关心朝中士 更不喜欢管闲士 可今日不光主动参与了救援 还会出谋划策了 想问题能想到他都想不全的地方 他这个三弟 是终于想掺和进来了吗 木儿 今日的是你做得很好 避免了一场大乱子 事情找到解决方法了 剑心地的心情也好了不少 而臣只是凑巧路过罢了 主要是北安侯府的二小姐李清堂 求助的及时 进军出动的也及时 而且那法子 也不是什么精妙绝伦的点子 我只是注意到一些 大家没有注意到的细节罢了 苏怀木这顿字签后又转口道 不过父皇若真是想耍臣 那臣听说 上约那西域进贡了一套琉璃杯 不如父皇把那套杯子赏给尔臣吧 你小子 就惦记着这点东西 剑心地笑着摇了摇头 但还是吩咐了身边的大太监 扶平 把那套琉璃杯和心道的荔枝 都送到锦王府上 是 另一边 李清堂回到侯府 刚一回去 就看到了焦急的穆书云 我的汤儿 你没事吧 穆书云冲过来 拉住李清堂的手 仔仔细细地看了一圈 我听说了张台阶的事了 听说还死了人 怎么会发生那样的事 穆书云说着 眼睛就红了起来 李清堂连忙安慰 娘 我没事 我好着呢 说着 他还转了一个圈 你瞧瞧我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我当时一发现不对 就立马起了马车 躲进了一家书舍 锦王殿下和进军来得非常及时 除了停在外面的马车没了帘子 剩下的都好好的呢 李清堂笑着道 好了娘 我有点饿了 你有晚餐了吗 我想吃好吃的 好好好 我这就让小厨房去做 穆书云立马让梅清去小厨房吩咐 各式各样的都多作弦 那娘我先回去换个衣服 好 去吧 李清堂回院子的路上 遇到了李清延 二姐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李清延见状 露出一副松了口气的模样 没事就好 我听说张台阶出事的消息了 真是担心死我了 妹妹怎么知道 我去张台阶了 李清延危症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听到了张台阶出事的消息 你的小厨又回来牵马车 我这才知道 李清堂点了点头 多谢妹妹关心 我没事的 今日姐姐有些乏了 就不请妹妹进去喝茶了 李清延露出一副小白兔的模样 妹妹不打扰姐姐了 看到姐姐没事 我就放心了 我这就去回去了 姐姐早点休息 李清堂点了点头 小姐 最近这位三小姐 好像对您格外热情 习素看着李清延离去的背影道 或许这就是她的生存之道吧 李清堂道 如今我不是侯府嫡女了吗 习素点了点头 但还是觉得这个李清延 给她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 换了身简单的衣服 卸掉大部分发饰 李清堂又去了金医院 饭菜也刚刚做好 喝一口热汤 再吃一口热乎的饭 李清堂满足地眯起了眼睛 娘 我觉得我好幸福啊 穆书云看着李清堂满足的模样 笑着 给她加了一盘肉 这就幸福了 对啊 在外累了一天后 回家就有热乎乎的饭菜 还有亲爱的娘在等着我 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吗 这简直是她上辈子 想都不敢想的事 嗯 你觉得幸福 娘就幸福 穆书云又给李清堂加了一块菜 多吃点 娘 你也多吃点 李清堂也给穆书云加了一个鸡腿 母女俩齐了融融吃着饭的时候 宫景郡王府中气氛却不太美妙 父王这是和我有什么关系 苏刘月委屈地喊道 这件事 我也是受害者啊 我的马车翻了 我摔得可疼了 那群贱民还敢看我的热闹 那我自然是要让人驱赶的呀 苏刘月越说越觉得委屈 而且那条街上那么多人 又不是我招来的 我也差点被急死了 凭什么就处罚我呀 宫景郡王其实也觉得 这是和自家女儿没什么关系 可听说 这件事是景王殿下亲口说的 是月儿的马车拦住了路 皇帝也信了 觉得这都是苏刘月的错 那他还能怎么办 他能说景王殿下说的不对 能去指责皇帝的不是吗 父王 我不管 我不去 我就是不去 苏刘月撒泼道 我若是去了皇爵寺修行以后 可怎么出去见人 见自己的父王不说话 苏刘月又看向自己的母亲 娘 女儿委屈啊 你要替女儿做主啊 宫景郡王妃 看向宫景郡王 王爷 你进宫去替月儿求个情吧 月儿说的对 这件事 他也是受害者 分明就是金兆府的人和进军 没有维护好治安 与我们月儿有什么关系 苏刘月疯狂点头 理直气壮 对啊 我是无辜的 宫景郡王也觉得这件事很叼面子 但是事已至此 还是皇帝身旁的傅平公公 亲自来下的旨 这说明 事情没有缓和的余地了 而且 他已经听懂傅平的话外之意 这件事里死了很重要的人 皇帝如今只是罚了郡王府五百两银子 作为抚恤金 让苏刘月去皇爵寺 代发修行三个月 替死去的百姓祈福 这三个月时间 也带了些避惑的意味 好了 别吵了 今日的事 我们只能认下 你收拾收拾东西 去皇爵寺吧 宫景郡王挥了挥手 觉得有些烦躁 我不要去皇爵寺 我这以后要怎么出去见人啊 若是被华林知道了 他得笑话死我 以后我在京城还怎么做人啊 苏刘月哭喊着道 那你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宫景郡王拍了一下桌子 脸上的肉都跟着抖了抖 街上那么多人 你就敢让侍卫把刀伤人 那么多双眼睛看着 沈相家的小姐 北安侯府的小姐 都在那条街上 更别说那些进京赶考的学子了 个个都知道 你拦路伤人的事 那些狂生有多难缠 宫景郡王指着苏刘月的鼻子 只是被罚去皇爵寺超经三个月 已经算是轻的了 你若再闹 被那些狂生知道了 指不定你这县主的爵位都保不住 连我们整个王府 都得跟着你倒霉 我怎么就有你这么个 蠢不自知的女儿 你若有你妹妹那一半的董事 也不至于这样 宫景郡王道 苏刘月一听就炸了 父王 你就是偏心苏刘雪 你就是不爱我 一边说着 一边跑了出去 郡王妃一看急了 狠狠瞪了一眼宫景郡王 你真是好狠的心 月儿还为疫情呢 这要是一被罚 日后还能找到什么好人家 我算是瞧出来了 你心里只有你那测费 宠妾灭妻 等下次进宫我定要向姑母说说的 宫景郡王听着头就大了起来 每次一吵架 对方就拿太后来威胁 宫景郡王满是肉的脸上露出浓浓的不爽 去吧 找太后娘娘说吧 看这次太后娘娘向着谁 宫景郡王说着拂袖而去 边走还边嘟闹 月儿都是被你给带坏了 气得郡王妃又是一顿打杂 驿馆中 北辽使臣团发现一个随行的小吏 迟迟没有回来 巴德图这小子是跑去哪了 白日他说想去逛逛街 这一逛天都黑了 莫不是出了什么事吧 用不用派人去找找 为首的一个年轻男子喝着酒 摇了摇头 这什么急 不过一个小吏而已 他最好是出事 这样我们就多了一个让他们赔款的理由了 众人一听 反应过来 纷纷恭维道 六王子果然聪慧过人 年轻男子看了一眼说话的那人 说了出门在外叫我大人 那人脸上扇了自己一个耳光 是小的说错了话 大人果然英明 年轻男人嘴角勾出一个笑 下面有人眼睛一转提议道 既如此 不如我们主动把那人做掉 诬陷给钱国 众人互相看向彼此 眼中都出现了心动的神情 用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吏 若能换回更大的利益 自然是划算的 怎么能做出残害同袍的事 等先探过对方口风再说吧 若是答案不理想 倒是可以利用一番 被称为六王子的男人 漫不经心道 大人聪慧 众人齐齐奉承 很快这段话就传到了苏怀木的耳中 苏怀木手指轻敲着桌面 周岸那边知道了吗 应该不知 木卿道 在驿馆的是他的暗卫 但他不能让人知道 他有这么多暗卫 白日的是 他已经引起了苏怀霄的怀疑 下面的是 他不好再参与了 但这件事必须要尽快做 让人给瑞王府送一个秘信 苏怀木道 是 木卿立马行动 木想有些迟疑 殿下 您这不是白白把功劳 让给了瑞王吗 对我而言 没有功劳 就是最大的功劳 苏怀木沉着眸子 转着手上的御班纸 大哥今日都请我吃饭了 我自然是要投桃报李的 而且这李子 也不一定就是个好李子 虽然他知道 从能力上苏怀钱 比苏怀霄要差一些 这件事 让苏怀霄做或许更好 但他讨厌苏怀霄 之前苏怀钱和苏怀霄 对他而言差不多 可现在苏怀霄竟对李清堂 动了不该有的心思 皇后和郑国公府 不是要把郑家女婿给苏怀霄吗 怎么动作这么慢 或许他该帮一下皇后了 正要奔赴温柔乡的 瑞王手下的护卫统领 突然来禀 说收到一个秘信 十万火急 苏怀钱皱眉 结果秘信 看到上面的消息后 整个人一下精神了起来 快随我进宫禀告父皇 剑星帝因着白日苏怀木的表现 晚上去了卫阳宫 侍卫急匆匆来报 卫星帝有些不悦 今日忙了一天刚要休息 这宫门都下药了 他有什么事不能等明日 这都什么事成了 可瑞王殿下说 此事十分紧急 事关北辽使臣 听到北辽两个字 剑星地叹了口气 让他来吧 是 父皇 而臣打探当那北辽人密谋诡计 想要故意陷害父母 瑞王一进卫阳宫 见到剑星帝 就连忙到 华贵妃坐在内室 看着画本子 耳朵默竖起 你叹到了什么 苏怀前把密信上的话说了一边 剑星帝脸色变了 苏怀前心中输一口气 他本来还怕这件事是假的 但看他父皇的表情 恐怕白日听到的传言是真的 今日张台街上 真的死了一位北辽的使臣 把周安给我叫进来 还有提醒他 先不要处理那具尸体 千万不要让人发现 剑星帝吩咐道 是 周安接到消息 立马慌不迭地进了宫 在听说了北辽人的打算后 脸色一变 那这 在周安进宫的时候 剑星帝又传了几位大臣 你先去医政殿等着吧 剑星帝对苏怀前道 这番事 不知要一到何时 把那么多外男带进魏阳宫 总归是不好的 华贵妃给剑星帝更衣 这是怎么了 大晚上还不让人安宁 还不是白日的事 剑星帝也没想瞒着华贵妃 对于北辽人来说 华贵妃总归是自己人 在这方面的立场 他们都是一致的 这群北辽人 想用那个人的死做文章 这群打子 真是坏得很 华贵妃听后 气得嘟起了嘴 咱们还没赖他们的人乱走 影响了咱们的治安 他们还想 恶人先告状了 华贵妃气愤道 给剑星帝系腰带的手 都中了几分 勒得剑星帝 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爱妃别生气 华贵妃连忙松了松力气 关心道 陛下没事吧 没事 剑星帝摆了摆手 华贵妃帮剑星帝 整理好衣服 殿下 那些打子欺人太甚 依臣妾 看他们想恶人先告状 咱们不如先下手为强 那瑶儿觉得 咱们该怎么先下手为强 华贵妃想了想 他们不是想死吗 那就一把火全烧了得了 眼不见为尽 剑星帝笑了 亏他刚才还对华贵妃的 带了点期待 今晚估计不能回来了 明晚我再来陪你 华贵妃点了点头 陛下别太劳累 明个我给您送我 亲手做的甜汤 剑星帝想起 华贵妃之前亲手做的 甜得他牙疼 喝了三杯茶 才压下去的点心 心有余悸道 瑶儿不必如此操劳 这等小事 就交给下面的人做吧 华贵妃娇羞一笑 我就知道 静狼心疼我 但我也得多心疼心疼静狼 不然淑妃他们 又好在背后 说我恃宠而骄了 剑星帝笑了 我以为你不会在意 别人说你什么 苍蝇虽不咬人 但也烦得慌啊 华贵妃嘟着嘴 陛下快去吧 早点完事 也好早点休息 可千万记得要想着臣妾 剑星帝拍了拍华贵妃的手 带着人去了义政殿 人离开后 华贵妃就直接回了床榻上 刘盈给我继续读那个画本子 就从那狐狸变了人开始 刘盈看着自家娘娘 上一秒还和圣上你浓我浓 下一秒就直接变脸 心情有些复杂 这要是被有心人去圣上告一笔 刘盈没有继续往下想 按照华贵妃的吩咐 读起来画本子 自从穆书云断了李姑的银钱后 李姑就置气地没有 再回过家中 几乎日日塑在柳岸巷 今日是要上朝的日子 李姑起床梳洗 歌姬把她送出家门 侯爷慢走 今儿侯爷可得早些回来 婴儿给做您最喜欢的芙蓉羹 好婴儿 爷下了朝就回来 李姑很满意这翠婴的贴心 匿匿呼呼地离开 穆诗云指着那离开的马车 哥 那不会就是书云姑姑的相公北安侯吧 穆证出目光冰冷 小孩子 少管这些事 我拿小了 我也快急急了 都可以嫁人了 穆诗云反驳 不过姑丈怎么会一大早出现在这 那女子看着 可不像什么梁家子 莫不是那姑丈养的外事 穆诗云说到这脾气一下子上来了 哥 这北安侯怎么敢养外事 这外事长得还如此一般 根本不及姑姑万分之一 你不是要吃驴肉火烧吗 走吧 去晚了就买不到了 穆证出拽着穆诗云离开 两人来到大姐上 发现一队禁军正在追一个男人 那男人被追得走投无路 一下子从桥上跳进了河里 大胆贼人 杀人偿命 要往哪里逃 派人封锁和两岸 势必要把人给捉住 是 大人 这令牌 好像是那犯人掉下的 哦 这 这乃是北辽的令牌 什么 难道杀人凶手是北辽人 快 快把此事上报 虽然此时时尚尚早 但街上已经来往不少百姓 大家纷纷围观 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这是发生了什么 听说双桂巷里那个貌美的王寡妇 被人给那个了 一个好像知道内幕的人开口道 那个是哪个 就是被人给强行糟蹋了 又被咔嚓了 那人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然后继续道 那人正从王寡妇屋子里出来的时候 被巡逻的靖军发现了 靖军见他形迹可疑 便追了上来 那王寡妇我知道的啊 男人死后 一个人靠麦豆腐拉着孩子 过得挺不容易的 那孩子才三岁吧 如今王寡妇死了 留下那孩子 可怎么活啊 这是哪个天杀的混蛋做的 刚刚听靖军说 不是北辽人吗 北辽人 咱们城中竟还有北辽人了 听说北辽派了一个使团 如今就在京中驿馆内 这群达子 不光侵扰我们边关 如今竟还敢在咱们前部的京都中 为非作歹 真当咱们前部没人了 一个汉子怒道 走 咱们一起去驿馆 找那群达子 要个公道 对 去找那群达子要个公道 这是咱们前部的都城 还能怕了他们 说着这一群人 就浩浩荡荡地往驿馆的方向走去 牧师云听完这事后 也热血沸腾了起来 哥 咱俩也去吧 牧正初把一个驴肉火烧塞到牧师云嘴里 乖乖吃你的火勺 牧师云把火勺从嘴里拿出来 哥 大家都去了 我们也去看看呗 少凑着美谱的热闹 牧正初看了眼牧师云 就你这脑子 被人卖了 都得笑着给人数钱 哥 你这话有点太看不起我了吧 牧师云一听这话不乐意了 我聪明得很 上一个卖了我的人 如今坟头草都得有一丈高了 牧正初闻言 看向骄傲地吃着火勺的牧师云 你说什么 牧师云被牧正初这眼神一看 惊觉自己好像说错了话 这嘴里的火勺是咽也咽不下 兔也吐不出 卡得他脸红脖子粗 他指着自己的喉咙 支支吾 牧正初见状连忙打击了他几个穴位 牧师云好容易把掖住的火勺吐了出来 然后转过头 疯狂咳嗽了起来 牧正初面无表情地看着牧师云 别装了 你刚刚那句话什么意思 牧师云此时想再吃一口火勺把自己给掖住 他拿着火勺的手正往嘴里送着 牧正初开口道 再掖住我就不管你了 牧师云默默又把火勺放下 哥 你在说什么 我没听懂啊 牧正初看着牧师云 我问 你刚刚说的上一个卖了你的人 如今坟头草都得有一丈高了是什么意思 我 牧师云眼珠子滴溜溜地转着 我那就是一个假设而已 假设 对啊 就是假设我被人卖了 靠着我的聪明才智 我一定能反杀对方 让他悔不当初 牧师云一本正经道 我刚刚就这个意思 牧正初一点怀疑 牧师云连忙岔开话题 对了 祖父和祖母还得有多久能到京城啊 到时候 我们要和他们说 今日看到北安侯养外事的事情吗 闭嘴吃你的火勺吧 牧正初没什么表情地往前走 牧师云连忙跟上 哥 我还想吃糖仁 你给我买一个呗 自己买 我没钱 那就别吃 兄妹俩吵吵闹闹地离开 朝会上提到了昨日张台阶的事 昨个雨淬英折腾了半个晚上 站在后面昏昏欲睡的李固 突然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 身旁的镜钟推了李固一下 李固清醒过来 连忙出去行礼 陈李固 拜见陛下 爱卿平身 朕已经听锦王说了 昨日之事 多亏你女儿及时传信 这才没造成大乱 见心地道 镜君统领也说 多亏了令爱 开放了自己的两间铺子 才缓解了不少压力 令爱此番功绩 当赏 能为陛下排忧 乃是小女的荣幸 能得陛下夸赞 也是最好的赏赐了 李固听说了昨日张台阶发生的事 但没想到 这事还和自己女儿有关系 这听起来 应该是李清堂做的 因为卵儿没有张台阶的铺子 听说令爱是戒谜居士的弟子 对佛法颇有造诣 那朕就赏令爱一尊玉观音吧 陈李固 叩谢圣恩 下朝后 不少同僚都围过来 恭喜李固 恭喜侯爷 养了这么位有出息的女儿 我记得令爱马上就要 急急了吧 不知可有定亲 李兄 我的小儿子今年十七 已经中了秀才 李固好久没感受过 这种重心拱跃的感觉了 一路都是飘着的 上马车前静忠还到 我家明达你考虑的如何 虽说是个数字 但我那笛子 是个不争气的 虽然继承爵位 但以后家里的资源 总是要给明达的 我那笛子以后 只不定还得靠着明达呢 锦兄 你家明达我是知道的 不管人品样貌还是学识 都是数一数二的 这是我已经和我家夫人提过了 我这次回去 会再同他提一提的 镜中点了点头 成 改日请你喝酒去 李固坐上马车 马夫直接驾着马车 往柳岸巷去 李固沉浸在被皇帝夸奖的喜悦中 一回神发现 已经快到柳岸巷了 连忙道 谁让你来这的 马夫有些猛 早上的时候 不是说了 要早点回来吃芙蓉羹吗 那猴也要去哪 自然是回猴府 李青鸾听说 昨天苏柳岳在张台街受了伤 一大早便赶过去送温暖 但没想到 刚好遇上苏柳岳要去皇爵寺 李青鸾以为苏柳岳是要去皇爵寺上乡 便寻思和他一起去 但是没想到 却被郡王妃身边的嬷嬷数落了一顿 话里话外 都是他没有眼力 不识好歹 连苏柳岳也瞪了他 留下一句你就是来看我笑话的吧 整得他好生迷茫 父亲 您回来了 李青鸾见到李固回来 立马迎了上去 父亲 女儿好想您啊 往日李青鸾这么说 加上撒娇 李固总会和颜悦色与他聊一会 心情一好 还会赏他些什么 要知道 他最近的日子 那叫一个非常难过 原本院子里值钱的东西 都被木树云搬走了 为了维持往日风光 他手中这些年积攒下来的银子 也都花得差不多了 孙姨娘的那些银子 和值钱的东西 也都被收了回去 底这些年 他们从绣花楼偷的银子 孙姨娘留下的那两间铺子 一间胭脂铺子 每个月扣去本钱 能赚个三四十两 那间刺绣铺子 在没了绣花楼后 不仅不赚钱 甚至还在亏 如今 他每月只有二十两的月银 之前过惯了不缺钱财的日子 也体会过日进斗金的感觉 他原以为自己可以克服的 以为凭借自己的努力 可以让那两个铺子 像绣花楼一样赚钱 但他想的实在太简单了 他根本做不到 他想来想去 要想过得好 还是得靠李固 可李固最近也不知怎么的 总是不见人 李固急着去见李青棠 向征信地和李青鸾说了几句 然后就急匆匆奔向了后院 李青鸾看着李固离去的背影 默默握紧了拳头 他身边跟着的是红柳 本来他是想用心买的丫鬟 可那些丫鬟实在上不了台面 他只能把红柳和兰儿 提成大丫鬟 李固急匆匆地来到望春轩 但得知李青棠去了金玉院 李固又连忙赶去了金玉院 他刚走进院子 就听到了穆书云的笑声 他走近发现 穆书云正和李青棠在一起投胡 穆书云穿着一身浅黄色的裙子 梳着随意的发迹 投胡时撸起袖子 露出小半截避玉式的胳膊 娇俏 明媚又生动 兰桂眼尖地 看到了花丛后的李固 连忙到 见过侯爷 听到这个侯爷这两个字 穆书云脸上的笑立马消失 他拉着李青棠的手 最先楼来了位苏州大厨 做的一手好苏州菜 你不是一直想吃地道的苏州菜吗 娘带你去尝尝 好 李青棠点头 见穆书云完全无视了自己 李固想发作 但又觉得不成 估计一会皇帝就会派人来 送那玉观音了 眼下李青棠既得了太后青睐 还得了圣上的夸奖 那么多同僚表达的 想要联姻的异想 总不能让外人知道 他在家不受待见 让人看笑话吧 最重要的是 这棠儿 怎么还和锦王有了联系 那可是锦王 脸面都很少露 更别说替一个人说好话了 如今竟能从锦王口中 听到唐儿的名字 那锦王是不是对唐儿 李固越想呼吸越是急促 他无视了穆书云无视他 笑着看向李青棠 唐儿 听说你昨个 也被困在那张台阶了 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有没有 哪里不舒服 穆书云冷笑了一声 都昨天的事了 你现在才来关心 不觉得有些晚了吗 李固一梗 但还是笑着 看向李青棠 唐儿 爹爹最近 公务有些忙 没能好好关心你 你最近可有什么喜欢呢 爹爹买给你 穆书云听到李固这话 翻了个白眼 公务忙 分明是忙着养外事 但他没说 他不想李青棠被恶心到 真的 李青棠故意露出惊喜的表情 我刚好在翠玉轩 看中一套头面 父亲可以送我吗 当然 李固一口答应 爹爹你真好 那我这就让翠玉轩的人 帮我把那套头面送来 李青棠激动又兴奋地 看向习素 习素 你去翠玉轩 让掌柜的把那套红宝石头面 送来侯府 我爹爹买给我 是 习素硬下后 立马就转身去了翠玉轩 在听到红宝石头面后 李固觉得心里一凸凸 这应该很贵吧 他有点想反悔 但李青棠下一句话 又拦住了他 上次进宫贵妃娘娘 赏了我一个红宝石镯子 这些再有爹爹给的红宝石头面 春日宴上我定会大放一彩 李青棠一双明亮的美眸 看向李固 爹爹 这是女儿第一次参加春日宴 女儿能不能在春日宴上大放一彩 就看爹爹的了 李青棠这句话 可算直接捏住李固的软肋了 贵妃娘娘还赏赐过你 李固第一次听这事 是啊 之前去见太后娘娘的时候 遇到了贵妃娘娘 贵妃娘娘见我乖巧可人 便把手上的镯子赏给了我 李青棠笑着道 贵妃娘娘真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人了 李固点了点头 华贵妃的确很美 是那种惊心动魄看 看过一次就难以忘怀的美 在她印象中 唯一能和华贵妃年轻时媲美的 似乎也只有李固的目光看向穆淑云 随后又叹了口气 咱们一家三口 许久没有一起吃过饭了 今日就一起用膳吧 李固道 侯爷是耳朵不好使了 还是记性不好了 我和唐儿刚刚已经说了 要去最先楼了 穆淑云冷冷开口 李固被呛 见穆淑云这是铁了心和他闹 只能说出实话 今日早朝陛下夸赞了唐儿 还要赏唐儿御观音 估计一会就会有人 把赏赐送入府了 哦 穆淑云一惊 圣上在早朝上夸了唐儿 对 说是昨天平息张台阶之乱 唐儿功不可没 所以就赏了他一尊御观音 李固道 所以 金盖还是尽量不要出门 别错过了赏赐 李清堂就说 李固怎么会无视献殷勤 原来是这么回事 原来爹爹今日回府 只是为了陛下的赏赐啊 李清堂露出几分落寞 李固被拆穿后有些尴尬 怎么会 爹爹主要是担忧你 有没有受伤 也是为了给你送礼物啊 李清堂露出一个笑脸 那爹爹 我及基礼上 还没有和太后娘娘赏赐的 簪子配套的首饰 爹爹可以送我吗 当然 那是唐儿一辈子一次的重要节点 你想要什么爹爹都会满足你 李固一副慈爱的模样 上辈子他的及基礼李固 可什么都没替他准备 只是在他落水 被救郑士雄就上来后 露出一个厌恶的表情 以及后来的依据 你既清白已毁 郑世子又愿意那你为妾 待你身体养好后 便去郑国公府吧 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这真是好大一个福气 这福气给李清团 不知李清团要不要啊 唐儿在想什么呢 李固见李清堂 突然愣神问道 没什么 就是在想爹爹真好啊 那是 李固没听出李清堂 话里的一丝嘲弄 还很开心道 以后唐儿 想要什么都可以 和爹爹说 谢谢爹爹 很快习宿就带着 翠玉轩的掌柜来了 掌柜的拿出一套 赤金蝉丝香红宝石的 十九箭头面一套 李清堂拿起一只长簪 插入发际 看向李固 爹爹 好看吗 李清堂今日穿了一身 很简单的浅色衣裙 只擦了点唇脂 面如玉 唇若桃 美若鲜 这鲜艳华丽的红宝石簪一叉 整个人的气质 一下子又变了 李固恍神 不怪锦王能替唐儿说话 这李清堂 不愧是他和穆书云的女儿 把他们的优点 长了个十成十 又这般模样 和仇不能登天梯啊 好看 这天下不会有比我唐儿 更好看姑娘了 李固似乎已经看到了 自己成为皇帐的模样 那就谢谢爹爹了 李清堂让习宿 把这套头面收了下去 然后看向翠玉轩的掌柜 这套头面 我爹爹送我了 多谢掌柜的亲自送来 哪里的话 这都是小的应该做的 翠玉轩的掌柜看向侯爷 侯爷这套头面 3800两银子 您是现银还是银飘 李固听到这个树一愣 3800两 这是金子做的吗 怎么这么贵 啊对 这的确是金子做的 可3800两也太贵了吧 自从穆书云断了她银钱 她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 侯爷是觉得有些贵吗 掌柜的体贴道 侯夫人是咱们翠玉轩的老主顾了 小的这边可以做主 给您让到36666两 来个吉利数 李清堂看向李固 眼神中带着几分落寞 爹爹是觉得太贵了吗 爹爹若是不想 送了也没事 春日宴我可以不带贵妃娘娘刺的镯子 随便带点简单的首饰就好 反正春日宴年年都有 也不差这一年 这院子里吓人众多 还有一个外人在 李固怎么也不能丢这个脸 不过是3800两银子而已 文姓 去找真管家给掌柜的拿银子 文姓应下 转头去找了真管家 真管家一听 一下要拿3800两银子 整个人都愣住了 现在侯府的账上 可没那么多银钱 自从穆书云和李固撕破脸后 侯府的产业穆书云就不管了 都让人陆续交了出来 侯府的所有开支 都从侯府的产业中出 缩减了不少开支后 才能做到收支平衡 眼下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银钱 文姓只能把这消息 告诉了李固 李固脸色有些难看 掌柜的先回去吧 稍后我让人 把银子送去店里 掌柜的有些迟疑 李固板起脸 怎么 掌柜的难道觉着我 北安侯府会欠账不成 小的不敢 那小的这就回去了 只是这么大笔银子 小的难免是要向东家汇报的 掌柜的笑着道 那就不打扰侯爷用膳了 因着这件事 李固也没什么心情吃饭 回到自己的院子 把真管家找了过来 怎么回事 怎么府中连这么点银子没有 真管家又把事情的 来龙去脉说了一番 李固皱眉 那些铺子和庄子 怎么就产出这么点 那些账对吗 对的 真管家道 这些铺子和庄子的产出 已经高于市面上的一般水平 比夫人接手前涨了很多了 那怎么会入不敷出呢 这些年为了让府中过得舒坦些 夫人一直用嫁妆补贴 所以味觉银钱匮乏 但没了夫人的补贴 光凭侯府的产业 维持不了往日开销 真管家实话实说 她是府中的家生子 她父亲就是侯府的管事 她对侯府的情况是十分的了解 在穆书云嫁入侯府前 府中体面也是靠着老夫人的嫁妆撑着 之后有了穆书云 这北安侯府的日子就过得非比寻常了 那这么多年 也不至于连三千多两银子都拿不出来吧 李顾道 拿出来是能拿出来 但那样侯府就无法正常运转了 各院子的月营 衣食住行的采买 院子的养护 真管家列举了一堆 这桩桩渐渐都是要银子的 最终李顾只能掏干自己的私库 甚至还当了点东西 才凑够银子送去了翠玉萱 吃饭的时候 穆书云笑着看向李清堂 你是故意的吧 李清堂没承认 但也没否认 他自己要给我买的 穆书云笑了起来 死要面子活受罪 该 李清堂见穆书云笑了 心情也好了不少 用过午膳没多久 宫中就派人来送了那尊玉观音 李顾千安万谢 一顿恭维还拉着公公喝茶 然后又带着一群下人 把来送礼的公公送了出去 那阵仗生怕别人不知道 北安侯府得了赏 也不怪李顾 自李顾记忆中 这还是第二次在侯府街上 上一次还是他父亲在的时候 晚上为了这件事 还特意办了家宴 听说宫里给了李清堂赏后 大房和三房也都来了人 带着李 不过那里着实一般 府中男圈一桌 女圈一桌 大房和三房的夫人 见到李清堂 就是一顿夸奖 坐在旁边的李清堂 在心底冷哼一声 一群要脸的墙头草 往常这些人 都是围在他身边献殷勤 如今倒是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了 咱们唐二姐 不愧是侯夫人的女儿 这模样可真俊啊 三房的夫人 拉着李清堂的手 轻热道 大房的人不落下风 拉起李清堂的另一只手 咱这唐二姐 可不光是长得好 头脑也聪明 真是不知 比我家那个女儿好多少 若是她遇到昨日那事 估计只会躲在马车里哭鼻子 可不是吗 听说昨个儿死了不少人呢 还死了个 要参加参加科举的学子 上午一群学子 还去京兆府闹呢 说要给那死去的学子 要一个说法 说是京兆尹大人亲自说明后 那群学子才离开 三房的夫人道 这个话题一开就拉不住闸 大房的夫人压低声音道 我听说昨日那事 是因着七侠县主而起的 是她的马车拦住了路 还让侍卫驱赶百姓事情 才变成这样 说是已经被罚去黄绝寺 待发修行三个月 为死去的百姓抄金祈福 那抚恤营也是郡王府出的 李清堂听到这才明白 早上七侠县主 为什么会那么对他 李清堂听到这个消息 也是威政 陛下竟然会罚苏刘月 他以为这件事 最终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不过话说回来 我来的时候发现 驿馆内围了很多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房的人道 听说是北辽人女干 杀了一个寡妇 百姓去讨说法 三房夫人道 我的丫鬟早上上街时 就看到禁军在追一个北辽人 看着那北辽人 被禁军追得跳了河 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把人捉住 那群人北辽人也太猖狂了 竟敢在前国国 都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 大房夫人愤愤不平 三房夫人叹了口气 还不是北辽兵强马撞 咱们打不过呗 穆书云实在听不下去开口问道 菜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就上吧 李清堂见到不远处 老夫人被扶着走了出来 便也趁机把自己的手 从大房和三房夫人的手中抽了出来 去迎老太太 祖母 随着老太太的入座 家宴开始 南眷那边主要就是一群人 对着李故吹捧恭维 女眷这边也没差多少 不过在吹捧之余 也各有心思 咱们侯府这几位姑娘 这些年真是出落得越发漂亮了 大房夫人笑着道 这堂儿和卵儿 马上就要急急了 也不知这么好的姑娘 最后能落在哪 三房夫人见大房的心思 似乎与她一样 眼睛一转 觉着得先下手为强 我娘家的大侄子 今年十八 十六岁就中了秀才 仪表堂堂 未来少说也是个近视 我那弟媳可是挥州富商 家境殷实 这嫁过去 肯定是会享福的 大房见状 里面又道 我那外甥 如今已经是举人了 但是这儿八经的书香门店 嫁过去 就是能做官娘子的 大房夫人和三房夫人 两个人说得起敬 但桌上没有其他人开口 李清堂神色如常地吃着菜 李清延从进门后 就没怎么抬起过头 李清延知道 这两人都是冲着李清堂来的 眼中有一丝看好戏的模样 站在后面伺候的习宿 也明白这几人的意思 表情不渝 秀菜 举人 真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敢肖想他家小姐 不过 他主子怎么回事 怎么还不抓点紧 穆书云实在听不下去 正想开口 李清堂加起一块藕片 放到了穆书云的碗中 娘 您尝尝这个藕 又脆又甜 大房夫人和三房夫人 见穆书云和老太太都没反应 看向李清堂 不知堂儿喜欢什么样的 伯母也好帮你寻摸寻摸 李清堂露出羞涩一笑 两位伯母说的什么话 婚姻大事 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这种事 自然是要祖母和母亲 替我相看的 那也得看咱堂儿姐 喜欢什么样的不是 大房夫人道 堂姐心中 就没个心仪的类型 大房夫人提到这 李清堂和李清言 都默默竖起了耳朵 李清堂到底喜欢什么样的 他会不会对二皇子有意思 李清堂放下筷子开口道 我也不知道 我喜欢什么类型 但我父亲是北安侯 祖母乃是钟永伯的嫡女 母亲是圣上清风的三品高明夫人 我外祖穆家富甲天下 大哥在边关也颇有建树 连我师父 都是慎德太后娘娘 喜欢的贱谜居士 玉安郡主是我做亲妹妹 郑国公府的小公子 也给我几分薄面 我总得找个门当户队的 才不会辱没了 这北安侯府的门眉吧 李清堂这话一出 大房夫人和三房夫人 就像被人打了一个闷棍 李清堂一句拒绝的话都没说 但用每一个字 都表达着你们在痴心妄想这四个字 三房夫人不死心 堂姐 这家人啊 门当户队是重要 但价格书心的更重要 伯母是过来人 千好万好 都不如藤人这一点好 三弟妹说的是 你家历姐 马上也要急急了吧 穆书云开口问 三房夫人点了点头 是啊 我们历姐 就比堂姐小两个月 穆书云点了点头 又看向大房夫人 我记得大嫂家的绒姐 好像也没出嫁 今年是十六吗 对 大房夫人点头 没想到 弟妹竟还记得 刚才两位的外甥和侄子 听着都不错 眼下历姐和荣姐也未定清 我瞧着 这很是般配啊 穆书云笑着道 咱历姐和荣姐都知书达理 生得也好看 你们这两家人 也都知根知底 有你们帮衬着嫁过去 肯定不会有什么婆媳矛盾 娘 您说是不是 老太太擦了擦嘴 点了点头 确实不错 三房夫人和大房夫人 一下子不知该怎么说 大房夫人 笑得有些僵硬 我家荣儿自是比不上侯府小姐 三弟妹的侄子 那么有出息 我家荣儿自是不好高攀的 怎么会呢 穆书云说着 看向三房夫人 三弟妹可是看不上我们绒姐 三房夫人连忙笑着道 怎么可能 直接觉得 我那侄子 怕是配不上绒姐 哦 穆书云装作恍然大悟 随后转口便问 三弟妹觉得 你那侄子配不上绒姐 所以没有跟大嫂提过 眼下是觉得 你那侄子配得上我们侯府哪位姑娘 是言 玩 穆书云见三房夫人一直没开口 顿了一下 露出惊讶的表情 莫不是觉得 一个秀才和举人 便配得上侯府嫡女吧 穆书云这句话 不光打了大房和三房的脸 连带着李清鸾的脸 也一并打了去 李清堂耳朵刷一下红了起来 穆书云那是什么意思 明明她也是侯府嫡女 可穆书云却把她和李清延放在一起 怎么会 三房夫人连忙道 二嫂你可千万不要误会 我怎么敢有这种心思 我只是 只是觉得 二嫂您认识的人多 或许能有合适的姑娘 介绍给我那侄子 大房夫人也连忙跟着道 对对对 我也是这个意思 哦 这样啊 穆书云点了点头 那我觉得容姐和丽姐就不错 你们可以私下聊聊 若是能亲上加亲 那是多好的事啊 是吧 母亲 老太太点了点头 书云说的对 若你们那侄儿 外甥却是不错 倒是可以给容姐和丽姐相看相看 门第相当 又都知根知底 大房和三房听后 只能笑着打呵呵 门第相当 谁要找门第相当的 你们二房把妾室的女儿当作嫡女 想指着对方攀上皇子嫁高知 让侯府改头换面 结果这面又跟他们提什么门第相当 知根知底 但到底他们大房和三房都是述出的 家里男人也不争气 分了家后 都得靠着侯府吃饭 便是心有不悦 但也只能巴结奉承 今日心情好 便多贪了几口 老太太不想再跟这里演戏 她看向李青棠 棠儿 陪祖母去溜溜食吧 好 李青鸾见老太太只叫了李青棠 连忙道 祖母 我也陪您溜食去吧 老太太看了眼李青鸾 目光锐利 瞧着你今儿没吃多少 还是再吃点吧 别晚上回去再饿了 李青鸾见老太太这么说 只能作罢 笑着给自己找台阶 我确实没吃多少 那就劳烦二妹妹陪祖母了 走出屋子 一轮圆月挂在天边 月光如影洒落一地 陪祖母去花园转转吧 老太太说完 看了眼身后的丫鬟 有周嬷嬷 跟着就够了 你们都先回院子等着吧 完全和习宿看了眼李青棠 李青棠给了他们一个安心的眼神 李青棠扶着老太太 沿着花园的石径走着 老太太开口道 棠儿 你恨你的父亲吗 李青棠危症 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祖母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喜欢父亲还来不及 怎么会恨他呢 老太太笑了笑 你比卵儿情绪隐藏得好 但你做的是骗不了人 李青棠一证 他做了什么事 祖母 孙女不懂 老太太慢慢开口 你明知你母亲 断了你父亲的银钱 你今日还让你父亲 送了你一个三千多两的头面 啊 李青棠露出一个 茫然不知的表情 母亲断了父亲的银钱 怎么会呢 父亲可是北安侯府的当家人 侯府的银钱 不都该是父亲说的算吗 老太太一夜 我瞧着之前 孙姨娘院子里的一块地毯 都要几百两银子 喝的都是血燕 父亲在外也很是大方 常常一致千斤 我想 这府中该是不差银钱的 李青棠说着 有些惶恐 若知府中 竟是连一个头面 都买不起了 那即便是父亲主动提出 要给我买 我也会拒绝的 李青棠说着愧疚了起来 那头面我还没带过 明个一早 我就让人去翠玉轩给退了 既已买来 便没有再退的道理 老太太道 祖母并没有怪你的意思 既不怪她 为何又要提呢 李青棠不理解 老太太又道 你刚刚对你那两位伯母 说的那些话很对 李青棠没之声 继续听着老太太的话 你要记得 你父亲是北安侯 你是北安侯的嫡女 你母亲能获奉告命 也因为 她是北安侯府的夫人 你有机会结识郡主 也因着你的出身 孙女明白的 李青棠大概知道 老夫人今日找她是为何事了 唐儿 你是个聪明的 老夫人道 你马上就要急急了 过不了多久就会出嫁了 女人在夫家要想立得住 还得依靠自己的娘家 只有娘家好 你再夫家才不会受欺负 你婆母 夫君和下人们 才会真心实意地敬重你 李青棠知道 老太太这是在点她 于是 她乖巧硬下 孙女明白的 卵儿做过很多错事 但她毕竟是你姐姐 我与你父亲 母亲都会老去 那时候 就只能 你们姐妹间相互扶持了 毕竟你们是血亲 你那姐姐嫁得好 日后对你也有增益 老太太继续道 若是没有经过那些事 卵儿那文姓后世子妃的位置 已是板上钉钉 若卵儿能嫁入文姓后府 作为北安侯府嫡女的你 怎地也不会低于那个位置 祖母 孙女没有要和姐姐攀比的心思 姐姐若能嫁给如意郎郡 那妹妹自然会替她感到开心 李青棠笑着道 老太太点了点头 你是个心善的 听说今日圣上能赏赐你 是因为锦王殿下给你说了好话 你有机会得好好感谢一下锦王才是 孙女明白 马上就是春日宴了 卵儿有经验 你可以多找她学学 老太太道 你们姐妹三个都是要出席的 姐妹间得相互扶持 总不能差得太多 让人看我们府中笑话 李青棠笑而不语 这老太太是转着弯的 想要穆书云继续用嫁状补贴侯府啊 孙女晓得的 李青棠只说知晓 但不说知晓什么 老太太也不好说得过于明白 我与那郑国公府大夫人的母亲 有些交情在 之前郑国公府的小公子帮过你 你若想 祖母可以帮你 当日郑国公府小公子帮我 不过是看在郁安郡主的面子上 那小公子正眼都没看过孙女 想来是对孙女毫无兴趣的 李青棠开启胡说八道模式 那小公子出身高贵 为人桀骜 孙女是有自知之明的 华星火只觉鼻子痒痒 连打了个两喷嚏 阿帖 阿帖 苏怀木一脸嫌弃 吩咐道换一套茶具来 我不过是打了两个喷嚏而已 都转过头了 你至于这么嫌弃吗 华星火无语 苏怀木给了他一个 你自己觉得的的表情 你觉得自己说不过换了一个话题 不和你一般计较 不过那群北辽人 真的会那么人哉 要的不过是一个 他们有错在先罢了 苏怀木擦了擦手 你还真以为死了一个 无足轻重的小族 会影响什么大局吗 都是借口罢了 想找是什么都拦不住 我们可以做这一出戏 他们也可以 苏怀木重新开始主查 重点是 这群人的目的是什么 华星火也正色了起来 这几年的边关 是越发不太平了 不过 你不是一直避免在圣上面前露头 奉行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昨个你怎么会主动参与那些事 华星火好奇 你的问题未免有些太多了 苏怀木看了一眼华星火 华星火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 是因为那位李小姐吧 苏怀木没说话 华星火凑了过去 如今那李小姐可是香饽饽 今日散潮的时候 我可以听说了 不少人都向那北安猴示好 你再这么拖下去 可不好说了呀 苏怀木又何尝不知 可昨日他被锐王绊住了脚步 又发生这种事 不过他已经让人盯着木家兄妹了 对方目前还没有要去侯府拜见的意思 想来是在等人 他还有时间 驿馆中 以六王子苏德哈丹在内的所有人 脸色都不好 那巴德图怎么回事 这群百姓到现在还没走 这该如何是好 巴德图人现在还没回来吗 苏德哈丹紧锁着没有 十分不爽 这人是谁带来的 怎么会带来这么一个不懂事的 这巴德图是和混血精通前博文化 所以才把他带来的 他之前就有些好色 但没想到会做出这同样的事 这个蠢货 杀人还不做得干净点 竟能被抓住 苏德哈丹拍了一下桌子 身边一个谋士开口 但如今巴德图跳河逃了 对方没找到人 那就做不了数 眼下不过只是一个身份牌而已 只要我们死不承认 这群前国人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苏德哈丹听后点头 吉克德说的对 咱们就死咬住 说不认识这个人 这件事与我们无关 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 不能让这个巴德图再出现了 吉克德目光阴沉道 苏德哈丹当即就吩咐人 找不到就算了 找到就处理得干净些 是 苏德哈丹看向吉克德 马上就是前国的春日宴了 都准备好了吗 张台阶的事 就像一滴水掉进了油锅 本以为会炸出一番惊涛骇浪 没想到 却被人及时扣住了锅盖 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所有人的目光 都放在了春日宴上 这春日宴 就是从皇帝春猎演变来的 只是打猎对于后宫女子而言 没什么乐趣 在化贵妃的抱怨后 就多了些女子可以参加的项目 本来只有投狐 后来又增加了很多项目 什么琴棋书画 样样都有 后来这春日宴也成了一个相亲宴 很多出身不算顶尖的贵女 都会努力争取 在春日宴上 争取一个露脸的机会 因为这样 或许就能给自己 争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 现在十分受宠的赵美人 就是去年春日宴上 被皇帝看中后 收入了后宫 赵美人 不过是一个六品官的女儿 本是没有资格参加春日宴的 能参加 是因为借着一位伯爵斧小姐的光 结果一下就一飞冲天了 往年大家 多少都会带几个好友 或者跟班 但在经历了这件事之后 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没有 再带外人的打算 毕竟谁也不想看一个 一直跟在自己身后 恭维奉承的人 一下子就和自己对调了身份 李清延为这次的春日宴 也准备了很久 没有人给他挣一个好前程 那他就只能自己来了 李清兰翻看着自己的衣服 他已经打听过了 李清堂今日要穿的是一条流光景的裙子 带着的是父亲给他买的 价值三千多两的红宝石头面 李故都没送过他那么贵的头面 他可不能让人在春日宴上看他的笑话 春日宴城外秋阳山下的黄庄举办 为了避免拥堵 很多在附近有庄子的贵人 会提前一两天先出城 不然当日出城不仅要早起 还会非常堵马车 北安侯府往年春日宴 都是提前住在穆书云的温泉山庄 但是今年穆书云没提这件事 李故自然也没脸主动提 但如果当日从京城出发 难免让人看笑话 北安侯府在城外是有个庄子的 只是几乎没人去 那庄子区的秋阳山 距离和从京城直接出发 也差不了多少 穆书云不想和人挤 所以提前了两日 就带着李清堂先去了温泉庄子 李清鸾知道后 脸色都变了 李故的脸色也不怎么好 第二日 李故带着李清鸾和李清延 和侯府的下人 一起去了侯府的庄子 看到庄子后 李清鸾的脸色更差了 他实在没忍住问道 父亲 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李故也没来过这个庄子 虽然真管家说了 这个庄子有些简陋 但他想着 在简陋 能简陋到什么程度 不过是少了点园林景观呗 可没想到这庄子 看着还没经医院大 整个屋子灰扑扑的 院子里的砖 都有些开裂了 李清鸾用手帕捂着自己的鼻子 十分嫌弃地进入他的房间 外间只有一套桌椅 那间一个床 一个梳妆台 加一个衣柜 就几乎塞满了整个房间 李清鸾感觉跟着手帕 他都能闻到一股紫木头腐朽的味道 他实在无法忍受 转头来到了外间 坐在椅子上 看着这空空荡荡的狭小屋子 满眼的不痛快 兰儿和红柳都拾去地闭上嘴 减少自己的存在感 李清岩的屋子 比李清鸾的还小 连个外间都没有 他眼中也是带着嫌弃的 但是没有表露 你把东西放好 我去父亲那看看 是 小姐 雪景应下 李清岩记得 来的路上 外面也花开得正好 他去踩了一把 然后去找了李固 李固也没想到 这庄子会这么破败 他长这么大 就没住过这么破败的地方 他现在就有些后悔了 他就该留在京中 大不了名个早点出发 被人笑话两句 父亲 李清岩带着笑容走进屋子 女儿见外面的花开得正好 给您带了一束 这放在您的屋子里刚刚好 我瞧着 庄子里养了不少鸡鸭 我听说有一种叫花鸡 十分美味 不如女儿给您做一只 李清岩几句话 哄着李固心情稍微好了些 这地方虽然简陋 但这简陋也是他的助力 另一边李清岩和穆书云 在温泉山庄过的 就舒服多了 花铃本是该随勇家公主 一起住在黄庄的 但听说李清岩来了后 他立马跑去找了李清岩 上次若不是因为意外 他还想在那庄子里多玩一回呢 沈家的庄子 距离这温泉山庄不远 沈念咽下马车的时候 就看到远处一对人马飞驰而来 为首地穿着一身火红的衣裳 看着有点面熟 好像是玉安郡主 旁边那个庄子是谁的 沈念咽问 庄子的管事连忙到 那是北安侯府的庄子 沈念咽点了点头 北安侯府 听说北安侯府多出了一位嫡小姐 那个处处和她抢风头的李清岩 其实是姨娘生的 结果出生时被调换了 沈念咽想到自己逗了这么多年的 竟是一个庶女 就觉得心里不舒服 那北安侯府如今的嫡女李清棠 她倒是还没见过 不过听说生得极美 有的甚至说 比起华贵妃也不舒分厚 她很好奇这个李清棠 既好奇她的模样 也好奇她是如何得了华琳儿的青睐 这些年来 她一直想和华琳儿亲近 可华琳儿总是与她不温不热的 那苏刘月被罚去了黄绝寺 这次春日宴 终于没有人再丢天赌了 华琳儿笑着道 她为什么会被罚去黄绝寺 自然是因为张台阶的事啊 我表哥说 都是因为她拦住了路 所以才酿成这场灾祸 所以圣上就罚她了 你是说锦王殿下 对啊 华琳儿点头 要说这苏刘月也是倒霉 我那表哥 可是向来不爱管闲事的 可偏偏这次竟没她给遇到了 而且她还不光管了这闲事 竟然还在圣上 那做了证 华琳儿说着看向李清棠 而且她还特意 把功劳推给了你 我那表哥之前 可从不会做这种事的 你是不是认识我那表哥 李清棠连忙摇头 怎么可能 我当然让林峰去找你求助的 我还以为那锦王殿下 是姐姐你找来的呢 不是啊 我那日根本没收到你的求助 就算收到了 我也不可能去找我表哥的 华琳儿道 那可能是锦王殿下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吧 李清棠想了想 锦王应该不是因为他的求助 而是刚好遇到这种事 或许吧 华琳儿对这件事 没什么太多想法 我听说北辽人 也参加了这次春日宴的狩猎比赛 这几日 我那堂哥都在练习骑射呢 李清棠一听到北辽人几个字 就觉得脸色不太好 北辽人 嗯 我母亲说 北辽这次是有辈来 让我这次春日宴收连点别闯祸 华琳儿嘟着嘴 我什么时候闯祸了 李清棠突然想起 上辈子华琳儿去和亲的事 那件事是很突然发生的 就突然传出华琳儿被封为公主 然后就传出了 要去北辽和亲之事 和亲那么大一件事 不可能是三言两语就敲定的 不会是从这次春日宴 就埋下伏笔了吧 你怎么突然这么看我 华琳儿见李清棠 突然直勾勾地看着他 有些发毛 我身后有鬼 李清棠摇头 林儿姐姐 不如我们不参加春日宴了 春日宴年年都参加 有什么意思啊 不如我们出去玩吧 出去玩 华琳儿一听到这三个字 眼睛亮了起来 去哪玩 去 去这附近的县城看一看 整日在这京城居着 也没什么意思 华琳儿有些心动 那我们参加完投壶比赛 就出去玩吧 李清棠想着 投壶比赛和狩猎是同时进行的 应该不会与那些北辽人遇上 想到华琳儿这段时间 这么努力地练习 便也没有拒绝 春日宴当日 李清棠一大早就开始梳妆 老太太那日的话 她听了也明白 但她并不打算管 她凭什么要为李清棠和李清年 而委屈自己 她娘看得开了 她也看得开了 如今她对侯府没有奢求 自然也就没了敬畏 损人利己的事 她才不要做 华美的裙子配上精致的妆发 当李清棠从闺房走出时 所有人都看直了眼睛 咱这小姐 是天仙下了烦吗 我滴个乖乖啊 咱小姐这个模样 那得什么样的男子 才能配得上 穆书云看到盛装打扮的李清棠后 既是为自己有这么出色的女儿 而感到欣慰 又有些担忧 美貌对于女子 从来都是双刃剑 若只是一般的美貌 一个侯府足以护住她 可若是过剩 穆书云隐隐有些担忧 娘 李清棠看穆书云发呆 小声换了换 我们上马车吧 穆书云回过神 带着李清棠上了马车 正要出发的时候 另一队马车已经走到附近 管家来禀 夫人 那是隔壁庄子沈向家的马车 沈家夫人和小姐也是要去黄庄的 咱们是直接出发 还是等他们过去 再清点一下物品 不要有落下的 穆书云吩咐 管家的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又派人重新细细检查了一番 等对方的马车先走 李清棠有些好奇 传说中的京城第一美人沈念燕 于是他掀开了马车的车帘 巧了 沈念燕也十分好奇李清棠 他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女子 能让苏怀木开口替他逃上 于是在听说 前面就是北安侯府马车的时候 他也掀开了帘子 马车交错时 只有惊鸿一瞥 沈念燕晃了心神 他在看到李清棠的那一刻 突然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危机感 雪姬花容 只一眼便觉得 天地间只剩他那一抹瑰丽颜色 或许过了今日 他那京城第一美人的头衔 就要一主了 沈念燕紧紧捏住了帕子 若他们同时出现 还会有人注意到他吗 锦王殿下定是见过李清棠的吧 所以那日才会对他如此冷淡 所以才会在陛下面前为他说话 燕儿你怎么了 沈夫人看到沈念燕突然出神问道 我没事 沈念燕压下心底的思绪 露出一个笑 彩云把我的面纱拿出来 彩云很快就拿出一块面纱 沈念燕把面纱带到了脸上 燕儿怎么戴上面纱了 沈夫人问 你不是很喜欢这个妆吗 我想着 今日不是还有北辽人吗 还是戴上面纱比较好 沈夫人想了想他相公之前的话 北辽这次来 似乎有意与钱国联姻 他家燕儿样貌如此出众 若是被看上了 那就不好了 你说的没错 还是戴上些吧 穆书云这一路 总觉得有些忐忑 尤其是看到李清棠的脸后 没清把面纱拿出来 唐儿 还是戴上面纱吧 穆书云道 李清棠有些疑惑地 摸了摸自己的脸 我的脸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只是娘有些担心 还是戴上些吧 穆书云道 春日宴上人来人往 免得被人冲撞 李清棠点了点头 都挺娘的 离黄庄越近 路上的马车也越多 速度走得也越慢 走了得有一个时辰 才到黄庄 因为和沈家的马车挨着 所以几乎同时下马车 沈念燕刚下马车 就看到了从马车内出来的李清棠 见到李清棠 也戴上了一块面纱 他不知为何松了一口气 黄庄有丫鬟领路 把人带到场地 华灵儿见到李清棠后 立马迎了上来 快来 我带你先站到好地方 娘 那我先和灵儿姐姐过去了 去吧 小心线 穆书云嘱咐了一声 然后便与相熟的夫人走到一起 这一晚李清棠几乎没睡 他感觉整个屋子里 都是一股子灰尘味 因为离得远 一大早就起床梳妆 这一路的颠簸 让他实在没有什么精神 马车走走停停 迷迷糊糊间 他就睡了过去 小姐 到了 兰儿提醒 李清棠这才从四孟非梦中回过神 连忙整理了一下仪表 然后下了马车 春日宴正如名字一样 是一场宴会 只是这宴会的时间很长 一共三日 既是宴会 自然是要先开宴 皇庄最大的一块空地上 摆着上百张桌子 皇帝和皇后 都坐在高台最上面 下面一次是皇子 飞瓶和有头有脸的皇族宗士 台下 则是按照爵位和官位 依次排列的臣子 李固和李清棠三人 一来就看到 华灵儿 竟然坐在这都有些惊讶 父亲 约安郡主想和我一起 坐在这可以吗 李清棠见状开口 当然 李固飞快应下 华灵儿本来是想拉着李清棠 和他坐在一起 后来李清棠觉得 那位置实在招摇 然后华灵儿就跟着李清棠坐了过来 李清棠和李清岩给华灵儿请安 华灵儿叫人起来后 就再也没看过那二人 专注于和李清棠聊天 李清棠恨得牙都痒痒 但只能忍着 不过李清岩倒是殷勤 会见缝插针地给李清棠和华灵儿倒茶 不乱问也不乱搭话 宴会有个开席意识 中间会有人表演 华灵儿就拉着李清棠 一边看表演一边说八卦 你猜对面那个穿粉衣服和红衣服的 哪个是李布侍郎的嫡女 华灵儿问 李清棠想了想 红衣服的吧 那个坐的位置和穿戴 看着都比较好 错了 那个粉衣服的才是嫡女 那红衣服的是庶女 华灵儿道 那李布侍郎 今日带来的都不是夫人 是妾 啊 李清棠有些惊讶 他可是李布侍郎 这和礼法吗 这算什么 你看那个 华灵儿又指了一处 贴近李清棠耳朵道 那家嫡女和数字好上了 李清棠瞪大了眼睛 连忙捂住了嘴巴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这种事有什么好骗人的 华灵儿兴奋道 难得今日人来得起 我让你见识见识 这京都的繁华 李清棠坐在后面 看着李清棠和华灵儿 交头接耳的模样 又是羡慕 又是嫉妒 当初若不是他 李清棠怎么可能认识华灵儿 现在开始羡慕杀驴了 两个表演过后 皇帝宣布狩猎开始 狩猎最多者 朕赐欲如意一禀 这时北辽的使臣上前 陛下 今日我们有幸 受邀参加如此隆重的宴会 我们也想添个彩头 哦 诸位使臣 想添什么彩头 渐兴帝问 我们从北辽带了几位美人 如果狩猎前国的各位赢了 那这美人就由胜者带走 如果我们赢了 那请陛下也赐予我们几位前国美人 说着 苏德哈丹拍了拍手 两个穿着一族服装的女子 就走了出来 剑心帝见只是几个普通美人 便映了下来 好 随着剑心帝的话音落下 春日宴正式开始 皇帝带着皇子前往猎场 不参加狩猎的各位大臣 就留在这喝酒聊天看表演 皇后带着女眷们去了另一个园子 投壶 琴棋书画 诗词歌舞什么的都在这里 李清鸾对这里驾轻救赎进去后 就飞快和李清堂分开了 跟李清堂身上的华服手势相比 他多少有点简朴了 他可不想给人对比的机会 李清岩看着李清堂和李清鸾 有一瞬的纠结 最后还是跟着李清鸾走了 这时他如果不跟李清鸾走 那李清鸾一定会记恨他 按照李清鸾如今这疑神疑鬼的性格 肯定会怀疑他 那他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 你怎么不跟着李清堂啊 刚当不是殷勤的 给人家端茶倒水吗 李清鸾阴阳怪气道 姐姐 你这么说我可就伤心了 李清岩露出难过委屈的表情 姐姐的茶也是 我倒的呀 我刚刚只是想帮姐打听一下 他们两人在说什么二爷 哦 李清鸾看向李清岩 那你听到了吗 他们俩一直在贴着耳朵说悄悄话 我也只听到了什么妾室 嫡女之类的 李清鸾现在可是听不得这几个字 立马打断 算了 我不想听 华林带着李清堂来到投湖区 投湖这边是组队的 男女不限 每队三个人 每人十之见识 相同分数下 可以派一人再投一箭定胜负 会由抽签决定对局 华林儿都写好报名单了 结果发现 华星火没了 他答应 我要和我一起组队的 人怎么没了还 华林儿正满拿找人的时候 郑国公府的人来报 说华星火去参加狩猎比赛了 没办法参加投湖了 让华林儿再找一个人 华林儿这一听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个时候 让他去拿找人啊 而且他都想好了 他一个 李清堂一个 华星火一个 这组合没有输的可能 为此 他还特意让贵妃娘娘 去找圣上 讨要了一把他想了很久的功 华星火这家伙 怎么关键时候 说话不算话了呢 他为此准备了那么久 这要是输了 不行 他不能输 华林儿目光环视了一圈 结果发现 周围一个熟悉的都没有 你这有认识的人吗 华林儿问 李清堂摇了摇头 华林儿的目光 看向自己身边的月白 你跟了我这么久 陪我练了这么久的头弧 也该会了吧 啊 月白一听 华林儿要他顶上连忙摇头 殿下 奴婢不成的啊 奴婢平时只负责帮您捡剑 从没投过呀 那你呢 他又看向月子 月子也连忙摇头 你们两个跟了我这么多年 竟然不会投弧 华林儿无语 算了 不然让习素来吧 习素会点子功夫 想来投弧 应该也可以 李清堂想了想到 华林儿眼睛一亮 刚想说好 但这时 一个女生传来 华林儿你可不能耍赖皮 比赛不让自家的仆人随从参赛 你如今这是要自己打 自己的脸吗 一个穿着蓝色净装的女子 声音爽朗如中 我没有 华林儿插着腰大声回应 但明显有点底气不足 之前怕那些将门之女 带着护卫营的没有悬念 所以才定下了这规矩 现在没想到 竟会拦了他自己的路 那就好 我听说今年的奖品 是一把天狼宫 这把宫我就不客气收下了 谢斯文你做梦 那把宫必是我的 华林儿信誓旦旦 那可是他特意求华贵妃 讨来做彩头的 他不能输 谢斯文笑了笑 没说话 带着人去报名 那是谁啊 李清堂问 看起来你好像很忌惮他 那是票计将军之女 谢斯文 华林儿看着谢斯文的背影 默默握住了拳头 我的一生之敌 一生之敌 李清堂有些好奇了 你的一生之敌 不是苏刘月吗 华林儿翻了个巨大的白眼 苏刘月哪配得上做我的对手 只是他自己讨贤爱 往我眼前转 李清堂扑斥一笑 华林儿看着姐斯文的背影 楠楠道 不过他怎么会参加这个 他今年不是要参加狩猎的吗 算了 这些都不重要 华林儿一脸严肃道 当务之急 是去哪能找个可以迎谢斯文的人 他身边那俩都是将门之女 肯定也很厉害 华林儿嘟着嘴 若是我表哥在就好了 可惜他从不参加春日宴 这院子里 李清堂认识能说上话的 也只有李清鸾和李清延 这园子里的人 华林儿倒是都认识 可没几个和他关系好 还能被他看得上的 就在这时一个男生传来 见过李小姐 李清堂转头看到了顾紫谦 顾公子 顾紫谦见过郡主 顾紫谦恭敬行礼 我看着侧影像是李小姐 冒昧上前 不知有没有打扰到二位 李清堂摇了摇头 顾公子是找我有事吗 近日顾某得了一幅 据说是戒谜居士的佛像 但顾某不太确定 想着若是李小姐方便的话 可否帮忙鉴赏一下 李清堂对顾紫谦的观感 还是不错的 不仅在公主府的赏话会上帮他仗义直言 在侯府也帮了他 方便的 顾公子可以在春日宴后 把话拿来侯府 顾紫谦有些不好意思 实不相瞒 在下已经把话带来了 他这次参加春日宴 也是有故意来找李清堂的意思 那等投胡比赛结束了 我帮你看看 那就先谢过小姐 顾某就不打扰郡主和李小姐的雅信了 顾紫谦行了一礼就要离开 话链儿连忙喊道 喂 你会投胡吗 顾紫谦回头 郡主是在问我 对 这除了你 还有别人吗 会 但不惊 顾紫谦回道 那就你了 和我们组队一起投胡 如果赢了我就让桃儿给你看话 如果输了 别说话了 惹我都不让你见 话连说完 也不管顾紫谦同不同意 直接把三人的名字写了上去 参加投胡比赛的人很多 一共八个队伍 大家一起投看得分 第一轮得分最低的三队淘汰 然后再淘汰两队 最后淘汰一支队伍 剩下两个队伍 进行最后的比赛 华连是有些担心顾紫谦的 毕竟没见她投过 也不知道她到底会多少 又到底有多不惊 看到华连沉重的表情 顾紫谦忍不住道 郡主 我投胡还可以 最好是 华连一直盯着解斯文 谢斯文见华连看着她 笑了一下 搜一支剑正中胡心 华连回过头 瞄准胡 按照也是一个空心如 她得意的挑眉看回去 结果发现 谢斯文并没有看她 哎呀呀 好气啊 华连投完后 就轮到了顾紫谦 华连紧张极了 谢斯文他们组一剑都没空 她很怕这个顾紫谦不争气 在华连警告时的眼神下 顾紫谦投出了第一支剑 正中胡心 接下来所有剑士一发未空 华连露出惊喜的表情 哎呦 炭花狼这投胡投得不错呀 顾紫谦谦虚一笑 没想到郡主还记得 顾某中国炭花 才过去三年而已 你当本郡主的脑子是纸糊的吗 这点东西都记不住 华连能记得这么清楚 也是因为当年那三甲钟 也就这一个长得还勉强能入他的眼 轮到李清堂 他也没搞那些花里胡哨的 只是顺顺利利的权重 最终华连和谢斯文 没有悬念地成为 留到最后的两支队伍 这时一群人 拥促着一个雍容华贵的美人 走了出来 贵妃娘娘驾到 众人连忙低头行礼 华盖和掌扇挡住了华贵妃的脸 工人们找了个最佳观赏地 放好桌椅和屏风 继续比吧 那就是贵妃娘娘吗 远处传来阵阵议论 一直听说贵妃娘娘美若天仙 但我还从未亲眼见过呢 贵妃乃是那么好见的 我也只在宫宴上 远远见过一次 因着华贵妃清零 不少人都围了过来看热闹 谢斯文看向华莉儿 一会输给我可不要哭鼻子 不可能 华莉儿拉过李清堂的手 我有檀儿妹妹 绝对不可能输给你 那就拭目以待吧 谢斯文说着 投出一箭 华莉儿也投出一箭 两人都很稳定 但最后谢斯文投出了一个蚁干 场内响起阵阵欢呼 华莉儿咬了咬嘴唇 她回忆着李清堂教她的方法 把箭矢投了出去 但因为过于紧张手 有点发抖 那根箭还是偏了 只插入了胡耳 华莉儿懊恼急了 华贵妃看着这一幕 摇了摇头 这丫头一会儿一定会找她哭的 李清堂见华莉儿 如此懊恼的模样 没事的灵儿姐姐 没差几分 还有我呢 我有多厉害 你是知道的 嗯 华莉儿重新挺起胸膛 她看向顾子谦 你好好投 顾某定当竭尽全力 谢斯文看了眼华莉儿 换了一下上场顺序 让厉害的那个先上场 给他们上点压力 他们自己就会出错 对方上来就投出了一个蚁干 当下华莉儿 心里就一紧 李清堂轻轻握住华莉儿的手 没事的 没事的 还有我呢 顾子谦不愧是大理寺少卿之子 十分的冷静 没有被对方影响 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 没有失误的投完 看着积分差距 如果对方只是普通投中 那李清堂需要中至少 两次蚁干才能追平 如果对方也投中蚁干 那李清堂就得保证 至少投中三次 大部分人都是在华贵飞来后才围过来的 没见过李清堂之前的表现 所以都不太看好李清堂 因为那李清堂看起来 实在不像是个会投虎的 一身华服 纤细的手腕上 带着流光一彩的镯子 这样的人一看就不会投虎 李清堂摘下手腕的镯子和戒指 感受了一下风向 然后投出第一个根 然后是第二根 连续三根都没有投中蚁干 对方微微松口气 刚刚看李清堂摘桌子的气势 还以为他会很厉害呢 放松了心情下来 可能是运气好了 对方投中了蚁干 华联心下一紧 塔儿加油 在第四根的时候 李清堂还是没中蚁干 第五根依旧没中 在大家都以为 比赛就要这么毫无悬念的结束时 李清堂的第六根中了 华联连忙拍手较好 随后又连忙收住 怕打扰到李清堂 接下来第七根又中了 围观的众人有点不敢相信 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是啊 竟然能连续猛中两根 我看也不见得是懵的吧 或许人家本来就厉害呢 怎么可能 对方可是五位将军的女儿 人家都只投中一个呢 谢斯文看向李清堂 也露出有些惊讶的目光 他到底是运气好 还是真的有实力 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李清堂投出了第八根 又是一个乙干 这下人群沸腾了 华贵妃健壮也来得兴趣 放下手里的樱桃 目光看向李清堂 他还能投出一次吗 但因为李清堂连续三次一杆 对方有些动摇 第九杆竟然投空了 华贵高兴地直接跳了起来 这下分数反超了 对方最后一件虽然中了 但因为中间断了 只要李清堂最后两根能中 华贵他们必赢 李清堂最后只投了两个胡尔 最终刚好比对方多两分 玉安郡主胜 随着宫人的话音落下 华贵激动地抱起李清堂 我的好堂儿 我就知道你可以 华贵看向谢斯文 吐了吐舌头 谢斯文无语 幼稚鬼 你就是羡慕我 华贵拿着那把天狼弓 笑眯眯地看向谢斯文 这弓可真好看啊 瞧瞧这狼头做得 简直栩栩如生 你看你那小人得知的模样 谢斯文看不惯 今日能赢 和你有什么关系 还不是靠着那李小姐和顾公子 你华贵被戳中痛楚 刚要跳脚 但想到这样 就正中谢斯文的怀抱 笑着道 那我队友就是厉害 我就是能赢 你气不气吗 幼稚鬼 你除了会说我幼稚鬼 还能把我怎么跌 华贵拿着弓 得意地在谢斯文面前转悠 李清堂从没见过华贵 如此欠 如此生动的模样 那打一架吧 谢斯文把皮鞭 从腰间抽了出来 我让你三招 你敢来吗 来就来 我怕你 华贵把弓交给李清堂 抽出鞭子 说着就要上 李清堂没想到 这把弓这么重 差点被这重量给带倒 幸好顾子千身手 帮忙接住了弓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李清堂觉得自己 真是太弱了 华贵都能拿起的弓 他竟然拿着这么费劲 看着真的要打起来的 华贵和谢斯文 李清堂连忙劝道 林儿姐姐 还是算了吧 咱们不是说 好比完头壶要出去玩吗 不急 让我先和他打一架再说 华贵看着谢斯文 眼神中充满了斗志 我不用你让我 省得你输了再找理由 谢斯文露出一个无语的笑 倒是你输了后 别哭着找娘 哼 本郡主流血不流泪 华链也掏出鞭子 华贵妃看着满脸斗志的华链 轻轻抚了抚额头 对身边的丫鬟道 让郡主他们三个过来 既是赢了 本宫总是要夸奖一番 是 郡主殿下 李小姐 顾公子 贵妃娘娘有请 让姑姑等一等吗 我这还有鄙视呢 华链道 贵妃娘娘请获胜的三位 即刻过去领赏 郡主还是不要为难奴婢了 谢斯文听后一笑 收回来的鞭子 郡主还是赶紧去领赏吧 华链看了看谢斯文 又看了看华贵妃 那你等我不许跑 谢斯文没说话 华链把鞭子扔给月白 然后跟着人流盈 一起去见华贵妃 华链前脚刚走 谢斯文就带着人 离开了这园子 臣女见过贵妃娘娘 臣拜见贵妃娘娘 都起来吧 华贵妃抬了抬手 今日你们表现得不错 想要什么赏赐 仅可以说 臣没出什么力 不敢讨赏 一直微微低着头 没有抬头 看过华贵妃的脸 臣女爷 李清堂刚要说话 就被华贵妃给截住 你今日处理很大 本宫的都看着呢 李清堂微正 目光流转间 看到华贵妃桌子上的樱桃 那就求一盘樱桃吧 臣女还没见过 这么大的樱桃呢 华贵妃招了招手 那你过来坐吧 李清堂有些不敢 但华链儿 直接把她拽了过去 自己也跟着坐下 姑母我也要赏 你要什么赏 那天狼宫不都是你的了吗 那华铃儿一时语色 那我也要 若不是姑姑把我叫来 那我现在肯定就与谢斯文比试了 那我赢了 肯定是要有彩头的 华贵妃看着华铃儿 红唇里吐出轻飘飘的两个字 凭你 华铃儿瞬间委屈了起来 姑姑 你不信我 我的实力 你还不知道吗 我可是跟禁军统领学过的 华贵妃拿起一颗樱桃 递给李清堂 敷衍道 啊 对对对 李清堂接过樱桃 没敢多说话 低头掩住笑意 华贵妃看向李清堂 今日怎么戴上面纱了 快摘下来 让本宫瞧瞧 李清堂文言摘下面纱 华贵妃仔细看了看 十分满意 真好看 比上次见又好看了些 有点本宫年轻时的味道了 女孩子家就该这么打扮 这绫罗珠翠啊 就得配你这样的美人 才算不辜负他们 辛辛苦苦被创造出来的价值 李清堂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 华铃儿委屈巴巴 姑姑可真是见色忘义啊 华贵妃看向华铃儿 小铃儿 成语可不是这么用的 我把你叫来 可是为了成全你的面子 就你和禁军统领学了 两天半的三脚猫的功夫 还想与那谢家女比试 别说让你三招了 她让你两只手 你都不一定打过 华铃儿这一听不干了 才没有 我猜不是第三脚猫功夫 我这就去找她比试 说着就跑了出去 铃儿姐姐 李清堂有些着急 但贵妃在此 她又不能就这么追出去 你们两个跟上把她带回来 别让她再闯什么祸 若是受了伤 又得哭鼻子了 华贵妃点了两个小太监 是 华贵妃说完 看向李清堂 没想到你这丫头 不光长得好看 头壶还厉害 我听玉儿说 你刺绣也特别好 怪不得连儿这么喜欢你 便是本宫见到你 心情都好一些 李清堂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 美人羞红脸 真真是赏心悦目 华贵妃笑着从头上 摘下一根金布窑 这布窑配你 谢贵妃娘娘 一点小玩意儿用不着谢 这镯子戴在你的手上倒是好看 华贵妃看着李清堂万间的红宝石镯子 笑得雍容华贵 我若能生一个如你这般的女儿就好了 可惜啊 是个臭小子 没意思极了 华贵妃说着叹了口气 人人都想要男孩 可他却是这世上最不能有男孩的人 您还有郡主呢 李清堂不知该怎么安慰 只能这样倒 想到华铃 华贵妃只觉得头有点痛 本宫有些累了 你们好好玩 华贵妃离开后 李清堂输了口气 顾公子 我去找找灵儿姐姐 需要我帮忙吗 顾子谦问 他没敢正视李清堂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了 但他每次见到李清堂 都带着几分紧张 不麻烦顾公子了 今日十分感谢公子相助 那华公子随时可以送到府上 李清堂行了个礼 就去找华灵儿 从华贵妃来的时候 本在参加诗词会的沈念烟 便赶了过来 看到华贵妃把李清堂叫过去后 表情就有些不太好 看到李清堂待了那么久出来后 头上又多了一根不咬脸色 便更是难看 贵妃娘娘 不会看上这李清堂了吧 小姐 那边的飞花令已经开始了 您真的不参加了吗 彩云小心翼翼问 既已开始 那还如何能加入 算了吧 沈念烟转头离开 李清堂找了很久 也没找到华灵儿 不过倒是看到了郑氏雄 他远远见到郑氏雄后 就连忙藏了起来 习宿也看到了远处的郑氏雄 小姐 我们往这边来吧 习宿指着一条小路 李清堂跟着习宿进入小路 躲开了正面而来的郑氏雄 按道理来说 郑氏雄该去狩猎那边 为何会出现在这 早上开宴的时候 也没见到郑氏雄 怎么这时候又来了 李清堂思绪万千 顺着小路走着走着 来到一处假山后 传来两个女生 听着像是两个丫鬟 这是给昭容娘娘的水果吗 是啊 哎 昭容娘娘都来了 二公主怎么没来参加春日宴 这就不清楚了 但今年德清王和永平郡主也没来 前些日子 听说永平郡主身子不舒服 那德清王一向宠爱郡主 大概是留在家里陪郡主了吧 等着议论声渐远 李清堂慢慢走了出去 永平郡主 李清堂脑中萦绕着这个名字 总觉得好像在哪听过 但一时又没能想起 算了 眼下还是找到华莲比较重要 李清堂都快走出黄庄了 也没看到华莲 打听了一句 侍卫说是看到华莲 追着谢斯文离开了黄庄 李清堂见状也追了出去 可人已经没了影子 他也不知该往哪里走 但总之是不能再回去 习诉你去告诉母亲一声 说我先回庄子了 你就陪着母亲晚点一起回去吧 是 今日他是和沐书云 坐一辆马车出来的 李清堂要了匹侍卫的马 这反正离温泉庄子也不远 他打算自己骑马回去 小姐 那我怎么办 晚清问道 我不会骑马呀 我带你 李清堂带着两个侯府侍卫和晚清 一起往回走 走着走着他 似乎看到了画铃的身影 而在他的旁边 还停着一辆马车 他加快了几步 稍微走近后 他看清了马车里的人 那是他表哥 他停下马 一时不知该进还是该退 透过树叶 他看到画铃拉住了苏怀木的胳膊 他看不清苏怀木的表情 但他知道苏怀木没有甩开画铃 李清堂觉得这个场合他不该打扰 调转了马头 晚清疑惑 小姐 我们不去找郡主了吗 郡主现在大概不方便 我们还是不要打扰了 李清堂笑得有些僵硬 走吧 先回去吧 苏怀木突然产生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他环顾了一圈四周 没有什么异常 画铃儿见苏怀木突然环顾四周 他也跟着看了一圈 指着远处的身影 看那衣服好像是堂儿 苏怀木心底大惊 李清堂刚才不会看到他了吧 表哥你怎么了 画铃儿见苏怀木突然正住 你见鬼了 你今日没有见过我 知道吗 苏怀木看向画铃儿 为什么 画铃儿不理解 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 绍问没用的 你若答应 我就让人来教你功夫 一言为定 画铃儿一听 立马换了表情 我骗过你 画铃儿心道 你骗我骗得还少吗 但毕竟有囚鱼人 我姓表哥的 说完便策马去追李清堂 李清堂又生出一骨子 那日在黄绝寺的复杂之情 他给柳福桑的去了一封信 想来这两日就该有回信了 这到底是什么感觉 希望柳福桑的回信中会有答案 或许是所念有回想 李清堂回到庄子后门房 就送上一封信 小姐 今上午起真格送来了一封信 说是从苏州来的 您说从苏州来的信 都要尽快交给您 所以他们就送了过来 李清堂连忙接过信 正是柳福桑的来信 他连忙打开 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 他确定自己 没有看错上面的字 柳福桑说 那种感觉叫喜欢 所以这种感觉的意思是 他喜欢苏怀木 可苏怀木是他的表哥 他怎么会喜欢自己的表哥呢 桃儿 你怎么骑那么快 李清堂连忙把手里的信 塞进了袖子里 转过头看向华林 林儿姐姐 我在身后追了你好久 华林儿翻下马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我出来找你 没找到 李清堂道 我来找谢斯文 他跑得也太快了 一转眼人就不见了 华林儿有些懊恼 这时两个小太监 终于坐着马车赶来 华林儿看向两个刚从马车上下来 还没站稳的小太监 回去告诉贵妃娘娘 我不找谢斯文鄙视了 让她放心 我和李小姐就在庄子里玩 两个小太监看了看彼此 但他们接到的命令 是要把华林儿给带回去 再不走我就要生气了 你们两个我会问姑姑 把你们两个逃过来 给我当靶子打 这句话一说 两个小太监连忙告辞 走吧唐儿 咱俩不是要出去玩吗 华林儿满眼期待 咱俩金盖 去哪玩合适 李清堂想了想 他其实对周围也不太熟悉 只是按照静晶时的记忆 那就去最近的沁阳县看看吧 那还挺繁华的 距离这也不远 华林儿听后 眼睛亮了起来 我们现在就去吧 李清堂看了看自己 我觉得我们这样去不太行 换身衣服吧 他这套衣服太张扬了 成 两人没多久 便化身成两个俊俏的小郎君 林儿姐姐 我们还是先通知一下府中长辈吧 免得他们担心 那就没意思了呀 华林儿道 哪个不长眼的 敢来欺负我们 本郡主抽的他遍地找牙 李清堂又劝了劝 但华林儿执意不要带人 李清堂带了两个身手最好的侍卫 还让人去通知了穆书云和永家郡主 华林儿跑出来的时候 把月子和月白全都抛开 林峰也驾着马车去了黄庄 好在还有个淋雨可以驾马车 坐了会马车 华林儿觉得没意思 便和侍卫换了马 和李清堂两人骑马前行 沁阳县距离秋阳山快马 也就一个时辰的路 稍微慢一点一个半时辰 两人便远远看到了沁阳县的城门 这时得到通知后 追着华林儿和李清堂来的护卫们 也飞速追了过来 进城的人不少需要排队 华林儿和李清堂骑马排在队伍后面 林雨驾着马车也跟了上来 华林儿十分激动 左看看右看看 这其实不是我第一次偷溜出来 但往常自己一个人总觉得没意思 今儿有你陪我 感觉有意思多了 在即将要排到两人的时候 一队人马从后门走来 插到了最前面 华林儿顿时就不开心了 喂 你们怎么回事 没看着这排着队呢吗 领头的看了眼华林儿 排你的队少多管闲事 华林儿怒了 你什么玩意儿 敢这么跟本君公子说话 李清堂看着对方一群壮汉 看着就不好惹的样子看 小声道 算了吧 华林儿可不受这窝囊气 一群人看都没看华林儿 压着一个马车快步进了城 华林儿气得一鞭子就甩了出去 我让你们走了吗 对方一把就抓住了华林儿的鞭子 差点把华林儿从马上拽下来 幸好凌宇急事过来拉住了鞭子 对方没想到凌宇看着弱弱小小 但力气还挺大 差点被拽下来 这脾气也上来了 但被领头的男人喝住 别乱声势 男人狠狠地看了一眼华林儿 不甘心地离开 李清堂看着那辆马车 总觉得有点奇怪 他刚刚好像隐隐听到 有咿呀呀的声音 但这声音 但周围太吵闹 他听得也不真切 守城门的兵族 拦下华林儿等人 要检查护医 华林儿又不乐意了 刚当那群人 你们不检查 到我们就开始检查了 别废话 赶紧拿转 李清堂让凌宇拿出腰牌 对方看到侯府腰牌一愣 发什么淡 还不放行 凌宇看向守城的兵族 对方一正连忙赔礼 是晓得有眼不识泰山 望小姐恕罪 小姐什么小姐 本公子 公子 哦 望公子恕罪 刚刚进去的是什么人 怎的那么张狂 华林儿问 兵族面面相去 不敢说话 这时负责管理城门的头子过来 连忙赔笑 两位公子见谅 那是金钟大人物的下属 上面的要我们放行 我们不敢不从啊 华林儿冷笑一声 金钟大人物 多大的人物 这 对方有些为难 委婉到 具体的咱也不知道 但听说比北安侯府 是要大一些 这是解释也是敲打 意思让 两人不要再问了 那不是北安侯府 可以得罪起的 华林儿见状更是好奇了 但李清堂拦住了 咱们还是快些进城吧 时候也不早了 再晚些 就什么都玩不到了 华林儿这才放过追问 一行人进了城 统领 咱们要和县令说一声吗 说什么说 两个侯府小姑娘 能搞出什么来 不过世话本子看多了 女扮男装出来游玩 这城里来的贵人还少吗 区区侯府小姐 能翻出什么风浪来 别大惊小怪了 是 进了城华林儿就有些忘记 刚刚城门口的事 她原以为 这不过是个小县城 肯定是比不上京城繁华的 但没想到 虽然城不大 但南来北往的人却很多 街上的小贩 比起京中还要热闹些 这也太热闹了吧 这里拒京城也就半日入城 物价便宜 也不像京城还要收入城费 南来北往的商人 都喜欢在这中转 谢谢 李清堂道 我从苏州进京的时候 也在这修整过 这里有家酒楼的味道还不错 等我们逛完了就去吃 侍卫们牵着马 林宇津静 跟在李清堂的身后 生怕两人出点什么差子 好在侍卫们及时赶来 但是怕华林儿生气 所以没敢跟得太近 这肉饼好香啊 华林儿看着一家 卖肉饼的小铺子 我请你吃肉饼 她豪迈的一下 要了六张 给每个人都买了一张 然后发现她没带钱 她的银子 都刺在丫鬟的身上 李清堂看向婉清 婉清上前付了钱 今日我请你 下次出去玩 我请你 华林儿也不客气 刚出锅的肉饼又酥又香 华林儿咬了一口 一口油脂爆了出来 李清堂也咬了一口 很好吃 但就是有些过于油腻 华林儿也是在吃下几口后 就有点顶住 旁边跟着个穿的 破破烂烂的小铁 眼巴巴地看着他们 华林儿一时没忍住 你要吃吗 铁儿有些怯懦地点了点头 华林儿递了过去 给你 铁儿有点不敢相信 伸出手刚想接 看到自己那双脏手 突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华林儿见状 以为对方是不想要肉饼 想要银子 想了想把身上的玉佩解了下来 我没银子 这个赏你吧 小铁儿看着那块碧绿的玉佩愣住了 远处几个乞丐看着那玉佩两眼放光 他们都在等着小铁儿接过来 这样他们就可以抢了 那玉佩一看就价值不菲 这要是迈了去 他们估计再也不用乞讨了 小铁儿看着那玉佩 连忙摇头 不太贵重了 他知道自己保不住 小心翼翼 但飞快地接过了那块肉饼 塞进怀里 转头就要跑 小铁儿跑走后 几个乞丐就追了上去 李青棠注意到远处虎视眈眈的几个乞丐 等等 小铁儿以为李青棠是后悔了 不想给肉饼了 连忙又加快了脚步 但被林峰一把抓住了后衣里 那衣服因为太破烂 一抓就碎 小铁儿见状 连忙跪下祈求 我不要肉饼了 行行好 放过我吧 小铁儿跪地磕头 我哥哥还在等我 我不回去 他会死的 求两位贵人 饶了我吧 我不要肉饼了 说着 他连忙把肉饼递了回去 你别害怕 我只是想让你在这吃完了再回去 李青棠柔声道 他之前在苏州 也因为心软 给过小铁儿吃食和银钱 但他钱脚给完 后面就发现 那小铁儿奄奄一息地躺在了箱子里 银钱 吃食全都被抢了 这般年纪的铁儿是 护不住一点好东西的 哪怕只是一块肉饼 小铁儿愣了一下 他闻着香喷喷的肉饼 口水都忍不住流了出来 但他想起自己的哥哥 还是忍住了欲望 我得带回去给哥哥吃 哥哥病了 给吃饭才能好 话连心有不忍 躺儿 给他点银子吧 李青棠蹲下看着小铁儿 我这还有很多肉饼 你先吃 然后带我们去找你哥哥 这些肉饼都给你哥哥 真的 真的 小铁儿听后 立马吃了起来 吃得太快还差点噎到 幸好铃鱼给拍了拍背 才顺了下去 远处几个乞丐见到这一幕 气得牙根都痒痒 哪来的这种闲着没事的少爷 一个肉饼吃完 小铁儿带着几人去找他哥哥 在城中拐了拐 就从一片繁华中 进入到另一个世界 铃鱼和隐藏在周围的侍卫 都紧张了起来 这里鱼龙混杂一看 就不是什么好地方 话连和李青棠 在这里十分显眼的不和谐 两个侍卫一只手牵着马 另一只已经放在了刀柄上 或许是一看他们一行人就不好惹 这一路倒是没有不长眼的凑上来 华连都有些走累了的时候 小铁儿道 就在前面了 这时李青棠突然停下了脚步 怎么了 是走不动了吗 话连问 不然我们骑马吧 李青棠摇了摇头 不是 只是看那辆马车 有点眼熟 话连顺着李青棠的目光望去 那不就是刚刚插队的马车吗 话连提到刚刚的事 就有些生气 见话连又想过去理论 李青棠连忙道 我们还是先去看看他哥哥吧 又走了一条街 看到一个破败的扇堂 还没走近 就闻到了一股子臭味 话连嫌弃地捂住鼻子 这也太臭了吧 婉青也觉得着实有点臭 小姐 我们还是不要过去了吧 林雨也劝道 这种地方确实不适合您二位 不如我去看看吧 也好 李青棠把肉饼都递了过去 还有一块碎银子 看着他们吃了 是 林雨和小且一起进去 华连虽然嫌弃臭 但还是架不住好奇地走了过去 往里忘了忘 这一看 就与一双浑白的眼睛对视了 吓得他直接叫了出来 啊 鬼啊 李青棠连忙去安抚 别怕 那只是个瞎了眼睛的老人 华连把头埋在李青棠怀里 没意思 这里没意思 咱们赶紧走吧 好 李青棠带着华连往外走 这世上 怎么还有这种人啊 华连走到巷子口 还觉得甚得慌 我也是见过金钟乞丐的 可没瞧过这样的 李青棠叹了口气 金钟能被华连见到的乞丐 都是不是一般的乞丐 那些真正的乞丐 是不会被允许出现在贵人区的 过了没多久 林雨回来了 不过身后还跟着两个企儿 一个就是刚刚那个约莫七八岁的小男孩 另一个则大一些 看着有十一二岁 应该是那小企儿的哥哥 不过瘸着一条腿 被搀扶着过来 草民见过两位贵人 那个大一些的企儿 见到李青棠二人后 也不顾受伤的腿 直接跪了下去 那小企儿见到哥哥跪了 他便也跟着跪了下来 给两人磕头 这是做什么 快起来 李青棠看着那腿都疼 萍水相逢 两位贵人愿意喂一口吃的 送我弟弟回来 我信两位贵人 是有侠义之心的好人 草民以命相求 求两位贵人帮个忙 为此草民愿付出任何代价 说着 那企儿又开始磕头 别磕了 别磕了 听着那旁旁棒的磕头声 李青棠都颤得慌 你所求何事 两位的穿着气度 不是这沁阳县人 草民大胆求两位贵人 带我进京 你要进京干什么 草民有亲戚在京城 但草民的护影和银钱 在进京的路上被人劫了 所以才和弟弟流落成情 我如今只想进京 把弟弟交到那亲戚手上 给他求一条活路 求两位贵人 发发善心吧 说着两个人又磕了起来 别磕了 不就是进京吗 小事 明盖我就带你们去京城 华莲拍着胸脯直接硬下 李青棠想拦都没拦住 他总觉得 面前这小起儿 哪里怪怪的 不像一般人 那你们就先跟我们走吧 华莲说完 看着那起儿的腿 你还能走吗 我可以 那起儿无比坚定地点头 他原本只是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想着 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或许呢 没想到这或许竟然成真了 对方竟然这么简单 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他拉着弟弟的手 紧紧跟在几人的身后 哪怕每一动一下都是钻心的疼 李青棠看着起儿那条 已经明显变形 甚至肉眼可见浓疮的腿 不忍心 林语 你起码带着他吧 我们先去医馆 那起儿没想到李青棠他们 还会带他去医馆 心下有些愧疚 但想到他 接下来要做的事 他的确需要一个好的身体 对方对他这些恩情 他无以为报 死之前 他一定会为他们好好祈福 如果还有下辈子 那他一定当牛做马 报答他们的恩情 到医馆后 大夫检查了一通 看着那前的腿 摇了摇头 是治不了吗 李青棠见状问道 大夫又摇了摇头 你别光摇头 你倒是说话 华莲忍不住道 可以 但想恢复得去除腐肉 然后打断了重劫 最终能不能长好 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 还得看他自己 大夫道 不过他年纪小 如果好好养着 很大程度上 可以恢复正常 那就这么做呗 华莲道 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打断腿重劫的腾 可比他第一次断腿时更厉害 如果在接骨的时候 因为疼痛挣扎 那腿 可能就接歪了 大夫道 而且后续 至少半个月 不能下地活动 汤药也不能断 他可以吗 听到这个话 纳切尔眸中光亮 有些消散 疼痛他可以忍 但他没钱 这听起来 就需要花费很多银钱 不用了 只求大夫 让我坚持一个月便够了 纳切尔道 他这番入金 不管成功还是失败 都是必死无疑的下场 只要让他能有一口气 说完该说的话就够了 李清堂那种怪异的感觉 又出来了 这大夫 看向李清堂和华林 华林道 肯定是要王好的治 大夫 就按照那最好的法子治 我有的是钱 谢谢贵人 但小的命剑 用不上那么好的 其实不治也死不了 他怕在这治疗耽误太久 对方再反悔 不带他们进京 本本公子救人就到底 送佛送到西 哪有那半途而废的道理 华林拍着胸脯 就按最好的来 就这么定了 那我这就带人准备 大夫听到对方没有放弃 感觉这小子 真是走了大运 李清堂知道要来县城玩 所以只带了一些铜板和碎银子 但以防万一 还是带了些不占地方 还轻便的金叶子 他递给了大夫一片金叶子 够吗 够了 够了 大夫接过金叶子 两位放心 东西都是齐全的 金盖就能接骨 那就劳烦大夫了 接骨估计得很长时间 我们怕是等不了 不然我们先回去吧 李清堂道 眼下时候也不早了 现在回去 也得走上一段夜路 听到两人想回去 那齐儿挣扎着就要起来 我没事 我可以不治的 华林儿见状道 我们今晚不走 说着看向李清堂 你不是说 有家酒楼不错吗 咱们去那吃顿饭 然后找个客栈睡一晚 明天再回去 也是一样的 可是 可是娘亲他们会担心的 没事 就一个晚上而已 这不还带着护卫吗 华林儿带着些期待 我好久没有在外面过夜了 李清堂闻言叹气 知道华林儿是不可能回去了 两人离开后 那大夫看向齐儿 你这是走了大运 遇到活菩萨了 你还年轻 得了这等机会 一定要好好活着 哥哥 侄儿自己一个人害怕 小齐儿拉住他哥哥的手 大大的眼中满是恐惧 哥哥 我们就像现在这样不好吗 他已经不小了 他知道他们一路来到这里 是为了什么 他去也知道 如果他哥哥真的做了那件事 那他哥哥也会像其他人那样死去 他不想让哥哥死 离开医馆 李清堂几人去了城中最大的一家客栈订了房间 林语告诉他 公主府的侍卫已经包下了整个客栈 李清堂才稍微安心了些 然后 两人又去城中最有名的酒楼吃了饭 华林儿点了一桌子菜 华林儿尝了一口 眼睛微亮 没想到 这小县城的酒楼做饭的味道倒是不错 伺候的店小二带着几分骄傲道 那是 咱们店的厨子 可都是东家天南海北请来的 不少京中的达官贵人 还会特意赶来我们这吃饭呢 真的吗 华林儿来了些兴趣 都有谁来过 这 店小二挠了挠头 具体的小的也不知道 反正都是京中来的贵人 县令的公子 都得点头哈腰的伺候呢 李清堂也尝了口菜 味道是不错 但是比起水云间和最仙楼 还是差一些的 这里和京中那些能叫上名的酒楼水平 该是差不多了 至于为了吃这点 万一跑这么远吗 李清堂不懂那些达官贵人们的喜好 反正他是不会坐小半天马车 来这吃一顿饭的 两人吃饭的时候 隔壁的雅间又来了一对人 这边请 今天给几位爷准备了最爱的烧鹅 一个殷勤的男生谄媚道 这些不重要 那边准备的如何了 一个男人问 那边都准备好了 今日来了点新货色 也几个可以先选 闻言几个男生笑了开来 李清堂觉得这笑声让人不舒服 小二压低声音指着门外小声道 那就是京中来的公子 县令公子亲自伺候着呢 华林儿好奇想开门去看 被李清堂拉住 先吃饭吧 这么多菜 咱们肯定吃不完 可以给那两个孩子带些过去 华林儿想了想 觉得也是 那俩孩子真可怜 断腿重接听着就很疼 也不知道那孩子能不能撑得过去 那店小二能说会到 菜品介绍得好 城中好吃好玩的地方 也说了不少 李清堂给赏钱 也给得大方 小二拿着银子 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 两位贵人若是有需要 随时来找小的 小的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店小二小声提醒 但两位贵人 还是不要去城南 那边比较乱 不适合您二位 尤其这夜里 还是不要乱走得好 城南 那个荒废的善堂 不就在城南吗 想起那一路所见 是有些鱼龙混杂的样子 但听小二这话 似乎不只是白日见到那样 和小二聊了两句 隔壁的人先走出来 几位也是直接去宅子 还是先去铺子挑一挑 先去铺子吧 门开了一个小缝 李清堂看到了一个人的侧面 有些眼熟 但是想不起来 等打好包离开的时候 那几人已经坐着马车离开 李清堂和华莲去了一馆 两个小缴已经洗干净 还换了身衣服 华莲一进去 差点没认出来 这洗干净后 两个小缴模样都很俊 尤其那个小的 虽然瘦淡很白 眼睛又大又黑 若是胖乎点 说是哪家的小少爷 也是有人性的 李清堂只一眼就看出 这俩孩子不是缴 或者说 不是一般的缴 李清堂蹲下 拿出一块点心 递给了小缴 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小缺儿看着糕点咽了唾沫 他想着哥哥告诉过他 不能随便跟陌生人 说自己的名字 他看着糕点 又看了看李清堂 这是救了他们的人 不算陌生人 我我叫哲儿 哲儿 李清堂轻轻念叨了一句 又拿出烧鸡 你的全名叫什么 小缺儿看着烧鸡 感觉那萦绕在鼻尖的香味 使劲吸了吸鼻子 我叫如意哲 真怪 李清堂摸了摸小孩的脑袋 把烧鸡放到了桌子上 这一只鸡都是你和你哥哥的 所以不着急 慢点吃知道吗 嗯嗯 卢一哲疯狂点头 坐上了椅子 小心翼翼地撕下一块鸡肉放进嘴里 温热的烧鸡咸香得宜 还带着汁水 他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两只脚都忍不住晃了起来 走进内室 大夫已经准备好接骨用的工具 两位还是在外面等吧 这画面恐怕两位受不住 李清堂想起之前前妈妈断手的模样 的确不太好受 点了点头 拉着好奇的话铃出来 哲儿 烧鸡好吃吗 李清堂问 好吃 卢一哲点头 李清堂看着这孩子只吃鸡胸 鸡脖子那些地方问 你怎么不吃鸡腿 鸡腿要留给哥哥吃 李清堂心里一软 你和你哥哥是从哪来的 想到哥哥说 不能说自己的来历 于是卢一哲道 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很远的地方 你们家大人呢 卢一哲吃烧鸡的手一顿 随后对着李清堂露出一个笑 都死了 所以哥哥带我去京城投奔亲戚 李清堂一时不知该如何安慰 在门前偷看的华铃发出一声痛呼 哎呦 怎么了 没什么 我看大夫挽腹肉呢 看着好疼啊 华铃皱着眉 已经开始了吗 李清堂一点声音都没听到 还以为没开始呢 开始了 都弯下好几块了 华铃收回视线 打了一个寒颤 小孩 你哥哥的腿是怎么伤的 是为了救一个姐姐 卢一哲提到这件事有些难过 但姐姐没救成 哥哥也被打坏了 救姐姐 嗯 半个月前 哥哥救了一个大姐姐 那姐姐说她是山长县人 是被人拐来这里的 哥哥救了她 但很快就有一群凶神恶煞的男人追来 哥哥没打过他们 那个姐姐就又被抢走了 如果不是哥哥跑得快 那可能断的就不是一条腿了 华铃一听怒了 什么 怎么会有如此胆大妄为之徒 这里的县令不管吗 华铃的小脾气一上来 把腿就要去县衙找县令 我得去问问 别冲动 李清堂连忙拉出华铃 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 你还记得那王小姐的事吗 华铃回忆了一下 苏州茶楼那个 对 出门在外 我们还是稍紧慎险 等明日回去后 可以找来人看看 李清堂建议道 华铃想起 经过那夜后 她被永家公主教育了一个晚上 那就等明日回去后吧 也不知道那王家小姐怎么样了 之后还有没有遇到危险 按照我们之前的想法 那群人不是该对我们动手的吗 不知道 李清堂摇头 或许是我们的演技骗过他们了 或许是他们顾忌你我的身份 也可能真的只是我们想多了 算了 不想这些了 华铃觉得脑子都想大了 也不知道今天狩猎是谁夺了魁 也不知道那几个美人 最后被谁给得了去 我怎么听着 你这语气 似乎对那几个美人很感兴趣 哪有 我只是好奇 北辽的美人 长什么样子罢了 华铃解释 不好看 专心吃鸡肉的卢一哲 突然开口 李清堂看向他 你见过 卢一哲感觉自己 好像说错了话 连忙摇头 北辽人坏 坏人长得肯定都不好看 华铃点头 这小孩说的没错 像游新生 要想长得美 首先得心里美 与此同时 锦王府内暗卫来报 说华铃与李清堂 准备住在沁阳县 苏怀木眉头一皱 他们两个女孩子 跑那么远的地方 没侯府和公主府 不管吗 公主府和侯府 已经派人去保护了 想来不会有危险 不会有危险 苏怀木想起之前的事 发出一声冷笑 他可太了解华铃 没有危险的地方 也会被他搞出危险来 他多管闲事起来 真是连命都不要 京城中人人都知道 他的威名 他就算多管闲事 但外面的人哪知道这些 一旦出事 便是事后追究 又能有什么用 华铃儿好歹还会点 三脚猫功夫 他可什么都不会 是个轻轻碰一下 都要哄好半天的人 苏怀木越想越坐不住 背马 华铃儿还在想着 谁会得到那些美人的时候 内室里传来一声 阴沉的痛呼 卢一哲连忙放下 手里的肌肉跑了过去 哥哥 哥哥你没事吧 没事 屋内传来一个 十分虚弱的声音 没过多久 大夫打开门 长舒一口气 骨头接得很成功 只要好好养着 用不了多久 就能和正常人一样 走路了 李清堂看了眼 满头大汉的卢一修 他在想 是有过什么经历的少年 竟能有如此坚韧的性格 弯肉断骨 都能一动不动 全程只发出一声痛哼 既然没事 那你们就先在这里 好好休息吧 我们今晚会住在春莱客栈 有事的话 可以去那找我们 李清堂见时间也不早了 今日奔波了一天 也有些乏了 离开医馆 两人直接步行回了客栈 两人是步行出来的 医馆和客栈 如果穿小巷子 很快就可以到 为了绍走点路 两人决定超近道 唐二 那小二说了很多地方 我觉得 我们明天一天恐怕玩不玩 不如多待一天吧 这次出门 虽然不算太远 但华林儿 还是感觉到了一种 全新的刺激感 尤其在救了两个小乞丐后 他那颗蠢蠢欲动的侠女心 又冒了出来 其实城内也没什么 很多都在城外 其实都是秋阳山的风景 我们回去看 也是一样的 李清堂道 姐姐不是还好奇 是谁得了那些美人吗 其实也没那么好奇了 那小孩不是说了吗 北辽人不好看 华林儿现在比起回去狩猎 更想去更远的地方玩 这附近还有什么县城 不如我们再换一个地方玩玩 但那么久不回去 家里人会担心吧 唐二 当初不是你提议带我出来玩的吗 怎么现在又这样了 华林儿嘟嘴 他当时是想让华林儿 避开那些北辽人 免得出现什么意外 在被卷入和亲之中 但今日城门发生的事 和刚刚那小起说的事 还有殿小二和提醒 都让李清堂感觉 这里似乎不太安全 我就是总觉得 这里怪怪的 哪里 华林儿的话还没说完 从街道那头 跌跌撞撞 跑进来一个人影 林语第一时间 就挡在了二人前面 什么人 英璇听到林语的声音 吓得就想往回跑 但借着月光 他看到了李清堂 和华林儿的脸 这是两位女子 他连忙冲了过去 求两位小姐救救我 求求了 看着女子凌乱的发丝和衣裳 两只脚都是光着的 满是污泥与穴子 华林儿问道 你怎么了 救救我 英璇跪在地上 双眼满是哀求 就在这时 他的身后 传来一个低沉的男声 你们往那边 剩下人跟我往这边 英璇听到这个声音 知道对方追了过来 惊恐地手脚 并用地往前跑 李清堂和华林儿 显然也听到了这个声音 你躲到我们身后 去不要出声 李清堂到 英璇连忙躲到后面 一出杂物中 很快四个壮汉 来到李清堂几人的面前 其中一个十分凶悍地喊道 什么人在这挡路 快让开 该让开的是你们 华林儿插着腰 姑奶奶好端端在这走路 你们不长眼地撞上来 还不滚开 你个小丫头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竟敢口出狂言 我管这什么地方 你设什么东西 敢在本小姐的面前 大放厥词 来人啊 把他们给我绑起来 送到县衙去 是 身后跟着两个侍卫持刀上前 领头的男子 还是有些眼力见的 见华林儿如此跋扈 身边还带着持刀侍卫 那侍卫们的穿戴 和手里的刀 都不是寻常货色 眼前这两位怕是来头不小 于是连忙道 这位小姐请息怒 我们急于抓逃奴 所以有些口不择言 你们抓逃奴和姑奶奶 我有什么关系 不知这位小姐 可否看到 有一个女子从这跑过 男人好生好气问 没有 华林儿十分不悦道 这巷子里 只有本小姐在 我们聊得好好的 你们冲过来大放厥词 你们是谁府上的人 我一会非得去县衙 问问这县令 沁阳县里的奴才 都这么狂吗 赶难贵人的路 小姐息怒 那男人对了一下 最开始说话的男子 还不快给小姐道歉 那男子有些不愤 但还是低了头 对不起 是我有眼无珠 冲撞了小姐 华林儿翻了一个白眼 算你识相 本小姐今月心情好 饶你这次 你们现在可以滚了 领头男子 往几人身后看了看 这就滚 几人正要走的时候 李清堂开口道 我刚刚确实看到一个女子 不过她往那边跑了 多谢小姐 别谢我 我也只是恍然间 看到一个身影 也不确定 是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男人也不管那么多 连忙追了过去 听到那些人离开的脚步 英璇才把脑袋 慢慢从杂物后探了出来 见到巷子里的却没人了 才松了口气 想到刚刚华林儿 说的那些话 英璇大概可以猜到 对方的身份 肯定非同一般 所以才有这种底气 而且 这声音还很耳熟 很像之前在城门口 听到质问 为什么插队的女生 所以这两人 肯定不与这城内的人一伙 想到这里 他连忙过去恳求道 求两位小姐救救我 我是被他们绑来的梁家女子 你们还记得城门 那个插队的马车吗 我当时就被关在那个马车里 李清堂当时就觉得 那马车奇怪 没想到真的有问题 那当时他听到的物业声 可能不是幻觉 而是真的 这里不宜久留 先走吧 李清堂道 林语你去巷子口看看 看到那群人 并没有留下监视后 一群人快步回到了客栈 那群人找了又找 没有看到人后 为首的那个男人想了想 回巷子里 在巷子里翻找一番 也没发现人影 不过倒是找到了 被杂物勾下的一小块布 看颜色 好像是那个女人身上的 妈的 肯定是刚刚那群人干的 怎么办 去找他们要人吗 但那群人看着不太好惹 来头怕事不小 但那女的伤了刘公子 若是不抓回去 恐怕难以交差 还有那女人要是乱说话 该怎么办 料想他也不知道什么 说不出什么花来 只是交差的问题 领头的男人想了想 先打听一下那群人住了 什么来历 再去通知公子 是 回了客栈 英玄清洗一番 换了新衣服 才来向李清堂和华林儿道谢 今日多谢两位小姐救命之恩 待英玄归家后 定会重谢两位小姐 英玄跪地叩头 举手之劳 姑娘不用多礼 华林儿也洗了澡 眼下有些困顿 你就安心睡在这 明个儿我就带你去报关 多谢小姐 报关就不必了 只肯请小姐 能带我离开这县城 英玄不想给这两位 惹更多的麻烦 从她这短暂的了解来看 对方势力恐怕不小 而且她还伤了人 两位小姐救了我 我不想忙二位 我逃出来前 还伤了一位公子 英玄道 而且我怀疑 这里的县令 和这件事脱不了干系 对方恐怕不会放过我 华林儿一听 稍微精神了一些 区区一个县令而已 放心 本小姐既救了你 那就会帮你到底 你就安心先休息 那就多谢小姐了 英玄见对方 没有因此放弃自己 又松了一口气 李清堂想了想 晚清 让凌羽派人管好店中 小二的掌柜的嘴 今晚没有出我们之外的人 来过这里 是 唐儿你会不会太紧张了些 华林儿躺到床上问 这里总归是别人家的地盘 小心些总是好的 李清堂也躺到床上 我们早点睡吧 华林儿抱住李清堂的胳膊 深吸了一口气 唐儿妹妹 你好香啊 李清堂抱着被子转过身 脸蛋红扑扑的 大家都是女孩子 摸一摸怎么了吗 华林儿摸了摸自己的 又伸手去够李清堂的 李清堂躲着华林儿不让他摸 两人就这样 在床上打闹了一会 才睡过去 整个客栈都被公主府 和侯府的侍卫控制着 当有人来打探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被发现 不过因为李清堂的安排 那群人没得到有用的消息 于是便离开 你说有个女的跑了 还打伤了刘公子那个地方 沁阳县衙后院书房中 孔县令夺着布 神色有些沉重 爹 你放心大夫已经看过了 刘公子那玩意还能保住 县令之子孔杰明宽慰道 孔县令瞪了一眼孔杰明 你怎么办事的 怎么连一个女子都管不住 这 这不关儿子的事啊 分明已经给下了药 但怎知那女子没被要住 孔杰明觉得自己十分委屈 都是那女子阴险狡诈 我已经派人去追了 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女子 跑不了多远的 孔杰明这话刚说完 那对去追英玄的人就回来禀报 对不起老爷 公子 那女子没找到 什么 孔杰明看向手下 你们那么多人 怎么连一个女人都抓不住 废物 是有人帮了他 大人怕孔杰明责罚 连忙找理由解释 谁敢在亲娘县城帮这样的女人 那两人看起来不像是县城的人 估计是金钟来的贵女 金钟贵女 对 我们追逮女子的时候 遇到了两个女扮男装的小姐 其中一个小姐特别跋扈 那口气不像是普通光患人家的小姐 他们还带了持刀护卫 那些护卫看着都是好手 那群人现在在哪 在春来客栈 小的已经派人去打探了 但店小二说 他们店已经被那两位小姐给包了 晚上除了他们 没有其他女眷进过客栈 听到这里孔仙令问道 你确定那女子是被他们救的吗 我们在 他们走过的箱子里 发现了那女子的踪迹 但就是找不到人 也就是说 你们并未看到 孔仙令沉下毛子 对方直接包下了整个客栈 说话又跋扈搞不好 真是惊忠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 趁着春日宴出来玩 若是这样强闯客栈 去搜查就不合适了 若那女子真不在客栈 那倒霉的必是她 哎呀 管那么多干嘛 直接去搜客栈就完了 孔杰明道 胡闹 孔仙令看着她这个儿子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你懂什么你就搜搜搜 爹 你怕她们干嘛 这可是咱们的地盘 就算对方是大户小姐 可咱在京城也有靠山了 她们的靠山 那比咱的靠山硬 孔仙令不想和这个蠢蛋说话 城门已经关了 那女子逃不出去的 你们接着在城内找 盯着那群人 他们离开的时候 着重检查一下 是 这一晚无事发生 李清堂也稍微松了口气 在房内吃过早饭 李清堂让人又去买了一辆马车 他们来的时候 只带了一辆马车 那女子可以与他们坐一起 但那两个孩子不行 尤其那个腿还受了伤 最好是躺着不动 卢一修一大早就挣扎着起来 他很怕李清堂他们 把他给忘在这里 不过好在很快就有人来告诉他 说等一下会有马车来接他 让他不要着急 你一会就冒充我的奴婢吧 如果有人问的话 李清堂对英璇道 英璇点头 他这一晚都没睡好 不过好在 这一晚什么都没发生 他也稍微松了口气 马车顺利来到城门口 但发现门口有检查的 说是检查刺客 英璇一听 立马紧张了起来 但想到对方的身份 又给了自己一点信心 李清堂心下也是有些紧张 对方是不是对着他们来的 刚刚路上告诉你的 都记住了吗 英璇点头 小姐放下 奴婢都记下了 很快轮到检查李清堂 他们的马车 林宇拿出令牌 马车里坐的是 北安侯府的小姐 还不快放行 恐怕不行 昨夜一个女刺客 刺杀了一位公子 上面下令 必须仔细搜查每一辆马车 怎么 你是觉得侯府小姐是刺客 还是觉得侯府小姐会窝藏刺客 林宇立声问道 侯府小姐肯定不会窝藏刺客 但刺客有可能会蒙蔽小姐 为了小姐的安全和名声 请打开马车 卢一哲看到马车被拦住 有些紧张 不会是因为他吧 他问马车夫 马车夫说 是在查女刺客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话链听到外面人的威胁 有些生气 李清堂让所有人都戴了面纱 他打开车门 那就看吧 马车里只有我们姐妹两人和两个贴身丫鬟 后面的马车里是个受伤的小厮 剩下的都是府中护卫 一行中只有我们四个女眷 眼下你们都看到了 请四位摘下面纱 放肆 林宇贺道 我们家小姐精尊玉贵 岂是你这种人可以见的 我看你们半差不易 想着愚人方便 就是愚己方便 你们却得寸进尺了是吗 李清堂问道 是不是等我们揭开面纱 你就要随意指认我的丫鬟是刺客 然后是不是就要指责本小姐包庇 最后是不是要污蔑我们侯府图谋不轨 小姐言中了 我言中了 李清堂冷笑 上面人下令 是哪个上面人 刺杀的又是哪位公子 我查查是真是假 若是真的我立马就摘 还请小姐 不要为难我们 也不要耽误后面人的出城 这就叫为难 分明是你们先为难我们 话铃发了个白眼 与他们废话那么多作甚 今日姑奶奶我就要出城 你们敢拦我 就别怪姑奶奶不客气 说着就拉着李清堂返回马车 不管他们 我们走 见李清堂他们态度这么硬 守城的人一时不知该怎么办 是拦还是不拦 这时孔杰明赶来 拦住他们 见到孔杰明发话了 守城的人赶紧去拦 他去了那客栈 重金收买了一个小二 小二确定 那个女人就是被他们带走的 刘公子发了好大的火 是要那女子赔命 他必须得把人找回来 对方很快追上 围住了马车 公主府的侍卫 一直远远跟着 怕被华林发现后又生气 剑慈也顾不得了 连忙追上 但在他们追上之前 一群精壮的侍卫 先一步冲过来 护住了马车 你们什么人 孔杰明吼道 不要妨碍官府办差 放肆 穆祥喝道 竟敢对殿下无礼 听到殿下两个字 孔杰明一愣 孔杰明的手下也一愣 这时公主府的侍卫也赶到了 离一层 外一层 孔杰明的人就这么 被夹到了中间 孔杰明心下有些慌 怎么回事 对方不就是 北安侯府的小姐吗 北安侯空有爵位 但如今不过是个闲职 有那位给撑腰 这侯府他还不放在眼里 但现在看来 这马车里坐的 可能不只是 北安侯府的小姐 殿下 您没事吧 华林儿见到 公主府的侍卫统领 你怎么跟来了 公主殿下担忧您 我娘可真是的 每次都这样 华林儿嘟嘴 华林儿看向穆祥 穆公公怎么在这 锦王殿下听说 您和李姑娘 来了这沁阳县 怕你们两个女孩子 在外不安全 所以便来接二位 沐翔恭敬道 听到锦王两个字 孔杰明的腿就软了 公主 锦王 那马车里的殿下 是谁就很清楚了 此时孔杰明的脑中 只有两个字 完了 你们来得正好 这群人冲撞我 还污蔑我 窝藏什么女刺客 要缩我和唐儿妹妹的身 华林儿 指着孔杰明等人道 之前在城门 拦住几人的小统领 见状连忙解释 小的没有啊 他只是要摘个面纱而已啊 放肆 沐翔怒喝 见到郡主殿下不下跪 还出眼顶撞 拉下去 先打个二十板子 这公子救我 孔杰明连忙下面跪地 见过郡主殿下 这个人拦我马车 意图对我不轨 好好带下去审一审 华林儿指着孔杰明道 还有我进城的时候 有人插我的队 这沁阳县令治下不力 也得好好查一查 是 我二表哥也来接我了吗 华林儿张望 殿下本来是来了 但因为身子不舒服 便先回去了 沐翔道 华林儿叹了口气 我表哥这身子 也太弱了些吧 是啊 殿下这是母胎里 就带下的病根 这次估计又得卧床许久 沐翔道 殿下 这边的事就交给小的吧 您先回公主府吧 公主殿下 估计这一晚都没睡好呢 好 华林儿说着 看又看了眼地上的孔杰明 好好审审他们 他们这肯定有问题 殿下您放心 不远处马车里的苏怀木 看到李清堂平安无事 松了口气 殿下您来都来了 真的不去见见 不了 我现在病了 苏怀木放下马车车帘 就说我昨个受了寒 又坐车颠簸一并不起 把大夫都叫来 这段时间都低调做事 是 今天一大早 沐翔就来报 说今日北辽 又准备了一位美人 最重要的是 今日这位美人 不同昨日那些 只是普通人 今日 这位可是北辽的公主 北辽公主突然来京城 参加春日宴 北辽人这打的是什么主意 还不清楚吗 北辽人这是要联姻啊 一位公主 肯定不能与普通人联姻 如今未婚的皇子 只有她与苏怀霄 她可不去凑这个热闹 与此同时 马车里的音弦似梦飞梦 这就叫俘获相依吗 先是被人掳掠 差点失了身子 幸好她藏了心眼 吃完他们给的东西 就扣嗓子给吐了出来 这才能在关键时刻 刺杀伤的人逃了出来 她刚跑出去没多久 对方就追了出来 走投无路 以为自己完蛋了的时候 又遇到了两个活菩萨 本以为对方 只是普通有钱人家的小姐 但没想到 对方是侯府小姐 这已经让她感觉不可置信了 但没想到 其中还有一个是郡主 天呐 她本来还会给这两个 好心人带来麻烦 但看现在的模样 怕是那群人的麻烦比较大 卢一修在听到 救了自己的事 侯府小姐和郡主 也有些震惊 在震惊之后 又多了几分异动 对方是郡主 母亲是公主 那她肯定能直面皇帝 那她是不是 你是哪里人士 需要我派人送你回去吗 李清堂问英璇 我明女是灵州人 英璇本不想麻烦两人 但想到自己如今的处境 小心开口 若小姐愿送明女回家 明女自当感激涕零 等会到了地方 你把知道的事说一说 我就派人送你回去 李清堂道 以后可千万要小心些 回去走得慢 马车到庄子时 已经快五十了 李清堂安置了英璇 和卢一哲几人 英璇把自己的情况 和知道的事都说了出来 李清堂还帮他画了 那位被他刺伤的男子的画像 李清堂听着英璇的描述 越画越觉得眼熟 好像就是之前 在酒楼里看到的那个人 灵儿姐姐 你看这个人 是不是有些眼熟 画灵儿凑过来一看 是有点眼熟 我想想 这是好像是 户部尚书的小儿子 叫刘 画灵儿 使劲想了想没想起来 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李清堂看向英璇 你是在灵州被掳走的吗 英璇点头 我只是出门买个东西 就被人套了麻袋 你快些回家吧 报声平安后 最好能换个地方躲一躲 你伤了他那个地方 他指不定会去找你算账 找不到你 可能也会找你家人 李清堂在知道 对方是户部尚书的儿子后 就知道 沁阳县的事 不是他能管得了的了 英璇在知道 对方是户部尚书儿子的时候 就已经明白过来自己的处境 他点了点头 李清堂立马就派人 把英璇送走 英璇刚走 永家公主就派人 来接画灵儿回去 画灵儿有些不情愿 但还是被带了回去 李清堂觉得特别累 吩咐人不要打扰后 直接睡了过去 等他醒来的时候 穆书云已经回来了 你呀胆子也真大 竟然和郡主一起在外过夜 听说你还带回来了几个人 怎么回事 李清堂就把昨天的事 和穆书云说了一遍 穆书云皱眉 娘知道 你的心是好的 但很多事 咱们要量力而为 这件事 不是你能掺和的 那女孩既已经被你们救出 对方也没抓到实际证据 那这件事就到此结束了 你明白吗 李清堂点头 我明白的 娘只图你平安 或许你会觉得娘自私 但在娘的心中 什么都不如你平安重要 穆书云拉着李清堂的手道 嗯 我都懂的 穆书云见李清堂听了进去 便不再继续清堂 换了话题 这两日 你那两个姐妹 在春日宴上都大放异彩 想来都是为了亲事 不过毕竟嫡树有别 他们爱不到你 这两天 不少夫人都来探我的口风 都对你有些想法 穆书云看着李清堂 堂儿 你想好了吗 你到底 想找个什么样的 李清堂低着头 又想起了柳福桑给他的回信 柳福桑说 他对苏怀木的 那种感觉叫做喜欢 可是 他怎么可以喜欢自己的表哥呢 穆书云见李清堂 这副扭捏的模样 堂儿是有心上人了 没有 我怎么会有心上人 李清堂连忙否认 没有就没有 你紧张什么 我哪里有紧张 李清堂有些心虚 你之前说 你想嫁去苏州 我寻思着也有些道理 前几日 你祖父 祖母来信说 他们已经出发 还说你郑出表哥和石云表妹 先他们一步出发了 昨个你不在 你表哥和表妹来拜访我了 你若真有想法 我就问问你表哥 问问我表哥什么 李清堂紧张地握紧了帕子 问问他身边有没有青年才俊 穆书云道 我离开苏州 毕竟太久了 你郑出表哥虽经商 但也是有功名在身的 不少朋友都是读书人 你郑出表哥 为人最是端正 他的朋友不会差 怪不得昨日苏怀木 会出现在那个地方 原来是来见他娘亲的 真是没想到 他表哥还有功名在身 想起出相识时 他表哥对他说的话 做的事 的确很是端正 人如其名 你那表妹只比你小半年 性子很是活泼 与玉安郡主有些相似 你与郡主玩得那么好 想来与诗云也会玩得好 穆书云笑着道 我见过舅母 她为人爽利亲切 想来诗云妹妹 该是随她的 嗯 你那舅母 的确是个能干又爽利的 穆书云笑着道 她家是做草运的 她是家中嫡长女 下面有四个妹妹 她爹觉得 可能没有生儿子的命 所以自小就培养她 带着她东奔西走 因为见多识广 所以人也比其他闺秀 通透豁达许多 那舅母怎么会嫁给舅舅 既是作为家主 那她不该招婿吗 在生了六个女儿后 张老爷终于有了个儿子 所以便用不上她了 李清堂听后 觉得有股说不上的感觉 他们就住在柳岸巷 你回去后若是得空 可以去拜访一下 穆书云道 李清堂知道那个地方 她去过很多次 娘 郑出表哥没说些什么吗 她该说些什么 就 没提过吗 穆书云摇了摇头 随后她看着李清堂 这害羞待放的表情 心里一个咯噔 堂儿不会 是对郑出生出了什么心思吧 听堂儿之前的话 在苏州的时候 她那侄子该是救过堂儿的 而且 她那侄子长的是一表人才 便是京中这些贵族子弟 也没几个长得 比她那侄子俊朗的 堂儿说想嫁到苏州去 那不会是因为穆正初吧 穆书云这个想法 一冒出来 鸡疯狂滋长 堂儿 你你实话告诉娘 你是不是喜欢你表哥 李清堂的心事 刷一下被穆书云拆开 慌得眼神乱瞟 她慌乱得起身 娘 您说什么呢 穆公子说表哥 我怎么可能喜欢自己的表哥 我去看看 那两个小钱怎么样了 见到李清堂的反应 穆书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她猜对了 她家堂儿 就是喜欢穆正初 穆书云看着李清堂的背影 捏了捏手里的帕子 不成 她得赶紧给堂儿物色一些好狼 不能让堂儿掉死在这一棵树上 也不知道正初对堂儿 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心思 改名她得去问问 春日宴最后一日 皇帝会嘉奖这三日狩猎赛的第一名 在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中表现出彩的 也会在最后的晚宴上 得到表现露脸的机会 李清堂原是不想去凑 这个热闹的 穆书云飞拉着她 把她打扮得 甚至比第一日还要隆重 到了宴会 李清堂没发现画铃 她被穆书云带着 去跟她相熟的夫人们打招呼 这就是堂儿吧 可真好看 不愧是你的女儿 这模样 真真有当年 你年轻时的风采 听着夸赞 李清堂有些不好意思 文姓后夫人看着 艳光四射的李清堂 心思浮动 在知道李清鸾不是穆书云的亲女儿后 她虽有些芥蒂 但对方还留着嫡女身份 财名在外 加之她那儿子的心意 她还是把李清鸾 当作她的准席看待 一直在准备聘礼单子 等着奇迹激励后就下聘 但后来她发现 那李清鸾对那二皇子的感情不一般 而且 那穆书云还特意来与她道过歉 还通了底 她对那李清鸾的观感就变了 昨个那李清鸾再又出了风头 那洋洋得意 面对外男也不知避嫌的模样 真是让人看着不舒服 她可不想要一个心缘一马 把她家叉儿当作备选 还被一个心思歹毒的姨娘 交出来的人当儿媳妇 只是她家那个傻小子 就像被李清鸾下了鼓似的 就非她不娶了 气得她最近这段时间 觉都没睡好 文姓后夫人想 她家娼儿对李清鸾念念不忘 也不过就是看在李清鸾有几分颜色 又惯会拿乔作态 可眼下这李清堂从模样上 不知抄了那李清鸾多少倍 男人到底都是看美色的 就连那帝王都不例外 在她看来 这李清堂的容貌姿态 比那化贵妃都要强出一分 便是她一个女子 看着都心痒痒 更何况男子 这李清堂先后得了太后和皇帝的赞赏 还有一位了不得的师父 虽说门帝比不上他们文姓侯府 但穆家乃是江南首富 李清堂又生得极美 有这么一位美娇娘在侧 她家娶儿怕是 用不了多久 就能彻底忘记那李清鸾 他们家本来要求的 就是北安侯府的嫡女 那如今真正的嫡女是李清堂 那她之前的投入也不算亏 想及此处 文姓后夫人对李清堂更热落了几分 快到伯母这里坐 文姓后夫人拉着李清堂的手 当初我第一次见你 就喜欢你这丫头 这么久没见 你真是越发好看了 谢伯母夸赞 面对如此热情的文姓后夫人 李清堂都有些招架不住 穆书云大概知道文姓后夫人的想法了 但她可没有让堂儿嫁入文姓侯府的打算 那文和昌一门心思都在李清丸身上 她可不要自己的女儿当李清丸的替身 更不想让李清堂受那高价的委屈 她这几日已经列出几个不错的人选 故夫人 穆书云见大理寺少卿的夫人走过 连忙招呼 咱们好久没见了 故夫人看到穆书云主动叫她 心中一喜 她家子谦早就到了试婚年龄 但那孩子性子倔 一心要找情投意合的 这都二十了 还没遇到一个核心意的 她前两年还会主动张罗相看 但现在 她已经顺其自然了 可没想到前天晚上 她家子谦竟主动对她开口 说想了解一下北安侯府的嫡女 看到自己儿子铁树开花 她兴奋了一晚上没睡 想了一晚上 该怎么和穆书云套近乎的方式 一早上就来了黄庄 准备偶遇穆书云 但没想到穆书云会主动叫她 这真是悲喜赴过独木桥 又惊又喜啊 北安侯夫人 许久未见 您怎么看着更年轻了 顾夫人可真会说话 穆书云和顾夫人聊得火热 这中途又有不少夫人加入 李清堂没一会 手腕上就多了好几个镯子 李清言见此 捏紧了手里的帕子 真好啊 作为嫡女 什么都不用做 便会有人主动上前 她那么努力 依然无人问津 不应该说无人问津 的确有人找她 不过都是为了认识李清堂罢了 早些年是李清鸾 如今李清鸾不成气后 又换来一个李清堂 她又是那最后一个 李清言压下心底的博悦 带上温顺的笑容 走进穆书云 清言见过母亲 姐姐 见过各位夫人 这是 这是府中三姑娘 穆书云道 真是羡慕北安侯夫人 家中这三个姑娘都这么好看 是啊 这三姑娘也很可人呢 大家说着恭维的话 李清言如果但看的话相貌不差 毕竟有李顾这个爹在 但跟这面前的李清堂比起来 就差得有些多了 但大家看着却不能说 借着李清言来了 李清堂连忙找理由离开 穆书云也没拦着 很多话李清鸾在 反而大家都不太好说 毕竟还是个未出阁的姑娘 二姐姐 你这两日都不在 不知道咱大姐姐 可是在飞花令中夺了魁呢 李清言道 那真是恭喜她了 李清言见李清堂没有生气 极恨的模样 有些摸不准李清堂对李清鸾 到底是个什么心思 按道理她 不该是很恨李清鸾 该见不得李清鸾一点好的吗 今日要比划呢 姐姐不是贱谜居士的弟子吗 不如也去参赛吧 获胜的画作 可是会在晚宴上展出呢 大姐姐已经过去了 李清堂对此不感兴趣 她怕自己弱化得太好 有人会看出 她的笔记与贱谜居士的一样 若故意化得不好 再让人质疑她的水平 不太感兴趣 妹妹若是感兴趣 就去看看吧 我有些累了 打算先回去 姐姐这就要回去了吗 李清言想到 那日郑师兄对她的威胁 经个北辽的公主也来了 那公主据说自容无双 能歌善舞 姐姐不想见见吗 北辽公主 李清堂上辈子 似乎没听说过这件事 不过她上辈子回京后 几乎没离开过侯府 也没人会同 她说外面的事 在她回京后 到她死之前 京中发生的那些事 她都不太清楚 也只能从死后 听到的直言片语中 但都没听过什么北辽公主 是真的只是她没听过 还是说 事情发生了改变 李清堂有些疑惑 见李清堂没反应 李清言继续道 姐姐 我们去看看吧 今日皇后娘娘 还拿来了很多罕见的牡丹 说着李清言 就拉住了李清堂的胳膊 带着她走了过去 李清堂第一日来的时候 带着面纱 昨个也没来 失忆很多人并不知道她是谁 那是谁啊 瞧着眼神 她那裙子好漂亮 我也是第一次见 不会这就是 那北辽的公主吧 真的假的 昨天那几个美人我见过 也不过如此 都是北辽人能美成这样吗 可她看着不像北辽人啊 这穿着打扮 都是钱国的样式 或许入香随俗的呢 她那耳环也好漂亮啊 不过 她身后那个丫鬟 看着有些眼熟啊 你看看错了吧 那穿着黄衣上的 分明是北安侯府的三小姐 那是北安侯府三小姐吗 乍一看没看出来 也不怪你 我要不是认识她 我也会误以为呢 李青岩也听到点议论声 脸色有些不好 微微低着头来掩饰 好容易抚平自己的情绪后 她抬起头挽住李青棠的胳膊 脸上带着纯真的笑 二姐姐 你今日真好看 虽然她极恨李青棠 但如今的李青棠 的确是个好跳板 她要好好利用 李青棠如今这么受瞩目 那她只要离李青棠近一些 就算对比惨烈 但至少会被人认识 被人认识 总归是要比寂寂无名的好 有越多的人 想通过她认识李青棠 那她就有更多选择的空间 李青棠有些不太适应 对她如此亲热的李青岩 三妹妹怎的突然夸起了我 李青棠想要拉出自己的手 但李青岩抓得很紧 就是这几日 见了很多世家闺秀 但看来看去 还是觉得二姐姐你最好看 李青岩想 李青棠既然能与华林儿做朋友 那自然是喜欢华林儿 那种活泼的性格 几日不见 妹妹倒是活泼了很多 姐姐是不喜欢我这样吗 只是觉得有些奇怪罢了 李青棠道 天气也怪热的 还是别拉着了吧 李青岩被搏了面子 也不恼 松开手 姐姐热了吗 我给你扇扇吧 没事 李青岩一路给李青棠 介绍遇到的那些贵女 每一个他都能说得上名字和家事 李青棠心里暗道 不愧是最后能在李青棠眼皮子底下 嫁给苏怀霄 最终还成为昭仪娘娘 怕是李青棠都记不住这么些人的消息 眼下他不陪着李青棠 反而跟他在一起看 这是觉得李青棠没用了 所以转而攀附他吗 李青棠和李青岩到的时候 比赛已经开始了 这次话的主题就是 那几株牡丹花 好可惜啊 若是我们能再早一些过来 姐姐便也能参赛了呢 李青岩十分遗憾 我不遗憾 妹妹若觉得可惜 那姐姐可以帮你问问 我没学过话 可不敢在这献丑 李青岩低着头 先是有些羞愧 然后又带着几分鼓动 听说获胜的 不仅能在晚宴上展出自己的画作 这几盆花也是彩头 这可是皇后娘娘的赏赐 实在难得 这几盆花的确名贵 但李青棠不喜欢牡丹 也无以讨皇后的喜欢 可这时郑士雄突然走了过来 摇着扇子 带着不怀好意的笑 这不是北安侯府的青棠妹妹吗 李青棠脸色大变 这位公子请慎言 我并不认识你 而且我只有一个哥哥 目前正在边关守家卫国 青棠妹妹怎能如此无情 翻脸不认人 郑士雄上下打量着李青棠 周围很多人 都看着李青棠和郑士雄 窃窃私欲 李青棠藏在袖子下的手 紧紧握着拳 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和淡定 他如果露窃 那郑士雄就会变本加厉 他深吸一口气 看向周围的人 我刚回京不久 这是第一次参加春日宴 想请问诸位 这位公子姓甚名谁 可是认错了人 有聪明人听到李青棠的话 一下就反应了过来 这李青棠是在拐弯抹角地说 郑士雄脑子有病 连人都认不出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 这郑士雄就是看李青棠漂亮 想勾搭人家 所以才故意这样 即便明白 但他们谁也不敢站出来 那可是郑士雄 得罪过他的人 不死也得脱层皮 要是被他记恨上 那以后的日子可是不好过 有几个胆小的女子 已经早早退了出去 青棠妹妹 你不记得了吗 我们之前在水云间见过 你还答应 要同我一起吃饭来着 这位公子怕是记错了吧 我每次去水云间 都是同月安郡主一起 我们两个女眷 怎么可能和外男一起用善 李青棠声音不大不小 神色平淡 有两次倒是有男性在场 不过一次是月安郡主的表哥 一次是月安郡主的堂哥 不知公子 是郡主的表哥 还是堂哥 画链的表哥都是皇子 堂哥是郑国公柿子 这么大的帽子 他可是不好戴的 郑士雄的表情不太好 上次见面没发现 青棠妹妹竟是这般伶牙俐齿 郑士雄贴了李青棠一眼 李青棠身子微微一颤 随后开口道 姐姐 你忘了吗 这是郑国公府的柿子 你之前不是提过的吗 李青棠深深看了一眼李青棠 你确定是我提的 不是青鸾姐姐 看着李青棠的眼睛 李青棠突然从背后 冒出一股子寒意 可眼下郑士雄也在看着他 他如果不帮郑士雄的话 那倒霉的人就会是他了 明明是李青棠招惹郑士雄在先 总不能每次都让他替李青棠背锅吧 李青棠正要开口说话的时候 不远处太监奸细的声音响起 贵妃娘娘驾到 画贵妃坐着布链而来 众人连忙行礼 郑士雄尽管有些不情愿 但还是老老实实地行了礼 画贵妃扶着丫鬟下的布链 美眸环视了一圈 没有一个人敢与他对视 你们这好声热闹啊 发生什么了 也说给本宫听听 见没人说话 画贵妃便把目光看向郑士雄 这不是郑士雄吗 我以为今日男人们都会去参加狩猎 猛着劲和北辽人比赛呢 没想到郑士雄竟在这参加些女孩子 喜欢的玩意 郑士雄被画贵妃这句话 说得有些不自在 但他又没法子 反驳画贵妃 前段日子伤了腿 不能剧烈活动 郑士雄解释道 画贵妃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我记得你是去红楼喝酒喝多 摔到沟里了是吧 画贵妃看着郑士雄 露出一副慈爱模样 听说你摔得可惨 伤了不少地方 都治好了吗 最近王太医来今访有 他的医术最是高明 需不需要本宫帮你签个线 你毕竟还年轻 可不能留下隐患 画贵妃说着说着 又话头一转 不过世子已经结情有子 倒也没什么了 这话一出 周围人的表情就精彩了起来 这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郑士雄那个地方 也摔坏了 难道是不能举了 怪不得红楼厨馆里 都没有郑士雄的身影 原来是硬不起来了 郑士雄面红耳赤 但对面是画贵妃 他姐姐都无法轻易得罪的人 他自然也不敢轻易放肆 老贵妃娘娘记挂 只是伤了腿 如今已经大好了 不用麻烦王太医 则 画贵妃轻轻则舌 郑士子 本宫作为你的长辈 还是得提点你几句 贵妃请说 你啊 别没事就跟人攀亲近 你什么身份 值得本宫记挂 画贵妃眼神中 透露着一丝嫌弃 说着 她走向李清堂 这不是小堂吗 今儿你这身打扮好看极了 上次见了你本宫就想你好酒 快来陪本宫喝点茶 李清堂见到画贵妃出现 着实松了一口气 然后就听到贵妃娘娘 对郑士雄的一脸串几对 前面或许还是留了点脸面 但最后这句 你是什么身份 真真是把郑士雄的脸 按到了地上 他似梦飞的 被画贵妃拉进了亭子里 一脸崇拜地看着画贵妃 这世上怎么可以有人 把骂人的话 都说得这么婉转好听 华贵妃带着李清堂头 都没回得走了 留在原地的郑士雄 怒视着周围的人 看什么看 再看把你们眼睛都抠出来 说着带着人匆忙离开 随着郑士雄的离开 周围的人开始小声嘀咕 欺软怕硬的玩意 刚刚在贵妃娘娘面前 怎么没这么大口气 她在京中唯一怕的 不就是华家人吗 从上怕到下 不过贵妃娘娘真的好美啊 我好羡慕那李清堂啊 好看的人果然喜欢 和好看的人在一起 刚刚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的眼睛 都不知道该往哪里看了 没有人在乎 郑士雄最开始和李清堂说了什么 所有人的注意力 全部都被华贵妃刚刚话转移到了 郑士雄是不是真的应不起来了 还有最后那句你是什么身份 你这么看着本宫干嘛 本宫脸上是有花吗 华贵妃瞧见李清堂的眼神问道 李清堂连忙收回目光 您脸上没有花 但您长得比花好看 华贵妃打趣道 你倒是个会拍马屁的 灵儿就是这么被你骗去的吧 我的确是个会拍马屁的 但我只条喜欢的人拍 李清堂大方承认 灵儿姐姐也不能说是被我骗来的 应该说是被我美貌吸引 然后发现彼此情投意合 华贵妃听到李清堂的话 哥哥笑了起来 你确实有趣 怪不得灵儿喜欢你 华贵妃其实还有个后半句 怪不得他的儿子破天荒地为一个女子说好话 李清堂看着华贵妃笑起来的模样 终于知道什么叫回眸一笑百媚声 六公粉带无颜色 真好看啊 怪不得大家都喜欢美人 这个样的美人谁能不爱呢 我瞧着他们都去画那牡丹了 你不是很擅长会画吗 怎么不参与一下 回娘娘 一是来晚了 二是 臣女不太了解 牡丹怕画不好 惹人笑话 一盆花不就是看着的模样吗 还要了解什么 华贵妃有些疑惑 不了解一件事 便只画得出形 画不出神 那这画便不可能出彩 李清堂解释道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 在这方面还挺讲究 臣女只是觉得 既做了必要做好 华贵妃听着突然来了兴致 那小檀儿给本宫画一副人像可好 华贵妃开口了 李清堂自然没有不从的道理 那如果画得不好 娘娘可不要怪罪 本宫可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华贵妃看向李清堂 你想了解本宫什么 问吧 娘娘平日喜欢什么 看书 华贵妃斩钉截铁 身边的刘盈和画瓶 默默低下头 李清堂听后脑中 一下子就有了画面 劳烦两位姐姐帮我准备纸笔颜料 小姐稍后 很快刘盈和画瓶 就拿来了一套纸笔铺在了桌子上 需要我摆点什么姿势吗 华贵妃问 她之前画过些人像的 都得摆个姿势 一摆就得好久 不用 只要让我能看到娘娘的脸就好 娘娘可以怎么舒服怎么来 她的袖子用披薄竖起 然后开始做画 华贵妃见李清堂根本不看她 好奇问 你画画的时候都不用看人的吗 一般不用 娘娘的模样已经在我的脑中了 李清堂一边画着一边道 一直用眼睛看会让我分神 我只会想着如何把您画得像您 可我觉着那样的话没有意思 尤其对于娘娘您这种美人 画总不如人来的好看 你这话说的倒是有意思 这马屁拍的也让本宫舒心 华贵妃笑得眉眼弯弯 刘盈拿起一颗拨开的荔枝 递到华贵妃的手中 李清堂瞥了一眼 脑中又多了些画面 李清堂这边人像画的 总归是要比画慢一些 她还没画完的时候 那边已经开始评选了 皇后娘娘似乎也亲自过来 最后点了审念言为第一等 各种恭贺声和夸赞声 远远传来 李清堂继续淡定地描绘笔下的美人图 完全没有受到外界的打扰 华贵妃偷偷描了眼画 这一看就没一开目光 越看凑得越近 这完全就是她 私下在卫阳宫里 躺在贵妃榻上看贤淑的模样 只是这背景看着 好像不是卫阳宫 梳立无双的女子 穿着一件淡紫色的裙子 在榻上一只手拿着书 一只手去盘子里拿荔枝 狱卒轻轻翘起 乌黑的绣发直背 一根凤头簪随意固定 长长的裙摆 也随意散着 拖在了地上 画上女子的 用色很淡 远不比得周围那梦幻而归立的背景 可你的目光 只能看到那画中的女子 便是只是看着画 都能感觉出一股子灵动 当李清堂最后一笔 为美人点上朱唇 画贵妃已经整个都凑到了 李清堂的身边 小檀 你画的这是我吗 不像娘娘吗 画贵妃看着画上的人 她突然明白了 李清堂之前画中的意思 这画上的人比起形似 更难得是神似 有的人或许没见过她的模样 但听说过她的为人和性格 那看到这幅画 便会想起她 又或者反过来 有的人或许见过她 但不知道她的性子 从这幅画上便可看出她的性子 看似只是寻常的一幕 可每一个细节 都透露着画中人 那股洒脱肆意的模样 真真是好看极了 画贵妃仔细端摸着面前的画 你怎知本宫喜欢这样躺着看书 这背景又是何处 这是我想象中的天宫瑶池 李清堂解释 刚刚那么多人 只有娘娘肯帮我 那一刻我觉得 娘娘 您一定是天宫上的仙子 是特意下凡来 解救我这种可怜之人的 您刚当那英姿飒爽的模样 我想着 您在天宫中 也定是为肆意潇洒的女仙 便做了这幅画 哈哈哈哈 画贵妃肆意地笑着 小唐儿说得不错 本宫也常常觉着我 或许是什么来凡间利捷的仙子 毕竟这天下很难找到 我这般人美心善的女子了 李清堂觉得这华家的女儿 可真真都有意思极了 这画贵妃 怎定能比画链还要可爱 画贵妃说着 画头又一转 不过今日本宫倒是找到一位 可以与我媲美的仙子了 嗯 李清堂一时没反应过来 画贵妃笑着 看向李清堂 小唐儿 你给本宫做肝女儿吧 啊 李清堂惊了 连忙起身道 贵妃娘娘真是折杀臣女了 臣女怎么敢高攀贵妃娘娘 主要是贵妃的丈夫是陛下 被贵妃娘娘认做肝女儿 那陛下 岂不是成了她肝殿 这可怎么使得 有何不可 画贵妃可没想那么多 李清堂委婉地说了问题 画贵妃听后若有所思 但不以为意 圣上是圣上 本宫是本宫 本宫认干女儿 他若是不满意 他可以也去认干儿子 李清堂心道 还可以这样吗 小唐儿 你如今可有婚配 李清堂摇了摇头 上位 那不如你给本宫做儿媳妇吧 我刚好有个儿子 也未婚配 画贵妃拉李清堂的手 本宫那儿子论容貌 满经成 整个前国都找不出一个比他 还俊美的儿郎了 这点李清堂是相信的 毕竟有画贵妃的底子在 而且穆儿身边全是太监和小厮 后宅干净的 连个通房婢女都没有 性格和学识都是极好的 画贵妃不留余力地 夸赞着苏怀木 他夸完后 又怕李清堂产生自卑心 怕配不上苏怀木 于是又连忙找不 但穆儿也没你想得那么完美 他也是有缺点的 他的身子骨有些弱 说到这画贵妃 又怕李清堂觉得苏怀木身体不好 所以嫌弃 于是又找不 但这么多年的治疗 穆儿身子已经好很多了 只是咳嗽罢了 那些事是哪些事 看出李清堂没懂 画贵妃稍加解释了一下 你们会有后代的 李清堂的脸刷一下红了起来 画贵妃也没注意 只是想着他儿子和李清堂 以后生下的孩子得多好看 李清堂真怕画贵妃一时兴起 给他赐了婚 于是他连忙到 臣女还未及及 这婚事大事 还是要看家中长辈的意见 这倒也是 本宫一会 就去找你母亲说说 习素低着头 努力隐忍着笑意 他家主子不给力 但他家主子的娘亲 倒是十分给力 画贵妃让刘盈去找最好的工匠 把这画给装表起来 回宫后 他要把这幅画 挂在魏阳宫里最显眼的地方 叶儿姐姐这幅画可真好看 皇后娘娘都夸赞有加 是啊 沈小姐这画工 在金钟贵女中 怕是无人出其用 我这画工也就勉强能看 今日能夺魁 只是运气好罢了 沈念焉谦虚道 这时 一位贵女看向李清堂 清堂 你那二妹妹 不是什么贱谜巨师的弟子吗 是啊 你二妹妹既是居士的弟子 那画工应该了得吧 李清堂露出一个为难的表情 我那二妹妹 自从认识玉安郡主后 整日都跟在郡主身后 我在府中想见他人一面都很难 更别说见他的话了 自二妹妹回府后 还从未见他做过话呢 啊 作为贱谜居士的弟子 竟然不做话 对啊 这也太奇怪了吧 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吧 沈念焉开口 拜师也不一定非要学做话 不学做话 那学什么 总不会是学念经吧 几个贵女文言 抿嘴笑了起来 你们别这么说我二妹妹 我二妹妹刚回京不久 自小就受了很多苦 虽没上过几日学堂 但她生得极美 还做的一手好菜 宣王殿下都对其关照有加 特意给她送了好几次药 还把自己的马车 借她回家呢 李清兰看着是在夸李清堂 其实每一句 都是在给李清堂引麻烦 因为这些在别人耳中 就是一个没读过书的侯府嫡女 一个只会做菜的美丽草包 这种人还勾引金尊玉贵的宣王 果然众人在听完后表情都不太好 尤其是那些爱慕苏怀肖的人 刚刚有些人看过李清堂 但更多的人都在屋内赏牡丹 看沈念燕几人作画 所以没有见过李清堂的模样 于是有人开口问 你那妹妹生得极美 是有多美啊 是啊 难道会比沈小姐还好看吗 李清兰露出有些为难的神色 她自是不能得罪沈念燕的 于是模棱两可 我那妹妹和沈姑娘是不一样的美 不太好比较的 沈念燕是见过李清堂的 自是知道李清堂的模样 她并不想与其比较 那个北辽公主也不知道了没 不如我们去看看吧 沈念燕不想谈论 但嫁不住许多人好奇 尤其是爱慕苏怀肖的人 苏怀肖可是目前金钟闺女 最渴望嫁给的男子 多少自认门眉能够得上的小姐 都在等着皇后给苏怀肖选妃 所以迟迟没有定下亲事 今年的春日宴 来了这么多小姐 个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 为的就是在皇后娘娘的面前露露脸 就算当不了正妃 那侧妃也是好的呀 毕竟那是宣王 未来是有可能荣登大位的 可李清堂是个什么东西 一个没上过学纲 回京没几个月的女子 先是得了公主和郡主的赏识 然后又得太后的赤簪子 日前还被陛下亲自开口夸赞 从庶女摇身一变成嫡女 把曾经不可一世的李清鸾 都踩在了脚下 而这一切 才用了一两个月而已 尤其他们没想到 宣王竟然还几次给她送药 还用马车送她回家 这么多年 也没听宣王对哪位女子这般 一个会做饭的漂亮草包 宣王会喜欢这样的人 就算她真的很漂亮 还能漂亮地过沈念烟 这食物内走出一个女子 她长得不差 但颧骨有些高于是 就显得有些尖酸刻薄 北辽公主不着急 但我很好奇 这个李清堂的模样 生得到底是有多美 才能让宣王殿下都为其清新 众人看到正美员后 表情有些微妙 这正美员就是皇后娘娘的堂侄女 也是郑家打算送给苏怀霄的王妃 李清堂见到正美员 隐藏住心中的笑意 连忙摆手 郑小姐别误会 宣王殿下只是帮我功那二妹妹几次而已 两人可是清清白白的 正美员虽然还没嫁给宣王 但心中已经把宣王当作了自己的相公 毕竟苏怀木只是皇后的养子 他的前程还是要指望郑家的 肯定不会拒绝这门亲事 所以正美员在听到苏怀霄 竟然多次帮李清堂后 心情不爽极了 清白你不用解释了 我们也没什么别的意思 只是好奇你那二妹妹的模样而已 另一个爱慕苏怀霄的贵女开口 看看咱们这京城第一美人的头衔 是不是要换人了 这句话一出 沈念研的表情就不太好了 李清言见状事实地帮腔 我那二姐姐的确很漂亮 之前郑世子见过一面后 就念念不忘 刚刚还来寻了呢 不少人都看到了 李清言故意让李清堂的名字 再次和郑世雄连在一起 哦 是吗 郑美员环视了一圈 盯着一个站在边缘的小姐 你刚刚看到李二小姐了 那位小姐见郑美员问她 连忙低头回应 见到了 她好看吗 这 那小姐不知该怎么说好了 看郑美员这模样 她若是说实话 对方肯定会生气 但她若是说假话 等他们一见到李清堂 那她也得倒霉 是挺好看的 郑美员继续追问 你觉得她当得起 金钟第一美人吗 她这话 既是在问李清堂的容貌 也是在变相几对沈念研 她不喜欢沈念研 她一直觉得 沈念研是她最大的竞争对手 这 那位小姐不知该怎么回答了 客观来说 李清堂的确是比沈念研好看 但她不能说啊 这一说 不就两个人一起得罪了吗 她正在想 怎么回答才能不得罪人的时候 华贵非拉着李清堂的手走了出来 你母亲在哪呢 我们一起去瞧瞧 能生出你这样好看的女儿 你母亲一定也是个大美人 华贵非笑着道 李清堂也不能说她 不想嫁点皇室中人 只希望她娘能有好的拒绝方式 我母亲的确很好看 见过贵非娘娘 众人见到华贵非后连忙行礼 华贵非得了那话 又有了满意的儿媳妇人选 心情十分愉悦 都起来吧 这时贵女们才起身看向华贵非 同时也看到了华贵非身边的李清堂 第一反应都是 这是谁 然后就是 怎么生得这么美 竟然站在华贵非身边都不落下风 最后就是猜测 这难道就是北辽的那位公主吗 华贵非急着去找穆书云 也没和这些人闲聊 直接带着李清堂离开 两人走之后 众人才议论起来 刚刚华贵非身边的 那个女子是谁啊 长得那么好看 应该是那位号称 北辽第一美人的五公主吧 可她看着 不像北辽人啊 很多知情人都没说话 沈念烟听着几人的话 脸色不太好 我有点不舒服 打算去亭子里歇歇 你们慢慢聊 之前那位被正美元问话的小姐 见状也连忙离开 这种是非之地 可不宜久留 那不是北辽公主 李清鸾见状开口 那是谁 那就是我二妹妹 李清鸾有些皮笑若不笑 那李清堂怎么一转眼 又勾搭上了贵妃娘娘 她是不是在冠中学了什么古术 怎么谁见了她都喜欢 众人听到这话后 表情十分精彩 怪不得宣王会送药 借马车 这种小妖精 谁受得了 郑美人的表情不太好 但还不忘阴阳怪气 怪不得沈念烟走了 她怕事之前就见过李清堂 知道自己这京中 第一美人的头衔保不住 怕被人笑话吧 郑美人这话 的确也是不少人的心声 但他们不能说 李清堂是好看 但一个好看的花瓶 有什么用呢 一家主母 总不能只是漂亮吧 郑美人身后的小姑娘道 宣王殿下 可不是那么肤浅的人呢 是啊 一个贵女见状道 还是沈小姐和郑小姐这样 德才兼备的才合适呢 李清鸾听到这话 心情可不好 往常与沈念烟齐名的 可都是她李清鸾 她才是京城双叔之一 眼下这群人往日都围着她的身边夸赞 现在可好 直接就掠了她 这都是李清堂那个贱人害的 这三日春日宴 皇后娘娘一直带着郑美人 于是郑美人水涨船高 一跃成为圈中焦点 李清鸾有些不甘心 若是沈念烟就算了 可郑美人是个什么东西 郑美人的父亲 官职还没理顾高呢 长得更是不如他 不过是有了个好姓氏 变得了这么大的便宜 李清岩默默打量着郑美人 是个小心眼的 也是个心狠手辣的 很适合利用啊 这边华贵妃带着李清堂 就快找到穆书云的时候 宫人来报说 华贵妃听到消息后 肉眼可见的惊慌了 快 背马 本宫要去景王府 是 小堂儿 以后要多进宫来陪陪我 是 娘娘您慢着先 看到华贵妃离去 李清堂先是微微松弃 随后又有些担忧 是贵妃娘娘那焦急的模样 怕是景王殿下发生了什么意外 他虽没见过景王 但景王毕竟是华莲儿的表哥 也间接帮助过他 希望景王殿下一切都好吧 在猎场的剑心帝也得到了消息 墨儿怎么了 景王殿下前日因为想参加春日宴 坐马车颠簸了一番 昨个又吹了点风 旧疾复发 情况不太好 来通传的太监道 贵妃娘娘刚刚得知消息 急得去了景王府 让奴才来禀告陛下 怎会如此 剑心帝听到旧疾复发 脸色也不太好 快派御医去瞧瞧 万不能让墨儿有事 陛下放心 御医已经去了 台下的北辽使臣 听到了二人的对话 神色微动 前国皇帝口中的墨儿 应该是三皇子苏怀木 听说是化贵妃的儿子 郑国的宫外孙子 这本是他们的第一人选 但听说这苏怀木 自小身子就不好 一直靠药物调着命 瞧眼下这模样 怕是又要不行了 看来还是得选二皇子苏怀骁 他们要的是一个稳固的关系 而不是一个随时都有可能 死了的皇子 化贵妃带着一群护卫 太监浩浩荡荡地来到景王府 下了马车就开始抹眼泪 墨儿 我的墨儿 娘娘 您别太难过 身子要紧了 流盈安慰 化贵妃扶着流盈儿的手 用帕子捂住眼睛 我好苦命的儿啊 你这样娘好心疼啊 化贵妃一路哭着 进入了苏怀木的卧房 浓重的药味 隔着老远就能闻到 化贵妃默默用帕子捂住鼻子 进去后 众人都退了出去 化贵妃看向 躺在床上看书的苏怀木 我的墨儿啊 你怎么如此憔悴 你快醒醒 醒醒来看看娘啊 苏怀木看了眼化贵妃 母妃 别演了 外面听不到的 哦 化贵妃听后 一下子收起了演技 坐到了桌边 十分嫌弃地扇了山风 你这好好的 怎么又装起病来了 你知道我刚刚在干嘛吗 你知道 你耽误了我多大的事吗 苏怀木心想 你不是看贤叔 就是打叶子牌 是而臣的错 而臣给您赔罪了 化贵妃看着看 都没看他一眼 就说着赔罪的苏怀木 气得要死 你个小兔崽子 生你不如生个冬瓜 母妃 你闻亚邪成吗 要被外人听了去 可怎么得了 哼 化贵妃冷笑着翻了一个白眼 你这个装病的 都不怕被外人知道 我有什么好怕的 苏怀木笑了笑没说话 这次装病 是为了什么 化贵妃问 为了夺北辽公主和亲 如果是因为这件事 那你没必要非要装病 我已经想出法子了 苏怀木对化贵妃的想法 并没有期待 但还是问了 你又想到什么了 当然 是给你把亲事定下来 只要你先订婚 对方还能做妾吗 化贵妃道 你这种装病 也不是个事啊 苏怀木就知道 她母妃不会有什么好主意 估计今晚北辽的使臣 就会提出和亲的事了 你觉着 你现在去和父皇说 要给我订亲 父皇会怎么想 苏怀木问道 化贵妃不服气 那你突然装病就合理了 我昨天就病了 苏怀木道 有理有据 所有人都看着的 化贵妃憋了一口气 都这个时辰了 今日我是不能返回皇庄了 今晚我是该留在这 还是回宫 若父皇没有下旨留你在这 那你就回去吧 不能忘记规矩 呵 规矩 化贵妃冷笑了一声 皇庄内 李清堂去找了穆书云 把刚才发生的事说了一遍 穆书云皱眉 唐儿你怎么想的 我都没见过锦王殿下 我能有什么想法 李清堂道 娘 我曾经是想过要高价的 为的就是压力清卵一头 但我现在想开了 我不该为了报复一个人 而改变自己 让自己过得不痛快 穆书云听后松了口气 但又提了口气 连锦王都不喜欢 莫不是真的心中之后穆正出 唐儿 你觉得你表哥如何 我表哥挺挺好的呀 李清堂不知穆书云 为何又突然提起表哥的事 心下又紧张了起来 你表哥也到了该成亲的年纪 我寻思的 若在京城有何事的 也可以试试 想来以正出的模样和条件 还是有很多选择的 穆书云一边说着 一边注意李清堂的表情 我刚才和不少夫人聊了 也见了几家的姑娘 我瞧着很不错 等春日宴结束回京后 我打算同正出说说 估计你祖父母也快到了 到时候 刚好可以让他们也瞧瞧 李清堂努力装作泰然 但紧扣的手指和下落的嘴角 总是不会骗人的 唐儿 你怎么看 穆书云问 你认识什么好姑娘 也可以说来听听 我觉得灵儿姐姐就不错 李清堂忍着心里的不舒服 努力撑起微笑道 娘 晚上的宴会 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与咱们没什么关系 咱们只要吃饭便好 穆书云道 圣上会让人把 今日猎到的猎物烹饪出来 分发下去 但味道不好说 我让梅清准备了一些点心 一会你可以先垫一点 李清堂点头 晚宴开始前 郑士雄找到了李清言 你怎么回事 李清言有些色缩 我已经帮你说话了 郑士雄靠近李清言 手指轻轻从他的耳边划过 若你不能把李清堂送来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李清言身子忍不住一缩 清堂姐姐是嫡女 我是庶女 我没办法要求她的 那就想点法子 你不是很聪明吗 郑士雄贴近李清言的耳朵小声道 我知道你喜欢二皇子 那苏怀霄也算是我外甥 只要你把李清堂送到我的床上 我保你能给苏怀霄做个歉 李清言侧过头忍住呼吸 郑士雄身上有骨子十分难闻的味道 又骚又臭 还混着一股浓郁的香味 恶心的他 好容易才忍住想要吐的欲望 我我只能尽力而为 李清言想起今日李清堂看他的眼神 他知道李清堂对他是有放心的 齐秀院的屋子 我已经派人守着了 今晚你若不把人带过去 那你就别再笑想苏怀霄了 郑士雄落下这句话 转身就离开 离开之前对小丝使了个眼色 那小丝从怀里拿出一个瓷瓶递了过去 李小姐 这个可以助你事半功倍 李清言看着这个瓷瓶 几乎没有犹豫地接了过来 他看到瓶子里装的粉末后紧紧捏在手里 这晚宴都要开始了 你跑去哪里了 李清鸾见到李清言姗姗姗来迟 十分不满 我刚刚肚子有些不舒服 李清言解释 李清鸾淡淡翻了个白眼 快走吧 李家还是坐在之前的位置 李清堂注意了一下高台上 话铃不在 永家公主也不在 可能是因为昨日的事被公主责罚了吧 很快宴会开始 皇帝先表彰了狩猎中拔得头筹的锐王 然后又说了一堆场面话 这宴会就开始了 李清堂有些疑惑 他之前听话铃说 这个锐王似乎并没有那么擅长骑射 怎的还能夺魁 他一直以为夺魁的不是苏怀霄 也该是华星火 但这与他也没什么关系 他尝了口端上来的烧野兔 只一口他就吐了出来 这肉只是熟了而已 不仅没咸淡 还有一股子腥味 李清堂连忙端起茶杯 喝了一口茶 还觉得嘴里味道很大 李清言觉得他的机会来了 他连忙拿起茶壶 姐姐我帮你倒吧 李清鸾见状冷笑了一声 心道 狗腿子 之前宴会上李清言也帮李清堂倒水 是以李清堂开始 并未觉得奇怪 因为这就是李清言在侯府的生存之道 谢谢妹妹 但妹妹好好享用晚宴吧 不用管我 我没事的 李清言笑着道 没有下人布菜 总是不方便的 因为参加晚宴的人太多 各府之间几乎是紧挨着 所以各家的丫鬟小厮 都在后面等着 菜肴都是宫中奴才统一端上 不必了 我不饿 李清堂婉拒 见状李清言也没继续 那要已经下入茶杯中了 只要等李清堂喝下 但李清堂并没有喝第二杯茶 而是从袖中拿出一包蜜饯 吃了一颗 慕书云让他不要喝太多水 这不太方便如厕 那茶水也很难压下嘴里的肉腥味 不如吃颗蜜饯 果然梅子酸酸甜甜的味道 一下就冲淡了兔肉的腥气 李清言见状握紧了手里的帕子 姐姐 你不再吃点什么了 李清言等了很久 也不见李清堂在冻快 想到郑士雄的威胁 他笑着开口 我不饿 这茶的味道不错 听说是供茶 只有每年的春日宴和宫宴 才会拿出来待客 但可能是妹妹没喝过什么好茶 所以品不出这茶的种类 姐姐知道这是什么茶吗 李清堂摇头 不知 这个你该问大姐姐 她总参加春日宴 想来是了解的 李清兰听到后 带着几分骄傲道 这是云山雾茶 茶汤清亮无比 入口微苦 但回甘很甜 李清言做出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 心里却把李清卵骂了一遍 就你知道的多 李清言拿起茶杯品了一口 露出一副惊喜的表情 二姐姐 你快尝尝 这茶的回甘真的很甜 不愧是供茶 李清堂在李清言的期待下 拿起茶杯 李清言看到李清堂拿起茶杯 紧张得有些手抖 李清堂端起茶 先闻了闻 李清言心底一紧 不会闻出问题吧 但他之前闻了一下 是没味道的 李清堂闻了闻 这茶香的确不错 见李清堂没露出奇怪的表情 打算喝下去的时候 李清言微微松了口气 但李清堂端着茶杯 刚要滴到嘴边的时候 突然又顿了下来 怎么了吗 李清言下意识问 李清堂看向李清言笑着道 没什么 只是觉得 这好茶 还是要供饮才有意思 李清堂放下茶杯 拿起茶壶 给李清言和李清丸的茶杯 都倒上了茶 不如一起 李清堂的话音还未落下 皇帝身边的太监 突然喊了李清鸾的名字 因着 在诗词会上夺了魁 所以 可以亲自在陛下面前 展示夺魁的诗词 李清鸾连忙起身 走到高台前 在李清鸾起身 李清言的注意力 被吸引走的时候 李清堂调换了他 与李清言的茶杯 他本来没发现不对的 正打算把那茶 端到嘴边喝的时候 发现这茶烫的颜色 可不算清亮 可能是因为绘画的缘故 他对颜色十分敏感 李清鸾是个骄傲自负的人 他不会在这种地方撒谎 李清堂突然就想起了 今日早些遇到 郑士雄的 实李清言的表现 李清言当时帮了 郑士雄说话 先是主动帮他珍茶 见他没有喝茶的打算 又那么积极地 想要引导他 喝下这杯茶 这茶里 莫不是被李清言 给下了要吧 李清鸾得意洋洋地离开 李清堂端起茶杯 看向李清言 妹妹 请吧 好 李清言收回那三分羡慕 七分极恨的目光 端起茶 没有怀疑地喝了下去 见到李清堂 已经喝干的茶杯 李清言松了口气 在心里默默道 这一切可怪不着他 都是李清堂自找的 如果不是李清堂 先去招惹那郑士雄 那郑士雄又怎会因为 把他认错李清堂后 而处处为难他 他才是这其中 最无辜的受害者 郑士雄已经娶妻生子 想到李清堂 马上就要尾身 在那郑士雄的身下 最终不得不嫁 给郑士雄那个烂人为妾 他的心情就十分美妙 嘴角抑制不住地上扬 妹妹这是想到什么事了 这么开心 李清堂注意到了 李清言嘴角的笑 可能是最难的那一关 已经过去了 李清言也不再紧张了 十分自然道 看到大姐姐能得赏 替侯府正脸面 所以开心 是吗 李清堂又给自己 倒了一杯茶 我听说大姐姐 之前对你并不好 我以为你 不会喜欢他呢 李清言心底微正 这样的话 是能直接说出口的吗 大姐姐待我还好 只是我 终究只是个庶女 自然是比不得大姐姐受宠 这样啊 李清堂点了点头 那妹妹喜欢我吗 自然是喜欢的啊 我觉得这世上 没有比二姐姐更好的人了 李清言笑得十分真诚 如果李清堂 还是过去的自己 那一定会被他眼中的 真诚所打动 李清堂笑了笑 把刚倒的那杯茶喝了下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场地 为了照明燃了太多的火把 李清言觉得自己有些热 呼吸也有些急促 妹妹怎么了 这是 李清堂第一时间 就发现了李清言不对劲 果然 那茶里果然被下了药 没什么 就是有点渴 说着 李清言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李清堂想了想 也扇了扇风 妹妹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有些热 头还有些晕 说着她扶着额头 李清言见状知道 是要笑上来了 不然我带姐姐去休息一下吧 这宴会 估计还会开一会 这样中途离席不好吧 没事的 很多女眷不胜酒力 都会在中途出去歇歇 很多庄子上有很多给女眷些酒的地方呢 李清言道 都在哪里啊 李清堂问 我一会自己和婉清去吧 你好容易来春日宴一次 总不好因为我而浪费了这大好光景 李清言觉得这也有道理 如果他带着李清堂离开 到时候李清堂出事 那他肯定也脱不了干系 离这最近的是奇秀院 往东走个百米就能看到 大家都是在那歇酒的 李清言道 好 李清堂点头 我先同母亲说一声 嗯 母亲 女儿有些内疾 李清堂对慕书云道 让梅清陪你去吧 好 李清堂先去寻了习素 婉清和梅清 才一起往奇秀院的方向走去 不过 他只走了一小半就停了下来 今日的月色真不错 习素和婉清 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但还是附和 的确不错 那我们就在这赏会月再回去吧 李清堂说着看向梅清 有点冷 帮我拿个披风过来吧 是 小姐 梅清离开后 李清堂看向习素和婉清 李清言刚刚给我茶里下了药 但被我给掉包了 眼下他喝了那杯被下了药的茶 估计一会他就会出来 还有那奇秀院肯定有问题 什么 他好大的胆子 竟敢在春日宴上给您下药 婉清一听就炸了毛 别激动 婉清你去盯着李清言 如果可以 把他引去奇秀院 习素你去奇秀院探一探 李清堂吩咐道 是 你俩小心这点 还是要以自己的安危为重 小姐放心吧 很快梅清就带着披风过来 李清堂系上披风 姐姐陪我去个官房 你们两个去车上帮我再拿些糕点来 我饿了 是 坐在位置上的李清言 只感觉腹中好像有一团火在烧一样 他喝多少水都不管用 脑子也开始迷蒙起来 在发现他差点解开自己的腰带后 他发觉了不对 难道这要闻了 或是用手接触也会被迷倒吗 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他拔下一根簪子 狠狠刺了自己一下 让自己稍微清醒了几分 母亲 女儿内急 去吧 李清言连忙起身 脚步虚浮地离开 可他眼下也不知该去哪找何人 他只觉得浑身热得厉害 他想起之前流伤取水的地方 那有个池子 他可以去那用冷水冰一下 李清言找到雪景 去给我拿件衣服 小姐 您怎么了 这是 雪景发现李清言有些不太对劲 快去 李清言道 然后去之前流伤取水的亭子那找我 是 李清言一边用簪子扎自己的大腿 一边晃晃悠悠地往亭子去 郑师兄一直注意着李清堂 见到李清堂离开后 他就紧跟着离开 在祈秀院里焦急地等着 不停地搓着自己的手 那么一个大美人 终于要到手了 只要生米煮成熟饭 就不怕北安侯府不答应 把女儿嫁给他 总比去安子里做尼谷好吧 李清堂去完官房就回到了宴会上 看到李清言不见后 还好奇地问了李清兰 李清兰不以为意 可能去官房了吧 是吗 我刚刚也去了 没瞧见他 李清堂道 但李清兰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 李清堂便也没有继续 当沈念燕要上台表演秦义的时候 北辽的使臣站了出来 这些表演虽然精彩 但看得多了也没意思 皇帝陛下 我听闻着沈小姐是前国第一美人 刚巧我们北辽第一美人海别公主 也擅长秦义 不如二人比试一场如何 哦 见新帝看向说话的使臣 那你想怎么比试 为了公平 沈小姐和公主殿下都坐在屏风后同一首曲子 如何 听着倒是公平 沈念燕可不想接这个棘手的事 但他又无法拒绝圣上的要求 只能用求助的目光看向自己的祖父 沈相见状刚开口 北辽的使使臣就到 秦可是起源于你们前国 比你们擅长的东西 你们不会还害怕想退缩吧 对方都这么说了 见新帝自然是不可能退的 那就依你所言 既是比你们擅长的项目 那曲子就由我们定可以吧 北辽使臣继续道 沈小姐既然能在那么多龟秀中脱颖而出 想来擅长的曲目应该很多吧 沈念燕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合适 但他知道 这个时候不能退 不知你们想比什么 沈小姐也不必紧张 就谈你们这的曲子 夜色 如何 这是个很简单的曲子 流传甚广 沈念燕会 但他总觉得 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沈小姐难道不会 可我听说 这是前国流传最广的一个曲子了 对方继续用激将法 我会 好 北辽使臣一拍手 那咱们就比试吧 事已至此 那便不能退缩了 很快比试就开始 饶氏李清唐不太懂情 也能听出差距来 虽然都是同样的曲子 但有一个明显风影了很多 就好像一个是简化版的 一个是完整版 海别公主先谈 沈念燕在听到完整版的夜色后 就知道自己要输了 这首曲子流传已广的只是残曲 她绘的也只是残曲 不知道对方是 从哪找到了原曲 她今日肯定是比不过对方了 在这种想法下 她的压力就更大了 连平日的正常水平都没有发挥出来 在弹错第一个音后 沈念燕的心就更慌了 这心一乱 后面错的就更多了 最后的结果也是显而易见 即便很多人已经猜出哪个 是沈念燕 哪个是北辽公主 但优劣差距如此明显 任何人都无法说出 获胜的是沈念燕 没想到海别公主还精通前国音律 皇后笑着开口 依我之见 远来即是客 海别公主当胜出 皇后承认了海别公主胜出 但理由却是因为对方是客人 故意避开了刚才比试本身 但北辽人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笑着道 既是比试 那海别公主胜出了 是不是也该有个彩头 众人一听 这是重点要来了 你们想要什么彩头 剑星帝问 前几日狩猎 我们给获胜者提供了美人 骏马 苏德哈丹笑着开口 今日瑞王殿下能夺魁 也离不开我们的帮助 苏德哈丹特意强调了帮助二子 瑞王脸色不太好 如今我北辽最尊贵名人的海别公主 获胜了 这彩头总归得配得上海别公主的身份 那不知诸位觉得 什么配得上海别公主呢 皇后问 苏德哈丹缓缓道 我们公主刚满时期 也到了一青的年纪 听闻前国皇子各个都是人中龙凤 想来该配得上我们草原上的明珠 苏德哈丹这句话一出 众人的表情十分精彩 很多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台上的苏怀潇 眼下前国只有两个未婚的士林皇子 二皇子苏怀潇和三皇子苏怀慕 不过三皇子那个病秧子身体 昨个又病得不省人事 只不定那一天就撒手人寰了 想来北辽不可能选那么一个人联姻 所以对方的目标就是苏怀潇 苏怀潇此时也明白了 他不可能娶一个北辽的公主做正妻 因为前国没有北辽人做皇后的先例 他这一曲就是绝了自己登顶的路 剑星帝听到苏德哈丹的话后 表情不明 但到底是没有皇后看着着急 不如把公主请出来吧 剑星帝道 也问问公主的意思 剑星帝的话音落下 屏风后走出一个穿着一身红衣的女子 像是前国的衣服 但又多了些北辽的特色 那女子也是既有前国人的温婉 也带着北辽的英气和豪放 的确很漂亮 像一朵生长在戈壁滩上的玫瑰 李故的眼神在看到海别公主后 就没意开过 穆书云在心底冷笑了一声 剑星帝眼底也有一瞬的惊艳 剑星帝眼底也有一瞬的惊艳 剑星帝见过前国皇帝陛下 海别公主行了一个北辽的礼 剑星帝看着海别公主道 海别公主确实担得起草原的明珠 皇后看了眼皇帝的表情 面上依然带着温和的笑 但看着海别公主的眼神 却算不上友好 又来一个小狐狸精 宫中那个就已经让他头疼了半辈子 这又来了一个 谢陛下夸赞 不知公主想要什么彩头 海别公主开口 王夫让我跟随使臣来前国 就是让我自己挑选夫婿的 比起北辽的勇士 我更喜欢儒雅一些的男子 所以我打算在前国找一个夫君 两国联姻是国士 不能当作彩头 但我赢了比试 那就请陛下 允许我可以自己挑选自己的夫婿 那不知公主想选谁 皇后问 海别公主回头扫尸了一圈 目光最后落在了苏怀霄的脸上 台下众人的脸色都不太好 尤其是正家 皇后自然不想苏怀霄娶北辽的公主 她已经在想 如果对方开口 她要怎么拒绝 才能合情合理的时候 海别开口了 我们还会在京城待上一段时间 离开前 我会选择自己的夫婿 到时候 还望陛下可以下旨赐婚 此话一出 苏怀霄微微松了一口气 还有时间可以周旋 台下的郑美员也松了口气 李清言不知道场内发生了什么 他只觉得自己又热又痒 三小姐 您怎么在这 婉青按照吩咐 一直在关注着李清言 见到他后 就立马跟了上来 您的脸怎么这么红啊 是身体不舒服吗 婉青问道 我扶您去前面休息一下吧 不不用了 李清言推开婉青的手 雪景在前面等我 可我看您这样子 怕是不好自己走吧 婉青道 我们扶您去找雪景吧 不用了 你还是去陪二姐姐吧 我自己可以 李清言感觉自己 像要烧着了一样 他用簪子再次刺向自己的腿 疼痛让他清醒一些 我就去个官房 说着李清言就走向官房的方向 婉青正想上去继续跟着李清言的时候 一位小姐从旁边走来 李清言见状 连忙上去打招呼 并跟着那位小姐一起去官房甩开了婉青 婉青追过去的时候 已经没了李清年的身影 他只能急着回头去找了习素 两人寻了半天 也没看到李清年的踪迹 最终只能回去 李清堂注意到婉青和习素回来 找了个理由离开 小姐 我没看住三小姐 婉青低着头有些愧疚 没事 没跟住就算了 李清堂安慰 但我看三小姐的状态似乎很不对 我隔着衣服都感觉她的皮肤在发烫 婉青道 看来那茶里背下的应该就是 习素道 我在那院子里看到了郑氏雄 婉青深吸了一口气 三小姐怎么这样 好了 你们两个好好待着吧 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李清堂拿着糕点回到座位 三妹妹去个官房 时间可真久 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 李清鸾此时的注意力 都在那海别公主的身上 在对方提出要给自己选夫婿的时候 她的表情就很难看了 明眼人都能看出 最合适的就是苏怀潇 想到那郑美媛还没解决 就又出现个北辽公主 她心里的火气就压不住 她出不出问题 关我什么事 腿长在她的身上 我还能管得住她 这尖酸刻薄的话一出 李清鸾就后悔了 坐在李清鸾身侧的贵女 都没忍住偷瞄了过来 李清鸾连忙找播 这三妹妹向来就是个不省心的 说了她那么多次都不听 哎 我去找找她吧 好啊 那就麻烦大姐姐了 李清鸾看着李清堂的笑 只觉得刺眼 甩着袖子离开 木书云嘴角带着笑 李清堂把糕点递到了前面 父亲 母亲吃些点心吧 婉清刚去车上拿的 堂儿有心了 李顾心情颇好的接过糕点 今日李清鸾在宴会上出了风头 给她震了脸面 又听到柳暗相传来了好消息 她的心情十分不错 整场晚宴除了海别公主的突然出现 其他方面倒是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很快宴会就要结束 李清岩还没有回来 父亲 母亲 三妹妹已经离戏好久了 如今还未归 李清堂露出几分交集的模样 我还让婉清和习宿去找了 但一直没有找到人 大姐姐刚刚也去找了 姐姐 你有找到吗 李清鸾摇了摇头 她只是在门口转了一圈就回来了 没找到呢 这三妹妹是跑哪去了 真是怪让人不省心的 李故皱着眉 你们都去找找吧 这孩子 李清岩只觉得自己浑身酸软无力 下面疼得厉害 但那骨子热劲倒是散去了 脑子也清醒了不少 她看着自己身上的郑士雄 眼泪屈辱地流了下来 她本是不想去祈秀院的 但这要实在太厉害了 她过了冷水后更加燥热 实在没有办法 她只能来祈秀院找郑士雄求解药 可没想到解药没求到 还被郑士雄给墙上了 你个贱蹄子 你还有脸哭 郑士雄看着流泪的李清岩 气不打一出来 我让你把李清堂带来 结果你自己过来爬老子的床 现在还哭 郑士雄为了让给李清堂 留下深刻印象 自己也服了撞那个的药 但左等右等就是不来人 她都快憋炸了 正准备先找个宫女发泄一通的时候 李清岩突然闯了进来 解药 能有什么解药 尤其这还是 她找人特制的 在针结不屈的猎女 在治药的作用下 都得服软 要么死 要么就顺从她 李清岩背着凶神恶煞的一吼 忍住了泪 大脑在飞速运转 该怎么办 她不能让人知道 自己和郑士雄发生了关系 今日的事必须瞒下来 不然最好的事 她能嫁给郑士雄做妾 最差的就是不明不白的死去 但嫁给郑士雄做妾和死 有什么分别 今中谁人不知郑士雄的夫人是个汉妇 郑士雄一年那进门 三个小妾能死两个 郑家那就是个魔窟 世子 今日的事是清岩的错 李清岩拉住郑士雄的胳膊 面上带着讨好的笑 只要世子爷帮清岩保密 清岩一定会想办法 把二姐姐送到您的手里 好吗 李清岩和李清堂一样 都有一双神似李固的桃花眼 那双眼睛和事后 还带着红韵的小脸 让郑士雄松了口 看在你刚刚伺候的 还算舒服的份上 今日的事我就放过你 说着郑士雄 还捏了一下李清岩 你这身材 可比你那姐姐差远了 李清岩又羞又恨 连忙护住自己的胸口 在郑士雄离开后 他不顾身上的酸疼 连忙起身穿戴好衣服 小姐 雪景都要急死了 可他也不敢去找人 这要是被人知道了 他和李清岩都得完蛋 别哭了 李清岩喝到 今日我就是喝多了 然后散了会部 一个不小心落了水 然后换了衣服 我们谁也没见过 什么也没发生过 知道吗 雪景点头 可是 没有可是 我和郑士雄 什么都没发生 李清岩紧紧捏着拳 你要是胡说八道 你会死的 你知道吗 雪景抿住嘴 有些害怕的点了点头 咱们回去吧 记住我刚刚说的每一个字 知道了 李清岩想自己走 但他腿软的 好像不是自己的一般 只能扶着雪景往回走 这一路上 他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态 紧了紧最上面的扣子 在进去找穆书云他们之前 他问雪景 我看着没什么不对吧 脖子上 没有 露出什么痕迹吧 雪景摇了摇头 李清岩深吸一口气 走回了座位 三妹妹 你去哪了 怎么这么久才回来 李清岩见到李清岩回来了 有些阴阳怪气 你们不知道 我们找你找的 都要急死了 李清岩笑着道 我上完 官方觉得 今夜月色正好 便在院子里转了转 结果一个不小心就落了水 然后就让雪景去给我拿衣服了 处理了一番才回来 让父亲 母亲和两位姐姐担忧了 怎还落了水 可有受伤 李清唐文言 连忙拉住李清年的手上下查探 我没事 只是稍微磕清了点腿 李清岩努力镇定道 幸好是流伤取水的池子不深 那就好 李清唐道 妹妹这发型都换了 怕是湿得厉害吧 对 我脚一滑 就整个摔了进去 湿了个透 为了脚干头发 就花费了不少时间呢 李清岩解释 我这头发还没干透 风一吹有些凉 请父亲母亲 允许女儿先回马车 去吧 这次可小心着点 目书云道 李清唐见状摘下了自己的披风 披在了李清年的身上 妹妹先穿着吧 小心着凉 谢谢姐姐 本来目书云今晚 是打算在庄子住一晚 明天再回侯府 但李清唐建议 还是同众人一起回去的好 不然这么多人 看到他们分开走 又会在背后说闲话 目书云想了想都同意了 一行人一起回到侯府 习宿 你跟着三妹妹回院子 去把我的披风拿回来 李清唐下了马车 就对习宿道 是 这披风 还是等我洗过了 再给姐姐送回去吧 李清岩道 姐姐接我披风 又怎好 还回去个脏的 三小姐哪里的话 您可是 我家小姐的妹妹 我家小姐怎么会嫌弃三小姐脏呢 习宿笑着道 这披风是真丝的 洗护的方法 和其他的衣裳不同 每次都是 要送到起真阁 交给专门的人清洗 就不劳烦三小姐了 习宿都这么说了 李清岩便把披风递了回去 习宿带着披风 回到望春轩 小姐 披风拿回来了 李清唐接过披风 仔细闻了闻 皱起了眉头 他把披风又递给了习宿 你闻闻 是不是有股奇怪的味道 习宿闻了闻 的确有一股骚臭味 婉清也接了过去 仔细闻了好久 才闻到一点点 这是什么味啊 如果我没猜错 这应该是糊臭 习宿道 啊 婉清有些嫌弃 连忙把披风 从自己的鼻子底下移开 三小姐竟然有糊臭吗 之前没发现啊 李清岩没有糊臭 李清唐肯定道 所以这是别人身上的味道 他之前在黄妆拉李清岩手的时候 就闻到他身上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所以特意把披风借给了他 还特意跟了回来 是谁啊 婉清道 难道是雪景呢 可我平日也没觉得 雪景身上有糊臭啊 是郑士雄身上的味道 李清唐肯定道 白日他见过郑士雄 当时他就若隐若现地闻过这种味道 还混合着一股子浓烈的香味 熏得人脑瓜子人都疼 啊 婉清惊讶 三小姐身上 怎么会有郑士雄身上的味道 三小姐走路的姿势不太对 习宿此时开口 习宿见到李清唐和婉清的表情中 都带了些疑惑 雪景的脸色也不对 落了水必然是湿透的 但我瞧着三小姐 只有鞋子是湿透的 一般来说 出门会背着外袍 但李一大家几乎不会准备 或许 是问别人借的呢 婉清道 三小姐要换衣服 总得找个地方吧 不可能在外面换吧 宴会附近能落水的地方可不多 李清唐思索了一下 陪我去三妹妹那走一趟 这么晚了 婉清道 走 李清延回到院子 就把自己锁到屋子里 抱着自己哭了起来 但他想到 此事不是哭的时候 又连忙起来 雪景准备热水 我要洗漱 是 他刚把衣服换完 李清唐就来了 李清延慌急了 二姐姐 你怎么来了 三妹妹不是落水了吗 我怕你生病 就带料和大夫来 李清唐关切道 张辅一 快来给三妹妹瞧瞧 不不用了 李清延生怕被看出什么 多谢二姐姐关心 我没事的 妹妹 女子的身体很重要的 你落水后 穿着湿搭搭的衣服这么久 若是落下什么影集就不好了 李清唐拉着李清延的手 你瞧瞧 你的手这么冷 这时李姨娘也来了 听说李清延落了水 见李清唐带来辅衣 也连忙劝道 言而 二小姐好心 你就让大夫瞧瞧吧 可别落下病根 见状 李清延只好伸出手 只露出一点手腕 习宿趁着看诊的时候 来到了李清延换下的衣服前 发现了被扯断的小衣 她想了想 把衣服藏了起来 服衣给李清延 开了两幅预防风寒的药 今日多谢姐姐了 李清延强称着疼痛笑着道 你我姐妹 何须言嫌 李清唐笑着道 妹妹也是太不小心了 怎会落水呢 幸好没大事 不然这黑灯瞎火的 要是周围再没个人 李清唐说着有些后怕 妹妹福大命大 好运气定在后头的 李清延压着心底 对李清延的恨意 姐姐说的是 我的好运气会在后头的 这时雪景来禀说 小姐 水烧好了 李清延见状 那姐姐就不打扰妹妹了 妹妹记得吃药 早些休息 多谢姐姐 李清延起身 我送送姐姐 好 李清延这次重点观察了 李清延的走路姿势 瞧我这脑子 忘记妹妹伤了膝盖 大夫 你再给我妹妹看看腿吧 瞧瞧这走路都走不好了 李清延心底大惊 不用了姐姐 时候也不早了 你还是赶紧回去休息吧 我的膝盖只是有些瘀青 自己涂洗药就好了 来都来了 就检查个彻底才好 李清延道 妹妹还小 可万不能留下病根 李清延带着几分扭捏 姐姐 那膝盖总是不好给外男看的 我的身体我懂得 没有答案 李清延看着李清延 妹妹今日有些奇怪 啊李清延紧张了起来 我我有吗 妹妹好像在遮掩什么似的 见了我也没有往日的热情 只是想扭走的感觉 哪有 李清延有些慌乱 只是更深入众 怕姐姐因为我而耽误休息 这不成了我的过错吗 李清延有点称怪的看向李清延 妹妹怎么能这么想我 但妹妹既然这么说了 那姐姐就先回去了 见李清延终于要离开了 李清延长出一口气 然后又听到李清延道 妹妹是在祈修院换的衣服吧 李清延整个人如被雷劈 在一瞬的惊乱后连忙道 姐姐说的这是什么话 她不能承认 但也不好一口否认 所以先试探 没什么 只是回府的时候 遇到了一位小姐 说看到你慌里慌张地 从祈修院出来 李清延心里一个咯噔 是哪家小姐看到的 李清延已经可以确认了 李清延就是在祈修院 和郑士雄发生了什么 如果李清延没去过 那她直接就会否认 而不是先问是谁看到的 我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小姐 只是和郡主在一起玩的时候 遇到过 点头之交把了 李清延道 我也没想到 她会突然同我说这个 还让我多关心关心你 李清延一听这话 更不加乱了 对方是不是看到什么了 妹妹是在祈修院 发生什么了吗 李清延明知故问 没有啊 李清延强装镇定下来 我没去过祈修院 那位小姐怕是看错了 这样啊 那妹妹早点休息吧 李清延带着习素和婉青离开 小姐 婉青刚开口 李清延便道 回去再说 回到望春轩 关上门 习素拿出那个小衣 这是奴婢 从三小姐那带出来的 这绳子都被人拽断了 小姐看看 是留下还是奴婢再放回去 李清延看了看 发现在一脚 绣着一个炎字 留着吧 李清延道 小姐 我们现在不该 直接去找夫人吗 婉青道 三小姐给您下药结果 自食其果 先等等 不是捉奸在床 他们总是有狡辩的理由 李清延道 让人盯着三小姐 如今李清延 有把柄在自己的手里 好东西 总是要用在刀刃上 这一碗李清延睡得不错 但李清延 却几乎一夜未合眼 他一闭上眼 眼前就会浮现 郑士雄的脸 就会想起郑士雄身上的骚臭味 就会想起 自己被他玷污时的模样 他又恶心又愤怒 他明明是给李清延下的药 为什么这药最后会被他喝下 为什么李清延 一点事都没有 李清延是不是早就发现了 所以调换了茶杯 他是不是知道自己 和郑士雄的事了 李清延越想越害怕 直接从床上起身 血紧 小姐怎么了 那些衣服呢 按您的吩咐 已经烧了 血紧道 李清延 都烧了吗 血紧点头 您换下来的那一团衣服 都扔进草堂里了 当然他也没有仔细检查就是了 他这一晚上 都慌得很 李清延稍微松了口气 随后看向血紧 闭好你的嘴 不然我顶多是被嫁给郑士雄 而你救得死 血紧听后立马跪下 小姐放心 我肯定不会乱说话的 记住 我们没有去过奇修院 是 李清延担心了两日 但什么都没发生 他这才放心了些 想来李清堂应该也没什么证据 而且这两日家中似乎有别的事 也没人关注他 这让他松了口气 经医院中 穆淑云的脸色 平淡地坐在上位 中间一位女子哭啼啼地看着穆淑云 夫人 翠英知道自己身份低贱 配不上侯爷 可翠英肚中的孩子是无辜的 翠英不图名分 但翠英实在舍不得这孩子 跟着奴受苦啊 李顾看着翠英哭得梨花带雨 就被穆淑云打断 你要那且我不管 只要母亲同意便好 若是要住进府中 那去听竹轩 不用她 给我请安奉茶 就老老实实地待着别爱 我的眼就行了 穆淑云说完后 李顾和翠英一时都没了声音 穆淑云起身 没别的事 我就先出门了 我还约了文姓后夫人逛街呢 翠英为了今日面见穆淑云 想了好几日的话 也是故意打扮的肃静又楚楚可怜 本以为要费好大的口舌 但没想到一句都没用上 对方就答应了 这简单的仿佛像是做梦一样 她都没忍住捏了捏自己的腿 李顾更是茫然 她本以为得费一些口舌 也做好了一些让步 但没想到穆淑云什么都没说就答应了 二郎 夫人这是答应了什么 翠英娇怯怯地拉住李顾的手 夫人比我想象中和善得多呢 李顾说不上怎么回事 穆淑云答应这件事 她本是该开心的 但不知为何 心里却有点说不出的不爽的感觉 淑云她本就大放得体 你以后记得处处敬她 翠英威威收紧了手指 贴着李顾柔声道 那是自然的 我日后一定会好好孝敬姐姐 李清堂一大早就听说 李顾把外侍女带了回来 她原是担心穆淑云的 但听了金医院发生的事后 露出一个笑 小姐 您怎么还笑得出来 婉卿不愤 侯爷怎么可这样 怎么可以把一个歌姬带回府中 夫人怎么就这么同意了 李清堂咬着碗里的燕窝 不然呢 一哭二闹三上吊 娜娜也不能就这么让人进府吧 还有祖母呢 且先看着对方 过不过得了祖母那一关吧 侯府老太太在听说 李顾把那个歌姬给带回府中时 抄了一半的经书 被墨迹韵染 扔到了一边 夫人怎么说 夫人说 只要您同意 她就没意见 往后只要那歌姬住在听竹轩 别在她面前碍眼就成 周嬷嬷皱着脸 奴婢刚听着 侯爷已经带着那歌姬过来了 老太太扶着 我不太舒服 让张府一过来 这几日 我谁都不见 是 周嬷嬷明白老夫人的意思 立马让人关上了院子门 去请了府一过来 李顾带着翠英走了一半的时候 遇到了步履匆匆的周嬷嬷 连忙问道 嬷嬷我母亲此时可得空 周嬷嬷只当没看到李顾身边的翠英 冷冷道 老夫人身子欠安 正要宣府一过来 此时已经躺下 谁也不见 怎会突然如此 李顾追问 母亲没什么大碍吧 周嬷嬷瞥了眼翠英 昨晚还好好的 今一早就不痛快 李顾只想着老太太身子不舒服 没想那么多 但翠英却是从话中听出了意思 这老嬷嬷口中的脏东西 怕指的就是她 翠英低着头 在心里把周嬷嬷给骂了个遍 但面上却是一副 柔弱不能自理的模样 老奴急着去请府一 就先告辞了 周嬷嬷转身离开后 狠狠嬷了一句 小贱蹄子 老太太病了不见人 穆书云也离府 李顾只能把翠英 再次送回了柳安巷 马车行至巷口的时候 前面有几辆马车 行速减慢 真是不好意思 今日家中主人回府 东西有些多 耽误您一二 请多见谅 翠英坐在马车里 想起今日的事 感觉哪哪都不痛快 原本给李顾做外事 还是挺好的 吃穿不愁 李顾还经常会给她带首饰经营 可最近什么都没有了 别说首饰经营 连吃的都不带了 她从李顾小厮那里打听到 李顾是把银钱 都拿给了她的嫡女 买首饰了 一套足尽的红宝石头面 李顾从来没送过她 那么贵重的礼物 她日日伺候李顾 却得不到一点好处 所以她动了 要入侯府的心思 李顾只有一个在边关的儿子 边关刀剑不长眼的 指不定 哪天唯一的长子就没了 若她能为李顾诞下的男孩 那侯府的家产 还不都是她的 她好容易 才求得了李顾松口 但没想到 第一次进侯府 就碰到两个软钉子 让她有力都无处使 眼下一肚子火 没地方发 这正好有人送上门了 侯爷 我难受 我现在就要回家 翠英拉着李顾的胳膊 整个胸脯都贴了上去 撒娇道 李顾拿受到了这个 掀开车帘 对车夫吩咐 告诉他们 这是侯府的马车 让他们赶紧退让 牧城听到了李顾的话 也看到了李顾的脸 一正 试探性问道 请问马车上的 可是北安侯 知道是北安侯 还不赶紧让开 牧城做了一一 在下牧城 车夫立声驱赶 管你什么城 赶紧让路 牧城见状 也没多说什么 走回自家马车前 稍微快着点 给北安侯让路 下人们有些危症 北安侯 那不是他们姑爷吗 他们姑爷 倒是有心了 听说自己的岳父岳母 入京第一时间 就来探望了 翠英见马车 还没有动起来 不乐意地掀开车帘 怎么回事 我都要难受死了 我肚子里的 可是侯府少爷 若是他有个好歹 你们谁担得起这责任 翠英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翠英还以为是他的话 产生了威慑作用 带着几分洋洋得意 知道怕了 还不赶紧让开 牧师云一出来 就听到翠英这话 气得直接冲了过去 哟 这话好大的口气啊 不过是一个外事 还真以为自己 是侯夫人了 翠英一听这话 立马炸了毛 你是哪来的小丫头 敢真没口出厥词 我是哪来的 你管得着吗 你一个歌姬 也配知道 本姑娘的来头吗 牧师云 忍这件事好久了 往日那都是 看在哥哥的面子上 才不吱声 今日这人 都欺负到头上了 他还能灌对方臭毛病吗 牧成劝慰 小姐 别拦我 牧师云 看向翠英 侯夫少爷 你确定 你肚子里的孩子 是侯爷的吗 你 翠英没想到 牧师云小小一个人 说话这么直接难听 对着李顾撒娇 侯爷 您看这丫头 那你得替我出气啊 李顾探出脑袋 正要说话 牧正出赶来 对着李顾行了一礼 苏州牧家 嫡长子牧正出 见过侯爷 李顾听到 苏州牧家几个字 就愣住了 小妹无心冲撞了姑父 还望姑父 看在小妹年纪 小不懂理的面子上 宽恕一二 明日祖父母 会亲自去侯府 找老夫人赔罪 翠英听到姑父 两个字也明白了 李顾一时 不知该说什么好 他不明白 牧家人 怎么会突然进京 随后又恍然想起之前 牧书云 好像和他说过 说牧家人 会来参加李清堂的 及激励 可怎么偏偏 就在今日 怎么还偏偏被撞见了 闲之哪里的话 都是一家人 何来的赔罪之说 李顾在某些时候 还是拎得轻的 他连忙下了马车 书云今早 也没说岳父岳母会进京 早知道 我肯定会派人去接 祖父祖母 不想麻烦姑姑 所以便打算安置好后 再给下帖子 李顾给小厮使了个眼色 让人带着马车离开 目正出见状 也没多说什么 揣着明白装糊涂 翠英气得跺了跺脚的 但也不好说什么 李顾跟着木正出 一起去见了木老夫人 和木老太爷 没想到进去的时候 遇到了御史中成范荣安 范大人 您怎会在此 听闻木老先生进京 便赶来探望 侯爷也是来探望的 范荣安说着看了眼 李顾空空如也的双手 李顾连忙道 我这是 刚好在街上 偶遇了正出职 便同他一起来了 牧师云刚想说 就被木正出拦住 师云你去后院帮祖母 归之物见吧 木师云看着木正出的表情 虽然不爽 但他又不敢违逆木正出 只得愤愤离开 既然侯爷来看您了 那我就不多做打扰 改日在登门拜访 闲聊几句后范荣安起身 正出 去送送范大人 好 木正出应下 范大人 这边走 岳父 我也去送送范大人吧 李顾不知为何 有些怕这位岳父 一见到他就好像看到他的亲爹 总觉得 自己会被他一眼看穿 侯爷自便 李顾把范荣安送了出去 木正出看向李顾 侯爷不打算与祖父再打声招呼吗 木正出之前叫他姑父 一是为了让李顾不要为难木师云 二也是为了给那女子找不痛快 但如今没外人了 他自然也就没必要给自己找恶心 李顾倒是不觉得 姑父和侯爷有什么区别 他脑中只是在想 该怎么和穆老太爷解释 他愁出了一番看着木正出 大侄子 姑父跟你商量一下 您请说 刚当的事 闲置能不能先不要和岳父提 那是有些误会 一时半会儿不好解释 木正出深深看了眼李顾 没什么表情 好 李顾闻言输了一口气 拍了拍木正出的肩膀 好折儿 待李顾离开后 木正出用手 铺了铺刚刚那个被拍过的肩膀 然后直接去了铺子 他刚到铺子门口 一个人影就冲了过来 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 画链一大早就蹲在了起政阁的门口 见到木正出后 立马做好准备 装作不小心撞了过去 没事 木正出在短暂的接触后 立马退了一步拉开距离 然后就要进门 见木正出目不邪视的模样 画链咬了咬嘴唇 快走两步 伸手拦住了木正出的路 你衣服被我弄脏了 我陪你一件吧 木正出低头看了眼他的衣服 胸口处沾了一抹油子 他这才看向画链儿 见到了他手中拿着一个肉饼 没事 洗一下就好了 画链心急 怎么会有人比他还听不懂人话 这油子可不好洗 我还是陪你一件吧 画链儿直接拉住了木正出的胳膊 进了起真格 这里的衣服你随便挑 木正出抽出自己的手 这位小姐 男女瘦瘦不轻 画链儿看木正出这一本正经的模样 心里喜欢得紧 所以我一开始要陪你衣服的时候 你就该直接答应我的 木正出再次道 我很衣服很多 不差这一件 可我也不喜欢欠别人人情 不然我请你吃饭吧 画链儿道 买衣服和吃饭你选一个 木正出已经认出 这就是那日在街上被偷钱包的女子 看对方的模样 就知道对方肯定是某位权贵的女儿 他不想涂增烦恼 那就衣服吧 木正出说着 随便指了一件灰色的衣服 这件就可以了 画链儿看着那平平无奇的普通灰色袍子 觉得非常不配木正出这样的公子 不成 总得赔一件和你这衣服价值相当的才好 画链儿说着 就抬不往楼上走 走了一半 看到木正出还在原地 问道 是反悔了 想和我吃饭去了吗 木正出感觉自己惹到了一个麻烦 当日若早知对方是这性子 也不差那点银子 他就不出手了 木正出跟着画链儿来到三楼 掌柜的见到自己少东家 和御安郡主一同出现 心中满是惊讶 什么情况 但木正出没说什么 掌柜的也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掌柜的 把你们这最好的衣裳都拿出来 画链儿好气道 是 掌柜的连忙让人把心上的女装都拿了上来 画链儿摇头 我要的是男装 我要给这位公子买 掌柜的看了眼木正出 有些猛 什么情况 在少东家的店里给少东家买衣服 不对 掌柜的摇了摇头 重点应该是 御安郡主竟给他们少东家买衣服 这这 木正出随便指了一套 就这个吧 那你去试试看 画链儿道 我觉得没有必要 怎么没必要 这么贵的衣服肯定要穿上试试啊 看看合不合身 好不好看 画链儿说得十分认真 若不合适 那岂不是花了冤枉钱 木正出深深看了眼画链儿 知道对方今日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了 这件不好看 他还会让他换下一套 没完没了 木正出直接指了另一套天青色的锦袍 还是那套吧 换衣服的时候 木正出对掌柜的道 等我换好衣服出去后 让店里伙计来找我 就说 家中有急事 让我马上回去 是 少东家 掌柜的应下 那这衣服钱 我还收吗 木正出想 若是不收银子 对方肯定又会找理由继续 收吧 收一半就够了 是 画链儿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笑 他满怀憧憬地盯着门 不愧是他喜欢的男人 和他的眼光都一样 他昨晚做的梦 梦中木正出就穿着一身天青色的袍子 想到昨晚的梦 画链儿又红了脸 拿起一颗蜜剑放入口中 满眼期待地等着木正出出来 木正出很快便换好衣服走了出来 门打开 画链儿看到一身滑浮的木正出 从门内走出 总之潇洒美少年 举伤白眼望青天 角如玉树临风前 这衣服果然很适合他 他的眼光果然非比寻常 竟能在茫茫人海中 一眼就发现这么个瑰宝 画链儿惊得嘴里的蜜剑 一个不小心被他直接吞了下去 嗨嗨嗨嗨嗨 画链儿距离咳嗽了起来 没事吧 木正出看画链儿脸都涨红了起来 正要上去帮忙 画链儿连忙摆手 没事 我没事 木正出看画链儿这模样可不像没事 但对方这么说了 他也不好主动 这是店中伙计急匆匆地赶来 按照他的吩咐说了话 小姐 家中有急事 先告辞了 木正出对画链儿做了一衣 多谢小姐的衣裳 说罢他便快步离开了起真格 画链儿想说什么 但咳嗽得厉害 也无法说出口 木正出离开后 他才终于晕了气 想要追出去发现 木正出已经摸了身影 他跺了跺脚 那边掌柜的正要 把木正出换下的衣服 拿走清洗 画链儿拦住 等一下 怎怎么了 衣服是本小姐弄脏的 自然是要本小姐处理 画链儿说完 月白就从掌柜的手中 拿过了木正出换下的衣服 掌柜的看着花链儿离开的背影 行道 公子 您自求多福吧 当天下午木家 就去侯府递了帖子 木书云知道 人到了十分开心 直接带着李清堂 去了柳岸巷的宅子 在马车上李清堂 就很紧张 这是他第一次见外祖父母 也不知道 对方会不会喜欢他 马车停在了木宅的前头 李清堂在晚清的搀扶下 下了马车 木书云 难掩激动之情 他已经好多年没见过爹娘了 深呼吸了几次 才摆平心态下了马车 木书云一下马车 木书就迎了上来 大小姐这边请 这一声呼唤 让木书云红了眼 木书看着李清堂 这位就是小小姐吧 老爷和夫人见了 一定会很开心 李清堂看着木书 把他们领到门口 李清堂满脑子疑惑 木府不是在隔壁吗 木书摇了摇头 木家柳岸巷的宅子 一直都是这间 隔壁的好多年前 听说是也是一个富商的宅邸 但如今 还是不是便不知晓了 直到走进木府的门 李清堂还有些没回过来神 他实在有些难以置信 如果这才是木府 那隔壁是什么 隔壁 不是被郑出表哥 买下了吗 李清堂没忍住 问道 这倒是没听少爷说起过 木乘如实回答 李清堂脑中 仿佛一团江湖般 但他也来不及细想 便已经来到了政厅 木老太爷 和木老夫人一见到 木书云和李清堂 就连忙迎了出来 娘 木书云拉住木老太太的手 眼眶红了起来 但到底想着李清堂 还在跟前 没哭出来 这就是堂儿吧 木老夫人拉着李清堂的手 长得可真好看 外祖母 李清堂软弱地叫了声 木老夫人听到这声外祖母 眼泪没控制住地流了下来 好孩子 这些年让你受苦了 李清堂摇了摇头 不苦 我在苏州那些年 托外祖父和外祖母的福 过得很快了 木老爷看着李清堂 尘封了数十年的记忆 被缓缓打开 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刘嬷嬷的话 原来像得二小姐说的 是他的母亲 是外祖父对不住你 木老太爷觉得 如果这么多年 他能有一次主动去看看 李清堂就好了 可当时他只是会后 让木书云嫁给了李故 所以对李故的其他孩子 也都没什么好脸色 没有 我现在过得可好了 外祖父 外祖母 你们不要难过 木书云也劝解 是啊 事情都过去了 未来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呢 好好 我们进去做 这次带了不少苏州特产 你们今晚就留下吃饭 木老太太说完 吩咐下人 去把郑初和诗云叫来 让他们也认认人 是 木诗云听到他姑母和表姐来了 木诗云急匆匆地赶了过去 到了门口整理了一下头发 才乖巧地走了进去 见过祖父 祖母 来 给你介绍介绍 这位就是 你姑母和表姐 木诗云转头给木书云和李清堂行礼 这就是诗云 比堂儿小了半年 木老夫人介绍道 见过木诗云画婴孩 魏洛便看到了李清堂的脸 眼睛瞪得都快掉了出来 李清堂见到木诗云也愣住了 王小姐 王小姐 木书云疑惑 什么王小姐 李清堂刚要开口 木诗云连忙道 这就是表姐 长得可真好看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人 木诗云一边说着 一边还给李清堂的颜色 李清堂忍住笑意 你也很好看 木诗云怕李清堂说漏嘴连忙道 祖父 祖母 姑母 你们聊着我带表姐去逛逛园子 说着她就拉起李清堂的手往外走 你可别累着你表姐 木老太夫人提醒 放心吧 祖母 木诗云带着李清堂来到自己的卧房 遣退了所有人 你们都出去吧 我和表姐要聊些女孩子家的私密话 人都离开后 木诗云插上门栓 给李清堂到了杯水 然后露出一个无比灿烂的笑容 我的好姐姐 虽然我们只是表姐妹 但在我心里 你比我亲姐姐还要亲 救命之恩如再生父母啊 李清堂忍住笑意 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木诗云拉住李清堂的手 用可怜兮兮的目光看向李清堂 好姐姐 能不能不把那件事告诉他们啊 求求你了 哪件事 就就之前我被救的那件事 木诗云又靠近李清堂一步 唐儿姐 若是被家里人知道我被人绑了 肯定会很伤心 很难过的 但眼下事情都过去了 我又没事 那就没必要让他们再担心了 你说是不是 那你告诉我 你到底为什么会自己入京 我木诗云不太好意思说 你要不说 我就告诉外祖他们 我说 我说 木诗君连忙道 祖父母说 许多年没来京城 见过姑母了 所以就想 趁着你急急之际进京 但祖父母这次只带哥哥 不带我 我娘让我在家 好好待着 想要给我相看亲事 我不愿意 便偷跑了出来 木诗云说了实话 那么远的路 你竟一个人就这么出发了 李清堂惊讶 这丫头的胆子 也太大了吧 没有 我先去了扬州 然后跟着扬州的彪行 一起上的京 木诗云说着 带了些小骄傲 我若在苏州跟彪走 他们肯定会第一时间 去家里告状 那我就走不成了 所以我借着 和归友出游的借口 先去了扬州 到了扬州 我还让朋友在我离开后 给家中去了一封信 说要在扬州多完两天 木诗云挑眉 我聪明吧 李清堂不知该说什么好 本来这个计划是天衣无缝的 可是没想到 中途会发生这种事 木诗云嘟着嘴 你确定 这会天衣无缝 李清堂表示怀疑 娜娜最起码 也有几日自由日子 木诗云强行解释 我只是没料到 会发生节路的 还有刺杀 也没想到我哥追得这么快 我刚到京城没两日 他就追过来了 李清堂听到这种 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木诗云刚到京城没两天 他的哥哥才追来 你只有目证出一个哥哥吗 李清堂压下心底的澎湃 带着忐忑问道 是啊 我爹只娶了我娘一个 我只有一个哥哥 一个姐姐 木诗云道 姐姐已经出嫁了 孩子都三岁了 哥哥倒是还未定亲 不过哥哥是劳骨板 比我爹都严肃 李清堂一下子呆愣住 大脑突然一片空白了起来 木诗云叫了他很多遍 他才回过神 唐儿姐 你在想什么呢 没什么 李清堂还是有些不死心 继续问道 你哥哥在入京找你之前 一直都在苏州吗 是啊 如果不是为了来找我 他该是和祖父祖母 一起坐船来的 木诗云道 我当初没选择坐船 也是因为外祖家 是坐曹运的 我怕被他们发现 再偷偷告诉我娘 那我就完蛋了 李清堂在听到 木诗云肯定的回答后 便对他后面的话 完全没有再听进去 木诗初若是才静静不久的话 那他之前与他在一起的 表哥是谁 那住在隔壁院子的是谁 那救了他那么多次的人 又是谁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他之前明明在苏州木家 见过木诗初的呀 唐儿姐姐你怎么了 木诗云看到李清堂突然变了脸色 担心道 是那里不舒服吗 没有 李清堂觉得整个人晕晕的 那你答应了我吗 李清堂都忘记要答应木诗云什么了 只是下意识地回话 哦 好 木诗云文言直接抱住了李清堂 塔尔姐姐你真好 你是天下第一大好人 木诗云抱上李清堂后 发现李清堂身上好香 还好软 没忍住多抱了一会 李清堂还在思索 如果那人不是他目证初表哥的话 那么那个人会是谁 可是他完全没有思路 他们认识了好几个月 他帮了他那么多次 他知道他的几乎所有 但他却对他一无所知 可若对方不是他的表哥 那为什么一开始不说呢 若是因为对他有所图谋 可对方又从未做出什么语举之事 甚至还送了他不少东西 李清堂思绪纷乱 他想着或许两个木诗初 就是同一个人 只是中间出了什么差错 木诗初当初送他进京 走了半途就离开了 或许是回了苏州呢 然后又提前进京了吗 虽然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 但万一呢 你哥哥有提起过我吗 李清堂试探性地问道 木诗云想了一下 摇了摇头 好像没有 我哥应该没见过你吧 李清堂的心沉了几分 这时木诗云的丫鬟敲门 小姐 老夫人让给二位送些糕点 进来吧 对了 我哥还没回来吗 木诗云问 大少爷好像刚回来 丫鬟答 木诗云听后 眼睛一亮 唐二姐 我带你去找我哥 他出门前我让他给我带烤鸭了 刚出炉的烤鸭最好吃了 李清堂被木诗云拉着往外走 他的心里像揣了十只兔子一般 忐忑 期待又害怕 他害怕那个木诗初 不是他认识的那个木诗初 但又对此隐隐有些期待 哥 木诗云见到木诗初 就开始招手 李清堂低着头不敢看 木诗云拉着李清堂走过来 这就是姑母的女儿李清堂 唐二姐 这就是我哥木诗初 见过表妹 木诗初给李清堂行了一礼 李清堂连忙回礼 表哥好 这声音就与他脑中的木诗初不同 他缓缓抬起头看向木诗初 那是一张十分俊秀周正的面孔 如他最初想象中的木诗初几乎一致 但眼前人非心中人 这一刻 他之前多少的猜测 解释都不成立 他一直以为的表哥并不是他的表哥 而是 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哥 我让你带着烤鸭呢 木诗云看着木诗初两手空空的双手问道 你不会是忘记了吧 木诗初为了躲话铃 抄小巷子绕回到这里 的确是把烤鸭的事给忘记了 卖光了 怎么会卖光呢 大概是今日生意太好了吧 木诗初神色如常 明早让小厮去给你买就好了 可我今日就想吃 那你就自己去买 木诗初十分无情地开口 木诗云身子微微靠向李清堂 小声道 唐儿姐 你看我哥 诗云 别带坏你表姐 我哪有 诗云性子顽劣 表妹还得多多担待 她若闯了祸 不必替她遮拦 仅可以告诉我 木诗初道 哥 木诗云又气又羞 第一次见面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哪里顽劣了 你别让唐儿姐再误会我 李清堂笑着道 诗云妹妹性子活泼可爱 我很是喜欢 晚膳是在木府用的 可以看出 木老夫人和木老爷都十分喜欢她 许是怕她和木书云伤心尴尬 全然没有提过侯府的事 只是说着 木书云出隔前的趣闻 李清堂静静地听着 对木书云的了解又多了些 木老夫人提起之前 李清堂送给他们的礼物 本以为小唐儿 当时还会在苏州多待几个月 没想到竟是提前回京了 光收了你的礼 却没能给你回礼 说着有些哽咽 她想的更多不是回礼 而是这么多年的亏欠 唐儿姐 你不知道祖母有多喜欢你那幅画 还有你给我的 那个团扇和荷包 我真是喜欢极了 木书云道 你不知道我拿出去后 那些小姐们有多羡慕我 说到这里 木书云得意地看向木正初 有些人真是只能羡慕了 木正初神色如初 但李清堂却是红了脸 他当时是给木正初绣了荷包的 但那荷包说到这里 既然那人不是木正初 但为何会出现在木家后院 说来那日 我在木家逛园子的时候 看到了一位公子 当时我以为那是正初表哥 差点就上去打招呼了 李清堂故意提起这个话题 既然对方能进木家 那自然是经过木家人允许的 或许木家会知道 那人是谁 可能是被资助过的学子吧 木氏云道 府中经常会去一些表达感谢 或是借书的学子 嗯 木老夫人道 家中的园子 有时也会借给学士们开诗会 我们商古人家 没有那么讲究内外之分 原来如此 李清堂听后 微微有些失望 也是当时这些人都不在府中 只有木章是在 可木章是此番并没有如今 这边没有答案 李清堂决定 一会就去隔壁问问 这次入京 给唐姐带了不少苏州实心的玩意 一会都装上 马车带回去 木老夫人道 其中有几匹天竹筹 马上就要入下了 正好可以做几身下装 祖母好偏心啊 我之前问您 要一匹天竹筹您不给 这一转头 全给了唐儿姐了 木氏云装作吃醋 你都有好几身了 你穿得过来吗 木正初冷冷道 你管我 木氏云看向李清堂 唐儿姐 那天竹筹柔软 却坚然很是透气 夏天穿着可舒服了 谢谢外祖母 聊了许久 李清堂借着溜石来到隔壁 但隔壁没有灯火 李清堂敲了很久 也不见有人来开门 李清堂皱眉 什么情况 怎么突然就没了音讯呢 李清堂回府的路上 一直心神不宁 本来一切都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都不对了呢 对方为什么会突然消失 是因为木家人过来 知道自己瞒不住了 所以才这样吗 可是没道理啊 对方从没占过他什么便宜 也没图过他的银钱 甚至还送了他那么贵的马 怎么说都没道理的呀 唐儿想什么呢 这么入迷 穆书云叫了几次 李清堂都没反应 伸手在他面前晃了晃 没没什么 李清堂回过神 穆书云想起李清堂之前 在穆士云提到 没有穆正初礼物时脸红的模样 难道他们私下 已经送过礼了 自从见了穆正初后 李清堂就有些心神不宁 可穆正初看着 却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难道是他家唐儿单相思 穆书云觉得这样不成 他得想办法探探李清堂的口风 锦王府中 苏怀木得到了探子的消息 他只觉心底轰隆一声 完了 我要出府 不成啊殿下 自海别公主说出 要亲自挑选和亲对象之后 宣王府 皇后 郑家 北辽的探子已经布满了府外 陛下也因为担心您的病情 派来了两位太医 您此时要出府被人发现 那这一切的筹谋 就都完了呀 穆祥劝道 您一直装病的事 若是被陛下知道了 不光您要受罚 贵妃娘娘 郑国公府 恐怕都脱不了干系 苏怀木后悔了 他早就该坦白的 可每一次都会发生意外 眼下李清堂 知道自己骗了他 会不会从此以后 就不搭理他了 苏怀木起身来到桌前 写了一封信 还并着一个木盒 一起交给了木青 送到李小姐手中 是 李清堂回到侯府刚洗漱完 习宿就来禀 小姐 木青刚才来了 还送来了一封信和一个木盒 李清堂闻言 连忙接过信打开 欺骗了你 但这非我本意 我会当面向你解释 等我 这还是李清堂 第一次见苏怀木的字 尤云金龙 气势斐然 像他 但又好像不太像他 木青走了吗 李清堂问 他来的时候 您还在洗漱 便把东西交给了奴婢 眼下已经离开了 李清堂何起信 打开了木盒 里面放着的 是一只有着凡腹花纹的银镯 婉青看着这镯子疑惑 木刚说出一个字 婉青就觉得不对 连忙收住了口 但又不知道该改口叫什么 宋宁这个是什么意思 习宿看着银镯 连忙帮自家公子找不 所谓侄子之手 女之邪漏 我听人家说 男子赠女子手镯 便是代表着爱慕和守候 公子这是在向您传情吗 啊 婉青听后惊讶 可对方是小姐表哥呀 说完又觉得不对 现在已经不是了 不是表哥也不成啊 我们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他骗了我们小姐这么久 肯定不是好人 婉青虽然对苏怀木的印象很好 但总不能让小姐 跟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吧 可那位公子一直在帮助小姐 从未做过对小姐不利的事啊 许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习宿为苏怀木辩解 什么难言之隐 连个名字都不说 这习宿不知该怎么解释 但他想着 这或许和他之前传过去的话 也有关系 他说李青唐不想嫁给权贵 尤其是皇室 好了 都别说了 我累了 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李青唐挥了挥手 习宿和婉青见状 便行李退了出去 李青唐拿着银镯细细端膜 这是代表爱慕吗 所以对方也爱慕他吗 想到这里 李青唐的脸不自觉又红了起来 对方既不是他表哥 那他们语法便是合规的 可就像婉青说的那样 对方连个名字都没留下 但习宿说的也对 对方或许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如果非要从头说的话 这件事是由他开始错的 是他先认错了人 李青唐觉得自己乱极了 李青眼此时也非常不好 今日郑士雄又给他送信了 催他赶紧想办法把李青唐搞定 他如今能有十要办法 李青唐已经怀疑他了 不可能再给他下药的机会 他与李青唐的关系也不好 便是主动开口约李青唐 李青唐估计也不会搭理他 若是郑士雄没有娶妻 那他大可以直接上门提亲 可他已经有了妻子 还有了好几方妾室 这时候若是上门侯府提亲 提的还是侯府嫡女 那就是上门来羞辱北安侯府 这就是故意来劫仇的 但若想要北安侯府心甘情愿地 把李青唐嫁过去 那只有生米煮成熟犯这一种办法 明洁给郑士雄 可该怎么做 才能让李青唐在众人面前 施了明洁给郑士雄呢 玉瑶宣里的李青鸾 也辗转反侧 海别公主要自己选亲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说是选 但其实也就是在那几个人之中选 而其中概率最大的 就是宣王 先是郑美元 后是海别公主 她不管如何 最多也只能做个侧妃了 而且瞧着最近宣王对她的态度 便是侧妃也不保准 而这一切都怪那李青唐 李青唐那个贱人 怎么就没死在回京的路上 这一晚除了牧书云外 整个侯府没有一个人睡得踏实 第二一早 牧书云就张罗着 今日她父亲母亲 要正式来府中拜访 她一早就去了老太太的院中 昨儿听说母亲身子不舒服 本来昨个就想寻太医的 但眼下太医不是在宫中 就是在锦王府 实在难请 好在张府一说您无大碍 我这才松了口气 是没什么大碍 就是年岁大了 精力不计罢了 老太太转着佛珠 你父亲母亲 今日要入府是吧 是的 牧书云道 母亲若是身子不爽力 我可以让他们改日再登门 亲家宫那么大老远的来 自是不能怠慢 老太太看向周嬷嬷 你一会 也去帮书云打打下手 把我那珍藏的茶也拿出来 老太太这是在给牧书云放话和嗜好 牧书云自然笑着应下 李姑下了朝 也乖乖回了府 她知道 牧家从牧老爷父亲的那一带 就一直有在资助一些学子 但她这么多年也没在意过 牧书云也没说过 一些寒门子弟能有什么大作为 可昨日 她竟在牧家 竟见到了范荣安 范荣安可是御史忠诚 乃清药之官 监察百官 威权慎重 这样的人竟然会主动上门拜访 看着对牧老太爷还颇为敬重 在这一层关系下 还有因着自己有求于牧书云 所以李姑今日的态度极其好 主动为了晚上的宴会操劳 虽说这个操劳只是口头上的 半下午 牧老爷带着牧老夫人和牧正初 牧师云一起来了侯府 李姑和牧书云一起在侯府门口迎接 牧老爷和牧老夫人坐一辆马车 牧正初和牧师云各一辆 身后还跟着好几辆拉着礼物的马车 这阵仗看得路人纷纷侧目 这是谁家要去侯府下聘吗 有人问 侯府的三位小姐都没急机 应该不会是下聘啊 那带这么多脸 听说侯夫人是江南首富牧家嫡女 牧家那是巨妇 搞不好是牧家来探亲呢 李姑见到牧老爷下车 立马过去迎接 岳父岳母 咱们李边请 牧书云在心底白了李姑一眼 但面上倒是不显 李姑这样殷勤也是好的 最起码 她爹娘心里会舒服些 侯府老夫人听到牧家人到了后 点了点头 老夫人 咱们要现在就过去吗 周嬷嬷问 等等 不急 老夫人品着茶道 周嬷嬷知道 老夫人只是要给个敲打 要体现自己的地位 总不能显得她上杆子 去判一个商户 李姑看着牧正初和牧师云 夸着道 这就是贤侄和贤侄女吧 真是龙张奉姿 仪表堂堂啊 牧正初礼貌而生疏地行了一个礼 多谢侯爷夸奖 牧正初说完 不着痕迹地 用胳膊点了点牧师云 牧师云不情愿地给李姑行了礼 道了谢 几人唠了会后 牧老夫人与牧师云 一起跟着牧书云去了后院 牧老爷和牧正初在前院与李姑交谈 李青鸾知道牧家人来了 一时百感交集 他见过两次牧家人 都是他很小的时候 每次牧老夫人 都会给他很多之前的小玩意 他本是对牧家人有好感的 但孙姨娘告诉他 那只是一群低贱的商户 他真正的外祖家 可是书香门第 商人一身铜锈 把牧书云嫁进猴府 不过是卖女求荣 用不着与他们亲密来往 再递了自己猴府小姐的身份 李青鸾一直觉得这话没错 但自从绅士之谜被解开后 牧书云就把他院中那些牧家给的东西 全都拿走了 每月也只有五十两的月礼 孙姨娘院子里 那些值钱的也都被收了回去 赔偿绣花楼的损失 他从孙姨娘那得到的 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这些日子过得很是艰难 眼下马上就到了 德亲王小女儿的生辰 他好容易才得到了一张帖子 他仅有的银子 都用来买生辰里了 那日宣王该是会来的 他如今就那几个拿得出手的头面 这几日宴会又多 他翻来覆去的带 是要遭人笑话的 李青鸾在院子里夺来夺去 他也做了穆老夫人 那么多年外孙女 对方总不可能一点情面都不讲吧 他咬了咬牙 换上了一身十分肃静的衣服 只带了几朵圈花去了金医院 穆书云听到李青鸾来请安 冷笑了一声 没说让他进来 也没说让他离开 又聊了一会 穆书云才道 唐儿 你带着诗云和你外祖母 去园子里转转 好 今日阳光很足 李青鸾在院子里站了一会 便出了汗 但他又不能就这么离开 不知等了多久 他看到 李青堂走了出来 身边除了穆老夫人 还有一个年轻些的少女 想来该是李青堂的表妹 外祖母 李青鸾见到穆老夫人 直接眼含热泪的痴痴叫道 牧师云当下 脸色就变了 开口就想说 谁是你外祖母的时候 又见李青鸾一副惶恐的模样 对不起二妹妹 我一时失言了 我只是久未见到外祖 久未见到穆老夫人 想念又欢喜 所以一时失了分寸 望妹妹千万不要介意 李青堂还未开口 穆老夫人便道 李大小姐知道是分寸便好 以后在外可不要再乱说话 会让人觉得你没教养 说完穆老夫人面带微笑地 看向李青堂 堂儿 带外祖母看园子去吧 是啊表姐 我还是第一次来侯府呢 你可得带我好好瞧瞧 好 李青堂看都没有看李青鸾 扶着穆老夫人 有说有笑地离开了金鱼院 李青鸾没想到 穆老夫人竟变脸变得如此快 竟是一点情面都不给她溜 这院子里这么多吓人呢 她竟直接就说她没教养 孙姨娘说得果然没错 伤人重力不讲情 叫了她那么多年外祖母 如今竟翻脸比翻书还快 果然是势力眼的伤骨 梅青见到了这一幕 故意让院中下人 多看了一会李青鸾的迥样 才开口道 大小见 夫人轩宁进去 穆老夫人已经离开了 李青鸾其实已经没有要来的必要了 但她既然打着来见穆书云的幌子 那便只能进去 青鸾见过母亲 穆书云望向李青鸾 看着她那一身素衣可怜兮兮的模样 还以为孙姨娘又复生了 看来之前孙姨娘还活着的时候 真是没少教她 许久没见你请安了 今日突然来给我请安 所为何事 李青鸾强带着笑脸 就是想着 许久未给母亲请安了 所以今日特意来给母亲请安 早不来 晚不来 卡着这个点来 李青鸾笑着道 早晨母亲忙 便不敢来打扰 你倒是怪贴心的 穆书云笑了一声 你既然无事 还有这个笑心 那就帮我做点事吧 李青鸾心里一个咯噔 但还是得装着恭敬 母亲请说 我之前向佛祖请愿说 要抄百遍 心经为侯府祈福 家中数你的字最是好看 你就抄上百遍 替家里众人祈福吧 穆书云道 也不急 我月底才去还愿 你就月底前抄好送来吧 李青鸾开始听到穆书云说不急 心里还稍微松了口气 但紧接着就听到穆书云说 月底就要 现在可离月底 只有不到二十日了 而且 她的吉吉礼 就在十日后 除了吉吉礼 这月她 还有两个宴会要参加 月底前抄完一百遍心经 这不是在难为她吗 李青鸾还没思索完 没想出要用什么方法才能拒绝 穆书云又道 这可是 为咱们侯府祈福 你可是得抄得认真仔细些 到时候 是要在佛祖面前一张张烧掉的 若是因为你写的潦草 敷衍 佛祖不保佑咱们侯府了 那你的过错可就大了 李青鸾捏紧了手中的帕子 恨得咬紧了牙关 怎么 你是不乐意 穆书云看向李青鸾问道 语气冷了几分 李青鸾撑着笑 怎么会 女儿一定好好抄 好好为侯府祈福的 就知道你是个懂事的 好了 下去吧 穆书云露出一个不怎么真心的笑 今晚就好好在院子里抄金马 晚上的宴会就不用参加了 我会帮你好好跟你祖母和父亲解释的 李青鸾脸上的笑 差点没绷住 咬着牙 是 乖 回去吧 穆书云摆了摆手 女儿告退 李青鸾转身后 眼中的笑 立马就变成了恶狠狠的仇事 真是欺人太甚 李青鸾刚走两步 穆书云突然又开口 对了 你今日这身衣服和妆容都很适合你 越看越像你的姨娘 既然你这么喜欢 那以后的衣服就按这个样式做了 你没意见吧 李青鸾有意见 而且是很大的意见 怎么 你不喜欢 穆书云见李青鸾没说话 脸色一下 黑了起来 你既不喜欢这衣服样式 为何要穿这一身 素来丢情啊 你是心里记恨我 所以故意来我面前 给我找不痛快 想要诅咒我吗 穆卿 哪里的话 女儿怎么敢诅咒您 女儿的确喜欢这种肃静的颜色 李青鸾见穆书云 给他一下子扣上这么大的帽子 连忙找不 你喜欢就好 穆书云看向梅青 把真管家叫来 告诉他 大小姐亲口说的 喜欢肃一些的颜色 以后的衣物 首饰 百件都挑肃静的来 千万别送花里胡哨的 惹大小姐不悦 是 梅青说着 就去找了真管家 李青鸾捏紧了拳头 恨得指甲都嵌入了掌心 李青岩听到了 李青鸾在金医院的遭遇 冷笑了一声 这就叫偷鸡不成十把米 李青鸾不知道 自己和孙姨娘 做了些什么事吗 竟还敢主动上去找虐兽 真不知道 他这个大姐姐的脑子 是怎么长的 如果他能有 李青鸾这个出生和机会 那他绝不会 让自己走到这个地步 真是可惜了孙姨娘 为他筹谋的这些 李青岩放下手里的针线 把姨娘早上 做的糕点带着 我们去玉瑶轩看看 我那大姐姐 是 李青岩刚到玉瑶轩 就听到 里面传来李青鸾的吼声 滚 都给我滚出去 然后就是一阵 噼里啪啦的 此晚碎裂之声 兰儿和洪柳 急匆匆地从屋子里 退了出来 出来后 就看到了李青岩 三小姐 姐姐这是怎么了 李青岩装作 什么都不知道问道 没什么 大小姐就是有些心情不好 三小姐还是改日再来吧 兰儿劝道 多谢兰儿姐姐提醒 带来都来了 我还是去看看大姐姐吧 指不定我安慰两句就好了 你们当差 也能当得舒服些 李青岩带着人畜无害的笑 柔柔道 那就多谢三小姐了 洪柳连忙道 李青岩进去后 洪柳小声对兰儿嘀咕 三小姐人可真好 兰儿打理着物件 知人知面不知心 也是 之前也没想过 大小姐和孙姨娘 竟是这样的人 别议论主子的事了 小青再被人听了去 倒霉的就是你了 兰儿提醒 洪柳鸣起了嘴 知道了 不说了不说了 李青岩见到李青岩进来 美好气道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姐姐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姨娘做了些糕点 我尝着味道不错 便想拿给姐姐尝尝 李青岩从学经手中接过食盒 姐姐来尝尝吧 见李青岩没有想和她搭话的意思 李青岩继续道 不知姐姐为什么心情不好 说出来 或许妹妹有办法呢 你能有什么办法 你能帮我抄经吗 李青岩气鼓鼓道 这有什么难的 李青岩一口硬下 姐姐要抄什么经 我帮你 李青岩翻了个白眼 咬着牙道 母亲熟知我的字迹 要一张张检查 说是要给侯府祈福 妹妹还是回去吧 别打扰我抄经 不就是模仿姐姐的字迹抄经吗 李青岩笑着道 姐姐的字迹我还是会模仿一二的 你会模仿我的字迹 姐姐忘记了 我学子的字帖都是姐姐的 李青岩道 李青岩一听 怒涩烧事 真的 李青岩笑着来到书桌前 拿起笔在白纸上 写下李青岩的名字 姐姐觉得像吗 李青岩看到自己的名字后 一愣 转头看向李青岩的表情有些微妙 没想到三妹妹还有这种绝技 这算什么绝技 只是我从小就很崇拜大姐姐你罢了 李青岩十分诚恳道 我一直觉得 大姐姐是你这经中最有才华 最配得上 财帽双绝这个词的归秀 李青岩这夸奖 算是夸到了李青岩的心中 她的表情也缓和了些 母亲要我在月底前 抄一百遍心惊为侯府祈福 可我还有 十日就要急急了 哪来的时间抄写 母亲这分明就是在故意为难我 母亲怎么这样 李青岩也替李青岩打抱不平 都说养恩大于生恩 当初的事 也不是大姐姐你能决定的 而且 你也孝敬了母亲这么多年 至今你也是记挂在她名下的嫡女 她怎能如此可待你 听到李青岩的话 李青岩深有感触 见到李青岩的表情 李青岩继续道 眼下孙姨娘不明不白地去了 母亲竟还对你这么狠心 真是让人寒心啊 不明不白地死去 李青岩看向李青岩 你知道什么 我也不是知道什么 只是觉得 这件事 孙姨娘最不至死 毕竟二姐姐活得好好的不是吗 李青岩道 可才入狱没多久 府衙都没判刑呢 孙姨娘就自意了 我觉得孙姨娘不是那种 会青岩放弃的人 李青岩听着李青岩的话 思维不自觉就被带着走了 越听越生气 越觉得就是穆书云害了孙冷雪 可眼下 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 李青岩叹气 府中只有他一家独大 他还生了这府中唯一的儿子 这侯府早晚都是他的 我们只能被他摆布 那可未必 李青岩给李青岩倒了一杯茶 我听说爹爹养在外面的割鸡怀了孕 大概率是个男胎 你是如何知道的 是从母亲院中下人那听到的 李青岩道 昨日父亲和母亲提说 要把那个外事接回家里 母亲让父亲去找祖母 说祖母同意了 他便同意 然后祖母就称病了 那你的意思是 李青岩问 父亲很是疼爱那位割鸡 那位割鸡想来 也是个有野心和手段的 不然怎么会能哄得父亲 敢向祖母提出 那一个封臣女子为妾的事 李青岩缓缓道 所以呢 你是打算让这个女子 进门来对付穆书云 我自然是不想的 毕竟我姨娘如今处境 就已经很艰难了 父亲若在那一个宠妾 那我姨娘的处境 一定会更差 李青岩拉住李青岩的手 我心疼姐姐 我觉得 姐姐你不该过这样的日子 李青岩不管李青岩这话 是真是假 但把那个割鸡弄入府 对他的确算是个好事 最起码可以恶心穆书云 那个割鸡存在的 本身就是给他找不痛快 如果那割鸡能成功 诞下一个男婴 那父亲肯定会对其更加宠爱 而若是 若是那孩子 因为穆书云而没了 那穆书云岂不是就有了 被修的理由 李青岩和李青岩一拍即合 讨论起该如何 让这个割鸡进府 另一边驿馆中 苏德哈丹看着海别 有些不痛快 之前明明说好了 你直接要求嫁给 宣王苏怀肖就完了 你怎得临时改口 前国皇帝有四个儿子 我们总是要挑一挑的 若是压错了 可怎么办 大皇子瑞王已经结亲 侧妃都两个了 人听说也很平庸 四皇子还小 母家也不如其他皇子显赫 你除了宣王 可没有别的选择 难不成你要给瑞王做妾 苏德哈丹急躁道 你当时可以直接 让那皇帝赐婚 如今可好 我已经听说 皇后不日就要 给宣王定亲了 到时候 你可就做不了宣王妃了 不是还有个三皇子 瑾王吗 海别公主玩着自己的辫子 我听说她的出身 才是这几位皇子中最高的 长得也是最好看的 可宣王才是皇后的儿子 不过是养子而已 海别公主道 瑾王可是郑国公的外孙 是父王最忌惮的人 也是我们最好的目标 不是吗 那又如何 那三皇子是个病秧子 眼下就急病又犯 眼瞅着时日无多 我们要的是一个 有机会登上皇位的 的皇子 而不是一个 马上就要死的废物 苏德哈丹道 六王子未免有些太心急了吧 反正在上京 还有这么多时日 我们可以慢慢选 刚好你也可以 给自己挑挑王妃 海别公主道 苏德哈丹还是觉得不稳妥 如果那苏怀霄 真的定亲了 那我们北辽公主 总不可能给他们 钱过一个王爷做侧妃吧 定亲有用吗 海别公主道 前国皇帝答应我们在前 便是定了亲也是不作数的 难不成定完亲 他们立马 就能成婚 若是那样就更好了 苏德哈丹想了想没明白 这时随行来的使臣 乌日更达道 公主说的是 如果对方为了逃避 两国联姻故意成婚 那就是前国人做错事在先 便是让他们赔偿 又或是以此为契机 直接开战 都是我们站着礼 苏德哈丹听后恍然大悟 那我岂不是就该让他们 尽快同别人定亲 这样便是要他们的聘礼 都能狠狠敲上一笔 六王子聪慧 乌日更达连忙称赞 其他人也是连连复合 海别公主低下头冷笑一声 晚宴前侯妇老夫人来到宴会厅 亲切地拉着穆老夫人的手 亲家母真是好久未见 我这几日身子不爽力 没能出来招待 可不要见怪 怎么会 身体不舒服 自然是要好好休息的 穆老夫人笑着道 我们这岁数也到了 身子骨的确是不如从前了 可不是吗 稍微吹点风 这头啊就疼得不行 整宿整宿地睡不着 侯府老太太笑着说着场面话 穆家老太太便也陪她演着 刚好这次给亲家母 带了一株百年老餐 以后若是身子不爽力 可以切根须子泡茶 效果很好的 这可太破费了 一根老餐而已 何来的破费 都是一家人 是啊 是啊 大家都是一家人 李姑笑着道 我这杯酒先敬岳父岳母 你们一路辛苦了 侯府老太太看着 李姑这副殷勤的模样 压下心底隐隐的不悦 今日晚宴 只有侯府一家人 没有大房和三房 李清丸不在 李清言和李姨娘 也没什么存在感 这一顿饭吃的倒是和气 这位就是侯府三姑娘吧 上次见你还是小小一个 如今也是大姑娘了 穆老太太笑着道 也不知你喜欢什么 便想着这个岁数的小姑娘们 大多喜欢打扮自己 便给你准备了一套珊瑚首饰 这太贵重了 使不得呀 李姨娘看到这成套的珊瑚首饰后 连忙道 三姑娘如此娇俏可爱 有什么使不得的 李清言是很喜欢这套首饰的 她几乎没有过这么整套的首饰 她怕李姨娘继续推辞 连忙道 多谢穆老夫人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好看的珊瑚首饰呢 三姑娘喜欢就好 李姨娘见状也不好多说什么 但这么一对比 她给牧师云准备的礼物 顿时就有些拿不出手了 总之这次晚宴也算是主客接欢 侯府老太太客气地想留对方住一晚 但幕府老太太 还是坚持回了自己的府邸 李姑看着她母亲上扬的嘴角 觉得她今日的心情该是不错 但送走了幕府人后 李姑打算趁机再提一次 把翠英娜进门的事 娘 李姑刚开口 老夫人的脸就拉了下来 看也不看李姑一眼 只对身边的丫鬟道 乏了 扶我回去休息 娘 其实翠英不是您想的那样 李姑追上去 老夫人看向李姑 我不反对你那妾 但那必须是清白人家的清白姑娘 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东西 都能进侯府大门的 翠英就是好人家的女儿 不过是家道中落 才被迫做清官的 李姑连忙道 娘 她怀了儿子的骨肉 在外面总是不好的 一旦被人冲撞出了点什么意外 那您的孙子可就没了 李姑见老夫人听到孙子二字的时候 稍有松动 连忙继续道 娘 您瞧瞧京中哪户人家 不是三妻四妾 我的后院 如今只有夫人和李姨娘 您也知道 书云自从那时之后 就不与我同房了 不仅断了我的银子 连的好脸色都不给我 您儿子我正直壮年呢 总不能一直做和尚吧 对于这一点 老夫人其实对穆书云 也是有些不满的 但穆书云到底是把侯府操持得不错 还给李姑生了唯一的儿子 她唯一的孙子 而和风那孩子也争气 侯府的未来都要看她 我说了 我不反对你那妾 但不能是一个风尘女子 老夫人道 你往日宠爱孙姨娘 才让孙姨娘做出这种事来 书云她生气是应该的 你多哄哄也就是了 等她气消了 不就好了吗 我哄 李姑还没说完 老夫人又道 我活着一天 这什么阴啊阴啊的 就不许进北安侯府的门 我可丢不起这人 说把老太太甩袖而去 李姑叹气 此时李青年走了出来 父亲 李姑转头看向李青年 吓了一跳 言儿 你怎么还在这 有东西落下了 过来找一找 吓李姑怕李青年 听到了当才的话 父亲 女儿或许可以帮您 李青年直接开口 你能帮我什么 帮您把弟弟接回来 李青年笑着道 李姑反应了一下 才明白李青年说的是谁 眼睛亮了起来 你真有办法 可以一试 总归是有希望的 好言儿 若你真能帮父亲 日后父亲定会加倍对你好 父亲就安心等着吧 昨天沐家人 带来的好几车礼物 其中有三辆马车的东西 都是给李青唐一人的 布匹 百件 首饰珠宝 各种珍贵的颜料 纸张 晚清帮着竹箱一点点登记入库 看得他嘴巴一上午都没关上过 院子里的下人们也忍不住偷看 咱小姐的外家对小姐可真好 连送的绣鞋上都有好大一颗珍珠 没见识 那叫东珠比珍珠可珍贵多了 以后谁要是娶了咱家小姐 那可真是赚死了 可不是 人长得好看 性子好 还有这么多嫁妆 这辈子我得多做些好事 下辈子也好投个好人家 公主府里 永家公主拿着京城里 各家贵公子的画像 一幅幅铺在画链的面前 林儿 你年纪也不小了 赶紧从中选一个 把亲事给定下来吧 娘 好端端的 怎么又催起我来了 画链嘟着嘴 闷闷不乐 我不过就是去青阳县玩了一日 至于把我一直关在府中吗 我在青阳县中也没惹祸 反而还救了人呢 永家公主在心底叹了口气 随后又严厉道 怎么没惹祸 你拐带着侯府小姐偷跑出去 还在外多管闲事 若不是锦王殿下听说后 及时赶到 你们如今还不一定怎么样呢 所谓强龙不压地投舌 他们若是直接杀你们灭口 你们该如何 永家公主道 就算我们时候查出来 替你们报了仇 可你们命都没了 报仇又有何用 娘可只有你这一个女儿啊 你死了 娘该怎么办 永家公主说着 就又又又又又哭了起来 画链儿无奈 她已经记不住 这是永家公主 第几次因为此事哭了 永家公主偷偷观察 华链儿的表情 见她没什么反应 继续哭道 上次你去温泉庄子 就差点出事 娘听说你被刺杀 我吓得一连半个月 都睡不好觉呀 见永家公主开始翻旧账 画链儿连忙捂住耳朵 好了好了 别说了 我耳朵都要起茧子了 那你就在这些画像中挑一挑 娘就不念了 永家公主说着 把一幅画像递到了画链儿面前 这是王家的小儿子 比你大一岁 样貌周正 财学也尚可 链儿觉得如何 我觉得不如何 这鼻子一点都不挺 嘴巴太薄了 画链儿挑剔道 那看看这个 顾子谦 大理寺少卿的嫡子 上届科举的炭花狼模样和才华 都是一等一的 如今 还是汉林院最年轻的汉林 前途无量 人品周正 永家公主笑着看着手中顾子谦的画像 之前还和你一起投壶呢 投壶的技术也不错 你们以后可以一起投壶做乐 多好啊 汉林院都是寻书呆子 我不喜欢 华链儿跺着脚撒娇 娘 我不喜欢京中这些子弟 您说了 我可以慢慢选自己喜欢的人 是 但如今 永家公主欲言又止 如今你年纪不小了 就算不成亲 也可以先定下 互相了解看看 到时候 若是你觉得实在不合适 那咱们再退亲呗 何必这么麻烦呢 娘你到底为什么突然比我定亲 华链儿看向永家公主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怎么会呢 永家公主微微心虚 但很好地掩饰住 我就是觉得 你得好好收收性子 成了亲 有了孩子 你就知道为娘的不义了 华链儿听了永家公主这句话后 插着腰 既然做娘的这么不义 那我就更不要结婚生子了 你这说的什么胡话 女子哪有不成亲生子的道理 我是郡主 我有你有皇帝舅舅 还有那么多皇子表哥 我一辈子荣华富贵享之不尽 我何苦要懂那些生活的不义 华链儿理直气壮地反问 永家公主叹气 你必须得给我定亲 你若是选不出来 那我就替你做主了 我觉得这顾子谦很好 我明日就去找顾夫人聊聊 娘 您这是做什么呀 华链儿急了 您要是敢去顾驾 那我就去宫里找皇帝舅舅 让她给我做主 你敢 永家公主这是真的急了 我有什么不敢的 我现在就去 华链儿说着就要往外走 永家公主连忙拽住 你不能去 我就去 华链儿推开永家公主 就要往外走 永家公主指着华链儿 你若敢走出这个门 以后就别当我女儿 不当就不当 谁嘻哈 华链儿也生了气 说起话来也没了分寸 永家公主被气得一个没远柱 就打了华链儿一巴掌 啪 这清脆的一声 直接让两人都愣住了 永家公主的打完就后悔了 华链儿眼泪直接流了下来 你打我 说着就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追啊 若是没进宫 就盯着她 别让她离开京城 若是往宫里跑的话 就是用绳子 也得给她绑回来 永家公主反应过来后 连忙道 是 华链儿觉得自己十分委屈 不管不顾的一路跑着出去 你没长眼睛啊 跑那么快 赶着投胎啊 华链儿一路 也不知撞了多少人 她也不回头 脑中只想着 刚才永家公主打她了 她长这么大第一次被打 哎哎哎 我的玉佩 一个男人被华链儿撞了一下 手里的包袱掉了出去 然后连忙追了上去 拉住了华链儿的手 陪我玉佩 多少银子 男人本来想说十两 后来看到华链儿这身衣服 看着很是有钱 这玉佩可是我的传家宝 最起码也得五爷得一百两银子 华链儿摸了摸腰间 想起自己是冲动之下跑出来的 没带银子 留个地址 我晚些让人把银子送过去 华链儿说完就要继续走 男人再次拦住 那可不成 谁知道你是不是拿不起银子要跑啊 你必须现在就得陪我银子 我是约安郡主 怎么会差你那点银子 你说你是郡主 你就是啊 男人来京城没几日 但也知道 京中贵女出门 都是会带一群人的 他上下打量一下华链儿 发现华链儿手腕有一个通体洁白的玉镯子 头上戴的那些首饰 也看着价值不菲 你若实在没银子 那就拿东西抵吧 他才不管什么郡主不郡主 反正他今日就要离开京城了 有这机会 正好可以讹一笔 然后远走高飞 华链儿不想与男人多费口舌 随便拔下一根簪子 这个可以了吧 男人看着那根玉簪 虽然看着比不上那个手镯 但估计也值个百十两银子 也成吗 说着 他就要去拿那簪子 眼看着就要拿到了 那簪子突然被另一只手拿走 你什么人 怎么还抢别人东西 木正出冷冷地看着男人 我看看你那岁的玉佩 这是我和这位小姐的事 关你什么事 男人有些心虚 华链儿见到木正出后 刷一下止住了眼泪 我是他朋友 你若不想给我看 玉佩也成 那我们就去经兆府 让官府判 木正出寻完铺子 准备回府 想起那日忘记给木士云 买烤鸭 便打算今日给他补上 没想到 一来就看到哭着跑的华链儿 他本是想赶紧离开 不想管这个闲事 但他实在看不下去 这男子讹人的模样 男人听后 不情不愿地把玉佩拿了出来 这可是 我们家祖传的玉佩 是不如这姑娘的簪子值钱 但这玉佩蕴含的情感 可是无价的 你们给弄坏了 就该赔 木正出看着那块玉佩 冷笑一声 这玉佩的价值 估计连十两都不到 男人急着到 但这是古董 传了好几代 如今我父母已去 这是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了 这以后还要传给我的孩子呢 各位平平礼 他们是不是该多陪我一些 众人听后点了点头 不说你这玉佩本身的价值 木正出继续道 你这玉佩早就碎了 此番不过是借机讹人罢了 你胡说 男人被拆穿 有点恼羞成目 你们赔不起就赔不起 怎么还诬陷 若是刚碎的 那碎裂地方的切面 肯定与玉佩的表面不同 但你这完全已经同化 而且拼完之后 还少了点地方 这玉佩这玉佩 一直在这布中包裹着 可这布里干干净净 没有一点碎渣 那么少了的地方拿去了 木正出这番话说完 男人无言以对 只能狡辩 不想赔就算了 找什么理由啊 今日算我倒霉 出门没看皇历 遇到这么晦气的事 你说谁晦气呢 华莲一听不乐意了 男人被周围人指指点点 不敢再继续纠 连忙往外走 追来的公主府侍卫 直接就把人拿下了 郡主殿下 此人要怎么处理 还能怎么处理 这人坑蒙拐骗 指不定骗了多少人呢 把他送去府衙 让人好好查查 华莲道 男人此时慌了 连忙求饶 郡主大人 您的大人大量 饶了小的这回吧 小的只是一时鬼迷心窍 小的知错了 再也不敢了 这些换你留着 跟官府的人说吧 华莲说完 转头看向穆正初 想向他道谢 但一转头 就发现人已经不见了 他也顾不得眼前的是 连忙去追穆正初的身影 好容易才发现他的踪迹 一路跟了上去 好容易要追上 发现穆正初来到 一个宅邸门前 一个熟悉的少女 从侧面笑着 冲到穆正初的面前 接过他手里的东西 还拉着他的胳膊撒娇 华莲顿时就觉得酸透了 一股无名的火 直接脑子 他便不管不顾地 冲了上去 穆士云看到穆正初 给他带了烤鸭 卖乖讨巧 哥哥你真好 我今儿去逛街 让我就在一家铺子里 发现了 穆士云正打算撒娇 让穆正初给他买东西 结果话 还没说完就发现 他拉着穆正初的手 被人扒开 你俩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拉他的胳膊 华莲拦在穆正初 和穆士云的中间 怒视着穆士云 郡主 穆士云看到化铃儿 突然出现后 愣住了 王小姐 我当初可是救了你的命 你怎么能恩将仇报呢 化铃儿本来被打了 就觉得委屈 眼下更觉得委屈了 他救过的人 竟然抢他喜欢的男子 穆士云没想到 化铃儿一开口就是这个 他注意到穆正初的表情 连忙道 郡主 这天气好热 我请你去饮茶吧 我慢慢给你解释 我不热 你现在就给我解释 王姑娘 你不是说你是从苏州 来京城寻亲的吗 这就是你的亲吗 化铃儿觉得自己被骗了 我为了救你 可是九死一生 你怎么还挖我墙角呢 穆士云此时特别想一把 捂住华铃儿的嘴 但是已经晚了 他哥的表情已经不对了 这其中有很多误会 你们听我解释 事情不是你们想的这样的 真的 穆士云看着面前 两个看起来都想 把他生吞活泼了的人 觉得他今日真是不该出门 那你解释 你为什么会在这 又怎么会认识穆公子 怎么还和他拉拉扯扯 你们难道定亲了吗 可你不是还没急击吗 化铃儿直接夺命五连问 穆士云正要开口解释的时候 大门被打开 穆成看着门口站着的几人 少爷 小姐 你们回来了 这是还带了位客人吗 化铃儿听到这话 眨着眼睛 大脑飞快思索 少爷 小姐 客人 他应该是那位客人 所以 这位王姑娘 是穆正初的妹妹 不对啊 他打听的时候 没打听出穆正初 有姓王的妹妹啊 就算是表妹 也该姓李啊 穆家花厅里 穆正初坐在正位上 华铃儿 晕呼呼地坐在左侧 穆士云 站在中间低着头 王姑娘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穆正初看着穆士云 冰冷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威严 穆士云欲哭无泪 哥 你听我解释 事情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是穆家这宅子太小了 放不下穆二小姐这尊大佛 所以你还给自己 换了个姓氏吗 不是的 穆士云八百个心颜子 开始飞速运转 哥 你不是叫我出门 在外要低调吗 我这不是怕人知道 我是穆家二小姐 所以才给自己 换了个名字吗 你想啊 大家都知道 我们穆家有钱 我若不改个姓氏 那那些坏人 见到我这气质出众 又姓穆 肯定知道我是谁 一旦把我绑架了 让你们花银子 数我怎么办 华铃儿这一听 明白了过来 不是她的情敌 这么一想 她顿时心情好了不少 但又想起 刚刚她对穆士云 横眉冷对的模样 连帽爪布 二妹妹说的没错 是得改个姓氏 我出门在外 我也不说我是郡主 穆士云没想到 花铃儿又会转头帮她 连忙附和 对对对 哥你看郡主都这么说了 那就说说 那久死一生的救命之恩吧 穆正初看向穆士云 穆士云被看得 打了一个哆嗦 其实就是 我进京的时候 遇到一个猎户 那猎户要猎一个兔子 但射偏了车 差点射到我 这个时候 恰好郡主路过 帮我拦下了那一件 就是这么回事 穆士云说完 偷偷给花铃儿 投出一个恳求的眼神 花铃儿从穆士云身上 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连忙帮衬道 对 就是这么回事 我正好和檀儿妹妹 一起在郊外骑马 正巧遇到 就顺手帮衬了一下 所以青唐表妹 也知道这件事 穆正初道 那我 这就去侯府问问表妹 别 不用 两人齐齐开口 圣叔告诉我说 我们来之前 这府中遭过贼 穆正初说着 看向穆士云 他说 你让府中整夜燃灯 屋内还准备了铜锣 这贼 是不是冲你来的 而你也知道 这贼会来找你 怎么会 我就是那天 刚好买了个铜锣 那贼人可能是知道 咱们家有钱 所以摸了过来 穆士云继续圆谎 穆正初表情 彻底沉了下来 送祖父祖母入京的船 明日就回苏州 那是外祖家的船 你刚好可以 跟着一起回去 到时候 你就向母亲解释吧 看母亲信不信你这番话 别呀哥 你可是我亲哥 你不能这么对我的 穆士云连忙求饶 然后不得不在 穆正初的威压下 说了实话 穆正初听后 脸色直接黑了 感受到穆正初的低气压 穆士云努力把字缩小 减少存在感 穆正初看向华林儿 多谢郡主对家妹的救命之恩 改日我定当上门道谢 今日家中有事不便 就不久留郡主了 穆士云见状 连忙拉住华林儿的胳膊 别呀哥 郡主好容易登门一次 怎可就这样让人回去 华林儿也连忙道 啊对 我还不想走呢 穆正初看了眼华林儿 华林儿莫名也被看得有点心虚 殿下请自便 穆正初说完后 直接提走了穆士云 留下华林儿一人 称说 好好招待郡主殿下 穆士云求助似的 看向华林儿 华林儿起身 想喊住穆正初 但穆正初已经大不留心地 提着穆士云 消失在了拐角处 完蛋 华林儿感觉自己 好像闯了祸 怎么办 她不会就此得罪了小姑子吧 华林儿看向穆成 小心打探 二姑娘不会有事吧 郡主殿下放心 我家公子从不动粗 向来以礼夫人 穆成笑着道 华林儿不知为何 总觉得这个以礼夫人 听起来很可怕的样子 永家公主听到华林儿 没去皇宫 而是去了柳安巷一个宅邸后 松了一口气 随后整个人就晕了过去 华林儿在穆家喝了会茶后 牧管家来报说 公主府派人来找 听到永家公主晕倒了 华林儿的第一反应是 她娘不会是 又故意装晕骗她吧 后来见那人的表情 不像作假 回了公主府她问月白 我娘真晕了 月白点头 嗯 太医刚刚来施了针 如今已经醒了过来 华林儿进入永家郡主的卧房 看到永家公主 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 娘 林儿回来了 永家公主在丫鬟的服饰下 挺起身子 华林儿还是第一次 见永家公主这副模样 她印象中的母亲 是永远名艳华贵 从未见过她这般虚弱的模样 娘 华林儿已经忘记 被打的那一巴掌 眼睛红了起来 您怎么了 这是 好孩子别哭 娘没事 过来让娘看看你的脸 永家公主对华林儿招手 华林儿坐到床边 永家公主摸着华林儿的脸 娘刚刚不该打你 实在是娘太心急了 娘 您为什么这么心急 您之前不是还说我 若是不想嫁人 您可以养我一辈子吗 永家公主叹了口气 你们都下去吧 等屋内的人都离开后 永家公主握住华林儿的手 我得到消息 这次北辽使臣中 有一位是北辽的六王子 他们如今已经带了公主 来和亲 谁知道会不会再带个公主回去 可我又不是公主 华林儿嘟嘴 可圣上没有侍灵的女儿 二公主才八岁 永家公主道 只能在宗室中选 那宗室里不少侍灵的那永平郡主 比我还大一岁 不是也没成亲吗 华林儿道 她那是身子弱 你不一样 永家郡主看着华林儿的眼神 爱和心酸 你是祖父是郑国公 你伯父是票计大将军 你父亲是金吴大将军 他们每一个 都是北辽的眼中钉 肉中刺 比起真正的公主北辽人 更想要你啊 没有人能比你更好 牵制郑国公府了 永家公主此时十分后悔 她早些年就该听劝 早些给华林儿定亲 但她就是舍不得华林儿 舍不得华林儿 凑合地找一个男子过一辈子 华林儿见永家公主红了眼眶 她也红了眼眶 娘 真的非家不可吗 可北辽人不是还没提出吗 傻丫头 等真的提出来就来不及了 永家公主道 现在我们还可以有主动权 那个时候就只能等着命运了 可皇帝舅舅和太后娘娘都很疼我 他们不会答应的 永家公主露出一个心酸的笑 林儿便是我们在得宠 在尊荣 我们都是这皇权下的一颗棋子 这是我们的命运 在嫁给你父亲前 我连话都没同他说过一句 那时我也有自己心仪的人 可我的哥哥 你的皇帝舅舅需要我嫁入郑国公府 那我的意愿便不重要了 这是华莲第一次听永家公主说起往事 她的心情很复杂 娘 不过我还算幸运 郑国公很和善 你父亲也没有因为被迫娶我 而故意冷落忌惮我 她其实是个好丈夫 只是她的出身和使命 注定她不能成为一个好丈夫 永家公主顿了一下 而我的出身和使命 也不允许我做个好妻子 所以林儿 在能选的时候 就快选一个 如果到时候不喜欢 你是郡主 我们随时都可以退清或是合理 哪怕是修夫也使得 永家公主急切地拉住华莲的手 那这几日担忧极了 生怕哪一日就接到给你赐婚的圣旨啊 娘 我明白了 我听他们说 你似乎有喜欢的人了 你若喜欢娘明日 就去拜访 永家公主道 是苏州牧家 堂儿妹妹的外祖家 华莲把自己的和牧正出相识的情形说了一遍 眼睛亮亮的 她是我见我最英俊的男子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说完后华莲儿想起牧正出对她的态度 有些落寞地叹了口气 低下头趴在了永家公主的身上 可她似乎不喜欢我 我家莲儿中灵玉秀 她不是不喜欢你 只是还不了解你 永家公主安慰 我明日就去牧府 别啊 娘 华莲儿连忙起身 她是堂儿妹妹的表哥 我不想以示压人 这样以后 我该怎么面对堂儿妹妹啊 你放心 我只是探探口风 永家公主劝慰 永家公主立马就让人下了帖子 穆老夫人接到帖子后一愣 这才知道白日里玉安郡主来了 她一边让下人收拾准备 一边派人去找了穆书云 总得知道永家公主的喜好才好 第二日 李清堂来了穆家 她与永家公主还算相熟 有她在 不管怎么样都好说一些 永家公主看到李清堂 也没觉得意外 那堂儿就不打扰殿下和祖母了 李清堂行礼告退 永家公主笑着道 堂儿别走 你也不是外人 也不是说什么私密的话 李清堂见状便留了下来 永家公主先客套了一会 然后就委婉地提到了正题 听说堂儿的表哥帮了我家铃儿很多次 我家铃儿还夸赞着穆公子为人正派 我家铃儿很少夸赞别人 我这次上门 一是提我家铃儿感谢您的孙儿 二也是好奇 能被我家铃儿夸的人到底是何模样 这话一出 李清堂和穆老夫人都知道对方的来意了 李清堂不觉得意外 但穆老夫人却是心里在打鼓 殿下哪里的话 能帮郡主殿下是郑出的福气 何敢受限 穆老夫人说完 连忙让人去喊穆郑出 穆郑出已经去了铺子里 于是小厮又赶紧去铺子里寻人 这期间 几人又闲聊了一会 基本上都是永家公主在问 穆老夫人在回答 问题也多是和穆郑出有关 这一图简直明显的不能再明显了 永家公主见穆老夫人举手投足间的风度 完全不输那些京中高门贵府的老太君 看着这宅邸的布置 也没有那些寻常商骨的浮夸气息 府中下人们也都被管教得不错 对穆家的评价便高了几分 而在知道穆郑出年级轻轻 已经是个举人后 这评价又高了不少 很快穆郑出回来 永家公主看到穆郑出后 眼前一亮 这般模样满上京城都难找出几个 不怪他家灵儿一见钟情 永家公主笑着问了穆郑出几个问题 穆郑出答得滴水不漏 周深气度看着 完全不像一个商骨 比起那些世家公子也不遑多让 既以钟举为何不继续考下去 永家公主问 你年纪还小 只要肯学早晚能进士吉地 穆家世代经商 这一代只证出一位男丁 自是要顶起家业 穆郑出道 你才十九岁便以钟举 若能做官被家族起步更有帮助 这么放弃实在可惜 永家公主道 郑出不觉可惜 读书是为名理 是为喜欢 不为前权 穆郑出不卑不亢道 官有官道 商有商路 两者疏途 穆家祖训第一条 便是长家着不设官 不入朝 穆郑出这句话 也是委婉地表达 他对话林儿没有想法 也不能有想法 永家公主也明白 穆郑出的意思 但这是他女儿喜欢的人 他不可能因此放弃 所以他听不懂 又问了几个问题 然后送上了一些谢礼 走的时候还说 过后日 我办了个游园会 到时候还望老夫人 能带上两个孩子一起来 我这个人最喜欢热闹了 老身多谢公主好意 定当准时赴约 塔尔你没事就多去公主府坐坐 你林儿姐姐可想你了 永家公主离开前 又拉着李清堂的手 唠了一番家常 在充分展现了 自己的好意后才离开 永家公主离开后 穆老夫人叹了口气 李清堂知道 穆老夫人在顾虑什么 外祖母 林儿姐姐 虽然性子有些活泼 但人不坏的 公主府的门地太高了 我们攀不起啊 穆老夫人叹气 祖母放心 我会与郡主说清楚的 穆正出道 你要注意分寸 穆老夫人提醒 祖母放心 孙子明白的 李清堂还想给化林儿争取一下 其实我觉得 表哥和郡主 还是挺合适的 玉安郡主 其实人很善良 爱也坦荡 恨也坦荡 和他熟了之后 就知道 他其实没有什么郡主架子的 但他毕竟是前国最尊贵的郡主 把你母亲嫁入北安侯府 已经让我毁了半辈子 我不能再错一次了 穆老夫人拉着李清堂的手 我知道你与玉安郡主是朋友 但你还小 很多事情你不懂 李清堂健壮 也不好多说什么 如果他表哥对化林儿真的没有一点感情 那硬凑在一起 也是一对愿偶 对两个人都不好 那不如就顺其自然吧 他可以再给化林儿介绍一些其他人 勇家公主回府后 化林儿就巴巴地看着他 如何 那穆家是个有底蕴的 人口也简单 那穆正初也的确不错 我儿很有眼光 是吧 化林儿见勇家公主 没有排斥松了口气 然后他又紧张地问 那那穆家 他们没拒绝 勇家公主道 你放心 只要你喜欢 那母亲就去找圣上给你赐婚 勇家公主不管穆家什么想法 化林儿好容易有了个靠谱的心上人 又是在这么关键的时候 对方就算不愿意也得愿意 听到赐婚二字 化林儿脸颊为红 娘 穆公子是同意了 他同不同意不重要 你喜欢就够了 化林儿一听 脸就搭拉了下来 我不想强人所难 他若不喜欢我 我嫁过去堂儿妹妹也会为难的 傻丫头 你堂儿妹妹巴不得你嫁过去呢 勇家公主宽慰道 你看看满京城中有几个是因为互相喜欢而定亲的 我和你爹不也是一封圣旨促成的吗 但这么多年过的不是很好吗 日子都是漫漫过的 大家都是日久生情 我的灵儿这么好 谁会不喜欢啊 勇家公主笑着道 你救了穆家二姑娘 还和清堂情童姐妹 她们都会向着你的 化林儿听着勇家公主的话 觉得似乎好像也没错 露出了笑脸 勇家公主健壮也输了口气 她明日 不 她一会就进宫去找太后通消息 苏怀木没想到 化林儿竟然喜欢穆正初 当她从穆祥口中听到这件事的时候 嘴里的药差点没给她呛死 他们两个怎么会 穆祥把情况说明 苏怀木的不知该说什么好 若是化林儿真同穆正初在一起了 那她以后该叫化林儿什么 这不是乱了吗 可她知道化林儿的性子 她能喜欢一个男子 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而且更重要的是 她确实需要尽快定亲 但她就怕穆正初和穆家不同意 那硬凑在一起 怕会伤害两家感情 想想他们之间这交错的感情可真是 苏怀木还想着 门外来了一个侍卫 穆想走过去 听到侍卫的禀报后 脸色白了几分 连忙把话转给苏怀木 殿下 满京城都在说 宣王殿下与郑家小姐互换了八字 这轻是八九不离十了 苏怀木冷笑了一声 今日夜里去宫中报信说 我要不成了 去的路上 记得闹得大一点 是 晚上剑心帝翻了赵美人的牌子 正要共赴乌山的时候 大太监父平急匆匆来禀 陛下 未央功来人 说贵妃娘娘有急事求见您 什么急事 不能明日再说 赵美人以为化贵妃又是来劫胡的 搂着剑心帝 督着嘴小声道 每次陛下一来臣妾这 贵妃娘娘总是有事 剑心帝外袍都脱了下来 心情也属实有些不爽 不是什么要紧事 就明日再说吧 剑心帝开口道 这时化贵妃直接冲了进来 陛下请允臣妾出宫 剑心帝没想到 化贵妃会直接闯了进来 连忙搂住了自己的衣服 爱妃你这是做什么 化贵妃眼眶中的泪水 瞬间就落了下来 好生惹人怜爱 莫儿 莫儿要不成了 臣妾得去见她最后一面 求陛下允臣妾出宫 什么 剑心帝听到这个消息后 也是一惊 怎会如此 昨日不是说 已经稳住了吗 化贵妃哭梨花带雨 臣妾 臣妾也不知道啊 只是刚刚井王府派人来禀 说我的莫儿要不成了 说要见臣妾最后一面 化贵妃像是要救寝时被叫醒 为施粉带 连头发都是简单挽着 没了华丽衣裳 妆点的化贵妃 也有一番清水出芙蓉的味道 剑心帝看着心都软了 爱妃别哭了 正同你一起去看看 赵美人看着剑心帝跟着化贵妃离开 气得都捏断了一根指甲 等人都走远后 她恨恨道 死了才好呢 赵美人身边的大宫女连忙道 娘娘慎言啊 赵美人跺着脚转身 随后屋内就是一阵噼里啪啦的瓷器碎裂声 剑心帝和化贵妃赶到锦王府的时候 整个府中一派兵荒马乱 快点 药呢 殿下的药怎么还没熬好 沐翔焦急地扯着嗓子喊 来了 来了 一个小丝端着药急匆匆地跑来 快 快把药炊凉给殿下喂下去 剑心帝看到这这一幕 觉得苏怀木可能真的是不行了 他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化贵妃见状 直接就软在了剑心帝的怀里 爱妃别急 沐儿不会有事的 朕是皇帝 朕不会让沐儿有事的 化贵妃哭着 冲进内室 来到苏怀木的床前 看到床上面容哭狗 气息微弱的苏怀木 饶氏心里已经有准备的 也被吓了一跳 怎么会这样 这才几日 怎么就瘦了这么多 化贵妃心疼极了 轻轻抚摸着苏怀木的脸 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落 木儿怎会如此 你们不是说情况 已经稳住了吗 剑心帝 看向一屋子的大夫沐问 启禀陛下 锦王殿下从娘胎里就落了急 这些年的平和 全是靠要顶着 眼下 太医不敢往下说 眼下怎么了 说 这些年 殿下用了太多的药 是要三分毒 眼下身子已经 药匙网医 他不敢说出口 只能委婉到 身子已经非常虚弱 一般的药怕是 无法奏效 只能下猛药 但就是怕 怕什么 剑心帝问 怕殿下撑撑不住 这句话说完 所有大夫都低下了头 整个屋子里一片死寂 化贵妃流着眼泪 抓住剑心帝的手 泪眼婆娑 静郎 救救我们的孩子 剑心帝握住化贵妃手 面容冷峻地 看向一屋子的太医 如果木儿没了 你们和你们的家人 都统统给他陪葬 太医跪了一地 瑟瑟发抖 不管你们要什么都尽管提出来 我要你们不择手段地救活木 是 化贵妃就守在苏怀木的床边 一个劲地流眼泪 剑心帝看着躺在床上面如纸色 比前些日子销售了一大圈的儿子 心下也是起了慈父之心 木翔端着温热地要进来 陛下 娘娘 要好了 我来喂 化贵妃连忙接过药 但苏怀木完全吞不下去 静郎 这该如何是好啊 剑心帝扶起苏怀木 我扶着木 最终化贵妃和剑心帝 两人好容易才给苏怀木 喂下了半碗药 化贵妃坚持要留下陪着苏怀木 剑心帝便也留了下来 喝了药又试了针 苏怀木吐出一口血来 木儿 木儿你别吓唬娘啊 化贵妃看到苏怀木吐血 吓得脸都白了 剑心帝也是连忙喊 剑心帝要处死这一屋子太医的时候 苏怀木悠悠睁开了眼睛 父皇 木儿醒了 木儿醒了 化贵妃激动地喊道 剑心帝连忙看向苏怀木 父皇 儿臣没事 苏怀木这句话说完 就仿佛用尽了所有力气 剑心帝连忙道 你好好歇着 先别说话 苏怀木虚弱地点了点头 太医又连忙来看着 看完之后也没说话 剑心帝见状来到外间 说吧 木儿身体如何 锦王殿下虽醒了 但能坚持多久 这只能看天意 说完所有太医都跪了下去 不敢看剑心帝的表情 剑心帝黑着脸 化贵妃在床前哭着小声道 没事吧 苏怀木摇头 没事 化贵妃松了口气 实在太真了 他真以为苏怀木要不行了 说着 他捶了一下苏怀木的胳膊 吓死我了 天快亮时 剑心帝才独自回到宫中 化贵妃则是留在了锦王府 第二日 全京城都知道 昨晚锦王病重 剑心帝在锦王府中待了一夜才归 还允了贵妃陪伴 怕是时日不多了 李清堂也听到了这个消息 虽说他没见过这位锦王殿下 但这位锦王殿下 还是帮过他的 为此 他早晨特意为锦王烧了住祈福的香 北辽的使臣 自然也听到这件事 你们说这是真的吗 苏德哈丹问 应该是真的 这几日已经打探过了 三皇子自小身子就弱 本来说活不过十岁的 被皇帝和镇国公府 用各种珍稀草药掉命 才活到了今日 乌日更答道 前国皇帝不可能 让这么一个殡娘子继位 也没有演这种戏的必要 苏德哈丹喝了口酒 这么看来 就只有那二皇子苏怀肖了 是 但听说这位二皇子 也要定亲了 定的是皇后娘家的姑娘 乌日更答道 我看到皇后和二皇子 怕是在故意逃避这门亲事 苏德哈丹冷笑了一声 这可不是他们想逃就能逃的 对了 我让你查的那位姑娘如何了 那位叫李清鸾 是北安侯府家的大小姐 还未定亲 不过听说与文姓后世子 走得颇近 等到吉吉之后 似乎就要定亲 乌日更答道 不过 陈海打听到了一件事 什么事 这李清鸾和二皇子 似乎也关系匪浅 苏德哈丹玩味地笑了 想起那日春日宴的情形 打听打听那位李小姐的行踪 乌日更答明白苏德哈丹的意思 迟疑了一下道 殿下那李小姐 只是个没有实权的侯爷的女儿 与您没有助力啊 咱们这次的目标可是那位 别担心 只是玩玩也 苏德哈丹笑着道 大不了就做个侧妃呗 是 这几日京中可谓风起云涌 穆书云对李清堂道 这几日你最好先不要出门 以免陷入事端 女儿明白 除了明日永家公主的游园会 女儿哪都不去 李清堂道 穆书云也知道了 永家公主有一招目正出为序 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他虽然知道 永家公主和玉安郡主人都不坏 但对于这件轻事他并不看好 也不好发表意见 对方毕竟是皇室 去了游园会带着诗云不要乱走 即便是在公主府 也不能掉以轻心 穆书云提醒 我会的 娘你就放心吧 第二日一早 穆老夫人带着穆诗云和穆正出 先来了侯府 然后才一起出发 去了永家公主府 而在他们之前 李清鸾已经和侯府老太太 乘着马车出门上香 李清言嘴角微微勾起 模仿着纸上的笔记 希望那个翠英能争点气 路上李清堂和穆诗云 说了些要注意的事 很快就来到公主府 今日永家公主主要就是为了 让太后娘娘看一看穆正出 证明是化铃儿真的喜欢穆正出 还可以直接让太后娘娘下一旨 就算日后毁婚 太后毕竟是她的生母 是化铃儿的外祖母 总归是比皇帝更好说话的 本来这游园会 只是为了化铃儿轻视的借口 但因为北辽公主的事 今中很多勋贵人家 有优秀未婚男子的 都紧张了起来 尤其是宗室子弟 永家公主开了这游园会 刚好给众人一个相看的机会 所以这游园会 虽筹备得很仓促 还很低调 但来的人却格外的多 这点不管是穆书云 和李清堂都没想到 更没想到的是 穆书云周围 敬为了不少夫人 都在问李清堂的亲事 有没有着落 穆家虽说是商骨 但李清堂是正经的侯府嫡小姐 春日夜那晚 她虽未上场露脸 但很多夫人和公子 都注意了李清堂 不为别的 主要是这李清堂生的实在貌美 前国男女大方没有那么厉害 公开场合 男女倒是可以大方交谈 只要没有余举的事 今日大家都是为了相同目的 所以 穆家公主便没有故意分析 各家夫人们在水泄楼阁里聊着 各家小姐和公子 便在院子里随意活动 因为李和风不在 所以便有李清堂 带着穆正初和穆诗云一起 但李清堂并不认识 京中这些公子 也不好介绍 幸好这时遇到了顾子迁 见过李小姐 顾公子 李清堂回礼并介绍 这位是我表哥穆诗出 这位是我表妹穆诗云 这位是顾子迁上届科举的炭花郎 几人互相见了李 客气了几句 顾子迁主动道 我与穆公子虽是出见 但十分投缘 不如就让我带穆公子转转吧 李清堂听后 感激地看了眼顾子迁 笑着道 那就劳烦顾公子了 李小姐放心 李清堂带着穆诗云去找了华林 华林见到两人既开心 又有点不好意思 尤其是对穆诗云 你你那日没事吧 华林小心地问 穆诗云真的很想说没事 但还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 可惨了 我这几日过得可惨了 怎么了这是 李清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华林就尴尬地 把那日在幕府门口发生的事 又说了一遍 穆诗云哭丧着脸 我歌伐我超一百遍论语 还要把百花图秀一遍 哪天做完 哪天才能离开院子 今日若不是公主殿下点名要我来 那我肯定还被关在院子里 我最讨厌的 就是看书和秀花了 这比打我一顿还难受 穆诗云想到这两日他的悲惨生活 就想哭 华林听到被罚超书和秀花 狠狠地和穆诗云共情了 越发愧疚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你俩是兄妹 没事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唐二姐 你一会帮我求求情吧 穆诗云拉住李清堂的手 超书就抄吧 秀花就别了 我那水瓶秀出来的东西 只是浪费针线和布料 最重要的是还费手指 唐二姐 我帮你秀吧 华林觉得 这事是自己搞出来的 为了和以后的小姑子处好关系 他打算奉献自己 这不好吧 穆诗云其实并不怪华林 我刺绣真的很差 你秀得太好 我哥一眼就能看出来 我会变得更惨 我的女工也不怎么样 估计你哥看不出来 往日华林 不觉得自己女工差有什么问题 但如今却莫名生出一种自卑来 穆家丝绸生意做得那么大 穆诗出应该喜欢的女工好的姑娘吗 也不知道 她现在开始学 还来不来得及 穆诗云自然是不敢让华林秀的 一是因为对方是郡主 二是怕她哥发现 但华林十分坚持 她拉过穆诗云 红着脸小声道 我帮你秀 你帮我在你个面前 说说我的好话 郡主 你真的喜欢我哥呀 穆诗云小声问 华林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你看咱俩也算是生死之交了 若以后我能做你扫扫 我肯定会对你好的 金钟哪有好玩的地方我都知道 以后你再被罚 我都帮你 真的 真的 穆诗云用小拇指 勾住华林的小拇指 好 你们俩说什么悄悄话呢 李清堂和一个贵女 说完话后 就见两人凑在一起地狱 没什么 你刚刚和赵小姐说什么了 华林查开话题 他问我刚刚和我一路的男子是谁 我说是我表哥 他便问我 表哥有没有定情 什么 华林一听急了 那你怎么说的 李清堂看华林 这副紧张的模样笑着道 我说不清楚 但今日表哥是受公主邀约来的 他就走了 华林松了口气 过了一会穆诗出找了过来 穆诗出看了眼李清堂和穆诗云 我想同郡主单独说些话 可以吗 穆诗云是存了八卦之心的 但被李清堂拉走 那边的花开得正好 咱们去瞧瞧 华林有些扭捏 穆公子 穆诗出与顾紫谦禅离开没多久 就被公主叫了过去 公主又问了他一些话 穆诗出知道 公主这世还没死心 从公主那离开后 穆诗出就去找了华林 在下感谢殿下的厚爱 但穆家只是伤骨 郡主亦没有攀附权贵之心 郡主殿下龙血奉随 再下一届白衣 不敢妄想 华林儿听到这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但他活这么大 好容易遇到一个心仪的男子 不想就这么放弃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郑出还未有成家的打算 穆诗出的确还未想过这件事 他这些年的经历 都在学习和经商上 对于亲世他没什么想法 就像他父亲和母亲一样 就好 一个主内一个主外 互相尊重 取长补短 情色和明 我之前也没有成亲的想法 但现在不一样了 华林儿红着脸 你既然不知道喜欢什么类型 不如就先试着喜欢喜欢我 穆诗出知道 华林儿是个大胆的 但没想到 连这种话 竟也能这般直接说出来 殿下请慎言 这若传出去 恐对您名声有损 你竟然还关心 我的名声 你也不是全然对我没感觉的吗 您是家妹的救命恩人 救命之恩在下铭记在心 华林儿问 救命之恩 不当以身相许吗 殿下是女子 家妹也是女子 自是无法以身相许 不过穆家 愿以家财相赠 华林儿嘟嘴 本郡主有的是钱 才不要什么家财 你妹妹不成 你可以啊 我可以以身相许给你 你妹妹和表妹都喜欢我 我们在一起 绝对不会有家庭矛盾的 华林儿道 在下是要回苏州的 我可以投你回苏州啊 我一直想去苏州看看 清堂妹妹说 苏州可有意思了 殿下 穆证出看向华林儿 语气严肃了几分 婚姻大事不是二戏 尤其对女子而言 一不踏错 就可能耽误终生 证出非郡主良配 子妃于安之于之乐 华林儿道 你又不是我 怎么知道 这对我而言不是良配 穆证出不知该说什么好 穆家男子要立业后再成亲 证出还未立业 不想耽误郡主 穆证出 华林儿直呼了穆证出的名字 半个月你不许夺我 给我半个月的时间 如果半个月后 你还是不喜欢我 那我便不会再纠缠你 如何 那便依殿下所言 李清堂带着穆诗云去看花 中途一个丫鬟急匆匆地路过 还撞了李清堂一下 然后丢下一句抱歉 就急匆匆地离开 喂 你东西掉了 穆诗云看到地上掉下的信封 对那小丫鬟喊道 但小丫鬟早已经跑得没了踪影 穆诗云捡起信封 唐儿姐 咱们是不是得还给她 李清堂看着没写名字 只画了一株花的信封 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就在这时 一群人走了过来 这不是李小姐吗 好巧啊 李清堂看着面前的女子 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郑小姐 对方正是皇后的唐侄女 也是郑世雄的唐侄女 郑家打算给宣王定亲的郑美元 李清堂下意识觉得不对劲 他往前走了一步 挡住了穆诗云大半的身子 用宽大的袖摆下藏着的手 对穆诗云比划了一下 示意穆诗云 把捡到的那封信给藏起来 穆诗云在这方面还算有眼力 立马就把信藏了起来 郑美元打量了一下李清堂 在心里骂了句小妖精 然后开口道 你们刚刚在做什么 我好像听到什么东西掉了 没有啊 郑小姐听错了吧 李清堂拾口否认 怎么会 我们刚刚一群人都听到了 是吧 郑美元看向身边的几位贵女 所有人都点了头 对啊 我们刚刚都听到了 郑美元身后 一个小姐开口 还看着你从地上捡了个东西呢 那难道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李小姐才一口否认 李清堂看向那个说话的你小姐 不知你是哪家的小姐 永兴伯府 永兴伯府的嫡女我见过的 所以你是永兴伯的庶女 李清堂笑着问 庶女两个字一出 于秋云的脸色就不太好看 但也无法否认 是 怪不得 我就说永兴伯夫人那么端庄实礼 怎么会养出这般没教养的女儿 原来是姨娘生的 那就理解了 李清堂毫不客气 这话一出于秋云的脸色 立马就变了 也顾不得那些 直接道 我听说李小姐也是庶女出身来着 没错 但我是侯夫人亲生的 是侯府这儿八经的嫡小姐 姨娘生的 是我姐姐李清堂 李清堂道 今日我大姐姐没来 但会把永兴伯小姐的意思 转达对我大姐姐 于秋云一听 脸色更难看了 提到李清堂 在看到面前的李清堂 郑美媛在心里骂了句 一对狐狸精 都勾引她的二皇子殿下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出身 想抢自己的王妃之位 简直痴心妄想 于小姐不过问了一句 你捡了什么东西罢了 李小姐至于说得那么难听吗 郑美媛开口 浑身上下惊闪闪的 不愧是商骨人家出身 通身都是一股子俗气的味道呢 牧师晕气的就想骂人 李清堂拦住 面上带着笑 郑小姐这话的意思是 觉得我这金镯子很俗气 李小姐何须说出来 自讨没趣呢 郑美媛不想再与李清堂废话 还是说说刚刚掉了什么吧 这可不成 这赤金红宝石镯子 是华贵妃娘娘赐我的 这头上的金簪 也是华贵妃娘娘赐我的 郑小姐说这些东西俗气 那就是说 贵妃娘娘俗气的意思呗 郑美媛没想到 华贵妃还送过这么些东西 给李清堂 又慌又气 郑小姐和余小姐的话 我都会好好转达的 郡主还在等我呢 失陪了 李清堂说完就带着牧师云 转头离开 郑美媛想到郑士雄交给他的任务 剁了剁脚 给余秋云使了一个眼色 余秋云只能硬着头皮喊道 等一等 李清堂根本没管余秋云 只拉着牧师云快步往前走 郑美媛看向身边的丫鬟 找人泼水 想办法搜身 是 李清堂和牧师云 走到甲山的转角 突然一碗水泼了过来 习素反应的已经很快了 但还是有一点水 溅到了他的身上 对不起 对不起 一个小丫鬟慌张道 我没注意到 有人过来 这时郑美媛几人匆匆赶来 没事吧 怎么都湿了 快擦擦 说着就拿着帕子凑了上来 习素挡在前面 我们自会处理 不劳小姐费心 但对方不管不顾就是过来 这时很多人都听到了这边的声音 走了过来 怎么了这是 没什么 不小心被浸了点茶水罢了 李清堂摆手 然后就要带着人离开 郑美媛推了于秋云一把 于秋云对着李清堂摔去 手对着李清堂的腰带而去 眼看着就要勾到腰带了 但习素直接带着李清堂 往前跑了两步 于秋云直接摔在了地上 此时周围已经围了不少人 有男有女 于秋云没想到郑美媛会突然推他 更没想到李清堂会躲得这么快 你没事吧 郑美媛也没想到李清堂会躲开 李小姐 你怎么不服于小姐一把 就看着她摔倒 真是好狠的心啊 你这人 我表姐后脑勺又没长眼睛 怎么知道 她会突然扑过来 牧师云实在忍不住了 这群人明显就是故意来找茬的 接二连三真是够了 你是什么东西 敢这么和我说话 郑美媛怒道 牧师云还没等开口 话链走了过来 你又是什么东西 敢这么跟他说话 郑美媛看到是话铃儿 到嘴边的话一叶 就算你是郡主 但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我吧 明明是这丫头 先对我无礼的 话铃儿冷笑 可本郡主只看到了你的无礼 我哪有 你见到本郡主不行礼 就是无礼 话铃儿本就心情不爽 正巧遇到郑美媛主动送上门 那她也就不客气了 跪下 郑美媛瞪大了眼睛 她没想到 话铃儿会让她跪下 我可是 你可是什么 话铃儿居高临下地看着郑美媛 我是钱国从一品郡主 见本郡主不跪 你是在蔑视本郡主 还是在蔑视黄泉 这顶大帽子一扣 郑美媛还能说什么 但周围这么多人看着 她今日若是跪了 以后该怎么见人 可他们也都没跪啊 郡主不能只针对我一个人吧 我不针对你一个 你和这个 话铃儿 指了指于秋云 还有你们的丫鬟一起跪吧 话铃儿 我可马上就要是宣王妃了 你怎敢这么对我 郑美媛不想也不能跪 耿着脖子硬撑道 话铃儿哈哈大笑 你们快听听 这真是我听到最可笑的笑话了 你说是就是了 陛下下旨了吗 还是我二表哥 向你下聘了 话铃儿收起笑 我问你 跪还是不跪 这边闹出这么大动静 已经有下人去通知公主和郑家夫人 很快永家公主就和郑夫人赶来了 娘 这郑小姐用宣王妃的身份威胁我 还不给我行礼 话铃儿直接告状 今日来的是郑美媛的生物 身上指 随了郑美媛父亲官职的一个无品告命而已 郑国公府本家的人都不在 她也是不敢跟永家公主叫板的 只能是说话软 让郑美媛道歉 永家公主听此言笑了 郑家是没有其他女儿了吗 嫂嫂进给萧儿选了这么一个不知礼数的 郑夫人和郑美媛听到这话 都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但对方是永家公主 皇帝的亲妹妹 太后的亲女儿 皇后见了 她是十分客气的 他们只能忍着 郑夫人看向郑美媛 还不快给公主行礼 郑夫人换了名头 给永家公主行大礼 总比给华林儿行礼传出去好听些 先给玉安郡主行碗礼 再给本宫行吧 永家公主看向郑夫人道 郑夫人你可别怪本宫 本宫这也是 在帮你交女儿 这里行了也就算了 若是不行 那就去宫中让陛下平平礼 这算不算蔑视皇权吧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郑美媛只能给华林儿行了大礼 然后又给永家公主行了大礼 之后 郑夫人也没脸再留在这 只能带着郑美媛赶紧离开 郑美媛一走 于秋云也连忙跟着离开 牧师云一脸崇拜地看着华林儿 郡主大人 你刚才好威风啊 华林儿有点小得意 还好吧 你以后就同青唐一样 叫我林儿姐姐吧 林儿姐姐 牧师云也不扭尼 直接喊出了口 林儿姐姐你刚才完全就是 话本子里说的那种 从天而降的女侠 你是不知道 她们有多过分 一路追着我和唐儿姐不放 刚刚到底怎么回事 华林儿问 李青唐说了缘由 然后让牧师云 把那封信拿了出来 我觉得这封信肯定有问题 那小丫鬟是故意落下 被我捡起的 所以刚捡到这美元就来了 那水估计也是 他们安排的 就想从我身上 发现这封信 李青唐道 三人看着桌上的信 我来开吧 牧师云道 谁开都可以 终归里面不能有毒什么的吧 华林儿道 听到可能有毒什么的 婉青道 还是奴婢来吧 李青唐拿起信 直接拆开 里面就是一封信 李青唐看到信上的第一句话 就恶心地想要把昨夜的饭吐出来 见到李青唐这不痛快的表情 牧师云和华林儿都凑了过来 华林儿看完后直接怒道 郑士雄这个臭不要脸的 竟能想出这么阴陷的法子 毁你清誉 幸好唐儿姐你发现了不对 让我把信藏了起来 这要是被他们拿了去 那咱们真是有嘴 都说不清啊 牧师云虽然不知道 这个郑士雄是谁 但看到这封信中的内容 他就大概明白了 这就是有人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知道自己配不上 就开始想阴损的法子 意图毁了李青唐的名声 让李青唐不得不就烦 不行 我非要去皇帝救救那告郑士雄一撞 这个臭不要脸的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竟敢消想你 华林儿气得掐腰骂道 林儿姐姐稍安勿躁 这件事 我有办法解决 你能有什么办法解决 难道又要一直避在家中吗 姐姐放心好了 我总归是不会让自己吃亏 李青唐保证道 回到家后 李青唐就把这件事 和穆书云说了 穆书云听后 气不打一出来 这郑家真是欺人太善 娘上次和你说的顾家那位公子 你觉得如何 穆书云问 我今日见郑初同顾公子相谈甚欢 我便找他聊了聊 他说 那顾公子学识和待人处事 都着实不错 见李青唐没说话 穆书云又道 我还向你外祖母打听了 你外祖母与精灵谢家的老夫人有私交 你郑初表哥同谢家二公子是好友 那谢家二公子与你表哥同岁 尚未取亲 早早中了举 学识渊博 人品端正 最重要的是 谢家乃百年望族 书香门第 家风清正 你之前说想嫁回苏州 精灵距离苏州不远 穆家 在精灵也有很多产业 这金钟的确不适合你 若能嫁入谢家 倒是极好的归宿 我也能安心 穆书云道 郑国公世子做过的荒唐事 他也听过不少 可没想到 他竟敢这般谋算侯府家的姑娘 可最让人无力的是 郑国公府是他们招惹不起的存在 别说如今还什么都没发生 就算是真的发生了 李清堂最好的归宿 也只是以平期的身份 嫁给郑国公世子 他得尽快给李清堂定亲了 而且这轻视还不能太低 不然谁知道 郑世雄会不会丧心病狂地针对南方 谢家曾出现过满门汉林的圣景 在学子中享有很高声望 谢老太爷也曾认过礼部尚书 家中还有先皇御赐的免死金牌 他不信郑世雄敢对谢家下手 若是以往李清堂大概会同意的 但如今他心中已经有了人 虽然他还不知那人的名字 但他已经收下了镯子 他还要听那人的解释 李清堂道 谢家那么高的门眉 就算我答应 人家也不一定会看得上我 能嫁入谢家的 哪个不是才女 我的塔儿也是才女啊 你可是结解谜居士的弟子 我都打听了 谢老夫人特别喜欢结谜居士 他会喜欢你的 可是娘 我才回记没多久 我还想在您身边多待些日子 我不想那么早就嫁人 穆树云拉住李清堂的手 娘说实话 你是不是喜欢你表哥 他觉得李清堂这么抗拒相亲 肯定是因为心有所属 娘 您胡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喜欢我表哥 李清堂瞪大了眼睛 他没想到他娘这么敏锐 不过幸好 他喜欢的那个表哥 不是真的表哥 你真的不喜欢郑出 我对郑出表哥 只是兄妹间的那种喜欢 就像我对施云妹妹那样 娘 您可千万别乱说乱猜 让人听到会误会的 那我以后 可怎么面对表哥和表妹啊 穆树云看李清堂这副模样 不像撒谎 心里松了口气 既然如此 你为何不想相看 那顾公子和谢公子 都是万里挑一的青年才俊 多少人家的姑娘朝思夜想呢 错过了 可就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了 如果错过 那便是没有缘分 也不必强求 李清堂拉住穆树云的胳膊 轻轻摇晃 娘 我才过了没几天好日子 您就这么想把我赶紧嫁出去吗 不管顾家 谢家有多好 那都是别人家 总是赶不上在自己家过日子的 穆树云自是知道这个道理 罢了 你就安心过你的日子 郑家那边娘会帮你解决 回到望春轩 善会道 小姐 您今日离开后 老夫人派人来借了本经书 李清堂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善会愁愁了一下后 还是决定开口 奴婢觉着 来拿经书的那位丫鬟 看着有些不老实 不老实 不知道是不是奴婢的错觉 奴婢总觉得 那丫鬟眼神在屋子里乱嫖 走的时候 神情还有点慌张 善会道 但奴婢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一遍 没发现少东西 我知道了 辛苦你了 下去歇着吧 谢小姐 李清堂想到那封信 没有少东西 那会不会多了点什么东西 婉卿 习宿 仔细找找屋子里 有没有多什么东西 尤其是书信这一类 李清堂道 院子里的这些屋子都找找 低调点 是 过了一会习宿 拿着几封信进来 小姐 找到了 李清堂拆开信封 还是那些情啊 哎呀的内容 只一眼他就觉得恶心 连忙扔掉 习宿问 小姐 要把这些信烧掉吗 问问上会 确定那人是老夫人院子里的丫鬟吗 李清堂道 这些信先别烧 我留着有用 再多检查几遍 再查查我的衣物 尤其是那些小物件 有没有少了的 是 不用想李清堂都知道这是谁干的 这信肯定是郑士雄写的 今日在公主府的事 肯定也是郑士雄让郑美猿做的 那边想用这个诬陷他 这边又趁他不在 偷偷往院子里塞信 好一个李英外合 这府中能与郑士雄李英外合的人 除了他的三妹妹李清延 李清堂想不到别人 以上辈子李清延能嫁给二皇子 还谋得高位的结果来看 他的心计和手段绝不会低 他做这些 不可能只是淡淡 因为被郑士雄威胁 肯定是因为 他本身就恨自己 但李清堂不知 自己到底 做了什么能让李清延这么恨他 几次三番地害自己 先是下药 不成反让自己失了身子 这才几日 便又再次换了个方式对他下手 还能找到老太太房中的人 替他做事 这真真是好手段 李清堂现在开始怀疑 上辈子推他入水 又让郑国公世子把他救出 当众毁掉他的名声 让他不得不嫁给郑国公世子的事 到底是谁出的主意 孙姨娘 李清延 还是他那个 看着人畜无害的三妹妹李清延 李清延既已与郑士雄有了首尾 那他便成全他们 李清堂来到桌前 开始描绘信上的字体 只要把名字从唐而改成炎而便可 或许在模仿字迹上 他不如别人 但是他会画 他可以把这字看成一幅画 一点点仿出来 接下来的两日 李清堂都没离开过院子 一直在布置 李清延在听说游园会的事情失败后 就在担忧李清堂会不会发现了什么 但之后什么都没发生 李清堂见到他 还是客客气气 和之前没什么两样 李清延这几日 一边忙着替李清延抄金 一边还要安排翠英进府的事 经历有些不足 郑士雄那边 估计是把事情失败 怪在了郑美元的身上 那日 画铃让郑美元 下跪行大理的事 已经传遍了京城 想来他还能有些时日 如果顺利的话 翠英入府 也就这一两日的事情了 到时候 他可以再想 该怎么把李清堂送给郑士雄 夫人 老夫人同意让那个歌姬进门了 眉清表情不太好 穆书云倒是没什么感觉 他对李顾 已经没有爱了 在台十八房姨娘 对她也没什么影响 来就来呗 不用管 让侯爷自己处理 可 这几日你同袁嬷嬷一起 好好收拾府中 塔儿的吉吉里 可不能出任何纰漏 一会再陪我把宾客名单整理一下 郑家人就不要发帖子了 穆书云倒 这时兰桂走了进来 脸带喜色地送上一封信 夫人 大少爷来信了 穆书云一听 立马激动地站了起来 快拿给我看看 穆书云打开信封 看着熟悉的苍镜笔记 激动地直接流下了眼泪 何风要回来了 我儿要回来了 快 快去把生云轩打扫干净 穆书云擦干眼泪 连忙到吩咐 夫人 生云轩天天都有小丝婆子打扫 干净着呢 兰桂笑着道 毕竟也好久没人住过了 总归是得再打扫打扫的 穆书云起身 我得去看看 那屋子里 还有没有什么缺的 给再翻回来前给准备好 穆书云兴高采烈地 带着一群丫鬟婆子 来到了生云轩 这还得再扫一扫 还有这边有点空 放几盆花吧 说完穆书云又觉得不好 他家翻好像并不喜欢花 算了 还是容我再想想吧 此时翠英坐着小轿子 从后门抬进了府 他的心情十分激动 从今以后他也是有身份的人了 他之前见过穆书云的 穆书云身上那镯子玉簪 真真是华美极了 他已经想象到 他以后朱翠满头 被人拥促着风光出行的模样了 这边走 跟住了 翠英还勾着嘴角 想着美梦呢 一个毫无感情的声音 便在耳边响起 翠英看到潘婆子冷冰冰的脸 升起一股子不满 我肚子里怀的侯爷的孩子 走不快 潘婆子知道翠英的身份 也知道老妇人和穆书云 对待着翠英的态度 所以根本无视翠英的话 走不快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侯府大得很 你若是乱走冲撞了夫人和小姐 得了罚 那可别怪我没提醒 翠英不以为意 这府中的两位小姐 可都是她的人 这府中除了穆书云 和她那个女儿李清堂 剩下的人可都向着她 听出宣誓最偏僻 最小的院子 距离这后门不远 所以没一会就走到了 到了 这两个是老夫人派给你的丫鬟 老夫人吩咐了 让你就在这院子里老是养胎 不要乱走 翠英看着这院子 嫌弃得很 这怎么看着 还不如柳暗巷的宅子 我可怀着侯爷的孩子 你们就让我住这种地方 这是老夫人的意思 你若是不服 可以找老夫人 请便吧 潘婆子说完就走了 翠英气得直跺脚 她身边的丫鬟 珍珠安抚道 姑娘别气 小心伤到了小少爷 进到屋子里 屋子倒是整气干净 桌椅板凳都有 就是一点装饰品都没有 翠英气得坐到凳子上 我一会定要向侯爷诉苦 这侯夫人也太刻薄了些 潘婆子离开厅竹轩 就去向穆书云禀报了 穆书云忙着收拾声云轩 只淡淡说了句 她就先按通房丫鬟的规格来 若侯爷和老夫人给了她名分 那就按照名分来 是夫人 穆书云说完继续道 再派几个人 给少爷这里的花草修整一下 墙底下再一点翠竹 我瞧着这外墙根底下 有点发潮发黑了 给补一补 是 老奴这就安排人来 保证把少爷这院子 给收拾得漂漂亮亮 潘婆子殷勤着硬下 你一会再去望春轩看看 唐儿那有没有要修的地方 银子问没清药 走我的司库 穆书云道 是 潘婆子映下后 连忙就去吩咐 宣王府里 苏怀霄和两个心妇坐在书房 殿下 眼下城中沸沸扬扬 都在传郑小姐的丑事 我们可以趁此机会 断了这门亲事 想来皇后娘娘和郑家 也说不出什么 是这么个道理 但别忘记了 还有个北辽公主在虎视眈眈 退掉了郑家的亲事 那就更没有理由拒绝 与北辽的和亲了 咱们乾国 可没有让外族人当皇后的例子 殿下 可以在退亲的时候 直接提出心犹所属 让陛下赐婚 眼下金钟最好的选择 还是沈家的嫡女 沈家不怕郑家 有了沈相的助力 殿下在朝堂上 定然如鱼得水 只是怕瑞王那边从中作梗 只要沈相同意这门亲事 那瑞王也无计可施 眼下就是怕沈相和沈姑娘不答应 他们有什么可不答应的 金钟 难道还有比咱们殿下 更好的归宿吗 我听闻那沈小姐 似乎对锦王殿下有意 那又如何 锦王现在这个情况 随时都有可能 苏怀霄开口打断 是 三皇子吉人天相 但婚姻大事 到底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陈愿为陛下去沈相府试探 苏怀霄手指轻轻点着桌面 沉默了许久后道 你们觉得北安侯府如何 两人愣了一下 北安侯府 您是说李清鸾 那位的确有些才名 但比起沈家的门第 还差了些 是 而且我听说那李清鸾 似乎不是慕夫人的嫡女 还有些不好的传言 不知是真是假 恐怕担不起王妃的身份 我说的不是李清鸾 是李清堂 苏怀霄道 她是正经的侯府嫡女 祖母是忠勇伯爵府的嫡女 外祖虽然经商 但家中也是公民在的 我们不是正缺银子吗 两人对视一眼 一下就明白了苏怀霄的心意 殿下这是对那李小姐动了情 所以在找理由 李小姐的确不错 人品样貌家事都没得挑剔 作为侧妃是极好的选择 苏怀霄想着李清堂 心道 她怕是不会愿做侧妃 如果可以 她是想给李清堂正妃之位 但他们说的没错 眼下只有沈念燕氏 对她最合适的选择 如果是李清堂的话 恐怕不是郑家的对手 若因此被伤害了 就不好了 郑国公府里 郑美元窟的眼睛都肿了 郑国公夫人无奈 你为什么偏要去招惹玉安郡主 这下好了 这门亲事大概是成不了了 听到这话 郑美元哭得更厉害了 我没有招惹华林儿 是小叔叔 让我一定要从李清堂的身上 找到一封信 没想到华林儿会突然出现 为难我 为什么要从李小姐身上找信 郑美元此时也不管那些了 全都说了出来 小叔喜欢李清堂 但人家是侯府嫡女 自是无法被收作妾的 所以便想着 毁了人家的名声 这样就可以娶人家了 郑国公夫人听后 气得脑子都疼 刚赶来的世子妃 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母亲 您听听您儿子 天天都在做些什么 后院都快住不下了 这还招惹起侯府嫡女来了 请那么一尊佛回来 是想怎样 想气死我 再接近我的位置吗 嫌儿别动气 小心肚子里的孩子 王英贤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母亲 您可得为我做主 不然我就进宫去找太后娘娘去 郑国公夫人只觉得脑子疼 这王英贤是太后娘家的姑娘 算是太后的侄孙女 王家本就是门阀世家 还有太后这座大山寨 惹不得 婶婶不用生气 那李清堂看着 并不想嫁给小叔 郑美元抽气着道 这事也没成 王英贤听后更生气了 他还看不上国公府了 不过是一个落魄侯爵家的女儿罢了 郑美元的娘 拉了拉郑美元的胳膊 让他闭嘴 郑美元委屈地闭上了嘴 这件事等国公爷回来 再从长计议吧 你们先回去吧 这几日低调些 这点事很快就过去了 郑国公夫人道 是 郑美元哭哭啼啼地离开 郑国公夫人对王英贤 又是一顿安抚 等人都离去后 只觉得心力交瘁 他都这么大岁数了 偌大的国公府 竟还得靠他打理 等世子回来了 让他来我这趟 是 北安侯府内 李清堂把写好的信 应该叠好 放进原版的信封中 习素 东西拿到了吗 李清堂抬头问 习素从怀中拿出几落纸 拿到了 他不会发现吧 应该不会 林峰说 他拿得很隐蔽 没有惊动任何人 没想到林峰的身手这么好 那怎么会沦落到麦身呢 李清堂接过纸 随口一说 但这随口一说 却让习素身子一颤 李清堂说完后 就打开直仔细观察 完全没有再纠结于 林峰的身手问题 傍晚 习素拿来一个盒子 小姐 木清送来的 李清堂听后 连忙放下笔 打开盒子后 是一朵用纸折的海棠花 我看见这花开得正好 想送你 可摘下的花 很快就会枯萎 便折了一朵送你 云青 李清堂看着字条 脸颊飞红 嘴角不自觉上扬 云青 所以他叫云青吗 当之虚空 深入心内 犹如片云 点太清理 李清堂看着花 提笔在纸上画了一幅画 然后装回了盒子里 等下次木清来了 让他带回去 是 当晚木书云就说了 李和风要回来的消息 李清堂微愣 上辈子李和风 可是没有回来的 哥哥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你哥哥说 会尽量赶回来 参加你的集集礼 所以是快了 木书云笑着道 李清堂是开心的 但又疑惑 上辈子 可是直到死他 都没见过李和风 是因为他的重生 所以才改变了吗 塔儿你还记得你哥哥吗 木书云问 说实话 李清堂有些不太记得 李和风的长相了 但他知道 李和风是个很好的人 他小的时候 李和风就帮了他很多次 记得 木书云拉住李清堂的手 这次你哥哥回来 我让他多陪陪你 你哥哥还在信里 说给你带礼物了呢 李清堂点头 李清鸾也听到了 李和风要回来的消息 又惊又喜 李和风最是疼他了 这些年 他们也一直有书信来往 在事发后 他还特意写信给李和风哭惨 李和风还回信安慰了他 他和李和风自小一起长大 他同李和风的关系 肯定是要比李清堂 同李和风的关系更加亲密 想来等李和风回来了 他的日子就会好过了 李清鸾开始思索 等李和风回来后 要如何让他站在自己这边 苏怀木当晚 就收到了李清堂送来的话 上面是一片云海 云层中若隐若现的 像是一条鱼 又像是一只鸟 旁边写着一行小字 当之虚空 深入心内 犹如片云 点太清理 所以李清堂这是画的他的名字 苏怀木没忍住笑 沐翔提醒 殿下 一会贵妃娘娘就来了 苏怀木把画藏在了枕头下 又一脸虚弱地躺了下去 很快画贵妃就带着几个 道士模样的人 来到了苏怀木的寝殿外 道士摆上了香案等物件 就开始做法祈福 一连做法祈福了三日后 才离去 但这还没结束 道士们离开了 画贵妃又找来了一群和尚 几乎坐满了整个院子 一起送金为苏怀木祈福 苏怀木躺在床上 听着门外嗡嗡嗡的送金声 看着画贵妃的表情很复杂 画贵妃吃了块蜜剑 看着苏怀木 不是你让我搞些这种东西吗 是 但也没让你搞这么大 这几日的声音 听得他脑子都疼 不大怎么让别人知道 你要不成了 画贵妃又拿起一给苏怀木 吃药准备的蜜剑 放入口中 我不被逼急了 又怎会想出那种不要脸的事 说到这 画贵妃放下 又拿起一块蜜剑的手 莫 都这样了 咱们还非得祸害人家小姑娘吗 你都要死了 还找人冲喜 哪个好人家愿意把女儿嫁过来 这样 正好可以断了那些有心人的念想 不是吗 断念想是断念想 可你也不能随意找一个呀 画贵妃道 冲喜若是找那种高门贵女 定是要结怨的 若找个门嘀嘀的 你这毕竟是装病 那不是画贵妃想说亏了的 但又觉得这样说不好 苏怀木沉默不语 她行此招 其实也是在未雨绸缪 冲喜的名头放出去 如果郑士雄和苏怀霄那边 想强娶李清堂 那她便可以此让父皇 给她和李清堂赐婚 如果郑士雄和苏怀霄 还算老实的话 那她可以在海别公主定下亲生后 身体状况转好 然后再正式上门提亲 第二日经中 高门贵府和吴平以上官员的府中 都有宫中太监登门传旨 让各家把家中敌女的八字呈上 各家面面相去 但这是皇帝口谕 尽管心下疑惑 但还是不得不从 陛下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又要给后宫选秀了 可之前没听到风声啊 应该不是 陛下去年刚才选了一批秀女 不可能连续两年 而且 才选也不用要八字啊 我这心里总是不安 怎么回事 一群贵夫人聚在一起 面露忧色 我们还是不要 先猜测了 等等沈夫人来了 她肯定知道 是啊是啊 很快沈夫人 也就是沈念燕的娘亲 便满脸愁容地走了进来 众人连忙起身迎接 迫不及待地问 沈夫人 你知道今日圣上突然问仲家 要嫡女生辰八字 是为何吗 沈夫人也不打算藏着掖着 毕竟这事也瞒不住 她叹了口气 传闻锦王已经到了 灯窟油尽的地步 诵经做法都不好用 华贵妃问了高人 准备给锦王娶妻冲喜 各家夫人听后都愣了一下 然后都愁容满面 我听说是五品以上官员的嫡女 都被要了八字 看来锦王殿下的情况十分不妙了 不然华贵妃 怎么可能连五品官的女儿都要 那这被挑中了 可不是得守活 一位夫人说了一半自觉不对 连忙捂住嘴 但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 冲喜这东西 大家都明白 这就是走投无路的时候 死马当活马医了 各家夫人互相看了看 大家都有了想法 各家的嫡女都是宝贝 是精心培养了十多年的心血 若光看身份 锦王的确不错 可对方要死了呀 嫁过去那是要守一辈子活寡的 若能留下一儿伴女倒还可以 可锦王这状况根本不可能留后 那只留一座空荡荡的王府 有什么用啊 而且对这种身份地位的人来说 冲好是血 冲不好可能就是愁了呀 华贵妃要是因为锦王去世 在悲痛之下迁怒他人 那依照华贵妃的性子 和陛下对华贵妃与锦王的宠爱 怕自己儿子在地上孤单 搞好不弄出个陪葬什么的 可怎么办 这门侵蚀是万万不成的 想到此处 大家都找借口离开 想着得赶紧把自家女儿的亲事给定下 一时间 京中那些家中 有还未定亲的青年才俊的府邸 被他的门槛子都要平了 顾夫人这一下午 已经不知道见了多少位夫人 笑得她的脸都快抽筋了 最后不得不闭门谢客 沈乡府中 沈夫人看着哭红了眼睛的沈念妍道 念妍 你别犯糊涂 那锦王如今已经是要不成了 你年纪轻轻过去 可是就要守火拐呀 你便是对他有再多胆 可一个死人他感觉不出来的呀 宣王已经派人来探口风了 你祖父已经同意了 做宣王非是对你 对沈家最好的选择 而且 那宣王殿下人中龙凤 温润如玉 这满京城 哪还有比宣王更好的男子了 沈夫人苦口婆心地劝道 可我就是喜欢他 沈念妍哭着 他便是死 我也喜欢他 胡闹 沈大人走了进来 你是家族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女儿 家族的荣耀 都系在你的肩上 你享受了家族带给你的一切 在家族需要你的时候 你却不管不顾 如此自私 你对得起你母亲 对得起你祖父对你的培养吗 沈念妍哭着不说话 宣王殿下 那是经中多少龟秀挤破头都想得到的 大家都知道 宣王非代表着什么 沈大人道 郑家人费尽心思 想把郑家女嫁给宣王 可惜那郑美媛是个蠢的 如今 你能得到这个机会 不是因为你足够优秀 而是因为你姓沈 因为你是沈家女 为父希望你明白这个道理 沈念妍低着头 你同不同意 都没有别的选择 沈父说完 便摔袖离开 沈母拉着沈念妍 又是一顿劝说 说得沈念妍 最后终于点了头 北安侯府 李故沉浸在翠英的温柔乡里 老夫人叹气 叫来了穆书云 这件事 你怎么想 儿媳已经相看了几个人家 大理寺少卿顾家的嫡子 对清唐有益 如果唐儿同意 那这是很快就能定下 穆书云道 老夫人点了点头 那玩儿呢 穆书云看向老夫人 不是儿媳不想管 而是管不了 京中各家也都知道 他与文姓后公子和宣王的事 没有人敢登门来 自讨没趣 老夫人知道这件事 那文姓后夫 没提结亲的事吗 穆书云知道 老太太这也是急了 叹了口气 春日宴的时候 文姓后夫人就隐隐透露出 想与唐儿结亲的意思 但我拒绝了 虽然发生了这么多事 但清鸾到底是我养的 穆书云道 我是这侯府的当家主母 自是希望侯府好的 鸾儿和文姓后世子青梅竹马 我肯定是不忍拆散他们的 更不想让唐儿和卵儿 因此生了嫌隙 老太太听后点了点头 你能这么想就好 但文姓后夫人 为何会突然改变心意 还不是之前和二皇子那时闹的 穆书云叹气 文姓后夫人又打听了 知道卵儿的确倾慕二皇子 这几次 我也叹了文姓后夫人的口风 但文姓后夫人总是避开 态度已经很明显了 穆书云道 上次游园会文姓后夫人 和郑微伯府夫人走得很近 郑微伯府的嫡女 如今还未定清 我看这俩家要成了 老太太心底一惊 此事可是真的 而喜怎会在这种事撒谎 这件事的确是真的 穆书云没撒谎 当然这中间也有她的手笔 卵儿和文姓后夫的婚事 算是彻底完了 也不知 卵儿同那宣王殿下如何了 穆书云提到这事 老太太的脸色不太好 穆书云继续道 皇后娘娘 想把郑家女嫁给宣王 但经过游园会的事 怕是不成了 要嫁也得换个人了 那卵儿 老太太连忙问道 穆书云摇头 不管是宣王府还是宫里 都没有人接触过我 眼下都这种时候了 宣王那边 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顾公子担忧堂儿 被选去冲洗 刚才还派人来了 意思堂儿如果同意 那他明日就让顾夫人 带没人上门 可宣王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 穆书云看向老太太 母亲 您说这件事 从头到尾 都是卵儿自己说的 这其中不会 穆书云没说完 然后又连忙解释 我的意思不是说 卵儿之前在说谎骗咱们 而是眼下文姓侯府 已经没希望了 如果宣王那边 也是卵儿自己一厢情愿 老太太也想到了结果 表情不太好 难道没有别人再问过了吗 卵儿在春日宴上 可是大出风头了呢 母亲 之前有文姓后世子在 谁会来自讨没去啊 穆书云道 现在陛下 要给锦王冲洗 多少高门 贵女都着急相看 咱们侯府和卵儿的情况 您还不知道吗 低的看不上 高的又攀不起 那也不能让卵儿去冲洗啊 你是侯府的当家主母 又是卵儿养母 你该为卵儿努努力 一晚谁得端平 不然总会让人说闲话的 穆书云在心里冷笑 我倒是认识几位门帝一般 但有才学的公子 我有心给卵儿 但卵儿瞧不上 是哪几位 老太太问 穆书云说了几个 他之前给李清堂挑剩下的人家 老天天听后 门帝是有些太低了 高点的也有 但就是数字 穆书云道 之前侯爷提了一嘴 说靖家有意与咱们结亲 那靖明达虽是数出 但才学比那嫡子强太多 虽然绝位不能传给他 但靖家的资源都会给他 以后靖家还得靠这个靖明达 靖大人和侯爷交好 那数字也是个有本事的 我觉得倒是个良配 老太太在心底叹气 人是不错 但总归是个数字 短时间内 对李顾的前途也没什么帮助 再看看吧 穆书云笑着应下 好 老太太又换了话题 听竹轩那个 你打算怎么处理 眼下他没名分 但到底是伺候了侯爷 我便按照府中通房的标准来安排 若日后母亲和侯爷给了他名分 那就按照名分来 穆书云道 老太太点头 你放心 等生下孩子后 我就会把人送走 那孩子就放到你的名下 穆书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谁稀罕帮别人养孩子 只要不让他出门乱说话 误了咱侯府姑娘家的名声 那便是留下也没什么 只要侯爷喜欢就好 老太太点头 你是个懂事的 穆书云嘴角带着淡淡的笑 本中是一片冰凉 时候也不早了 而习就不耽误母亲休息了 好 卵儿的亲事还是要多家留一些 而习会的 离开老太太的院子 穆书云对眉亲道 把我今晚和老太太的对话 透露给大小姐 这他知道了才会着急 才能自己做死 穆书云道 就说老太太把他的亲事 全全交给了我 还开始怀疑他 只是单恋宣王 奴婢这就去 李清鸾在知道这个消息后 果然急了起来 他这些日子 一直在想办法偶遇苏怀销 可苏怀销自春日宴后 竟什么宴会都没有参加 他也写了几封兴趣 但都驶沉大海 难道宣王真的对他没有感觉吗 看到李清鸾在屋内夺来夺去 他心题上的一个大丫鬟平息道 小姐 您若有烦恼 不若去找三小姐聊聊 三小姐的主意最是多了 李清鸾对李清岩 有点说不出的感觉 没事 你不用伺候了 下去吧 是 第二日早朝后 沈相就提出了 孙女沈念燕 倾慕宣王的事 话里话外 希望皇帝赐婚 剑星帝只说这事 还得经过皇后的同意 在这之前 话贵妃就想让沈念燕 给苏怀木冲喜 但沈念燕 毕竟是沈相的孙女 父亲也是朝中重臣 让沈念燕去冲喜 总归是不太好 所以他没有直接答应 说是考虑考虑 结果 今日沈家就来了 剑星帝下朝后想了想 还是去了皇后的凤衣宫 说了沈相的意思 皇后笑着说 我也觉得沈小姐极好 与笑儿郎才女貌 倒是般配 剑星帝没想到 皇后会这么说 可真听说 你之前不是给 萧儿物色一个正家女吗 皇后飞快掩饰掉 眼中的情绪 柔声道 家中是有个不错的孩子 但不太适合萧儿 婚姻大事 虽说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但还是得看萧儿的喜欢 毕竟是要过一辈子的 皇后说着又道 其实 萧儿早几年就该定下亲事的 但她的心思都在学问上 眼下怀前的儿子 都能上学堂了 她若再不干净 把亲事给定下 那她后面的墨儿客怎么办 总不能在哥哥之前定亲吧 皇后这话 也是在提醒剑星帝 苏怀霄是苏怀木的哥哥 苏怀霄要定亲 不是为了逃避和海别公主的亲事 而是为了苏怀木 剑星帝对皇后的这段话 也表示认同 在剑星帝离开后奉仪宫后 苏怀霄去找了皇后 你父皇刚刚来了 问本宫对于你和沈小姐婚事的看法 皇后道 本宫碎了你的意思 多谢母后 苏怀霄十分恭敬 身价虽不如郑家 但与沈家结亲 对我们倒是有利 带过些时日风波过去 若郑小姐愿意 而臣愿以侧妃之位求取 定会好好待她 皇后看着苏怀霄诚恳的模样 也不好再说什么 这件事 总归是怪不到苏怀霄的头上 比起海别公主 那沈念烟倒是更好一些 从客观角度看 沈家若能助力苏怀霄 那机会的确更大一些 这件亲事得快些定下 免得让北辽人先下手 你回去好好准备准备吧 是 那儿臣就先退下了 嗯 剑星帝离开凤衣宫后 回到了御书房 没过多久 华贵妃就去了 陛下 臣妾说的是 您有没有同审相说 华贵妃进去后直接问道 墨儿的身体可等不得了 您今日就给墨儿下圣旨赐婚吧 剑星帝还在想 该怎么和华贵妃解释呢 这华贵妃就直接来了 这件事恐怕不妥 有何不妥 那沈小姐本就喜欢我们墨 八字又和我们墨十分合一 是难得的良配 华贵妃一副理所应当 沈相今日向朕讨旨了 说 沈小姐和萧儿两情相悦 想要朕赐婚 他们哪来的两情相悦 这沈相分明就是故意的 他不想让沈小姐给我们墨儿冲喜 他这就是想要看我们墨儿死了 华贵妃红着眼睛 靖狼 你答应过我的 一定会救墨儿的 是 墨儿是咱们的孩子 朕肯定是想救他的 但沈相都开口了 皇后也同意了 而且 萧儿还是墨儿的哥 你这样 让朕怎么好拒绝 那墨儿怎么办 大师说了 必须得一个八字盒 身份还得足够贵重的女子 才能驱走邪煞 这样 墨儿才会转好 华贵妃道 只有沈小姐是最合适的 只有她才能救我们墨儿的命啊 建新帝其实不太信这些 但为了自己的爱妃和儿子 她可以纵容 对方是个一般薰贵人家的女儿 她都会立即下旨 但对方是沈相家的孙女 那是权臣 要一个权臣的孙女 嫁给一个要死的人 这可是结仇 就没有其他八字盒的女子了吗 不管是谁 便是宗室郡主 朕都立即下旨赐婚 建新帝安抚道 若身份不够贵重 朕就赏赐她爵位 姚儿你最能体会真我的不义了 是吧 华贵妃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但面上还是做出一副 虽然不乐意 但因为是你 所以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臣妾明白陛下的不义 臣妾可以退一步 但你得答应我 下一个我不论选谁 您都得答应 便是对方定了清 您也得先紧着我们墨儿来 最起码 也得赐个县主的身份 总之得让对方足够尊容 这样才能帮墨儿挡邪杀啊 好 朕都答应你 听到这话贵妃 才止住眼泪 很好 事情都在按照 他们预想的道路发展 陛下 臣妾好害怕啊 化贵妃搂住建新帝 墨儿是臣妾的命根子 她要是就这么走了 那臣妾也不活了 你这说的什么话 墨儿不会有事 你更不会有事 朕是天子 朕不许你们有事 你们就不会有事 化贵妃把头埋在了建新帝的肩膀上 翻了个大白眼 呸 化贵妃很快就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苏怀木 说完后化贵妃看向苏怀木 你小子是不是早就有看上的人了 所以才故意让我搞这么一出 如果沈念燕真的答应 来冲洗了 你这不是偷鸡不成十八米吗 不会的 苏怀木翻看叶书 沈家不会把精心培育出来的孙女 投资在我这么一个废人的身上 我二哥同样也不会错过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我父皇这人最爱猜忌 这门亲事但中宫嫡子和最有权势的臣子联姻 早晚会是他心底一颗拔不掉的刺 而且还是在这种时候 以这种方式 苏怀木轻描淡写道 有沈家和郑家的支持 我那大哥估计也坐不住了 现在应该正在想着该如何对付二哥 你小子这么坏到底像谁啊 化贵妃皱眉 而萧娘 哼 本宫做人向来坦荡 你可别往本宫身上泼这种脏水 化贵妃瞪了眼苏怀木 随后又软了语气 不过你费了这么大功夫 让我特意为你未来的王妃讨了那么多赏 你到底看上了哪家的姑娘 母亲认识的 我认识 化贵妃愣了 这么多年 我没发现 你对京中哪个姑娘 别有用心啊 北安侯府李清堂 苏怀木也不瞒着了 这件事接下来总归是要化贵妃出面的 化贵妃听后正了一会 随后派了一下苏怀木 你这小子眼光确实不错 这方面的确像我 那小堂儿的确不错 本宫也喜欢 化贵妃说完后又道 可那北安侯府图有爵位 并无实权 你便是正常下聘 你父皇想来也不会有什么想法 怎地折腾这么一圈 如果那样李清堂便是高价 会给他在京中无形中 又树立很多敌人 比如那沈念燕 嫁过来之后 他也总会觉得矮人一头 他不想这样 如今 是他们有求于李清堂 是他亏欠了他 他可以理所应当地 给他无穷无尽的补偿 也不会有人因为羡慕 或者嫉妒而仇视他 但苏怀木不打算把这些告诉化贵妃 不这样逼迫 沈家和二哥 又怎么会这么快走到一起 还有郑家一心想着 再出一个皇后 郑美元刚出世 二哥就和沈念燕定亲 你说他们 会不会怀疑 这就是二哥和沈家故意设计的 为的就是不娶郑家女 化贵妃一脸震惊地看着苏怀木 你可真坏啊 苏怀木看向化贵妃 化贵妃倾咳了一声 那个 你你打算什么时候 让我提出要小堂而冲喜的事 不急 其实这也只是个备选 如果可以 他还是想用一种 更加你情我愿的方式 他只是怕郑世雄和苏怀霄 被李清堂突然下手 眼下见心地 已经拒了化贵妃一次 不可能再拒第二次 但这件事 他还是得先经过李清堂的同意 如果他愿意 那他便让化贵妃去说 如果不愿意 总之他不想勉强李清堂 苏怀霄和沈念燕被刺婚的消息 当日就传遍了京城 李清堂听后 直接摔了一屋子的瓷器 李清延也心乱得 抄不进一点经书 李清堂听后 倒是松了一口气 苏怀霄既然和沈念燕定亲 那李清堂和李清延 该是都没了机会 应该是不用担心 穆家再因此受到牵连 但他又有些忐忑 眼下事情的发展 已经和他上辈子 几乎完全不一样了 接下来 他要面对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了 他可以做得好吗 小姐 一切都准备好了 李清堂思索的时候 习诉道 把东西都送到 郑世雄的手上吧 李清堂道 好 郑世雄看着 李清延送来的情书 笑了起来 狮子 李小姐说 那边都安排好了 郑世雄摸索着手里的书信 还有那个香囊 笑开了花 李小姐说 明日的宴会上 安排你们相见 到时候 他会引人过去 让公子把这些都带好准备着 好 郑世雄想着 明日就可以把李清堂 抱入怀中 忍不住舔了舔嘴唇 京中这几日 因为冲喜的事 几乎天天都有游园会 为的就是给自家女儿相看 在李清堂的建议下 穆书云也开了一个游园会 李清延此时又急又怕 怕老夫人因为苏怀骁 已经定亲的事而放弃他 极着想抓住文姓侯柿子 但他也感觉出了 文姓侯夫人 最近对他的冷淡 他必须要证明自己的价值 不然这府中 怕是真的没有他的容身之处了 另一边李清延也在盘算 盘算着 该怎么才能促成 李清堂和郑世雄的好事 那些信已经被他放好了 看穆书云和李清堂的模样 应该是没被发现 昨日他还借口去望春轩 找李清堂的时候 把郑世雄给他的玉佩 塞到了李清堂的屋子里了 今日就看今日了 若今日是成 那李清堂的吉吉里怕事 也没有脸大半了 李清延想着露出一个笑脸 穆书云的确是想给李清堂 定下一门好亲事 所以 今日确实要了不少人 在看到雪景和李清延都出现后 李清堂就给习素使了一个眼神 习素对善会道 你去告诉林峰 让他去绣花楼帮小姐拿东西 是 善会快步离开 李清延很自然地来到李清堂身边 他正想着 要用什么方式单独带走李清堂的时候 李清堂突然一个不小心把果子银打翻 红色的银子 洒在李清延的身上 特别的明显 真是抱歉啊 三妹妹 我刚刚有点走神了 这手一滑就摔落了 李清堂十分抱歉道 姐姐陪你一件衣裳 你不要生气好吗 姐姐说的哪里的话 不过一件衣裳而已 李清延一下就觉得这是个机会 姐姐能陪我先去把衣服换了吗 当然可以 见李清堂同意了 李清延又道 这要是被人看到 总归不好看 就在前面的风华阁里换吧 好 我陪妹妹过去 都怪我不小心 李清堂露出自责的表情 没事的姐姐 我们过去吧 到了风华阁门口 李清延道 学警你去给我取件衣服来 李清堂连忙道 这是我弄脏的 刚巧绣花楼送来的几件衣服 我让人去给你拿过来吧 李清延还想着 该怎么支开李清堂的丫鬟 没想到李清堂自己主动把人支走了 这真是天在助他 郑士雄接到了学警的通知 连忙往风华阁赶去 门口没有人 他便推门走了进去 堂儿妹妹 堂儿妹妹你在吗 郑士雄喊了两声 没听到回应 又走了两步 看到了一个趴在桌子上的背影 他妈撒着手掌走了过去 堂儿妹妹 结果走过去后发现那人净是李清延 郑士雄看到李清延后十分失望 又在屋里找了找 但这并不大 只是偶尔在这看风景休息的小楼阁 里面只有李清延一人 郑士雄不悦地拍了拍李清延的背 醒醒 人呢 怎么回事 李清延扶着脖子 慢悠悠地醒了过来 他也有点猛 你怎么在这 郑士雄乐了 你问我 不是你让我过来的 说李清堂在这吗 人呢 李清延这时才反应过来 对啊 人呢 他进入屋子后 和李清堂刚坐下 就失去了意识 这是怎么回事 李清延直觉事情不对 雪景呢 他四处张望 发现雪景也不在 眼下屋子里 只有他和郑士雄 坏了 李清延连忙起身 但腿有点发软 一个没站稳 就直接跌到了郑士雄的怀里 就在这时门被打开 妹妹 然后就是一阵吸气声 三妹妹 你和郑国公柿子 这是在干嘛 李清堂大声道 你俩光天化日成何体统 华莲的声音也不小 他们身后不远处 就是几个小姐和夫人 闻声都靠了过来 不是的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 李清延连忙解释 这风华阁只有一个门 如今门口站着一群人 李清延就是要躲 都没有地方躲 二姐姐 你为何要害我 李清延见状 直接转换了思路 李清延一脸无辜 妹妹你在说什么呢 我不知道你和郑士子 在这做这种事啊 你自己不减点和男人鬼混 怎么还怪起别人来了 这门也没锁 腿脚也都长在你们自己身上 我这一开门 就看到你们俩抱在一起 你怪你二姐姐 不如怪我开门前没敲门 坏了你的好事 华琳儿不悦道 李清延明明记得 今日华琳儿没有来 怎么突然又过来了 她来不及想这些事 可以肯定的就是 她上了套了 二姐姐 是你在我衣服上洒了水 然后让我来这换衣服 我一进来就被人打晕 姐姐 你是因为我知道了 你与郑国公世子的事 所以才来设计陷害我的吗 李清延红着眼睛大声道 那些事 妹妹不会说的 你何至于此 看到李清延的反应这么快 直接倒打一耙 李清延在心底 给这个三妹妹比了个大拇指 真是厉害 妹妹 你在说什么呀 什么衣服洒了水 你这衣服 不是好端端的吗 李清延一脸不可思议 我只是同郡主 想来这里赏风景 没曾想到会这样 你胡说 我这衣服明明 李清延低头看却 发现衣服上的痕迹 完全没有了 你换我衣服了 妹妹 你不能血口喷人啊 你一早就穿的这件衣服 家里人都看到了 你说我弄脏了你的衣服 可眼下你的衣服 明明好端端的 李清延也红了眼睛 还是母亲和祖母来判断吧 二姐姐 李清延刚要说话 李清延就道 妹妹 那日春日宴上 你看突然离席 就是去了奇修院找郑狮子吧 这句话一出 所有人都静了下来 李清延也是慌乱无比 李清延怎么知道 他去了奇修院 他不会知道 那晚发生了什么吧 郑士雄倒是老神在在 堂儿妹妹 不是你约我过来的吗 咱俩的事 也没什么好 隐藏的了吧 世子慎言 我与您并不熟 只在水云间见过一面 当时郡主 薛王殿下可都在呢 郑士雄 别以为你打的那些主意 本郡主不知道 上次在水云间 就是你甜不知耻的骚扰堂儿 你也不会撒泡尿 看看自己什么样子 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呢 华琳儿骂起郑士雄来 是毫不嘴软 郑士雄被华琳儿 这骂得恼羞成怒 直接拿出了那些李清延 两情相悦的 李清延愣了 他是模仿了李清堂的笔记 给郑士雄写了几封情书 但他还没送过去呢 你骗鬼呢 华琳儿才不信郑士雄的话 那你自己看 郑士雄说着 就要把信递过去 李清延连忙抓住了那些信 不不成 华琳儿冷笑一声 怎么心虚了 不敢让人看了 我是怕影响姐姐的名声 李清延连忙道 这种事 还是私下解决吧 我深正不怕影子嫌 我与郑士子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怕 李清堂坑枪有力道 华琳儿直接把信 抢了过来打开 李清延想抢回来 但他完全不是华琳儿的对手 只能任凭着华琳儿 打开他信封 他脑中只有三个字 完蛋了 华琳儿看后 露出一副恶心的表情 身后有人好奇问 写了什么呀 是李小姐写的吗 华琳儿直接把信传了过去 李三小姐真是恶毒啊 这信分明就是你写给郑士雄的 你竟然还诬陷给别人 刚刚不让人看 就是怕被发现是吧 我不是 那信不是我写的 是有人陷害我们 李清延说着 看向郑士雄 我与世子 这是第一次见面 是吧 世子 郑士雄点头 对 我与这位小姐是第一次见 三妹妹 事已至此你 何必撒这种谎呢 李清堂脸上是满满的无奈 全京城的人都知道 世子爷当街拦了你的马车 春日夜那晚 你中途离席不知去向 我让人去寻你 结果看到你与世子一前一后 从奇修院出来 这话一出 大家都用奇怪的眼神 看着屋内的两人 郑士雄好像的确拦过 李清延的马车 当时事情好像闹得还挺大的 但大家并没有过多在意 因为郑士雄做这种事 实在太多了 不过 大家又一想 好像每次做这种事 都是因为对那车中 小姐感兴趣 所以才 一时所有人的表情 都变得奇妙起来 这时沐书云赶了过来 怎么回事 李清堂把刚才发生的事 又重复了一遍 沐书云先安抚了 众位小姐和夫人 然后关上了门 把侯爷和老夫人请来 说完后 沐书云又看向郑士雄 世子 郑家那边是由我来支还 还是您自己来 事已至此 郑士雄今日对李清堂 势在必得 不必 本世子的是本世子 自会解决 婚姻大事 还是得有家中 长辈在才好 沐书云笑着道 去支会一下郑老夫人 是 等李故和侯府老夫人来之后 沐书云看向李清堂 说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清延还是那套说辞 说他衣服 被李清堂撒了银子脏了后 就来风华阁里换 但不知怎么就晕了过去 一醒来便这样了 话里话外的意思 都是李清堂在故意陷害他 说李清堂是和郑士雄有情 他被发现后 故意栽赃他 李故和老太太听后脸都黑了 不管是谁 这对北安侯府的名声 都是巨大的打击 唐儿你怎么说吗 老太太看向李清堂 李清堂看向郑士雄 敢问郑士子 您是怎么去的风华阁 郑士雄肯定不能说是 雪景派人去找他的 于是便道 是你们府中小丫鬟 说你在风华阁等我 于是我便去了 那敢问是哪个丫鬟 我也没注意看 郑士雄道 唐儿妹妹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通信了这么久 你竟要翻脸不认人吗 世子慎言 李清堂 看让习宿把信递了上去 这是郑士子身上的信 当时三妹妹一口咬定 这是我写的 还不让人看 但这字迹分明不是女儿的 名字留的 也是三妹妹的小字 祖母 父亲 这信不是我写的 是有人要害我 李清言连忙解释 李清堂又道 至于衣服的事 大可以问问李姨娘 和他们院子里的下人 三妹妹今日穿的 是不是这一套衣服 她说我弄脏了她的衣服 故意引她去风华阁 可这衣服上 分明干干净净的 我总不可能提前猜到 三妹妹穿什么衣服 然后准备了一套 一模一样的吧 老夫人觉得有道理 于是让人去叫了李姨娘 李姨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看到屋内的氛围 也知道肯定是什么不好的事 她惩惶惩恐地行了李 我问你 眼儿早晨穿的是 身上这件衣服吗 穆书云问 李姨娘不知为何这么问 但还是点了点头 是 见状穆书云看向李清言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女儿冤枉 明明是 明明是二姐姐 把果子银撒到了我的身上 说带着我去风华阁换衣服 还说要陪我一套衣服 雪景他们都看到的 一开始我的确和三妹妹在一起 但她有事要离开 我就直接去找了凌儿姐姐 一路上很多人都可以作证的 李清堂道 我真不知道 郑世子和三妹妹 为何要联手冤枉我 你们两个既然相爱 那便直接禀了父亲和母亲 让他们做主便好了 他们又不是不通情理的人 何必这样呢 不是的 和郑世子友情的 一直都是二姐姐 李清言想着 郑世雄会站在她这一边 只要郑世雄一口咬定 和她传情的是李清堂 再加上她 提前放在李清堂屋子里的信和玉佩 那她就可以脱身了 至于什么奇秀院 那丫鬟的 都是李清堂的人 只要咬定 他们是串通一气 胡说八道的就好了 三妹妹 郑世子身上的信留的 可是你的小字 二姐姐 郑世子都说了 和她传信的是你 你怎么可以这么冤枉我 李清言说着哭了起来 没错 和我传信的 一直都是唐儿妹妹 唐儿妹妹 你为何突然翻脸 莫不是又喜欢上了别人 郑世雄道 你少胡说八道了 华林儿道 郑世雄拿出那个香囊 这就是唐儿妹妹 亲手绣给我的 这还不能证明吗 郑世子 你莫要血口喷人 我从未绣过什么香囊与你 李清堂看向 李姑和老夫人 父亲 祖母明剑 唐儿是给你们绣过香囊的 你们可以对比看看 这针法是不是唐儿的 老夫人让周嬷嬷 拿过郑世雄手里的香囊 又接过李清堂身上的香囊 看了看这针法的确不同 李清堂又道 可否让女儿看看那个香囊 李清堂接过后看了看 又闻了闻 我刚回府的时候 三妹妹送过我一个香囊 婉青 把那个香囊拿过来 是 很快婉青就带着香囊过来 李清堂举着两个香囊道 父亲 祖母请看 这两个香囊不仅针法一致 连香味都如出一辙 事实已经摆在了这里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穆书云问道 针法和字迹都是可以模仿的 这是有人想害女儿 李清延解释 李清堂道 三妹妹慎言 什么叫汉 以你的出身能与世子结缘 那是高攀 李清延听到这句话 恶狠狠地转头看向李清堂 那眼神像急了一条毒蛇 上辈子李清堂落水后 躺在床上瑟瑟发抖时 屋子外就传来这么一句话 以他的出身能嫁给郑国公世子做妾 也算是高攀 李故京这么一提醒 也连忙道 对 坦而说的没错 若你真的与世子也有情意 父亲也不是那不通人情的 郑士雄也没想到 他手里的信和香囊 都不是李清堂的 一琢磨也想到 事情可能出现了什么意外 李清延连忙道 世子 你是不是也给二姐姐写了信 郑士雄点头 是 我还给了唐儿妹妹 一块刻着我名字的玉佩 作为定情信物 那就搜一搜吧 李清延道 我从没收到过这些东西 我问心无愧 那就搜吧 李清堂同意 见到李清堂这么淡定的模样 李清延内心有些慌 难道李清堂发现了 可是 他一直很小心 一直很注意自己的院子 他敢肯定他 离开院子前 他屋子里没有任何奇怪的东西 李清堂可以魔法他的字迹 但李清堂没见过郑士雄的字 肯定没办法模仿郑士雄的字体 那些信里都写了李清堂的名字 就算李清堂把那些信 放到他的院子里也没用 反而能证明 今日的事都是李清堂在陷害他 穆书云为了避嫌 只让老太太派人去搜 没过一会周嬷嬷就带着人回来了 表情十分不好 东西找到了吗 周嬷嬷点头 把东西盛了上来 都在这了 郑士雄看到那信封和玉佩 立马承认 对 这些就是我给唐儿妹妹的 周嬷嬷脸色十分怪异 老太太 李顾和穆书云分别打开一个信封 看到里面的内容后 只觉得骚得慌 这些东西 都是在三小姐的屋子里找到的 周嬷嬷道 不可能 李清延立即否认 这肯定是别人放在我屋子里的 奴婢去的时候 三小姐的院子是锁着的 下人们说 要是只有三小姐自己有 老奴是让人撬了锁才进去的 这信和玉佩藏的都还挺深 周嬷嬷道 二小姐的院子奴婢也去了 但并未发现什么 二姐姐 你为何要这么害我 李清延看向李清堂 你是不是收买了周嬷嬷 李清延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你还要诬陷我吗 李清堂直呼了李清延的名字 满眼的失望 我真没想到 我对你那么好 你自己犯了错不敢承认 为了自己的名声 竟联合郑世子一起诬陷我 李清堂红着眼睛 看向李顾几人 祖母 父亲 母亲 你们想如果真是女儿与郑世子情投意合 私下来往 那郑世子怎么会在这样的日子里 和我的妹妹私会搂抱 被人发现后 还一起把脏水往我的身上泼 郑世子 难道不懂名声 对一个女子的重要性吗 郑世子若真的喜欢我 又怎会处处向着三妹妹 只顾维护三妹妹的名声 而置我于不顾 众人一听 的确是这个道理 郑世雄和李清延的口径出奇的一致 这要是说 两人没什么关系 真的鬼都不会信 李清延如今有口难辩 他能怎么说 他也不能说 这一切都是他和郑世雄对李清延的设计吧 郑世雄拿过信 内容和字迹的确都是他的 唯一变了的就是 唐儿变成了爷儿 不对 这信不对 我写的明明是唐儿 郑世雄否认 但他们越否认 按照李清延刚刚的逻辑 这就越证明他们有问题 李清延实在没法子 他看向李清延 二姐姐 你真是好算计啊 你这是想逼死妹妹吗 我出身没有你高贵 也没有你聪明伶俐 也不如你会讨祖母和父亲的喜欢 之前郑世子拦我的马车 也是因为把我错认成了你 这件事 母亲也是知道的 李清延流着泪 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姐姐 姐姐若不喜欢郑世子 便和他直说了好了 何必要设计陷害我 别说 李清延的这番演技 倒是让李顾和老太太有些动摇 三妹妹 我是侯府嫡女 是侯府的脸面 是注定要做宗妇的 李清堂冷冷看着李清延 我可犯不着给人做妾 郑世子也不是老糊涂 怎么可能妄想让一个侯府的嫡女 给他做妾 这不是明摆着 要和我们北安侯府结仇吗 便是陛下也不可能下旨让 堂堂侯府嫡女 去做第七房小妾 你说是吧 郑世子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郑世雄才想出 生弥煮成熟犯的这个法子 想让李清堂就犯 但眼下他怎么说都不对 总是会自相矛盾 除非他说实话 他和李清延故意算计李清堂 但这样更完蛋 华林还在这呢 他说完 那华林肯定会闹到宫里去 若是被他家那个母老虎知道了 又得闹好大一阵 姐姐 你正是因为知道 父亲和祖母 不会允许你和郑世子在一起 所以才遮掩的不是吗 李清延抓住机会连忙道 郑世雄也反应了过来 对对对 华林都气笑了 郑世雄 你还真不知道 你自己是个什么德行吗 我堂儿妹妹 放着满京城的才俊不要 能看上 你这么个棒枕 这句话 真是说到穆书云的心坎里了 穆书云看向李清延 冷声道 你与郑世子私通证据确凿 不承认还反口诬陷敌女 你可知错 李清延扑通一声跪到地上 母亲我和郑世子 真的是清白的 这些东西 都是有人故意陷害我的 请父亲 祖母明察 这信都在这了 你还不承认 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 李顾指着信 想到信里的内容 他都觉得骚得慌 他真没看出来 他认为最乖巧的女儿 竟然能写出这种东西 肯定是有人模仿了女儿的笔记 李清延道 肯定是这样的 有人能模仿你的笔记 还能模仿正世子的笔记是吗 穆书云冷笑 好端端的 别人都不冤枉 就冤枉你是吗 那腿和胳膊都长在你身上 所有人都看到你 扑在世子爷的怀里 这也是人冤枉你吗 李姨娘见到李顾发火连忙道 我相信 延而不是这样的人 肯定是有什么苦衷的 苦衷 穆书云笑了 什么苦衷可以让她空口陷害敌女 李姨娘身子忍不住发抖 不知该怎么解释 雪景吗 李清延突然问 雪景是她的贴身丫鬟 该是知道点什么的吧 很快雪景就被人带了过来 在来的路上 她已经听到了留言 知道发生了什么 心里慌得很 你去哪了 为什么不陪在小姐身边 李顾问 奴婢 奴婢是因为小姐的衣服脏了 所以回去给小姐取衣服 雪景低着头回答 那衣服呢 穆书云问 衣服还没来得及拿 就 就被带过来了 雪景头垂得更低了 夫人这丫头撒谎 老奴是园子里找到她的 她手里什么都没有 攀婆子道 你去拿衣服 既没有回院子 也没有去风华阁 手里更没有衣服 你到底是去干了什么 穆书云大声质问 雪景慌得不成 偷偷看向李青年 奴婢 奴婢是半路 忽然肚子不舒服 所以去了茅厕 禀告老爷 夫人 雪景在撒谎 兰儿走了进来 奴婢看到她去找了正世子 奴婢看到后 就上前询问 谁知她惊恐万分 还打翻了奴婢 给大小姐拿的点心 不仅奴婢看到了 当时周围 还有不少丫鬟小丝都看到了 兰儿一字一句 字字清楚 雪景身子整个色缩在了一起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穆书云看向李青年 我也不知雪景去找世子 做了什么 够了 李故听不下去了 你既然与世子两情相悦 眼下这么多人 也看到了 一会国公夫人来了 就把这门青石定下吧 李青年瞪大了眼睛 不可以 他不可以嫁给郑世雄 郑家就是个火坑 他才不要进去 不是的父亲 事情真不是那样的 行了 郑世雄没了耐心 侯爷 夫人 我和府上三姑娘 没有任何关系 我心悦的唐儿妹妹 我同三小姐往来 只是想让她 帮我追求唐儿 我愿意以平气的身份 娶唐儿入门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变了脸色 华莲直接破口大骂 郑世雄你疯了吧 郑世雄不想与华莲 多纠缠 对着李顾几人道 侯爷 夫人 老夫人 世雄对唐儿妹妹一见倾心 愿各位成全 我保证会对唐儿妹妹 好一辈子的 穆书云被气得头都疼了 这个人怎么可以 恬不知耻地说出这种话 眼下华贵妃 正在寻人给锦王冲喜 大家都在忙着 给女儿定亲 我郑国公府的门第 在整个京中 也是数一数二的 唐儿嫁给我 既能避开冲喜 还能有数不尽的荣华 我父亲最是疼我 爱屋及乌 也定会对北安侯府 多加照服 我家唐儿若能被贵妃挑中 那也是她的福气 就不劳正世子的关心了 唐儿还小 我还想多留她两年 穆书云冷声道 但今日你坏了 我家三姑娘的名声 总归是要对三姑娘负责的 国公夫人还没到吗 母亲 女儿不用正世子 对女儿负责 女儿 李青年的话还没说完 李青堂便道 三妹妹 你已然失身给了世子 你若不要负责 你以后是要出家做姑子吗 这话一出 全场一片死寂 你说什么 李姑不敢相信自己 听到了什么 失身 李青堂叹了口气 这是女儿本不想说 但眼下不说 实在是不成了 我不能看着三妹妹 把自己逼到绝路 老太太看了眼屋中的吓人 你们先出去 随后又客气地对话铃儿道 郡主也先去偏厅吃点茶吧 话铃儿看了眼李青堂 李青堂点了点头 说吧 老夫人看向李青堂 李青堂看了眼李青年 三妹妹 是你主动说出来 还是我来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李青年已经慌了 但他只能否认 只要他和郑士雄 都否认便好了 春日夜那日 三妹妹敬我茶后 我觉得身子不太舒服 三妹妹便说 可以去祈修院休息 说女眷们吃酒后 都会去那些片刻 于是我便打算过去 但出来没走几步风 一吹便又好了 所以我便直接回去了 我回去后 就发现三妹妹不见了 等了很久也不见人回来 我的丫鬟帮我拿东西的时候 遇到了三妹妹 说三妹妹面色潮红 脚步虚浮 说要上官房 但他跟去后 三妹妹就没了踪影 我有些担忧 就让我的丫鬟帮去找了 李固和穆树云都想起来 那日李青年的确中途离席 一直到宴会结束才回来 我的丫鬟想起 想起之前三妹妹 让我去祈修院休息 于是便去了祈修院 结果竟在里面看到了男子 我那丫鬟便没有赶进去 过了没多久 我的三妹妹就去了 然后李青堂 没好意思继续说下去 但大家都明白 李青年心底大惊 他没想到会被人看到 你的丫鬟肯定是听你的话 二姐姐 你为何要这么害我 当时你为什么不说 现在才说 当时并不是我亲眼瞧见 而且这种事我想着 若是真发生了 那妹妹该是自己和父亲母亲说的 怎么好让我一个外人开口 若中间有什么误会 倒成了我的错 李青堂做出委屈模样 而且当时我那丫鬟 并不认识那位男子 是今日看到郑世子身边的小丝 才认了出来 李青堂道 再结合 你俩的反应 我才确定 那日你是和郑世子 你胡说 我是清白的 父亲 母亲 你们还记得 那日三妹妹的模样吗 李青堂道 你们不觉得她回来后 变得很奇怪吗 当时我借了她披风 我拿回来后发现 上面有股奇怪的味道 我怕三妹妹落水受寒 便请大夫来瞧瞧 但三妹妹一直回避 李姨娘这么一回忆 也一下就想起了 李青妍从春日宴回来后的反常 那衣服是她最喜欢的 可是突然就没了 后来她在灶台边 发现了一小节烧糊的碎布 依稀可以看到 那就是李青妍穿去春日宴的衣服 若要证实我的话是真是假 其实很简单 找几个有经验的老嬷嬷查一下就是了 李青堂这话一出 李青妍神色大变 她知道自己要完蛋了 二姐姐 你可知女儿家的明节有多重要 你这么冤枉我 我不如死了算了 李青妍也是下了狠心 说着就往门柱上撞去 众人惊呼 李青妍动作太快 一时竟没人反应过来去阻拦 千军一发之际 随着外面的一声 宣王殿下门突然被打开 李青妍的脑袋 在与柱子接触前 被人拉住了胳膊 他正想着 要不要直接装晕 先躲过一截 结果发现 拉住她的是苏怀霄 宣宣王殿下 李青妍因为惊讶 一时忘记装晕 而错过这个时机 现在再晕倒 就太假了 本王也收到了情帖 便前来看看 苏怀霄道 只是看起来 似乎来的不是时候 哪有的事 李顾连忙道 您快上座 看着李顾这谄媚 而全然没有风骨的模样 穆淑云再次感叹 他一定是瞎了眼睛 当时才会看上 这么个狗男人 苏怀霄坐下 看向众人 你们继续 这 家丑不可外扬 这宣王再次还怎么继续 若是有什么 不足以向本王道的 本王可以回避 苏怀霄道 没什么大事 袁嬷嬷 周嬷嬷 你们带三小姐下去 好好伺候 老夫人道 是 袁嬷嬷 李青妍想挣扎 但苏怀霄在这 他不能不顾形象 只能跟着两个嬷嬷去了测试 宣王殿下 这是为何而来 听说侯府在办游园会 本王便来瞧瞧 没想到 柿子也在这 宣王看向郑师兄 我听说柿子飞快生产了 身子可还好 郑师兄脸色一变 这就不劳烦 你操心了 他说完后 又看向穆书云和李顾 我是诚心想取唐儿 侯爷和夫人 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 苏怀霄听到这话 眼中露出一丝寒光 柿子 还是把和我家三姑娘的 是解释清楚吧 穆书云道 郑柿子该不是那种 逃避责任的人吧 侯夫人 这没证据的事 可不能乱说 你家三小姐的 是 可和我没关系 郑师兄 开始撇清 与李青年的关系 黄庄里人那么多 总不可能 只我的丫鬟看到 试过避留痕 那齐秀院 不过是一个 长期空置的院子 可能根本没人打扫 现在去找找 或许还能找到些什么 李青唐道 二姑娘说的对 虽然不知 你们在查什么 但若需要的话 我可以派人去 这种事 就不用麻烦殿下了 郑师兄 看着苏怀潇 表情不悦 二姑娘的事 怎么会麻烦 苏怀潇笑着吩咐手下 去黄庄 把齐秀院翻了遍 那日所有路过 齐秀院的下人 全都问话 是 大部分人关注点都在想 李青年 是不是真的和 郑师兄苟且了 但也有人注意了 苏怀潇的前半句话 这是什么什么意思 难不成 苏怀潇对李青唐也有想法 很快周嬷嬷和袁嬷嬷就回来了 如何 木书云问 两人脸色都很奇怪 周嬷嬷见眼下宣王也在 委婉道 确实如二小姐所言 这话一出 李姑和老夫人的表情都不好了起来 李姨娘更是下意识 就出口维护李青年 不可能的 也而最是洁身自爱 懂规矩 绝不可能与人苟且 李姨娘连忙跪下求情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 或许两位嬷嬷看错了呢 姨娘若不信 可以自己去看 袁嬷嬷道 三小姐腿上的淤青 可还没散呢 李姨娘还是不能相信 不会的 妍儿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 李姨娘冲进了屋子 李青年躺在床上 眼泪流了下来 她知道自己完了 如今宣王也知道 她是不劫之身 她已经没了嫁给苏怀潇的机会 眼下哭也不是个办法 李青年咬住了嘴唇 妍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真的和那郑世子 李姨娘哭着问 是 但我这是T二姐姐受过 郑世子把我认做了二姐姐 这才抢了我 李青年哭着道 姨娘 之前郑世子拦我马车 也是把我错认成了二姐姐 我也是被害者啊 李姨娘抱着李青年 我懂得的 我懂得的 我会和夫人老爷好好说的 他们会替你做主的 苏怀潇是听说 郑世雄打算利用这次冲喜的机会 向李家求亲 为了让李家同意 郑世雄指不定又会使出什么下作式手段 所以他特意赶来 他想要李青堂的人 也想要穆家的财 一个侧妃之位 和未来的贵妃之位 想来足以让李家满意 但他没想到 这郑世雄竟然和李青年 似乎发生了些什么 听刚才嬷嬷的话 这俩人怕不是 这时郑国公府的夫人终于来了 穆书云把事情说了一遍 郑国公夫人脸色不太好看 他笑着 看向苏怀潇 怀潇 我同侯夫人有点事 想私下处理 怀潇明白 说着 他便起身退了出去 郑国公夫人看向郑世雄 你说 怎么回事 母亲 我打算娶侯府嫡女为贫妻 你帮我说说 郑世雄也不管了 他都许了贫妻之位了 还要如何 郑国公夫人的脸色更不好了 我只问你 你同那侯府三小姐怎么回事 你真的对人家 那只是个意外 郑世雄道 母亲 侯夫人 我是真心喜欢她儿妹妹 住口 郑国公夫人 给郑世雄使了眼神 郑世雄不甘愿地闭上了嘴 穆书云脸色奇差 他知道郑世雄是个魂不令的 但没想到会混蛋到这个地步 郑国公夫人 你也听到了 郑世雄毁了我那三姑娘的清白 为了两家的名声 不如就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吧 侯夫人的意思是 我们三姑娘知书达理 我本是想给她找个有前途的学子 凭三姑娘的本事 和侯府的扶持 这日子定会过得蒸蒸日上 但如今出了这事 国公府门地高 我们也不会无理要求郑世雄 以平气的身份 娶三姑娘进门 但怎么也得是个贵妾 郑国公夫人觉得如何 郑国公夫人听后松了口气 这倒不是什么问题 那就有牢国公夫人了 郑世雄听着不答应了 我要娶的是二姑娘 不是三姑娘 那晚是三姑娘自己主动贴上来的 又不是我主动的 李清言听着这话 头皮发冷 恨得牙都痒痒 但还是努力 露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不是的 是郑世子把我错认成了二姐姐 才抢了我 我事后害怕极了 这才什么都没说 郑国公夫人一直都知道 郑世雄对李清堂有非分之想 他是信郑世雄能做出这种事的 但他也不能承认 北安侯府就算没落了 那也是侯府 李清堂和华林儿的关系 还非比寻常 这要是被传到皇帝和太后耳朵里 又是一件麻烦事 事已至此 三姑娘放心 我们郑国公府 不是那种不讲理的地方 世雄会娶你进门的 李清言没有了刚才的咄咄逼人 一下子就温婉柔顺了起来 清言谢老夫人体恤 日后定会好好孝敬 您和国公也 李清堂看着李清言这番模样 心里对李清言的警惕 又高了一层 果然是个能屈能伸的狠角色 他这么直接的服软 倒是让之后的事 没法继续下去了 李清言都表明了态度 那侯府自然也没什么意见 李顾和老太太 虽然觉得很丢脸 但能让一个庶女 嫁入郑国公府 到底还是赚的 但郑世雄 还是对李清堂恋恋不忘 一心想娶李清堂 苏怀潇在思索 要怎么提出娶李清堂为侧妃 才能记不得罪郑家和沈家 还能让侯府愿意 在苏怀潇思索的时候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了过来 郑世雄刚说完 我可以娶李清言 但你们要想稀释宁人的话 那李清堂也得嫁给我 穆书云正想说 你简直痴人做梦的时候 门再次被打开 一个黄梨般清脆的女生响起 今日真是好热闹 郑国公府的人也在呢 瞧这模样 本宫是不是来得不是时候了 贵妃娘娘哪里的话 郑国公夫人连忙到 其他人也连忙起身行礼 华贵妃非常自然地 走到主位上坐下 都免礼吧 本宫刚刚好像听到 郑世雄说什么稀释宁人 什么让唐儿嫁给他 我记得世子妃还活着呢吧 郑世子这话是怎么的 要休妻另娶啊 华贵妃一脸单纯地问道 郑国公夫人连忙到 哪有的事 我们只是在说世雄 要那北安侯府三姑娘为贵妾的事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华贵妃嘴角带着几分 若有四无的笑意 本宫刚才差点就想派人 去问问太后娘娘 怎么世子妃去世这么大的消息 本宫却不知道呢 郑国公夫人听到这话 背后发凉 连忙笑着对华贵妃道 阴贤在府中好好地养胎呢 一点事都没有 多谢贵妃娘娘的关心 没事就好 华贵妃面上明显对这些话题不感兴趣 直接就转换话头 你们聊完了吗 聊完的话 本宫就来聊了 那老生就先回去了 郑国公夫人见状 准备起身离开 没事 本宫说的话不用避险 华贵妃一有所指的说完后 笑着看向穆书云 侯夫人 今日本宫没地铁子就突然来访 你不会见怪吧 贵妃娘娘哪里的话 您能来是我们侯府的荣幸 华贵妃抿着嘴笑了 本宫也不绕弯子了 今日本宫特意来访 就是为了你家唐儿 这丫头实在和我的演员 面相也好 这也到了该定亲的年纪 不如给我做席可好 华贵妃这话一出 包括李清堂在内的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这意思是 看上李清堂去冲洗了 穆书云立马就慌了 她可不想让自己的女儿 嫁给一个将死之人 即便那人是皇子也不成 贵妃娘娘 其实唐儿的亲事 穆书云还没说完 华贵妃继续道 圣上已经答应本宫了 会封清堂为宪主 侯夫人如今才是三品告命吧 作为锦王妃的生母 怎么也得是个一品告命吧 华贵妃道 陛下疼爱莫 这聘礼的规格定不会低 这侯府怎么也得世西网替吧 老夫人和李固 听到世西网替这四个字 脸上的表情都差点没绷住 李清堂看李固的表情 觉得他可能下一秒就会开口答应 恨不得明日就直接把他送到锦王府 郑士雄见状想开口 被郑国公夫人一把拉住 穆书云此时也顾不得许多 直接开口 贵妃娘娘 实不相瞒 堂儿其实已经相看了人家 只是看了看 但没有定下 李固连忙开口打断穆书云 能得贵妃娘娘的亲眼 是我们家堂儿的福分 我家堂儿的命格的确是好 小的时候就被算出是凤 李固在要把凤凰命 说出口的时候 老夫人开口 我们堂儿负责身后 有神佛庇佑 对 李固点头 华贵妃面上笑意盈盈 但在心里却翻了得大白眼 有这样的父亲 可真是这丫头倒霉 华贵妃不看李固两人 她对李清堂招了招手 小堂儿过来 李清堂走了过去 华贵妃拉住李清堂的手 本宫是真心喜欢你的 本宫在这就可以承诺 只要本宫在一日 只要郑国公府在一日 就会护你一日周全 任何人也都不能欺负你分毫 李清堂看着华贵妃的眼睛 听着他特意咬中的 任何人三个字 是有些动容的 如果不是他心中装着一个人 便是冲着华贵妃和华灵儿的面子 他或许会选择冲喜 但如今他的心中住着一个人 这让他怎么示好 华贵妃可以见到李清堂眼中的挣扎 小堂儿不用急着回复 明日本宫还会派人来 说吧华贵妃起身 好了 本宫还得回宫见陛下 就不在这里打扰你们的雅兴了 恭送贵妃娘娘 牧送华贵妃走远 郑士雄开口道 现在你们答应把唐儿嫁给我 我现在就可以让皇后娘娘下旨赐婚 这样唐儿妹妹就不用去冲喜了 牧书云美好气地看了眼郑士雄 李清堂真的去冲喜 都好过嫁给郑士雄这个魂不令 唐儿的事 我就不劳世子费心了 牧书云冷冷道 郑国公夫人走到郑士雄的前面 笑着道 眼下贵妇是多 我们便不多做打扰了 郑国公夫人说完后 就硬拽着郑士雄离开 你赶紧收起对李二小姐的心思 眼下的锦王府和华贵妃都招惹不得 一个都要死了的皇子 有什么好忌惮的 郑士雄愤愤不平 那么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禁药 给一个都不能行人事的人 简直是抱殖天物 你住口 郑国公夫人被郑士雄这话 吓得差点没摔倒 这要是被有人听去 你怎么都得退层皮 他们敢 我可是郑国公府世子 郑士雄不以为意 眼下锦王病危 华贵妃就是要天上的星星 一圣上对华贵妃的宠爱 都会想办法给他摘下来 便是你姐姐也护不住你 郑士雄不以为地切了一声 但到底是收住了口 苏怀霄在看到华贵妃来了的时候 就有种不好的预感 听到华贵妃要李清堂给他做席的时候 整个心更是揪了起来 李志告诉他 他已经抢了沈念烟 如果再抢李清堂 那华贵妃和郑国公府 肯定会以为他是故意的 他父皇也可能因此而猜疑他 可情感上他却不愿放手 李清堂知道苏怀霄来了后立马寻了过来 怀霄哥哥 李清堂面露羞涩地走了过来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 李小姐 苏怀霄客气又生疏地看向李清堂 李清堂听到这三个字咬住了嘴唇 怀霄哥哥之前都是叫我清堂妹妹的 如今本王已定亲 李小姐还是叫我宣王殿下吧 李清堂捏紧了帕子 怀霄哥哥怎的如此粉心 难道忘记我们过去的情谊了吗 往日本王也只是有些欣赏李小姐的诗词而已 本王还有事 李小姐请自便 苏怀霄说完便带着人离开 李清堂跺了跺脚 事情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不远处的李清堂看到这一幕 嘴角露出一个阴沉的笑 活该 他嫁不了苏怀霄 那大家就都别嫁了 想到李清堂马上就要去冲洗手活寡 李清堂心里是有些痛快的 但一想到李清堂要被封为县主 还能这么轻松地成为王妃 得到贵妃娘娘和郑国公府的庇护 他又极度地快要发狂 凭什么郑世雄娶李清堂就是贫妻 而他就是妾 凭什么他算计了这么多 到头来一场空 而李清堂却唾手渴得他梦寐以求的一切 他不好过 那大家就都别好过了 李清延低下头眼下眼中浓浓的恶毒之色 换上一副楚楚可怜的面孔 走向李清堂 李清堂神色复杂地离开风华阁 刚走出去没多远 苏怀霄走了过来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向父皇请旨 让你坐得我侧飞 多谢殿下的好意 但是不必了 李清堂微微低着头 这是臣女自己的事 臣女自己会解决 你要怎么解决 可不要做傻事 殿下放心 臣女还是很惜命的 李清堂微笑着道 贵妃娘娘人很好 想来我嫁过去后 是不会受委屈的 你还年轻 你当真要付出一辈子 苏怀霄道 殿下怎知锦王殿下的身子不会好转 一旦我冲洗成功了呢 李清堂问 苏怀霄被噎了一下 你铁了心 要嫁给苏怀木 你都没见过他 我见过的 李清堂抬起头 看向苏怀霄 那日在张台阶 多亏了锦王殿下 我才及时得救 锦王殿下骑着马走过 虽然戴着面具 但身姿挺拔 风采灼然 那他以苏怀霄 把道嘴边的话又收了回去 可对他而言 他并不认识你 你还年轻 锦王殿下是灵儿的表哥 化贵妃是灵儿姐姐的姑母 便是看在灵儿姐姐的面子上 我这后半辈子 也是无余的 更何况 刚才贵妃娘娘还承诺我 说她会让陛下赐我县主之位 还会赐侯府世袭罔帖 保我一世无忧 看到李清堂灵动的脸庞 苏怀削握了握拳 这些我也可以给你 那殿下能给我王妃之位吗 李清堂问 你也知道我做了十多年的庶女 我身之一个庶女 一个妾室的生活 是多么辛苦 卑微 我不想再过那样的日子了 可是王府的侧妃不同妾室 我可以给你童王妃一样的东西 殿下莫不是把我当小孩子哄骗呢 妾究竟是妾 便是侧妃也是妾 李清堂笑着看向苏怀削 生则同亲 死则同学 我的心眼可小了 容不下别人分毫 苏怀削声音中带着些压抑的隐忍 以后这些我都可以给你 李清堂满脸疑惑 陛下已经下旨赐婚 殿下难不成能让陛下收回圣旨 侧妃只是保你不去冲洗的权宜之计 未来岁月漫长 你怎知我们不能生同亲 死同学 苏怀削看着李清堂 目光灼热 一由所指 李清堂只当是听不懂 未来的是谁又知道呢 我没什么见识 只能看着眼下 贵妃娘娘竟然开口 这件事想来也没什么转环的余地了 殿下 祝你幸福 臣女先告退了 苏怀削看着李清堂的背影 只觉得心口憋闷 为什么呢 为什么京中这么多贵女 偏偏就挑上了李清堂 偏偏挑中了她喜欢的那个 既然都要死了 为什么不死得痛快嫌 非要去祸害一个女子呢 姐姐 你看到了吧 宣王殿下不是不喜欢你了 而是被人截了胡 李清言道 只是可惜二姐姐 她机关算尽 却没想到要去冲洗 李清言看着李清堂眼中极度的怒火 扭曲的心终于露出一丝畅款 活该 李清堂恶狠狠道 李清言叹气 可即便是冲洗 那也是给皇子 还是陛下最宠爱的皇子 化贵妃刚刚开出的条件 可真真是让人心动啊 有了那样的荣华富贵 就是守一辈子活寡又如何呢 李清鸾听后 心气更是不顺 但她也没有那么蠢 三妹妹这是在羡慕 你马上也要嫁入郑国公府了 荣华富贵 也是想之不尽的 李清言紧了紧拳头 这还要多亏了二姐姐呢 若不是她 我怎会有这个机会 李清言咬牙切齿道 李清鸾也是听出了李清言的话中之意 三妹妹 想如何 李清言笑着 大姐姐又想要如何呢 两人相试后 携手离开 李清堂回到望春轩 面上再无刚刚面对苏怀消失的从容淡定 今日母亲来过吗 还未 让凌峰去找云青公子 我要见他 今日就要见他 是 化贵很快便寻来了望春轩 怎么回事 我刚刚看到贵妃娘娘来了 李清堂露出一个苦笑 贵妃娘娘想让我做她儿媳 李清堂没有隐瞒 反正这种事要和无法隐瞒 什么 化贵惊住了 姑母怎么可以这样 不行 我得去找她 化贵说着 就要往外走 李清堂连忙拉住 别 别什么别 我表哥的确不错 但他现在这个模样 化贵又纠结又难过 我也想让表哥好起来 但大家都说表哥要不成了 唐儿 我不想你 姐姐 你不要自责 这是本就与你无关 李清堂安慰 贵妃娘娘说了 我可以好好想想 明日再给她答复 化贵还是憋着嘴 唐儿 你若不想千万不要勉强 我会去贵妃娘娘 那求情的 她很疼我的 会答应我的 好 谢谢零儿姐姐 李清堂感觉心里暖暖的 风华阁里 如今只剩下老夫人 李顾和穆书云三人 老夫人微微垂眸拨着佛珠 看不出表情 李顾脸上 则是压不住的喜悦 而穆书云 则是又急又气 穆书云道 我不同意唐儿嫁给锦王 你不同意有什么用 贵妃娘娘都发话了 想来回宫就要陛下下旨赐婚了 这哪是你我能拒绝的 李顾道 你就不能想想办法吗 你就忍心 唐儿守一辈子活寡吗 我能有什么办法 不然就答应郑国公世子 让世子找皇后去说 李顾道 锦王和郑世子你选一个吧 穆书云七的胸口剧烈起伏 他真是急得脑子出了问题 竟然会想他打算一会就回穆家 这些年 穆家资助的很多学子 都有所成就 之前穆家从未求过他们什么事 现在也该他们回报了吧 贵妃娘娘都答应 会好好照顾唐儿了 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李顾道 虽然锦王如今身子不行 但那可是皇子 全天下的药材 名医他都能得到 肯定能治好的 退一万步 就算治不好 那唐儿以后也是王妃 还是县主 再有咱们侯府的照应 那也是一辈子无忧的 李顾满脑子都是未来大好的前景 嘴角忍不住的上扬 穆书云脑中 只有四个字卖语求荣 黄命难为 我们只能接受了 老夫人开口道 看华贵妃刚刚的态度 便是锦王真的有什么好歹 那唐儿的后半生也是安稳的 以后她就是锦王府唯一的主人 这样看来 唐儿的命 已经比绝大多数女子要好了 至于炎儿 事已至此也不能久留 就按照正常的嫁妆准备 等郑国公府那边来下平后 就尽快送过去吧 老夫人道 今日的是要守口如瓶 不然卵儿的轻视 怕也得受影响 说完老夫人就起身离开了风华阁 李顾也连忙跟着离开 游园会议结束 北安侯府 大家心里都有了猜测 因为这件事 大家对郑士雄和李青岩密会的事 倒是没有关注 王英贤在听到郑士雄又要耐妾 还是贵妾的时候 气得摔了一屋子的东西 我要进宫去找太后娘娘 夫人 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您可消消气吧 不管怎么的 都只是一个妾室而已 一个不受宠的庶女 还不减点 还不是被您手拿把掐 王英贤身边的嬷嬷慰道 眼下最重要的是 安安稳稳把肚子里的小狮子爷生下来 有了孩子傍身 谁是您的对手 王英贤摸着肚子 坐回了椅子上 通知下面的人 好好招呼世子爷的这位贵妾 夫人放心 老奴定会好好告诉他们的 李姨娘回到院子里 就开始流眼泪 看得李青岩心烦不已 她回到自己的屋子锁上门 狠狠地用剪刀戳着一个布偶 用来发泄自己心中的苦闷 一边戳着 一边回忆今日的事 今日肯定是李青棠给她下的套 李青棠肯定发现了 那茶有问题 所以调换了 害得她与郑士雄发生了关系 她之前真是小看了这个李青棠 孙姨娘和李青鸾 能输给李青棠 确实不算冤 这个二姐姐的心机 可真是深沉 郑国公府的世子妃 是出了名的善读 脾气差 郑国公府的主母 如今还是郑国公夫人 她得拉拢住郑国公夫人 还得转移世子妃的仇恨 这样以后的日子 才能好过些 苏怀牧知道了侯府发生的事 也知道了苏怀萧去了侯府 所以才让花贵妃过去的 这个郑士雄 可真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上次给他的教训 果然还是太轻了 苏怀牧沉下眸子 郑士雄那个德行 生出的孩子 也不会是什么好种 还是少生几个 免得祸害京城 郑国公也能少操点心 殿下是想直接断了根 还是有 却用不了 直接断了太残忍了 苏怀牧道 做得干净些 是 吩咐完这件事 牧翔就进了门 殿下 牧卿传来消息 李小姐要见您 今晚在柳安巷的宅子里见马 苏怀牧想了想到 殿下 现在很多双眼睛盯着呢 您出去会有风险的 什么时候轮到你叫我做事了 奴才不敢 奴才这就去安排 望春宣礼 华林儿还是闷闷不乐 唐儿你 不要勉强自己 你若真的不愿意 我拼了性命 也会帮你的 林儿姐姐 你这话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我知道的 我思索思索 今晚会告诉姐姐的 李清堂说完后道 对了林儿姐姐 你认识云青吗 李清堂试探地问道 云青 华林儿一猛 不认识 他是谁 李清堂一愣 我之前在林法寺里 见过你同他说话的 林法寺 华林儿回忆了一下 但事情过去有段时日了 他没想起来 他现在记得 那一日他遇到了穆正初 这些时日 他一直在努力追求穆正初 穆正初虽然没躲着他 但态度一直都是淡淡的 林儿妹妹 你表哥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子 李清堂摇头 又愧疚了几分 我也不太清楚 我问过世语妹妹 他说 他也不知道 他哥哥具体喜欢什么样的女子 华林儿低垂着眼眸 只说好像喜欢聪慧 大方的那种 我觉得我也挺聪慧挺大方的 可他为什么 对我一直那么冷淡 李清堂回忆着上辈子的记忆 试探性的开口 或许表哥不是不喜欢你 而是碍于身份呢 身份 你贵为郡主 又是郑国功夫的小姐 但穆家只是一介商骨 那又如何 本郡主可以照着他们 穆家的生意 可以做得更大 华林儿疑惑道 但穆家只想做个纯粹的商人 华林儿不懂 我母亲嫁给北安侯府这么多年 穆家从未在外用过北安侯府的名头 穆家的铺子 和我娘的嫁妆 也是完全分割的 逢年过节 我外祖父母虽都会送上节礼 但这么多年 也没进京几次 李清堂道 他们就是为了 可以避免 与北安侯府捆绑 你母亲可以 那我也可以啊 华林儿道 李清堂摇头 我娘是女子 出嫁从夫 给上封后的嫁妆也就是了 但我表哥却是要继承家业的男子 穆家几代人的家业 和穆家这么多人的生计 都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我还是不懂 华林儿嘟嘴 这些我都可以帮他 那穆家以后 是姓穆还是姓华 还是姓苏 李清堂说的稍微直接了些 自然是姓穆的呀 华林儿道 我也可以出嫁从夫啊 我可以陪他回苏州的 你可以 但公主可以吗 你父亲同意吗 太后娘娘和陛下 又会同意吗 他们有什么不同意的 华林儿不解 我爹爹很疼我的 再说 他总是在边关 一年都不在家几日 我在京城和在苏州 有什么区别 我娘的若是想我的话 那他可以陪我一起 去苏州啊 整日在京城 也挺没意思的 我娘肯定乐意去的 看着如此单纯的华林儿 李清堂不忍说那些话 郑国公府中的大夫人 和华星伙 是陛下扣在京中 牵制郑国公的质子 难道永家公主和华林儿 就不是了吗 甚至那位风华绝代的 贵妃娘娘 就不是了吗 不然华林儿姐姐 可以回去问问公主 看她愿不愿意 让你远嫁苏州 李清堂觉得 那些也可能是她 自己想太多 或许事情并不是 她想的那样呢 好 我现在就回去问 华林儿说完就起身离开 姐姐 你真的不认识云青吗 李清堂连忙追起来问 华林儿还是摇头 我不认识叫云青的人 不过我表哥自云青 华林儿说完 就迫不及待地回复 李清堂呆愣住 华林儿的表哥自云青 他叫表哥的 只有三皇子 锦王殿下苏怀木 等等 苏怀木 木 李清堂的脑子 在飞速地回忆 他们在苏州酒楼中 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 当时殿小二叫他木公子 所以当时 小二叫的 难道是木公子 那木青和木燕的木 难道不是爱木的木 李清堂身子有点摇晃 婉青连忙上前搀扶 小姐您没事吧 李清堂坐回椅子上 你们先出去 我想一个人静静 是 习素和婉青离开屋子后 轻轻地关上了门 小姐的表情看着不太好 不会从做出什么傻事吧 婉青担忧道 这事倒可太不公平了 小姐 才过几天好日子 怎么就遇到这样的事了 习素想 他家小姐可能不是因为冲喜的事 而是知道了云青的身份 所以陷入了冲击 哎 他家公子做别的事的时候 都十分果断 怎么在男女之事上 这么不争气呢 你怎么不说话呢 婉青见习素不说话 问道 我在想 其实锦王殿下也挺好的呀 身份尊贵 人长得也好 还有钱 后宅干净也没有阴私 小姐嫁过去 不会受苦的 可锦王如今一只脚都在鬼门关里了 小姐正是大好年华 这不就是去婉青叹气 压低了声音道 小姐这嫁过去 若那位 那咱们小姐 这跟出家做姑子 有什么区别啊 习素业助 是这个道理 但他现在 也不能说 他家公子是故意装病的吧 差别还是挺大的 听说锦王府十分豪华 比安堂富贵多了 平日可以吃肉喝酒 没事也可以回来看看夫人 跟在家里也没什么区别嘛 习素还是要为公子争取一下 你没听过一句话吗 寡妇门前是非多 要是那郑师兄对小姐还不死心 该怎么办 婉青皱眉 一辈子那么长呢 小姐连个一二半女都没有 我也有死的那一日 小姐以后该多敬娃 婉青说着 长叹一口气 习素不知该怎么说好 瞧瞧他家公子办的这个事吧 屋内李清堂在想自己 怎么会那么蠢地认错人 当时那家店就在起政阁的对面 苏怀木的模样气度 都符合慕政初的形象 而且店小二还叫他慕公子 肯定是熟识身份 才会这么称呼 而且他当时一路跟着 一直来到了慕府门口 见苏怀木要往慕府里去 才确定的身份 这才上前喊住的 李清堂又仔细回忆了一下 他和苏怀木的点点滴滴 他一直叫苏怀木表哥 但苏怀木似乎从未称呼过他为表妹 也从未正面说过自己的名字 李清堂捶了捶自己的脑袋 所以他的表哥是锦王殿下吗 可这也不对啊 云青的身体看起来没这么虚弱 而且这段时间他们常常通信 他还给自己折纸呢 传言锦王如今大半时间都在昏迷中 连床都下不去 这么想来 这两个云青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李清堂现在的感觉很复杂 既希望云青是锦王 这样他就不用冒险违抗旨意 但又不希望云青是锦王 如果云青是锦王 那他如今病成这个样子 是他不能接受的 如果他没有病成这个样子 是故意装出来的 那这中间的复杂程度 恐怕不是他能想象的 李清堂十分纠结 这时临风回禀 说云青约他今晚在柳暗巷的宅子见 邮言会结束 穆书云就要去找穆老爷想办法 李清堂刚好跟着穆书云一起去了穆家 穆书云找穆老爷商讨 穆诗云陪着李清堂 看到李清堂一副心不在焉 魂不守舍的模样 穆诗云拉着他的手安慰道 没事的 祖父和我哥哥都可聪明了 他们会想出办法的 绝对不会让你去冲喜的 实在不成 大不了我带着你远走高飞 我们可以去海外 我就不信皇帝还能派兵来追你 就算追到你了 那内什么锦王估计也凉透了 穆诗云道 我外祖家的船可以出海 咱们出去后就天高热鸟飞了 什么人也抓不住你 傻丫头 我要是走了 你们怎么办 那咱们就一起走呗 咱们自己找个岛 战山为王 穆诗云小手一挥 李清堂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车到山前必有路 塔儿姐你放心 我们都会支持你的 李清堂觉得心里暖暖的 鼻子也酸酸的 快到约定的时间 李清堂说 想一个人出去转转 然后就去了隔壁 今日倒是一敲门 门就开了 还是那个熟悉的管家 李小姐来了 快请进 公子已经在等您了 好 李清堂走着熟悉的路 来到熟悉的院子 看到了院子中间的身影 一身白衣的苏怀木 站在院中 抬头看着月亮 今日的天空没有云彩 满月的光辉洒在她的身上 仿佛为她镀上了一层荧光 整个人熠熠发光 李清堂突然就紧张了起来 这是她第一次 不以表妹的身份与她相见 一颗星扑扑地跳着 她站在原地紧紧闭着嘴 好像一张口心脏就会跳出来一样 苏怀木感觉到了身后的脚步 她转过身看向李清堂 她一身淡蓝色的纱裙 一阵风吹过裙摆飞扬 浮光景在月光的照耀下 反着迎迎微光 像瓶仙的蝴蝶 又像夜晚的精灵 两人四目相对 一时间谁都没有开口说话 蝉鸣蛙叫 风吹过树枝的沙沙声 树叶飘落进水面微小的 几乎不可察觉的声音 都在这一刻被无限地放大 苏怀木之前想了很多种 与李清堂见面时的开场白 但是当看到李清堂那一刻 她便什么也想不起来 喉咙痒痒地 最后只憋出了两个字 抱歉 李清堂低下头 这才发现 她不知何时 已经紧紧握住了裙摆 她连忙松开手 但因为握得过于用力 裙摆上已经有了褶皱 这小小的褶皱 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但她却无比地在意 见到李清堂没说话 苏怀木解释道 我其实早就想和你坦白的 我总是害怕 我害怕你知道后会生气 会远离我 是我先认错的人 李清堂声音小小的 既惭愧又害羞 我知道你认错了人 但我却因为私心而故意隐瞒 是我不够坦荡 苏怀木轻声道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 在下苏怀木 自云青 年十八 京城人士 父母健在 未曾婚配 家有薄财 一腔赤城满身骨 接怨凤与小姐 望小姐既往不救 苏怀木说完 对李清堂深深做了一依 李清堂有些手足无措 连忙回了一礼 不敢抬头看向苏怀木 锦王殿下不必如此 这件事终归是我做的不厚道 你想怎么罚我都使得 臣女不敢 虽然李清堂已经猜想过 这位表哥就是锦王 但当事实真的摆在面前的时候 他还是有些不知所措 毕竟孙子兵法和三十六级中 可没说要怎么面对感情 你好久没看见过灰影了吧 我带你去瞧瞧 苏怀木见李清堂 完全不复往日轻松自在的模样 找了个话题 那就劳烦殿下了 你可以叫我云青 也可以像之前那样叫我表哥 苏怀木道 这 李清堂总觉得怪怪的 你与灵儿情同姐妹 叫我一声表哥也当得 那云青表哥 李清堂声音轻如文银 看到灰影后 李清堂稍微放松了一些 他轻轻抚摸着灰影的鬃毛 灰影轻易地蹭了蹭他的手 李清堂笑了出来 我还以为他会忘记我呢 看到李清堂笑了 苏怀木端着的心 也跟着微微松了些 你可是他的主人 他怎么会忘记你 要骑着在院子里转一圈吗 李清堂有点心动 可以吗 为什么不可以 李清堂骑上马 苏怀木牵着马 两人围着马场转 一时无言 那个 今日 两人同时开口 你先说吧 李清堂道 今日我母妃突然去侯府 是我受益的 苏怀木道 我怕那郑师兄对你出手 也怕我那二皇兄劫胡 没有事前通知你 很抱歉 那次你约我出去骑马时 我便想告诉你实话 但没想到 灵儿也在 后来我约你去水云间 也是为了坦白 但不巧 被锐王缠住 便拖到了如今 李清堂在心里道 原来是这样 那你更早之前 为什么不说 当时 我以为你是知道我的身份 所以故意接近 便想看看 你到底想做什么 后来发现 你是真的认错了人 本想着说的 苏怀木耳间有些发热 但那时我可能 便对你生出了一些 不该有的心思 怕你知道 我不是真正的 木正出后远离我 随着谎言越来越多 我便越来越不敢告诉你 尤其在知道 你不想嫁给权贵后 我便更担心 你会远离我 苏怀木虽然觉得 这个想法很龌龊 但还是选择说了实话 李清堂看到苏怀木 这么坦白地 说出想法后 心中又有种 说不出的感觉 也是热热的 但是同面对 木士云的那种热 还是有些不一样 那你的身体还好吗 苏怀木没想到 李清堂不在意他的欺骗 而是在担心他的身体 我这次是装病 为了躲避 与北辽公主的侵蚀 和一些麻烦事 当然也有他的一些私心 那就好 李清堂听到苏怀木 只是装病 松了口气 看到李清堂 是真的在担忧他的身体 苏怀木心下 又生出了几分愧疚 抱歉 又骗了你一次 李清堂摇头 我也利用了你很多次 我们算是扯平了 过去的事就过去吧 我们都该往前看的 那你的意思是 苏怀木停下了脚步 看向马背上的李清堂 李清堂的身后 刚好是月亮 角月的光辉下 少女的双颊一片飞红 我很喜欢你送的花和镯子 李清堂看着苏怀木 这段时日不见 他瘦了很多 眉眼间更加锋利 深邃的眼眸中 是月亮和他的身影 蝉鸣蛙叫和风的声音 在这一刻 好像都消失了 只有他心跳的声音 喷喷喷地在回响 好像天地间 便只有这一种声音 苏怀木愣了几秒 明白了李清堂的意思 所以 你愿意 李清堂感觉 自己的脑子是混沌的 只是遵循着 本能地点了点头 苏怀木整个耳朵都红了起来 因为过于激动 没忍住咳嗽了起来 你没事吧 李清堂担忧问道 苏怀木转过头 用手帕捂住嘴 平缓了气息后 看向李清堂 我没事 李清堂看着苏怀木 明显又白了一分的脸 真的吗 真的 我这装病总的装得逼真些 苏怀木道 如果我真的不成了 我也不会让母妃去侯府提亲 白白耽误你这一辈子 你提出冲喜的事 不会就是为了我吧 李清堂脑中灵光一闪 是 苏怀木直言不会 但只是未雨绸缪 如果郑士雄和我二皇兄不对 你有非分之想 那我会等海别公主的亲事 落定后再上门求娶你 李清堂想到今日的事 若不是华贵妃来得及时 在郑士雄的虎脚蛮缠下 苏怀霄提出的侧妃之位 以他父亲和祖母的性子 指不定就答应了 李清堂的脸又红了几分 苏怀木看着李清堂的眼睛 十分认真道 出身不是我可以选择的 如今郑国公府的处境 算得上是烈火烹油 稍有差错 可能就会万劫不复 我虽是皇子 但身上也有一半华家人的血脉 关于这些 我不想瞒你 但我发誓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 李清堂又何尝不知苏怀木说的呢 他不想嫁权贵 想回苏州 不也是为了躲避上一世发生的惨案吗 他不想让牧家再重蹈覆辙 不想再参与皇权争斗 可没想到 没想到从他重生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已经牵扯了进去 他把苏怀木认错了 成了牧正初 还喜欢上了他 也没想到 他会和华林儿 成为这么好的朋友 他想到上辈子苏怀木和华林儿的结局 他怎么忍心就这么看着呢 看到李清堂久久没有说话 苏怀木以为他或许不能接受 他牵强地扯了扯嘴角 露出一个尽力隐藏苦楚的微笑 故作轻松道 这条路本就艰难 你若不想我不会抢求 我一会就去通知母妃 冲喜的是就此作罢 你不要担心 不 李清堂回过神连忙道 但他忘记自己还在马上 这松开手一晃动 直接歪着身子摔了下去 苏怀木连忙接住李清堂 鼻尖触动 呼吸交错 他的手在圈着他柔软纤细的腰肢 两个放大的瞳孔中 是两张飞红又绝色的脸 苏怀木吼解鼓动 你没事吧 李清堂呆呆地看了苏怀木一回 才结巴开口 没没有 那就好 苏怀木松开手往后退了两步 你刚刚要说什么 李清堂回了回神 低着头拨动大拇指 我 我说我愿意的 嗯 这次换到苏怀木 一时没反应过来 我知道这条路很难 我也知道自己不太聪明 可能不会对你有那么多的帮助 但我会努力不拖你后腿的 李清堂鼓起勇气 抬起头看向苏怀木 我愿意嫁给你 苏怀木看着面前少女 亮晶晶的眼睛 有一种巨大的幸福 和不真实感笼罩住他 他猴头鼓动 但却什么都说不出口 两人就这么面对面地 站在月亮下 一字未说 但却又好像 说了万语千言 殿下 您该回去了 这时 母亲突然出现 李清堂想到 如今的苏怀木 正是昏迷不醒的时候 这要是被人发现是装病 肯定要出问题 你快回去吧 我得也回去了 不然母亲他们好担忧了 好 你等我来娶你 李清堂脸颊上 还没消下去的红 又升了起来 微微低头 你快回去吧 木家 木书云红着眼睛 我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堂儿 跳进这个火坑 父亲 咱们真的没有什么办法吗 木老爷也是愁容满面 这是贵妃娘娘 亲自前来给锦王殿下求亲 对方本可以直接 让皇帝下圣旨 但还是选择先上门 还许诺了那么多东西 这已经是充分 给了北安侯府 给了李清堂脸面 他们若是用什么 见不得人的方式拒绝 那真是 再把华贵妃和锦王 甚至郑国公府 和皇帝的脸面 往地上踩 就算他们如今 在朝中 的确有不少人脉 但这种事 可不是人脉有用的 牧师云看到自己 无所不能的祖父和哥哥 都没有主意 一拍桌子 眼下来看 只有我的主意最靠 我现在就去码头联系船 今晚就送堂儿姐姐离开 送去南洋 卧国都好 什么华贵妃 什么锦王 你这是要我们两家九族的命 那我们就一起走呗 牧师云道 船那么大呢 牧家和侯府家大业大 哪是一个晚上就能撤离的 牧正初看着牧师云 你还是去陪陪清堂表妹 别下出主意了 牧师云还想说话 李清堂从屋外走了进来 大家不必烦恼了 我同意冲喜 不行 牧师云第一个不答应 我不同意 唐儿你还年轻着呢 娘会想出办法的 娘 我真的愿意 嫁给锦王殿下 李清堂十分认真道 贵妃娘娘说了 要赐我县主之位 还要给娘一品告命 让侯府世袭妄替 我若嫁给孤公子 谢公子 哪有这么多好事啊 娘不稀罕这些 娘只想 你能好好的 只想你过得幸福 快乐 牧师云握着李清堂的手 娘其实可以去找文姓侯夫人 可以说 我们之前就口头定了清 京中人都知道 文姓侯世子 与咱们北安侯府嫡女的情谊 文姓侯夫人本就主意你 我可以多赔些嫁妆 想来她会答应的 娘 那文姓侯世子喜欢的 一直是李清鸾 我若嫁过去 指不定怎么受气呢 李清堂道 而且这样嫁过去 就是咱们有求于对方 日后总是要处处受制于人的 那就谢家 谢家有先皇的免死金牌 可以用那个来换 牧书云突然想到这 觉得这个法子可行 娘 那可是免死金牌 我与谢公子也未曾见过 谢家也与咱们无亲无故的 人家凭什么 为了我浪费掉这么宝贝的东西 我们牧家有钱 我可以用钱和牧家的人脉产业来换 娘 那您能确定我嫁过去后 就会快乐 幸福吗 李清堂问 谢家是百年望族 规矩森严 人丁兴旺 那家宅 轴里间的事 只不定比咱们侯府 还要复杂百倍呢 女儿想了一下午 觉得锦王殿下 的确是最好的选择 李清堂拉着牧书云坐下 眼下郑士雄对女儿意图不轨 甚至伙同李清言 给女儿下套 依郑士雄的坐式风格 我若嫁给一个身份地位 都不如郑国公府的男子 那她肯定还会对我下手 可我若成了锦王妃 她便是对我还有那心思 也不敢下手了 到时候 别说郑国公府保不住她 便是皇后娘娘 也没法子报 搞不好 还得因此获罪 侯府这般勾心斗角的日子 女儿已经过够了 不管是顾家还是谢家 还是京中任何一个个高门大户 都免不了得伺候公婆 若公婆人好 那日子还能舒坦点 若是不好 那日子可有的受 要过那种逍遥自在的日子 少说也得等个十几二十年 穆书云想到自己 老北安后去得早 老夫人虽早早把管家大权 都交给了她 但侯府毕竟不全由她说的算 抛去孙姨娘那事不提 她已经算是京中高门里 日子舒心的主母了 眼下李清堂不能告诉穆书云他们 苏怀牧是在装病 所以只能用别的方式 来让他们安心 我若嫁给锦王 就算锦王真的没了 那我可就是王府唯一的女主人 既不用伺候公婆 也不用赡养孩子 整个王府的都有我说了算 母亲和外祖母 要是想我还可以过来住几日 我若没事 还可以经常回去陪你们 这和没出价钱的日子 有什么不同 而且我与灵儿姐姐交好 贵妃娘娘也喜欢我 日后那王府的下人们 肯定都听我的话 这笔没出价钱 还要快活些呢 李清堂笑着道 穆家众人一听 好像确实有点道理呢 可你老了后该怎么办 穆书云道 总得有个照顾你的呀 我有您 有哥哥 有外祖 有表哥 有表妹 我还有银子 王府那么多下人 再不计 我也可以从宗室里 过计一个孩子 李清堂道 而且锦王殿下 也不一定撑不过去呀 既然贵妃娘娘找上了我 就说明 我是能给锦王殿下 带来好运的 如果成亲后 锦王殿下的身体好了呢 李清堂道 那锦王殿下 可是皇帝最疼爱的儿子 还有郑国公府做后盾 是所有皇子中最尊贵 也是长得最好看的 京中那些贵女 现在有多庆幸 到时候就得有多奥谣 恨当初被选中冲喜的不是他们 李清堂笑着道 娘 哥在往常以女儿的身份 怎么可能嫁给锦王殿下 这是占了多大的便宜啊 穆书云被李清堂有些说动了 但还是觉得 哪里好像不太对 可是 可是你不是不想嫁给皇室吗 是 但是已至此 有些东西 也不是我们能选择的了 李清堂道 娘 虽然这话我自己说 会显得有些不害臊 有美貌 却没有保护美貌的手段 那只能招来灾祸 穆书云听到这叹了口气 李清堂这句话 让他们所有人都无法反驳 北安侯府和穆家 对于平民百姓来说 是参天大树 但对于京中这些王侯来说 不值一提 今日正是雄敢当真便威胁他们 说出平妻这种厚颜无耻的话 明日呢 那个宣王看着 也对李清堂有意思 如果堂儿以后被锐王 又或者其他宗室子弟 甚至是建兴帝看上了呢 这么看来 锦王不论死活 似乎都是好选择 锦王一旦因为冲喜而身体恢复 那他们堂儿对皇室对镇国功夫也算有功 对方肯定不会亏待堂儿 而且锦王这个身体便是撑过去了 估计也难以支撑他找那么多妾室 后宅也会安宁 你若真的愿意 那母亲便支持你 穆书云思索了很久后终于松口 当晚苏怀木回到王府后 又演了一出并威的戏 第二日一大早 化贵妃就去找了皇帝秦旨 陛下 快给穆尔赐婚吧 穆尔真的要不成了 化贵妃红着眼睛来寻见新帝 有合适的人选了吗 有 大师算出北安侯府嫡女李清堂 可以帮穆尔冲洗挡载 我昨个就去侯府看了 那丫头的确长得就有福气 又合了一次八字 大吉 化贵妃拉着见新帝的手 大师说 除了八字命格想和 那身份也得贵重 这样才能镇住穆尔体内的邪煞 帮她逢凶化吉 那爱妃的意思是 那北安侯府的李小姐 是灵儿的好妹妹 这件事终究是对人家有愧 您之前答应过臣妾的 这次都依臣妾的意思 所以 你想要镇下指封赏那李小姐 对 不方便赐郡主 也得赐个县主吧 这北安侯府 也不是世袭网替的 若是因为 以后变成了什么伯爵府 子爵府 那传出去 对穆尔的名声也不好 聘礼也不能少 这是总归是咱们有愧人家 静王你说是不是 爱妃说得对 那就依你的意思来 见新帝一听 只是爵位和聘礼那都好说 而且只是个北安侯府 空有个爵位 子嗣也不新 倒是个合适的 昨个游园会结束 华贵妃要李清堂 给锦王冲喜的事 就已经传遍了京城 不少有士林女郡的 达官贵人家 都松了口气 但也有些人不舒心 沈念燕坐在桌前 看着面前的画像 红着眼睛 手指轻轻在画像上拂过 这时门被打开 沈念燕连忙伸手抹去眼泪 慌乱地想藏起画卷 但还是被来人发现 你你糊涂啊 沈夫人看到 沈念燕面前的画像后 皱着眉头 你如今已经 与宣王定亲了 你怎么还留着锦王的画像 这要被人知道传了出去 你的名声 咱们沈家的名声 还要不要了 你要宣王怎么想你 要郑家怎么看你 你这过去 还会有好日子吗 母亲 我知错了 沈念燕哭着道 我只是想再烧了钱 再看一眼罢了 沈夫人拿过画卷 我来替你烧 你们几个 把小姐房间都找一遍 任何奇怪的东西 都不能留 母亲 沈念燕急了 这都是为你好 若现在不清理干净 那以后 都会是砍下你的刀 沈夫人狠下心道 陛下已经下旨 给锦王和北安侯府的嫡女赐婚了 你赶紧把那些 不该有的念想给扔掉 不然到时候 伤的只能是自己 我晓得的 沈念燕坐回椅子上 虽然从他与苏怀霄定亲的那一刻 起他就知道 苏怀木会娶别人 但他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而且 娶的还是李清堂 在黄绝寺里的七侠县主苏六月 听到李清堂 要去给苏怀木冲喜的时候 又气又喜 气他凭什么能嫁给苏怀木 又开心他去给人冲喜 长了个狐媚子的模样 最后只能守活寡 真真是天道好轮回啊 很快剑心帝身边的大太监傅平 就浩浩荡荡地带着圣旨来了 看到傅平亲自来宣旨 众人心里不禁感叹 锦王不愧是殿下最爱的皇子 竟能让傅平来宣旨赐婚 而更令众人想不到的是 这傅平带来的 不仅仅是给苏怀木和李清堂赐婚的圣旨 还带了一堆封赏 每一个都让人看着眼红 很多熏贵人家都开始后悔 为什么被选中的不是他们 不仅给李清堂封了县主 还赐了封号安乐 并且给了封地 这有十亿的县主可不多 比如七侠县主 就只是有个封号而已 封了穆书云 为一品告命夫人 北安侯府 为世袭网替的一品侯爵府 李顾和老太太笑的嘴都合不拢 听到这个消息的翠英 摸着自己的肚子 这一下是发达了 若他能生出个男孩 等傅平宣完圣旨后 李顾连忙接过圣旨 笑着邀傅平进去喝茶 这时李清堂开口 敢问公公那句 从我哥哥开始世袭网替是什么意思 禀安乐县主 自然就是字面的意思 等您兄长席绝的时候 这北安侯府 就是世袭网替的一品侯爵府了 傅平笑着道 李顾一听感觉 好像哪里不太对 从分开始啊 是啊 这圣旨里写得明明白白的吗 从世子李和风席绝开始 可我还没请止立世子呢 傅平脸上的笑淡了淡道 侯爷只有这么一位嫡子 难不成还能请立他人为世子 圣旨已经下了 万没有更改和撤回的说法 侯爷只是一时激动说错了话 望公公海寒 我们北安侯府的世子 只会是和风 老夫人开口 傅平面上带着笑 世子爷是个有出息的 这次回来就要封朝五孝位了 年纪轻轻 前途不可限量啊 这个消息 大家还是第一次听到 穆书云有些激动 分儿要封校尉了 恭喜夫人 您这一双儿女 都是有大造化的 傅平面对穆书云脸上的笑意 明显更胜了几分 或者说对刚刚那份茶水钱 十分满意 那手感一摸就知道 里面装的肯定是金叶子 贵妃娘娘那边 也让我带句话 说会参加安乐县主的吉吉礼 亲自为县主代赞 傅平道 青天间已经在算吉日了 贵妃娘娘有心了 又客套了一番后 傅平带着人离开 侯府里一整个喜气洋洋 除了几个人 李青鸾在听到李青堂 被封为安乐县主后 恨得牙根都痒痒 不仅如此 贵妃娘娘 竟然还要亲自来替李青堂带簪 那后日的风头 不全被李青堂给抢去了 李青年在院子秀喜帕 听到这个消息后 针尖刺透了手指 血珠凝出 李青年用力挤出深入口中 铁锈尾在口中蔓延 目光阴沉地 仿佛可以滴下水 他把秀了一半的 喜帕扔到一边 又拿出那个布偶 装作无事 发声地退了出去 退出去后 他的手都在抖 他家小姐越来越可怕了 之前分明不是这样的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沈念燕在知道 李青堂被封安乐县主后 神情越发落寞 看着这满地的聘礼 也没有什么喜悦 今日苏怀霄正式下聘 聘礼十分丰厚 本来京中的目光 都聚在他的身上 都在羡慕他 可以嫁给苏怀霄 可这圣旨一出风头 就立马被李青堂抢去了 同样都是赐婚的圣旨 可他只是单纯地被赐为宣王妃 而李青堂的赐婚圣旨里 还跟着一堆赏赐 明明最开始挑中的是他 沈夫人用手戳了一下沈念燕 沈念燕微微低头 掩饰住自己的情绪 晚上李故依然塑在听竹轩 翠英伺候李故梳洗后 柔情似水地包住李故的胳膊 侯爷 陛下是不是有些太偏心了 那么多赏赐 竟然没一个是给您的 别乱说 这要让外人听到可是 要杀头的大罪 翠英不以为意地 又往李故怀里缩了缩 撒娇道 有侯爷保护奴家 奴家才不怕呢 李故对这种话很是受用 轻轻抚摸着翠英的头发 翠英接着道 你说侯夫人娘家那么有钱 这陛下又赏赐了这么东西 她竟一件都不分下去 不是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吗 夫人怎的那么小气 那都是遇刺之物 得小心保管 李故解释 翠英轻轻捶了一下李故胸口 侯爷真是处处都向着夫人 你快瞧瞧奴家这屋子 连个像样的摆件都没有 不就是几个摆件吗 敢明我让真管家给你送几件过来 翠英嘟着嘴 那还是算了吧 那真管家只听夫人的话 夫人这般苛刻奴家 她怎会给奴家什么好物件 指不定就是些残次品 那样的物件摆出来 与其让人看到笑话奴家和侯爷 还不如什么都不摆呢 翠英摸着肚子 其实也不是奴家想看 只是奴家听人说 看些好的东西心情会好 心情好对肚子里的孩子也好 胡说 真管家是侯府的管家 肯定是听我的话 挑几个好的 真管家毕竟是男子 男子和女子的喜好到底不同 侯爷若是有心的话 不如让奴家自己挑如何 翠英的手在李姑的身上游走 如若无骨 好 就依你第二日锦王府的管家 和华贵妃的嬷嬷 就带着聘礼单子来了 看着那长长一串子的聘礼单 饶氏见过世面的老夫人 也不禁瞠目 贵妃娘娘说 若对这聘礼 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仅可以提出来 嬷嬷道 这两个嬷� 嬷嬷也是化贵妃给县主的 县主有什么不懂的 都可以请教他们 两位嬷嬷恭敬地 给李清堂行了礼 这聘礼 我们没有什么不满 老夫人开口 明日是县主的集集礼 后日这些东西就会送来 青天间也选好了婚期 就在五日后 制造局依规制 准备了几身婚服 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仅可以提出来 会不计一切代价 改到县主满意 说着 太监们就抬上了几身婚服 郑红色的长裙金丝化缝 看到这婚服的时候 李清堂才有实感 他是真的要嫁给苏怀牧了 这是九嫡凤冠 嬷嬷又让人小心地 抬上一个盒子 看到凤冠后 李清鸾极度地 根本维持不住表情 九只鸾鸟闲着东珠 这是王妃才能佩戴的 这凤冠 明明该是她的才对 同一日郑国公府也来下聘 但那聘礼 连李清堂的零头都不够 翠英得了李姑的话 跟着真管家去了侯府的库房 她今日一定要把那些值钱的东西 都拿到她的房里去 都进侯府了 可她这日子 还不如在柳暗巷吗 这可不是她要的 那老十字的圣旨一下 她腹中的孩子便没了机会 那能多搞点银子也是好的 这可是侯府 那穆书云 还是江南巨富的穆家嫡女 这库房里肯定很多好东西 翠英眼中贪婪的光芒 遮都遮不住 可在真管家打开库房门后 翠英愣了 这空空荡荡的库房 和她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她连忙进去打开箱子 可箱子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过是些平常的物件 就这些 翠英看着真管家 你是不是把好东西都藏起来了 翠英娘 这就是侯府的库房 最近二小姐和三小姐都要出嫁 这库房自然是没剩下多少东西 真管家解释道 翠英恨得牙都痒痒 可他们不也收了很多聘礼吗 那些不该冲入库房吗 真管家笑着道 那些都由小姐做主 一般是跟着嫁妆一起抬入夫家 咱们侯府可没有苛扣女儿聘礼的洛习 翠英的脸色不太好 那这库房就一直这么空下去 也不是 若是侯爷得了 赏在外买了物件 又或者年节收了礼 就会被放入这库房里 真管家道 翠英娘挑好了吗 这一屋子破烂 有什么可挑的 翠英转身出去 下次再说吧 她回去的路上路过了望春轩 只见一个个箱子被抬进去 她在不远处张望 只见随便打开一个箱子 都金光闪闪 看得人眼睛发亮 这得值多少银子啊 翠英难难 翠英的丫鬟珍珠 也看直了眼睛 李青岚见到两人这副模样 翻了白眼 没见识的玩意 当初让这翠英进门 为的就是给穆书云找麻烦 结果近来这么多日子 一点用都没有 真是浪费她的筹谋 她特意求了老夫人去四里 花钱找了人演了一出戏 说翠英肚子里的孩子望侯府 李青岩也同时安排翠英去四里求签 顺便偶遇老夫人 还上演了出救命的戏码 这才把人弄进了府里 原以为是个手段高明 可以不输孙冷血的 没想到是个眼皮子这么浅的玩意 小姐 小姐 你看这叶明珠好大 有了她晚上都不用点灯了吧 婉青抱着一个叶明珠 来到李青棠面前激动到 那今晚咱们就试试不点灯 李青棠的心情也不错 应喝了婉青的话 好啊 奴婢现在就把这放到宁末房里 李青棠笑了笑 竹香拿着一个本子 后面凌峰抱着一个盒子 两人一起走了过来 小姐 这是夫人给您定下的嫁妆 这是刚才牧家送来的 说是给您的添妆 给我吧 李青棠接过本子 让林峰把盒子放到了桌上 那奴婢继续去对聘礼担了 嗯 辛苦竹香姐姐了 竹香笑眼弯弯 这是可一点都不辛苦 李青棠也笑了 他打开木盒 里面又装了很多兽皮带 和一个木匣子 李青棠先打开一个皮带 里面是一个地契 又打开一个 里面是一家铺面的器书 当李青棠把里面的东西都打开后 嘴巴张成一个圆 这里面有金钟十家地角极好的铺子 三栋宅子 金椒一个庄子 一个山头 百亩良田的器书 那木匣子里 是一封信和一千两面额 整整齐齐放了五十张的银票 这是五万两银子 这木盒子里面的东西 加起来超过了十万两银子 这天装天的也太多了些 李青棠第一次见这么多银票 第一次这么清晰地感觉到 木家可真有钱啊 看完这些 他又看起了木书云给他准备的嫁妆 看完后 他不禁感叹 怪不得上辈子苏怀霄愿意娶李青棠为妃 这份家底和仇大事不成 小姐您早点休息吧 明月积极里还有的忙呢 习宿提醒 嗯 我这就睡 你们也早点休息 习宿几人硬下 但还是忙碌到了深夜 实在是这时间太紧了 一大早侯府门口就人来人往 都是来参加李青棠的积极里 原本各家可能没那么重视 但如今不同了 如今李青棠马上就是锦王妃了 即便是冲喜的 但华贵妃和皇上对李青棠的态度是 有目共睹的 便是锦王妃了 那李青棠也是锦王妃 背靠上了郑国公府这棵大树 京中人最是能见风使舵 不少原本没被邀请的人家 也递上了帖子 整个侯府张灯结彩 好生热闹 吉吉里对女子而言十分重要 过程也十分繁杂 李青棠想到上辈子的今日 心中莫名有些忐忑 今日要用的衣物一定要看好 小姐放心 所有的东西都有人看着 衣服也都准备了两套 那两位嬷嬷在看着呢 奴婢也会一直牢牢盯着 绝对不会出现问题的 习宿到 李青棠点了点头 这几日事情繁多 望春轩和金医院的人手 都有些不太够用 今日来的客人比计划中还要多 穆书云指得连忙喊人帮忙 习宿你去帮帮母亲吧 这边有婉青陪着我就够了 是 快到行李时间的时候 李青棠从望春轩出发 准备去现场 走到一半遇到了翠英 切见过二小姐 翠英娇滴滴地给李青棠行了一礼 婉青表情不太好 姨娘不老老实实在院子里带着 出来乱跑什么 莫再冲撞了贵人 妾也不想的 实在是妾这肚子不太舒服 今日院中也没个下人 我便只能自己出来找府衣 可妾没怎么出过听竹轩 找不到路 求二小姐 看在妾肚子里这孩子的份上 帮妾身找个大夫吧 我家小姐没空 姨娘还是去找别人帮忙吧 婉青十分不客气道 这个翠英娘看着就不是个好的 哎呦 翠英捂着肚子 妾真的肚子疼得厉害 李青棠看着翠英额头间的汗珠 婉青 你带她去找张府衣吧 小姐 这翠英已经求到她的脸上了 若她不帮忙出了问题 又解释不清 没几步路了 我自己过去就成 李青棠道 去吧 婉青不情愿地带着翠英离开 李青棠一个人往前走 她特意注意远离了水边 但一个小丫鬟突然喊道 蛇 蛇 蛇 李青棠看到草丛里 有一条蛇正吐着杏子朝她爬来 李青棠很怕蛇和虫子 吓得她腿都软了些 但还是赶紧避开这条蛇往前跑 为了避开蛇 她不自觉间就跑到了湖边 看到这熟悉的地方 这辈子前妈妈已经不在她身边了 想来应该不会再发生那种事情 但李青棠还是不禁加快了脚步 那条蛇的速度很快 丫鬟还在吵嚷 二小姐快躲开 丫鬟的声音让李青棠心底一慌 不远处的大树后 一双眼睛紧紧盯着李青棠的位置 再一点点 再一点点 她就可以冲过去 把人扑进水里 那就成了 就在她一只脚都要迈出去的时候 突然一道青色的身影出现 一箭斩杀了那条蛇 李青棠眼看着蛇直对着她而来 脸都白了 已经做好被咬的准备了 没想到 突然一个身影出现 一箭斩了那蛇 没事了 李青棠看着面前高大俊朗的男子 脑中冒出一个名字 但又不敢确定 对方看出了李青棠眼中的惊讶和疑惑 开口道 别怕 哥哥回来了 李青棠不知怎么的 听到这句话 眼眶就红了起来 惊喜中又带着几分茫然和不确定 李和风怎么会认出她 怎么会对她这般温柔 他们不管是上辈子 还是这辈子 都几乎没有交集啊 李和风直接用剑 挑着断了一半的蛇身 扔向树后 郑士雄见到李和风突然出现 藏了回去正打算离开的时候 突然什么东西落到了她的肩膀上 她转头一看 吓得她直接尖叫着跳了起来 蛇 蛇 李青棠闻声看了过去 看到郑士雄后 脸色一下子变了 她怎么会出现在那里 她不禁想 若是今日李和风没有及时赶回来 那她是不是又要重蹈覆辙 郑士雄怎么在这 李和风先开口 郑士雄甩掉了身上那半截的蛇 吓得惊魂未定 自然是来参加两位小姐的吉吉礼 可宾客都在前院 柿子怎么出现在这 李和风追问 郑士雄脸上有一闪过的慌乱 本世子迷路了 迷路也不该迷路到后院吧 李和风声音冰冷中 还带着咄咄逼人的气势 还藏在树后鬼鬼祟祟 莫不是想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你休要胡说八道 那就请世子解释吧 一个人偷偷留到侯府后院 藏在树后是想做什么 解释不出来 那我只能去请问郑国公了 李和风在军中这么多年 身上带着沙发而来的血气 让郑士雄在气势上就矮了半截 我只是想来见见三小姐 我已经下聘了 来见见自己的妾室有什么问题吗 郑士雄想到了理由 便是下了聘 没过门 那李清言就还是我侯府的三小姐 世子还是自重些好 郑士雄笑了 你们侯府的三小姐都上了本世子的床了 本世子愿意拿她为妾 已经够给你们面子了 现在你们倒开始拿起架子了 既然侯府那么讲规矩 那么自重 不如就让三小姐去做姑子吧 本世子刚好不多她那么一个妾 不远处的李清言 本是带着人来抓现场的 可没想到会听到郑士雄说出这么一席话 她脸色一下就白了 身边几个她特意带来的小姐妹的表情也十分精彩 原来李清言是因为这样 才进了郑国公府的大门啊 李清言十分明显地感觉到了周围人的探究视线 今日的事显然是不能成了 再在这里待下去也没必要 她只能装着什么都没听到 贵妃娘娘应该快到了 我们赶紧过去吧 那几位小姐到底和李清言的关系算不错 也给她这个面子 好啊 我还没见过贵妃娘娘 都说贵妃娘娘貌若天仙 我今日可得好好瞧瞧 我也只隔着很远看过一眼 真真是好看极了 几人说着一起离开 李和风听到郑士雄这话 那就去问问陛下吧 郑国公世子 玷污北安侯府小姐的清白后 还口出狂言 问问陛下这事到底是谁的错 李和风 你什么身份 敢同本世子这么说话 郑士雄没想到 李和风竟这么硬气 现在京中除了华家那几个 可没什么人敢这么当面与他呛声 世子也好大的威风 这是要以施压人吗 华贵妃只给李清堂的吴嬷嬷 带着人走了过来 参见安乐县主 参见李世子 贵妃娘娘请安乐县主过去 李和风冷冷看了眼郑士雄 带着李清堂离开 吴嬷嬷看了眼郑士雄 郑士子 贵妃娘娘让奴婢转告您 让您收起那些不该有心思 安乐县主是陛下亲赐的锦王妃 是您不把皇室看在眼中 还是整个郑国公府 都不把皇室看在眼中 吴嬷嬷说完就带着下人们离开 留下郑士雄一个人 在原地无能狂吠 郑士雄气得狠狠 跺了一脚被砍断的蛇 结果没想到 那蛇竟然一口咬住了他的脚踝 快 快来人 救命 郑士雄惊恐地大喊 真是见了鬼了 这蛇都死了 怎么还会咬人 郑士雄不知道蛇死后 还是有一段时间活性的 不过好在 这蛇是无毒的 本来也只是为了吓唬李清堂 逼李清堂慌不择路的时候 撞上郑士雄而已 李清堂带着点期待的 等着李清延那边的好消息 希望那翠英手脚利落些 可不要出什么岔子才好 若李清堂出世 那今日的主角便只有他一个 今日这么多人来 那李清堂与郑士雄 在众目睽睽下肌肤相接 化贵妃肯定不会要这么一个 适了名声的儿媳 他都当不了王妃 李清堂凭什么可以成为王妃 即便是给死人当王妃 也不成 眼看着要到时间了 李清堂还迟迟没有出现 李清鸾脸上的笑容明媚了几分 但下一刻李清堂就出现了 身边还跟着李和风 李清鸾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李和风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回来怎么不和自己说 他又为什么会和李清堂一起出现 清鸾 安乐县主身边人是谁啊 一个贵女看着鹦鹉不凡的李和风 小声询问 是我哥哥 周围的贵女听完后 看向李和风的目光又热了几分 那就是北安侯世子 如今的北安侯府与之前可不一样了 虽然李固的官职还是很低 但这可是世袭网梯的侯爵府 还有华家和锦王做后盾 有钱又有地位 这李和风不仅比李固有出息 长得还一表人才 如今宣王和锦王都成亲了 京中的好郎是越来越少 国公府的世子 如今只剩下一个华星火卫成亲 剩下的就是侯爵府的世子 李和风如今算是侯爵府世子里 数一数二的了 想到此处 那些小姐们对李清鸾更加热络了起来 李清鸾被众人拥促着夸赞 他看向李清岩用眼神询问怎么回事 李清岩摇了摇头 目光看向了李和风 李清鸾知道 可能是因为李和风的突然出现 导致事情失败了 可李和风怎么会突然回来呢 府中可没有一点消息啊 穆书云看到李和风回来 也是惊喜万分 芬儿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不通知娘 你看这又壮了些 也黑了些早上刚进城 回府的时候您正在忙 我便没想打扰您 李和风解释 穆书云身边的夫人们 也都在打量着李和风 一个个眼神热切 我上次见柿子 他才这么高呢 没想到才几年不见 便长得这么大了 侯夫人真是有福气 这孩子生的一个比一个优秀 我瞧着过几日 侯夫的门槛 怕是都要被人踏破了 听到众人变着花样地 夸着自己的儿女 穆书云笑得很是灿烂 说了没几句 太监喊道 贵妃娘娘驾到 华贵妃今日打扮得十分隆重 为的就是给李清堂撑场面 而华贵妃一来 所有人的目光便都被吸引了过去 同时被华贵妃拉着手 亲热烙着家常的李清堂 也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或者说 不自觉被李清堂吸引了过去 春日宴李清堂并未怎妖露脸 所以很多夫人 并没有怎么看过李清堂 这时人们才彻底发现 这北安侯府的嫡女 晋升得这般好看 完全不输华贵妃 而现在李清堂 还处于未完全打扮的状态 我瞧着比起沈小姐 你这妹妹 似乎更符合京城第一美人的称号 李清堂心里气得要死 但面上还是笑着道 我这妹妹的确生得美 不然也不会把正式子 迷成那个模样 正式子 李清堂连忙捂住嘴巴 好像说错了话似的 没什么 仪式要开始了 我要去准备了 吉吉礼很快开始 仪式很繁琐 虽然是李清堂和李清堂同时进行 但不管是带簪人 还是带的簪子 都不是一个量级的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李清堂的身上 华贵妃作为正兵 要分三次为李清堂出家发机 二家发拆 三家拆关 之后还要将教酒递给李清堂 每一次都要加上助语 那就是太后娘娘赐的簪子吧 听说拆关和教酒 都是陛下赐的 真的吗 公主的吉吉礼 也不过如此了吧 你们看县主那外袍 那是云锦吧 听说那裙摆上的花蕊 是东海珍珠 特意挑着个头一样大的 可难得了 真是羡慕啊 我的吉吉礼若 也能这样就好了 那你得有个有钱的外祖 还得嫁个王爷才成啊 哎 这么一看李清堂 那好像就有些逊色了 文姓后夫人推脱了此事 穆书云不管 李清堂求了老夫人 最终老夫人找了宫颈郡王妃 来替李清堂戴簪 东西都是老夫人给准备的 单独看 也是十分有面子的了 但可惜李清堂这集机里的簪子 和戴簪子的人都过于尊贵了 李清堂努力平稳着心情 维持着得体的笑 但袖子里手已经握成了拳头 指甲狠狠�嵌入掌心 最后郑兵还要给记者取字 华贵妃笑看着李清堂 安乐县主李氏清堂 曾华帝氏 贤明晚书 和顺柔家 奉地名次字曰 于华 听到于华这二字 众人心里对李清堂 又升了一个台阶 或者说 被锦王的受宠程度 又有了新的认识 卧锦怀于 陛下为了自己的儿子 对这个还没过门的儿媳妇 当真是用了些心思 里程后 华贵妃也不便久留 侯府众人送华贵妃离开 华贵妃走之前 把自己头上的缝拆 粘到了李清堂的头上 小堂儿 那些人你放心用着 若是用不惯 也不用抢求 仅可以打发了去 多谢娘娘 华贵妃拍了拍李清堂的手 坐上了马车 华贵妃一离开后 各家夫人小姐 都为着李清堂说话 李清鸾 借着原本和他关系好的 那几个小姐 也凑到李清堂的身边 后期的牙根都痒痒 一群见风使舵的墙头草 怎么回事 李清鸾去找了李清延 你不是说事情会成功的吗 本来是会成功的 那蛇的确追着李清堂而去 郑士雄也等着呢 可大哥突然出现 斩了那蛇 还发现了郑士子 李清延的心气 也十分不顺 今日的是失败 不仅让他那群小姐妹 听到了不该听的 日后那郑士雄 肯定也不会放过他 李清堂可真是他的灾心 他怎么不去死啊 真是废物 李清鸾听后骂道 这下 我们不会再有机会了 难道就要眼睁睁地看着他 嫁入锦王府吗 不然姐姐还有什么 更好的方法吗 李清延看向李清鸾 孙姨娘就没给姐姐 留下点什么有用的人脉 孙姨娘是给他 留了几个府中的心腹 但那些人早就被 穆书云剃了出去 如今他在侯府里 根本没什么的用的人 不然也不会过得这么艰难 孙姨娘能找人刺杀李清堂 刺杀的没留痕迹 这可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你确定真的没有遗漏什么吗 那件事发生的突然 孙姨娘走的也突然 根本没来得及交代 一切就结束了 孙姨娘留下的东西不多 他这段时间都翻了好几遍 根本没有什么有用的 两人陷入沉默 这个时候 李和风突然走进来 哥哥 大哥 两人吓了一跳 连忙回神 同时叫人 哥 你怎么进来 也不打个招呼 吓死人了 李清堂像往日一样撒娇道 哥 你怎么回来 也不提前说一声 我也好给你准备礼物 李和风看着李清堂伸过来的手 直接后退一步躲开 见到李和风这样 李清堂一愣 随后就委屈得红了眼眶 哥哥 你莫不是在怪我 那些事 我都跟你解释过的 我也是受害者 李清言站在后面 低着头不搭话 准备找个机会离开 他的直觉告诉他 李和风这次回来 恐怕对他们而言 不是什么好事 但李清言还没离开的时候 开口了 今日的事是你们俩做的 李和风这句话不是问句 而是肯定句 李清堂眼中一瞬的慌乱 被很快的言去 哥哥你在说什么呢 什么事啊 不用装傻 我会把今日的事告诉父亲和祖母 李和风看了一眼 二人说完就转身离开 甚至连两人的辩解都不听 李清堂和李清言 一下子就慌了起来 李清堂连忙追了上去 哥哥 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我今儿什么都没做啊 李清言知道 这些事无法解释 没有去追李和风 而是直接去找了老夫人 他要把今日的事 都推到李清堂的身上 反正李清堂是个 还有用处的嫡女 老夫人对他下手不会太重 李清堂小跑着追上了李和风 拉住李和风的胳膊 哥哥你怎么一回来也不关心我 反而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我 李和风抽出自己的胳膊 看着李清堂 那张看似善良的脸 他之前怎么没发现 他掏心挖肺对待的妹妹 竟是个狼心狗肺的家伙 看到李和风冰冷的眼神 李清堂色缩了一下 但还是硬撑着解释 今日是妹妹的吉吉里 一直都在忙着呢 我哪有时间和精力 去设计二妹妹 哥哥你是不是听到 什么风言风语误会了我 你怎么知道 我说的是这件事 听到李和风这句话 李清堂整个人一僵 我我也只是猜测 李清堂僵硬解释 去跟祖母和父亲解释吧 哥李清堂连忙追上 但被李和风一把甩开 他亮枪地差点摔倒 李清堂不敢置信地 看着李和风的背影 怎么回事 李和风最是疼他了 怎么这次回来 竟一反常态 就因为他不是 他的亲生妹妹了吗 他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竟然比不上 那区区一半的血缘关系吗 穆书云正拉着李清堂 看贺里 这时 李和风的小丝云康 来找穆书云 夫人 少爷请您和二小姐去正厅 当穆书云和李清堂到的时候 家中所有人都已经在了 包括之前肚子疼的翠英 芬儿 人都到齐了 你要说什么 老夫人问 李和风看了李清鸾 李清言和翠英三人 你们谁先说 妾身惶恐 实在不知少爷要妾身说些什么 翠英娇滴滴地开口 眼睛偷瞄了一下李和风 他竟不知 这世上竟还有这般好看的男子 也是了 李故和穆书云长的都好看 能生下这样的儿子 也不足为奇 翠英娘 这里是北安侯府 不是逍遥阁 别拿出 你在风月场里那副模样 带坏了我这三个妹妹 还窝了我祖母和母亲的眼 翠英没想到 李和风说话这么不客气 又恼又骚 这话倒是满意的 他冷冷看向翠英 说 你做了什么 回禀老夫人 妾身真的什么的都没做啊 妾身真的不知道大少爷在说什么 翠英继续装傻 今日 你装肚子疼故意拦住堂儿的路 把堂儿的丫鬟支走 还在堂儿身上 撒了能吸引蛇虫的药粉 为的就是让堂儿被蛇追得慌不择路时 被藏在树后的郑士雄扑倒 想毁了他的名声 让他驾不得警王 是不是 翠英见李和风把事情全猜了出来 心里有些慌 但还是装着什么都不懂 妾身不知道大少爷在说什么 妾身的确是肚子疼 遇到了二小姐 二小姐好心让婉亲姑娘 带我去找张府一 什么药粉 什么郑士雄 这些妾身根本听都没听过 是吗 李和风冷笑了一声 来人啊 把东西拿上来 很快云康和云太 就拿着一个竹框进来 那种粉末 只要接触过的人身上 定会留下气味 这里有一条对那气味 十分敏感的毒蛇 既然翠姨娘说了 没接触过 那就看看这屋子里 除了堂儿外还有谁接触过吧 这这不太好吧 翠姨见状慌了 翠姨娘为何要反对 这可是为了证明你的清白 也是为了替我妹妹抓住凶手 你放心 这蛇绝对不会乱咬人 李和风说着看向云康 把蛇放出来 翠姨求助四看向李固 但李固根本没注意翠姨 眼看着这蛇土这性子 就要爬了出来 翠姨整个人都都成了筛子 试试平喜给我的药粉 李和风给了云康一个眼神 云康把盖子又盖了回去 翠姨娘出了满头冷汗 昨日平喜姑娘给了妾身一包药粉 让妾身今日洒到二小姐的身上 并没给臣妾说 那药粉是做什么的 臣妾真的不知道 那是吸引蛇虫的药粉 也不知道什么郑师兄啊 李清鸾听到这心神大惊 你修得胡说八道 你是不是收了谁的好处来陷害我 侯爷 您要为妾身做主啊 妾身在这侯府孤苦无依 院中的下人都能随意欺辱妾身 更不要提府中的主子们了 妾身与二小姐无冤无仇 翠姨哭得梨花带雨让李姑好生心疼 快别哭了 小心哭大了伤身子 李姑看向老夫人 母亲翠姨有着身子 还是让她先坐下吧 这事也确实不能怪她 翠姨适时地捂着肚子 老夫人 妾身那肚子疼是真的 今一早这肚子就不舒服 你先起来吧 老夫人虽不喜翠姨 但她肚子里毕竟是自己的孙子 平喜 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穆书云看向已经跪在地上 瑟瑟发抖的小丫鬟 冷声问道 平喜想起之前洪柳说的 李清鸾之前那三个大丫鬟 舒情 舒奇 和舒话的下场 连忙道 夫人 侯爷明鉴 奴婢这也是听大小姐的吩咐行事 奴婢也不知道 这要粉饰做什么的 是大小姐让奴婢送去的 奴婢便送去了 李清鸾没想到 平喜竟然会直接出卖她 果真是半途买回来的 没有一点情谊 你简直胡说八道 祖母 父亲 这件事不是我做的 李清鸾还没说完 李清言就跪了下去 女儿有错 李清言道 在二姐姐被选为锦王妃后 大姐姐便心有不甘 便来找我 我当时也因为二姐姐的原因 才被正式子玷污 心中对二姐姐也有些不满 于是便听了大姐姐的话 大姐姐 让我今日带一群小姐妹来到湖边 说等着看戏 然后再把事情传出去 这样 二姐姐就做不了锦王妃了 你胡说八道 今日的事 分明是你筹谋的 李清鸾真没想到 李清言会突然反踩她一脚 把责任都推到她的身上 分明是你先来找我的 说不想让李清堂好过 她害了你 你就要毁了她 李清鸾气愤极了 今日的一切 明明都是你设计的 姐姐 我只是一个庶女 我能给正式子为妾 已经是高攀了 清言被侯府培养这么久 总归是要回报侯府的 我能入郑国公府 对侯府也是好事一桩 这事或许开始是不太好 但结局总归是对我与侯府有利的 只要我能在郑国公府站住脚 郑国公和皇后娘娘 怎么都会对侯府有些照服的 李清言一字一句 既是在摆脱嫌疑 也是在为自己想方设法的谋服力 大姐姐一心想嫁宣王殿下 但没想到宣王殿下与沈相辅定亲 而宣王还对二姐姐 有情想娶二姐姐为侧妃 你因为极恨 所以才对二姐姐下手 你利用正式子对二姐姐的心意 想在今日 毁掉二姐姐的清白 李清言道 这样 二姐姐便做不了锦王妃 除了这事 二姐姐定然无法继续行吉吉里 那便不会抢了你的风头 今日你便只有你一个主角 二姐姐不仅会惹恼贵妃娘娘 还只能嫁给正式子做妾 最重要的是 宣王殿下 不可能娶一个名声有损的侧妃 咦 李清言被弃得手都在抖 李清言我真没想到你 竟然这么恶毒 能编出这样的话 这些分明就是你设计的 祖父 父亲 母亲 大哥 请你们明察 谁才是这件事里最大的受益者 李清言抬着头 目光坚定 二姐姐嫁给正式子 对我有什么好处 二姐姐嫁给锦王 成为锦王妃 让郑家高看我一眼 才是对我的好处 李清言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看向李清言 李清言被气得直接冲过去 狠狠扇了李清言一个巴掌 真是会咬人的狗不叫 你个小贱人 你害我 李清言 李顾吼道 你这成何体统 父亲 他害我 李清言哭着道 是他去找的翠姨娘 也是他叫来的正式子 主意都是他出的 他这是把我当枪使 够了 李顾连铁黑一片 从今日起你禁足玉瑶轩 抄上一百遍女戒 不得手肯不许出院 将这丫鬟给打翻卖了 父亲 李清言见李顾转头不看他 看向老夫人 祖母 真的不是这样的 您信我 老夫人的脸色也十分不好 今日的事 是你的错 你好好在院子里反省吧 那李清言呢 这是他也不无辜 李清言指着李清言 马上就要出嫁了 你也老实地待在院子里 不要出去了 李顾看向李清言 今日之事到底是家丑 大家都管好嘴巴 莫要丢人丢到外面去 李顾一脸失望地 看向乌李清言和李清鸾 是 女儿之错 出嫁前定会好好反省 李清言乖巧硬下 李清鸾便是再气也只能忍下 李和风看着李顾的处理方式 面无表情 本来晚上是有家宴 但因着这一出 李清言与李清鸾都被禁足 李顾被翠英缠住 留在了厅竹轩 老夫人累了一日 身子不爽力 晚上只有他们母子三人一起用膳 今日咱们双喜临门 芳回来了 塔儿也成大姑娘了 娘很开心 穆书云笑着 让梅清把酒针上 咱们娘仨喝一个 李清堂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这酒入口 倒是没有那骨子辛辣 但又不似白果香那样 有种说不出的绵软细腻和清香 这是什么酒 还挺好喝的 这是精灵十三春 李和风在军中喝的都是最普通的烧刀子 一碗下去又辛又辣 他已经有些不太适应这种软绵又金贵的酒了 今日多谢大哥相救 我敬大哥一杯 李清堂庆幸又后怕 今日若不是李和风的突然出现 他怕是真得会被算计到 他真是不明白也不理解 连锦王妃这个身份 他们都能无所顾忌吗 如果他的名声真得被毁 那整个侯府都得跟着承受皇帝的怒火 便是郑国公府 估计也得受拖累 他们莫不是疯了 以后不要和我说现 我是你兄长 这些都是我该做的 李和风看向李清堂 不知道是不是李清堂的错觉 他总觉得 李和风看的眼神很是复杂 愧疚 悔恨 怜惜 但这只是一闪而过 李清堂甚至怀疑自己看错了 不过芬儿 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三人有问题的 穆书云问 我觉得那条蛇一直追着妹妹很奇怪 便查了一下 然后又听到了李清堂和李清年的对话 李和风解释 穆书云听后气愤不已 这李清鸾留不得了 母亲不用担心 我会处理 李和风看着穆书云和李清堂 我这次会在京城多待些日子 我会把这些人和事都处理好的 你们无需担心 穆书云听着李和风这话 觉得心里又暖又酸 芬儿长大了 李清堂对这个哥哥是有些陌生的 上辈子的接触就很少 他记忆里的李和风还是少年时的模样 脸上总是带着温和的笑 在一众贵公子中也显得十分出众 五零年少金士东 银安白马渡春风 一到年节生辰 他都会记得给他准备一份礼物 他还记得小时候常常躲在门后 看他与李清鸾玩闹 那是他最羡慕李清鸾的时候 后来他就再也没见过李和风 眼下的他给李清堂的感觉 同少年时完全不一样 少了那金贵的少年感 完全是另一种感觉 西渠遇见梁家子 白马金鸡侠少年 在边关沙场历练了多年的少年 像一把开了风的宝剑 临近翠丽 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安全感 穆书云问了许多李和风在军队的事 也和他说了很多家中的事 吃完饭 时候也不早了 李清堂准备回望春轩 李和风提出送他回院子 一路上李清堂都有些拘谨 最后是李和风先开口说话 锦王殿下是个好人 你且放心地嫁过去 李清堂没想到李和风会对他说这个 这还是除开老太太和李姑那样 因为利益原因 第一个支持他嫁过去的人 哥哥认识锦王 见过几次 李和风道 他身上有华家人的血液 华家男儿没有孬肿 李清堂对于这句话是认同的 有人知道苏怀木的好 他心里也是开心的 声音都轻快了几分 我也觉得锦王不错 李和风见状问道 你之前认识锦王 也只是见过几面 李清堂可不敢说他之前和苏怀木的事 啊如果暴露了苏怀木这些年一直装病的事 那可就是弃君大罪 之前张台阶发生了拥挤事件 是锦王殿下及时带人来疏散 我这才得救 他也同我说过锦王的事 通过这一件件事 我觉得他是个值得托付的 李清堂说这话的时候 脸颊有点红 李和风没有继续问下去 以后不论发生什么都可以 来找我 别自己扛着 嗯 李清堂点了点头 我会的 第二日 木树云让人把嫁妆单子送给了李姨娘 这是按照府中规矩出的 姨娘和三小姐看看 若有不满 可以去找侯爷与老夫人 兰贵把东西送过去后 便离开 李清延看着那薄薄的嫁妆单子 握紧了手 国公府送来的聘礼本就不多 这嫁妆还比不上聘礼丰厚 这嫁过去肯定是要被看不起的 本就是个庶女妾室 再没有点银子傍身 木树云这是要逼她去死啊 李姨娘也看了这单子 把她压箱底的银子和首饰拿了出来 姨娘没什么本事 这些是姨娘的全部了 你都拿去吧 李清延看着那六百两银子 和京郊一个小院 和十亩良田的底气 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这么点东西 都赶不上李清堂一个镯子之前 李姨娘也看出 李清延似乎不太开心 连忙解释 我的出身爹 这些年全凭侯府给口饭吃 是娘没用 对不起你 李清延也知道 李姨娘的阅历是十两银子 年节会有些额外的银子 能攒下这么多 已经是难得 但她还是觉得不公平 她明明是替李清堂受的苦 竟然连一点补偿都没有 狼心狗肺 李清延绝不能就这样妥协 她思索了片刻后 去找了李故 李清延精准拿捏住了李故的软肋 从面子和李子两方面 来给李故花大饼 最后李故答应 再给李清延补两千两银子 针管家道 侯爷 账上的银子已经不够了 怎么会 不是才收了租子吗 李故问 发了上个月的阅历 又办了邮员会 这银子就没多少了 这个月府中的阅历钱都不够发了 针管家道 那就从库中先卖点什么不用的吧 库中也没什么东西了 二小姐和三小姐出嫁 嫁状已经掏空了库房 剩下几件值钱的东西 针管家道 侯爷 您看这个月的阅历 李故面色不渝 府中怎么会缺银钱 针管家面露难色 这些年府中的用度很大一部分 是夫人用嫁妆补贴的 李故一夜 可我们侯府也很多产业 不可能这点银子都拿不出来吧 侯府的产业 这些年被夫人搭理的蒸蒸日上 在正常支出下 还略有结余 但针管家不敢说 但什么 李故问 你但说无妨 但府中花费的更多 针管家低着头 昨日收了那么多礼呢 李故问 那基本都是给二小姐的 夫人已经把那些 都算在了二小姐的嫁妆里 针管家道 夫人说 二小姐是侯府嫡女 安乐县主 按照规矩和金钟惯例 宫中出的嫁妆 怎么也不能少于三万两 夫人从私库会给小姐添妆 还让老奴问侯爷 您得要给二小姐添多少妆 针管家道 您如今答应 给三小姐两千两银子 那给二小姐 至少也得四千两银子吧 不然怕是会被人说闲话的 李故只觉得头疼 她是侯夫人 执掌侯府中愧 这些该是由她来解决的 针管家继续道 侯夫人倒是给了解决的法子 什么法子 李故问 卖侯府名下的庄子 铺子 宅子 和奴仆 针管家说完就低下了头 李故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这不行 这都是祖上传下来的财产 这要是变卖了 不得让人笑话死 那您看 李故也不知道 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明明如今 他们北安侯府 是金中的一个乡伯伯 明明得了那么多的赏赐 可怎么会这么穷呢 最终李故让针管家 把柳岸巷的房子给卖了 反正翠英也进了王府 穆家在那边 那宅子以后也不好再用了 针管家硬下后 拿着房契退了下去 穆书云听后笑了 这时外面人来禀 宣王府来下聘了 李家的人连忙出去赢 那聘礼 真真是一眼望不到头 穆祥一边唱礼丹 那边一边往礼抬 那聘礼厅的老夫人眼中的笑 根本笑不下来 把整个前院装的 那叫一个满满当当 穆书云让人准备了两大箱铜钱 每个台里的都给上一把 辛苦小哥了 念了半天才终于唱完礼丹 穆书云连忙让人递上 备好的茶水和红风 穆祥喝了 茶蛋没有接红风 王爷交代 不能拿夫人的银钱 说以后都是一家人 不用这么客气 穆书云很快就抓住了重点 王爷醒了 穆祥笑得喜气洋洋是啊 自轻视定下后 殿下就醒了过来 这都多亏了县主啊 穆祥是在侯府门口唱礼丹 街上有不少人在看热闹 穆祥故意放大了这句话的音量 让众人听了个清清楚楚 穆书云听后激动的眼睛都红了 太好了 那他女儿嫁过去就不用手管了 夫人且安心 县主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穆祥小声道 穆书云点了点头 多谢公公吉言 宣王府的人离开后 穆书云来到老夫人身边 母亲 这宣王和贵妃娘娘都十分看重咱们唐儿 这份聘礼 比当初瑞王娶妻 还要贵重不少 咱们 眼下宣王的病情有所好转 看来已经没有性命之忧了 那这轻视 可就是咱们高攀了 这嫁妆不说比聘礼多 但也得不相上下 不然这一开始就矮一头 日后哪有脸面与郑国公府来往 老夫人点头 府中嫡女出嫁 按规矩该是出三万两嫁妆 但唐儿毕竟嫁的是王爷 这嫁妆自然不好 比其他王妃低 就按五万两来吧 我再给唐丫头两个铺子 当作天庄 多谢母亲体恤 老夫人今日心情极好 孙姨娘的事 你不要太介怀 都过去了 你永远是这侯府的主人 不值当钻那些牛角尖 母亲放心 书云明白的 穆书云笑着道 不过府中最近事情太多 这唐儿和爷儿的青石花去太多银两 芬儿和卵儿 也到了该疫情的时候 这府中用度可能得削减不少 才能攒下些银子 你是侯府主母 这些便交由你做主了 老夫人道 穆书云笑着应下 晚上李固被穆书云叫去了金医院用膳 李固中午被同僚请去吃酒 被奉承的身子骨都轻了几分 回来后 甄管家就把卖宅子得来的五千两银子 交给了李固 李固让人给李青岩送去了两千两 然后来了金医院 侯爷来了 穆书云难得的给了李固一个笑脸 李固豪迈的大手一拍 放下四千两的银票 这是我给唐儿的添装 穆书云笑着让梅青收起来 侯爷倒是有心 刚好我这也有点事要和侯爷商量 什么事 李固心情很好 他一个女儿嫁给了宣王 一个嫁给了郑国公世子 全京城数一数二的两个国公府 都和他成了亲家 本来我是按照三万两的嫁妆 给唐儿准备的 但母亲看到今日宣王的聘礼 又得知宣王身子好转 咱们唐儿的嫁妆 不能比其他王妃的少 说要按五万两的准备 可咱们账上没有这么多银子了 我寻思着 与其用银子买物件 不如直接选几个铺子 或者县城的物件补上去 我想问问侯爷 您看咱们从哪补合适 李固愣住了 还要补 我这选出了几个铺子 还有一些田地 你看看合不合适 穆书云说着 拿出一摞地气递了过去 李固看了一眼 只觉得心疼 这一张地气轻飘飘的 放着也不好看 不如摆件什么的 你说的也是 不如把这些卖了再买吧 只是时间不多了 估计卖不出价格 想要到好的 也得花大价钱 穆书云盘算着 怎么也得亏上大几千两 李固一听连忙道 咱 咱就不能从现有的物件选吗 裤中能用的都用上了 我这屋里的摆件 都是我的嫁妆 母亲今日 也给了塔儿两个铺子做天装 也不好从母亲那拿 不然还是卖了吧 穆书云咬了咬牙 亏就亏一点 别 我院子里还是有些东西的 都是这些年我攒下的精品 肯定比现买来充数的好 李固忍着心痛道 这样倒是省时省力又省钱 但那些都是侯爷辛苦收集来的 我怕侯爷舍不得 有什么舍不得的 都是给自己的女儿 李固硬撑着道 那好 一会吃完饭 我们就去看看吧 好提早 让人收拾出来 也得写进嫁妆单子里 这时间可太紧了 李固因为过于心疼 根本没胃口吃饭 穆书云笑得更开心了 明日开始 他就要缩减府中吃穿用度了 到时候吃不到好的 就别怪他了 到了李固的院子 穆书云一点都没客气 把那些值钱的统统都让人装走 连那个黄花离书架 都被穆书云看中搬走了 看着空空荡荡的书房 李固觉得胸口发闷 脑袋发晕 脚步虚浮 差点就摔倒 幸好文成及时扶住 侯爷您没事吧 李固摆了摆手 没没事 穆书云脚步轻快地离开 这些年投入的 借着这个机会 也算拿回来七七八八 还得给他留点 之后还有份儿的婚事 到时候就把李固这点家底 都给他掏出来 他可太了解李固了 最喜欢打肿脸充胖子 穆书云神清气爽 晚上睡了个好觉 一大早起来 又开始忙活李清堂的婚事 再听到侯府给李清堂 准备了五万两嫁妆 李固还贴给李清堂 四千两银子后 李清言和翠英都气得不轻 尤其是翠英 进了侯府一点好东西都没捞到 答应了让他随便选 结果库房空口如也 可现在又能拿出 那么多银钱和物件 给李清堂做嫁妆 真是气死他了 翠英本就生着气 这时下人把早膳端了进来 看着这两道小菜一碗粥的早膳 翠英顿时就炸了锅 怎么回事 怎么就两个菜 这让人怎么吃 这是夫人下的规矩 姨娘若是不满 可以去找夫人 下人说完就退了出去 翠英直接把菜掀到了地上 李固一进来 看到的就是这个画面 怎么了 这是 翠英哭着扑进了李固的怀里 侯爷 我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 夫人就这般苛刻我 这有什么问题吗 往日都是四道菜 今日就只有两道菜 这不是苛刻是什么 翠英贴着李固 妾身怀的可是个男孩 这要是没吃好 导致侯府的小公子身体弱 这可就是妾身的罪过了 李固一听 眉头促起 我会和夫人说的 侯爷 妾身的屋子 用度简陋也就算了 但吃得省不得啊 夫人这是要饿死小小公子啊 翠英见李固的表情不好 又加了一把火 穆书云正吃着早饭 李固就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你这是作甚 为何要克扣翠姨娘的用度 侯爷说的 这是哪里的话 穆书云放下周晚 我克扣她什么用度了 她一个孕妇 怎么就一碗周两道菜 李固质问 按道理不该是四道菜吗 侯爷还不知道吗 穆书云一脸惊讶 今日起除了母亲外 全府的吃穿用度都减半 也包括我 这时李固才发现 穆书云桌上也只有两道菜 突然这样是为何 马上芬儿和卵儿也要一清了 这聘礼和嫁妆都是一笔很大的费用 咱们必须得开源节流 母亲也只支持的 穆书云道 按之前的规矩 我早晨得六道菜 中午和晚上都得八道菜 我一个人怎么吃得完 与其浪费不如直接捡了 一个院子 一日就能省下好几两银子 这一个月也是比不小的银钱 意上也是 一个季度做那么多 根本穿不了 不如少做几件 当然了 各院子若是想要吃好的 也可以自己掏银子做 穆书云继续道 不过几个吃时能省多少 李固多呢 只说咱们几个院子 一天在三顿正餐上 大概就能省下二十两银子 一个月就是六百两银子 一年就是七千二百两银子 李固听后一证 这么多吗 若是加上茶水点心 那一个月能省下一千两银子 一年就是一万两千两 这还只是吃时尚 若一个季度少做一半的衣裳 便宜的按一套五十两算 那一年也是好几千两银子 穆书云又列举了一堆 最后道 但是月历我没有减 大家若是觉得吃不好 穿不好 可以自己花银子的 我也不反对他们自己赚银子 只要大家过得好 侯府过得好 我都是乐意的 李固听完没有什么可反驳的 一年省下几万两银子 哥谁谁不乐意啊 可翠姨娘毕竟怀着孕 得补一补 李固声音笔最开始弱了几分 张府议会定期请平安麦 需要的补药会从宫中出 穆书云道 当然若侯爷愿意 那可以把你的奋力 和翠姨娘的合在一起 一道用餐 李固觉得可以 那就这样办吧 中午翠姨看着桌上 比平日还多了两道的丰盛菜肴后 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 侯夫人又如何 这侯府还是兴礼 还是得听侯爷的 珍珠也笑着道 侯爷还是最疼姨娘您的 翠姨笑了笑 摸着自己的肚子 男人只是一时的 孩子才是一辈子的 说到这里 她想起了李和风 那珍珍是那句诗血的 莫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 其实她只比李和风大三岁而已 女大三抱金砖 锦王府中 剑心帝和华贵妃 都坐在苏怀木的床前 华贵妃一口一口 把药喂进苏怀木的嘴中 虽然艰难 但好歹是能自己吞咽了 华贵妃红着眼睛 锦郎 老天爷终于看到我们的成心了 这冲洗果然有用 这轻视一定下 穆儿就能睁眼了 华贵妃说着 就把头埋在剑心帝的肩膀上 哭了起来 剑心帝拍着华贵妃的背 安慰 好了好了 穆儿能醒过来 这是喜事 别哭了 你若哭伤了身子 穆儿会难过的 华贵妃抽掖着坐起 穆儿 你身子那还不舒服 一定要童娘说 苏怀木摇了摇头 这些时日 让父皇和母后担忧了 剑心地看着受了一大圈的苏怀木 是有些心疼的 但又有些庆幸 还好苏怀木是个病秧子 也可惜是个病秧子 这个儿子是最合他心意的 若他不是华贵妃所生 身子在剑朗些 那这太子之位 倒是可以传给他 穆儿 你一定要把身子养好了 你不知 这与你母妃这些日子 有多担忧 父皇 让你担忧了 儿子以后 一定会小心照顾自己 苏怀木气弱犹斯 说完这话 又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快别说话了 赶紧好好休息 剑心地连忙到 苏怀木点了点头 闭上了眼睛 苍白的脸上 是刚刚剧烈咳嗽后 带来的不自然的嘲哄 粗重而嘶哑的喘息 让这具年轻的身体 像即将腐朽的枯木 离开苏怀木的卧室 鼻尖还依然萦绕着 浓浓的药味 回宫的马车上 华贵妃依偎在 剑心地的怀中 静狼 穆儿虽醒了 但我瞧着她那模样 华贵妃没说出口 但剑心地知道她的意思 姚儿别担心 她是朕的儿子 朕不会让她出事 可可我总是觉得亏欠她 华贵妃哽咽着道 当初若是我能更小心鲜 那穆儿就不会受 这么多年的苦 瑞儿 都怪我 都怪我当初不小心 见心地听 华贵妃这么说 有些心虚 也有些愧疚 毕竟当初那样 便是她让人吓的 这件事朕也有责任 是朕 没有保护好你们母子俩 华贵妃知道 那样是苏盈镜下的 但这么多年 一直装作不知道 并用苏盈镜的愧疚 时不时来拿捏她 这末儿醒了 但瞧这模样 也不知还能撑多久 这婚事 到底是时间太紧了 准备的也不充分 到底还是委屈了 唐儿那丫头 华贵妃于心不忍道 妖儿不要自责 我们已经 对侯府做了补偿 那可是王妃之位 多少人家求之不得 见心地宽慰道 可就像我的天使静狼 只有你在的一天 我才是贵妃 才能获得这般自义 若没了你 我指不定要怎么被人欺负 华贵妃用一双 含着热泪的美眸 看向苏盈镜 情义绵绵道 若墨没了 那唐儿 就是一个空壳子的王妃 年轻貌美 指不定被人怎么欺负 寄予呢 他们敢 见心地中气十足 有阵在 谁敢动他 墨儿这身子 恐怕也难有厚 我也总有年老色衰的那一日 那时若陛下不再喜欢臣妾 那谁还能护住一个 没有顶梁珠的锦王府啊 不会的 雅儿 正会护你一辈子的 华贵妃在心里 飞了个白眼 老娘信你的鬼 锦郎 瑞儿和肖儿 如今都已入朝参政 王妃也个个都出身权贵 母族在朝中 都能呼风唤雨 只有咱们墨儿的王妃 是因为冲起来的 那北安侯 也只空有个爵位 外祖家 还只是个商人 话贵妃说着 又流起了眼泪 出身上就矮了一头 墨儿那身子 也只能做个不知能称 多久的闲散王爷 日后若是墨儿也没了 在这遍地权贵的京城 还有郑家在虎视眈眈 让唐儿那丫头怎么过啊 靖郎 我这么做 是不是太自私了 为了墨儿 毁了唐儿那丫头的一辈子 我其实听说了 侯夫人正在与精灵谢家相看 已经有了杰青的意思 可我为了墨儿 还是狠心 也要无须自责 你没错 只是那郑家虎视眈眈 是怎么回事 那郑世子看上了唐儿 甚至想用下座手段 逼迫唐儿从了他 话贵妃嘟着嘴 气鼓鼓道 那日我去侯府 我竟听到郑世雄竟妄想 以平气娶唐儿 郑家莫不是疯了 那阴贤正怀着孕呢 家中那么多房小妾还不够 竟还肖想人家侯府敌女 这也太不把太后娘娘 和北安侯府看在眼里了 剑心帝听后 表情变了 这个郑世雄 的确是太过分了 还有一件事 我本不想说 但我觉得 还是得说 话贵妃抹着泪道 什么事 您的赐婚圣旨都下了 那郑世雄还不死心 唐儿及基里那日 还想着对唐儿不轨 话贵妃气愤道 这完全就是把臣妾和陛下的脸面 往脚底下踩下 臣妾这不是 在针对皇后姐姐和肖 我觉得她的靠山比我们木儿厉害 木儿只是一个 没有实权的并弱王爷 而肖儿是在户部领了 职务的有实权的王爷 她姐姐是您的妻 我说到底也只是个妾罢了 爱妃说的这是什么话 你明知道我的心意 我取郑家书 是因为父皇下旨赐婚 我心中爱的 始终只有你一个 我知道竟狼对我的心意 所以我放着德亲王的王妃之位不做 甘愿给你做妾 我不在乎这些名分 我只在乎竟狼对我的心意 华贵妃柔情密意地看着建新帝 但别人在乎 别人只会觉得我和木儿示弱 所以敢一再挑衅 竟狼 你得给我和木儿做主啊 建新帝看到华贵妃哭的梨花带雨 我见游莲的模样 拍着她的肩膀安慰 回宫后 我就下指命郑国公好好管教 他若管不好 那就换个柿子吧 华贵妃在心底冷笑了一声 装模作样 几日谁不会 郑老头就这么一个儿子 怎么可能换柿子 而且他的目的 也不是让郑家换柿子 他巴布的郑士雄 直接接管国公府 郑国公府在这个小兔崽子身上 肯定能早日完蛋 那臣妾就等着陛下做主了 虽然不满 但他也不能再继续说下去了 不然就太过明显了 回到宫中建新帝 就让人去给郑家传手谕 郑国公看到手谕后 气得胡子都绝了起来 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那个孽障呢 国公爷 别生这么大的气 士雄最近挺乖的 没闯什么祸啊 郑国公夫人连忙安抚道 郑国公夫人是郑国公的续贤 比郑国公小了二十多岁 随时嫡女 但家势不高 眼界也一般 能坐稳着国公夫人的位置 都是因为他肚子蒸气 生了个男孩 当时郑国公选择这个 也是因为郑国公夫人的母亲 生了五个儿子 才生了这么个女儿 他那几个哥哥生的也都是儿子 所以他才选了郑国公夫人做续贤 没闯祸 没闯祸 能让陛下亲自下手遇 让我好好管教儿子 自挣美元那时开始 郑国公就心气不顺 他现在到底在哪 他白日说 原想约便出去了 眼下还未回来 让管家亲自带队去 把柿子给我立刻带回来 立刻 郑国公发话 管家连忙带着两队人出门寻找 春风楼里 郑士雄把头埋在心癌的双胞胎舞鸡身上 郑士雄解开腰带 一把甩掉外袍 硬笑着冲进床漫中 但这时门口传来敲门声 开始郑士雄并不打算理会 但这敲门声一直不停 他的好兴致都被打扰了 敲什么敲 再敲本少爷把你丢出去喂鱼 郑士雄怒喊 世子爷 国公爷发了很大的火 让您现在必须马上回去 管家回话道 您快跟奴才回去吧 郑士雄没有理会 管家道 圣上下了手遇 您要是再不回去 国公爷怕是会亲自来找您 到时怕事不好 收场啊世子 郑士雄听到了管家的话 但已经到了临门一角的时候 这时候 什么话他都听不进去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得等着 可没想到 房门直接被人踹开 国公府的侍卫直接冲了进来 世子爷得罪了 管家连忙把衣服给郑士雄穿戴好 然后把人塞进马车 押了回国公府 郑士雄一路骂骂咧咧 进入马车后 就觉得烦躁无比 他刚才马上就要进入温柔乡了 结果被这群人给抓了出来 那么多人看着 他们竟然敢这么对他 等他回去后 定要将这些人好看 郑士雄越来越难受 但任他怎么喊叫 外面的人都不搭理他 他感觉 他好像仿佛要爆炸一样 没办法他只能自己解决 车厢外面的护卫 听到里面传来的声响 心中无语 这就是他们未来的主子吗 感觉这里没前途了呢 马车驶入国公府 郑士雄还在马车里没出来 外面的护卫 也没人敢开门 让郑士雄出来 郑国公夫人知道郑士雄回来了 连忙寻过来 想要先给郑士雄通个气 让他一会好好认错 郑国公夫人来得匆忙 心事也多 他满脑子都在想 皇上能因为什么事 还亲自下手遇让郑国公管郑士雄 所以他根本没注意周围人的表情 听到郑士雄还在马车里 刚好可以在里面提醒他几句 便自己上去打开了车厢门 这时倒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动静了 郑国公夫人一打开车门 就没忍住 直接尖叫了出来 然后又连忙捂住嘴巴 飞快闭上眼睛 士雄 你在做什么呢 他压低声音 郑士雄此时还是觉得十分燥热 觉得他浑身不舒服 娘 我难受 郑士雄喝了酒 那酒里还对了点他常用的补药 此时觉得身子热得不行 身体里好像有蚂蚁在撕咬他 胡闹 快把衣服穿好 你父亲发了很大的火 你一会认错的态度一定要好 知道吗 郑国公夫人扭着头提醒道 娘 我真的难受 我感觉我快要炸了 我要女人 郑士雄毫无羞耻心地道 你先把衣服穿好 等你去你父亲那里认完错 再去你那些小妾的院子里 郑国公夫人觉得又羞又骚 说完这话 就连忙从马车里出来 并换来郑士雄的小丝 来伺候郑士雄穿戴好衣服 郑国公夫人一张保养的 还算得意的脸上满是羞涩 紧紧藏着手里的帕子 这叫什么事啊 这若不是他的亲生儿子 他定是要好好训上一顿 郑国公见到郑士雄迟迟没来 便找了过来 见到他一副魂不令的模样 直接就套出藤条 说 你到底做了什么 儿子什么也没做呀 不过失去个花楼而已 郑士雄不以为意 我说 你对锦王妃做了什么 郑国公甩起藤条 抽向郑士雄 郑士雄没躲开 藤条便抽在了他的背上 这种被鞭打的感觉 倒是有些缓解 郑士雄身体里的燥热 他发出一声黏腻的痛呼 听得郑国公更加气愤 把柿子关进祠堂 不得我的命令 不许放出来 说完后 他气得直接咳嗽了起来 胸口剧烈的起伏 只觉得头昏脑胀 郑国公夫人连忙上去扶住 公爷 您没事吧 郑国公摆了摆手 还不快把人带走 下人们连忙把郑士雄 带去了祠堂 郑士雄进入祠堂 还是难受的厉害 拍着大门喊道 母亲 母亲 郑国公夫人这边 刚把郑国公送回屋子 那边丫鬟就来禀 说郑士雄吵着要找他 郑国公夫人又带着丫鬟 连忙赶了过去 娘 快给我找两个女人来 你先人两天 等风头过了再说 不行 郑士雄忍不住又往下伸手 娘我难受 我要难受死了 郑国公夫人看郑士雄这模样 你是不是又吃那种药了 郑士雄没有否认 郑国公夫人指着郑士雄 你你你 不是让你不要再吃了吗 那要对身体不好的 娘 我现在就很不好 郑士雄面色不正常的潮红 可这里是祠堂 你怎么能在这 郑国公夫人实在说不下去 那娘 你就放我出去 这怎么成 你父亲不允许的 郑国公夫人拒绝 郑士雄实在忍不住了 直接拉过了郑国公夫人身边的丫鬟 世子 你你要做什么 丫鬟惊呼 夫人 夫人救命 世雄你这是在干什么 郑国公夫人都呆住了 她没想到 郑士雄竟敢直接就当着她的面 抢她身边的人 娘我会负责的 郑士雄此时已经神志不清 有点不管不顾了 郑国公夫人实在看不下去 这一幕 转身出了祠堂的门 她立色 看向门口的守卫 今日的事 谁也不许说出去 明得去我那拿赏赢 多谢夫人 郑国公夫人听着祠堂里的声音 下令 你们去院门口 守着 不许任何人靠近这里 郑士雄感觉自己浑身上下 有始不完的力气 从未感觉自己如此勇猛过 祠堂里开始是丫鬟的惨叫声 后面是求饶声 最后没了声音 从深夜到东方即白 郑士雄身体内的燥热 终于渐渐散去 这时他突然有一种 整个身子被掏空的无力感 一下子就没了力气 软了下来 这时他才发觉 自己身体疼得厉害 摸了一把黏黏黏黏 一看竟然是血 郑士雄发出惨叫 来人 快来人 门口的守卫把门锁了后 就听了郑国公夫人的话 撤到了院门口 守着 郑士雄的嗓子已经哑了 浑身也没什么力气 门口的守卫 正处于十分困顿的时候 完全没注意到里面一样 更没听到郑士雄的喊声 一直到早晨 郑士雄的小厮来送饭 众人打开门 在看到一地祠堂地面 全是血的时候 才发出尖叫 此时 郑士府中下人们打扫的时候 人来人往 听到尖叫 快去找叫夫人 不 叫大夫 叫大夫 郑士雄的小厮 连忙喊道 郑国公和郑国公夫人 正在用早晨 一个下人匆忙跑了进来 夫人 您 您快去看看狮子爷吧 那画面太冲击了 下人不敢明说 那个孽障又怎么了 郑国公一想起昨日的事 还在生气 狮子 流了好多血 昏迷了过去 小厮低着头道 什么 郑国公夫人一听 一下子站了起来 手中的周婉都被打翻 连忙出了屋子 郑国公听到郑士雄 流了很多血 还昏迷了出去 有些疑惑又惊讶 在祠堂里 好端端的 怎么会出血呢 但他也来不及多想 连忙追了出去 这毕竟是他的命根子 可不能有闪失 国公府的管家 先一步赶来 把人群疏散 让护卫守住了院门 又派人去寻了大夫 看着地上一动不动的小丫鬟 管家伸手探了探 已经没了气息 身子已经僵硬了 估计已经断气了 好几个时辰 看了看这浑身凄惨的丫鬟 再看看祠堂里的牌位 管家心里道 造孽啊 他们国公爷一辈子 也是叱咤风云 怎么就生出这么个 管家收住脑中 大逆不道的想法 捡起衣服 盖在了丫鬟身上 这时郑国公夫人 和国公爷也赶了过来 刚走到门口 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血腥味 郑国公夫人当时腿就一软 进去看到一地的血后 更是差点摔倒 我的啊 郑士雄其实只是虚脱的厉害 其实对外界还是有感知的 但他觉得 他此时不能睁眼 不然他爹一定会揍他 郑国公看到这么多血 也是吓了一跳 随后看到衣衫不整的郑士雄 和被衣服盖住的 一个女子的尸体后 一下子就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真是又恨又气又担忧 一口气没上来 就直直倒了下去 郑国公夫人 还在郑士雄身上哭呢 这边看到郑国公爷倒下 彻底慌了 不过好在大夫来了 大夫看到这个现场 也是惊住了 以为自己闯入了什么谋杀现场 世子只是虚托 我开一副补气血的要喝下 再休养几日就好了 大夫好玩莫松了口气 幸好没大事 不然怕是要遭殃 只是虚托 怎么会流这么多血 郑国公夫人 看着郑士雄身上这些血问道 这这应该是别人的 大夫目光看了眼 那具被盖住的尸体 郑国公夫人他也看了一眼 那也是跟了他几年的丫鬟 乖巧又伶俐 是有点可惜 但比起他儿子 还是不重要 来人啊 先把他放到柴房 再埋口好棺材 好好安葬了吧 是 两个小丝扛着那丫鬟的尸体离开 郑士雄被软叫 抬回了自己的院子 管家留了几个婆子 打扫屋里的血 大夫给郑国公施了几针后 郑国公醒了过来 连忙换来管家 今日的事一定要保密 让所有下人的嘴都闭紧了 国公爷放心 小的已经吩咐下去了 虽然郑国公已经下令封口了 但消息已经传到了苏怀木的耳朵中 苏怀木坐在床上以着软电 一边喝药 一边听安卫汇报 对 因为贵妃娘娘告状 陛下给郑国公下了手谕 郑国公就把郑士雄 从春风楼里绑回了家 关进了祠堂 郑士子在祠堂里 把郑国公夫人身边的丫鬟给抢了 那丫鬟大出血而亡 苏怀木谋色深沉 把这件事透露给我大哥 是 安卫退下后 话星火来了 你怎么来了 苏怀木眉头微醋 我这是带着李来光明正大看你的 大家都知道 你因为冲洗身子有所好转 我作为郑国公府的柿子 不得来看看 话星火一屁股坐下 伸手就要拿苏怀木面前的蜜剑 结果被苏怀木一把拍下 谁让你动的 话星火揉着手背 不是吧 一个蜜剑而已 你这也太小气了吧 想吃蜜剑自己买去 这个不行 苏怀木说着 拿起蜜剑碟子 递给了木翔 收起来 你那么有钱 一个蜜剑而已 你至于还藏起来吗 话星火不敢置信 苏怀木心道 这可不是一般的蜜剑 这是李清堂为他亲手做的蜜剑 他自己都舍不得多吃 怎么可能便宜化星火 你来找我不会真的 只是为了关心我的身体吧 苏怀木转移了话题 父亲传来消息 打了个圣仗 那位估计会更加忌惮 你做事小心些 万不能被发现端倪 华星火道 经过这次的病重 我这边你们暂时不用担心了 苏怀木风轻云淡地开口 只要我的身子一日不好 你们便是安全的 华星火身的神色微尘 那之后呢 什么之后 你要一辈子这样装下去吗 华星火问 一辈子的要死不活 苏怀木谋色沉了下去 现在还不是时候 再等等 那个丽娘你找到了吗 苏怀木不想再说这件事 于是再次转移了话题 还有那沁阳县的事 调查的如何了 丽娘的人还没有找到 但是确定 他来过京城 华星火见苏怀木聊起了正事 他的表情 也跟着严肃了几分 这丽娘已经把消息传了出来 看样子 也没有把穆小姐供出来 对方在他身上拷问不出东西 想来 可能已经遇害了 那沁阳的县令 在被大理寺抓起来后 没几日就承认了罪行 并把罪责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然后就在狱中撞墙自杀了 他的儿子昨日也死了 今日大理寺已经结案 罢官抄家 华星火道 一个小小县令 能有这么大的能耐 苏怀木冷笑了一声 这件事可是涉及到了灵儿 还有我在施压 可最后还是这么简单地处理了 这县令的靠山来头不小 京城太多熏贵子弟 去过沁阳县 这件事牵涉得太广 皇帝不想闹大 京中的权贵们也不想闹大 自然就不了了之了 华星火说着 有些愤愤不平 那人倒也聪明 把那么多熏贵拉下水 结得还都是外地的平民 那些女子的家人都不知道 人被拐到了什么地方 想闹事都找不到地方 盯着那县令的家人 他既然一力单下了 那对方肯定会对他的家人有所表示 让人看住了 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放过 你放心吧 已经派人看着了 华星火说完后 话题一转 后日就是你的大婚之日了 你这模样能行 苏怀木给了华星火 一个无比冰冷的目光 华星火摸了摸头 那个 我的意思是说 你这样也不能去接亲 需不需要我帮你接亲 说到这里 苏怀木表情不太好 早上宫中来信 宣王会替他接亲 苏怀霄是他兄长 帮他接亲倒是没什么问题 但他知道 苏怀霄对李清堂 存着不好的心思 所以很不愿意 可他又不能拒绝 看到苏怀木又落下来的表情 华星火倾咳一声 那个 我就先走了 我要是在这留太长时间 又会让人猜忌的 先祝你新婚快乐 华星火说完就非一样地离开 把婚袍拿来我试试 苏怀木对牧祥道 是 那院子布置好了吗 苏怀木又问 您放心 全都布置好了 牧祥道 苏怀木点头 何金酒要白果香 当日多在房里 给他杯一些茶点 是 宫中剑星帝收到了边关的战报 得知郑国公打了一场胜仗 还斩了北辽一个猛将 剑星帝大喜 但到论功行赏的时候 又开始惆怅 不能再往上封赏军衔了 但光赏赐金银也不妥 剑星帝自许明君 虽然内心十分忌惮郑国公府 但也不能让人在明面上看出端倪 平喜 你觉得 郑该赏赐什么 平喜伺候了剑星帝几十年 对他的性子 可谓是一清二楚 郑国公已经是超品公爵府 什么都不缺 郑国公年纪也大了 一奴才的余剑 郑国公这般年岁 比起自己肯定更希望孙好 之前贵妃娘娘不还担心 因为锦王殿下身子不好 又没在朝中任职 担忧安乐县主被人欺负吗 不如就敬锦王殿下 为亲王爵位 平喜一边看着剑星帝的表情 一边道 反正三位殿下敬亲王位 都是早晚的事 眼下锦王殿下 因为冲喜病情有所缓解 如果再来一喜 搞不好 身子就恢复了呢 安乐县主成了亲王妃 那郑家还敢乱打主意吗 剑星帝听后连连点头 是啊 眼下木儿因为冲喜身子有所好转 再有一喜 说不定对病情真的会有帮助 但这赏赐会不会太少了 那华家小公子还没被封柿子呢 华家就那么一个独妙妙 柿子早晚也是他的 与其等着郑国公上职请封 不如陛下主动封刺 再次些经营也就成了 您觉得呢 剑星帝满意的点头 可 就这么办吧 第二日早朝 边关喜报 剑星帝按照提前准备好的说辞 封了苏怀牧为亲王 并次字为圣乙是尊荣 下朝后 众人纷纷议论 陛下是真的很宠爱三皇子啊 大皇子还没成亲王 就现在三皇子封了亲王 还次字圣这圣字可贵重得很啊 可不是 圣代表日 光明 兴旺 古往今来 也没有多少皇子 能被封圣字 只是可惜这圣亲王的身子 这样议论的 大多都是文臣 武将听到这些封赏后 都觉得不太得进 那么大的功劳 结果郑国公和两位将军一点没有 全赏给了三皇子 那三皇子 的确算是郑国公的外孙 可那三皇子 不是皇帝自己的儿子吗 借着这个理由 封赏自己的儿子 还有 那郑国公就化心火一个孙子 现在大家也经常叫化心火小公爷 只要郑国公上职请封 那就是水到渠成 难道皇帝会不同意 不管是成亲王还是郑国公世子 都是板上钉钉的事 有啥可赏赐的 不如涨涨军费 听说郑国府都要穷死了 武将们心里虽然这么想 但也没傻到说出来 这件事里要说最欢喜的 还得是李故 苏怀木变成了圣亲王 那李清堂可就是圣亲王妃了 沈相家的嫡女 不过才是个宣王妃 而他李故的女儿 已经是亲王妃了 他以后就是亲王的岳丈了 出去后 谁不得奉承 巴结他 果然一下潮 周围的人就围过来 恭喜李故 李故一路被围着出了宫 几乎飘着回了家 一进家门 就忍不住去找穆书云 分享这个好消息 夫人 夫人 好消息 穆书云正和老夫人在一起商议大婚那日的事宜 听到这话 两人齐齐看向李故 什么好事 郑国公打了圣仗 陛下赐锦王殿下为圣亲王 那咱们唐儿以后 可就是圣亲王妃了 李故激动道 此时李清团来找老夫人 听到这话 气得牙灯都在痒痒 李清堂凭什么能成为亲王妃 怎么全殿下的好事 都被李清堂给捡到了 真的 穆书云听到后 站了起来 当然是真的 我怎么会用这话来骗人 李故笑的脸都快成了一朵花 今日不少人还在向我打听玩儿的亲事 现在 咱们可是惊中的香啵啵了 这可是亲王妃 那这唐儿的嫁妆 是不是还得长一线 穆书云见状立马道 陛下这么重视圣亲王殿下 若咱们的嫁妆给的少了 那陛下会不会认为 咱们不重视 认为咱们嫌弃成亲王殿下的身子弱 穆书云这话一说 老夫人和李故的表情 都凝重了起来 这 李故如今都比脸干净 他这些年攒下的好东西 也没剩多少了 他可不想都送出去 这个时候话铃来了 还带着一群人手里 拿着好几个箱子 见过郡主殿下 侯爷 夫人 老夫人好 话铃笑着道 我来给唐儿妹妹添装了 话铃命人把东西放下 我准备了好几日呢 都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 下人们打开箱子 话铃拿出一个白胡球 你长得白 等冬日了 你穿这个肯定特别好看 这也太贵重了吧 李清堂看着这几个箱子里的物件 看向话铃 姐姐 我不能收 不行 你必须得收下 这都是我一件件从库里挑出来的 费了好大的心血呢 话铃嘟着嘴 我话铃送出去的礼 可没有收回来的道理 你若不要 那就扔了吧 那等姐姐成亲那日 我也给姐姐准备一份 一言为定 话铃和李清堂回到望春轩 李故道 郡主又送来这么多天桩 这堂儿的嫁妆够了吧 穆书云叹气 就是因为郡主送来这么多 那咱们才更得多 不然让人知道了 得笑话咱们 嫁妆 还不及人家的天桩值钱 眼下堂儿成了亲王妃 圣亲王的身子又好转了 整个京城不知道多少人极度 咱们极度的要发狂了 穆书云道 当初谁都躲着的事 如今却成了香伯伯 陛下先策了县主的爵位 又让芬儿可以洗侯府的爵位 眼下又封了三皇子为圣亲王 咱们本就是简陋来的 如今再不给些诚意 那些现在悔不当初的人 指不定怎么给咱们下半子呢 李姑一听 好像是这个道理 这时老太太开口 周嬷嬷把我那幅 前朝明师的画 还有那套翡翠十六件头面 拿来给二小姐做嫁妆 是 李姑看到她娘都开口了 那她也只能松口 我那库里还有一些物件 你会去挑两样吗 这个时候宫中来人了 出了诸多赏赐 主要带了六个宫中制造房的秀娘 让他们帮忙连夜修改婚服 还送来一套新的份官 贵妃娘娘怕府中忙不过来 特意派了秦嬷嬷嬷来帮县主准备婚事 送礼的太监道 这是魏阳公的管事嬷嬷嬷 很是擅长打理这些事物 这只真是让贵妃娘娘操心了 李姑道 贵妃娘娘想的可真是周到 我这正缺个人帮忙呢 有了秦嬷嬷嬷在 我就放心了 这下肯定不会出什么纰漏了 穆书云笑着拉过秦嬷嬷嬷的手 这几日就多劳烦秦嬷嬷嬷了 侯夫人哪里的话 能帮上夫人 是我的荣幸 安顿好了秦嬷嬷嬷 穆书云看向李姑 贵妃娘娘 连魏阳公的管事嬷嬷嬷都派来了 可见贵妃娘娘对咱们唐儿的重视 这嫁妆 李姑也愁 兜里没银子 她最近都没出去喝酒游船了 夫人 唐儿的嫁妆你 是不是也得成亲王给的聘礼 我算了算那价值超过了二十万两 府中才给唐儿出了五万两的嫁妆 加上和你和母亲的添妆 也就不到七万两 剩下些嫁妆 但还得留下些给芬儿当聘礼 咱们没必要 非得和人家亲王府比吧 李姑弱弱道 再说这些聘礼 不也都是给唐儿的吗 那都是要带去圣亲王府的 里外里赔的不还是咱们吗 侯爷 穆书云冷眼看向李姑 你若觉得心疼 可以留下这聘礼 反正满京城的富贵人家嫁女儿 都是要把聘礼给女儿当私产的 只要你不怕被人笑话 那我也是不怕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 唐儿的嫁妆这么多 已经很丰盛了 京中贵女出嫁十万两的嫁妆 已经算丰厚的了 李姑道 永家公主当年嫁给华将军 那嫁妆可远不止十万两 穆书云道 我听说沈家 给沈念燕准备的嫁妆 也有二十万两呢 咱比不了永家公主 还比不过沈家吗 一个王妃的嫁妆 多比亲王妃高 这不让人看笑话吗 穆书云道 怎么的 也得给唐儿凑出二十万两的嫁妆 李姑叹气 九尤夫人 你全权做主吧 那侯爷是打算从私库拿东西凑 还是变卖一些侯府的产业 李姑哪个都不想 于是转移了话题 对了 也儿的婚事准备的如何了 明哥就是郑国公府上面接人的日子 穆书云道 聘礼和嫁妆眼下都在李姨娘的院子里 李姑听到这里心生一记 也儿这婚事到底是不光彩 郑国公府愿意接纳她 其实也是看在咱们侯府的面子上 而且一个妾室 咱们给的嫁妆已经很丰厚了 我觉得 那郑国公府的聘礼应该留下 穆书云在心里狠狠白了李姑一眼 见到穆书云表情不太好 李姑连忙解释道 你看 芬儿和轮儿的年纪都比堂儿和盐儿大 没道理 两个妹妹都成亲了 做哥哥姐姐的还单着吧 这一两年亲事就该定下了 咱总得有点进账吧 盐儿只是庶女 那京中世家的庶女 都是要为家族牺牲的 李姑喋喋不休地解释 穆书云虽然觉得李姑这样很无耻 但她并不反对 这个三姑娘可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那就按侯爷的意思来吧 那侯爷就尽快吧 郑家的聘礼也不多 我还得想办法接着凑呢 李姑想了想自己为数不多的藏品 还有翠英这两日的纠缠 立马就去找了李姨娘 李姨娘听了李姑的话 自然是没有可反对的 李姑拉过李姨娘的手 我就知道 瑞锦最是体贴 当晚李姑就塑在了李姨娘的院子里 第二日一早就有人来给李青年梳洗 李青年看着那桃红色的婚服 满眼都是不甘心 但是没有办法 不过这番出嫁 她手里倒是有了些银子 郑国公府的世子妃 是个蠢的 那几个妾室和郑国公夫人的出身都不如她 她好好运作运作 或许可以在郑国公府里翻身 出嫁前的这场账她输了 但出嫁的后的 账她可不一定会输 她虽然恨李青堂得势 但出嫁后 倒是还得用她的身份来唬人 郑世雄的身子刚恢复了一点 本来不想来接亲的 反正就是个妾 直接用轿子拉回来就完事了 但还是被郑国公逼着过来接亲了 一个李青岩不值得 但这也是北安侯府的脸面 郑世雄刚得罪了李青堂 惹得化贵妃和皇帝都不高兴 如果为了这点小事 再让侯府挑毛病告状告到了陛下呢 那麻烦就大了 郑世雄还骑不了马 于是坐着马车来的 娶妾的仪式倒是简单 侯府忙着李青堂的婚事 对李青岩这事也不上心 所以就是走个流程 一顶轿子把李青岩从侧门抬入郑国公府 为了给北安后 或者说给成亲王面子 郑国公府的宴会倒是办得有声有色 深夜郑世雄醉醺醺醺的回到院子里 随意掀开了李青年的盖头 李青岩闻着扑面来的酒气和骚臭味 没忍住缩了缩鼻子 郑世雄知道自己有狐臭 对这个格外敏感 本来心情就不好 看到李青岩这个表情 直接就是一巴掌打了过去 小贱人 李青岩整个呆住了 他没想到郑世雄会打他 他瞪大眼睛 不敢置信地看着郑世雄 你打我 怎么 你如今已经是我郑家人了 我还打不得你一个歉 郑世雄不懈地看着李青岩 若不是看在北安侯府 与三皇子接亲的面子上 我怎会纳你 你以后最好乖乖的 这样看在堂儿妹妹的面子上 我会对你温柔一点的 李青岩气得浑身发抖 捂着红着脸颊 忍不住地流泪 你这么对我 就不怕我回去告状吗 你告吧 郑世雄坐到凳子上 拿起一个红枣 不过是一个不受宠的庶女 我可不信 北安侯会为你出头 胡说 我父亲和姐姐都很疼我的 李青岩耿着脖子道 郑世雄哈哈大笑 哪个受宠的女儿家 不是把聘礼和嫁妆 一起带入夫嫁 你可只带了嫁妆来 李青岩愣住了 不可能的 那些东西 明明昨日还都在他的院子里的 郑世雄冷笑了一声 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了 若不是堂儿妹妹 我根本不可能 那你这么个丑八怪 李青岩长这么大 还从没听人这样说过他 他长得是不如李青堂 也不如李青鸾 但怎么也算中上水平 他知道郑世雄是个魂不令 但没想到 他竟然会魂不令到这种程度 李青岩有那么一刻 真的很想冲上去 撕烂郑世雄的嘴 但他忍住了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我知道我不如姐姐 我也一直想着 成全姐姐和世子 只是可惜命运弄人 李青岩放软了语气 世子不起我也是应该的 只是可怜我那姐姐 纵有一身荣华和美貌 却得忍受那无边的寂寞 言而真是不懂 世子爷明明对他这般深情 他为何不领情 李青岩这话 算是说到了郑世雄的心坎里 他闷闷地喝了一口酒 目光中露出几分怨恨 时候不早了 你自己歇着吧 说吧郑世雄 就离开了李青岩的屋子 李青岩先是松了口气 随后又有些后悔 今日是他大婚的日子 郑世雄竟然没有留宿在这 那明日那些下人 该怎么看他 还有 他的聘礼怎么没了 侯府竟然藏下了他的聘礼 传出去 难道不怕被人笑话吗 只有那些小门小户 才会留下南方的聘礼 学景 李青岩喊来学景 我的嫁妆怎么回事 奴婢也不知道啊 嫁妆和聘礼 都是李姨娘在打理的 学景十分惶恐 李青岩想到 昨晚李姑突然来 还留宿 他只当是因为自己要出嫁了 所以李姑才来 现在想想 或许昨晚他来找李姨娘的目的 根本就是他的聘礼 李青岩恨得要发狂 狠狠地把桌上的东西扫在地上 学景吓得色缩了一下 李青岩恶狠狠地看向学景 还愣着干嘛 还不快拿药来给我敷脸 是 北安侯府 李姑看着穆书云把他 那些收藏都放到了李青岩的嫁妆里 心疼得厉害 用颜的聘礼不成吗 穆书云给了李姑一个白眼 前脚刚收的聘礼 后脚就用作堂儿的嫁妆 这被人知道了 咱们侯府的脸面还要不要 这些可以等过些十日 留着给轮当嫁妆 穆书云才不会让李青岩 用正价的东西 脏得慌 李青岩出嫁的前一日 李和风带了两箱子东西 来到望春轩 这是这些年 我在边关得到的战利品 刚送到京城 还来得及 李青岩没想到 李和风还会给他准备添装 谢谢哥哥 李和风拿出一个 欠着宝石的匕首 这个匕首削铁如泥 你以后出门的时候 可以随身带着 若有人欺负你 就用这匕首狠狠刺过去 哥哥会帮你善后 看着这把不过手长大的 小巧匕首 李青岩心里十分喜欢 谢谢哥哥 便是出嫁了 这侯府也永远是你的家 望春轩会一直给你留着 你随时都可以回来 李青岩听到这句话 眼睛不觉得红了起来 点了点头 嗯 李和风说完这些话 便离开了望春轩 第二天不亮 北安侯府和圣亲王府 就开始忙碌了起来 亲王大婚仪式繁琐 但因为苏怀木的身子不好 加之时间紧迫 所以精简了不少 但还是很费功夫 李青岩一早就在一群丫鬟的环绕下 梳洗打扮 礼服十分繁琐而隆重 虽然时间仓促 但因为人手和的物件充足 所以这婚服改得十分华丽 金丝化缝 东朱作蕊 穆书云看着穿好华服的李青棠 眼泪没忍住流了出来 又连忙擦了下去 我的棠儿穿红色真好看 安乐县主雍容华贵 凤姿仙容 这正红色穿在县主身上 真真是好看极了 秦默默夸赞 不愧是能被他家贵妃娘娘看中的儿媳妇 这风姿果真拙然 李青棠有些不好意思的红了脸 这凤冠太重 等一会接亲的队伍来了 咱们再带上也来得解 秦默默笑着道 因着苏怀木身子不好 所以苏怀霄自请帮苏怀木接亲 华贵妃虽然不乐意 但让苏怀霄接亲 的确是最合规矩 也是最好的选择 但华贵妃还是留了个新颜子 让大皇子苏怀钱和华星火 跟着苏怀霄一起去接亲 这婚礼可是女子最重要的日子 穆儿因着身体若不能去 本就是委屈了人家 那就让穆儿这些哥哥们都去 显得咱们重视 省得有些人以此为借口 欺负唐 这点小事件心地自然是不会反对 当小四来禀说 迎亲的队伍已经快到门口的时候 穆书云亲手帮李青棠 带上了陈甸甸的凤冠 拿起同样香满宝石的 却擅挡住脸 等待着一个崭新的开始 自从李青棠与苏怀木订婚后 苏怀霄想了一万种 把李青棠从苏怀木身边夺走的方式 但他也只能想 今日接亲是他主动要求的 他一早就穿上了免服 甚至比他第一次上朝时 打扮得还要隆重 他想让李青棠看到他最好的一面 如果能在他的心里 掀起哪怕一点点的涟漪 如果能让他有那么一丝后悔 等到他三弟病故 等他荣登大宝那一日 他们还是有机会的 骑在高头大马上 越靠近北安侯府 苏怀霄的一颗心就跳得越厉害 走完了礼仪 当李青棠沿着花路 一点点向他走近的时候 那一刻他觉得 全世界似乎只有他一个人 婚服虽然后重 但每一处都恰到好处地 展现了李青棠的优势 即便用却扇挡住了脸 但苏怀霄依然可以想象到 扇子后 那张风华绝带的娇嫩脸庞 我来接 苏怀霄看着走到他面前的李青棠 情不自禁 就要说出 我来接你了 但好在紧要关头李治回龙 我替三弟来接你了 劳烦殿下了 李青棠客气地行了一礼 然后在众人的拥促 下上了八台大叫 晴空万里 清风徐徐 还有喜鹊在空中徘徊 在长长的接亲队伍后面 是李青棠连绵不断地嫁妆 李青棠的花轿已经到了盛亲王府 他的嫁妆尾 还没离开北安侯府的大门 我滴个乖乖啊 这安乐县主的嫁妆 得有上万两银子吧 你个没见识的 这模样少说 也得个十万两 我看不止 那北安侯府人可是穆家人 当年可是实打实的十里红装 嫁进了侯府 这安乐县主的嫁妆 肯定不会比当初少 听说那安乐县主生得极美 圣亲王可真有福气 不仅生得美 还有福气 我听说这青史 一定成亲王的病就好了大半 为了表示对安乐县主的重视 两位皇子和郑国公府的世子 齐齐来帮成亲王接亲呢 沿途的百姓议论纷纷 其实不少也是苏怀木找去的托 都是去说李青棠的好话 郑国公府的人 也受邀出席了这场大婚 这种场合 自然是不能带妾室参加的 李青年便让雪景去打探 雪景原封不动地把剑刀 听到的话转达给了李青年 李青年气得差点又要摔东西 李固一定是把他的聘礼 扣下给李青棠做嫁妆了 穆家那么有钱 怎么就惦记他这么点东西 教夫都是宫中专门给贵人抬轿子的 抬得十分稳当 李青棠放下却扇 用手扶住脖子缓解压力 这奋关实在是太重了 这才多久 他就觉得脖子都要断了 不知不觉间 迎亲的队伍来到了圣亲王府门口 龙飞凤舞的圣亲王府匾额上挂着长长的红绸 整个圣亲王府从里到外都为了今日下了大功夫 主打一个喜气洋洋 主打一个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家王爷娶了媳妇 唢呐声震震 脖子又酸又痛 李青棠根本没有注意到地方了 直到苏怀霄打开轿门 李青棠吓了一跳 他连忙拿起缺扇 苏怀霄与盛装打扮的李青棠四目相接的那一刻 他后悔了 他当初就该直接向李青棠提亲 而不是求取什么沈念焉 众里奄然通一顾 人间颜色如尘土 苏怀霄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满脑子里都是刚刚那惊鸿一瞥 他一直以为李青棠是适合那种清水出芙蓉的美 可今日的他 化着十分张扬而明念的红妆 奢靡雍容 明念芬芳 让人惊心而动魄 直到苏怀霄看着一身洗泡的苏怀木时 才回过神 虽然这么多年 他一直很羡慕苏怀木 但这是第一次羡慕到生出嫉恨 他有点不想把手中的红绸 交到苏怀木的手中 他想与李青棠拜天地 苏怀木带着虚弱的笑看向苏怀霄 多谢二哥帮我接亲 苏怀霄找回李治 三弟客气了 没想到三弟已经可以下地了 本事不能的 但他是我的妻 不能让他一个人拜天地 苏怀木笑着从苏怀霄手中拿过红绸 苏怀霄下意识握紧 但想到化贵妃和陛下都来了 于是又很快松开 恭喜三弟 多谢二哥 因着苏怀木身子弱 所以直接开始了拜堂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今日剑心帝和化贵妃都来了圣亲王府 见到最疼爱的小儿子成亲 剑心帝还是很有感慨的 夫妻对拜 完成这一礼 本应该把李青棠一人送入洞房 苏怀木在外招待宾客 但苏怀木身子弱 于是招待宾客的活迹 便由苏怀前 苏怀霄和化新火来负责 苏怀木跟着李青棠一起去了洞房 喜婆说着吉祥话 苏怀木拿开了李青棠手中的雀扇 红衣似火 但两人的脸却比这一身红衣还要火热 眼神一接触便又连芒陶冶式地躲开 耳朵红的像是要着火 喝喝紧酒的时候 李青棠发现装的是白果香 心中微微一暖 完成所有的流程后 众人退了下去 只留下李青棠和苏怀木二人 两人并排坐在昏床上 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我先帮你脱衣服吧 苏怀木先开口 李青棠本就红得不行的脸 简直要烧了起来 天 天还没黑呢 不苏怀木说完就觉得自己 好像说得不太对 连忙找不 我的意思是 你这凤冠侠配太重了 我帮你先脱下来吧 换身轻便的 因为太紧张 李青棠都忘记 身上还带着凤冠这件事 这一下反应了过来 也也好 苏怀木转向李青棠 看着李青棠近在咫尺的瑰丽脸旁 努力克制自己 把目光从脸转移到凤冠上 他抬了一下煤抬起来 见到李青棠被扯得微微皱了一下煤 他连忙道歉 对不起 没事 苏怀木继续帮李青棠拆凤冠 但一向聪慧的他 面对着凤冠时 却笨拙地可怕 他长这么大第一次 生出一股无力之感 我我让习素帮你拆吧 李青棠第一次见到苏怀木这一面 忍着笑点了点头 好 习素听到屋内再喊他 连忙进去 一进去就看到红着脸的两位主子 你帮你家小姐换身衣服吧 说完 苏怀木就退到了外室 是 习素走近 看到李青棠有些凌乱的发迹 大概猜到发生了什么 抿着嘴偷笑 习素几下就拆掉了凤冠 脱下了霞佩 换上了一套轻便的红色睡袍 王妃 要伺候您洗漱吗 听到王妃两个字 李青棠的脸又不自觉红了起来 还早 等等吧 好 习素帮李青棠重新梳好了头发 退了出去 见到习素退出来 苏怀木刷一下从椅子上起身 王爷 王妃已经换好衣裳了 习素出来给苏怀木行了一礼后 笑着退了出去 苏怀木回到内奸 李青棠已经换下了婚服和凤冠 乌黑的绣发被一根凤头拆 简单挽在脑后 屡经挑衅的纱裙外 是一件软烟螺的纱衣 又轻又软 看着像披着一块云霞 苏怀木终于知道 什么叫色令制婚 什么叫红颜祸水 无比庆幸当初他去了苏州 去了那酒楼 无比庆幸被他错任成了木政初 又无比庆幸 这一切事情的发生 让他可以先下手为强 你站那么远干嘛 李青棠见苏怀木 就站在门口不动 开口 苏怀木闻眼走到了床前 他看了眼李青棠后 连忙一开眼睛 并还坐在距离他半壁之隔的位置 但隔着这个距离 他还是可以清晰地闻到 李青棠身上传来的那股 像伴了桂花蜜的牛乳香气 一时间他更热了 李青棠目光看着不远处的花瓶 手指紧紧捏着衣角 袁嬷嬷和秦嬷嬷 都和他说了 那新婚夜的男女之事 还给了他那种册子 他看了两页 就休得看不下去了 被他藏到了私房匣子的最下面 苏怀木昨晚几乎未睡 这一刻 他其实想了很久 但真的来临了 他却有点 有点 怂 他不是个瞻前顾后 犹犹豫豫的人 但面对李青棠时 他的害怕总是会多几分 怕他疼 怕他冷 怕他不喜欢 太阳终于完全落下 红烛劈啪啪作响 你你饿不饿 苏怀木终于开口 有点 我也有点饿了 不如我们先用碗膳吧 苏怀木说完 就命人传膳 膳房得到消息 很快就把一直在灶上 温着的饭菜端了上来 满满一桌子 全是李青棠喜欢的 这么快 李青棠没想到 这边刚下令 那边菜就端上来了 这菜从您入府时 就开始做了 一直在灶上温着 就等您传膳呢 牧翔知道 他家王爷在面对王妃时 是个最笨的 于是道 王爷早早就把王妃的口味和喜好 告诉了厨房 特意把春风楼的大厨给挖了过来 就为了能让王妃吃上一口地道的苏州菜 李青棠惊讶地看向苏怀木 你把春风楼的大厨给挖来了 苏怀木的点了点头 你不是喜欢他的菜吗 那那春风楼的老板乐意 我买下了春风楼 苏怀木道 李青棠嘴巴微张 可从我们订婚到如今 也没几日时间 路上的时间都不够吧 春日宴前 我就派人去了苏州 苏怀木道 啊 要娶你这件事 我蓄谋已久 苏怀木给李青棠盛了一碗汤 先喝点汤暖暖胃 李青棠脸上又晕起了瑕色 低着头默默喝汤 不敢与苏怀木对视 他觉得这汤不仅暖胃 这心也很暖 在这番对话后 两人都没怎么再说话 只是默默吃着饭 两人吃饭都属于细嚼慢咽十分优雅的类型 吃过饭 木翔送上一碗药 苏怀木接过后 一口气饮下 然后竖口 含上李青棠做的蜜饯 即便隔着有点距离 但李青棠还是问到了那股苦涩的药味 闻着都这么苦了 喝起来得多苦啊 虽然苏怀木说他是在装病 但他记得 之前也见过苏怀木喝药 那时候总是没必要装病的 他的身子应该一直都很不好 而且便是装病 要想装的真实 也少不了真病几分 总归是伤身子的 李青棠十分心疼 看到李青棠的心疼后 苏怀木笑着道 这药只是闻着苦 但喝起来还好 你不要担心 这病还要装多久啊 李青棠问 苏怀木带着笑看向李青棠 就快了 你不用担心 李青棠知道苏怀木的身份 是有些尴尬的 知道他这么做 也都是有道理的 于是没有再问 只是这吃完饭了 他们眼下该干些什么 气氛又回到了 那有些尴尬的状态 你累了一天 先洗漱休息吧 苏怀木先开口 那你呢 李青棠好容易才鼓起勇气问 我现在还是大病过后 刚刚转好的阶段 若是同房 恐怕会惹来猜忌 苏怀木解释 我理解的 李青棠连忙道 他其实也还没做好那个准备 那夫夫人早些歇息吧 明日也不用早起 自然醒便好 苏怀木道 这王府中夫人是最大的 夫人想怎样都可以 李青棠听到夫人二字 微微汗手 耳间发热 好 苏怀木觉得自己 不能继续与李青棠同处一室了 他怕他克制不住自己的本能 但三日后他们 是要进宫谢恩了 若是被人发现 李青棠已经不是厨子之身 那定会怀疑的 我就住在隔壁 嗯 苏怀木被木翔扶着离开 李青棠长舒一口气 这口气一泻下来 就觉得浑身疲乏极了 热水已经备好 李青棠在婉青和习素的伺候下沐浴 小姐王府的下人说 这池子下有地龙 冬日也能保证 这水一直是热的呢 婉青道 王爷是真的疼王妃 听说这个院子 是为了王妃修建的 习素不忘给苏怀木说好话 要说咱们小姐和王爷 真是有缘分 竟然能那样相遇 又这样澄清 婉青一边给李青棠书发 一边道 话本子里都写不出这样的故事吧 习素看了眼婉青 提醒道 你以后别老小姐小姐的叫了 咱们该改口叫王妃了 婉青反应过来 对对对 咱们小姐以后就是盛亲王妃了 那郑士雄 见了咱们小姐 都得乖乖地行礼 别说郑士雄了 那郑国公 见了咱们王妃 也得行礼的 习素道 这满京城中除了太后 皇后和贵妃娘娘 没有什么女子 能让咱们王妃行礼了 婉青听后笑成了一朵花 那咱俩是王妃的大丫鬟 以后出去 是不是也可以横着走了 你只要不怕 给王妃惹麻烦 你躺着走都可以 习素打去道 那还是算了 树大招风的道理我还是懂的 婉青道 只是没想到我婉青也有这一日 李青棠听着婉青的话 笑了出来 你这话说的 好像我以前亏待了你似的 不是不是 婉青连忙摆手 能伺候小姐已经是婉青走了大运 小姐仍好 对奴婢也好 奴婢就是觉得 这一切就像是做梦一样 明明我们几个月前 还在悬殷冠里过清苦日子 小姐还是侯府不受宠的庶女 可如今竟在这金碧辉煌的圣亲王府里 小姐成了圣亲王妃 婉青南南 这几个月 我过得就像做梦一样 感觉之前在回京路上被刺杀的情形 还历历在目 如今竟是这番光景了 李青棠回忆这几个月发生的事 也是恍若格式 不 不是恍若 而是真的格式 上辈子这个时候 他已经在郑国公府了 那时的他 还不如这时的李青年 当时他入水受粮 带着高热 就被抬进了郑国公府 也信得这高热 才躲过了被郑士雄轻薄的命运 之后 他又被人下了毒 身子衰败的厉害 动不动就渴血 苟延残喘了一段时光后 便香消玉语 那毒应该是前妈妈得了孙冷雪的授业而下的 毕竟按照孙冷雪的说法 只有他死了 李青鸾才能完全继承他的命格 所以 他死后 李青鸾才与苏怀霄定了亲 只是这辈子 他这只蝴蝶山洞的翅膀 造成了太多的改变 苏怀霄早早就与沈念燕定了亲 李青年也成了郑士雄的妾 上辈子的一切似乎都被改变了 只是海别公主这事 他真的没听说过 眼下苏怀霄和苏怀木都有了亲事 那这北辽人会这么轻易算了吗 驿站内 苏德哈丹怒视着海别公主 你等等等 眼下可好 那宣王和圣亲王都成亲了 六皇子急什么 那宣王只是定亲而已 海别公主不以为意 而且他们都成亲了 不是才给了我们发兵的理由吗 眼下齐克德被华家那老匹夫斩了 还被夺回了一阵 我军元气大伤 又正值水草丰美的季节 怎好动手 苏德哈丹怒道 华家那老匹夫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不死 海别公主眼中有一闪而过的畅快 但很快又归于平静 乌日更达此时来禀 殿下 家中传来消息 让我们早日归家 让海别公主尽快把亲事定下 听到了 给你三日时间 这三日 你必须定下亲事 别再拖延时间 想想你的母亲 苏德哈丹放下这句话后离开屋子 海别公主微微握紧拳头 对身边的丫鬟吩咐 准备一份大礼 明日随我去圣亲王府 恭贺成亲王新婚 是 舒服地泡了澡 伴着鹅梨杖中香的味道 李清堂睡得很好 一觉醒来天已然大亮 习宿和晚清 伺候着李清堂梳妆 穿了一条水红色的裙子 不咬点脆 贵气习人 书写好后 穆祥来禀说 昨日大婚殿下 硬撑着起身拜堂 病情有些反复 今日不能陪王妃用膳了 啊 李清堂露出担忧的表情 怎么会这样 我去瞧瞧 还不没等穆祥解释 李清堂就已经提群跑了出去 李清堂来到隔壁院子 隔得老远 就是一股子要胃 他心下一景 昨日苏怀木不会是故作泰然吧 院中的人看到李清堂都客气地行礼 未曾阻拦 李清堂一路畅行 进了苏怀木的屋子 此时苏怀木正在换衣上 李清堂直接推门而入 吓了他一跳 李清堂也吓了一跳 连忙转过头 我我听说你今日病情加重 有些担忧 苏怀木也下意死合上了衣服 苍白的脸上多了些血色 我没事 木香可能没和你说清楚 你别担心 李清堂怎样可能不担心 今日御医会来看吗 已经看过 苏怀木遣退了众人 屋内只剩下他与李清堂 只有我身子孱弱 无法传宗接代 才能让我父皇放心 这我 我母后和郑国公府才会安稳 一个冰死的人 怎么可能才几日 就能恢复正常 我昨日是太想和你拜堂了 所以才冒险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都要演出重病后的虚弱 不然会让人起疑 苏怀木细心地为李清堂解释 我真的没事 你别担心 李清堂摇头 不行 我必须得担心 我 苏怀木话为说完 李清堂宁神看着苏怀木销售的五官 伸手轻轻摸了摸他的脸庞 我得担心你 担心得吃不下睡不着 别人才会相信你病得很重 李清堂的手分明又软又滑 像是最上好的和田暖玉 但触在他脸上这一刻 仿佛带着雷电 电得苏怀木的心砰砰砰的跳动 他把手轻轻覆盖在李清堂的手上 抱歉 让你陪我演戏 李清堂轻轻摇头 我们如今是夫妻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你不要再和我说抱歉 如果不是你 我恐怕根本活不到今日 所以该是我谢谢你 谢谢你在我孤身一人的时候 站在了我的身后 以后不管如何 只要你不松手 我就永远陪着你 苏怀木胸口又酸又热 他伸手把李清堂揽入怀中 堂儿 我永远不会放开你的手 牧响此时并不想进去 打扰两位主子的浓情蜜意 但下面人通传说 北辽的海别公主带着礼物来了 说是要庆祝他们王爷成婚 你说说这海别公主 也没递个帖子 昨日不来 今日却突然到访 用脚指头 想也知道 海别公主这一次来 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事 牧响站在门外 敲了敲门 低眉顺目道 王爷 王妃 海别公主求见 敲门声让两人一个机灵后 连忙分开 明明已经是夫妻 抱一抱很正常 但不知为何 都下意识松开了手 听到海别公主来访 苏怀木神情有些会案 海别公主突然来 这能为了什么 难道是想探探他的虚实 还是因为郑国公 这次大获全胜 而生出了什么心思 一时间苏怀木心中 闪过很多个念头 说我病重 不能见客 苏怀木道 是 牧响退下 但很快又回来 殿下 海别公主 说求见的是王妃 苏怀木眉头皱得更紧了 为什么要见李清堂 王妃没空 不见 苏怀木斩钉截铁 我这就去 李清堂说完 看向苏怀木 我的眼睛还是可以的 我不能一直缩在你的背后 我们夫妻齐心 齐力断金 李清堂养着小脸 满眼坚定地 看向苏怀木 她虽是北辽公主 但你是圣亲王妃 如今我外祖父 刚斩了北辽大将齐克德 咱们的底气比她足 而这里是前国国都 是我的底盘 你仅可以摆足了架势 我懂得 你放心 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李清堂给了苏怀木 一个安心的表情 让海别公主 去花厅等着吧 李清堂看向牧祥 牧祥应下转身出去 李清堂瞪大了眼睛 眨都不眨地盯着屋顶 苏怀木有些疑惑 夫人这是在做什么 李清堂没说话 过了一会后 她看向苏怀木 双眼烟红 美目含泪 夫君病重 做妻子的定事得伤心难过呀 李清堂让人又拿来药材的残渣 在自己衣服上熏了熏 苏怀木坐在一边 看着李清堂忙上忙下 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 王妃 海别公主已经到了 好茶好果子招待着 李清堂吩咐后 继续不慌不忙地继续酝酿着感情 海别公主坐下后 很快便有丫鬟递上茶水和点心 我家王爷身子不好 我家王妃正在照顾脱不开身 请公主殿下稍等 等了约莫一盏茶 李清堂双眼通红 神色憔悴地赶了过来 让海别公主久等了 实在抱歉 李清堂说着 坐到主位上 看向海别公主 不知公主突然到房所为何事 海别公主从李清堂一进门 就闻到了她身上的汤药味 还有极力掩藏 但依然红肿的眼睛 昨日没能参加王妃的大婚 今日特带着礼物 来送个迟来的祝福 海别公主挥了挥手 下人们送上一个锦盒 里面是一对玉璧 多谢公主的好业 这礼物我很喜欢 李清堂让习宿把礼物收下 春日宴上 他们都说沈念烟是京中第一美人 我瞧着 王妃才该当的这个头衔 海别公主看着李清堂的脸 笑着道 成亲王是个有福气的 王妃也是个有福气的 李清堂听到这话 脸上没有半分喜悦 反而默默叹了口气 强称着精神 看向海别公主 那就借公主急言 希望我这个福气能长久些吧 王妃怎么愁眉苦脸 我听说成亲王身子已经大好 昨个都能拜堂了呢 李清堂露出一个苦笑 不接这个话题 转而问道 公主可还有什么别的事 本宫想探视一下成亲王 本宫这还带了一位北辽的御医 或许能提供一些新的治疗法子 海别公主道 李清堂听后 眼睛先是一亮 随后又露出落寞的表情 这些年 王爷几乎看遍了天下名医 连太医院的老院守都被找了回来 早晨大夫跟我说 说王爷的身子 像是个千疮百孔的漏勺 如今只能用药吊着 进去的药多于出去的药 便能多活一日 李清堂说着 又忍不住红了眼睛 连忙低下头 用帕子擦了擦眼角 失态了 让公主见笑了 无爱 海别公主打听过李清堂 李清堂不像是那种心机深沉的女子 据说在嫁给苏怀木之前 两人并未见过 想来不该会为了苏怀木演戏 并且演得跟真的一样 我们北辽也是有些特殊的手段 王妃不妨试一试 我那还有一株百年老餐 若是王爷需要 我可以派人送来 见海别公主 这是铁了心 想见苏怀木 李清堂若是过分阻拦 对方肯定会怀疑 那那就多谢公主了 李清堂带着海别公主 往苏怀木的院子走 那边木翔已经派人先去通知了 李清堂步伐小 走得变慢 他一边走一边与海别公主 聊些北辽的风土民俗 走了会还没走到地方 海别公主问还有多远 李清堂停下脚步 面露愧色 我对圣亲王府的路不熟 刚刚那段走错了 应该就在前面了 到了苏怀木的院子门口 就有下人端着水盆 要晚急匆匆地来回穿梭 李清堂看到那带血的帕子腿一软 下意识扶住身边的海别公主 王爷这是又科学了 那小四点了点头 李清堂腿更软了 海别公主连忙扶住 王妃没事吧 我没事 李清堂好容易站稳身子 眼下的情况怕是不变见客 公主还是先回吧 孟锁 你去帮忙看看 海边公主吩咐完身后的男子后 看向李清堂 让孟锁给圣亲王看看吧 他的医术在北辽也是数一数二的 那就多谢公主了 李清堂看向习宿 带公主去花厅休息 李清堂带着孟锁 急匆匆地去了苏怀木卧房 进去后 沐翔给了李清堂一个放心的眼神 很快孟锁就皱着眉头出来 见了海别公主 李清堂故意给两人到处独处的时间 如何 确实如圣亲王妃诉说的那样 成亲王如今已是强弩之末 孟锁回答道 海别公主的表情平淡中 透露着几分到不明的意味 你觉得她还能活多久 这 孟锁思索了一下 如果各种药材好生补着 病情不再加重 那还是可以挺一段时间 直到要食无医 但如果情况不好 那随时都可能 海别公主与孟锁对话的时候 李清堂在卧房里紧张地看着苏怀牧 不会被发现吧 放心吧 不会的 苏怀牧安抚道 寻常的大夫不可能看出问题 可那梦所据说在北辽的医术 是数一数二的 李清堂还是有些担忧 连王太医和如今的太医院院首都 看不出 那个北辽人不可能看出来 苏怀牧道 夫人且放宽心 这是针灸 糖药 内公和苏怀牧娘胎里就带的毒 似着相辅相成才能做出的 天衣无缝的病 李清堂微微松了口气 你说那北辽公主 这是什么意思 他这般试探 难道是想嫁给你 苏怀牧好看得眉头清清皱起 你放心 除了你之外 我不会娶其他人 谁都不会 李清堂脸刷得红了起来 关键他是北辽公主 北辽与前国和亲 这是国事 不管国事还是天下事 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家事 苏怀牧道 海别公主的事我会解决 你不用担心 李清堂带着明显的枯痕 去见了海别公主 今日不便招待公主 望公主见谅 海别公主这下 没有选择继续留下 是我叨扰了 改日我会让人把人身送来 那就多谢公主了 李清堂倒是也不客气 百年老餐不好的 苏怀牧这身子 的确是逮捕的 海别公主去了 盛卿王府的事 很快便在京中传开了 苏怀萧摆弄着手中的黑字 沈大人觉得 这是有选择了吗 沈念焉的父亲沈修良 放下一粒白子 郑国公一直都是 北辽的心腹大患 这次还斩了齐克德 北辽人定会更加忌惮 郑国公府 那作为郑国公府的外孙 三皇子肯定是 他们联姻的首要目标 可三弟的身子 注定他无法更进一步 苏怀萧落下一子 只要能牵制郑国公 便足够了 但愿如此 苏怀萧在落一子 黑子对白子 形成围攻之事 是陈叔了 小旭多谢岳帐放水 时候也不早了 陈先到辞了 沈修良起身 殿下今日气色不佳 还是要多注意休息 多谢岳帐关心 苏怀萧送沈修良到门口 才停下 目送沈修良上马车后 他嘴角的笑便脸了下去 他昨晚的确一夜未眠 因为他一闭上眼睛 脑中就会冒出李清堂 穿着嫁衣的娇俏模样 想到从今以后 他将成为另一个男人的妻子 承欢在另一个男人的身下 为另一个男人传宗接代 他便有一种说不出的烦闷 不过好在 他那三弟是个病秧子 以他那身体的情况 恐怕很难对李清堂做些什么 但也说不准 难保苏怀母用什么手段 在死前给自己留个后 准备些药材 明日去看看我那三弟 苏怀萧道 是 海别公主坐在回忆站的马车上 思索着该如何说服苏德哈丹 好嫁给成亲王为侧妃 马车缓缓驶到驿站门口 他刚下马 一个抱着孩子的女子 不小心撞了过来 然后连忙道歉 抱歉抱歉 没有看好路 说完女子 就抱着孩子连忙离开 海别公主的护卫问 用抓起来打一顿吗 不必了 海别公主摆了摆手 我累了 想休息会 说着 他缓不回了自己的卧房 当屋内只剩他一个人的时候 他松开紧紧攥住的右手 里面有一张字条 是刚刚撞他的女人 塞进他手里的 虚实三刻 驿管后门见 海别公主看到这个字条后心下 满是疑惑 谁会用这种方式 约他 他是去还是不去 纠结了一会 海别公主烧掉了字条 还是决定去看看 对方敢约在驿管 想来也不是为了害他 他若是死在前国的国都 那事情可就麻烦了 虚实三刻 海别公主来到了驿站后门 发现门口有一辆马车 驿管的马夫对海别公主 比了个倾的姿势 海别公主犹豫了一下 我在房间留了字条 一刻钟后 没回去 便会有人来寻 说完这句话 海别公主才上了马车 进入马车后 他便愣住了 圣亲王 你既认的本王 认识你这迎面具 海别公主很是诧异 他没想到 苏怀木会用这种方式找他 他去府中拜访时 对方不见他 但此时却又主动找了过来 圣亲王找本宫合适 本王可以帮你救出 你的母亲和弟弟 帮你们三个 一起重获自由 海别公主心底一颤 但很快掩饰住 你什么意思 就字面的意思 公主是聪明人 没必要装不理解 苏怀木道 我们只有一刻钟时间 所以说话 还是直接些吧 你想要我做什么 海别公主反问 嫁给苏盈进 你要我嫁给你父皇 对 你不傻 这是对你 和对北辽最好的选择 苏怀木道 你嫁给苏盈进为妃 我帮你从北辽 带出你母亲和弟弟 然后呢 海别公主问 什么叫我们三个 一起重获自由 时机到了 我会安排你假死脱身 你可以与你的家人 去全国任何一个地方 我可以保你们一辈子 一事无忧 我凭什么信念 凭你除了我 无人可信 苏怀木道 我外祖父是郑国公 在北辽探子无数 运出来 两个人一如反掌 至于宫中有我母妃在 她可护你周全 其实我嫁给 你不是更好吗 只要等你死了 我就自由了 苏怀木听到这就知道 她的猜测没有错 我死后 没有我的子嗣 你便没有了利用的价值 那你的母亲 只能在北辽被戳磨到死 还有你那被藏起来的弟弟 本王会把她的消息 透露给那位六王子 海别公主听后 握紧了拳头 如果不是因为 你这一半的钱国血脉 那本王根本不会管你死活 你只有一晚的考虑时间 苏怀木说完 比了个送客的手势 你是真的生病吗 海别公主问 是 苏怀木点头 海别公主听后起身 准备下马车 开车门之前 她突然道 你很爱她 苏怀木看着海别公主 没错 所以收起你不该有的心思 海别公主笑了一下 一把扯下脖子上 戴着的狼牙项链 扔给了苏怀木 合作愉快 苏怀木握住这颗狼牙 公主慢走 马车在夜色中驶离一管 苏怀木扣了下车厢 木燕走了进来 主子 去把海别公主的母亲 和弟弟接到钱国 苏怀木把海别公主 刚刚给的项链 递给了木燕 先把那个男孩接过来 让海别公主的母亲 假死离开 坐得干净些 是 苏怀木回到王府后 就看到了李清堂 面色不渝地坐在他的床前 夫人怎么在这 这话该是我问的吧 王爷大晚上不好好休息 怎样还出了门 听着李清堂 多少带着点阴阳怪气的语调 苏怀木知道他做错事了 对不起 我担心 你担心的睡不着 便来寻你 可没想到 你这床上竟是个假人 李清堂当时差点没被吓晕过去 苏怀木没想到李清堂 会在这个时候来找他 他明明问过李清堂的入睡时辰 这个时辰他早就该睡下了 对不起 我以为你睡了 我是睡了 可我梦到你说 你装病的事 都只是哄我书心的 我实在害怕 便来想着来看看你 李清堂说着 还心有余悸 我来后发现 你屋子里都没人守着 这要是半夜你不舒服 生出意外该怎么办 我看到你不在屋子里 我也不敢出去找 又怕让别人知道 你不在屋子 又怕你出意外 李清堂说着 刚才发现苏怀木 不见后的内心波动 看着红了眼睛的李清堂 苏怀木感觉 整颗心都被揪了起来 他伸手抱住了李清堂 抱歉 我不该瞒着你偷溜出去 以后不会了 李清堂发现 苏怀木虽然看着弱不禁风 但胸口和臂膀 倒是很硬朗 你以后可以提前 同我说一下吗 李清堂伸手 还住了苏怀木的腰 抬头望着苏怀木的脸 你无需告诉我 你要去啊 要做什么 只要告诉我 你要离府 需不需要我帮你隐瞒就够了 好 我以后什么都告诉你 苏怀木低头 吻了一下李清堂的额头 今日时候不早了 你先休息 我保证 今晚不会再出去了 明天我再告诉你 我去干什么了 可以吗 李清堂没想到苏怀木会突然吻他 他脸颊发烫 点了点头 李清堂离开后 木清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主子 为何不与王妃同房 苏怀木怕他控制不住自己 只这一个拥抱 他就觉得血液有些发烫 多嘴 第二日李清堂起得很早 他来到小厨房 亲自做了粥 和几道小菜 来到了苏怀木的院子 这些是你做的 苏怀木问 嗯 你太瘦了 得补一补 李清堂端起黄旗鸡之粥 总喝药也是不成的 我昨问了问 太医你的身子该怎么补 以后我会多给你做药膳的 这些事 你可以交给下人做 我不想你这么劳累 看着这碗香味浓郁的粥 苏怀木知道 李清堂一定起得很早 李清堂吹了吹粥 递到苏怀木的嘴边 我一点都不累 你知道我很喜欢做吃食的 苏怀木张开嘴 鸡肉软烂 米粒细糯 一口下去 唇齿生香 好吃吗 李清堂满怀期待地问 苏怀木含笑点头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粥 见到苏怀木和李清堂 这副亲密的模样 木翔笑着 遣退了屋内的吓人 见到人都走了 苏怀木开口道 昨晚 我去医馆找了海别公主 你这样去 不怕她发现你装病吗 不会 我与她达成了协议 我帮她救出她的母亲和弟弟 她嫁给我父皇 苏怀木如实道 救母亲和弟弟 李清堂疑惑了 她是北辽的公主 那母亲定是皇妃 弟弟也是王子 为何要救 海别公主的母亲 是被北辽王掠走的前国女子 她母亲在北辽王亭 受了许多欺凌 她弟弟能活下来 是因为海别公主 离猫换太子 李清堂听后睁大了眼睛 怪不得她精通前国文化 情还谈得那么好 海别公主是个 很聪慧又厉害的女子 她知道自己 该如何讨好北辽王 如何让自己有用 继而庇护她的母亲 苏怀木道 海别公主用和亲 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那北辽王为了拿捏海别公主 不是会更加在意 海别公主的母妃 怕是不会让她母妃 轻易离开北辽吧 李清堂道 是 但同样的 如果她母妃被欺凌死了呢 苏怀木道 为了让海别公主 尽心尽力地帮北辽做事 那北辽王定会隐瞒这个消息 一定不敢声张 北辽人先做错事了 理亏在前 后面海别公主 知道自己的母亲被欺凌死了 悲愤交加 自杀追随母亲 是不是顺理成章 北辽人也无法找咱们的麻烦 毕竟错在他们 是他们逼死了海别公主 李清堂看着苏怀木 嘴巴微张 这能行吗 有何不行 在北辽王和皇上的眼皮子底下 这这不会被发现吗 李清堂以为自己经历了这么多 已经算是个有些阅历和头脑的了 但听到苏怀木 用这么轻松简单的口吻 就决定了是关两国和亲的大事 觉得 他还是太过稚嫩了 只要做得干净些就好了 苏怀木道 你别担心 这件事就算失败了 也找不到我的头上 可你昨晚 可是去了驿馆见了海别公主 昨晚 我不是一直都在房间里吗 夫人不是还来房中见过我吗 苏怀木笑着道 这王府中有宫中的眼线 我一个重病的人 怎么可能出府呢 那海别公主 不会说出去吗 他若想要他的母亲和弟弟活着 就不会说出去 而且 就算他说出去了 谁又会信呢 他也没有我的信物 苏怀木道 他是敌国公主 我是镇国公的外孙 他污蔑 我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李清堂这下彻底说不出话了 他好像还是不怎么了解他的夫君 短短的时间 他便能想到 海别公主来府的目的 并准确地拿捏住了海别公主的心思 安排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甚至连退路都已经想好 关于海别公主的信息 他肯定是一早就调查了 或许从春日宴开始 苏怀木就已经开始调查海别公主 并制定了许多个计划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这个法子了 算是吧 苏怀木没有否认 在调查到海边公主的背景后 他就有了这个打算 苏怀木发现李清堂 突然情绪有些失落 怎么了 李清堂摇了摇头 露出一个笑脸 把周地到苏怀木的嘴边 没什么 快吃饭吧 用过了早膳 李清堂又给苏怀木喂了药 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苏怀木叫住了他 夫人留步 苏怀木看向沐翔 把东西交给王妃 是 沐翔地上一串钥匙 王妃 这是府中所有库房的钥匙 府中的账本已经送到了您的书房 您有空可以看看 有疑问的地方 可以随时传召账房先生 您什么时候得闲了 可以喊奴才 奴才可以陪您去这库房中转转 我身子不便 以后府中大小事宜 就得靠夫人替我操持了 苏怀木看向李清堂 昨日因着海别公主的事 还有询问太医要善的事 所以根本还没想起这钟馈的事 离开院子后 穆翔就带李清堂去了他院子的后园 这还是李清堂第一次来后园 顺着一条小路 走过一个刻着海棠园的拱门 从拱门一转出来 映入眼帘的 就是一座二层的小楼 门前有几个精巧 而简单的造景 这就是王爷为您准备的书房 李清堂推开门 走入书房 整个屋子里 都充斥着一股说不上的好闻的香气 越过屏风 李清堂看到整个屋子的摆设后 深吸了一口气 屋中井然有序地摆着一个个书架 上面放了很多书 每个书架还贴心地挂了一个木牌 上面写着这个书架上书籍的分类 经文 诗词 邮寄 李清堂穿梭在书架中 发现其中不少还是珍贵的古籍古本 这些书也是给我的 穆翔笑着道 殿下说 整个圣亲王府都是您的 李清堂双甲一红 越过书架 李清堂看到 屋子正中间有一张很大的桌子 李清堂走到桌前 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块龙尾燕 一块灰墨搭在边上 一排的笔架 放着一套套不同材质的轩笔 镇纸下是一小落成心堂纸 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的木匣子 李清堂打开后 里面是一个个标注过的小瓷瓶 群青 珠红 这时 这里是一整盒的颜料 穆翔指着不远处的两个柜子 那柜子里装的都是摄雁 灰墨 轩笔 成心堂纸和各色颜料 李清堂总觉得 这句话好熟悉 穆翔接着道 王妃可以打开窗户看看 李清堂走到书桌正对面的窗户前 伸手推开 当窗户缓缓打开 窗外景色映入李清堂眼帘的时候 他没忍住惊呼了出来 这是 首先映入他眼帘的 就是垂柳围绕的荷花湖 然后就是湖边缠着花疼的鞦韆 与他窗前灼灼盛盛开的海棠花 李清堂突然想起了 他之前和苏怀木说过的一段话 我以后要在院子里 做一个好大的鞦韆 上面要开满花的那种 鞦韆的对面最好是一个湖 湖上要有成片的荷花 夏天做荷叶鸡 秋天就去挖傲 对了 我的书房也要在湖边 窗户下要种满海棠花 要有一张很大的书桌 旁边的柜子里 放满了摄影 灰墨 轩笔和成心堂纸 所以苏怀木是把这些都寄了下来吗 王妃要出去看看吗 好 李清堂愣愣地点头 走出小楼 李清堂更直观地 看到了整个园子 种着荷花的湖中间 有一个水亭 一道汉白玉的桥 穿过亭子连着湖的两岸 一条乌棚船停靠在湖边 于而不时跳跃出湖面 溅起阵阵液 秋天就在楼前的 一棵高大的榕树下 周围种满了灼灼的海棠花 李清堂沿着桥走到湖心亭 回过头望向小楼 不仅一楼的窗外 种满了海棠花 二楼窗外 也特意做了一圈花坛里面 也是漂亮的花 在繁花围绕的木楼上 挂着一个古朴简雅的匾额 上面是他熟悉的字迹 写着四个字 清堂小柱 门口的柱子上还写着 青青紫巾 悠悠我心 李清堂的脸 不自觉地红了起来 文祥适时开口 我叫王爷为了这个院子 没少费心思 这一花一草 一书一笔 都是王爷亲自挑选的 为了能在大婚前见好 可是费了不少力气 李清堂眼睛不绝地红了起来 回忆起过去的点点滴滴 相比于苏怀木为他做的这些 他为苏怀木做的实在是太少了 他昨日深夜去找海别公主 怕也是为了他吧 他是怕海别公主执意要嫁给他 他不想让自己难过 所以愿意大费周章地做这些事 苏怀木的巧思还不止这些 柳树下还有一圈平坦的石板路 可以围着狐六马 有树荫的遮蔽 夏日里也不怕晒 清堂小柱的二楼 是一个休息的地方 如果李清堂在楼下看书 做话累了 就可以上去小气 从二楼的窗边 看园子里的风景更好 王妃 王爷对您可真上心 婉清望着窗外的风景笑着道 习素心里也默默给他家主子 比了一个大拇指 之前是他错过他家主子了 他家主子这行动力还是可以的 不作则已 一作就是个大的 我们现在去库房看看吧 李清堂参观完了清堂小柱 对文祥道 苏怀木既然信任他 把整个圣亲王府都交给了他 那他就得管好这个王府 让苏怀木不管做什么 都没有后顾之忧 穆祥带着李清堂 去了王府的库房 苏怀木作为建兴帝最受宠的儿子 郑国公的外孙 他的王府占据着京中最好的地久 随便想一下就知道 圣亲王府的家底一定很厚 饶是李清堂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在看到库房里的东西后 还是愣住了 李清堂觉得 他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了 毕竟他可是带着几十万两嫁妆来的 也见过穆书云司库的妇柔 可这圣亲王府的库房 还是让人大吃一惊 柜子里摆得满满当当 地上还有堆成山的箱子 这箱子里 是您大婚和王爷 被封圣亲王后 各处送来的礼 穆祥道 还没来得及拆封 穆祥带着李清堂往里走 没多久又有一扇门 打开后 还是各种箱子和放满真品的柜子 没往后一间里面的东西 就更珍贵一些 穆祥介绍道 李清堂走到最后一间屋子后 以为已经结束了 没想到穆祥摆弄了几下 突然露出一个地下拥抱 李清堂压下心底的惊讶 跟着穆祥走了下去 墙壁上放着照明的夜明珠 进去后 里面放满了箱子 打开后是一钉钉的银子 而在银子下面则是金子 李清堂看后 目瞪口呆 原本他以为 他可以在金钱上 对苏怀木有所帮助 毕竟他带来的嫁状 比他母亲当年出嫁时还要丰厚 光是金中那些铺子的收益 支持整个王府的运转 便绰绰有余 但没想到苏怀木 竟付到如此地步 王府名下的 田庄商铺的地契房契和账本 已经送到了王妃的书房 目瞎道 王爷说这些东西都不急 您得空了 慢慢瞧就成 府中和铺子里的下人 您若看不惯 仅可以换了 这一切全凭您做主 李清堂和上一个 满是金元宝的箱子 定了定心神 我知道了 目瞎说着 又递上了一个册子 这是府中人员情况 王妃 您可以坐在这慢慢看 尤其是后半部分 李清堂接过册子 上面仔细地记录了 府中所有人员的情况 前面都没什么问题 来到后面时 开始出现红字 标记了他们的来历 有瑞王府 有宣王府的 有郑国公府的 甚至还有北辽的探子 但其中最多的 还是剑星帝派来的 李清堂和上册子 十分担忧地看向木祥 王爷给我修院子 这是 他们若知道了那 他和苏怀木 之前的关系无人知晓 想来也不能让人知晓 可若是没有之前的事 又要如何解释 苏怀木对他这般好 王妃不用担心 这院子早就开始修了 是王爷自己 从江南修养回来后 想要个看书休闲的地方 才修的那个院子 约安郡主 在您与王爷定亲后来 看望过王爷 说了您好多好话 拜托了王爷要好好对您 那院子明示郡主离开后 王爷才命人改的 化贵妃也嘱托了王爷 大师说 您的命格望我家王爷 只有您过得越好 我家王爷的身体才会越好 所以王妃不用担心 在外人看来 王爷对您好 是化贵妃和约安郡主的恳求 也是在为他自己好 听到牧翔的解释后 李清堂松了口气 又问牧翔了解了不少事 李清堂才离开库房 此时已经是午时 苏怀木已经用膳吃药 歇了下来 李清堂便也没有打扰 而是故意去找了 剑心帝派来的御医 询问了苏怀木的病情 特意咨询了 平日该如何试补 然后 他便命人去搜集药膳方子 并决定悬赏名医和医书古籍 只要是府中没有的 经过御医认证 真实有效的读医书 都可以得到一百两的赏赢 并悬赏千两黄金 寻找能治好苏怀木的名医 同时也在高价收购 各种有年份的药材 苏怀木不能一直缠绵病榻 也不能一直喝药 是要三分毒 再好的身子喝那么多 也是不成的 李清堂命人 在王府后门设了个棚子 然后把宣王府和瑞王府的探子 都安排了过去 负责接待和认证那些古籍与药方 你们也是府中的老人了 我问了管事的 你们平日干活细致认真 这活计很重要 你们一定要多上点心 每收上一本能用的医书和药方 我都会赏你们一两银子 多谢王妃 小的定不负使命 李清堂忙完这些太阳已经落山了 苏怀木听到李清堂忙了一日 有些心疼 命人做了一桌苏州菜 等着李清堂一起用膳 我把库房的钥匙交给你 是想让你花里面的银子 不是想让你操劳 我只是动动嘴巴了 干活的也不是我 李清堂给苏怀木盛了一碗汤 你这般信我 我总要为你做点什么 不然我心里不安稳 苏怀木轻轻醋眉 我为你做这些 是因为我喜欢 我想为你做 而不是想要你的回报 我只想让你穿最好看的裙子 骑最好的马 做整个京中 人人羡慕的小娘子 现在 他们已经很羡慕我了 李清堂笑着道 我为你做这些 也不是想要你的回报 也是因为我喜欢 我想为你做 我也想让你成为 京中人人羡慕的小郎君 苏怀木听到李清堂 把他的话 有原封不动地还了回来 无奈地笑了笑 那书房可还喜欢 李清堂红着脸点了点头 喜欢 没先到我之前说过话 你都记得 此事屋中只有他们二人 苏怀木便也没有隐瞒 东边第二个架子下 有一个暗道 那个暗道 可以直通灵街的一个铺子 这件事只有你 我 木青和木燕知晓 假设有一天遇到意外 你就从那离开 快呸呸呸 李清堂连忙道 千万别说这种丧气话 好 呸呸呸 明日要进宫奉茶 你今日早点休息 明早我陪你一起 苏怀木道 你别紧张 皇后不会为难你 李清堂点头 我不紧张 只是你这身子 可以进宫吗 为了你我可以的 李清堂有些担忧 还是别了吧 有秦嬷嬷和贵妃娘娘在 我自己去也是可以的 你既装了病 就不要多增风险了 李清堂见苏怀木 没有松口的意思继续道 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弱 你也是知道 我是如何一步步 从侯府走出来的 苏怀木 我之前只是没经历过世事 所以显得单纯稚嫩 但我现在不一样了 我是安乐县主 盛卿王府 若顶着这两个头衔 还被人欺负了 那我也太笨了吧 苏怀木看着李清堂 坚持的模样 终于松口 好 李清堂露出一个笑脸 给苏怀木夹菜 你多吃点 嗯 哥哥送了我一块 很好的毛皮 我寻思给你做个披风 虽然现在天气热 但要做得精细 也得用上点时间 现在做 等天凉了你 刚好可以穿 李清堂说话时 语气中带着轻松和雀跃 哥哥还送了我不少 有意思的小玩意 还有一些边关邮寄 你整日在屋子里无聊的话 我可以拿给你瞧瞧 还有郑出表哥 也送了我一些 从南洋来的小玩意 听着李清堂 一口一个哥哥 表哥的叫着 苏怀木不知为何 有些心底 有些小小的不舒服 之前李清堂 总是带着小女生的娇憨 轻易地叫他表哥 但自从身份变了后 李清堂便再不像从前那样 爱对他撒娇了 苏怀木觉得自己 是不是有点心理问题 他怎么会吃李和风 和穆正初的醋呢 李和风与穆正初 可是李清堂 这儿巴金的哥哥 李清堂第一次 叫他夫君的时候 他也是激动的心 都快跳了出去 但他不知为何 更喜欢李清堂 当初拉着他胳膊撒娇 喊他表哥 苏怀木在发觉 这个念头后 打了个寒战 他可没有那特殊的乱伦癖 李清堂见苏怀木 突然开始摇头 似乎有心事的模样 怎么了 没什么 苏怀木压下那股异痒 多吃点 第二日一早 李清堂就换上了 亲王妃的官服 坐着马车去了宫中 苏怀木还让穆祥跟着一起 有什么事 就让穆祥去找我母妃 我也不是第一次去宫中了 夫君且放宽心 李清堂安抚苏怀木 我惊着呢 苏怀木被逗笑 去吧 我等你回来 李清堂坐着华丽的马车 往宫中驶去 苏怀萧得之后 也立马进宫 他本是想去圣亲王府拜访的 但因为事情被办住 他知道 今日李清堂会进宫凤茶 所以一直在等 那日之后 他总是会想起李清堂大婚时的模样 想起苏怀木与李清堂拜堂的模样 一种浓浓的不甘 随着时间越演越烈 王妃 后面有一辆马车一直跟着 晚清道 好像是宣王府的马车 李清堂点了点头 不用管 走我们自己的 两辆马车一迁一后驶入宫门 要进内城的时候 给下马车 李清堂扶着晚清的手下的马车 旁边立马就有太监过来迎接 奉陛下命 给圣亲王妃准备了教练 圣亲王妃这边请 李清堂点了点头 刚走两步 苏怀萧走了过来 安乐县主 李清堂停下脚步 看向苏怀萧 宣王殿下 你可以叫我圣亲王妃 也可以叫我三弟妹 苏怀萧看着身着 亲王妃官服的李清堂 正红色的笛衣上 有黑底金丝绣龙纹的香边 九敌官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整个人明念的不可方物 三弟妹这是要去奉仪宫拜见皇后娘娘吗 苏怀萧明知顾问 是的 不能让陛下和娘娘久等 我这就先走了 宣王殿下请自便 李清堂说着 就坐上了教练 李清堂刚到奉仪宫门口下教 剑星帝的龙年也到了 李清堂连忙行礼 老三媳妇无须多礼 剑星的挥了挥手 李清堂起身 低眉汗手 高高的奉官挡住了剑星帝大半的视线 剑星帝随口一问 穆尔的身子可还好 回陛下的话 王爷的身子这几日还算平稳 剑星帝点了点头 进去吧 皇后也穿着官服 奉仪宫的下人们已经准备好了奉茶里的物件 李清堂按照同秦嬷嬷学的规矩 恭恭敬敬地做完整个流程 秦嬷嬷嬷对李清堂的表现十分满意 有心挑刺的郑皇后 对此也没找出什么毛病 这时剑星帝才好好看了看这李清堂 这才发现 李清堂竟有张完全不输话贵妃的角色脸庞 也不怪郑世雄会对其念念不忘 不择手段 若他年轻个二十岁怕 也会如此 皇后与李清堂客套了几句家常 又赏赐了一番后 这奉仪宫的礼算是结束了 离开奉仪宫 李清堂长舒了一口气 又被带着去了寿康宫 是 到了太后娘娘的寿康宫 李清堂奉茶后 又送上了一幅戒谜居室的新画 太后十分喜爱 和李清堂见赏了一番话后 赏赐了许多物件 穆尔身子不好 这王府上下都得你来操劳 唐丫头以后得受苦了 李清堂摇头 操持家务本就是女子的职责 王爷带清堂极好 清堂自当对得起王爷的厚爱 你是个好的 穆尔也是个好的 若穆尔的身子能好些 太后说着 叹了口气摆了摆手 不提这些了 你日后要多进宫来陪陪挨家 也劝着点链那丫头 她年色也不小了 亲事也该定下了 我会的 时候也不早了 你去卫阳宫见见贵妃吧 太后把该说的都说完后 就让李清堂带着赏赐离开 太后给李清堂的赏赐 比皇后娘娘给的还要丰厚 本来李清堂还怕太后 因为郑士雄的事迁怒于她 毕竟郑士雄的妻子王英贤 是太后娘家的嫡小姐 但没想到 太后一句都未提 李清堂离开后 太后换来老嬷� 圣亲王妃如何 王妃还是处子之身 太后的情绪 让人无法捉摸 此时奉仪宫中皇后 也在询问身边的嬷嬷 嬷嬷嬷说完后 郑皇后松了口气 也是 就苏怀牧那个身子 若李清堂不是处子之身 那才奇怪 听说苏怀牧当日 是强撑着拜的堂 这几日都病得不能下床 李清堂重金寻医和药方的事 也在城中传开了 这李清堂也是有些天真了 如果真的有治疗的法子 那华贵妃和郑国公府早就寻到了 还能等到今日 李清堂来到卫阳宫的时候 已经是晌午了 李清堂恭敬地给华贵妃敬了茶 华贵妃拉着李清堂的手 上下打量着李清堂 小坛以后 就该多穿点这红色的衣裳 真是好看极了 有本宫年轻时的风采 来到卫阳宫李清堂 才算是放松了些 这是我给母妃绣的扇子 华贵妃听到这个称呼 笑得十分开怀 结果团扇夸赞道 真好看 小坛的手可真巧 我还做了几个点心 李清堂让习宫把东西拿上来 华贵妃看着盘子里精巧的点心 突然叹了口气 表情也有些闷闷不乐 李清堂心里一紧 贵妃娘娘是不喜欢这些点心吗 还是她做错了什么 正忐忑的时候 华贵妃开口 小坛人美心善 还心灵手巧 突然就觉得 那臭小子有些配不上小坛了 我若是个男子 我也定是要娶小坛的 华贵妃拉着李清堂的手 笑容艳艳 李清堂没想到 华贵妃会遇阳先义 夸得她都有点不好意思 华贵妃看到李清堂红了脸 笑得更加开怀 话评传善吧 华贵妃不再打去李清堂 陪我用个午膳再回去 是 你这凤冠和敌太重了 这里没外人 你可以摘下来 等离开的时候再戴上 华贵妃道 李清堂自然应下 多谢母妃体恤 这有什么可谢的 我也不喜欢穿官服带凤冠 每次穿完脖子 都得算好几日 真不知道是哪个老实子 发明的这东西 华贵妃脸上带了几分忧怨 李清堂去换了身衣服 感觉整个身子都轻松了不少 这时午膳已经摆放好 快来尝尝这探烤乳哥 华贵妃招呼李清堂 这刚出炉的焦焦脆脆的才好吃 李清堂正要开吃的时候 外面传来太监的声音 皇上驾道 华贵妃表情瞬间就落了下来 小声道 一会不管他问什么 你都装傻 李清堂点头 我晓得的 很快建新帝就大不留心地走了进来 此时再换回官服也来不及了 李清堂起身恭敬行礼 华贵妃也站了起来 但是却没行礼 反而嘟着个嘴 早不来晚不来 偏挑着吃饭的时候来 陛下是故意的吧 李清堂让听着华贵妃这话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但建新帝却是哈哈一笑 听说贵妃让人备了许多好酒好菜 正好久没吃到魏阳公的手艺了 也甚是想念 说完这话 建新帝才看向李清堂 神色如常 老三媳妇也在呢 坐吧 一起用膳 华贵妃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你分明就是知道 李清堂在这所以才故意来的 李清堂坐下后 一直微微低头汗手 华贵妃只当建新帝不在 继续给李清堂介绍着菜色 不住地给李清堂加菜 建新帝看着李清堂碟中 已经堆成一座小山一样的菜 开口道 爱妃 你这怕不是要称坏老三媳妇 怎么会 华贵妃看向李清堂 小塔 你都尝尝味道 若是吃不下就别硬吃 喜欢哪道菜下次来 我再命人给你做 娘娘这里每道菜都很好吃 是吧 华贵妃听到李清堂的夸奖 有些小得意 我这微阳宫里的小厨房 可不比御膳房差的 不然你父皇也不会突然来蹭吃的 华贵妃说着 夹起一块鱼肉 放入建新帝的碟中 建新帝笑着道 是是是 说着 他看向李清堂 本来还怕你与沫儿没有素未谋面 相处起来会很困难 但听说你与沫儿的感情甚好 这让朕与贵妃甚是欣慰 李清堂听到这话知道 建新帝这是在试探呢 陛下与贵妃娘娘都对清堂十分关照 王爷是个孝顺的 所以对陈夕十分敬重 李清堂低眉顺目 声音恭敬而温顺 建新帝笑了笑 听说沫儿还给你建了个院子 风景甚美啊 李清堂事实害羞一笑 陈夕也没想到 王爷会对清堂如此用心 清堂之后 一定会好好照顾王爷 华贵妃露出一个有些心虚的表情 连忙插开话题 快吃饭吧 凉了就不好吃了 建新帝自然是注意到了 华贵妃的表情 没有继续问下去 又聊了一些其他的家常 听说你之前一直在江南 十岁去的苏州 头几个月回的京城 老三之前也在江南休养了一段时日吧 建新帝看向华贵妃 华贵妃点头 神色轻松如常 对啊 入了冬幕 不就去了扬州敬养吗 陛下您怎么连这都能忘 最近事情太多 年纪大了 记性变差了些 建新帝解释 华贵妃嘟着嘴称怪 我看您就是对臣妾和木耳不上心 满心满眼都是那赵美人 建新帝倾咳了一声 孩子还在呢 华贵妃放下筷子 小堂儿又不是外人 她是我的儿媳 也是你的儿媳 一家人一起吃饭 有什么不能说的 陛下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李清堂知道华贵妃的性子 但没想到 华贵妃面对建新帝也是这个模样 他面上很淡定 但掌心已经出了汗 建新帝哄好了华贵妃后 继续问李清堂 听说末大婚当晚又发病了 提到苏怀木的病 李清堂露出自责又忧愁的表情 都怪我 若不是为了同我成亲 王爷也不用强撑着起来 华贵妃见状开口 要怪就怪我 当然也怪木 这孩子太实诚 太听话 华贵妃说着叹了口气 成婚前我同她说 陛下疼爱她 才会纵着我在满京的贵女中给她选妃 还第一个封了亲王 这遇刺的轻视 代表着陛下您的脸面 我们娘俩全是指望着陛下的宠爱 才能过得这么肆意 私下的小事可以任性 但大事上 总要以保全陛下的脸面为先 经中这些时日 家家都在为女儿相看亲事 摆明着就是在赌 这亲事虽仓促 但不能马虎 我们得足够尊重王妃 才显得咱们皇家人也是讲道理的 才能证明 陛下这次婚是大大的好事 我们苏家人 才不做 那把好人家的女儿 往火坑里推得缺德 媚良心的事 华贵妃这些话 算是说到了剑心帝的心坎里 剑心帝一直想做一个 可以流芳百世的贤明之地 所以 即便小心眼 但也要装得大度 让人无法在明面上挑出毛病 经过华贵妃这么一说 剑心帝心情大好 没有再问什么其他的问题 用完午膳 李清堂准备回府 华贵妃还想留李清堂多说几句话 但李清堂说 要赶着回去给苏淮木做药膳 华贵妃便让人带着赏赐 送李清堂出宫 李清堂离开卫阳宫后 剑心帝装作若无其事地问道 木儿建的那园子是怎么回事 那本来是他给自己建的 我让他给改的名字 华贵妃道 静郎 你是不知道 外面多少人家想去小堂 小堂人长得好 性子也温柔 能书会话 头壶还极好 连箫都对小堂有意思 咱们木儿连床都下不去 怎么和别人争小堂的心啊 那不得用点手段 华贵妃理所应当道 所以我把那院子改成了海棠园 那院子本来种了不少芙蓉 全被我改成了海棠花 华贵妃一脸骄傲 我若是个小女孩 见到夫君用我的名字建了个院子 还种满了我喜欢的花 那我肯定死心塌地对她好一辈子的 剑心帝听后 无奈摇了摇头 虽然名字是我让改的 但剑还是木儿剑的 不算骗人的 华贵妃拉着剑心帝的胳膊 把头枕到了她的肩膀上 以后我们娘仨都得靠陛下了 陛下可得长命百岁 剑心帝拍了拍华贵妃的肩膀 然后问道 你刚刚说 肖也对老三媳妇有意思 华贵妃装作不济的 不清楚的模样 我刚刚说了吗 剑心帝看着华贵妃 华贵妃嘟着嘴 哎呀 那臣妾和你说了 你别和其他人说 尤其皇后 省得她以为我在背后故意坏她 朕是那种人吗 就是那日 我去北安侯府 遇到郑士雄要娶小檀儿为平妻的那日 那日 肖也去了北安侯府 华贵妃凑近剑心帝 听说之前郑士雄为难小檀儿的时候 萧儿帮小檀儿解了不少围 又送药 又借马车 萧儿什么时候对女子这么伤心 华贵妃说完后 话头又是一转 当然这些都是陈妾自己的猜测 萧儿可能只是 看在灵儿那丫头的面子上帮小檀儿 华贵妃故意提起这件事 就是为了先在剑心帝心里种下一个种子 防着以后 有人想用这个构陷李清堂 剑心帝是可以理解苏怀萧想法的 李清堂这等资荣 世上少有男子会不心动 陛下 你可千万别出去乱说 免得败坏萧儿和唐儿的名声 也让郑小姐难堪 华贵妃再三强调 你还提点起阵来了 剑心帝很喜欢华贵妃这种有话直说的性子 所以 对他说话的容忍度非常的高 这叫什么提点 这是臣妾害怕得罪人 陛下还不知道我吗 华贵妃松开拉着剑心帝的手 我这人就爱看贤书 唠闲话 什么事都憋不住 多少次祸从口出 让陛下给我擦屁股 看到华贵妃这落寞的模样 剑心帝拉住华贵妃手 轻轻妈撒 朕就喜欢给你擦屁股 华贵妃娇羞地瞪了剑心帝一眼 这时下人来报 说北辽使臣求见 他们又有什么事 剑心帝眉头微醋 好像是为了海别公主的轻视 剑心帝闻言起身 走吧 华贵妃见见心帝要走了 心里微微松了口气 这死家伙终于要走了 李清堂来到马车时 苏怀霄刚好也在 好巧 盛卿王妃 这也是刚要离开吗 李清堂不觉得这件事是凑巧 他对着苏怀霄轻轻点头 王爷在府中等我 我就先走一步了 李清堂说完就上了马车 苏怀霄面色如常地 转身登上自己的马车 车帘一放下 苏怀霄风轻云淡的表情 便有些绷不住 希望那边进度顺利 苏怀霄一路思索着 回了宣王府 等到夜幕降临时 宫中传来了消息 海别公主被封为黎妃 苏怀霄的表情十分不好 对着心腹道 怎么回事 不是说好会嫁给成亲王吗 应该是出了什么变故 下官这就派人去查 圣旨以下 牧已成舟 这是已经不急了 苏怀霄道 省得再给人留下把柄 是 牧降来禀告这个消息的时候 李清堂正在给苏怀木喂药 苏怀木听后 只是淡淡说了句 知道了 下去吧 你今日去宫中的时候 我让人准备了一份 你回门的礼单 要增要减 都看你的 苏怀木道 李清堂接过礼单看了看 便放到了一边 苏怀木做事 挑不出什么毛病的 都很好 就按这个来吧 苏怀木又道 那日 我会陪你一起回去 其实不用的 李清堂见今日建新帝 从建新帝 对他的旁敲侧击中 也感觉出了不少东西 我总是要出去的 已经休养了这么多日 不过坐到马车而已 可以的 苏怀木道 回门是大事 我不能让人轻看你 李清堂心里有些暖 你若想的话 也可以在侯府住几日 你莫不是想念我回去 趁我不在王府的日子 做些什么吧 苏怀木连忙摇头解释 没有 我只是怕你想岳母和大哥而已 大哥刚回京不久 你便出嫁了 这么多年 该是有些话要说的 苏怀木说完 怕李清堂不信 继续道 我也可以陪你在侯府住的 李清堂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我刚刚那是逗你的 没想到王妃的演技这么好 苏怀木说着 一点点坐直身体 然后突然伸手去 扫李清堂的痒痒肉 李清堂见状连忙要躲 苏怀木伸手一拽 李清堂便扑倒在了他的怀里 李清堂的鼻尖碰到了苏怀木的嘴唇 两人瞬间停止了动作 两张脸红的像两个熟透的水蜜桃 一个盯着屋顶 一个盯着地板 但谁也没有选择推开谁 直到门口传来声响 是婉清端水进来帮李清堂禁手 李清堂这才连忙从床上站了起来 退到了窗边 完全进来后见李清堂和苏怀木离的老远 空气中似乎流动着一股自明为尴尬的气氛 李清堂最终也没禁手 直接离开了屋子 婉清有些莫名其妙 但也跟着退了出去 第二日 华怜来府中拜访 李清堂十分开心 但华怜却有些闷闷不乐 怎么了 李清堂给华怜倒了一杯梅子饮问道 华怜双手抱着慈悲叹气 没什么 说完他喝下梅子饮 但似乎觉得不够近 好妹妹 给我来点酒呗 酒可以给你 但你能告诉我到底怎么了吗 就是你表哥不喜欢我呗 华怜低头摆弄着空了的慈悲 李清堂文言在心底叹了口气 这件事左手右手都是肉 他怎么都不好说 习宿 拿一壶果子酒来 不 我要喝烈酒 要喝最烈最烈的酒 华怜道 李清堂见状 拿壶精灵十三春 再让厨房做几道小菜 是 华怜连喝了三杯酒后 眼眶红了起来 汤儿 我那么努力 那么努力 那么努力了 为什么慕正出他一点都感受不到 我日日给他送吃食 送鞋帽 我甚至亲手给他绣了荷包 华怜举起自己的手 你看我这手指上被扎破了多少 可他还是冷冰冰的 华怜说着 又饮了一杯酒 我是绣得难看了些 可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 给人绣荷包 他看都不看一眼 华怜越说越委屈 不是说女追男隔层杀吗 这哪是隔层杀 这是分明 是隔了十万八千层杀 华怜说着 就扑进了李清堂的怀里开始哭 汤儿妹妹 我就想当你嫂子 怎么那么难啊 李清堂连忙安慰 好姐姐 别哭了 世上好男儿千千万 不止我表哥一人 李清堂说到这里连忙道 对了 我大哥从边关回来了 我大哥模样不比我表哥差 你或许见了我大哥 就不喜欢我表哥了呢 汤儿 我在你心中 就是那见一丝牵的女子吗 不是的 不是的 李清堂连忙解释 我只是不忍看姐姐你难过 我那表哥起身 也没什么特别的 不过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罢了 可是他那两个眼睛一个鼻子 长得比别人好看 华怜抽气着道 可我觉得 王爷的眉眼 就比表哥的好看 这说明世界上好看的男子 还是很多的 华怜听后哭得更厉害了 汤儿 我没想到 你竟是这样的人 自己得了好郎君 就不管姐妹的死活了 我表哥那模样 全天下能有几个 你这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不是的 李清堂急得都快站起来解释了 好姐姐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信 除非你帮我 华怜红着眼睛 看向李清堂 这 李清堂不是不想帮华怜 他只是怕帮 华怜强扭了目正出这颗瓜之后 两人会变成一对愿武 那对谁都不好 呜呜 华怜又哭了起来 李清堂连忙道 好好好 我帮你 我帮你 别哭了灵儿姐姐 华怜收住眼泪 我就知道 唐儿妹妹还是心疼我的 李清堂见华怜 情绪收缩如此自如 有种好像被套路了的感觉 华怜说完后 又给自己倒了杯酒 一眼下 唐儿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任性 很无理取冒 我知道自己这样不好 可我就是这样 我从小就是被这样养大的 这是最真实的我 也是最令人放心的我 华怜拿起筷子 戳着碗里的菜 低垂着眼睛 若有四无道 我也没剩多少次能任性的了 怎么了灵儿姐姐 华怜笑着摇了摇头 没什么 唐儿妹妹 你这酒可真好喝 你若喜欢我 让人送到公主府 你以后可以慢慢喝 不用 我就在你这喝 好久得同好的人喝才成 华怜笑着 又把一杯酒倒入肚中 金陵十三春 虽然喝着软滑 但酒的后劲很大 华怜一杯接一杯 很快便醉倒在了桌子上 李清堂连忙让习素和婉青 帮忙把人扶到了卧床上 华怜闭着眼睛 拉着李清堂的手 穆正初 你真的不能喜欢喜欢我吗 我真的好喜欢 好喜欢你啊 李清堂看着 已经醉到说胡话的华怜 对习素道 你派人去公主府说一声 是 李清堂看着醉得不省人湿的华怜 叹了口气 公主府来人见华怜 睡得香浓 便把华怜留在了成亲王府 李清堂晚上去找苏怀木 用晚膳的时候 把华怜和穆正初的事说了出来 你说我该怎么办 苏怀木知道 华怜儿为何如此 但他也懂李清堂的顾虑 涉及到感情的事 最是难说 苏怀木道 如果两个人彼此喜欢 那什么都不是问题 如果只是单独一方 那便什么都是问题 李清堂咬着嘴唇 他不能让华怜儿去和亲 我明月去趟柳安相的幕府 他要问清楚穆正初 如果穆正初对华怜儿 有那么一点意思 那他便会努力为华怜儿争取 如果穆正初真的对华怜儿 完全没有感觉 那他就要帮华怜儿再密加虚 总之不会让他重蹈覆辙 苏怀木看着李清堂 不知为何感觉 他那表情 有点风潇潇吸一水寒的感觉 你别有太大压力 李清堂看着苏怀木 想到上辈子苏怀木的下场 心脏揪了起来 他嫁给苏怀木 李清鸾也做不成宣王妃 他觉得这应该算是彻底摆脱了 上辈子的悲惨遭遇 加上这段时间在王府的安逸生活 他好像失去了那种紧迫感 安乐县主 圣亲王妃 从当时觉得 五百两银子就是一笔巨款 到如今 手里握着几十万两的嫁妆 和圣亲王府颇天的富贵 这一切似乎让他有些迷失了 上辈子不管是华怜儿还是苏怀木 他们的命运 都与那个渺小的他 没有任何关系 但如今不是了 华怜儿是他的好姐妹 苏怀木是他的夫君 他改变了上辈子 嫁给郑士雄早王的命运 但却踏入了一场更可怕的斗争 自古以来夺敌之争都是惨烈的 这辈子 苏怀萧是没了李清鸾 没了穆家的财富 但他有了沈家的帮助 沈家或许没有穆家有钱 但沈家在朝中的势力 可要比北安侯府 比穆家厉害太多了 李清堂握住了拳头 他不能被眼前的繁华遮住眼睛 他如今享受了更多的东西 有了更多的力量 那他就该把这力量 用在更多的地方 帮助更多的人 因果报应 他始终相信 善有善忠 苏怀木看着李清堂 突然变严肃的表情 怎么了吗 没事 李清堂摇了摇头 第二日李清堂去了柳岸巷 穆老爷和穆老夫人 见到李清堂都十分开心 李清堂发现穆正初不在 便开口问道 表哥呢 正初听说 南方陆下后水多 打算多屯些粮 以备不时之需 穆老夫人道 李清堂听后突然想起 当时他绵延病态的时候 快要撒手人寰的时候 隐隐听到了下人们的闲聊 说什么京中来了不少流民 真是烦死了 能有流民入京 说明肯定什么地方 发生了很大的问题 百姓活不下去 才会来到京城 你找正初有事 穆老夫人问道 不是什么大事 李清堂笑了笑 就是想问问表哥 有没有心仪的女子 李清堂这话一问出 穆老夫人就知道 李清堂的来意了 堂儿是为了御安郡主来的 算是吧 李清堂点头 我想知道穆家的态度 如果真的不想 与皇室有牵连 那我会想办法 这种事 是我们这种人家无法决定的 重要的还是看 他们是不是真的喜欢彼此 如果正初对郡主有意 那我们不会阻拦 正初继承不了家业 还有诗云 我们可以给诗云昭叙 再不计 也可以过计一个孩子 穆老爷道 世上的路有千千万万条 一条不通就换一条 总归不会有解决不了的事 穆老爷这番话 让李清堂 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我才不要昭叙呢 穆诗云开口 我也得挑个喜欢的 那云儿喜欢什么样的 苏州城里 你没个看好的 这金钟可有喜欢的 穆老夫人笑着开口问 穆诗云脸不自觉泛红 非得是这两个地方的人吗 也不是 只要对方人品端正 一心一意对你 有上进的心 我们都同意 穆老夫人一边说着 一边盯着穆诗云的脸 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没有 我怎么可能会有喜欢的人 穆诗云一口否认 但双甲的飞红 是骗不了人的 不过穆老夫人 倒是没有继续追问 而是问起了 李清堂在圣亲王府怎么样 穆诗云也来了兴趣 大婚那日 我见到成亲王了 我低个乖乖 表姐夫真是我 见过最好看的男子了 李清堂抿嘴笑了笑 他对我很好 如今府中中愧 已经交给了我 穆老夫人点了点头 那他的身体如何 王爷如今倒是 没有生病之忧 只是得好生僵养着 穆老夫人听后 面色稍微好一些 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啊 说完他看向管家 我记得 我们带了一株百年灵芝 给唐儿装起来带回去 府中药材不缺的 您和外祖父上了年纪 还得多备着些这样的药材 我和你外祖父 身子还硬朗着呢 我们家中也是有药材铺子的 这药材不缺 先把成亲王的身子养好 才是当务之急 那就多谢外祖母了 几人又闲聊了一会 家常用了午膳后 穆正初风尘仆仆地回来了 穆老爷和穆老夫人 借口午睡休息 让李清堂可以与穆正初单独说话 李清堂也不绕弯子 直接问道 表哥 你对于安郡主 真的没有半分喜欢吗 穆正初停顿了一瞬 只说 我们不合适 所以只是不合适 不是不喜欢 李清堂看向穆正初试探着问道 穆正初没说话 李清堂继续道 我问过外祖父和外祖母了 他们并不反对 你和于安郡主的事 只要你们是两情相悦的 表哥 我只想问你一句真心话 你对于安郡主到底有没有男女之情 穆正初该是斩钉截铁的说没有的 可不知为何 话到嘴边却顿住了 这段时间 话铃日日都会出现 甚至经常会以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出现 每次手中都会有些奇怪的东西 上次拿着一个袖的十分奇怪的东西荷包 说上面的是鸳鸯 从一开始的有些厌烦 到后面的习惯了他的存在 现如今 如果每日他不带这些奇怪的东西过来 反而会让人有种空落落的感觉 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见到穆正初迟迟没有说话 李清堂觉得他表哥对话铃儿 似乎并不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表哥 留个铃儿姐姐的时间不多 你若对他有情 那便不要继续躲着 若你对他没有任何其他感觉 那我就给他介绍其他人 李清堂道 什么叫时间不多了 穆正初问 铃儿姐姐比我还大一岁 作为最得宠的郡主 她的婚事可是马虎不得 准备起来怎么也得小一年吧 若现在不把亲事定下 等她出嫁的时候 可就是老姑娘了 李清堂解释 那是要被人笑话的 她是郡主 谁敢笑话她 大家就算不敢当面笑 那背后总是不好说的 若只是被说老姑娘也就算了 如果陛下让她联姻 让她去北辽和亲呢 不可能 哪有让郡主去和亲的 怎么不可能 陛下没有侍灵的公主 目前最大的二公主才八岁 化铃儿是永家公主的女儿 是皇帝的亲外生女 太后的亲外孙女 便是封她一个公主 也是挑不出毛病的 李清堂故意道 更重要的是 她是郑国公的孙女 比起一个普普通通的公主 北辽人肯定更想要化铃儿 这可是制约郑国公的一把利刃啊 这也不算是李清堂夸大其实 毕竟上辈子想来 就是因为这样 化铃儿才成为和亲的人选 只是不知道 是因为北辽要求 还是皇帝本就存了 想要牵制郑国公的心 又或者二者皆有 听到李清堂这么说 慕政出的眉头 不自觉地缩了一下 李清堂继续道 如今辽国的海别公主 嫁给了陛下 成为了黎妃 礼尚往来 你说辽国会不会要求我们前国 也送去一个公主和亲 慕政出的手 不自觉地握紧了一下 总是那么多郡主 御安郡主既是能牵制郑国公的存在 那皇上怎么会把御安郡主送去和亲 这不是白白让人拿捏自己吗 李清堂对此也不理解 但现实就是这样发生了 或许皇帝比忌惮北辽 更忌惮郑国公吧 表哥 既然对郡主无意 那我 这就同郡主说清楚 让他另则加续 表哥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好好和郡主说的 让他不会再纠缠表哥了 看着李清堂走远 慕政出到底是没说出制止的话 既然注定不可能 的确还是不要耽误对方的时间为好 回到王府 李清堂回到书房 看着手指轻轻在桌面敲动 他表哥那模样 可不像对话铃儿没感觉 可能只是自己不想承认 有点像他之前发现 自己对苏怀慕所扮演的表哥 产生了喜欢知情时的不敢相信 李清堂提笔写了一封信 吹了吹蝶好 塞进信封 送到公主府给郡主 是 处理完这件事 李清堂在想南方多宇的事 他换来了竹箱 我嫁妆你的桩子 有多少地和产出 竹箱估摸了一个大概的数值 王府的桩子呢 李清堂又问 竹箱面露难色 对不起小姐 这还没来得及统计完 李清堂摆了摆手 不怪你 让你一个人管这么多 的确有些太难了 我会再找几个人帮你的 多谢小姐 今年所有桩子上 产出的粮食都留下 不卖了 李清堂道 是 竹箱虽然不知 李清堂为何这么丰富 庄子上每年产出的粮食很多 除了供应府中川 还开了两个粮食铺子 那粮铺的货源 按市场价收购吧 李清堂道 这样的话 利润会降低不少 原本这两家铺子 就不怎么赚银子 竹箱道 无妨 李清堂摆手 粮铺本身就不为赚钱 而是为了立民 这是他母亲和他说的 穆家从发家后 就会开粮铺 哪怕是灾年粮价大涨 穆家也始终没用粮食 赚过老百姓的钱 外祖父说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要得老天辟 又就不能做丧良心的事 民以食为天 什么都可以牟利 但这救命的玩意不能牟利 这是要遭天谴的 李清堂觉得 或许正是穆家这种行商的风格 得到了老天爷的庇佑 让他可以有重来一世 改变家族命运的机会 让竹箱退下后 李清堂一个人坐在书桌前 仔细回忆着 上辈子听到的那些支言片语 筛选出觉得有用的话写了下来 可惜他能想到有用的话实在不多 上辈子 他几乎处于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状态 死后因为活动范围有限 能听到的有用的信息也不多 而且他发现 随着他重生时间的变长 那些记忆也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想到这里 李清堂有一种更加紧迫的感觉 苏怀木第二天早晨用膳的时候 没看到李清堂 于是找人问询 再知道李清堂昨天在清堂小住待了一晚上 灯火直到早晨才熄灭 皱起了好看的眉头 你们的嘴都是摆上的吗 为什么不劝王妃休息 是王妃说 不要任何人打扰的 那他那么晚没睡 你们不知道来通知我吗 苏怀木黑着脸 熬夜最是伤身了 他身子本来就弱 下人们低着头不敢说话 苏怀木继续问 他现在休息了吗 王妃已经歇下了 那就别让任何东西打扰到王妃休息 准备些补品 让王妃一起来就能吃到 苏怀木吩咐 是 众人连忙告退 苏怀木看着各地城上来的消息 没看几封 就紧紧皱起了眉头 在一旁伺候的沐翔 心底一紧 是这折子上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吗 能让他家王爷露出这种表情 肯定是件大事 难道是边关出了问题 沐翔正忐忑着的时候 苏怀木突然开口 这院子里怎么这么吵 沐翔一愣 仔细听了听 院子里吵吗 他没听到有人说话 让人把王府里的馋都抓起来 别吵到王妃休息 是 奴才这就派人去抓馋 挑几个身手好的 抓得利落些 别弄出动静 惊扰到他 苏怀木在沐翔退出前 还不忘提醒 是 殿下放心 保证不会让任何声音 打扰到王妃休息 沐翔出去后 就找了王府的护卫首领 传达到了苏怀木的要求 不过他没有点名 是为了王妃 而是说 殿下昨晚咳嗽的厉害 没有休息好 这院子里的馋名炒的 王爷睡不着觉 你带几个身手好的护卫 帮殿下 把这院子里的馋都抓起来 抓的时候 也别弄出动静 王爷现在叫钱得很 是 属下这就去抓 府中各处的探子太多了 不能让有心人抓到一点把柄 如果因为两位主子 短时间内 感情急速升温 而发觉不对 从而摸出两人在苏州的往事 知道苏怀木并没有在扬州养病 那就完蛋了 不过 他家王爷也属世有些太爱了吧 如今京城还没完全入下 这缠不过三四只 偶尔名叫把了 他曾经以为 他家王爷 是个感情淡薄的 因为平日里 除了华贵妃 华琳儿 和郑国公府大夫人 和二公主外 对于其他的女子 都不假词色 王府里连丫鬟都没有 只有几个婆子 主打一个冷落冰霜 不敬女色 作为一个嫣人 他都替自家主子担忧 觉得苏怀木可能不会娶气了 这诺大的王府 或许不会再有女主人了 但没想到 他家王爷竟然是个情种 还是这种为博美人一笑 可以不管不顾的大情种 牧祥不知这对他主子的大业 是好事还是坏事 但从私人角度看 这的确是个大好事 他家主子 终于像个有血有肉 会听劝 知道爱惜身体的人了 李清堂这一觉睡得极好 睡醒后 他伸了个懒腰 婉青 婉青立马来伺候李清堂喜数 这时李清堂问 什么时辰了 马上就要有时了 婉青回道 李清堂不敢置信地张大了眼睛 有时 我睡了这么久吗 婉青点了点头 不是说五十前就叫我起来吗 李清堂匆匆起身 还说了要做药膳的 王爷听闻您一晚没睡 十分担忧 命大家都不许打扰你 婉青道 王妃 您听外面是不是很安静 李清堂听了听 好像的确什么声音都没有 怎么回事 王爷怕府中的馋打扰您休息 命人把所有的馋都抓了起来 李清堂听后 既觉得有些无奈 又觉得心里暖暖的 晚上李清堂去同苏怀木一起用膳 用膳的苏怀木 没提抓馋的事 只是一个劲地给李清堂加菜 你熬了夜 得多吃些好的补一补 李清堂看着他碟子里 已经堆成小山的菜 无奈道 够了够了 我吃不了这么多的 苏怀木这才停下筷子 但又给李清堂 盛了一碗当归红枣鸡汤 这顿饭吃完 李清堂撑得肚子都圆了 我陪你在院子里转转吧 苏怀木道 可以吗 李清堂看向苏怀木 你现在的身体 可以下地活动了吗 可以走一走 苏怀木道 总在床上躺着 对身体也不好 适量的活动 对恢复还是有益的 只是要劳烦夫人扶着我先 李清堂伸手扶住苏怀木 苏怀木虽然瘦了一大圈 但并不像李清堂想的那般皮包骨 可以感觉出 在衣服下那精瘦的肌肉 两人就在屋前的小花园里散步 还习惯府中的生活吗 苏怀木问 嗯 李清堂点头 两人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李清堂便道 我昨个回木架 听说南方陆下后 雨水很多 恐怕会闹水灾 我寻思着 今年庄子的粮就别卖了 都留下吧 全凭夫人做主 苏怀木对此没有意见 他在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也有这个想法 我还想再买粮食 以备不时之需 李清堂道 他觉得 到了京中都有流民的时候 那灾情一定很厉害 多被些总是好的 就算吃不完 也可以卖了 或者失粥 夫人这想法不错 就这么做吧 苏怀木表示同意 李清堂露出一个笑 那我明日就差人去办 你别自己太累 这种事吩咐下面人就行了 你放心吧 我不会累到自己的 李清堂与苏怀木消失的时候 郑士雄与李清延正在过洞房花烛夜 因着郑士雄纳出的伤 所以这段时日 郑士雄只能禁狱 这好不容易伤养得差不多了 喝了点酒 他便又有些蠢蠢欲动 但是郑国公不许他出府 他便只能在府中解决 想到最近李清延的表现不错 还挺伤到的 也有点新鲜感 郑士雄便决定去李清延呢 见到郑士雄来 李清延掩饰住内心的厌恶 脸上露出欣喜的笑 迎了上去 世子爷来了 不知世子爷用膳了吗 郑士雄一只手揽住李清延的腰 一只手不老实地在李清延的身上乱摸 李清延面色羞红 世子 这还有下人在呢 怕什么 他们又不敢乱说 你是我的女人 我想怎么就怎么样 谁都说什么 郑士雄说着 直接撕开了李清延的外袍 李清延连忙对雪景道 你们先出去吧 是 两个丫鬟低着头 红着脸连忙退了出去 郑士雄对李清延没什么感情 自然也没什么可疼惜的地方 所以动起手来毫不客气 疼得李清延直呼 轻一点 但郑士雄可不管那些 李清延转过头 忍着着郑士雄身上那股骚臭难闻的糊臭味 希望他快一点结束 但是没想到 这郑士雄结束得有些过快了 也就几个呼吸间便没了动静 李清延呆呆地看着郑士雄 嗯 郑士雄愣住了 怎么回事 他伸手摸了摸 发现软啪啪的 怎么会这样的 按道理不应该的 但这个时候 他绝不能显现出是自己的问题 你来帮我 郑士雄命令李清延 但李清延哪会这个 见李清延没反应 郑士雄一个巴掌就打了上去 你个废物愣着干嘛 李清延只能屈辱地帮郑士雄 可不论他怎么努力都没办法 郑士雄的火气更大了 最后一把拽住了李清延的头 但即便这样 还是没办法恢复往日的姿态 最后 他把这个责任归于李清延不行 不够吸引他 于是让人把他另一个孟姨娘叫了过来 就在李清延的床上 在李清延的面前 两个人纠缠在了一起 李清延觉得十分屈辱 但又无可奈何 他紧紧握着拳头 都怪李清延 这一切都怪李清延那个小贱人 若不是因为他 自己什么会遭受这些 郑士雄的这个孟姨娘 乃是扬州兽马 手段非常 但十八般武艺施展了一遍 郑士雄也只是一小会的时间 郑士雄不信这个邪 又叫来了一个姨娘 可依然没有作用 柿子也别急 可能是您受伤还没恢复好 许是再过几日便能雄风依旧了 孟姨娘宽慰着郑士雄 经过这么一出 郑士雄兴致全无 起身离开了屋子 孟姨娘和王姨娘见状 也从床上离开 走的时候 看了眼坐在外间的李清延 脸上带着笑 妹妹先告辞了 李清延看着孟姨娘和王姨娘的背影 把手里的茶碗狠狠地砸了过去 贱人 一群贱人 雪景 李清延喊道 雪景连忙进来 姨娘 把床上的所有东西都给我扔了 背水 我要洗漱 是 雪景见李清延表情不好 不想出眉头 连忙退了下去准备 马上就是李清延的回门日 看郑士雄这个模样 怕是不会同他一起回去了 自己一个人 回门就说明了 在婆家不收待见 也不得相公的心 依照李故和老太太的性子 怕是日后更不会管他的死活 他得想个办法 让郑士雄同他一起回去才行 郑士雄离开后 就去找了大夫 深夜正家后门驶出一辆马车 里面是府衣的尸体 马车十分低调地往城外驶去 但没想到 中途遇到了几个喝完花酒的公子哥的马车 马车发生碰撞 对方不依不饶 直接掀开了车帘 在发现里面的尸体后 公子哥大惊失色 喊叫声吸引了巡逻的士兵 大胆 天子脚下 竟敢行凶作恶 那公子哥对着那小丝喝道 快去京兆府喊人 驾驶马车的小丝 没想到这么晚了 还会遇到这样的事 但他还算机灵 很快就想到了说辞 公子和各位兵爷误会了 此人乃郑国公府的家仆 犯了大错 国公爷可怜 这家仆也伺候了些日子 便让小的送到城外给埋了 士兵一听和郑国公府有关 就不太想管了 听到还是家仆 那就更没事了 京中富贵人家 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发生这种事 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了 胡说八道 公子指着那小丝道 这人我之前在仁安堂见过 好像是个大夫 他好好的大夫不当 去给人当家仆 士兵这一听 这死了的家仆 还是良民差别可是很大的 可对方是郑国公府 要惹这个麻烦是吗 那公子浑身酒气 晕呼呼道 你有什么东西证明 你是郑国公府的人 你说这是郑国公府的家仆就是啊 你这马车上 也没郑国公府的标记啊 那些士兵一听 也是这个道理 他们只是个巡逻的 还是把这烫手山芋 交给京兆府吧 那小丝真是不想把事情闹得那么大 这府衣的确是良民 若是真闹到府衙上 被人认出来 那就麻烦了 他拿出令牌 这就是郑国公府的家仆 公子还是少管别人的家务事吧 这话已经带着几分威胁了 但那公子一听 更气了 哇 你他妈的威胁老子 你知道 老子是谁吗 那公子一听怒了 今天这事 老子还非管到底了 小丝见对方 连郑国公府的面子都不给 心下有些慌 这人有些面身 京中似乎没有这么一号人物 可这气度和形式的风格 也不像是庄的 一时他也不知该怎么办 那位公子 直接让手下压着那小丝 带着马车 直接去了经兆府 郑国公府在知道这件事 想要阻拦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人已经到了经兆府压 郑士雄知道后 气得又摔了两个花瓶 他此时已近乎癫狂 那个雍一 竟然说他以后都不能人道了 之前还说他没什么事 可现在又说他做不了男人了 雍一 雍一 肯定是当初没有治好他 所以才害他 成了这个样子 他才多大年纪 他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若是变成了的太监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那么一个雍一死了 还给他找不痛快 是哪个不长眼的 竟然阻拦郑国公府的人办事 那公子面生得很 面生 那想来也不是个什么厉害角色 让他少管闲事 好好说不听 那就上点舞的 郑士雄阴着脸 这时郑国公赶了过来 一看就是刚从睡梦中起来 你的孽畜 你又做了什么 郑士雄瞪了一眼 郑府的管家 管家默默低下了头 爹 那个雍一害我 我只是让他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而已 郑士雄红着眼睛目道 他怎么害你了 郑国公问 郑士雄不想说 郑国公遣退了下人 郑士雄才说了出来 什么 郑国公听后呆住了 身子晃了晃 好在及时扶住了桌子才没倒下 你你以后都不能 郑国公只觉得心等的厉害 郑士雄红着眼睛 都是那个雍一 他当时分明说我没事的 可是现在又说我不能再做男人了 爹这事是他旧游自取 郑国公感觉天都要塌了 他就这么一个儿子 如今他这儿子还没给他生下孙子就不能不能再生了 这他郑家岂不是要绝后了吗 不成 绝对不成 这件事先不要同外人说 明天爹给你找其他大夫看 郑国公稳住心神 你最近哪都不要去 老实地在府中待着 郑国公处理这种事倒是有经验 直接让人去找了那大夫的家人 给了他们一大笔银子 让他们牵下卖身器 这样事情就算解决了 可没想到派出去的人没找到对方的家人 说是去城外领法寺小柱祈福去了 郑国公又立马派人去领法寺 但还是没找到 第二天那家人就出现在了经兆府 你们放心 有本公子在 一定会帮你们寻个公道的 这件事郑国公府出面就太掉价了 所以出面的是郑国公府的管家 那管家先自报家门后 客气地看向那位公子 不知阁下是 我乃平息郡王之子 那公子擅自一挥道 此次进京是来授封世子的 郑国公府的管家听后表情微变 平息郡王世子 这可不好处理了 原来是世子爷 郑国公府的管家露出殷勤的笑 世子爷这中间可能有什么误会 我们不若私下聊聊 能有什么误会 他们的相公和父亲死在了你们府中 你们府的小厮 大半夜还要拉着人去毁尸灭迹 幸好被英明神武的本公子遇到了 平息郡王世子苏文浩 一副吊锒的模样 那小厮还敢威胁本公子 那口气大的 好像举手投足 就能把本公子给捏死 本公子初次进京 竟不知道这京城 原来是郑国公府说的算的 听到苏文浩这话 郑管家心道 完蛋 碰到个硬茬子 这事恐怕难以善了 他连忙裴笑道歉 并使眼色让下人给郑国公报信 在知道插手这事的事 平息郡王世子后 郑国公皱起了眉头 把责任都推到那个小厮身上 说是他误杀了大夫 然后假借郑国公府的名头 想逃脱责罚 是 让府里的人都管好嘴 别乱说话 郑国公吩咐 本以为这事就这么结束了 但没想到 突然有人爆出说 郑国公府前两日还死了一个丫鬟 还死在了祠堂里 死得可惨了 很快 那日祠堂的事就被扒了出来 在京中传了开来 不是吧 那可是祠堂啊 再怎么样 也不能在那种地方 做这样的事吧 就是啊 我要是那郑家的老祖宗 我非得从坟里跳出来 承治这个不孝子 我听说那丫鬟的血 流满了整个屋子 刷了三天才刷干净 据说是弄了一个晚上呢 那这郑柿子还挺厉害 可拉道吧 那都是用的药 那夜他在春风楼叫了一对姐妹 结果好事未成就被郑国公给抓了回去 这你都知道 我那日也在春风楼 不光我看到了 大家都看到了 对对对 我也看到了 郑柿子用的那些药都可烈了 完死一个丫鬟太正常了 不过我听说死了的那大夫 就是给郑柿子看病的那个 你们说不会是 不会是什么 不会是郑柿子得了什么病吧 郑柿子已经好多天没去过春风楼了 不止春风楼 画坊也好些时日没去过了 京中很多地方都在传这些话 大家心里都明白 那小厮与那大夫无冤无仇 怎么可能会对其下手 肯定是推出来顶包的 但那小厮已经认罪 对方也没有证据证明 是郑氏雄做的 大家本以为 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但没想到那平溪郡王世子 苏文浩 是个愣头青 不管不顾 就是要经兆府调查 说得找到动机 凶器 和杀人现场才行 经兆府尹 一边被郑国公施压要结案 一边又有平溪郡王世子 再不依不饶 这两个谁都不好得罪 那平溪郡王的父亲 是先皇的树弟 因为和先皇关系亲密 又有点才能 便被封为平溪王领兵镇守西南 传了两代后 变成平溪郡王 按辈分来算的话 这位平溪郡王 算是当今圣上的堂哥 这位世子 也算是圣上的堂侄 两家都是皇亲国妻 都颇得陛下重视 经兆府尹实在不好处理 于是递上了折子 剑心帝看到这折子后 眉头锁了起来 经中不少探子 每日都会把城那些热议的事 上交给剑心帝 所以剑心帝也知道 郑士雄在祠堂里做的事 这是虽然不确定真假 但想来 不会是空穴来风 加之郑士雄那德性 剑心帝对这传言 几乎是信了个实诚实 这郑国公真是糊涂 剑心帝扔下折子 面露不渝 平溪连忙端着一碗 甜汤走过来 陛下息怒 小心气坏了身子 这是贵妃娘娘 让人送来的宾镇银耳羹 说是贵妃娘娘亲自做的呢 剑心帝看着那银耳羹火气 稍微小了些 他可不会在这种天气下厨的 估计就是亲手 从锅里咬到这碗里 就叫亲手做的了 拿来给朕尝尝吧 唉 平喜利落地 把银耳羹放下 先自己尝了一勺 然后换了一个新勺子 递给了剑心帝 姚儿宫里的厨子 手艺是不错 冰镇的银耳羹 让剑心帝稍微平和了一些心态 贵妃娘娘说 圣亲王府给了他几道食谱 若陛下乃日 有空去卫阳宫 他便让人提前坐上 剑心帝想了想 之前皇后还派人送了点心 估计是想同他说那折子上的事 今日就翻卫阳宫的牌子吧 是 平喜应下后 让人去卫阳宫知会 皇后在知道剑心帝翻了 卫阳宫的牌子后 便大概猜出了剑心帝的意思 皇后身边的老嬷嬷 忍不住开口道 娘娘 容老奴放肆一次 嬷嬷想说什么便说吧 郑皇后扶着额头道 您不能总纵的柿子了 说到底 她也只是济世的孩子 您以后要指望的 还是二皇子殿下 而不是一个扶不上墙的柿子 方嬷嬷是皇后的陪嫁嬷嬷 跟了皇后几十年 娘娘 何该是郑国公府 帮着咱们和二皇子殿下争纳位置 而不是咱们天天给郑国公府擦屁股 皇后又何尝不知这个道理 可 那是我郑家唯一的男丁 日后总是需要郑家帮助的 娘娘 方嬷嬷急着道 您是皇后 您以后是要入苏家祖坟的 您要指望的 肯定是二皇子 眼下二皇子好容易 才在朝中树立的名声 可不能被柿子给毁了呀 可他毕竟不是我亲生的 还有我的娘娘 那郑柿子也不是您生的呀 方嬷嬷觉得 自家娘娘 就是自小被郑国公给灌输了太多母家 才是你唯一的依靠这种话 如今才会这般死脑筋 可我总觉得 萧儿对我似乎并没有那么亲近 娘娘 只有二皇子殿下登大位 您成为唯一的太后 这日子才算熬出头了 到时候 那就是郑家要靠着您了 那才是好日子呢 万不要舍本竹墨呀 那嬷嬷的意思是 这次郑柿子闯出的祸 您就不要管了 总归也不是什么大事 别让陛下因为这点事 而厌烦了 您和二皇子殿下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圣心 方嬷嬷苦口婆心地劝道 本宫知道了 皇后有些憔悴 有点乏了 伺候本宫梳洗吧 剑心帝再去了卫阳宫后 化贵妃就不动声色地 给剑心帝上眼药水 第二日 剑心帝就传话给金兆府 让他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郑国公想了想 刚好到了李清延要回门的日子 他对郑国公夫人道 把回门里准备得丰厚一点 北安侯府对这个庶女 看着并不在乎 北安侯在陛下面前也说不上话 咱们就算多给些回门里 也没什么用吧 郑国公夫人弱弱道 你懂什么 得让北安侯府看到 我们对李清延重视 那对方自然也会重视起李清延 别忘了李清堂 如今是圣亲王妃 马上李清堂也该回门了 正好让熊儿去北安侯府住几日避一避 若是能得到李清堂的原谅 不管是圣亲王 还是化贵妃在陛下耳边说几句 这事便也就过去了 郑国公道 郑国公夫人小声道 可这是 不得是让平息郡王世子松口吗 事情毕竟是由他而起的 愚蠢 一个郡王的世子 能和陛下最宠的二字笔吗 郑国公夫人不敢再问 但在心中还是忍不住道 那华家和他们郑家 也算是对头了 那圣亲王会帮着他们说话 显然郑国公也是想到了 但他想的更多一些 李清堂总归是女子 总归是要依附母家 若是侯夫人和侯夫老夫人开口 那为了效益 怎么都该答应的 而且 只要给的利益够了 就不怕对方不心动 给侯夫人和老夫人多准备些礼 给圣亲王妃也是准备一个重礼 许他们一个人情 公爷 至于这样吗 郑国公夫人还是没忍住道 就让金兆府查呗 现场咱们早就打扫完了 没有证据能证明是咱们熊儿做的 我们随便找一个人做替死鬼 证据什么的 咱们完全可以伪造 春 眼下已经不是我们想怎么做到时候了 别说其他人了 这么大的把柄 那瑞王不会放过的 到头来 还是得看陛下的心意 郑国公叹了口气 陛下刚传了手谕 让他好好管儿子 结果当晚就出了那等丑闻 本来死个丫鬟没什么 但偏偏这消息被传了出去 若是这消息早点露出风声 他们还能下手无嘴 可是这消息 却偏偏在这个时候传了出来 死了个丫鬟 又死了个府衣 还被平息郡王柿子正好撞倒 郑国公觉得这一连串的事 完全不像偶然发生的 分明是在设计针对他们国公府 但又不得不说 这每一件事又都是意外 他下令抓回郑士雄和观境祠堂 都是他在那种情况下临时的决定 至于后来发生的那一切 都是不是被外人操控的 唯一让人有怀疑的就是 平息郡王柿子 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 出现在那个地方 不过时候 他也派人调查了 那柿子是从春风楼正常喝完花酒出来的 几乎是和那小四驾驶马车 离开郑国公府的时间一致 所以不是故意在那等着的 当然本身郑士雄打死府衣也是个意外 那相撞的地方 也的确是平息郡王柿子回府的必经之路上 而这平息郡王柿子是第一次进京 和他们郑国公府没有任何利益往来 更不存在得罪之说 这么看来 这一切真的只是凑巧了 毕竟没有人教唆郑士雄杀人 那要也是郑士雄自己吃下去的 郑国公只觉得头疼得厉害 苏怀木知道这个消息后 轻笑了一声 要给金赵府施压吗 木燕问 不用 我们现在看戏就好了 我大哥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苏怀木对这件事已经没了兴趣 南方那边还在下雨吗 是的 苏怀木皱起了眉头 低调些收粮 在北面加大耕地种植 能中的不管什么 只要管宝就中吧 是 大将军那边传话 马匹不够了 得补一批 还有箭矢 盔甲 木燕继续到 苏怀木点了点头 让牧民去办吧 银子还够用吗 这段时间要用银子的地方很多 没剩多少了 按您的想法 恐怕不太够 苏怀木这些年钱赚的很多 但花得更多 毕竟战争和养军队 那就是个无底洞 朝廷克扣军饷和物资 那他们便只能自己来 我会去向夫人这些银钱 李清堂在小厨房里 给苏怀木做药膳 晚清看着李清堂 额头不住外涌的汗 十分心疼 王妃 我们来就成了 您就歇着吧 没事 我不累 李清堂嚼着锅里的汤 你看着这汤 一定不能沾锅底 是 李清堂又去看 已经炖了一会的人参糯米鸡 炒了石书 忙活完了 换了身衣裳 才去找了苏怀木 苏怀木只尝了一口 眉头就皱了起来 李清堂立马紧张了起来 不好喝 苏怀木看向李清堂 你又下厨了 这么热的天 你何苦去受那个罪 让下人做就好了 那下人也会热啊 苏怀木被李清堂这句话气笑了 那你说 王府里为什么要有这么吓人 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让你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享受生活就行了吗 我知道的 但我就是想给你做嘛 李清堂微微低谋 你对我那么好 我也想回报你 我擅长的不多 这做饭算是其中之一吧 苏怀木放下筷子 拉住李清堂的手 你能嫁给我已经是 对我最好的回报 你开心 快乐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而且你很好 你什么都好 你擅长好多好多东西 你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女子 我哪有厉害的 李清堂被苏怀木夸得有些不好意思 你敢于和命运对抗 敢于匪徒斗争 敢争取你应得的一切 你的勇气 已经超过了这世上绝大多数的女子 你很聪明 也很厉害 苏怀木看着李清堂的眼睛 一字一句道 你漂亮又善良 待人温和 又不会过分心软 你便是不信自己 也要信我的眼光 你是我费尽心思求来的 是天下最好的女子 苏怀木握着李清堂的手 坚定地对她说 李清堂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苏怀木这才笑着喝了一口汤 不愧是娘子亲手做的 真好喝 李清堂也喝了一口 虽然是我做的 但的确很好喝 两人相识一眼 也不知为何 就一起笑了起来 那个夫人 苏怀木开完口后 又觉得不太好 这个时候开口要钱 会不会显得 他刚才那些话 都是为了这个这个铺垫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苏怀木觉得这件事 还是晚点再说吧 李清堂还是第一次 见苏怀木 这畏畏缩缩 说话说 半截的模样 你在外面背着我做坏事了 没有 苏怀木立马否认 李清堂放下筷子 静静看着苏怀木 苏怀木只能道 其实我只是想向 夫人支点银子 你要支多少银子 也也不是很多 就先来个五万两银子吧 苏怀木说这话的时候 有些心虚 才把中馈交给人家没多久 就要拿银子了 一拿还是那么多 好 要银票还是现银 李清堂 银票就好 行 那我一会就让人给你送来 李清堂说完 给苏怀木加了一个鸡腿 你多吃点 你太瘦了 苏怀木没想到 李清堂竟答应得这么痛快 你都不问 我要做什么吗 总归不会是做什么坏事 府中也不是没有这些银子 本就是你的银子 你想怎么花都可以 李清堂笑着看向苏怀木 你快趁热吃 凉了味道就不好了 苏怀木一边吃鸡腿 一边看李清堂的表情嘛 确定他的确没有任何不悦后 才彻底放下心来 明日就回门了 准备的东西够了吗 用不用再加点 苏怀木开口问 不用 这已经很好了 我娘那什么也不差 李清堂知道 木书云榨干了李固的私库 所以这回门的东西 他挑的也多是新奇 金贵 但是又不好变现的那种 对了 郑国公府的事 你应该也知道了吧 木正初开口道 李清堂这几日都在府中忙碌 倒是没听到什么 郑国公府又怎么了 苏怀木简单地说了一下 郑国公府这些日子发生的事 李清堂听后 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郑家不是号称清流吗 那郑国公竟能容忍这种事 毕竟是老来得子 还是唯一的儿子 自然是娇惯纵容了些 那郑国公夫人门地也不算高 能拥有眼下的一切 都是因为生了个儿子 所以对这儿子自然格外宠着 李清堂可以理解 但是无法接受 那画链也是 勇家公主唯一的孩子 自小也是被宠爱着长大的 可画链也没变成 郑氏熊这个样子 见到李清堂生气的模样 苏怀木连忙道 不过你放心 这次的事 没这么好糊弄过去 李清堂点了点头 我想明日回门 他们怕是会寻上你 苏怀木道 寻我做什么 我又不是苦主 估摸着是想让你寻我 让我在父皇面前 帮他说句好话 苏怀木道 眼下我大哥 肯定是不会放过 这么好的机会 他们又不想 牵扯我二哥 更重要的是我二哥的话 没有我的话好用 李清堂听后 更觉得无语 他们应该知道 我或许比瑞王 更不希望郑氏熊好吧 所以我想 他们大概会从 你家人那边下手 应该会许诺很大的利益 让你祖母或者父亲 开口同你说 苏怀木道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明日会陪你一起回去 你识吗 都不用管 李清堂点了点头 但还是有些担忧 不过 你真的可以吗 这样出去 大家不会怀疑 我真的可以 苏怀木给了李清堂 一个安心的表情 这一切都在计划中 我父皇知道 我如今的情况 不过是出个门而已 没关系 李清堂点了点头 那我让人 马马车弄得软一些 你做得也舒服些 苏怀木笑了 娘子这样 让我有时觉得 我真的是个病样子 李清堂的脸 竖得红了起来 苏怀木之前 都是叫他夫人 或者王妃 但今日突然 叫了他一句 娘子 这娘子明明和夫人 王妃的意思一样的 他为什么会 突然脸红呢 苏怀木看到 李清堂的脸 突然红了 笑着继续道 娘子 李清堂看了一眼 苏怀木 吃饭的时候 不要说话 小心噎道 苏怀木笑得开怀 又叫了一声娘子 李清堂伸手 轻垂了他一下 你再乱说的话 就自己吃吧 我错了 唐儿妹妹 苏怀木 你今天真的好奇怪 苏怀木连忙道歉 吃饭 夫人吃饭 吃完饭 两人在院子里 又转了一小会 才回到各自的卧房 苏怀木躺在床上 看着空落落的半边床 叹了口气 第二日一早 李清堂就起来收拾 在他收拾妥贴后 苏怀木也换好衣服来了 马车直接来到院门口 接上两人 往北安侯府出发 北安侯府距离 盛青王府不算太远 盛青王府的马车 很大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 小型的寝室 厚厚的软垫子上 又被李清堂 放了一个玉石垫子 这样悬软之余 又不会太热 北安侯府的下人们 一大早就开始忙碌 把望春轩里里歪歪 又收拾了一边 到处都张灯结彩 当望风的小四来柄说 看到了王府的马车后 沐淑云连忙又对着镜子 收拾了一下仪表 然后带着人急匆匆地往门口去 去把侯爷他们都叫来 很快包括老太太在内的侯府 所有人都在了门口 等着李清堂和苏怀木 华贵的马车平稳地 驶到侯府门口 婉青和习宿先 扶着李清堂下来 沐淑云看到李清堂就红了眼睛 沐淑云连忙擦了擦眼睛 见过圣亲王妃 沐淑云都行礼了 其他人自然也连忙行礼 李清堂快步走过去 扶住了沐淑云和老夫人 怎能让母亲和祖母对清堂行礼 李清鸾看着李清堂头上那缝头差 身上那阵红色的华丽颈服 极度的眼睛都要红了 这时苏怀木被沐翔扶着 从马车上走了下来 大家都以为以苏怀木的身体情况 怕是不会陪李清堂一起回门了 但没想到苏怀木竟然来了 众人连忙行礼 见过圣亲王 除了被李清堂握着手的沐淑云 其余所有人都给苏怀木行了礼 苏怀木也都瘦了 瘦完礼后才 虚弱地俯着胸口摆了摆手 都是自家人 无须多礼 今日陪李清堂回门 苏怀木自是没有像往日一样戴面具的 虽然脸上是不健康的苍白和憔悴 但也掩盖不住自内而外的风华 李清延和李清堂在见到苏怀木后 对李清堂的疾愤又上了一层台阶 尤其是李清延 凭什么他要嫁给郑士雄这个垃圾 而李清堂却可以嫁给这样的风光济月的男子 李清堂多年前是见过苏怀木的 他知道苏怀木长相不俗 他曾经也在犹豫是选择苏怀霄还是苏怀木 最终在孙冷雪的权衡力弊下选择了苏怀霄 这么多年未见 苏怀木如今的这份孱弱 反而更添了一份别样的吸引力 所以也早一日回门 因为郑国公的交代郑士雄虽不情愿 但还是跟着来了 并且会陪李清延在家中住上三日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第二日 等苏怀木和李清堂回门 苏怀木是圣亲王 郑士雄不情愿也得出来行礼迎接 看到苏怀木和李清堂并肩而战的模样 郑士雄眼睛都红了起来 也正是这样才没注意到李清延的异样 让李清延逃过了一劫 在众人的拥促下 苏怀木和李清堂来到了郑堂 众人聊了几句家常后 李故把话头引到了郑士雄和李清延的身上 李清延笑着接过话茬 之前有些事是妹妹的不对 妹妹在这以茶代酒给姐姐道歉 如今我们以为人妇 过去的事就让她过去吧 李清堂笑盈盈地看向李清延 不只是你一个人不对吧 这话就是再点郑士雄了 郑士雄握了握拳头 露出一个有些难看的笑 过去的事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我以茶代酒进王妃一杯 说完他便要一眼下 与此同时苏怀木突然咳嗽了起来 众人的目光和注意力都被苏怀木夺了过去 王爷您今日车马劳顿了 切身扶您去休息吧 来人被软叫 李清堂吩咐道 从王府带来的软叫一直就在门口等着 听到召唤立马进来 下人们扶着苏怀木上了轿子 习促快带着王爷去望春轩休息 是 看着苏怀木可得上气不接下气 好像随时都能晕过去的模样 吓得众人脸色都白了起来 苏怀木要是在北安侯府出了事 那他们一辅人都得完蛋 母亲 你们不用担心 我自己处理就好 我是带了大夫来的 李清堂说完就离开正堂 回了望春轩 李姑和老太太望着李清堂几人离去的背影 焦急的心情是无法掩饰的 李清延和郑士雄都是好容易才做好了心理建设 向李清堂低头道歉 但没想到 对方竟然直接无视了他们 李和风一直站在后面没有动过 看着屋内的众声响 到了望春轩 李清堂让人忙把苏怀木扶到了床上 看好院子除了我母亲外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来杯温水 我要给王爷喂药 是 很快王府下人就把望春轩给围住了 李姑想来看看 却被拦住 抱歉侯爷 王妃下令不许任何人进入 我是王妃的父亲 李姑被侍卫拦住后觉得面子挂不住 这几日他可是被所有人捧着的那个 王妃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 侍卫面无表情地开口 李姑身后跟了不少人 这两次碰壁让他有些颜面扫地 降红了一张脸 穆书云见撞连忙道 侯爷 堂儿既然让我们不要担心 我们还是不要来添乱了 李姑面色不悦 穆书云继续道 今日我们不参与 那出了事也有堂儿担着 但若是插手了 出现问题 那侯府可真是脱不了干系 李姑听到 这才耿着脖子离开 今日的主角离场了 其他人自然也没有继续的必要了 李姑本来想去听竹轩 但李清延叫住了他 邀他去了林水轩 这林水轩是侯府知道 郑士雄会陪李清延回门后 特意收拾出来的 李清延心底不禁冷笑 果然是看人下菜碟的 府中三个孩子 只有他没有自己的院子 因为他娘是丫鬟出身 所以他吃穿用度 处处都比不上其他人 甚至连聘礼都被魅下了 可没想到 出嫁后竟有了自己的院子 虽然他非常清楚 这院子是看在郑士雄的份上才有的 他回门的时候 老太太他们可没在门口迎接 可今日全府都在门口翘首以盼李清延的归来 连不可一世的郑士雄 都得乖乖给苏怀木和李清延行礼 他那大姐姐 牙龈都快咬碎了却 不得不低头 所以说全市啊 真是个好东西 他十分清楚 郑国公府突然对他这么好 还让郑士雄陪他回府的原因 虽然心里不痛快 但这确实是他的机会 他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眼下郑士雄的身体可是不行了 如果绸谋得当 他或许有机会成为未来郑国公府的女主人 到时候他看谁还敢瞧不起他 到了林水轩 李清延亲手给李固烹茶 国公爷听女儿说你喜欢茶 便让女儿带了这上好的碧螺春 今一早我就去园子里取了陈露 正好够给父亲和世子欺茶 李清延一副乖巧体贴的模样 恰到好处地说着李固和郑士雄喜欢听的话 把两人哄得差不多开心了之后 李清延开始把话题引到了刚才的事情上 刚才的事 父亲千万不要生姐姐的气 二姐姐现在是盛亲王妃 有些脾气也是应该的 毕竟身份尊贵 一提到这事 李固脸色又差了起来 只是姐姐应该把成亲王也同来的消息 提前知会一声才是 也好让咱们有个准备 瞧刚才成亲王那虚弱的模样 若是真有个三长两短 就算不是咱们的错 但也陛下那么疼爱圣亲王 难免会迁怒 李固一听更气了 完全没想到 丈夫本就该陪妻子回门 苏怀牧若是不回来 才该派人来通知的 李清延又说了一堆 李清堂如今底气足了 不需要侯府撑腰了 估摸着李清堂之前 在家中乖巧的模样都是装的 如今被封安乐县主 还嫁给了圣亲王 这下腰板一下子就硬了起来 于是开始记恨起父亲和北安侯府 让他吃了那么多年苦头的事了 这个不孝女 我是他爹 就算他如今是亲王妃又如何 百事孝为宪 李固怒道 便是说到圣上面前 也是我站着脸 这些时日所有人都在奉承着他 已经让李固 有些摸不清自己的金粮了 李清延给郑士雄使了一个眼色 郑士雄本不想搭理 但李清延在倒茶的时候 贴近郑士雄的耳边道 世子别忘了国公爷交代的事 于是郑士雄跟着开口道 女子出嫁前靠父亲 出嫁后靠相公 若是相公没了 不还是得要依靠母族才有底气吗 我看侯爷这二女儿 属实有些眼皮子浅了 郑士雄继续道 岳父大人 咱们如今都是自己人 便就多说些实在话 就成亲王那个身子骨 还能有多少时日 李顾虽然飘 但还是知道底线在哪的 或者他是懂得世子 要挑软地捏这个道理 他可以说李清延 因为李清延是他的女儿 但是他说不得苏怀木 这要是被传了出去 那真是会被砍脑袋的 世子爷 这话可不能乱说 郑士雄不以为意 岳父大人放心 这里只有咱们三个人 没什么可怕的 当初都病成那个样子了 怎么可能突然就好了 可若真插成那样 又何必跟着堂儿一起回门呢 郑士雄歪着嘴笑了一下 那不是得证明他活着吗 郑国公府如今的处境 看似花团锦簇 实则烈火烹游 他多活一日 华家才能多安稳一日 郑士雄这些都是瞎急把乱说的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李顾知道 别看苏怀木是王爷 但活不了多久 郑国公府也早晚得完蛋 八戒苏怀木和李清堂是没有前途的 还是得站在他们这一边 只有郑国公府 或者说只有他郑士雄好了 才能把保治北安侯府的世代昌荣 李清延和郑士雄一唱一鹤 把李顾绑在了自己的船上 眼下二姐姐已经和父亲离了心 咱们可得趁着郑亲王还活着的时候 多为自己谋点利益 不然最后北安侯府可什么都没了 李清延道 父亲给了二姐姐那么多嫁妆 让他风光大嫁 他总得回馈点什么吧 不然可不是成了白眼狼 一提到李清堂的嫁妆 李顾就肉疼得厉害 他这些年积攒下来的东西全没了 也就靠着那点宗正寺的月份活着 可那点银子够干什么的 他想从侯府帐上支银子 但侯府帐上根本没有多余的银子 下人都卖了一批 各个院子的月份又捡了一些 才好容易收支平衡 不过好在李清堂成了盛亲王妃 不少人私下给了他孝敬 这手头才松快了些 李清延看李顾闪动的目光 就知道火候差不多了 又拉着郑士雄与李顾说了一顿 李顾便应下了 让李清堂帮他们说好话的事 聊完这一切 李顾离开了灵水阁 低着头 满腹心事地往厅竹轩走去 父亲 李顾吓了一跳 抬起头来 发现是李和风 松了口气 换上一副和蔼的笑脸 芬儿啊 你怎么在这 要去练武场练会刀 李顾想起这条路 的确也是通往练武场的 李顾看着面前 已经比他高了半个头的李和风 欣慰地点了点头 伸手拍了拍李和风结实的臂膀 有上镜心是好的 但也别太辛苦了 嗯 李和风点了点头 那孩儿先去了 去吧去吧 日头大 别练太久累着了 李顾慈父般地叮嘱道 看着李和风的背影 李顾脸上露出欣慰的笑 他父亲就是去得太早了 若还是活着 一定很为他骄傲 他的儿子年纪轻轻 已经是朝五校尉 一个女儿做了王妃 一个女儿入了国公府 还有一个女儿 迟早也是要嫁入高门的 更重要的是 这北安侯府如今世袭网替 这可是连他祖父 都没做到的事情了 这一刻李顾骄傲的 仿佛给一双翅膀 就可以上天了 但他不知道 在他没看到的地方 李和风伸手胆了胆 李顾刚刚拍过的地方 眼神十分嫌恶 望春轩里 苏怀木躺在李清堂的闺床上 好奇地打量着屋内的摆设 还伸手拨了拨床曼 床曼轻轻飘动 带着点花果的香气 苏怀木没忍住 又抓起被子闻了闻 也是一股淡淡的花果香气 他又转身闻了闻枕头 这时李清堂从外面走了进来 干嘛呢 苏怀木吓得下意识 开始装虚弱 头疼 李清堂放下药碗 眯着看眼睛看苏怀木 你头疼捂着胸口 苏怀木有些尴尬地 放下放在胸口的手 那个 看到窘迫的苏怀木 李清堂没忍住笑了出来 你不会觉得这被子和枕头 都是我用过的吧 苏怀木带住 不是吗 李清堂捂着嘴笑了起来 这是龙凤辈 肯定是新患的呀 苏怀木从没觉得 自己这么蠢笨过 不如我们今晚留宿一宴 苏怀木开口建议 我爹可是和我那三妹妹 与郑士雄谈了好一会 你就不怕留下的时间太长 麻烦是太多 有什么可怕的 苏怀木坐了起来 不管他们做什么 最终不过都是 要求我而已 那你会答应吗 那你想让我答应吗 自然是不想的 李清堂可不想 就这么放过郑士雄 告诉你个秘密吧 苏怀木突然开口 秘密 李清堂好奇地 看向苏怀木 什么秘密 苏怀木对李清堂招了招手 李清堂坐到床边 把耳朵贴了过去 随着李清堂的靠近 比床曼和被褥上 更甜美的香气 飘进了苏怀木的鼻腔 苏怀木靠近李清堂 在鼻尖可以触碰到 李清堂拆头缝上 垂下的流苏的位置 开口 这件事是我做的 震动的气流 让李清堂的耳朵痒痒的 他没忍住缩了一下脖子 带满朱脆的头 压在了苏怀木的头上 有些冰冷的唇 碰到了发烫的耳间 两人都是一个机灵 李清堂想要起身 但刚动了一下 就觉得挂住了 又跌坐回了苏怀木的怀里 别动 缠住了 苏怀木的唇 紧贴着李清堂的耳朵 李清堂 感觉好像什么东西 钻进了他的耳朵里 又酥又痒 忍不住地想要动 但却被苏怀木牢牢抱住 忍一忍 我来解 李清堂文言老实地坐着 但两个人 谁也看不到缠绕的地方 李清堂是侧身不方便 只能苏怀木来解 苏怀木的唇 从冰冷变得炽热 越解 缠绕得越近 他的唇 已经贴在了李清堂的耳朵上 李清堂的身子 忍不住地微微发抖 脑子一片空白 就呆呆地等着苏怀木 完全没有想到 其实他可以直接 把钗子拔下来的 苏怀木的心思 其实已经不再解缠绕的发丝了 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正常男子 面对自己心爱的女子 在这么近的距离 他很难控制自己的念头 不自觉就含住了李清堂的耳垂 李清堂一个机灵 整个身子都僵直了起来 不不如我们喊喊人进来帮忙吧 苏怀木并未回话 只是一只手 揽住了李清堂柔软的腰肢 夫君 这样不好的 李清堂虽然握住了苏怀木的手 但也只是握着 叫云青哥哥 苏怀木贴着李清堂的耳垂 声音中带着到不明的情愫 李清堂的脸红的 简直要滴血 紧紧握着苏怀木的手 云云青哥哥 等我们回府好不好 苏怀木找回李志 觉得他这 确实有点趁人之危了 抱歉 他伸手摘掉了李清堂的凤头拆 李清堂觉得身子一松 连忙站了起来 在距离床边两三步的地方 微微低着头 你饿不饿 我给你弄点吃的吧 说完也不敢看苏怀木 桃一样的出了门 小姐 您是哪里不舒服吗 李清堂一出去 就看到了婉青 婉青见李清堂脸红得厉害 连忙问道 没有 只是屋子里太热了 我去找母亲 你们不用跟着了 李清堂说着 脸忙捂着脸离开 婉青一脸疑惑 用手肘碰了碰习素 小姐的耳朵 是不是破了呀 看着好红啊 习素笑着拉走婉青 大人的是你少管 我也是大人好吧 我比小姐还大一岁呢 婉青昂着脑袋道 习素打趣道 那婉青大人 可以有心仪的男子了 回头我让王妃替你做主 你胡说什么呢 我才不嫁人呢 我得陪着小姐 不 我得陪着王妃一辈子呢 婉青嘴上这么说着 但脸颊 她还是不自觉红了起来 李清堂走出院子 坐在花园的凉亭中 伸手摸了下耳垂后 又连忙放下 深呼吸了好一会 才缓和情绪 平静了下来 她正打算离开的时候 一个她最不想看到的人 走了过来 李清堂转身 就要往另一个方向走 但一个恶心的 让人响吐的声音 在背后响起 王妃为何看到本世子就跑 难道是 害怕本世子 在躲着吗 李清堂停下脚步 冷谋 看向郑士雄 世子多少有些高看自己了 这里是北安侯府 我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而且路上遇到狗屎 总是要绕开的 不是吗 郑士雄听后怒了 你说谁是狗屎 世子这么激动 做什么 本王妃刚刚那只是一个比喻 郑国公饱读诗书 郑士子不会连这都听不懂吧 自从知道自己不能人道之后 郑士雄的脾气 就越发的暴躁 越发的喜怒无常 若在以往 他定是要动手的 但如今的李清堂 已经不是过去的李清堂了 他有求于人 还是得装模作样一番 郑士雄压下翻涌的怒气 王妃的话 我自然听得懂 我叫住王妃 也不过是想为过去的 错事道个歉而已 道歉就不必了 只要郑士子以后 离本王妃远点就好 李清堂说吧 转身就走 郑士雄连忙冲到李清堂的前面 拦住了他的去路 郑士雄 这里是北安侯府 不是你郑国公府 你想做什么 李清堂立色质问 郑士雄笑了起来 王妃不要误会 我真的只是想道歉而已 如今你的妹妹嫁给了我 你是我的妻姐 我是你的妹夫 我们这也是一家人了 世子错了 首先李清延 只是你的妾不是妻 什么妻姐 不存在的 李清堂冷声道 我如今嫁给了圣亲王 出嫁从夫 本王妃如今是皇家的人 不知道世子口中的一家人 是从何而来 等下次入宫 我会问问父皇的 郑士雄一听李清堂 用皇帝压他 心中怒火更盛 但是又不能发作 只能咬紧了牙冠 对对对 是我的错 我说错了话 如今二小姐是圣王妃 金罪玉贵 本世子自是得罪不起 望王妃大人不计小人过 日后 本世子定会不爱王妃的眼 李清堂只觉得郑士雄恶心 这时李清延刚好走了过来 见到了郑士雄和李清堂在一起 这不是二妹妹和郑士子吗 你们两人怎么独自在这 只是恰好遇到 郑士子在给本王妃请安而已 李清堂看着李清延 看在你我姐妹的情面上 便饶恕你这次的无礼 望大姐姐铭记 以后见到我是该行礼的 李清延恨恨地握紧了手中的帕子 面上的笑都带着几分扭曲 是 李清堂趁此机会刚好离开 郑士雄十分不渝地瞥了一眼李清延 丢下一句蠢货后 转身离开 李清延瞪大了眼睛愣在原地 等到郑士雄走远后才小声咒骂 一个自身难保的废物 竟还敢说他 一个两个有什么好得意的 等他飞上枝头那一天 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跟在身后的懒儿 默默低着头 当做什么都没听到 李和风在练武场 练出一身汗 正准备回院子的时候 翠英带着丫鬟走了过来 没想到能再遇到柿子 这真是太巧了 李和风用毛巾擦着汗 没有理会翠英 翠英见状从丫鬟珍珠手里 拿过绿豆汤 走到李和风面前 怯声声道 看柿子出了不少汗 这日头这么大 喝点绿豆汤解解数吧 李和风转头看向翠英 如阴笋般的目光落在翠英的脸上 让翠英心都颤了起来 柿子 你这么盯着奴家 是奴家的脸上是有些什么吗 李和风没说话 只是抬起手里的刀 对着翠英的脑袋 翠英没想到 李和风会直接用刀对着他 瞬间脸色就白了 连忙解释 是柿子 这这是要做 做什么 奴家 只是 只是恰好路过 见见柿子练武这般用功 出了这么多汗 正巧奴家做了不少绿豆汤 便 便想着给柿子一碗而已 李和风面无表情 手中的刀 直接对着翠英甩了出去 啊 翠英直接扔掉了手里的绿豆汤 尖叫着抱住了自己的脑袋 不远处的珍珠也被吓傻了 刀飞出去的瞬间 他就闭上了眼睛 在听到翠英尖叫的时候 他觉得完蛋了 他没想到 这厚猴斧柿子 竟一点不懂得怜香惜玉 直到没有了任何声音 他才颤悠悠地睁开眼睛 他已经做好了 看到翠姨娘尸体 倒在血泊中的模样 但没想到 翠姨娘还是好端端地站着 但李和风已经没了踪影 珍珠连忙上前 查看翠姨娘的情况 姨娘你没事吧 翠英两只脚 打着颤的睁开眼抬起头 我我没事吗 珍珠扶着翠英 姨娘没事 翠英捂着胸口 你不知道那柿子的眼神 都有多恐怖 我刚才真的以为他要杀我 这时珍珠 看到了翠姨娘身后 约莫五六米处的树干上 插着李和风刚才握着的刀 刀下还有一条翠绿色的蛇 他长出了一口气 连忙道 柿子怎么会杀姨娘 柿子刚刚是看到了姨娘身后的蛇 估计是怕蛇咬到姨娘 这才出手的 翠英听后 回头望了一眼 看到那条得有一米长的蛇后 吓得又连忙转过了眼睛 这时 他突然感觉 下面有点温热热 潮呼呼的感觉 他以为自己早产了 吓得连忙伸手去摸 发现不是血后 才松了口气 可随后一股子浓浓的尿骚味 就扑面而来 所以他不是早产 而是被吓尿了 翠英又羞又怕 拉着珍珠道 快 竹轩李和风简单冲了地走 换了身衣上后 他叫来了真管家 让他带人去把阎武厂整个封起来 安上院门 不许外人出入 是 李和风随后想了想又到 把听竹轩的院门也换个方向 听竹轩的院门与阎武厂是斜对着的 李和风不想再给这翠英任何理由 这 真管家犹豫了一下 李和风看向真管家 不行 世子的吩咐当然可以 只是不知 世子想让听竹轩的门 往哪个方向开 真管家问 西边是靠着丫鬟婆子们住的后照房吧 那就在西面开吧 李和风道 真管家 都不用想就知道 这翠姨娘定是招惹了他们世子的不痛快 老奴这就派人去改 翠英正在擦洗换衣裳 换完后 一脸苦闷地坐在椅子上 珍珠 我瞧着世子那模样 怕是不喜欢我 您是侯爷的姨娘 也算是世子的长辈了 有侯爷在 他怎敢对您表露爱意 珍珠道 不过凡事咱们不能看表面的 奴婢觉着世子对您是还是有情谊在的 有吗 翠英疑惑 自然是有的了 若不是世子及时发现了那蛇 把其一刀斩断 那蛇估计就会伤到您 所以 世子这是在保护姨娘啊 被珍珠这么一说 翠英觉得 好像也有些道理 奴婢都打听过了 世子爷就是那性子 除了对夫人和老太太外 对府中所有女子都冷冰冰的 就算对大小姐也是一样的 珍珠宽慰道 世子也一小就去了边关 在军队里长大 那可是凭着一刀一枪的珍本是 被封得招武校尉 以后定是会成为大将军的 话本子里 将军都是这样冷冰冰的 翠英点了点头 似乎是认同了珍珠的话 但这个时候 听竹轩门口 突然来了一群人 听到声音 珍珠走了出去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奉世子爷的命令 帮翠姨娘改一下院子 珍管家道 会有些吵闹 翠姨娘可以去院子里转转 或者在屋里等着 翠英刚听珍珠说 李和风对她是有意的 自然就觉得 李和风这番派人过来 定是看听竹轩的院子 太过空荡 想为她造个井什么的 所以欣然同意 那我就去院子里转转吧 珍珠扶着翠英 脸上带着笑 我就说吧 世子爷定是对您有意的 刚帮您斩了蛇 这紧接着就来替您改院子 奴婢都打听了 这侯府里有钱的是侯夫人 侯夫人的嫁妆 给了王妃一半 还有一半都是留给世子爷的 您想想 世子爷指头凤梨露下点渣子 都够姨娘一辈子了 翠英会对李和风动心思 除了因为她进侯府后的 这段日子过得实在太苦了 一个月才使两银子 她买盒胭脂都不够 那李故也不像以往那样 给她花银子了 她是觉得自己掉到了金龟絮 所以才想方设法地往侯府钻 结果没想到 李故也是个吃软饭的 而这侯夫人比起难对付 更不如说 根本连正眼都没瞧过她 让她想了一肚子的主意 都没地方用 李青鸾和李青岩 一个在府中身份尴尬 一个还出嫁了 没一个帮得上她 翠英本是信了那李青岩的鬼话 觉得战场上刀剑无眼 她可以母瓶子贵 李青岩说她会在府中帮衬自己 让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有机会 可以继承侯府 到时候 她翠英就是侯府老夫人 风光无二 但进入侯府后 事情就完全不像李青岩当初说的那样 她就帮了李青岩她一个忙 还被沾了一身骚 那时候她就知道 侯府里这两个小姐 每一个指得上的 是直接断了她的心思 看着李青岩出嫁时的十里红装 听说穆书云一半的嫁妆 就有十万两 还有一半嫁妆 是要留给李和风的时候 她看着比李固更加年轻 英俊 魁梧而有力的李和风 就起了些不该有的心思 李和风是北安侯府唯一的继承人 还要继承穆书云那么多嫁妆 自身也优秀 日后搞不好能当上大将军 她与李和风年纪相仿 若是能给李和风做姨娘 哪怕不是姨娘 只是有了关系 李和风年本就乱得很 别说她只是李固的姨娘 金钟府邸里那些公爹 还和自己的儿媳妇 不清不楚呢 少爷 请恕奴才直言 平康弯腰行礼 说吧 奴才觉得 那翠姨娘 好像对您起了不该有的想法 平康道 这些时日 她那丫鬟 经常在咱们的院子周围晃悠 我知道 原本她倒是不知道 翠姨对她有这种想法 但经过今日的事 她便明白了 用不用告诉夫人 让夫人处置了翠姨娘 不必 李和风心中 有了一个想法 这件事 不必同任何人说 我自会解决 是 苏怀木陪李清堂回门的消息 金钟已经传遍了 同时更多的人 也知道这个成亲王的身子 是真的不好 突然发病 让整个侯府忙活了大半天 不过好在病情平稳了下来 苏怀木参加了当晚的家宴 苏怀木和李清堂坐在主位 开宴后 众人都在暗自打量着苏怀木 看着他的眼色 本王身体不好 不能饮酒 便以茶带酒进侯爷和侯夫人一杯 感谢他们把王妃养育得如此优秀 李固连忙端起酒杯 对唐儿我的确 是倾注了很多心思 穆书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几番交谈下来 见苏怀木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以接近 众人也稍微放开了一些 李清延主动给苏怀木敬酒 演绎了一番声泪俱下的诚恳道歉 李固和老太太在旁边帮了枪 正式雄剑 差不多了也开口 看似是用皇后和宣王来攀关系 其实也或多或少 带了点胁迫的意味 李清延有些生气 苏怀木握住李清延的手 让他稍安勿躁 此时李和风开口 直接把话题给转了 妹妹 我送你的匕首可还喜欢 李清延看向李和风 眼睛笑成弯弯的月牙 喜欢 我还是第一次见那么精美的匕首呢 那是西域王廷的宝贝 刀刃锋利 吹发可断 李和风道 是我斩杀北辽将领后得的战利品 哥哥好厉害 可北辽人手中 怎么会有西域王廷的东西 李清延好奇追问 那将领是北辽第二大部落的首领之子 他的母亲是西域一个小国的公主 李和风讲着他在边关的故事 和听到的意识 李和风虽然语气十分平淡 甚至带了点冰冷 故事也是平扑直说 哪怕说到杀人的时候 也是平淡的 好像在说鲨鱼一样 说到在边关看到的那些人间惨剧 桌上的氛围变得有些奇怪 李故轻咳了两声 给了李和风眼神 想让他别说了 偏生着苏怀木 十分感兴趣问了起来 两人一来二去就探讨了起来 既然苏怀木感兴趣 那谁敢阻止 便只能听着二人 讨论着那些残酷的刑法 我听闻北辽人会食用生肉 甚至用人头喝酒 这是真是假 苏怀木好奇询问 是真的 他们还流行一种天葬 把尸身放到山上 让秃鹫和雄鹰啃食 用肉身反补天地 李和风道 不过北辽军中也流行一种刑法 犯了大错的士兵 会被打得奄奄一息 然后绑在柱子上 活着喂给熊鹰 死得极其漫长而痛苦 李清鸾听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不仅是李清鸾 桌上除了李和风和苏怀木之外的 所有人表情都有些不太好 但看苏怀木那么有兴趣的模样 他们又不敢打断 他们喝酒的头颅 一般用的都是斩下的敌军将领 或者一些位高权重的敌国人 李和风说着环视了一圈 比如郑世子和我父亲这种 郑世雄和李姑的脸色十分难看 但李和风还没说完 当然 还有殿下与我这种 所有男人都说了进去 苏怀木都不生气 他们俩也不好再说什么 两人又聊聊一会 苏怀木才反应过来 瞧瞧我 这兴致一上来就多说了些 大家快吃饭吧 不用在意本王 苏怀木说着 给李姑加了一块肉 侯爷 感谢您今日的款待 您多吃点 李姑看着碗里的肉 脑中全是刚刚李和风和苏怀木说的那些画面 胃里一阵翻滚 实在无法下嘴 偏偏这时苏怀木问 我之前瞧着侯爷 挺喜欢这道菜的 不吃是嫌弃本王的筷子不干净 不是 当然不是 李姑连忙夹起肉往嘴里放 几乎整个吞了下去解释道 只是刚刚吃的太多 有些吃不下了而已 原来如此 苏怀木点了点头 面上带着浅浅的笑 侯府厨子的手艺极好 这些菜都是甚是可口 王爷喜欢就好 喜欢就好 李姑陪着笑 苏怀木喝下一杯茶后 突然开口 对了 刚才咱们说到哪来着 众人一时没反应过来 苏怀木看向郑士兄 面上带着笑 你说 你与本王是什么来着 郑士兄本来说 他与苏怀木是亲上加亲 是连京来着 郑士兄没觉得 这有什么不对 于是开口说 连但还没说完 李青言就连忙到 自然是君臣关系 是吧夫君 郑士兄如今也反应了过来 虽不情愿 但还是点头 嗯 对 世子这话可太谦虚了 世子是皇后的弟弟 也算是我二哥的舅舅 如今又纳了我夫人的树妹为妾 咱们也勉强算得上师一家人 世子有什么话 大可以直接 不必那么多这圈子 未来大家还是要相互扶持的嘛 苏怀木这突然转变的态度 让众人都愣了一下 但这对郑士兄他们来说 却是好事 于是郑士兄便直说了 李顾见苏怀木 一直面带微笑 似乎心情很好 便也跟着帮腔 是啊是啊 大家以后都是一家人 只有互帮互助 才能走得更长远嘛 苏怀木笑着道 不比大哥和二哥 如今已在朝中任职 本王只是个空有爵位的 闲散王爷 怕是帮不了世子太多 但是经中最近有一些 关于郑国功夫不好的传闻 那完全都是无中生有 空穴来风 希望王爷能帮忙 在圣上面前每言两句 本王缠绵病态已久 这是第一次出门 倒是不知外面有什么 对郑国功夫不好的传闻 不如世子与本王好好说一说 本王得知道了具体的情况 才好和父皇求情啊 郑士兄耿着 这让他怎么说 他怎么能亲口说出自己 在祠堂里弄死一个丫鬟 还不举的事 李青堂看着郑士兄 这仿佛吃下去一个死苍蝇的模样 用手帕擦嘴 遮掩住笑意 这时李青岩开口帮忙解释 就是之前府中死了的丫鬟和吓人 两人一个是自己不小心没的 一个是犯了错 但外面非要说是世子害死的这二人 世子虽然有些贪玩 但也不是那种随便打杀下人的人 这传闻沸沸扬扬的 肯定是背后有人 想毁郑国功夫的清誉 故意散播的谣言 对对对 郑士兄连忙复合 原来是这么回事 苏怀木看着李青岩 面不改色的胡说八道 点了点头 世子那来的好歉 不过互帮互助吗 本王替世子求情 那世子要怎么还本王这个情 不知王爷想要什么 郑士雄问 本王喜好的 无非就是吃喝玩乐 听说郑家在秋阳山附近的那处庄子里 不仅景色优美 还有天然温泉水 环绕整个宅子 哪怕冬日里也是温暖如春 不干不燥 很是适合修养身子 苏怀木道 本王十分未冷 所以才会在冬日去江南江养身子 若是能在京城附近的一个四季 都温暖如春的地方 那日后便不必再去那么远的地方了 郑士雄明白苏怀木的意思 既然王爷喜欢那个庄子 那我立马派人把庄子收拾出来 送给殿下 这哪里好意思 那庄子建起来 一定花了不少银子 怎能让世子吃那么大的亏 你说个数 本王用银子买 殿下太过见外了 一个郊外的宅子 能值多少银子 这宅子 就当郑国公府 送给王爷和王妃的新婚贺礼了 郑士雄再蠢 也不至于真的问苏怀木要银子 那就劳烦世子转告郑国公 本王很喜欢这礼物 苏怀木也不再推辞 不瞒世子说 本王眼馋 那个宅子已经很久了 听说那里 因为地势高夏日还十分清凉 我这身子既怕冷还未热 刚好可以去避暑 是 那庄子在半山腰 夏日山风阵阵 的确清凉 那真是太好了 这几日气温刚热一些 本王这喘气 就觉得费尽了不少 本王三日后搬进去 世子看如何 郑世兄一听三日 眉头微微皱起 苏怀木见状继续道 都已经摆得了宅子 本王也不是那不讲理的人 不能再劳烦郑国公府的人操劳了 本王会派人帮忙收拾 顺便把本王的东西搬进去 我听说那庄子郑国公府 除了春日宴外 并不常去 想来 该是好收拾的吧 是 那庄子是挺好收拾的 那本王今日回去 就派人去帮忙收拾 苏怀木笑着看向李清堂 那山上的风景极美 王妃也定是会喜欢的 林儿姐姐这几日还一直想约我去爬山呢 我闲着车马劳顿便不想去 此番正好约上林儿姐姐和永家公主一起 这样晚上就肃在那 爬了山再泡个温泉 刚好可以解法 李清堂不知道 苏怀木为什么会把话题拐到这个地方 他记得之前苏怀木明明说了 郑国公府的这事是他做的 他既然做了 那就是想要郑世雄倒霉的 可为什么眼下又答应要帮郑世雄呢 李清堂虽然不解 但还是配苏怀木的做法 笑着继续道 我一会就派人去公主府通知公主和郡主 他们一定很开心 苏怀木和他在京郊都是有温泉庄子的 苏怀木特意提出要这庄子 或许这庄子有什么特别之处吧 郑世雄听后脸色有些微妙 但是已至此 他也不能反悔 这点小事怎敢劳烦王爷 我这就通知家里 让他们赶紧去收拾 郑世雄道 那就劳烦世子了 若人手不够仅可以去盛亲王府找本王 郑世谈完 这饭局看起来倒是其乐融融 李清堂看了眼时间 小声问 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 苏怀木笑着道 王妃难得回来 世子都陪李三小姐在府中住了两日 本王也该陪王妃在家中住上一日吧 而且本王同和丰兄一见如故 与郑世子也是相谈甚欢 已经好久没这么畅快地聊过天了 这时李固连忙道 是啊是啊 这时候也不早了 就在府中住一晚 明天用过早饭再回去 也来得及 李清堂点了点头 一直把郑世雄和李固喝到鸣鼎大醉 苏怀木才和李清堂回到了望春轩 回到望春轩 李清堂便问道 怎么突然要留宿一晚 因为在侯府的话 他就不能与李清堂分房而睡了 但苏怀木显然不能这么说 自然是为了把郑世雄留在侯府 多争取些时间 苏怀木道 当然也的确是想 让你在侯府多住一日 说到这李清堂凑了过来 你到底为什么要答应帮郑世雄啊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苏怀木笑了一笑 夜深了 夫人先帮我更衣吧 我们一会可以躺下慢慢说 李清堂下意识道 你要和我住一个房间 夫人是嫌弃我 不想与我同眠 苏怀木反问 李清堂连忙摇头 不不是的 只是李清堂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就是有些突然 不 也不能算是突然 他们是夫妻 睡在一起本就是应该的 只是之前一直分房睡 如今突然要在一起 他有些不适应了 夫人若是介意也没事 我可以搬出去 只是怕侯夫人知道 咱们一直分房 会担心你 苏怀木道 不用搬 李清堂急忙道 我 我伺候你梳洗 苏怀木忍着笑意 嗯 这是李清堂第一次给男人宽衣 他的双手微微颤抖着 从苏怀木的腰间穿过 解开腰带和记带 然后 绕到苏怀木的身后 伸出手从背后 吞下他的外袍 一件一件 直到剩下白色的泄衣 一整套忙活完后 夜色更加深沉 两人并排 躺在李清堂的闺床上 中间约莫 隔着两个拳头的距离 李清堂双手紧紧握着背脚 一动也不敢动 夫人好像很紧张 没妙啊 李清堂耿着脖子 时辰不早了 早些休息吧 李清堂说完就连忙转过身 背对着苏怀木 苏怀木看了一眼后 笑了笑 好的 唐儿妹妹 李清堂连忙用被子 把大半的脑袋都捂住 什么唐儿妹妹 李清堂这红着脸 缩在被子里的时候 突然感觉一双手掀开了被子 他紧张地微微转过头 看着苏怀木的眼睛 你要做什么 唯夫只是怕你大夏天 被这辈子给捂死 李清堂觉得更加尴尬了 苏怀木不再打去李清堂 从背后隔着被子抱住李清堂 睡吧 晚安 李清堂开始是紧张地 脑中胡思乱想 但也不知道是今日太累了 还是苏怀木的怀抱太有安全感 他很快便安心地睡了过去 并且睡得十分安稳 甚至连梦都没有做一个 但苏怀木却恰恰相反 他几乎一夜未睡 心爱的女子香软在怀 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君子 自然也不可能做到心如止水 只在天亮前才浅浅睡了一会 还做了一个十分起立的梦 梦醒后 他便连忙去 冲了一个冷水澡 换上干净的衣裳才重新 小心翼翼地躺回了床上 他刚躺回床上 李清堂就翻了个身子 转身抱住了苏怀木 苏怀木吓得一动不敢动 心跳如雷鼓 好容易才平复下来 他看着李清堂如鸭与乌黑纤长的睫毛 画在瓷白细腻的脸上 穷摇欲鼻 阴唇微张 浅浅地呼吸像六月的暖风 缭拨得人心痒痒 苏怀木看着李清堂的阴唇 喉结艰难地涌动了一下 索性闭上了眼睛 在脑中莫被人知出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狗不叫 性乃迁 李清堂这一觉睡得极好 睁开眼的时候 就看到他正趴在苏怀木的怀里 手还揽住了苏怀木的腰 李清堂的脸刷一下就红了 他他他怎么还主动上手了呢 李清堂本想起来 但看到苏怀木的脸后 起身的动作又停了下来 他伸手在苏怀木面前晃了晃 见苏怀木没有反应 又用手轻轻碰了一下苏怀木的胳膊 依旧没有反应 看来苏怀木还没醒 于是 他便侧着身子 细细打亮着苏怀木的脸 明明看了很久 但还是觉得好看得不太真实 他伸手轻轻从苏怀木的眉眼上扶过 经过高耸的鼻梁 来到柔软的唇边 李清堂的指腹 只是微微触碰到 便又缩了回来 见苏怀木没有反应 李清堂的胆子又大了些 他很好奇 亲吻到底是什么感觉 他之前在苏州 跟柳福桑学习的时候 在百花楼里见过的 他当时问过柳福桑 柳福桑说 与爱人亲吻 会觉得时间既慢 又快 会觉得身体里 好像有一粒种子破壳而出 无法形容 只有体会过才能知道 李清堂舔了一下自己的嘴唇 这样会不会显得 有些趁人之危 苏怀木从李清堂醒的那一刻 就在犹豫纠结 犹豫纠结 要不要睁开眼睛 但没想到李清堂 竟然开始描摹他的眉眼 他不敢睁眼 怕吓到李清堂 便只能继续装睡 现在李清堂突然又没了动静 他是不是可以睁眼了 苏怀木正犹豫 正在思索 该怎么样醒来 才显得比较自然的时候 突然感觉嘴唇上一片柔软 他脑子嗡的一声 但这一下十分短暂轻柔 就像一片沾了水的羽毛 轻轻划过 李清堂蜻蜓点水般地 吻了一下苏怀木 舔了舔嘴唇 感受了一下体内 歪了歪脑袋 好像并没有那种 一粒种子破壳而出的感觉 所以 是他吻得太轻了吗 那要再试一下吗 李清堂盯着苏怀木的嘴唇 小心翼翼地再次凑了上去 苏怀木能感觉 李清堂的呼吸 离他越来越近 他努力保持平稳 怕被李清堂发现不对 然后同样的触觉 再次出现在他的唇上 这一次 比上次多停了一回 李清堂还是没有那种感觉 正想着离开的时候 感觉一双手 突然按住了他的脑袋 原本轻轻地浅着 突然变得深邃幽远 他被整个包裹着 好像从平地突然飞到了高空 空气都变得稀薄起来 呼吸开始急促 下面仿佛有火山口 咕咚咕咚 炽热的岩浆翻滚着 烤得空气都开始扭曲 他像无依无靠的扶平 只能紧紧依附着对方 上天入海 一粒种子从破壳而出 瞬间就开出了起立的花朵 也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 等李清堂的脑袋 从一片空白回过神的时候 他和苏怀木 已经坐在了桌边 准备吃早餐 夫人 夫人 苏怀木叫了两声 李清堂才回过神 怎么了 吃饭了 哦 哦好 李清堂连忙端起舟 就要往嘴里倒 但却被苏怀木一把拦住 烫 啊 哦 苏怀木见李清堂 还晕晕乎乎的嘴角 没忍住上扬 小声道 就这点本事还敢偷亲 你说什么 苏怀木摇头 摇起一勺粥 吹了吹地到了李清堂的嘴边 我说 夫人喝粥 吃完早饭 李清堂和苏怀木 去拜别长辈 穆书云拉着李清堂的手 有些舍不得 岳母若是思念堂儿 可以随时来王府 圣卿王府什么都不多 就是屋子多 欢迎岳母来小住 苏怀木道 想来侯爷也是愿意的 自然 自然 李固连忙道 穆书云笑着看向苏怀木 多谢王爷 以后我家堂儿就拜托王爷了 虽然两人没有园房 但他可以看出 苏怀木心里是装着堂儿的 也能看出 堂儿的幸福快乐 是发自心底的 这样他便可以松口气了 岳母放心 我活一日 天下便无人可欺堂儿 苏怀木说着 默默拉起了李清堂的手 目光里满是坚定 从今以后 他要让李清堂穿 最好看的裙子 带最漂亮的珠花 让天下所有人都羡慕他 敬畏他 让任何人都不能再欺辱他 伤害他 李顾见苏怀木 对李清堂这般喜欢 放了心 穆书云如今是铁了心 不用嫁妆补贴侯府了 那他总得给侯府弄些收入吧 趁着成亲王还活着 靠着圣亲王府这棵大树 他得赶紧把自己的金库 给封印起来 回王府的马车上 李清堂一直透过窗纱 看着外面 尽量避免与苏怀木眼神相交 到了王府 李清堂准备先下马车 在他要走出车厢的时候 苏怀木开口 娘子以后不用偷亲 我可以主动 李清堂的脸瞬间红了起来 回头瞪了一眼苏怀木 然后快步下车 头也不回地离开 苏怀木看着李清堂的背影 笑了出来 李清堂几乎是一路小跑地 回了自己的院子 回去后 就把自己关在了卧房中 用被子捂住了脸 真是羞死个人了 不过柳福桑说的没错 那感觉真的很奇妙 李清堂拍了拍自己的脑子 别想了 别想了 没过一会 院子里传来响动 李清堂出去 发现一群人正在往院子里搬东西 这是在做什么 回禀王妃 王爷说 把他的东西都搬到王妃的院子里来 为什么 下人被问得一愣 李清堂这才反应过来 他问了一个多蠢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 怎么这么突然 突然吗 苏怀木走了进来 我们是夫妻和该住一个屋子的 苏怀木走到李清堂身边 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声音道 娘子木不是亲过后 不想负责了 李清堂之前倒是没发现 苏怀木是一个嘴平的人 他气得捶了一下苏怀木的胸口 苏怀木捂着胸口 咳嗽了起来 吓得李清堂连忙扶住 没事吧 苏怀木还是剧烈的咳嗽 两天连忙让人换御医 苏怀木低着头白手 李清堂连忙把人扶入屋子 倒了一杯水 我也没用力气 怎么会这样 苏怀木收住咳嗽 我没事 娘子不用担心 李清堂听到苏怀木这么说 眼神一灵 你又骗我 苏怀木见李清堂有要生气的迹象 连忙道 不是 刚刚是真的喉咙痒痒 喝了娘子给倒的水 这才好了 李清堂见苏怀木匆忙解释的模样 笑了出来 苏怀木也笑了出来 一会夫人得空了 去库房随便找个不喜欢的物件 我让人送去郑国公府给国公爷 怎么突然要给郑国公府送礼物 李清堂有些疑惑 昨天收了那么大一个桩子 还要好好几分厚礼 总得还一个 这不叫礼尚往来吗 苏怀木一本正经道 李清堂信他这个礼尚往来 不过还是吩咐习素 把我架状里那块寿山石 找出来给王爷 怎好让夫人用自己的架状 一块石头而已 放在屋里也占地方 李清堂道 对了 我想办一个师会 在王府中不太好 可以用柳安巷的那间宅子吗 当然可以 在王府办师会 也没什么不好的 你想怎样都可以 苏怀木道 等郑家把庄子倒出来 我们在那庄子里办师会 也不是不可以 那个庄子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之处 李清堂开口问道 苏怀木笑了笑 确实有点特别 同一时间郑国公府里 郑士雄把昨日 沐家家宴上发生的事 告诉了郑国公 三皇子答应 在陛下面前替我求情了 只是他要 秋阳山的那处庄子 儿子答应了 什么 你怎么可以答应这件事 郑国公听后 立马拍桌起 你不知道 那里有什么吗 儿子知道 但三皇子就看好了呢 听说那四季如春 便想在那养病 咱们只要把东西转移出来 不就好了吗 郑士雄道 父亲 最重要的是先解决了眼下事啊 郑国公记的胸口剧烈起伏 喊来了 他得力的下属 跟着圣亲王府的探子 有没有什么消息 成亲王为什么会突然要那个庄子 他不是得到什么消息了吧 昨日探子才来报过 圣亲王府一切正常 还是过去的老样子 不过圣亲王妃 最近一直在悬赏各种各样 能缓解成亲王病情的方子 探子说 有个犹豫说 植物茂盛的地方 生命力旺盛 对人的身体修养也有好处 如果有天然的温泉水更好 每日浸泡更佳 所以圣亲王府最近一直在打探 京城山林附近有温泉的庄子 郑士雄听后立即道 父亲您看 三皇子答应帮忙 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 眼下 咱们还是赶紧把那清理干净 三皇子说三日后就会过去 那李清堂还约了永家公主和化灵说 要去内玩呢 郑士雄道 这个时候 苏怀木拍穆祥 把寿山石送了过来 见过国公爷 见过世子 穆祥带着十分恭敬的笑 我家王爷感谢郑国公和世子慷慨 这一回府 就立即让人给国公爷回礼 这寿山石可是从东海而来 愿国公爷服辱东海 寿彼南山 王爷太过客气了 是我们该感谢王爷 此番不计前嫌 出手相助 国公爷可太客气了 我家王爷 说白得了这么大的庄子 再让郑国公府的人操劳太不应该 所以特意让奴才带了一队人来帮忙 搬东西 抗物件什么的 都可以使唤他们 还有圣亲王府 在那附近也有个庄子 王爷说 把那处庄子赠予郑士子 当作置换 王爷说那庄子肯定是不如郑国公府的好 希望国公爷和世子不要嫌弃 圣亲王太客气 这寿山石老臣就收下了 但这庄子 老臣万不能收 本就是对王爷有求在先 怎好 还拿王爷的东西 那庄子上的东西不多 不需要劳烦王府的下人 老臣多谢王爷的好意 既然如此 那这庄子的地契奴才 就拿回去了 但这人还是先留下吧 但国公爷用不用是国公爷的事 王爷此番一共就让奴才来办三件事 若是只办成了一件 那回去后奴才怎么有脸见王爷 那就依公公所言 把人留下吧 郑国公见状也不能继续推辞 不然就显得有些奇怪了 多谢国公爷体恤 那奴才就不打扰国公爷和世子爷了 穆祥笑着道 对了 王爷还让奴才转告国公爷 事情只要方方面面都过得去 那其他方面不会有任何问题 谁府上还不发生点意外呢 这平息郡王的世子 真是爱多管闲事啊 那就多谢王爷了 穆祥这话说出来 郑国公就明白这意思了 面上应付官府是很简单的 就怕往身里挖 等穆祥离开后 郑国公立马就派人去庄子 让他们立即把东西都转移都 务必要转移得干干净净 穆祥回去后 把话原原本本地转达给了苏怀木 这件事 苏怀木也没避着李清堂 给宫里递个牌子 说我明日携王妃要给父皇谢恩 是 穆祥退下去后 李清堂问道 你真的要给郑氏兄求情啊 本王不是那种言而无信的人 事情都答应了 自然得办 毕竟好处都拿了 苏怀木道 明日还得劳烦夫人 同我一起演一场戏 演戏 苏怀木点头 两人细细说了许久 李清堂听完后 看向苏怀木的表情 有些复杂 我好像真的不太了解你 李清堂觉得他最开始认识的表哥 到如今夫君都不太一样 时间还长 我们总会了解的 李清堂点了点头 第二日 两人一起进了宫 傅平提醒道 殿下 陛下今日的心情不太好 瑞王殿下刚离开 多谢公公提醒 苏怀木道 我想着上次送的茶 差不多该喝完了 便又带了些 天气渐热 可加点果子煮后冰镇 别有一番风味 多谢殿下 傅平笑得眼睛都弯了起来 殿下不用这般费心的 苏怀木摇了摇头 我小时候身子弱 公公没少照顾 公公的好 本王一直记在心里 两人说着话 剑心帝宣人进去 苏怀木拉着李清堂的手 走了进去 一进去 苏怀木就拉着李清堂 给剑心帝行了大礼 剑心帝连忙让苏怀木起身 正不是免了你的大礼吗 你身子不好 就别折腾了 李清堂和傅平 一起扶着苏怀木起来 苏怀木脸上 带着温和的笑 我此番病重 父皇为了而臣花了那么多心思 而臣的一切都是父皇给的 只能以此表达心意 剑心帝 见苏怀木这段话说完 气喘吁吁的模样 连忙吩咐 快赐作 多谢父皇 你这才好了几日 怎么就出来走动了 身子受得了吗 剑心帝 看苏怀木销售的脸庞 和明显大了不少的巢符 有了几分慈父心 在床上躺了这么多日子 感觉身子都要发霉了 苏怀木笑着道 出门都有马车和叫念 还受得住 本来几日前就想来谢恩 但当时实在精神不济 怕父皇看了担忧 便又养了几日 王爷一醒来 就想带陈席进宫谢恩 是陈席见王爷身子实在缠入 才拦住了 望陛下恕罪 李清堂连忙请罪 剑心帝白手 你做得没错 苏怀木又真情实意地 感激了剑心帝一番 然后不动声色地拍马屁 什么当时快死的时候 都见到玉皇大帝了 然后突然听到了 剑心帝的声音 什么人皇召唤 便又把他给放了回来 这话李清堂听得 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人死了 不是见阎王 也是见佛祖 哪来的玉皇大帝 还人皇召唤 李清堂听着 脸都要扫红了 生怕剑心帝觉得苏怀木这话 太过胡扯而生气 结果就听到 剑剑心帝哈哈大笑 李清堂 原来男人都是一样 剑心帝和李顾 也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拍完马屁 苏怀木又开始说自己很惶恐 陛下越过了长子苏怀前 和名义上的弟子苏怀霄 给他先封了亲王 他活不了多久 并不看中这些 不想因此让剑心帝被人非议 这说的什么胡话 你是朕最疼爱的儿子 朕国公又在外杀敌立功 谁敢质疑这封赏 剑心帝拍桌子道 苏怀木一脸仰慕地 风赏对于儿臣不重要 重要的是父皇身体康健 这样才能避惑陈 母妃和王妃长长久久 提到李清堂 剑心帝看向苏怀木 你与王妃看着感情不错 本来还怕你会排斥这次婚呢 儿臣已经听说了当时的情况 堂儿在那种时候 愿意嫁给儿臣 也算是儿臣的半个救命恩人 这是父皇的次婚 我自是要敬他爱他 才不辜负父皇对儿臣的爱 而臣知道 当时各家都在给女儿相看 对儿臣避之不及 觉得这是个火坑 所以沈小姐才会嫁给了二哥 而臣就是要对王妃好 让所有人都羡慕 后悔 让他们知道 父皇的次婚是恩赐 而不是什么私心 苏怀木把这权规公 在了剑心帝的身上 剑心帝点头 镇的几个孩子中 墨儿最为懂事 李清堂心中复杂 但面上还是一副低眉顺眼的乖巧 恭敬模样 而臣不像两个哥哥那样 身强力壮 聪慧能干 可以替父皇分忧 而臣的王妃母家 也不如几位嫂嫂显赫 能在朝中说上话 帮父皇分忧解难 苏怀木一脸愧疚 但每个字都踩在了剑心帝的雷点上 朝廷上近些年的主旋律 一直都是利处 但剑心帝如今正直壮年 最是机会这事 想到这几日 苏怀前和苏怀霄两派人 在朝上的争斗 剑心帝脸色又差了起来 苏怀木继续道 儿臣不能替父皇解忧 还时常因为身体原因 给父皇添麻烦 眼下也只能力所能及地 苏怀木虚弱地摇头儿臣知道 最近郑国公府的事 是父皇再替儿臣出气 但郑国公毕竟是父皇的公骨之臣 那郑世雄是郑国公的独子 母后的亲弟弟 也算是二哥的舅舅 若是因为儿臣的被责罚 致使郑国公与父皇离心 那就是儿臣的大错了 虽然那郑世雄对儿臣的王妃有所不轨 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郑世子已经给儿臣和王妃道歉了 还把秋阳山的庄子 送给了儿臣做疗养之地 王妃也接受了道歉 这时李清堂开口 父皇 陈媳 虽是侯爵府嫡女 得父皇必又享有爵位 但李家香火不忘 父亲的心思也不在官场 如今的荣耀 全靠着父皇和王爷 陈媳信佛 自幼便在罐中长大 佛修今世 今世苦修 积德行善 来世才能有福报 李清堂道 陈媳 能得此造化 已是仰仗陛下皇恩 不敢奢求更多 父皇 郑国公学生满朝堂 二哥又聪慧 而陈这身体 也护不了王妃一事 他年纪小又生得好 总得给他留些路 苏怀母说完这话 便咳嗽了起来 李清堂连忙帮苏怀母拍背 红了眼睛 王爷别说这种话 父皇乃人皇 龙气绵长 玉帝老儿都让其三分 父皇会保佑您的 怎能让父皇 为我这点小事费心 我的病若在寻常人家 早早就被放弃了 能活到今日 我已经十分知足了 我只想在最后 为父皇母妃和你做些什么 苏怀母演的那叫一个真情实感 若不是知道他的身体情况 李清堂真的觉得 苏怀母是不是明天就要死了 剑心帝看着病奄奄的苏怀母 和红了眼的李清堂 心下也是感慨 他的爱不多 基本上都给了化贵妃和苏怀母 很多次他想过 若化贵妃不是郑国公的女儿 苏怀母也不是郑国公的外孙 那他一定会把皇位传给苏怀母 苏怀母的模样 完全继承了剑心帝和化贵妃的优点 从小到大都十分体贴他的辛苦 从不给他惹祸 也不曾因为身体更不好 而怨天尤人拥有难得的赤子之心 今早朝廷上还为郑国公府的事争吵不休 经兆福 大理寺和刑部都不想当主判 这事便交给你处理了 剑心帝开口 剑心帝让苏怀母处理 便是全权由苏怀母说的算了 也是算是给了苏怀母 一个卖郑国公面子的机会 多谢父皇 但这是不是不合规矩 而臣并非这三步的人 也不太懂律法 朕就是规矩 而臣谢父皇 苏怀母起身给剑心帝行了一礼 李清堂也跟上 正是说完了 苏怀母又开始与剑心帝联络起感情来 郑家那处庄子冬暖夏凉 父皇若是得空可以去小住几日 而臣记得父皇不喜炎热 今日政务太多 马上就是殿士 总得忙过这阵子 剑心帝道 父皇一定要多多保重身体 王妃为了替儿臣养身子 搜罗了不少药膳方子 等回去后尔臣便让人整理成策 承给父皇 木儿有心了 剑心帝和苏怀母有失一番斧子词笑 随着苏怀母的一声闷壳 帕子上扎眼的血色落入剑心帝的眼里 苏怀母连忙装作不想被看到 藏了起来 儿臣不打扰父皇了 母后还让二臣去看看他呢 去吧 陪你母妃用个晚膳再走 剑心帝道 等朕忙完了 就去卫阳宫陪你们 多谢父皇 而臣告退 傅平把人送出去后 又回到剑心帝身边伺候 你怎么看 剑心帝突然开口问 傅平连忙道 奴才愚笨 不知陛下指的是 老三给郑家求情这件事 昨个圣亲王陪王妃回门 郑世子也陪李三小姐回门 还住了几日 傅平分析道 想来就是为了等圣亲王妃回门 为了求情的 王爷会答应 无非也就是不想得罪人 想要给王妃和贵妃娘娘留点路吧 奴才刚刚扶圣亲王的时候 那真是吓了一跳 那真是瘦得皮包骨 傅平没敢继续说下去 成亲王这些年少有求宁的时候 听那话想来也是被逼急了 剑心帝拍了一下桌子 这郑国公真觉得 郑离不开他 竟敢威胁起郑的儿子和儿媳来了 不让老二来求郑 而是找到老三 傅平不敢说话 剑心帝继续发泄内心的不满 你看看早朝上 就那么一点小事 也要拿到朝会上说 那三法司是吃干饭的吗 这一点事都处理不好 还让郑拿主意 他们不想得罪人 便要郑来得罪人 一个个真真都是好算计 傅平等着剑心帝发泄完后开口道 奴才觉得 成亲王殿下这情 倒是求得恰到好处 陛下大可以趁这次机会 放权给成亲王殿下 嗯 那些长官不过是怕得罪人 那边给他们 找个不怕得罪人的主子 不就好了吗 傅平道 成亲王殿下这些年 从未设计过党争 圣亲王妃家中人口简单 北安侯虽没什么能力 但也不是作奸犯恶之人 甚至还稍有些风流文采 闯不出什么祸事 最重要的是 成亲王殿下和陛下是一条心 镇国公府一门武将 远远镇守北境 有威慑 但又鞭长莫及 不如让成亲王殿下 做三法寺的监察长官 即镇得住下面的人 减少陛下很多麻烦 也不怕被外人施压 影响案情公正 傅平建议道 可这会不会给了太大的权力 剑心帝有些担忧 陛下 圣亲王殿下的身体不好 便是权力再大 也影响不了什么 剑心帝听后 有些心动啊 可那些老臣会答应吗 若是被人估计够呛 但若是圣亲王老奴 觉得会答应 傅平回答 剑心帝点头 是的 这件事 不管让老大还是老二来做 都不行 他们一定会偏袒自己的势力 而对方也一定不会同意 但苏怀木就不一样了 苏怀木注定无法继承皇位 没有自己的势力 也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忠立 对于任何一方都是好事 剑心帝手指轻轻在桌面点着 思索着利弊 许久后停了下来 开口道 你指吧 华贵妃知道 苏怀木今日要带李清堂进宫谢恩 等人来到卫阳宫后 他先是当着众人的面 上演了一幕母子情深 然后在苏怀木一咳嗽后 就立马把人带进了店中 遣退了众人 让苏怀木好好休息 外人一离开后 华贵妃立马就不负刚才的慈母表情 坐在桌前 拿起看了一半的画本子 怎么 刚刚又去演了一出父子情深的大戏了 苏怀木也没了之前的尾米 坐在桌前 先给李清堂倒了一杯茶 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嗯 想来很快我就会能被封关了 想来还是个大官 华贵妃翻了一个白眼 莫不是病到脑子了 给你大官 你和他谁封了 苏怀木笑了一下 打个赌摸母妃 华贵妃一听来了兴趣 放下手里的画本子 你要赌什么 苏怀木看向李清堂 唐儿 看看母妃这屋子里喜欢什么 为父给你迎过来 李清堂一愣 有些不知所措 啊 我听说父皇把西域禁献的琉璃净 送给了母妃 不若就赌这个吧 苏怀木道 我若赢了 母妃就把琉璃净送给儿子 那你若输了呢 华贵妃问 母妃想要什么 你若输了 就让小檀儿在宫里陪我几日吧 我一个人闷得要死 华贵妃抱怨 苏怀木知道自己输不了 所以对这个赌注答应得十分痛快 好 华贵妃拉着李清堂 去了自己的私库 让李清堂看看 有没有什么喜欢的 让她随便挑选 若是之前 李清堂肯定会入出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但现在便还好 母妃不用的 我那什么都不缺 这东西不是缺不缺 是喜不喜欢 华贵妃拿起一个玉镯子 带到了李清堂的手腕上 咱们女儿家不比男子那吃喝玩乐 咱们能花费的 不过就是些衣裳首饰 可咱这打扮 也不是只为了自己啊 咱又不能天天对着镜子瞧 最终还是便宜那些臭男人 所以啊 千万不要替男人省银子 喜欢什么就要什么 她不给你买 你就磨她 磨到她给你买为止 那银子不花在你身上 就花在别人身上了 咱们可不做那冤大头 知道吗 李清堂点了点头 华贵妃又拿起几个项链 在李清堂身上比对 最后似乎挑不出哪个更好看一些 便都让人装了起来 母妃 这太多了 这东西都是救的不去 新的不来 华贵妃不以为一岛 送你了 我才有机会让陛下送我新的呀 李清堂一副受教了的模样 华贵妃拉着李清堂往更里面走 凑到她耳边 用极小的声音道 拿出去后 就是自己的了 李清堂对这句话 有些似懂非懂 准备记在心里 等回府后 问问苏怀目 进来的时候两手空空 但离开的时候除了身上 丫鬟手里也拿满了东西 晚上剑心帝来了后 华贵妃就拉着李清堂的手 开始炫耀 陛下 你看唐儿戴着镯子漂亮吧 剑心帝点头 嗯 这些也好看吧 华贵妃又指着戒指和项链问 都好看 华贵妃得意洋洋 我也觉得好看 我的眼光就从没错过 但我看着这些 似乎有些眼熟 剑心帝看着李清堂身上的手势道 这耳环我记得是上个月上副局才给你打的吧 是啊 臣妾是挺喜欢的 但这耳环唐儿戴着实在好看 陛下 您再给人家打一对呗 这次臣妾想要个红宝石的 红色最衬臣妾了 华贵妃拉着剑心帝的胳膊 我想要个头再大一点的 赵美人前两日还在炫耀她的宝石戒指 我那耳环上的宝石定要比赵美人的大 不然臣妾会不开心的 臣妾不开心脾气就不好 火气大人就会生病 陛下该是舍不得臣妾生病的吧 华贵妃用那对天生便含情默默的大眼睛 可怜兮兮地看着剑心帝 剑心帝轻咳了一声 孩子们还在呢 华贵妃嘟着嘴 那又怎么了 都是一家人 父母是孩子的榜样 咱们恩爱 那孩子也会恩爱 大家都恩爱就是家和 人家的大家自然也会欣赏 李清堂不自觉对华贵妃投出敬佩的目光 剑心帝被华贵妃这一套说的 没有可反口的地方 好好好 都医尼 晚膳十分丰盛且讲究 华贵妃和苏怀木都精准掌握着剑心帝的心理 说的话 做的是每一剑都在剑心帝的心坎上 李清堂也会讲一些在苏州的剑文 剑心帝提到了剑谜居士 说他虽没有那么上佛 但也十分欣赏剑谜居士的画作 喜欢那绚烂的色彩和起立的世界 李清堂默默记在心里 准备日后可以画一幅什么来送给剑心帝 苏怀木吃了点就有些体力不济的模样 剑心帝道 朕打算重启监察院 觉得封你为监察院总督察使 以后刑部 大理寺和御史台和金兆府便都有你督察 苏怀木一脸惶恐 这这 儿臣这身体 怕是无法胜任这个职位 之前钱国是有监察院的 当时监察的是三法司 也就是刑部 大理寺和御史台 但因为后期权力太大 于是便被停了 这次剑心帝把金兆府也加了进去 你若不能胜任 那这满朝中便无人可用了 剑心帝叹了口气 如今三法司不受监管 很多事情 朕也是有心无力 从灵儿被刺杀一世 到沁阳县 再到最近这些事 结果总是不尽如人意 朕需要一个可以震慑监管 真心实意帮助朕的人 让这朝野海清和燕 苏怀木听后 金神烧镇做了几分 臣愿为父皇分忧 也不怕得罪人 但而沉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怕达不到父皇的期待 这时华贵妃也开口了 不成不成 这活一听就很累 木儿这身子得好好养着 受不了一点累的 若是因为操劳这些事 而病得更重了怎么办 不行 我不答应 李清堂也开口道 王爷如今刚能下床活动 御医说万不可劳累 若再病倒了 那就见到华贵妃 李清堂和苏怀木 都如此真情实意地不想管这事 便更坚定了 健心地要苏怀木 做这个督察使的心 你们不用担忧 朕怎么会害墨 木儿什么也不用做 只需担着这名头 朕会派金甲卫助你 有什么事都可以直接来找朕 建心地道 苏怀木知道 建心地这是监察院 就是建心地为了自己收拢权力而复建的 他不过是建心地挑选出来的一个木偶靶子罢了 华贵妃还是不乐意 苏怀木见状道 母妃 我愿意 木儿 你这身子骨可别逞强 你也不想让唐儿年纪轻轻就手挂吧 华贵妃不同意 嘟着嘴看着建心地 那耳环我不要了 别让木儿入巢了 瞧瞧琴儿和萧儿都累丑了 木儿受成这副丑 样子我已经很心疼了 加上操劳就更丑了 我这么好看 臣妾 臣妾实在接受不了啊 建心地都快被华贵妃给气笑了 累丑了 她的关注点 好像一直都是这些流于表面的 当然 这也是她这么多年宠爱她的原因 爱妃 这天底下 就找不出比咱们墨更英俊的男子了 华贵妃哭啼啼道 是 她之前是好看 可你瞧瞧她 如今这脸瘦得跟驴似的 华贵妃承认她这话是带了些私心在的 这小子框了她的流离境 她骂几句也不过分吧 李清堂听到这句话 差点没忍住 连忙用手帕去抹眼睛 装作擦眼泪 苏怀木嘴角扯了扯 母妃 你别说了 我愿意替父皇解忧 你不要命了 华贵妃瞪着苏怀木 儿臣的命是父皇给的 这些年儿臣从未回报过父皇 能有这个机会 儿臣很开心 苏怀木看向剑心帝 父皇放心 儿臣一定不会辜负父皇的期待 剑心帝拍了拍苏怀木的胳膊 好孩子 话贵妃气地转过头 你们一大一小 就会气我 早晚有一天被你们气死 剑心帝安抚 朕觉得光做耳环不够 要做就做一套 爱妃觉得如何 一套可不够 夏天热得慌 蓝色看着凉爽 再来套蓝宝石的话 我觉得我还能多活几日 好好 多一年 多一年 华贵妃这才笑着给剑心帝针灸 顺便不动声色地 给了李清堂一个眼神 意思 学会了吗 用过晚膳 李清堂和苏怀木就告辞 在宫门下药前 离开了皇宫 回去的路上 李清堂把华贵妃 同他说的话又说了一遍 母妃说 这些首饰拿出去后 就是自己的了 这是什么意思 上次 我不是问你要了五万两银子吗 苏怀木开始给李清堂解释 那是要给郑国公他们 天制马匹和武器的 郑国公府看着很厉害 但其实特别穷 我与母妃不能与郑国公府 嫌得太过亲近 所以只能暗地里补贴 但也不能补贴得太明显 你应该也知道 我在外面是有另一种身份的 这些年 我借着养病和游玩的借口 在外经营着很多产业 那里的银子 大部分都用在补贴北京了 可军费不该是朝廷出吗 李清堂不解 而且花自己的银子养军队 这听起来 就是要诸九族的事 户部尚书不是自己人 皇上也忌惮郑国公 加上层层贪腐 均想到了边关得扒下一大层皮 外祖上书了很多次 但互不哭穷 皇上一拖延 一直处于饿不死 但也吃不饱的局面 可这样的军队 要怎么打胜仗 苏怀木说到此处 微微握紧拳头 可这么多年 这么些银子注入 不会被发现吗 李清堂问 剿匪 苏怀木道 皇上说没有银子 外祖便提议剿匪来补军费 皇上同意了 所以你们是军匪一家 李清堂小声问 刚开始缴的是真的匪 既练兵又赚银子 后面实在没有可缴的了 便会伪装 苏怀木道 不能说军匪一家 只能说是明修战道 暗赌陈仓罢了 母妃真是个奇女子 李清堂感慨了起来 大致若愚于就是这样吧 你这么夸她 她听到后会翘脚的 苏怀木笑了笑 她母妃的确是 她见过最聪慧的女子 若不是她母妃卓越的演技 和对苏英靖心里绝对的把握 她不会平安无事地活到这个年岁 华家的日子 也绝对不会如今日这般好过 第二日是休暮日 不用上早朝 建新帝下旨封苏怀木为监察院总督察使 监察三法司 及金兆府的司法 金兆府因为地理原因 金兆府尹既是地方官又算是金官 所以府衙馆的这些案子 经常涉及很多达官显贵 不好处理 就比如郑士雄这事 这是死了人的大事 可以上交给大理寺 还有些看似无足轻重 但实则既在深远的小事 可能金兆府根本不会在意 也不会上报 这样就会错失很多重要消息 所以建新帝把这也给囊括了进去 这到圣旨一下 整个京城都沸腾了 尤其宣王府和瑞王府的气压 极其低沉 父皇这是何意 竟让三帝做什么总督察使 监管三法司 瑞王苏怀前在书房中夺来夺去 十分烦躁 朝中乃来的这个官职 殿下 陛下这封圣旨的重点 不是三皇子总督察使 而是陛下要重开监察院了 吏部尚书江卢松摸着胡须开口道 外祖请戏说 江卢松把监察院的诞生和结束的原因介绍了一遍 陛下此番重开监察院 怕是因为朝中立储的呼声太大 心有不愿所以出手了 那父皇让三帝当着总督察使 不会是看到三帝 想立他为太子吧 江卢松叹气 他女儿明明挺聪明的 怎么生出这么一个愚笨的儿子 不 正是圣上不会立三殿下为太子 所以才让三殿下担任这个职位 这是为何 苏怀前问 自然是用来制衡你与宣王殿下 找出你们的错处 压下朝中立储的胜命 江卢松道 最近这些十日 殿下可是要小心些行事 手下的人也要各位约束起来 这些我都明白的 外祖父放心 江卢松点了点头 另一边郑国公府中 苏怀霄正与郑国公商讨此事 剑星帝让苏怀目监察三法司 那郑师兄这事便是过去了 父皇此举是为了监察我与大哥吧 苏怀霄道 不知事前陛下是否有向国公爷透露此事 郑国公摇头 我与殿下是一条船上的人 陛下若是针对你与大皇子 自然是不可能与我先通缉的 那国公觉得此事 我们该如何应对 如今只要不是大皇子的人 便是好 郑国公道 三皇子那身子管不了什么事 不过是陛下为了收拢权力抛出的棋子 但如果利用得当 对我们也是有利的 请公爷赐教 郑国公细细把他们可以利用的点说了出来 宣王一派和瑞王一派都在激烈的讨论 第二的早朝 剑星帝就宣布重启监察院的事 倒是出乎意料的 没有什么人反对 或者说 有人对重启监察院有些疑议 但对苏怀木一入朝 就是成为督察使 这件事没有任何疑议 毕竟谁会得罪一个深受宠爱 后台还应得将死之人呢 更重要的是 苏怀木对他们没有威胁 面对反对的声音 剑星帝使了一个眼色 他的心腹大臣便开口道 前朝的监察院 被废视因为督察使私欲太重 如今督察使乃是成亲王殿下 拆使的是陛下的金甲位 你们如此反对 是觉得成亲王殿下会训私王法 与陛下二薪吗 这话一出 谁还敢反对啊 于是重启监察院的事 十分顺利地进行了下来 因为这事 不少人家都给圣亲王府送来了厚礼 刚归隆好大婚 和授封亲王的礼物 这如今又来了一批 李清堂觉得 身边的人是真的不够用 尤其是在管理财产 这方面的人实在少 除了竹箱外 谁都不成 婉清是个连算术都费尽的 习素聪慧机敏 还有点功夫在身 舍不得离身 善会和善雅 也都不是那个料 要找一个好的女管事 真是不容易 不过这事也不急 眼下他还有件重要的事要做 今日要在柳岸巷开师会 华铃儿有些犹豫 唐儿 这法子真的可以吗 试试不就知道了 不成的话 也不耽误什么 李清堂给华铃儿挑着手势道 也搞不好 姐姐能在师会上 认识些新的小郎君 有了新的义中人呢 胡说什么呢 华铃儿红着脸 什么小郎君 什么义中人 你这成婚后说话 真是越发大胆了 这哪里大胆了 李清堂觉得自己十分无辜 那今日 你表哥真的会去吗 华铃儿听了李清堂的话后 已经好多人没有联系 和见过木正初了 他心里实在忐忑 那宅子就在幕府旁边 我还通知了诗云 我觉得表哥会来的 从上次的试探中 李清堂觉得 木正初对华铃儿 不是全然没有感觉 只不过是碍于身份罢了 木正初早起锻炼的时候 就发现 今日门前人来人往 格外的多 今日 怎么这么多人 禀少爷 隔壁府中 今日 好像要办诗会 木正初点了点头 没有继续问 用过早上后 他看到了打扮的 花枝招展的木诗云 正要往外走 你这是要去哪 哥 木诗云停下脚步 我去隔壁参加诗会啊 你 参加诗会 哥 你那什么表情 木诗云醋眉 唐儿姐邀请我的 你要不要一起去 是表妹办的诗会 对啊 隔壁的府邸被表姐买下了 表姐还邀请了很多青年才俊来 科举结束了 表姐便邀请了各地的才子 说是诗会 其实也是给玉安郡主选序 搞不好 其中就有新科状元呢 木诗云笑着道 郡主配状元 这传出去 肯定又是一段佳话 木正初心脏不自觉收紧 所以这段时间 他没有再来找自己 是已经放弃了 距离他们当初约定的时间 还有几日呢 哥 你要和我一起去吗 听说今日你之前的一些同僚 也会去呢 牧师云道 什么谢公子 您公子 我并未收到帖子 还是不去讨扰了 表姐说了 咱们是自家人 不需要帖子 我也没帖子 牧师云道 我的脸就是通行证 玉安郡主来了 玉安郡主来了 门口传来嘈杂声 牧师云连忙道 我先过去了 你要去就随时过来 表姐说他 背了很多好吃的呢 木正初看着牧师云 蹦跳着离开 看着门外 驶过的华丽马车 心情复杂 那就是玉安郡主 好漂亮 这气质果然不同凡响 郡主 她刚刚好像对我笑了 你别自作多情了 郡主那明明 是对那位小姐笑的 若是能得到郡主亲眼 那真是三生有幸 你可省省吧 郡主连那些世家公子 都看不上 能看上你 你怎知没机会 我听说 郡主挑夫婿 不看出身的 随着大门渐渐地关上 外面的声音也渐渐被阻隔 木正初站在原地迟迟未动 直到小厮满堂 叫了两三遍才回过神 少爷 咱们什么时候 出发去最仙楼 满堂问 去最仙楼做什么 木正初还在想着 刚刚那群书生的话 脑中全无反应 满堂奇怪地眨了眨眼睛 听着木正初这话 开始有些怀疑自己的记忆了 不是约了潘长跪 在最仙楼谈生意吗 木正初这才想起来 还有这回事 现在就去吧 小的这就让人被骂车 好 我在门口等着 木正初来到大门口 还陆续有学子往隔壁走 一个个都打扮得十分潇洒 口中都是对话铃的赞美之词 木正初的心中说不出的感觉 目光不自觉望向隔壁 木少爷 木正初正出神的时候 突然身后想起一道女声 木正初回头看到了习宿 习姑娘 木少爷不参加诗会吗 哦 金月约了人谈生意 那真是太可惜了 习宿叹了口气 此话怎讲 习宿欲言又止 压低了声音小声道 木少爷是自己人 所以我告诉少爷 但少爷 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王爷得到消息说 北辽有意让玉安郡主去和亲 永家公主催促郡主定亲 但郡主一直不肯 但如今实在不能继续拖下去了 所以 便拜托王妃安排了这次师会 京中这些世家子弟郡主看不上 便邀请 来了这次科举里 大家比较看好 模样也不错的未婚学子 我听王妃那意思 不管这其中有没有郡主看得上的 这婚事 都必须在今日定下了 木正初不自觉握紧了拳头 习宿见状继续家伙 叹了口气道 听说郡主最近食不知味 夜不能寐 平日那么娇俏灵动的人 如今 习宿感慨道 尊贵如郡主那样的女子 也终究找不到真爱 逃不出父母之命 真是太可惜了 习宿说完后连忙道 瞧我这一时感慨 都说了些什么 穆少爷可千万帮奴婢保密 不然又要被小姐罚了 习姑娘放心 我不会乱说的 那奴婢就先去忙了 这糕点 是王妃特意交代去买的 习宿行了一礼后离开 李清堂给那处府邸启明云华居 用的是云青和余华中的两个字 李清堂问习宿 如何 王妃交代奴婢的话 奴婢都说给穆少爷了 习宿道 话铃听后立马追问 那他什么反应 穆少爷表情看起来没什么变化 但奴婢可以感觉到 习宿道 想来还是在意的 话铃儿听到穆正初在意 嘴角忍不住地上扬 真的吗 习宿点头 李清堂叫来了林峰和林宇 交代了他们一番话 两人应下后便离去 穆正初望着云华居的方向 正正出神 满堂带着马车过来 少爷 咱们走啊 嗯 好 穆正初上了马车 随着马车的滚动 他的心思也在滚动 到了最先楼 还没到约定的时间 等待的时候 旁边捉两个背对着他的年轻男子 在交谈 说的也是今日的诗会 我觉得 郡主会选精灵谢家的公子 虽然郡主不挑门帝 但毕竟也得找个门当户对的吧 可我听说 郡主喜欢生的好看的 那宁家公子好像也不错 也是书香门帝 生的也好看 文才斐然做状元 也是使得的 哎 不管是谁都有福气了 我有个妹妹在郡主那当差 说郡主虽然性子有些泼辣 但人特别善良 对他们下人特别好 还特别互短 你说郡主这样的身份 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 怎么会在这些还未有公民敌世子中选择 若是选到个不好的 那可是物中生啊 我听到妹妹说 郡主其实有个义中人 郡主为了追求 那公子恨不得把新杆子都挖出来 放到那公子面前 从未做过针线活的郡主 为了给那公子绣荷包 十根手指都被扎烂了 熬了好几叶才绣出来 可那公子依旧不为所动 啊 那是哪家公子竟这么无情 那可是约安郡主啊 他也不怕把郡主惹急了 那还不是看准了郡主性子好 仗着郡主的喜欢 有恃无恐呗 郡主既然那么喜欢那位公子 为何不直接让圣上赐婚 圣上那么宠郡主 这点是肯定会答应的啊 还不是因为郡主太过善良 不愿意施压人 宁愿委屈自己蹉跎终生 也不想强迫那位公子 牧正初听着二人的对话 觉得脸上发热 仗着郡主的喜欢 有恃无恐 他是这样吗 牧正初心绪乱得厉害 甚至连打翻了茶水都没发现 还是满堂仙看到后 连忙收拾并开口 牧正初摇了摇头 我早上的时候 看到一位跟哲仙式的公子 说是也要去参加那诗会 我估摸以郡主的性子 定是会喜欢的 哲仙式的 京中还有这种人物 不是京中的 但确实长得俊美极了 唯一可媲美的我觉得 只有成亲王殿下了 郡主与那位公子没成也是好事 不然怎么会遇到这般人物 哎 你们说的 是不是一个穿着紫外袍 头戴玉冠的公子 旁边捉一个男子突然搭话 对 你也见过 我见过那人 那是春江月的头牌 春江月是什么 春江月是精灵最大的清官方 专服务女子 你是说那位公子是 你们都知道扬州兽马 可是精灵江月 那男子凑过来道 极品的精灵江月 能卖到这个树 男子伸出了一根手指 据说没有女子 可以抵抗这样的男子 这么厉害 那是自然 牧正初听到这里彻底坐不住了 起身就往外走 少爷 少爷你要去哪 潘掌柜马上就到了 告诉他我今日有事 改日再谈 牧正初快步上了马车 回府 看到牧正初急匆匆地离开 林峰 林宇和牧德对视了一眼 然后也各自离开 回去的路上林宇问林峰 你说那木公子真姓吗 看样子似的 林宇有些好奇 真的有什么精灵江月吗 林峰点头 自然是有的 那木公子可是苏州人 对江南熟得很 春江月和精灵江月 都是真实存在的 只是没有什么头牌而已 不然怎么能骗得到木公子 咱们王妃可真厉害 林宇感叹 咱们主子也就是下手下的走 不然咱王妃 不一定能看得上咱主子 你这话要是被主子听到了 小心他扒你一层皮 林宇缩了一下脖子 没事 我相信王妃会保护我的 林宇无奈摇头 木正初赶回去后 本来打算直接去的 但看到自己刚才 被茶水打湿的衣袖 决定先回去换身衣服 把我那套浮光景的 月白色袍子找出来 木正初吩咐 满堂连忙去找 木正初换好衣服 带上玉冠和香囊玉佩 一切都妥贴后 才走出门 满堂看到木正初 打扮得如此精致愣了一下 他家公子少有 如此打扮的时候 公子您还要出门啊 嗯 我去找诗云 你不用跟着了 是 木正初匆匆来到云华居的门口 但走到门口后 他又有些愁愁 这时云华居的管家 木良连忙迎了上来 木公子您来了 怎么站在门口不进去呢 刚当王妃 还问诗云小姐 您怎么没来呢 眼下诗会已经开始了 您快过去吧 木良带着木正初就往里走 一边走 还一边说 今日的诗会 来了好多有名的才子 郡主兴致高昂 赏了不少人 木正初刚走近 就看听到一个学子 在高声诵诗 念霸 众人拍手叫好 木正初环视了一圈 没看到画铃 也没见到李清堂 和木士云的身影 我妹妹呢 木小姐和王妃在水阁中 木公子要去吗 木良问 那 郡主也在吗 木正初问出这话后 便觉得耳朵热得慌 郡主刚去了后院 木良道 需要小的 派人去通知郡主一声吗 不必了 我只是问问而已 木正初连忙道 管家去忙吧 我去找妹妹 那木公子请自便 木良说着退了下去 他家王妃为了木公子 和玉安郡主 真是煞费苦心 希望两人可以 修成正果吧 木正初担心 画铃儿 真的会被那精灵江月 给迷了心去 他知道春江月 也听过那里培养的清官人 从小挑选清秀的男孩 精心培养 其中佼佼者 便是参加科举 也是有极地的机会 能师会化 甚至骑射也不在话下 君子六义样样精通 比很多世家公子都要优秀 培养出来后 不是送去拉拢类 如玉安郡主 这样的尊贵女子 就是被那些绝户买去入坠 又或者成为春江月的 头牌拉拢客人 这样的男子既优秀 会讨人欢心 又身为奴籍 不会轻易背叛 普通女子 很少有惊得起诱惑的 木正初加快脚步来到后院 寻觅了片刻 没看到华铃 但是听到了一段对话 药已经下了 你快跟上 那要不会有副作用吧 若是伤了郡主的身子 我们就完蛋了 紫袍男子问道 放心 除了曾情 没有任何副作用 快去 别错过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好 我这就去 刚刚他们那话是什么意思 要 他们给华铃下药了 木正初连忙从假山后出来 然后就看到了一个紫袍男子 正飞快离开 还以后 一个灰衣男人往反方向走 也来不及去管那灰衣男子 立即去追那紫袍男子 看样这男子 应该就是那精灵江月了 紫袍男子的速度极快 木正初跟着他跑了一会 便看到了华铃的身影 华铃身子有些摇晃 步履蹒跚地走进了一间屋子 那紫衣男子见状 连忙跟了进去 木正初加快脚步 追了上去 不行 华铃可万不能有事 他在赶到距离门口 只有机密的时候 听到了屋内华铃的声音 你要干什么 你快放开我 木正初直接破门而入 你放开他 那紫袍男子见到木正初后 立马跳窗而跑 木正初转身就要去追 然后就听到瓷器跌落在地 碎成四分五裂的声音 和华铃一声浅浅的轻呼 木公子 木正初连忙转头去扶华铃 你没事吧 我好难受 华铃看着木正初的脸 木正初看到华铃 微微散开的衣经 连忙转过眼睛 扶着华铃来到了卧床边 我去喊大夫来 别 画铃拉住木正初 不能让人知道 那我的清白就没了 那那我去喊表妹 来照顾你 别 别让涛儿担忧 他若知道了会自责的 木公子可以帮我弄点冷水来吗 我擦擦脸 或许就好了 画铃道 好 木正初连忙出了屋子 他是想让人把那两个男人抓起来的 但这附近 一个下人都没有 想起画铃那难受的模样 木正初还是先打了水过去 此时紫袍男子已经来到了水阁 回禀王妃 您交代的事情都已办妥 玉桃此事你做得极好 快去换衣裳吧 李清堂笑着对面前的女士味道 这所谓的精灵将月 是李清堂让苏怀木 给他的一个高挑的女护卫假扮的 这一早上开始 木正初遇到的一切都是李清堂提前安排好的 下药这一处的灵感 还是来自于郑士雄和李青年呢 木诗云嚼着点心 堂儿姐 你说这漏洞百出的计策能成吗 我哥哥可聪明了 他会信一个什么 精灵将月 能混到施惠 还给郡主下药 这样离谱的是吗 有句话叫关心则乱 李清堂凭了口茶 微笑着道 如果他不信 他根本就不会从最先楼赶过来 也不会不来水阁先见你我 直接去后院找林儿姐姐 表哥担忧又害怕 根本没有机会细想的 木诗云点了点头 随后又担忧道 那他不会事后算账吧 他肯定是不会怪你 但一定会揍我呀 只要你不说 我不说 林儿不说 谁会知道 李清堂道 到时候就说人跑了没抓到就好了 木诗云给李清堂比了一个大拇指 还是表姐聪明 李清堂用下巴往诗惠的方向挑了挑 这么多青年才俊 你有没有喜欢呢 表姐 我还小呢 不急的 木诗云吃着果子道 我想多在家里留几年 而且 若是我哥与郡主真的成了 那我就得招续 招续的话 可就不着急了 首先得是你喜欢的 招续只是万不得已的选择 李清堂拉着木诗云的手 外祖和你父母 都不会为了木家的家业 而让你舍弃幸福的 木诗云打着哈哈 看向水阁外 堂儿姐 你听这首诗 好像做得不错呀 李清堂见木诗云 这逃避的模样摇了摇头 然后侧耳听到了一个清朗的声音 李清堂点头 这诗的确不错 感觉是目前为止最好的一首 李清堂说着 叫来了婉清 看看这个哪位公子做的 赏子弹木雕虎笔一根 婉清说着 来到水阁外 通知门口的小司 小司立马去宣赏 然后来回禀 王妃 刚当那首诗 是一名来自苏州的学子做的 婉清道 苏州的学子 牧师云一听来了兴趣 谁啊 叫乔 婉清拍了拍脑子 乔 乔思源 对 就是乔思源 婉清十分肯定地点头 是他的话 那就不奇怪了 牧师云放下果子 但他会来这种场合 我是没想到的 李清堂看向牧师云 眼神中带了几分探究 你认识 这位乔公子 认识 乔思源是问和书院的学生 牧师云点了点头 我哥哥之前也在那读书 我经常会去那找哥哥 所以便认识了 只是认识 不然嘞 牧师云拿起另一个果子 吃了起来 神情坦然 丝毫不带任何其他意味 见状李清堂 便没有继续追问 唐二姐 你说我哥和郡主 现在如何了 牧师云实在有些好奇 这就看表哥 能不能坦然面对自己的心了 这件事能做的 我们都做了 如今只看他们自己了 李清堂把目光 放到外面的诗慧 习素 你把那些模样和才学 看着都不错地记下来 然后派人调查调查 咱们做好两手准备 是 牧师云见状叹气 默默在心里 给牧正出加油 他哥哥什么都很好很优秀 就是在这感情之事上 木讷地令人发指 而且聪明人有一点很不好 就是想得太多 诗会快要结束的时候 华林儿才回到水阁 怎么就郡主自己 牧师云见华林儿一个人过来 心底一个咯噔 我哥那人就口是心非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 他心里喜欢你喜欢的要死 但面上却不好意思承认 林儿姐姐 你再给他一个机会吧 牧师云替牧正出说着好话 李清堂看着华林儿 一直扬着的嘴角 行下松了口气 看来他那表哥 也不是全然不通情爱的吗 正出挺好的 华林儿抿着嘴浅笑道 牧师云开始没反应过来 后来明白了 你们这是 李清堂拿起茶杯 来 我们以茶代酒 一切静在不言中 今日的重头戏已经完成 三人放松地一边聊天 一边听外面学子的废话令 你是怎么说动孔季酒来这诗会的 华林儿好奇问道 那老头子脾气可倔 我许诺借他一幅贱谜居士的话 观赏半月 还说 有喝不完的精灵十三春 还有三十年的女儿红 李清堂笑着道 孔季酒就欣然同意了 怪不得 那老头子 可是嗜酒如命吗 华林儿点头 为了我的事 让林儿妹妹费了这么大力气 改名我一定请你好好吃一顿 能带上我吗 牧师云举起手问道 那自是不用说了 以后你就是我亲妹妹 这京城里 你大可以横着走 我罩着你 华林儿拍着胸脯 牧师云笑得眉眼弯弯 哈哈 那我明月就逛街去 你们不知道 我哥哥怕我惹祸 不许我独自出门 而且经过上次那事 我自己也不敢出去 生怕又被人绑了去 提到这件事 华林儿一肚子的气 这三法司和金兆福 也太没有本事了 都这么多时日了 竟然连个凶手都差不到 就用几个小虾米免职 来应付我 对了 如今表哥乃是总督查史 你让他好好把这事查一查 不能轻易放过背后之人 华林儿道 对了 还有那沁阳县的事 我可不信 那一个小小的支县 能有那么大的本事 李清堂也是不信的 还有当初他被刺杀的事 虽然知道是孙冷雪的手笔 但那群人的身份 至今还不清楚 我会和王爷说的 李清堂硬下 但他觉得 他就算不说 苏怀木估计也会查的 师会一直开到了夜幕降临 才结束 李清堂送把喝的 满面红光的孔祭酒 送上了马车 这是借谜居士的话 这还有一谈女儿红 李清堂交代了孔祭酒的小厮后 目送离开 解决了心中大事 李清堂脚步轻快地回到盛亲王府 苏怀木已经在卧房等着了 夫人忙完了 苏怀木放下书册看向李清堂 不知为何 李清堂感觉出了一股子酸味 嗯 李清堂坐下 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一口饮下 听说那师会很热闹 天南海北的才子都 汇聚一堂 夫人这么晚才回来 一定是玩得很精兴吧 的确很热闹 那些学子的确很有才华 有几首诗都写得十分好 我瞧着 来日必定能到中 李清堂毫不吝啬地夸赞道 苏怀木压住内心翻滚的醋意 听说 你还让人打听了几个 长得俊俏的学生 对啊 李清堂点头 你别说 今日诗会不少学子 都年纪轻轻 却学富武车 假以时日必成大气 苏怀木在心底冷哼了一声 但面上还是十分从容淡定 那你最看好哪个 乔思源吧 李清堂道 他诗做得极好 苏怀木默默在心底记下了这个名字 我先去梳洗了 嗯 我在床上等你 苏怀木道 李清堂脸一红 从侯府回来之后 苏怀木就搬了过来 虽然睡在一张床上 但两人一人守着一边 顶多抱一抱 倒是没有发生更多的事 李清堂洗漱完 苏怀木已经躺在了床上 因为苏怀木起得早一些 所以李清堂睡在里面 往常都是李清堂先躺到床上 但今日他后上 便需要越过苏怀木 李清堂打算从苏怀木的腿上越过去 刚越过一条腿 正要越另一条腿的时候 苏怀木突然动了一下 他另一条腿的落点突然没了 摔趴在了苏怀木身上 你故意的 李清堂看向苏怀木 苏怀木摇头 怎么会 我只是在看书没注意 李清堂抽过书 你刚刚就在看这一页 看了这么久 还在这一页 苏怀木 书字是要慢慢品的 我以为论语这种书 该是王爷小时候读的 苏怀木 他拿的是论语吗 经典的书 总是值得回味的 李清堂被气笑了 说不过你 李清堂躺下后 苏怀木侧过身 看向李清堂 听说你撮合成了 凌儿与你表哥 嗯 我听说北辽有意 与钱国签订和平协议 按照惯例 北辽如今已经送来了 海别公主来表达诚意 若是要签订和约 那咱们也得送一个公主去和亲 苏怀木道 李清堂一听 连忙回神看向苏怀木 真的吗 这消息应该不会有错 那得赶紧让华琳儿 与我表哥订婚 李清堂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 你别这么激动 若真要公主和亲的话 想来也是在宗室里 找个不受宠的郡主 不可能让琳儿去的 苏怀木道 那可未必 李清堂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 比起不受宠的郡主 北辽人肯定更会想要琳儿的 琳儿毕竟是郑国公的孙女 正因为琳儿是郑国公的孙女 所以父皇不可能让琳儿和亲 苏怀木道 我父皇虽然忌惮郑国公 但也不至于昏庸到这个地步 可若不是 李清堂说一半后 止住了嘴 若不是什么 可若不是琳儿姐姐 还能有谁 李清堂问 北辽人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吧 若对方没有价值 那就算嫁过去 不也没用吗 若以往的确是这样 但这次是咱们站在上风 那便由不得 他们挑剔 苏怀木道 所以你就放心吧 琳儿不会去和亲的 就算去了 我也会拼了命地把他截回来的 绝不会让他掉一根汗毛 李清堂听到这话更慌了 上辈子苏怀木就是这样没的 不成 琳儿姐姐不可以去和亲 你更不能去结亲 我不许你死 看到李清堂如此认真的模样 苏怀木愣了一下 他只是一句玩笑话 没想到李清堂竟然如此真挚 好 我保证 琳儿不会去和亲 我也一定会死在你后面 好不好 那我们拉够 李清堂伸出手指 你若骗我 你下辈子就做小狗 好 我若骗你 我下辈子就做你的小狗 苏怀木伸出小拇指 勾住李清堂的小拇指 不止下辈子 生生世世 你都得做小狗 李清堂用力勾住苏怀木的手指 你一定要死在我的后面 苏怀木从未见过李清堂这般严肃的眼神 他点了点头 好 不安顿好你的一切 我不会死的 放心吧 李清堂看着苏怀木的眼睛点了点头 苏怀木顺手把李清堂揽入了怀中 睡吧 李清堂靠着苏怀木的胸口慢慢睡了过去 但这一晚他睡得并不安稳 梦中前世的一切再次发生 华林儿被送去和亲 苏怀木为了救华林儿死在了幽济十六周 不 不要 李清堂刷的一下睁开了眼睛 结果发现苏怀木不在 他连忙下床 穿了一件外袍就冲了出去 习宿见到李清堂一脸惊慌的模样 连忙上前 怎么了王妃 苏怀木呢 李清堂拉着习宿的手问 王爷去清堂小柱那边了 习宿到 李清堂听后 立马往清堂小柱的方向跑去 穿过清堂小柱 在湖边李清堂看到了正在练剑的苏怀木 这时他才松了一口气 苏怀木见到李清堂后就停了下来 他没想到李清堂今日会起这么早 他刚走过去就被李清堂一把抱住 我身上有汗 苏怀木怕李清堂闻到他身上的汗味 想要推开李清堂 但却被李清堂抱得更紧了些 怎么了 苏怀木感觉李清堂的状态不太对 连忙问道 谁欺负你了 李清堂不说话 只是抱着苏怀木哭 哭得苏怀木的心都乱了 他扔下手中的剑 抱着轻轻拍着李清堂的肩膀安慰道 没事 别哭了 我好好的在这呢 李清堂看了眼苏怀木 继续把头埋在他的胸口 苏怀木不再追问发生了什么 只是任由李清堂抱着 而他默默地替李清堂李顺跑乱的头发 李清堂抱着苏怀木哭了一会 终于平复了心情 止住了眼泪 松开了环抱着苏怀木的手 苏怀木看着李清堂红彤彤的眼睛 有些心疼 怎么了 哭得这么伤心 李清堂擦了擦眼泪 摇了摇头 没什么 只是做了一个噩梦 惊醒后发现你不在 便有些心慌 抱歉 你有什么可抱歉的 是我太敏感了 李清堂道 苏怀木摇头 他看着李清堂的眼睛 是我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 所以你才会做这样的噩梦 以后我会对你更好的 已经醒来 李清堂也不想再睡了 他决定下厨给苏怀木做一顿早膳 昨晚是习素首夜 早晨晚清看到一起用膳的李清堂和苏怀木后 小声道 我怎么觉着 今日王妃和王爷的感情看着更好了呢 习素笑着道 王爷和王妃的感情一直就很好的好吧 虽然苏怀木只是个傀儡总督察使 但也得履行职责 今日他得去监察院露个面 也得与三法四的长官认识认识 还得处理郑世雄的案子 今日应该无法陪你用午膳了 苏怀木出门前道 你想吃什么 我晚上回来带给你 不用了 我今日也要出门 想吃什么 自己就买了 李清堂替苏怀木又整了整衣冠 不一样的 苏怀木道 夫君给买的 定是要比自己买的好吃一些 李清堂扑斥笑了一声 那就要张台接刘继的荷花酥吧 好 苏怀木趁着李清堂低头里碎子的时候 在他额尖亲了一口 晚上见 晚上见 李清堂还是去了牧家 但牧正初不在 管家说 牧正初一早就收拾得十分精致地出了门 说是今日要出城 会回来的晚一些 若是李清堂有事找的话 他们可派人去通知 王妃 那我们现在是回王府吗 晚清问 李清堂摇了摇头 都出来了 就去铺子里看看吧 他价装铺子不少 木书云给的那几个铺子 他出价前是去过的 但他外族给的那些 还没时间去看过 还有那几个宅子也没去过 按照从近到远的顺序 他们一家家看了过去 看到中午的时候 习宿问道 王妃 咱们回府用膳 还是去最先楼 早上出府前说了 不用准备午膳 若此时回去太麻烦 李清堂想了想 这里好像距离水云间比较近 去水云间吧 马车往水云间行驶 快到水云间的时候 临风道 前面好像是北安侯府的马车 文言习宿掀开了帘子 的确是北安侯府的马车 那下来的 好像是李清鸾 李清堂文言看了过去 的确是李清鸾 李清堂到了水云间后 掌柜的立马殷勤地迎上来 李清堂还不知道 这水云间是苏怀木的私产 以为掌柜的对他殷勤 只是因为他如今的身份 掌柜的领着李清堂 去了最好的雅间 这还是李清堂第一次来 随便来几道拿手 又不费时的菜吧 是 圣亲王妃请稍候 马上就给您上菜 掌柜的恭敬地退了出去 习宿 您让林峰和林宇他们 也在大堂里吃吧 随便点 李清堂道 是 习宿去传话 直到菜上了 习宿才回来 怎去了那么长时间 王妃 奴婢刚刚发现 李清鸾约见的是宣王 习宿道 奴婢怕自己没看清楚 所以多等了一会 宣王 李清堂微微醋眉 如今李清鸾已经失去了价值 苏怀霄也同沈家结了清 他们两人怎么又搞到一起了 难不成苏怀霄是真心喜欢李清鸾 而不是为了沐家的财富 可若他真的喜欢李清鸾 之前又怎么会说出 取自己为侧妃的话 根据李清堂的了解 苏怀霄这个人野心很大 不是单纯会为情情爱爱而牵绊的 难不成李清鸾还有什么值得他图谋的 奴婢还了解了一下 俩人是一前一后进去的 想来是不想被人知道 习宿道 李清堂想了想 这世窗外突然有一辆马车驶来 上面有一个锐字 让锐王府的人知道 宣王和李清堂在这私会 习宿应下后便退了出去 没多久便回来了 这时饭菜也上了 李清堂吃到一半的时候 外面传来了吵闹声 去看看 习宿出去后过了一回来饼 锐王侧妃说 有贼人偷了他的东西 挨个雅间的捉贼 到宣王雅间的时候 宣王出来说没见到 但里面突然传来女子的尖叫 众人冲进去 就看到了李清鸾 习宿简单交代完事情的经过后 李清堂放下筷子 既是如此 我们也去瞧瞧吧 既已知道了 还躲着不见 难免令人怀疑 那边锐王侧妃 正在给宣王道歉 没想到殿下与家人有约 只是听到尖叫 下意识以为贼人在屋中害人 若有唐突 望殿下不要见怪 苏怀消心中有不悦 但也不好说什么 对方有理有据 是李清鸾先出声吸引了对方 这才造成了这个局面 黄嫂哪里的话 本王约了几位朋友还未到 刚好碰到了李小姐 便聊了两句 锐王侧妃笑着道 王爷无需解释 切身都明白 不会乱说话的 李清鸾也没想到 会有那么大一个虫子突然飞过来 他知道 这下定是坏事了 连忙开口解释 臣女来用膳 刚巧看到了宣王殿下 听闻宣王殿下 有一本罕见的经文 马上就快到臣女祖母的生辰了 臣女便想借来腾钞 没想到会产生这么大的误会 李清鸾刚解释完 这是一个令他厌恶至极的声音 响了起来 这不是黄嫂 宣王殿下 和大姐姐吗 锐王侧妃见到李清鸾后 笑着行了一礼 见过圣亲王妃 苏怀霄没想到 李清鸾也会在这 背在身后的手 微微握拳 黄嫂不必多礼 李清鸾笑着看向李清鸾 若我没记错的话 祖母的生辰 还有好几个月呢 李清鸾努力维持脸上的笑 哦 我说的是外祖母 外祖母 李清鸾脸上的疑惑更浓了 我记得孙姨娘的母家都死光了 所以 她才从西北小城来京中投奔侯府 姐姐这是要给你外祖母过名诞 锐王侧妃听到李清鸾这话 没忍住用帕子捂着嘴笑了出来 李清鸾这一句话 既点出了她是姨娘生的 又点出了她娘亲的出身也不高 一句名诞 更是让李清鸾刚刚的解释 看起来可笑至极 李清鸾红着眼眶 清鸾知道 圣亲王妃还在怪罪清鸾 觉得是清鸾的出现 抢走了您过去的风头 但报错只是意外 这些清鸾也不想的 如今清鸾已经把一切都让给了王妃 望王妃可以高抬贵手 给清鸾留一条生路吧 李清鸾说着就哭了出来 乍一看 好像是李清堂欺负了她一样 见李清堂没反应 李清鸾继续道 妹妹 我知道你从小就不喜欢我 因为我的存在 抢走了你的光芒 你若真的不愿意 原谅我也没关系 哪怕是想打我骂我都可以 但妹妹不要诅咒外祖母好不好 穆老夫人虽不是我的亲外祖母 但毕竟 也跟我有十多年的感情在 我只是想替她抄襟祈福罢了 婉清听到李清鸾这话 气得想上去撕烂李清鸾的嘴 但李清堂只是淡淡开口 你既知道我是王妃 那为何见到本王妃后不行礼 李清鸾想反驳 但李清堂并不给她这个机会 而是继续道 你把一切都让给了本王妃 又是什么意思 本王妃的嫡女之位是你让的 还是说 陛下清风的安乐县主 和这圣亲王妃是你让给我的 李清堂这话一出 李清鸾心底就有些慌 清鸾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说说你是什么意思 李清堂看着李清鸾 你到底让我什么 所有人都看着李清鸾 他们也好奇 李清鸾到底还有什么 可以让给李清堂的 李清鸾脸红成了一片 哭得梨花带雨 妹妹 你何至于羞辱我至此 见本王妃不行礼 还空口污蔑本王妃 你这可是大不敬 按乾国律法是要流放的 李清堂冷眼看着李清鸾 圣亲王如今作为监察院总督察使 监管三法司 你虽是我姐妹 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我也不好包庇你 来人啊 把他送去大理寺 依法处理吧 李清鸾不敢置信地看向李清堂 他们怎么说也都姓李 他也是李清堂的姐姐 对自己的亲姐妹 这样冷血无情 李清堂就不怕被人戳几两骨吗 锐王侧妃本来还以为李清堂这番出现 是会向着那李清鸾和苏怀潇的 毕竟李清鸾是北安侯府的人 这是关北安侯府的脸面 但没想到 李清堂完全不给李清鸾面子 甚至三言两语 就要把李清鸾送去大理寺 这李清鸾若是因为大不敬之名 被送去大理寺 那就算最后被放出来 名声也算是毁了 金中哪个好人家会要这的女子 就算有的人家不在乎名声 或者愿意拿李清鸾为侧妃 但这圣亲王妃非常明显地 在厌恶这个李清鸾 如今圣亲王府风头正盛 谁会为了一个李清鸾 而去得罪圣亲王府 在圣经这方名利场中 谁有权有势 谁就是真理和正义 都不用想 今日之后 金中贵女圈中 不会再有李清鸾这个名字 而且还会有不少人 为了讨好李清鸾 而故意去针对李清鸾 李清鸾的苦日子要来了 锐王侧妃见李清鸾 已经表明了态度 便趁机卖好 圣亲王妃能以身作则 匡扶礼法工作 真乃无被楷模 这嫡女的气度和眼界 就是同那姨娘生的不一样 北安侯和侯妇人 真是叫女友方啊 皇嫂谬赞了 王爷如今得到父皇信任 接下这督察使的重任 我自是不能拖他的后腿 李清鸾说完 看向苏怀霄 今日佳姐行事冲动 若对二皇兄有所唐突 还望二皇兄不要见怪 我替佳姐给二皇兄道歉 苏怀霄不知为何 觉得这二皇兄两字刺耳极了 但李清鸾给了他这台阶 他自是要下来的 无碍 李小姐既是出于孝心 问本王借经文 本王便是看在 圣亲王妃的面子上 也会派人 把经文送到幕府 当作给慕老夫人的寿礼 那就先谢过二皇兄了 李清鸾微微汗手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李清鸾在被李清鸾的 护卫押走的时候 听到了后面的对话 气得牙灯都痒痒了 李清鸾走后 苏怀霄黑着脸回到了雅间 他可不信 那瑞王侧妃 是来找什么贼人的 这水云间 作为京中一等一的酒楼 怎么会出现虫子 还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虫子 肯定故意算计的 李清鸾还是要顾忌一点 北安侯府脸面的 不好让李清鸾在大街上 被押着去大理寺 所以让凌峰 驾着北安侯府的马车 把李清鸾送过去 顺便还拆了李清鸾的丫鬟 和原本驾驶马车的小丝 回去通知李固 李固最近总觉得身体不舒服 今日早晨头疼的厉害 便请了嫁没有去当职 李固正在听竹萱休息的时候 真管家急匆匆来禀 侯爷 不好了 李固坐在床上 刚喝完脆英味的药 皱着没看向真管家 你这急急慌慌的 又怎么了 刚刚大小姐的丫鬟来禀 说大小姐当众不敬圣亲王妃 被抓去大理寺问罪了 什么 李固一瞬间 觉得她的耳朵好像有些不太好 仿佛出现了幻听 大小姐是李清鸾 圣亲王妃是李清堂 所以是她的大女儿 不敬二女儿 然后被抓去了大理寺 不是 这自家姐妹有什么敬不敬的 谁让抓的 李固怒道 是哪个多管闲事的 真管家面容十分尴尬 是圣亲王妃要抓的 什么 李固脑子一时 有些不转了 是堂儿要抓轮的 丫鬟是那么说的 如今人已经被送到了大理寺 李固听后急忙下地 可能是因为太过着急 他一站起来 就觉得脑子一黑 然后整个人就摔倒在地 翠英尖叫起来 真管家连忙去福 李和风和穆书云听到后 只是冷笑了一声 李和风继续练舞 穆书云轻飘飘的评了口茶 继续看着账本 马车上 婉轻有些不解地看向李清堂 王妃 你最后为什么要替轩王说话 您先道诉瑞王府 不就是为了给轩王找麻烦吗 可为什么又要帮轩王呢 平衡与中立 李清堂道 我们圣亲王府 不能向着任何一方 只能向着陛下 不管瑞王还是轩王 他们谁超过另一个太多都不好 最好的还是不分上下 这样他们就能一直争下去 便不会有其他心思 来关注圣亲王府 婉轻似懂非懂 但不妨碍他夸赞李清堂 王妃真厉害 李清堂笑了一下 继续去寻店 王妃时候不早了 寻完这间 咱们就回去吧 习宿看了看石称道 好 最后一家店客栈的门口 这客栈的位置不错 但位于平民区 做的是普通人的生意 李清堂刚下马车 就见到店里的伙计 往外赶一个小娘子 去去去 我们这可不找女账房 有多远滚多远 别在这天晦气 影响我们做生意 听到这话 李清堂眉头一皱 阿呸 被退出来的小娘子 插着腰对着那伙计 脆了一口 你才会气 你怕不是 从你娘肚子里蹦出来的 而是从毛坑的石头缝里 钻出来的吧 嘿 你个死丫头 竟然敢骂小爷 小爷今天就好好 替你爹教训教训你 你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什么德行 还敢自称小爷 就有你这样的伙计 你们这店能赚银子 就出轨了 还有我爹已经死了 你还是去地下找他吧 妈的 你敢揍小爷 小爷今日定不会放过你 说着 那伙计抄起一个扫把 就打了过去 那小娘子倒是灵巧 但那伙计速度也很快 加上扫把的长度 眼看着就要打到小娘子的头 李清堂对林峰使了个眼色 林峰上前一把握住了扫把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还不放手 那伙计看了眼林峰 见林峰穿的普通的棉布衣服 便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林峰没说话 只是稍微给了点力气 松开了扫把 那伙计就摔了一个屁股蹲 英璇也是实在被气得 受不了才出口的 说完他 其实就有些后悔了 一天没吃饭 但没想到遇到了好心人 他正想向林峰道谢的时候 就看到了林峰身后的李清堂 是你 你认识我 李清堂看着面前的小娘子 觉得有点眼熟 但一时又没想起来 是我 英璇 英璇激动到 之前在沁阳县 小巷子 是您和玉安郡主救了我 李清堂被这一提醒便想了起来 是你啊 我记得 你家好像不是京城的 对 我家的确不是京城的 英璇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能在这见到小姐 真是有缘 李清堂看着面前 稍显狼狈的英璇 你怎么 又搞成了这个样子 英璇苦笑了一下 就 一言难尽吧 莫不是 那群人事后报复了 那倒不是 英璇刚开口 肚子就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 他既尴尬又羞愧 他本来还想着 以后有机会要报答李清堂和画铃的 但没想到 会这副模样又被撞见 刚好我也有些饿了 走吧 去吃点东西 李清堂说着 就带着英璇走进了客栈 那伙计子在看到李清堂的穿着 身后跟着的丫鬟护卫 还有那富丽堂皇的马车后 立马就装起了孙子 缩了起来 婉清进去后 就要来的雅间 掌柜的看到李清堂这气度 也立马上来招呼 领去了最好的雅间 把你们这的招牌菜都上一份 婉清丢下一顶银子吩咐 哎 各位贵客请稍等 掌柜的拿着银子连忙退下 李清堂看英璇的嘴唇有些干裂后 给她倒了一杯水 谢谢李小姐 英璇接过水杯 一口喝了得干净 还觉得不太过瘾 她这一日连水都没喝过 不用拘着 喝吧 多谢李小姐 英璇连喝了三杯水 才觉得没有那么干渴 你怎的独自来了京城 是那些人找去报复了吗 李清堂问 英璇摇头 当初多亏小姐和郡主救我 还派人把我护送了回去 一路都很平安 也没人找来报复 英璇多谢小姐当日的救命之恩 并且还要跟小姐说个抱歉 同我说什么抱歉 英璇叹了口气 这时小菜也上桌 李清堂道 先吃吧 边吃边说 英璇摸着肚子 再次感谢了李清堂 也不扭捏了 拿起筷子便吃了起来 这饭菜的味道很一般 但她如今也没什么可讲究的 她小口却快速地吃着 并把她的遭遇娓娓道来 我家中经商 算是有些家底 外祖家是经营脂粉铺子的 因为独门的手艺 在我们那也算有些名气 但我外祖去得走 又只有两个女儿 我母亲作为姐姐 便担负起了家中顶梁柱的责任 接过了脂粉铺子 经营得有声有色 我爹算是我娘的青梅竹马吧 家中经营着布店 生意不说顶好 但也算得上城中富户 两家算是门当户对 又知根知底 于是后来 便成了亲友了我 我本是家中嫡女 日子过得不错 但后来我母亲去世 我父亲娶了一个济世 还带了一个与我同岁的儿子回来 我才知道 那济世其实是我父亲 一直养在外面的外事 那儿子比我还大两个月 当初他同我母亲结亲 涂的只是我母亲手里的铺子 殷玄十分平静地说着这些话 我外祖家没人 我在家中便也没了依靠 我父亲和继母的嘴脸 便一点点显露了出来 我这次被拐走 就是那外世子搞的鬼 我刚刚说对不起李小姐 是因为我回去后 扯了您和郡主的大旗 还教训了那外世子一顿 殷玄说到这嘴角 带了点笑意 后来对方发现了 我只是在扯皮 也发现了 我转移财产 就把我抓起来的打了一顿 打算把我嫁给 城中刚过完六十大寿的赵元外 然后我就偷跑了出来 我小姨早年 被忽悠着嫁到了京城 我本是想来投奔她的 带来之后 我才知道京城巨大不易 我花光了盘缠 打听到我小姨的住处 去了之后 见到了我小姨父 殷玄说到这笑了一下 我小姨父如今当官了 但我小姨已经去世了 我连我小姨父的面都没见过 就被小四赶了出来 后来我打听了一下 我那小姨父 早就续娶了一个官家小姐 我小姨的女儿 也被远嫁了出去 很多人根本都不知道 我小姨父 还有我小姨那么的气子 殷玄拿起鸡腿 狠狠地咬了一口 这么多年 我爹从没告诉过 小姨死了 这次他能这么快就发现 我是用宁和郡主的名字吓唬他 估计也是这位小姨父告诉他的 估计我爹和这小姨父 早就勾搭在一起了 我听到外世子酒后和人吹牛 说他姨父是金钟大官 当时我以为他 指的是那济世的亲切 现在看来 说的就是我这小姨父 他和我爹两人图的 都是我外祖家的财 可能当年两人就串通一气了 我记得我娘说过 他是不想让我小姨远嫁的 但我小姨坚持 他没有办法便答应了 殷玄冷笑着道 一群忘恩负义的渣男 晚清听后 都气得捏紧了拳头 这世上 怎么会有那么可恶的人 这样的人 早晚会遭报应下地狱的 说完后 他又觉得 殷玄所说的画面 好像似曾相识 但一时又没想起来 在哪听过 李清堂听后 倒是深有感触 这殷玄的遭遇 倒是和他上辈子有些相近 我会替我母亲和小姨报仇的 殷玄咀嚼着口中的食物 目光坚定 他要好好地活下去 努力地往上爬 让坏人得到应有的报应 你想怎么替他们报仇 李清堂问 我打算先找份工作 在京中活下来 我不信我小姨是病死的那么简单 我会慢慢调查 能为钱财丧了良心的人 就算当官 也不会是什么好官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痛处 先找御史 若是无法弹劾 那我搜集争取 寻找我那表姐 敲灯蚊告御状 殷玄咽下口中的食物 我不信 这天下就没有一个说理的地方 没了我这小姨父的庇护 我爹那自然成不了气候 便是不能争回家产 我也定会让他们一无所有 殷玄信誓旦旦 看到李清堂看着他有些惊讶的眼神 殷玄觉得 他可能是压抑了太久 一时没控制住自己 说了太多不该说的话 对不起 唐突了小姐 我这想法有些恶毒又不自量力吗 李清堂摇头 我是在敬佩你 你比我要勇敢太多了 李清堂倒了一杯茶 我敬你 敬你的勇气 如果他上辈子 能有这种勇气就好了 殷玄见李清堂喝干了茶 也连忙干了杯中的茶 吃过饭 殷玄给李清堂行了一礼 以我如今的情况 没什么能感谢小姐 我愿意把我外祖家制造胭脂的方法送给小姐 虽然知道以小姐的身份 也不需要这点东西 但这是我的心意 感谢小姐两次救命之恩 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你无需如此 殷玄摇头 这对小姐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殷玄乃是再造之恩 若我大仇能报 必当为小姐干脑涂地 李清堂看着殷玄问道 你没有想过向我求助吗 那些事对我而言或许很简单 我娘说 靠山山倒 靠人人走 天上没有白得的馅饼 自己立得住最重要 李清堂看着殷玄从心里对其感到敬佩 他看得出殷玄说的不是场面话 我看你刚才来这应聘账房 你会算账 嗯 我既是起 就跟着娘亲在店里忙 十岁 就开始帮我娘记账了 殷玄道 那请殷小姐帮我一个忙可好 您就别叫我小姐了 叫我殷玄就成 殷玄连忙道 不管什么忙 我能帮的一定帮 习宿 让掌柜的把这客栈的账本拿来 李清堂道 让殷姑娘帮我看看账 是 习宿应声退下 殷玄一愣 您是这家客栈的东架 李清堂点了点头 我也是刚接手这家客栈 今日第一天来 我对账本这方面也不是很了解 一会就麻烦殷姑娘了 李小姐放心 我一定会看得很仔细 绝对不会让她糊弄你 殷玄拍着胸脯保证 客栈的正掌柜 在知道李清堂的身份 又知道这家客栈的 已经交到了李清堂手中后 吓了一个哆嗦 这家店不是穆家的店吗 怎么突然变成盛亲王妃的了 正掌柜的有些慌乱 但想到那张做的这么多年 都没被人发现 连穆家人都没发现不对 盛亲王妃这种大小姐 肯定更看不出来 于是又安心了几分 拿着账本进了雅间 正掌柜还想同李清堂攀关系 但李清堂收下账本后 直接让正掌柜 闭嘴站在一边候着 你慢慢看不见 殷玄打开一本账 看了没多久就皱眉 在快速翻了三个月的账后 她就对李清堂道 李小姐 这账有问题 正掌柜一听 立马就反驳 你个小丫头别胡说 我这账清清楚楚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穆家每年都查的 李清堂看了一眼习素 习素立马呵斥 让你说话了吗 正掌柜连忙缩着脖子闭上嘴 李清堂接过账单 看了两眼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便问 这账哪里有问题 这账乍一看 倒是没什么问题 但仔细一看 处处都不合理 殷玄道 我来京中几日 也走访了很多地方 对这里的物价 大概有些了解 这米的竞价 和米铺中平常的售卖价 竟然一样 按道理客栈酒楼大量采买 价格都是有优惠的 不可能和店里的售价一样 我们店中的米都是好米 王妃您看 您刚吃的米 可不是那寻常的普通大米 郑掌柜听后连忙解释 李清堂给了习素一个眼神 习素一个巴掌就扇了过去 让你说话了吗 这个巴掌扇的郑掌柜 差点没占住 这账上的流水也有问题 今日我为了寻活计 在这附近转了一天 在这客栈中也等了半日 对这店里来往用餐的人流量 大概有数 英玄道 如今科举还未放榜 京中正是人多的时候 我们按今日的人流量来算 如果日日都这么多人用餐 才勉强可以和这个账单的 采买数量对上 但这可是去年年末的账单 那时候谁不在家中准备春节 怎定会来这客栈 随着英玄的话 郑掌柜的脸色开始变白 他想解释 但那一巴掌的鱼韵 还在脸上没散开呢 这三个月光是米 便买了两次 我倒是没见过哪家客栈 冬日不囤粮的 英玄道 而且 外面桌上的米 和咱们屋里的 这米可不一样 那就是最普通不过的大米 价格绝对没有这账上的高 若是在农家直接采购 至少便宜一半 再去掉虚高的流水 光在粮食上一个月 就能摊上百两银子 李清堂听完英玄的话 看向郑掌柜 你现在可以解释了 郑掌柜的此时腿 已经软了 英玄的每句话 都说到了点子上 但他不能承认啊 王妃 这都是那小丫头胡说的 他就是因为我没有 招他做账房 所以怀恨在心 故意污蔑 王妃 您一定要替小的做主啊 英玄听到郑掌柜 叫李清堂王妃 一下子愣住了 王妃 他记得 上次在沁阳县的时候 明明说的是侯府小姐啊 李清堂放下账本 看向习宿 让人把账房和店里的 所有伙计都叫来 是 很快店里的六个伙计 一个厨师和两个帮厨 都色索着被压了过来 禀王妃 原来的账房出了意外死了 所以才在招账房 李清堂问了每一个人 在这家店做了多久的 得到答案后 最短的是 厨房的帮厨三个月 剩下的时间 都有一年以上 李清堂先问了大厨 每天要做多少道菜 大厨说不一定 他便问 今日做了多少 然后又问了帮厨 每月后厨能用多少米 然后问了伙计店里 上个语住了多少客人 让他们分开回答 几个问题一问完 郑掌柜的脸色就白了 李清堂看向郑掌柜 自己坦白干净 本王妃就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郑掌柜没有任何反抗 乖乖地把所有事都交代了出来 就如同英玄说的那样 这些年郑掌柜的发现 穆家对这个客栈并不太上心 所以便开始做起了假账 一点一点 累积到现在 贪污了上千两银子 郑掌柜说 这笔银子被他和帐房一起平分了 愿意把自己的那一半拿出来赔偿 请李清堂放他一条生路 押去金兆府吧 李清堂对郑掌柜的话 并没有权幸 把那帐房的家人也找出来 顺便查查 那帐房到底怎么没的 指不定就和这人有关系 是 侍卫听令后 便压着郑掌柜离开 郑掌柜听后 更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声泪俱下地 苦苦哀求着李清堂 王妃饶命啊 小的知错了 小的真的知错了 喊着喊着 突然就没了声音 想来应该是侍卫嫌弃他吵 便给他嘴巴堵上了 郑掌柜被压走 店里 那几个郑掌柜的亲信 一个个都慌得很 尤其之前在驱赶英玄的那个 那是郑掌柜媳妇的侄子 平时在店里 也没少作威作福 吃拿偷的 眼下双腿战战 李清堂只是飞过去一个眼神 他便吓得直接跪在地上 还尿了裤子 查一下 跟那郑掌柜勾结的 有关系的 全都清理出去 一个不留 李清堂吩咐道 是 看着李清堂不过几个问题 就让郑掌柜招供 还干脆地处理了店里的伙计 英玄再次刷新了 什么娇若美人 这可是王妃 英玄反应过来后 连忙行礼 明女拜见王妃 英姑娘不必多礼 今日之事多亏了你 真是太谢谢了 李清堂拉着英玄的手 她想要一个得力的小娘子 帮竹箱管嫁妆 已经想了很久了 但一直没找到何事 今日真是幸运 她心心念念许久的人 这就突然来了 明女其实没有做什么 是王妃先救了明女 是明女该感谢王妃 你若想感谢我的话 我正好还有件事 需要你帮忙 李清堂道 不管什么事 英玄一定为王妃赴汤导火 这倒不用 只是我这客栈 突然没了掌柜的 这么大的店 也不能白白在这放着浪费 不知英姑娘 愿不愿意当这间客栈的掌柜 英玄因为过于震惊 而抬起了头 直视了李清堂的眼睛 她刚刚不是幻听了吧 怎么突然就突然就 天上突然就掉下 这么大一个馅饼 她不是在做梦吗 这件事倒也不急 我可以给英姑娘 几天时间考虑 英姑娘若是考虑好了 随时可以去 李清堂的话还没说完 英玄立马点头 我愿意 我愿意的 我现在就可以开始干活 李清堂听到英玄答应了 脸上笑容更深了些 倒也不急 我之前看英掌柜 好像对着客栈的经营有些见解 这店里如今火机 账房 大厨都得换 不如停业几日 英掌柜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 重新改造这家店 真真的可以吗 英玄简直不敢相信自己 听到了什么 当然 我的嫁妆铺子很多 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 英掌柜能一眼就看出账本的问题 家中又是贷从商 想来经营一家这样的店并不费力 估计明日那正掌柜 就该把赔偿的银子送来了 那银子便交给你 用作这新店的启动资金 李清堂道 若是不够的话 够了够了 用不了那么多银子的 这店铺的位置和装修都没什么问题 只是重新招人可能会费些时间 英玄道 您给我五日时间 我保证让这家客栈重新开张 下个月的利润必定比现在翻一倍 若是做不到 我立马卷铺盖走人 好 那这家店就交给英掌柜全权打理了 时间不早了 我该回去了 这客栈应该还有客房 你就先在这住下吧 李清堂道 习宿你带几个 护卫留下帮英姑娘善后 是 李清堂离开后 英玄还有种好像在做梦的感觉 他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 疼得他都叫了出来 这竟然是真的 他竟然真的遇到了活菩萨 这天上竟然真的有掉馅饼的好事 习宿看英玄 还不敢相信现实的模样 笑着道 英掌柜 这一切都是真的 你遇到了王妃 是真的走大运了 我当初也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被王妃救下的 只要你不背叛王妃 以后的日子定是一番坦途 王妃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会尽我所能地报答他 英玄微微握紧拳头 李清堂回到王府时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他回到房间 就看到了黑着脸的苏怀目 这都什么时辰了 你说了 要陪我一起用晚膳的 我还给你买了刚出炉的荷花酥 我一直放在怀里温着 可你现在才回来 这荷花酥都凉透了 看着苏怀目这一副委屈的模样 李清堂自知有愧无法反驳 他坐到苏怀目的身边 用手拉着苏怀目的胳膊 轻轻摇晃 对不起吗 突然发生了一点小事 耽误了些时间 苏怀目转过头 不去看李清堂 李清堂用撒娇的口吻 一边摇晃苏怀目的胳膊一边道 夫君 相公 见苏怀目都没反应 李清堂思索了一下 换道 云青哥哥 苏怀目努力让自己保持平静 努力想要多生一会气 但听到这声云青哥哥 他实在是没有忍住 云青哥哥 你别生气了 我虽然回来都晚了一点 但我没用晚膳 就是为了回来和你一起吃 我饿了都 苏怀目听到李清堂 说他还没吃饭 把头又转了回来 传善 沐翔连忙去传善 苏怀目看着李清堂 知道饿了还不吃饭 呃坏了怎么办 李清堂见苏怀目这么说 知道他是不生气了 我答应你来要一起吃的吗 我可不是那言而无信的人 云青哥哥 听到这声云青哥哥 苏怀目到底是没忍住嘴角上扬 李清堂歪着脑袋看向苏怀目 你为什么喜欢这个称呼 苏怀目也觉得很奇怪 他为什么会喜欢这个称呼 大概是一开始 他就是被李清堂那软糯的表哥二字给俘获的吧 苏怀目插开话题 尝尝这荷花酥吧 苏怀目拿起一块 递到李清堂的嘴边 两天咬了一口 露出一个甜甜的笑 好吃 这一笑让苏怀目最后一点郁闷也一扫而光 饭菜早就做好了 一直在炉子上温着 苏怀目一传善下人们就把热乎的饭菜端了上来 两人一边吃着一边聊今日的事 你今日在水云间把李清卵给押去了大理寺 嗯 李清堂点头 因为英玄的事 他都忘记 他把李清堂给送去大理寺这件事了 可是很奇怪了 这么长时间了 为什么李顾和老太太没来找他 你祖母之前派人来了 我说我没办法插手王妃的事 李小姐有没有最自有大理寺定夺 苏怀目给李清堂加了一块肉 风轻云淡道 李清堂加起菜 那他们应该来找我了 我的行踪还是蛮好查的 怎么会到这个点都没动静 可能是家里有事 所以被牵扯住了吧 苏怀目见李清堂吃完了碟子里的菜 便又给他加了一块 家里有事被牵扯住 什么事 李清堂疑惑道 听说北安侯最近的身子不太好 自己宠爱的嫡女被当街抓入大理寺 可能接受不了这个打击吧 李清堂看着苏怀目这么平静地 说着这样的话 他放下筷子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你在北安侯府放了探子 李清堂这后半句话是肯定语句 苏怀目加菜的手一顿 菜叶子心虚地从筷子中间滑落 那个 就是我派人打听了一下而已 那毕竟是你的娘家 我总得随时关注 好好保护吧 可我看你那语气 我父亲身体不好受了打击 可你看着并不着急 甚至还有点喜闻乐见呢 李清堂歪着脑袋 用探究的目光看着苏怀目 苏怀目见李清堂突然这么问 一时有些揣测 不出李清堂的心思了 对不起 我不是 李清堂看苏怀目难得一见的窘迫模样 没远住笑了出来 我也觉得这样挺好的 啊 那个家里除了我娘和哥哥 我谁都不喜欢 李清堂直言 之前我还窜多我娘和离呢 若不是 因为怕影响到他娘的名声 和李和风的前途 他恨不得与侯府断了关系 苏怀目懂李清堂的感觉 因为他也是如此 穆书云还有能与李固合离的机会 但华贵妃却是死也无法离开剑星帝 除非剑星帝先死 而他能作为继任者 不然 华家和他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诱惑华家可以彻底放弃军权 但军权是个双刃剑 虽然会让帝王忌惮 但也是保护自己的武器 而且 若不是华家 北境不会安稳这么多年 苏怀目可以自负点说 如果华家交出军权 或许可以留住自家性命 但边境的百姓和战士的日子 一定不会好过 如今剑星帝用永家公主和华贵妃 来把华家牢牢绑在了自己的船上 他可以用这些来制约华家并安慰自己 华家不会对他的统治造成动摇 但以后的继位者可没有这些手段了 华星火的年纪 可等不了苏怀霄 或是苏怀前的女儿长大 华连更不可能嫁给苏家人 帝王对宫高镇主的边关将领 没有了制约的手段 那个时候 才是真正的危险了 所以他得去争那个位置 不是为了他自己 而是为了保护他爱的人 那这次李清鸾的事 你想要如何结束 苏怀慕问 李清堂当时倒也没想这么多 只是想彻底绝了李清鸾和苏怀霄可能罢了 当然也是带了想恶心一下李固和老太太的心思 他们费尽心力保护的 教养的女儿和孙女 如今入了大理寺 再多的谎言也无法粉饰这个现实 李清鸾这次名声被毁 已经是板上钉钉 权力地位果然是个好东西 若是以往 他们肯定会给他施压 但如今没有人敢来说他的不对 也没人敢质疑他的决定 让他先在大理寺待几日 好好反省一下吧 李清堂道 还有我觉得 苏怀霄不可能单纯喜欢李清鸾这个人 李清鸾身上 一定有什么是苏怀霄想要的 所以才会在水云间秘密见面 可我想不出 如今的李清鸾 还有什么东西 值得苏怀霄这样 苏怀慕思索了一下 想起了之前那些刺杀李清堂的人 应该是和孙冷雪有关系 苏怀慕道 许是孙冷雪给李清鸾留下了什么东西 孙冷雪是在牢中自杀的 被抓得就很突然 死前没有见过李清鸾 院子里的东西 也几乎都被穆树云给收走了 只留下当年他来腐蚀的那点玩意 孙冷雪的父亲 不过是个小官 也没什么人脉和厉害的亲戚 不然 他也不会来金钟投奔老太太 一个落魄的官家小姐 手里能有什么值得苏怀霄济鱼的东西 如果孙冷雪真的有那样厉害的东西 怎么会如今才显露出来 李清堂努力思索上辈子的事 但实在想不到有什么东西 这件事你不用费心 我会派人去查的 苏怀慕道 先吃饭吧 李清堂点头 你今日可还顺利 自然顺利 苏怀慕笑着道 有金甲卫在身侧 谁敢不听我的话 李清堂听后有些担忧 压低了声音道 那他们不会发现什么吧 连太医都发现不了 他们能发现什么 苏怀慕道 你准备准备叫上铃儿 咱们去新庄子上待上几日 那边这么快就收拾好了吗 李清堂问 我们还得往里添点什么才好吧 无碍 我们可以带过去一些 到时候缺什么 直接让人送去便好 苏怀慕道 今日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金中德喧闹几日 咱们刚好出去清静清静 李清堂点头 那我明日就派人准备 顺便通知灵 嗯 多准备些东西 咱们这次去的人会很多 李清堂点头硬了下来 第二日一早 苏怀慕还是天刚亮 就去清堂小猪练舞 起疏后 李清堂刚好起床 两人坐在一起用早膳 沐翔一边伺候两人用餐 一边传达刚得到的消息 这是还是因为李清堂而起的 所以自然没有逼着李清堂 瑞王在知道苏怀慕与李清堂私会后 立马就让人把这消息 并着之前情书的事 添油加醋地传了出去 尤其是往沈家传 这一晚上已经传开了 昨晚苏怀慕还秘密去了沈家一趟 今早苏怀慕的人 就开始用李清堂给苏怀慕弟的台阶 把锅往李清堂的身上甩 还把注意力往李清堂因为大不尽 被扣在大理寺这件事上转移 李清堂冷笑了一声 也不知道李清堂知道这事后会是什么反应 今日一早 北安侯府派人来了 奴才说了 王妃和王爷还在休息 但对方执意要等 沐翔道 侯夫人也派人来低了口信 说您仅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来 不用顾及其他 沐翔道 李清堂点头 就说王爷昨日操劳 今日身子不舒服 我要照顾王爷 没空见客 是 两人慢悠悠地用完早膳 李清堂准备去清堂小助理看看账 没想到苏怀木跟着李清堂一起走了过去 你今日没事吗 李清堂问 你都说了我昨日操劳 今日身子不舒服 既然不舒服 那肯定是要在家休养的 苏怀木道 夫人放心 我就躺着看书 不会打扰你的 四周的窗户都打开 窗户下放了冰块 带着丝丝凉意的风吹拂着二人 苏怀木躺在窗边的贵妃榻上 翻看着手里的侧子 李清堂坐在桌前 一边看账 一边打着算盘 偶尔在纸上写写画画 苏怀霄不时会抬头看一眼李清堂 看到李清堂全身贯注的模样 嘴角带着笑意 李固昨日听到李清兰在水云间私会苏怀霄 还出言顶撞污蔑李清堂 以大不敬的罪名 被李清堂派人送去了大理寺 本就受了风寒这几日 有些浑浑噩噩的李固 在听到这个消息后 气得直接晕了过去 吓得翠英手里的药碗都摔碎了 折腾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才悠悠醒来 老太太听说李固醒了 也急匆匆地赶来 等老太太来了后 穆淑云和李和风已经在屋中 李固被翠英扶着坐了起来 问道 卵儿如何了 她还在大理寺中 李和风道 李固听后 觉得胸口一口气 差点没上来 怎么还在大理寺 你们没找唐儿吗 圣亲王身子不舒服 唐儿在照顾 没时间 穆淑云道 而且这是本身就是卵儿做错了 她既然私会宣王 还大庭广众之下污蔑堂儿 如今的堂儿 可是皇家的媳妇 她这么做 可是在打皇家的脸 若是轻易放过了 要成亲王和华家人怎么想 说到底都是自家事 怎又闹到那种地方去 先让堂儿把人放出来 让卵儿在家里刻上几个头 在祠堂关几日也就是了 李固道 当妹妹的 把亲姐姐送到大理寺 外面得怎么笑话 咱们侯服 穆淑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一手捂着胸口 一手按着头 身子摇摇晃晃就要摔倒 梅卿连忙扶住 夫人 奴婢先扶您回去休息吧 母亲这是怎么了 李和风连忙问道 夫人这几日一直都不舒服 昨个听到这是上了火 侯爷又被气到 夫人昨晚几乎一夜没睡 梅卿隐隐带着啜气道 你先扶母亲回去休息吧 这里有我 李和风吩咐 穆淑云被梅卿扶住 离开听竹轩 走出院门没多久 她脸上的虚弱就一扫而光 看着各家铺子的营业情况 把府衣请来 开几副药 做做样子吧 穆淑云吩咐 是 听竹轩礼 李和风看着被气的胸口 剧烈起伏的李固 父亲 这几日 你就好好休息吧 这些是我会处理的 李固点头 好 华儿也是你的妹妹 你们从小一切长大 她的性子你最了解 她最是懂李术的 这其中肯定是有误会 唐儿与华儿 因着过去的事 有些不愉快 但大家总归是一家人 不能让外人看了笑话去 父亲放心 我会处理好的 李和风说着 看向老夫人 祖母你也不必担忧 我已派人去了大理寺 她住在特别房间里 没受委屈 李和风不动声色地 看了一眼翠英 翠英立马开口 侯爷 有世子爷和老夫人在 大小姐不会有事的 眼下您的身子最重要了 老夫人虽然不喜翠英 但翠英这话说的 倒是也没什么问题 你先把身子养好 李和风扶着老夫人 离开听竹轩 芬儿 阮儿和堂儿都是你的妹妹 我知道 堂儿心里对阮儿还是有气的 但如今孙姨娘已死 阮儿名声也毁了 这气也该消了 孙儿明白 老夫人握着李和风的手 以后这侯府都是 要交到你手中的 一个家族的兴旺 只靠一个人是不成的 你与阮儿自小亲后 他若能嫁个好人家 对你对咱们侯府也是助力 李和风谋中 没有任何感情的印象 孙儿明白的 老夫人点头 你明白就好 一会你去趟盛亲王府 想来堂儿会卖你这个面子 孙儿觉得此事不妥 嗯 昨日的事 我已经去水云间打探过了 卵儿当着宣王和锐王侧妃的面 不仅没给堂儿行礼 话里话外还指责堂儿 说堂儿抢了他的一切 如今 堂儿可是圣亲王妃 锐王侧妃都给堂儿行了礼 她却没有任何表示 还出口污蔑 在我们看来 这是两姐妹间的小事 可在宣王 在锐王 在水云间那么多达官子弟眼中 她污蔑的 可是圣亲王妃 如果不是堂儿先下手把人带走 若是被锐王 宣王误以为 卵儿对皇家不满 对陛下 遇刺的轻视不满 又或是传到那些遇事耳中被掺了呢 李和风道 老夫人听后 心里一个机灵 李和风继续道 堂儿先下手处理了卵儿 还能算是自家事 到时候什么结果都是堂儿说的算 可若被锐王 被遇事拿到皇帝面前说 那倒霉的 可是咱们整个北安侯府 圣亲王是陛下最宠爱的儿子 为了让堂儿配得上圣亲王 陛下侧了堂儿安乐县 还让咱们北安侯府世袭罔替 这是天大的恩赐 可李清鸾 却当众污蔑堂儿 眼下的堂儿 已经不是北安侯府的二小姐了 而是上了皇室御蝶的亲王妃 夫妻一体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李清鸾此举 跟污蔑成亲王 也没什么区别了 尤其如今 成亲王还成了总督察使 监管三法司 这风口浪尖之上 李和风指点了个开头 但老夫人已经明白了 心下沉了几分 表情也严肃了起来 那这是风 你想怎么解决 其实很简单 我们什么都不要做 李和风道 什么都不做 那鸾儿就在那牢里一直待着吗 老太太对此不太认同 只是在大理寺安稳地待几日 和被有心人抓住把柄 被判流放 您觉得哪个更好 何至于此 何至于此啊 老太太叹气 她还是觉得 这不过是自家事 何苦要闹到大理寺 搞得北安侯府 如此没有脸面 我也是没想到 李清鸾这些年 竟然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嫉妒妹妹 竟做出这种会连累和足的事 她真是太不懂事了 老太太 我是这个意思吗 我还是得去找堂儿说一说 祖母就别劳累了 还是孙儿去吧 李和风道 您放心 不会有事的 老太太点头 你一定要好好和堂儿说说 都是一家人 不至于此 孙儿明白的 李和风去了盛卿王府 李清堂听到是李和风来了 便让人带了进来 李清堂的心情有些复杂 所以 李和风是来替李清鸾说情的吗 是了 李清鸾毕竟是同李和风一起长大的 两人从小的情谊 不是他这个半路出来的人可以打断的 苏怀木去处理事情 李清堂一个人在清堂小住 他让人直接把人带到了这里 让婉亲上了茶点 大哥今日来找我 有何事 李清堂明知故问 稍微带了些期许 或许不是呢 为了昨日之事 李和风是个武将 不是个喜欢绕圈子的人 所以直言祖母让我来的 李清堂嘴角带着一丝凉薄的笑意 给李和风蒸了一杯茶 所以 大哥是来替李清鸾求情的 哪怕他 如今已是圣亲王妃了 可他们心里 还是向着李清鸾 不是 李和风把茶一口引进道 我是想告诉你 你想怎么做都可以 祖母和父亲 我会处理好的 不会让他们给你添麻烦 李清堂愣了一下 看向李和风的眼中 带了一丝诧异 李和风看懂了李清堂的表情 你是我唯一的妹妹 我不可能像着一个外人 李清堂嘴巴微张 情绪十分复杂 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李和风见状便开口道 我这次来也是 想和你通个气 父亲受了风寒 昨日又被李清鸾气抖 这病一时半会是好不了了 我已经同祖母说了这件事的厉害关系 我说你先把李清鸾抓去大理寺 这件事便是家事 怎么处置李清鸾 都有你说的算 但如果被御史 或者两位皇子乘到御前 那结果就不是咱们能决定的了 李清堂觉得这段话的信息量很大 他一时有些没琢磨透 李和风继续道 还有母亲此番是装病 你无需担心 侯府有我和母亲 不会出现任何托你 和成亲王后腿的事 日后你仅可以随心所欲 我与母亲永远会站在你这一面 李清堂本以为李和风 是来替李清鸾求情的 但没想到 他会说出这么一番话 他对刚刚自己升起的心思 有些愧疚 大哥 清堂 你不是一个人 有我在的一日 北安侯府 就一直是你的依靠 若是在这受了委屈 便回去住些日子 李和风道 不要觉得现在的一切都是因为他 你便是不嫁给他 哥哥早晚也会用军功 给你和母亲 挣回这些荣誉 哥 李清堂觉得鼻子有些酸 有事不要自己抗 我会在京中待上很长一段日子 你随时可以派人来找我 李和风道 我回去后会通祖母说 你为了护李清鸾 所以会让他在大理寺待一段时间 好吃好喝伺候着 等这段时间风头过去了 就把人放回去 你觉得如何 祖母会信 我会让他信的 李和风道 李清鸾不适合在大理寺消失 我可以让母亲给他找一个外地的亲事 等他一出来就把人嫁出去 不然就送去安里当姑子 只要你想 我可以让他永远不再出现 李清堂上一段话的信息 还没消化完全 这一段话 又给了他大量的信息 让李清鸾永远不再出现的意思 是他理解的那个意思吗 先让他嫁出去吧 李清堂想了一下道 上辈子他受的苦 总要让李清鸾也试一试 至于消失不消失的事 那还不急 有时候活着比死了难受 而且 这是的确不好在京城动手 好 李和风点头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有事没事 都可以回家看看 李清堂见李和风起身准备离开 连忙道 哥哥 不如用了午膳再回去吧 李和风点了点头 也好 李清堂让婉清分复厨房 多做些好吃的 聊完正事 李和风才注意到 清堂小猪这四个字 还有那盛开的海棠花 看来他对你不错 李清堂点头 嗯 王爷对我确实很好 府中的下人也都听我的话 所以 哥哥不用担心我会在这受委屈 李和风脸上的表情好了几分 不过 你与圣亲王是不是早就认识了 李清堂身子微顿 就是回京后 因为御安郡主 所以有了些交集 李和风见状没有再问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秘密 李清堂带李和风 在园子里转了转 很快午膳坐好 李清堂和李和风刚坐下 苏怀木便来了 见过圣亲王 那兄不必多脸 快请坐 苏怀木虚服了一把李和风 李和风与苏怀木都不是多话的人 李清堂本来还觉得这顿饭会不会吃得有些尴尬 但没想到 这两人竟能聊到一起去 李和风离开时 李清堂让人准备了一些燕窝 人生类似的补品带了回去 李清堂去送李和风 送的时候他道 我觉得李清堂身上应该有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不然宣王不可能会与他在水云间见面 或许可以趁此机会炸一炸 这件事交给我 有结果后我会派人来通知你 李和风一口硬下 那就麻烦哥哥了 你我之间何来的麻烦 李和风翻身上马 回去吧 看着李和风离开后 李清堂回到了院子里 苏怀木问道 你大哥看起来不像是给李清堂求情的 你怎么知道的 李清堂看向苏怀木有些疑惑 你不会是派人偷听了吧 没想到我在娘子心中竟是这样的人 苏怀木叹气 我不是那个意思 李清堂着急想要解释 苏怀木笑了出来 我开玩笑的 这是其实很好猜 你哥今日突然造访 肯定是为了昨天的事 而从他刚刚表现出的态度和你的态度 也很明显可以看出 你们之前并未发生不愉快 你还挺聪明的吗 李清堂笑了一下 然后把李和风来说的话 告诉了苏怀木 当然是筛选过后的 你说我哥哥 那是什么意思 李清堂问 苏怀木笑了一下 你哥哥是个有能力和魄力的 你等着看就好了 李清堂以为的等着看 是看李清鸾出嫁的事 但没想到他看到的不止这件 那时李清堂才知道 苏怀木与李和风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李清鸾被关在一个单间里 这是大理寺关押那些 还未定罪官员的地方 条件比起牢房算是很不错 李清堂坐在床上 满脸争鸣 李清堂这个贱人 竟然敢这么对他 这都过了一夜了 李家竟然没有人来救他 果然都是一群狼心狗肺的家伙 见他没了指望 便一个个都成为了李清堂身边的狗 竟没有一个人肯帮他求情 李清鸾紧紧握着手里的玉佩 目露凶光 等他出去了 一定不会放过这些欺负他的人 不就是当了个盛亲王妃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可是要做皇后的人 李和风回府后按计划 把这件事说成了 是李清堂为了保护侯府和李清鸾 而不得不做的事 说李清堂已经同大理寺打好了招呼 随时可以去探望李清鸾 他一会就去给李清鸾送些衣裳和吃食 老太太听后放下心来 只要不波及侯府 怎么都好 李和风事后去了大理寺看李清鸾 但并不是去探望 而是去施压 不仅李清堂觉得李清鸾身上有秘密 他也觉得李清鸾身上肯定有他们不知道的底牌在 哥哥 你是来救我的吗 李清鸾见到李和风后 立马扑过来 满脸期待地看着李和风 哥 你不知道这里有多可怕 我一整晚都没睡 您瞧我这手都被钉中了 李清鸾伸出胳膊 委屈地红了眼眶 李和风掏出一瓶药膏 你受苦了 哥 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啊 李和风面露难色 只是递进去了一个包裹 里面有衣服和点心 你还有什么需要的 都可以和我说 李清鸾见李和风这样 感觉事情不太对 我不要在这里 我再待下去会死的 你先在这待几日 我会救你出去的 李和风道 只是这次的事不太好解决 牵扯到了三位皇子 陛下也知道这件事 听说很生气 还有那沈家更是不想放过你 我只能尽力 李清鸾听后愣住了 这么一点小事而已 怎么会牵扯这么多 哥你得救我 你一定得救我 咱们侯府空有爵位 并无实权 也没什么可用的人 恐怕很难 但我会尽力避免 你沦落到流放的地步 李清鸾愣住了 流放 怎么会到流放的地步 不行 他不可以被流放的 李和风加深了李清鸾内心的恐惧 也没说一定可以救出李清鸾的话 只是安慰了几句后 便被狱卒请离 李和风离开后 李清鸾惊恐地坐在地上 他不信 不过这么点小事 怎么会变成这样 在知道李和风的计划后 接下来的两日苏怀木 故意让守卫说一些话 让李清鸾产生恐惧的心理 逼他用底牌 当然 李清鸾这事 只是顺便着来的 如今重点 是要去郑家 那个庄子上避暑 李清鸾这段时间 一直都在准备着物件 并一批批地 往城外运 除了邀请了永家公主 还打着同僚的旗帜 邀请了三法司的长官 和金赵颖一同前往 还让华林儿 也可以带上玩得好的小姐妹 那边盯得如何了 苏怀木问 那山庄有一个暗道直通山下 面上转移的都是普通物件 那些财物 都是经由暗道离开的 我们已经派人跟上了 随时可以动手 牧清道 那些被拐的女子呢 还没有踪迹 应该被关在了什么密室中 牧清道 王府的人 一直在往里面送物件 他们不敢转移 见不得光的东西 晚上的时辰有限 他们这几日都在转移财物 想来人应该还在庄子里 继续盯着 苏怀木接管了三法司后 郑士雄的事 立马就被摆平了 郑士雄的小司 和那个运尸体的下人 被作为替罪羔羊出了死刑 大夫的家人 得了五百两银子 然后便悄悄消失在了京城 郑士雄的事平了后 郑家偷偷派人给苏怀木送礼 表面上是为了郑士雄的事 但其实是想拉拢苏怀木 但被苏怀木直接拒绝 已经给了 事也办了 到此为止了 郑国公见状也没多说什么 苏怀木到了如今这个位置 若是被他轻易拉拢 才是奇怪 对于瑞王和宣王而言 只要苏怀木不站到对方那边就可以 这三日时间 苏怀木虽然没正式进入那庄子 但派人把那山顶布置了一番 说要带人来爬山 开游园会 还特意把山路拓宽压平 平整出一条可以乘坐马车上山的路 因着苏怀木派了大量的人 去山上平路 布置游园会现场 郑家自然无法阻拦 只能从岸道转移 但白人那么多人 从那地方进进出出 也是不好 所以只能趁夜色 但要转移的东西实在多 那密道不大 转移起来甚是麻烦 在发现了密道出口的时候 苏怀木就派人 在附近散播了这话 说有好多人大晚上 鬼鬼祟祟的搬东西 还找人去金兆府和沁阳县 支会了官府 当然官府 是不会特意为了这点小事去管的 苏怀木也不会让人去管 不过是提前埋下伏笔罢了 苏怀木本还想邀请 剑星帝和花贵妃一起去 但那边还没收拾好 于是说等过几日 他们彻底收拾好了 再邀请他们去避暑 剑星帝怕苏怀木去那里危险 便派了不少金甲卫陪同 这也是苏怀木的主要目的 三日时间一到 苏怀木和李清堂 便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出发 今日会发生什么吗 马车上李清堂小声问道 苏怀木摇头 什么都不会发生 你尽情地想了便好了 李清堂点头 一行人走得不快 到山庄脚下的时候 已接近晌午 王爷和王妃在山顶 为诸位准备了午宴 众位请 各家的马车很大 不好上山 于是都停在了山庄 想要骑马的便骑马上山 不起马的便坐小马车上山 这山不是特别高 也不是特别陡 风经过树林吹拂在众人身上 带来夏日难得清爽 这山顶本就被打理过 建了一个亭子 亭子周围 还有很大一片空地 已经被除了杂草 李清堂已经提前 让人搭了好大一个棚子 苏怀木带着几位大人 在亭中 饮茶论事 李清堂带着女眷 在凉棚里休闲 李清堂让丫鬟们 从冰霞中 把提前准备好的 各种水果和冷饮端出来 水果上带着水盈盈的冰珠 看得就让人凉爽 还有各色点心 放了满满一桌子 凉棚下面用木架子打底 周围用烟云纱围住 透风又遮阳 还能防小飞虫 凉棚周围 已经洒了蛆虫的药 不怕蛇虫 四周还放了冰块 更加凉爽 华林儿是骑马上来的 她喝了一口冰镇的酸梅汤 美滋滋地眯起了眼睛 好喝 各家夫人和小姐 也都跟着尝了一口 不住点头 然后就夸赞李清堂 那真是从头发丝 夸到了脚趾间 李清堂笑着和各家夫人 聊着无伤大雅的家常 倒是其乐融融 中午让人考了全阳 李清堂还特意让人 准备了几个小炉子 感兴趣的大家可以自己动手 现烤现吃 也可以让丫鬟给烤 各家小姐本来对这有些介意 但看到了华林儿和李清堂 都亲自动手 便也跟着一起 这一烤发现还挺有意思 烤个几串后 有些热了 便让丫鬟烤 李清堂还找了说书的人 讲话本子 众人一边听着书 一边吃着烤肉 好生惬意 华林儿吃着自己烤的肉串 听着说书先生 偶尔喝一口冰冰凉凉的酸梅汤 这比头壶什么 有意思多了 是啊 好久没吃到这么新奇的吃食了 这调料的味道 也属实特别 刑部尚书的夫人笑着道 这是从西域来的调料叫孜然 这只肉 也是从塞外传来的 我这大家吃惯了 那精致的餐点 好容易出来玩 总得有些不一样的 不然也太无趣了些 王妃替我们想得这么周到 我敬王妃一杯 随着刑部尚书夫人这一下 其他各家夫人和小姐 也都纷纷进李清堂 李清堂喝完后 笑着道 大家无需拘束 出来玩不讲究那些 我回京中的时日不多 日后还指望各位多带着我玩玩呢 吃过饭 李清堂道 我让人提前在林中准备了些锦囊 每个里面都有一个字迷 找到后猜对了 可以领取对应的奖品 大家闲着没事 可以去寻一寻 听到李清堂这么说 话帘第一个就冲了出去 其他贵女也都跟着出去 很快便有一个贵女找到了锦囊 燕子两行穿雨中 御史中成家的小姐念着字条思索 誓言字 对 李清堂笑着点头 字条上的续号是8 习速找出8号锦和递了过去 那小姐打开一看 是一对珊瑚耳环 真好看 看到这礼物后 各家小姐更加积极了起来 苏怀木那边的各家大人们 看到女眷那边不时传来欢呼的模样 有些好奇 苏怀木解释了一下 各家大人点头 周安道 倒是有趣 我好久没看到夫人这么开心了 李清堂准备了各种各样的物件 后来不光各家小姐 气氛活络起来后 在李清堂跟着画铃放起了风筝后 几位夫人也渐渐放下了 居井和平日当家主母的架子 加入了猜谜中 只不过 他们是让自己的丫鬟去找 然后拿回来猜 等完的差不多了 便返程回了山庄 温泉已经准备好 刚刚那一顿完 大家或多或少都出了汗 回到山庄就准备好了沐浴 还有温泉 有放了鲜花的 还有放了中药和牛乳的 放鲜花的大家倒是常见 但中药和牛乳却是第一次见 为了给王爷治病 王妃悬赏天下名义和名方 除了药膳 还有药玉都有涉猎 除了治病的 还有些对皮肤好的 这里放着就是驱除湿气 对皮肤好的药材 习宿道 王妃交代 各位夫人小姐 若是不习惯一起 也可以在各房单独的御筒泡 我们王妃还在这准备了一些 吃食和玩乐的项目 大家不想泡的话 也可以在这聊聊天 这有叶子牌和马吊呢 听到这 几位夫人对视了一眼 我不太会这个 诸位可得手下留情 我也不太会 平日都不怎么玩 大家都是身份相当的贵女 李清堂还准备了礼仪 大家便都决定和小姐妹一起泡 比起鲜花的 大家对牛乳更感兴趣 小姐妹们在一起 一边泡汤一边闲聊 身边还有各色点心和银子 好生快乐 李清堂和永家公主在礼间 吃着果子 按着膜 十分惬意 华林儿给自己邀功 我就说 你得来吧 瞧瞧多有意思 永家公主笑着道 的确不错 唐儿你这是费了不少心思 是费了点心思 但看大家都如此喜欢 倒是值得 李清堂笑着道 公主以后闲了 可以常来 这也太麻烦你了 而且 这离京中 到底是有些距离 永家公主道 若能在京中 也有个这样的地方就好了 华林儿听后也点头硬喝 是啊 京城那么大 那么多勾兰瓦舍 可都是男子享乐的地方 哎 听到华林儿这么说 李清堂突然生出一个主意 晚上又是一顿大餐 不少山珍 吃喝玩乐过后 各回各的院子 今日梦儿 在圣亲王妃的猜谜活动里 得了一对耳环 还有一个玉镯 得有个几百两银子了 你说圣亲王妃 这是什么意思 御史忠诚的夫人问道 不会是在用这种方式 贿赂咱们吧 胡说八道什么呢 圣亲王代表的是陛下 要贿赂 也该是咱们贿赂 以后莫要说这种胡话 御史忠诚的夫人 默默闭上嘴 那咱要回礼吗 说了是猜谜的奖赏 那就是奖赏 莫要往深了下 御史忠诚道 早点休息吧 夜深了各院的灯火 都熄灭得差不多了 苏怀木和李庆堂的院子里 灯火还是通明 找到密室入口了吗 已经找到了 牧青道 就在西厢房的地下 按道出口那一头天黑后 有人进来 估计还有东西没有转移完 苏怀木思索片刻 让金甲卫发现 是 在众人正要进入梦乡的时候 突然有人高呼 抓刺客 然后火光就在各个院中亮起 已经睡下的各个大人 都睁开眼睛 穿戴好聚了过来 李庆堂也是半梦半醒地睁开眼 怎么了 这事 没事 你安心睡着 我去瞧瞧 苏怀木把要起身的李庆堂 又按了回去 李庆堂这时也听到外面 再喊抓刺客 他大惊 刺客 别担心 是我安排的 你就在屋里待着别出去 苏怀木说着 在李庆堂额头亲了一口 等我回来 苏怀木不让李庆堂出来 那李庆堂便没出去 但他也无法睡下 便坐起来等着 过了小半个时辰 苏怀木回来 笑着道 没事了 睡吧 第二日一早用过早膳 三法寺的大臣们便启程回京 李庆堂和永家公主 倒是没有离开 他们准备在这多住几日 苏怀木也没走 直接在这养病 山庄上岁月静好 但京中却拨云诡诀 郑国公在知道京甲卫 发现了山庄密室后 眼前一花 在听说没有抓到人后 又松了口气 处理得干净些 不要被人抓到把柄 郑国公道 哪家没有点暗道 而且那庄子 本来也是他买的 他完全可以说不知情 他也几乎没去过那山庄 只要不是人赃并货 总是好解释的 在山庄上诱诅了三天后 李和风派人传来消息 说李清兰托送饭的狱卒 带了封信去京中的驿馆 但并未说给谁 只是在上面画了一朵雪花 李清堂是故意让人给房子 准备了纸笔和书 说是为了给李清兰解闷的 其实就是 再给他传消息的机会 才这么几天 他就忍不住了 又过了一日 李和风传来消息 说那信被送到了猛虎标局 这标局看起来不一般 还没查清底细 说等查清了会告诉他 李清堂看后 把信烧掉 猛虎标局 这时画链推门入 唐儿 这个怎么秀啊 咦 你烧什么了 屋子里怎么一股糊糊的味道 哦 刚刚炼字 写得太丑 被我烧了 李清堂看向画链 姐姐想秀什么 这病地连我 怎么秀怎么奇怪 妹妹快帮我瞧瞧 画链把手中 秀了一半的荷包递了过去 我明明是按照苗的样子秀的 姐姐这荷包 是要送我表哥的吗 李清堂笑着问道 这不是七小姐要到了吗 我想送他点东西 你快帮我瞧瞧 看来姐姐和我表哥 感情发展得不错 不知什么时候 能喝上你们的喜酒 画链红了脸 你就别打趣我了 这哪是我说了算的 先别提那些事了 你快帮我瞧瞧 这该怎秀啊 公主应该已经知道 你和表哥的事了吧 李清堂又问 知道了 那日试会后 我就同母亲说了 画链脸上带了几分笑 母亲没有反对 李清堂听后也松了口气 不反对就好 好了 你快帮帮我 这次我一定得修得好看些 不然都送不出手 做得好与不好 都是你的心意 我相信 我表哥都会喜欢的 李清堂道 我都听世云说了 你之前送他那个荷包 他可宝贵了 没舍得用 挂在了床头 真的 画链一听 眼睛亮了起来 随后又按下下来 担忧道 他不会是因为 那荷包太丑了 不好意思拿出去用吧 怎么会 我表哥才不是那种 凡是只喜欢 留于表面的人吗 李清堂不忘为 穆正初说好话 好妹妹 那你快教教我 李清堂细心 叫画链刺绣 本以为按照他的性格 可能绣不一会 就会坐不住 吵着想要出去玩 但没想到 他真的一下午 就做着专心刺绣 虽然针脚还是有些粗陋 但经过一下午的努力 还是成功绣出了 病地连中的一朵 绣完后 他立马去找永家公主炫耀 李清堂笑着目送画链儿离开 是快到七巧节了 他逮送苏怀木些什么呢 李清堂有些苦恼 刺绣荷包什么的他 之前都送过了 每次都送一样的东西 好像不太有心意 李清堂想了会后 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在桌上铺上了一张纸 然后提笔开始作画 几笔下去 一个轮廓便跃然于纸上 当最后一笔画下 李清堂才发现 脖子酸疼得厉害 而夜色早已深沉 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李清堂问 已经害时了 婉清回道 王妃您要不要吃点东西 李清堂从开始作画后 就没有让任何人打扰 饭也没有吃 当时不觉得饿 但现在确实有点饿了 来点清淡的好消化的吧 李清堂道 是 婉清应下 转身就去吩咐厨房 李清堂发现苏怀木不在 看向习宿 王爷呢 王爷之前传话说 今晚或许无法回来 让王妃不要担心 早点休息 不要让人瞧出什么不对 李清堂点头 那让扇房再准备些 王爷爱吃的 药也记得哦 是 习宿应下 李清堂只吃了一碗燕窝 你们把这太多吃点别浪费 那要处理得干净点 谢王妃 对了 那话等干了后 好好放起来 别让王爷看到 李清堂提醒道 是 婉清和习宿应下 可能是身边少了一个人 李清堂睡得并不安稳 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 苏怀木已经躺在了身侧 时辰还早 再睡一会吧 苏怀木微微侧头问道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不是一直都在这 没有离开过吗 李清堂给了苏怀木一个 你明知顾问的眼神 苏怀木笑着道 你睡后不久就回来了 没遇到什么危险吧 李清堂问 苏怀木掀开了被子 瞧瞧 我四肢俱在 脸也是依然英俊 你怎么嘴那么平 李清堂轻轻捶打了一下 苏怀木的胸口 苏怀木抱住李清堂 你放心 我现在很惜命的 不会让自己有离开你的机会 李清堂在苏怀木的怀中动了动 找了个舒适的位置 你要说话算话的 我看起来 有那么言而无信吗 但你可骗了我很久呢 苏怀木轻咳了一声 转移了话题 对了 李清堂那边怎么样了 我哥查到他让人给驿馆送了信 那信被送到了猛虎标局 我哥应该正在查那猛虎标局 李清堂道 李清堂的信封上都没写收件人 只是画了一朵雪花 那驿馆就把信送到了猛虎标局 这两个地方看来都不简单 猛虎标局 苏怀木听到这个地方后 眉头微皱 李清堂和那地方竟也有关系 或许是因为孙冷雪的关系 你知道呢 李清堂听苏怀木这个语气 问道 听说过 苏怀木道 关于孙姨娘的过去 你都知道些什么 李清堂想了一下 孙冷雪是我祖母的树妹的女儿 听我母亲说 孙冷雪的母亲 嫁给了一个举人 然后因着钟永侯的关系 被举荐做了官 在宿州的吉安县做了县令 后来双亲遇难 就来投奔了我祖母 遇难 遇了什么难可知道 只听母亲说了一句 好像是战乱 李清堂道 但具体的就不知道了 孙冷雪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得好好查一下才知道了 苏怀木其实早就派人去查了 但只是顺便打探 后来孙冷雪死了 便没有继续了 现在看起来得好好查一查 这个孙家和孙冷雪了 还有件事 我想同你说 李清堂道 什么事 我想开一家酒楼 李清堂说完又觉得 好像把这个叫做酒楼不太合适 就像这个山庄一样 餐饮 玩了一体的那种 也可以售卖衣裳 首饰 还可以听书 听戏 反正就是建一个专门 给女子消磨时间的地方 我看那些夫人和公主 在这玩得都很开心 走的时候 还有些舍不得 而且下面的伺候的丫鬟 把那些夫人小姐的对话 都记了下来 虽然琐碎 但倒是有些有用的消息 后宅女子总是寂寞的 人一寂寞 免不了就挨八卦 他们知道和关注的很多事 是男子不会在意的 但有些不起眼的小事 却可能至关重要 李清堂道 你在苏州开的那百花楼 就是为了收集情报的吧 苏怀目愣了一下 你 你在想我是怎么知道 那百花楼是你开的对吗 李清堂笑着问 最开始不我不觉得 我只觉得 你可能是百花楼的客人 与刘姐姐的关系好 但后来我怎么想 怎么觉得奇怪 我感觉 你也不是那爱去花楼的人 还有 我想给刘姐姐赎身 但刘姐姐的态度 让我觉着奇怪 她似乎是自愿留在那的 我仔细回想了一下 我觉得 刘姐姐和百花楼老宝 对你的态度 不像是对待一个恩客 更像是习俗于我的感觉 然后我就诈了你一下 好啊 你竟然还学会诈人了 苏怀目也是没想到 李清堂会诈他 总得有点成长 才好意思说自己是圣亲王妃吧 李清堂笑着道 青楼中的客人 总归是杂乱的 若是建成那么一个地方 来的都是 有身份地位的人 就算他们不知道 什么有用的消息 但他们存在的 本身就是价值 若真有那万不得已的一日 绑架威胁 也是一条最后的出路啊 苏怀目显然是明白了 李清堂的意思 我原以为你是只小白兔 没想到是披着白兔皮的小老虎啊 你又打去我 你的想法很好 那就放手去做吧 苏怀目道 府中的银钱地契都在你手中 你想怎么用都可以 虽然需要借用你的名头 这是我自己的生意 李清堂道 赚了也好 赔了也好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是我李清堂自己的 我赚的银子和消息 怎么处理 也都是我自己的事 毕竟是我的嫁妆嘛 是吧 苏怀目明白李清堂的意思 他这是怕 一旦有什么事发生 牵连到自己 而且这门生意的好处是聪明人都能看出的 若是被有心人拿去做文章 容易让剑心帝怀疑自己 我娶你是想保护你 让你一辈子无忧无虑 我不想你这样辛苦 我不辛苦 我觉得这样很快乐 李清堂道 你一个病弱的王爷 我做一个势快的王妃 这不是很合理吗 苏怀目听到李清堂这么说看向他 两人相视一笑 接下来的几日 李清堂都在设计他的新店 他有两个邻街的宅子是连着的 他打算打通 变成一个大庄园 还有这家店他打算都招女子 连护卫都要女子 还得要一些有特长的 比如按摩 盘发 对了 他可以开个女诊 他之前给苏怀目找大夫的时候 也来了女大夫 他可以把他们召集起来 李清堂在图上又规划出了一个医馆的位置 想到那些夫人小姐 可能会因为不好意思 而不敢看病 最好的外地的女大夫 这样对方不会认出他们 也就不会尴尬 还可以戴面具之类的 不过望闻问切 戴上面具 或许对诊断有影响 还有泡澡的池子 最好还是分开 可以有单人的 也可以有多人 做成那种酒楼雅间的感觉 几个好姐妹 可以一个在一个雅间 最好再培养几个女说书先生 多准备一些故事 尤其是爱情故事 还有戏班子 歌舞 杂耍 这些都背上 李清堂按照想法规划了几个区域 然后又细细勾画细则 还得想每个地方的装饰 李清堂感觉 如果只靠他自己 这个店要开起来得好几年后了 他得找人帮忙 苏怀木听说后 你可以直接去工部找人 这合适吗 工部下面很多工匠 最近朝中没什么要见的 工匠的俸禄不高 你若愿给工钱 想来 他们是愿意的 我打算这两日就启程回京 今日你把东西收拾一下 不要留下什么值钱的物件 苏怀木道 听到苏怀木这么说 李清堂问道 怎么了 是不是发生什么了 南方大雨 有不少郡县遭灾 已经有流民在北上了 附身权贵 这几日可能就要进京了 我们还是早些进城为好 苏怀木解释道 李清堂一直记得这件事 收粮也一直在进行中 但没想到这个时候 已经有人快到京城了 我觉得这次的水灾 或许会很严重 我们最好提前做准备 李清堂小心提醒 放心 父皇已经收到水患消息 应该已经在准备震灾了 苏怀木道 李清堂点了点头 我看书上说 大灾之后必有大义 尤其这天气渐热 那些防疫的药 咱们也得准备一些 尤其南方那面 别让大雨朝了药 那药可不好找 李清堂提醒 好 我会派人提醒父皇 苏怀木硬下 看到李清堂紧张的模样 苏怀木决定插开话题 对了 会是已经放榜了 今日是电视 明个我们就能知道 谁是新科状元了 搞不好回去的时候 还能遇到状元游街 哦 李清堂听后 果然来了兴趣 看到李清堂在听到状元游街 眼睛刷一下亮了起来的时候 苏怀木觉得有点酸 他好像不该把话题 引到这个上面 怎么 你也想去看游街 莫不是还想从茶楼扔花 扔花至果 打马游街 这是多么意气风发的事 李清堂有些期待 我还没见过那画面呢 肯定热闹至极 传闻中的绑下卓序 若是能见到想来 也是十分有趣 还有炭花廊 也不知得何等风资 不知比起顾大人如何 李清堂想起 之前在张台街 救的那几位学子 还有之前师会上牧师云说 认识的那个叫 乔思源低世子 不知他们考得如何了 顾大人 你和那顾紫谦倒是熟得很 听到李清堂的嘴里 蹦出顾紫谦三个字 苏怀木仿佛是 那被点燃了引线的炮烛 顾大人算是我来京城后 除了画铃外 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吧 李清堂想了一下 当初我被人冤枉的时候 是他站出来替我说话 听到李清堂这句话 那引线直接烧到头 点燃了他 我听说当初那顾大人 还帮你夺了头户赛的头名 之后 还想向你求亲来着 苏怀木看着李清堂 顾大人年纪轻轻 就凭本事科举入室 本事状元之才 但因为 长得实在俊俏 所以被封为了炭花狼 是京中无数贵女的梦中情郎 若被那些小姐知道 你拒绝了顾大人 肯定会极恨你的 李清堂看着突然话 又多又密的苏怀木 歪着头笑着问道 你这是吃醋了 苏怀木吃醋 但不想承认 于是转移话题 我觉得 我们后日就走的话 有些太仓促 也太不好收拾 我们还是多住几日吧 省得落下东西 其实也没什么 收拾不完 可以让习宿留下 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 李清堂想起他又要招人 又要改宅子 还有那猛虎标局 这山庄虽然气候和风景 都非常好 但就是不太方便 你就那么想看状元邮街 苏怀木以为 李清堂检查要回去 是想看犹街 还是没忍住内心的醋意 把心底话问了出来 李清堂扑斥一下笑了出来 我已经嫁给了 这个世界上最好看 最有才华的 对我最好的云青哥哥 我眼中怎么可能 还装得下别人 苏怀木听到李清堂这么说 刚翻了的醋坛子 又被浮起 你真这么想 那是自然 李清堂看着苏怀木 我见过如你这般经验的人 又怎会再对其他人动心 苏怀木把李清堂揽入怀里 我也是 在房顶上守卫的木燕 听到里面两人的对话 抖了抖身上的鸡皮疙瘩 他家王爷在认识王妃后 整个人变得完全让人出乎意料 啊 这成语好像不是这么用的 那是变得匪夷所思 反正就挺奇怪的 不过是往好的方向在奇怪 大理寺中 李清鸾有些坐立难安 在送出那封信后 他就在等人救他 可一连过了这么多天都没人来 怎么回事 对方不是说了 发生任何事都可以找他吗 难道对方 也在怕圣亲王府的名头 李清鸾恨恨地捏着衣脚 贱人都怪李清堂那个贱人 若不是李清堂 他如今早该是宣王妃了 孙冷雪这个废物 竟然没能在路上除掉李清堂 而且明明说过命格已改 为什么李清堂嫁给了苏怀木 而他却被关在这牢中 李清鸾最开始十分不服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没有人来救他 也没有人来看他 他就好像被所有人遗忘了一样 他开始怀疑 他是不是真的要被流放了 然后开始恐慌 自从李和风最开始来看郭他一次后 再也没有人来看过他 北安侯府不会真的放弃他了吧 按照他对李固和老太太的了解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毕竟在他们眼里 最重要的永远只有侯府的名声 眼下李清堂飞上枝头 他们便不再需要他了 所以连看都不来看一眼 李家人的血果然都是冷的 孙姨娘才死多久啊 就把一个歌姬抬回了家里 说到这 李清鸾如今也是想明白了 那李清岩就是故意在利用他 那翠英被接入府中 不仅没给穆书云造成什么麻烦 反而吸引了李固的注意力 让李固更快速地把孙姨娘抛之脑后 他之前真是被李清岩给迷了心智 信了翠英那个眼皮子浅的玩意儿 能给穆书云和李清堂添堵 贱人 李家所有人都是贱人 他如今算是看出来了 李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李清鸾在牢中度日如年 李清堂那个贱人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但如果那个人不帮他 他还能怎么办 李清鸾在抠断了两个指甲后 开始拍门 来人 我要见宣王殿下 我要见宣王殿下 守卫看了一眼 冷笑了一声 走了过去 不耐烦地喝道 别吵吵 你的罪名马上就要下来了 好好珍惜这里的日子吧 就这还京城第一才女 我看分明是个泼妇 可不是 一个姨娘生的 还真以为自己是千金大小剑 我可没见过 被关在牢中这么多日子 都没人来探望的千金大小剑 可不是 我劝你还是老实待着 省点力气 别到时候走一半走不动了 那压戒刘芳范的牙医 最是凶狠 耽误了路程 不管多娇滴滴的小姐 都会用鞭子狠狠地抽 两人一番警告后 李清鸾更加焦躁不安 我要见宣王 你们帮我带句话给宣王 我给你们银子 宣王是什么身份 岂是你说箭就箭的 你就别白费力气了 那我要见我父亲 你们帮我去北安侯府传话 我有重要的是 要见我父亲 李清鸾摘下手中的镯子 这个给你们当劳务费 我们兄弟俩个 你这个镯子 怕是不够啊 这个也给你们 李清鸾又摘下一根簪子 但是那守卫 看向李清鸾的腰间 这簪子看着不值钱 那个玉佩给我 我倒是可以帮你去跑一趟 李清鸾捂住玉佩 下意识脱口出 这个不行 那就算了 那俩守卫说完 转身就走 李清鸾在身上摸了摸 摘下了自己的项链 这些都给你们 这项链上的玉壳 比这玉佩贵得多了 那俩守卫看了看 对视了一眼 一个眨了眨眼睛 另一个把东西接了过来 先说好 我们只负责去通知 对方来不来 可不归我们管 东西 已经被他们拿到了手里 李清鸾便是不同意也不成 你们只要把话 传到我父亲耳中 说我手里 有关乎李家荣辱的东西 他一定会来的 知道了 知道了 那守卫不耐烦地离开 那两个守卫 都是苏怀木派来的 出去后 他们就把这事传了上去 得到消息后 把消息告诉了李和风 李和风此时正在与穆书云 商议给李清鸾嫁给谁 穆书云已经选了几个人选 面上看起来配李清鸾 倒是没毛病 只是每一家都是一地鸡毛 当李和风听到李清鸾要见李故 还说手里有什么关乎李家荣辱的东西 他冷笑了一声 就这个吧 李和风指着何郡王道 给堂堂郡王做郡王妃 也不辱没了 他这清鸾的名字 穆书云本来还怕李和风 对李清鸾还有兄妹情义 会替李清鸾说好话 李和风说起来比他还要恨着李清鸾 何郡王今年已经五十了 领地靠近领南 几个儿子为了挣狮子卫 打得不可开交 那何郡王后院数不清的阴阴厌厌 两个侧妃也都不是好对付的 那真是一个吃人都不涂骨头的狼裤 既如此 那我便派人去联系了 穆书云对此没有任何疑议 只是你父亲和祖母那边怕是不会答应 他们会无法反对的 李和风道 母亲 这些事就交给我来处理 您无需为此费心 穆书云看着李和风握着他的手道 我知道你这次回来定是有所绸缪 但母亲希望你不要为此伤害到自己 放心吧母亲 我心里有数的 李和风安慰道 您上次做的点心很好吃 您再给我做点呗 好 我这就去做 穆书云离开后 李和风回到了自己的院子 叫来了从边关跟他一起回来的手下 郑夜 查得如何了 王郑夜开口道 宿州那边传来了消息 说找到了孙家以前的老奴 据那老奴的回忆 孙冷雪之前同一位公子 似乎有过一段情 差点定清 那人具体是谁 对方不清楚 但好像是他们 那一个大官的儿子 说是孙宪令见到 都得弯腰行礼 后来 在接连打听之下 查到那人 好像是宿州指挥使的儿子 陆金星 当初战乱 了解那段事的人少之又少 好容易才在几个活着的老人家 口中探出一二 宿州作为边城 除了边关军驻扎在第一线外 宿州的兵马 也会靠近边线驻扎 作为第二道防线 吉安县就位于宿州 指挥使陆德强的主力兵马 就囤扎在吉安县外 陆金星就随着父亲一起 他们在县城的府邸 与孙家在一条街 那陆金星与孙冷血年龄相仿 也算是那县城中最拔尖的 一来二去产生感情不足为奇 只是后来边县一夜被破 北辽人杀入吉安县 孙家人几乎被图了一个干净 那宿州军也是死伤惨重 后来还是郑国公抽出兵力支援 才把宿州夺了回来 陛下大怒 要追责宿州指挥使陆德强 陆德强谢罪自吻 但陛下不解气 要图陆家满门 男子砍头女子冲击 王正夜道 但听说当时并未找到陆金星 有人说是死在了战乱中 也有人说是畏罪潜逃 众说纷纭 到底如何倒是没人知晓 那之后 孙冷血便来到了京城 投奔老夫人 孙家在宿州 难道没有什么亲人了吗 李和风问 那孙县令本就是寒门出身 家中关系简单 剩下一点都是上不了台面的穷亲戚 当时老钟永伯和钟永伯夫人已死 钟永伯世子继位多年 在继位后便断了与孙家的往来 小钟永伯世子才五岁 而侯爷与他年龄相仿 应是冲着这层关系才来投奔 李和风妈撒着虎口的简 那陆金星有什么明显特征吗 陆家人几乎死绝了 过了这么多年要找 有点难 王正夜道 当时既搜补过这陆金星 想来应该有画像之类的 只是斩了陆家满门难盯 王家都查查 李和风吩咐道 是 宫中建星殿看着那前十名的名单和家庭背景 沉谋思索 指着那一摞试卷 傅平 你来瞧瞧 你觉得明日正清点 谁为状元好呢 傅平轻摇着扇子 奴才没读过什么书 哪看得懂这等文章 不过奴才知道 心想着陛下的才是好状元 前十名中 一大半都来自施加权贵 建星帝把目光看向前三名中 那唯一一个寒门学子 还是个孤儿 那监察院里目前除了苏怀木和金甲卫 还有临时拨过去的几个小吏 没有什么可用的人 金甲卫有了监察的权利 可以明目张胆地搜集情报 但最后的惠总却无人可做 一群武夫只能初步整理地上来 看得他每日头都要疼死了 苏怀木接过这摊子后 就去了山庄里休养 基本上就是甩手掌柜 苏怀木就是有心想帮他 但他那身体也附和不了这些 而且他并不是完全放心苏怀木 所以他需要一些没有根基 只属于他的新人 傅平,你见过这几人吗? 建新帝用手在名单上指了指 傅平看了一眼 见过的 你觉得他们中有合适的吗? 傅平笑着道 这位宁公子祖上曾出过礼部上书 如今家中有一位叔叔 在国子建当博士 书香门第 家境殷实 文才斐然 长得也是一表人才 奴才瞧着不比顾大人差 如今还未定亲 想来金中贵女们 怕是又要有新的梦中情郎了 建新帝点了点头 确实不错 第二日电视 不仅那些学子紧张 苏怀霄和苏怀钱也十分紧张 大家都知道 建新帝有意从这一批学子中 选人进入监察院 监察院如今手握大权 但还只是一个空壳子 他们无法拉拢苏怀木和金甲卫首领 但他们可以把自己的人安插进去 如今谁能把手伸到这监察院里面 谁就能在阶下里的斗争中 占据不少的上风 他们不知道 建新帝最后会点谁做庄园 也不知道会把谁调去 所以 这段时间 他们一直在默默地互相争取那些没有势力 但有实力的学子 如今 能争取的 都争取得差不多了 还有几个倔骨头 但那样的 也不会让他们有机会得到建新帝的青睐 到底谁能齐高一手 就看今日了 经由会市产生的300名共生 可以参加电视 建新帝当场出题 学子们提笔作答 乔思源提笔后 刚写下一笔 就发现 这笔和墨都不太对 这时他隐隐听到 后面有学子道 我这笔墨被动了手脚 但刚出声 就被人压了下去 金鸾殿下 天子面前启示 你可大声喧哗地 拉下去 那世子还想身变 但已经被人捂住了嘴 拖走 他们距离建新帝 还有一段距离 这声音 他听着都不真切 就更别提店内的人了 乔思源看了眼周围的人 似乎都没有影响 不要东张西望 他不过扫了一眼 就被监考的太监警告 乔思源重新磨了墨 直到墨色够深后 又细细在艳台上捋好毛笔 才继续作答 他已经猜到了 为何他的笔墨会变成这样 无非就是他拒绝了招揽 所以被穿了小鞋 整理好这些 时间已经过了三分之一 最后一笔落下 距离结束还有半炷香时间 乔思源细细吹干墨迹 身边的太监 见乔思源眷面工整 表情不太好 正想着把手里的墨水 怎么滴到乔思源试卷上的时候 一个大太监走了过来 不动痕迹地握住了那小太监的手 那小太监看到那大太监后 立马下的身子都开始发抖 随后那小太监 就不敢有任何动作地站在一边 那大太监也很快走开 好像只是一走一过 这一切 只有离得最近的乔思源看到 时间到 卷子被收走 之后会有皇帝清定的读卷官 通过研读后 选取诗篇佳作 然后跪在狱前朗读 由皇帝批定最后的名词 剑星帝听完十篇后 没有听到他想要的 再读两篇 再读到十二篇的时候 剑星帝终于听到了想要的 这篇不错 为何才在十二 剑星帝开口问 有几位读卷官有些紧张 这位共生提答得不错 但卷面有所欠缺 此早稍显平淡 故排在第十二 剑星帝立声 策论是为治国之道 安邦之策 此早华丽 能有何用 所有读卷官 纷纷跪下告罪 剑星帝抬了抬手 算了 这也不是你们的错 再读两篇吧 最终剑星帝选出了 第一甲的三篇文章 其中只有一篇 是读卷官选出的前三卷 划定了状元文篇后 剑星帝装作在两篇中犹豫 自古探花廊都讲究一个俊美 这两位共生 诸位看谁更合适些 众人对视了一眼 最终礼部尚书开口 这二位论样貌 还是这扬州府的宁共生 稍显俊美些 既如此 那就赐这位宁氏 为金轲探花廊 剩下的这位就为榜眼吧 剑星帝已然选择完毕 礼部开始拟址 宣王和瑞王也都得到了消息 看着这名单 苏怀霄的脸色非常不好看 状元 乔思源他多次拉拢 但都被拒绝 这人他查过 没有背景 性子还倔 在书院里都没多少朋友 就是那种对官场朝堂 有着不切实际幻想的 自诩清高的才子 这样的人不足为惧 经过几年毒打 就知道该如何做人了 反正他大哥也没有拉拢成功 那便无所谓了 真的让他头疼的是 这榜眼乃是江家人 与他大哥是一伙的 而这炭花廊宁重光 与瑞王侧妃占亲戴故 自然也是瑞王一派 前三甲中一个中立 剩下两个都是瑞王一派 这让苏怀霄如何不弃 与此同时盛卿王府中 李清堂和苏怀木已经回来 这消息自然也传了过来 苏怀木看了一眼便放下 估计他父皇很快就会宣他进宫 果然没错 没过多久宫中 就派人来请苏怀木进宫 你今日不用等我 苏怀木走之前 对李清堂道 早点休息 嗯 你身子不好 可千万别太操劳了 李清堂叮嘱 你放心 我心里有数 苏怀木进宫后 剑星帝看到苏怀木 比之前稍微有了些肉 面色也红润了些 看来这段时间 在山庄上养得不错 这都多亏了父皇 苏怀木道 若不是父皇派了那么多金甲卫点臣 把尔臣操持监察院的大小事宜 那尔臣也不能在那山庄安心休养 别提那局没用的 竟能让刺客进入山庄 剑星帝脸上有了几分怒意 不知是真是假 但苏怀木的认为是真的 不怪他们 那黑衣人 估计是从暗道进来的 我们都不知道那山庄 还有一条那么长的暗道 看那黑衣人的模样 好像也不是来刺杀的 而是来找什么东西 只是不知道 这正加一个不常用的山庄里 能有什么东西 值得那黑衣人明知道金甲卫在的情况下 还敢冒这么大的风险过来 剑星帝也觉得奇怪 所以在知道这件事后 立马就派人调查了 这件事 父皇已经命大理寺和刑部一起调查了 剑星帝道 父皇会给你个交代的 作为总督察使 这本应是尔臣的职责 还得劳烦父皇为尔臣操心 尔臣真是羞愧 苏怀木低下头 本应是我为父皇解忧的 这哪能怪你 监察院刚刚成立 你也没有几个能用的人 你这身子刚有些起色 若是操劳过度在病倒了 你母妃定不会放过阵的 尔臣现在有王妃盯着 每日三餐都是药膳 除了要喝鱼一开的药 每日还得泡药语 还有固定的锻炼时间 到了时间就得休息 苏怀木笑着叹气 我就是多看一会卷宗 都得被他念得好久 不过也脱了王妃的福 如今尔臣身子倒是恢复了些 不会夜夜被渴醒了 见星帝闻言点了点头 那孩子也是费心了 听说南方水患严重 不少人都开始北上逃荒 如果不是怕遇到刘明 尔臣也没打算这么早就回来 南方水患的是 见星帝也看到折子了 只是折子上并没提到刘明的事 你这事是从哪听说的 那山庄离庆阳县很近 山庄的食材都是就近采买的 下人听到了来送货的村民议论 便告诉了尔 尔臣便派人去打探了一下 听说却有其事 尔臣便决定早点回来 而且尔臣身为监察院的督察使 既不上早朝 也不管监察院的事务 实在羞愧 苏怀木道 之前可以推脱身子不好 但尔臣如今身子已经好了不守 若一直偷闲 怕惹来外人对父皇的非议 这就违背了臣的初心 谁敢非议 在朕的心中 你的身子比什么都重要 剑星帝怒道 有父皇这句话 而臣便是此刻死去 也是满足的 苏怀木一脸如目地看着剑星帝 对了 父皇 您今日赵尔臣入宫是为何事 哦 前些时日你不是说 想要些人帮你处理监察院的事吗 但如今科举结束了 这有一批新科近视 你看好哪些仅可以挑走 剑星帝说到正题 那这是太感谢父皇了 苏怀木虽然早就想到了 但还是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 剑星帝让傅平把前时假的名单 两篇策论和背景资料 都放到了苏怀木面前 这些你看好的仅可以挑走 苏怀木粗略看了一遍 我瞧着都是些好的 如今监察院百费待兴 需要不少人 若父皇舍得不如都交给尘吧 你再仔细瞧瞧 剑星帝道 监察院这个位置十分重要 必须得家世清白 为人公正才好 苏怀木又看了一遍 尤其是看了看他们的背景 这位状元狼十分不错 没有牵挂 便也没有把柄 正适合在监察院 这位榜眼是江家人 江淑妃的母家 那也算是皇亲国妻 大哥为人憨厚清和 对父皇敬爱有加 想来这位榜眼的品行也不会差 还是自家人 肯定会一心为父皇做事 这位世子 是袁正国公夫人嫡亲妹妹的孙子 那也算是皇后娘娘的侄子了 肯定放心 苏怀木一顿列举后 对这些人都十分满意 但建新帝的脸色 却越来越不好 十个人中 一大半都是他那两个儿子的人 他还没死呢 他们就这么着急 开始布置了吗 而臣觉得 父皇给儿臣选的这十个人都极好 而臣能都要走吗 苏怀木一副好像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的模样 单纯问道 这可是荆轲前十 都是难得的人才 若是都给了你 其他衙门定会觉得 朕太过偏袒你 这样你选一半吧 建新帝道 那状元老儿臣是肯定要的 若把三甲都抢走 汉灵院肯定不会让 那就把榜眼留给他们 而臣要一个状元 一个炭花狼 再娶后这八点九点十三位的学子 想来不算过分吗 建新帝对这个选择还算满意 那状元和炭花是他看好的 本就是要塞进监察院的 后三个里也有一个没什么根基 可以为他所用的 剩下那两个便也无所谓了 可以 明日就会张贴黄榜 金殿畅明 只是按以往规矩 一甲进士该归入汉灵院建新帝故作迟疑 汉灵院那么多人 乃缺这三五个人明日封关时 而臣向父皇讨人 那汉灵学士还会歌臣抢人不成 不然就让学子们自己选 若是这状元郎不愿意来监察院 那臣也不抢求 那么多进士呢 总会有几个愿意来的吧 穆尔既然如此坚持 那父皇就依你 建新帝得偿所愿 脸上的笑容也真切了几分 你母妃这些十日没见你 也是想你想得紧 你有空多来宫中陪陪你母妃 儿臣会的 时候也不早了 你早些回去休息吧 明月早朝你不用来太早 多谢父皇体恤 那儿臣告退 苏怀木离开御书房后 脸上的笑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坐上叫拧的维曼 当着他的脸 也挡住了他冷若冰霜的眼神 苏怀木离开后 建新帝脸色沉了下来 这些人中进这么多 都是他们的人 你说那些独眷官 是不是也被买通了 故意把这些人放在前面 傅平渐渐新帝发了这么大火 连忙安抚 这些独眷官 都是您亲自安排的 两位皇子事前也不知道 那些文章也的确出彩 本来世家子弟得到的教导 就是比寒门子弟好 自然是容易出成绩的 那么多世家子弟 可偏偏 与他们沾亲戴故的都在这 建新帝沉着眸子 这么看来 这些年 老大老二真是没少拉拢群臣 陛下 您往好的看 至少三殿下是一心向着您的 今日三殿下能说出这些话 便可看出三殿下并未参与着其中 建新帝叹气 老三就是过于乖巧不争了 知遥倒是处处喜欢争 可争的都不是些正经玩意 他是忌惮华家 但他也需要华家 尤其如今 苏怀骁和苏怀前互相攀争 他需要一个人来平衡和压制这两人 可偏偏这苏怀木和华贵妃 好像都没有那个心思 他都把监察院这么大一个肉 扔到苏怀木嘴里了 可苏怀木这段时间 除了郑士雄那是 稍微表了得太 剩下的事一点没管 不是吧 郑士雄那么大的把柄放到手上了 他竟然就这么放过了 这要是换成苏怀前 就算那郑士雄真的清白 他也一定会让那郑士雄不清白的 傅平看着建新帝这纠结的模样 默默低着头 这些年建新帝一直压着三殿下 怕三殿下出头 现在觉得那两位皇子风头太大 又想用三殿下去压 唉 第二日苏怀木一早就穿巢服去上巢 李清堂则是去看了那家客栈 如今如何 之前的掌柜的赔偿了一千两银子 然后被关进了牢中 这一千两银子 李清堂都交给了英玄 据说这铺子已经重新营业了 李清堂刚走进 就看到门口来往的人不少 而且都是成群结队的 一个个看着都不太好惹的模样 刚走到店门口 就有店小二主动上来招呼马 客观几位 是要打监还是住店 咱们新店开业 优惠多多 都有什么优惠 晚清得了李清堂的意思问 住店的话 在店内用餐给八折优惠 第二间房可以便宜二十文一碗 长期包房优惠更大 现在天气热 今天用餐就赠送一碗冰饮 小二笑容满面 口吃凌厉的介绍 我瞧着这进出的很多 都不像普通人 看着可凶嘛 哦 这都是标局和跑商的商队 店小二解释道 您放心 都是正经人 咱们店里也有护卫 这北城中 不可能有比咱平安客栈 更平安的客栈了 李清堂掀开帘子看了眼 才发现 这客栈还换了名字 我记得这里之前不叫这个 是啊 我们掌柜的才改的名字 咱这店里住的 多是南来北往的标识和商队 平安最重要 所以就改了名字 店小二道 您几位这边请 我可以带小哥去后院停马车 李清堂戴上围帽下了马车 英璇一下就看到了习俗和婉清 自然就知道 那是李清堂 连忙赢了上来 您来了 快这边请 英璇带着李清堂上了二楼 把店里的照片 餐食都上一道 英璇对跑堂的小二吩咐 没有比平安客栈 更平安的客栈 李清堂念叨着这句话 你是个会起名字的 也是个会做生意的 这才多久 你就把这家客栈经营的 有模有样了 主要是王妃信任 支持我 英璇道 这里距离北外城很近 很多从北边来标队和商队 所以我就想针对这些人群 我把之前一楼的所有单间 都打通成了可以存放货物的大通铺 价格虽然比单间贵 但住的人也多 按人头换算下来 更加合适 而且 他们还可以把贵重的货物 放进房里保管 我把后院没用的东西都拆了 搭了几个棚子 当作简易仓库 可以给这些标队和商队 存放货物和马车 不受雨雪困扰 英璇正介绍着 店小二敲门来送餐食 这饭菜也改良了 这些人煮打一个节省时间 因为消耗的大 所以吃的东西就得更加饱富 所以煮打这些卤肉 囊饼什么的 早上做好 可以一直在炉子上温着 随时都可以取用 还方便外带 英璇道 当然精细的餐食也能做 但目前看来点的人比较少 李清堂点头 在这住客栈的都是要赶路 赶时间的 对商队和标队而言 总是想早一点赚钱回家的 没错 而且脱了王妃的府 衙役们也很照顾 所以咱这生意不错 通铺天天满房 英璇笑着道 你做得很好 李清堂觉得 他没看错人 这英璇是个有能力的 老天爷也真是眷顾他 给他送来了这么一个大宝贝 这段时间刚开业 为了吸引客流 所以搞了些优惠 等下个月开始 我相信这家客栈 会为您创造不俗的收入 英璇很珍惜这个机会 所以不想让李清堂 有任何一点不满意 我相信 你有这个能力 李清堂笑着道 我觉得 你既然想专门针对标队和商队 想让他们节省时间 不如顺便提供将洗和缝补 还可以售卖鞋子衣裳 我进来时 瞧着有些鞋子都跑破了 如今天热好说 冬天这鞋破了 可有些麻烦 我还有布装和绣房 自家的店价格总是会优惠些 该是比他们在外面买要便宜一点 英璇听后点头 王妃这个主意甚好 我最近想开一家 专供女子休闲玩乐的地方 我规划了一下大概 但觉得还不够完善 你再帮我瞧瞧 李清堂把他画好的草图 递到了英璇的面前 当然这也不急 你慢慢看 有想法后 可以直接送去盛卿王府 李清堂看了眼时间 今日有状元游街 你要同我一起去瞧瞧吗 英璇摇了摇头 店里 这些日子人多 账房还没招到合适的 我得多盯着先 辛苦你了 李清堂道 遇到麻烦不用自己扛 可以派人去找我 好 英璇把李清堂送上马车 回头就张贴了一个告示 招姜喜和冯补的女工 住店的商队领队 看到这告示后 店里还提供姜喜和冯补吗 对 等招到人后就能提供 还会卖一些低价的鞋袜什么的 省得你们还得去外面找 英璇道 这个好啊 但你这些贵不贵 我们东家有布装和绣房 肯定比你们在街上买的价格和质量都合适 英璇笑着道 我一直以为 掌柜的你 就是这店铺的东家呢 那领队道 我哪有这本事 在京城开这么大一家客栈 英掌柜这话太谦虚了 我之前来过这家客栈 现在和之前那真是天差地别 英掌柜是个有能力的 我们东家信任我 把这么大一个店交给我 我自然得好好回报东家 英璇十分感谢李清堂 李清堂对他 既有救命之恩 还有再造之恩 张老板以后在外 可多介绍介绍咱们平安客栈 帮我拉拉客 这都小意思 张老板笑着道 你东家有布装和绣房 那你们东家收皮毛吗 这我倒是没问过 张老板手里 有皮毛要出售 不是我 是我一个朋友 他在北边收了不少皮毛 但本来说好要收货的 那家突然倒了 这一大批货 只能另找买家 我那朋友 让我帮我打听打听 价格肯定是有优惠的 英璇想了一下 那货好吗 货肯定是好的 那之前可是要送给官老爷的 但那官老爷突然犯事了 张掌柜说道 这叹了口气 那批货 可是用了他朋友 几乎全部的身价 结果 可以的话 就把货拿来我看看 如果真的不错 我帮你问问我东家 英璇觉得 这是个好机会 或许他们可以趁这个机会 再开展一些活计 一定得是最好的货 普通的货色 我们东家定是看不上的 好好 我这就去智慧他 张老板说着 给英璇做了个一 多谢英掌柜 可别谢我 是还没成呢 英璇摆了摆手 李清堂坐着马车 来到最先楼 楼里 几乎已经坐满了人 都是等着来看 新科状元游街的 牧师云和华林儿已经到了 坐在事业最好的包间中 等着李清堂 你怎么猜了 马上就要开始了 华林儿拉着李清堂 来到窗边坐下 还给李清堂手里 塞了一个篮子 里面装着一朵一朵的鲜花 我这不合适吧 虽然李清堂之前 同苏怀木说了什么投花质果 但他也是开玩笑的 他可是有夫之妇 这有什么的 不过是图个热闹吗 华林儿笑着道 上次游街还是三年前呢 我母亲怕外面人多乱的慌 就没让我出来 我这次可得好好瞧瞧 你也不怕我表哥知道的吃醋 李清堂打去 华林儿脸一红 那你们俩不说 他怎么会知道吗 好啊 原来嫂子你是背着我哥出来的 牧师云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不是的 我就是好奇又无聊而已 华林儿连忙解释 顺便还把手里的篮子推到了一边 那沈念烟都来了 我就看看怎么了吗 好姐姐 我只是开玩笑的 牧师云道 你放心 若我哥发现了 我就说是我硬拉着你来的 师云 你以后就是我亲妹妹 华林儿拉住牧师云的胳膊 脸蛋贴着她的胳膊 轻轻摇晃 没想到 你们如今已经这么亲了 李清堂看着两人 目光中带着几分探究 这是好事将尽了 我已经跟我母亲说了 我母亲没有反对 郑出已经传信 回了苏州 想来伯母应该已经在入京的路上了 华林儿低着头 我想我很快就能是你表嫂了 李清堂听到这 心里那颗大石头算是落地了 只要两家定了亲 那阿林儿就可以摆脱和亲的宿命了 不对啊 这个时候 牧师云突然出声 怎么不对了 李清堂刚落下的心又提了起来 你们俩这关系不对啊 牧师云道 三皇子是林儿姐的表哥 我哥是唐儿姐的表哥 那你们俩到底谁是谁的表嫂 这个问题让华林儿和李清堂同时一愣 是啊 这样看的话 他们两个谁是谁的表嫂 嗨 谁是谁表嫂这些都不重要 不就是一个称呼吗 总之 咱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华林儿想不明白 小手一挥 是吧 唐儿妹妹 李清堂笑着点头 林儿姐姐说的对 李清堂话音刚落下 街道上的人群就传来了呼声 快看 快看 状元狼来了 状元狼来了 随着这个声音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到街道入口 喧天的锣鼓声伴着人群的欢呼声 身穿红袍的少年狼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 来了 来了 牧师云好奇又激动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这种场面 脑袋都从窗户探了出去 你小心些 李清堂见状连忙拉住牧师云的手 他们一会会走过来的 会是会放榜 但电视后的名次 则会在游街后才贴出黄榜 普通民众得看到游街才知道谁是状元 乔思源骑着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脊背挺的笔直 不知道多少鲜花香囊投向他 但他看都没看一眼 目视着前方 没有什么表情 但仅仅握着缰绳的手 还是显示出他内心的紧张 他用余光在街边商铺的窗口扫过 不知在寻找什么 这状元狼看着年轻又英俊 也不知有没有成青 这炭花狼虽然比起顾大人差了点 但确实十分英俊 我听说这三甲都还未成青呢 真的吗 当然了 那状元狼才十八岁 十八岁啊 我的天 竟这么年轻 我的小女儿刚鸡鸡 和这状元狼刚好相配 我说婶子你做什么春秋大梦吗 这可是状元狼 不是你腿子 人家可看不上你闺女 我呸 我闺女那也是十里八村一枝花 十八岁的状元狼 年轻有为 长得还好 便是上公主都使得 大把的官家小姐 估计都等着呢 还轮得到你 外面议论纷纷 游街的新科近士们 渐渐走进李清堂几人的位置 牧师云探出了脑袋 乔思源 牧师云见到坐在高头大马上的 乔思源 惊喜地喊了出来 这一声落在嘈杂的人群中 并不突出 但马上记着红愁的青年 还是听到声音 抬起了眼眸 牧师云看到乔思源望过来 伸出手挥了挥 然后骄傲地看着李清堂和华灵儿 那状元狼我认识 闻言 华灵儿也探出了脑袋 看着好像是很眼熟 李清堂也投去了眼光 是那日诗会的那位公子 人过来了 快扔啊 牧师云拿起花篮 花又轻 并没有扔过去 但本事这件事 就是涂个热闹 乔思源看着牧师云 直直扔到地上的花 没忍住笑了一下 这一笑 引起了周围阵阵尖叫 哎呀 状元狼对我笑了 明明是对我笑的 这笑起来 也太好看了吧 游行队伍还没走到呢 牧师云几人 已经扔完了一篮子花 把我的香囊扔下去 隔壁窗口 传来一个有些耳熟的女声 但几人并没有在意 很快队伍来到最先楼的门前 周围扔得更加火热了 但牧师云手里的花 已经扔完了 眼看着没什么可扔的了 牧师云解下了 腰间的荷包丢了下去 乔思源一抬头 就看到牧师云往下扔荷包 准备好了 伸手要接纳荷包 这时 一个香囊也扔了下来 两个在空中触碰 缠在了一起 他用手接下牢牢握住 小姐 那乔公子接下香囊还看您了 肯定是对您有意思 是啊 那么多人的东西都没接 偏偏就接了您的 京中能有几个模样好才学 比得过咱们小姐的 算这乔公子有眼光 郑美云捂着嘴笑了一下 没能嫁给苏怀霄 成为宣王妃 属实让她不爽了很久 这段时间 家中也给她寻了不守 但她都不满意 唯一还算不错的 只有顾子迁 但那顾家竟不识好歹 竟还看不上她 这个乔思源模样不错 也没有背景 还不用处理婆媳关系 如今又入了监察院 得到了皇帝的器重 宣王也想拉拢她 做不成王妃 做个重臣的妻子 也是可以的 而且这次郑家和宣王 都会支持她 她不幸 这次区区一个 没有背景的乔思源 会拿不下 只是她没注意到 乔思源解开 缠绕在一起的流苏后 就把那香囊扔了 李清堂没想到 会在三甲里 看到两个熟人 那炭花廊 好像就是那日 踩她事故里 被救下的学子 好像叫宁崇光 李清堂把手里的花 扔了下去 作为祝福 宁崇光接到了李清堂的花 招了招手 当初要不是李清堂出手相助 她可能都等不到今日 游节结束 李清堂去了绣花楼 说了鞋的事 绣花楼虽然主要做的 还是高端的丝绸和成衣生意 但也会售卖一些 普通的衣服和布料 绣花楼的掌柜的厅后觉得不错 尤其他们有一些不实心 或者因为储存 不当受了巢的布料 来他们这样店的客人 一般看不上这种东西 嫌弃占地方的时候 就会低价处理 李清堂让他有空 可以去平安客栈 找英玄聊一聊 处理完这些事 李清堂又去了那两处 连在一起的宅子 看了一眼才回复 明日派人先把两个宅子打通 然后找人把两个宅子重新量一下 李清堂一边走一边吩咐 对了 还得招工 都要女子 最好有点特长的 再找几个些画本的 我要他们编一些新本子 还有找找戏班子 最好是全是女子的那种戏班子 李清堂叙叙叨叨地 走到清堂小住 刚坐下没多久 下人就来报 说北安侯府递来的帖子 约明日一件 李清堂自恃同意 第二人穆书云便过来了 娘 你要来直接过来救世 不用递帖子 这也不是什么急事 该有的规矩 还是得有 穆书云笑着道 看你气色不错 想来日子过得还算舒心 王爷对我很好的 穆书云见屋内也没有外人 便小声道 那你们怎么还未远方 李清堂听到这话 脸刷得红了起来 娘王爷身子还未好呢 穆书云点了点头 也是 这事也急不得 身子若是没养好 那也没法生孩子 娘问过了这事 主要还得看南方的身子 娘 李清堂骚的脸 仿佛要烧了起来 您别说了 穆书云捂着嘴笑了起来 好了 不打趣你了 娘这次来 是想和你聊聊李清兰的事 我已经决定 把他嫁给和郡王做续嫌 和郡王那边已经同意了 穆书云道 已经和了八字 你看看什么时候把他放出来 我安排时间 等他一出来就把人嫁出去 免得他留在京中生事 大理寺那边就是一句话的事 只要母亲你们这边都准备好了 那他立马就可以出来 李清堂没想到穆书云的动作这么快 这和郡王他略有耳闻 反正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好 那我就接着往下走了 穆书云点头 对了 我听你外祖母说 月安郡主和郑出在一起了 李清堂点头 嗯 穆书云表情有些担忧 咱这样 是不是有些树大招风了 穆家本是偏安异于的商骨 先是他瞎了眼看上了李故 这也就算了 他到底只是个女儿 北安侯府根基前 老北安侯的子孙也一代不如一代 在京中倒也不算是需要被忌惮的存在 可现在 李清堂成了圣亲王妃 圣亲王还是监察院总督察使 这一下就不一样了 现在是日日有人给他递帖子 天天有人送礼 他不收礼 那些人就去穆家的店里消费 时不时就有媒婆来打探李和风的亲事 就算他装病的这段时日都不消停 若是穆政初再娶了郁安郡主 那这穆家可真是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只要咱们安分守己 再大的风也不会 把我们怎么样的 李清堂道 呀 事情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 我们已经无法独善其身了 有些事 我不是我们躲避就有用的 穆书云叹了口气 只要你们喜欢 幸福就好 我是很喜欢郁安郡主那性子的 永家公主也没想象中那么高高在上 若是能成 也是一桩美谈了 我觉得他们会幸福的 李清堂道 至少不是盲婚雅嫁 这已经要比绝大多数人幸福了 穆书云点头 对了娘 我想把外祖母给的那两个宅子 合在一起建一个新的铺子 李清堂把自己的想法跟穆书云也说了一遍 然后向穆书云请教 两人就这个新店的问题讨论了好一会 李清堂拿出纸笔记下了很多 用午膳的时候 苏怀木从监察院的衙门回来 还带了一只烤鸭 见到穆书云后 苏怀木行礼打了招呼 岳母 穆书云没想到苏怀木会给他行礼 王爷无需多礼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您留下跟我们一起用餐吧 李清堂不舍穆书云这么快走 是啊岳母 留下一起用个午膳吧 我用过午膳 还得回衙门 塔儿一个人在家怪寂寞的 您留下来多陪陪他吧 苏怀木也开口劝说 穆书云见状便不再推辞 看到苏怀木会帮李清堂加出鱼肉 挑出僵丝 穆书云嘴角带着笑意 看来李清堂并不是为了让他安心 而故意说两人感情好的 直到女儿幸福 穆书云胃口都好了几分 用过午膳 苏怀木就借口去衙门 把时间和空间都留给了李清堂和穆书云 大理寺牢房中李清堂呆坐在床上 这都两日了 为什么李固还不来见他 难道所有人都放弃他了吗 他可是李固的亲生女儿 北安侯府的嫡长女 他们怎么会这么对他 所有的消息都石沉大海 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 或许他可以找李清延 李清延那么恨李清堂 或许会帮助他 可他该怎么联系李清延 李清延此时或许自身都难保 还有心力帮他吗 不然找宣王 可宣王也不会白白帮助他 他是想用那层关系 换宣王娶他为侧妃的 若现在用了 那或许只能换他出狱 他如今在狱中待了这么多日子 毁了名声 不会再有好人家会娶他的 他必须得留着这底牌 苏怀木离开了王府 并没有回衙门 而是去了云华居 他来到花厅的时候 李和风与化新活 已经在里面等着了 你们来得倒是早 是你迟到了 化新活有些不满 等你这么长时间 要你赔个一百两银子 不过分吧 堂堂镇国公府小柿子 区区一百两银子 也说得出口 苏怀木坐到主位上 转了转有些发酸的脖子 化新活不愤地笑了一声 你有钱 你高贵 好了 和风兄还在这 别让人家看笑话 苏怀木说完 看向李和风 你拜托的是 我已经查到了 苏怀木使了一个眼神 木青从怀里 拿出一个画像递了过去 这就是刑部之前 通缉陆金星的画像 原本的画像 已经残破不堪了 我找到了过去的画像师 让他重新描述了一遍 李和风看着画像 唯一算是特点的 就是鼻尖有刻质 还有一件事很奇怪 苏怀木道 我查了 发现陆家那些冲击的女子 这些年不是死了 就是被赦免拖了 剑机销声匿迹 化新火眉头皱了起来 所以你们觉得这陆金星 可能没死 还救了这些陆家女子 不止 李和风开口 我还查到 当年宿州军的死亡数 和存活人数对不上 我探寻到了当年的老兵 死的名单和死的人对不上 就是说死的人是李三 但他被记录再次的名字是张二 我怀疑当年陆金星 可能不是自己跑路 而是带着陆家的清兵一起跑路 疯了吧 化新火听后 瞪大了眼睛 这是要杀九族的大罪 战场混乱 人数有所差异并不奇怪 但这里带陶江 还未被发现 追责可不简单 苏怀木的拇指和食指 轻轻抹撒着 陆金星的妹妹 在重做关系后 没多久就病死了 世上那么有巧的事 所以这陆家背后一定有人 这陆金星的妹妹 就是对方给陆金星的 第一个填草 李和风开口道 那猛虎标局我去看过 虽然不明显 但里面很多标师身上 都有些军武出身的小习惯 这个标局绝对有问题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华新华问道 直接杀过去 莽夫 苏怀木淡淡吐出两个字 那你说怎么办 华新华已经习惯了 苏怀木这阴阳怪气的模样 也懒得和他在生气 自然是放长限钓大鱼 苏怀木道 眼下这些都只是我们猜测 并没有实际的证据 我们如今既没找到陆金星 也不知道陆金星背后的人是谁 不过好的方面也有 对方并不知道 我们已经发现了他们 对方用这么多年时间 下了这么大的一盘棋 索图绝对不小 我们每一步都得小心 李和风道 有这么大能量的人 屈指可数 其实我们的范围 可以缩得很小 十多年前就能帮陆金星逃脱 还能掩盖踪迹 应该不会是那两位皇子 那时候 他们也没几岁 华新火思索道 难道是郑家 还是江家 现在还不清楚 但我们早晚会知道 苏怀木也没想到 他查了那么久的 是会在李青鸾这得到突破 三人又商议了一阵后 李和风来到后院 推开了一道墙 回到了木家 华新火也跟着过来 然后从后面翻墙离开 李青棠之前赵大夫 悬赏药方的事 一直没停 眼下他直接大手一挥 召集天下工匠 和有才艺的人 不拘男女 若是女子则更好 只要有独特的手艺都可以来 经过录用后 包吃包住 每月二两银子约历起 尚不封顶 这消息一出 整个京城的都沸腾了 很快在京城附近的县城 也传了开来 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过来 这人来人往在城内太不方便 李青棠在南外城 租了一处空宅子 就在那招人 顺便把那府中 那些探子都调了过去 派了上会过去监督 每天上会会把今日那些 过了初筛的人选 登记下来带回去 过了每三日 习素会去复查一遍 留下后的就带回内城 不合格的就让人离开 李青棠觉得 身边的人手实在不够用 习素能力强还稳当 大部分的活李青棠 都会安排习素去做 竹香光是搭理他的嫁妆 已经够忙的了 这俩人不在 婉青就更不能离开了 被贴身伺候着李青棠 但未来的事越来越多 这人手怎么看怎么不够 李青棠看好了柳福桑 想让柳福桑入京来帮忙 但又怕苏怀木不放人 只要他愿意入京 那我自是支持的 苏怀木道 你那铺子里 也的确需要他那样的人 那我这就联系他 李青棠说着 就要去给柳福桑写信 挨苏怀木伸手想拦 但人已经走远了 他叹了口气 他娘子看着 比他还要忙呢 北安侯府 李固自从倒下后 便一直在病榻缠绵 一早上穆书云 来给老太太请安 老太太看了眼穆书云 表情不太好 你究竟有没有找唐儿 这卢儿 都在大理寺里关了多久了 卢儿到底是叫了你十五年的娘 你怎么能如此狠心 母亲 这是如今是宫中那位不松口 唐儿已经求情了 但卢儿那行为 可是实打实得罪了圣亲王 那可是陛下和化贵妃的宝贝疙 成亲王身子能康复 咱们唐儿功不可没 卢儿当众顶撞 污蔑唐儿 那不是打圣亲王的脸吗 这也就是 看在卢儿是唐儿的姐姐 才只是关着摩摩性子 若是换了别人 指不定真的就流放了 穆书云道 您想想那七侠县主 不过成亲王一句话 现在还被关在黄绝寺里 老太太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 但这都关了多久了 也该放出来了吧 唐儿说了 她下次进宫会再替卢儿求情的 大理寺那边 她已经打点过了 卢儿在那什么都有 您不要担心 唐儿最近正在给卢贵妃准备礼物 等讨得卢贵妃开心 让贵妃娘娘向皇帝松松口 那卢儿也就能放出来了 老太太见状 也不能再说什么 听说你再给卢儿看亲事 看得如何了 如今这情况 京中这些人家是不成了 我想着便嫁到外地去吧 离京城远一点 好歹能留个体面 顶着北安侯府嫡女的身份 再哪也都是硬气的 穆书云道 老太太虽然心有不甘 但眼下也只能如此 你选了哪些人家 穆书云自然没有说什么和郡王 而是拿出了几个不错的青年才俊 老夫人听得还算满意 穆书云见状道 这些虽然目前在外地任职 但只要成亲王开口 那被调回京城 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了 现在外几年 等着风头过去 再风光地回来 谁还能想起这事 老太太听后点头 倒是如此 我看不可 这时李和风走了进来 分这是何意 老太太对李和风的态度 倒是比对穆书云柔和了一些 祖母 孙子调查到一些事 不知当说不当说 什么当讲不当讲 有什么你就说吧 老太太道 那祖母先坐下吧 李和风扶着老太太坐下后 示意穆书云也坐下 然后她秉退了屋内的所有人 对梅青吩咐 不许任何靠近这里 让李府衣在旁边候着 是 这是怎么了 老太太见李和风这么严肃的模样 心提了起来 祖母 母亲 接下来的事 我希望你们都做好心理准备 不要太激动 李和风表情十分凝重 你说吧 穆书云开口 祖母知道 孙姨娘在来京投奔 您之前定过亲的事吗 李和风问道 反正现在陆家人和孙家人 名义上都死干净了 这段往事谁也不知道 那具体如何 就是她说的算了 老太太摇头 前几日我去看过青鸾 答应了会帮她求情 早日把她接出来 李和风道 但这是宫里的不松口 谁也不敢放 我脱关系 让狱卒好好照顾轮 没想到 李和风说到这顿了一下 似乎在努力压抑怒气 李清鸾可能是不信任我 用镯子贿赂狱卒 让人送出去了一封信 那封信是寄给一个男人 在信中李清鸾 称呼那男人为爹爹 让那男人救他 李和风这句话 惊得老太太 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老太太不相信 李和风从怀里 拿出李清鸾贿赂 那俩首位的镯子 项链和一封信 为了确定 那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 便让李清鸾 亲手写的那封信送了出去 那封信被送到了一管 信封上画着雪花 我想 那应该是代表孙冷雪的意思 那封信最终被一个男人拿走了 那男人看着岁数 与孙姨娘约莫差不多 听说话带着些素周口音 然后我就派人打探了一下 孙姨娘的过去 找到了之前孙家一个老仆人 那老仆人说 孙姨娘之前是订过亲的 订的还是她的青梅竹马 好像姓陆 老太太身子一个晃悠 沐淑云连忙扶住 母亲 您没事吧 老太太握紧了手里的佛珠 平缓了心态 芬儿你继续 这个姓是不常见 我便打探了那个姓陆的 李和风说道 再次压低了声音 然后我打探到 十几年前被满门抄斩的 宿州节度使就姓陆 当时节度使一家 就住在吉安县与县令府紧邻着 老太太听到这只觉得眼前一黑 母亲 母亲 沐淑云见状连忙喊人 快让李大夫进来 已经等在外面的李府一 听到传唤连忙进去 几根金针刺下老太太醒了过来 祖母您没事吧 老太太对李府一摆了摆手 你先下去 待人都离开后 老太太看向李和风 祖母没事 你继续说 我查到当年路节度使的儿子失踪了 并未被抓住斩首 而那个男人 正是十五年前来到京城的 老太太胸口剧烈地起伏 所以你是说 李清鸾不是我们李家的孩子 虽然我也不想承认 但眼下种种证据 都说明李清鸾不是我父亲的孩子 但我还想问问怀孕的那段时间 孙姨娘怀孕之前 没有什么不对吗 李和风问道 事情已经过了十五年 老太太已经记不清了 这时穆书云道 当年我生下你之后 你父亲便把孙冷雪抬了进来 我未曾约束过 他喝婢子汤 但他隔了很多年才怀孕 我记得当时 你父亲陪我去了一趟江南 有一个月不在京中 回来后 没多久 我便怀了糖儿 而没多久 他也枕出了喜脉 穆书云回忆着过去道 若是按照你父亲回去的时间 倒也对得上 李和风沉思了片刻后开口道 我知道 他当初为什么要调换糖儿和李清鸾了 不是因为他嫉妒我吗 穆书云装作不解地问道 老太太也看向李和风 这个理由 他们都听孙冷雪说过的 因为糖儿是早产 李清鸾却是足月的 别说大夫了 便是有点惊艳的妇人 一看也能看出来 他在父亲回来前 就与外男狗且有了身孕 怕被发现 所以才铤而走险 调换孩子 李和风这话一说 老太太已经兴了大半 当初孙冷雪派去刺杀糖儿的 可不是普通人 而是死士 祖母你想想凭孙冷雪 一个没了母族的落魄县令之女 哪来的这种本事 找到这样的死士 为他卖命 咱们侯府可都没有死士 老太太握着佛珠的手 因为过于用力 而直接发青 这个贱人 母亲 您别生气 眼下侯爷还缠绵病榻 您若是再倒下了 那咱们侯府可没有主心骨了 穆书云假装关切地说着好话 然后红着眼睛怒道 这孙家就是一群养不熟的白眼狼 他不过是一个庶女生的玩意 枉费母亲对他那么好 把他当成真的外甥女 结果他既与母亲唯一的嫡子不说 还给侯爷戴绿帽子 混淆侯府血脉 甚至想杀了侯爷的亲生女儿 就为了给他和那个逃犯的女儿腾位置 您说他和李清丸这些年 在侯府穿金带银 一点银子都不缺 可还贪了 我穆家那么多银子 那些银子 估计都是花在那逃犯身上了 穆书云看着老太太越来越黑的脸色 天油家伙 那可是犯了满门抄斩的死罪的逃犯 这要是被人知道 咱们侯府饲养逃犯女儿 还给那逃犯提供银钱 怕不是也要被斩满门啊 老太太听后眼一番 差点又晕了过去 李和风暗住了老太太的人中 老太太这才清醒着 但那骨子这么多年 养尊处优出来的从容镇静 已经没了 母亲 您息怒 您可千万别气坏了身子 穆书云安抚着 李和风开口道 祖母别气 如今知道此事的 只有我们三个和李清卵 父亲如今身体不好 我便没敢同他说 他已经被李清卵气得卧床不起 我怕他要是知道 他宠爱了这么多年的女儿是别人的 会承受不住这个打击 直接气死 老太太听后点头 你做得对 这件事不要告诉你父亲 那母亲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穆书云问道 不能让这个小贱人再活下去了 老太太握着拳头 但死在狱中 难免会让人说堂儿的闲话 回家后 就让他病死吧 穆书云和李和风 不着痕迹地对视了一眼 李和风道 在家中病死 我怕父亲知道后 会受不了这个刺激 而且 那人能养出死室 肯定不是等闲之辈 搞不好会因此 报复咱们侯府 不如给他架个远点的地方 让他死在路上 或者死在那家人的手里 这就和咱们没什么关系了 而那么远的地方 那人也不好报复 您看如何 老太太听后点头 芬儿这个主意不错 但眼下有合适的人家吗 穆书云此时开口 之前何俊王想要找个计时 聘礼十分优渥 派人来叹了我的意思 我想到何俊王 那都能做李清卵祖父的年龄 还有他那暴力的传闻 便直接拒绝了 何俊王的封地 贴着岭南位置偏僻远 从京城过去 必要经过南方水患地区 听说那边流民不少 这长路慢慢出了 什么意外都不意外 李和风开口 老太太听后点了点头 迎亲队伍是和郡王的人 那出了事 同我们也没什么关系 一个郡王妃配她的身份 也是她高攀了 那就劳烦母亲尽快联系了 李清卵这几日 都在吵着要见宣王 若是宣王插手 那咱们这事就不好办了 李和风道 老太太点头 握住穆书云的手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母亲放心 我一定尽快搬好 让她赶紧出嫁 这件事千万不要同侯爷说 她如今身子不好 受不得这刺激 老太太继续交代 还有李清卵身边的丫鬟也得问问 别让他们发现了什么 祖母放心 这些都交给孙儿 侯府这边搞定后 所有的计划正式开始 苏怀牧没有瞒着李清堂 把这件事告诉了李清堂 李清堂听后惊呆了 什么 李清卵是孙冷雪 和其他男人的孩子 嗯 具体是不是也不太清楚 苏怀牧道 但那陆金星 的确和孙冷雪 有过一段情 他们其实还没查清楚 也没找到陆金星 但这不影响什么 啊 李清堂眨着眼睛 似乎想到了什么 哦 所以你们这是想利用李清卵 引蛇出洞 然后一尸二鸟 没错 苏怀牧说着 伸手摸了摸李清堂的脑袋 没想我家娘子这么聪慧 但你确定 那人会出现来救李清卵 那男人可以出洞死事 帮孙冷雪做那么多事 应该不会不管李清卵的 苏怀牧道 只要李清卵求救的足够悲切 李清堂想了一下 那我明日去见李清卵 刺激他一下吧 你最近这么忙 无需为他花费时间 苏怀牧道 而且牢房那地方 总归是不合适你去的 没事 我明日刚好没什么事 去平安客栈 也会路过大理寺 李清堂道 有我的刺激 想来他会一日都按捺不住 他越急 就越会出现纰漏 那我让人把他带到房间里 省得你去那牢中脏了衣服 苏怀牧道 他这几日一定狼狈不堪 那我明日要打扮得好看些 李清堂笑着道 那就穿我刚送你的那条浮光纱的裙子吧 戴那套琉璃头饰 苏怀牧道 定是极美的 好呀 第二日李清堂穿上那条看似月白色 但实则还闪着淡淡金光的裙子 头上戴着一整套琉璃宝石十二件 王妃 您这就跟九天上的小仙女似的 婉卿忍不住夸赞 这套首饰在阳光下才好看呢 习素笑着道 会有五彩斑斓的光呢 习素一听 眼睛亮了起来 王妃 那咱们快去外面瞧瞧 李清堂走到院子里 婉卿看的眼睛都呆了 拍着手 真的好像在发光一样 李清堂也很喜欢这身衣裳和首饰 他笑着转了几圈 层叠的裙摆飞扬 徘徊在花丛里的蝴蝶 被吸引来围着他旋转 像极了传说中的花神 刚走进院子的苏怀牧 站在原地看着这一幕 嘴角带着温暖的笑 这就是他要保护的人 李清堂看到了苏怀牧 对他招了招手 你快来 看我好看吗 好看 这世上没有比你刚好看的人了 李清堂捂着嘴笑了起来 然后点起脚在苏怀牧脸上亲了一口 谢谢云青哥哥 送我这么好看的裙子 一旁的婉青看到这一幕 笑的嘴都要咧到太阳穴了 看着咱们王爷和王妃这么恩爱 真是太好了 你羡慕的话 可以让王妃也给你许个人家 习素打趣道 婉青脑袋摇得跟个波浪鼓一样 不成 不成 我要跟王妃身边一辈子的 李清鸾这几日 颇有些叫天天不英 叫弟弟不灵的意思 就在他感觉全世界都抛弃了他的时候 首位送过来了一盆水 好好洗洗 一会有人要见你 李清鸾见状连忙追问 是谁 是我父亲 还是宣王 别问那么多赶紧的 李清鸾连忙用水洗了脸和手 用帕子擦了擦脖子 又用手整理了一下头发 尽力让自己看起来柔弱可怜 等李清鸾收拾好后 首位们带着镣铐进来 你们这是干什么 李清鸾看到那沉重的镣铐 更圆了眼睛 你们敢给我带这个 别废话 两个首位粗暴地压住李清鸾 把镣铐带到了他的手上 然后把人带到了一个干净的房间 李清鸾看着自己被磨红了的手腕 恶狠狠地盯着那两个压他过来的护卫 等我一会向宣王告状 你们都死定了 他想了想 若是李过来 没必要让他洗漱打扮 想来应该是宣王 得到了他递出去的消息 来见他了 他就知道 宣王不会不管他的 李清鸾带着镣铐还不忘整理自己的仪表 预演着一会要 怎么同苏怀骁说 才能勾起他心底的联系 而就在这时 门口传来声响 房门被打开 李清鸾用预设好的表情转过头 那楚楚可怜的眼神 在看到来人是李清堂后 直接扭曲成无法掩饰的恶意 怎么是你 他的声音都分了差 尖锐至极 李清堂微微醋眉 露出一副嫌弃的表情 这才几日不见 姐姐怎的变得如此难看 不仅长得难看 连声音都这么难听 这若是被人见到 可有损姐姐这京城第一才女的名头啊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 姐姐怎么能这么说话 李清堂称怪地看向李清鸾 见到本王妃不仅不行礼还顶撞 看来姐姐这段时日 是一点没有反省啊 李清堂 哟 还敢直呼本王妃的姓名 李清堂看向习素 这案率该如何 你不要欺人太甚 李清鸾咬着牙 恶狠狠地盯着李清堂 习素 佼佼他规矩 李清堂沉下脸来 是 习素一脚踹向李清鸾的膝盖弯 李清鸾筐的一下跪在地上 膝盖骨和地砖碰撞的声音 听得李清堂都觉得腿疼了一下 李清鸾抬头看着李清堂 眼中带着无尽怒火 但却被习素一把按下 脑袋磕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姐姐竟给我含了这么大的脸 真是当不得呢 快起来吧 李清堂笑着道 李清堂是响起来 但手铐很沉 腿又很疼 这一时半会倒是起不来 婉清搬来了放着软垫的椅子 李清堂坐了下去 刚好在跪着的李清鸾面前 你们俩在门口守着 我同姐姐说些提起话 是 婉清和习素离开 屋内只剩下李清鸾和李清堂 李清堂扶着桌子从地上站了起来 眼中燃烧着仇恨的火焰 你不要太得意 别忘了风水轮流转 李清堂仿佛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 笑得眼泪都快掉了出来 是啊 风水轮流转 之前被你偷走的一切 如今都该我拿回来了 你又想怎样 李清鸾盯着李清堂 你今日就是来看我笑话的 姐姐别这么凶嘛 我今日不是来看你笑话的 而是来救你出去的 李清堂看着李清鸾 所以你最好对我好一点 不然我若是心气不顺 可能就不会救你出去了 李清堂 你到底想怎样 你如今是侯府嫡女 安乐县主 盛卿王妃 你已经夺回了你拥有的一切了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对我 李清鸾红着眼睛 摆出一副柔弱的模样 和之前仿佛要把他吃了的模样 简直判若两人 这才哪到哪呀 李清堂屁腻着李清鸾 把一副恶人嘴脸眼的石成石 你和李清岩设计 想害我嫁给郑师兄 结果自讨苦吃 姐姐既然这么想出嫁 那妹妹就帮你一把 眼下宣王妃是不成了 但做个什么 其他王妃还是可以的 你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妹妹帮你找了一门好亲事 这儿八经的郡王妃 以后你也是皇室人了 不用再给本王妃行大礼了 李清堂语气轻快 瞧瞧 你三番五次的害我 可本王妃还是帮你 寻了这么好的亲事 你可要知足感恩啊 李清岩大脑飞速运转了一下 惊中可没几个郡王 诸如宫颈郡王那些 个个都成亲多年 而且李清堂肯定不是安的好心 我的亲事就不劳你操心了 自有祖母和父亲做主 父亲和祖母被你气得卧床不起 眼下也只有我能替你筹谋了 不必了 我不筹嫁人 李清堂痴笑了一声 你不会还天真的以为 你现在还做到了自己的主吧 如今你名声全毁 今中哪个好人家敢娶你 父亲和祖母 想把你送去安堂里聊此残生 但我觉得这太残忍了 你这大好的年华 怎可与清灯古佛常伴 所以给你寻了的好亲事 姐姐不是很怕冷吗 所以我就给你找了个冬天 也十分温暖的地方 李清岩听到这就知道 那肯定不是个什么好地方 我与宣王殿下已定情 就不用你多管闲事了 你不用 框我 若你真与宣王定了情 那当日他怎么会看着 你被押入大理寺 之后 为何也没有来看过你 更没有为你求过情 若你们真的定了情 那我劝你 还是早点清醒一下 他根本不爱你 你不要胡说八道 我与怀霄哥哥青梅竹马 两情相悦 不是你可以污蔑的 李清岛听到这里 真的是毫无顾忌地大笑了起来 你还不知道 他与沈小姐的婚期 已经定下了吧 他娶了沈年嫣之后 就会娶我做侧妃 你与苏怀霄青梅竹马 那你不了解他吗 李清堂反问 你如今还有什么值得他利用 你没钱 没身份 长得也一般 还坐过牢 你这么一无是处 他凭什么看得上你 你住口 李清岛吼道 我说错了吗 李清堂继续刺激李清岛 你瞧瞧你如今的模样 跟丧家之泉有什么区别 你不懂 我和怀霄哥哥 是真心相爱的 李清岛妄图用声音 大来遮掩他的心虚 好好好 你们真心相爱 那他在知道 你要嫁给年老 残暴又丑陋的 何俊王做济世 要从京城走上千里路到岭南 一定会心疼的来阻止吧 李清堂看着李清岛的眼睛 嘴角微微上扬 他一定会不惜得罪 何俊王也要把你抢走吧 听到要嫁给何俊王后 李清岛的脸 一下子白了起来 他们竟然要把他嫁给何俊王当济世 那和直接要他的命 有什么区别 我今日来就是来告诉你这个好消息的 我一会 就会进宫去为你求情 想来你很快就会被放出去 母亲已经同何俊王那边联系好了 聘礼单已经收下了 待你出院后 估计很快就可以出嫁了 李清堂起身 琉璃珠差 碰撞发出好听的叮当声 李清岛看着李清堂 这一身零锣珠光 恨得牙心都在痒痒 我这里就先恭喜何俊王妃了 祝何俊王妃早生贵子 若是能正得王位 那你下半生就一事无忧了 李清堂说道 这似乎想起了什么 对了 你要是成了何俊王妃 那以后 宣王还得称你一声黄嗓呢 李清堂 你不要太得意 李清鸾眼珠子瞪得通红 宣王一定会娶我的 李清堂收起脸上的笑 你哪来的自信 难道只是因为你姨娘 传给你的那些见不得光的死事 以为凭借这个 就可以让宣王娶你了 李清鸾心底一惊 面上强装神经 你在胡说什么 我根本听不懂 听不懂就算了 反正我听说 宣王有一曲谢家女为侧妃 几个乌合之众 怎么比得上数万谢家军有用 李清堂有些同情地看向李清鸾 看在我们同性里的份上 我这里真心地劝你一句 别掏心掏肝地为一个不喜欢的你的男人付出所有 最后一点价值都没有的被扔下 你别胡说 怀肖哥哥不是那样的人 李清鸾还在挣扎着解释 嗯 等宣王大婚那一日 我希望你也能这么坚持 李清堂说完 头也不回地离开 所以 上辈子苏怀萧手里那队人 的确是从李清鸾这里来的 苏怀牧并未和李清堂提到陆金星和死士的事 李清堂决定来 除了为了逼李清鸾 也是为了试探上辈子他听说的 宣王手里有一支秘密军队的事 是不是因为李清鸾而来的 原来真的是 一支军队和几个死士 可完全不一样 但从他刚刚的试探来看 李清鸾或许还不清楚 那些人究竟有多少 不然 按照李清鸾的性格 已经被他刺激到这种程度 不可能会不反驳他 想来他知道这件事应该不久 不然也不会老是卖乖那么久 才约苏怀萧相见 但是他这支军队来自哪里呢 李清堂可以猜到 这人脉肯定是孙冷雪留下的 跟孙冷雪的过去肯定有关系 但这支军队原本属于谁呢 李清堂思索着离开了大理寺 坐上马车去了平安客栈 英璇知道李清堂今日会来 所以在客栈外等着 做皮毛生意的王老板 在二楼包间焦急地等着 张继商行的老板安抚道 老王啊 你坐下别来回走了 看得我晕得慌 若是这英掌柜的东家 不收这批货 可怎么办啊 王老板叹气 我这批货可是价格不菲 要是赔钱卖了 我还心有不甘 为了这批货 我还死了俩伙计呢 好好一个县令 怎么就倒了呢 英掌柜的东家 能在京城有那么多家铺子 与官府还交好 实力肯定不容小觑 而对方既然答应了来看货 肯定就是有这个实力的 张老板安慰道 两人说着 话门被打开 英璇带着绣花楼的掌柜走了进来 张老板和王老板连忙起身 这就是英掌柜的东家吧 笔人姓张金银一家小商行 这位是专做皮毛生意的王老板 久闻您的大名 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反响啊 张老板和王老板一顿恭维后 绣花楼的掌柜笑着开口 两位老板误会了 我只是主家手下 打理成衣铺子的一个掌柜而已 主家让我来看看这些皮毛的橙色 张老板和王老板脸上一闪过得尴尬 但很快就继续笑着道 来来 这边请 不知掌柜的尊姓啊 在下姓牧 叫我牧掌柜就行 听到姓牧 张老板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猜测 苏州牧家是前国最大的丝绸商 绸缎庄遍布各大城池 据说牧家受器中的掌柜都会赐姓牧 比如京城起真格的掌柜就姓牧 可那位牧掌柜他见过的不是这位 京城好像只有一个起真格 张老板一时没想明白 这时王老板已经带着人去看皮毛了 不是在下吹嘘 这些皮毛我在北面收了大半年 真真是顶好的 做成披风和大厂定是好卖的 王老板努力介绍 这批货其实已经订了出去 只是买家突然出事 这批货才被搁置了下来 京中那些收皮毛的店都有长期的合作伙伴 散货也收 但不会一下收这么多 他零零散散也卖了些 但还是剩下很多 这东西就得现在卖 因为有钱人家都会在夏季做冬衣 因为有钱人家都讲究 冬衣做得慢 要精细好看 又保暖就需要时间 眼下开始做 天冷之前更好可以做好 不耽误穿 牧掌柜仔细看了看 你想怎么卖 王老板说了一个价格 看到牧掌柜皱眉时 他又连忙道 我这都是北边的货 原来那买家说是要给贵客用的 所以品项都是一等一的 真的值这个价 李清堂就坐在隔壁 听着这边的对话 问问他们原来的买家是谁 婉清映下后去传话 王掌柜怕说出去后别人嫌晦气 但又不好不说 于是压低了声音 是原庆阳县的孔县令家的公子 要这批货 说是要孝敬上面的大人物 英璇听到后 脸色一下变了 庆阳县孔县令的儿子孔杰明 张老板一下就注意到了 英璇变了的脸色 连忙捅了一下 还在继续说着的王老板 那个 重要的是 这毛皮的品项和价格是否合适 其他的都不重要 是吧王老板 张老板给王老板使着眼色 我记得 你那还有一块虎皮不是吗 快拿出来给牧掌柜瞧 王老板虽不知道张老板为何突然这样说 但还是识句的连忙去拿那虎皮 李清堂听到后 对婉清道 告诉王老板他 若是能说出孝敬的是谁 那这批货他就收了 婉清把话转述了出去 王老板听后也感觉出不对了 对方这是什么意思 对方不会以为他和那孔县令是一伙的吧 我与那孔杰明只是单纯的交易 不对不对 王老板连忙道 我其实是与那孔杰明情妇的铺子 有生意来往 我连那孔杰明的面都没见过几次的 那些事 我也只是听那铺子的掌柜说了句而已 王老板不住地解释 婉清把话传给了李清堂 李清堂戴上帷帽走了进去 见到李清堂进来 英璇和牧掌柜都恭敬了行礼 王老板和张老板知道 这应该是真正的东家 没想到对方是个年轻的小娘子 但两人也不敢清代 瞧着模样 对方该是那个世家的小姐 是他们完全无法得罪的存在 你认识孔杰明的情夫 李清堂直接问 王老板猜不透李清堂的意思 十分忐忑 我们王妃问话呢 还不快说 习速立生 听到王妃两个字 张老板和王老板 齐齐跪地行礼 张老板一下子反应了过来 对方该是盛卿王妃 盛卿王妃的外祖家 就是苏州牧家 王老板见状 不敢再有顾虑 便道 小的只是同那掌柜有点交情 见过那女子两次 谈不上认识 更是没见过那孔杰明 这一切都是 听那掌柜的童小的 喝酒的时候说的 他说他们东家 是县令儿子的女人 说这沁阳县城 有孔公子照顾 可以横着走 说那孔家 上面有人 是京城的大官 可以指指手遮天的那种 听着王老板的话 李清堂开始思索 京中有哪些 指手遮天的大官 王妃名见 小的真的只是个 老实本分的商人 和那孔家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王老板不用这么紧张 我并没有想要问责的意思 只想多了解一些吧 您 您想了解什么 小的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你知道孔家 在京城的靠山是谁吗 李清堂问 这个小的真的不知 那店铺的掌柜 也只是知道这件事而已 具体是谁 连他都不清楚 王掌柜道 那家铺子还开着吗 李清堂又问 开始开着 但我去的时候 已经换人了东家 王掌柜道 我这才知道孔家犯事了 这些货才砸在了手里 李清堂想了想 那王老板知道 孔杰明的情妇如今在哪吗 王老板摇头 不清楚 但应该还活着 因为那家店的掌柜说 是一个妇人卖给他的 因为卖得急 所以比市价低了两成 李清堂的声音很轻柔 话也说得很客气 还让人给他倒了杯茶 王老板渐渐放松了一些 脑子也清明了一点 他觉得 如今似乎是他的一个机会 于是鼓起勇气开口道 不过小的或许可以找到那掌柜 那掌柜的和那女子似乎有些亲戚关系 或许他会知道 李清堂笑了一下 那就麻烦王老板了 你这批皮毛不错 牧掌柜都收下吧 以后有好货色 都可以送去绣花楼 若是品项和价格都合适 就都收下吧 是 李清堂说完便离开了屋子 习宿 婉清和英玄都跟着离开 屋内只剩下张老板 王老板和牧掌柜 张老板和王老板都松了一口气 怎么也没想到 这平安客栈竟是盛卿王妃的产业 而且 这盛卿王妃竟还会亲自来看这些小买卖 张老板和王老板对视了一眼 他们这次真是走了大运气 若是这是办得好 能讨得了李清堂的欢心 那他们可算是一步登天了 李清堂带着英玄回了隔壁的包间 那孔家父子已经死了 那些坏人都会得到报应的 英玄点头 我招了个江喜冯补的妇人 每天会在店里做两个时辰 每天三十文钱 日节 因为客栈住的客人有限还多是男子 每日的衣服并不多 有时可能还没有 这项生意虽然不赚钱 但很受客人们的欢迎 英玄介绍着客栈最新的变化 衣服和鞋袜也上了 卖得还不错 英玄道 东家 您名下产业众多 这客栈很多商队和标队 他们一来一反都是要带东西的 您若是有合适的东西 可以直接买给他们 他们若是有好东西 您下面的铺子也可以提前收下 一进一出 积少成多 你这想法不错 李清堂思索了一下 既是要做 那就做个大典的吧 以后来你这的商队 标队 他们想买卖什么 可以列出一个单子 标好数量和价格 我会让穆家和我名下的商铺 看看有没有需要的 和可以供给他们的 李清堂道 这些都是自愿的 明天我会让竹香来找你 你跟着了解一下 我名下的那些铺子 英玄微震了一下 随后立马听起了胸膛 好 我不会让东家失望的 对了 上次您说要开一家新店 我把自己的想法 都写在上面了 英玄从怀里 掏出被羊皮卷包裹着的纸 递给了李清堂 辛苦了 李清堂接过递给了习宿 我瞧着你 比我刚看见你是还瘦了些 你得多吃点 把身体养得好好的 若是太忙就招个人 别累坏了自己 嗯 英玄点了点头 许久没有人这么关心过他了 李清堂回去后 就把今日的事 告诉了苏怀木 找到了那个女人 我们就可以知道 那孔家的背后 到底是谁了 但那伤天害理的买卖 可是要遭报应的 只是孔家父子疑似便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若能得到这个证据 对以后倒是会有帮助 没想到 我竟娶了个这么厉害的娘子 苏怀木揽过李清堂的腰 你做了这么大一件事 我们怎么都得庆祝一下吧 你要怎么庆祝 李清堂问 我带你去看铁树银花如何 铁树银花 李清堂来了兴趣 嗯 今日是来不及了 明日我带你去看铁树银花 第二日傍晚 苏怀木带着李清堂 和浩浩荡荡的队伍出了城 还邀请来北安侯府 永家公主府 和三法司的人一起 所谓的铁树银花 就是抡铁花 融化的铁水通过敲打 变成铁花飞溅 滚烫而美丽 打铁花的地方 在距离城门不远的一片空地 提前就收拾好了场地 当夜幕降临 表演开始 苏怀木拉着李清堂远离人群 去了一个小半山腰 那里视野正好 铁水飞溅出的金色的花火 在夜空下灼灼盛开 美得让人移不开目光 苏怀木拉着连李清堂的手 李清堂在看抡铁花 他在看李清堂 李清堂的眼中是 璀璨如铅河的铁花 苏怀木的眼中 是炽热如猎羊的爱意 另一处 木正初看着 突然闭上眼睛的华铃儿 担忧道 怎么了 是被铁水崩到了吗 我去给你找大夫 不是 华铃儿拉住 急忙要去找大夫的木正初 我没事 我只是在许愿 许愿 木正初有些不理解 对啊 许愿要和你长长久久 华铃儿眨着大大的眼睛 看向木正初 许愿你永远只喜欢我一个 木正初知道自己 又被华铃儿给调戏了 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 华铃儿嘟着嘴 都给你揉乱了 木正初笑了一下 我母亲明日就该到京城了 华铃儿听后 惊讶地看着木正初 这么快 嗯 走得水路 没有修正 木正初看着飞扬的铁花 我说 我等不及想要娶你 华铃儿脸刷一下红的 比那铁水都要厉害 不远处的永家公主 和木书云坐在一起 看着两人这模样 永家公主笑着道 铃儿这性子 也只有这正初才能治得了 正初这性子 也只有郡主才能改得了 木书云笑着道 他们会幸福的 在灿烂的铁树银花表演 和篝火晚会结束后 众人又浩浩荡荡地回了城 虽然此时城门已关 但苏怀木一句话 城门就被打开 众人各回个家 苏怀木哄睡了李清堂 见他是彻底熟睡了过去后 就悄悄下了床 离开了屋子 去到了王府的密室 密室中华星火 木青 木燕 木铭 还有几个蒙着脸的暗卫 都已经在等候 主子 众人见到苏怀木后 齐齐行礼 密室中摆放着许多箱子 都是刚刚从城外光明正大搬进来的 从那山庄截获的金银一半 已经往边境送去 剩下一半都在这里了 木燕道 苏怀木打开一个箱子 里面密密麻麻的银定反射的光 刺眼得很 这次少说截获了十万两银子 但这些只是这些年 这肮脏生意赚来的一小部分罢了 南方水患今年定是个灾年 但北边今年水草丰美 北辽的兵马都被养得彪肥体壮 在冬季来临之时 他们一定会南下 苏怀木道 他们刚派了海别公主来和亲 我祖父还斩杀了北辽一员大将 他们凭什么敢来 花星火瞪着眼睛 死一员大将对北辽的士气是会有打击 但论实际伤亡 我们两方没差多少 苏怀木道 而且 北辽人本就是趁你病 要你命演下我们国内灾害频发 朝上又因为立储之势 而争得头破血流 对北辽而言 几乎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 而和亲正是最好降低 我们防备心的事 苏怀木沉吟着 如果我是北辽的王 我现在一定要迎娶一位公主 摆出要与前国和平相处的氛围 来再次降低我们的防备心 等到我们争处军和灾祸最严重的时候 一举出击 苏怀木这么说完 众人的脸色都沉重了几分 那我们现在就去出兵去灭了他们 花星火愤愤道 苏怀木看着他 再次突出那两个字 莽夫 用这笔钱囤好粮食和药 还有马匹 箭矢 以备不食之需 苏怀木道 一定要让我们的人妥杀安置灾民 防止发生暴动 第一批粮应该已经送过去了吧 嗯 主子放心 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 牧民道 苏怀木点头 那些女子的踪迹找到了吗 已经找到了 随时可以动手解救 牧卿道 苏怀木想了想 先不急 盯着 看他们下一步要转移到哪里 是 几人又商议了一会 离开密室后 苏怀木又轻手轻脚地回到卧房 先轰暖了自己的身子 才钻进被窝 他刚躺下便 李清堂的胳膊便搭了过来 苏怀木小心地侧过身子 面对着李清堂 看着他熟睡的侧脸 偷偷把嘴凑了过去 偷亲了一口 李清堂在李清堂来见过他之后 一颗心就忐忑地不行 他不可以嫁给那何俊王 绝对不可以 但眼下苏怀霄真的会救他吗 李清堂开始有些怀疑 如果苏怀霄真的要娶谢斯文 那他好像的确没有什么竞争的实力 他那舅舅 不过是一个标局的标头 手下有一批死士标师 但那都是见不得光的 和军队 何解家在朝中的势力无法相比 而且当日 他被带走时 苏怀霄一点反应都没有 他理智上是相信李清堂的话 但心理上他接受不了 他认识苏怀霄这么多年 他喜欢的不只是苏怀霄的身份 日积月累 他对苏怀霄这个人也是有感情的 这么多年 苏怀霄对他那么温柔体贴 这一切难道都是假的吗 不仅苏怀霄 还有他那舅舅 说什么是他母亲的表哥 会替他母亲好好照顾他 让他不管有什么事都已找他 可如今信已经送出去那么多日了 他怎么还不来救他 就在李清堂崩溃大哭的时候 牢门被打开 盛卿王妃替你求了情 北安侯府已经派人来接你了 你可以走了 说实话 李清鸾现在并不想回家 因为他一回家 可能就会被嫁到岭南那满是蚊虫和胀气的地方 他才不要去那种地方 还不走 是想在这待一辈子吗 李清鸾恶狠狠地瞪了一眼那凶他的小力 起身走了出去 为了避免出现意外 李和风亲自来接李清鸾 轮儿快来 大哥 李清鸾也没想到李和风会来接他 他觉得 北安侯府如今已经全是李清堂的天下了 应该不会有人管他的 这些日子让你受苦了 是大哥没用 以后我会好好护着你的 李和风安抚着李清鸾 快上车 我已经让人背上了热水 和你爱的吃食 回去好好补一补 李清鸾看着李和风这般关怀的模样 一时有些拿捏不准 这李和风难道不是和李清堂他们一边的吗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可以利用李和风 对他这次疼爱 想办法去亲自见一见他那舅舅 他还是觉得那舅舅应该比李家可信 或许上次的信没有送到他的手里 毕竟他经常离开京城 他紧紧握着手里的玉佩 若是他真的不在京城 那凭着这玉佩 他可以调用人帮他办事 若是回到府中 他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只能在回去的路上想想办法 哥哥 我想吃福基的点心 咱们回府前能先去那趟吗 李清鸾可怜兮兮地看向李和风 李和风点头 好 那我们就先去福基买点心 说着就让马车往福基的方向去 那福基和蒙虎标局是相邻的两条街 看来这李清鸾是想自己去一趟蒙虎标局了 这正合他的心意 到了福基后 李清鸾看着自己身上的衣裳 我这模样不太好 我去旁边的成衣铺子 先买件干净的衣裳换上 你先帮我去福基买点心行吗 好 李和风点头 是我想的不周到 没给你带套新的衣裳过来 你想吃什么点心 他家招牌点心我都很喜欢 我柴那点心好久了 哥哥你多给我买点 好 我每样都给你来一些 李和风硬了下来 看着李清鸾进了旁边的成衣铺子 李清鸾进到成衣铺子后 先是看了看衣裳 挑了两件便打算去换 换的时候注意到没人 偷偷从后门溜了出去 从后门一出去 就是蒙虎标局所在的街道 他看了看四周 没有熟悉的人跟着 便快速走向了蒙虎标局 他对着门口的人展示了一下玉佩 我要见你们标头 那人便带着李清鸾进入了标局的后院 没多久 一个脸上有个刀疤的男子便来到了屋内 李清鸾见到他后 立马哭了起来 舅舅 救我 你怎么过来了 方笑风看到李清鸾突然到访后 吓了一跳 舅舅 我之前给你的信你看到了吗 我出去办事了钢筋城 发生什么了 方笑风看到李清鸾发丝凌乱 衣服也像是好多天没换过的模样 问道 你这是怎么了 舅舅 我被李清堂那个贱人给关到大理寺了 我在牢房中待了半个月 受尽了苦楚 如今他们还要我嫁给何俊王 李清鸾拉着方笑风手 哭得惨兮兮 那何俊王都六十了 又老又丑 脾气还残暴 封地距离这上千里 他们这是要逼死我啊 他们敢 方笑风听到这 狠狠拍了一下桌子 你放心 舅舅不会让你 嫁给何俊王的 可他们已经铁了心思 据说连聘礼都收下了 舅舅 我该怎么办啊 方笑风看向李清鸾 保证道 你放心 舅舅一定会救你的 舅舅 我不想离开京城 我娘为了保护 我被李清堂和穆书云 那两个贱人 给连手害死了 我连他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他在这个世上只有我了 得替他报仇 我得看着李清堂和穆书云死 然后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娘 安抚他的在天之灵 提到孙冷雪 方笑风的表情 明显沉了几分 卵儿你放心 你母亲的仇 我一定会替他报的 你就安心地先回去 这件事我会解决 李清鸾点了点头 那就多谢舅舅了 我得快点回去了 若是被我大哥 发现我不见了 估计又要责罚我了 方笑风从怀里掏出几张银票 塞给了李清鸾 你好好的 有事不要委屈自己 有事我会通知你的 嗯 这世上也只有舅舅最疼我了 李清鸾收好银票 离开了屋子 方笑风把人送到了外院 便停下脚步 李和风买完点心 再乘一铺子等着 等了许久才看到李清鸾出来 试了这么久 怎么没换上 李清鸾有些慌张的解释 哦 是因为那个 因为我试了试那些衣服 觉得料子和裁剪都有些一般 买了 只穿一下太不划算了 也不差点功夫了 我们直接回家吧 好 那我们就先回去吧 李和风举起手里的点心 这些都是给你买的 多谢哥哥 回到家中 李清鸾洗漱了好久 才感觉洗掉了身上 那骨子说不上来的难闻气味 小姐 饭菜准备好了 您用膳吧 嗯 李清鸾看着桌上的饭菜和点心 倒都是他爱吃的 又有方啸风的沉默 心情稍微好了些 我不在的这些日子府中 都发生了什么 李清鸾问 除了侯爷病倒外 倒是没什么其他特别的 兰儿回答道 我父亲怎么会突然病倒 开始是因为风寒 后来 兰儿看着李清鸾的表情 不敢继续说下去 后来怎么嘛 别吞吞吐吐 让你说便说 李清鸾吼道 兰儿连忙道 后来老爷病情加重 传出是因为 被小姐明气倒了 兰儿说完 便低下头不敢再言语 李清鸾气得狠狠地摔下碗 这和我有什么干系 父亲分明是被李清堂气的 都是因为他才害的 我被关进大理寺 我要去找父亲 李清鸾说着 便起身打算去找李顾 但走到院门口 发现院门被堵住了 你们干什么 李清鸾看着守在门口的两个 护卫怒道 快给我开门 夫人有命令 今日起大小节不得离开玉瑶轩半步 护卫说完便转过头 不再搭理李清鸾 李清鸾沉着脸回到屋内 怎么只有你一个 平喜呢 院子里其他下人呢 兰儿低着头回到 平喜因为没照顾 督促好小姐 被夫人罚去清扫马厩 院内其他下人这段时间 都想办法换了院子 还有一些被夫人给发卖了出去 那你怎么还留在这 李清鸾看着兰儿 满心满眼都是怀疑 奴婢本来也被夫人调去给了翠姨娘 小姐回来后 大少爷把奴婢又调了回来 伺候小姐 兰儿答道 是哥哥让你回来的 是的 大少爷这段时间一直在为您奔走 好像还和夫人吵了一架 兰儿道 李清鸾皱眉 难道李和风真的还是把他看作妹妹的 李清鸾一时有些把握不准 你下去吧 是 风华居内 李和风与苏怀木 还有几个暗卫在一起 一个暗卫道 那猛虎镖局的镖头方孝峰 应该就是改了名字的陆金星 虽然脸上多了一道疤 但鼻子上的痣还在 属下会继续跟着他 此人的武功应该不俗 跟的时候要小心些 不要打草惊蛇 苏怀木道 查一查陆家那些女眷如今在哪 或许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头绪 是 李清鸾身上的玉佩 应该是个信物 用那个信物 可以指使洞标局的人 孙冷雪 应该就是利用那个找人刺杀的唐儿 李和风道 我会让人把那玉佩的模样记下来 我们可以仿制一个差不多的换回去 以后或许会有大用处 那就多谢内兄了 殿下无须道谢 这本就算是侯府的家事 李和风道 我虽然可以看住李清鸾 但他不会放过唐儿的 想来刚才他偷溜去标局 便已经同那陆金星说了此事 恐怕唐儿会遭到报复 唐儿柔弱不会武 请殿下务必多派些人手保护唐儿 内兄放心 唐儿身边有暗卫十二个时辰周密保护 李和风点头 多谢殿下 唐儿是我的妻子 保护她是我的责任 内兄若因此感谢 倒是让云青有些羞愧 苏怀木给李和风倒了杯茶 内兄年纪轻轻 就已经是朝五校尉 如今又被封世子 未来的北安侯 不知道内兄未来的打算是什么 等我解决完府中所事 便会请命重回边关 李和风道 届时唐儿侯府便劳烦殿下多多照看了 内兄客气 如今北安侯府和圣亲王府已是一体 亦容俱容 亦损俱损 云青不才 会竭尽全力 护唐儿与侯府一世安稳 李和风拿起茶杯 我敬殿下 两人饮进杯中茶 李和风起身准备离开 走到门口的时候 他停下脚步道 北辽郎子野心 不可信 我晓得的 李清堂坐在屋内考核习素 挑选出来的一批有手艺的女子 李清堂一边看一边点头 习素做事还是靠谱的 李清堂决定要开一个 让京中所有女子都无法拒绝的店铺 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爱好 他得网络足够多的东西才好 最近 他开始全方面的悬赏 在各个领域有一技之长的人 不光是要善连食谱也开始收集 只要是京城没有的 好吃的 他都会买下 每日忙的那叫一个不可开交 夫人 母妃传话说 有些想你了 你明日要不要进宫去陪陪母妃 苏怀木道 可以啊 李清堂放下手里的册子 刚好得了几个新鲜的吃食方子 明日我一起带入宫中给母妃 还有这个 也劳烦夫人明日帮我带入宫中 交给丽妃 苏怀木拿出一条手链和一封信 告诉他 是我已经办到了 好 李清堂接过手链 对了 李清鸾应该还不知道猛虎镖局那些人的底细 他只以为对方只是有些死事罢了 那陆金星应该还没有告诉李清鸾事情 但我觉得 他不信任李清鸾 而是想保护他 这猛虎镖局背后一定所求甚大 苏怀木看着李清堂 他是同李清堂说过猛虎镖局和陆金星的事 但并没有说得那么深 李清堂也没注意到苏怀木看他的眼神 而是继续道 我觉得 陆金星真的有可能是李清鸾的亲生父亲 不然陆金星不可能为了李清鸾而被主 转而投靠宣王 总不可能真的只是因为太爱孙冷雪 所以爱屋即屋吧 娘子怎么知道 陆金星会为了李清鸾 而被主投靠宣王 李清堂哽了一下 但很快便掩饰了过去 当然是那日被我探到的呀 李清鸾那人 我了解得很 虽然对于苏怀霄我不熟 但从他的所作所为中 也算了解一二 李清鸾能约出苏怀霄 就说明李清鸾抛出了足够吸引苏怀霄的诱饵 李清堂道 事到如今 李清鸾剩下的资本不多 他若欺骗苏怀霄 那便彻底没了当王妃的机会 他不会这么做的 那陆金星背后的人 肯定不是瑞王和宣王一派 应该是个我们根本没想过的第三方 李清堂十分笃定 他最近没事的时候都在回忆 但没有任何头绪 多谢夫人提醒 我一定会让人好好查查 苏怀霄暗下心中那丝疑惑 对了 李清鸾离开大理寺后 去蒙虎镖局找了那陆金星 估计想要陆金星对付你 这段时间你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把护卫都带上 还有习宿 好 李清堂点头 你放心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我有这个 李清堂拿出一个小小的绣剑 怎么样 苏怀霄看着这绣剑 你这是从哪来的 我最近在广招天下有能之事 这就是其中一个境线的 李清堂道 那是个做机关很厉害的匠人 我想搭一个舞台表演那话本子 需要做一些机关 他不仅擅长做那些大型机关 对这种小物件也十分擅长 虽然这绣剑一次只能放一枚 距离也无法太远 但是关键时候保命还是可以的 李清堂笑着道 苏怀霄点头 这可以借我研究一下吗 你无需那么麻烦 我可以直接把人借给你 李清堂道 我在东门街附近又买了一栋宅子 用来安置那些匠人 那里离心电竞 以后干活也方便 我还做了个名册 上面记录了每一个招收的匠人资料 你可以拿去看看 有需要的 可以直接派人去接过来 李清堂说着 从桌子上找出一个册子 递给了苏怀木 苏怀木接过册子 抱住了李清堂 娘子辛苦了 不辛苦 我做这些很快了 李清堂用手还住苏怀木的腰 我想要你轻松一点 我现在也挺轻松的 李清堂埋在苏怀木胸口的头摇了摇 你既要装病在陛下面前示弱 还要打理三法司 这之外还有那么多私产要打理 每天睡得那么晚 还要早早起床练功 你原本只要保护贵妃娘娘和华家 如今还要保护我 保护我的家人 李清堂抬起头看向苏怀木 我想为你分担一点 不想让你这么累 苏怀木看着李清堂闪亮的眸子 英红的嘴唇低下头吻了上去 第二日李清堂带着做好的点心和手上的手链进了宫 进了宫后 李清堂先陪华贵妃在卫阳宫中聊了会天 吃了些点心 然后借着溜食去御花园散步 走到花园的时候 刚好遇到了一起来散步的海别公主 也就是黎妃 海别公主见到华贵妃走过来行礼 臣妾见过贵妃娘娘 妹妹不用多礼 你这也是吃多了来溜食呢 华贵妃唠家长般地开口 听说湖里的荷花开得正好 便想着来瞧瞧 海别公主道 这不是巧了吗 我们也打算去那湖心亭 夏儿里啊 那处是这花园中最清凉的地方了 也是观景最好的地方 既然贵妃娘娘要去 那臣妾就不打扰了娘娘和盛亲王妃的雅兴了 海别公主说着就要走 华贵妃板起脸来 你什么意思 华贵妃看着海别公主 冷声道 本宫听到你说想赏莲 大发慈悲地想带着你去湖心亭赏莲 你竟敢拒绝本宫 臣妾不敢 黎妃低头道 臣妾就叨扰贵妃和盛亲王妃了 华贵妃冷哼了一声 带着李清堂往胡心亭走去 海别公主带着下人跟在身后 到达胡心亭后 华贵妃命人摆上茶点和水果 李清堂拿起一块牛乳酥递给海别公主 我招了几个厨子 他们说这是辽国的宫廷糕点 我也没去过辽国 还请狄妃娘娘帮我尝尝 这牛乳酥地道吗 李清堂伸手的时候 衣袖滑落 露出白皙纤细的手腕 还有手腕上的串手链 海别公主在看到李清堂手腕上的手链后 身子都在微微颤抖 李清堂拉住海别公主的手 把牛乳酥塞到了她的手里 娘娘可得帮我好好尝尝 若是味道哪里不对 我回去就让他们改 海别公主很快稳住心神 微笑着把牛乳酥放入口中 味道不错 但就是牛乳淡了些 加点奶酪或者黄油就好了 没想到黎妃娘娘对这点心还有研究 不知黎妃娘娘 还有什么新奇的点心可以教教我 李清堂一副十分感兴趣的模样问道 海别公主知道 李清堂突然问这些肯定是有原因的 思索片刻后道 那边的点心种类没有这里丰富 多是一些乳制品 不过有个酸奶倒是挺好喝的 我在京城没有见过 里面加点果子和蜂蜜 味道酸甜可口 很受女子和孩子的喜欢 那这酸奶是怎么做的你知道吗 李清堂问 我之前倒是学过 但很久没有做过了 得想一想才能记起来 等记起来后 我会把方子写下来 让人送去王府可好 太感谢黎妃娘娘了 李清堂说着 看了一眼自己浑身上下 最后摘下了手腕上的手链 寄到了海别的公主的左手手腕上 没什么能感谢娘娘的 就把这个手链送给娘娘吧 李清堂在寄手链的时候 发现海别公主的手腕内侧 有一道疤 看来有些年头 想到苏怀木说的海别公主的身世 李清堂有些同情面前的女子 这手链很别致 多谢王妃 海别公主右手轻轻搭在左手的手腕上 指尖轻轻地抹撒着 努力压抑着内心的激动 化贵妃看出了海别公主此时的不平静 看了眼跟在海别公主身后的那两个 说是丫鬟 其实是剑心帝派来寸步步离间 是海别公主的 你们是哪个嬷嬷教导的 怎么这么没规矩 像两个木桩子似的站在这 影响本宫赏贺 女婢之错 请贵妃娘娘恕罪 两人连忙下跪认错 没什么眼力价 但认错倒是挺快 化贵妃翻了个白眼 本宫也不是那会难为人的人 这荷花开得是不错 你们两个去给我摘几朵来 要每一半都打开 颜色均匀 不能有任何残缺的 这样的摘无朵 还要那种僵开未开的 杆子一定要直 不能有任何弯曲和突出 化贵妃挑剔道 本宫可见不得任何不美的东西 荷叶也要 要又大又圆又绿的那种 上面不能有一点杂色和虫鸟的痕迹 好了先这样吧 你们去吧 化贵妃摆了摆手 两人对视了一眼 有些迟疑 化贵妃健壮冷哼了一声 怎么本宫还使唤不得你们了 奴婢这就去 两人连忙起身去摘荷花 人离开后 化贵妃拿起一块牛乳酥放入口中 则味道是淡了点 多谢娘娘 海别公主感激地看向化贵妃 她进宫之后 虽面上与化贵妃没有来往 还经常被刁难 但其实处处受到化贵妃的照拂 比她之前在北辽那吃人不吐骨头的宫廷里 好太多了 别谢我 我这可不是为了你 化贵妃把吃了一半的牛乳酥放下 动作别太大 要说什么赶紧说吧 海别公主看向李清堂 目光灼灼 这手链是成亲王殿下 让您带进来的 你有看到他们吗 他们还好吗 是王爷让我带进来的 说你让他办的事 他已经办到了 我没有看到他们 但王爷说他们很好 如今已经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李清堂说着 拿出一封信 这也是王爷让我带给你的 海别公主看了眼那两个丫鬟 飞快地打开了信件 看到熟悉的字迹后 终是没忍住哭了出来 别哭了 被人看到 咱三个都没有好果子吃 华贵妃冷声道 海别公主连忙擦干眼泪 抱歉 我太激动了 海别公主把信叠好 又还给了李清堂 还请王妃帮我烧了 好 李清堂把信仔细塞回了腰间 海别公主摘下手上的戒指和镯子 这些还请王妃帮我带出去给他们 他们以后生存 总是需要些银子的 这些你好好留着吧 他们的衣食住行 王爷都会安排好的 李清堂道 若是你身上没了这些东西 他们会怀疑的 见海别公主还是坚持 李清堂道 我是真的在搜集食谱 公主若是想给家人攒银子 那不如多给点像酸奶这种新奇食物的方子吧 我会把方子折换成银子 直接给他们 如何 多谢王妃 你和王爷都是好人 海别公主擦了擦眼泪 以后没外人的时候 你可以叫我宁和 宁和 嗯 我母亲姓宁 荷花是他最喜欢的花 在我出生后还没有名字的时候 他便给我起了宁和这个名字 比起苏德海别 我更喜欢宁和这个名字 宁和 好名字 李清堂笑了起来 不知王爷如今还想让我做什么 宁和收拾好了 心情问道 王爷没说 有需要的时候 应该他应该会来找你 李清堂道 那还劳烦王妃转告我母亲和弟弟 我在这里一切都好 让他们不要为我担心 海别公主握着手腕上的手链 脸上露出几分少见的柔和 好 李清堂硬了下来 对了 北辽之前就有一位六王子苏德哈丹 迎娶一位公主做王妃 估计这几日就会提出来 李清堂心里一个咯噔 不行 他得赶紧回去让穆政初先把轻提了 别北辽人先提清了花铃 那就不好办了 华贵妃显然也是想到了 这亭子里也是无趣的很 本宫有点乏了 先回去吧 那我扶您回去 李清堂起身扶起华贵妃 宁和也起身攻送了华贵妃 华贵妃路过那两个采荷叶的宫女的时候开口道 采完了送去卫阳宫 是 回到卫阳宫后 华贵妃又赏赐了李清堂许多东西 然后便借口要午睡 李清堂带着东西离开了卫阳宫 在要出皇城上马车的时候 他看到了苏怀潇正骑马而来 苏怀潇的表情不太好 急匆匆地下了马 只点头打了个招呼 便往皇城里去 李清堂看了眼便没有理会 带着华贵妃的赏赐出了皇城 直接去牧家 是 李清堂到了牧家后 只有牧老夫人在 一打听 牧正初和牧师云都去码头接牧章室了 听到牧章室到了 李清堂也是松了口气 堂儿你这急匆匆地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牧老夫人问道 听说北辽要向前国提出和亲的要求 眼下圣上并没有侍灵的公主 我怕灵儿会被送去和亲 或许我们今日就可以把表哥和郡主的亲事给定下 李清堂没有隐瞒 直接说了出来 牧老夫人一听 神色也严肃了起来 其实这段时间聘礼丹已经在准备了 其实也是来得及的 不过这也得看若晴的意思 张若晴是牧正初和牧师云的母亲 也就是李清堂旧母的名字 李清堂点头 这是他也只能提前知会一下 具体如何 还得看当世人 华灵儿坚持要跟牧正初一起去揭幕张氏 便由着他来了 张若晴还没下船 就看到了华灵儿 穿着淡紫色的长裙 站在牧正初的身边 有些紧张地整理自己的头发 你看我差子插得正吗 华灵儿小声询问牧师云 我听说你母亲喜欢紫色 是我裙子这种子吗 牧师云见华灵儿如此紧张 笑着道 灵儿姐姐你别紧张 我娘肯定会喜欢的你 是吗 华灵儿问 当然了 我娘这个人很开明的 只要我哥哥喜欢 她不会拒绝的 牧师云安抚着华灵儿 我娘最喜欢这样的女子了 华灵儿听后 紧张的心情稍微平复了一点 夫人 咱们下船吧 张若晴收回目光 转身下船 娘 牧师云远远看到张若晴 使劲挥着手 华灵儿紧张地捏紧帕子 他们都说 婆媳关系是最难得 若是老婆婆不喜欢你的话 相公再喜欢你都没用 她很害怕张若晴不喜欢她 拒绝这门婚事 牧师云小跑着冲进张若晴的怀里 娘 我想死你了 张若晴看了眼牧师云 毫不留情道 这个时候知道想我了 当时偷跑的时候 怎么不知道想我 牧师云听后 拉住张若晴胳膊撒娇 娘 我知道错了 过去的事就让她过去吧 我以后绝对乖乖听话 母亲 牧政初恭敬地给张若晴行礼 然后介绍道 这位是玉安郡主 张若晴看了眼华灵儿 然后行礼 名副拜见郡主 华灵儿连忙扶住张若晴 然后笨拙地给张若晴行礼 林儿见过伯母 母亲一路舟车劳顿 咱们先回府吧 牧政初道 好 张若晴点头 坐上马车 走了一半的时候 张若晴叫停了马车 我今日还用过扇 有些饿了 我看这酒楼人挺多的 在这车个饭吧 好 牧政初点头 这里属于南外城 很热闹 都都是市井小名 这酒楼也不大 没有雅间 但生意不错 店里小二看到这一行人 一看就飞富即贵 连忙迎着进门 张若晴看了一眼 这似乎是一家卖羊肉面的馆子 和他那桌上一样的旧城 哎 各位客官请稍等 饭菜马上就来 很快四碗羊肉面 和一盘子熟 把羊排就端了上来 张若晴动快后 三人也跟着动快 三人刚吃没几口 店门口来了两个乞讨的小娇花子 店小二不耐烦地驱赶 快走快走 别在这影响 我们客人吃饭 求求小哥 赏口吃的吧 我弟弟两天没吃东西了 求求了 剩的汤水就行 走走走 我们店东西这么好 怎么可能会剩下 再不走我打人了 众人对此见惯不怪 都低头继续吃着的东西 华莲看了一眼那俩小乞丐 小声对月白道 点两碗面给他们送去 让他们找个地方 看着他们吃完 是 郡主为何不邀请他们 进来一起吃 张若晴问 他们是很可怜 但也不能因此影响了 这店家的生意 您或许不介意 但这些客人能会介意 华莲怕张若晴觉得 他没有同情心 连忙解释 那为何要看着他们吃 张若晴又问 那样小乞自己是 护不住吃食的 若是不看着 可能一转眼 就被其他乞丐抢走了 华莲道 没想到郡主 竟然还知道这些 张若晴本来只是想看看 华莲是不是像 穆正出信中写的那样 为人单纯没有架子 这也是经验吧 华莲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我之前看到一个小乞 十分可怜 便给了他五两银子 我以为那样可以帮他拜托困境 但没想到 竟要了他的半条命 后来 我就知道了 给一个人他保护不了的东西 那可能就是在害他的命 华莲道 后来我便只会给吃食 但有的时候吃食也会被抢 所以就得看着 你既觉得他们可怜 那为何不直接帮他们改脱换面 天下可怜人太多了 我知道自己没有那个本事 华莲笑着道 我母亲说了 人要量力而为 我父亲也说 凯他人之康 也是人世间的一种 呃 我没那个能力和地方安排他们 也不知他们的根底 若只是因为可怜他们 便把他们硬塞给下面的人 那就是害了别人 张若晴是真的没想到 华莲会说出这番话来 倒是和他想象中 有些不大一样 和牧正出信中的感觉 也不太一样 吃完了面几人回到了牧府 这时永家公主府的人 来接华莲回去 华莲本是不想就这么回去的 但又不好当着张若晴的面耍赖 于是便跟着回去了 一回到公主府 华莲就嘟着嘴 娘 您干嘛 把我叫回来 永家公主看着华莲无语叹气 你去了人家怎么商量 你一个女孩子家要矜持知道吗 我看到牧夫人很喜欢我的 还送了我见面里呢 华莲说着伸出手 娘 您看 这就是牧夫人送我的 好看吧 永家公主看了一眼 那是一个紫罗兰翡翠手镯 水种十分好 是难得的真品 想来对方对华莲应该是满意的 永家公主心下微微松了口气 你总得给人家自己一点空间 让人家好商量 这几日 你都不要出门了 老是在家里待着 商量怎么娶我吗 华莲眼睛亮了起来 永家公主无奈服 月白 把郡主带回去休息 本宫头有点疼 李清堂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牧老夫人后 没有继续等待 牧老夫人在见到牧正初和张若晴后 也没有第一时间说这件事 而是先问张若晴 对这件轻视的看法 月安郡主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张若晴道 这一路上诗云 没少和我说这位郡主的好话 看来这位郡主 不仅俘获了郡主的心 这牧家上上下下 估计都被他俘获了 牧老夫人没说话 只是默默听着张若晴的话 抛开身份而言 我是喜欢他的 他若做我儿媳妇 我不会反对 张若晴说完后 又笑了一下 而且 就算我反对 郡主这个认准了一件事 就不会回头的性子 肯定会想尽办法让我同意 论门第 咱们是高攀了人家 但论人 咱们郡主可不差 那是这儿八经考出来的举人 十七岁终局 天资聪慧 若不是为了家业 现在估计早就近视极地了 凭咱们出根的长相 最少也得是个炭花郎 张若晴眼角带笑道 张若晴说到这里 微微叹了口气 我其实可以看得出 出根在问贺书院那几年 是发自内心的快乐 他接手生意 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怪我不争气 没能多生两个 张若晴生牧世云的时候 伤了身子 后来虽然调养好了 但到底是落下了点病根子 再次生产 可能会有危险 所以 牧承文这么多年 便没有再要孩子 牧老夫人皱眉 说什么胡话呢 你生了初儿和诗云 这么优秀的两个孩子 操持着牧家这么多年 是咱们牧家的大功臣 郑初就算是娶了郡主 那他也姓牧 就算不接手牧家 咱们还有诗云呢 咱们可以给诗云招叙 退一万步 一个家最重要的是人 只要咱们人都好好的 那些有什么重要的 张若晴看向牧老夫人 娘说的对 是我想得浅了 我能来京城 其实从心里 已经同意了这门轻事 我还带了一些聘礼过来 见张若晴同意了这门轻事 牧老夫人才把 刚才李清堂对他说的话 告诉了张若晴 张若晴一听急了 那我们得赶紧去提亲啊 可不能让那北辽人 杰族仙灯 糟蹋了那么好的姑娘 今天太急了 我们先把该准备的 都准备好 明天再上门吧 也得先智慧公主府那边一下 牧老夫人道 母亲说的对 还得去请个媒婆 张若晴起身 我现在就去骑聘礼单子 还得让郑出去列两只大雁 看到张若晴 风风火火地离开 牧老夫人笑了笑 叫来了管家牧成 你拿着咱们的帖子 去公主府知会一下公主 看他们是否有什么其他打算 那边永家公主 也得到了苏怀木传来的消息 正在思索 要不要去牧家 探一下消息的时候 管家把牧成带了过来 牧成转达了牧老夫人的意思 永家公主听后 在心里道了句 谢天谢地 就依牧老夫人的意思吧 第二天一早 张若晴就带着媒婆和一长串 几乎看不到头的礼物 往永家公主府去 这又是哪家公子下聘啊 这么大阵仗 不知道啊 最近没听说 哪家公子和小姐要定亲啊 这方向可是往皇城根去的 那边住的可都是皇亲国妻 这好像是去永家公主府啊 啊 难道是给月安郡主下聘的 没听说月安郡主 和谁定亲了呀 嗨 这不是下聘 这是牧家要上门提亲呢 牧家 江南第一富商 北安侯夫人的娘家 众人一听反应了过来 勇家公主看到那挂着红绸 长长一串的礼物 放了几分心 看来牧家并没有因为 化铃儿主动而亲事 因着那北辽想要和亲的事 两家都决定 直接把那里 问明 那即一日办完 反正这些早就了解过了 如今不过是走个行事 当天下午 勇家公主就进宫请旨 让剑星帝为化铃儿 和牧正初赐婚 剑星帝听到这个消息后 眉头清锁了一下 他虽然早就从各个地方 听说了化铃儿追求 牧正初的故事 但当时牧正初 一直在躲着华铃儿 剑星帝只以为 化铃儿一时兴起 受了错后就会放弃 没想到 他们竟然成了 可他本想让化铃儿 嫁给平溪郡王 世子苏文浩的 勇家公主看出了 剑星帝似乎 对这件事并不满意 但他还是装作 什么都不知道 铃儿眼看着都要时期了 金钟这么大 还未出嫁的贵女 可没几个 皇帝哥哥 你可不知道 妹妹我这两年 被人在背后 笑话成什么样子 勇家公主哭诉着 自己这些年 给化铃儿找轻视的不意 抹着眼泪道 这牧家虽然是个 尚不得什么台面的商户 家中人口单薄 只有一个女儿 嫁到了北安侯府 再就没什么根基 但那牧正初模样好看 还有功名在身 倒也勉强配得上铃儿 重点是 对方出身低那便好拿捏 也不怕铃儿 在那受委屈 剑星帝看着 听着勇家公主的话 再看着勇家公主 哭得这么厉害 稍微有些动摇 勇家公主又继续卖惨 说这些年 她独守空归的不意 最后哭诉道 铃儿就是我的命根子 她好容易有一个喜欢的人 我得让她风光大驾才好 陛下 勇家这些年没求过您什么 这次 您可一定要给铃儿 选个好日子啊 让她风风光光地嫁出去啊 话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 剑星帝便是另有想法 也不好说出来 而且剑星帝也有顾虑 思索片刻后 终于还是点头 既是铃儿喜欢 那我这个做舅舅的 自然是要替她做主的 剑星帝一副大方的模样 明我就会下旨赐婚 会让青天间选个好日子的 多谢陛下 勇家知道 皇帝哥哥最是疼爱我和铃儿了 勇家公主笑着奉承剑星帝 一会我再去母后那一趟 和她说说这个好消息 想来母后知道 铃儿终于要出嫁了 一定也会很开心 我可得想想 要向母后讨什么赏赐才好 勇家公主 这是在让剑星帝 没有任何可以反悔的机会 勇家公主直接留在宫中 同太后用了晚膳 才回到公主府 华琳儿在府中焦急地等着 看到勇家公主后 立马迎了上去 娘 如何 勇家公主笑着看向华琳儿 娘办事你还不放心吗 华琳儿乐得直接蹦了起来 太好了 勇家公主见状 轻轻拍了一下华琳儿的肩膀 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矜持一点 华琳儿吐了一个舌头 我现在就去盛亲王府 告诉唐儿妹妹这个好消息 说完 她就转身往外跑 勇家公主连忙喊道 这都什么时辰了 你就别去打扰人家了 这才有时 唐儿妹妹肯定没休息 娘我今晚 就在盛亲王府睡了 勇家公主无奈地看着华琳儿的背影 然后看向丫鬟护卫 你们还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跟着 李清堂正要和苏怀木 用晚膳的时候 华琳儿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 唐儿妹妹 在看到苏怀木后 华琳儿愣了一下 表哥你也在啊 苏怀木放下刚要喝汤的手 这是盛亲王府 我不该在吗 华琳儿笑了笑算是回答苏怀木 然后直接看向李清堂 唐儿妹妹 陛下答应 给我和你表哥赐婚了 真的 李清堂激动地站了起来 一把握住华琳儿的手 真的 华琳儿用力点头 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两人一起蹦了起来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华琳儿激动地 李清堂笑着点头 苏怀木黑着脸 你们现在也是一家人 华琳儿想了一下 好像也是 但这都不重要 姐姐用碗膳了吗 要不要一起吃点 今天做的都是新菜式 李清堂道 好啊 我还没吃饭呢 别说饭了 我紧张得一下 我连口水都没喝呢 华琳儿道 唐儿妹妹 这么大喜事 咱们今天喝点酒吧 好 李清堂看向婉青 把白果香拿来 不要白果香 华琳儿连忙道 那酒不够劲 我要喝你的女儿红 好 李清堂笑着应下 把我出嫁时的女儿红拿来 苏怀木看着华琳儿 坐到李清堂的身边 两人有说有笑 完全没把她放在眼里 她自顾自地喝了一口闷酒 唐儿妹妹 我今晚可以和你睡吗 当然可以了 李清堂给华琳儿 加了一块肉 你尝尝这个 这个叫水煮肉 是渝州那边的菜肴 虽然有点辣 但越吃越上瘾 华琳儿吃了一口 果然是有点辣 但是很香 瞪大了眼睛 好好吃啊 好吃你就多吃点 唐儿 你这怎么总是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以后不光有好吃的 还会有好玩的呢 李清堂笑着道 我不是说 我打算开一个新店吗 已经开始动工了 今年肯定能开起来 你那店想好叫什么名字了吗 华琳儿问 等你开业后 我一定日日去潇洒消费 名字还没想好呢 但你以后去那一定是免单的 那可不成 我还是很有钱的 你不必替我节省银子 华琳儿有点小骄傲道 我可是有封地的 李清堂这才想起来 他也是有封地的 而且 那封地 正是还有些渊源的山长县 几杯酒下肚 华琳儿和李清堂的脸都红了起来 唐儿妹妹 我今晚可以和你一起睡吗 当然可以了 我那床好大的 李清堂歪着脑袋笔亮了一下 你不光今晚可以和我一起睡 以后都可以和我一起睡 苏怀木听到这句话 本就不太好的脸色 变得更加深沉了 琳儿你喝多了 我派人送你回府 我不回去 华琳儿拒绝 听话 回去太晚 姑母会担心的 我来的时候 已经和娘说了 我今晚不回去 就住在这了 华琳儿笑着拉着李清堂的胳膊 脑袋枕到了李清堂的肩膀上 我要搂着香香软软的唐儿妹妹睡 苏怀木冷笑了一下 握着酒杯的手紧了几分 这恐怕不太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 李清堂喝得也有些晕晕乎乎 你若和他睡 那我怎么办 苏怀木看着李清堂 用目光示意李清堂 拒绝华琳儿 但李清堂此时根本看不懂苏怀木的意思 府中那么多空房间 你再找一间好了 就是就是 华琳儿附和 唐儿妹妹我新学了剑法 我给你五剑吧 李清堂点头 好啊好啊 两人说着便离开了屋子 留下苏怀木一个人 华琳儿捡起一个树枝 摇摇晃晃的开始五剑 李清堂站在一边傻笑着拍手叫好 苏怀木走出去看到这一幕 心情十分复杂 但也只能提醒丫鬟护卫 小心这点 别让他们俩伤到自己 差不多了就送他们休息 是 这一叫华琳儿睡得十分香甜 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床上只有他一人 他怀里还抱着一个枕头 他有些疑惑 他不是抱着李清堂睡的吗 李清堂睁开眼睛后 也觉得很疑惑 他明明是和华琳儿一起睡的 可怎么现在身边竟换成了苏怀木 你醒了 苏怀木见到李清堂睁眼 帮他理了理睡乱了的头发 早上想吃什么 琳儿呢 你昨晚喝了酒 今早还是吃点清淡的 苏怀木只当没听到李清堂的话 我让人给你做了燕窝 还有你上次说很想吃的小混蛋 李清堂见苏怀木这模样 就大概猜到发生了什么 轻垂了一下苏怀木 你真是醋狭鬼 琳儿姐姐不过才来一天罢了 至于吗 娘子不知吗 我有病 苏怀木一本正经地看着李清堂说道 我有一种 只要不抱着娘子 就睡不着的病 李清堂红了脸 之前倒是没发现 你嘴竟然这么贫 苏怀木笑了一下 时候还早 你再睡一会 我先去上朝了 李清堂坐了起来 陛下不是免了你上朝吗 你别累坏了身子 今日 早朝应该会很精彩 我得去瞧瞧 你放心吧 我只是 去那做做样子 累不着的 苏怀木道 最近这段时间 外面不太平 你尽量不要出城 若是有事非要出城 记得带上王府的护卫队 李清堂点了点头 嗯 我最近没什么要出城的事 早朝之上 渐兴地道 南方大水淹了不少县 江南道和岭南道的多个州府告急 递来了帖子 要朝廷赈灾 众爱卿怎么看 每年夏季 南方多少都会发生水患 岭南那边地广人西 受灾民众数量不会太多 至于江南道 不过是两个州府而已 如今边关战事吃紧 三年前北方雪灾 陛下人辞免了北方13州的两年的税 如今国库空虚 一城之间这点小水患 江南道完全可以自己解决 是啊 受灾严重的不是扬州 苏州这等繁华州府 只是吴州 越州这些小州府 只要把人分到附近的大府州 事情自然而然便可以解决 陈副义 岭南道的建州 廷州等地周围 也有很多没有受灾的州府 只要当地官府妥善安排众人 转移到没有受灾的州府便好 建兴帝听后觉得 好像的确有些道理 但他是个贤民的君主 他得听听多方的意见 郑国公你有觉得如何 郑国公最近这段时日过得 十分煎熬 家中出了好几件 无法向外人道的大事 搞得他心力交瘁 他如今的心思 全在该如何寻回 那被人劫走的银子上 根本没有想什么赈灾的事 但他还是不动声色道 只是这该如何疏散受灾人群 须得仔细斟酌 于是众人又救着 该如何疏散受灾群众之事 展开了讨论 苏怀木坐在凳子上 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在苏怀木上朝 差点晕倒一次后 建兴帝就特许苏怀木可以坐凳 几位大臣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顾子谦站了出来 臣以为朝廷 还是该派人去实地看看 岭南道距离京城数千里 如今又受灾 这消息很难传出 这折子从灾地送到京中 恐怕已过了越余 如今情况到底如何 我们不曾知晓 若是受灾范围扩大 情况严重 还是得尽早振灾 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苏怀木看了眼顾子谦 他对顾子谦 是带了个人情绪的 但抛弃个人情感 这顾子谦 在这满朝废物公子中 的确算是一个清流人物 建兴帝听后 思索了一下看向沈相 沈相以为该如何 臣以为顾大人此言也有理 我们可以两个方案同时进行 总归这政策 也得下发到受灾的周线 可以直接派钦差大臣 一同前往 了解灾情 再做打算 而臣觉得 沈相此言有理 这时 苏怀霄站了出来 而臣愿去受灾递走这一遭 苏怀霄这话一说完 苏怀前就在心底 狠狠骂起了苏怀霄 这个死小子 竟比他快了一步 这时郑国公一派的人 接到了信号 连忙开始劝阻 这万万不可呀 死去岭南道可有数千里 那岭南高山重岭 独障重以数不不胜数 又是这等险恶情况 宣王殿下乃千金之躯 若是遇到危险 可怎么得了 是啊 是啊 苏怀霄 听着这些人看似劝阻 实则是在替苏怀霄铺垫 做高苏怀霄 在建心帝心里形象的模样 心底冷笑了一下 苏怀霄注意到 众人说得差不多了 瑞王那一派 要开始反口的时候 他连忙开口 只要能为父皇分忧 为百姓解难 而臣不怕前路艰难 便是刀山火海 而臣也定当为父皇 烫出一条坦路 建心帝 被苏怀霄这番话 说得很是受用 不住点头 见状苏怀霄站了出来 诸位大人说得对 死去危险重重 而臣身为大哥 如何能见弟弟涉险 尤其二弟 才刚刚定亲 还未有子嗣 若是出了什么意外 不仅尔臣和父皇母后 难以接受 沈小姐也该难以自处 还是尔臣去吧 而臣已成家立业 便是发生不幸 还有孩子 苏怀霄一听 笑着看向苏怀前 我那侄子侄女还小 几位婶婶 都指着大哥 您这位顶梁柱 若您出了事 我那嫂嫂和侄儿们 怕是受不了这打击 我孤家寡人一个 若是真出了事 沈小姐 还未过门 自是可以另做打算 两派人马 又就着此事开始了争论 建心帝见状 只觉得头疼 够了 建心帝 看向坐在一边 已经有些昏昏欲睡的苏怀霄 莫儿 你觉得 正该派谁去调查 苏怀木起身 儿臣私心以为 此行若真是这么艰难 那两位哥哥 还是都不要去得好 儿臣自己舍不得 两位哥哥 更不想见父皇白发人 送黑发人 还是派一位武将去吧 武将 建心帝从未想过此事 对 最好是打过仗的武将 那身体素质好 还会武功 就算路途再艰险 也艰险不过战场吧 想来应该是 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 可以顺利 把父皇的政令下发 也可以顺利地 把父皇想要的灾情 带回来 苏怀木这番话一出 朝堂上一时 安静了下来 苏怀钱和苏怀霄一派 都不知该如何接下去 为了拉建新帝的好感 他们把这差事给上升到了 好像要生离死别的地步 但其实 其实谁都知道 这是个几乎可以算白减的功劳 毕竟只是去调查情况 分发政令 并不是真的正在 就在众人不知该怎么说的时候 顾子谦开口了 臣以为圣亲王殿下的建议很好 武将可以轻装上阵 起码奔往岭南 以最快的速度 让陛下 了解到当地的情况 也好早做打算 苏怀木点头 早一日解决水灾 便能早一日恢复生产 到时候那些民众 肯定会万分感激父皇 户部也能早日收上税营 国库充盈起来 父皇也能过个好年 建新帝听后 表情有些缓和 随后有一些中立的大臣 和建新帝的心腹开始附和 然后众人又开始商定 让哪位武将去吼 苏怀木没事人一样 继续事不关己地坐在凳子上 偶尔捂着嘴 隐忍地咳嗽两声 装出病弱的模样 苏怀霄默默看了一眼 脸色苍白的苏怀木 早朝结束 最终苏怀霄和苏怀前 谁都没能揽下这个好活 散朝的时候 苏怀木被搀扶着往外走 苏怀霄看着苏怀木 三弟这身子竟来可好 就那样 死不了罢了 苏怀木笑了笑 二哥你瘦了 别太累了 什么都不如身子重要 三弟说的是 苏怀霄还在想该如何试探 苏怀木今日之举 到底是不是别有深意地针对他时 苏怀木主动道 二哥 咱们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那水云间听说有新菜色 二哥要不要请我吃顿饭 好啊 苏怀霄自是没有拒绝的理由 苏怀前看着苏怀木和苏怀霄一起离开 握紧了拳头 这老三 怎么和老二那家伙走到一起了 难不成那老三 已经被老二给收买了 想到这里 苏怀前面色沉了下来 连忙召集了手下的人 商讨对策 来到水云间 苏怀木笑着把招牌菜都点了一遍 反正就是什么贵就点什么 这钱不赚白不赚 苏怀霄摸不清苏怀木到底什么意思 便没有先开口 等着苏怀木出招 但苏怀木好像真的就是来吃饭的 对着菜肴品头论足 然后说最近惊中一些趣事 二哥 我有一件事很好奇 你能和弟弟说说吗 苏怀木用充满探知欲的眼神 看向苏怀霄 什么事 苏怀霄有些警惕 把茶杯放到了嘴边 想要掩饰一下情绪 二哥 你真的喜欢那李青鸾 非他不娶吗 苏怀霄刚刚放入口的茶 差点没把自己给呛死 可 你说什么 苏怀霄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 我说 二哥 你真的喜欢那李青鸾 喜欢到非他不娶的程度了吗 苏怀木又重复了一遍问题 三弟 你这话是从何而来 我与那李小姐 只能说是师友而已 苏怀霄否认得干脆利落 没有任何犹豫 我就说 二哥 你怎么可能看上李青鸾那种虚伪又恶毒的女子 可谈儿偏说 李青鸾说 与你青梅竹马 两情相悦 你们已经定了情 你非他不娶 苏怀木道 说你与沈小姐定亲 是不得已而为之 你真心爱的是他 那日就是 你约他在水云间见面的 胡说八道 苏怀霄重重 放下杯子 那日 只是他求我借经文 给侯府老太君 祝寿而已 与他青梅竹马的 是文姓后世子 我与他认识不过是因为文姓后世子而已 我就知道 那李青鸾嘴里没实话 二哥 你继月清风 怎么可能看上那样眼中 只有功名利禄的女子 苏怀木道 二哥你是不知道啊 那李青鸾用你 作为幌子 威胁唐儿和侯府吗 苏怀消停后面 容铁黑 因着这事李青鸾 是金中士找不到好亲事了 侯府便想把他 给架到外地 等过了这段风声 以后可以借着调职的名义 把他和他相公 再调回京城 可那李青鸾 就是不愿意 非说和你定了情 说你要娶他 侯府的人 都被他给逼得没办法了 唐儿便让我来问问二哥 若二哥 你真的对那李青鸾有意思 那他们便不再为李青鸾 寻找亲事 好好照顾着 等待你来提亲 苏怀木 直接把话谈开了 就要苏怀消一个 准确的说辞 那路金星 既然那么宠爱 看重李青鸾 若知道 苏怀消对李青鸾 是这种态度 想来也不会再支持苏怀消 我与李青鸾 没有任何关系 他确实 对我表达过情愫 但我已经明确地拒绝了 真不知他怎会这么说 苏怀消这段时间 本就因为 与李青鸾之前的那些迫事 被瑞王的人 四处说闲话 不仅用李青鸾 挑拨他与沈家的关系 还散播他 私下男女关系混乱的谣言 他费了好大功夫 才让沈家相信了他 这李青鸾 怎么还在外 给他惹事 他之前 真是让李青鸾 那懂事的模样 给骗了 原本的李青鸾 的确不错 有个争气的哥哥 还有巨富的穆家 人也乖巧聪慧 在京中享有第一财女的盛名 娶了他之后 既可以让李和风 为他所用 也可以利用沐家的银钱 为他招兵买马 可谁知李青鸾 竟然是个 纠战雀巢的山鸡 如今 这李青鸾 不仅没给 他带来多少帮助 反而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他上次会去见李青鸾 不过是因为李青鸾 说他手中有一对人马 可以替他处理任何事情 而他现在的确需要这样的人 所以才见了李青鸾 可是还没来得及说 便发生了那样的事 他后来想了想 如今他的银钱和人马 很多都受制于郑家 但李青鸾那人马 肯定不是李青鸾自己的 他想要的是一个 完全属于他 听他命令的人 而不是还另有主子的人 苏怀肖想清楚后 再次声明 还劳烦三弟帮我澄清一下 我的名声不要紧 但我不想让沈小姐 因此产生烦恼 二哥可真是个 有情有义的好男人 苏怀木低头笑着 吹了吹杯中的茶 二哥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澄清的 隔壁雅间里 一个男人 把苏怀木两人的话 听了的大概 方标头 这批货可以帮忙运输吗 哦 可以 但是价格肯定会高一些 价格不是问题 只要能安全送到就行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苏怀木和苏怀肖 聊完李青鸾的事 又聊到了早朝上 南方水患的事 苏怀木一副 为苏怀肖好的模样 二哥 岭南山高水远 民风飙汉 路途崎岖 这等吃力不讨好的事 你怎么还主动往身上揽 父皇救你和大哥 两个得力的儿子 未来都要看你和大哥的 你俩要是出了事 让父皇怎么办 还有我这身子也不好 等我没了 唐儿那么柔弱一个女子 该怎么支撑 诺大的圣亲王府 还不是得养赵两位哥哥 唐儿说你之前 在苏州帮过他 他刚入京时 你也帮了他不少 所以 二哥 你可千万保护好自己 以后弟弟 还指望你呢 苏怀木说的 那叫一个真情实感 苏怀肖一时有些拿捏不准 这顿饭苏怀木吃得不错 苏怀肖因为心事重重 倒是没有吃多少 今日多谢二哥款贷了 苏怀木笑盈盈的 同苏怀肖分别 坐上马车回了王府 瑞王的人看到后 把这消息传了回去 当晚瑞王妃就来了帖子 约李清堂去黄爵寺上香 你说我去吗 李清堂拿着帖子问苏怀木 你若想去就去呗 苏怀木给李清堂绞着头发 不过就是 想通过你了解一下 咱们是不是跟苏怀肖站在了一起 那我该怎么说 夫人如实说就好了 苏怀木帮李清堂把湿头发搅干后 用梳子轻轻梳着 你不需要顾忌他们 是他们该顾忌你 李清堂点了点头 好 我知道了 在苏怀木与苏怀肖分开之后 李清堂一厢情愿 死缠烂打苏怀肖的消息 就在京中传了开来 李顾今日气色稍微好了些 能吓得走动了 他喊翠英来服侍他 但喊了几声都没见到人 便自己起来 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门外 传来翠英与珍珠的对话 真的假的 翠英发出不敢置信的声音 大小姐不是号称京城第一才女吗 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 当然是真的了 现在京中都传开了 那宣王殿下 从来就没对大小姐生过心思 一直都是大小姐在死缠烂打单相思 哎 你说那大小姐 偷了二小姐的身份 被夫人养在身边 细心教养了那么多年 顶着那侯府嫡女的身份 找个什么样的青年才俊不行 非得往那皇子身上盼 外面都在传大小姐 是因为嫉妒二小姐 所以才不择手段的想要嫁给宣王殿下 为的就是 未来可以押二小姐和侯府一头 给那孙姨娘报仇 真是黑了心肝的 翠英听后怒斥 侯爷和夫人 把他这个野孩子养这么大 他竟还想报复侯府 果然不是亲生的 就是养不熟 对了 以后这事可千万别说了 侯爷身子不好 若是被侯爷知道了 指不定又得被气倒了 李故听到李清卵死缠烂打苏怀骁的时候 就已经有些生气了 在听到果然不是亲生的 就是养不熟的时候 脑子突然嗡的一声 这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不是亲生的 李故一把推开门 飞着脸看向翠英 你们刚刚在说什么 翠英吓了一跳 连忙道 侯爷您醒了 我们刚刚什么都没说啊 您怎么出来了 您这身子还没好利索 快进屋躺着 别吹了风又着了凉 李故甩开翠英搀扶的手 盯着翠英 你刚刚说卵儿不是亲生的 没有 大小姐怎么会不是您亲生的呢 大小姐长得多像您啊 翠英不自然地解释 侯爷我们先回屋子吧 珍珠 你说 李故看向珍珠 你若有一个假话 我现在让人把你买去窑子里 珍珠被吓得连忙跪下求饶 侯爷饶命 奴婢奴婢 珍珠求助似的看向翠英 翠英连忙道 侯爷 您就别为难珍珠了 我们也只是道听图说而已 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故吼道 吼完就咳嗽了起来 翠英连忙安抚 侯爷 侯爷您先回屋子吧 李故又被扶着躺回床上 她紧紧拉着翠英的手 到底发生了什么 翠英一脸为难 珍珠见状开口劝道 姨娘您就告诉侯爷吧 总不能全家人都知道知道了 就瞒着侯爷一个 李故见翠英还在迟疑 怎么 如今连我的话 你都敢不听了 不是的 翠英连忙解释 是老夫人吩咐 不让童丁说 怕把您再给气倒了 没事 你说 翠英叹了口气 那我就说了 侯爷您可千万别生气 为了那么一个玩意气坏 自己的身子 可是不值得 快说 大少爷 查到孙姨娘在投奔侯府前 与一个青梅竹马的公子定了情 但后来那公子一家和孙家都遭了难 孙姨娘为了荣华富贵 就把主意打到了您的身上 但那公子后来寻孙姨娘寻到了京城 趁着您和夫人回苏州省亲的时候 孙姨娘和那青梅竹马的公子 便有了首尾 怀了李清鸾 翠英的每一个字 李故都听得清楚 但合在一起 却让他脑子一片空白 不不可能 冷血不可能这么对我的 李故否认 他很爱我 本来老夫人也是不幸的 但李清鸾已经和他亲生父亲相认了 被关在大理寺的时候 还偷偷让人给他亲生父亲送了信求救 信里称呼对方为爹爹圣亲王妃 向陛下求情 把那李清鸾放出来后 李清堂第一时间就去见了他亲生父亲 这是大少爷亲眼所见 千真万确 李故只觉得脑袋发晕 胸口堵得慌 不可能 卵儿怎么可能不是我亲生呢 您还记得那孙姨娘的表哥吗 翠英道 之前因为帮孙姨娘和大小劫摊 侯夫人银子的那个 大少爷亲自去找他了 那人承认了 他从绣华楼摊的银子 很多都让孙姨娘养了那亲夫 李故到底是没忍住 一口血喷了出来 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翠英见到李故 吐血晕倒捂住了嘴巴 但是并没有第一时间喊大夫 而是等了一会 才让珍珠去喊人 等李故再次醒来的时候 只感觉整个身子都无法动弹 用尽了力气 也只有两根手指可以动 想要说话 但也只能发出恩恩压压的声音 王太医 我父亲好像醒了 李和风连忙道 您快来帮我父亲看看 王太医耗完脉后 眉头微皱 我父亲如何 李和风问 王太医指了指外面 世子 咱们借一步说话 李和风跟着王太医来到外间 看到王太医严肃的表情 李和风道 王大人但说无妨 大怒则行弃绝 而血怨于上 继而薄绝 王太医道 侯爷这是被弃的 那还可以恢复吗 李和风问 我们府上什么要都有 便是没有 我们也会以最快速度寻来 这 王太医叹气 这有些难 还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王大人但说无妨 这侯爷的脉象不简单 似乎还有中毒的迹象 王太医压低了声音道 怎么会 李和风一脸惊讶 不可能的 我父亲所有一时起居 都是翠姨娘亲手照料的 怎么会被人下毒 王大人 这毒厉害吗 能解吗 这毒倒是能解 但 王太医面色愁苦 但老夫不敢解 侯爷这身子 如今就像是个腐朽的木头 一个不小心可能就 王太医话没说完 但李和风已经明白他的意思 尤其侯爷如今薄绝 怕是以后都要在床上度过了 只要不再让毒素蔓延 能维持出现状 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李和风装作焦急地追问 我父亲可正直壮年 怎可 王太医摇头 凭老夫的本事 只能让侯爷维持现状 世子或可循其他名义 许会有治疗的法子 多谢王太医 李和风给王太医深深行了一礼 让人把王太医送走 待王太医离开后 李和风面上的哀气之色 便消失殆尽 回头看了眼屋内 转身进去 老夫人见到李和风回来 连忙上前问道 王太医怎么说 李和风摇头 王太医说 父亲这是被气得怒火攻心 以后恐怕都得在床上度过了 翠英听后 装出惊讶的表情 怎会如此 这时珍珠开口 侯爷这就是 被大小姐给气的 你别胡说八道 翠英瞪了眼珍珠 似是让她住口 老太太看向珍珠 怎么回事 禀老太君 最近家中都在流传 大小姐不是侯爷亲生女儿这件事 最近侯爷身子恢复得不错 经常在院子里散步 今早姨娘陪着侯爷在院子里散步 听到了院外吓人的义论 这才被气晕了过去 珍珠道 翠英叹了口气 妾身本想把那几个嘴碎的下人抓来 可一出去人都没影望 老爷也晕倒了 妾身只能赶紧喊大夫 老太君听后 气的手都在颤抖 这件事是怎么传出去的 老太君那日 只有李和风和穆书云在 没有外人 他们三个没可能把这种丑事传出去的 少爷 乱传话的人已经抓到了 李和风的小思云康 带着一个丫鬟过来 那丫鬟连忙求饶 李和风看向那丫鬟问道 你是从哪听说这事的 奴婢之前伺候过大小姐 前几日大小姐让奴婢帮她往外送信 结果那信浇花的水沾湿了 女婢就寻思打开来亮一下 结果没想到 没想到是大小姐给她爹爹写的信 奴婢一时有些猛 寻思大小姐的爹爹不就侯爷吗 她为什么要奴婢往府外送 奴婢自识的不多 怕看错了意思 又或者大小姐给错了信 就又让十字的小姐妹看了一遍 没想到 没想到大小姐真的不是侯爷的孩子 奴婢真的不是有意的 求老太君饶命啊 几人就在听竹轩主房的外事 李顾就躺在内室里 把这些话听得一清二楚 气得她整个身子都在颤抖 把人带下去 好好看管 李和风挥手让云康 把人又带了下去 穆书云劝为老太太 母亲 事到如今 咱们还是得先想办法救治侯爷 塔儿那收集了天下名医和名方 或许有法子 我一会就去问问 老太太点头 那你现在就去吧 好 穆书云说着 就焦急地往外走 崔姨娘 你和珍珠去把王太医 刚刚给开的方子 给父亲熬了吧 李和风继续吩咐 是 翠英和珍珠离开后 李和风看向周嬷嬷 劳烦嬷嬷去守个门 我有些事要同祖母说 是 周嬷嬷离开后 屋内只剩下老夫人与李和风 以及瘫痪在床的礼顾 芬儿你要说什么 老太太问 祖母 王太医跟孙儿说 父亲还中了毒 什么 老太太一听 差点没站起来 怎么会这样 父亲之前还好好的 迈向也没有任何问题 可如今却中了毒 李和风道 父亲自从生病后 就一直在这听竹轩 由翠姨娘亲手打点衣食住行 您说 老太太沉了脸 这个小贱人 祖母 孙儿一直不懂 为什么您会让这么一个 封尘女子入门 还不是当初在灵法寺求了一千 大师说他肚子里的孩子 望咱们侯府 他那日还救了我 老太太回想了一下道 加上轮儿说了不少好话 祖母 我记得 你除了年节 很少去灵法寺的 为何那日会突然去灵法寺 李和风问 老太太想了一下脱口而出 是轮儿做了一个梦 刚说到这李和风 就打断了老太太 所以是李清兰劝您去的 而恰好那一日 翠姨也去了 更恰好您求了那么一个千 更更恰好 翠姨还救了您是吗 本来老太太 只觉得 这可能就是冥冥中的缘分 不觉得这些有什么 但如今一看 好像是有些太巧合了 你是说 这一切都是人为的 祖母想一想 这其中一桩桩一件件 是不是都有同一个人的身影 李和风反问 老太太一想 你是说李清兰 说完后 她又回忆了一下当时 当时她会下决心 让翠姨进府 关键性的一点 的确是因为李清兰 帮着翠姨说了好话 我记得唐儿及基里那日 也是李清兰和这翠姨娘 一起设计想害唐儿 幸好我及时赶到 李和风道 当时李清兰 把一切都推到了 三妹妹身上来着 老太太脸色沉了下来 这翠姨和李清兰 怕是一伙的 孙姨娘死后 她在府中没有依靠 于是便让翠姨进府来帮她 李和风道 她知道 我们要把她 嫁给何俊王后 她不愿意 但因为被我们困在府中 无法逃跑 所以便想釜底抽薪 什么意思 老太太看向李和风 如果父亲去世了 她做女儿的 自然是要守孝的 守孝三年 何俊王怎么可能等她三年 这轻视自然就结不成了 这样 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筹谋 老太太听后 脸色铁黑 这世上 怎么会有如此恶毒之人 祖母您千万别气坏了身子 有其母必有其女 那孙冷雪花着咱们侯府的钱 给父亲戴绿帽子 用一个私生女 调换咱们侯府嫡女千金 几次三番 想要置堂而于死地 这样的女子 和一个朝廷侵犯生出来的女儿 自然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李和风说这话的时候 装着气氛的模样 放大了些声音 她从内侍出来的时候 故意没有把门关紧 为的就是让李故清楚地听到这些话 李故听到孙冷雪给她戴绿帽子 还用她给的钱养野男人的时候 气得差点没再次晕过去 祖母 孙儿不解 那路惊心 可是翻了 满门抄斩大罪的逃犯 不管模样还是出身 都远不如我父亲 我父亲这么些年来 对那孙冷雪比对我母亲 还要好上几分 父亲甚至可以原谅她 与那肩肤合伙谋害她的嫡女 父亲对那孙冷雪用情深至此 她为何要这么对父亲 还有那李清鸾 祖母和母亲 把她如珠如宝地教导长大 我也把她护在手心里 没想到 我们竟养了一个白眼狼出来 老太太听着 也是气得发抖 里面的李固 更是气得直接晕了过去 明日郡王府 就会派人来商议澄清时间 尽快把她嫁过去吧 老太太沉着脸 把她锁在屋里 不许任何人出入 那翠姨娘怎么处理 这些 还都只是我们的猜测 具体如何 咱们还不知道 如今翠姨娘肚子里 到底是怀着父亲的骨肉 李和风道 老太太冷哼一声 心想 那肚子里怀的是谁的肿 可不好说 我看就让翠姨娘 继续照顾父亲吧 只是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 看看父亲的病 若是父亲没事 那就是我们冤枉了翠姨娘 若是出了事 那就与他们逃不了干系 李和风道 那你父亲不会有危险吗 老太太有些担忧 您放心 孩儿会把这院中 都换成咱们自己人 时时盯着他们 衣食住行都监管着 看看能不能找到幕后黑手 李和风道 老太太点头 就依你所言 之后李和风 就已给李固养病为由 给翠姨换了一个更好的院子 翠姨以为 这是李和风在找理由照顾她 但不知道 这是李和风为她准备的坟墓 搬到新院子 里面所有东西都是新的 翠姨倒是没有怀疑 看着琳琅满目的首饰和衣服 每日还有燕窝银耳各种滋补品 果然是得跟对人 才能得到这些好东西 祖母放心 那院子里都是咱们的人 吃食物件都是安全的 若真是李清卵让翠姨下毒 那他们肯定会有联系 李和风对老太太道 老太太点头 圣亲王府的太医已经来看过了 你父亲这病是好不了了 以后这侯府都得交给你了 祖母放心 孩儿定会好好守护咱们北安侯府 李和风道 李清卵发现自己被锁在屋子里后 狠狠地发了一阵火 但没有任何人搭理他 只有每日从门板下开口送进来的三餐 他开始是不吃的 但后来还是难以忍受饥饿的感觉 他得活下去才能报仇 于是每一顿都开始吃 穆书云知道后笑了笑 去了老夫人的院子 母亲和郡王那边送来了几个好日子 我瞧了瞧 最快一个是三月后 现在从京城出发 到和郡王的领地时间差不多刚好 老太太点头 那就这个日子吧 那嫁妆咱们按照什么标准给 穆书云问 老太太冷哼了一声 孙冷雪不是给他留了铺子吗 玉瑶萱那些破烂玩意都给他带过去 也就罢了 只是这样会不会让和郡王那边不满意 以为咱们看不起他们 和郡王那看中的又不是李清卵 他看中的是盛卿王府同咱们侯府的关系 想扯盛卿王府的大旗帮他安定后宅罢了 就他那岁数也活不了几年 老太太道 反正嫁妆最后都是女家自己看着 随便塞点什么 进去冲冲意思也就算了 这一路可是不太平 能不能到那还是个问题呢 是 穆书云应下 在李清卵出嫁之前 老太太以李姑的名义开祠堂 把李清卵的名字从祖谱上去除 三日后和郡王的迎亲队 接着李清卵往岭南奔赴 李清卵背下了药 穿着嫁衣坐上了马车 除了兰儿外 穆书云还指了一个奴婢 作为李清卵的出嫁丫鬟 伺候在身侧 放心这一路会有人保护你的 你很快就能回来 走之前穆书云叫来兰儿 这要你收好 每日都要喂给李清卵 夫人放心 兰儿一定不负所托 迎亲队伍吹吹打打地出了京城 苏怀木和李和风的人都在时刻关注着 迎亲队伍和猛虎标局的动向 李清卵要出嫁的事 并没有对外藏着掖着 在李清卵出嫁日期定下之后 陆金星便带着一对人出了城 李清堂答应了瑞王妃 去黄爵寺上乡的邀请 只是把时间往后延了些 等到皇上派的钦差大臣离开后 才同瑞王妃去了黄爵寺 瑞王妃对李清堂十分的热情 我之前一直听说 那沈乡家的小姐 是什么京城第一美人 可我瞧着弟妹 可比那沈小姐好看太多了 若她是京城第一美人 那弟妹该算是 前国第一美人了吧 这三弟可真是有福气 李清堂只是笑笑 瑞王妃拉着李清堂闲聊 聊着聊着就说到了水患 提到了被派出去的人 似乎和苏怀逍有来往 李清堂只当听不懂 瑞王妃的试探 直到 哎 希望这次水患不会太严重吧 皇嫂 咱们一会可得向佛祖好好请愿 保佑国运昌盛 四海生平 瑞王妃见李清堂 好像并没有领悟她话中的意思 只能笑着道 弟妹说的是 请愿后 咱们再去求个签 让住持给咱们好好解一下 李清堂点头 两人许万怨 解了签文 正打算去用素斋的时候 听到了一阵吵杂声 一个女子在掐腰骂着面前的小沙迷 你是眼睛瞎吗 竟然把污水扫到本县主的鞋上了 你知道本县主这些多少银子吗 便是把你卖了 都赔不起 瑞王妃板着脸 佛门清静之地 何人在大呼小叫 丫鬟去看了眼 回禀王妃 是七侠县主 听到这个久违的名字 李清堂微震了一下 这七侠县主 还在这寺里关着呢 他以为过了这么长时间 可能已经被放出去了 听到是七侠县主 瑞王妃叹了口气 哎 这丫头 怎么这么久了 脾气还没改 李清堂带着人走了过去 只当没看到苏刘月 笑着问小沙迷 小师父 你能带我去饭堂吗 小沙迷已经被苏刘月骂红了眼睛 努力隐忍着 不让眼泪掉下来 在见到李清堂后 连忙低头抹了一把眼睛 施主这边请 这小沙迷弄脏了我的血 我要他跪下给我道歉 李清堂看都没看苏刘月一眼 只是对习素道 长嘴 习素立马就来到苏刘月面前 一巴掌扇了下去 扇得苏刘月 嘴角都开始流血 整个人摔坐在地上 人都猛了 旁边的丫鬟也呆了 连忙去扶苏刘月 这时苏刘月才回过神 捂着火辣辣的 已经肿起来的脸 恶狠狠地看向李清堂 你凭什么打我 见到盛卿王妃和瑞王妃 不行礼 还口出狂言 这就是宫景郡王的家教吗 习素立声道 苏刘月听说李清堂 嫁给苏怀木的事 他气得把房间 砸了得稀巴烂 可他至今还不能 接受这件事 不过是冲喜的罢了 还真把自己当盆菜了 苏刘月小声嘀咕 但在场的人 还都听见了 瑞王妃听后 在心底默默摇头 宫景郡王那么聪明一个人 怎么会有一个 如此蠢笨的女儿 你知道上一个 这么诋毁本王妃的人是谁吗 李清堂看向苏刘月笑着道 是你的好姐妹李清鸾 她被我关进大理寺 暗无天日的牢狱 关了快一个月才放出来 如今已经出嫁了 嫁的人你也认识 苏刘月听到这愣了一下 李清鸾嫁给了他认识的人 谁啊 不会是苏怀霄吧 李清堂走到苏刘月身边 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 小声道 何俊王 苏刘月听后 惊讶地看向李清堂 你真真是恶毒至极 怀木哥哥 贵王妃听到苏刘月这话 在心里感叹 果然是个傻的 她甚至有些同情着苏刘月 但却没有站出来阻拦 得罪人的事 她可不做 习素 掌嘴 李清堂再次发话 习素又是一巴掌 甩在了苏刘月的另半张脸上 打得苏刘月的后槽牙都松动了 整张脸都肿了起来 苏刘月说话都说不清楚 但隐约可以听到 什么父王 什么座主的 回去后 我会让人去攻颈郡王府 禀告此事的 李清堂说吧 便带着人离开 没有再给苏刘月任何表情 瑞王妃也是没想到 这看起来柔柔弱弱 人畜无害的李清堂 竟还是个狠角色 黄嫂不会觉得我小题大做 张扬跋扈吧 李清堂看向瑞王妃 完全没有了刚才面对苏刘月时的冷峻模样 又像是一只人畜无害的小白兔 怎么会 要我说你下手已经够轻了 那七侠的确是有些没大没小 在这寺里待了这么久 近一点长进没有 瑞王妃马后泡道 若不是你先开口 我也是要替宫颈郡王教训教训他的 哎 我也不想这样的 只是我如今是圣亲王妃 我代表的是圣亲王的脸面 总是得硬气一些 李清堂叹了口气 若有的选择 我和王爷都想回江南 远离这京城的嘈杂和纷争 黄嫂你去过苏州吗 瑞王妃摇了摇头 我自出生后便没离开过京城 黄嫂若是有机会 可以去苏州瞧瞧 那的风土可是很痒人的 这个我看出来了 妹妹这皮肤嫩的 好像可以掐出水来 用过斋饭 捐了香火钱 两人便离开了黄厥寺 李清堂回府后 苏怀木也在府中 他便同苏怀木说了 今日打了苏流月这件事 苏怀木听后面上 有一闪而过的怒意 夫人 即日受累了 宫颈郡王那边 我会派人去的 为了让夫人开心 我陪夫人一件礼物吧 什么礼物 李清堂好奇问 苏怀木拿出一个盒子递了过去 李清堂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个圆筒状的物件 他拿起来摆弄了一下 这是什么 苏怀木带着李清堂 来到清堂小住的二楼 打开窗户 你把眼睛贴上去瞧瞧 李清堂闻言 把眼睛贴了上去 望向窗外 嘴巴微张 这是什么 怎地能把那么远的东西 看着那么大 那么清楚 这是从夕阳来的千里镜 苏怀木从身后 还住李清堂 双手握在他的手上 可以通过转动这里 看到更远的地方 李清堂拿着千里镜 看了一圈后 转过头亲了一下苏怀木 我很喜欢这个礼物 苏怀木也没想到 李清堂会为了这个礼物倾他 他忍着笑意 故作镇静地点头道 你喜欢就好 他一会就让人去天南海北地 搜集好东西 以后定是要多给他送点礼物才是 陆金星十分按捺得住 没有一开始就动手 结合郡王和北安侯府的队伍 那可不是件小事 得离京城远一点才好 而且这一劫走 李清堂就算不隐姓埋名 但就此决了嫁入王侯的梦 除非是新帝继位 他可以用从龙之功 让李清堂嫁给皇帝为妃 又或者赐婚 陆金星打算 在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动手 那边如今刘明不少 可以趁乱劫走人 再诬陷给刘明 还可以挑起刘明和朝廷的仇恨 借此引起暴乱 消耗前国兵力 分散建新帝的注意力 帮助他的主子 成就大业 陆金星不动手 苏怀木的人便也默默跟着 李清堂这一路上 一直是迷糊的 少有清醒的时候 即便他发现了不对 但也没有任何办法 两个丫鬟就在马车里看着他 手背柔软的丝绸竖着 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晚上在客栈住宿的时候 也是被用一整匹丝绸包裹在床板上 连翻身都做不到 建新帝的赐婚圣旨一发下 穆家一下子就成了京城上流阶层的新贵 穆家女儿是北安侯夫人 孙子娶了陛下最疼爱的玉安郡主 那外孙女更是盛亲王妃 听说那穆政初十七岁中就终局了 那财学也十分出众 若是参加会试 那考个进士 怕也是手到擒来 等移入了巢 到时候 那直接一飞冲天 不同于亲王府和公主府 那么高不可攀 穆家总归是商人出身 商铺又遍布钱国 有不少往来交好的人家 于是很多人便开始给穆家卖好 穆老夫人借口礼佛出门 各家便往穆家各种铺子跑 这段时间起真格说是日进斗金不为过 不仅起真格 李清堂名下的产业也被扒了出来 那平安客栈说爆满 都有些谦虚 很多商行会把那作为名下商队 为此还开了预约 在知道还有交易舱的时候 更是全都预定了起来 原本只是让住店的客商 和李清堂名下的铺子 可以把自己的货物标价列上单子 给彼此看有没有需要的 后来演变成穆家 在京中所有产业 再后来就演变到 所有客人都会把自己有的 和他们需要的一起写下 在客栈里一起传阅 反响十分的好 然后英玄便把这事告诉了李清堂 李清堂直接买下了 那附近的一大片连着的住宅 改造成仓库 取名为交易舱 各家可以把货物存放在那 直接标好每家的货物和价格 双方看好 就可以直接牵弃 各自拉走 省时省力省麻烦 仓库按照面积收取保管费 按日收费 每一个商家都得交保证金 双方交易完成 没有任何问题后会 各种归还保证金 这里不收中介费 还帮忙跑官府衙门办汽书 只收一个保管费 最小的一个仓库 每日也要一两银子的保管费 最大的一间 每日二十两银子 但所有人都觉得 这银子花得十分值当 因为这护卫穿的 可都是成亲王府的衣裳 成房军和金兆府的牙差 每日都会来两次的巡逻 金兆府还特意派了官吏 每日上午来这一个时辰 专门帮忙登记汽书 没有比这更安全省市 又省力的地方了 对于这些商队而言 这时间就是金钱啊 而凭借这些难来北往的商队 英璇也听到了不少 难来北往的消息 他都默默记下 然后交给李清堂 李清堂越来越觉得 他真的是赚大了 找到这么能干的人来帮他 这日李清堂去了牧家 化链与牧正初的婚期 已经定了下来 李清堂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李清堂一进门 就听到了张若晴的声音 这个不成这太小了 找一株更大的来 这段子的颜色合适郡主 多来击皮这个颜色的 张若晴看着要送去聘礼 挑挑拣拣 一抬头看到了李清堂 连忙笑着迎了过来 堂姐来了 旧母 哎呦 瞧瞧这院子里乱的 你快进屋 张若晴拉着李清堂的手 往花厅里去 这天气热的 快上冰影来 你外祖母和祖父 带着诗云去领法寺小住了 你表哥忙着收粮的事 这家中尉 筹备婚事乱糟糟的 让你见笑了 旧母哪里的话 一家人说什么 见笑不见笑的 李清堂道 我就是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 我对这京城 到底是能稍微熟悉些 哎呦 堂姐你这可真是帮了我大忙 这时间聪聪 我从扬州带了些聘礼过来 但还是觉得不太够 想再添置一些真奇的玩意 可惜没找到合适的 你与那郡主熟一些 想来知道她的喜好 正好帮我挑一挑 李清堂帮着张若晴 准备嫁状的时候 外面来人禀报说 英玄来找 李清堂文言 跟张若晴说了声抱歉 然后就去见了英玄 是店里出什么事吗 李清堂问道 如果不是着急的事 英玄想来 是不会找到这里的 英玄摇头 不是 是我听一个 从南边过来的商队说 说清河决堤了 洪水淹了整个青州 周围的两个州府 也岌岌可危 他们是在江州 知道这个消息的 江州那时也是下大雨 听后他们没有一丝 耽搁的日夜间城北上 李清堂听后 表情沉了下来 江州 那离苏州 已经和杭州 已经很近了 过了杭州 就是苏州 他们说离开江州的时候 江州城外 已经有不少流民在北上 这一路上 或多或少都有流民的身影 我觉得这个消息 还是得尽早通知您 还有后厨说 这个月开始 粮食几乎两天一涨价了 英玄道 您说 咱们是不是得早做准备 李清堂点头 粮食的问题你不用管 如果最近商队有卖吃的 不管是什么 咱们都收了 英玄点头 是 如果南方受灾严重 估计之后商队会减少 交易仓可能会空闲 你可以提早做些准备 李清堂思索道 还有多备一些药材 尤其是防食液的那种 还有棉花 皮毛都留下 南方水灾 成片的粮田被淹 没的不只是粮食 桑麻棉花等等 是 英玄点头应下 那我就回去准备了 哎 等一下 李清堂道 你既然来都来了 正好同我去隔壁瞧瞧 隔壁 嗯 我打算把隔壁 也建成一个 宫读书人玩乐办事会 雅籍的地方 李清堂道 你过来瞧瞧 看看有什么建议 李清堂带着英玄 从开的小门过去 一过去就撞到了 正要离开的花心火 塔儿妹妹 花心火打招呼道 李清堂回了个礼 华公子怎么在这 哦 王爷让我过来拿点东西 塔儿妹妹 这是带人来玩 这是英玄 英掌柜 我带她过来瞧瞧 顺便问问她改造的意见 英玄在听到姓华之后 就大概猜到 面前这人是谁了 见过华公子 这位就是那平安客栈的 英掌柜啊 花心火听过英玄的名字 把那客栈大刀阔斧的改革 如今火热得不得了 对 李清堂点头 我们就不耽误 华公子的时间 先走了 李清堂带着英玄在宅子里转了一圈 两人一边走一边谈论 习素和婉卿在一旁 把两人重点说的东西都记了下来 风华居需要改造的地方不多 回去后 把他和英玄的意见总结一下 然后交给了工匠 让工匠化作最后的图 忙碌的时间过得很快 在穆家下了聘礼后 北辽又来使臣提出了和亲的要求 建兴帝就这件事 召集了不少大臣探讨 北辽已经送来了海别公主 于秦与礼 对方的这个请求都不算过分 毕竟礼尚往来 更重要的是 如今南方水患 派出去的钦差离开没几日 又有其他州县的奏折地上 情势不容乐观 所以眼下一定得与北辽保持和平状态 国库不封 赈灾需要很多银钱和粮食 若是边关打起来 那真是会动摇国之根本了 所以这钦必须得和 只是他并没有适灵的公主 他的女儿如今才十岁 他怎么也不可能把她送去和亲 建兴帝成音片刻 看向屋内诸位大臣问道 诸位觉得 哪位宗室女能担此重任 维系两国友好邦交 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一个火坑 说出谁都会得罪人 所以都不想当着出头鸟 建兴帝如何不知晓这群人的心态 脸色沉了几分 直接点名 郑国公你说 郑该派谁去和亲 这 郑国公迟疑了片刻 说出了一个落魄的宗室 众人见状附和道 郑国公这人选确实不错 建兴帝看了一圈众人怒斥 你们是把郑当傻子 还是把北辽那群使臣当傻子 有的落魄宗室女去充当公主嫁入北辽 这不是直接给了北辽人一个出兵的理由吗 见到建兴帝怒了 众人连忙低下头 先从郡主中挑几个人选 建兴帝开口 你们一人说一个不许重样的 众人面面相去 如今前国的郡主可不多 而能封郡主的可个个都不是一般人 父母不是王爷就是公主 他们可是不好得罪的 这时沈相开口 先说了一个远在封地的郡主 众人见状把所幸一不做二不休的 把所有尚未婚配的郡主列了出来 哦对了 还有德亲王家的永平郡主 永平郡主可是个病秧子 一年有大半时间都在京郊别院静养 那身子骨若是送去和亲 怕是那大臣想说 怕是会直接死在路上 惊觉不对于是连忙收住了口 改道 怕是不太合适 而且德亲王子嗣不丰 只有一子一女 那永平郡主是德亲王的掌上明珠 若是把人送去 恐怕德亲王那边过不去 那常公主所生的和安郡主 如今也才八岁 更不合适了 封王的永泰郡主 好像十四岁 倒是可以 永泰郡主如今在孝妻 恐怕不行啊 众人议论纷纷 见心地听的头都开始疼 好了 这件事 你们先回去好好想想 明日每人上个折子 南方水患之事 诸位爱卿觉得该当如何 眼下还不知具体情况 还是等那钦差摸清了具体情况 咱们才好行动 免得劳民伤财 陛下救灾的政令 已随着钦差一起南下 只要灾民有序退往附近 没有遭灾的周县 江南之地本就是鱼米之乡 复数非常 只要灾民去了扬州 苏州 杭州等地 想来周府是可以解决大部分危机的 但受灾如此严重 若是只靠当地 恐怕难以为继 朝廷还是得派人去赈灾 众人又商议了起来 最终还是决定 先派人带一些粮食赈灾 但具体派谁还没有定论 众人离开后 见心地只觉得头疼得厉害 陛下 今日要翻谁的牌子 见心地扶着额头 去赵美人那把 刚说完又道 还是去黎妃那把 是 宁和听到 见心地今晚要来的消息 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放下了画笔 去沐浴更衣 焚上了香 头疼欲裂的见心地 在宁和这件件放松了下来 一边享受着宁和的按摩 一边把和亲的事 也有意无意地告诉了宁和 询问宁和的意见 并打探宁和是否知道 北辽此次的深意 若要臣妾看的话 陛下随便选个过的去宗室女 送去便好了 只要嫁妆够丰厚 那便什么都好说 宁和柔声道 我那六个一爱钱 二爱美色 此番和亲 也不过是给这讨银子 套上一层皮囊而已 听到宁和这么说 见心地心下烧松了一口气 若只为银子 那倒是好说 就怕他们会以此为理由 故意刁难发生战争 在宁和这睡了一晚 第二日 见心地神清气爽 递上了潮 早潮上因着镇灾和和亲的事 可以说真的不可开交 苏怀木坐在一边 似乎提不起任何情绪的模样 剑锐王和宣王两派 又因为镇灾之事 吵得不可开交 由大臣 想起那日苏怀木的建议 开口便道 此去岭南 到底是有些远了 眼下灾情比想象中要严重 两位皇子还是不要铤而走险的 不如还是派武将去 若是遇到刁民 还能镇压 然后文臣和武将又吵了起来 内容大概就是 凭什么每次都是你们武将去 哪有武将去镇灾的 剑锐帝听着众人嘈杂的声音 觉得脑子更疼了 木尔 你怎么看 他开口问苏怀木 众人包括剑锐帝在内 都觉得苏怀木肯定会支持其他人 反正不可能同意派锐王和宣王 我觉得镇灾这件事非我两位 哥哥不可 剑锐帝以为自己的耳朵出现了问题 连苏怀霄和苏怀钱 都同时不可思议地看向了他 苏怀木起身道 镇灾代表的是朝廷和陛下 身份必须要高 这样才能让灾民安心 镇灾也需要各个州府的支持 普通的臣子 那些地方官员或许不会放在眼里 难免清代 以至于陛下的政令 不能及时准确地实施 延误镇灾 放眼朝中 只有我这两位哥哥 可以担此重任 剑锐帝听后问道 那木尔觉得 真该派谁去镇灾 大哥和二哥在尔臣心中不愤伯众 而臣选不出来 还是父皇和各位大臣们决定吧 苏怀木干脆利落地直言 把一切事都打回了原点 下朝后 顾紫谦喊住了苏怀木 圣亲王留步 苏怀木看向顾紫谦 顾大人找本王有事 殿下真觉得 两位王爷是最好的人选 那是自然 本王从不说没意义的假话 苏怀木道 顾大人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没有了 那本王就先行一步了 王妃还在家中等我 说好了 要一起用午膳的 我今日又晚了些 苏怀木说着叹了口气 顾公子还是早日成亲吧 我相信 你会非常喜欢这种 妻子在家中 等你一起用膳的感觉 顾紫谦从苏怀木这话中 听出了浓浓的炫耀之意 郑国公下朝回到家里 就见自郑世雄无法人道后 就死气沉沉了 许久的家中突然传来了笑声 他走近后 看到他夫人与李青年 正在挑选首饰 郑国公夫人 正拿着一只宝石钗子 往李青年的头上带 看到郑国公回来后 连忙道 国公爷 咱们府中终于有件好事了 什么好事 眼儿太有喜了 郑国公夫人 拉着李青年的手 欣喜道 咱们郑家有后了 郑国公一听先是惊喜 最后又皱紧了眉头 目光锐利地 看向李青年 你嫁进来的时候 侍雄便已经不行了 你是如何怀上的 回禀国公 是春日宴那次 李青年低头红着眼 其实妾已经有两个月未见红了 但之前并未往这里想 毕竟妾年岁小 这姓氏还不稳 只是今日突然觉得恶心 刚巧有大夫在 于是便请了麦 这才发现 竟是已经有了 这真是天佑娃 天佑娃啊 郑国公夫人 双手合十对着天 口中喃喃 大夫说 这肚子里 十有八九式的男婴 咱们是雄有后了 郑国公这么一听 脸上稍微有了点喜 好啊 好啊 多给青年的院子里 送几个机灵的丫鬟婆子 好好伺候着 这一胎一定要好好养 国公爷放心 这些我都安排下去了 李青年被前呼后拥地 扶回了院子里 侧躺在贵妃榻上 吃着雪景包好的 从岭南送来的珍贵的荔枝 脸上扬着得意的表情 只有雪景有些担忧 待人都离开后 雪景小声道 小姐 这真的不会被发现吗 李青年用锐利的眼神 看向雪景 若是被发现了 那定是 你出卖了本小姐 你知道的 我最讨厌被人出卖了 雪景下的连忙跪地表中心 奴婢对小姐绝无二心 只是 只是这若是被人发现月份不对 那该如何是好啊 只要你不再外乱说话 他们便不会发现的 李青年摸着小腹 那人已经死了 死无对证 我说这孩子是郑氏雄的 那便是郑氏雄的 雪景 侯府不会管我们了 我们只能靠自己 在这郑国公府活下去 想要这里活下去 我们必须要有 依仗你知道吗 我肚子里这个 就是我们以后 荣华富贵的依仗 雪景看到李青年 眸子里闪烁的疯狂 害怕地连连点头 李青年在知道 郑氏雄以后都应不起了 便下了狠心 想了得虽然大胆 但如果成功了 便可以一飞冲天的计划 他找了个身强力壮的小丝 偷偷狗合 等到确定怀孕了后 便把那小丝给灭了口 这次运气是 站在他这边的 那王英贤怀的是个女儿 而他肚子里的是个男孩 这将是郑国公唯一的孙子 郑家未来的主人 等到他的儿子成人 接管了国公府 他便是国公府的老太君 且看看这金钟 还有哪个人敢看不起他 他受的这些苦 统统都要抱回去 李青年想到 未来他扬眉吐气的模样 嘴角勾起笑 雪景明日去买个漂亮的 小丫鬟回来 是雪景哪里做的 让小姐不满意了吗 李青年看了眼雪景 一副你 怎么如此蠢笨的表情 如今我怀了孕 不能伺候柿子 自然是要找个人 帮我笼络柿子的心 记得一定得是 那种清白的小丫头 是 同一时间郑国公的书房里 郑国公质问着 跪在地上的男人 那批银子 到底是被谁劫走的 如今在哪 这都过来几日了 你们竟然什么都没发现吗 对方应该是往西边逃了 西边也有一只 商队被劫 据那商队的人说 那伙人是整个北方 都有名的陆匪天狼帮 天狼帮 郑国公听后 眉头皱起 这伙人不是一般都在边境吗 怎么会出现在京城周围 这那男子猜测到 可能是被郑国公的军队 搅得太厉害 所以 不得不换个地方吧 那你们往西边去 有没有找到 那么一大批银钱 不可能一点踪迹都没有 已经派人查了 是有个商队往西北去 但运送的都是粮草 不皮 我们检查过了 男子道 天狼帮最经典的策略 就是化整为灵 或是藏于山林之中 我们已经派人去山林里寻找了 郑国公握紧了拳头 一定要把那批银子找回来 那生意也要尽快发展起来 是 朝堂上还在为谁去和亲和赈灾 而争吵不休 而建兴帝不仅因为这个头疼 还因为这赈灾与和亲的嫁妆 感到头疼 北辽这是在巧立明目 让他们花钱买平安 可这得花多少银钱 才能买来平安呢 国库本就不封 还需要银子去镇栽 建兴帝头疼的厉害 本想去黎菲娜 但想到 答应了 今日要陪化贵妃吃饭 若是不去 又要被念叨许久 还是去了卫阳宫 到了卫阳宫 苏怀木刚巧也在 见到建兴帝眉眼间化不开的愁容 化贵妃伸手帮建兴帝揉肩 靖狼这是又在前朝受气了 又是哪个不开眼 若是被我知道了 我定帮靖狼出这一口气 建兴帝笑了笑拍了拍化贵妃手 别捏了 你多吃点 最近都瘦了 看来给你做的那几件衣裳 得改一改了 父皇您别太担心银钱的事 若是镇栽的银子不够 而臣可以把父皇之前赏赐的 捐给国库 化贵妃微微惊讶 已经缺银子到这种程度了吗 那我要的那些首饰和衣裳就算了吧 我现在这些 还是勉强能用的 建兴帝看到化贵妃和苏怀木这么说 脸上有了一丝笑容 这说的什么话 真不差你们这点银子 我就知道 锦郎舍不得我吃苦 化贵妃娇称地笑着道 但我也不是个不懂事的 这种时候总是要节俭些 免得给那些人造谣的把柄 所以 那首饰和衣裳 还是先攒着吧 等事情过去了 陛下可是得加倍再赏给臣妾 好好 多一年 建兴帝听着化贵妃的撒娇 心情稍微好了些 莫 说说你对今日朝上之事的看法 建兴帝看向苏怀木 自苏怀木接管三法司后 在金甲卫几乎无孔不入的观察下 苏怀木事事都是从未建兴帝服务的角度出发 对建兴帝看好的人几乎完全放权 没有任何藏私或者滥用职权的行为 真就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摆见 这 苏怀木有些迟疑 建兴帝宽慰 这只是咱们一家三口吃饭时的闲聊 不要有压力 对于和亲和嫁妆一事 而臣倒是有些想法 但就怕太缺德 苏怀木有些吞吐 嗯 建兴帝被勾起了兴趣 什么想法 这法子事 臣这法子 是从商道那边来的灵感 看似有点缺德 但倒是能解决这银钱上的空虚 苏怀木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莫儿 你但说无妨 和亲这件事 想来那些疼爱孩子的家庭都不愿意 那他们 为了不让女儿和亲 那自然是要想办法的 商家卖货讲究一个价高者得 那咱们 也可以效仿 只不过反过来而已 咱们价低者得 苏怀木道 价低者得 嗯 苏怀木点头 父皇可以把位婚配的郡主 县主的名字 都列为候选进行考察 对北辽说是忧中取忧 对咱们自己来说 给银子多的 那就考察不合格 从名单中划去 最后留下一个合格的就是了 最后 留下的那个在家中 想来也不受重视 便是送去和亲 想来那家也不会对朝廷有多少埋怨 反而可能还敢激您 赐予对方这公主的名头呢 苏怀木这话一说 剑心帝的表情 十分明显地亮了几分 继续 宗室家敌总是丰厚的 若是我们筹谋得当 那么多家拿出来的银钱 不止和亲的嫁妆 说不定连赈灾的银子 都有着落了 苏怀木道 剑心帝觉得这个法子甚妙 简直是一箭三雕 既能面上给北辽交代 也不至于彻底得罪那些宗亲 还可以缓解赈灾的压力 简直就是空手套白狼 一下子就解决了他大半的烦恼 这主意甚好 木尔 你这是替父皇解决了 好大一个难题啊 剑心帝越想越觉得 这个法子绝妙 恨不得现在就去实施 苏怀木不好意思地笑着道尔臣 这也算是借花献佛吧 这主意的灵感是来自唐儿 他之前借尔臣下朝后 愁容满面 便问尔臣怎么了 而臣便提了几句 唐儿最近正在改建新铺子 他说铺子改建需要很多东西 他让每一家都报了价 看了货 然后笔价 笔质 选取价格最低 质量最好的 道理都是一通百通的 剑心帝听后点了点头 盛卿王妃是个聪慧的 是啊 唐儿在经商持家上十分优秀 有他班尔臣打理着偌大的王府 而臣才能全心全意帮父皇排忧 剑心帝点头 这时化贵妃开口 我就说 那大师算得准吧 唐儿就是咱们家的福星 他一架过来 处处都往好地方发展 穆尔的身体健好 烦扰陛下的事 也有了解决的办法 人还乖巧伶俐 陛下这是要是成功解决了 您可得好好奖励一下唐儿 那是自然 剑心帝笑着点头 穆尔 你觉得 挑选和亲人选这事 交给谁比较合适 这是总归不好劳外人插手 毕竟咱们是借和亲之名 来从宗室拢财填补国库 同时还得让北辽认为 咱们是郑重其事的 给他们六王子选妃 所有必须得派一个 信得过的自己人来办 这人还必须不偏不倚 而且不能贪财 毕竟这经手的钱财 想来不是个小数目 重要的是 不怕得罪宗室 也能承担得起宗室给的压力 家中也不能有 那备选名单上的宗室 沾亲戴故的 这样才能公正 苏怀木边想边道 剑心地听着苏怀木的话 眉头一点点皱起 想要找这个样的人可不简单 说到最后 苏怀木开口 他们两个可以一个去镇灾 一个来选和亲对象 省得朝上再争来争去 惹父皇头疼 这有什么好争的 华贵妃放下喝汤的汤匙 他们去镇灾 主要就是为了镇厂子 干活的还得是下面的人 谁去不一样 为这么个事争来争去 惹陛下日日头疼 真不知道是想为陛下分忧 还是添堵 母妃慎言 苏怀木看向华贵妃 两位哥哥 自然是想为父皇解忧的 华贵妃文言 对苏怀木翻了白眼 我说错什么了就慎言 你父皇都没说什么呢 你还指责起 我这个做娘的人来了 臭小子光会为了别人来对我 你把陛下和堂儿 看得比本宫重要 也就算了 现在连钱和箫 都排在本宫前面了是吗 华贵妃越说越气 连自称都变了 母妃 你这话说得有识水准了 我与两位哥哥 那是手足般的亲兄弟 兄弟同心 才能齐力断金 苏怀木放下筷子 一脸严肃 我身子不好 能为父皇做得有限 两位哥哥以后是这家中的顶梁柱 而臣希望父皇能长命百岁 兄弟能和睦相处 这样以后我没了 父皇和两个哥哥 能多照顾母妃和堂儿 我这心才能安啊 本宫不用他们照顾 若你和陛下都离本宫而去了 那本宫自是要随陛下一起走的 剑心帝听着华贵妃这话 心里很失欲贴 但面上还是板着脸 姚儿你说什么胡话呢 你得好好活着 你还得看着末儿的孩子长大呢 剑心帝说完这话 华贵妃和苏怀木都沉默了下来 苏怀木笑着道 躺而根了 我到底是受了委屈 日后若他有喜欢的 还望父皇 母后 许他改嫁 剑心帝沉着脸 你这是在说什么胡话呢 父皇 儿臣的身子古臣知道 他往后连的孩子都没有 这漫长的一生要如何度过 苏怀木看向剑心帝而臣知道 父皇最疼儿臣了 想来这小小一个要求 父皇不会拒绝吧 华贵妃瞪着苏怀木 你快住口 你好好把身子养着 我还要当祖母呢 我的孙儿 肯定是这天底下最好看 最聪慧的 说着华贵妃拉着剑心帝的手 竟郎 你是天子 说出话一言九鼎 你说 咱们是会有孙子的 是吧 看着自己最宠爱的女子 如此渴求依恋的目光 剑心帝总是不好太过残忍 瑶儿说得对 我们会有孙子的 华之瑶说着 就已在剑心帝的肩膀上哭了起来 剑心帝连忙安抚 这么大的人了 怎么还这么爱哭 穆尔还在呢 华贵妃抹着眼泪 我就是要在她面前哭 让她天天气我 我不图 她像萧儿和钱那样建功立业 我只图她好好活着 可她天天就说这种丧气话 陛下 你得替我做主啊 剑心帝无奈笑着 好好好 那朕就罚莫 帮朕挑选和亲对象一事 你看如何 我看不如何 那什么苦哈哈的差事 明摆着要得罪那群宗室里的老顽固 那真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 关键是 那得来的银子 也不是给自己的 都是要充赢国库 送给那北辽和南方受灾的灾民 但最后得到百姓夸赞的 还是那和亲的宗室女 和那花着银子赈灾的主侍人 穆尔费了这么大力气 结果都给别人做了嫁衣 到头来 若是那宗室女不乐意和亲 那些百姓还得骂穆尔是个冷血的 逼着人家去和亲 华贵妃嘟着嘴 穆尔身子弱 可做不了这事 陛下还是找有销 钱吧 母妃 我知道这是不好做 但我很开心 被父皇需要 儿子愿做这件事 你 华贵妃被苏怀木气的身子都在颤 直接放下碗筷 哼 你们父子俩关系一唱一鹤 关系倒是好 整都我里外里 好像是个坏人似的 你俩以后说是去御书房去 少在我这位阳公 我耳不听为敬 好了好了别气了 朕不会让莫 做那吃力不讨好的事 朕会补偿莫的 见心地看向苏怀木 莫 此事你 只要办成了 什么要求都可以提 那尔臣就求父皇给堂儿新铺子 求个轻提的匾额 可以吗 见心地听到这是这么个要求 看到又要扎毛的话贵妃 无奈一笑 这算什么要求 不过是提的匾额而已 朕现在就能给写 莫儿你可以换个要求 这苏怀木思索了一下 眼下除了这匾额 而臣尽一时想不到别的 不若等臣想到了 再告诉父皇 好 见心地笑着应下 晚上苏怀木带着见心地的莫宝 回了圣亲王府 李清堂已经梳洗完毕 正在看英玄送上来的平安客栈 和交易舱的今日情况汇总 他正看得入神的时候 苏怀木从背后搂住他 你回来了 李清堂放下手中卷轴 你身上怎么还有酒气 这是喝酒了 苏怀木摇头 我怎么会喝酒 是陛下和母妃在晚膳时 喝了些酒 我真酒时沾染了些味道而已 看来 你今日的是很顺利 李清堂转向苏怀木 看到了苏怀木手里 还拿着一个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今日向父皇求来的莫宝 你要看看吗 李清堂点头 我看看 苏怀木打开匣子 展开还未装表的宣纸 上面龙飞凤舞的 写着姚池月第四个字 这是他给那新店取的名字 李清堂看着这四个字 转头望向苏怀木 这是 这是给你那新铺子求来的玉刺匾额 苏怀木笑着问道 喜欢吗 喜欢 李清堂看着面前这幅字 有了这玉刺的牌匾 以后的生意定是不会愁的 但是冲着这匾额 也定会有不少人来 若是那风华居日后 也能有御刺的匾额 想来生意定会更好 苏怀木看到李清堂 露出十分灿烂的笑脸 问道 有那么喜欢吗 李清堂在苏怀木的唇上啄了一下 嗯 特别喜欢 特别特别的喜欢 你喜欢就好 苏怀木还念着唇上的柔软 果然这礼物没求错 如果风华居 也能得到陛下的刺字就好了 李清堂一边看着苏怀木 一边试探性的开口 苏怀木看李清堂这狡黠的模样 笑得更灿烂了几分 你笑什么 是觉得我这太贪心了吗 怎么会 苏怀木抱着李清堂的手 更紧了几分 这哪算什么贪心 只要这件差事办得好 别说次字了 便是让父皇参加开业典礼 也不是什么难事 李清堂一听来了兴趣 什么差事 苏怀木把今日在宫中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李清堂 估计明日父皇就会把消息透露出去 下次早朝就会正式公布 接下来 夫人可能就要忙起来了 苏怀木有些愧疚道 当然 如果夫人不愿接手这个活 可以称病 或者回侯府小住几日 我没有不愿意 能帮到你 我自是愿意的 李清堂道 不过是收银子的事 简单得很 果然第二日 剑心帝就传指让苏怀木进宫 随后就传出 剑心帝让苏怀木在全宗室的郡主与县主中选择最优秀 最能代表前国的女子分为 玉和公主与北辽和亲 姐两国友好做和平使者 反正各种大帽子都扣了上来 给外人一种 这和亲公主很好的模样 在北辽使臣那也有了交代 当然这其中也有宁和的功劳 他让北辽人相信 前国此举是看中此次和亲 的确是在为他们选择最合适的对象 并准备了丰厚的嫁妆 苏怀木直接让宗正寺 把所有宗室未婚配的士林女子的名字 都送去了圣亲王府 一时间家中有士林女子的宗室皇亲 都焦急了起来 很多人都暗戳戳地打探 这和亲公主到底是按什么标准选择 傅平只说 剑心帝把此事全权交给了成亲王 圣亲王府就是一个闭门谢客的状态 众人无法找到圣亲王 于是便只能从圣亲王妃 也就是李清堂的身上下手 但李清堂也不出来 于是北安侯府就成了京中当下最热门的地点 每日的帖子雪花一样地飞过来 家之李固本就是宗正寺的官员 很多宗正寺的同僚也开始递帖子 想来探病 同时永家公主府也很热闹 大家都知道 玉安郡主与圣亲王妃是归中密友 这玉安郡主还马上就要 嫁给圣亲王妃的表哥 玉安郡主肯定能从圣亲王妃那问到什么 几乎同一时间 李清堂接到了穆书云和华灵儿的传信 李清堂告诉两人 可以见一些关系好的 透露他们一点消息 肯定是先从郡主中选 若是郡主中实在没有合适的 那再从县主中选 总之得选出一个家底丰厚 模样和人品都出众的 才能担得起这和亲的重任 穆书云开了一个茶话会 直接邀请了几个递来帖子的相熟的夫人 大家都有意无意地想打探 穆书云道 大家也都是十多年的好姐妹了 我知道诸位的意思 听到穆书云这么说 所有人喝茶的动作都停了下来 目光看向穆书云 都等着穆书云往下说 穆书云倒也不卖关子 左个儿谈儿还向我了解了一下 京中这几位郡主的品行 我琢磨着 或许是想从这几位郡主中选 毕竟是要封公主的 出身肯定不能太低 不然北辽那边可不好交代 几个帮郡主打探的夫人 表情都不太好 帮献主打探的 倒是稍松了一口气 文姓侯夫人听完后试探问道 我听说陛下让成亲王 全权负责此事 也就是 这相亲人选 其实是成亲王说的算 谈儿说 成亲王只是筛选出 合适的人选 最终拍板的还是陛下 穆书云道 哎 我真是羡慕书云 听说那圣亲王 十分疼爱你家谈儿 大事小事都要经过他呢 圣亲王对我们谈儿是很好 府中大小事 都交给谈儿打理 但公事 我们谈儿可是没有掺和的 主要是这次的事 涉及的是女眷 王爷很多是不便出面 所以才让谈儿帮忙 众人一听 心里都有了打算 众人一来一回地试探 然后满腹心事地离开 李清堂和苏怀木 这几日都在王府中 丝毫不管外界的纷扰 很多没有北安侯府 和永家公主府关系的人 都去三法寺碰运气 但连苏怀木的影子都看不到 三法寺需要过目的是 每日会有人送到王府 而三法寺那些官员 很多都是荆轲进士 还是那种没有依靠 各方势力的新人 他们平日见苏怀木的面兜手 别说搭话了 问他们是一点都问不出来 荆甲卫的人 倒是可以去王府见苏怀木 但荆甲卫那是皇帝的人 他们谁敢去问 清堂小助理 苏怀木和李清堂下着棋 李清堂问 你说 他们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聪明的人自然会明白的 苏怀木落下一字 只要一个聪明人明白了 那所有人就都明白了 李清堂点了点头 他觉得他传达出去的话 已经够明白的了 两人棋还没下完 穆祥就来禀报 王爷 王妃 德亲王派人送来赫礼了 赫礼 李清堂疑惑 非年非节 什么赫礼 说是给王爷的生辰赫礼 穆祥道 李清堂看向苏怀木 距离苏怀木的生辰 还有大半月 这赫礼送的倒是巧妙 王爷要不要去瞧瞧你的赫礼 李清堂看向苏怀木问道 那就看看德亲王叔 给我送了些什么好东西 苏怀木放下棋子 起身拉住李清堂的手 德亲王送来了五大箱子的贺礼 苏怀木让人打开第一箱子 就是满满一箱子的白银 这白银在阳光下闪的李清堂都遮住眼 木翔连忙让人把这个箱子关上 又陆续打开了剩下四箱 五个大箱子里 一共装了三箱白银 两箱各色珠宝 算下来 价值得有六 七万两银子 苏怀木让人把所有箱子里的东西都登记在侧 然后封起来存入库房 散出消息说 永平郡主身子弱 不适合长途跋涉和亲 从候选名单上去了 苏怀木道 是 很快这个消息就传遍了京中上流圈层 各家有郡主的王府都开始准备 当晚又有一家王府送来生辰鹤礼 也是五大箱鹤礼 李氏四箱白银和一箱珠宝 总计也有五万两左右 第二日 这个郡主的名字也从候选名单上被划去 同时苏怀木也把整理好的册子递到了建新地的面前 父皇这是昨日两家王府送来的 请名过目 建新地看到两家就收上来这么多 想到还有那么多家 满意地点了点头 很好 父皇 这珠宝臣觉得可能用不上这么多 是不是需要想办法都换成金银和粮草 这样是不是赈灾更方便些 苏怀木问 建新地点头 木儿想得周到 那这件事也交由你办了 而臣领命 苏怀木硬下后又有些为难道 只是 只是什么 建新地看向苏怀木 有什么难处你尽管说 父皇都会帮你 只是这大批的珠宝变现 恐怕不是那么简单 若是想尽快换成金银 这价格肯定要低上不手 毕竟京城就这么大 而现在 粮价也是居高不下 苏怀木道尔臣觉得 要是想卖 高价得派人分散到各个富数的周福 建新地觉得 苏怀木这个建议有道理 那就这么做吧 那就需要父皇派些金甲位 伪装成标行了护送了 毕竟这件事 咱不能放到明面上 苏怀木道 就依你的法子吧 如今南方不太平 所以咱们 尽量往北面各个州府 去比较好 苏怀木道 换成粮草后 可以直接放在黄庄中 省得运进城中 浪费时间和力气 等父皇选出赈灾大臣 就可以直接带着粮草和银钱南下 这些献银子就留着 到时候 可以直接拿来当嫁妆 建新地看着苏怀木十分欣慰 木耳想得很周到 这件事就照你说的办 需要人 你就直接去找苏统领 多谢父皇 尔臣一定会帮父皇办好此事 苏怀木说完这话 又剧烈咳嗽了起来 他连忙用帕子捂住嘴 来人啊 传太医 建新地见到苏怀木 咳得这么厉害 连忙让负贫传人 苏怀木连忙摆手 不碍事的 不碍事的 这一摆手 帕子上的血迹 便展露在了建新地的面前 父皇 尔臣这是老毛病了 是刚刚情绪太激动所致 敬仰一下就好了 苏怀木道尔臣 每日都有太医请脉 还没有大案 那些太医怎么回事 父皇 尔臣能活下来 已是奇迹 不过是咳点血算什么 苏怀木笑着道 大夫说了 我气血淤质 这咳血可是好事 能巴尔臣活血化淤呢 建新地看到苏怀木这模样 无奈摇头 你呀 父皇 尔臣真没事 回去吃点王妃做的 补气血的药膳 就都补回来了 苏怀木宽慰道 父皇不知道吧 堂儿做的一手好菜 他现在忙着这筹银子的事 都没空点臣做膳食了 若是知道 尔臣今日吐血了 肯定会心疼儿臣亲自下厨的 你母妃手指 被绣花针扎破了一滴血 都得拉着阵枯上半天 扔了为阳公所有绣花针 吃上一个月的血烟 补身子娇气得不像话 每次见了阵都得说手疼 你这倒是一点都不像他 苏怀木笑了一下 尔臣可能是像父皇吧 母妃说 父皇年轻的时候 也像尔臣这样 因为怕人担心 所以什么事都爱自己扛着 母妃经常同儿臣 说你们相爱的故事 母后说 您是天底下最爱她的人 若是没有您 她这半生 不会过得这么肆意快活 而尔臣想像父皇一样 能让我爱的人 活得像我母妃一样肆意 剑心帝听到苏怀木这么说 想起了她做皇子的时候 想起那时 她为了讨得花之遥的喜欢 去山上给她猎狐狸 受了伤后 还强撑着去妖宫 结果被花之遥发现 花之遥亲手给她包扎 她胳膊上那个小伤 最后被她包的 好像整个胳膊都断了一样 听到苏怀木这番话 又想到此处 剑心帝不经玩耳 她看着面前虽然瘦弱 但依然难掩绝带风华的苏怀木 除了病弱 不善武 这孩子几乎找不出缺点 身上集合了 她与花之遥所有的优点 是她这三个儿子中 最像她的一个 苏怀木一脸如目地看着剑心帝 从她眼中看到了 她想要的情绪 木儿 你很好 剑心帝拍了拍苏怀木的肩膀 你凡事不要太劳累 可以招些幕僚帮你的忙 你的身体最重要 儿臣之前绍在京中 太多事情不了解 京中除了与华家表哥有些来往 眼下与我那就哥有些交往 实在认不得什么人 不怕父皇笑话 儿臣是想招幕僚 但不知该如何下手 这还不简单 那些未封官的禁士 数级士 文明的才子 都可以招入府中 成为你的幕僚 帮你处理大小事宜 免得你劳心劳累 剑心帝道 儿臣明白了 多谢父皇指点 与剑心帝又聊了一会后 苏怀木离开了御书房 出来的时候 刚好看到了苏怀霄 二哥 三弟 苏怀霄看到苏怀木 露出十分关切的笑 听说三弟 你这几日身体不太好 二哥 那得了诸百年老餐 若是三弟有需要我 一会就让人送去 那就多谢二哥了 苏怀木一口硬了下来 刚才还咳了血 正好需要这个补一补 苏怀霄也没想到 苏怀木答应得这么痛快 好 一会我就让人 送到你的府上 那弟弟就先走了 不耽误二哥与父皇一事 苏怀木说着就要走 苏怀霄连忙道 三弟请留步 咱们借一步说话 苏怀木跟着苏怀霄 往旁边走了一小段 二哥有什么事 要借一步说话 我听说你收了 德卿王和赵王的礼 除了两位郡主的名 我听说 有人想因此弹劾你 你可要小心这点 苏怀霄道 三弟你若缺银子 可以找二哥 可不要误入歧途 多谢二哥提醒 但两位王叔 只是给我生成鹤里罢了 我身正不怕影子险 苏怀木不以为意 二哥就是要和我说这个吗 对 苏怀霄点了点头 我现在巴不得被弹劾 继续回家做我的闲散王爷 苏怀木笑着说完 又咳嗽了起来 二哥 我先回府了 快回去吧 弹劾的是别担心 二哥 会帮你的 苏怀霄假惺惺地做着好人 苏怀木离开后 脸上的笑脸就消失不见 回到王府后 发现又多了五个箱子 李清堂正带着人在清点 你回来了 这是为王府送来的 李清堂道 辛苦夫人了 苏怀木拿出一盒烟纸 回来的路上路过了烟纸铺 店家说这是心上的烟纸 我瞧着很合适你 便给你带了一盒 李清堂打开闻了闻 又轻轻粘了一些 涂在手背上 露出笑脸 我很喜欢 你喜欢就好 苏怀木见李清堂开心 他嘴角也不住地上扬 今天辛苦了 晚上带你去水云间吃大餐吧 好啊 李清堂笑着应下 你一早就进宫 先回去歇歇吧 这一天 有三家王府送来了贺利 加上之前的两家 总共集了大概三十万两银子 苏怀木留下了一些 作为可以直接用的嫁妆 剩下的换了些 从郑家那捷来的财物 然后交给了金甲卫 让他们分别往西北 和北方的几个大城去 当晚三对金甲卫 就换了便衣 伪装成彪行 带着东西出了城 一路快马加鞭的赶 另一边苏怀木 把已经洗干净的赃物 交给了牧民 这些都是 各位王爷送来丢的贺利 郑家那边查不到我们头上的 可以把这些出手了 是 不愧是王爷 一下就解决了这个麻烦 牧民由衷感叹 这么一大笔财物 一下子就洗干净了 先是借着看铁树樱花 把捷来的大部财物 光明正大地转移回王府 然后又借由这和亲一事 把这捷来的赃物 一下子洗干净 甚至还反手给郑家布了一个局 天狼帮就是这些年 为了给华家军送宁钱 而自己城里的匪帮 那所谓被劫的商队 也是自己人伪装的 他们故意把消息放给了郑家 说他们往西北走了 郑家人肯定会往西北追 现在又让金甲卫伪装标队 带着这些见不得光的财物 往西北走 若是那群不长眼的 对金甲卫下手了 那整件事就有意思起来了 那沁阳县的事 没有证据 直接指明是郑家所为 郑国公府在京城和朝中的实力 盘根错节 郑国公完全可以把这事 推给下面的人 就像那死了的孔县令和孔杰明一样 到时候死无对证 而且 如今建新帝还用得上郑家 那郑国公也惯会揣摩建新帝的心意 只要还有圣心在 并不会让郑家彻底倒下 但如果找到了孔杰明的外事 有那些受害的女子亲口指认 再加上对方的人 在如此紧要的关头 截了陛下的银子 让郑家彻底失去圣心 那么这事情就好办了 没有了郑家那苏怀销 就如同被斩断一个臂膀 成不了太大气候 给苏怀销部的局已经成了三分之二 那现在就是给苏怀前下一个局 两人如今在争夺赈灾之事 看似在争这个赈灾之事的归属 但其实是在争亲王 或者说东宫之位 苏怀木都成亲王孩 直接成为监察院总督察使 便是不管事 但那也是实打实的位高权重 但他们俩作为苏怀木的哥哥 如今还只是王爷 一个在虎部 一个在吏部当小官 虽然苏怀木对他们 似乎并没有什么威胁 但这也加剧了他们的危机感 谁能先一步封亲王 就能先一步在朝中占据先机 所以他们必须要比对方先做出成绩 这次赈灾就是最近的机会 对于这一点 苏怀木也是十分清楚的 所以他给苏怀前的局很简单 那就是让苏怀前成为赈灾的钦差 那个时候苏怀销一派 肯定坐不住会出手 到时候欲望相争 深夜御书房还亮着灯 剑星队看着看着奏折 只觉得眼前有些花 他停下来拿起身茶喝了一口 茶汤里映照出他的轮廓 古是不是老了 剑星帝突然开口 在一旁的傅平连忙道 陛下正值壮年 哪里有老 剑星帝如今还未到五十岁 体态保持得很好 说壮年也不算夸大气词 估计这姑去碎这病脚还是黑的 但上次在卫阳宫里给瑶化眉 姑发现姑这病脚竞生了白发 姑比瑶才大了六岁 他瞧着和刚嫁给姑时没什么区别 怎地姑却老了呢 傅平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值得安慰 奴才瞧着陛下可年轻着呢 奴才听宫外的百姓说 这男人年纪越大越有魅力 陛下春秋鼎盛 奴才记得 先帝爷这个年纪 比陛下您头上的白发可多多了 剑星帝听后摇了摇头 你说 朕是不是真的该离太子了 傅平可不敢接这话 剑星帝倒也没为难 你下去吧 是 傅平推下去后 剑星帝叫来了自己的安慰 龙一 你觉得朕这几个儿子 谁看当大卫 陛下的儿子 都是人中龙凤 全看陛下心意 剑星帝站了起来 缓缓道 这老大资质平庸 老二野心太大 这江山交给哪个 朕都不放心 陛下身体康健 一龙一所见 并不着急立储 朕是不着急 但他们急呀 一个个逼着镇立太子 剑星帝说着 涌起一口气 把奏折打翻在地 都这个时候了 他们不想着如何镇灾 如何治理水患 还在上座让镇立太子 他们什么意思 是觉得镇这个皇帝做得不够好 要赶紧退位让贤吗 此时已经没有外人 剑星帝便也不再藏着掖着 朕登基这么多年 一直勤勤恳恳 以明军要求自己 没有一日感懈怠 如今镇还没死呢呢 他们就日日逼着镇立太子 明目张胆地拉帮结派 剑星帝怒道 他们眼里 他们心里还有镇吗 陛下息怒 龙一 我这些年 担惊极虑地 为了前国的安危考虑 拉拢汉林 我娶了一个不爱的人做妻子 为了不让镇国公生出一心 我对我最爱的女人下毒 让我最爱的儿子 变成一个病秧子 为了稳固军心 我都把亲妹妹 嫁给了镇国公府 可他们还在背后 天天说我苛待镇国公 前国那么多军队 不止镇国公的军队 需要军饷啊 其他军队也要军饷啊 我不能把所有的银钱 都给他们吧 这户部是前国的户部 不是他华家的户部 剑星地气的连镇都不说了 直接说我 那些世家 仗着自己家底后 不把镇放在眼里 还有那些王爷 一个个富得流油 随随便 就能拿出那么多金银珠宝 来给自己的宝贝女儿赎身 可还日日向镇哭穷 有事没事 就来找镇逃赏 今天要给这个女儿封郡主 明天要给那个儿子封柿子 结果真到用得上他们的时候 一个个都想办法脱身 他们一个个都拿钱出来 最后是要逼镇 把自己的女儿 嫁去那北辽和亲吗 剑星地疯狂发泄内心的不满 龙一就跪在一边静静听着 龙一你说 这赈灾之事 该交给谁来办 剑星地问道 一方面他很希望这件事能办好 但一方面 他又害怕这件事被办好 这样 他就不得不把苏怀骁和苏怀钱中的一个 太为亲王 一旦破坏这两人的平衡 那一方的人 肯定会就逼他立太子 不然 可以让其他皇子去办 龙一道 眼下老四还小 老三身体又不好 哪还有别人可用 剑星地叹气 若是苏怀木身子能好一些 就好了 他也不必这么发愁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若是苏怀木身体好 他也不会这么器重苏怀木 陛下可以派一个皇子去赈灾 另一个监管 这样最后功劳可以平分 又或者给最没有威胁的那一个 龙一道 剑星地闻言沉思了起来 眼下对他最没有威胁 也最有用的皇子 就是苏怀木 听话 病弱 有能力 还有背景 是一把用来遏制苏怀钱 和苏怀骁的好刀 重点是 苏怀木的身子 全太医院的太医都看过 绝对活不过他 也很难有子嗣 那么苏怀木 对他便是百列而无遗憾 剑星地在屋内夺步 脑中飞快思索 眼下老二和沈家结清 之前下江南 还收获了朝中不少大臣的称赞 声望比老大高一些 还有沈家助力 这老大的声望和势力 被赶超了过去 虽然这老二的能力 是比老大强一些 但之前都给了老二表现的机会 他不能厚此薄比 总得给老大一点表现的机会 这赈灾的任务 不如就交给老大去办 再找个由头 让老三监管老二 这样 若是老大办事办得好了 那就可以把功劳多 集中在老三身上 不至于让老大的风头 压过老二 剑星地越想越觉得 这个法子不错 只是该怎么合理的 让那些老家伙们 同意这件事 第二日 剑星地找来了一些新妇 来商讨此事 然后一日早朝 众人又在为谁去赈灾 而一轮纷纷 经过一阵拉扯后 剑星地看向苏怀木 沐儿你觉得呢 而臣觉得 诸位大臣说的都有道理 赈灾之事少说 需要三四个月 多了便不好说了 二哥大婚在即 若一旦被耽搁 那恐怕就得延误婚期了 苏怀木道 众人听到苏怀木这么说 以为苏怀木是支持苏怀前 苏怀霄一派正准备说话的时候 苏怀木继续道 不过这也是小事 只要沈相和沈小姐不介意 那自然没有问题 听到苏怀木这话 沈相自然只能站出来 说了许多为了家国大业之类 冠冕堂皇的话 于是苏怀木这话说了 又好像没说 毕竟他又不傻 怎么可能这么明显的 站在谁的一边 但最终建新帝 还是下令让苏怀前去赈灾 然后又以国库不充赢为理由 让苏怀木负责筹备赈灾两款 先让苏怀前贷五万两银子 和第一批粮草南下 之后的钱银粮草等 由苏怀木全权负责 虽然苏怀前得了差事 但听起来 这苏怀木的位置 似乎更重要些 赈灾最重要的 不就是钱银和粮草吗 但这事 不是该由户部主理吗 这户部侍郎的女儿 可是锐王侧妃 户部那边肯定会大力支持的 想来也不用苏怀木多么费心 不用南下 只要负责让户部出钱出粮 等赈灾结束后 就可能分得着大功劳 建新帝这么安排 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有一台剧 圣亲王继承大统 可不对啊 成亲王那身子 指不定哪天突然就没了 但不管如何 可以确认的是 宣王这次是输了 早朝结束后 建新帝留下了苏怀木和苏怀前 苏怀霄努力握紧拳头 才维持住表面的平静 但当探子来报说 苏怀木和苏怀前 有说有笑地离开皇宫后 苏怀霄彻底压抑不住 三弟竟然投靠了大哥吗 苏怀霄握紧了手中的茶杯 然后狠狠地砸向了墙壁 他到底是哪里不如那苏怀前了 难道就是因为出身吗 不行 若是这次苏怀前赈灾成功 那肯定会先他一部分为亲王 他那大哥不过是草包一个 凭什么比他先封亲王 他不能让苏怀前太过顺利 还有那苏怀木筹备银钱粮草 那些弹劾苏怀木收受贿赂的折子 应该已经递了上去 建新帝不可能没看到 如果看到了 不可能还把这么重要的活迹 交给苏怀木 所以说 让各个王爷花钱属女儿这件事 本就是建新帝受益的 那他如果破坏了这件事 让各家宗室王爷 不再给苏怀木送礼了呢 那这赈灾的银子 还能从哪来 到时候他便可以站出来 从中奋一杯羹 把这功劳再抢回来 到时候 银子和粮草断了 那苏怀前那边 不用他怎么出手就会乱 两方必会因此而起争端 正好合了他的心意 京城局势风云诡诀 南方因为水患鸣不聊生 李青鸾虽然被捆了一路 但因为用的是整体的丝绸 所以身上没有一点勒痕 和郡王的人看起来 便是一个被伺候的 无比细心的娇贵大小姐 进出都有两个丫鬟 无微不至的服侍 为了避开受灾严重的地方 他们得绕过最严重的州府 陆金星看着已经多起来的刘明 决定动手 眼下已经离京城有相当一段距离 足够安全 行径队伍已经捡着人少的地方 往岭南前进 他们这一路都是带刀骑马的护卫 刘明是不敢过来的 而且 他们还刻意避开了人多的地方 但没想到 走着走着 突然就被一群人围住 大胆 北安侯府与何郡王的车队 你们也敢来 是想找死吗 领头看着那群衣衫褛的蒙面人大喝 老子管你们什么人 老子都要饿死了 你们却还这么精神 肯定有不少粮食经营 兄弟们抢了他们的 咱们的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了 跟我一起上 一个照面 一群人就打了起来 吃了这么多天药 已经有些抵抗力的李青鸾 听着这熟悉的声音 心中明白 应该是方叔来救他了 等他被救出后 他一定要兰儿这个死丫头好看 竟敢背叛他 还给他下药 他一定要让兰儿生不如死 李青鸾恨恨地想着 红盖头遮住了他邪恶猙獰的面容 兰儿听着外面的打打杀杀 有些紧张地握紧了手里的帕子 对面的丫鬟握住了兰儿的手 别害怕 一会跟紧我就好 兰儿点了点头 好 陆金星带着人羽和郡王府 互卫厮杀的时候 忽然又有一股和他们穿得差不多 带着面巾的人 无声无息地出现 接近了马车 玉碗手中的匕首 已经准备出手 对方出声 稍微拉下一点面巾 是我 带着人跟我走 玉碗收起匕首 拽起李青鸾 看向兰儿 走 苏怀木一行人 挟持着李青鸾 兰儿和玉碗三人往远处走 有人喊道 方大哥 咱们撤吧 陆金星闻言发现事情不对 这才看到 远处一群人带着一抹红嫁衣离去 他按道 糟了 带上金银我们撤 陆金星喊了一句后 立马追着李青鸾去 众人见状 便随便拿了些金银 然后跟着撤退 和郡王府的人死了不少 但关键人物都还活着 刘统领不好了 郡王妃被劫走了 什么 快去追 可眼下各个负伤 那群人早就没了踪影 刘统领在马车边发现了这个 那人拿起一块木牌 上面画了一个虎头 有一个标字 刘统领握紧了这块令牌 面色不渝 他们这时被算计了 那群人的身手 根本不可能是灾民 眼下人丢了 他该怎么回去交代 眼下这个位置 距离京城和岭南都差不太多 他是该往哪走呢 挑个没受伤的 去郡王府报信 你们两个跟我去找王妃 刘统领下令 其余人在原地看着东西 一个时辰 我们没会回来 你们就先去最近的城镇修整 是 刘统领带着人 往刚才逃跑的地方追去 但他根本不可能找到人 众人早就藏好了马屁 劫走人后 就直接骑马快速离开 李青鸾被挂在马背上 点得感觉五脏六腑都要出来了 但他发不出声音 也没有力气 最终直接晕了过去 等醒来后 就在一个完全陌生又漆黑的地方 一点声音都没有 只有滴答滴答的水声 他叫天天不英 叫弟弟不灵 只有一点点微弱的 好像随时可以消失的火光 金钟木燕来报 主子 二皇子那边出手了 现在金钟那些郡王达成了初步一致 决定不再花钱 说是钱国那么多郡主和县主 总不可能就挑到他们身上 而且也不急 等真被选上了 再拿银子就好了 苏怀木可以理解那些郡王的心思看 毕竟那么多银子可不是一笔小数量 而且还有些郡王不想拿这笔银子 却还不想让女儿和亲 于是便打起了其他主意 最近北安侯府的大门都要被人踏坏了 全都是要给李和风一亲的 想通过嫁给李和风 既能免了和亲 还能搭上圣亲王府 穆书云简直不胜其烦 这时李故病重 北安侯府借此不见客 还叫了不少太医 做不得假 李清堂也注意到 这几日都没有人来继续送礼了 才这点银子应该不够吧 李清堂担忧道 你不用担心这个 我会处理 苏怀木笑着道 新送你的裙子喜欢吗 喜欢 但会不会有些太张扬了 李清堂想着那条金丝勾线的云锦白褶裙 平日也没什么机会穿 你平在府中也可以穿的 一条裙子而已 苏怀木道 再好看的裙子 只是放着都没有意义 李清堂想了一下 那我明日办个宴会吧 邀请那些个宗室夫人 和他们的女儿一起来 顺便挑一挑哪个和室去和亲 你看如何 王妃此举甚好 我觉得可以邀请北辽使臣一起吧 李清堂想了一下 毕竟也不能光看我们的 还得看人家北辽的眼光 不过那些使臣都是男子 多少会有些不方便 不如邀离妃娘娘来吧 离妃娘娘肯定知道自己那北辽六王子 喜欢什么样的女子 她若是看中了 想来北辽六王子 应该也会看中的 苏怀木抱住李清堂 你这主意甚好 一会 我便进宫请奏父皇 苏怀木当日就进宫去见了建新帝 说了李清堂的打算 建新帝问了几句 苏怀木没说是因为苏怀霄 这样的话只会让建新帝怀疑 而是给了足够的余地 让建新帝自己去查 这样他才会更加气愤 好 但这件事 朕还得问问离妃的意思 这样 晚些朕会派人通知你 建新帝听完后 没有直接答应 等苏怀木离开后 建新帝叫来了暗卫去探查 李清堂和苏怀木 正要用晚膳的时候 建新帝来信说 明日离妃会来参加聚会 与此同时 京中各个宗室府中 看着那来自圣亲王府的请帖 都十分忐忑 对方这是什么意思 突然邀请他们和家中姑娘 一起去参加宴会 王爷不然我就称病不去了吧 胡闹 明日必须得去 地铁子只是给个面子 上面已经写了务必前往 对方给了咱们面子 咱们若是不去 那不是在打圣亲王府的脸吗 可可若是咱们家都被看中了 可怎么办 对方不会只邀请咱们一家的 只要咱们家那个不显眼便好了 一时间金钟 各家都是打着这个主意 第二一早 李清堂穿上那红色云锦苗金白褶脱地裙 一整套十八件红宝石头面 这种富贵华丽到一不留神 就会俗气地打扮在李清堂身上 却净显雍容高贵 那衣裳头面在贵中耀眼 却也比不得李清堂的脸引人注目 王妃 您真真是那九天神女下凡了 晚清看着李清堂 这衣裳 只有您才撑得起来 李清堂鸣嘴笑了一下 就你嘴甜 牡壁只是实话实说吗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李清堂问 都准备好了 李清堂点了点头 人来了吗 人都到得差不多了 宫中那边来报 黎妃娘娘也出发了 习素道 那咱们也过去吧 不好让人家久等 李清堂端着圣亲王妃的派头 在一群人的拥促下来到了花园 随着一声圣亲王妃道的声音 众人都停止了议论 把目光望向了李清堂 所有人在看到李清堂后 都忍不住屏住了呼吸 李清堂带着淡淡微笑 走到众人中央站定 众人齐齐行礼 见过圣亲王妃 李清堂笑着抬了抬手 免礼 然后便拥促着李清堂 去了亭子里 李清堂招呼着 还在站在外面的各位王妃和县主 主委王妃 县主快来坐 众人面面相去 摸不清李清堂的意思 但还是坐了过去 李清堂命人上茶点 环视了一圈 然后装作疑惑问道 京城里 现在是流行这种风格了吗 但也不知该怎么说 大家都存了心思 故意把女儿 往那不显眼的地方打扮 所以眼下这一圆子的人 都肃静得厉害 这时荣郡王妃笑着开口 这不是南方水患 为了给灾民祈福 替陛下分忧 所以 府中上下最近都肃静了些 李清堂听后笑了一下 随后便让荣郡王妃的嫡女抬起头 他瞧了瞧 我看这荣郡王妃的女儿 养得十分的好 还这么有善心 倒是担得起这和亲公主的责任 李清堂这话一出 荣郡王妃下的茶杯都没拿稳 差点摔了 李清堂也毫不在意 看向了其他人 你们也是为了给灾民祈福 替陛下分忧 所以才穿得 这肃静来本王妃的宴席吗 有荣郡王妃的前车之剑 谁人敢说此话 怎么会 当然不是了 众人连忙否认 李清堂低头看了自己的刚染的指甲 本王妃为了迎接各位 换上了王爷刚送我的这云锦袍子 戴上了大婚时 父皇赏我的头面 这茶水都是特意从宫中讨要的供茶 李清堂说一句 众人的心就往下沉一分 诸位既不是为了给灾民祈福 那是家中有白事 还是说 看不起我圣亲王府 故意穿这个模样 来找圣亲王府的晦气 李清堂是带着人畜无害的笑容 说的这句话 但所有人都打了一个寒战 圣亲王妃息怒 我们绝对没这个意思 我们的确是为了灾民祈福 啊对对 是为了灾民祈福 众人又连忙改口 哦 李清堂点头 你们都穿一身素为灾民祈福 替陛下分忧 只有本王妃不懂事 竟然穿得这么张扬 这要是传到父皇和朝臣口中 怕是要说本王妃不懂事了 如此关头 竟还如此铺张浪费 这 众人互相对视 这他们好像怎么说都不对 好像怎么都得得罪圣亲王妃 这时没有办法 众人只能跪下 请圣亲王妃恕罪 诸位这是做什么 李清堂声音很慌乱 但身子却是一点没动 快起来 快起来 本王妃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 诸位怎么还当真了 众人起身 但没有一个人敢坐实 都心惊胆战地等着李清堂开口 本王妃没有要为难你们的意思 毕竟 咱们都是一家人 李清堂放柔了语气 也不瞒各位 本王妃邀各位来 其实就是为了选和亲的对象 诸位郡主已然是不符合要求 所以这人选只能从在座的各位中来了 看到大家今日都在替灾民祈福 想替陛下分忧的心情这么强烈 想来对于和亲之事 也定然会鼎力支持 李清堂笑着道 其实今日父皇还派了黎妃娘娘来 她是北辽的公主 六王子的妹妹 知晓六王子的喜好 能被她看上的姑娘 想来一定会得到六王子的喜欢 本王妃提前了半个时辰 邀请诸位来 就是想在黎妃娘娘 见到诸位小姐前先筛选一遍 像几位郡主一样不合适的 便不必见黎妃娘娘了 说到这李清堂微微叹了口气 可我瞧着诸位小姐都不错 还都有一颗替父皇分忧的心 本王妃实在难以抉择 那便都留下来一回让黎妃娘娘挑选吧 众人一听 一下子呆住了 几个沉不住气的小姐 已经拉住了各家王妃们的手 目光中满是懇欠 李清堂只当没看到 问习宿 黎妃娘娘到哪了 回禀王妃 您过来的时候 已经从宫中出发了 咱们王妃距离皇城可近着呢 再慢再慢半个时辰 肯定也到了 习宿道 但若是快的话 一炷香时间就差不多了 李清堂点头 距离黎妃娘娘倒还有点时间 诸位可以去赏赏花 那些可都是从南方运来的真品 众人哪有心情赏花了 管他什么真品不真品 这要是被黎妃看中了 那真就没得跑了 之前都说了 要叫贺礼把女儿的名字划去 可王妍们偏偏不听 非说这落不到他们的头上 即便是落头上了 那也可以到时候再交 现在倒好 若是真被黎妃看中了 那便不可能更改了 有再多的银子都没有用 见所有人都没有动 李清堂道 我建议诸位还是去瞧瞧吧 那些花壳很难得 若诸位有看上的 咱们好上了 聪明的人一听这话 心中便猜到大概 连忙起身去看那些花 尤其是荣郡王妃 直接指着一盆花道 这盆花可真好看 若是我们府上 也能有一盆就好了 自然好看 这可都是王妃为了筹集灾款 特意收集的真品 是要拍卖后用来赈灾的 一旁的小丫鬟笑着介绍 哦 即使要拍卖 那不如就卖给我吧 我特别喜欢这盆花 荣郡王妃道 不知这盆花要多少银子 每一盆花下面都有底价 但具体多少 就要看各位对灾民的心意了 小丫鬟笑着道 我们王妃说了 到时候 她会在姚池月地的门口 给诸位慷慨解囊的夫人小姐们 立功德碑 功德碑 众人听到这个后一愣 随后又疑惑问道 姚池月地是 姚池月地 是我家王妃即将开张的新铺子 匾额还是陛下倾题的呢 小丫鬟笑着道 贵妃娘娘听说 这是专门为女子开的玩乐场所 还说等开业的时候 要来捧场呢 众人听后 心中都有了成算 荣郡王妃让丫鬟端起了那盆花 看了眼底价 在看到五万两银子的时候 她虽然有些心惊 但是并不诧异 听说那些王爷 都是五万两起步的 这盆花我要了 荣郡王妃虽然心疼 但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 还是咬了咬牙道 只是出来没带这么多银子 我这得回家去准备 她想借此机会 带着女儿离开 荣郡王妃既喜欢这花 还有菩萨心肠 愿意为百姓奉献 那签了捐献书 便可以带着县主回去了 李清堂走了过来 习宿带荣郡王妃 去填捐献书 捐献书 众人又疑惑了起来 是啊 李清堂看向众人 诸位既然为灾民捐了银子 这自然是要有捐献书的 这可是各位献爱心的证明 这捐献书一是两份 到时候 功德碑都是要根据这捐献书来的 很快荣郡王妃就签完捐献书回来 众人连忙问道 那捐献书如何 荣郡王妃撑着微笑道 就是感谢为了灾民捐款而已 写上名字和捐献的数额 再按个手印也就好了 看似是捐款 但这分明就是个借条 你签了 那就必须得拿出这些银子 有了这个捐献书 那便不怕他们离开这盛亲王府 来人啊 好好拿着花送荣郡王妃回府 李清堂笑着吩咐吓人 在荣郡王妃之后 陆续有其他王妃也买下花 拿着捐赠书离开 这些大多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还是比较优秀的那种 剩下的要不就是家中不算富有 要不就不是亲生女儿 所以巴不得被送去和亲 李清堂看了看笑着道 估摸着黎妃娘娘快到了 诸位夫人想来是不喜欢这些花的 那咱们就回去喝茶聊天 等黎妃娘娘来吧 众人正要应下 一位今日唯一好好打扮了的小姐开口 王妃 悠然很喜欢这盆花 悠然可以用自己的名字买下吗 李清堂看向苏悠然 认出这是康郡王府的嫡女 自然可以 诸位不管是想以王府的名义 还是自己的名义 只要是想为灾民献爱心 本王妃自然是欢迎的 苏悠然身边的康郡王府侧妃 见到苏悠然开口 表情十分不自然 他拽了拽苏悠然 咱们府中可没有那么多银子 苏悠然没有理会 拿起一盆花 我就要这盆了 然后便镜子进了屋子 李清堂在知道和亲之后 就了解了一下京城各大宗室 知道这康郡王府的情况 康郡王妃母族获罪被流放岭南 他在拼命生下一个男婴后 就缠绵病塌 府中早就交由侧妃薛氏打理 正房的日子并不好过 悠然县主有眼光 这盆花的确不错 李清堂说着也进了屋子 悠然县主小小年纪 就能为灾民做这么大的贡献 本王妃亲自为你写捐献书 进去后 李清堂微笑着看向苏悠然 不知悠然县主想要捐多少银子 苏悠然咬了咬牙 他其实并没有五万两银子 但知道自己的父亲 和那薛瑟妃的主意 薛瑟妃故意给自己了新衣服新头饰 一大早就派小丫鬟来替他好好梳妆打扮 他们的目的就是想把自己嫁到北辽去 这样就能换回来一个公主的名头 这样便可以给薛瑟妃那儿子换个好前程 他若是离开了康郡王府 那他母亲和年幼病弱的弟弟 便彻底没了活命的机会 所以他必须留下来 死也不能去北辽和亲 王妃 悠然不想骗您 眼下我并没有那么多银子 但我并不是要赖账的意思 苏悠然看着李清堂目光清澈而坚定 我可以先赴您一万两 剩下的四万两银子 悠然会在十年内努力赚来还给您 李清堂看着苏悠然没有说话 苏悠然以为李清堂不同意 八年 八年内就还您 我可以按月 按照当下最高的力还您 若是还不上 我的这条命就赔给王妃 可以吗 李清堂看着苏悠然 好像看到了过去的自己 好 李清堂印了下来 先写好了捐赠书 然后又写了一个借条 利息吗 八年算你八百两银子得了 只是这四万两可不是小数额 只是你一个人的命 大抵是不值 我记得你还有个弟弟 一起算上吧 苏悠然整个人都愣住了 李清堂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弟弟如今才刚刚四岁 连路都走不利索 什么也做不了 你总是要出嫁的 你若嫁得远了 又或者出了意外 那我这银子不就打水漂了 你这弟弟还小 还是康郡王府的嫡子 长大后总是有能力偿还的 他若还不了那康郡王 总不会眼看着他的儿子 成为我们圣亲王府的下人吧 李清堂道 这传出去也太难听了些 想来康郡王不是那般为了赢钱 连自己儿子都不要的人 苏悠然听到这 似乎明白了些李清堂的意思 悠然多谢王妃 苏悠然红着眼睛 就要给李清堂跪下 李清堂伸手扶住了他的胳膊 不必如此 我一会儿会让人跟着你回去 你要记着 要你弟弟也把手印按上 在还清这四万两银子前 你和你弟弟的命 便有一半属于我圣亲王府 这件事你可要牢牢记着 李清堂看着苏悠然道 苏悠然点头 王妃今日大恩 悠然铭记于心 什么大恩 我外祖家世代经商 我也喜欢琢磨那赚钱之道 自然是因为有利可图 才会借你赢钱 李清堂把契书交给习宿 你陪悠然县主回府吧 是 因为有习宿和圣亲王府的侍卫跟着 所以薛瑟飞也不好说些什么 一路隐忍着回了府 在听说苏悠然借了圣亲王妃 四万两银子后 康郡王和薛瑟飞的脸色都变了 你这丫头是疯了不成 四万两啊 便是把你卖了支不支四万两 苏悠然笑着道 我自然是不值的 所以我弟弟也按了手印 我若不能在规定时间内 还上这四万两银子 那我和我弟弟的命 就都由圣亲王妃说的算了 你 康郡王被气得差点晕倒 苏悠然安抚道 父亲若是心疼我和弟弟 倒是可以帮我们还了这四万两银子 你做梦 咱们府中哪来的四万两银子 那我劝父王 还是盼着我和弟弟活得好一点 久一点 那把这银子给还上 不然圣亲王府 怕是就要找父王来要账了 苏悠然道 对了 我还答应王妃 按照最高的利息偿还 这一年的利息就有近万两 时间越长 利息越多 父王帮帮女儿吧 康郡王听后 直接晕了过去 薛瑟飞狠狠瞪了一眼苏悠然 然后连忙召唤大夫 苏悠然神清气爽地 回了自己的院子 这番动静太大 康郡王妃自然也知晓了 满脸担忧道 我手里剩下的嫁妆不多了 怕是无法帮你还上这么多银子 不过我年轻的时候 同北安侯夫人倒是有点交情 我去求求她 或许还有的商量 我这就去 苏悠然连忙按住了康郡王妃 母亲你别担心 圣亲王妃是个好人 她这是在帮我 帮你 嗯 苏悠然道 父王和薛瑟飞那般抠门的人 是不会替我支付这四万两银子的 而在没父亲这笔钱之前 他们便不敢动我和弟弟 如今有了圣亲王府的庇护 咱们仅可以在这王府里高枕无忧 四万两换我们三条命 和八年安稳时间 我觉得这个交易特别划算 母亲你就安心养病吧 苏悠然相信她可以做到的 王妃 那可是四万两银子 您觉得那悠然郡主还得上吗 婉亲心里有些打鼓 她敢说出口便是有那个自信 而且就算还不上也没什么 那不是还有康郡王府呢吗 亏不了 李清堂笑着道 这么多人中 只有她敢站出来说奢欠的话 这份勇气就足以胜不绝大多数女子 她愿意帮她一次 在苏悠然之后 再吓人传话 黎妃娘娘马上就要到王府的时候 英郡王世子妃来寻了李清堂 只是她手中银钱不够 便卖铺子什么的 需要时间 希望可以多给点时日 李清堂知道这位 老英郡王在战场上断了条腿后 只能在府中借酒消愁 整个王府也跟着落寞下来 老王妃三年前病逝 英郡王也没有再娶 全由世子妃操持家世 剑心帝因着老英郡王和英郡王世子的功绩 给这小女儿封了县主 英郡王在知道这时候 三日没有出过房门 本就是舔着老脸 为了这唯一的女儿谋个前程 但没想到有了和亲之事 他们王府子嗣不封 都是武将 娶得妻子家世 也没有那么显赫富贵 不懂钻营 所以 穷的和郑国公府可以说不相上下 不是不想保女儿 而是真的没银子 这几日 他们已经在往外卖庄子和铺子了 但他们府中 属于自己的庄子和铺子的位置非常一般 实在是不好卖 李清堂从来就没想着 让英郡王府出银子 这本就是捐献 有多少钱尽多少利 得须量力而行 李清堂道 世子妃还是带着县主 去享受一下宴会吧 英郡王世子妃 看着身侧刚满十五岁 平日乖巧楼山的小姑子 握着他的手安慰他 没事的 嫂嫂 听说北辽那边风景很好 而且哥哥就在北边 我搞不好还能见见他 帮你捎个信 英郡王世子妃咬了咬嘴唇 看向李清堂 可以用铺子和铺丸字画底吗 李清堂叹了口气 世子妃听我的 安心带着县主去玩吧 还有那么多人呢 你怎知离妃娘娘 就一定会看着你妹妹呢 英郡王世子妃 还有些没明白 但那英郡王府的县主 却好像明白了些什么 拉着世子妃行礼 多谢王妃 英郡王世子妃 被拉着走出去的时候 还一脸茫然 别走啊 嫂嫂再求求 早早咱们去喝茶吧 那可是供茶 咱们家可都没见过呢 安英郡王世子妃 还想说什么 但却被直接拽走 接下来便再也没有人 要买花了 这时离妃 也带着浩浩荡荡的人到了 两人客气 却生疏地打了招呼 然后走流程一样 看了看各家的小姐 众人都十分忐忑 那些姑娘也都色缩着 把自己好的地方 都尽量藏了起来 生怕被看中 离妃有面无表情地 喝了口茶 这就是你们选出来的 看起来都很一般 众人听到这话 心里都松了一口气 一般好啊 一般才好呢 能封献主的 我以为都该是 盛亲王妃这种水平 就算差也不该差太多 就这些想做我六哥的王妃 怕是不够格 宁河毫不留情 身边监视的 北辽丫鬟歌亚 微微点头 既不是建新帝的亲女儿 那是什么身份 便都差不太多 为我六哥选王妃 定是得才貌双全的 各府中 应该还有不少女儿吧 改名都叫来我瞧瞧 离妃这话一出 很多人夫人都变了脸色 反正那些女孩 都微微松了一口气 但离妃紧接着道 若是那些人里 也没有合适的 那便再从这里选吧 好 那改日本王妃 还得劳烦离妃娘娘 来给长长眼 盛亲王妃客气了 这是为了两国友好的大事 本就是我该做的 宁河淡淡道 到了午膳的时间 离妃娘娘用过膳赛回宫吧 我特意找了几个北边的厨子 做了点北辽餐食 盛亲王妃有心了 两人移步到花厅 里面已经摆好了菜 两人正常被伺候着用餐 说的都是些客套话 主要围绕着 就是餐食的味道 和六王子对女子的喜好 宁河在看到 手把羊排的时候 心下就有了猜测 当吃到嘴里的时候 差点没忍住 内心翻涌的激动 李清堂看向宁河 这手把羊排做的可还地道 这就是我那心情的厨子做的 还行吧 宁河吃了一口就放下 没有我在王庭里吃的那么纯正 倒是有点中原特色 毕竟是中原厨娘做的 到底是不如北辽的御厨 李飞娘娘再尝尝别的吧 吃饭吃到一半 来换茶的丫鬟 踩到了地上一粒珠子 一个不吻 不小心把茶 撒在了宁河的袖子上 啪 割牙一巴掌 就甩到了那小丫鬟的脸上 你怎么做事的 竟敢把水 撒到我们娘娘的身上 求娘娘恕罪 奴婢 奴婢不是故意的 那丫鬟连忙跪地求饶 算了 不过是一点茶字而已 无伤大雅 李飞挥了挥手 你下去吧 李飞娘娘 李飞娘娘与我身量差不多 若是不嫌弃的话 不如先换一条我的裙子吧 李清堂道 我刚好做了一条紫色的新裙子 和娘娘倒是相配 那就多谢王妃了 那李飞娘娘随我来吧 李清堂带着李飞去了她的房间 习宿拦住了要进去的戈亚 这是我们王妃的闺房 一般人不方便进 还劳烦姑娘在偏厅稍后片刻 戈亚有些不服 宁河开口 不过换身衣服很快的 你就在这门口等着吧 见状戈亚只能在外等候 习宿在门口守着 婉清跟着进去帮忙换衣服 门一关上 宁河就握住了李清堂的手 那手把羊排是他做的吗 李清堂拍了拍宁河的手 别急 先去里面换衣服吧 宁河走入里间 一进去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娘 何儿 可别哭 一会再被那人看出端倪 李清堂提醒 宁河连忙擦干眼泪 娘先给你换衣服 宁河的母亲 宁雅琴抹着眼泪 帮宁河换衣裳 李清堂默默退了出去 把空间留给两人 过了没多久 宁河穿着新衣裳出来 看向李清堂的目光 多了很多感激 我们出去吧 李清堂到 宁河点了点头 身上多了一股子 说不清到不明的感觉 就好像突然来了斗志的模样 婉清打开门 宁河笑着道 盛卿王妃这衣服 不知是在哪做的 真是好看 李妃若是喜欢 下次进宫我带着绣娘 带着草图进宫 帮你量体裁衣 样式你也可以献选 那就多谢王妃了 两人看似表面的 客套了一圈后 宁河便回了宫 李清堂这边 又收入了三十万两银子 准确的 说是二十六万两 有四万两是他垫付的 这段时间 靠这个得了约莫八十万两银子 想来是够赈灾与和亲的了 总得让户部也拿一点吧 苏怀木把事情和银子 原封不动地转达给了建新帝 建新帝笑着 拍了拍苏怀木的肩膀 老三帮阵解决了一个大烦恼啊 苏怀木有些羞愧 这都是唐二的功劳 若不是他 也不可能 挤到这么多银子 你这王妃确实不错 父皇 而臣想到 要求父皇什么事了 苏怀木道 哦 这么快就想到了 建新帝看着白花花的银子 此时心情非常好 说吧 而臣想给王妃 求一块免罪圣旨 苏怀木跪下道 而臣和王妃此举 几乎把宗室给得罪了一个遍 而臣倒是还好 但唐儿他指不定就要被人算计 而臣实在担忧 唐儿单纯善良 指不定哪天就着了别人的道 而臣活着的时候可以护着他 但死后除了父皇和母妃 谁还能记得儿臣 所以而臣求父皇了 建新帝又何尝不知道这事 把宗亲给得罪了一个遍呢 看着苏怀木 这好像交代后世的模样 心下也有点愧疚 好 父皇依你 而臣多谢父皇 苏怀木给建新帝 深深磕了一个头 当日下午 建新帝就派父平去送了旨 但并没有宣读 只是笑着递到了李清堂的手里 恭喜王妃 李清堂还不知道那圣旨里是什么 但听父平这么说 想来应该是好事 招呼父平喝了茶水 还送了一对狐狸毛的护膝和护腰 听王爷说 公公这天一凉 就得带上这护具 最近刚好得了不少皮子 本想着下次让王爷进宫带给您 没想到您今儿来了 您瞧瞧 若是不合适 我让人再改改 王妃有心了 这点小事 怎好再劳烦王妃 坐到父平这种位置 虽然只是个宦官 但比一般的大臣 都要在陛下面前得脸 可以说 除了太后 便是皇后见了父平 都得给三分薄面 她什么样的好物件没见过 比起金银珠宝 古董自画 这种贴心的小物件 才更得她的心 送走了父平 李清堂没忘 让牧祥给几个小太监 分别塞了银子 父平看到小太监 那笑成花的模样 便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们两个呀 师父 这盛卿王妃 可真大方 你们记着 盛卿王和王妃都是好人 别为了点银头小利 就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 父平教导道 是 苏怀霄没想到 李清堂会搞这么一出 还是挤到了大笔的银钱 眼下陛下 是想扶起盛卿王 来压制你和瑞王 郑国公道 咱们和沈家的结亲 到底是惹来了陛下的忌惮 此次赈灾 但刨出了你 那依旧就所见 我们眼下该如何 苏怀霄问 盛卿王此举惹了宗室的不快 听说他们还不收手 还想继续收银子 这么一大笔银子 便是那瑞王在蠢笨 这灾也救得来 郑国公想起他那些被劫走的银子 心还在滴血 所以 咱们得给他们点压力 众人商议了许久 第二日就传出来 盛卿王妃娇奢依一条裙子 便上千两 盛卿王假公祭司 借着选和亲公主之名 强迫宗室 掏出大笔银钱 满足私欲 沐翔急匆匆地来报 苏怀木听后冷笑了一声 不以为意 只是道 别让王妃知道 免得惹他心烦 是 但话音刚落 李清堂便进来了 什么别让我知道 就是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别让你知道 不然就没有惊喜了 苏怀木笑着道 你今日怎么起这么早 今日要去摇池月地 看看进度 还有风华居 李清堂道 还得找人去见个功德碑 所以便起得早了些 让习宿和林峰帮你看看去得了 青阳县都有流明了 你还是不要出门了吧 不安全 苏怀木劝道 李清堂看着苏怀木笑了笑 我又不出城 顶多去个平安客栈 还跟着那么多人呢 安全得很 苏怀木知道自己拦不住李清堂 所以只能嘱咐习宿 看好了王妃 万不能让他听到什么不好的言问 是 李清堂看完了两个店的进度后 表示满意 还在店门口看到了一个地方 准备就在那建一个功德碑 当然得做点造型 让这也得成为整个摇池月地的一个景观才好 李清堂想了想 准备去找英玄商量一下 刚好还能在那用个午膳 去平安客栈 在路上 李清堂发现 街边不少卖小吃的 味道还很香 李清堂来了些兴趣 去给我买一些来 是 马车停在路边等着习宿去买点心 李清堂掀开车窗帘 打亮着周围 这时听到了路过的一些议论声 当习宿带着灵嘴回来后 就见到婉清 一副苦大愁深的模样 怎么了这是 婉清气鼓鼓地掐着腰 想说 但看到李清堂 又给咽了下去 没什么 李清堂笑着接过灵嘴 这瞧着真不错 你们都尝尝 婉清眼下是一点胃口都没有 但李清堂倒是胃口不错 最近他活动量大 吃的也多 感觉最近好像还涨了点个 之前他要倾诉怀目的话 得非常努力地点起脚尖 现在也得点脚 但倒是没有那么费力了 到了平安客栈 英玄先给李清堂 汇报了一下最近的情况 两人吃饭时没有那么多规矩 于是边吃边谈 在正式都谈得差不多的时候 英玄有些愁躇 不知那件事该不该说 李清堂见他那吞吐的模样问道 你有什么事直说就好 没没什么 英玄摇了摇头 李清堂放下筷子 没什么那鸡腿都要被你戳烂了 都快成肉糜了 英玄听此 连忙放下筷子 李清堂不以为意地笑着道 你是想说 现在外面关于我的那些留言是吗 您都知道了 我不聋也不傻 自然知道的 一夜之间便传遍了京城 这肯定是有故意为之的 英玄道 我们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李清堂点头 是该做些什么 所以 我不是来找你了吗 英玄一脸 郑重地看向李清堂 东家想让我做什么 帮我找人好好做功德碑啊 英玄一时好像没反应过来 啊 功德碑 这和这件事有什么联系吗 这功德碑我其实有点想法 一会 我给你画个草图 你可以让人再完善一下 尽快做出来 等到这功德碑揭幕的时候 也就是摇池月地开业的时候 哦对了 那服务生都培训的如何了 李清堂问道 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在培训了 到时候肯定不会点击掉链子的 只是在表演那方面 倒是还没有找到特别满意的 英玄道 没事 这方面我有安排 这一两日他就该来了 李清堂说到这里 脸上露出一个笑 吃完饭英玄又说了一下 目前各种物资的储备情况 李清堂又补充一些后 便回了王府 晚上苏怀木回来 带了许多小点心和糖果 这是做什么 李清堂看着满满一桌子的甜点 你想要甜死我 我听人说甜的会让人快乐 所以便多给你找了些 苏怀木道 外界的事你不用在意 我会解决的 我知道啊 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 我都有陛下给他圣旨了 我还怕什么 李清堂笑着拿起一块龙须酥 这个好吃 苏怀木见李清堂是真的没有被影响 这才松了口气 这苏怀霄竟然敢对李清堂下手 真是好样的 既然这么闲 那就给他找点事吧 奇巧结到了 京城里张灯结彩 但南方诸府县犹如地狱 虽然已经提早派了武将来颁发政令 但他到达的时候 已经是恶嫖遍地 差点没去到岭南 回去的路上 他是直接坐船回来 节省了不少时间 剑星帝听到南边的情况后 愁眉不展 又询问了瑞王的情况 但那武将并不知晓 老大上次说他走哪了来着 剑星帝问 好像是灵州 副平道 才到灵州吗 剑星帝皱眉 就在剑星帝 还在愁南方水患之事时 金甲未来报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剑星帝问 都处理妥当了 请陛下恕罪 我们的队伍被一伙人结了 其中两个人带着部分珠宝跑了 挣三个 还有两个被活捉 被活捉的人说 他们是劫财的山匪 但被捉后 有一个咬毒自尽了 另一个被我们及时按住 拔出了嘴里藏的毒 对方该是某方势力的死士 但骨头很硬 没有被我们拷问出背后之人 那两个逃走的人 还在追捕 剑星帝听后怒拍桌子 这群贼人好生大胆 竟敢动振的东西 给阵严查 人已经带回来了 是金甲未查 还是交给大理寺 剑星帝想了想 交给沐 让三法司审理 是 你带人去找剩下几支队伍 绝不能让其他队伍再被捷 回来的时候也要小心 剑星帝发话 是 苏怀木看着被送来的 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死士 请大夫来给他好好医治 好吃好喝的 先把身子养好再说 是 苏怀木说完 便转身准备离开 刚走两步又道 哦对了 等会大夫来了 让大夫记得 把他的手脚全废了 嘴里塞上东西 免得他自尽 属下遵命 那死士听后 恶狠狠地看着苏怀木 但还是一言不发 李青鸾被关在暗无天日的房间内 不知过了多久 他可的嘴巴已经干裂 嗓子哑得完全说不出话 才有一个男人来给他送了一碗粥 但放下就离开 没有任何话 随着男人离开后 光亮也消失 李青鸾也不顾别的 一心扑在那碗滚烫的粥上 也顾不得烫 直接吞咽了下去 但这一碗粥 根本难以满足他的鸡肠鹿鹿 他开始还有心思想着 等方孝峰 也就是陆金星来救他 想着要复仇 但后来他饿得什么也做不了 只想着那个男人能快些来给他带点吃的 李青鸾身上还有点价值 所以比起杀了他 驯化他会有更大的价值 还能给某些人一点惊喜 苏怀木让那死士好好养了五日的伤 好吃好喝的胃着 身体状况已经好了不少 这五日完全没有任何的拷打 除了大夫来换药 狱卒把饭送来 他就好像被遗忘了一样 这几日李青堂也没闲着 继续开各种聚会 又陆续从夫人小姐纳得了近二十万两银子 金中关于李青堂仗着身份大肆敛财 奢靡无度的传言越来越胜 康郡王府开了一个赏和会 邀请了一些关系好的夫人 聊着聊着就说到了这件事上 郑国公夫人心疼地看着康郡王侧妃 听说你家悠然借了那盛亲王妃四万两银子呢 薛侧妃叹气 哎 可不是吗 那丫头仗着自己嫡女 还是县主的身份 主意那叫一个大 根本不听我一个侧妃的话 那盛亲王妃也是 竟按照最高的利借了悠然四万两银子 那利息可都不止四万两了 王爷都被弃病了 怎么这样 这盛亲王妃做事也太狠辣了 那盛亲王妃的外族可是江南巨富 商人都唯利是图奸贤狡诈着呢 众人一言一语中又让这传言加大 什么李青堂逼死了一个王爷之类的 这些流言蜚语也传到了建新帝的耳朵里 查到是谁在助长这些言论了吗 建新帝黑着脸问 最开始是谁传的还未查出来 但逼死王爷这个传闻 是从昨日康郡王府开完赏赫会后流出来的 金甲卫顺便还把参加赏赫会的夫人都说了出来 听到那些人命后 渐心地冷笑了一声 苏怀木和李青堂是在为他办事 这些人难道从他放任的态度还看不出来吗 那些老狐狸明白得很 但他们知道他不可能明面上承认这件事 所以就逮着这一点来打 目的无非就是怕苏怀木愁到了足够的赈灾营 瑞王赈灾后顺理成章地被封亲王 这样四个成年的皇子中 只剩下那一个还未封亲王 指不定他们还对圣亲王府私下里做了些什么 所以莫才害怕地向他求了个圣旨 圣亲王这几日在做什么 渐心地问 这几日成亲王殿下的身子似乎不太好 除了去大理寺看过那个死室外 一直在王府里卧床休养 但每隔一日 乔大人会把督察院的大事整理成册 送到圣亲王府 圣亲王殿下批阅后会让人再送回去 但看自己使人代彼 太医怎么说 渐心地皱眉问 太医说成亲王殿下 这是玉气玉洁于心 想来是因为外界对圣亲王妃的传言 渐心地听后脸色更黑了 那圣亲王妃呢 亲王妃这几日都在继续与宗室夫人们喝茶 又收了不少银两 再就是忙着摇池跃地 好像要做个功德碑 剩下的时间就是伺候成亲王殿下 这两个孩子真是的 渐心地不知该说什么好 如果他所有儿子都像老三这样省心就好了 这件事一定要保密 不能让贵妃知道 渐心地道 这若是被华贵妃知道了 那肯定得为这两个孩子出气 好好地闹上一闹 是 你退下吧 等荆甲卫离开后 渐心地叹了口气 看对傅平道 圣亲王妃贤良淑德 惠至蓝星 赐黄金百两 欲如意义柄 是 傅平应下 渐心地此举并不在赏赐 而是意在给李清堂撑腰 并警告那些不安好心的人 圣旨到的时候 李清堂正在给苏怀母喂药 两人一起接了圣旨 都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红着眼睛道了句 多谢父皇 然后李清堂把这些日子 收到的银钱整理成册 顺便还写下了之后的打算 让傅平带回了宫里 还有几个石盒 这都是我新研究出来的吃食 公公您拿去尝尝 多谢王妃 那老奴就不客气了 傅平恭敬地接过石盒 陛下很是心疼王爷和王妃 您二位可一定要好好保重身子 没事多进宫看看陛下 傅平最后这话 便是再点苏怀母和李清堂了 这圣旨一出 上流圈层的闲话 便被压制了一些 毕竟谁聪明人都看出来了 这是剑心帝 在给成亲王夫妻俩撑腰 民间倒是还在流传 不过这传言 却叫之前有了变化 开始是传李清堂奢靡的裙子 一件上千两 但现在是说 那裙子有多美多好看 所有人都期待着 能见到那么漂亮的裙子 毕竟王妃这种距离 他们普通人实在太远了 而且就算他娇奢无度 那也不是坑他们的银子 那不坑的也是其他王爷吗 倒是那王妃的 米铺卖的米 都比其他地方实惠 如今京城粮价飞涨 王妃那米铺价格是全京城最低的 不说给的量 也从不缺金少两 别的良心粮铺 就算不想涨价 也会被其他威胁着涨价 但穆家和盛亲王府的粮铺 却有这个底气 只是每户 每日限量 拿着户籍 每三日最多买一斗 这一斗米 足够一家四五口吃上三日 避免有人故意倒卖 让真正需要的人买不到平价米 这个举措一出 针对的就是劳苦百姓 每日出的量也不算太多 倒是没有抢走那些大户的生意 再加上每日都有盛亲王府 和北安侯府的侍卫 在维持秩序 所以倒是没人敢捣乱 而且悠然县主的胭脂铺和金铺 也推出了活动 为了感谢盛亲王妃 就他于危难 响应盛亲王妃的号召 每卖出一盒胭脂 他们胭脂铺 就会替客人捐出两文钱 用于镇计南方水患 金铺每卖出一个金饰品 则会按照卖出价格的二十分之一 捐献银钱 每一笔都会登记再册 然后送往圣亲王府 圣亲王妃会亲自阅览 最后很可能会呈到御钱给陛下 听到有机会被陛下看到自己的名字 那些富商还能做得住 别说悠然县主的胭脂铺本就不错 一盒胭脂才几个银钱 一个金饰在哪不是买 主要是为了在陛下面前露个名字 哦不 主要是为了栽民尽心意 这个活动一推出悠然县主的铺子 那叫一个火热 众人健壮眼馋的锦 但这个噱头可不好搞 首先你得和圣亲王府的关系好 不然话呢 谁能把这名册递到圣前 如今瑞王不在京中 拉宣王可是文人清流还未成亲 怎么可能亲自沾染这骨子铜锈尾 你说别的王府或是公府 没听说吗 那些王府都被圣亲王府 给敲诈了好几万两银子 眼下肯定穷得厉害 这银子要是被他们贪了怎么办 肯定看不上他们这三瓜两枣的 至于公府 那都不是皇帝的亲切 就更不放心了 所以别人虽然看红想模仿 但根本不敢也无法模仿出来 李清堂知道这件事后 笑了起来 这悠然县主果然是个厉害的 这种法子都能想到 可他打着您的名号 这样会不会有损您的声誉啊 婉清有些担心 他现在知道了 世家贵女是不好抛头露面 整日与银钱打交道 这样有损亲誉 这算奶门子有损亲誉 李清堂轻敲了一下婉清的头 少听那些迂腐没用的东西 婉清摸着头 奴婢知道了 明日便去悠然县主那金铺瞧瞧吧 正好买一些给灵儿姐姐添妆 是 对了 给我挑一条最贵的裙子 还要坐王府最大 最豪华的马车 李清堂嘱咐 是 婉清应下后就去准备 第二日 李清堂穿了一件 有潜质深渐变的鹅黄色裙子 曾给的裙摆上 绣着一朵朵栩栩栩如生的蔷薇 珍珠作蕊 金丝勾线 金胎花丝镶嵌着粉水晶十八件头面 戴在李清堂的头上 铜色系的珠帘 隐隐挡住李清堂的半张脸 手中拿着一把装饰精美的弓扇 当李清堂从马车上走下来的那一刻 因为好奇而围观的群众 纷纷进住了身影 直到李清堂的身影消失 才回过神 我的个天老娘啊 那是仙女吗 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裙子 那头是也好好看 虽然没看清圣亲王妃的脸 但一定是个大美人 嗨你不知道吗 那圣亲王妃可是京城第一美人 京城第一美人不是沈家小姐吗 那都是过去世了 听说之前那宣王殿下 还追求过圣亲王妃呢 可惜圣亲王妃没看上 退而求其次 才选了那沈小姐 啊 还有这等内幕 那还有假 之前宣王就经常去北安侯府 和那北安侯府的大小姐 之前号称京城第一才女的李清鸾 还有过一段呢 两人互通情书呢 那情书都被江上书家小姐看到了 互通情书 你刚不是还说 宣王喜欢圣亲王妃吗 是啊 但在圣亲王妃之前 宣王和圣亲王妃的姐姐有一腿 后来见到了圣亲王妃 便一见清心 就想转求圣亲王妃 但圣亲王妃可不是那等随便的女子 也不可能与姐姐抢男人 一口回绝了 但那宣王还不死心呢 然后呢 然后呢 那圣亲王妃不答应啊 这时成亲王并终要找人冲醒 听说一开始是要找沈小姐的 但沈小姐不愿意嫁给圣亲王 巧了 那宣王也不想娶北辽公主 那宣王娶不了圣亲王妃 又不想娶北辽公主 所以就退而求其次 和沈小姐结亲了 围观的百姓们 听着这些皇家八卦 直接入了迷 这可太有意思了 比画本子还精彩 那后来呢 我之前听说 那宣王还和李清丸在水云间私会呢 这是真的假的 真的 我那姑姑的儿子 就在水云间做小二 亲眼看到的 两个人单独见面来着 呼 孤男寡女的 后来被瑞王妃撞到 但宣王死不承认 说是那李小姐死缠烂打他 李小姐伤心欲绝 据说还寻色呢 我的天啊 那瑞王看着千千君子的模样 怎么这么坏啊 我听说北安侯府 为了让李小姐 不再做傻事 远离宣王 这才把他嫁去了今晚 我之前真是瞎了眼了 还觉得 宣王是天下最好的男儿 现在看来 还是成亲王好 他能给王妃买这么好看的裙子 一定很爱的